小师妹每晚都来偷吃我的鸡 不仅把骨头缩得干干净净 就连关节处的软骨都咔咔嚼了吃 我一边收拾少女留下的残局 一边回想自己惨淡的穿越之旅 我本是蓝星一家六星级小饭馆的行政大厨 却连人带魂来到这修炼界的北斗星 正好赶上六大圣地之一的摇池圣地收徒大会 我身材高大相貌也是英俊潇洒 一下子就被一个九千多岁的女长老相中 于是便被领去测试 测出的根骨天赋为仙 也被称为仙苗 整个摇池圣地都炸过了 野生的仙苗可不多见了 然后在圣主的亲自护送下 我再去测试到以此确定修炼方向 沙内间浮现漫天的锅碗瓢盆虚饮 仙药级别的蒜头大葱生姜虚饮更是一彩分成 这让人看了就止不住的流口水 最终仙气在我头顶三尺处凝结出一个厨子 全场死寂 再然后所有长老都脸色尴尬 九千岁的女长老一口气没上来 直接郁闷到作画 可惜了一株仙苗啊 居然是除道灵体 风华绝代的摇池圣主 本来口口声声说要把我收为清传 见到这一幕之后却支支吾吾起来 因为摇池圣地自开山立派 几十万年来都没有除道修炼者 我自己对此倒是坦然接受 当了这么多年 厨子什么样的事客和老板没见过 此处不留业自有留业处 但随后妙音风的大弟子 萧熙岳带师收徒 把所有手作都不待见的我带回了妙音风 妙音风全都是月道的弟子 月道其实也不怎么样 但可以修炼阴沙之术比除道强多了 此时小师妹火灵儿终于意犹未尽地吃饱喝足 小师妹 你体内有猪雀血脉啊 你吃鸡难道良心不会痛吗 我一脸的悲苦之色 火灵儿打了个宝格脆声道 猪雀血脉怎么了 多谢师兄款待 说完火灵儿在桌子上放下一块灵精撒腿做跑 灵精是所有修炼者都喜欢的好东西 我知道这位小师妹是个小富婆 但是具体多有钱不知道 反正十个萝莉九个富还有一个住别墅 我做贼一样四处张望一下 把最后一只鲁鸡带回厨房 这鲁鸡出锅之后要先晾干然后才能熏制 结果火灵儿每次都是在晾干的时候溜过来偷吃 用他的话说就是 那香味好像给了他一巴掌 捏着他的耳朵把他领了过来 要是不是那还是人吗 火灵儿吃完烧鸡回到自己屋里开始修炼 几个时辰之后 他忽然觉得体内多了一缕特殊的道运 我猜住鸡竞怎么就领悟到运了 不可能是因为师兄做的鲁鸡吧 火灵儿震惊万分 他万万没想到鲁鸡居然能让他获得了天地大道 虽然只是一缕道运 但是对于住鸡境界的小修士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制度 可以让根基更加巩固 让修炼更加快速 天啊 师兄这哪是废体 这可是宝体啊 不行 我要去告诉大师姐 火灵儿风风火火地跑向萧熙月的院路 萧熙月是姚池的当代圣女更是难遇第一仙子 所有人见到她之后赞叹于她举世无双的容颜 震惊于她亲历出城的气质 天下间有各种好事之人会给仙子排行 萧熙月从未跌出过任何一个榜单的前三名 我见到她之后也自动删除了脑子里之前关于美女的定义 前世遇到的那些美女不如她的一根头发 此时萧熙月正在俯秦来平复心情 师弟做得极好香啊 即便萧熙月从来都是无欲无求的姓子 都被那浓郁的香味吸引 那香气好似一只小手在勾动她的心血 只是她的定力比火灵儿好多了 没去偷吃也没去讨药 师姐你捡到宝贝了 火灵儿急三火四地冲进小院笑道 萧熙月疑惑道 我这几天都足不出户哪来的宝贝可以捡 不是那种宝贝 我说的是二师兄 火灵儿贼兮兮的小声嘀咕 生怕有人听到她的话一样 萧熙月轻笑起来 师弟的厨艺确实非同小可 惹得你天天去偷吃 萧熙月自然能闻到火灵儿身上 还残余的香气 只是定力如她不可能做出 刘哈喇子咽口水那种事情 火灵儿挠挠头笑道 师姐你感应一下我的身体就知道了 萧熙月释放灵气探测心情矩阵 这竟然是盗月 只有到达原因境界才能感悟天地大盗 灵儿 莫非是因为失地的鸡 火灵儿头点的好似小鸡啄鸣 还四处张望了一番 萧熙月震惊 绝美的容颜上出现了 很久没有的剧烈情绪波动 她万万没想到 这除仙体做出的菜肴 居然可以让食用者获得天地大盗 就算是单风的手作 也无法保证她练出的 单能让服用者获得到 萧熙月做不住了 她知道自己心绪为何意志不明了 不是因为我做的鸡太香 而是里面蕴含有道运 对天生进道的仙体来说 那就是最致命的吸引力 师姐 我先去练花道运了 你记得去看看师兄 火灵儿在修炼上还是有自制力的 道运这东西贪多嚼不烂 必点点练花效果最佳 萧熙月点点头道 此事非同小可 我这就去看看 等来到我的小院外 即便是萧熙月也是口舌生金 难以形容的香 致命的吸引力 而我很满意这一次做的熏机 完工撕开摆盘 萧熙月发现在这熏机上方三寸处 有天地道横在交织 清冷如她第一次觉得某种欲望难以压制 绝美的脸颊上浮现一丝淡淡的桃色开口了 师弟我想尝尝你 做的鸡 我虽然早已见识过萧熙月的绝代鲜严 但是对方这个神色还是第一次见 这女人完美到不讲道理 光是这种神态都能让干部差点经受不住考验 深呼吸五次之后我恢复了平静 对于萧熙月我是十分感激的 毕竟在所有手作都不愿收我进入门下的时候 是萧熙月把我收入妙音峰 不然就只能去当个内门弟子 清传弟子和内门弟子待遇可谓是天差地点 最起码有自己独立的小院落 让我惨淡的穿越开局不至于那么的惨淡 师姐请 我又添了一副碗筷 萧熙月等我从厨房回来之后才落座 桌子上有一只拆好的熏鸡 还有一大碗凉拌菜 萧熙月双目绽放出微微的金光 她发现那份凉菜上方的道运比熏鸡要少一些 但也还是有的 最令她惊讶的是 连面前的这碗米饭上方都有一丝道运交织 难道只要是师弟做的饭菜都会有道运 这熏鸡制作过程更为复杂 所以比凉菜和米饭蕴含的道运多一些 萧熙月暗暗思考了一番 然后开始品尝这两道菜肴 第一口鸡肉吃完就忍不住加了第二款 道运入体她直接就进入顿物状态 她也曾对别的圣地厌弃 那种鲜艳上有各种埋头吓人的食材 但其中滋味却不如我这只熏鸡 更别说这熏鸡中蕴含的道运 鲜艳中的食材固然蕴含强大的灵力 但对于高境界修饰来说 道运比灵力重要了无数倍 这位大师姐可不像火灵儿那样 左手鸡翅右手鸡腿的豪放 萧熙月又尝了肠奶凉菜 入口酸辣开胃微微带一丝回甜 没说话低头一顿猛吃 说话真怕口水飞出来 吃完饭萧熙月从储物界中取出茶具 漆了一壶灵茶 师姐这茶让人齿甲流香 此生第一次喝到如此消敏 真是极品啊 喝了一口灵茶我只觉得浑身舒坦 这一天的疲惫一扫而空 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再倒十只鸡 师弟的厨艺也是让我大饱口服 从未吃过如此美味的鸡 两人看似商业互吹 但其实说的都是心里话 穿越来北斗新的第一天 我以为自己八成只能当个凡间厨子 哪想过有朝一日 能和这颗星辰上最美的仙子共进晚餐 萧熙月沉默了片刻后轻声道 师弟你所做的菜肴甚至米饭中都含有道运 对于修士来说极其重要 我一论还有这回事 我是个厨子又不是炼丹师 但一想到萧熙月亲自登门 知道对方肯定不是在忽悠自己玩 道运 可是我不曾感知到啊 我挠挠头 萧熙月迟疑了一下 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进入影器境吧 我脸色一久 自己刚刚进入摇池圣地十天一丝修为都没有 只能粗浅地感知到灵气 但萧熙月就不一样了 他距离第四大境界原因净只差临门一角 师弟 此时事关重大 一旦传出去恐怕各大圣地都会震动 萧熙月正重道 而我虽然只接触修炼界十天 但也能知道这些菜肴的重要性 那不是要被抓去当个炒菜机器 或者被什么老妖怪抓住请客练花 那还不如一头撞死在冻豆腐上 一时间两人都沉默了 福祸相依 别的圣地要是得不到我可以暗中干掉我 大家都没有就相当于大家都有 萧熙月想了很久轻声道 师弟你随我去见一下圣主吧 也许这一次他会回心转意收你为亲传 说到这里他也有点不自信了 毕竟当初圣主口口声声要收我为亲传 发现是除道之后又开始支支吾吾 属师有点说不过去 我点点头 现在一穷二白却手持重宝 急需一根大刀 不过圣主未必会相信 菜里有道运这种离谱的事情 萧熙月点点头起身进了厨房 四处看了看都是简简单单的厨房用具 但旁边一口玻璃冒着热气的卤汤很热眼 因为上方飘着丝丝缕缕的道运 光是这一锅汤在外面要是撒了 估计都有一些老怪物爬出来趴在地上舔 我直接咬了一勺老汤倒入瓦罐 再倒入一些清水进去冲开 蒙火煮沸 然后下了一些青菜叶之类的再调一下味 旁边碟子里还有刚刚没动筷子的鸡翅鸡爪重新码放一下 萧熙月忍不住道 师弟 这是我们吃剩下的 恐怕不妥 我贪贪手无奈说道 师姐你也说了 工序越复杂的菜道运越多 为了让圣主能更好地感应道运 这熏机是最佳选择 这不是不尊敬圣主大人 恰恰相反 这是在用最大的努力让圣主大人 感知到这菜肴里的孝心和道运 萧熙月总觉得我这话有些不对 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 强行把给圣主大人吃的是 剩饭剩菜这个念头赶出脑海 她寄出一个玉盒把这两道菜收入进去 萧熙月驾驭神红 带着我飞向圣主居住的水晶仙宫 我此时离地摆帐 姚池圣景尽收眼底 一股豪迈之气游然而生 我虽然是个厨子 但未必不能成厨仙 有不少弟子抬头看天 见到萧熙月又带着我 飞来飞去羡慕的眼珠子都绿了 姚池圣主端坐在宝座上 虽然已经是一千多岁的杜杰静大王 不过看起来不过二十八九岁的样子 上位者的气势让她不怒自危 她是屹立在南狱最高处的女人 看到萧熙月和我到来 圣主本能地以为是妙音风也不想要我 萧熙月 你师弟虽然是除道 但好歹也是仙妙 不如等你师父出关再商量商量 他留在你们妙音风还是很合适的 毕竟人少是非也少 妙音风竞争压力不大正好可以摸鱼 要是落在那门弟子堆里各种事端少不了 除仙体又不是剑仙体那种注定无敌天下的体质 萧熙月想了想轻声道 既然圣主有令 那我就把师弟留在妙音风好了 但此番前来其实有别的事情 我心中长出了一口气 就算让我当圣子也不想离开妙音风 圣主疑惑地看了两人一眼 又看了看萧熙月手中捧着的玉盒 难道这两人发现了宝贝 圣主 其实师弟的厨仙体蕴含一个天大的秘密 吃他的饭菜就会获得大道神韵 萧熙月轻柔的声音像是惊雷一样 乍响在摇驰圣主耳边 圣主脑瓜子顿时嗡嗡的 熙月你这话可当真 萧熙月解开玉盒的封印诱人的香味顿时弥漫开来 不洁净的大佬目光和其独辣一眼就看到了那道鱼 他猛地站起身玉果一阵摇颤 我眼观鼻鼻观星当作没看见 圣主挥手召唤先是尝了一口汤 然后就是第二口第三口 比之前喝的什么金翅大蓬汤好喝了不知道多少倍 而且还有一丝丝的道运随着汤进入身体 接着轻松玉脂抓起一块鸡翅咬了一口 摇驰圣主心中一惊 随后眼眶都红了 哭了 我和萧熙月对视一眼 这咋还吃哭了 虽然好吃但也没到这种地步吧 摇驰圣主活了一千多年什么好吃的没吃过 然而我不知道的是摇驰圣主此时心中想到了一句话 我圣君为圣君生我已老 当年他二十多岁的时候曾经斩杀过一只青鸞 那是世所罕见的纯血生理 稀里糊涂就让他给烤了 他自诩那青鸞烤吃天下间无人可比 可是今天吃了这熏鸡翅膀 他忽然觉得千年前的那一顿烧烤简直就是暴挺天物 若是我当年就出事恐怕那只青鸞就不会被他糟蹋了 他哭的不是青鸞而是他是去的青春 摇驰圣主一边捶泪一边把鸡翅鸡爪鸡脖子一扫而空 然后咕咚咕咚把汤都喝了 汤不醉人人自醉 良久他擦掉眼角一滴泪珠缓缓道 你可愿败入我的门下 成为圣主第一清传 我摇摇头道 我还是想留在妙音峰 而且刚刚圣主你也说了 我留在妙音峰很合适 摇池圣主哑然 他当当那番话是建立在我是鸡肋体制上的 现在知道我这菜肴能让人获得到孕 他哪还能当作是鸡肋 这简直就是行走的先天至宝万道术啊 他不由地看了一眼萧熙月 后者失礼不言 圣主苦笑道 没想到你也学会了耍小心机啊 若是萧熙月进门就说出来一 圣主一开始就不可能说出 让我留在妙音峰的话来 萧熙月浅笑一下 圣女总是有点小腹黑的 既然这样 等时机合适的时候 我会让你当圣子的 关于菜肴中的盗孕 对外可以说只有寄出秘法才可以制成 盗孕这件事是压不住的 顺其自然就好 说完圣主丢给我一个玉瓶 这是哭败单 服用之后会让身体看起来很虚弱 但其实一点事都没有 甚至还可以 你吃了就知道了 丹药或多或少有点副作用 但这个丹药的副作用有点那么不正经 次日 天蒙蒙亮火灵儿来到我小院外 熟练地翻过院墙溜进了厨房 他手里抓着一颗鸡蛋 还有一把刚揪下来的青菜叶 这几天他已经学会了 偷摸用我的老汤自己做蛋花汤 远处里火风手做李金盐 黑着脸看着自己的外外外生 孙女火灵儿 收徒大会上 他差点给这个小组奶奶跪下 可惜对方执意要拜入妙阴峰 给他气得原地自然 这几天几夜他都睡不着觉 幸不就来到我的小院外 打算看看这个除仙体的门道 结果看到火灵儿熟练地翻进我的小院 李金盐气得老脸发黑白胡子翘了翘 这乘客体统 等火灵儿进了厨房 他也跟了进去 他打算好好劝劝火灵儿 让对方气暗投明 朱雀血脉跑学什么阴沙之术 简直就是遭见了这火道天赋 只见兴高采烈的火灵儿 哼着小曲掀开了锅盖 然后小脸上的表情 从震惊变成惊恐 仿佛那锅里藏着什么绝世大恐怖一样 汤呢 火灵儿尖叫一声几乎昏厥 他早起的动力就这么没了 锅里干干净净 连一丝油花都不剩 此时李金盐走进厨房咳嗽一声 什么人 臭老头是不是你偷走了汤 火灵儿先是一惊随后 面色不善地看着李金盐 在他看来李金盐是有作案动机的 谁见了那一锅飘着到晕的汤不迷糊 你误会了 我没 李金盐露出疑惑的眼神 你没什么没 你们离火风再厉害我也不去 而且你还偷汤 太可恶了 还欺救老爷呢 不知羞 火灵儿气得直跺脚 起个大早不就是为了这一口汤 李金盐欲哭无泪 好歹自己也是欺救老爷啊 怎么这么不受待见 此时我被火灵儿的尖叫声吵醒 凝凝呼呼地走进厨房 见到那见底的锅之后也是悚然一惊 乖乖 还好只是偷走了我的汤 没偷走我的命 我拍了拍胸口长出了一口气 师兄 我饿 我要 火灵儿扁扁嘴明亮的双眼中 勤满了泪花 这场面让一边的李金盐差点跌倒 他苦口婆心地劝说 李火风作为摇翅前三风之一 还不如这小子的一锅汤 我先是对李金盐施理问好 然后先开另一个锅盖 还好米饭还在 师兄给你做个蛋炒饭 我摸了摸火灵儿的粉色长发 好爷 终于有别的好东西吃了 火灵儿欢呼了一声 然后他恶狠狠地看向李金盐 七舅老爷交出汤来 李金盐百口莫辩 此时他说也不是走也不是骑的老脸通红 当的一声终鸣响起传遍摇池圣地 这位一封守座如蒙大赦 圣主传令让我去开会 老朽就先走了 李金盐撒腿就跑 七舅老爷居然偷汤 以后告诉七舅姥姥揍他 火灵儿撇铁嘴 而我倒不觉得是李金盐偷的 联想到那道终生猜到了一个人 不过也没多想开始做蛋炒饭 此时水晶仙宫内 姚池圣主位居首座威严 净显神清冷峻 萧细月站在他身边面色淡然 对面是姚池圣地 九十八峰中排行前三的峰主 李火峰首座李金盐 天剑峰首座独孤号 玉兽峰首座城大法 这三人双眼直勾勾的盯着 面前小桌子上的一碗汤急的抓心脑干 汤的味道固然香 但是其中蕴含的道运 让他们更加悚然和急切 特别是李金盐 他卡在通天九重这个境界一千多年 要是没有外力的话 这辈子也就只不于此 但面前这碗汤中蕴含的天地 大到让他有了突破的希望 若是以后每天来上这么一碗汤 十多年的时间 就能让他进入肚结界 诸位 关于妙音峰那小子除仙体的秘密 尽在你们面前的这碗汤中 姚池圣主开口道 李金盐即便在迷糊 此时也能猜出面前的汤 就是刚刚让火灵儿心心念念的汤 他现在一点都不觉得 火灵儿那种表象 奇怪 要是这汤属于李金盐 然后不知所踪 他能把整个摇池圣地 翻过来找一遍 独孤号端起面前的汤 抿了一口后背后天剑 蒸蒸作响 见他如此成大发对他笑道 梦葫芦 你说几句 那小子好歹是你妹妹的弟子 独孤号是妙音峰 首作独孤梦的亲哥哥 他平日里少言寡语 但此时也不在西字如今 悟到茶树西汉无比 天地间只有一株 每百年只产生一百枚叶片 每百年天下五余歌大圣地 都会为这一百枚叶子打过头 这汤蕴含的道则 虽然不如悟到茶叶的多 但是连喝白碗也差不多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可以看出这汤 是由凡俗之物熬制的 可怕 此话一出 李金盐和程大发 都意识到了除仙体的重要性 姚池甚至可以因为除仙体 一跃成为北斗第一圣银 李金盐忽然皱眉 按照火灵儿所说 那可是一锅汤啊 怎么先在他们面前就这三碗 这不对啊 他偷偷看了一眼姚池圣主 莫非是这位圣主大人 贪嘴都给喝了 不能吧 这话他没敢问 诸位 这汤可是费心费力 98丰青传弟子共计千人 若是每天都去那里吃喝 恐怕会把他累死 不如每隔15天 让他准备足够100人吃的菜肴 从98丰青传弟子中 选出百人来给他们食用 等以后他的修为变强 可以用法宝做菜之后 再看看能不能一次性多做点 姚池圣主如此说道 萧细月在一边心领神会补充道 师弟确实还未进入隐气境 所以熬制此汤的时候一度昏厥 他们这一唱一鹤自然是为了保护我 要是被别人知道 我可以无限铲出这种汤 恐怕要引起北斗星的震动 在三位封主看来 姚池圣主是会说谎的人 但萧细月绝对不会 因为他是当代第一仙子 第一仙子怎么会耍小心眼呢 程大发忽然一拍大腿道 我封有一头青筋牦牛 昨日害了相思病 一头撞死在一块大石头上 正好拿来炖汤 给那厨仙体的小子补补身子 此话一出众人皆是无语 居然一头撞死 咋不上天呢 萧细月都替程大发脸红 这借口太别搅了一些 你那青筋牦牛桀骜不逊 可是你一巴掌打杀的 你当我们都是瞎子 还得了相思病 那牦牛灵智未开哪来的相思病 面对李金言的讥讽 玉兽峰煮成大发脸 不红心不跳大笑道 他用普通食材就熬出这么好的汤 这件事关系重大 独孤号说道 不如直接在他们湿海中设下禁止 让他们说不出来 摇池圣主点点头 这件事由我来办 青传弟子湿海中都有禁止 不然各大圣地的仙精早就被别人窥探 尿阴峰上我又调好了一锅卤汤 然后丢进去九只鸡 玉兽峰程晓云给尿阴峰送牛肉来了 程晓云来到我小院外吆喝了一声 我擦擦手连忙出门相迎 程晓云笑道 我爹说这牛肉给师弟补补身子 我眼皮跳了跳 这么大一只牛得吃多久啊 少说也有数千斤 但作为一个厨子 我开口第一句话是 这牛下水可还在 没有牛堵的全牛艳是没有灵魂的 不过我不知道这修炼界的人 喜不喜欢这玩意 别给扔了 程晓云脆声道 等着 我回山看看 要是还在的话就给你拿来 那东西也就我爹爱吃 令尊大人士 我问道 玉兽峰程大发 程晓云说完转身离开了 我打量这牛肉心里想了想 看来圣主和一些丰主手作说过我了 不然玉兽峰也不会送来这零售牛肉 这牛肉真是绝了 在地球上哪有品质这么好的牛肉 用优质的食材来烹饪 美食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我回屋取出尖刀准备剪刀 只是尴尬的发现这把平平无奇的尖刀 配上空空如也的修为 无法破防这只宁丹镜的牛 我无奈地拍了拍尖刀 决定让萧熙月动手来剪刀 想象了那画面我一咧嘴 一个完美无瑕的仙子手持尖刀 把一头巨大的牛分解成一块块的 但随后我一愣 忽然感觉到有一股精纯的能量 融入自己体内 看了看自己按在牛上的手 是这牛里那庞大的力量 在融入我的体内 萧熙月敏锐地觉察到了 这股流动的能量 她瞬间来到我身边低声道 这是青金牦牛的血肉之力 这种灵兽最恐怖的就是这生满力 看到那股力量在我身体上游走 它又是一击 原来除先体居然是体秀 不对 这股力量只有很少一部分 融入尸体体内 更多的是归于天地间 难道是天地借师弟 吸纳血肉之力 然后垂下道运吗 同时萧熙月心里长出了一口气 但也唯有如此才说得通 若非利用这血肉之力反补天地 不然凭空获得那些天地大道 还是太恐怖了 此时我已经无法听到萧熙月的低语 我的耳边有道泽轰鸣 之前对我好比天书一样的 摇驰精影气片顿时通俗一动起来 虚空阵战妙音风上 忽然刮起了一阵灵气风暴 灌入我体内 气海是修饰的根本 一般来说 仙苗的气海都有长人平均值得三到五倍大小 萧熙月比较厉害有长人七倍 火灵儿与她相差不多 但她隐气开海的时候 也没有这么浩大的声势 妙音风的意向 第一时间惊动了摇驰圣主 她沙内间出现在妙音风上空 施展秘书遮掩的这天地一响 盯的一声妙音风上 忽然响起学妙悦尔的声音 这是天地之音 摇驰圣主神色复杂 收徒大会上她真的是看走眼了 不久后我从那玄妙的状态中醒来 境界一举进入影气三丑 摇驰圣主开启天眼看向我丹田处 顿时翘脸一红悚然一惊 情急之下看到了不该看的 她暗暗叹道 居然有长人的九倍大 摇驰开山立派一来 不过有三人有如此记录 这个气海很离谱 萧熙月轻声道 师弟你刚刚可是因为触碰到这牛 才进入到顿物状态的 我点点头 是啊 而且现在我再去参悟飞仙金 发现又跟天书一样 根本看不懂 萧熙月谎原 看来这除仙体和荒骨圣体一般 都是被人误解的体质 除仙体无需主动误导 只要进行与烹饪有关的事情 都会进入顿物状态 我转身看向那牛肉 发现牛肉中的力量 已经被炼化得差不多了 现在可以轻易切开 于是开始解牛 萧熙月在一边摆放了很多颗 有冰镇的浴盒 灵药或者灵兽的肉 放进这种盒子里 可以保持数十年不会腐坏 萧熙月指着一块肉问道 师弟 这一块是什么肉 这是牛奶 我回到 萧熙月在盒子上刻下捐秀的小字 认真的样子 让我想到了超市的卖肉 我不 分肉小妹 程晓云把牛下水送来的时候 看到仙气飘飘的萧熙月 在一块块的马放牛肉 整个人都不好了 那可是第一仙子啊 改行当图户了 他不懂 放下牛下水走了 解完牛 顺手把剑子肉改刀 成长条块 然后丢进水里洗净 浸泡 林东方到这一步 忽然明白到 修炼的重要性 他叹道 若是没有把牛肉中的 能量炼化出去 里面的血水 是浸泡不出来的 萧熙月嘴唇冻了一下 想说 其实大可以用法力 把血水提炼出去 或者 用一些灵泉水也可以的 但想到工序越多 菜肴里的盗蕴越多 他就忍住了提醒林东方的冲动 他已经可以看到 那些食材上的盗蕴了 随着林东方的忙活 各种食材上面的盗蕴 在丝丝丢丢的增加 萧熙月领着火灵修炼去了 只剩下林东方 在小院里忙活 泡肉的功夫 林东方开始调制 乳牛肉的老汤 但香料有些不够了 他不得不出去采购 妙音风和其他风不同 没有内门和外门弟子 所以他打算 去隔壁炼丹丰外门弟子 那边再买一些 刚刚下了妙音风 往南边的炼丹丰走呢 天空中 忽然飘来两个人影 这是两个 有过一面之缘的人 收徒大会上 另外三个男性 先描其中的两人 出身于天玄书院的周长青 修为在宁丹七重 一副白面书生 若不禁风的样子 赤霞神朝三皇子 人见修为有宁丹八重 一头绿色头发 歪着嘴巴 看起来不太聪明 各大圣地之间 偶尔会交换徒弟 来增进关系 所以两人来摇池留学的 算不上野生仙苗 人见一身搔红色衣服 配着绿色头发 手持江山折扇 有点滑稽 这俩人看向林东方的目光中 都有一丝傲然和鄙夷 一个厨子 也配成为仙苗 林东方心中一喜 以前就靠这帮人赚外款 见他似乎有点 想折腾这俩人 暗中的摇池圣主 就先放下了 直接干随着留学生的神识 塑造傀儡人格的想法 人见摇了 摇折扇问道 林东方 你这几日 在妙音封过得如何 林东方笑道 那是极好的 大师姐对我关怀备至 小师妹也是 整天缠着我 她实话实说 但对面两人 脸上笑容直接凝固了 他们败入摇池圣地 都是为了萧熙悦 而人见再见 到火连之后 更是生出了别样的心思 林东方这番话 让他们脑子里嗡嗡的 过了一会 周长青财大笑道 不知林师弟 为何如此受萧仙子青睐 林东方老老实实地答道 因为我做的饭菜好吃啊 这一幕 让他有种梦回几年前的感觉 那时候一个 白富美就很喜欢他做的菜 还把他引荐给了 小富婆的奶奶 后来 一个嫉妒他的富二代 找茬抽了他一巴掌 老林顺势 往地上一躺 二十万道掌 此时此刻 恰如彼时彼刻 对面两人 又是一顿炫愈 萧熙悦 可不是那种 贪图口腹之欲的人啊 任见着没道 林东方 我希望 你实话实说 你一个饮气劲的小厨子 做的饭菜 就算是再好吃 恐怕也比不上 我赤霞神朝的帝王宴 帝王宴上 萧仙子都是浅尝折止 周长青也淡然道 我天玄书院 曾在天香楼宴请过萧仙子 那可都是龙肝凤髓级别的食材 却也不见萧仙子 多动了几次筷子 林东方怂怂间 不要用你们刻板印象 看待一个小厨子 我可是注定要成为 北斗第一大厨的 而且 食材不代表一切 厨艺是最重要的 大言不惭 任见和周长青同时冷哼 转身走向妙音峰 他们打算求见萧熙悦 除了首座级别以上的人物 任何人不可以飞上某一煮风 必须徒步 林东方也转身就走 但随风飘来一句话 让他停住了脚步 就算他做的饭菜再好吃 我这辈子也不会吃一口 这是任见说的 林东方微微一笑 仰了仰手中的刘影石 刘影石这玩意 是火链给他的 里面记录了一些 好玩的东西 比如会喷火的青蛙 抓蛇的兔子 进入影气境之后 他不光可以看 还可以主动用刘影石记录 以后 要是圣主大人碍于 什么情面 要把他做的菜分 给这俩傻子吃 他就把这个刘影石丢出来 这俩人已经进了黑名单 以后给自己钱可以 吃菜不行 林东方不再和这俩人说垃圾话 直接走向隔壁 炼丹丰 买调料要紧 人见冷笑 不知所谓的小子 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周长青瞥了一眼人见 他之所以和这位顽固 一起来求见萧熙悦 就是为了让心目中的仙子看到 他比这位二世祖强一些 等两人到了妙音峰门外 直接吃了闭门羹 萧熙悦先前捕捉到了 妙音峰的本源传承 开始闭关 冲击原因境界 俩人连林东方厨房里的香味 都没闻到 就被火铃儿赶走了 任剑气的脸色铁青 周长青也是 目光低沉 但是没招 妙音峰可不好惹 谁不知道 天剑峰首作独孤号 是妙音峰首作独孤梦的亲哥哥 摇池圣地 圣主之下第一站立 就是独孤号 两人信信而去 林东方回来的时候 一路无事 等他拎着调料 回来调制好老汤 牛肉也泡得差不多了 于是开始焯水 焯水的时候 牛肉一定要冷水下锅 加点料酒 切点生将进去就完事 一边焯水 一边打去水面上 飘起来的血沫子 等到不再有血沫子飘出来 彻底打干净血沫子之后 才能把牛肉放进 已经烧开的老汤锅里 一旦牛肉被加热之后 在彻底成熟之前 不可以碰冷水 不然这块牛肉就废了 热牛肉遇到冷水后 会骤然收缩 导致咬不动 当然了 修炼者牙尖嘴利 别说硬牛肉 就连牛骨头都能咔咔嚼了 但是 作为一个六星级厨子 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普通的牛四根牛腱子 有二十多斤 而这青筋牦牛的四根牛腱子 足有一百多斤重 忙活了半天 等到牛肉真正下锅开卤时间 已经到了中午 暗中 面遮黑沙的摇池 胜煮狂咽口水 这牛肉终于下锅了 牛肉下锅 卤鸡出锅 晾干送入熏炉 林东方找了个盆火面 整了点疙瘩汤 当作午饭煮食 汤底是卤鸡老汤 只用了一勺 香味挠的一下 就上来了 火灵儿 闻着味就来了 看着那九支 师兄 我要吃鸡 他抱着林东方的胳膊摇了摇 给圣主送去三支 给你三支 我自己留一支 剩下的两支 送到玉兽风 人家送来这么一头牛 我不能不表示一下 等晚上 再送些卤牛肉过去 林东方掰着 手指头数了数 身子都被火灵儿摇得乱颤 还好萧熙悦在闭关 不然不够吃的 暗中的摇池 圣主看得眼睛发直 他没想到 自己能分到三支 这一支熏鸡蕴含的道运 相当于十碗汤 三支鸡加起来的道运 相当于小半碗污道茶 一枚污道叶 可以七茶百碗 按照这样 算得花一千支鸡 差不多相当于一枚污道叶 这么懂事的林东方 不当圣子谁当圣子 火灵儿用玉盒收好熏鸡 兴高采烈地说道 我先给圣主和玉兽风送去 摇池圣主直接洞穿空间 回到了他的水晶宫 换好衣服 又端坐在圣主宝座上 恢复了不苟言笑的样子 仿佛万年冰山堆在那里 圣主 这是林师兄孝敬您的 您吃好喝好 摇池圣主传音道 他有心了 这补气丹你送给他 这是他亲手炼制的补气丹 效果提高了几十倍 他不敢开口说话 不然口水多半都能流出来 那香味都要把他的魂勾出来了 火灵儿 结果圣主丢来的玉瓶 撒腿就跑 他离开之后 摇池圣主激活了先公的防御法阵 直接肆无忌惮地开造 天王老子来了 都不能打扰他吃着熏剑 穿着威严袍服 宛若主宰天下女帝的 摇池圣主 左手一根鸡腿 右手一只鸡翅 吃得十分放肆 脸上带着千年未有过的灵动笑容 仿佛千年前 那个还是小修士的哲仙风 小师妹又回来了 成为圣主千年 他从未像今天这样放松过 玉瘦风那边 程大发收到熏机之后 仰天狂笑 吓得火灵儿 呆毛颤了颤 跟着尬笑了几声后溜了 这些手作感觉 都不太正常的样子 他还不曾体验过 卡在某个境界千百年的感觉 程大发这种激动 他是无法理解的 这老程又在发颠 莫不是那紫金蛟龙 终于下蛋了 我看 是他给那是魂魔虎 配种成功了 周围几座山峰的手作 暗暗传音 嘀嘀咕咕 只有李金言悚然一惊 他知道 程大发为什么笑 他直接冲进程大发的电雨 正看见 对方在肯熏机 眼泪 顿时从嘴角流了出来 老程 咱俩 也是千年的交情了 你就忍心看着我卡在通天境 活活老死 火灵而不理解程大发 为何仰天狂笑 但他李金言理解 而程大发的笑声 就像一把把尖刀戳进他的心里 通天境之后五千年寿元 李金言现在四千五百岁 要是再不进入渡捷径 就该开始走遍天下 给自己寻个坟头了 再想想若干年之后 自己的买骨地 会被小辈当成历练之地 李金言心里就一阵发毒 但渡捷径少 说也有万年寿元 程大发瞥了李金言一眼 递过去一只熏鸡 摇头道 你可真是个老糊涂蛋啊 拿人家的手短 吃人家的嘴短 李金言尬笑一下 虚心接受批评 激动地接过熏鸡 扯下一只鸡腿 开始仔细品尝 要是被程大发嘲讽一句 就获得一只熏鸡 那李金言只想说 老程 别听 我只是送了一只 宁丹静的小妖牛过去 林东方这中午 就送来两只熏鸡 我敢保证 晚上会有牛肉 做成的菜肴送过来 程大发摇头晃脑 说得十分笃定 李金言眼前一亮 哈哈 老程 多谢你提醒老夫 见到得意忘形的样子 程大发冷笑道 老李 你们李火峰 可是个鸟不拉屎的火山 你能送林东方什么 难不成送点岩浆过去 李金言得意道 我刚刚忽然误了 火道和除道相得一张 放你的火山屁 程大发可不信 火道和除道能有什么联系 李金言畅快笑道 老程 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你看这熏鸡的制作 离得开火吗 程大发恍然 瞪圆了同龄大眼 老李啊 你还他娘的 真是个天才 那你打算送哪一道火种过去 太阳真火 扑 老程刚刚喝下的一口汤 直接喷了出去 但一想到其中蕴含的道韵 他张嘴一吸 又都吸回嘴里 李金言一阵恶心 手里鸡腿 差点掉在地上 老李 你悠着点 太阳真火 搞不好能烧死那小子 他又不是火道仙体 他可是摇池壮大的秘密武器 要是把他弄出个好歹 圣主能扒了你的屁 程大发难得露出了 严肃认真的神色 李金言笑呵呵地啃了一口鸡腿 我怎能不知 他是逆天的宝贝哥的 他虽然无法彻底练化 太阳真火 但你别忘了火铃儿 可是整天缠着他 程大发恍然大悟 你是想同时成全 林东方和火铃儿 不错 林东方掌握 有一次太阳真火 就可以了 剩下的部分 会被火铃儿的 朱雀血脉吸走 你这老糊涂 但终于开窍一回啊 程大发竖起大拇指 不过 这太阳真火封印 在我离火峰最深处 取出来之后 还要炼化掉先天杀气 我这就去准备准备 李金言把熏鸡一口吞下 连骨头都不吐 程大发无奈笑笑 这李金言就是沉不住气 等到晚上 肯定还有好吃的 过了今晚 再去整太阳真火 也不迟啊 小云 这一半熏鸡 你带回去吃了 另外通知外门弟子 今年的考核项目 就是培育出肉制好的鸡鸭鹅 另外鸡蛋的产出 也要又多又好 程大发把他的宝贝闺女 叫进屋来嘱咐一番 他已经是渡捷径 对盗运的需求 不像李金言那么急迫 所以他的熏鸡 留了一多半给程小云 程小云看了看他熏鸡 见到上面的盗运之后 也愣住了 直接就明白咋回事了 林东方这熏鸡 可是宝贝啊 父亲您放心 我等一下 就去办这些事 好孩子 要不是你对音律一窍不通 我就算是撒泼打滚 也要把你送到妙音峰去 程大发一探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一角未来 萧熙月和火灵儿 被林东方养成 绝世女帝的样子 天天吃这种鸡 实力想不突飞猛进都难 此时 林东方蹲在门口 一边吃着疙瘩汤 一边打量着 外面还很空的空地 还有远处的竹林 调料这东西 也不能总去隔壁买 最近的凡人城池 又远在数千里外 不如自己种一些 比如葱 妙音峰上的灵气浓度 远比外界高 这里产出的调料香味 肯定更好 还要开辟出来 一块菜地 还要养一些鸡鸭下蛋 等过阵子腌一些咸鸭蛋 说到鸡 等会要 不要叫上林师妹去采蘑菇 好做一些鸡精 古法鸡精 是用烘干的熟鸡肉 和干蘑菇研磨成粉 鲜香无比 远超工业化鸡精 炒块菜的时候 放一些鸡精 总是好的 对了 还有料油没弄 说到油 下午要熬一下牛油 再处理一下牛下水 在地球的时候 缺啥直接喊一嗓子老板娘 啥都能弄回来 现在 来到这庙阴峰 啥都得自己整 缩完面之后刷了碗 他回屋拿出纸笔 歪歪扭扭地记下 刚刚想到的那些 免得忘了 这毛笔真难用啊 把手上的墨迹洗干净之后 他先去熬牛油 牛油这玩意 火候调整好了 慢慢熬就行 而且这牛油 纯属为了熬火锅底料用 没必要现在就下调料 然后开始处理牛下水 不赖 基本没啥怪味 这玉兽峰养牛有一手的 他不知道的是 这青筋牦牛 平时吃的都是灵草 根本没有任何残渣留下 牛肠子里贼干净 甚至可以做传说中的大肠刺身 只是林东方口味 没那么重 又忙活了一下午 运转了一下飞仙精 他发现 体内的灵力更加凝练了 好家伙 果然做饭 就是修炼啊 林东方已经炒好了火锅底料 又切了二十斤牛肉 毛肚啥的 也都准备妥当 晚上直接吃火锅 小酥肉 算了 改天再炸吧 今天纯牛火锅 蔬菜老子都不嫁 林东方看着那一盒盒 上好的牛肉 今天要奢侈一把 萧细月在闭关 火灵儿这几天 道运吸收过多 下午的时候 直接陷入顿物状态 这顿火锅 没他的份了 他思前想后 给玉兽峰和李火峰 送去了晴田 好歹也是人家送来的牛肉 不请人家 吃一顿说不过去 理经严通天静的实力 却能和杜杰静的程大发 以及独孤浩平起平坐 想来不是简单人物 结交好了没坏处 至于独孤浩 传说那位是个冷漠的男人 林东方谨慎了一下 以后再勤也不迟 各风之间 琴帖不用跑腿送 有传信法阵 只有十分正式的琴帖 才会派遣弟子去送 晚上 程大发扭捏了半天 带着程小云登门 拜访妙音峰 山门外 程大发说 回要敲门的手 低声道 闺女 今晚你可要敞开了吃 父亲您放心吧 程小云下午 绕着玉兽峰跑了三千圈 这辈子就没这么饿过 他还特地换了一身 不用扎腰带的衣区 另一边 李经言一阵无语 但他一个蹭饭的不好说什么 他俩都没空手来 带了不少好东西 像是什么火云果之类的灵果 带了十几斤 这都是他们 清传弟子 才能偶尔获得的好东西 哇 这香辣味绝了呀 程大发提鼻子一闻 顿时红光满面 他最爱吃的 就是火锅 最爱的也是牛肚 看到那热辣汤锅上 飘着的盗运 三人眼睛顿时直了 他们没想到 连这火锅汤都有盗运 再一看 旁边切好的食材 也是盗运胶汁 原来 这半成品也有盗运 可怕呀 程大发心里 念叨一声 然后笑呵呵地落座 林东方当年 也是去过大官家里 做过家宴的 此时 宴请两位封主 他也不打出 但是 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这两位封主的饭量 可能不小啊 传说封主级别的人物 张口吞天纳地 这二十斤牛肉 有点不够看吧 盗运需要随着食物 一点点练化 像是小云 吃上这十斤牛肉 就算极限 我和老李 就算吃下千斤也是无妨 今天来主要还是尝尝味道 像是看出了 林东方的疑惑 程大发笑着如此说道 林东方点点头 李静言道 老程 咱俩这千斤肉 就辛苦你了 程大发搓搓手 还用你说 我早就准备好了 他寄出一个人头大的小顶 里面满是牛肉片 这小顶刻画着空间法阵 里面装了不下数千斤肉片 林东方哑然 没想到这两位居然搞出这么一出 现在这顿火锅要升级了 他转身进厨房 把大部分底料都取了出来 两位封主 送了那么多灵果给他 他也得让人家吃得尽兴才好 这只青筋牦牛 熬出来三百多斤牛油 加上辣椒啥的 最后的底料有将近五百斤 这底料里还有葵花子油啥的 不光只有牛油 今天第一次用上空间阵法大锅 可把它熬了得爽 两位前辈可还有大点的锅 有有有 程大发见到那么多的火锅底料 眼睛发直 急忙寄出他的另一件法宝 万寿古顶 化作一米建方的大小摆在地上 随后他催促道 老李 快寄出你的天阳火 那焦急的样子 和要入洞房的新郎差不多 李静岩擦擦嘴角 寄出本命神火在顶下制烤 林东方把熬了一下午的牛腿骨圆汤 倒入大顶 这顶此时能装千斤水 这百斤汤不够看的 甚至冲不开那些底料 好锅好料好火好肉好汤都有了 就差好水呀 要不找圣主讨要一些鲜泉水 此话一出 暗中观察众人的姚池圣主 顿时大喜 姚池圣主现在闲得无聊 就会观察林东方 在做什么好饭好菜 他已经走到了修炼的一个极点 短时间是无法有所突破的 每天都无所事事 现在他很喜欢观察林东方烹饪菜肴 这让他心里有种很安稳的感觉 他立刻回到水晶仙宫 端坐在宝座上 不多时 程大发和李金言过来求取鲜泉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一起去看看吧 姚池圣主准备出早已备好的鲜泉水 直接撕开空间降临在林东方小院外 他是一秒都等不及了 那股和麻辣味道纠缠在一起的道运 像是勾魂的锁链一样 程大发和李金言相识苦笑 原来这圣主大人早就忍不住了呀 圣主肯定不能和他们几个人一个桌子吃饭 他坐在另一边 自备了锅具之类的 周身外闪烁着朦胧光滑 虽然近在眼前 但是所有人都看不清他的身影 仿佛隔绝了一道心语 程小云被安排到了另外一边 他要专心对付林东方切的那二十斤牛肉 夹起一片牛肉涮烫片刻后 他惊讶地发现 汤中的道运 居然融进了这牛肉片中一丝 低头看看蘸料 连这里面都有一丝 几乎微不可查的道运 这除仙体 简直就是变态啊 程小云在心里暗暗嘀咕一句 然后开灶 薄如馋翼的肉片 下锅抖了几下 就彻底熟透 在蘸料里摆上两下塞进嘴里 鲜嫩软滑的香肉入口即化 一股暖流 随后直达四肢百孩 林东方给他准备了蒜蓉香油碟 陈醋酸辣香菜 葱花油碟 还有芝麻酱碟 不同口味的蘸料 让牛肉片爆发出不一样的香味 随之爆发的 还有那天地大盗 程小云想哭 自己还修炼个什么劲啊 估计以后 进了原因进 辛辛苦苦打坐一年赶勿的道运 说不定都没这一盘肉多 全吃完 一定要全吃完 这二十斤牛肉包含的道运 相当于一碗无道茶 对于出入宁丹境界的他来说 这些道运已经是极限了 万寿古顶化作合适的大小 两个老头带着一个小伙子 在打吃特吃 不愧是仙犬啊 林东方涮了一片肉之后 发现这肉中 蕴含了一股特殊的力量 吃下之后 通体舒坦 忙活一天的疲惫 一扫而空 不由地让他惊叹连连 其实 服用仙犬谁好处是巨大的 他现在还感应不出来而已 还有这肉 比青筋牦牛的肉质还好 嘿嘿 这可是一尊通天境大腰的肉 里面的力量 被我的谷顶炼化了 两百年来我小心翼翼地吃 除去送给圣主的两千斤 这是最后两千斤了 程大发的话 让林东方倒吸冷气 好家伙 杜结境大佬吃肉 都是用千斤做单位吗 太可怕了 他对于杜结境的实力 还没有概念 千言万语 只化成了两个字 牛逼 等到牛肚下锅 烫熟之后入口 脆认的牛肚 在口中弹跳一下 鲜香麻辣的料汁 随着这一下跳动 挥洒向口腔各处 程大发激动地 几乎要仰天长笑 驯服了 这桀骜不驯的青筋牦牛 终于驯服了 他仿佛看到了 那一头桀骜不驯的牦牛 安稳地在草场上吃草 猫猫 耳边 似乎还传来一声温柔的牛叫 夕阳在这头牛身上 度了一层明红色 一如谷顶中滚沸的红汤 辣 是一种痛绝 程大发 为了让这平平无奇的辣椒破防塔 特地降低了修为 顿时 那只桀骜不驯的青筋牦牛 又回来了 阔刀一样的牛脚 似乎在他嘴里 狠狠地顶了一下 这 不愧是除道 居然让我看到了 如此画面 不对不对不对 程大发 忽然品出了一丝异常 他问道 东方啊 这火锅 是你进入饮气境之后 准备的吧 那熏机 是饮气境之前做的 林东方点点头 前辈说得不错 怪不得 李经言也明白过来 怪不得这牛肉中的道运 比熏机中的多 看来随着你修为的增加 菜肴中的道运 也会增加 他脑子里 没啥太多的画面 道运入体 就被他彻底练化 这一锅滚汤中 蕴含的道运 起码相当于 三四杯误倒茶 毕竟林东方 把辛苦熬制 一下午的底料 基本都加了进去 炒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工序越复杂 制作出来的 菜品蕴含的道运 就越多 你可真是个宝贝疙瘩 两个老头 异口同声地称赞道 旁边 摇池圣主心里一紧 这小子这么宝贝 他可得好好看住了 别被别的圣地 抢了去 他专心涮肉吃 甚至忽略了 这道运的些许变化 另一边 程晓云 吃着吃着真的哭了 为什么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 好吃的牛肉 可是 我真的吃不下了 怒造了十五斤牛肉 他的肚子 就鼓起来了 之前的他是可以一个人 吃光一头烤全牛的 但林东方不存在这个问题 牛肚中蕴含的道运 都被他彻底吸收 他的耳边 有道音在轰鸣 对非仙精的理解 又加深了一步 程大发和李金言 暗暗心惊 这除仙体 属实有点猛啊 对了 东方啊 你今天忙活一天 有没有觉得 身体不舒服 李金言生怕林东方 累出个好歹来 林东方笑道 圣主先前 给了我不少补气单 我现在身体好得很 两个老头点点头 摇持圣主 炼制的补气单 可是极品单药 有那玩意在 身体想续都难 于是继续涮肉吃 等到林东方 吃饱了下桌 两个老头 就开始按按豆法 程大发一股脑 下进去三十斤肉 然后暗中控制骨顶 让肉都聚集在他面前 筷子一捞 张嘴吞下两斤肉 本来就大的脑袋 现在又大了好几圈 李金言健壮冷笑 你做初一 就别怪我做失误 老李 你看着点火呀 程大发看到 那块烧到顶边的火 悚然一惊 这老家伙真不是东西啊 居然想出 这玉石巨坟的损招来 他赶紧把肉 往李金言那边挪了挪 李金言得意一笑 这才撤下去火力 这俩老头实力很强 半个时辰的功夫 干完了两千斤肉 然后他们把程小云 剩下的五斤肉 拿来细细品尝 汤底和肉的 倒蕴交融在一起 让他们无限回味 等到程大发 拿回送给 姚迟圣主的小顶之后 他笑不出来了 这位圣主大人 把他送的那两千斤肉 全吃完了 他嘴唇刚一动 就觉得旁边 刺来了一道 犀利无比的目光 程大发心里一哆嗦 啥也没说 他有理由怀疑 这位圣主大人 把那火锅汤 都给喝光了 毕竟对方自备了锅具 谁也不知道 那锅里最后是什么样子 但他也没有立场说 圣主什么 万寿谷顶里的 汤他也没舍得倒掉 里面还有一丝丝残存的道云 等下回去给他的几个 清传弟子加餐 姚迟圣主 想起来一件事 对林东方说道 你的秘密 在圣地内 和清传弟子 单独展露没问题的 不包括 人间和周长青 至于怎么遮掩仙光 等我查到了 对应的办法 会告诉你 也方便你以后出去玩 额力练走动 林东方点点头 还得是有大腿啊 安排得明明白白 自己想干啥就干啥 多谢圣主 有点喜欢圣主了 当然是那种师徒之情 无关男女之事 差点望着卤牛肉 他一拍脑门 去旁边小屋里 捞出三十多斤 卤好的剑子肉 分给两位封主和圣主 三位跺跺脚 都能让整个 南域阵战的大人物 心情激动地 接过这卤牛肉 这不是牛肉 是他们走上 无上大道的敲门砖啊 林东方进入影气境之后 制作的卤牛肉 大概十斤 就相当于一碗误到茶了 几人离开之后 林东方收拾完碗筷 啥的之后 洗了个澡回到卧室 他今天刚刚 破入影气境 但气海的力量 已经十分凝炼 这除了果然适合我 要是我自己苦哈哈的修炼 天知道啥时候 才能把气海搞得这么大 对了 那什么苦拜丹 圣主说有副作用 那我先吃半颗试试 林东方取出两个玉瓶 一个里面是苦拜丹 一个是补气丹 要是苦拜丹 副作用太大 就来一粒补气 丹顶一下 他为自己的机制点头 苦拜丹成明黄色 有黄豆粒大小 气息香甜 林东方掰开一半 塞进嘴里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他发现 镜子中的自己 脸色很快就变成了惨白色 整个人看起来 跟被榨干了差不多 但却没觉得 有任何不舒服 力气也都还在 这也没啥副作用啊 不过 为了避免明天气色不好 来一颗补气丹 林东方挠挠头后 往嘴里丢了一颗补气丹 吸灯进被窝 秒睡 他不知道的是 苦拜丹之所以 让他脸色发白 是因为这丹药 会让气血 下沉于丹田处 而且他晚饭吃的 还是大补的妖兽肉 最要命的是 那一颗强效补气丹 这一夜 林东方睡得很艰难 各种意向分支踏来 臭小子 居然是九阳铁 怪不得我总喜欢靠近他 姚池圣主 万万没想到 林东方的体质 还有古怪 这是古书上的一种特殊体质 某些老妖婆的最爱 姚池圣主默然无语 他觉得自己 还不是老妖婆 这种体质 对他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但是 收徒大会上 他见到林东方的一刹那 心底就泛起一点涟漪 为了不变成冲突逆施 所以就没把他 收到自己的身边 但等到吃到烧鸡 涟漪就成了波澜 成了海啸 被俘虏的位在抗议心的淡然 都是一套五脏六幅 心里装的毛啊 哪有什么一见钟情 都是见色起义 可是 真的是体质原因吗 姚池圣主沉默了 他自认为 是个杀伐决断的人 只是感情这方面 他没啥经验 翻出了一本爱图 养成指南看了看 我靠 等林东方一觉醒来 赶紧换了条裤子 裤子都破了 为什么 我会被鬼压床啊 林东方无语问青天 他感觉到自身的异样之后 就觉得浑身使不上镜 最后还彻底失去了 对身体的感知能力 等他恢复行动能力之后 一切都晚了 只能洗裤子 暗中 一道倩饮甩甩手 小小的出手 试探一下 书上说 养成都要先试探一下 林东方洗完 裤子又洗了个澡 进厨房 先给两锅老汤加了料 鸡那边丢进去十只 是玉兽峰一早送来的 处理得干干净净 以林东方挑剔的目光 都找不出什么缺点 这玉兽峰比屠宰场 都专业啊 牛那边把牛脖子丢了进去 牛头他准备过 两天弄一道大菜 师兄 我突破了 火灵儿兴高采烈地冲进小院 昨天还是助击舞 重修围的他 今天修围已经突破到了 助击七重 整个人看起来更加有灵性 头顶的呆毛 似乎变长了一点点 真棒 来 师兄奖励你一道好菜 火灵儿顿时把破镜的兴奋 抛到脑后 直接冲到案板旁 眼巴巴地看着林东方 手中翻飞的菜刀 好师兄 今天要给灵儿吃什么呀 大眼睛眨呀眨 亮起可爱的光芒 萝卜牛杂包 这是昨天卤好的牛肉 少吃点 别一下子又顿悟了 林东方没给他切太多牛肉 只有半斤多的样子 好香 火灵儿捏起一片牛肉 塞进嘴里 入口即化 按理说 卤牛肉是不太能入口即化的 除非 切得薄薄的 大概就是拉面馆里的那种薄厚 火灵儿倒是没觉得切这么薄有 什么不妥 他捏起一片肉 震惊地发现 隔着这肉能看到对面的景象 师兄 你这刀工真了不得 要不以后试试刀刀吧 成为一代刀地啥的 火灵儿张牙舞爪地 比划了一个灰刀的姿势 别搅得像只螃蟹 我学刀刀干啥 把别人细细地剁成扫子 林东方看到 他那滑稽的样子 忍不住笑了起来 把切好的萝卜放在一边 师兄 扫子是什么啊 改天给你做一碗 扫子面就知道了 好爷 火灵儿又欢呼一声 然后手里拖着一碗 卤牛肉到小院里转悠一圈 吸了吸鼻子 味道有点不对劲 有其他女人的味道 头顶呆毛颤了颤 看来 师兄要变成香饱饱了 火灵儿心里 忽然有了一股危机感 这帮女人缠师兄的身子行 但是缠他做的菜不行 不多时 萝卜牛杂包出锅 这时候就体现出 有一锅老汤的好处 直接咬一勺卤牛肉老汤 进牛杂包 省去了很多功夫 这修炼界没有高压锅 也没有浓汤宝啥的 但是有法术 比如眼前的火灵儿 就会很多法术 呆毛稍微一发光 这大碗下面就燃起了火苗 咕噜咕噜 牛杂包再次沸腾 火灵儿吃得十分尽兴 又差点进入顿物状态 林东方也频频点头 自己这手艺配合修炼界 这些高档食材 简直相得一张 师兄 你这饭菜我吃上瘾了 怎么办 要是以后吃不到了 人家会好难过的 火灵儿可怜兮兮地看着林东方 生怕他哪一天 就跟某个坏女人跑了 师兄我啊 就想在这妙音峰上当的厨子 只要你还在妙音峰 每天都能吃到师兄做的饭菜 林东方此时 已经生出一种野望 昨晚吃了通天进大腰的肉 他有点想试试蛟龙肉 大鹏肉 自己能不能把他们做成大菜 尝尝这些神兽 是什么味道 像是李金言和程大发 那种级别的强者 抓蛟龙大鹏不在话下 自己守在这妙音峰 以后有的是好食材 那我也一辈子不离开 这妙音峰了 火灵儿笑了起来 然后大口干饭 吃饱之后 乖巧地刷了碗 师兄 你也正是踏上修炼之路了 咱们也该去万宝峰 选一两件衬手的法宝武器了 姚池弟子在影器和住基金的时候 都可以去万宝峰领取法宝武器 等到以后就要自己祭练了 或者去练气风 完成山门任务换取 林东方摸着下巴想了想 严肃道 灵儿啊 你说万宝峰会有菜刀之类的吗 朴素情感告诉他 姚池圣地是大概率没有菜刀法宝的 毕竟那也太不严肃了 但他又不会铁匠活 现在的这把菜刀 由于是普通品质 和他影器近的修为不达 听到他这话 火灵儿一个猎且 差点栽倒在地上 师兄 你该不会 要把菜刀当武器吧 火灵儿眼巴巴地看着林东方 震惊到呆毛都黏了 他眼前浮现出一个画面 某某名山之巅 林东方会占八方强者 对面的人手拿刀枪剑击 或者头顶各种灵宝法器 而此时 林东方从腰后 缓缓抽出一把一尺多长 手掌那么宽的血量菜刀 嘴里说着 来吧 我要把你们细细地剁成扫子 火灵儿打了个寒颤 这画面太诡异了 林东方认真地说道 对啊 我是厨子 对付敌人肯定要用菜刀 我跟你说菜刀可好用啊 鲨鱼的时候 刀背就照脑袋上一拍 鲨鸡鸭鹅得到时候 对着脖子来一下 鲨猪 呃 看来还需要一把鲨猪刀 火灵儿哭笑不得 修饰的武器 可不光是来杀兽类的 还是用来杀人的 但他仔细想了想 鲨猪刀毕竟也是开了刃的 对敌杀人也不是不可以 当胜利之后 有人问这是什么刀法 回答一句 鲨猪刀似乎很帅啊 走吧走吧 正好看看圣地里的风景 今天必须帮师兄 把鲨猪刀搞到手 火灵儿把鲨东方身上的围裙 解了下来 把他拽出院门 鲨东方不知道 火灵儿的小脑瓜里 已经挠补了奇怪的东西 在这位小师妹的脑海里 他已经成了一把 鲨猪刀 会战十方的绝代刀客 万宝峰距离妙音峰 足有百里 他俩坐进了一艘小船 凌空飞过去 各大主峰 都给低境界弟子 准备了这种小船 毕竟摇持圣地太大了 小船飞得不高 离地百丈左右 飞行 是人类的梦想之一 也是鲨东方最向往的一件事情 等到我修炼有成 一定纪念一艘大船到处飞 然后还可以在船上 弄个厨房啥的 火灵儿无语 这位师兄的所有远大理想 似乎都和厨房有关 他打断了鲨东方的胡言乱语 翠声道 师兄 这万宝峰可热闹了 不光可以在这 领取武器法宝之类的 还能把外出历练 获得的宝贝 放在万宝峰 售卖给同门 所以 万宝峰是人最多的山峰之一 不少人都在那里淘宝 他之前几天 都在摇池圣地内到处闲逛 已经掌握了不少好玩的地方 灵东方来了兴趣 那上面有没有人卖铃木的 火灵儿狐疑地看着他 师兄 你该不会打算 把铃木当柴火烧吧 哪能啊 我是那种抱舔天物的人吗 我要用来当菜板的 七 火灵儿白了他一眼 果然还是和做饭有关 师兄 灵木可不便宜哦 无妨 昨天李火峰和玉兽峰的师叔 来吃火锅 不光给了我一些灵果 还有一万零食的红包 说到这里 灵东方取出一枚火云果 模样和小西红柿差不多 但是周围缭绕着像火焰一样的光滑 灵东方不敢下嘴 这果子是火到修者的最爱 诺 这果子给你吃 我拿着都觉得烫手 灵东方把火云果塞进火灵儿手里 以后等我出去历练 一定给你捣到最好的食材和厨具 火灵儿环天洗地的结果果子 师兄 对我也太好了 我一定要帮他打造一个世界第一厨房 他暗暗下了一个决心 不过 他随后想到了另外一件事 师兄 火锅 还有吗 馋了 灵东方笑道 底料还有一些 等大师姐出关 咱们一起吃 好业 火灵儿现在觉得 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小师妹 一路上说说笑笑 两人到了万宝峰 万宝峰不高 也不险峻 像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山头 但是很热闹 熙熙攘攘的人群 在各种建筑中 进进出出 师兄 那个神才楼里面 都是各种炼器的材料 这个是专门卖丹药的 炼丹风可是闲人免禁的地方 所以他们的丹药 基本都会在这里售卖 这栋小楼 是卖灵兽幼崽的 说到最后 火灵儿擦了擦嘴角 和灵东方相处久了 他也养成了 寻找食材的习惯 之前 看到这些三眼小狮子 长翅膀的小老虎 他会觉得很可爱 现在他只想知道 这些小动物 长大之后的肉好不好吃 灵东方看了看那些 被关在小笼子里的灵兽幼崽 扎扎嘴 最便宜的 也要五万零食 师兄 那边 还有摆摊的地方 大家可以自由交易 火灵儿指了指 更远处人最多的地方 一条大概有一里长的街道 入口处输了的招牌 上面 写着四个大字 同所无期 信不走过去 刚过了那招牌 就看到两个家伙 在极限拉扯 这位师弟 我看你天资卓越 师兄我这里 有一本大地速成指南 只要你三千零食 师兄 我这本一日真仙 只卖你五百零食 你要不 火灵儿看得月月欲试 甚至打算把一日真仙买来看看 灵东方急忙拦住了他 这乃是自由交易市场 简直就是骗子速成般 太岁宝土 能让人悟到的太岁宝土哟 远处 有人打开一个浴盒 吆喝了起来 刹那间 一股富裕浓厚的气息 从浴盒中的那几十斤泥土里飘出 哇 好香 火灵儿吸了吸鼻子 随后头顶弯成了一个问号 他拽了拽灵东方的衣角 小声道 师兄 这股味道和你做的鲁鸡老汤 有点像诶 灵东方点点头 不是像 就是 前几天 我不是在调制老汤吗 那些失败的汤我都扔了 他把装着废汤的桶 放在妙音峰下 自然就会有杂役弟子 收走倒掉 但是卖 太岁土 本大人不是杂役弟子 而是飘渺风的内门弟子 这人四十多岁 已经有缘音境界的修为 悟道 二字 有种奇异的魔力 顿时就围满了一群人 等看到那黑乎乎的泥土之后 众人都养了养脖子 做难以置性状 我说这位师兄 你这太岁土 有点像普通的泥土啊 就是 虽然香了一些 但怎么看 也不像能让人悟道的样子 这泥土要是能悟道 那我身上 搓下来的泥团子 都能让人白日飞生了 太岁是一种奇异的存在 地球上也有 但在修炼借着东西 只闻其名不见其时 是一种疑似 仙药以上的存在 就连太岁附近的泥土 也都是一种宝贝 不过 这泥土也太 香了点 这位话说一半 还吸了一口哈喇子 你们这群驻金宁丹境界的人 自然不懂 等原因以上的同门 或者开了天眼的天骄 来了他们 自然就懂了 贪主摇摇头 没有多做争辩 看你如此笃定 不如把正在天真楼的周长青 和任剑师兄请来如何 他们都是仙苗 剑是远超我等 随你们便 贪主巴不得 有识货的人来呢 不多时 周长青和任剑 就快步走来 越是天资卓越的人 越对 悟道 二字上头 只有这群人才知道 一朝顿悟圣寺 十年苦休的真意 火灵忽然撅嘴 收徒大会那天 就属这俩人 对林东方敌意最大 林东方摸了摸下巴 这土他可以批量产出啊 这是 盗玉 任剑手中的江山折扇 掉在地上 震惊地看向那一盒泥土 周长青眼中 泛起点点光滑 他点头道 不错 真正的道运 就在那泥土中 能被你我天眼看到的道运 不过是投影罢了 这几斤泥土当中 蕴含的道运 恐怕堪比两杯雾道茶啊 林东方扶鹅 看来那杂役弟子 把那吉桶老汤 全都倒在了一个地方 早知道最后的冤大头 是周长青和任剑 就应该找个毛坑倒进去 脑海中 闪过了一道灵光 两杯雾道茶 周围人顿时炸锅 雾道茶一百年 不过产出一百枚叶子 上一次雾道茶会 我姚池只获得了一枚叶子 泡了一百碗雾道茶 各位风主守座 一人一杯之后就没了 莫非这真的是太岁土 众人震惊 哈哈哈哈 上仓垂怜啊 这位师兄 我给你五万零食 这宝土我买了 人见养天狂笑 有了这宝土 他有信心在三个月内 进入原因境界 五万零食 众人震撼 贪主也是脑瓜子嗡嗡的 他拜入瑶池圣地三十多年 攒下的家底不过三千零食 成 成交俩字没说完 就被打断了 且慢 任兄 可否分我一半 周长青看向人见 他俩虽然都是仙苗 但是还从没喝过雾道茶 上次雾道茶大会 已经过去了九十多年 雾道茶早就没了 这宝土相当于两碗雾道茶 对半分的话 正好一人一碗 人见脸色变了变 周长青实力 他是知道的 在他看来 也是追求萧熙悦的 最大竞争对手 他想不给 但是那样的话 就会演变成 嫁高者得知的场面 到时候再引来其他人 就不是五万零食 可以拿下的了 一碗雾道茶 最恐怖的时候 拍到了十万零食的高价 思前想后 任剑压下心中的不快 假笑道 那就你我一人一半吧 周长青拱手道 那就多谢任兄成全了 两人各自掏出零食 平分了那盒泥土 这时候 人见忽然看到了林东方 他把没有毒栈 太碎土的愤怒 一股脑倾泻到林东方身上 各种垃圾话 说了一堆 林东方没有搭理这家伙 他在认真考虑一件事情 要不要多弄点 太碎土 卖给这两个傻子 毕竟雾道土会实打实 让这俩人得到了好处啊 火灵儿不耐烦地看着任剑 冷声道 啰嗦完了 就赶紧闪开 我和师兄 还要去领取武器呢 领取武器 他一个厨子 能领什么 是用菜刀当武器 还是用锅当法宝 任剑脸上带着冷笑 来摇持圣地之后 他从众星捧月的仙苗 变成了姥姥不清 舅舅不爱的角色 已经憋了一肚子火 即便面对火灵儿 他也是冷言冷语 林东方点头 你还真说对了 我还真需要一把菜刀 此话一出 周围众人都轰笑了起来 周长青笑道 林师弟 我看你还是死了 这条心比较好 厨道虽然有前途 但是没有前途 没听说哪个厨子 能成为斗战高手的 自古以来更是没有人菜刀 当武器 林东方耸耸肩 菜刀是我在厨房战斗的武器 真要打架的话 我选择用杀猪刀 哈哈 他一本正经的样子 让众人又狂笑起来 火灵儿气得只咬牙 有心说 纳土的来历 但他忍住了 这俩傻蛋 还不配知道林师兄美食的秘密 他抱着林东方的胳膊娇声道 师兄 你说这俩人 要怎么吃这些土 每个人三十斤土 吃下去 会不会堵住肠子啊 我听说 会有笨蛋 会被巴巴憋死 天真无邪的声音 让众人实话 所有人脑海里 都浮现出这韧剑和周长青 吃完土 奔在毛坑拉不出来的样子 韧剑气得差点晕过去 火灵儿 这嘴可真够损的 林东方拨弄了 一下火灵儿的呆毛 笑笑没说话 两人溜溜达达 走向领取武器的 神兵楼 人剑咬着牙怒道 哼 这小子 还真想去神兵楼自讨没趣 神兵楼中大半的兵器法宝 都是我炼气风打造的 只要我一句话 他今天连块废铁都带不出神兵楼 人间又阴瑟瑟地笑了笑 他可是败入了炼气风 成为了清传弟子 虽然似乎并不太受重视 可在神兵楼这自家一亩三分 也能说上话 周长青摇头冷笑 他要是敢在神兵楼里说要杀猪刀 估计不用你开口说什么 都会被人乱棍打出去 两人说着垃圾话 跟在林东方身后 在背后 是一群看热闹的人 神兵楼十分气派 足有十几层高 通体金光闪闪 事实上 这神兵楼本身就是一件法宝 由一座宝塔所画 等到进了神兵楼 火铃还真有点紧张了 万一没有菜刀和杀猪刀咋办 人间摇着扇子走上前道 林东方 实话告诉你 炼气风自古以来 就没打造过菜刀或者杀猪刀 你白来一趟 这话引起了负责神兵楼长老的注意 他自然知晓 林东方是除到仙苗的事 他对林东方摇头道 这神兵楼内 确实没有厨方用具 眼神中带着明显的不耐烦 这神兵楼 又不是凡人城池里的铁匠铺 林东方笑道 我几时说 要来神兵楼领取菜刀了 我只是陪着灵儿师妹 来领取武器罢了 你 人间脸上的笑容骤然消失 然后脸色油白变红 油红变紫 林东方的话 没有任何杀伤力 但却像刀子一样 扎进了他的心里 他一阵狂暴输出 却发现 打的是一个虚幻的目标 火灵儿捂着小嘴笑得呆毛乱颤 他觉得 人间的脸色印着两个大字 小丑 哎呀 不好意思 我忽然想起了 我只会道法 不需要武器 我和师兄先走了哦 火灵儿笑够了之后 挽着林东方的胳膊 转身就要离开 且 慢 稍等 这神兵楼一楼的角落 一个轻衣男子招呼了一声 天剑锋青传大弟子沈浪 他怎么来这里了 暗中有人嘀咕一声 林师弟 我师妹慢走 我师父有东西 让我交给你们 沈浪刚刚也在笑 看到两人要离开 赶忙叫住他俩 强忍笑容 让他差点咬到舌头 他在去妙阴峰的半路上 看到两人的小船 于是就先一步来到万宝峰 林东方看向沈浪 对面这人高高瘦瘦 容貌俊美 背后背着一把又长又宽的大剑 不知独孤师叔 要送给我们什么东西 嗯 师父他打造了一把 那个啥 菜刀 转赠给林师弟 一想到那位 不苟言孝的师父 送出的居然是一把菜刀 沈浪觉得 有点羞耻 但他此时 特别想当着人剑 这群人的面 把这把菜刀拿出来 然后看看 这群家伙的表情 还有一把赤燕剑 赠给伙师妹 沈浪取出了那把 寒光闪闪的菜刀 还有一把赤鱼长剑 周围所有人此时 都像被雷劈了 一样震撼 天剑锋手作 独孤号是谁 姚池圣帝的火炎王啊 因为 他还坚韧刑发风手作 是姚池圣帝 最冷漠严肃的男人 也是南狱六大圣帝剑道 第一高手 然后 他们联想到了一幅画面 这个严肃到 冷漠的杜杰镜男人 在周围挂满箭的住剑房 叮叮当当地断打一把菜 刀 不少人都觉得一阵眩晕 这刀内没有刀铃 并不算神兵宝刃 就是一把菜刀而已 但这材料 居然探扬的是 神痕玉铁 不可能的 独孤前辈 可是杜杰镜的强者 怎么会打造菜刀 众人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如果这把菜刀内 蕴含着刀铃 是一件法宝 那他们勉强可以接受 就当是独孤号心血来潮 祭练了一件特立独行的法宝 但这确实只是一把菜刀 一把锋利无比的坚硬菜刀 那可是一块用来打造 杜杰镜界法宝武器的神痕玉铁啊 居然被打造成了菜刀 菜刀 杜杰镜的菜刀 不少人取出自己的武器 丢在地上 又哭又笑 他们接受不了这种落差 最接受不了现实的是周长青 沈师兄 独孤前辈他为何 为何 他冲到沈浪面前 点指着那菜刀 嘴唇颤抖 面容扭曲 话都说不利索了 独孤号是他的偶像 他也是见到出身 但却没有受到独孤号的青睐 只能败入炼气风 他极力地想在 那把菜刀上找到一些 这把刀是其他人打造的 的证据 但不幸的是 这把刀上铭刻着 独孤二字 独孤号是北斗星 驻见大师之一 这独孤 二字无人敢仿冒 沈浪笑道 师父的心思我哪敢揣测 不过他老人家叮嘱过我 若是林师弟觉得 菜刀用得不顺手 可以告诉他 他说他第一次断打菜刀 恐怕不能尽善尽美 希望林师弟提出改进意见 围观的众人 觉得自己彻底坏掉了 还要林东方提意见 改进 这位男狱第一剑 莫非想改行 当个断打菜刀的铁匠 人剑和周长青 已经陷入痴呆状态 林东方接过那 颇为沉重的菜刀 顿时爱不释手 锋利程度不用多说 林东方有种感觉 等到他修为足够 这一把刀 甚至能砍断世间万物 刀身弧度妙的豪颠 只是挥舞几下 他就知道 这把刀比原来用过的 任何一把刀 都要省力 这菜刀坚硬无比 别说拍大蒜 就算是拍通天境 大腰的脑壳 都像是拍鸡蛋壳一样容易 林东方取出一个土豆 刚想切点土豆丝 试试自己这把宝刀 但一想到自己 除仙体的秘密 就把土豆收了起来 这地方什么人都有 端向着这漂亮的菜刀 心里开始盘算 独孤师叔 既然连夜打菜刀送我 想来也是知道了我的体质 圣主他们还是记挂我的 林儿说他脑海里出现了 有关我除仙体秘密的禁止 想来沈师兄脑海里也有 想到那天 圣主吃完火锅说的话 他心里明白过来 等会要是和沈师兄说起的话 应该没什么问题 太岁土这东西 他不好亲自出面往外卖 这哥们一看就是个机灵人 沈师兄 不如来我的小院做做 正好给你 做点好菜吃吃 哎呀 这怎么好意思 嘴上说着客气 身体倒是很诚实 沈浪直接和林东方勾肩搭背 独孤号说了 要认真对待林东方说的每一句话 他自然要好好遵从恩师的教诲 先去吃一顿 嗨嗨 林师弟刚刚说还需要一把杀猪刀 沈浪轻轻嗓子 扯开话题 林东方点点头 以后出门历练的时候 总不能用菜刀杀人 还是用杀猪刀比较好 免得弄脏了菜刀 众人炫愈 原来不用菜刀杀人是怕弄脏菜刀 还真他娘的是个好厨子 沈浪点点头 掏出本子系上了 那我等会回去告诉师傅一声 林师弟还需要什么厨房用具 尽管说 这万宝风我熟悉得很 林东方也没客气 好马配好鞍 一把锋利无比的菜刀 需要一个好的菜板 这把圣狠玉铁菜刀锋利无比 即便以他现在的力量 也足以劈开一块大石头 他现在用的菜板肯定受不了这刀 沈师兄 我现在打算换个菜板 最好是银杏木的 要结实一些 不然受不住这菜刀 沈浪摸摸下巴点点头 他虽然不会做饭 但这菜刀和菜板的关系 他还是知道的 神材楼有各种木属性材料 十万年的银杏木应该合适 周围人眼角抽搐 这俩人一个敢问 一个真敢打啊 十万年银杏木 足以制作通天静的木属性法宝 这小子要用这种极品材料做菜板 抱舔天物啊 沈浪心里撇嘴 要是他的猜想正确的话 别说十万年的灵木 就算是百万年的灵木 也只是堪堪匹配林东方的厨房 不理会那群人 沈浪带着林东方和火灵 进了神材楼 十万年的银杏木 一经居然要一万灵石 林东方方看了一下神材价策 头像后痒了痒 林师弟 修炼讲究法才旅 咱们都是摇齿弟子 功法不缺 但是这钱还有道理 可是要自己把握机会的 沈浪吧 把握机会 四个字说得重重的 然后挤眉弄眼 林东方微微一笑 美女谁不爱 有机会她当然要下手的 不过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钱啊 她在地球时候 用的那块银杏木菜板 足有二十斤重 这边木料 因为吸收了灵气的缘故 密度要更大一些 想要同样体积的话 起码要三十斤才行 三十万灵石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三人离开了神材楼 寄出小船 飞回了妙音峰 有些话 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的 一进林东方的小院 沈浪就被震住了 腿都在打颤 怪不得师父说 要认真对待林东方 说的每一句话 这可是仙家机缘啊 我了个乖乖 这两锅比得上 那针线药叶对水了 两锅老汤上 方道横交织 谁看谁上头 看到汤锅旁边贴着的 一日三晚的字条 沈浪服额 她已经想象到了 某些手作 来偷嘴的场面 但是 男性是不可以轻易 进入妙音峰的 女性手作的话 会是谁呢 沈浪的八卦之火 熊熊燃烧起来 但是 她不好仔细猜 哒哒哒 林东方手持神痕玉铁菜刀 切了两个大土豆 青红椒切丝 起锅烧水 把土豆丝抄了一下 啪 神痕玉铁菜刀 拍烂几斑大蒜 能拍大蒜的菜刀 才是正八斤菜刀 哒哒哒 林东方小心翼翼地 控制着力道 剁着蒜末 不然这锋利无比的菜刀 能轻易地把这菜板切开 土豆丝抄熟之后过冷 和青红椒丝 一起放在盆子里 放上干辣椒 麻椒 烧热油往上一胶 刺辣 麻辣味顿时飘了出来 倒入蒜末 加点酱油 陈醋 一点点白糖 搅拌均匀摆在一边 林东方又切了三斤卤牛肉 一起摆上桌 沈师兄 我不喝酒 咱们就以茶带酒好了 听到茶子沈浪腾的一声 站了起来 这两道菜里的道运足 已顶得上半碗污道茶 一碗污道茶价值 十万零食啊 林师弟 这菜太贵重了 这回不是口是心非了 这菜太贵重了 真不敢吃 林东方笑道 沈师兄 放心吃就好 我还有事情 想请你帮忙 你不吃 这忙我就找别人帮了 沈浪咬咬牙 渐心都快飞出来 贴在那卤牛肉上了 那林师弟 只要不是违反门规的事情 我都帮你 咱可不干违反门规的事情 林东方低声道 沈师兄刚刚在万宝峰 见到那太岁土没有 沈浪咽下嘴里的卤牛肉 思索了一番 然后微微仰头 震惊地看着林东方 林师弟 莫非你炖肉 那汤撒在地上 然后就成了太岁土 林东方点头笑了起来 沈师兄 这可是比大买卖 我这每天刷锅洗碗的 那些汤汤水水 倒在泥土里存个三五天 差不多也能有 今天卖的那些太岁土的效果 咱们姚池弟子 都不算太富裕 但是最近来了俩富哥呀 林师弟可真是个人才 沈浪拎着一桶刷锅洗碗水 回到天见风 在自己小院后面圈了一小块地 好听 干水 喂猪的 但有道痕交织 只要是食材经过林东方的手 都会变成能让人悟到的宝贝 想到周长青和人见吃这 太岁土的样子 沈浪忍不住笑了起来 从前有人跟我说 得罪谁都别得罪厨子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这句话的真意了 沈浪拍拍手之后 去了天见风大殿 拜见独孤号 独孤号号称姚池圣帝 最冷漠的男人 不过三十余岁的样子 但实际上是超过两千岁的老怪物 已经是成名超过千年的顶级强者 他身材高大阴挺 一头挥发自然的披散 在胸前背后 面容冷峻 只要公开露面 就有无数姚池女弟子 为他倾倒 师傅 菜刀和赤燕剑 已经交给了林师弟和伙师妹 独孤号只是微微点头 这个回应 沈浪已经习惯了 对方从未对任何人说过 做得好 之类的夸奖 沈浪又说道 此外 弟子还发现 林师弟所做的菜肴 阿巴巴 沈浪顿时满脑子问号 他怎么忽然不会说话了 林师弟的菜 嗯嗯嗯 沈浪张大了嘴巴 愣是说不出 蕴含天地大道 这几个字来 像是能让人误导 顿悟之类的 也不行 独孤号见沈浪 这滑稽的样子 冷峻的面容上 露出一丝转瞬即逝的笑意 他说道 圣主已经在所有弟子 神识内设下了禁止 你们说不出来的 别人也探查不到 沈浪恍然 不过 他对姚池圣主实力的畏惧 又提高了数倍 同时心里多了几分底气 看来圣主大人 在保护林东方 这下去 整任见他们 在无心里负担 圣主居然可以悄无声息地 在所有弟子 神识内设下禁止 他的实力 当真可怕 独孤号淡然道 圣主的资质震骨朔金 他的实力 不能用常理揣夺 沈浪心里了然 看来姚池圣主的实力 远超独孤号 他原以为这俩人实力 即便有所差距 但也不会很离谱 但现在看来 不过这些想法 很快被他驱赶出脑海 想这些东西 对他来说没啥用 师父 那任剑和周长青 似乎对林师弟很敌视 你们小辈弟子之间的事情 只要没有触犯 宗门律律 我是不会管的 独孤号摆摆手 神浪顿时了然 只要合乎规矩 随便你们枉死理论 那两个小子 这是话外之意 其实周长青和任剑 都是辅修剑道的仙苗 独孤号没收 原因很简单 这两人注定无法彻底属于摇持圣地 人剑是赤霞神朝的皇子 周长青是天玄书院的得意门生 他们之所以来摇持圣地 只是为了消息悦 所以他们即便是清传弟子 但是甚至无法像内门弟子一样 修炼非仙经 只能得到一些其他的传承 其实各个圣地之间 都会互相派遣弟子 留学 学一些辅助性的传承 独孤号一直觉得 这种事不太好 容易产生事端纠纷 审浪失礼离开 人剑啊人剑 周长青啊周长青 你们可真是大好人 看着小院后面 那蕴含着道运的 湿乎乎泥土 审浪节节怪笑起来 这一堆土到时候卖五万零食 到时候我能分五千零食 美滋滋啊 在他的要求下 这太岁土的收益 他只拿一成 毕竟他就拎个水啥的 林东方要给他三成利润 他受之有愧 而且 每天去拎水的时候 他还能得到一只熏鸡 或者几斤卤牛肉 林师弟真是好人啊 以后看到适合打造 厨房用品的材料 或者上好的食材 可得好好带回来送给他 沈浪一边用铁锹 翻动那堆湿乎乎的土 一边小声嘀咕着 滋滋啦啦 此时 林东方在熬料油 芹菜洋葱青椒 还有各种香料 在油里慢慢炸 香味飘出去老远 火铃儿在一边 眼巴巴地看着 他小声嘀咕道 师兄 为什么我一到你身边 嘴里就想嚼点什么 因为你茶 林东方把昨天熬牛油 剩下的油渣 递给火铃儿 诺 适合打牙剂 林东方小时候 最喜欢吃的 就是油渣饼 甜香 但是 那时候只有过年 才能吃到 火铃儿还天洗地的 接过那碗油渣 捏起一块油渣 轻轻一抛 张开樱桃小嘴 阿巫 一声把油渣接住 香 好了好了 关火 哦 火铃儿的呆毛颤了颤 灶下的火焰 顿时熄灭 这就是林东方 每次做饭 都要把火铃儿 召唤过来的原因 声控的燃气燥 料油熬好之后 把料渣打出去 放在那里 自然冷却 林东方伸了个懒腰 此时已经到了中午 先前和沈浪 吃了卤牛肉 和酸辣土豆丝 还不饿 铃儿别吃了 跟师兄去采蘑菇 采蘑菇 做什么菜啊 不是菜 要做鸡精 鸡精 原因境界 以上的鸡 才能叫做鸡精 咱俩打不过呀 火铃儿小脸一白 头像后痒了痒 他虽然是猪雀血脉 但是现在还很弱小 打不过强大的鸡精 林东方差点跌倒 无奈道 是一种调料 叫做鸡精 也叫做鸡粉 哦 火铃儿 这才放下心来 寻了个小篮子 夸在胳膊上 倒也像是那么一回事 两人钻进后山小树林 开始采蘑菇 但很快林东方就发现 这修炼界的蘑菇长得 和地球不太一样 他也不确定哪种能吃 师妹 咱们摇吃圣地 有没有对蘑菇 比较有研究的主风 林东方用木棍 夹着一个亮红色杆杆 明黄色散散的蘑菇 朴素感情告诉他 这个蘑菇 可能会毒死百八十个人 火铃儿一只小手摸着下巴 做沉思状 嗯 药王风或者林药风 应该都可能知道 这些蘑菇的来历 林药风 是摇吃圣地 最受欢迎的主风之一 虽说各大主风 都在自家山头 开辟了林药园 但是规模和种类 远不如林药风 两人驾驭飞天小船 来到林药风山门外 原来是妙音风的 林师弟和火师妹来了 欢迎欢迎 林药风大师姐 沐清诚迎上两人 这一封的主修传承 就是种林药 但这世间似乎没有 浓 这一道 所以林药风弟子 学什么的都有 沐清诚主修的是 画道 师兄 传说沐师姐 可以直接在虚空中画画 能画出闪电啊 火焰之类的 超级厉害的 火铃儿一脸羡慕 他对火道不太感兴趣 觉得没有音乐和画画有意思 要是能画出一道菜来 就更妙了 他如此想到 沐清诚一身 鹅黄色衣裙 身材高挑 比火铃儿高了 整整一头 他的容貌 看起来不过二十四五岁 但其实真正年龄 已经有三十二岁了 身材宛如盛放的牡丹 又像熟透的蜜桃 充满了成熟的风韵 但却不同于少妇的那种成熟 最吸引人的 就是他身上那古灵家 温柔大姐姐的温婉气质 精致的容颜上 淡雅的笑容 让人对他忍不住心生好感 沐清诚轻笑道 火师妹过誉了 我也就会胡乱画画板了 你们这次 来是领取青传弟子灵果的吧 来 我带你们去挑选 但凡青传弟子 每月都可以领取一枚灵果 林东方笑道 沐师姐 其实我们这次来 是为了打听一下 什么蘑菇 又安全又好吃 沐清诚脸上的笑容 顿时一将 蘑菇 沐清诚深吸了一口气 朔果起伏 似乎很震惊 火铃儿低头 直接就能看到 自己的脚面 呆毛顿时念了 他用羡慕的目光 看着沐清诚胸前 林东方笑道 我修炼除道 需要用蘑菇 做调料 或者入菜 但是咱们摇吃圣地内的蘑菇 和外面的不太一样 我不敢轻易尝试 所以来问问 林耀峰的师姐们 有没有相关资料 若是有得罪的地方 请师姐见谅 他失了一礼 人家林耀峰是培育 研究林耀的地方 跑到这里来问蘑菇 确实有点不妥 但林东方实在想不到 别处去问了 沐清诚见到林东方诚恳的样子 微微一叹 罢了 你们随我来 林东方和火灵儿 对视一眼 都笑了起来 看来有谢 不过 火灵儿看着沐清诚的背影 又羡慕起来 对方走路的样子 让他想到了大狙猫 这不是故意扭扭作态 而是因为身材 实在是好到了那种地步 他手背到身后摸了摸 越发觉得 自己是干瘪的小豆芽 林东方倒是没多注意 沐清诚的背影 他在看远处的林耀员 只有过了大门 才能看到林耀峰真正的景色 在山下巷上看 就只能看到一些繁俗树木 有迷阵笼罩着整个林耀峰 而林耀峰内部 也是迷阵重重 自然是为了防备小偷之类的 一进入林耀峰 就可以看到 一挂百丈瀑布 耳边也忽然响起 水流倾泻的声音 瀑布下是一处寒潭 其中长了一些荷花 只是花朵和荷叶 都略微透明 像是水晶一样 注意到他的目光 沐清诚介绍道 这是水晶荷花 通体晶莹 连莲藕都是水晶一样通透 真不知道这莲藕炒熟 是什么口感 沐清诚微笑道 这水晶荷花不是灵药 莲藕的滋味道也不错 等下给林师弟把几根 多谢师姐 林东方激动起来 这可是未知的食材 是全新的领域啊 往灵药峰深处走去 周围各种林牧 相继显现 若是没有人领路 基本上小命 就交代在这迷阵中了 林东方看着那些高达百丈 结满了硕果的盘桃树 顿时知道 孙猴子进了盘桃园喂啥 只吃桃子了 这种果子光是 闻味道 就让他觉得飘飘欲鲜 这些盘桃 还有几十年才能成熟 这边的桃子倒是熟了 你们若是没吃过这盘桃 我倒是建议 你们领取一枚 这种盘桃 只有我摇吃圣地才有 外面是寻不到的 还有这紫荆松树的松果 木卿成微笑着 介绍各种林树 让林东方大开眼界 看到松果 就想到了松子玉米 就又想到了松鼠鱼 听到他的嘀咕声 一大一小两位美女 都深吸了一口气 真是个厨子 师兄 你就不会整点好听的吗 火铃呲呲牙 两个美女 陪你在这林药园里溜达 你就算不会迎试作对 说点什么 美人如花 也是极好的呀 此时 他们已经来到了 盘桃林深处 外围的那些盘桃 有的已经成熟 有的还很青涩 眼前这片盘桃林 则是处于桃花盛开的状态 微风吹来 桃花雨飘落 啊 蒸点什么 那蒸水晶 桃花糕 林东方听差了 以为火铃呲 要让他用桃花蒸些什么 联想到那水晶莲藕 他忽然想到 这个糕点了 水晶桃花糕 一大一小两个美女 顿时被吸引了注意力 火铃呲 直接把什么诗词歌赋 抛到脑后 水晶桃花糕 这五个字 可比诗词歌赋 好听多了 朴素理解告诉他们 这绝对是一道 精致好看的糕点 师兄 我可记下了 你可一定要把这水晶桃花糕 林东方的胳膊摇了摇 木青城笑道 林师弟若是需要桃花瓣 我可以帮你收集一些 反正这些花瓣 凋谢之后也没什么用 林东方一喜 那就有劳师姐了 木青城束手一挥 凭空就刮起了一阵 微弱的旋风 空中飘舞的花瓣 被他轻柔地收起 要是别人 肯定会大呼桃花仙子之类的 但是林东方只震撼地 注意到了这位师姐 对旋风的把控 妙得豪颠 所有花瓣 都没有丝毫地碰撞 点点心香 缭绕在林东方鼻尖 他美滋滋地 把这些花瓣 收进储物界 多谢木师姐 等做好桃花糕之后 我给你送来 那就有劳林师弟了 又往前走了走 有一个院落 里面传出阵阵香味 林东方一闻 就知道 里面的人 吃的是军箍火锅 妹妹们别吃了 来客人了 木青城一声吆喝 让林东方和火灵儿一颤 怎么越听 越像桃花林里的桃花妖再说 妹妹们 又有男人 可以来吃了 呼啦 六位风格迥异的美女 冲出小院 把林东方和火灵儿团团围住 哇 木师姐还是第一次 把活人带到咱们这里呢 哇 好帅的男人 小蹄子 收起你的骚劲 几位美女吵吵闹闹 仔细打量着林东方 似乎看到了稀奇的宝贝 旁边火灵儿 心里很委屈 为什么林耀风的师姐们 都是低头看不到脚背的那种 好了好了 你们别把林师弟吓到了 关于蘑菇这种食材的研究 我们林耀风可是手去一指 木青城轻笑一声 带着两人走进小院 校园正中有一张石桌 上面的军箍火锅 在冒着热气 林东方闻了一下 暗暗吃惊 这蘑菇味道的鲜香 远超他的预料 我们林耀风的蘑菇 比杂草都多 木青城取出一本布册 这是我们林耀风 历代前辈总结的蘑菇种类 当中的滋味 药效 毒效之类的无比详细 上面的配图 可是师姐化的 你可要好好感谢他哦 最好以身相许什么的 小蹄子 逃打 木青城在一个紫衣少女 额头上敲了一几 林东方翻开这本蘑菇路后 倒吸了一口冷气 蘑菇的配图 比照片都细腻 这位牧师姐的画道 属实了得 得到了蘑菇路 林东方准备回去采蘑菇 然后还要准备做桃花糕 林师弟 不如你说出需要的蘑菇 我们姐妹帮你采来 然后你回去 先去做那水晶桃花糕 木青城也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忽然 如此迫切地想着 那水晶桃花糕 她觉得这个糕点的名字 似乎碰到了 她心底的某一处柔软 背后的林耀峰妹子们 面面相去 听到水晶桃花糕 这几个字之后 她们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块 透明如水晶 软弹弹的糕点 其中包含着粉色的桃花瓣 散发着甜丝丝的香气 女孩子 是无法拒接高颜值美食的 一时间 这一群师姐和火灵儿 都沉浸到 对水晶桃花糕的憧憬中 过了一会 木青城第一个缓过来 她无奈地看着身后 六个嘴角挂着口水的师妹 醒一醒 该采灵师弟的蘑菇了 阿呸 该采灵师弟用的蘑菇了 不知道灵师弟要哪一种蘑菇 林东方早已选好 紫斑膜 黄蜂膜 黑金箍 这三种蘑菇 用来制作鸡精 这三种蘑菇 都很像地球那边的普通香菇 但是一种 是通体雪白 带着紫色斑点 一种像是黄蜂那样 有着黑黄相间的条纹 一种通体有黑 亮如金属 有别的几种蘑菇 这些蘑菇 拿来掉汤正合适 穆倾城连连点头 然后转身吩咐道 姐妹们开工吧 不过别忘了正事 放心吧师姐 嗖嗖嗖 六位美女 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 瞬间消失 采蘑菇去了 林东方再次惊叹 还是师姐们给力 采蘑菇速度杠杠的 师姐 水晶膏我可能 还需要一两天来做实验 有种材料我 需要琢磨一番 在地球上做水晶膏 简直不要太简单 直接买来玉制粉 按照上面的说明 操作直接完事 这边的话 没有那么多现成的 只能自己想办法 之前那水晶莲藕 给了他信心 他觉得那种莲藕 提炼出的藕粉 应该也是透明的 无妨 师姐们等得起 对了 这是水晶莲藕 穆倾城走向远方的 一处宽广食堂 师法弄出来 几十斤莲藕 林东方知道 水晶膏多半稳了 他本以为这莲藕 是半透明的那种 没想到 居然是全透明的 只是表皮 微微带着一丝淡黄色 不然拿在手里 就跟无色玻璃一样 多谢师姐 举手之劳而已 反正我们在林耀峰 闲着也是闲着 等晚一点 我把蘑菇给你送过去 林东方再次施礼感谢 然后和火灵儿驾驭小船离开 穆倾城看着那远去的小船 嘀咕道 小云说 林师弟做的菜 是天下第一 不知道 那水晶膏会如何 昨天程小云来林耀峰 拿喂养灵兽的灵草 顺便说了 夏林东方的菜肴 林耀峰的性格木倾城是了解的 对方绝对不是那种乱开玩笑的人 今天本打算去妙音峰讨要一道菜 没想到对方主动来要蘑菇 这可把林耀峰的妹子们激动坏了 此时再疯狂地采蘑菇 十斤了 差不多了吧 十斤奶够 怎么说也要一百斤 折仙峰那边的蘑菇也不错 等下采一些回来 那可是在圣主眼皮子底下 圣主大人又不会贪嘴这蘑菇 怕什么 林东方此时再处理水晶莲藕 水晶高要用到藕粉 留了一些留着做菜 剩下的都使劲捣碎成藕浆 用纱布过滤几遍 把过滤好的藕浆放在一边静止 让这透明的淀粉慢慢沉淀 乍一看这大盆 藕浆和清水没有任何区别 林东方不确定 这连藕里富含的到底是不是淀粉 毕竟淀粉都是白色的 这透明无色的淀粉 他也是第一次见到 不过 想到这个世界的人能飞天顿地 透明的淀粉也不是那么难以令人接受 林东方又摸着下巴思索起来 纯藕粉这玩意蒸熟了容易 对 也就是不容易保持塑造出的形状 地球那边的藕粉都是调制好的 所以蒸熟之后不会 对 正常来说藕粉里面要加一些糯米粉才能成高 但是 加了糯米粉颜色就不能像水晶一样通透了 仔细想了一会 他忽然灵机一动 有水晶莲藕的话 有没有水晶米 林儿 召唤一下修炼界土著居民 师兄 需要火吗 火灵跑了过来 熟练地搞出一堂火 不用不用 我想问你知不知道 水晶米之类的 火灵点点头 水晶米啊 我家经常吃 貌似挺贵的 林东方哑然 火灵这个小富婆说贵的话 那还真不便宜 她现在能买到的米和地球上的差不多 林儿 那水晶米是完全透明的吗 差不多吧 火灵儿认真回忆了一下 指了指旁边的大盆 有着莲藕的九成透明度 林东方尝出了一口气 这就好 大米粉和糯米粉都可以混合藕粉 做成糕的 林儿 这水晶米哪里有卖的 火灵儿道 万宝风应该有 师兄你等着 我这就去万宝风一趟 他又往嘴里塞了几块油渣 然后撒腿就跑 有水晶糯米粉的话 直接买这种粉 林东方对着火灵儿的背影 吆喝了一声 知道 火灵儿跑远了 接下来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桃花糕最好搞桃花状的模具 他没有模具 可木匠活他也不会啊 试试 林东方开始尝试 用木头和竹子做模具 但试试就试试 他差点把自己手指头削下来 这木头和竹子太坚硬了 气得他切了十个土豆 对了 晚上还要给沈师兄做一份土豆烧牛腩 林东方看了看太阳 已经是下午三点左右 他开始处理牛腩 切块过后 放进水里 把血水往外泡一泡 师兄 我回来了 火灵儿环天洗地地跑进厨房 师兄 我买到了水晶糯米粉 这玩意其实 在圣地一直都有采购 炼丹风也需要这东西 似乎炼制一些 给普通人吃的丹药会用到 他挺胸抬头 等待着林东方的夸奖 林东方恍然 笑着捋了 捋那闪闪发光的呆毛 他差点忘了 还有炼丹风这一茬 某种意义上来说 炼丹和做菜 有些共同之处 都是用火 加工各种可以吃的东西 火灵儿脸上 带着得意的笑容 献宝一样 打开一个浴盒 里面是十多斤 透明的糯米粉 好像一大块通透的玻璃堆 在那里 林东方捏起一点 这透明的粉末 碾了碾 又放进嘴里尝了尝 确实是糯米粉 透明的 糯米粉 这北斗星 就是牛逼 林东方先去尝了 长桃花瓣 并没有地球上 普通桃花那种淡淡的苦味 只有一股淡雅的清香 和一丝微甜 所以 等下的面糊 并不需要用冰糖水调制 要是在地球上做 最好还是用冰糖水 调制面糊 这样可以压住桃花中 微微的苦味 用开水烫了 烫几片花瓣 林东方发现 它们没有变色 或者打卷 花瓣上面 沾染了灵气 就算是下游锅炸 也能坚持一回 它又去看了看藕粉 上层已经吸出了不少水分 水很清澈 手伸进去摸了摸 它惊喜地感觉到了 一层细腻的粉状物 是透明的湿淀粉 流了一些水 剩下的那些水到浸桶里 这些厨余垃圾 等着做太岁土赚钱呢 它取出适量的湿藕粉 加吸出的水 慢慢调制 然后又慢慢加入 水晶糯米粉 又加了点糖 这水晶糯米粉 就像是透明水宝宝 碾碎了一样晶莹 和水调制之后 成为了无色透明的糊糊 慢慢翻转勺子搅拌 这不是做煎饼 所以不能画圈搅拌 蒸糕这东西 是不需要搅拌上镜的 林东方觉得碗里这些东西 更像是完全透明的蛋清 正常蛋清 其实不是完全无色透明的 找出几个干净的小碗 上面刷了一点点油 免得到时候 水晶高熟了倒不出来 倒进去一些糊糊 撒上一些桃花瓣 再倒进去一些糊糊 如此重复三次 让花瓣在糊糊的各层里都有 这样蒸出来之后 从各个角度看都极其美观 很像包着桃花瓣的果冻 也像那种透明的玻璃珠 里面有花纹的那种 透明的面糊最大的优点 就是可以观察到 里面有没有气泡 一个严格的厨子 是不会允许 有气泡的面糊上锅蒸的 一切准备妥当 九碗桃花高上锅蒸 中火 等到蒸锅开始上气 莲藕和糯米粉的香甜气息 逐渐散发出来 火灵儿一边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火 一边狂咽口水 另一边 林东方开始给牛奶焯水 等到桃花高熟透 刚刚关火 小院外飘来一道茜影 林师弟 魔不踩来了 木青成笑盈盈地拎着一个小篮子 他已经闻到了一股香甜的气息 他有种感觉 那水晶桃花高一定成功了 木师姐快进来 桃花高刚刚出锅 太好看了 火灵儿跑出来推开门 把木青城拽进了厨房 酒碗水晶桃花高被摆在桌子上 木青城看到这桃花高之后 惊讶地屏住了呼吸 他无比震撼地看向林东方 甚至微微后退了一步 水晶桃花高完全满足了 他对这个名字的想象 但现在最让他震撼的是 水晶高上方三寸处交织的天地大道 林师弟 你这 这这这 温婉成熟的木青城此时 像是受到惊吓的小女生 点指着那桃花高说不出话来 感受到自己神识里的那股静止之后 木青城更是骇然 怪不得程晓云语言不详 有些话到了嘴边 愣是说不出来 林东方笑道 这天地大道一开始也让我震惊 但这就应该是我 这雏仙体的特别之处 牧师姐等一会吧 这桃花高要放凉才好吃 林东方转身又去做土豆炖牛腩 木青城用复杂的目光看着林东方 他万万没想到 雏仙体居然有如此恐怖的特质 等看到那一锅土豆炖牛腩之后 他更加震撼了 那一大锅菜摇上胶织的道运 堪比好几碗污道茶 远比这九碗桃花高上方的多 原来 是和复杂程度和菜粮有关的吗 水晶桃花高只要方法正确 是十分简单的 那土豆炖牛腩步骤就多了 还要用西红柿炒红汤啥的 而且量很大 足够十几人狂躁 火灵儿看着那些慢慢变凉的桃花高 有点着急 于是取出了一枚冰属性的珠子 摆在一边 他为自己的机制 暗暗竖起大拇指 骤降的温度 让桃花高周围的水蒸气化作白雾 显得更加归零 等到林东方这边土豆牛腩完事 桃花高也凉透了 林东方取出几个小碟子 盖住那些装着桃花高的碗 挨个翻转过来 然后对着碗底一瞧 把小碗挨个拿走 九块水晶桃花高 依次出现在两女面前 哇 火灵儿眼中绽放出惊人的光彩 双手撑着桌子站了起来 头顶呆毛 端的一下竖了起来 他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高点 晶莹剔透的半球形水晶高 轻轻用筷子戳一下 就会来回晃动 粉嫩的桃花瓣 还保持着刚刚飘落下来的样子 甚至还可以闻到那桃花香 慕青城也是死死地 盯着眼前的一块水晶高 他修为远超火灵儿 在他眼中 这小小的水晶高内 闪烁着点点锐彩霞光 当中的天地大道 交织缭绕的样子 尽收眼底 光是看样子 说这是一件法宝 或者一枚极品神果 也不为过呀 慕青城深吸了一口气 心中越发震撼 火灵儿戳了戳他的那份水晶高 那软淡的样子 让他把目光 磨向了慕青城胸前 可恶 火灵儿化悲愤为食欲 一口咬住桃花膏 香甜的气息 顿时让他仿佛又置身于 那桃花林中 漫天的桃花雨 绕着他转圈 随后 猛猛 一头青筋牦牛 温柔地走了过来 在那牦牛背上 骑着的是左手拿着土豆 右手拿着番茄的 灵东方 咕噜 火灵儿肚子 咕咕叫了起来 把他从那羞耻的幻想中唤醒 旁边 灵东方正在把土豆炖牛奶 分装进食盒 是这香味 让火灵儿出现了 那诡异的联想 灵儿 这是你的 灵东方手中的 锅铲指了指 旁边的一个大盘子 大盘子里装了 能有三大碗米饭 上面盖着的是 土豆炖牛肉 莫人能拒绝 土豆炖牛肉盖饭 特别是 那被汤汁浸染过的米饭 香味直接叠加出 勾魂的暴击 牧师姐 今天诸位师姐 采蘑菇都辛苦了 这些晚餐 不成敬意 当作是给你们的酬劳 灵东方按照火灵儿的饭量 成了七分 土豆牛奶盖饭 然后又准备了七只熏鸡 还有一小半牛脖子 足有二十斤重 这桃花糕师姐 也都带走吧 等下我再做一些 慕青城看着这些菜肴上 交织的盗蕴 忽然觉得 一阵头晕目眩 这些餐食上方飘着的盗蕴 加起来 一共能有五六碗 雾倒茶那么多 这酬献 恐怕价值足有几十万零食啊 他的全部身家 加起来 才不过三万多零食 零食店 这太贵重了 我带走水金刀就好 慕青城有些惶恐 这一份大礼砸下来 他怕那些师妹 今晚就会把林东方 生吞活泼了 就算是圣地联姻 给的彩礼 估计都没这些菜肴值钱 林东方笑道 慕师姐收着吧 我除了做饭 也不会啥别的 以后 我可能还要麻烦 你们林药峰 你们不收的话 我过意不去 在外人看来 这些菜肴很值钱 但是对于林东方来说 可能也就相当于几包华子 至于那些天地大道 他自己很清楚 如果没有那些东西在里面 他这才根本一文不值 修炼界人口基数这么大 厉害的厨子多了去了 慕青城深吸一口气 最后决定收下这些菜肴 毕竟林东方话 都说到这里了 大不了以后 偷偷摘一些灵果送给他 不知我们林药峰 还有什么地方 可以帮到林师弟 你尽管开口 林东方认真说道 师姐 我想知道有没有类似辣椒的灵物 辣椒 慕青城一愣 林东方解释道 辣其实是一种痛觉 修饰在吃辣椒的时候 若是不降低修为 极难有被辣到的感觉 所以吃菜难免会少一些味道 他想到了昨夜的火锅 对于他来说还算是麻辣 但对于那两位手作来说 那和清汤没啥区别 慕青城顿时了然 除道的修炼 可离不开上好的辣椒 这样吧 我们姐妹回去给你培育一些辣椒 慕青城笑道 你放心好了 不出一个月 我们绝对会培育出辣的原因修士 都嗷嗷叫的辣椒 林东方大喜 有劳师姐了 林师弟太客气了 凭借你这些菜肴 哪怕取走那些小丫头 都是绰绰有余的 慕青城半开玩笑道 以后可要少给林耀峰送饭 不然最后 我们只能以身相许了 啊这 林东方摸了摸鼻子 老脸一红 师姐们好凶猛啊 慕青城拎着石河走了 火灵儿一边狂造土豆牛奶盖饭 一边不自觉地 用警惕的目光 看项目青城的背影 林东方给自己 也准备了一份盖饭 坐在桌前 仔细品尝 师兄 要是林耀峰的几位师姐嫁过来 是不是我就没饭吃了 火灵儿可怜巴巴地问道 林东方在他的脑袋上 轻轻敲了一击 别乱想 你就放心好了 只要我还在这妙音峰一天 就饿不到你 火灵儿忽然觉得 自己心里 有一股暖流划过 他不太清楚 这到底是什么感觉 但反正觉得 林师兄越来越好了 越发觉得自己很开心 很幸福 于是 寒泪多造了一碗大米饭 然后 他就被派到玉兽峰送饭去了 一大块牛脖子 还有两只熏鸡 玉兽峰 是林东方的食材供应风 可不能怠慢了 而程大发 更不敢怠慢林东方 当下大手一挥 送了两千斤 优质牛腱子肉给火灵儿 吃完饭 钢轻里玩出于垃圾 沈浪溜溜达打来了 哇 好香的牛肉 沈浪咽了口哈辣子 双眼放光地接过食盒 看到里面的盖饭和牛脖子 他养了养脖子 林师弟 我现在 恨不得自己是个女人 直接嫁给你算了 林东方 忽然一阵恶寒 沈师兄使不得 嘿嘿 开个玩笑 沈浪贼没数眼地 看了看四周 低声道 林师弟 等你下山历练的时候 我带你去碧月修花店玩玩 那可是 妙不可言啊 林东方 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位模样 俊朗清秀的沈师兄 居然还是一位老司机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见到火灵儿 兴致冲冲地跑回来 沈浪拎起那一大桶 出于垃圾跑了 他可不想 当东海夜明珠 再来上这么五桶 大概就可以达到 那天那堆 太碎土的水平了 不过 这只卖五万零食 是不是有点亏啊 沈浪把那一桶水 倒进泥塘里之后 沉思起来 忽然 他灵机一动 节节怪笑起来 看着那两千斤牛腱子肉 林东方知道 未来一段时间 这牛肉老汤锅 不怕闲着了 一天一百斤 都够二十天了 这牛腱子肉 只比青筋牦牛 第一个档次 又蒸了九碗桃花糕 林东方开始处理 明天要用的牛肉 九碗桃花糕蒸熟之后 他又收拾了 一遍厨房 端了一块糕点回屋 准备试着餐物非仙精 果然 看不懂了 林东方泄了气 他可以感受到 自己身上每天发生的变化 知道自己实力 在慢慢变强 但似乎只有在接触 青筋牦牛那种 顶级食材的时候 才会陷入顿悟状态 快速领悟非仙精 玉兽风上 有祖辈定下的规矩 宁丹境界以上的兽类 不可轻易杀死 那青筋牦牛 也是因为过于桀骜不驯 甚至伤害了弟子 才被打死的 林东方翻看了一下 摇池门规 上面记载了 各风上的规矩 果然离了 才是很难修炼的 等到太岁土搞好之后 嘿嘿 堵堵堵 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把林东方吓了一跳 推门一看 他急忙失礼 见过圣主 此时摇池圣主穿的 不是那身凤袍 是一身白色衣裙 林东方乍一看 还以为是萧熙月呢 但萧熙月身上 没有摇池圣主 那种无形的威压与威严 之前没有近距离接触 这位圣主的时候 林东方甚至还敢用 吃剩下的鸡爪子 糊弄对方 但随着他对这位圣主的了解加深 越发地敬畏起来 恐怕对方一到眼神 都能杀死他无数次 不用多脸 摇池圣主坐在小桌旁 上下打亮着 一脸拘谨的林东方 圣主和弟子 由于身份的差距 有着诸多的礼节 摇池圣主心里一叹 轻声道 你也坐着吧 林东方不知道这位圣主 为啥忽然找上门来 只能坐在一边静观其变 关于你做的菜肴 我希望 摇池圣主忽然一时语色 收徒大会上 他那种表现 实在不好向林东方要求什么 他忽然明白了 当年同门师姐妹 为什么说 千万不要跟前任道理借钱 虽然他没有过道理 但现在感觉 林东方有点像前任道理了 他仿佛就是那个 瞎了眼要退婚的傻子 本来让林东方给清传弟子 准备一些菜肴这件事 他打算让萧熙月来说 但是萧熙月正在冲击原因境界 起码还要个七八天 摇池圣主实在是有点等不及了 他这两天都因为这件事愁得慌 今天看到那水晶高 之后终于忍不住了 林东方想了想 主动说道 圣主是不是希望我能多做一些菜肴 分给同门食用 他现在已经明白 那天地大道对修饰多么重要了 摇池圣主对他提出这个要求 并不过分 而且作为做菜就是修炼的除修 他做越多的菜修为 就进步得越快 但也不能变成炒菜机器 他还想着 每天默默于偷偷懒呢 不错 不过每一个月 准备一百人份的一餐即可 食材你大可以说 我会帮你准备 林东方一愣 一个月才准备一顿百人宴 这甚至不用专门准备 一天卤上二百斤牛肉 即便牛肉卤熟会失去水分变轻 那一个月都是四千多斤熟牛肉 每天再整上十只鸡 一个月也是三百只了 这也太简单了 而且 做卤味 只要丢进去之后 他的修为就会慢慢增长 相当于被动修炼 摇池圣主见他默然不语的样子 心里一急 等到过一两年 我就立你为摇池圣子 到时候 就可以正大光明地 用整个圣地的资源培养你 你可是九辈的气海 以后不说无敌天下也差不多了 他这不是画大饼 要是真画大饼 大可以说什么 促成他和萧熙月 或者直接祭出摇池圣主这个位置 用摇池资源培养林东方 是他的真实想法 林东方一哆嗦 圣主 您别误会 我只是觉得 一个月一百人有些少了 摇池圣主一惊 然后 似乎很小心地说道 要不一百五十人 林东方服额 这位圣主 怎么在他面前 一点圣主的样子都没有了 当初收徒大会上 摇池圣帝 那么多弟子朝他跪拜 那气质 那气场 直上九重天啊 其实林东方对自己的 重要性的认知 还是有所欠缺 摇池圣主 是真怕这小子 来个非暴力而不合作 那就先一百五十人吧 食材的话 每天要三百斤 牛腱子肉 二十只鸡 鸡最好提前处理好 然后还要一个大一些的熏儒 就是我厨房里的那种 调料的话 我会写下来 到时候每周送来一批就好 林东方此时 把摇池圣主当做了 摇池饭店的老板娘 这一点上 他可谓是得心应手 摇池圣主频频点头 用心记下 林东方的每一句话 这些安排 关乎到摇池圣地的未来啊 别的不说 单说火灵儿 这些天的进步 只能用恐怖来形容 修炼速度 比之前快了十倍不止 还有那玉兽风的程晓云 现在更是在 潮力之极致的路上走去 林东方又想了想 小声道 我还打算这妙音风上 开辟一块菜地什么的 自己种点葱啥的 没事整个小葱卷煎饼 美滋滋 你师父出关我自会解释 摇池圣主很霸气的一挥手 一大一小两个烤箱 大的要能放进去一头牛 小的放进去两只鸡即可 火力不用特别高 但是一定要均匀 而且还可以自由 调整内部通风与否 一个手摇末盘 这个要有空间法阵 可以末盘下 要能多碾东西 但是外面看起来小 烤箱和末盘越快做出来越好 还有锅 刻画法阵的锅用起来不太顺手 特别是用来卤鸡卤肉 总是觉得差了一点 林东方此时化作一个合格的甲方 疯狂提出各种要求 摇池圣主认真记下 以摇池的底蕴和实力 这些玩意一天之内 做不出来都属于丢人 就要那种造型普通的大铁锅 大一些 一次能卤200斤肉或者20只鸡 材料无所谓 但是加热和导热要方便一些 要六口大的 正常炒菜的小铁锅也要六口 还有十个蒸笼 要和那六口大锅相匹配 还要多盖两间卤肉小屋 分别做盐水鸭 盐水鹅 听到这里 摇池圣主嘴里忽然冒出了点口水 盐水鸭 盐水鹅 他千年前还是小修士的时候 在凡人城池中吃过 那鲜香的滋味 已经尘封在他的记忆深处 此时又缭绕了出来 勾动了他肚子里的蝉虫 林东方不打算给那150人 准备像是土豆炖牛肉那样的饭菜 太累了 而且单以刀韵来说 熏鸡和卤牛肉要更多一些 所以不如直接多做些卤味 到时候每人几斤肉 一只鸡 一只鸭 或者一只大鹅 公平好分 他这边每天卤一些 也不会很累 处理鸡鸭鹅最累的地方 是拔除那些细小的绒毛 这些活不用他干 自然不累 明天我要召集所有手作叙事 需要一些汤来 圣主 我现在去下锅一些肉 明天您带着肉去 汤不可轻易 再拿走了 林东方一听 这位又要把汤连锅端顿时急了 这可是两天的老汤了 摇池圣主脸上微微发热 他那天是实在没忍住 两人走进了厨房 这两天做的鲁剑子肉 还有牛脖子还剩下一些 他把这些放进一个浴盒之后 又从一个装满水的浴盒里 捞出一百多斤牛肉 甩干水之后放进大锅 调节了下火力 圣主 明早您直接取走这些肉就行 好 不过这高点 摇池圣主看了几眼那水晶桃花糕 目光有点发直 他当年要有这手艺该多好 就不会遭见那么多顶级食材了 这水晶糕您随便吃 我明天再做一些 林东方打了个哈欠 听到林东方这话 你先去睡吧 我在这守着 其实他这几天一直守在这里 现在不过是由暗转明罢了 那就有牢牢 阿圣主了 林东方困得迷瞪得 差点把老板娘三个字说出来 他没注意到圣主大人 伸向水晶糕的手忽然一颤 这小子刚刚想说的 莫不是老婆 不可能吧 他居然把主意打到了我的身上 摇池圣主 惊疑不定起来 这小子胆子这么大的 再观察观察 也许我刚刚听差了 他咬了一口水晶糕 香甜的气息 让他把那份纠结抛到脑后 此时 玉兽风尚 程大发吃完一块牛脖子之后 唉声叹气 老李内斯 还在离火风底下倒过那 太阳真火 我这天天几乎吃白食 过意不去啊 小云 咱们玉兽风尚 最近有没有什么境界高的猪牛羊 不听话 伤了弟子的 程小云摇摇头 父亲 自从你那天 一掌打杀了那青筋牦牛 那些没开灵质的蛮兽都老实了 甚至咱们玉兽风尚 连蚊子都少了 老程一发威 玉兽风尚的蚂蚁 都吓得直哆嗦 也罢 过几天你下山历练一下 打杀几个不开眼的蛮兽带回来 林东方那小子的修炼 多半和强大的蛮兽有关 程大发 虽然没有亲眼看到 林东方那天顿悟的样子 但以他的实力和眼界 自然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那孩 这就去准备准备 去吧去吧 程大发明了 一口小酒 又吃了一块牛肉 这一口酒一口肉 只献红尘不献仙哪 对了 明天要给他送点好酒过去 一日清晨 一声悠扬终声 响彻瑶池圣地 圣主请所有手座到仙宫叙事 瑶池九十八主封 除雀闭关的独孤梦 在倒固太阳真火的李金言 剩下的手座 齐聚水晶仙宫 又由于独孤浩一人 担任两封手座 所以一共九十五张桌子 每人面前都摆着一份卤牛肉 程大发一惊 他知道 圣主今天是要摊牌了 他敢肯定这是圣主的刀工 上面还残余着一股恐怖的剑道气息 他看了一眼身穿凤袍 头戴金冠的圣主大人 想象了一下 对方用那威压天下的剑气 小心翼翼切牛肉的场面 则 他把这幅画面赶出了脑海 不堪再看啊 除了程大发和独孤浩 剩下的手座 都震惊地看着卤牛肉上方 交织的天地大道 接下来 瑶池圣主介绍了一下林东方 所有手座都后悔不迭 为什么当初没有把这位超级仙苗 请回自己的山峰 但现在后悔没啥用了 他们只希望自己的青传徒弟 能走运一些 成为一个月后的第一批幸运 瑶池圣帝 共计有青传弟子八百多位 每人每年 大概能吃到两次林东方的菜肴 一年喝两碗悟道茶 天呐 我恨不得返老还童 成为青传弟子 妙阴峰还收弟子吗 我女儿 呗 除老怪你要点脸 你闺蜜都八百岁了 哼 程大发忽然得意起来 还好自己是老莱德女啊 瑶池圣主摆摆手 你们别吵了 等一下我会在你们石海内留下禁止 此话一出 所有手作脸色都是一白 他们没想到 自己也要被留下这禁止 诸位 林东方的重要性 我不想多说了 为了以防万一就委屈你们了 清冷的声音 带着不容抗拒的威严 瑶池圣主 脸色淡然地看向四方 在手作石海内 留下禁止的意义在于 表明他对林东方的态度 除非留下那种会自爆的禁止 一般的禁止 都会被手作强大的神石之力 慢慢侵蚀到消失 他之所以这样作为的 就是让这群手作知道 林东方是他的命根子 谁跟林东方过不去 就是和他过不去 程大发第一个 跪在瑶池圣主面前 请圣主留下禁止 独孤号也跪下了 98位封主中 就这两位实力最强 他俩带头 别人更不敢有所犹豫 于是都留下了一道禁止 这禁止虽然会慢慢消散 但所有人都知道了 瑶池圣主的决心 对了 佐野我和东方讨论的时候 他说可以每半个月 给一位手作做一顿宴席 也是抽签来决定 所有手作脸上都出现了 难以抑制的兴奋之色 他们都是通天境的大能 但若无意外 他们此生和杜杰境无缘 林东方就是那个意外 林东方这个提议 让他们对这位宝贝疙瘩的 好感直线上升 打一巴掌给个田枣 欲人之术不过如此 这一巴掌是瑶池圣主打的 田枣是林东方给的 程大发心中愕然 他心里忽然冒出一个想法 莫非千年后 瑶池圣地要迎来 历史上第一位男性圣主 散会后 各位手作急忙赶回自己的山峰 程大发作为传令官 来到庙英峰 半个月一桌大菜 对于林东方来说不是难事 不过第一位幸运的手作 让他微微一愣 练气风手作张大锤 这位的名字似乎有点 林东方看向一边来传信的程大发 感觉这两人的名字 有一丝联系 程大发在一边哈哈大笑道 老张头当年和我打赌 如果我立即比他大 他就改名跟我一样是大字呗 嘿嘿 结果他输了 我给他起名叫张大锤 呃 那要是您输了会如何 那我就要把一块神铁给他 林东方替张大锤莫哀 为了一块神铁丢了名字 不过能怨赌服输 看来人品不错 程大发拍了拍林东方肩膀到 大锤他天天就知道打铁 那两个小崽子的事情 他还不知道 两个小崽子 指的是人剑和周长青 瑶池圣地内发生的事情 是瞒不住这几个最顶级强者的 不过 你和沈浪那小子 想的招数不错 这也是为了自力更生吗 好一个自力更生 小伙子 我看好你哦 这酒是一百年前 我酿的 喝光了再找我要 有的是 等你修为上去了 我再给你拿两百年 三百年的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不得不说修炼界最大的一个特点 让他给忽视了 这帮人都是老兽星 程大发已经有4700岁的高龄 而地球那边 林东方历史不太好 但也知道中华上下5000年 这老头一个人的岁数 就能把一部超级史书 从头活到尾 再看那酒 虽然是一缸 但那缸是法宝 足以把原因境界的修饰 吸进去活活炼化掉 里面装了不下一千斤酒 最让林东方惊喜的是 这酒是黄酒 而且是高度数的 使径一文都有点上头 黄酒 是不能通过蒸馏 来提高酒精度的 是纯发酵酒 在发酵的过程中 酒精会逐渐杀死酵母菌 不过 这修炼界的酵母菌比较顽强 不会轻易被酒精杀死 所以这酒的度数 在50度左右 地球那边 度数最高的黄酒 不超过20度 它酒量很差 但烹饪是离不开酒的 特别是做鱼 它分出20多斤酒 打算先调制一些料酒 料酒的做法不难 各种香料洗干净 放水里煮 把料香煮到水里之后 加入酒 汤 稍微熬一会就完事 熬得太久 德化酒精就全都挥发了 那就不是料酒 而是料汤了 雪中送炭 今天要熬制鸡精 不想今天就得到了重要的高度酒 而且还是黄酒 高度酒给鸡肉 去新效果极佳 黄酒还可以进一步增香 程大发木然地看着那料酒 他又看了看那一缸普通酒 那料酒里居然含着一丝丝道运 我怀疑这小子就算拿巴巴 做菜都能蕴含道运啊 等以后要整谁 就请这小子煮一锅巴巴送过去 看对方吃不吃 程大发蹲在一边搓搓手 嘿嘿笑了起来 林东方可不知道 程大发心里 这龌龊且重口味的想法 自制鸡精 多半都会选用鸡胸肉 因为好打理 林东方为了鲜香味更浓 决定用一种更极致的方法 但是要先撕掉鸡皮 以及边边角角的肥油 内脏和血更是要处理得干干净净 然后用小木锤轻轻敲碎鸡骨 程大发一个没忍住 轻轻点出一纸 那鸡身上的骨头全都细碎 他一直蹲在旁边 看着林东方处理鸡 用留饮食认真记录 林东方一个人 处理的话会活活累死 所以这件事 要请玉兽峰的弟子们 共同努力 程大发记录好了过程 拍着胸脯保证道 等着 下午我就给你送来 一百只这样的鸡 五十多只就行 然后再来一百斤鸡胸肉 鸡骨架和鸡腿鸡翅也分好 我有用 林东方觉得像是 回到了地球的菜市场 再和肉店老板谈生意 放心 绝对给你办得妥妥当当 程大发直接传送回了玉兽峰 林东方开始洗蘑菇 火灵儿没来帮除 他在炼化火晕过 林东方洗了一半的时候 体内忽然有一股力量在翻涌 引气进四重 突破了 这除先体真不错呀 林东方感应了一会体内壮大的能量 傻笑一声 继续洗蘑菇 此时 炼气风呢 张大锤从青传大弟子那里 得知了任健和周长青 这几日的所作所为 他一张老脸顿时气地发白 别的都好说 但这两个家伙 为什么偏偏要和林东方过不去 这是要断掉炼气风的前途啊 谁能为了两个留学生 毁掉自己的专业 这两个小聂绰 张大锤刚想召唤来那两人 直接逐出山门 就听到成大发呆呆瑟瑟的声音传来 老张 火气挺大 老成 你别站着说话不要疼 这两个小孽障 要是在你御寿风 我看早就被你打杀了 张大锤在收徒大会上也是不好 直接拒绝那两人败师 怎么说 那俩人背后 也有两个不下于摇持圣地的大势力 不好轻易得罪 嘿嘿 这两位可是林东方修炼路上的主要帮手 怎么可以打杀呢 你要做到 让他俩再练气风 有种在家的感觉 张大锤眉头一皱 老成 我感觉你没别好屁 赶紧放出来 成大发低声说了一下太岁土的事情 随后 这两个老头一起发出了阴瑟瑟的笑声 老成 这件事 我先不亲自掺和 林东方要的那一堆厨房用品 我要亲自打造 张大锤前阵子收完那两个留学生 就开始捣鼓一箭法宝 结果 酿成大错 他现在想要挽回一下 成大发点点头 然后回御寿风去弄机了 张大锤想了一会 他虽然腾不出手亲自掺和 但是可以让他的宝贝徒弟去添拔火 怎么也要从那两个小兔崽子身上 坑出来百万灵石 才对得起林东方啊 二虎 你把你的师弟们都叫来 除了周长亲和人见 张大锤把他的青传大弟子王二虎叫了进来 王二虎人如其名 长得好似两头 老虎那么魁梧 身高将近一丈 浑身肌肉咯咯咯咯的 背后背着两把大锤 他问声问气地答道 俺这就去叫他们 不多时 剩下三个青传弟子走了进来 张大锤笑眯眯地问他们 你们最近和人见 以及周长青相处得如何 回师父 徒儿谨遵教会 没有和他们过多接触 每日相见不过一面 说话不超过五十个字 师父 什么时候可以把他们弄出去啊 三人老老实实地回答 张大锤先前就叮嘱过 他们不要和那两人过多接触 毕竟是来留学的 张大锤生怕他这炼气手艺 被那俩人偷学了去 不错 你们四个把这块肉分了 这块肉是林东方煮的 等到四人吃完肉 感应到十海内的静置之后 都骇然失色 师父 那周长青和人见 得罪了林东方 会不会导致我炼气风以后 分不到肉啊 一个弟子脸色苦了起来 无妨 为师今天把林东方 需要的厨具打造出来 你们以后可要对那两人好一些 师父 此话怎讲 你们可以对他们热情一些 帮他们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他们想要你们去针对林东方 可万万不能答应 师父 我们现在哪还敢得罪林东方 这您放心吧 你们知道 林东方现在的宝贝程度做好 你们要让那两人觉得 我们练气风是把他们当做自己人一样 最好让他们叫来几个狐朋狗友 一起来练气风拜师 为师自有道理 四个弟子面面相去 实在想不通张大锤想搞什么鬼 但也只能点头 我二虎闷声道 那我们多和那两个小子多喝酒就行了 师父 您在我们四个试海里 再加点浸汁 我怕喝多了试言 张大锤笑着点点头 还是二虎聪明 为师给你们下点浸汁 等那两人利用完了 再给你们解开 下完了浸汁 四人转身离开 买酒买菜去了 喝酒吹牛 这些他们在行 现在有浸汁在身 他们暂时无法说出 和林东方有关的话题 被人问起林东方 他们只能回答不知道 不了解 张大锤想了一会之后 直接传令给万宝风神兵楼 让原来的那个管室滚蛋 神兵楼一直都是炼气风负责 所以那天 任健和周长青 才觉得自己能在那里 拿捏林东方 张大锤又召唤来一位 已经出师的弟子 对他严肃道 你记住 神兵楼是给摇持圣地弟子 提供武器的地方 东西有就是有 没有就说没有 别自己在脸上加戏 徒儿遵命 哎 一群不成器的家伙 就知道给老子惹事 烤箱 张大锤眉头一皱 他之前哪打造过烤箱啊 二虎 去给为师弄个烤箱回来 动作要快 是 先招猫画虎 做一个差不多的 等过两天 再去火域打造一个好点的 张大锤找出几块上好的材料 先开始打造墨盘 这个他倒是会 炼气风半山腰 任健和周长青 看到王二虎神色 匆匆地离开之后 都觉得最近有点不正常 周兄 师父他老人家是不是出关了 我们要不要去 拜访一下他老人家 可以 不过总不能空手去吧 两人正合计着呢 忽然又看到他们 那另外三位师兄 说说笑笑地走了过来 三位师兄 何故如此开心啊 周长青对三人微微拱手 两位师弟啊 师父他老人家刚刚和我们说 你们两位以后 可谓是前途无量 让我们多多亲近你们 就是 师父对你们可是很看好的 再过几个月 就是咱们摇尺圣地百年大比了 我肯这魁手 肯定要落在你们二人头上 三人一顿马屁拍的人健 和周长青迷迷糊糊 不过 两人倒也没有觉得 有什么不对劲 他们在外界的时候 听到过更肉麻的马屁 近来又听说两位师弟 得到太岁宝土 真乃大机缘啊 此事应当喝酒庆祝一番 大师兄今天有事不能来 那这酒宴 就由我这二师兄安排 你们先去我的院子里等我 我们三个去趟万宝风 弄点好吃好喝的回来 这 师兄们破费了 哪里哪里 这几天我们忙着修炼 一时间怠慢了两位师弟 你们可不要往心里去 师兄这话说得太见外了 几人说说笑笑 看起来跟一个妈生的一样 三人飞走之后 周长青眉头微皱 暗暗对人健传音道 任兄 这三人为何对我们的态度 转变如此之大 人健冷笑传音 你我二人怎么说也是先描 这瑶池圣帝 怎么会冷落我们 说不定 今天圣主召集所有手作叙事 说的 就是关于我们的事情 再过一年多 就是百年一次的悟道茶大会 瑶池圣帝 需要你我二人背后势力的帮助 周长青点点头 他觉得人健说得很有道理 悟道茶太重要了 足以令瑶池圣帝 对他们这两个留学生 改变看法 而且他们来瑶池圣帝 也不光只是 为了追求萧熙悦 也是为了不久后的悟道茶会 三家圣帝联手 才有可能多弄到一两枚叶子 人健忽然低声道 周兄 那太岁土中的道运 似乎很难直接炼化到体内啊 周长青叹道 我昨夜尝了一些 那太岁土的味道虽然香 但是有点酸酸的味道 不太好下口啊 难道只有直接服用这一种办法 人健眉头紧皱 他可是堂堂皇子 未来甚至会成为皇主 这要是吃土 有些说不过去啊 周长青又一叹 百年大比近在眼前 我今夜打算彻底吃掉那些太岁土 一举进入原因境界 周长青这话半真半假 他也不知道 这太岁土吃下去 到底会有什么后果 他说这话 就是为了刺激人健 去当这个小白鼠 人健被原因境界四个字 给刺激到了 他境界比周长青 稍微低一点点 能不能弯到超车 全靠这太岁土了 两人各怀心思地 走向远处的小院 等他们那三位 轻如手足的师兄回来 等到三人回来 炼气风这几位清传弟子 一顿胡吃海喝 感情迅速升温 暗下这边不谈 林东方很快就收到了 御寿峰送来的鸡 他准备了好几个大盆 在盆底放了大小合适的壁子 壁子上铺一层纱布 再把斩成块的鸡 放在壁子上 在鸡上稍微倒了一些黄酒 又丢进去一些姜片 盆子用油不封好 然后把这些大盆 放进蒸锅里 大火猛蒸 这样是为了蒸出 鸡汁 不加水 全靠鸡肉里的水分 和一些蒸汽形成汤汁 透过壁子 滴落进盆子里 没有一丝香味会挥发出来 全都被死死的封住 一滴精华 都不会被浪费 这是一股无与伦比的鲜味 整只鸡的精华 完完全全地蒸出来 然后再用这鸡汁煮鸡胸肉 等鸡胸肉熟透之后 再烤干打成粉末 就会得到鸡粉 为了进一步增香提鲜 就需要鸡的好朋友蘑菇了 等到傍晚时分 炼气风的王二虎 带来了两个烤箱和磨盘 看着那一丈多高 腿有自己腰粗的王二虎 林东方头皮一阵发麻 他这身材 在这位老哥面前 都活像个细狗 这是俺师傅的打的 林师弟你看看咋样 用着不顺手就说 俺师傅重新给你打 王二虎还是第一次 见到林东方 他觉得林东方这身材 适合去炼气风 和他们一起打铁 不像个厨子 有劳张前辈和王师兄了 这点小菜不成敬意 林东方中午 往老汤里丢了十只鸡 此时正好可以出锅 他都捞出来给了王二虎 炼气风虽然有那两个 不开眼的家伙 但整体还是很好的 而且他需要的厨具 以后都要依赖炼气风 更要打好关系 林师弟 这 王二虎看着那卤鸡 不禁擦了擦嘴角 这玩意要是下酒 妙不可言啊 但他不敢见 这十只鸡 堪比两碗污到茶呀 看他犹豫不决的样子 林东方笑道 这就当是我从你们炼气风 购买厨具的酬金 不然我白拿这些厨具 也对 于是他千恩万谢地收下了 做贼一样 直接跑回了张大锤的密室 师父 林东方给了我十只鸡鸡 说是酬金 王二虎小心翼翼地 取出那些鸡鸡 放进一个精致的小顶里 张大锤看着这十只鸡鸡 心里尝出了一口气 林东方这小子不错呀 没有因为那两个小孽畜 记恨咱们炼气风 二虎你去把他们三个叫来 让他们就在这吃 每人两只 把骨头也吃了 彻底炼花道运之后 才能离开 不能让那两人知道 明白了吗 师父您放心吧 王二虎把三个师弟招呼进来 又暗戳戳地去监视人剑和周长青 来到周长青屋外后 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只见这位一身白衣 英俊书生一样的便宜师弟 此时正端坐在桌前 桌上一壶清茶 渺渺飘香 茶壶旁边是一尊拳头大的白玉小顶 里面堆满了黑色的泥土 看起来还湿乎乎的 周长青为了压制泥土中的异味 尝试用灵茶浸泡这土 然后再用自己的力量烘干 他惊喜地发现 这一番操作下来之后 太碎土里的意味消失了 且道运没有丝毫损耗 当下 他一口茶一口土 开始吸收这珍贵的天地大道 王二虎暗暗点头 这周长青不愧是一个优雅的书生 吃土都这么讲究 给他都看馋了 恨不得也去来两勺子土 狠狠咬了两口手里的乳鸡 他眼前浮现出一个奇异的场景 一只气宇炫昂的大公鸡 在竹林里漫步 吃了一条小虫之后 扑鸡 一声拉了一跑巴巴 然后背后有个人过来 馋起那块带着鸡巴巴的土 吆喝了一声 太碎土 能让人悟到的饱土优 王二虎脖子向后痒了痒 心道 林师弟这鸡太离谱了 我这化神镜都能看到幻象 他缩着鸡翅膀 来到人剑房门外 这边的吃相 让他眉头直皱 人剑此时面目猙獰的 抓起一把太碎土塞进嘴里 也没有过多的处理 哽着脖子红着脸 强行咽下去 周长青 我一定要超过你 我一定要先比你进入原因境界 啪 一块泥土 不小心掉在了桌子上 人间顿时趴下去 把那块土巴拉进嘴里 还舔了舔桌子上的土渣子 等到老子彻底炼化这道运 修为猛掌 这炼气风的传承 一定能落在我的头上 这小子病得不轻啊 就这熊样 还想获得炼气传承 做梦呢 王二虎低头看了看 自己手中的鲁鸡 咧嘴一笑 同门不同命啊 若是人间和周长青客气一些 哪怕当做陌生人不认识 恐怕今天也能分到一根鸡腿啥的 可惜 他们只能花钱 买来这干水泡的土 炼气风打造的厨具 碍于林东方的修为 不能用太过离谱的材料 全套加上炼气风手作的人工费 恐怕就值大几千零食 王二虎又咬了一口鲁鸡 祭出张大锤 给他的法宝 抹去了自身来过的所有痕迹 回到密室里 和师傅一边喝酒一边吃鸡 好不快活 另一边 林东方在调试烤箱 大的烤箱足以塞进去两头牛 而且用阵法加热 四面八方都有热力 而且通体透明 可以清晰地看到里面的景象 林东方丢进去几块肉和菜叶子 估摸了一下 最高温约摸在400度左右 旁边有几个小机关 一个拉杆 推到底是最大温度 拉到最底下 是最低温 可以随心所欲地调节温度 一个预制阵齐 控制里面循环通风的风阵 甚至还有定时关闭阵法的机关 可以说 张大锤搞出的这个烤箱 在功能上 和地球上的电烤箱 没啥区别 而且更加坚固美观 配套的铁盘 烤架 一应俱全 小的烤箱 大概能塞进去四个大西瓜那么大 和大烤箱设计一样 末盘也完美符合了林东方的要求 不过一个盘子大小 但内部的空间却可以调节 最大甚至可以 塞进去一间房屋 不愧是炼气风的手作啊 林东方对那个小磨盘 爱不是手 以前在地球上的时候 他喜欢用自己的小手 磨做水磨汤圆 破壁鸡什么的 还是差了些意思 把磨盘放在一边 他把用鸡汁煮熟的鸡胸肉切块 蘑菇切丁 送进烤箱烤干水分 烤干水分 必须把风阵打开 这一下 五十只鸡熬出的鸡汁香味 彻底藏不住了 这是浓缩的香气 远远超过老汤的味道 此时月亮已经缓缓升起 今天是月中十五 这月亮真远啊 有了烤箱 可以做月饼了 正好还有桃花瓣 要不搞点桃花糖线的水晶月饼 他在这对月考虑吃的 但是别人都对月修炼 月中十五的月华最盛 是修炼太阴之力修士最爱的时候 哄 萧熙月的小院中 忽然爆发出一阵冲天的光芒 这道光芒圣洁 轻柔 虽然明亮 却不赤脸 林东方好奇地看向那边 那道光芒 似乎沟通了天上的圆月 和萧熙月的院落 点点仙光骤然出现 似乎是随着月光 由圆月中落下 一股莫名的契机 忽然勾动了天道 仙道圆英 受到目光 瞬间从未之处 看向瑶池圣地 瑶池圣主第一时间显化而出 直接祭出瑶池的仙气 西皇境笼罩了整个瑶池圣地 千年前 瑶池圣主节仙道圆英 千年登顶渡劫绝颠 难道这一世上苍 还如此锤炼瑶池圣地吗 远方 有人悠悠开口 道友若是观礼 大可显化真身 若是想暗中坏了西月的道鸡 就别怪本尊出手狠辣 西皇境阵战 此时 浩瀚无垠的南遇所有生灵 都感觉到了一股难言的压抑 压在心头 仙道气息 让天外的星辰都在摇产 他一是怕有人暗中出手 加害萧西月 二是怕有人发现林东方的秘密 此时这家伙好巧不巧地 在院子中间烤鸡肉和蘑菇 那一烤箱的天地大道 要是被那些杜杰老怪看到 肯定要疯 一个圣地 有一两个超级天骄很正常 但林东方这种 可以批量制造超级天骄的 误到查 就太可怕了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摇池圣主这一刻 不再掩饰他霸绝天地的战力 恐怖的气势还在疯涨 暗中的人顿时退去 找谁的晦气 也不能找这位的 绝代天骄 数百年 走完了别人数千年的路 简直可怕到了极点 轰隆隆 九道太阴仙力 从圆月中出现 落入消息月体内 圣洁的仙力 充盈在妙音峰上 道道仙音响起 各种锐采 纷至踏来 这是妙音峰的仙音传承 不想这时候居然出现了 时隔数万年 终于再次出现了 摇池圣地内诸多首作 此时都很震惊 妙音峰因为传承断绝 导致实力一落千丈 这一世终于出现了转机 林东方耳边响起 阵阵天籁之音 他说不出那种曲调 但是觉得很好听 但仔细一听 似乎不是郑八经的音乐 似乎听到了 切土豆丝的擦擦声 听到了像锅中 烹入料酒那呲啦的一声 还有炖牛肉 或者排骨时候 那咕嘟咕嘟的声音 如此种种厨房妙音 让林东方陷入顿悟状态 气海不停翻涌 体内的力量在疯狂壮大 同样无意识领悟了 这传承的还有火灵儿 他炼化火云果后 又陷入了空灵之境 轰隆隆 天边传来了闷雷的声音 天节啊 瑶池圣主低声轻叹 这是上天对修者的考验 跨过去 前途无量 亦或者生死到消 天节和修者实力 和潜力挂钩的 都是九死一生 萧锡月飞向后山 开始对抗天节 林东方无缘看到 这位师姐杜杰的样子 他此时陷入顿悟状态 在体悟天鹰传承 雷杰持续了一个多时辰 无数瑶池弟子 都用羡慕无比的 眼神看向那雷杰 杜天杰是绝代天骄 才有的专属体验 远远甩到身后 等到杜杰之后 萧锡月尝出了一口气 差一点被天节给劈死 他回到自己的小院内 开始疗伤 大师姐突破 居然引来了天节 好厉害 我的鸡精 林东方醒来之后 先是感慨了一下天节 随后浑身一哆嗦 烤箱里还有鸡块和蘑菇丁呢 他赶紧打开烤箱 还好没闻到胡味 烤蘑菇和烤鸡肉的香味 轰然爆发 伴随着点点 鲜光向四周弥漫 萧锡月正打坐调息恢复力量呢 却闻到了这股香味 忍不住起身 脸部轻移 走向林东方的小院 师姐你来了 林东方呼吸忽然一顿 这位师姐更美了 容貌虽然没有变化 但她身上多了一股 更加圣洁的气息 如果说之前 她是广寒仙女的化身 此时她就是广寒仙女本人 如玉的肌肤光滑细腻 甚至有种淡淡的光泽 当然不是油光 林东方也形容不太好 就是给她一种想摸的冲动 那光可见人的黑色长发 直到腰臀处 随风轻轻飘动 林东方不曾注意到 这位师姐的头发 原来这么长 想来是刚刚渡劫的时候 发散被雷姐打碎 长发披散了下来 此时的萧锡月还比较虚弱 甚至还有些微喘 如水双眸带着羞翼 看向林东方 这副模样 让林东方怦然心跳 太美了 两久 萧锡月阴唇清起 低声道 师弟 我有些饿了 她是真的饿 刚刚渡劫 耗尽了体内所有的能量 本来可以吃颗丹药恢复体力 但她犹豫了一下 把丹药丢到一边 林东方赶紧把她请进小院 先是端上来 一叠桃花糕 暗下萧锡月 对着那精致到完美的桃花糕 发呆不谈 美女发呆 对林东方来说也就那样 现在做饭要紧 煮面 这可不是简单的清汤挂面 而是极其鲜美的大补之面 先切好了葱花 放入一个面碗内 加入少许盐 旁边一个小砂锅 鸡汁的补 只有喝过的人才知道 而且鸡汁的鲜美 只需要一点点盐来点缀 不需要加别的调料 挂面这种东西 修炼界也有 还是纯手工做的发酵空心挂面 水开下面 轻轻晃动锅 用漏勺从面旁边轻轻推 防止下面糊了 这种面下锅几十秒之后 就要捞出来 不然就过了火 不好吃了 右手长筷子从中间一夹 左手漏勺从下面拖住 漏勺把面拖出锅 抖几下 直接放入旁边那碗鸡汁中 上桌 萧熙月刚刚吃完一块桃花糕 面前就多了这一碗鸡汁素面 琥珀色的鸡汁内 白玉一样的面条 规规矩矩地躺在里面 这些面规矩倒像是一条折叠的绸缎 只有尾部微微展开 像是细密的花蕊 翠绿的葱花在面汤上轻轻飘动 一如少女不安分的心思 蒸鸡汁之前 鸡被撕掉了所有的皮和油脂 面汤上没有一丝油花 鲜甜清香 丝毫不油腻 萧熙月第一次有种 想抱着碗喝汤的冲动 用勺子咬了一点鸡汁 送进嘴里 极致的鲜香在嘴里化开 一股暖流 裹挟着天地大道 充盈了她的身体 满足 舒服 以至于她的双眸 都出现了一丝迷蒙 微微咪了起来 甚至发出了一声轻盈 林东方摩鸡精去了 没见到萧熙月这新的状态 不然可能就走不动路了 磨盘其实不是用来磨鸡精的 用的是要粘 就是一个开口的底座 然后推动一个轮子一样的碗翼 慢慢磨 这碗翼还挺大的 林东方磨得很快 鲜香的味道飘散开 蘑菇配鸡 天生一对 以后炒块菜 终于可以多加几步了 炒菜加鸡精 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右手拿勺子沾一点鸡精 然后在锅边一敲 左手就开始颠勺 这该死的仪式感 最后加点料油 这小香味 哪儿的一声就上来了 萧熙月刷了碗 把碗筷摆在林东方标记好的地方 大师姐 小师妹 别人的碗筷混一堆也就算了 师姐师妹的 要单独放 至于圣主 她从来都是自带 萧熙月本想帮林东方磨鸡精 但突然出现的摇翅圣主 制止了她 熙月 这些东西你就别碰了 别遭见 啊不 浪费了 旁边来拎干水桶的沈浪 一听这话 差点一头栽进干水桶里 萧熙月可是摇翅圣女啊 心灵手巧 天生聪慧 从来不会遭见任何东西 不过等沈浪看到那鸡精上 飘着的天地大道之后 她不由地点点头 这玩意 要是交给别人处理 确实遭见 对于摇翅圣主的忽然出现 沈浪也没多想 在她看来 就算林东方 住进水晶仙宫也正常 嘴里咬着水晶膏 沈浪乐呵呵地 把今日份的干水倒进 太碎土 钟 再熬个两天就差不多了 旁边 王二虎问声问气地说道 浪帝 哥哥安想到了 老家用屎尿傲肥 虎哥别说了 我先把我嘴里 这水晶膏咽下去再说 我跟你说 人家那小子 吃这土 就跟老母猪拱槽子一样 呱唧呱唧的 哦 王二虎这人 别看长得憨厚老实 但也是个一肚子坏水的家伙 浪电 你再辛苦几天 俺先去和那两个家伙通通气 先让他们准备好钱财 王二虎扑扇一样的大手 想拍拍沈浪肩膀 但看了看对方 鲜柔的身板 收回了手 在他的大手前 沈浪的腰都撑得上势 隐隐一握 沈浪双眼放光 还是虎哥你够损啊 嘿嘿 俺们村就说俺聪明 王二虎得意一笑 蹲下身 用小木棍挑了一些泥土一甩 衣衫上沾染了一些泥点子 练气风 人家和周长青 得知萧细月渡劫之后 更加着急了 仙道原因像是一座大山 压在他们心头 若是他们没有结成 同样厉害的仙道原因 那以后还有什么资格 追求这位仙子 正当两人 想继续回屋吃土的时候 只见王二虎溜溜达达地上山 周长青和仁剑同时一愣 这位大师兄身上 怎么有股狠吸引他们的味道 等他们看到 王二虎一山上的泥点子之后 眼中顿时爆发出炽烈的光芒 他们现在手头的太岁土 只相当于一碗误道茶 要想短时间内 冲到原因境界 还成就仙道原因的话 起码也要三碗多 仁剑迎上王二虎施礼道 不知大师兄刚刚去哪了 嗨 天见风的沈浪 叫俺一起去后山挖土 害得俺都没看到圣女杜洁 王二虎一脸无奈地说道 沈浪那小子说 那土是什么太岁土 误道土 俺觉得那小子 多半是想用那土坑人 俺愣是没看出来 丝毫道愈 仁剑和周长青面面相去 他们知道 王二虎走的是 荔枝极尽的路子 没开天眼 看不出太岁土的门道很正常 但沈浪不同 那可是天见风青传大弟子 早已和他们一样 开了新建天眼 太岁土的玄妙 在他眼前无从遁形 想到沈浪那里 还有太岁土 两人呼吸顿时急促起来 王二虎 好心好意 得提醒二人 沈浪那小子 鬼点子多着呢 二位师弟可要小心些 别被那小子花言巧语给骗了 两人连连点头 多谢师兄提点 他们回到房间之后 一边吃土 一边掏出传音时 让家族多送点零食来 王二虎回屋换了身衣服 一边喝茶 一边吃着 从沈浪那儿来的桃花糕 美的很美的很 俺要是有这手艺 回村起码能讨三五个婆娘 入夜 林东方喜白白 双腿夹着被子 呼呼大睡 另一边 萧熙月在自己屋里默默打坐 妙音风 第二传承为天音 那第一传承是什么 她思考了很久 还是没有头绪 心情有些波动 她取出乐霜琴 打算弹奏一曲 来平复心绪 但想到林东方此时已经睡下 就小心地控制了声音 琴声只在她自己的小院内回荡 这一宿 林东方睡得有点不踏实 天音传承 一直在她脑海里回荡 她耳边一直有唢呐的声响 靠 老子的本命乐器 不会是唢呐吧 清晨 林东方满头冷汗地起床 唢呐这玩意 号称乐器流氓 之王 从穿透力 辨识度 以及传递情感来说 没有任何乐器能与之抗衡 可谓是一气压万气 一人一唢呐 镇压千军万马 各路乐队 林东方强忍着找个唢呐 吹一吹的冲动 进入厨房 准备今天的硬菜 鸿焖牛头 这道菜 她打算送到天剑峰 然后再请上乘大发 还有张大锤 青筋牦牛的头足 有二三百斤重 而且骨头坚硬 但是 在神痕玉铁菜刀面前 和豆腐一样好切 没用多少功夫 这牛头就被切开 之前做这牛头 她还用老板娘的牙刷 给牛刷过牙 要想牛头没异味 边边角角 甚至鼻孔里 都要照顾到 忙活了半天 才彻底搞定 这牛头太大 只能一半一半地焯水 焯水的功夫 卤牛头一定要重口 不然味道根本吃不进去 毕竟牛脸皮也是很厚的 调色用红曲米 这玩意是天然色素 还有酱油 加深颜色 还有黄豆酱啥的 杂七杂八的 等到牛头真正下锅 时间已经来到中午 这块三百斤的牛头 直接把所剩不多的调料掏空了 昨天熬料油 用去不少调料 开锅之后转小火 起码要六个小时 也就是三个时辰才行 然后最好在圆汤里 浸泡十个小时以上 所以 这道硬菜 明天才能开造 该去买调料了 她做的菜数量少 但分量却大 需要的调料不少反多 正好赶上萧熙岳出关 这件事 似乎可以请大师姐帮忙 一个师姐半个娘 师姐 我想下山去买调料 她颇为不好意思地 敲开萧熙岳的院门 随后直奔主题 萧熙岳点点头 也好 正好带你去趟乐器型 给你买一件入门的乐器 万宝峰是没有乐器型的 林东方呼吸一顿 昨晚刚梦到索娜 今天就要 被师姐带去买喇叭 萧熙岳认真说道 昨夜我已经感应到你 获得了天鹰传承 这传承战力其实很强的 可以给你防身用 修炼界远没有看起来这么美好 时刻都有人被杀 杀 林东方第一次听萧熙岳说这个字 萧熙岳的美眸中 有一丝沉痛和无奈 但修炼界就是如此残酷 每时每刻都有生命被夺走 林东方熟读各种小说 自然明白一个道理 天地宝物 能者得知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不同宗门的人坐下来商量着分宝物 做梦呢 这和蓝星那边一模一样 一点石油都能搞得乌烟瘴气 何况是这边能让人白日飞升的天才地宝 修炼界是个弱肉强食的事件 前晚那顿通天进大腰肉火锅 就是最好的佐证 如果成大发实力不够强 那么背下火锅的可能就是成大发 时刻就是那些大腰 想到自己做的饭菜蕴含天地大道 林东方点点头 他还真需要一门防身术 萧熙岳驾驭神红带着林东方 直接飞向宗门传送大阵 传送阵由各封手作轮流看守 不容有失 这是传送大阵 可以随时传送到南域各处 需要根据距离支付一些零食 萧熙岳给林东方介绍了一下传送阵的用法 然后祭出一百零食 他们传送到五千里外的刘云城 刘云城是一座人口数百万的巨城 繁华无比 摇池圣地低境界弟子的日常需求 都从这座巨城购买 在有这种大客户的情况下 刘云城只会越来越繁华 萧熙岳取出一顶斗笠 青纱遮住了她的无双容颜 毫不夸张地说 她只要露出真容 就是万人空相的场面 她在这刘云城太出名了 几年前 她曾以铸鸡九重地 修为在城外战胜一位名单境界的敌人 一战成名 先到了天籁乐器行 这是北斗星最专业的乐器行 在各大城池都有分号 萧熙岳 是你 俩人刚进门 旁边就赐来了两道锐利的目光 林东方扭头一看 发现那边是一个一身黑衣的少女 她身材很好 高挑且曲线玲珑 虽然没有林耀峰木青城那么成熟 但也足够有杀伤力 有萧熙岳九成多的水平 她脸上遮着青纱 遮住了那绝带绒颜 直露出寒光闪闪的双眸 这位是赤霞神朝的大公主 也是三皇子人间的亲姐姐 任薇薇 萧熙岳介绍了一下 公主殿下 这位是我的师弟 林东方 见过公主殿下 林东方礼貌问好 哼 任薇薇是为了给她那宝贝弟弟 送零食而来 来这乐器行 是为了看看 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她与萧熙岳和其余几位女修士 被常驻于几大榜单上 但萧熙岳位居任何榜单的前三 她只在某几个榜单上有名 甚至从未在某个榜单上排过第一 萧熙岳三个字 就是任薇薇心里的刺 让她十分难受 嫉妒 很正常 年轻一代的女修士 没有几个不极度萧熙岳的 她仿佛是上苍的杰作 没有一丝瑕疵 人微微张了张嘴 没有在这说什么垃圾话 转身走了 说啥都是自取其辱罢了 林东方从任薇薇的目光中得知了一切 厨房黑名单上又多了一个人 师姐 你要当心这个女人 她对你的极度已经扭曲到了极致 林东方曾经见过这种眼神 厨王大赛上 那个第二名就对她有过这样的目光 后来那家伙找人在她的饭馆里闹事 又是在菜里放苍蝇 又是到后厨家料的 要不是小饭馆里有好几个摄像头 她就栽了 萧熙岳心里一暖 微笑道 放心吧 我会小心的 林东方看向四周 发现这里啥乐器都有 琵琶乐琴笛子长销 乐器行掌柜 那是人精中的人精 一直乐呵呵的 从头到尾 她都当作没看到眼前发生的事情 更没有因为萧熙岳的出现而震惊 她还想保住自己这来之不易的职位 萧熙岳领着林东方走到柜台前 轻声对林东方问道 师弟 你左翼耳边响起了何种乐器的声音 林东方深吸一口气 心一横 琢娜 萧熙岳微微一正 乐器行管事的笑容僵住了 俗话说得好 琢娜一响 爹妈白痒 不是大喜 就是大桑 别说萧熙岳 就算是这管事 也没听说 那个乐道修者的本命乐器是琢娜 但 天籁乐器行还真有琢娜 不然也不敢说自己是北斗星第一乐器行 管事熟练地拿出几种琢娜 摆在柜台上 然后爆出价格 剩下多余一句话都不说 萧熙岳三个字就代表了乐器行家 在他面前品评乐器 那是自讨没趣 师弟 这根琢娜 由枯骨怀目和藏骨铜制成 要说杀伤力 还是这根最强 萧熙岳指着一根通体血白的琢娜说道 两种材料都是死气 极重之地才能找到的东西 林东方光是看了一眼 就觉得浑身发凉 耳边似乎响起了鬼哭狼嚎的声音 他觉得 这根琢娜 送走几十万人不成问题 看着活像是一根白骨打造的 一看价格 三万五千零食 可不便宜 萧熙岳轻声道 师弟尽管开口 就当是师姐替师父送你的入门礼物 要是看上了别的乐器也说出来 不要见外 林东方顿时有种被包养的感觉 不过他肠胃确实不好 应该吃软饭 那就这根吧 不过 我还想要一个二胡 二胡 萧熙岳疑惑地看向林东方 难道你之前就会二胡 林东方点点头 没错 但我只会一首曲子 他小时候看的一个电视剧里 某个大佬满血拉二胡 残血到处浪 那个大佬的曲子他很喜欢 于是就缠着村头老大爷 学会了拉二胡 那如此甚好 掌柜的又摆出几个二胡 林东方随便选了一个 这个不贵 几百零食 在林东方疑惑的目光中 萧熙岳又选了一根白玉桶索那 和红桶索那 这两根索那我和师妹用 萧熙岳的解释 让林东方和管事 都是一阵发目 想象一下第一仙子吹索那的样子 两人都有种要晕倒的感觉 有点离谱 不过没人跟钱过不去 管事急忙把索那 装进精致的盒子里 生怕萧熙岳反悔不买了 索那 这玩意可不是经常有人买的 提成最高 师姐 你真要吹喇叭 啊不 吹索那 确实想尝试一下 看着萧熙岳那认真的样子 林东方不好再多说什么 美女吹喇叭 怎么看怎么不搭调 哪怕吹萧吹笛子也好啊 不过萧熙岳不打算在这流云城吹 打算回庙英峰再说 两人往商队驻地那边走去 林东方需要的调料 食用油 量只会越来越大 不如找个商队定时送到瑶池圣地 这些东西的品质 林东方要亲自把关 找了个名字喜庆的商队 开始谈细节 此时 怒气冲天的任巍巍和人间碰了头 黄姐为什么发这么大火 任巍巍一拍桌子 含声道 哼 还不是看到了 你那梦中情人萧熙岳 人间先是一愣 然后大喜 萧仙子来到这流云城了 就在那天籁乐器行 她再给那个新来的废体挑选乐器 可笑 一个厨子也玩乐器 听到这话 人间眼中出现浓浓的嫉妒 萧熙岳对一个废体都这么上心 却从来没多注意她 任巍巍看到人间眼中的渡火之后 心里冷笑起来 脸上却迅速露出了微笑 三弟 萧熙岳可是第一仙子 你可要加油啊 任巍巍的话 就像热油浇在人间的那团渡火上 我会的 我一定会的 萧熙岳 我一定要得到你 谁也挡不住我 人间脸上出现了各种邪恶的表情 看到人间这癫狂的样子 任巍巍心中满意地点点头 只要他这个傻不拉机的弟弟 被萧熙岳弄死 那赤霞神朝的皇位 迟早会落在他的手里 他心中暗笑道 我的好弟弟 最是无情帝王家 若不是姐姐 我念及手足之情 就你这个脑子 能活到今天 任巍巍抿了一口茶 得意地笑了起来 然后皱眉问道 对了 你忽然要那么多零食做什么 五十万零食 可不是小数目 这已经是我这么多年的积累了 作为知名美女之一 任巍巍的舔狗也不少 每年收到的礼物 都被他换成了零食 黄姐 这瑶池圣地 最近有人挖到了太岁土 你看 人间压低声音 像是做贼一样 取出一尊小鼎 里面还有一斤多太岁土 这里面蕴含的是天地大盗 人巍巍猛地站起身 身后的椅子都被撞翻了 看到他震惊的样子 人间得意一笑 姐姐 这太岁土直接服下之后 就可以炼化其中的天地大盗 我现在已经突破到了宁丹九重 即将进入原因境界 人巍巍用手指 沾了一点太岁土送入口中 强忍着吐出这难闻泥土的冲动 咽了下去 让他这位养尊处优 娇生惯养的皇家公主 吃这杆水土 实在是为难了一些 但等他炼化了体内 凭空多出的一丝道运之后 眼中爆发出惊人的光彩 他终于看到了 超过萧细月的希望 见他如此 人间继续说道 这太岁土 可是我花了十万零食买的 而且昨晚我听说 天见风的沈浪 似乎又挖到了不少 我打算找他再买一些 人巍巍听到沈浪两个字之后 忽然长出了一口气 他笑道 要是别人不得话我不敢保证 但沈浪一定会急于出手这太岁土 人间一愣 此话怎讲 我特地让姐姐多带零食来 就是因为 沈浪不是简单人物 一定会狮子大开口 人巍巍轻轻摇头 你有所不知 沈浪这家伙 去年在忠狱的地城玩过头了 欠下一百多万零食的外债 沈浪现在最需要的是钱 他欠债这件事 要是闹到他师父耳中 恐怕免不了一个 万剑穿身的下场 想到天见风那位灰发剑神 人微微呼吸微微急促起来 脸上泛起一丝羞红 人间一愣 连他这种皇子级别的顽固 都没去过碧月修花店 沈浪那个看起来 人畜无害的俊小火丸的这么大 姐姐 这会不会是谣传 人微微冷笑 怎么可能是假的 这可是我的一位闺中好友 亲口和我说的 而且 你们男人都一个样 有钱了就知道到处浪 别以为你去烟花巷柳之地 我不知道 人间脸色一僵 甘笑几声 想到那地城 是天下最繁华的巨城之一 不少天骄都在那里 玩到迷失自我 人间觉得倒也正常 这太岁土 只要你分我一半 这钱你就不用还了 人微微把五十万零石丢给人间 眯着眼睛道 三弟 这太岁土 是你能否比得上萧熙月的关键 你可一定要拿下 人间拍着胸脯保证道 姐姐你放心 我一定会分你一半 她心里却冷笑 有没有一半 那可就说不好了 这姐弟俩都在算计对方 人间离开之后 人微微才冷笑起来 萧熙月 等我炼化了足够的太岁土 我一定要把你打落到尘埃里 踩在脚下 践踏你的尊严 人间冲到天籁乐器行 却扑了个空 问管事萧熙月买了什么乐器 对方三间齐口 管事副匪道 这小子恐怕脑子有问题 谁他娘的敢透露客户信息 找死 此时 林东方已经和萧熙月 回到了妙音峰 和尚队已经谈妥了 以后 每隔半个月 就会有上好的调料和食用油 送到瑶池圣地 这一次收获极大 他发现 这修炼界 还有花生油 菜籽油之类的食用油 还有一些地球上没有的香料 他都订购了不少 看了看大锅里的牛头 浓郁的香气 已经飘满了小院 小火再炖两个时辰 就可以关火闷了 午饭很简单 是林东方这几天一直想做 却没做的尖焦牛柳 牛里界 林东方这里用的是那几肉 反正这青筋牦牛大 那几肉也不少 切好之后要腌制 这腌制要仔细一些 毕竟是个快菜 腌制的味道 决定了最后的味道 葱姜拍烂后里面加黄酒和盐 把葱姜汁恶狠狠地抓出来 黏了孤姬的葱姜汁 倒进切好的牛肉里再抓 把所有葱姜汁都抓进牛肉里 然后再往被蹂躏过的 葱姜里加少量水 再抓一遍 师弟 为何不全都用投到葱姜水 萧细月就在一边 端个碟子递个碗杀的这活他 还是能干的 那样地化 肉里的葱姜味 就会压住肉的本位 得不偿失 而且 加第二遍葱姜水 是为了让牛肉更嫩 原来如此 萧细月都没想到 做饭还有这么需要注意的步骤 好比音律 乐器不经过仔细地调试 音色就会发生变化 最后出来的曲子也不完美 萧细月暗暗联想了一下 林东方继续对付这牛肉 等到第二遍葱姜水 完全抓进牛肉里 加一些白胡椒粉 五香粉 少许糖 抓匀之后 加一些淀粉搅匀 最后加点花生油 护姜提香 起锅烧热油 油温三成热之后 滑入腌制好的牛肉 要慢慢滑散牛肉 免得脱姜 半熟之后捞出 切记滑油不能全熟 不然等下再下锅炒 这肉就老了 漏勺里扔几片生姜 这样捞肉的时候 生姜的味道会被热油激发出来 垫在牛肉下 正好增香 滑一下油 这一步是为了 一会炒的时候好看 快炒的菜 基本都会滑油 不然姜就飞了 黏了呱唧的不好看 另起锅 葱姜蒜干辣椒下入之后 加入一咪咪盐 五香粉 麻椒粉充分爆香之后 下入青红椒丝和牛肉快炒 最后撒点自制的鸡精 再来一小汤勺料油 出锅 这香味熬熬的 萧熙月亲眼看着这牛肉 从切再倒入锅 最后倒出锅 上面蕴含的天地大道 是逐步增加的 特别是快炒的时候 天地间的道运 在快速凝入锅中 被那些食材吸收 林东方另起一锅 把之前切好的水晶莲藕 下锅翻炒 葱姜末 盐 足 清水 除了这些 其余一概不佳 炒莲藕用调料越多越遭见玩意 这里林东方用的是陈醋 毕竟这莲藕是完全透明的 用陈醋会让这莲藕 有点点琥珀色 反而更加好看 普通莲藕就别用陈醋了 搞不好就灰不拉几的不好看 莲藕下锅烹入一些陈醋 快速翻炒 留下醋香 炒走醋味 然后分三次加入一点点水 炒干水之后 莲藕也可以出锅了 又撕了一只卤鸡 切了些卤牛肉 上桌开灶 单以蕴含的道运来说 两道热菜远不如两种卤味多 但盛在更加精致 加了一根牛肉入口 软嫩爽滑的口感 和卤牛肉完全不同 牛肉外的汁水是香辣的 轻轻咀嚼 牛肉的香味在嘴中化开 再吃一口琥珀色的莲藕 没有太过丰富的滋味 微微的一丝醋味 把莲藕本身的鲜甜 更好地衬托出来 萧熙月再一次 被林东方的厨艺震撼 食不言情不语 两人低头吃饭 萧熙月吃饭 是无法用猛造这个词来形容的 很优雅 一手端着米饭 一手加菜 一口饭一口菜 不像林东方 喜欢把牛肉放在米饭上 使劲一下 全扒了嘴里 但暗中的姚池圣主发现 萧熙月下筷子的频率可不慢 待她吃了几次宴席 下筷子次数 还不如这一顿午饭多 姚池圣主啃着熏鸡 暗戳戳地盯着两人 林东方发现一个问题 萧熙月吃蒜了 第一仙子吃大蒜 这要是被别人看到了 绝对会惊得 眼珠子都飞出来 林东方是蒜了 炒牛肉用的蒜 不是蒜末 而是拍了一下就完事 而且炒的速度很快 这蒜也就三成熟 保留了大部分蒜味 和脆脆的口感之外 增加了不少香味 林东方很喜欢吃这样的蒜 萧熙月也觉得这蒜很好吃 甚至有点上头 三瓣大蒜 她吃了两瓣 林东方就捞着一瓣 吃完饭 刷碗这活被萧熙月主动承担下来 一身仙衣的萧熙月 卷起衣袖 露出洁白的藕壁 在那刷碗 刷得干干净净 赠量 林东方在那倒过二胡 自从当年一曲搞哭了十个大老爷们之后 她就很久没拉着一曲孤星独营了 换了一身青衫 黑裤子 黑靴子 仪式敢拉满 搬了一把椅子 在烤箱前 林东方深吸一口气 释放出封印多年的肌肉记忆 这首曲子 就算她死了 尸体还能根据肌肉记忆拉出来 已经烙印在了灵魂深处 萧熙月刚刚放好碗筷 就听到屋外传来 这低沉舒缓的曲调 好寂寥的曲子 萧熙月以音律入道 她自然能听出这曲中争议 这不是忧伤 只是寂寞 高处不胜寒的寂寞 举世无敌的寂寞 她好像看到了 夜空中有一颗耀眼的星辰 这星辰越耀眼 周围的星辰就越暗淡 最后 夜空中只有这一颗星辰显现 周围的星辰仿佛都消失了 原来灵师弟心中如此孤寂吗 而且 这曲子还给我一种劝说的意味 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不如急流涌退 萧熙月方心一动 有些刺痛 有种想把林东方拥入怀中 给她温暖的冲动 但没等她做出什么反应 二呼声戛然而止 林东方摸出了那感唢呐 还好这曲子我没忘 我试试这唢呐 林东方深吸一口气 把唢呐举起 双颊鼓起 眼睛瞪得溜圆 叭叭叭叭叭 厨房内 萧熙月忽然一阵眩晕 无力地扶住旁边的桌子 她眼前的异景 心里那份冲动 被这穿透力极强的唢呐 直接击碎 这股声音 让她如愈的肌肤 第一次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吵闹 但不欢快 寂寞 但又吵闹 陷入了一个无解的死循环 凝巴 矛盾 阁路 不对劲 林东方倒是自我感觉良好 她没想到 自己用唢呐 也能演奏出孤星独营 不知不觉间 她就把那天音传成融会贯通 唢呐传递出的 不是杀伐之力 而是肃杀 无声无息 摧毁生计 碰 远处 一个花盆直接炸开 更远处 路边的野花纷纷低下头 黏了 林东方见到这天地异象 之后急忙收手 路边的花花草草 可是无罪的 林师弟 这就是阴沙之力 萧细月来到林东方身边 她开启天眼可以看到 这家伙身边 此时有很强的音波在回荡 当然 是相对于林东方隐气四重来说的 很强 林东方恍然大悟 看了看手中的唢呐 又看了看一边的二胡 师姐 我好像悟到了什么 林东方挥了挥手中的唢呐 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 萧细月好奇到 师弟果然天纵之姿 第一次吹奏本命乐器 就有所悟 不知悟到了一些什么 唉 这唢呐 其实还真适合我 面对强大食材的时候 菜刀和杀猪刀 就投鼠记起了 比如一头牛 用刀万一捅坏了牛肚就麻烦了 所以用唢呐摧毁他的生机 保留下最完好的食材 而且 每次杀生之后 我还可以吹上一曲《聊表哀思》 当年我烧大喜的时候 倒也学过几段哀乐 还要喜了 萧细月哑然 这家伙 原来误的是这种道 太不正经了些 两种大道相得一张 挺好的 这位仙子 只能这么评价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宝贝师弟学的 到底是什么程度的哀乐 师弟 可否为我再演奏刚刚那一曲 用二胡就好 萧细月不好意思 只说听索娜吹奏孤星独营 是一种折磨 就像用指甲挠石板一样难受 啊 好的 林东方点点头 又把二胡搁在腿上 开始闭目演奏 萧细月又听了一遍 直接就学会了 他取出一根长枭 与林东方合奏 洞枭悠悠 宛如空谷传响 以他原因近的修为 这股寂寥的意境 随着音律传出去 很远很远 该种地了 林东方还惦记着 他在流云城买回来的葱苗 他扛起锄头 在小院外开始开荒 萧细月走过来说道 我记得你先前说 要做盐水鹅和盐水鸭 不如你先去弄那些 我来帮你把这些葱栽下去 林东方挠挠头 师姐 你还会种地 萧细月鸣嘴一笑 之前中过灵药 那就麻烦师姐了 林东方也没客气 把锄头和葱苗 递给萧细月之后 回到厨房 盐水鸭和盐水鹅 做起来 远比卤鸡和卤牛肉费功夫 先把三只鸭三只鹅 处理干净 丢到水里泡着 然后炒盐 里面加点回香 林东方一次性搞了50斤的盐 免得以后经常炒 回香和盐炒好之后 磨得细细的 鸭和鹅泡出血水之后 瀝干水分 然后细细地用炒好的盐 给它们做全身按摩 这一步最费时间 里里外外边边角角 都要涂抹均匀 然后把它们放进缸里 慢慢腌制 最少也要8个小时 而这还不算完 这只是第一步验 还有第二步泡 要用冷卤汤泡上10个小时 最后才能下锅 但想要东西好吃 就不能怕麻烦 以后要学一些 快速给鹅和鸭抹盐的功法 不然效率太低了 林东方一边调制卤水 一边暗暗嘀咕着 此时妙音风下 周长青穿着一身白衣 迈着极度讲究的步伐上山 他手中捧着一尊小鼎 这是他昨夜辛辛苦苦处理好的 太岁土 不光没了那难闻的意味 此时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心香 他要把这石巾 太岁土 送给萧熙月 来表达他的诚意 这一次 他刚刚走到半路 就看到了那道 让他魂牵梦绕的身影 不过 好像这位仙子正在种地 修者都会种一些灵药什么的 但萧熙月手中拿的那些幼苗 怎么看也不像是灵药啊 萧仙子 你这是 在栽种什么灵药 一身白衣飘飘 圣洁而出尘的萧熙月 认真的答道 不是灵药 是葱 周长青实话 他无法想象 萧熙月种葱的动机 莫非这位仙子 喜欢吃煎饼卷大葱 不能吧 不可能的吧 谁能想象出 第一仙子吃煎饼卷大葱的样子 周长青使劲摇摇头 把这个恐怖的想法赶出脑海 萧熙月种葱 自然不是弯腰厨地 蹲地上栽葱 他祭出一把长剑 挥舞几下之后 地上就出现了笼沟 然后一挥手 一颗颗葱苗 就规规矩矩地落在笼沟内 最后一跺脚 泥土翻涌 肥沃的土壤就合上了 然后开始栽种一些其他小菜 这些都是种子 他分门别类地 开辟出专用的小菜地种下去 他还现场砍了一些竹子和木头 做成标牌插在田地前 捐秀的小字注明 这块地里种的是什么 小白菜 胡萝卜 高脚菜 周长青脸色发木 萧细月此时认真的样子 一如他抚情时候的样子 足以令众生倾倒 他是所有男性修者 都为之疯狂地存在 他是所有人公认的仙子 周长青深吸了一口气 仔细检查了一下四周 发现他并没有走进迷阵中 他又原地蹦跌几下 拍了拍自己的脸 检查了自己的神识 发现也没有中了什么换手 他眼前发生的事情 是真的 他视为仙 视为完美的女子 怎能在这种田 种田这种低贱的行为 简直就是玷污仙子啊 我怎能看得下去 算了 我来种也好比仙子来种 看他种离我心好痛 周长青心中在哀嚎 他看不起凡人 更看不起种田这种行为 他长青一咬牙 心意横地说道 萧仙子 我帮你吧 谢谢周师弟的好意 我还是自己来吧 萧细月的果断拒绝 直接让周长青愣在原地 周长青深呼吸几次 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想法 萧细月一定是在体验凡人疾苦 挨恋心 他觉得一定是这样 于是恭为道 萧仙子以种田这种方法 练心 真是另辟蹊径 令人叹服 萧细月摇头 我并非在练心 单纯的种田而已 话说到这份上 已经很明显了 别打扰我种田 快走吧 呃 那莫非是被独孤师叔责罚了 周长青干巴巴地问了一句 他实在无法接受萧细月 单纯种田 这个与 仙子 形成巨大反差的行为 萧细月这一次 只说了两个字 非也 那 那是为何 难道是因为帮林东方修炼除道 哈哈 这怎么可能 周长青说出最后一个猜想 不过他自己都觉得好笑 但 不错 我在帮林师弟种菜 周长青忽然眼前发黑 双耳边嗡嗡作响 头晕目眩之间 他甚至不敢确认自己 刚刚听到了什么 萧细月种完了最后的韭菜之后 满意地看了看这一大片菜地 他总算在师弟的除道上 有所帮助了 看到萧细月转身要走 周长青强打精神 跌跌撞撞地走过去 失魂落魄的样子 哪还有天玄书院得一门声的样子 萧细月 我前两天得到了一些 太岁土 特来送给你 他解开那尊小鼎的封印 丝丝缕缕缕的天地大道浮现出来 萧细月摇摇头 此物珍贵 我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一语双关 他知道周长青能听懂 周长青急了 他大声道 萧细月 可否给我个机会 本来他是不会问出这么低智商问题的 但看到萧细月给林东方种菜 实在是对他打击太大 不可 萧细月声音淡漠 姚池圣主 教给他最重要的一个道理就是 说话不可以用模糊的字眼 可以 或者不可以要说清楚 免得有人自作多情 周长青脸色顿时惨白无比 萧仙子 难道是因为林东方吗 不是 不管是不是 萧细月都要回答不是 免得周长青 极恨林东方 那你为何帮他种菜 他是我清传师弟 如果没有别的事就请回吧 清传师弟 四个字如同重锤一样 敲在周长青心口 他一直以来忽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林东方其实是和萧细月 住在一座山上的 彼此的小院相距不过百米 而且 妙音风上不过四个人 朝夕相处 难免日久生情 想到这里 周长青对林东方产生了杀意 萧细月敏锐地感觉到了这股杀意 记在了心里 周长青面色阴沉地离开了 等他走之后 王二虎从远处走来 没说话 只是对萧细月失了一礼 萧细月微微点头 没多说什么 王二虎没有跟上周长青 他闻到了一股新的卤汤的味道 他眉头微微皱了皱 这样搞下去 以周长青的脑子 没准能发现太岁土 和这妙音风的联系 有了 王二虎忽然一拍大脑袋 得意地笑了出来 他直奔御兽风 御兽风是摇池圣地最大的山风 甚至可以说山脉 绵延一百多里 漫山遍野的灵兽 此风有个最重要的地方叫做 浊池 通俗说点就是化粪池 各种灵兽满兽的粪便 都会收集到这里 欧肥 然后送到灵兽风去 王师兄 你怎么都空来这里了 嗨 和人打赌书了 俺帮忙把肥料送到灵兽风 那有劳王师兄了 王二虎把这些臭气冲天的玩意 收走之后 送到灵兽风 然后去找了沈浪 装肥料的那个大桶里 多少有点残留 我靠 虎哥你这也太狠了点 沈浪捏着鼻子 这位实在是太冲了 蛮兽灵质不开 不懂得完全炼化食物中的能量 所以这肥里 是蕴含着大量灵力残渣的 然后就对那股味道有所增幅 没招啊 灵师弟那边拎过来的 干水香味不盖住的话 我怕那俩傻子猜到什么 王二虎探探手 他能有什么办法 又不能把那两个傻子的鼻子堵住 沈浪想了想 还真是这么一回事 哎 没办法 只好这样了 我可怜的院子啊 沈浪苦着脸 这么搞下去 他这个院子以后没法住人了 诺 这是哥哥我从灵耀风 给你求来的百香镇 布置下去 就可以把味道圈住了 灵耀风 那群疯女人一听 是为了灵师弟 真是要啥给啥 王二虎丢出一本阵法图册 沈浪大喜 这可是好宝贝 当然了 灵师弟在灵耀风的师姐们眼里 估计是最重要的宝贝疙瘩 虎哥 你叫我的那些招数我都用了 想来人间和周长青家里的某些人 都知道我在地城的 英雄事迹 王二虎一叹 浪帝 为了坑那俩孙子 你受委屈了 多好一个小伙 现在已经被传成一个 贪恋烟花向柳之地的顽固了 这算啥 还不是为了赚钱 百万灵师到时候 我能提升十万呢 沈浪挺胸抬头 他要是不付出些什么 这十万灵师 他还真觉得烫手 他身无常物 浑身上下 也就这清白醉之前 妙音风上 林东方搞好了 盐水系列的老汤 一半继续 闻火保持微微沸腾的状态 一半流到 晚上炮制腌制好的鸭鹅 东方啊 哟 圣女也在 山下传了一声嘹亮的吆喝声 程大发喜气洋洋地走上山来 满脸的笑容 好像当了新姑爷一样 见到萧细月之后 他笑着打了招呼 程前辈 萧细月失礼 姚池圣地内 这些手作辈份十分乱套 程大发是最老那一辈的手作 单说辈份 甚至是姚池圣主师爷爷那一辈的 所以 一般来说 都叫某某前辈 而非师叔 关系一般就叫某某手作 程前辈今天这么高兴是 遇到什么喜事了 林东方把程大发请进小院 端出来一碟水晶桃花膏 得益于萧细月祭练的桃花状模具 现在这份高点的颜值更上一层楼 萧细月在一边欺查 程大发先是震惊于这高点的精致 然后又看了看这对师姐弟 怎么看怎么般配 但他不是乱点鸳鸯谱的人 没多说啥 而且 他也是有那么一丢丢私心的 东方啊 我一早出门打练 可搞到好货 程大发献宝一样 从他的万寿骨顶里拎出来一只羊 程前辈 这修炼界真不是盖的 这羊有地球那边成年水牛那么大 也不知道程大发用什么方法杀的羊 反正从外面看没有任何伤口 这羊和山羊长相差不多 只是通体雪白如玉 脚和蹄子都像是象牙一样洁白 御龙峰雪羊 程前辈 明着一早出门去的可庭院 萧细月见识广博 一眼就认出了这羊的来历 林东方好奇 御龙峰 那是什么地方 萧细月轻声道 御龙峰在南域的北面 距离咱们摇池圣地有十几万里 乃是一座极其雄伟的雪山 传说有一条真龙被镇压在那雪山之下 御龙峰有三宝 一是这雪羊 二是雪莲 三是冰鱼 这羊吃的都是雪山上的药材 甚至偶尔还会吃到雪莲 乃是大补之物 所以这羊是鲜艳上必备的食材 听完萧细月的介绍 林东方眼前冒出炽烈的光芒 这可是顶级的食材啊 一盏厨艺的时候到了 程大发黑黑一笑 冰鱼也是鲜艳必备的食材 这种鱼只能在冰层下的灵泉中存活 温度稍高就死 这冰鱼不是有修为的鱼 只是能在御龙峰上生存的繁鱼 但味道甚至超过一些鲫鱼 萧细月看向程大发 程前辈 这御龙峰可是那天玄书院的地盘 你花了多少零食买来的 程大发怂怂间 也没人拦住我要钱啊 林东方和萧细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感情这两种顶级食材 是程大发偷来的 东方啊你会不会坐鱼咬羊 就是鱼汤里有羊肉丸子 你能不能帮我做一盘 剩下的鱼和羊就算是筹鸡 程大发搓搓手 满脸期待地看向林东方 林东方记上围裙笑道 前辈先在这等一会 我这就做 这道菜不难 算得上是家常菜 而且总算有人来点菜了 一个厨子最厉害的地方 不是有多出名 而是随便来个客人点一道菜 就能做出来 我先帮你把这羊稍微处理一下 程大发身形幻灭一下 片刻后 那只羊一身血玉一样的皮毛就不见了 内脏被摘出来 放在盆子里 脑袋被放在了一边 光速去世 这就是杜杰镜的实力吗 可怕 林东方在心里暗暗羡慕了一下 然后把手放在了羊身上 炼化着羊肉中的力量 这只羊和那青筋牦牛一样 都是宁丹九重的蛮兽 灵质未开 但是肉身极其强横 那一对玉角 堪比原音镜的匕首 锐不可当 天地间灵气阵战 雪羊体内的力量 被天地大道牵引进林东方体内 然后开始反哺天地 在此期间 林东方的身体 经受了天地大道 和这血肉之力的双重洗礼 我怎么觉得这除仙体 才是上天真正的串 程大发一脸羡慕 玉兽风的传承 有一种就是用蛮兽血肉之力 淬炼身体 但却无法勾动天地大道 效果比林东方这差远了 萧细月忽然说到 明以实为天 莫非除仙体的奥妙 就在这五个字内 天 程大发忽然一探 抬头看了看天空 天飘渺 献无踪 我不敢下什么定乱 林东方此时对非仙经 和天鹰传承的理解 更进一步 修为更是在疯涨 不多时 羊肉里的力量 被炼化个干干净净 他的修为 突破到了隐七六重 力气便大了不少 下刀要注意分寸了 寻了个萝卜切了切 适应了自己现在力量之后 林东方切下一些羊肉 又切了一点猪五花 两种肉夺成肉泥 五花肉油脂丰富 可以提香 也可以让羊肉丸子更加软淡 肉泥中加一点白胡椒粉 黄酒 盐 酱油 抓匀 这羊肉丝毫不删 甚至还有一点点清香味 所以各种配料没用多少 再加入少量葱姜水 顺一个方向 用每秒二十转的速度 萌萌搅获上进 每转一百次摔大一下 转一千次之后 完事加入一些淀粉 一个蛋清 再来一千次 林东方终于发现了 自己引气六重修为的用处 以前在地球上 哪有这手速 最后封点油 放在一边备用 处理冰鱼 挑出三个倒霉蛋 都不用照脑袋敲 遇到常温水这三条鱼 直接就嘎了 尾巴跟那里切一刀 拎着鱼嘴 把鱼竖起来放血 鱼血未兴 且影响肉的颜色 然后去灵具塞去内脏 检查了一下 还有鱼牙 扣扔了 鱼表留着以后炒辣椒 这玩意不能放进清汤里 胶原蛋白太多 影响汤的口感 林东方习惯性地用刀背 顺着鱼鳞方向刮了刮 多少刮出点粘液 洗干净 检查一下鱼肚子 发现里面没有黑膜 有黑膜的鱼就要 把黑膜刮了 鱼身上来两刀 方便入味 起锅烧热油 热油倒出去 加凉油 三条冰鱼放进去煎 像林东方这种熟练手 就不需要在热锅凉油的时候 还要放盐 防止粘锅了 煎鱼的时候 贯彻敌不动我不动 稍微转动锅 发现鱼自己动了 就稍微大力一些晃动锅 让鱼在锅里充分熟悉地形之后 漂亮一个翻锅 三条鱼整整齐齐地翻过身继续煎 当然 在林东方还是学徒的时候 都是老老实实地 用锅铲和筷子翻鱼 鱼两面煎好后 倒入热水 葱姜 这种不腥的鱼 没必要放酸 快火鱼慢火肉 大火十多分钟 烧出白汤 改小火 四开飞开的汤正好 把葱姜捞出去 开始挤羊肉丸子 右手抓一把羊肉 稍微一用力 从虎口处挤出一个丸子 左手拿小勺子 把丸子扣下来 放进鱼汤内 等到丸子都下锅 熟透之后 加盐调咸淡 林东方咬出一勺汤 倒进碗里尝了尝 眼前一亮 鱼羊 先 程大发差点把锅抢了去 圣女 东方啊 我这待会去慢慢吃 你们先聊着 我走了 程大发把这道心心念念 数百年的菜 封进顶内 直接溜回玉兽风 一路上把杜杰镜的实力 发挥到了极限 生怕有手作注意到他 然后来抢 叫过来大弟子 嘱咐了一句之后 他就把自己关进密室 取出一壶好酒 开始细细品味 先喝了一口鱼汤 温润的鱼汤咸淡适口 没有任何杂味影响他品味 这一口极致的鲜 程大发眯起眼睛 舒服地叹息一声 他觉得自己仿佛一步 来到了天外 化作一条鲲在心海中畅游 鱼肉血白细嫩 入口就化作极致的鲜香 冰鱼只有一根主刺 是一种可以大口吃的鱼 程大发深吸一口气 把一颗羊肉丸子送入口中 轻轻一咬 星空中一颗颗星辰炸开 里面是香浓的滋味 这丸子不同于鱼肉 软弹有嚼劲 但绝对不柴不硬 血羊肉本身就细嫩 更吸收了猪肉的油脂 想不想不嫩都难 再加上反复摔大上镜 简直都能在嘴里弹跳 程大发擦了擦眼 脚得泪滴 七百年了 终于又吃上这一口极致的鲜了 他长须短叹 七百年前 他偶然在一座普通人城池 吃过一次鱼咬羊 他念念不忘到今天 闭关百年后 再去那座城池 没有丝毫修为的厨子 已然逝去 他也曾请过鲜艳厨子 做这道菜 但是那里面放了 杂七杂八的灵药 虽然也好吃 但却不是这种极致的鲜美 至于别的普通厨子来做 不是汤愁了 就是丸子没搓好 小院内 林东方在想 明天要做什么菜 三位手作 这青筋牦牛和雪羊 足够做出一桌丰盛的宴席 鱼咬羊 炖牛头 盐水鹅 爆炒羊杂 四道菜了 林东方再歪歪扭扭地写着菜单 萧细月实在看不下去了 不是因为字丑 而是因为林东方握笔姿势不对 师殿 你先别写了 我叫牛毛笔 萧细月坐在一边 玉手捏住一根毛笔 展示给林东方看 原来是这样啊 林东方观察了一会 调整了姿势 然后继续写字 虽然还是不咋好看 但有所进步 不对 你这里 萧细月笑着摇摇头 起身走到她身后 微微俯身 一缕绣发落在林东方的脖子上 她觉得有点痒 萧细月捉住她的手 纠正了她的姿势 威风送来了点点心香 缭绕在林东方鼻尖 这一刻 风声不吵 阳光温柔 绝美的仙子 再叫一个英俊的少年写字 温馨浪漫 然而 萧细月手把手 教林东方写下的四个字是 爆炒羊杂 萧细月的手温润细嫩 林东方说不上来这种触感 不过写字重要 她也不想 自己写的菜单 谁也看不懂 于是重写 萧细月点点头 这回好多了 林东方继续琢磨 蟹粉虾子烧牛蹄筋 红焖羊排 六道菜了 这样 送情帖的时候 让三位前辈点菜吧 看看他们喜欢吃什么 林东方写了三封情帖 这时 王二虎送来了那些大铁锅啥的 林东方要开锅 送情帖 这活落在萧细月身上 大锅小锅个六口 入手不中 但绝对结实耐用 张大锤毕竟也是通天九重的 练气大佬 这锅随便丢出去一口 都能让那些顶级酒楼疯抢 用了一些猪肥肉开了锅 然后把几锅老汤转移了一下 他这边忙活完 萧细月也回来了 我看看 张前辈点了一道红烧肉 成前辈点的还是鱼咬羊 他是有多爱这道菜 看到最后一封回铁之后 林东方一蹦三尺高 然后他又仰着脖子 看向那张纸 眯着眼睛看 仿佛上面有什么绝世大恐怖 纸上 字迹工整 圆润 虽然没有任何锋芒 但林东方还是能在那六个字上屏 悟出一股威压天地的恐怖剑意 越是感悟 越是觉得 这股剑意仿佛可以斩尽星辰 那六个字是 西红柿半白糖林东方 眼珠子都快飞了出来 西 红 是 半 白 糖 他一字一顿 咬牙切齿地 把这个菜名读了出来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这张纸 他无法想象 那位灰发健神 不苟言笑 寡言少语的男人 是处于什么心态点的这道菜 两千多岁的人啊 点菜风格 像个两千多天的孩子 萧细月也是一阵无言 堂堂摇齿圣地第二高手 杜杰静的大佬 点了一道西红柿半白糖 说出去绝对没人信 算了算了 算是一道凉菜 林东方深深呼吸 他是一个厨子 别人点什么菜 他都能接受 虽然他不确定 西红柿半白糖 到底算不算正八斤的菜 而且他现在反而有些期待了 那个冷漠的男人吃这道菜的样子 到底会是什么呀 光是想一想 都让他有些想笑 一个灰发冷酷帅大叔 吃西红柿半白糖 算上红烧肉和西红柿半白糖 八道菜了 再添一道菜吧 炒牛腰子 林东方满意地写好了菜单 放在一边 师弟 这回帖上的建议 是独孤前辈为你准备的 你若是用心体悟 说不定可以领悟到剑道 萧细月把独孤号的回帖 摆在林东方面前 林东方摇摇头 师姐 而且剑这玩意对食材伤害大 对我来说真没啥大用 他是针对剑不感兴趣 好好的一块牛肉 被剑戳的都是窟窿 多浪费啊 师姐你腐秀有剑道 还是你餐物比较合适 我得去买一些上好的五花肉 还有虾子和螃蟹 萧细月定定地看了林东方一回 轻轻一探 也罢 那我先餐物一下 以后再教你 这建议足以在这纸上数百年不消散 不是一餐物完就消失的低端货 南域很大 有内海 所以在刘云城能买到海货 林东方又去了刘云城采购了一番 等他回来 时间已经将近傍晚 萧细月感悟到回帖上的建议 又去闭关了 修炼就是这样 十年时光有九年是在闭关 所谓洞中方七日世上 已千年不外如此 没人像林东方这样 做个菜修为实力就会疯涨 起锅 蒸螃蟹 修为又增加一丢丢 美滋滋啊 螃蟹自然是洗刷刷干净的 蒸螃蟹的功夫 林东方开始处理 已经充分泡水的牛蹄精 牛蹄精 牦牛的最好 一个蹄子大概一斤蹄精 这青筋牦牛的蹄精 他惦记很久了 若非报答独孤浩和张大锤 打造厨具的恩情 以及这牛本是御寿风送来的 他还真舍不得这宝贝蹄精 蹄精无本位 所以需要入味 林东方做过所有蹄精中 这一道虾子蟹粉烧蹄精 独占凹头 一个经常上电视的老大爷 总去他的小饭馆 吃这道菜 青筋牦牛的蹄子 远比一般牦牛 大得多得多 所以拆出来 能有20斤蹄精 泡了一下午的蹄精 本就不多的山味 散发得差不多了 起锅烧水 花椒生姜黄酒 蹄精丢进去 水开了都捞出来 然后另起锅 稍微加点香料 把牛蹄精煮熟 香料味道不能太重 不然影响 明天鲜味入进去 蹄精处理完 旁边的螃蟹也熟了 开始拆螃蟹 边吃边拆 海鲜这玩意 现吃现买 林东方没买太多 但也带足了给萧熙月 和火灵的量 结果火灵没出来 萧熙月反而也进去了 算了 多拆点做成蟹粉 改天包蟹粉汤包 有了修为之后 拆蟹越发得心应手 效率翻倍 拆好了螃蟹熬猪油 熬好猪油 开始炒蟹粉 锅中下猪油 姜末爆香之后 把姜末捞出去 先下蟹膏蟹黄 缓缓熬到金黄透亮后 下入蟹肉 加胡椒粉 一点黄酒去腥增香 等到蟹肉吸碎吸碎的关火 盛出来放凉 林东方又去处理羊杂 洗干净地放在一边 最后把一边腌制好的鸭 和鹅处理一下 丢进冷汤中开始浸泡 检查了一下牛头 锅下面的火震 因为有定时 所以自动关闭了 林东方为了保险起见 把那块零食扣了出来 丢在一边 这可是明天的主菜 在姚池圣主怨念的目光中 他在牛头锅旁边贴了 只可喝汤的纸条 林东方知道 一直有人在偷嘴 但就是不知道是谁 他怀疑过林耀峰的那群尸姐 怀疑过是萧熙悦 甚至怀疑过是那位一直在闭关 还从未见过面的便宜师傅 独孤梦 唯独没有怀疑 是姚池圣主 那可是圣主啊 北斗星最强的女人之一 能贪嘴他这点玩意 可他前脚刚出厨房 姚池圣主就湿湿然显化真身 先成了一碗炖牛头的汤 然后从玉盒中 抓出两只蒸馅 又暗搓搓地 切下来五斤卤牛肉 现在看来 半个月一次手作宴席 一个月一次的百人份卤味 是正确的决定 看着林东方 刚刚在厨房忙得跟陀螺一样 姚池圣主心中微微一痛 一个人准备这么多菜 也太累了 其实这些活比林东方 当年当学徒的时候 已经轻松了很多 而且修炼界的食材意味不重 光是处理羊杂 就省事了无数倍 此时已经是深夜 姚池圣主回到折仙峰 坐在悬崖边上 一边看着远处的妙音峰 心疼了一会林东方之后 姚池圣主越吃越快 不多时把这些东西都造完了 肚子里的蝉虫 反而越发嚣张起来 眼水蛾 还有提惊 姚池圣主眼巴巴地看着 在床上睡得四仰八叉的林东方 她恨不得 现在就使劲转动一下北斗星 让白天迅速到来 不用怀疑 她能做到这件事 尽管北斗星是最坚硬 最难以撼动的星辰 清晨到来 林东方伸个懒腰 从床上爬了起来 昨晚梦到的那个美女 长得帅就是罪过 林东方闷骚地照了照镜子 骚包一笑 暗中 姚池圣主脸色一红 没想到这小子 居然有所感应 当然也跟他盯得太紧有关 在小院里打了一套军体拳 林东方走进厨房 先把鸭和鹅 从冷炉里捞出来 用开水烫进表皮 然后丢进旁边的热汤内 当然 林东方没有忘记 两个最关键的点 要点之一 是要把汤灌进鹅体内 倒出 再灌入 往复几次之后 让鹅里外温度一样 这样可以保证 鹅里外同时熟透 第二就是火候 不能太旺 卤汤四开 飞开的状态最好 与其说是卤熟 不如说是焖熟 这样焖出来的肉才软嫩 而且皮还不烂 有些嚼劲 皮下的油也虾儿不腻 盐水鸭如法炮制 这里林东方偷懒了 本来鸭子的工序 还要多一两步 它为了节省时间 摸鱼就没那么复杂 而且 本来盐水鹅和盐水鸭 就是亲兄弟 一个小时之后 摇池圣主眼巴巴地 看着盐水鸭和盐水鹅 摆在那里冒着热气 盐水系列的鲁味香味 并不浓烈 只有吃到嘴里 才能知道 那真正的鲜美 摇池圣主猛咽口水 丝毫没有绝点强者 该有的样子 反正 他隐身于虚空中 谁也看不到他 他觉得 他今天要是吃不上这一口 三百年都睡不好觉 林东方取出两个小砂锅 分别丢入鹅和鸭的肥油 熬出油来 然后冲入一些各自的老汤 最后把之前 就处理好的鸭杂和鹅杂丢进去 谁不爱吃鸭肠子呢 还有鸭和鹅的舌头 时间不用太久 关火在那闷着 林东方把这些鸭和鹅 全身上下安排得明明白白 暗中的摇池圣主 趁着林东方不注意 用秘书顺走了 两段鸭肠和鹅肠 这小子真是个怪胎啊 做什么东西 都这么好吃 由于宴席是正午开始 所以林东方还不太着急 晃晃悠悠给牛 既安排好了之后 开始做早饭 有老汤之后 林东方的早饭都是面条 老汤面 缩一百年 一千年 一万年缩吃不够 况且他现在有四款老汤 姚池圣主在暗中吃着鸭肠 喝着老汤 林东方在那缩面 其实姚池圣主 还是抹不开自己的圣主面子 不好意思出来 直接要早饭吃 其实这也是林东方 有意无意的疏忽了 在他印象里 姚池圣主 是比独孤号 还要冷漠几倍的人 还是先不贸然邀请得好 忽然 姚池圣主猛然看向折仙峰方向 三封精致的琴铁 落入水晶仙宫 是程大发 张大锤 独孤号分别送去的 自然是请他中午赴宴 这一刻 北斗星都微微震站了一下 要说姚池圣地谁最闲 不是整天摸鱼的外门弟子 他们好歹还有课业 内门弟子 要负责本封一些事情 更是忙得跟狗一样 清传弟子事情不多 但是他们天资卓越 动辄要闭关 各封手作 要统筹本封事物 姚池圣主 修炼 他已经达到了一个 很难走出的瓶颈 事情 没有 所以 他可以整天藏身在 林东方的小院 四季偷吃偷喝 他觉得 这样挺好玩的 时间退回到一个小时前 天见风上 程大发和张大锤 拉着独孤号在那喝茶 他们讨论了一晚上 决定还是把圣主请来比较好 程大发晃了晃手中的请帖 今天要是不请圣主来 估计他以后几百年 都不会有好脸色 张大锤摇摇头 以圣主的境界 应该不需要林东方的菜肴了吧 程大发低声道 上次在林东方那里吃火锅 圣主一个人造了两千斤肉 张大锤愕然 瞳孔地震 他无法想象 当年那个再练气风 胡作非为的小丫头 狂造两千斤肉的样子 独孤号一言不发 在一边专心地 给杀猪刀开刃 不时地 还朝一边的一块软木桶一下 试试手感 程大发凑过去端向一下 那杀猪刀不停地点头 他笑着问道 闷狐咯 你觉得圣主现在能在干嘛 独孤号淡然道 前天萧熙月度节 圣主第一时间显化在妙音峰 折仙峰和妙音峰之间 并无空间撕裂的迹象 一言惊醒梦中人 程大发和张大锤哑然 看来 圣主是住在妙音峰了 圣主该不会在妙音峰偷嘴吧 有可能 圣主不可能向我们随心所欲 毕竟要端着架子 看来要请他来赴宴 唉 当圣主也难啊 圣主人设沉重无比 在手座们看来 还是千年前的那个小丫头 但在无数弟子看来 圣主就是他们的信仰 于是 三封擎铁 飘入水晶仙宫 摇池圣主 看着三封擎铁 开心地笑了起来 他换下凤袍 改穿一身鹅黄色的衣裙 把头发放下来 简单地扎了一下 插了一根簪子 更显得灵动活泼 万事俱备 就等中午了 灵东方看时间差不多了 把鱼咬羊用的鱼和肉泥都处理好 先做鸿焖羊排 这道菜有两种做法 一种差不多 是和红烧猪排骨 同样步骤的来 另外 一种是香辣口的 灵东方决定用第二种 先前整盐水压 空闲期的一个小时 他已经把羊小排剁好了 丢入水中浸泡 这雪羊个头大 所以单根排骨 剁成一段段的 要是普通的羊 就两根排骨一起剁 快大吃着过瘾 先前自己做的火锅底料 还有一些 今天正好用上 这道菜用的重要调料之一 就是孜然 然后姜片 黄酒 葱蒜不要 排冷水下锅 加点姜片和黄酒 炒出最后的血沫 温水洗干净 放在一边 先炒了一些糖色 放在一边备用 点火 灵东方表情认真起来 像是面对一个恐怖的敌人 冷油锅冷油 下入火锅底料和姜片 小火炒出香味 火大了 容易让底料里的辣椒碎之类的糊掉 然后就完犊子了 等到香辣味使劲往鼻子里 钻的时候 下入孜然 灵东方眯着眼睛 享受了一下这股香味 这是胜利的味道 熟干辣椒融一壶 这个强敌被他斩于马下 自然 羊肉的好朋友啊 灵东方念叨了一句 然后把羊排丢进锅里 慢慢翻炒 刹那间 羊肉上滚满了 红亮喜庆的颜色 然后倒入刚刚炒好的糖色 充分翻炒 把这红润保护住 有老抽的话 就没必要炒糖色了 然而 这修炼界 没有老抽 羊油炒出来 再被瘦肉吃进去 羊肉混合了自然的香味 让灵东方刚刚血满了 老汤面的肚子 我必须要整烧烤 炒这个过程需要几分钟 要慢慢来 然后加入热水莓果羊排 再来一碗黄酒 盖上锅盖 小火慢慢咕嘟 开始做红烧肉 这道菜 天南海北的做法都不一样 各花入各眼的一道菜 锅烧热 上好的带皮五花肉皮 朝下放到锅里烙一下 这是去除猪皮腥味的不二法门 当然也可以选择更干脆的方法 把猪皮剃掉 但那样的红烧肉 就不算完整了 等到猪皮金黄色之后 放到水盆里清洗猪皮 要洗干净 不然到时候有糊味 发苦 以林东方的刀工 自然可以用菜刀代替钢丝球 来干这个活 起锅烧水 葱段姜片 黄酒 五花肉丢进去煮上一回 进一步去除杂味杂志 也方便等会地炒制 煮肉的时候 林东方给一些煮熟的鞍唇蛋包壳 他多少带点丝心 红烧肉里的鞍唇蛋贼香 他不怎么爱吃五花肉 独爱着鞍唇蛋 当年新手时期的他 不会加鞍唇蛋 因为一个搞不好鞍唇蛋破了这菜的品香 也就破了 捞出肉过一次温水 清洗干净 擦干 切成合适的快 想到张大锤似乎是个小老头 这肉块切得比正常的稍微小一些 姜片 一把小葱打个结 八角香叶之类的调料放在一边 起锅加油滑一滑 然后油倒出去 把五花肉丢进去炒 这一步至关重要 林东方表情认真起来 油腻 是五花肉最可怕的地方 要是无法击败油腻 就玩犊子了 五花肉想要瞎而不腻 别的招都是虚的 只有炒至这里 才是真正的用武之地 稍有不慎 满盘皆输 就会被油腻 一击致命 他轻轻晃动锅 让这些肉块 在锅边缘中间的位置 像是做滑梯一样 转圈滑动 学徒的时候 他都是用锅铲扒了 现在他晃锅的手艺 已经妙得豪颠 滋滋滋 肉块发出香浓的声音 点点油脂从肥肉中渗出 滋润了瘦肉之后 滑入锅底 煎肉 把肥油煎出去 肉块是不可以落到 那些滚热的猪油里的 不然就成了炸肉 影响瘦肉口感 肥肉也会裹上胶的外壳 就会被 柴 被刺 就做不出一晃盘子肉 就DOOM DOOM 打颤的效果了 期间可以把五花肉 先盛出来 猪油倒出去 然后继续煎 由于肥肉会可是化的收缩 所以想吃香一些的 就稍微煎出一些油即可 反之就多煎一会 但也不能太久 不然还会被 柴 被刺 肉块捞出备用 油全都倒出去 就用这还油汪汪的锅炒 除了小葱节之外的调料 炒香后 下入肉块翻炒 再加入刚刚炒好的糖色 继续攻击五花肉 以前不会炒糖色的时候 林东方会寄出老抽这件法宝 等到五花肉上色 就可以加水了 再来三小汤勺黄酒 大火烧开 加同样重量的盐 糖调味提鲜 糖加多了就会被 腻口 被刺 做五花肉可马虎不得 再来一咪咪胡椒粉 丢入小葱节 推动肉在锅里转有几圈 给它们转迷糊了 转小火 把鞍唇蛋规矩地 摆在肉上 这样 肉就不敢 把鞍唇蛋抖落下去 但也自然不会因为 粘锅底破损 盖盖小火孤独 此时 日上三干 还有两个小时就要开席了 程大发溜溜达达 走进小院 顿时被两种肉香 给吸引住了 哈拉子顿时在嘴里 翻江倒海 思思 东方啊 我在你这院子里 搞个小船送阵 等会直接传到 水晶仙宫里去 圣主也要吃 等会每样菜 单独给他装一小盘 我们几个老头子 不介意那些 一个大盘子就妥 程大发他们研究了一下 最后还是在 水晶仙宫里 吃比较好 妙音峰的其他三人 还在闭关 强者来得太多 恐怕对他们有所影响 而且 即便程大发他们 极力掩饰 剩余那些风主手座 都意识到了什么 还不如大大方方的 在仙宫摆一桌 也好 给那群手座打个样 吃饭可要记得 叫上圣主大人 林东方笑呵呵地点头 那等会可以 提前开宴最好 出国就吃 我们就等你这菜了 都规规矩矩坐着呢 程大发搓搓手 十分激动 比当年第一次 去吃仙宴都激动 仙宴吃的是一种享受 身份地位 但林东方这桌菜 吃下去是 实打实的修为和实力 身份和地位 在没有实力支撑的情况下 就是空中楼阁 水晶仙宫里 独孤浩和张大锤 还在完善那杀猪刀的细节 在讨论灵木刀坝 和灵果木刀坝的优缺点 瑶池圣主坐在一边 不时地有手座来觐见 他们嘴上说着没营养的话 眼睛带勾飘 像那两张桌子 等到程大发身上 带着厨房的香味出现 所有人精神都未知一振 暗下这群人不说 林东方还有得忙 充分炖煮熟透的牛头 关火又浸泡了一整夜 有着惊人的滋味 以及天地大道 这一锅牛头里的道运 足以用吓人来形容 然而林东方自己看不出来 牛头捞出来 大火把汤烧到沸腾 再把牛头放进去 关火 热一下 然后转身处理牛腰子 牛腰子是由一个个 小腰子组成的 远看向一串葡萄 当然了 这葡萄粒比较大 且只有十几个 正常牛的小腰子 都有鸡蛋大 这青金牦牛的小腰子 足有拳头那么大 组成了一个超级大腰子 林东方敢断言 这青金牦牛俩大腰子 足以让一个教室的小伙子 吃完框框撞墙 牛腰子按照自有构造 切成小腰子 然后把小腰子对半切开 去掉腰骚子 先切花刀 反正别切断就行 然后再分成大小合适的块 洗干净加花椒粉 黄酒在一边泡着 然后切菜 等会炒羊杂 要用青椒丝 香菜断 蒜末切好放在一边 炒牛腰子 要用青红椒丝 也切好 葱姜蒜切好放进小碗 备用 接下来都是块菜了 起锅烧水 蒸虾子 虾子洗干净放进碗里 加水黄酒白胡椒粉 上锅蒸 地球那边黄酒度数低 就不用再加水了 这边还是要加一些 搓搓手 林东方深吸一口气 距离鸿焖羊排和红烧肉成熟 只剩下四十多分钟 此时周围响起了战鼓的声音 他对这一桌宴席的胜利 发起了最后的冲锋 鱼咬羊 还是昨天那个步骤 大火炖鱼的时候 用前阵子滑牛肉 用过的油滑一下牛腰子 牛腰子泡好之后 加点淀粉 挂一层薄薄的姜 滑到半熟即可 然后这油就不能要了 丢去做 太碎土 开水烫刀 然后开始斩盐水压盐水鹅 林东方注意到一个问题 没有专门切熟食的菜刀 作为一个认真的厨子 他不可能用切完生食的菜刀切熟食 只好用开水烫刀 但这样浪费时间 圣主鸭鹅各一只 剩下的给三位手做 牛头捞出来一顿刀光剑影 卸下肉 规矩地摆在两尊小顶内 法阵维持着热气腾腾的温度 鱼咬羊 开始下丸子 这道菜最先完事 放在一边 用火柴那么大的火苗 保持温度即可 旁边的虾子已经蒸好 虾子和碗里的汤分开 这汤要留着 虾子和姜末 下锅边炒出香味后 加入蟹粉 两种极致海鲜 碰撞出海啸一样的生食 赶紧用早已准备好的牛蹄金镇鸭 吸收这股鲜美 烹入一点黄酒 软弹的蹄金 吸饱了鲜美的汤汁 被扶贴的虾兵蟹酱簇拥着 在盘子里轻轻颤动 似乎在高呼胜利 林东方看都不看这群 虾兵蟹酱蹄金一眼 马柳转身 给红焖羊排收汁 然后再揭开红烧肉 准备两个生盘 先把鞍唇蛋取出来 铺在盘底 然后也是大火收汁 收汁过程中要勤加搅动 不然就会糊锅 两道硬菜先后出锅 另起锅烧热油 下入料理好的羊杂 羊杂过油就会很腻 所以最好不要过油 要大火猛炒 大火炒出里面的水汽后 转中火继续翻炒 让羊杂口感 干香有嚼劲 旁边准备好的干辣椒 直接放进去 小火炒到干辣椒变色 香辣味扑鼻 林东方神情专注 味道的变化 就是克敌之胜的关键时刻 手勺挥动出道道残影 调味 叮叮当当的声音 好像两个绝带剑客 再决一死战 然后下入青椒丝香菜段 翻炒到发亮 锅边烹入一点陈醋 醋味被迅速蒸发 只留下醋香 最后加入一些辣椒油 提亮出锅 林东方没有停手 转手开另一口锅 下入葱姜蒜干辣椒炒出香味 倒入牛腰子后 再加入青红椒丝 快速翻炒 手勺再调料碗上空 再次划过道道残影 炒牛腰子可不敢拖泥带水 这玩意讲究的 就是快准很 过了游的牛腰子 火候没那么多讲究 蒙火莽到底 炒好之后装盘 祭出传音时 让程大发来帮忙端菜 等到程大发进入厨房之后 耳边轰然响起大道天音 我的妈呀 我这是进了先王秘境 小小的厨房里 天地大道交织 近乎十字化 小小的厨房内 对于程大发来说的 可视化天地大道 无处不在 就连那被溅上油脂的墙壁 都有了一丝道运 程大发脸色发目 他不是没推测过 林东方这些菜肴里 蕴含多少道运 但没想过有浩如烟海这么多 要是没有法阵压制 恐怕现在这小院 已经天降锐彩地勇精莲 就算是真仙讲道 恐怕也不过如此 程大发又盯住了 林东方身上的衣服 这衣服围裙上 有油烟和一些 飞溅出来的油汤之类的 乖乖 这衣服都算得上是宝衣了 林东方擦了擦汗水 招呼程大发端菜 把杜杰进大佬 当帮厨使唤 他也是这北斗星头一份了 短短的一个小时 八道硬菜出锅 要是没有引气 进修为做基础 他之前一个人很难完成 第九道菜 是西红柿拌白糖 林东方的刀工切西红柿 自然飞快 西红柿没有切造型 就是两毫米的片 然后均匀撒上白糖 然后转身 从盐水老汤里 舀出热汤 浇在盐水压盐水额上 这玩意 要在吃之前浇热汤 当然也可以不浇 看个人口味 程大发小心翼翼的传菜 他上一次这么紧张 还是在杜天节的时候 来暗算他 第一道菜 也是盗运最多的一道菜 炖牛头 前前后后花了两天时间 这道菜三斤肉 相当于一碗污稻茶 这大牛头卤完了 还有150斤 算上汤汤水水 足以顶得上60碗污稻茶 但莫如独孤号 此时也是露出了罕见的金融 张大锤哆哆嗦嗦地站起身 嘴唇都在颤抖 这一道菜 价值数百万零食 姚池圣主还保持着 古井无波的样子 这牛头从第一缕盗运 开始融入进去 那一锅汤还有百斤没端出来呢 第二道菜端上来之后 姚池圣主也坐不住了 盐水系列 他的最爱 道运也很多 因为工序复杂 耗时也长 四斤肉 相当于一碗污稻茶的样子 然后是红焖羊排 红烧肉 鱼咬羊 虾子蟹粉烧提筋 炒羊杂 炒牛腰 西红柿半白糖 林东方换了身衣服后才过来 落座后 姚池圣主都沉默了 这一桌菜肴 加起来比得上一枚悟到茶叶 悟到茶树 一百年 一百片叶子 林东方连准备带做菜 只忙活了一天 这要是传出去 后果难以想象 他庆幸第一时间 在所有弟子和手作神石里 布下了禁止 圣主 前辈们 快吃吧 凉了口感不好 可别光看不吃啊 林东方出声提醒道 他知道这些菜蕴含的道运 让这群大佬震惊了 也许有什么千言万语堵在嘴里 他不太喜欢听那些肉麻的话 还不如 话都在酒里 喝完酒直接开枣多得尽 林东方现在最期待的 就是看独孤号吃西红柿半白糖 至于圣主他们怎么震惊 他不想看 因为以后肯定每个人都要惊叹一番 哈哈 小林你这手艺和性格我喜欢 我就不客气了 程大发第一个在男人这一桌伸筷子 直奔于咬羊 张大垂也反应过来 现在说啥都是虚的 以后拿出实际行动 才能最好报答这 物道宴的恩情 看着那甚至还在微微颤动的红烧肉 他咽了口口水 伸出筷子 软乎乎的肉块似乎可以加出汁水来 在送入嘴里的过程中 香喷喷的味道就先一步占领了鼻子 入口即化的五花肉 带着无尽的香味占领了每个味蕾 肥肉做到了真正的香而不腻 瘦肉软糯香甜 还有一股别样的鲜美 自然是来自那些安纯淡 淡类独有的鲜美 也被这五花肉充分吸收 看了一遍 也似乎在微微颤动的虾子蟹粉烧提睛 张大垂忍不住伸出了筷子 哼 鲜美的味道袭来 张大垂耳边骤然响起了阵阵海浪声 软淡的蹄筋入口 他睁大了眼睛 瞳孔中倒映出一挂雨天气高的海啸 这海啸一样的鲜味 带着排山倒海的气势 直接把红烧肉的鱼香冲散 他似乎看到了周围有无尽的虾血 他在这一刻仿佛成为了大海的主宰 成为了海王 看到他这发呆的样子 成大发也加了一块蹄筋送入口中 也愣住了 鱼咬羊让他觉得自己化成了坤 那这蹄筋就让他蜕变成了棚 坤与棚 孰强孰强孰弱谁也说不好 但都在仙上走到了极致 有过赤鱼咬羊的经历 成大发很快从幻象中走了出来 他又加了一口炒羊杂 看到辣椒之后 他已经自觉地降低了修为 在这水晶仙宫内 他大可以把修为压制到极低的境界 安心品尝这香辣的气息 软痰有嚼劲的羊肠羊肚 甘香的羊肝 羊杂的魅力就在于此 一口饱含数种口感 张大锤醒来之后 专心猛造红烧肉和提筋 等他忍不住对着牛头肉动筷子之后 耳边响起了青筋牦牛的摸摸声 除道 不愧是除道 张大锤赞叹连连 林东方先来了一块盐水鹅 盐水系列也是他的新头号 有当年那位老大爷的九成水准 林东方很满意了 他的目光一直留意着独孤号 动了 挥发健身终于动筷子了 林东方微微激动 独孤号的吃相比那两位大 自备的老前辈好很多 他从容地夹了一片西红柿 他夹了 他真的夹了 林东方本以为独孤号可能已经有孩子了 所以这西红柿半白糖是给小孩子点的 他没想到 这位老哥真的是给自己点的 独孤号吃了一片西红柿 沉寂如水的目光中露出一丝追忆之色 程大发也夹了一块西红柿半白糖 酸甜可口 但是说好吃到震惊 那就太虚假了 这玩意谁做都是这位 我说闷胡萝 你咋点个这菜 哪怕点的西红柿炒鸡蛋呢 程大发给独孤号倒了一杯酒 其实就连瑶池圣主都很好奇他 为什么点这道菜 独孤号饮下杯中烈酒 看到少年时喜欢吃西红柿 在仙宴上点这菜 恐怕他们会用灵果级别的西红柿 灵药熬成的糖 没有家宴的味道 程大发和张大锤 一边嚼着嘴里的菜一边点头 确实 在仙宴上被那么多人看着 一筷子加多少菜都要注意 哪有在家里吃的痛快 就是啊 而且平时事情多 首座也不能随意离开圣地 又拉不下脸 去外门弟子食堂吃喝 老程 咱俩走一杯这千年醉 这烈酒是千年沉酿 没千年修为的话 直接能把人醉死 林东方只是稍微闻了一下 就知道他要是喝了那酒 死因绝对是酒精中含有少量血液 他心里一叹 还好不是柿子 柿子下酒 人间不留 另一边 瑶池圣主没功夫搭理旁边这桌人 他把盐水系列摆在面前 一顿猛躁 然后是鸿焖羊排和鱼咬羊 剩下那些菜 特别是牛头 他不太喜欢 就没让林东方给他分盘 独孤号只吃了西红柿半白糖 成大发吃了一半鱼咬羊 别的菜都尝试了几口就完事 剩下的都被张大锤造了 在场的人都知道 现在最需要这些道运的是张大锤 他和李金言一样 只差一步就能进入度捷径 这堪比一枚悟道茶叶的道运 足以让他有机会 冲击这个大境界 上一次悟道茶大会 摇池圣地就获得一枚叶子 泡了一百碗茶分给所有手作 只有两个人突破了一个小境界 林东方又去蒸了一锅大米饭端来 张大锤把每个盘子里 都扣上一些米饭 叮叮当当 水晶仙宫里只有勺子和盘子的碰撞声 然后张大锤抱着炖牛头的大锅 把那顶的上十多碗悟道茶的百斤汤汁 喝得干干净净 老张 这牛舌头你咋不吃 不吃给我 看着最后剩下来的那一根超大号牛舌头 程大发咽了口口水 他得意这玩意 至于牛头的其他部位 甚至骨头都被张大锤咔咔嚼了 折什么急 牛舌头又不直接啃的 张大锤取出一把小刀 湿湿然把牛舌头切片 然后和程大发一起喝酒 吃完这美味 摇池圣主在一边一脸嫌弃地看着 他不吃牛头 就是因为这大舌头 这不就相当于和牛舌吻吗 牛舌头这东西和臭豆腐一样 喜欢的人自然爱不识口 不喜欢的人 自然是因为那过不去的心理门槛 和牛舌吻 同样的道理 还适用于猪舌头之类的 另一边 独孤号把西红柿半白糖的汤都喝了 倒进一个小碗里喝的 不是端着盘子喝 林东方都骂了 第一次见到 用西红柿半白糖下酒的狠人 旁边张大锤背后各种道运交织 满身霞光 一张嘴 阵阵大道天鹰就轰轰作响 他整个人仿佛变成了一个道之源头 被困在通天酒重一千多年的他 终于看到了突破的希望 若不是因为今天这顿饭 再过个三五百年 他就会耗尽寿员作画 小林啊 大恩不言谢 以后我老张无条件帮你做任何事 张大锤以手作的身份 向林东方施了一礼 然后回到炼气风 少则几个月 多则几十年他才会出关 炼气风的大小事物 丢在了王二虎的大脑袋上 炼气风外 几十个手作眼巴巴地看着 浑身散发大道神光的张大锤 张大锤对着那些手作 拍了拍他鼓起的肚子 咧嘴笑了笑之后 走进密室开始闭关 一切都在不言中 水晶仙宫外 眼巴巴地等着 张大锤提前享用过了 悟道彦该抽签决定下一个人了 东方 这杀猪刀已经打造好了 你看看顺不顺手 独孤号取出那杀猪刀递出来 这把杀猪刀形似柳叶 刀身有四十多厘米长 四指宽 用的也是神痕玉铁 刀柄最后用的是铁梨木 坚硬 手感好 林东方接过这血量的杀猪刀之后 顿时爱不释手 这刀可以随着他的心意变化大小 最长能变成一米多长 短可以只有八掌长短 他杀过几次猪 知道这玩意 讲究的就是对着心脏一刀致命 和人一样 以后要是吹唆呐 不管用 就来上一刀 多谢独孤前辈 不过 我还想要一把切熟实的菜刀 刀柄颜色要橙色的 林东方大大方方的直接要 把独孤号当成后勤部的 好 明天中午之前 我让神浪给你送去 独孤号点点头后 对姚池圣主失礼 然后一边想着 什么材料是橙色的 一边回到天剑峰 林东方收拾了碗筷 回到妙音峰 开始洗刷刷 水晶仙宫内 姚池圣主一挥手 把那些香味都清扫出去 然后对着门口道 你们都进来吧 几十位手作鱼贯而入 都用热切的目光 看着姚池圣主 他们寿缘倒还剩下几百年 但还是极度想成为第二个 获得机缘的人 还是抽签吧 不过为了保住 我姚池对外威慑力 在张大锤出关之前 通天九重的手作 就先不抽签了 等到他出关 再从通天九重的手作中抽去 你们可有意义 众人都表示没问题 他们心里还是有数的 要是姚池圣地 忽然有两三个通天九重的手作 同时闭关 外界就该有些想法了 到时候 免不得又是一些事端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有那时间打会做不香 于是开始抽签 哈哈哈哈 诸位 我中了 一个灰衣小老头 脸上褶子都笑开了 饿得跟当了新姑爷一样 嘖嘖嘖 老秦你这运气也太好了 老秦 你可要跟老程学学 整点上好的食材 给小林送去 第二位品尝物道宴的手作 名叫秦鼎 是练丹风手作 修为在通天七重 实力不算顶尖 但练丹树出神入化 仅次于姚池圣主 秦鼎对着周围的手作拱拱手 语气轻快地道 放心吧诸位 我等一下就出去学摩食材 他搓搓手 他惦记一道美味很久了 这一次 一定要一饱口福 众人散去之后 姚池圣主又悄咪咪的来到妙音峰 四季偷吃偷喝 林东方刷好了碗筷 想了一下之后 在碗价柜里 贴了一个圣主的标签 姚池圣主心一动 没想到林东方如此欣喜 伸了个懒腰 林东方取出一个小碗 里面还有三块蹄筋 这是他偷偷藏的 虾子泻粉烧蹄筋 他在地球上只做过五次 虾子很难买到真正好的 慢慢品尝了蹄筋 收拾好厨房 他开始腌制鸭鹅 慢慢地给鸭鹅涂抹上炒好的盐 忽然 他觉得自己的手滑了一下 然后面前的这只鹅身上 就均匀地涂抹了一层盐 林东方一愣 咋回事 手滑一下 居然抹得这么好 他把鹅翻过来 调过去的检查 发现这眼抹得十分符合标准 取过另一只鹅 再次涂抹 这次 他仔细地盯着自己双手 又手滑几次之后 他记住了 自己身体本能做出的特有手法 这手法十分玄奥 像是太极那样的长法 不过师姐说只要和自身的到高度契合 那么就会有妙手偶得知的情况出现 林东方震撼的自言自语 暗中摇池圣主更加震撼 他第一次创法是在影弃九重的时候 林东方这第一次可比他早了三个小境界 创造出了只属于自己的招式 林东方脸上出现了笑容 太好了 给鸭鹅抹炎的效率提高了十几倍啊 暗中 摇池圣主险些跌倒 那可是专属技法 开发到极致 甚至可以走出无敌路 这套长法 就叫林氏做鸭十八摩好了 很快 姚池圣主脸色一红 这十八摩 怎么看都不像是 能对正经敌人用的正经招数 有了十八摩 这个十只的鸭鹅 几分钟就涂抹均匀了 这还算上了检查一遍的用识 我还可以再抹一百只 林东方十分得意地把手擦了擦 嘴上说着 还要再来一百只鸭鹅 眼睛却瞄向了那边的羊肉 后腿肉烤羊肉串 前腿整个烤 烤肉串和烤整个腿 是两种味道 一起整个是赛过活神仙 牛肉也来点 还要 哄 远处一道猪雀虚影 随着一道火柱冲天起 滚滚热浪 让林东方都觉得有点热 火灵出关了 真是想睡觉 就有人送枕头啊 林东方扶掌一笑 不过别误会 他可不会让火灵 用神火烤肉 而是要交给这位小师妹 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 这道异象 引起了周围几封手作的注意 独孤梦运气真好啊 即便没有 林东方那个逆天的妖孽 火灵儿也绝对不下于圣女 绝带双说 摇池圣主也是暗暗点头 火灵儿天天吃林东方的菜肴 吸收的天地大道 有助于他淬炼朱雀血脉 师兄 火红色的身影袭来 林东方的胳膊被一把抱住 师兄有没有想人家啊 火灵儿抱着他的胳膊摇了摇 头顶呆毛晃了晃 扑扇的大眼睛里满事 我饿了 林东方熟练地捋了一下他的呆毛 递过去一个浴盒 这盒子里本来有七只螃蟹 被圣主顺走两个 这螃蟹你先啃着 好耶 小师妹出关 林东方自然要庆祝一下 但他留了的心眼 没做大菜 不然以火灵儿的修为 吃完一粥大菜之后 肯定又要进去闭关 干脆整个小酥肉 这个菜快 买回来的五花肉还剩不少 这里林东方不得不感叹 承大发给他拿来的那些保鲜盒子 普通的肉类放进去 十年八年还是新鲜的 跟刚杀完的一样 百八十年都不会坏 准备的卤货装进了鲜石盒子 一来封住了那些天地大道 不会一散 二来甚至定住了时间 放进去多久拿出来 都是热乎的 没有冰箱 圣死冰箱 旁边的冰顶里 还有三条冰鱼 林东方打算留着下火锅 等消息月出关 带上火链一起 所以 最近要控制火链的倒运摄入量 怎么感觉 有点像在做什么减肥餐一样 林东方开始切肉 五花肉选瘦肉多的地方切 带一点肥肉 更香 喜欢更香的 可以多带点肥肉 但肥肉最好不要超过 七瘦三肥这个比例 至于那些切下来的肥肉 留着熬猪油 师兄 你要给链儿做什么好菜啊 火链儿左手端着一个大碗 右手抓着一个螃蟹腿在那看 小酥肉 想到了火链儿活泼的性格 林东方认真地说道 做饭的时候 我说话口水 容易飞菜里去 师兄忽然好严肃 火链儿带毛弯了弯 怯生生地说道 我又不嫌弃师兄 再说也没见到口水 林东方无奈 搞出一个口罩戴在脸上 这是当年老师傅 给他定制的门规之一 火链儿顿时喜笑颜开 切好肉 加入葱姜抓拌均匀 师兄 我看你之前做牛肉 都没放这么多葱姜 这是普通猪肉 意味甚至比那青筋牛肉都大 所以多放葱姜 原来如此 火链儿拿出小本子 师兄 等会我联系家里 让他们送来些更好的猪肉 林东方差点忘了 这位师妹是个小富婆了 肉摆在一边腌制 林东方开始调姜 一碗红薯淀粉 加一些葱姜水 一个蛋黄 一些小麦面粉 再来一些水 一些油 蛋黄和油都是起诉用的 小麦面粉可以防止脱姜 林东方再试图教会火链儿 火链儿认真记笔记 搅拌到这个程度就行 林东方是用手搅拌的 在碗里一提 粉浆在手和碗之间 拉出一条线 落在碗里 微微起一个小堆 然后迅速消散 你看我这手指头 抖一抖 上面粘的姜都不会掉 火链儿忽然想嗦嗦 林东方手指头尝尝 是什么味道 随即小脸一红 觉得有些不对劲 最后再把盐和花椒碎加进去 搅拌均匀就行了 盐提前放容易搅拌上镜 导致口感有所欠缺 花椒碎不能太碎 不然容易炸糊了 发苦 师兄 我怎么感觉比炼丹都难 火链儿看着这一页笔记 呆毛无力地弯了下去 熟练了就不难了 起锅开始烧油 然后这边 把肉丢进粉浆 抓拌均匀 油温五成热 你伸手来感受一下 手指头别近油脸 火链儿有猪雀血脉 这五成热150度的油温 对他来说和温水没区别 师兄 人家手不伸进去 感觉不出来啊 林东方无奈 想到了另外一个窍门 那师兄再告诉你一个办法 你把一块肉放进锅里 喊一声小酥肉 它飘上来了 就证明油温正好 火链儿将信将疑地 把一块肉放进锅中 翠声喊道 小酥肉 自溜 小酥肉乖乖地从锅里飘了上来 周围冒着小小的气泡在油锅里颤抖 呆毛震惊地竖了起来 好神奇 林东方无奈一探 他觉得火链儿这能下油锅的手更神奇 挂满姜叶的肉一根根快速下入锅中 缓缓搅动防止粘连 五分钟之后 把定型的小酥肉捞出来 火链儿眼巴巴地看着 这香味已经让他狂咽口水了 师兄 可以吃了吗 再等一会 要复炸 把里面的油炸出去 开大火 油温升到七成热 二百度左右 小酥肉下锅覆闸 这一步也好判断 小酥肉丢进去 发出受不了了的噼里啪啦声就可以 炸到金黄 或者没多少噼里啪啦声了 立刻捞起来 哗啦哗啦 小酥肉在漏勺里不停地翻滚跳动 抖落掉表面粘的油 火链儿在一边咕噜咕噜地咽着口水 只有炸透 炸好的小酥肉才能发出这样的声音 叮叮叮叮 一块块小酥肉落入盘子中 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在火链儿听起来 这就是天籁之音 咔嚓咔嚓 火链儿双手齐出 小酥肉排着队 被樱桃小嘴炫进去 外焦里嫩 稍微带一丝麻椒香气 好吃到他想哭 林东方用花椒粉 辣椒粉 盐调制了蘸料放 在小碗里递过去 火链儿把一块小酥肉丢进蘸料里 滚了一圈 又丢进嘴里 猛然间 他表情僵住了 麻辣 让小酥肉的味道 更提升了一个台阶 师兄 你太厉害了 只要让我跟在你身边吃饭 让我干啥都行 火链儿缩了缩手指 眼巴巴地看着林东方 林东方笑着点点头 师兄我啊 还真有一件事 急需你去做 师兄尽管吩咐 火链儿挺直腰板 脸上带着 我肯定行 得自信笑容 去后山砍些树 烧炭 明天吃烧烤用 火链儿天生火体 猪雀血脉 这宝贝体质用来烧炭 绝对是一档子好手 林东方用一大盘小酥肉 以及明天的烧烤大餐 成功贿赂了 火足小公主 去烧炭 师兄放心 我这就去 火链儿抱起 装着三斤多小酥肉的大碗 冲出厨房直奔后山 林东方转身 去处理牛羊肉 还有鸡翅绑击脖子啥的 烧烤这玩意 必须多整点种类 后山 火链儿往嘴里丢了一块小酥肉 呆毛忽然一颤 对了 以前听三哥说什么 林果木炭 来烧烤是人间爵味 先拿林果木试试 转了一圈 火链儿尴尬地发现 妙音峰上 没有正八斤的林果木 传说 当年有一位妙音峰前辈 一曲干长断 导致妙音峰 直接变成荒山来着 火链儿无奈 目光瞄向了远处的林耀峰 想到了那妖精一样的七位师姐 林耀峰上应该有 不过 总要给那些师姐一些好处 火链儿忍痛 把剩下的三斤小酥肉封好 反正明天有烧烤 呜 我再来最后一块 最后剩下两斤半 火链儿驾驭飞行小船 快速来到林耀峰 她怕稍慢一步 这些小酥肉就坚持不住了 链儿师妹来了 东方师弟呢 木青城本来在林耀峰山 脚下昏昏欲睡 见到火链儿顿时来的精神 火链儿做贼一样 左右看了看 低声道 木师姐 我师兄明天打算做烧烤 本想请那 你们一起来吃 没想到 缺少一些木炭 烧烤 木青城咽了一口口水 呼吸急促起来 耳边似乎已经看到了烤肉 在木炭上滋滋作响的香味 火链儿低头看看 自己脚面 呆毛粘了 木炭 木青城思索一会 貌似最近没有什么好的灵木料 可以用来烧炭 基本都是有毒的 火链儿以为木青城 是有所犹豫 趴在他耳边道 师姐 我带来了师兄 做的小酥肉 小酥肉 木青城呼吸一顿 如果不出所料的话 他的那群师妹 又在吃菌菇火锅 吃火锅 怎么少得了小酥肉 于是 两人飞快来到了桃花林中的小院 果不其然 六个妹子在那吃火锅 妹妹们 这是灵儿师妹带来的小酥肉 是灵师弟做的 一听 灵师弟做的 六位美女顿时双眼放光 前几天吃的那顿大餐 让他们得到了无尽的好处 修为都有了突破 师姐 你就去让我们到妙音峰 上种灵药吧 就是呀 妙音峰光秃秃的 顺便采蘑菇 六位美女就是重提 要不是木青城镇 守在灵药风出入口 这群疯狂的师姐 火灵儿被那位紫衣师姐请上桌 开始怒造火锅 这火锅了 加了灵冬方送的鸡粉 飘着一丝丝的道云 不多 但也足够勾动人心 差点把灵药风这群师姐的魂勾飞了 木青城把小酥肉摆在桌子上 分成八分 行了行了 明天灵师弟要请我们吃烧口 咱们先想想怎么弄到上好的木炭 烧口 几位师姐面面相去 然后发出一阵尖叫 他们不是只爱吃火锅 而是做不会别的 咱们灵药风虽然有规定 不让采发灵果木 但还是可以想想办法的 我想想 不如问师父 你想了想 就想出这么个好办法 得了吧 师父他老人家 可是对那些果树宝贝的 万一有机会呢 我觉得够呛 上次我不小心给那相思果树 多浇了水 屁股上被抽了三十层条 疼死了 嘿嘿 要不要灵师弟 给你做个猪屁股 给你补补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让灵师弟帮我揉揉 小蹄子 收起你的骚尽 算了 还是我去问师父吧 沐青城打断了师妹们 越来越离谱的发言 灵药风上没男人 所以他们对林东方 这个精壮的小伙子 很感兴趣 对于那位师尊 他还是很敬畏的 万一被师父听到 免不掉一顿藤条 紫衣师妹小声道 大师姐 刚刚师公去了师父的大殿 要不趁机去说一下 师父要是发火 肯定也是先收拾师公 师公 三丫头 我谢谢你啊 沐青城点点头 有师公吸引火力 就不怕了 火灵儿好奇问道 师姐们的师公是谁啊 沐青城答道 我们的师公是 炼丹风手作 他们成婚已经有三千年了 嘿嘿 五年前师公 因为不小心用师父 珍藏的果子去炼丹 结果他们分居到现在 师公今天兴高采烈地来 估计是找到哄师父的方法了 周围几个师姐 七嘴八舌地补充了一下 火灵儿恍然点头 继续造火锅 沐青城走向大殿 林耀风的手作 名叫张灵 张灵和秦炳这对夫妻 是摇池圣地年岁最大的手作 修为都在通天七重 岁数却都达到了 惊人的七千多岁 通天境一般是五千岁寿员 而张灵现在看起来 至少还能再活四五千年 这和他修炼的枯木经有关 这是一部求长生 不求战力的仙经 林耀风的手作 不要修炼这部仙经 为的是活得比林耀长久 只有完整观察一株林耀的一生 才能得出经验结论 至于秦炳能活这么久 是因为吃过一枚宝丹 张灵看起来 和普通的老太太没什么区别 只是目光锐利 嘴唇薄 颧骨高 看起来活像是反派老太婆 此时 他正在大殿外的一棵大树旁 这株树就是相思果树 传说 只要一对夫妻在这株树下成青 就可以白头偕老 穆青城来到的时候 张灵再轻轻抚摸这相思树 穆青城目光低垂 这树极其重要 即便他是青传大徒弟 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 都不可以靠近这株相思果树 情顶嬉皮笑脸的在赔罪 老婆对不起啊 五年前是我昏了头 一不小心 听到道歉声 张灵脸色舒缓了一下 其实他本来也没想到特别大 不然早就掀开那炼丹炉了 那没果子 耗时四年多成丹 又温养到现在才出炉 老婆 这就是祝颜丹 能让你焕发年轻的时候的光彩 情顶掏出了他最近费了好大的劲 才换来的宝贝 怎么 你是嫌弃我现在老了 不不不 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情顶陪笑道 张灵收下了祝颜丹 叹道 也不是我特意无理取闹 我要是不闹腾的话 以后谁都敢嬉皮笑脸 来找我要果子了 这是自然 情顶也明白这个道理 此不长兵亦不长财 灵耀风上的灵国以上级别的植物 都登记在侧 丝毫马虎不得 情顶道 老婆 再过十五天 就是误到宴了 咱们一起吃吧 张灵摇摇头 我修炼了枯木精 还有数千年好活 你这老不死 就剩一千多年的寿元了 你自己先吃 他目光中有着忧愁 情顶由于炼丹无法修炼枯木精 能活这么久 还是因为服下过一枚宝丹 不成仙 终为黄土 情顶笑了笑 还有一千多年呢 还可以吃好多次武道宴 第一次 我还是想和你一起吃 老不休 俗话说得好 小别胜新婚 若不是穆青城求见 估计这俩人就回去继续努力造小孩了 见到张灵 心情似乎很好 穆青城心一横 低头道 师父 林师弟的饭菜 别说了 我懂 说吧 他要什么 张灵直接打断了穆青城的话语 表面上看不出来 但他心里已经掀起了波澜 可以说 林东方就是他和秦顶 在相守数千年的希望 穆青城愕然 但转念一想 手作们肯定已经知道了 林东方饭菜的奥秘 但 要张灵的命根子 那些林木去烧炭 能行吗 师父 林师弟明天打算做烧口 需要一些林果木炭 穆青城心一横 说了出来 张灵眉头紧皱 他万万没想到林东方 居然要的是木炭 但他也知道 木炭确实是烧烤中 很重要的一环 秦顶张张嘴 无奈地笑了笑 要是别人求要林木 绝对会被打出去 但林东方这宝贝疙瘩要东西 就算是天上的星辰 摇持圣地 也要想法设法摘下来 张灵背着手 在相思树前踱步 传令下去 内外门弟子未来十年的课业 就是培育塑生灵果木 不考察果品 只考察成炭品质 是否保有香气 至于明天的要用的木炭 张灵一掌震断了 香丝果树的树根 香丝果树 秦顶恶然 木青城更是震惊地 说不出来话 这香丝果树 就是张灵的心头肉啊 秦顶忍不住问道 老婆 香丝果树 是当年我们成婚时候种下的 你怎么舍得 张灵服下主言丹 容貌在飞速 像年轻时候变化 从一个小老太太 变成一个雍容华贵的妇人 她取出镜子 仔细端向了 一下自己的容颜探道 传说香丝果树 能让一对夫妻白头偕老 但现在看来都是屁话 我研究了三千年 发现这树真的没有什么作用 似乎只能荡柴烧 所以 还不如拿去荡柴火烧 发出热量做出饭菜 来让你这老家伙 进入度捷径 多活个几千年后 和我白头偕老 当年种下这株树为的 就是保佑你我白头偕老 现在是用到它的时候了 秦顶嘴巴张得老大 说不出话来 但仔细一想 有道理啊 张灵对着木青成招招手 去把这相思树罚了 连根都刨掉扔了 然后种一些灵动 然后又对秦顶道 老家伙 跟我进屋 秦顶赶紧检查了 一下要胡落 发现带来那宝丹 顿时气宇喧昂起来 老肤疗发烧年狂 老不死的 别在徒弟面前发颠 张灵拧着秦顶的耳朵 去了闭关的地方 木青成不知道 自己是什么心情 走向这株像丝果树 这株树非常高 高达百多米 粗壮的吓人 枝繁叶茂 果子不多 而且青色 仿佛永远成熟不了 木青成御手轻轻 抚摸着树干 目光中有说不清的光芒 为了照顾这株大树 他的几位师妹都被揍过 他更是同时受罚 嘿嘿 终于不用再照顾你这破树了 哗哗哗 木青成寄出句子 开始伐木 好像 他深吸一口气 闻到了一股富裕的果香 难道这果树 天生就是为了当木炭生的 用来烧烤 绝对是绝品 不多时 这三千年树林的相思果树 就轰然倒地 他先没动树根 跑回了小院 六个大美女领着一个小美女 在那吃火锅吃的热火朝天 碰 百米多长的相思树干 被丢在了地上 六位大美女 顿时像被雷劈了一样 愣在原地 两久 紫衣美女颤巍巍地说道 师姐 你还有什么疑言吗 木青成翻了个白眼 这丫头怎么说话呢 但看到其余五个师妹 也像看死人一样 看着她 她知道 必须要解释了 妹妹们 你们解放了 师父下令 砍了这树 连根都跑了 六位美女 面面相去之后 爆发出一阵欢呼 师姐 你先吃着 我这就去把那树根刨出来 那位前阵子 被藤条抽了屁股的美女 扛起锄头 直接冲向远方 林儿师妹 接下来就要麻烦你了 我们给你打下手 一群美女开始劈柴 火铃开始烧炭 烧炭技巧 在炼器入门上游 火铃照葫芦画瓢 自然能弄出来 而且 她最熟练的就是玩火 等到傍晚时分 他们烧出了千斤木炭 还搞了一万多根木签子 而这相思果树 只用了一小段而已 这株大树 有五十万斤重 足以烧出十多万斤炭来 不过一千斤炭 也能用很久了 剩下的木料 被木青城收了起来 一下午 这群美女 都造得灰头土脸 一个个跟花猫一样 火铃美滋滋地 回到妙音峰 师兄我回来了 她扑过去 抱住了林东方的胳膊 被木炭弄黑的小脸 在她衣服上蹭了蹭 我烧了一千斤林果木炭 火铃献出宝贝 师妹真能干 林东方惊叹 这猪雀血脉 烧炭就是快啊 师兄 明天几点 开始吃烧烤呀 火铃摇了 摇她的胳膊 这木炭有林耀峰 师姐们的功劳 把他们叫来吃好不好 他们做了一万根木签子 林东方点点头 烧烤吃的 就是热闹 把他们叫来最好不过 早上我弄完那些 鸡鸽鹅海 有牛肉 就开始做烧烤 我再把沈师兄 和王师兄叫来 好 我这就给他们传音 火铃连蹦带跳 用嚣张的步伐 跑回她的小院 林耀峰上 七位美女 又爆发出阵阵欢呼 一个个都开始梳洗打扮 跟明天要相亲一样 按下他们不谈 等到月亮升起的时候 沈浪又来拎太岁土的原料了 林师弟 今天质量可不小 看着那一桶泛黄的汤水 沈浪惊讶地发现 今天的道运格外多 今天请了几位前辈吃饭 多做了不少菜 明天就可以给盐水鹅了 这样看来 明天那太岁土就可以卖了 而且任剑和周长青今天 先后找过我了 沈浪英笑一声 一早他们就来 林东方也笑了起来 这样 那你卖完了 太岁土快来妙英峰 明早吃烧烤 烧烤 沈浪哈辣子都滴进了那桶里 到时候 我还要叫上王师兄 妥 我这就通知那俩傻子 让他们早点找我 入夜 林东方睡得很安稳 终于要赚大钱了 赚钱买菜板 天蒙蒙亮 火铃就在自己的小院里 急得团团转 林耀峰的妹子们 也开始梳洗打扮 林东方生个懒腰起床 打了套军体拳 开始了忙碌的清晨 把昨天切好的羊肉 加入圆葱 生姜片 黄酒 滋然腌制 两根雪羊后腿有百斤肉 林东方再次赞叹 修炼界的美好 羊长的大肉多啊 他还切了700多斤牛肉 但是没有腌制 这是牛上脑肉 嫩得很 现在玉兽峰 每天都会订购大量的牛 剑子肉用来卤制 剩下的肉 都被堆在一个超大的保鲜盒里 然后他去把腌制好的鸭鹅 丢进冷汤泡着 鸡 牛肉下老汤锅 然后给新一批鸭鹅来一套十八末 妙音峰下 慕清城领着六位师妹 从天边刚有鱼堵白 就开始等候了 他们衣着端庄得体 仿佛出席什么盛会一样 远处 王二虎和沈浪勾肩搭背地过来 两人笑得嘴角都咧到耳朵根了 五十万零食 从那俩傻子身上 足足坑到了五十万零食 虎哥 还是你有仙剑之名 让我偷偷用流饮食 记录了那俩傻子 互相坑的画面 王二虎摇头晃脑 可不 凡人城池里那些馆子 都会请说书人 让大家一边听书 一边喝酒 咱们也是为了 让烧烤热闹热闹 这俩人说话 都没背着牧清城他们 已经知道 都是来吃烧烤了 没必要藏头录尾的 牧师 姐 妹 王师兄 沈师弟 清传弟子之间 按照年龄排大小 那么多人 要是按照入门顺序来 就挺弯套的 众人打过招呼 然后上山 此时 火灵儿开始点燃木炭 林东方闻到木炭中 那淡淡的果香之后 就知道这木炭可了不得 以前在地球上 用过最好的果木炭 也不足这一半的香味 手中的木签子 更是让他想到了红柳木 林师弟 可想四姐姐们了 木清城背后六位师姐 像是川花蝴蝶 直接闪现到林东方身旁 眼睛里发出了母狮子 看到猎物一样的光芒 火灵儿心头一惊 这群师姐 该不会想把林师兄烤了吧 来来来 一起串串 林东方给六位师姐 一人手里塞了一大把签子 然后兴奋地走向沈浪和王二虎 看到那勾肩搭背的三个大老爷们 诸位师姐 呼吸忽然一颤 恶狠狠地开始串串 拇指大的肉块 串起来十分过瘾 五十万零食 林东方差点背过气去 这可不是五十万块钱 不是五十万两黄金 而是五十万块标准零食 这是什么概念林东方不太懂 但是他知道 万宝峰这么多年 最大一笔交易 不过三十万零食 沈浪掏出一块留饮食 笑道 林师弟 有虎哥的提醒 所以我都录下来了 等下一边吃烧烤一边看 林东方连连点头 这两位真是厉害 做饭他在行 整人是真比不过这两位 于是开始快乐地串串 这肉串上的道运不多 但一边的羊腿不一样 还有鸡翅什么的 这些都是腌制了一夜的 羊腿用料和羊肉串一样 鸡翅什么的 由于没有现成的腌制料 所以林东方自己配了一些 用的辣椒粉 花椒粉 葱姜滋然胡椒粉 喝一点黄酒 木千子比较粗 不适合串鸡翅膀 王二虎现场打造了一个壁子 在林东方的指导下 他又打造了一个简易的自动烤炉 放上临时驱动机关 肉串就会在烤炉上自己转动 免去了林东方一个人 照顾他们一群人的麻烦 滋滋滋 羊肉串滋滋冒油 滋润过瘦肉的羊油滴 落到下面的炭火上 爆发出一阵明亮的火光 化作浓浓的香味散开 烤肉串 要刷油 牛肉串更是如此 牛肉再嫩 那也是牛肉 天生比羊肉硬 且几乎没多少肥肉 所以要勤刷油 不然就会被 柴 被刺 刷的油也有讲究 用的是大豆油 冷油里 加入圆葱 大葱 姜片 八角桂皮 自然之类的 点火熬制 等到圆葱之类的发黄 就关火盖上锅盖 这样才能把料香 全都压进油里去 喜欢吃牛肉原味的 也可以只刷普通豆油 但切记刷放 先加热到熟透 又放凉的豆油 这样才不会有豆腥味 留在牛肉上 用菜籽油 会让肉发黑 以上都是王二虎记的笔记 炼气风众人 最爱的就是烧烤 因为刷的是料油 所以撒料 只有滋然和辣椒粉 还有盐 这两样一撒 羊油瞬间 把滋然的香味烫得 到处乱飘 像是惊慌失措的 羊群冲进众人的心头 另一边 是让缓缓走来的牛群 众人仿佛置身于 一望无际的草原上 第一批200根大串烤好 沐青城取出一些果汁 这些果汁的原料 是介于普通果子 和菱果之间的果子 味道酸甜开胃 沈浪在对面 摆上了流饮食 开始播放他 和王二虎坑 那俩傻子的画面 众人一边撸串喝果汁 一边看着 临时屏幕上的这场大戏 林东方万万没想到 来到修炼界 还能一边刷短视频 一边吃烧烤 绝了 画面内 时间来到凌晨 沈浪举着流饮食 王二虎 在烘烤那些 湿乎乎的太碎土 两人都用法宝 护住了全身 胃太大 虎哥 下次少加点 那啥 想到 是在吃烧烤的时候 看这段影像 所以就没说 着迟 两个 王二虎无声无息地点点头 他是始作俑者 有苦说不出啊 为了不那么难受 王二虎丢了一些 花朵进去 提香 林东方喝了一口果汁 暗道 好家伙 竹使添花 过了一会 这飘着道运的 太碎土出锅 烘干后 还有一百多斤重 道运有三碗无倒茶的样子 两人换了一身衣服 然后开始等 那俩傻子上门 东方泛起雨赌白的时候 那俩人来了 刘尹时 被王二虎练化成项链 挂在沈浪脖子上 成了非正常拍摄 王师兄 沈师兄 我们来了 相比于喜气洋洋 志在必得的人见 周长青显得阴沉了许多 被萧细悦的拒绝 影响到了心境 王二虎一看周长青 这鬼样子 就知道这家伙 很可能买完这一票就要走啊 于是 他决定想办法 留住这人 沈浪开口道 两位师弟 我这太碎土 可是货真价实 一口价 一百万零食 不等任劍和周长青跳脚 王二虎就装作不开心的样子 他问声问气地严肃说道 沈师弟 你这样咱看不下去了 这玩意 虽然贵重 但也不能漫天要嫁啊 这两位是俺的师弟 你想忽悠他们 可要过懒这关 画面外 林东方看了看 正勾肩搭背 路串的王二虎和沈浪 暗叹 人才啊 画面中 周长青和任健 都用十分感激的目光 看向王二虎 果然这位大师兄 还是喊好老实的 沈浪憋出来个脸红的样子说道 但这太碎土 确实稀罕 若非我 呃 急用钱 否则肯定留着自己电话 王二虎撇撇嘴 沈师弟 那也不能开口百万零食 哪有你这么做生意的 沈浪装作气急败坏的样子说道 王二虎 你是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 这太碎土有多稀罕 你知道吗 王二虎眼睛一瞪 俺还真不知道 但是这玩意肯定不值那么多零食 你要是不想成心脉 就直接说 他还散发出一丝化神境界的气息 来威慑沈浪 沈浪装作面色发白的样子 往后退了几步 他色力内忍地说道 王二虎 我师父 可是天剑风 以及行发风的手作 你要是敢对我动手 可要想清楚后果 沈浪现在 把自己带入了反派纹固的人设 言起来还真像样 王二虎吃笑道 得了吧 上次咱俩去地城玩 你小子去了碧月修花店 这是 要是被你师父知道 你肯定是个 被逐出世门的下场 沈浪脸色惨白 扯住王二虎的袖子 低声道 王师兄 你也不必这么绝吧 咱们也是十多年的交情了 哼 谁跟你这个见利忘义 重色亲友的家伙 有交情 王二虎一甩袖子 沈浪居然跌坐在地 他又转身 看向背后两人 两位师弟 今天有我在这给你们做主 咱们就按市场架走 不强买抢卖 别辱没了咱们 炼气风的名声 周长青和人剑 开始用崇拜的目光 看着王二虎 而且越发坚信沈浪 确实欠了地城那些 消惊枯一大笔钱 连王二虎 都说这家伙去了 那肯定假不了 人剑急声道 那全靠王师兄做主了 周长青留了个心眼 说道 太岁土确实稀罕 那天我们买了相当于 两碗悟道茶的太岁土材 花了五万零食 周师弟 当天那位卖家 可没见识过悟道茶 所以他摸不准价值 沈浪争便道 一碗悟道茶 能拍卖出十万零食 而且还不是什么人 都有资格参与竞拍的 需要被邀请才能去 算上获得邀请函的前妻投入 那一碗悟道茶 远超十万零食的价值 他说的这都是事实 能去参与竞价悟道茶的 年轻一代 只有圣子圣女级别的人物 才能去 老辈人物 也都得是圣地首座级别 一般人根本没机会去竞拍 王二胡点点头 我师父当年 让出十多万零食的利润 才获得一次竞拍机会 搞到一碗茶 沈浪急声道 如此算来 相当于二十万 一碗差不多了 王二胡点点头 那这一堆六十万零食 应该差不多 任健和周长青对视一眼 他们忽然觉得 哪里有点不对劲 但是又说不上来 哪里不对 周长青道 两位师兄 不是我们不识好歹 只有直接服用 才能获得那些天地大盗 但是土这东西难以消化 天地大盗多少有点损耗 试图再砍一砍价格 沈浪急头白脸地说道 周师弟 这太岁土可不比 你们上次买的 这可是我从哲 这图反正比上次的好得多 这话不假 那些杂料都打碎了搅拌 进土里了 沈浪为了卖一个好价钱 也是很努力的 说者看似 无心听者肯定有意 周长青和人见对视一眼 两人心里都冒出一个想法 那太岁 肯定还在摇翅圣地内乱跑 说不定就会被谁弄到手 到时候 别说太岁土了 直接服下太岁 恐怕能直接突破到一个 难以想象的境界 这时候 王二虎开口道 沈师弟 你当初骗我挖什么宝贝 赚我来当苦力 还瞒着我不说 这就是太岁土 我让你补偿我十万 零食不过分吧 沈浪似乎急于结束 这桩交易的样子 急声道 不过分不过分 那就折成五十万零食 周长青和人见 更加确认了 内心中的想法 这沈浪 绝对想隐瞒什么 不过 他们也知道 问是问不出来的 那五十万就五十万 我们一人一半 这俩人 其实也很着急 两人的修为 现在都卡在 原因境外 临门一角 比对方早一点进去 就意味着 可能强那么一丢丢 两人麻溜的付了钱 直接冲回练气风 开始闭关 甚至都没顾得上 对王二虎说声谢谢 所以 王二虎坑 这两个白眼狼 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 他可是实打实 帮他们节省了十万零食啊 画面就此结束 暗中 瑶池圣主 顺来几根肉串 他开始思考怎么用 太岁 这个由头 搞点事情 修行讲究资源 零食是必不可少的 能创收 自然是好事 他回到水晶宫 召唤来城大发 以及独孤号等手座开会 正在狂吃太岁土的 两人丝毫不知道 他们已经被更可怕的人物 盯上了 林东方小院内 众人都骂了 王师兄 推倒沈师弟的样子 真的太像一个 生气的老大哥了 沈师弟装出那极头白脸的样子 也很厉害 好一出相爱相杀 几位师姐 甚至开始挠补了一些 奇奇怪怪的剧情 两位师兄 那俩傻子以后 想报复你们咋办 火灵有点担心这个 王二虎和沈浪撸串 笑着摇摇头 丝毫不慌 林东方捋了 捋火灵的呆毛笑道 他们过几天 还会带着礼物 好好感谢王师兄呢 火灵又迷糊了 为什么啊 因为他们 现在已经坚信 咱们摇池圣地内 有太岁这种宝贝了 所以 他们很想知道 王师兄上次 是在哪里 帮沈师兄挖的太岁土 火灵恍然大悟 林东方给心放上 炉子的牛肉 串刷了油 他有种错觉 刚刚的二百串肉 似乎少了几串 但这滋滋啦啦的香味 把这想法赶出了脑海 林东方又想了想别的事情 然后看向了穆青城 我觉得下次卖太岁土 可以让牧师姐出面 让后沈师兄 可以登门找两人 兜售一小堆土 王二虎一听这话 顿时对他竖起大拇指 林师弟 还是你最损啊 你这是要把那俩人这辈子 都拴在练气风放屑给你喝啊 开饭馆想赚钱 关键之一 就是留住回头客 然后利用回头客 给自己做宣传 获得更多 慕名而来的客人 现在 周长青和人见 就是最好的 回头客人选 王二虎 晃了晃大脑袋 林师弟这样 安排的话 就给那俩傻子 一个错觉 太岁真的藏在 摇吃圣地里 而且到处乱窜 不光能随机买到太岁土 更给他们一种 有一天他们 甚至能抓住太岁 白日非生的错觉 沈浪是第二个反应过来的 杂杂嘴笑道 我被不孤啊 慕卿成震惊地 看向林东方 他万万没想到 这位厨艺好到 让他们朝思暮想的师弟 还有这么足智多谋的一面 当然 在他们看来是足智多谋 在沈浪和王二虎眼里 就是和他们一样 一肚子坏水 几人又安排了一些细节 继续吃烧烤 看完了一出好戏 吃得更加热火朝天了 来来来 这羊腿要一边烤一边吃 把熟透的部分切下来 里面的肉露出来 继续烤 这样每一片肉 都是外表干香 里面软嫩 这雪羊 前腿比得上 一般牛的前腿 众人吃得十分尽兴 鸡翅太好吃了 呜呜 鸡腿 鸡腿 还是这林果木炭 烧烤好吃啊 慕卿成忽然想到了一个点子 他觉得相思果树 被砍伐的原因 可以说成是因为那太随 等这些肉吃完 时间已经来到下午 众人帮忙收拾完之后 纷纷告退 林东方带着火灵 打算去万宝峰 把菜板买回来 四十五万临时在手 林东方走路都带风 上次去看的时候 那宝贝木头 就剩下最后一块了 也就四十来斤重的样子 刚下山 他就看到一个小老头 扶着腰往这边走 秦前辈 您怎么来了 上次呈大发来告诉下一次 悟道宴的时刻 是秦顶的时候 已经用留影时 给林东方看过了 这位小老头的样貌 秦顶一见到林东方 顿时喜笑颜开 小林啊 我这是有事求你啊 他搓了搓手 脸上有些挂不住的样子 林东方笑道 秦前辈 莫不是想带着别人 一起吃无道宴 秦顶黑黑一笑 我想带着我妻子一起吃 不用麻烦做太多菜 四五道就够了 秦顶是真怕累到 林东方这个宝贝疙瘩 下一次是夫妻来吃 林东方脑海里 顿时蹦出来一个菜名 夫妻废片 这道菜 我做菜里面蕴含的大道数量 和烹饪时间和复杂程度有关 四五道菜 可不好凑齐一枚 误到茶叶的道运 上顿饭里蕴含道运的多少 还是程大发跟他说的 他自己真看不出来 秦顶苦笑 这话听着咋这么别扭 林东方又问道 那两位前辈都喜欢吃什么菜 或者食材 简单的食材我能弄到 要是复杂的 只能由你们提供了 秦顶答道 我妻子她喜欢吃各种豆腐菜肴 我能喜欢吃海参 海参我会去东海里自己抓 过几天给你送来 至于豆腐 我们炼丹风就能点出来 明天起舞就让人给你送来些鲜尝尝 不是我吹 我们炼丹风的豆腐 可是天下第一 林东方暗暗点头 地球那边豆腐 就是古人炼丹倒过出来的 看来这边也是一样 行 那我先说几道菜 前辈听咋样 锅他豆腐 葱烧海参 麻婆豆腐 油豆腐塞肉 佛跳墙 夫妻废片 够了够了 这些菜就够了 秦顶连连点头 他感觉都像做梦一样 他炼丹一辈子存的钱 都搞不到半枚物到茶叶 现在能平白无故获得这机缘 他做梦都能笑醒 林东方笑道 我那边还有些卤味 凑一凑正好九个菜 两周之后 还是水晶仙宫开宴 火灵儿在一边扎扎嘴 威一阵北斗心的仙气 水晶仙宫 现在成自己师兄的专属餐厅了 他觉得自己也被有面子 好 好啊 那我先去抓海参了 对了 前辈记得烘干一半 另一半要新鲜的 这些是佛跳墙需要的海货 您在冬域留意一下 冬域的冬面是茫茫无际的汉海 各种水产质量远超南域的内海 林东方递过去一张纸条 好 秦顶小心翼翼地把纸条收好 简直含在嘴里怕话了 捧在手里怕飞了 他兴高采烈地飞向传送大阵 老秦这嘴都笑歪了 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下一个肯定就轮到我了 呸 是我还差不多 佛跳墙啊 这才没听说过 莫非是西域佛门那边传来的菜式 几个手座一边羡慕无比地 看着琴顶一边嘀嘀咕咕 林儿 你去过冬域吗 飞行小船上 林东方看着摇池圣景 心中忽然有种世界这么大 我想去看看的冲动 厨子也是 需要做万道菜行万里路的 火灵儿一脸遗憾地摇摇头 我就去过一趟冬域 听说冬域的海鲜可好吃了 那冬域有什么好吃的 火灵儿认真想了想 然后小声道 自从吃过师兄的饭菜 我就觉得别的东西都不好吃了 林东方无语 看来这丫头指望不上了 到了万宝峰就碰到了熟人 周长青 林东方无视这家伙 直奔神才楼 但好死不死的是 周长青也跟过来了 我要买那十万年银杏木 林东方直奔主题 他现在就差一张好的菜板了 周长青眉头一皱 冷声对那管事说道 慢着 我也要买那银杏木 林东方心里这个腻歪啊 怎么半路还杀出这么个吉祥物 不好好的吃土 来这干啥 周师兄看来是 想在天节中 祭练他的本病法宝啊 听说 他现在随时都可能 进入原因境界 周围的窃窃私语声 给出了答案 林东方 你别和我争 周长青目光森冷 就差吧 我要宰了你 这五个字 直接说出口了 好一个一语双关 我没有和你争 因为最终决定权 并不在你我手中 林东方批了周长青一眼 我反正很有自知之明 周长青呼吸一顿 他没想到林东方 居然还有如此 刺头的一面 两位 神才楼的规矩之一 当有人同时想购买 同一种材料的时候 购买数量更多的人 优先接待 这东西 现在只剩下一块 四十五斤重 神才楼管事脸上 带着圆滑的笑容 说出规矩之后 多一句话都不说 周长青傲然道 我买二十斤 林东方直接扔出 装满零食的储物件 四十五斤 直接包了 事关他的重要伴侣 菜板 他不能后退一步 爽 林东方第一次 体验到了梭哈的快乐 但这不是赌钱 赌的是心理 毕竟这四十五万零食 可以买来货真价实的 四十五斤 超级银性木料 而且一想到 这零食是怎么来的 林东方心理 更顺畅了 这些四十五万 零食里有一半 其实是周长青提供的 火灵儿想到这一点 急忙等着脸 生怕自己笑出声来 周围人都养了养脖子 用震撼的目光 看着林东方 周长青身子摇晃一下 他也用难以置信的目光 看着林东方 这家伙莫非是对零食没概念 四十五万零食啊 足以引来通天境散修的际鱼 林东方 你一个除修 买这十万年份的银杏木做什么 你一个废铁 难道也要什么法宝吗 周长青双拳紧握 骨节都发白了 做菜板啊 厨子最重要的伴侣之一 一个好的菜板 对切菜手感 饭菜卫生都极其重要 林东方十分严肃地 解释了一番菜板的重要性 拜家子啊 谁家的厨子 用这种级别的神菜做菜板 周围有人垂胸顿足地嘶吼 但周长青的目光 却越发阴沉起来 他觉得林东方在嘲讽他 林东方 我需要这木料做法宝 你却要用这木料做菜板 且慢 你别自作多情 我犯得着 埋台自己来侮辱你 林东方再次认真解释道 菜板对我来说 就像剑修的剑桥 一把好剑 总需要一个好的剑桥吧 这家伙说的倒也是 他的菜刀 可是天剑锋的独孤手作 帮他打造的 神痕玉铁啊 倒也和这银杏木相配 什么 神痕玉铁打造的菜刀 暗中 有人觉得自己倒心都要碎了 林东方继续说道 我要是真要侮辱你 会直接把这木料当柴烧的 周围人一哆嗦 这位还真狠 对于一个人最可怕的是什么 就是自己所真爱之物 被别人当垃圾一样毁掉 朱星娜 周长青气地呼吱呼吱直喘 双眼通红都要爆出来了 他觉得林东方就是在侮辱他 还是一本正经的那种侮辱 因为周长青发现 林东方从始至终都没有把他当做过一个对手 甚至没有正眼看过 这是蔑视 从前 只有他周长青 可以蔑视别人 神才楼的管事 切了一块四十五斤重的木料过来 林东方满意地 看着这完美圆柱体的木料 直径能有快六十厘米 高能有十多厘米 只需要稍加打磨 就可以直接用 林东方抱着这心爱的菜板 脸上幸福的笑容 像是抱着心爱的姑娘 火灵儿忽然开始嫉妒这个菜板 正当他俩 要走出神才楼的时候 周长青森然的声音 从背后传来 林东方 百年大比的时候 我要挑战你 我拒绝 三个字 让所有人都傻眼了 这位也太干脆了 周长青嘶吼道 林东方 难道你没有身为一个先体的尊严吗 嗯 先体 你不是说我是废体吗 你是不是傻 自己说的话都记不清 林东方的回答 让周长青再次差点凸鞋 周长青还能怎么说 难道要说身为废体的尊严 无话可说 这菜板还需要打磨一下 当着周长青的面 是不能去找王二虎的 天见风也不太合适 火灵儿翠升道 不然就等师姐出关吧 林东方无奈道 只好麻烦师姐了 周围人顿时用刀子一样的目光 看着林东方 林东方的师姐是谁 是萧锡月 是姚池圣女 第一仙子 是这群人心中不敢亵渎的梦 林东方 你别太过分了 圣女怎么可以干打磨 菜板这种粗活 林师兄 我求求 你别那么糟蹋圣女 我也会打磨菜板 你来 我给你打磨 让圣女打磨菜板 你怎么不让她去种地呢 最后的 种地 二字 深深刺激了周长青 她再次想到了 萧锡月给林东方种田的景象 破 周长青忽然喷出一口鲜血 她低声道 林东方 我这让你见识你我之间的差距 轰隆隆 天边响起了闷雷声 天节要来了 周围人 发出阵阵惊呼 周长青转移了位置 开始肚竭 林东方 这就是你那废体一辈子 都达不到的高度 周长青声音 十分傲然 这一刻她觉得 自己仿佛光芒万丈 但她不知道的是 暗中几个手作 牙根都在痒痒 恨不得一巴掌 直接把她拍死 林东方怂怂间 像是没事人 带着火灵 回到了妙音峰 她哪有空 看周长青度节 我的宝贝菜板啊 永远都不会划伤 我要带你一起 徘徊在烹饪的大路上 林东方 在小溪边上 哼着小曲 擦洗着菜板 火灵蹲在一边盯着她 头顶的呆毛一颤一颤 等到周长青度节之后 发现林东方 早已不知所踪 气得又喷出一口鲜血 天见风 独孤号把沈浪叫了去 承大发在一边坐着 师父 沈浪跪在地上暗暗叫苦 他这几天所作所为 恐怕被这位 刻进职守的师父 看在了眼里 师父 那太岁土 公平交易罢了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独孤号取出 昨夜打造的两把菜刀 刀把分别为橙色 蓝色 这两把菜刀 已会给林东方送去 沈浪晕呼呼地起身 脑袋上 蹦出一个大大的问号 一边 承大发笑道 小子 你和王二虎配合得 简直完美 以后你们 只要负责把那俩傻小子 忽悠道 坚信咱们摇持圣地 有太岁就行 沈浪苦笑 没想到这些手作都知道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 真正有闲心 去偷看弟子的人 此时正在水晶仙公路串呢 一万串烤若 不仔细数的话 少几十串 没人发现 程大发和沈浪 一起去送菜刀 路上忽然听到了雷鸣声 于是看了回周长青度节 等到他们 到妙音峰的时候 林东方已经把菜板擦洗好了 刚想切点什么 新菜刀 让林东方喜出望外 这下有了三把菜刀 就更方便了 切了一些 卤牛肉试了试刀 简单凉拌了一下 又凉拌了一些提睛 三人边吃边聊 又丰富了一下 坑人剑 和周长青的细节 现在这俩人 都是原因进修饰了 有些地方 要注意一下 下午 火灵儿请了个假 回家弄出去了 他还惦记着 更好吃的小酥肉呢 至于火族 见到自家小公主回来了 自然是张灯结彩 热闹的和过年一样 别说他回去是要猪 就算要什么顶级大妖 火族人也会立马给弄来 送到瑶池圣地 时间如同白居过喜 在瑶池圣主的偷吃偷喝中 一晃过去了五天 他甚至都敢偷拿 盐水鸭盐水鹅了 这玩意林东方 每样一天就做十只 鸡一天二十只 牛肉二百斤 他差不多只有老汤中 打出的料渣 所以太岁土的制作比较慢 这几天林东方 没事就拉拉二胡 吹吹唆呐 看看书 觉得自己过上了养老生活 挺好的 至于周长青杜劫之后 怎么样了 还有昨天晴天霹雳 是不是人间再杜劫 他都懒得去想 他才修炼几天 现在韬光养晦 等以后 厉害了再出去 打脸也不迟 此时 林东方正躺在摇摇椅上 看着一本厚厚的书 北斗星上下百万年 一本讲北斗星历史的书 对他这个穿越者来说 是极好的饭后读物 免得以后 出去搞得自己 不像一个北斗星人 这也是他窝在妙阴峰 尽量不出去 走动的原因 万一被人发现 他是穿越来的 多少应该会有点麻烦 山下 火灵儿 一溜烟狂奔上山 他带着一大堆猪回来了 直接寄出一堆上好的猪肉 师兄 我还想吃小素肉 你给人家做好不好 林东方几天不见他 还真怪想他的 毕竟这次不是闭关 而是回家去了 好 今天师兄就多炸一些 再做点锅包肉给你吃 师兄最好了 这几天林儿 可想师兄了 火灵儿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回事 忽然蹦起来 在林东方脸上 亲了一口 两人都愣了一下 火灵儿低下头 脸红得像是大苹果 小手捏着衣角 不敢说话了 林东方捋了捋他的呆毛 去 洗手去 等一下 和师兄学着做 好 火灵儿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了 忽然就很想笑 蹦蹦跳跳 去洗手了 先榨上十斤小素肉 肉韧性 这回葱姜水 啥的少放了一些 但是适当加了一些 蛋清腌肉 这猪肉果然品质上加 没多少异味 五花肉肥瘦整体 在五五开左右 看起来是散养的溜达猪 针 引气静的猪 要是在荒郊野外 遇到这样的一群猪 林东方只能撒腿就跑 林东方施展十八摸 下肉速度飞快 小素肉炸好 火灵儿一边吃 一边看林东方做锅包肉 锅包肉要用里脊肉做 切三指宽 十指长的片 不用太薄 大概两个铜钱这么厚就行 林东方去刘云城买菜的时候 用零食兑换了一下普通货币 这两个铜钱厚度 大概在四毫米 肉太薄的话 等下抓糊的时候 容易把肉抓坏了 火灵儿 直接摆出了一个 刘饮石在一边 这东西记录不上那些 交织的天地大道 倒也没有安全隐患 之前林东方在饭馆 为了让肉更嫩 会在水里加一些小苏打 然后把肉片放进去抓抓抓 抓到表面沾乎乎的烟一会 然后洗干净 现在这有修为的猪肉 就用不着这一步了 林东方端来了一边的湿淀粉 心爱的四十五万零食菜板 上切好了葱姜丝 还摆了一碗糖醋汁 白糖白醋 稍微加一点米醋提香 记得要用土豆淀粉 先搅匀 然后静置 让水分吸出到上层 这样留下的就是湿淀粉 这是在炸小酥肉之前 就准备好的淀粉 其实时间更久一些 会更好 林东方把湿淀粉抓出来 放在肉片上 抓湿淀粉需要一定的手劲 先初步抓一抓 然后再加一些油进去 起酥 再使劲抓 抓到每一片肉上 都挂上淀粉才行 捏起一片肉 上面的湖布往下掉 而且还薄薄的 可以看到肉色 就是完美的 但这不是厨师等级考试 不用那么完美 差不多就行了 火灵找了一块铁片 试着抓了抓 结果抓了得稀碎 林东方打消了 让他学做菜这个念头 还是让他去抓敌人的脑壳吧 起锅热油 这次油温要高一些 七成热 具体就是肉片下锅 周围起大气泡 新手要用筷子 直接用手容易手起大泡 下肉也是有讲究的 像我这样 捏住一块肉片 先在油锅里 轻轻摆动两下 让它定型 然后松手去拿下一片 这样呀 火灵而下肉片 还是很完美的 除了偶尔手会伸进油锅里 它的手就不起大泡 气不气人 肉片外衣稍微泛黄 捞出来 这个肉要炸三次 第一次定型 第二次锁水 让里面的肉嫩 第三便是酥脆上色 等到面衣金黄 透肉的地方呈现枣红色 就万事大吉了 叮铃叮铃 林东方抖了抖漏勺 肉片在里面欢快地跳动着 师兄 这肉片可以直接吃吗 火灵而缩了缩手指 眼巴巴地看着 他觉得这道菜 完全可以叫大酥肉片 林东方笑道 可以倒是可以 但完整做出来 是酸甜口味的 酸甜的 火灵而雀跃起来 很多少女 都喜欢酸酸甜甜的东西 觉得有种莫名的可爱 锅里加点油 下入酸片爆香 加入糖醋汁之前 先搅拌均匀 下锅后 快速搅动 酸甜的气息 瞬间让火灵 使劲咽了咽口水 这一刻他觉得 小酥肉都不香了 林东方看到 锅内的糖醋汁起大泡 粘稠了 就把榨好的肉片 和葱姜丝一起倒进去 快速地翻动几下 然后出锅 啊哦 樱桃小嘴再次发威 哦 太好吃了 入口酸甜 肉片的面衣上 虽然挂满了酸甜汁 但还是脆脆的 一咬就咔嚓咔嚓地 响起诱人的声音 呛 不远处一声 力剑出鞘的声音 飘荡出去树石里 轰隆隆 厚重的劫云 笼罩了妙音风 萧细月修为 来到了猿鹰二重 再次渡劫 圣女不得了啊 虽然主修的是恶道 但现在 情剑齐头并尽 一个小境界一渡劫 资质可怕 众多手作 惊叹连连 林儿 就把冰鱼拿过来 等师姐渡劫之后 肯定身体虚弱 来一锅热气腾腾的 鱼火锅 给他补一补 嘿嘿 然后就可以让他 帮我打磨菜板了 远处雷霆滚滚 这边锅里的骨汤滚滚 牛骨汤 下入自己熬的 火锅底料之后 鲜红油亮的颜色 不一会 就随着香辣味 弥散开来 但是 林东方眉头皱了皱 随着他修为的增强 以前这些辣椒 对他来说 算得上是重辣 但现在 已经算中辣了 也不知道牧师姐 他们培育的辣椒 能达到何种地步 之前烧烤的时候 提了一下 说是 最近就能收获 第一批了 结果鱼 还是老步骤 放血然后 去林区塞去内脏 光速去世 然后开始切鱼片 薄如馋一字不用多说 厨子基本功罢了 不过下火锅 倒也不用特别薄 大不了多烫一会 鱼头和骨头 留着晚上炖豆腐 师兄这刀工太厉害了 我三哥 号称什么夺命火刀的 切菜都跟狗啃的一样 火灵在一边 眼巴巴地看着 已经把他三哥 连夜去给母猪接生的事情 忘到脑后了 啊 林东方不知道 怎么接这话查 憋了好一会儿才说到 很可能是你三哥 太厉害的原因吧 一刀就把对面砍死了 没必要细细地 对着心脏捅施几刀 火灵想了想之后 点点头 嗯 师兄说的有道理 他三哥一出刀 对面基本都是 立马灰飞烟面 这冰鱼 就剩这最后三条 肯定不够吃 林东方又切了 三十多斤牛羊肉 嘖 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放下菜刀 他才一脸的遗憾 想起来一件事情 火灵急忙道 师兄你忘了啥 我去帮你整来 这还是他第一次 吃林东方做的火锅 可不能出差错 林东方看着他 严肃的样子就想笑 他摇头道 牛肉丸子 我这两天 还真给忘了 丸子 火灵咽了口口水 眼前 好像看到了一颗 落在桌子上 又弹起来老高的丸子 算了 等一下我再做吧 林东方又取出一些 冻豆腐和油豆腐 豆腐都是炼丹风送来的 品质极好 他这两天榨了不少油豆腐 等着做菜用 过了一会儿 萧熙月度劫完毕 回自己屋整理了一下 仪容之后 快步走向林东方的小院 度劫的时候 他就闻到那股香味了 摇池圣主 还是第一次在萧熙月脸上 看到这种神情 几分期待 几分开心 还有一丝羞怯 圣主大人 熟练地顺走了一只盐水鹅 那与火锅 他是没口服了 但盐水系列 他百吃不腻 师姐来了 可以上桌了 火灵儿见到萧熙月 后笑得跟过年一样 萧熙月觉得 没什么比在度劫之后 能吃到师弟 亲手做的美味 更幸福的事情了 话虽然没有说出来 但这从未在别人面前 露出过的笑容 已经说明了一切 林东方呼吸 都是一颤 这笑容犯规啊 小顶下金色的火焰跳动 锅内沸腾的红汤 飘出诱人的香气 师姐 你尝尝这小酥肉 和锅包肉 这里面有一些 是我放锅里炸的 火灵儿挺着腰板 一脸的 你快夸夸我 萧熙月品尝了 香气四溢的小酥肉 和酸甜适口的 锅包肉之后 轻轻点头 灵儿真厉害 嘿嘿 主要还是师兄 吊壶完美 火灵儿嘴上这么说 脸上的小酒窝 却因为得意的笑容 越发明显 别吹我了 开吃 林东方第一个动手 直接下鱼 薄薄的鱼片 在锅里滚上几秒后 就变得雪白如玉 上面还挂着一层 红润的油光 无需什么蘸料 直接塞进嘴里 入口即化 鲜香无比 林东方吃过的任何一种鱼 都无法和这冰鱼相比 萧熙月和火灵儿 也露出震惊的表情 他们之前都吃过冰鱼 但还是第一次 用来下火锅 鲜美 他俩的筷子 就没停下来过 鱼片盘子 很快就见底了 看到他们这种表情 暗中的摇池圣主 甚至觉得 手里的盐水鹅 有点不香了 但是这三人 都是烫一片吃一片 他没机会偷 这让他有点难受 鱼肉吃完 开始涮羊肉 汤里蕴含着鱼香 顿时把羊肉的鲜美 也推向了极致 林东方注意到一个细节 萧熙月的蘸料里 加了比较多的蒜末 不会吧 莫非师姐喜欢吃蒜 林东方联想到 那天吃炒牛柳的时候 萧熙月抢走了两半蒜 一共就三半 我得测试一下 第一仙子居然爱吃蒜 她像是发现了 萧熙月的小把柄一样 这种感觉不像是得意 但就是有些开心 想笑 你们先吃 我去做一道菜 林东方忽然想看看 这位仙子师姐大口 吃肉吃蒜的样子 总感觉有种 让仙子堕落凡尘的快感 什么菜啊 蒜爆羊肉 火链的呆毛弯了弯 她不太爱吃蒜 萧熙月脸色微微一红 她没想到 林东方居然注意到了这一点 第一仙子 像是做错了事的小孩子一样 微微低下了头 闷闷地吃着 刚捞上来的油豆腐 可是 吸饱汤汁的油豆腐 沾满蒜末之后 真的很好吃啊 旁边火链喜欢吃冻豆腐 同样也是吸饱汤汁 但油豆腐是油炸后的香 冻豆腐是原本的豆腐香 林东方进了厨房 开始切肉 蒜爆羊肉用的是腿肉 带点肥肉 这样更香 切片后加点胡椒粉 盐 蛋清抓匀之后 加一些水淀粉 抓到 呱唧呱唧的声音之后 就算正好 放在一边备用 做蒜爆羊肉 蒜要多放 林东方喜欢一半蒜末 一半的蒜拍一下这样做 一来这样每片肉上都会有蒜末 第二蒜瓣 吃着也过瘾 剩下的配料 只有一小勺陈醋 盐 花椒油 别的不加了 要是加辣椒粉自然啥的 那就是自然羊肉了 起锅烧热油 把腌制好的羊肉片滑油 还是为了定型护浆 不然直接炒容易磨磨叽叽的年锅 等到羊肉血丝都消失了 再坚持个半分钟左右 就可以 七八成熟 再起锅烧油 下入蒜 爆香之后 加入羊肉片迅速翻炒 等到蒜末和肉片拥抱在一起 就从锅边烹入陈醋和盐 等到醋味被炒煤 撒上一点花椒油 最后翻炒几下就出锅 蒜香极具侵略性地侵入鼻子 随之而来的 还有羊肉的鲜香 这道菜最好的搭档 是大米饭 当然 也可以拌面吃 那样要稍微多加点盐 蒜爆羊肉上桌 萧熙月的鼻子轻轻吸动一下 她觉得自己流口水了 林东方迫切地 想看到萧熙月吃蒜的样子 萧熙月还是没忍住 对着那沾满蒜末的羊肉片 伸出了筷子 裹满蒜末的羊肉片中间 包着一半被拍扁的蒜 这是她看林东方学到的吃法 蒜 对美女来说 是一个挑战 毕竟吃完这玩意 要是不刷牙 那一张嘴 简直就是人设粉碎机 修炼者自然有保持身子 没有意味的办法 所以蒜味并不可怕 但是 未曾修炼的时候 蒜依旧给众多女修 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萧熙月之前 似乎没有吃过蒜 只是在上次吃炒牛柳的时候 第一次尝试 那种脆嫩中 爆出的特有香味 让她有些上瘾的感觉 这一次 这种香味 再一次填满了她的口腔 蒜末们满是香味 背驰咬下 软嫩的羊肉 瞬间被切断 随后是那一半脆嫩的蒜 一股霸道的香味 涌现出来 萧熙月喜欢这种 无法抗拒的刺激感 她甚至忽略了火锅 专心吃着这蒜爆羊肉 火灵 闻着那蒜香味 也没远住 她想把蒜末扒拉下去 但觉得那样 可能会让林东方不开心 毕竟是师兄烹饪的菜肴 蒜就算再可怕 肯定也是服服贴贴的了 火灵夹起一块肉片 放入嘴中 猛然间 一股浓烈的蒜香 就占领了口腔 没有生大蒜 那种难闻的气味了 嚼一嚼 是软嫩羊肉的香味 和涮羊肉完全不同的香味 但是那看起来 只有半熟的蒜瓣 还是让火灵 望而却步了 暗中 姚池圣主 见到萧熙月 如此痴迷于蒜爆羊肉 忍不住用她 刚刚祭炼出的小碗 拘进来一片肉 和一半蒜 是从盘子中间部分偷的 林东方和火灵 都没发现 但萧熙月敏锐地 觉察到了一丝不对劲 少了一片肉 她目光一变 心思电转 会是谁在偷嘴呢 她仔细思索了一会 悄悄记出秘书 感应了一番 随后露出一丝 别样的笑意 暗中 姚池圣主呼吸一顿 她知道 自己被萧熙月发现了 别人 即便是杜结镜的人 都难以发现她 但是 萧熙月身上有一件 她亲手祭练的防身法宝 如果用秘法催动 甚至能推测出她的位置 果不其然 姚池圣主 发现萧熙月的目光 朝她这边飘了过来 圣主也真是 算了 萧熙月心中苦笑 她目光动了动 筷子一抖 盘子里的肉堆 成了一个小堆 又往火锅了 多下了一些肉片 姚池圣主大喜 这样 从里面多偷几片 也不会被看出来了 萧熙月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要给圣主的 偷嘴打掩护 可能是因为很有趣吧 姚池圣主 感激地看了看萧熙月 又偷来几片肉 他俩都被这蒜宝羊肉迷住了 好吃 林东方不知道 自己这恶作剧的一道菜 让萧熙月和姚池圣主 开始收拾碗筷 师姐 我需要两个小木锤 要沉重一些的 林东方画了个草图 他那手一车个擀面杖都费劲 别说这造型更复杂的木锤了 师兄 你要这木锤做什么啊 砸烂别人脑壳吗 火灵儿用天真无邪的语气 说出可怕的话来 不是砸脑壳 用来砸牛肉 林东方从保鲜盒里 翻出几张大大的猪皮 砸牛肉 莫非是要做牛肉丸子 火灵儿在吃这一方面的悟性 已经变得非常高了 瞬间就 他去准备了一下牛肉丸用的馅料 做的其实是撒尿牛丸 不过他不太好意思 当着两个美女的面 说出这丸子的名字 蒸了一碗虾子 蒸好之后汤留着 虾子重新风干一次 风干这活交给了火灵儿 他能搞出热风来 之前熬好的猪皮冻 和之前炒的蟹粉搅拌了一下 然后又放进了冰盒里 撒尿牛丸用的是赖尿虾 虾耙子 皮皮虾 他手头没有 只好用蟹粉代替 另一边 小木锤已经系列完毕 用的是千年荔枝木 密度大 结实 经过萧熙悦简单地系列一番之后 这碗一可以轻易砸开 宁丹镜强者的脑壳 师兄 这猪皮用来做什么 在猪皮上锤打牛肉 可以增加肉的粘稠度 也可以提香 这是林东方之前 去别处玩耍的时候 学到的一个妙招 不过 需要一个比较大的案板 在家做肉丸 还是直接破壁机省事 大锅烧热水 加入葱姜料酒 把猪皮烫一下 去除异尾 放凉之后外皮朝下 内层朝上 宰杀不超过12小时的牛肉 丢在肉皮上 开始快速锤打 牛肉宰杀 超过12小时 就老老实实用破壁机 因为肉 因为自身所带的霉 被初步分解了 是打不出胶质的 林东方 叮叮当当一顿锤 一秒十几下 这下面的肉皮 属于一头引气劲的猪 所以经得起 这种暴力锤打 以前它最多一秒三下 小半个时辰之后 两位美女就发现那肉 从一整块变成了一坛 而且 里面蕴含了大量的道运 林东方时刻不停歇地锤打 让这肉凝聚道运的速度 远超任何菜肴 看 打到这种程度就行 林东方把手伸进肉泥里 鲜红的牛肉 顿时像是手套一样 粘在他的手上 肉如胶 如此小心翼翼地 控制速度和力道 还有对成品完美程度的追求 已经堪比练弃了呀 萧熙月轻轻一叹 现在看来 这除道包罗万象 给我一种精通除道 就能精通万道的感觉 林东方愕然 她可没觉得自己 有什么炼器上的天赋 不然 那天模具 也不至于差点把手指头削下来 起锅烧水 四开非开 林东方有卤肉老汤 于是往里添了一勺 还是做丸子的手法 等虎口挤出一团牛肉之后 用勺子底部 在上面轻轻压出一个小凹坑 放入一点虾子 然后是一小团蟹粉 和皮冻混合成的馅料 然后封好 在两手掌心之间 滚动两下下入锅中 一锅好了 小伙轻轻地煮熟 煮到肉丸 全都飘到了水面上 就差不多熟透了 林东方一共做了三大锅肉丸 足有150多克 当然 要是仔细数的话 可能只有一百四十多个 少的那些自然在某人的碗里 火灵看到 林东方点头之后 美滋滋地捞了几个上来 林东方提醒道 小心烫 算了你也烫不到 这个咬的时候 小心一些 会爆汁 嗯 话还没说完 火灵就一口咬了下去 一股鲜美无比的白色汤汁 在他嘴里爆射开来 火灵呆住了 他没想到 自己有朝一日 居然被这丸子给暗算了 弄得满嘴都是 还顺着嘴 脚流了下来 而且里面 还有一些小颗粒 虾子和蟹粉 连美出击的鲜味 是可以超过皮皮虾的 只是碍于成本 一般人 不会这么做 林东方现在 有的是资源 自然舍得用料 另一边 萧熙月加起了一个肉丸 但看到 火灵的样子之后 他觉得 吃这玩意似乎有点难 一时间 有些骑虎难下的感觉 林东方提醒道 师姐 可以把他整个含在嘴里再咬 萧熙月点点头 努力张大小嘴 给这大大的肉丸子 含了进去 他真的很努力很努力 才把这牛丸整个含进嘴里 林东方摸摸下巴 决定以后 把这丸子做得稍微小点 天知道火灵儿 是怎么把樱桃小嘴 张到那么大的 现在火灵儿一口吃进去俩丸子 开始恶狠狠地报复 萧熙月轻轻 咬开丸子 鲜美的浓稠汤汁 顿时流淌出来 从舌尖散开到各处 其实林东方做的这丸子 算不上 爆 汁 一来蟹粉浓稠度 本来就比虾浆高 而且里面 还有虾子 吸收了一些汤汁 但是 鲜美超过了虾浆 以后 还是用虾浆吧 太鲜了 有些影响牛肉的味道 林东方 暗自检讨了一番 也是 人家传承下来 最后选用虾 也是有这方面的考量 肉丸都捞了出来 放在一个盒子里 当作是零食了 姚池圣主 把这丸子列上了 最爱的名单之三 他喜欢这种抱枝的感觉 而且 感觉似曾相识 等吃了几个丸子 火灵小脸一苦 师兄 林儿感觉又要闭关了 他今天就没停嘴地吃 小酥肉锅包肉 火锅 又造了这么多丸子 积攒的盗运 已经到了一个可观的程度 我感觉要进入 名单境界了 萧熙月点点头 那我现在 把飞仙 经名单卷传给你 他点出一纸 直接把经文烙印 进火灵的石海 除了圣主 各封守作 只有萧熙月 才有着传法的手段 火灵带着一大碗丸子 和十斤小酥肉 去闭关了 林东方伸了个懒腰 萧熙月发现 林东方每次都是迅速破镜 从来都不闭关 似乎他体内积攒的道运 是量变直接引起质变 无需那一步练花 总之就是让人扎舌 师弟 你现在修为 已经到了引气其重 有没有想过 走出什么样的路 师父还在闭关 萧熙月就要 担当起这个责任 林东方认真地考虑了一会说道 我只会做菜 和人类打打杀杀 可能不适合我 但是世界这么大 以后我肯定需要出去走走 我也想去走走 看看各地的美食 增长自己的厨艺 但我这体制 一旦遇到坏人 就会很危险 我还是需要打打杀杀 打不过别人 就会被杀 所以可以的话 我想当一个无敌的厨子 这样我想给谁做饭 就给谁做饭 不想给谁做 就不给谁做 萧熙月点点头 林东方有这种想法 让她很满意 她想了一会说道 等你到了引气久重 我就带你去一个地方 历练一下 提升你的战斗技巧 林东方点点头 她虽然喜欢吃软饭 但打架 不能让妹子替自己打 萧熙月气了一壶灵茶 然后开始抚琴 悠扬的琴声 在小院内回荡 林东方一边品茶 一边看着绝代仙子弹琴 身心都获得了极大的放松 过了一会 林东方又开始整丸子 又做了六锅 这可把瑶池圣主开心坏了 等到傍晚 沐青城过来领水 至于沈浪和王二虎 前天给他俩 也简单炖了一个牛头 俩人吃完 直接闭关去了 顶不住了 圣女 林师弟 沐青城打了招呼之后 笑着说道 林师弟 明天第一批辣椒 就可以采摘了 等我们试验一下辣度之后 再给你送来 真是麻烦几位师姐了 林东方取出打包好的牛肉丸 足有二百多个 这是今天做的牛肉丸 吃的时候 注意里面可是会流汁的 沐青城一惊 这牛肉丸 甚至超过了盐水压 真不知道这位师弟 怎么做的肉丸 林师弟 你这样养着我们 我们除了给你当牛做马 真的无以为报了 沐青城悠悠一叹 他真觉得这样下去 那群师妹 肯定会把林东方给吃了 现在那桃花林里 出现最多的声音 就是林师弟 林东方挠挠头 师姐 对于我来说 这好的食材 远比这些丸子重要 你们给我培育的辣椒 在我以后做菜上 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他这是实话实说 书上说 鲜艳上基本没有辣椒出现 不是大家不爱吃 是因为 没有能辣到顶级修饰的辣椒 而且在外吃席 谁敢主动封印 自己的修为 就为了那一口辣味 等着别人来吃自己的席 所以 林东方极度需要 更厉害的辣椒 那师弟以后 想培育什么植物 都可以找我们 师姐们 一定用全力去培育 沐青城目光坚定地保证着 再多说什么 谢谢就没意义了 显得生分 放心吧 该喜欢师姐们的时候 我绝对不含糊 林东方微微一笑 沐青城也笑了起来 不过等到他下山 发现萧锡月也跟着下山了 圣女 你这是要去 我要去炼气风 借几样材料 帮师弟打磨一下他的菜板 萧锡月的回答 让沐青城目瞪口呆 打磨菜板这两个词 无论哪个 都和萧锡月不搭 沐青城这回知道林东方说 该使唤 绝对不是客套了 连萧锡月这种第一仙子 都能如此使唤 还有啥他干不出来的 心情复杂的沐青城 回了林耀峰先不说 却说萧锡月来到了炼气风 这炼气风手作闭关 大师兄闭关 剩下几个清传弟子 轮流直守 今天刚好赶上任剑 见到萧锡月来了 任剑高兴的 简直找不到北拉 萧仙子来炼气风所为合适 他用最热情的语气 最灿烂的笑容 接待萧锡月 任剑觉得 自己终于有了 在萧锡月面前表现的机会 他要让这位仙子知道 他在自己心里有多么重要 萧锡月道 祭练一件器物 想借用一下 打磨木料的器具 不知是和我 我可以代劳 任剑摇了摇手中的折扇 大献殷勤 此物重要 不能经过别人的手 我自己来即可 萧锡月表情淡漠 直接拒绝 林东方很少 那么严肃 认真地请他办事 师姐 拜托了 他甚至说了拜托 这菜板 他必须要亲自打磨到完美 萧仙子 任剑脸色尴尬 他没想到 萧锡月拒绝得如此干脆 不过仔细一想 是直接说可以或者不可以 刚刚他说了那么多个字 是不是预句还赢 任剑此时 智商直接跌成了负数 没办法 上到了 不知是何物需要打磨 也许我比较熟悉 可以呃 可以在一边帮忙 任剑用最后的理智 提醒自己 是不可以说出 指点二字的 多谢你的好意 还是算了 萧锡月转身 走向天剑峰 他想起来天剑 峰会打磨木剑 想来有打磨木料的东西 任剑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他万万没想到 萧锡月居然如此果断地就走了 他没注意到 萧锡月走的时候 一枚微不可见的种子 落在了地上 在草丛中 迅速长成了一朵小花 仙女的心眼多着呢 这小花 是一种特殊的植物 可以监视周围 并且把影像投影 到萧锡月手中的一块零石上 等到萧锡月飞远了 任剑攥紧双拳 愤怒低吼道 为什么 为什么她对我 总是不屑一顾 不远处 周长青走来 任兄 我觉得 萧仙子变成现在这样 一定是因为林东方 任剑冷笑 林东方 她算什么东西 一个厨子 废体而已 周长青摇头 她虽然是个废体 但是她一下子拿出了 四十五万零石 你 说 十 吗 任剑一字一顿地咬牙 问向周长青 四十五万零石 可不是小数目 她那位黄姐的全部身家 不过五十万零石 那还是众多田狗送脸 她变卖之后获得的 周长青叹道 现在看来 林东方应该是某个影视家族的传人 虽然是废体 但是极度有钱 而且她的目标 显然也是萧西月 要是和萧西月双修 她可能会获得莫大的好处 人间的情绪 再次被调动起来 双修两个字极大的刺激了她 她红着眼睛立声道 你的意思是 萧西月会被她用零石俘获 修炼讲究资源 就像你我获得的太岁土 周长青目光英智 而且百年一遇的 悟道茶大会就要到了 姚池圣地需要强大的帮手 要知道 上一次大会他们 只获得了一枚叶子而已 人间沉默了 周长青的话 很有道理 人间的目光 瞬间变得争鸣起来 我要不惜一切代价 获得萧西月 既然她喜欢钱 那我就断了她的前路 直接弄死林东方 一边 周长青心中畅快一笑 她就是要让任剑 也对林东方起杀心 正好看看林东方背后的势力 到底是哪一家 她假装担心地说道 任兄 林东方背后的势力 可能不在你我两家之下 你要三思 人间冷笑道 不在你我两家之下 又如何 这北斗心上 可没有彻底凌驾于 圣地之上的存在 周长青点点头 这倒是不错 可是她一直归缩在 妙音风不出来啊 人间摇摇头 周兄你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啊 周长青心中冷笑 她再糊涂 也没傻到 要直接对林东方动手 她装出千功的样子 那任兄有何妙计 人间冷笑道 自然是用太岁做诱饵啊 太岁 周长青 还真忘了这茬 所谓智者千律必有一诗 愚者千律亦有亦得 她在心里 如此安慰了一下自己 只要我们想办法 把太岁的事情 告诉给林东方 然后去联系 黄泉殿的杀手 布置一个杀局即可 到时候 由黄泉殿的人动手 一个小小的林东方 几个宁丹靖的杀手 足以杀他千百次 就算是不成功 也可以 把林东方背后的势力 引出来 再做计较 周长青愕然 人间这小子脑瓜子 这么好使的吗 远方 消息阅历深于一片白云之中 手中是一块金石 上面照应着两人的样子 更传出了两人的 大声密谋 绝美的容颜上 满是寒霜一样的杀意 这两人留不得 声音如切冰断玉一样 干脆冷练 简简单单的六个字 表明了 他心中无尽的杀意 先不急着杀他们 有我在林东方 不会有事 姚池圣主 忽然显化而出 圣主 可是 这两人现在还不能死啊 不信你 去问林东方那家伙 他肯定不舍得 两人的目光同样冰冷 但他心中想到了更多的事情 萧熙月深深看了一眼 姚池圣主 低声道 那还请圣主保护好他 放心吧 放心吧 姚池圣主心中一动 萧熙月还从未用过这种语气 和神态和他说话 这丫头 莫不是也动了心 萧熙月拜别了姚池圣主 去天见风打磨了菜板 然后 回到了林东方的小院 多谢师姐 林东方欢天喜地地 结果打磨好的菜板 乐得合不拢嘴 看着高兴的 像那孩子一样的林东方 萧熙月忽然有种 想呵护他的冲动 两人不经意间地对视了一下 都发现了彼此眼中那股喜悦 林东方心里一顿 这种眼神 他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缺点 从小只有老老汤的瓜娃子 长大之后 对各种感情十分谨慎 这使他错过很多事情 即便是现在 他依旧不敢确定 萧熙月对他的感情 是同门情义 还是什么别的 唯独感情这件事 林东方对自己 比较不自信 而反观萧熙月 他知道 自己为什么 他的目光都很澄澈 而且为人很真实 对自己就是掏心掏肺 他喜欢这样的师弟 所以 人间和周长青 必须要去死 但萧熙月转念一想 那两人 似乎对师弟还有用 思前想后 他还是取出了那块金石 林东方看完之后 笑了笑 两人想杀他很正常 师姐 正因为他们这样 我才能更心安理得地 把他们往死里坑了 林东方看到 萧熙月眼中的寒芒后 心里忽然意暖 他轻声道 只要我在圣地之内 他们就不敢对我动手 反而我可以 从他们身上 源源不断地压榨出零食 萧熙月一叹 这家伙 果然还是因为零食啊 自己是不是 有点穷了 你打算坑 多少零食才算完 先定个小目标 一千万零食 这些零食 我打算把妙音峰翻修一下 把我的厨房 好好地装修一下 萧熙月瞪大了眼睛 暗中的摇池圣主 也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一千万零食装修厨房 那得是多豪华 一个好的厨房 能让我的厨道 修炼事半功倍 林东方说的是 自己的实在想法 萧熙月浅笑 那就先听你的 林东方兴高采烈地进厨房 用新菜板切菜去了 这菜板用起来 简直就是享受啊 第二天 人间和周长青 一起去了林耀峰 去领他们的灵果 由于宁丹镜 和原音镜领取的果子 品质不同 所以他们拖到现在才来 林耀峰门口 直守的沐青城 看到这两位傻子来了 露出一个 真心实意的笑容 一来正好把太岁 可能在林耀峰出没过的事情 告诉这俩人 二来 正好让他俩试试辣椒 人间和周长青 还是第一次见到沐青城 相比于萧熙月的清冷 沐青城 这半熟风韵 甚至更加吸引他们 两人不禁暗暗感叹 姚池真的是仙子的摇篮 每一代的杰出仙子 基本都出自姚池圣地 牧师姐 我们是来领取林耀的 都领取盘桃 盘桃只有姚池弟子 可以享用 外界人根本无从获得 所以像是人间这类的 留学生都会首先领取 盘桃品尝滋味 三人顺着小路走向桃花林 本来是不用带着他们去的 但沐青城有自己的计划 而且可以让这俩人觉得 自己受到了重视 让他们自作多情一下 可以说现在摇篪圣地 知道内情的人 都在套路这俩人 一路上 人间和周长青 各种夸赞林耀峰 沐青城只是微笑点头 等到路过林耀峰大殿的时候 周长青忽然看向 那新多出来的一个大坑 他不由得一愣 他听说这大殿旁 编种了一棵相思树 可是林耀峰手作张林的新头肉啊 怎么没见到 或者说忽然被砍伐了 这明显是刚刚砍伐完不久的样子 地上的土还新着呢 周长青不由得说出了心中的疑问 牧师姐 我听说这里有一株相思树来着 本想一堵风采 沐青城忽然脸色一变 他低声道 周师弟 别问了 这树已经没了 哎 说着说着 他脸上爬上了愁容 那渲然玉气的模样 让铁石心肠的人 都要动侧影之心 周长青和人见 对视一眼 都觉得这里有问题 不过 两人也没说话 只是跟着沐青城 走向桃花林小院 到了小院外 本来喜欢在院子里 吃火锅的妹子们 都不见踪影 但周长青和人见都是高手 听力很强 他们听到了 那小屋里 传出的哀声叹气 师父下手 也太狠了点 那树 是自己倒下的 可是还重重责罚了小六 但好在大师姐 昨天挖到了一线 嘘 小屋里的议论声 戛然而止 但周长青和人见急的 却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挖到了什么 两人觉得八成是太岁土 太岁那东西 到处乱跑 能弄到相思树很正常 两人对视一眼 都发现了彼此眼中的金光 看来这太岁 就在灵药峰上 摇池圣地有一项规矩 弟子获得的新发现 灵物可以自己处置 他俩都对这太岁势在必得 只要有了这东西 他们一定能做到 同代第一 同代第一 这可比萧熙悦 更有吸引力 沐青城已经急匆匆地 取来了盘桃 他把玉和地给两人 两位师弟 这桃子就在里面 你们走吧 人见急不可耐地说道 牧师姐 你先前 可是挖到了太岁土 牧青城眉头一皱 往后退了一步 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小屋内 几位美女一脸的惊叹 大师姐的演技 果然了得 周长青也低声道 牧师姐 太岁土极其贵重 我和人兄 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求购 牧青城摇摇头 苦笑道 两位师弟 虽说按照姚池的规矩 这太岁土 可以被我任意处置 但这是 洗刷我师妹冤屈的物证 怎么也要先承上 给师父看了 再做定夺 周长青忽然笑道 这是自然 而且 我有办法让那相思树 死而复生 不如我们现在 就去敬见张前辈 牧青城瞪大了眼睛 急声道 周师弟 那相思树 可是我师父最真实的灵目 你要是能救活 这太岁土 我可以都给你 周长青心中 尝出了一口气 果然啊 牧青城手里 时常获得一些太岁土 他也能做到同代无敌 这一刻 他觉得 自己仿佛是上天的蠢 能接二连三地获得太岁土 人间一听这话急了 他眼睛一转 微笑道 牧师姐倒也不必如此激动 太岁土 还是按照正常的价值交易 与周兄的手段价值比较一番 多退少补 他这话一出 周长青心中顿时咬牙切齿 人间这话说的 虽然不偏不倚 但本质上 还是想分一杯羹 牧青城点点头 两位师弟等我一下 我去取来太岁土 然后就带你们去见师父 他转身回屋了 人间一脸的似笑非笑 周长青眼中泛起一丝冷意 不多时 牧青城取来了太岁土 领着两人到了大殿 大殿内 张灵施展秘书 把自己变成了以前那苍老的样子 他眼神冰寒 周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戾气 周长青和人间顿时静若寒蝉 他们虽然是这一代的仙苗 但是绝对实力还不够 张灵的眼神都足以弄死他们 张灵这杀意 可不是装出来的 他是真有杀意 这两个小孽障 居然敢对灵东方动歪心思 真是找死 但那两人觉得这杀意很正常 毕竟自己最真爱的灵木 就那么没了 可谁谁心情都不好 牧青城跪在地上 祭出一尊小鼎 师父 相思树是因为神物太岁而倒下 这是我在相思树树根下 百丈深的地方 发现的太岁土 相思树不是六师妹 因为上次受罚 而赌气弄倒的 小鼎内道运交织 周长青和人间 看不清具体有多少太岁土 又如何 你可知道 那相思树是保佑 我和你施工白头偕老的灵木 他直接无视那太岁土 有物道艳 谁还稀罕这干水土 周长青鼓足勇气说道 张前辈与秦前辈情比金坚 令人探服 我天玄树院有一神物 可以促进灵直生长 甚至让其死而复生 张灵瞥了他一眼 沉生道 可是那万年前 曾救活一株神药的仙龙水 周长青傲然道 仙龙水是我天玄树院的 至高抵御 而且 它还可以源源不断地产生天龙水 足以救活相思树之类的灵根 龙水 分为地龙水 天龙水 仙龙水 这种蕴含天地大道的神物 能被灵直吸收 或者拿去炼药 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但不可以直接服用 张灵脸色缓和了一下 他对沐青城说道 那既然如此 就用这太岁土去换一些天龙水吧 剩下的土你 自己看着办 天龙水 灵药风也有储备 但是只有五滴 这还是之前有大纪元获得的 他又对周长青说道 那天龙水我记得 貌似是二十万灵石一滴 这次我们要三滴 想必以天玄书院长青 公子的名头 不会巧立名目 骗我灵药风吧 二十万一滴 那是天玄书院肯卖 事实上极少有人买到过 张灵打算 到时候自掏腰包给灵东方灵石 把这玩意 从他手里再买来 周长青笑道 张前辈您放心 我不会有任何小动作的 如此就好 沐青城带着两人回到小院 脸上 还有一丝忧愁的样子 周长青摇着折扇 安慰沐青城说道 沐师姐放心 这天龙水 一定能救活相思数 任见心中有些不快 觉得周长青 这次出尽了风头 但此时 远处一位紫衣师姐 拎着一个小筐飞了过来 小筐里装满了辣椒 大师姐 这辣椒培育好了 但是如何测试辣度呀 任见一听这话 顿时来了精神 他大声道 这位师姐 我平生最爱吃辣椒 不如由我来测试辣度 总算轮到他出风头了 智商时高时低 这是周长青 对任见的评价 这一筐辣椒 看起来就不好惹 不过他很好奇 林耀峰培育 这玩意做什么 沐青城解释道 北域的极北冰原 终有家珍修楼 拜托我们培育辣椒 珍修楼 就是修饰开的酒楼 随便撒个谎完事 没必要暴露出林东方 万一让这俩傻子 猜到什么就不好了 周长青和任见点点头 北域的酒楼 都喜欢用辣椒 因为那边真的冷 从凡人开始 就喜欢吃辣椒 但顶级宴席 是不上辣椒的 首座级别的人物在那 嘶哈嘶哈 满头大汗的 也不像样子 任见笑道 据我所知 辣是一种痛绝 所以到了住基金之后 基本就不会有辣 这种感觉了 周长青脸上 带着一丝莫名的笑容说道 但偶尔有野生的辣椒 吸收了天地灵气 会成倍增加辣度 甚至有原因近高手 被辣死传闻 这辣椒给我一种危险的感觉 莫非是用零根辣椒 和普通辣椒 一起培育的 子依师姐点点头 对周长青笑道 周师弟果然见识广播 这辣椒确实 如你所说的那般栽培的 人间顿时不服气了 周长青得意一笑 这俩人看到对方吹牛逼 就爱拆对方的台 人间看笑 穆青城问道 穆师姐 我可否尝尝 穆青城 本来就要把这两个家伙 当小白鼠 直接笑着点头 子依师姐补充道 洗过了 可以直接吃 但是我提醒你哦 这辣椒非常非常辣 穆师姐身为化 神经修饰都不敢吃呢 我劝你 还是不要吃的好 嘴上再说不要吃 但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 只有眼底深处 有一丝邪恶 敢对灵师弟动歪心思 去死吧 这一批辣椒 足以让化身后期的炼体修饰 拿头撞墙 昨天穆青城长了一下 就浑身发红 跟主叔的大虾一样 任劍脸上 带着轻松的笑容说道 这位师姐放心吧 我虽然只有原因尽见 但是喜欢吃辣椒 谁能拒绝一个 用漆带目光 看着自己的美女呢 至少他人见 无法拒绝 他随手抓起 一根绿色的大辣椒 直接一口咬了下去 陡然间 他的脸色就僵住了 然后两个耳朵里 开始往外冒白烟 鼻子里往外冒黑烟 一张嘴 一股散发着 浓烈辣味的火焰 喷了出来 一股极致的辣味 弥散开来 穆青城和几位美女 都施展了一种秘书 顿时打了好几个喷嚏 然后鼻尖的皮肤都裂开了 他顿时嗨然 光是这味道 就足以辣死云 阴境界的修饰啊 再一看那边的人剑 人剑仰天狂吼 疯狂喷火 他的嗓子 已经沙哑无比 这已经不是辣了 他的胃 已经开始燃烧 几位美女 花容失色 怎么办怎么办 快叫师傅来 传音时呢 他们装出手忙脚乱的样子 你推我我推你 乱做一团 为的就是拖延时间 让人剑多燃烧一会 人剑此时耳边嗡嗡作响 脑子已经乱成一团 胸腹中的火焰 已经烧伤了 他的五脏六腑 这种钻心弯肉的痛苦 让他浑身冒冷汗 但这冷汗刚冒出来 就被他提表的高温蒸发 人剑此时的身体表面 呈现出黑红色 散发的高温 已经烤焦了他的衣服 旁边的周长青一开始 也是有点害怕的样子 但随后眼中金光一闪 要是人剑死在这里 倒也不错 他掏出一些 丹药装出关心的样子 未禁任剑嘴里 但没啥效果 起戏后 人剑的头发都着了起来 一直在暗中窥探的张灵知道 也该收手了 人剑要是交代在这里 倒也是个麻烦 他寄出一枚丹药 丢进任剑嘴里 熄灭了那股火焰 胡闹 张灵板着脸训斥一声 七位美女顿时跪在地上 静若寒蝉 人剑 你把这丹药吃了 我再补偿 给你一枚盘讨 张灵丢给半死不活的人剑 一枚丹药 人剑感激地扶下丹药 然后身体就复原了 也就是烧伤而已 虽然痛苦 但还没到致命的程度 紫衣美女眼含泪光 一脸的哀怨 为什么 为什么不让这家伙 多被烧一会 看她如此 后悔 的样子 人剑到嘴边的话 又咽了回去 算了 美女又有什么坏心眼呢 她如此想到 面对美女 她的智商就直线下降 周长青见到 这些师姐 慌乱的样子 也觉得没什么问题 毕竟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的 对方也犯不着设计 陷害他们 应该就是一个小失误 而且人剑 还获得了一枚盘桃 这件事 于是就接过去了 最主要的是 周长青要回天玄书院 请来天龙水 人剑也要回赤霞神巢 去要灵石 现在 这太岁已经 石锤 就在摇池圣地 这件可不是一件小事 人剑离开的时候 对紫衣美女道 师姐不用自责 是我不自量力 去吃那辣椒 师姐们 不愧是林耀峰的清传弟子 能培育出这么厉害的辣椒 周长青都看不下去了 这位 真是舔狗王中王啊 人间自作聪明地 以为他这样 大度 的表现 会让师姐们 印象深刻 殊不知在他们走后 几位美女 欢天喜地地庆祝了一番 培育辣椒成功了 他们开始采摘辣椒 按照境界分别放好 不敢有丝毫马虎 每个境界的辣椒 都弄了三百斤 要是隐气劲地修饰 吃了给化神禁用的辣椒 直接就会暴毙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几个美女 小心的程度 更在以前照料 相思果树之上 第二天一早 慕清成就把这些辣椒 送到妙音峰 牧师姐 这些辣椒太棒了 林东方 从隐气进那一筐里 摸出一个辣椒 尝了一下 辣度正好 慕清成反复叮嘱道 师弟 这辣椒 一定要小心使用 是真会出人命的 林东方认真点头 然后看了看 奈化神经的辣椒 问题来了 这辣椒他扛不住啊 他怕炒菜的时候 把自己给枪死 似乎看出了他的窘迫 慕清成 眼嘴一笑 林师弟 这是我们 给你祭练的腕香囊 可以把辣椒的味道 阻隔在外 等到你到了住基金以后 修炼一些护身的法子 就能直接 把辣味挡在体外了 慕清成递给林东方 一个小巧的七彩香囊 十分精致 旁边 萧细月瞳孔一缩 萧细月发现自己 似乎还真没挣八斤 送过林东方东西 林东方什么礼物比较好 林东方放好辣椒之后 开始处理鸡鸭鹅 牛肉 都弄好之后 开始做早饭 蟹粉小笼包 有了十八摸之后 他的白岸功夫厉害了不少 而且现在 已经不是赶皮了 而是手一挥 均匀的力道 就可以压好 很多张面皮 中间厚周边薄 至于馅料 昨晚就提前做好了 蟹粉 加入五花肉馅和皮冻 萧细月和慕清成 帮着一起包小笼包 两人一开始包的 都不怎么样 但后来越包越好看 玉手划过一道残影 一个小笼包 就稳稳当当 出现在手中 萧细月的造型完美 慕清成包的现足 也是个有特点 不多时就包了 超大锅龙T5T 慕清成看了看萧细月 没有留下一起吃 他想到了当年 和萧细月 一起夺宝的情景 到最后只剩下 他们两人的时候 对方眼中的那一丝战意 林东方留下一T的量 剩下的 都让慕清成带了回去 还给打包了一些八宝粥 饭桌上 萧细月看着这自己包的小笼包 心中有种成就感 她之前 从未自己做过饭时 吃得最多的 就是屁股丹 师姐 先咬开一个小口 然后把汤汁吸出来一些 这个可不能 直接都塞进嘴里吃了 林东方笑着提醒了一下 萧细月轻轻点头 先喝了一小口八宝粥 香甜温暖的气息 在嘴里弥漫开来 然后吃包子 背齿轻轻咬开薄薄的包子皮 无声地瞬息了一些 鲜美的汤汁 在小口吃着包子 鲜香的肉馅 让她爱上了这种包子 优雅 林东方心里 只有这俩字 暗中的摇池圣主 可不是这个吃法 直接一口一个 萧细月忽然问道 师弟 你的生辰是哪一天 林东方微微一愣 然后下意识达到 冬月时期 冬月 就是阴历十一月 萧细月眉头 微微一挑 好巧 我是冬月十五 十五月原夜 所以她的名字里有月字 林东方笑道 现在才九月份 到时候 我们一起过生日 萧细月轻轻 嗯 雷一声 然后就开始盘算 送林东方什么生辰 礼物比较好 林东方过生日 会得自己做三道好菜 还有一块草莓 奶油蛋糕 她不确定这个世界 有没有搞出蛋糕来 反正上次去刘云城 没见过 这玩意她会做 她那位鲁菜师傅 一个古板的老头 喜欢吃 想到鲁菜师傅 就想到了七天 货物道宴上的葱烧海参 就想到了调清汤 先调清汤 蛋糕以后再说 吃晚饭 萧细月收舍晚快 林东方开始准备掉汤原料 现在萧细月对烹饪 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见到林东方这么郑重的样子 她不禁问道 师弟 你这是要做什么菜 不是菜 是清汤 清汤 萧细月喝过清汤 但都是菜品 里面有各种零药 和零售的肉 七天后 我要做葱烧海参 要用到清汤 葱烧海参 萧细月没吃过 不知不觉 她也开始期待 林东方做的每一道菜了 目光中出现期望之色 林东方忽然一拍脑门 糟了 忘记和秦前辈说 海参要蛋干的了 看到萧细月的目光 林东方解释道 葱烧海参 用的是泡发的干海参 但是晾干海参 有多种方法 蛋干就是海参 处理好之后煮熟 直接晾干 此外还有盐干 就是撒上盐在晾晒 还有糖干 撒糖的 萧细月点头道 有点像炼丹 处理灵药 林东方轻轻一探 现在就盼望着秦前辈 能各种干海参 都采购一些了 他没有再继续烦恼这件事 大不了让秦顶 再去冬狱一趟 通天竟修士 跨越大狱 还是很快的 钓清汤 老鸡 老鸭 带皮肘子 无鸡不鲜 无鸭不香 无骨不浓 林东方想到了当年 第一次看师傅 钓汤时候说的话 随口说了出来 萧细月认真记了下来 一斤料 三斤汤 我这打算多做点 四十五斤汤 反正锅大 而且现在成修士了 林东方可以任性一些 之前最多一次十五斤汤 先处理积鸭 屁股都切掉扔了 在检查内部 有没有挂上肺子 积鸭宰杀处理的时候 肺脊容易挂在胸腔里 所以要仔细检查 然后在腿上 翅膀上划两刀 要切到骨头那里 这样方便骨香出来 肘子也是一样 切到骨头 萧细月的除道悟性 可比火灵而强多了 但为了让悟到宴上到运最大化 林东方没有让他上手 既然他菜里现在有到运 按照师父用心做好菜的训诫 那就要做到尽善尽美 冷水下锅超喜 小伙 火大了 这肉就收紧了 血沫子出不来 请搅动 为了血沫子更好地出来 也防止粘锅底 林东方附述着那位师父的每一句话 所谓传承就是如此 一代代人的口口相传 血沫子要一直往外打 呃 就是咯 等到没有新的血沫子往外出了 就关火 这锅超的水要流着 血沫子打干净就行 千万留着 千万留着 萧熙月在这里圈了一下 把材料捞出来 用流水洗干净 上面附着的血沫杂质 但是这一步 萧熙月发出了疑问 师弟 之前我看你超过牛肉之类的 都是用温水洗的 林东方笑道 那些是为了保持肉的口感 但这一锅 我们是用来掉汤 用流动水洗得更干净 当然肉也不会浪费 等下坐手撕鸡之类的吃 萧熙月点点头 那用流动的温水就好了 这样等下肉质也更加完美 他简单刻画了一个小法阵 旁边那 水龙兽嘴里冒出来的清水 就变成了温水 林东方再次感叹 修炼的力量太牛了 材料洗净之后再次下锅 加入葱姜和花椒粒 开中火熬汤 然后林东方开始准备掉清汤 另外两样重要的材料 葱椒泥 鸡肉泥 生花椒磨成细粉之后 加入一些黄酒 和切细碎的大葱混合在一起 然后细细地剁成泥 这一步容不得丝毫马虎 而且没有洁净 葱泥只能剁 萧细月站在一边静静地看着林东方 在那剁着葱椒泥 厨房里除了那口汤锅里发出的 咕噜咕噜 声 就剩下着刀刃和菜板接触的声音 很有节奏感 还是新菜板好用 之前剁肉线都是 小心翼翼的 生怕一刀罢菜板给剁碎了 师姐打磨的菜板真的好看 林东方由衷地赞叹了一下 之前用着神痕玉铁菜刀 配合普通菜板 就好比用普通菜刀 在自己肚子上剁肉 稍有不慎就要出事 这十万年的银杏木使劲剁下去 都没一道划痕 萧细月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复杂的感觉 有些开心 有些羞意 她目光动了动 没有言语 葱胶泥细细地剁好之后 时间过去了十多分钟 剁了一小盆 然后开始剁鸡胸肉 等下要用葱胶泥混合着鸡肉泥 倒入那汤里 就可以把汤中的杂质都吸附掉 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去除杂味并且提鲜 鸡胸肉切好了 用刀背砸一砸 更容易剁成泥 哒哒哒 灵东方双刀一起开剁 刀光霍或闪出刀刀残影 最后剁出来的肉泥 用刀面一鸣 薄薄的像是透明薄膜一样 铺在菜板上 没有一丝肉粒 萧细月忍不住问道 这么费力 就为了一锅清汤 炼丹之前的准备步骤 都没这么复杂 可别小看了这汤 等明后天我还要做高汤 清汤鲜美 高汤浓香 用处都不一样的 没有这汤 许多菜的味道 就要寡淡很多 比如那葱烧海参 海参鲜是鲜 但最后也只剩下鲜 就需要补味 但又不能让别的味道 宣冰夺主 所以要用这清汤 灵东方仔细地解释一番 萧细月连连点头 看到她这认真的样子 灵东方有种错觉 这位仙子师姐 莫不是要打算开一家大饭店 鸡肉泥剁好了之后 灵东方收拾了一下案板 这汤开锅 总共炖半个时辰就好 这样味道既充分融入到汤中 又没有随着蒸汽过多一散出去 而且炖得太久 就容易成为白汤 古椒园一旦出来了 这汤只能加料做高汤了 萧细月轻轻点头 她又想到了炼丹 伸了个懒腰 灵东方走出厨房 坐在摇摇椅中 随手拿起那本 北斗星史书开始看 萧细月给她沏了一壶茶 然后在一边静静打坐 炼花到韵 吃了灵东方的饭菜之后 她现在打坐半个时辰 相当于之前打坐两三天 对飞仙经 天鹰传承 见到的领悟 也是快到吓人 时间到了之后 灵东方带着萧细月进了厨房 关火 把香喷喷的鸡鸭和肘子捞了出来 再把残渣都打出去 这汤要凉到和体温差不多之后 才可以用鸡肉泥吸附杂质 现在倒进去 就没啥用了 这样啊 湿地需不需要一个冰镇 那最好不过了 灵东方摸了摸下巴 决定以后去学一下镇法试试 有这玩意真的方便 比空调冰箱好用多了 不多时 汤的温度就降了下来 灵东方取出一个盆子 里面放了一些鸡肉泥 又加了一些葱胶泥进去 要用焯水的头盗汤 把这鸡肉泥冲开 然后再把这盆里的 倒入头盗汤中 要让这头盗汤 像是米汤那样 鸡肉泥要是不够就再加点 但一定要先冲开 再倒入汤内 不然容易结割的 然后才可以把 这头盗汤 倒入刚刚熬好的那锅汤内 头盗汤中油多 更香 清汤不是全然没有油花的 除去做某些菜之外 别的菜都有油 这点油花也可以增香 灵东方再次开火 这样的火苗叫做中小火 一边加热一边搅动 等到冒了热气 就调成小火 千万不能让这锅里的汤沸腾 不然影响吸附杂质的效果 萧细月连连点头 她已经看到了 这鸡肉泥的奇妙作用 那些细小的杂质 紧紧地贴在鸡肉泥上 然后慢慢飘到汤的最上面 与此同时 一股更加鲜香的味道 用天眼可以清楚地看到 丝丝缕缕的霞光缭绕在那汤的上方 即便是摇池仙泉最底部的意象 也不过如此 又一锅交织着天地大道的汤 量完全超过那些卤肉老汤 那些老汤每天都要卤肉 里面的盗蕴会融入那些鸡鸭鹅中 而且还要添加薪水 所以盗蕴含量增长得十分缓慢 萧细月有股错觉 那就是 林东方此时正在熬一大锅悟稻茶 这汤的颜色 也都和悟稻茶几乎一样 林东方的脚 像是在地面上生了根一样 从开火到现在 他的目光丝毫没有离开过汤锅 手勺也没有丝毫地停歇 一直在轻轻搅动 这是一锅轻住心血的汤 看 现在汤里几乎没有了杂质 杂质也都飘了上来 现在就可以把鸡肉泥捞出来了 用细漏勺捞 然后用手勺在漏勺里敲一敲 把鸡肉泥里的汤都挤出来 这清汤可珍贵 容不得丝毫浪费 不过 敲打是在另一个大碗上方进行的 多少会敲下来一些杂质 免得又弄进了那锅汤里 勤俭持家 萧细月脑海中 忽然冒出这四个字 把汤倒进另一口锅里 这锅需要刷 这锅上也有不少杂质 刷过之后 重复一次刚才的操作 不过这次是用清汤冲开鸡肉泥 随着他仔细地控火 搅拌汤汁 那些丝丝缕的霞光 更加璀璨夺目 最后开始连城彩霞 照应出锐彩 萧细月耳边有天音响起 暗中 摇池圣主施展秘术 把这即将冲天起的锐彩 直接给遮掩住 臭小子 熬个汤都惊天动地的 以后你做个大菜 不得召唤来天节啊 最后 一锅淡茶色的清汤完成 林东方很满意这锅汤 清汤淡不寡水 汤盆边上有着油花 鲜美带着肉香 但在萧细月看来 这就是一大盆污道茶呀 那边的老汤 七碗相当于一碗污道茶 这清汤五碗 就相当于一碗污道茶 这一大锅汤足以比的 上一枚污道叶 就连那清理出来的杂质 都相当于三碗污道茶 哎 我这也是良心卖家 这一批的太岁 图品之上乘啊 林东方瞥了一眼废料桶 这哨子没法用了 里面都是微小的骨头渣子 血沫子料渣子啥的 做不了菜 更别说窜丸子了 只能丢掉 把清汤用鲜石封好之后 时间已经到了中午 午饭林东方打算奢侈一把 用哨子中挤压出来的清汤 下馄饨吃 当年他第一次看师傅做清汤 提出用清汤下面条之后 被师傅用架子上的手勺 在脑袋上敲出来三个大包 大碗里装了刚好五小碗清汤 鲜肉小馄饨在里面浮浮沉沉 上面撒了葱花香菜 师爹 你这是用一碗悟到茶当汤底啊 萧细月悠悠一叹 这一碗馄饨拿出去 少说也能卖到二十五万零食 林东方笑道 物以细微贵着道理我懂 但是对我来说 这东西真没什么大不了 当然了 那太岁土的产出它 还是严格把控的 对于我来说 追求的还是这饭菜中的味道 事件你以后就放开了吃 以前我调清汤少说 也要一天的时间 现在一上午就做出来这么多 萧细月第一次真正意识到 林东方是真想当一个无敌的厨子 无敌只是厨子的修饰词 本质还是厨子 林东方搞出太岁土味的是啥 赚钱弄菜板 装修厨房 顺带着修炼 当然也是为了坑一坑那俩傻子 林师弟的道心当真 坚固无比 萧细月暗暗赞叹了一句 然后开始吃馄饨 最后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 这可是一碗污倒茶呀 馄饨还有一些 摇池圣主就顺走了五个 他们这边刚吃完 山脚下传来秦顶的吆喝声 东方啊 我回来了 秦顶多了哆嗦地走上妙音风 身上还带着大海的气息 乱糟糟的头发上 还有几根海带 耳朵上夹着一个螃蟹钳子 脸上还有些发紫 一看就是冻的 但他十分开心 东方啊 我在东海最深处 发现了点好东西 阿天 秦顶朝天打了个喷嚏 几朵白云 被吹得烟消云散 通天进大佬 都冻感冒了 这东海最深处 藏着啥玩意 林东方脖子 向后痒了痒 然后赶紧进厨房 把剩下的那些馄饨 都盛出来 又在汤里多 加了一些辣椒碎 化神进大辣椒 他是戴着一个手套切的 不然 手都得被蜡着火 秦前辈 你先吃点馄饨暖暖身子 秦顶看到这一大碗馄饨 眼珠子瞪得溜圆 乖乖 东方啊 你这馄饨赶得上 一个秘境的宝藏了 前辈先吃一口吧 我看你这东的够呛 不过 我不知道 这玩意能不能 暖动你这通天进的人 林东方 还真没多少把握 嘿嘿 那我就不客气了 呵 有点辣味 我喜欢 造了半碗馄饨之后 秦顶头顶飘出来 一缕缕特殊的道运 然后被震散 秦前辈 原来是受了道伤 萧细月看出了细节 对林东方说道 秦前辈冷成这个样子 不是因为外力 而是体内根基 被一种寒冰道运侵蚀 受了道伤 吃下你这馄饨之后 道运入体 正好把那道伤 修复好了 林东方摸摸头 这样 道伤这个词 距离他还很遥远 秦顶长出了一口气 了不得 这馄饨 真的了不得 我本打算回去 吃点丹药 慢慢疗伤 没想到 这半晚混沌 就治好了道伤 他除了大受震撼 还是大受震撼 秦顶摸出一个储物盒 东方 你先看看这些海货够不够 都是我在东海抓的 林东方打开一看 倒吸了一口冷气 各种海鲜堆 成了几座山 各种鱼 贝类 虾线 林东方认识的能吃的都有 不认识的也有 这是你当时 要的那些东西 我都弄到了 秦顶又递过来 一个盒子 打开之后 林东方惊喜地发现 有淡淡海参 而且品质极佳 色泽是褐色 带着一丝暗红 肉刺饱满 至于东海最深处的宝贝 是这个 秦顶取出一个仙石盒子 神秘嬉嬉嬉一笑 我受了道伤 也是因为这东西 这盒子内 有一团青白色的火焰 在静静燃烧 像是一朵绽放的清莲 即便是林东方 也能看到这火焰周围 缭绕着点点仙光 瑰丽无比 九阴玄火 萧细月一经 传说这是一位仙人的 道伙 蕴含太阴仙力 他难以想象 情顶到底是在东海里 怎么乱转的 居然遇到了这等仙物 嘿嘿 老夫施展练丹风的求火术 好不容易 才搞来这一丝火种 我一开始 打算用自己的身体 储存这玄火 没想到和我体内的 丹火相冲 结果就受了点到伤 只要练化了这火种 再加上求火术 以后 把那九阴玄火的 本体求来并不是难事 东方啊 我已经有了本命当火 所以这九阴玄火 就送给你了 别跟我客气 到时那九阴玄火的 本体之后 能否遇到 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东海内应该是没了 情顶得意洋洋 他总算有一样 拿得出手的东西 送给林东方了 多谢前辈 林东方也没推却 这东西 他在史书上见到过 是仙品天才地宝 但这玩意 有个最大的特质 就是 原杨还在的小伙子 无法练化 因为这仙道之火传说 道旅阴阳调和之后 才能真正练化 林东方倒是不着急 道旅总会有的 真正着急的是 这些水产的处理啊 以及佛跳墙的准备工作 他又在情顶的大碗里 加了一些牛肉丸 然后又把吊清汤用的 老鸡老鸭和肘子切好 淋上浇麻油端了过来 情顶咽了口口水 先不说这菜上飘着的道运 单说味道就足以媲美 鲜艳上的极品菜式 那个 东方啊 我能不能带走这些菜 和我老婆一起吃 他这一回来 就直奔妙阴峰 还没来得及去林耀峰看张林 林东方点点头 前辈喜欢在哪吃都行 我这先给你准备一下 悟到宴中的一道菜 秦鼎猛地站起身 面露骇然之色 东方 上次你做的那个炖牛头 前后不过三天 我那宴席可还有七天啊 消息月都是震撼莫名 上午掉的清汤就够麻烦了 还有什么菜需要七天 林东方笑道 其实也不用七天 我需要做点试验 这佛跳墙我之前从未做过 只是看别人做过几次 不知道能不能做好 要不是这是在 北斗星这修炼界 要不是自己有了一些修为 林东方是万万不敢说 自己七天就能做出来的 谈起昏香飘四灵 佛文气馋跳墙来 林东方随口把这句诗念了出来 秦鼎和消息月对视一下 他们从未听说过 佛跳墙这道菜 就连暗中的摇池圣主 都直挠头 但这句诗听完 让他们对这道菜 有了初步的了解 因为北斗星的西域有佛教 僧佛不沾昏心 佛文道了这香味 都要跳墙过来偷吃 这到底是何种滋味 东方 这道菜是你的家乡菜 秦鼎也是走遍天下武裕的人物 他不曾听闻过有这道菜 林东方微微一愣 心中暗叫不好 没想到 自己穿越者的身份 差点因为这一道菜而暴露 他随口道 确实是家乡凡菜 不过是近些年 一位老师傅所创 本名为福寿泉 因为实在美味 而且因为说话口音的问题 也被叫做佛跳墙 秦鼎点点头 他有千年没去凡人城池闲逛了 不知道这菜倒也正常 林东方岔开了话题 秦前辈 我这还有事情要你帮忙 秦鼎拍着胸口道 尽管说 我尽全力去做 倒也不用那么尽全力 想请前辈把这些辣椒给烘干 林东方把那些辣椒都拿了出来 只留了一部分新鲜的 烘干辣椒 这活一般人干不好 秦鼎可是几千岁的老练丹师 他烘干过无数药材 料想这辣椒不在话下 秦鼎嘿嘿一笑 这活椒给我那再合适不过了 等明天我就给你送来 那就辛苦前辈了 不辛苦不辛苦 我走了呀 秦鼎打包了这些菜和辣椒 跑去了林耀峰 暂且不谈 林东方先把各种需要用到的干海鲜 泡在水里 然后换了身衣服 和萧熙月去了一趟玉寿峰 为的是黄酒坛子 佛跳墙的争主 最好在黄酒坛子内 坛子内残留的酒香 可以去新增香的 程大发大手一挥 倒出十个空坛子 他有种感觉 林东方接下来肯定要做一道惊天动地的菜 不然这家伙肯定不会出远门 跑到他玉寿峰来 程前辈 我还需要一些鸽子蛋 林东方毫不客气 因为这玉寿峰就是食材供应部 每天用到的鸡鸭鹅牛肉等 都是由玉寿峰的程小云送来 顺便再拎点成品回去 鸽子大 这玩意还真没有 我这就叫人给你抓鸽子下蛋去 对了 这是你之前要的鸭蛋 程大发叫程小云端来一个大筐 里面有百多枚鸭蛋 外壳雪白如玉 一看就是上品 程小云上次吃完牛肉火锅之后 力气便大了不少 再加上每天都能吃到那最爱的卤牛肉 他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了宁丹六重 太好了 等下回去燕贤鸭蛋 过两天给你们送来几个 林东方黑黑一笑 带着酒坛子和鸭蛋打到回府 燕贤鸭蛋方法很多 林东方打算用个简单快速的 一碗高度白酒 一盘子盐 一些宣纸 以前在地球都用抽纸 当然 燕贤鸭蛋还需要一些洗干净的鸭蛋 然后进入雪白细腻的食盐里打滚 滚到粘不上盐为止 然后用一层宣纸包住这个鸭蛋 用白酒打湿外面这层宣纸后 再次放入食盐中翻滚 如此一通操作下来 把这些鸭蛋放入一个透明的盒子中封好 林东方之前都用塑料带装 这种水晶盒子 烟咸鸭蛋实在是奢侈 萧熙月从未吃过咸鸭蛋 暗暗期待起来 七天之后就可以拿出来晒了 现在还不能见太阳 林东方放好鸭蛋之后 表情严肃起来 萧熙月敏锐地发现 这位师弟脸上第一次有了些紧张 林东方开始准备做佛跳墙了 这佛跳墙可不好做呀 他从未学过敏菜 只是见别人做过 现在也只能照猫画虎 姚池圣主敏锐地发现了一丝异常 妙音风上高空中 居然飘来了一朵 散发着丝丝佛光的云彩 他一步踏出来到那佛云镜前 结果发现 当中只有一道精纯无比的信仰之力 本源佛力 这佛跳墙 姚池圣主头皮一阵发麻 这菜才刚刚开始准备材料啊 林东方开始发蹄筋 用的青筋牦牛 最后剩下的一些干蹄筋 油发 冷锅冷油下入蹄筋 慢慢升温到五成热 这个过程要有十五分钟左右 林东方不敢有丝毫马虎 油温升起来之后 往油锅里加水 没错 就是热油里泼水 噼里啪啦 刹时间 由锅内水花油花到处乱飞 林东方腰间的香囊 绽放出丝丝光彩 把这些飞溅的危险物阻挡在外 以前她从未自己油发过蹄筋 都是直接买来的 萧细月在一边看着 她第一次觉得这烹饪似乎有点危险 女孩子天生对这种能弄脏衣裙的玩意 有些害怕 热油里泼水 这一步是为了油温快速降下来 也为了让蹄筋涨发起水泡 在之后的制作中 更好地吸收汤汁 把蹄筋捞出来 放在一边的水盆里抛着 林东方开始刷锅 萧细月问道 师弟 这蹄筋就处理好了 要做这佛跳墙了 这只是第一步的第一步 这蹄筋要泡到明天早上 再继续下一步的制作 萧细月呼吸一顿 这佛跳墙的难度可见一斑 姚池圣主知道为啥刚开始做 就把一丝佛光给召唤来了 佛跳墙要用花菇 就是长得很大的香菇 但是这边没有普通香菇 林东方之前把从林药风弄来的三种 和香菇长得差不多的大蘑菇晾晒了一些 此时正好拿来用 扔在盆子里抛着 放在蹄筋旁边 接下来是花椒和鱼唇 花椒是海鱼的鱼镖 是大的那种 鱼唇不是鱼的嘴唇 而是鲨鱼软骨 这两种都是晾干的 林东方当时给秦冰写的纸条上写的 晾干的海鱼镖 鲨鱼软骨 为了避免油气污染了这海货 林东方转移了阵地 来到另一个小屋 起锅蒸制花椒和鱼唇 中火半个多小时 蒸好的材料扔到水里 也要泡一晚上 林东方为了让这佛跳墙更加豪华 忍痛取出了之前 晾干的冰鱼鱼镖 两个 他第一次油发工艺 本打算留给这冰鱼鱼镖的 没有蒸 只是开始泡 冰鱼鱼镖不大 也更加薄嫩 这些水产的盆子 都摆在这个小屋里 这个屋里完全没有油花 最大限度地 防止这些水产被油给污染 林东方心里微微一叹 哎 要加快速度弄钱了 这厨房一定要装修得又大又豪华 而此时 任健和周长青 已经先后回到了各自的老家 他们一个是为了要钱 另一个是为了要添龙水 本来两家的大人物们 都不相信太岁这个说法 毕竟太岁这东西 从来没人见过 不像是其他神药那样 有迹可循 但等到两人取出太岁土之后 不由得他们不信了 一个个老家伙 激动得跟第一次当新狼一样 眼珠子都红了 天玄书院院长 小心翼翼地 捏起一点点太岁土 放在嘴里细细品尝 传说这太岁乃是一种复制 这太岁土细细品尝之后 确实有那样的一股微臭味 这玩意可加了猛料 灼迟地投到圆汤啊 而且 穆青城常年给各种灵质施肥 配比简直完美 但在细细品尝 却能品出各种美味来 不愧是吸纳万物 凝聚万道的太岁啊 连附近的土 都能改造成这种堪比物到茶的太岁土 天玄书院的大人物 赤侠神朝的皇族老前辈们 细细品尝过后 都做出一个决定 不惜一切代价 从摇制圣地求购太岁土 但他们也知道 像是沈浪和穆青城 都是有不得已的原因 才会卖出这太岁土 不然谁会把这宝土卖出去 这可是堪比物到茶的宝贝啊 任剑直接从国库中 又搞到了五十万零食 顺便塞给他那位皇姐 十多斤太岁土 顶了账 人微微大喜过望 他万万没想到 任剑居然能留给他这么多 萧熙月啊萧熙月 你虽然在摇制圣地 但两次三番 和这太岁土擦肩而过 等到我的修为彻底超过你 一定要把你踩在脚下 一边这么说着 他用最精致高档的勺子 挖起一块太岁土 仔细欣赏了一番过后 塞进嘴里 人微微眼睛里 只有暴虐和贪婪的光芒 这玩意 只要不仔细品 还是挺香的 而此时 萧熙月在吃什么呢 他在和林耀峰的师姐们 一起串肉串 林东方为了整海鲜大烧烤 又切了百多斤牛羊肉 等到肉串串好 盆子里剩下的血水 和杂料之类的 倒进桶子里 等着变成太岁土 卖给人间他们 再被人微微吃下去 滋滋滋 交织着点点到韵的肉串 在炭火上 呐喊出诱人的香味 肥肉不多 很快就被烤得收紧 所有油脂都被瘦肉吸收进去 撒上滋然和辣椒粉 直接开灶 就连萧熙月 都是吃得阴唇油汪汪的 嘴角甚至沾了一粒滋然 炊烟鸟鸟 旁边蒸好了一大锅海鲜 新鲜海鲜这东西 林东方不喜欢 整得太花里胡哨 虾蟹就是最简单的蒸煮 最大限度地保留 这海鲜的原味 顶多往里扔点姜片 淋上一些黄酒巨星 像是什么红酒蒸海红 一倍 它从来不弄 贝雷这玩意洗干净了 锅烧热 直接往锅里一倒 水都不用加 它们体内本就有大量的水分 遇到热 直接就会吸出 自己煮熟自己 当然了 贝雷放在烤架上也是 极其鲜美的 香丝果树的炭火已经点燃 壁子上摆满了各种贝雷 还有中年男性的好朋友 牡蛎 吃吃吃 温度上来之后 这些贝雷热得自己 张开嘴发出尖叫 肥嫩鲜滑的贝肉中 吸出大量水分 这就是可以吃了的信号 林东方吃海鲜烧烤 不喜欢任何调料 但是这群师姐在这 他就准备了一些蒜末 香油 香醋辣椒油之类的 小心地计算着时间 旁边蒸锅里的虾蟹 已经熟透 急忙关了火 夕阳洒下金红色的光芒 和那蒸到通红的虾蟹 相得一张 一斤多的赤甲红啊 林东方在心里感叹了一下 在地球上 吃到最大的赤甲红 不过半斤大 这还是没有 修为的赤甲红 那堆海鲜里 还有几只墨盘大的 有引气劲的修为 修为再高的 那就是虾兵蟹将了 归东海之内的大势力 龙宫馆 不方便抓 没有修为的大龙虾 足有他一条胳膊肠 肥实的龙虾尾里 藏着树筋鲜香的虾肉 从背后切开 鳞上蒜蓉在口 成了萧细月的最矮 这位第一仙子 狂造了五根龙虾尾 看得林耀峰妹子们 暗暗扎舌 原来圣女大人 也有这一面啊 穆青城啃完一个 大螃蟹后说道 林师弟 这蟹壳要不要磨碎了 也放太岁土里 林东方摇摇头 这东西 我怕他们吃出什么线索来 不如拿去给秦前辈 让他磨碎了 试着练练丹 蟹壳啥的磨得再碎 也和土不一样的 像是切菜切肉的鞭角料 可以用特殊的方法 直接弄成腐烂状态 彻底和泥土化为一体 木青城点点头 旁边的师姐们 吃得很乖巧 毕竟萧细月就在旁边 他们不太敢 当着萧细月的面 调戏林东方 等到月上之头 海鲜大餐完事 林耀峰的师姐们 捂着微微鼓起的小腹 慢慢走下山了 真是的 每天都会被林师弟搞大肚子 真是甜蜜的烦恼呀 嘿嘿 我现在巴不得 每天都被林师弟搞大肚子 现在修炼比之前快十多呗 木青城捂着脸 他脑海里浮现出 另外两个大字 口口情敌那边 刚刚烘干完辣椒 又开始一边撸串 一边磨泻壳 吃东西炼蛋 好家伙 我这是要一鸣惊人啊 以他的手段 自然能让服用丹药的人 感觉不出来 这丹药里的配方 他似乎已经看到了 这飘着道运的丹药 被众人疯抢的样子 妙音风上 林东方洗完澡 打了个哈欠 钻进被窝 乖乖 这几天补过头了呀 林东方硬是睡不着 羊脸躺着 发现不太对劲 他侧过身 透过打开的窗户 开着小院中那几朵不知名的花 随风摇曳 早知道就少吃点牡蜜了 没想到 一晃在这摇池圣地十多天了 明天把鱼做了 不多时 九阴玄火不知为何 突然从盒子中飘了出来 直奔林东方 等到暗中打坐的摇池圣主 发现异常的时候 林东方浑身都在发光 九阴玄火已经进入他的体内 融入他的气海中 直接就给他冻昏了过去 糟糕 林东方居然是吉阳之铁 摇池圣主眉头紧皱 阴阳相吸 何况吉阳和吉阴 林东方的阳气过剩 直接把九阴玄火吸引了出来 此时 萧熙月也感应到了异常 急忙冲进林东方卧室内 今晚不用我出手了呀 萧熙月脸色微红 求火数他也会 只是现在九阴玄火 被林东方的吉阳之气 牢牢地吸引住了 如果不卸掉这股吉阳之气 萧熙月纵然是那九阴之体 也难以把这九阴玄火弄出来 师弟 对不起了 萧熙月伸手一扶 林东方就陷入到了深层次的睡眠中 俗称 鬼压床 但是现在看来 说是仙子压床更加贴切 萧熙月又看向另一边 摇池圣主已然消失不见 他深吸了一口气 踢掉袖鞋也躺到床上 从背后抱着侧躺的林东方 缓缓伸出双手 绝带鲜岩 侧脸贴在林东方后背上 背齿轻轻咬着红唇 目光闪动几下后 羞怯地低垂下去 折仙峰上 摇池圣主拎着一壶老酒 他在看着天上的明月 自贞自饮 旁边是十几只盐水鹅 二十多斤卤牛肉 身前的烤炉上 还有一堆肉串和海鲜 他不知道为何 心里就想多吃点 气不顺 像是被抢走了 心爱玩具的小女孩一样 气鼓鼓的 哎 也怪我 上次居然没发现 他是吉阳之体 摇池圣主瞥了 妙音风一眼 又恶狠狠喝了一大口酒 一个时辰之后 摇池圣主感应到了 酒音玄火的气息 他弹指 打出一道封印之力 把那还在蠢蠢欲动的青色火焰 死死地封印起来 萧熙月化作一道流光 飞回自己的小院 连衣服都没脱 就扎进礼物的一个温泉里 透过翻涌的白色雾气 可以看到他的面颊 从耳朵根到脖梗 都布满了桃色 玉手在泉水里轻轻摆动 指尖似乎被烫伤了一样振扎 两久 萧熙月脸色一僵 他忘记穿鞋子回来了 他换了一身衣服 鼓足勇气 再次回到林东方的小院 把鞋子穿好 然后又施展秘术 清除了屋里 属于他的味道和气息 第二天一早 林东方掀开被子一看 又无奈地低声叫道 为什么又鬼压床啊 老子裤子又破了 想起昨夜那个梦 林东方一阵脸红心跳 起了个大早 洗了个大早 师姐 吃早饭了 林东方今早做的是 拇指生煎包 龙虾尾馅的 大龙虾尾直接剁成泥 打入鸡蛋 又加了点葱姜花椒水胡椒粉 本来打算做鲜肉的来着 但是有这么多海鲜在 自然要奢侈一些 只加了一些五花肉 进去提香 然后把虾黄稍微炒了一下 加入馅中 这样红艳艳的更加好看 萧细月这一夜也没睡好 她甚至不知道 为什么还会做梦 起床之后 也是洗了个大早 她第一次在镜子前扭捏了许久 没事的 师弟她又没发现 深呼吸了好几次 等到脸上的潮红完全消失后 她才走出房门 装作一如往常的样子 来到厨房 帮林东方一起包小包子 拇指生煎包用饺子皮就行 林东方用十八摸 一下子能按出来十八张皮 林东方由于昨晚的梦境 还有点不敢看萧细月 这位仙子师姐是她最敬重的人 但是昨夜那个梦实在是太超过了 师姐肯定不是那种热烈的人啊 林东方偷看了一下萧细月 然后在心里批评自己 萧细月只是低头默默地包小包子 由于害羞和紧张 她甚至不敢看林东方 暗中的摇池圣主 看着两人诡异的样子 也是浑身不自在 师兄 一道火红色身影 翻过院墙冲进厨房 细细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林儿好想师兄 火灵儿熟练地一把抱住林东方的胳膊 摇池圣主发现萧细月的身子 顿时紧绷了起来 林东方倒是没看出来什么异常 她修为太低了 火灵儿呆毛一颤 她感觉背后有点发凉 咦 怎么忽然有点冷 萧细月悚然一惊 她刚刚居然不由自主地 把火灵儿当做了对手 她急忙脸去了神石 同时暗暗皱眉 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火灵儿挠挠头 耸了耸肩膀 把刚刚的感觉当成是幻觉 来 学着包包子 这是走饭 林东方给火灵儿演示了一下 怎么包这小包子 居然是龙虾尾肉 莫不是秦前辈从东海回来了 火灵儿一边笨拙地包一边问 是啊 带回来好多好吃的 等会我给你们做个铁板鱿鱼 林东方当年也是 知过烧烤摊的 好爷 火灵儿欢呼雀跃起来 每次闭关出来 都能吃到新的好吃的 那肯定的 只要我还在妙音峰一天 就会每天都给你和师姐准备好吃的 火灵儿傻笑起来 萧熙月听到林东方这句话之后 忽然觉得 自己心里所有的害羞和不自在 都消失了 现在 她只有一个念头 谁也不能把林东方 从妙音峰带走 随后 她也轻松地笑了起来 像是冬日的暖阳一样 清冷中的温暖 三个人把小包子 端到煎锅那里 这平底煎锅 是林东方几天前 让张大锤打造的 大小足以把它自己放上去煎 十八摸一出 小包子挨个落在这 预热了且刷好油的煎锅里 滋滋啦啦 薄薄的皮被瞬间煎到定型 面香味瞬间飘出 两三分钟后 林东方倒入调制好的淀粉水 林这种加了土豆粉的水 是为了煎熟后 这包子底部有冰花 更加好看 林东方盖上锅盖 用一边的沙漏开始计时 慢慢地 薄薄的皮开始变得半透明 可以微微看到 带着一丝亮红色的馅料 香味随着锅盖边上的蒸汽冒了出来 钻进三人的鼻子里 火灵儿咬着手指眼巴巴地看着 萧熙月目光中也有期待之色 时间到 林东方掀起锅盖 食指和拇指圈珠大小的小包子 因为底部还有些水蒸汽的原因 在锅里轻轻跳动着 带动着底部那珠网一样的 冰花也在摇颤 林东方的手 划出一道道残影 把这些小包子捡入盆中 配上八宝粥 开灶 小小的包子 即便是萧熙月 也可以一口一个 像是火灵儿的樱桃小嘴 以及不逊于她的摇吃圣主 则是一口两个 火灵儿惊讶地发现 萧熙月居然吃得比自己还多 吃完饭 师姐师妹在一边刷锅洗碗 林东方开始今天的佛跳墙筹备工作 取出了昨天油发后 泡好水的蹄筋 还有大蘑菇 轻轻一掐 蹄筋上的一个小水泡爆开 水刺了出来 当然了 别的部位不能刺水 毕竟这是蹄筋 不是海绵 林东方起锅烧热油 下入姜片 整颗小香葱开始炸制 等到炸香后 倒出多余的油 这油可以用来炒鸡蛋 加入蹄筋再甩一勺子黄酒进去 大火炒香 然后林东方做出一个略微上头的决定 把原本应该加进去的清水 换成了昨天掉的清汤 不多 没过蹄筋而已 丢进去一块冰糖 大火灰三分钟 然后把锅里的蹄筋 连汤带着葱姜倒进大碗里 上锅蒸一个小时 这期间 开始处理大蘑菇 捡去菇饼放在一边 火灵儿刷完碗凑了过来 轻声道 师兄 这菇饼不用了吗 林东方答道 佛跳墙只用菇盖 这菇饼等中午 炖小鸡吃 物尽其用 不能浪费 不能浪费 火灵儿严肃起来 决定中午把这菇饼都吃了 冷水把菇盖下入焯水 加点料酒 佛跳墙有二十多种材料 为了让所有味道 都互相交织在一起 就要避免一加毒大 所以 这香菇盖要焯水 去掉蘑菇一些特有的浓重香味 林东方对一边记笔记的消息月解释了一下 起锅烧油 再下入葱姜炸香 然后倒出油 下入昨天掉清汤 鸡身上摘出的肥油 炒香后下入蘑菇盖 等到蘑菇香味出来 下入清汤 大火五六分钟 然后倒出来 上锅蒸四个小时 师弟 这提金和菇盖蒸这么久 难道只是佛跳墙的准备工作 林东方收拾了一下猪案笑道 是啊 不然我怎么能说 我只能有把握做出来 萧细月和火灵儿对视一眼 都觉得头皮发麻 天空中 姚池圣主面色凝重地看到 那更加明亮的佛光 这臭小子 该不会真的会用一道菜 召唤出一尊先天大佛吧 姚池圣地的另外两位顶级强者 也注意到了这佛光 程大发和独孤浩 面色凝重地来到高空 注视着这朵云气 圣主 这小子这道菜有点吓人啊 万一真召唤出先天大佛 有点难办 程大发曾去过西域 深知佛门底蕴之恐怖 天下五域 东南北中四域 各大圣地顶足而立 唯独西域 只有佛门一家独大 实力恐怖无比 独孤浩忽然说道 我曾听说 佛门并不喜欢先天之佛 只有皈依佛门的佛才是佛 否则就是魔 程大发想了一下忽然笑道 一山不容二虎啊 我觉得这说法倒也有道理 姚池圣主副手而立 他面色也十分凝重 万一真的召唤出来先天大佛 若是不能被灵东方控制的话 我只能把他灭掉 程大发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已经有百年没见过这位圣主出手了 张口就要灭佛 这位圣主的修为 到底达到了何种境界 无妨 召唤出来的不一定是先天大佛 你们把信仰之力和佛力混淆了 但这不怪你们 远处传来一道苍老的妇人声音 仙灵前辈 你有数万年没主动开口了呀 所谓仙灵 就是仙气之灵 摇持仙气西皇境中的气灵 西皇境缓缓飘来 轻轻震战 这信仰之力中 本可以诞生龙凤 可以诞生先天神奇 圣灵 但佛门出现之后 这信仰之力 只能御御出与佛有关的东西了 不过因为很少有修者 尝试使用信仰之力 所以他们这么做 倒也没有人管 现在这团佛光 最后有可能化作菩提树 或者金翅大鹏 无彩孔雀之类的 仙灵毕竟是摇持始祖的法宝 见识远超任何人 成大发震惊 那菩提树也是一种悟道术 可以聚拢天地大道 供人顿悟 大鹏和无彩孔雀 也是仅次于龙凤的仙兽啊 这团佛光中孕育了无限可能 摇持圣主轻轻一叹 这灵东方还真是个宝贝疙瘩 幸好那天夕月 把他领上了这妙阴风 他现在真的后悔了 那天 他就应该把灵东方 领回哲仙风 仙灵道 这是他的机缘 也是我摇持的福源 不过福祸相依 此时不要生长 西皇镜隐藏在妙阴风上空 遮掩了那股佛光 下方 老林开始折腾花椒和鱼唇 这两样经过一夜的浸泡 已经变大了将近三倍 换了水上锅蒸 上汽之后十分钟即可 然后捞出来放入水中 并且倒入冰块 放在冰镇上冷藏 萧熙月认真记下了每一步 然后 他又开始记录海参的泡发 三煮三发 林东方颇有些无奈地说出这四个字 捞出昨晚就开始浸泡的海参 冷水下锅 烧到锅底产生气泡 然后小火再煮二十分钟 然后关火浸泡 这一下 又要浸泡到晚上 林东方把这一盆海参放在一边 这也太消耗时间了 萧熙月都感叹了一句 难怪 你这除仙体做菜 就相当于修炼 我之前从未知晓 烹饪会如此麻烦 没办法 想这东西好吃 就必须这么麻烦了 林东方拍拍手 转身去看了看提金 有沙漏计时 控制下方的火焰熄灭 倒也不担心过了火 突然 他虎去一阵 修为突破了 隐气八重了 林东方的破镜 就是这么的突如其来 后面两个妹子 一阵无语 这也太没天理了 林东方照例拿出两只鸡剁了剁 适应了自己现在的力气 正好中午吃小鸡炖蘑菇 小鸡放在盆子里备用 去勇敢温水泡发蘑菇 之前晾晒的高脚鸡心膜 骨饼细膏像是鸡脚 上面还有小黑子 骨盖本来有鸡心那么大 晾干之后 小得可怜 提金停了火 捞出来 汤流着炖小鸡的时候 到镜里面 我想想 到时候用什么办法喂汤 林东方搬出两个黄酒坛子 摸着下巴 在那认真的思考 一种是用炭火喂汤 另一种是用柴火烧大锅 大锅里加满盐 然后把坛子放在盐里 算了 我现在是修炼者 当然怎么麻烦怎么来 林东方打算用第二种办法 他开始给身边的 两位帮厨下命令 师妹 去帮我搞一根立枝木棍 两指粗细 三尺长就行 要干干净净的 得令 师兄等着 我去去就来 火灵儿像是领了命令的将军一样 熊啾啾气昂昂地跑出小院 师姐 你去帮我找一些干荷叶来 要求能能荡成布那样 这就去帮你找来 只要师弟开口了 就算是星星 也要想办法摘下来 林东方开始 乒乒乓乓乓地剁材料 老鸡老鸭 猪体肘子猪鸡骨 这些食材通通焯水 去掉血沫 这一步和掉清汤一样 但今天是高汤 奶白浓汤 所以猪骨多了一些 焯水之后 同样是清洗 这一步做完 萧熙悦和火灵儿 都带着战利品回来了 林东方拿出情顶 从东海买回来的大粒海盐 倒入大锅中 锅底是小火 然后 把黄酒坛子 稳稳当当坐进盐中 扭了扭 让坛子有一部分被盐盖住 但是坛底距离锅底 有一定的距离 把洗好的材料 倒进坛子里 加水到坛口八成高的地方 盖上一个大概子 这一步 要先小火微两个小时 距离大蘑菇蒸好 也只差两个小时 林东方休息了一会 和火灵儿一起 跟着萧熙悦学了 学基础剑法 两人都别脚地 像仕途直着走的螃蟹 萧熙悦打消了 让这俩人练剑的念头 于是三人开始吹唆呐 三人都获得了天鹰传承 所以都吹得有模有样 倒也十分喜庆 过了一会 林东方开始收拾寄鱼 寄鱼这玩意 摇持圣地内的河里就能抓到 林东方之前抓了一些 丢在妙音峰上的 一个水潭里养着 哎 用你们练习一下鲨鱼吧 之前冰鱼 都是遇到常温水就死 棒棒 给鲫鱼敲晕 去灵去塞去内脏 光速去世 葱姜料酒胡椒粉 腌制 然后给中午吃的鸡焯水 小鸡炖蘑菇 没那么多讲究 起锅热油 葱姜花椒干辣椒八角之类的 下锅炒出香味 下入鸡块翻炒 等到鸡皮变黄 盖上锅盖小小焖一会 把鸡肉里的水分焖出来 这样方便等下的蘑菇汤 入到鸡肉里去 喜欢颜色重的加点老抽 林东方啥都没加 然后下入蒸蹄筋的汤 蒸大蘑菇的汤 菇饼 高脚鸡心菇 还有泡发高脚鸡心菇的圆汤 这边炖着小鸡 林东方开始煎鱼 敌不动我不动 鱼动了就乱动 然后熟练地翻身 煎好的鱼丢进那一坛汤里 然后用荷叶封住坛口 三个时辰之后才可以起风 六个小时就为这一锅高汤 天空中佛光更加璀璨 如果不是西黄境遮掩 这妙音风上就会多出一个太阳来 小鸡炖蘑菇里 林东方没放酱油 或者炒糖色的重要原因 就是那个黑金菇 这颜色比下老抽都重啊 还好我临时一哆嗦 没有把泡黑金菇的水全倒进去 十多分钟之后 锅内的小鸡已经熟透 汤也收了一大半 掀开锅盖 小鸡炖蘑菇特有的香味 就弥散开来 林东方把从刘云城里 买来的纯手工制作红薯粉条 倒进锅里 他用的是宽粉 从早上泡到现在 用剪子给这些粉条 从中间剪断 喂的是吃的时候方便些 不然一家容易一堆拖出来 纯天然无天佳剂啊 林东方心里嘀咕一句 粉条不能沉下去 不然容易糊锅底 到时候这一锅就废了 孤独到粉条彻底吸饱汤汁 关火出锅 撒上小葱花 完美的小鸡炖蘑菇 软烂的鸡肉 就着香喷喷的大米饭 火灵而造了五碗 萧细月对那粉条情有独钟 黑红色的透明粉条 吸收了鸡肉和蘑菇 煮出来的鲜汤 味道自然不用多说 特别是那爽滑柔顺的口感 让它颇有些欲罢不能 粉条被剪成合适的长短 避免了一口吃不下的尴尬 吃完饭 三个人开始研究 怎么装修妙英峰还有厨房 妙英峰其实挺高的 足有千丈 他们住的位置在半山腰上 朝着南边 阳光很好 萧细月说道 我的院子里有一个温泉 这次可以把泉水分流出来 让你们的院子里 也有温泉可以泡 那泉水对身体很有好处的 之前几年 妙英峰上救他一个弟子 温泉自然由他独享了 听到有温泉 火灵呆毛顿时竖了起来 他好了 我最喜欢玩水了 林东方暗暗挠头 火灵这猪雀血脉天生活体 居然喜欢玩水 这丫头的成长属性 怎么看怎么拧巴 不过每天能泡温泉 让他也很心动 那这温泉分流计划 要安排上 林东方在图纸上勾画一下 然后还有菜地 平时练习唢呐的隔音方 在安排点厅台宣线 小湖溪流之类的 还要种一些花花草草 不多时 这张大图纸就被全画满了 细节由萧熙月和火灵而完善 他们见识可比林东方强多了 安排的细节自然是尽善尽美 然后就是重头戏 林东方的新厨房 新厨房将会是一个新的独立院落 林东方大手一挥说道 不知道咱们摇池圣地 对弟子居所规格没有规定 他现在倒是有点 怕用料太好会不符合规矩了 毕竟他还是一个清传弟子 不是封煮啥的 萧熙月摇摇头 没有这种规矩 但是自己改建就要自掏腰包 林东方放下心来 那就按照最高标准整 不要在乎成本 他就差把爆发户三个大字印在脸上了 火灵而笑道 当然只有最高端的厨房 才配得上师兄的厨房 放心吧 钱不够的话我赞助师兄一些 好 到时候师兄肯定不会客气的 林东方捋了捋火灵而的呆毛 去一边忙活了 鲍鱼干泡发 具体和海参差不多 但是只需要一煮 两个妹子开始商量 用什么材料 萧熙月想了一会道 厨房的砖瓦都要用玄黄土烧制的 这种土是玄黄器周围的土 是最坚固 最祥瑞的薄土 摇池圣地主垫 也只有主垫 才用了玄黄土烧制的砖 极其昂贵 价格虽然惊人 但一定对林师弟的修炼大有用处 火灵而补充道 还要一些天火时 在这种石头上刻画的火镇 可以更精准地把控温度 萧熙月点点头 还有木料 要选用东海扶桑岛产出的金屋梧桐 这种木材几乎不可被点燃 防火效果最佳 这两种材料 也是极少数信任 才能偶尔寻觅到 然后就一夜暴富 还有窗户 一大一小两个美女讨论了一下午 增加了一点点细节 最后 做出了一个天文数字的预算 高达89万零食 真正做到了 完全不考虑成本 林东方看完那些图纸后 非常满意 赚了钱不享受 犹如锦衣夜行 下午 三人开始收拾各自的屋子 把不常用的东西提前打包好 免得过几天开始动工的时候 手忙脚乱 林东方的院子 要整体推倒重建 新院子 位于萧熙月院落的左边 火灵的小院在右边 方便分流温泉水 然后厨房院落在远处 中间隔着一层阵法屏障 以后来人了吃饭也方便 忙活了一下午 又是一天要结束了 晚饭很简单 牛肉大包子 林东方调好现发好面之后 萧熙月和火灵开始包 她在一边用那荔枝木棍 搅和喂了五个小时的高汤 这最后一小时最累 要用这棍子 把汤里的材料全部搅碎 把骨头和肉中的所有精华 全都转移到汤里 然后反复过滤 一点渣子都不留 萧熙月和火灵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只能感叹 无愧于佛跳墙这个名字 这一坛子汤蕴含的天地大道 已经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 林东方这边折腾完事 那边包子也蒸好了 萧熙月看着沙漏 一丝不苟地把控着时间 火灵在捣过蛋花汤 大大大 她的刀工虽然不怎么样 但是切个青菜木耳 还是绰绰有余 清水里加上三手勺老汤 煮开 师兄 我能不能往汤里扔一些牛肉丸子呀 可以 你甚至还可以扔一些油豆腐进去 自己家吃饭 自然是怎么得进怎么来 得令 火灵美滋滋地 往汤里丢了丸子和油豆腐 等到木耳丝熟透 开始搅和鸡蛋液 对了 用师兄教我那招 左手拿着手勺 右手端着碗 碗边贴着勺子背 然后慢慢倾斜 让蛋液从勺子背上流下去 落入锅中 然后双手一起转圈 火灵嘀嘀咕咕 然后惊喜地看到 锅内翻起了轻盈的一圈蛋花 之前她直接往里倒 稍微不注意 就到快了 导致蛋花不轻盈 丢入菜叶烫熟 然后水淀粉搅拌均匀倒进去 盐和葱花 完美 火灵一拍手 美滋滋地笑了起来 吃着师姐包的大包子 师妹煮的蛋花汤 林东方觉得 现在的日子 真是太美好了 晚上 慕清城看着那一大桶料渣 叹道 林师弟 这次的太岁土品质 会不会太好了呀 林东方嘿嘿一笑 就是要好点 才能多卖一些钱 我这今天做了一个 妙音峰翻修计划 要九十万零食 慕清城呆住了 林师弟 你说多少零食 九十万啊 九十万零食 足以买下两株药王了 药王是十万年以上的零药 可以让杜洁静大佬多活个几百年 但每吃一株 效果下降一半 有的杜洁静大佬穷的叮当响 就是用钱去换病了 慕清城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但反正有人见何周长青 不怕搞不到零食 他咬着大包子走了 林东方又煮了一遍海参 放在一遍继续泡着 这是第二煮了 明天再煮一次就能用了 不过他捞出来一些 这些发到七成的海参 留着做葱烧海参 葱烧海参不同于佛跳墙 需要把葱香味入到海参里面去 所以海参发的程度太高 就不容易入味 而佛跳墙 需要海参出鲜味再入味 就要充分发好 入夜 林东方这次睡得很踏实 但是远处小院里的仙子 睡得却又不踏实了 面颊上泛起一丝潮红 他有点想念 昨晚刚刚从背后 抱住林东方的那种感觉 第二天一早 林东方醒来之后 神清气爽 开始捣鼓冷藏了一夜的汤 把最上层多余的油脂去掉之后 把坛子再次放到锅中 隔着颜加热 今天放进去的还是老鸡老鸭肘子猪鸡骨这些材料 不过要进行一个关键步骤 炒酒 一大碗黄酒 点燃 等到这黄酒自己熄灭之后 倒入汤中 加酒的目的是为了让汤清亮 然后下入过油炸香的姜片 还是荷叶封口 再来八小时 但是这一次不用加入鸡鱼了 今天的早饭简单 老汤挂面 拉面林东方还没拿手艺 打算过两天练一练 吃完面开始折腾鸡鸭鹅牛肉 然后把海参来到第三煮 鲍鱼也煮了一下 换了水继续泡着 其实明天就可以开宴了 林东方不知道的是 他这随口的一句话 却让高空中的那团金光震战起来 姚池圣主眯着眼睛 仔细看着那团金光 眉头一挑 他惊讶地发现 里面是一枚大金蛋 金蛋有一米多高 表面光滑无比 周围缭绕着九彩鲜光 一枚蛋的虚影 看来不会蹦出来一尊佛 他放下心来 妙音风上 林东方收到了御寿风送来的鸽子蛋 然后写了封帖子 传送到炼丹风 告诉秦鼎明天就可以开宴 秦鼎顿时长嚎了一声 这老秦 跟第二春一样 至于吗 看来小林的误导宴又要提前了 这一次 连仙灵都被惊动了 恐怕是一道惊天动地的大菜 十几位手作聚在一起喝着小酒 吃着海鲜 这些是林东方昨天争煮的 可以堆满一间房屋 道运不多 但也足以让这群手作解馋 得 明天开宴 要仔细准备了 林东方从摇摇椅上坐起来 重新确认了一下菜单 佛跳墙 葱烧海参 他这刚刚念完两道菜 摇池圣主忽然显化而出 对着林东方说道 明天一道佛跳墙足矣 你这道菜 已经让天地出现了异象 林东方被吓了一跳 还好自己没做坏事 不然岂不是被圣主大人 一抓一个准 异象 他上下左右看看 尴尬了 没天眼 啥都看不到 摇池圣主无语 一挥手 一道霞光 就把林东方卷上高空 他现在离地面起码有二十多公里 在地球上坐飞机 最高不过十二公里 可以看到地球的弧度 但是他现在在这个高度 却看不出这北斗星的弧度 这颗星辰实在是太大了 随后他就被那团金光 吸引了目光 这就是我做菜搞出来的异象 林东方搓搓手 莫非是老天爷给我的奖励不成 摇池圣主点点头 也许还真是给你的奖励 林东方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有点吓人啊 我这只做了一道佛跳墙吧 此时 西黄竟飘了过来 传音道 奖励二字提醒了我 你这道菜可有什么名头 林东方挠挠头 老家那边有人叫这道菜 是天下第一菜 也有说法是天下第一汤 摇池圣主无语 你做菜就做菜呗 忽然搞出个什么 天下第一菜来 仙灵探道 天帝承认其位 林东方挠挠头 他还是个刚刚接触修炼的菜鸟 哪懂这些东西 摇池圣主解释道 简单来说 就是获得了天帝认可 认可你现在做的这个菜 就是天下第一 先前我们以为这是佛光 但仔细观察 却不是佛力 只是信仰之力 天道凝聚有无穷无尽的信仰之力 所以这奖励 也是由这种力量凝聚出来 林东方愣住了 抬头看了看天空 老天爷真的存在 他当年在地球上 可没少喊贼老天这三个字 有点吓人啊 林东方不安地问道 老天爷记录我这佛跳墙干啥 他怕沾染什么因果 摇池圣主脸色古怪地说道 以后某个除修度天节的话 就会度这佛跳墙之节 林东方脑袋上冒出三个大问号 佛跳墙之节 难道是让他在天节里做这道菜 做不成功就被劈死 摇池圣主苦笑 也许是这样 当然也有可能是直接摆出来 度节者若是道心不坚 见到你这天下第一菜 可能会到心崩碎 林东方想象了一下 某个厨子在度天节 突然间 天地间飘来一个厨房 上面旁边一块牌子上写着 三天内做出合格的佛跳墙 不然劈死你 又想象了一下 让一个自以为天下第一的厨子 忽然吃到这正宗佛跳墙 那还真挺伤人的 要是玻璃心直接就干碎了 林东方只能说 还是修炼界牛逼 度节居然还有这种操作 先灵说道 天地讲究平衡 你这道菜会被天地用大道摩克 这金光里的东西 算是对你的补偿 也可以理解成奖励 此时 金光又震战了一下 似乎是同意先灵说的话 林东方向后仰了仰头 那我以后倒过出来一个天下第一击 第一面条啥的 会不会还得到天地奖励 理论上是这样的 林东方忽然有了笨头 他心里说道 乖乖 这可比当年获得的狗屁奖牌 实会多了 那我就努力做出更多第一菜 获得更多奖励 林东方呐喊了一声 摇尺圣主目光闪动 他本以为林东方可能会被吓到 但现在看来 反而刺激这家伙 更想成为天下第一大厨了 他把林东方送回了小院 然后继续守着那团金光 明天中午开宴的话 一到佛跳墙有点不够看啊 张林前辈喜欢吃豆腐 那就做个简单点的锅他豆腐吧 海参都准备好了 葱烧海参也必须安排 高空中 摇尺圣主眉头挑了挑 这小子还真不乖啊 仙灵笑道 他做菜就像别人想修炼变墙一样 是忍不住的 你就别管了 哼 我才懒得管他 摇尺圣主像是赌气的少女一样 别过头 看向遥远的星空 碰 一颗倒霉的流星 被他的目光洞穿 化作积粉 气还是不太顺 看着这位圣主在他面前 似乎还是那个小丫头一样 仙灵老奶奶笑了起来 林东方把摇住 干杯 海螺头这些干海货 都洗干净 开始泡发 这些干海货 不像是海参鲍鱼 那么难以处理 泡发到九成就行 这一天 林东方都在忙活 为了让这佛跳墙尽善尽美 他把接下来要用到的材料 都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即便是天地 已经提前告诉了他 已经是天下第一 乖乖 还不如等我做完了再告诉我 我现在反倒紧张了 生怕哪里做不好 让老天又把奖励收了回去 顺便再搞出一道雷劈我一下 林东方苦笑一声 这一天 林东方都有一种 第一次参加厨师等级考试的紧张感 我叫不紧张 我叫不紧张 他默默地喊了喊口号 然后扛起锄头去院子外开荒 萧熙月和火灵儿 已经去万宝峰预定各种材料了 有摇池圣女的名头在 完全可以先获后款 一晃 八小时就到了 林东方把坛子小心翼翼地取出来 揭开荷叶 龙玉的香味扑边来 乖乖 我这都紧张出幻觉了 这汤居然在发光 其实这不是幻觉 这汤确实在发光 再次打烂 过滤 等到火灵儿和萧熙月忙了一天回来 进门就被那一大盆 闪烁着霞光的汤给惊住了 龙玉的香气 弥漫在屋内的各个角落 若不是关着门窗 恐怕在妙音风山脚下就能闻到 这只是一盆而已 却蕴含了一整枚雾道叶 所含有的天地大盗 之前那一百多斤的牛头 都没这种水平啊 萧熙月即便有心理准备 还是震惊无比 火灵儿惊到 这汤就叫做佛跳墙吗 真的太可怕了 她觉得这汤就足以把 西域那群和尚的魂都勾过来 萧熙月摇摇头 师妹 这只是明天要用到的汤 菜品还没加进去呢 师姐 你别吓我 这还是半成品 就是半成品 天呐 火灵儿的呆毛抖了抖 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她无法想象 真正成菜那一刻 到底会是什么场面 不过现在这个汤 看起来很好吃哦 火灵儿咬了咬指尖 经过冷藏的汤 已经凝固成果冻状 看起来软软嫩嫩的 这是林东方成功的标志之一 佛跳墙这汤入口 会封住嘴唇 蕴含了大量的胶质 所以 冷却之后自然就成了这 好吃 的样子 而不适合 林东方在另一边的厨房 蒸包子 海菜馅的 她最爱吃的馅之一 配的是小米粥 吃饭的时候 萧熙月和火灵儿 多少有些心不在焉 他们都在期待着 明天成菜的那一刻 一夜时间匆匆而过 第二天一早 林东方开始最后的冲锋 耳边似乎有战鼓雷动 凝固的汤 彻底去掉表面的油脂 火灵儿在一边直咧嘴 这去掉的油脂 就相当于一碗误倒茶 就那么被林东方 丢到了废料桶里 看来这装修成本 不用我添钱了 火灵儿这么想着 心里有点小失落 毕竟她想和师兄 一起出资打造新架 汤放入坛子内 先把坛子做进温水中 化开汤 然后再放进锅里的盐中 萧熙月在记笔记 连化开汤都这么讲究 林东方先把大蘑菇 和鲍鱼丢了进去 风口慢慢微致 因为这俩材料 个头实在是有点大 像是海参之类的 是距离成菜 两小时的时候放入 煮熟鸽子蛋 小心的包壳 没有一丝一毫的破损 林东方当年上电视 都没这么小心过 毕竟 以后要给北斗星 网小了说叫反面教材 网大了说 那就是遗臭万年啊 所有材料都再次检查之后 距离正午也就剩下两个小时了 林东方揭开荷叶 开始往里放海参之类的材料 高空中 瑶池圣主死死盯着那团金光 哦 一声颤音过后 虚空像是水波一样扭曲了一下 金丹像是突破了什么屏障一样 真正出现在这方天地中 由虚凝食 不是跨越空间 方才空间的扭曲 是大道神韵导致 仙灵在西黄境内低语 此时 秦顶和张灵 已经来到了林东方的小院内 今天不在水晶仙宫吃 圣主就在小院上方的高空中 现在瑶池内所有手作 都感觉到了一股特别的契机 处于高空中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 秦顶在厨房外走来走去 张灵和萧熙月 还有火灵在一起讨论 以后该栽种哪些花花草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距离佛跳墙完成 还有四十分钟 林东方开始制作葱烧海参 他此时仿佛成了一个 再无其他杂念 只有一个想法 把他老师教给他的葱烧海参 做到极致 取出一个砂锅 把昨天熬料油用过的 葱姜花椒粒放入最底层 海参用纱布包好 放进去 旁边锅内下葱油 然后放入新的葱姜炒香 下入鸡块和肘子肉 整只鸡剁成小块 肘子肉也是小块 充分炒香 然后倒入之前掉的清汤 烧开之后 打去上面的墨子 全都倒入旁边的砂锅中 完全没过海参 要微制二十多分钟 然后另起锅冷油下入葱段 小火炸成黄色 然后捞出来 放进碗里 林东方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着 进入了一种玄妙的 物我两望的境界 他现在的感觉很奇妙 仿佛化作一个局外人 在看自己做菜 再观察每一步 观察是否出现差错 旁边的小瓦罐里 小火加热一些清汤预热 这边开始炒糖色 炒好之后 倒入热乎乎的清汤 充分搅拌之后 再倒入装着金黄色葱段的碗内 放入一个锅里 隔水蒸十多分钟 这个时间 林东方开始准备锅他豆腐 之前 他就已经把豆腐切好了片 且放入一个 由鸡蛋液打底的大盘子内 豆腐片撒上一点面粉 然后挨个铺上 早就准备好的五花肉馅 再在肉馅上 撒上一点面粉 然后再用豆腐片一片片地盖上 起锅热油 把这些排列整齐的豆腐 慢慢推入锅中 再淋上鸡蛋液 锅边淋入少许油 然后轻轻晃动锅 等到这些豆腐 在锅里一起来回乱晃了 林东方一个大翻勺 让他们翻身 继续在锅里被煎 等到又乱晃了 把葱姜丝放在豆腐上 再次大翻勺 这些豆腐 就乖乖地把葱姜丝压在身下 开始汲取葱姜的香味 从锅边淋入一些酱油 清汤 然后盖盖闷 此时 葱已经蒸好了 砂锅里的海参也入了胃 因为这海参不是全发透的 所以充分吸收了砂锅内的汤汁 海参取出来 另一边的葱 连连着碗里的汤汁 一起倒入锅内 枣红色的汤汁里 是金红色的葱段 但是这时候的葱段十分脆弱 不能开太大火 也不能使劲扒了它们 最后调整一下咸淡 小心地把葱段推到一边 然后请入海参 然后开始勾芡 芡汁分次淋在海参上 等到锅内起了大炮 海参上挂满了芡汁 淋上一些料油提个量 出锅 旁边的锅他豆腐也好了 淋入一些料油 也出锅 萧细月和火灵儿 一人端着一道菜 走出厨房 最后是灵东方 他戴着厚实的手套 直接把这一坛佛跳墙请上桌 揭开荷叶的瞬间 一道金光冲天起后炸开 把树林内的白云 都染上了金色 这一刻 西黄静把自身威能 发挥到了极致 将这足以照亮 整个南域的光芒 给遮掩了下去 姚池圣主等人可以清楚地 看到一个坛子状的大道虚影 被召唤入高空 随后消散在未知处 一声嘹亮的龙吟 怪怪 居然是龙蛋 硕大的龙蛋 发出盈盈光辉 小院内所有人身上 都好像披上了金色的青纱 点点龙气弥漫 龙族特有的威压 让所有人都为之心惊 真龙已经有无尽岁月 没有出现了 看到这龙蛋 谁能不激动 但这股激动 挡不住人类的 本能冲动之一 食欲 很快 他们的注意力 就被那一坛 还微微沸腾的佛跳墙吸引了 龙蛋虽然之前从未见过 但是蛟龙他们见过 可是这散发着恐怖道运的佛跳墙 从未见过 浓郁到仿佛化不开的香气 已经不能用扑鼻来形容了 即便在妙阴风山脚下 都能闻到这股 让人垂涎欲滴的香味 不愧叫佛跳墙 我虽然不是佛 但是现在有去翻墙的冲动 等轮到我吃物到宴 只需要这一坛佛跳墙足也 十几个手座使劲吸气 吸出阵阵狂风 把香味送入他们的口鼻中 口水瞬间就疯狂地冒了出来 要不是妙阴风上有法阵 林东方的小院的气压 都要变低不少 真正震撼的还是小院内 即便有西黄镜在压制天地异象 但小院内依然是天鹰阵阵 道运弥漫 即便没有吃佛跳墙 光是在小院内打坐 修炼起来都会事半功倍 这里仿佛已经化作了仙家洞府 秦顶和张灵 颤巍巍地看着这一坛子佛跳墙 看向林东方的目光中 除了感激就是震撼 那坛子仿佛变成了一个魔怪 让他们忍不住想靠近 却有心生敬畏 坛口中飞出一个个大道仙闻 蕴含了无尽的道运 现在连林东方都能看到这些仙闻 颇有点像第一次看立体电影的感觉 他在心里暗道 乖乖 没想到我做的菜都有特效了 以前看的动漫 果然没骗我啊 大受震惊的他 伸手抓了抓 尴尬地发现抓不到 看到他这滑稽的样子 火灵在一边憋着笑 呆毛轻轻颤动 不过他也不好过 他修为太低 只能吃一点点佛跳墙 现在只能先闻味 等闻饱了 再来口汤 萧细月虽然修为比他强 但一碗也足够了 再多了 就要闭关一两个月去练话 到时候翻修计划就要拖延了 秦炳结结巴巴地说道 这一坛菜 足以顶得上一百多碗悟道茶 加上旁边那个葱烧海参 差不多有150碗的份量 葱烧海参 别看成菜快 前期准备同样复杂 林东方笑道 前辈 再感叹下去 这汤凉了 可就不好喝了 这佛跳墙可要趁热 你们先吃着 我研究下这龙蛋 他绕着龙蛋转悠一圈 嘀咕道 天上龙肉地上驴肉 小祖宗 这可不能吃啊 秦炳生怕林东方 把这龙蛋给烤了 摇池圣主 也恨不得去凝住林东方的耳朵 看到周围人那一脸担心的样子 林东方摸摸鼻子说道 我打算改天弄点驴肉吃吃 你们放心吧 我知道 龙是最珍贵的先手 北斗星上下百万年 这本书可不是白看的 众人放下心来 于是开始吃佛跳墙 两个小时的炖煮后 各种食材都充分吸饱了浓汤 鲜美中带着化不开的香味 用大汤勺捞出一些海参之类的 再淋上香浓的汤汁 热气蒸腾 温暖吸人 张林先吃了一口花菇 蘑菇的味道 已经被肉味和鲜味取代 入口还带着一丝蘑菇特有的嚼劲 至于蘑菇的本味 已经彻底融入汤中 成全了其他食材 我从未想到过 有一天能吃到肉味的蘑菇 他闭上眼睛 耳边响起了海浪声 他觉得自己 似乎在东海龙宫之中做客 然后看到了这一朵大蘑菇 旁边还有一些鸡鸭和猪在溜达 情顶迫不及待地 加了一根葱烧海参 葱香中带着肉香 但仍能清楚地 品尝到海参的鲜味 有嚼劲 但不硬 他现在没有动用通天境的咬合力 只是用一个普通老人的力道去咬 他眼前出现了一只饱满的海参 剪开之后发现 里面居然藏着一段被炸香的大葱 喝了一口佛跳墙浓汤后 情顶眼前的海参消失了 他觉得自己似乎进了炼丹炉 身子周围是无数的食材 小小的火苗在丹炉下灼烧 把这无尽的味道都炼到他的体内 山珍海味的精华都在这汤里 一口香 百种味 嘴唇开合三次之后 就觉得上下嘴唇似乎被粘住了 唇后封口 好汤 不愧是天下第一 这夫妻两人齐声赞美 瑶池圣主在旁边不说话 只是默默地吃着他的那碗佛跳墙 不敢说话 怕被口水呛到 越吃 口水越多 林东方给自己盛了一小碗 又给火灵儿和萧熙月也盛了一些 不错 做出了正宗的味道 林东方点点头 满意地笑了起来 火灵儿可怜巴巴地看着自己面前的小茶杯 里面有一些汤 还有一块瑶柱 看着萧熙月面前那正常的一碗 他呆毛一弯 我要变强 只有变强才能多吃 他直接胡伦吞枣 吃完了瑶柱又把汤喝完 直接站在原地开始顿悟 萧熙月也是一样 品尝完这佛跳墙 浑身就开始发光 赶紧回自己的屋里打坐 不过头了 旁边 林东方抱着那温润的龙蛋在苦恼 别说龙了 连蛇我都没养过呀 而且怎么复旦来着 总不能我抱着这么复旦吧 听到他的自言自语 瑶池圣主 差点把嘴里的汤给喷出去 他狠狠地咽下口水说道 这龙蛋会自己汲取天地灵气孵化 你把它放在书房就行 然后西黄静从今天起 就会镇守在妙音峰上空 你和这龙蛋不容有失 龙蛋的孵化时间谁也说不好 有可能是几个月 也有可能是几年 几十年 林东方是摇池圣地崛起的基础 这龙以后就是摇池以后辉煌的保证 真龙如仙 拥有无可匹敌的战力 林东方朝天看了看 咧咧嘴 他来这摇池圣地 还真是来对了 一大坛子佛跳墙 最后基本都被琴顶施了下去 和之前的张大锤一样 他也是浑身都在发光 整个人仿佛化作了道之源头 璀璨的道运在他体内游走 最后被一团紫色火焰 招引了过去 我的天 我的丹火要进化了 琴顶大吃一惊 作为丹修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本命丹火 丹火的进化 就意味着实力的暴涨 琴顶笑着笑着 眼泪就掉了下来 他努力三千年 丹火一点动静都没有 但是吃完这佛跳墙 丹火就自己进化了 心里虽然有点心酸 但更多的还是喜悦 等到丹火彻底进化完毕 就可以更加完美的烘干辣椒了 山下众多手作 看到琴顶飞走之后 急忙上山 是时候抽签决定下一个幸运 老怪是谁了 不过就在这时 李火峰那边 传来一声畅快的大笑声 哈哈哈哈 老夫终于成功了 李金言深入地脉最深处 解封了李火峰的最强之火 太阳真火 以他现在的实力 都耗费了这么多天 足以看出当年封印之牢固 原本干净整洁的一个小老头 造得灰头土脸的 眉毛都被烧焦了一截 李金言一路狂奔 来到了妙音峰脚下 他惊讶地发现 摇持圣地的手作 几乎全在这里 哟 老李你出关了 你这老家伙 早不出关晚不出关 偏偏这时候出来 拉帝我等的中奖概率 实在是可恨啊 周围有人对他吹胡子瞪眼睛 李金言捋了捋被烧焦的胡子笑道 这不是敢巧吗 这群手作施展身法 风一样地冲上山 等见到抱着龙蛋傻笑的林东方之后 所有人都有种风中凌乱的感觉 那他姥姥的是龙蛋 先天真龙 至高存在 我绝不会认错 林东方 妖孽啊 以后他就算用一道菜 把真仙搞出来 我都不会惊讶了 一群手作眼珠子 都快瞪了出来 摇持圣主不打算藏着掖着 因为等到真龙出世的那一天 即便再怎么掩饰 这群手作也会有所感觉 诸位 林东方做出了天下第一菜 天地承认其位 这龙蛋乃是天赐 摇持圣主的解释 让众多手作反应过来 嗨嗨 龙就龙吧 我说圣主 咱们该抽签了 摇持圣主无语 什么叫龙就龙吧 当路边的蜥蜴呢 但他也知道 这群人对突破的渴望 这龙以后孵化出来 想吃啥找我们这群 老家伙要就行 对 龙这茶翻篇了 该抽签了 一群平均年龄 超过三千岁的老家伙 吵吵嚷嚷 仿佛进了菜市场 摇持圣主 拿出之前准备好的御签 众人纷纷上前领取 所有人脸上都带着 我是最幸运的 自信 十足保佑 一定要是我啊 哎 无上天尊 先往保佑 先往你大眼 一群手作 像是小孩子一样 气得直跳脚 这 居然是我 人群外围 传来一道颤抖的女声 原来是雪师妹中奖 恭喜啊 等到下一次抽签 抽斗的几率 又提高了一点 可不 等你九十多次没中奖 中奖的概率 就会趋近于十成 老家伙 就你学过算术是吧 走 出去练练 行了行了 喝酒吃海鲜圈 一群手作 吵吵嚷嚷离开了 只剩下下一次 误道宴的时刻 雪玲珑 她是三千年前的 瑶池圣女 现在是飘渺风风主 由于严重偏刻 无法成为圣主 雪玲珑一身水蓝色的一群 最引人注目的 是她的秀发是雪白色的 但并不是枯白 反而柔顺整齐 直到腰后 作为三千年前的圣女 她样貌不必多说 虽然不及萧熙悦 但也堪称绝代佳人 这位手作 给林东方的第一感觉就是 随时都会消失一样 身形似乎若隐若现 再看了一眼 她发现 这位前辈的腿真长 不过她也没多看 不礼貌 李金言在一边啃着大螃蟹 嘀咕道 看来雪师妹的峰回九转 已经真挚化尽了 恐怕在身法上 已经超过了 读过号那个闷葫芦 能让通天镜 跑得比杜杰镜都快 这就是飘渺风的传承 峰回九转身法 林东方暗暗嘀咕道 原来是轻功高手 这属性倒也与这双大长腿匹配 前辈 你到时候想吃什么菜 我都给你安排 她掏出纸笔 准备寄菜单 嗯 雪玲珑有些犹豫 她不太敢说 自己最爱吃的东西 我还是自己写下来吧 她深吸一口气之后 在纸上写下两个大字 林东方伸头一看 好学没晕过去 大长 她头向后痒了痒 仔细端向了一下面前的 这位前前任圣女 相貌绝美 加上白色长发 完美地暴击了很多人的点 再加上大长腿 足以称得上的是 祸水级别的美女 但是 这样一位白发美女 却说 最爱吃的是大长 对呀 大 此啊 长 比那天独孤好点的 西红柿半白糖都离谱 雪玲珑脸一红 不太敢看林东方 林东方一看 大长做好了 确实好吃 就是有点费厨子 她只能说 摇吃圣女们的口味 似乎都挺奇特 萧熙月喜欢吃大蒜 最离谱 三千年的圣女 喜欢吃大长 也离谱 现在看起来 似乎就千年前的圣女 现在的圣主大人口味 比较正常 但她不知道的是 圣主大人 才是最离谱的 喜欢暗戳戳的偷吃 想到峰回九传 这功法的名字 林东方脑海里 蹦出一个熟悉的菜名 等下一次 我做个九传大长 尖焦肥肠 然后再做一个五香驴板肠 这佛跳墙 也再来一谈如何 林东方开始报菜名 雪玲珑红着脸 疯狂点头 林东方挠头 这位首作真有三千岁吗 腼腆的 好像是十三岁的小姑娘 林东方 我先回飘渺峰 把峰回九传整理好 然后给你送来 雪玲珑声音不大 只是刚好能听到的程度 她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 研究峰回九传 整天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 所以养成了有些怕生的性格 性格这玩意 和年龄无关 有不少老人 还像个火药桶一样 一点就炸 也有的人少年老成 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响屁 听到有峰回九传可以学 林东方喜不自胜 打架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 打得过的时候 追得上对方 打不过的时候 跑得过对方 这样才不会翻车 等雪玲珑离开 李金言凑到林东方进前 递给他一块金色的鲜石 东方啊 这是太阳真火 你收着 他捋着胡子道 这火等到你住击之后 才能收进体内 到时候 可要让火灵儿和你一起练话 切记 此时 站在一边顿悟的火灵儿 身体忽然开始发光 头顶的呆毛 更像是燃烧起来了一样 上面缭绕着跳动的鲜光 咔嚓 林东方手中的鲜石 忽然裂开 一团金色的火苗 从中冒出 一股神秘的力量 直接包裹住了他和火灵儿 李金言急忙转身离开 同时对姚池圣主说道 圣主啊 接下来你可要看住他们 李金言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第一时间溜了 此时 林东方很难受 那金色火焰 直接点燃了他的衣服 对面 火灵儿也是一样 姚池圣主手一挥 同时他还死死地 镇压住了那九阴玄火 鬼知道 这两种火焰碰到一起 会发生什么事情 水晶仙宫内 林东方的衣服 虽然在燃烧 但丝毫不觉得热 他体表忽然也冒出一些金光 似乎和那太阳真火 有相同的气息 师兄 火灵儿现在也醒了过来 一看到这太阳真火 他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咬咬嘴唇 怯生生地看着林东方 他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 似乎有了一个 把师兄一辈子留在身边的机会啊 然后燃烧出熊熊的火苗 自从上次请假回家 火灵儿已经知道了 自己想要的 不是林东方的饭菜 而是待在他身边的 那种快乐的感觉 火灵儿抱着林东方的胳膊 想了一会后抬头道 师兄呀 你等一下要抱着我 大眼睛眨巴着 谁能拒绝这么一个 可爱少女的拥抱要求呢 而且 小师妹又怎么会有坏心眼呢 林东方手伸出去一半后 才颤抖着问道 不就是吸收火焰吗 为啥要抱着 不是他不想抱 而是干部很可能 经受不住考验出问题 做个梦都能顶破裤子呢 而且 刚刚还吃了一碗佛跳墙 大补啊 火灵儿咳咳嘴 师兄 不抱着的话 就只好嘴对嘴 把火焰喂给你了 其实他心里害羞得要死 但为了逼迫林东方就范 他不得不这么说 先占领师兄的怀抱 然后徐徐徒之 啊 嘴对嘴 林东方再次吃了一惊 不过想到书上说的 男女一起获得机缘的场面 他觉得抱一下 倒也没什么大不了 总比嘴对嘴强一些 嘴对嘴来传递火焰 总觉得有些不靠谱 万一烫到舌头咋办 于是他无奈说道 那就抱着吧 嘻嘻 师兄最好了 火灵儿直接钻进林东方怀里 两个人面对面抱着 一动不动 两个人身上的金色火焰 就这么静静地跳动着 慢慢渗入两人的体内 然后流入他们的气海 但两个人心里却很不平静 林东方有些恍惚 此时衣衫一点点化作灰烬 怀中少女如玉的肌肤 玲珑的曲线就这么贴合在他身上 有些顶不住了 她不敢低头 但即便如此 少女身上的幽香如蓝四射 揪住了她的鼻子 似乎再让她低头 不行 师妹这么努力地 把太阳真火导入到我的体内 我不能禽兽不如 她不知道自己是极阳之体 可以直接吸收太阳真火 只以为是火灵儿在成全她 火灵儿脸色通红 头顶的呆毛搭了下来 贴着林东方的胸口轻轻摆动 让后者觉得有点痒 随着最后几片布燃烧殆尽 两个人彻底坦诚相对 林东方深深呼吸 乖乖 这感觉和梦里一样啊 她现在已经有些迷糊 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了 脸上热得厉害 耳边都嗡嗡的 火灵儿正害羞呢 忽然感觉到了一股茁壮的力量 试图把她和林东方分开 她咬咬嘴唇 不服输地死死地搂住林东方 差点把林东方搂得背过气去 不过随后 两人都进入了一种玄奥的状态 他们都即将进入下一个大境界 而且刚刚还吃了极品佛跳墙 体内的道运还没有彻底练化 此时 太阳真火和这些道运结合 变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住戒 宁丹 两人都陷入了顿悟状态 仙宫门口 摇池圣主面无表情地 啃着一只熏鸡 他那天晚上刚刚顺的气 现在又不顺了 哼 他转过身 再次看向天雨深处 又一个倒霉的流星 被瞪得粉碎 于是 难遇的人又看到一场华丽的流星雨 哇 流星雨 快许愿 某个山峰上 有不少外门弟子 对着流星雨大呼小叫 设一封手作撇撇嘴 这群弟子真是幼稚啊 老夫许愿 下次抽签一定能中 另一边 林东方在努力地筑击 筑击 就是在气海里 用那些力量凝聚出点什么东西来 这些东西 将会是充分调动气海神力的桥梁 也是未来的道鸡 所以和自己走的道 有关 比如 箭修就会凝聚各箭出来 林东方在参雾脑海里的飞仙精 现在处于顿悟状态的他 可以充分看懂并理解那些鬼话服 他开始注击 他走的是厨道 凝聚的自然是厨房用品 我看看 先凝聚一口锅 诶 成了 浩瀚无垠的金色气海中 浮现出一口大黑锅 锅中冒着热气 被他吸入体内的太阳真火 老老实实地在锅下面燃烧 这样看来 还需要一个炉灶 又折腾出来一个炉灶 大锅摆在上面 灶内有太阳真火在燃烧 再来一把菜刀 刷 雪亮的菜刀仿佛划破时空一样 瞬间出现在林东方的气海中 还要菜板 手勺 杀猪刀 再来个唢呐 林东方像是在玩相皮泥 控制着气海里的力量 变化成各种样子 默默努力了小半天 直到傍晚时分 才把这些玩意都捣过好 既然要当无敌的厨子 他自然要做得尽善尽美 等到助击完成 林东方的第一感觉就是 力气比原来大了许多许多倍 他还是没睁开眼睛 此时的火灵儿还在宁丹 无尽的红色霞光在闪耀 火灵儿不时地轻轻闷哼 身子颤抖 似乎在承受很大的痛苦 他不敢做出什么大的动作 万一让火灵儿宁丹失败 就糟糕了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 但是手头没有卫生纸啊 林东方苦不堪言 猛然间 他灵机一动 开始默默思考 怎么弄点驴肉来吃 强行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驴肉火烧 驴肉闷子 他又开始报菜名 远处 瑶池圣主又开始流口水了 驴肉紧适 但纤维很细 所以 有咬头 还嫩 不兴山 极其美味 驴的生长周期长 且出肉量小 所以很贵 之前 林东方从不敢放开了吃驴肉 但是现在在瑶池圣地 玉兽风的人 肯定有办法养出够吃的驴 林东方在这一刻 身心得到了升华 石色性眼 为什么石在前 老祖宗留下的话成不欺人 等到了月上之头 火灵儿身子 忽然又是一颤 他跳起来 抱着林东方的脖子 在他脸上巴唧轻了一口 师兄 我进入宁丹境界了 终于可以吃更多浮跳墙了 瑶池圣主福娥 这对师兄妹 真是旗鼓相当的对手 等到两人穿好衣服回到小院 已经很晚了 切了一些土豆丝 适应了一下力量 然后开始做夜宵 土豆丝饼 很简单的一道菜 土豆丝里加面粉和鸡蛋调成糊 加入胡椒粉盐和葱花 然后倒进平底锅摊开 油稍微大一些 这样土豆丝比较脆 而且香 然后烧了一大碗紫菜蛋花汤 火灵儿吃着香喷喷的土豆丝饼 喝着汤 眼睛都完成了月牙 开心得不得了 今天终于有了一些突破 书房里 火灵儿看着林东方 在给那龙蛋盖被子 呆毛震惊地颤了颤 师兄 你难道在玩过家家游戏吗 林东方差点一头撞在龙蛋上 他严肃地说道 我这是 在给蛋保温 我之前见过人腹鸡蛋 都是用被子盖着的 火灵儿露出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 于是 两人一起给龙蛋盖被子 暗中的圣主 已经彻底没脾气了 行吧 反正是林东方的龙蛋 随便这小子怎么折腾 第二天一早 林耀风传来了好消息 太岁吐出炉了 里面蕴含了大概十碗雾道茶的盗蕴 而且 任健和周长青也带着东西 回到了摇池圣地 直接去林耀风请求交易 林东方兴奋地搓搓手 终于来钱了 这厨房可以翻新了 林耀风上 周长青和任健 走得比飞得多快 生怕晚了一步 就和太岁吐失之交臂 看到那一小顶太岁吐 两人呼吸顿时急促起来 他们能看出 里面蕴含有多少的道运 周长青急声道 牧师姐 天龙水我带来了四地 天龙水虽然可以 源源不断地从仙龙水中产出 但一年也只有一滴而已 这东西能炼药 培育灵药 直接服下能助力修炼 每次分配天龙水 都会搞得鸡飞狗跳 任健也不甘示弱 牧师姐 我赤霞神朝 虽然没有天龙水 但是有北斗星 最大的灵石矿脉 灵石不是问题 赤霞神朝穷的就剩钱了 所以他们对太岁的渴望 是无法形容的 牧卿成微微皱眉道 师父本意就是 三滴天龙水足矣 演戏演全套 不然他大大方方地 把这些太岁土全卖了 恐怕会让人起疑心 其实他多虑了 周长青和任健 已经默认了 这堆土不是全部 他此时的话语 在两人听来 也只是讨价还价的话术罢了 两人开始苦苦哀求 各种保证 最后 牧卿成勉为其难地 收下四滴天龙水 给了周长青四碗悟道茶的量 然后又从人间那里 收了八十万零食 也给了四碗的量 这时牧卿成有意为之 好让这两人实力都差不多 都想着搞到更多太岁土 超过对方 师姐们的套路 总是让人防不胜防 按下那两个人 抱着土 又回了各自的老家不谈 牧卿成带着一大堆零食 来到妙阴峰 林东方看到天龙水之后 微微一惊 这玩意还挺好看 四个半透明玉瓶里 各放着一滴天龙水 这种神物不过励志大小 但神奇的是 悬浮于瓶子正中间 五光十色流光一彩 把瓶子都照应得美轮美奂 仿佛仙佳宝物 师姐 这八万零食你留着 这天龙水张前辈 要是想购买的话 我算他十五万零食一滴 牧卿成连连摇头 师弟 林东方说道 师姐 帮我卖太岁土 本来就有一成的劳务费 这是规矩 我不能食烟而肥 林耀峰以后 要给我供应辣椒和香料 天龙水优惠出来的钱 就当我投资了 以后我有什么需要 还要找你们要呢 姚池圣地 现在就是他的家 他为了更安心 当好一个安逸的厨子 肯定要帮着姚池圣地 更加强大 而且每个山头都投资点 等以后 他也能收到巨大的回报啊 慕卿成苦笑一声 林师弟 你真是 12加45 117万零食 姚池圣主都呆住了 他自己储物袋里装着的 才不过60多万零食啊 当然了 这是流动资金 不算他的那些法宝 还有在外购买的洞服啥的 但林东方这才静姚池圣地多久 前后搞到150多万零食了 而且这些零食 马上就要被挥霍一空 翻修妙音风的材料 让他看着都眼红 他在哲先风的居所 和林东方的新厨房相比 都显得简陋寒酸 驴的事情和程大发 打过招呼之后 玉兽风的部分内门弟子 就被派出去弄驴了 又过了两天 萧熙月出关了 修为来到了园音三重 等他杜劫完事 妙音风翻修计划正式开始 先去万宝峰交了尾款 神才楼的管事 颤颤巍巍地 接过那堆成山的零食 第一次数零食数到眼花 等大批材料运到妙音风 林东方他们三人 又马找了 三个人谁也不会盖房子 也就萧熙月会搭简易竹楼 于是请来了刚刚出关的 王二虎和沈浪 王二虎看似五大三粗 其实粗中有戏 这样吧 林师弟的厨房 我和浪弟负责 至于你们三人居住的内院 我去请已经出师的 几位师姐来盖 不过 他们会不会盖房子 我也说不准 清传弟子一百岁即可出师 可以选择去 摇池圣地的附庸宗门当长老 也可以留在山上 王二虎的安排 让林东方挑不出任何毛病 不过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 包括萧熙月的院落 都要推倒重建 所以三人暂时没了住处 沈浪出竹一道 你们可以去林药峰住 别的峰清传弟子 都是有男有女 只有林药峰清传弟子 都是妹子 沈浪对着林东方 几眉弄眼 一脸 好兄弟只能帮你到这 的表情 林东方心里高呼了一声 好兄弟 这就叫做最佳辽机啊 萧熙月率先点头 这倒是可以 火灵欢呼道 好爷 又可以采蘑菇了 他俩都点头了 林东方自然没意见 于是开始转移老汤 林药峰的师姐们 高兴得跟过年一样 沈浪和王二虎 还有炼气风的师姐们 其实也不太会带房子 怕遭建了材料 于是他们找林东方 又商量了一下细节 次日 万宝峰跳到市场门口 就出现了一条广告 成品精通建筑的 同门修缮房屋 薪酬一天五百零食 包午饭 那边招着工人 这边开始拆房子 此时 王二虎已经把他的师姐们 请来了 看着那三位 比自己高比自己壮的 炼气风师姐 林东方决定 午饭多做点饭菜 他将近两米的身高 肌肉也算发达 但是在这三位师姐面前 活像个细狗 而这三位师姐 在王二虎面前 就有种小鸟一人的感觉 可见 二虎并不只是名字那么简单 师姐们打过招呼 就去拆房子了 家具什么的还能用 都要搬出来 然后拆除阵法 最后一巴掌 震碎整个院落 细细地打成积粉 还是比较麻烦的 王二虎去给新厨房 打地基去了 他一身蛮力 在化神镜少有敌手 砸的那叫一个地洞山摇 旧的厨房先不拆 还要在这给大家做工作餐呢 午饭林东方预备的是 土豆炖牛腩 宫饱鸡丁 这两样做工地大锅饭 最合适不过了 然后青菜他打算偷个懒 直接蘸酱菜 但是酱可是有讲究的 要做一大盆尖椒鸡蛋酱 牛肉开始炖上之后 他刚开始给鸡腿脱骨 萧细月和火灵儿 就急匆匆地走过来 火灵儿头发还是湿漉漉的 他当当在温泉里 好一顿扎猛子 他抱着林东方的胳膊 欢天喜地地说道 我们在温泉里挖到宝贝了 林东方这才注意到 萧细月手里 拿着一个金色的盒子 不大 大概也就五年高考 三年模拟那么大 盒子十分古朴 即便以林东方的眼界 也能看出 这是一个上古时代的宝贝 师弟 这盒子里装的东西 对你有大用 萧细月打开盒子 盒内是一本不测 林东方身头一看 倒吸了一口冷气 龙族四域指南 一个不忍龙族灭绝的男人 折他翻开一看 差点栽个跟头 第一章 让母龙受孕前的必要准备 与注意事项 看完这一章之后 林东方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位大哥 真的是太厉害了 居然以一己之力 让仅剩三条母龙的龙族小部落 再次繁盛起来 特别是那些准备事项 让他大开眼界 还是修炼界的人会玩啊 第二章 如何孵化龙弹 林东方激动起来 他现在手头就有个龙弹 这孵化之法 当真是雪中送炭 原来 需要用激阳之火 每天断烧一刻钟 现在我刚刚好 获得了太阳真火 林东方指尖 冒出一缕金色的火焰 这个新获得的本领 可让他兴奋了好一阵 以后出门在外 就不用带火种了 第三章 幼龙的养成 后面还有几章 他不打算看了 这位老哥的操作 实在是非常人所能想所能做 而且后面几乎就是 日记 林东方 林东方还没有在 师姐师妹面前看日记的胆量 于是他继续给鸡腿脱骨 萧细月和火灵儿 又去倒骨温泉了 给足够多的鸡腿肉脱骨之后 林东方开始切鸡丁 很多馆子在做鸡丁的时候 喜欢用鸡胸肉 因为便宜 好切 看着好看 但鸡腿上有皮有油 更香 切好了鸡丁 打入蛋清 使用18摸抓均匀后 加进去点胡椒粉 淀粉 上薄薄的一层浆 最后再来点料油 抓均匀 然后切配菜 笋丁 宁丹净的青红辣椒 对于林东方来说 这是可以把它辣死的超级辣椒 但对于萧熙月等人来说 也就是配个色 好看 葱姜蒜末 又调了碗 盆汁 清汤里加湿淀粉 盐 酱油 一点糖提鲜 有了清汤之后 他就很少用清水了 丑丑旁边的牛腩 炖得已经差不多了 于是起锅烧热油 下入原葱胡萝卜土豆炒香 把牛腩转移进去 继续孤独 起锅烧热油 先炸花生米 花生米不能在油锅里炸到熟透 不然等捞出来过一会 就会自己变黑 八成熟的时候就应该捞出来 然后等油温冷却一些 下入鸡丁滑一下 用漏勺轻轻推动 有粘连的就用筷子给扒拉开 林东方还不敢直接用手 这油对他来说 似乎还有些杀伤力的样子 等到鸡丁表面的血丝没有了 就可以捞出备用 鸡蛋辣椒酱 林东方搓搓手 他最喜欢的就是 干豆腐卷香菜和小葱 中间放一些鸡蛋酱 百吃不腻 鸡蛋酱做了四种级别的 用辣椒区别 化神 圆阴 凝丹 筑鸡 这玩意可不能马虎 做法都一样 先切辣椒末 葱姜末 起锅烧热油 下入鸡蛋液 林东方用筷子快速把鸡蛋化散 然后翻炒到鸡蛋周围出现泡沫 这由炒到这种程度的鸡蛋 才足够的香 林东方怕有人对鸡蛋中的腥味敏感 在搅蛋液的时候 加了一些胡椒粉 锅里的鸡蛋盛出去之后 直接加入猪油 当然也可以用植物油 油热之后转小火 加入一些面粉 可以增香 让酱更加粘稠 四个鸡蛋的话 加一个鸡蛋体积的面粉就行 然后四个鸡蛋四两黄豆酱 不过比例也不是绝对的 多加鸡蛋更香 等到面粉炒到微微发黄 就下入葱姜末 辣椒末 充分炒出香味之后 下入黄豆酱 小火快炒 降下锅之后 会瞬间把油都吸干 但炒一会之后 油又会慢慢地渗出来 与此同时 更加浓郁的酱香也出来了 林东方深吸一口气 这股咸香味 已经让他忍不住 想用干豆腐卷一卷了 不过还要把一边的鸡蛋加进去 再快速翻炒几下 让鸡蛋和酱拥抱在一起之后 出锅 然后刷锅开始准备 做更高境界版本的 此时 万宝风上 神浪还在百无聊赖的招工 这一上午都没人来 毕竟摇池圣地中 会盖房子的人真不多 但就在此时 两个青年快步走了过来 沈师兄 一天五百零食 包午饭 这可是真的 沈浪认识这俩人 身材高瘦 儒雅书生模样的是 怒雷锋清传老大 名叫陆三甲 沈浪本来就瘦 但陆三甲比他还瘦 乍一看 好似竹竿一样的身材 而一边的 绝刀锋清传老二 贾明泽恰恰相反 身材矮壮 两人站在一起 就有一种莫名的喜感 沈浪说道 这肯定是真的 不过你俩需要会带房子 室内装饰之类的 陆三甲和贾明对视一眼 然后忽然抱在一起 热泪盈眶地喊道 开张了 终于要开张了呀 这俩人激动的样子 让沈浪有点迷糊 二位 听你们这意思 你们是搞了一个施工队之类的 贾明抹了抹眼 搅得泪滴说道 哎 说来话长啊 沈浪道 要不咱们试试长话短说 贾明一晃大光头 快速说道 我和老陆借钱买了一张藏宝图 说是仙人洞服 结果只挖掘出来九个铁人 陆三甲探道 这群铁人除了盖房子 啥也不会 鬼的仙人洞服 但买藏宝图就是这样 只能自认倒霉 现在 我们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组建了一个施工队 打算用这些铁人打工 赚钱还债 但摇池圣地 很少有人会翻修院落 他们这几天一直没开张 贾明低声道 不怕沈师兄笑话 我和老陆连屁股丹都买不起了 这两天天天啃野果 抓野兔烤着吃 这俩人怕买到假藏宝图的事情 被各自师父知道 所以一直忍着 不敢和任何人提起 他们身上 还有一万多灵石的外债呢 沈浪对两人悲惨的遭遇 表示同情 这也太惨了 他拍了拍两人的肩膀道 那咱们先回庙英峰 想来灵师弟 也做好午饭了 庙英峰 难道是圣女要翻修院落 陆三甲一愣 沈浪才想起来 收徒大会的时候 这俩人就不在场 于是说了一下林东方的事 贾明一补冷脑袋说道 乖乖 除仙体啊 那做出的饭菜 肯定是顶级美味 陆三甲勒紧裤腰带后 使劲拍了一下贾明的光头 老贾你先闭嘴 我本来就 呃 贾明咧咧嘴 我倒是忘了 你昨天只吃了半只兔子 咕噜噜 他们的肚子 好像打雷一样叫了起来 三人急匆匆赶往庙英峰 此时 林东方开始做宫饱鸡丁 哗 热油中下入葱姜蒜末 干辣椒爆香 然后下入笋丁和青红椒 这一口大锅 足以把林东方自己都扔进去炒了 但是他颠少毫不费力 助击静静大 加入盐和酱油 炒出这些配菜的香味 然后把那些鸡丁都倒进去 再次颠少 他的手勺 现在也变得和大铁锹一样大 用着十分得劲 最后分三次淋入那一盆料汁 翻炒均匀之后 淋上一些料油出锅 开饭了 林东方招呼了一声 哦 火铃第一个冲了过来 萧细月紧随其后 然后是王二虎和三位强壮的师姐 好香的辣椒味 王二虎眼睛一亮 这一丝微辣 让他对宫饱鸡丁产生了极大的期待 后面那三位师姐 已经吃过林东方之前 送到炼气风的饭菜 并没有过多惊讶 只是一个劲的咽口水 炼气风清传弟子 除了任健和周长青 都吃过林东方的饭菜了 林师爹 我招到施工队了 沈浪闻着香味 喜气洋洋地走进小院 看到那一大盆公宝鸡丁 和更大一盆的炖牛腩 熟练地擦了擦嘴角的哈喇子 林东方听到沈浪的话后 惊喜地说道 施工队 这好啊 人在哪呢 吃饭没 要不我再去做几个快菜 要是招来各自为战的同门 到时候还要有磨合器 施工队完全没有这个烦恼 两位师弟进来吧 沈浪招呼一声 院子外已经被香味 缠到抓心脑干的两人 赶紧冲了进来 咕噜咕噜 两人还没开口说话 肚子先叫了起来 林东方养了养脖子 这俩人是饿了多久 两位师兄 先吃饭 吃过饭再说 但两人没敢动弹 他们都看到了 那饭菜上方飘着的盗玉 好歹也是清传弟子 这点眼力还是有的 贾民吸了吸嘴角的哈喇子 对沈浪小声道 我说沈师兄 这位师弟 是不是哪个老祖宗转世重生啊 他无法理解 饭菜蕴含天地大盗这个现象 陆三甲更夸张 对着林东方施礼道 这位前辈 您可是真先转世 除了先 他想不到 有别的存在 可以把饭菜做成这样 林东方无奈 两位师兄 这只是 我这厨仙体的特点 你们要是再不吃 沈师兄和王师兄 可就把这些菜都吃光了 哗啦哗啦 旁边 沈浪早就抱着一个大碗开灶了 炖牛腩的汤汁浇在米饭上 香味让他欲罢不能 王二虎夹起一块鸡丁 送进嘴里 眼前一亮 赞叹道 林师弟 这鸡丁入口软嫩 但咬碎的时候 能感到一丝回弹 莫不是在入味的时候 加了蛋清 林东方竖起大拇指 还是王师兄厉害 能吃出门道来 嘿嘿 俺当年其实也想当厨子的 王二虎充分品尝味道之后 也和沈浪那样猛躁 陆三甲和甲明对视一眼之后 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冲动 也冲过去狂躁 先别管林东方的来历了 吃饱了再说 林东方和萧熙月 他们坐一桌 开始卷干豆腐 火灵面前摆着的是 筑鸡鸡蛋酱 他发现用这个酱拌米饭吃特别香 带着一丝丝的辣味 让他喜欢得不得了 对面 萧熙月学着那边林东方的样子 先在干豆腐上放了一些鸡蛋酱 然后用小葱把酱涂开 再放上香菜 小葱仔细地卷好 一口咬下 首先品尝到的是干豆腐的清香 然后咔嚓一声 咬到了小葱和香菜 一股奇异的香味 在嘴里蔓延开来 但紧接着 鸡蛋酱咸香 微辣的味道 在嘴里席卷开来 和之前的香味融合在一起 对面三位炼气风师姐 也学着两人的样子 对付化神镜的鸡蛋酱 好吃 太好吃了 没想到青菜生吃 也有如此美味 但紧接着 他们就看到了 林东方开发出了一种新的吃法 大白菜叶上 先放上一些米饭 然后加上鸡蛋酱 小葱掰断放上去 再放上一粒蒜 然后包好 直接塞进嘴里 林东方吃得十分过瘾 这北斗星的白菜香甜 更剩他老家的大白菜 米饭也是香气扑鼻 上鸡蛋酱和小葱 味道真的是绝了 至于蒜 是演示给萧熙月看的 第一仙子打饭包吃 会是什么样子呢 他迫切地想看看 果不其然 萧熙月心里微微一动 趁着同桌的人没注意 他往自己面前的米饭里 丢了一粒蒜 然后包入白菜叶里 加上鸡蛋酱和葱 他包的饭包不大 但也足以让他 用最大的努力才吃下去 萧熙月眯着眼睛 玉手轻轻掩住小嘴 腮帮子都鼓鼓的 让他看起来 有从未有过的可爱 林东方很想把这一幕定格下来 火灵儿忽然灵机一动 他在白菜叶上 放了几块鸡丁 又放了一块牛肉 然后再放一些米饭 啊我 樱桃小嘴一张 比他自己全都还大的饭包就消失了 林东方倒吸了一口冷气 恐怖如斯 他吃饱之后 看到旁边那桌 似乎有些不够吃 然后进厨房 做了一些爆炒羊杂 也是下饭神器 火灵儿又开发出白菜包羊杂的吃法 也是从这一天开始 火灵儿养成了 遇到一样菜 就用白菜包一包的习惯 而暗中的姚翅圣主也有样学样 吃得十分过瘾 吃完饭 萧细月和火灵儿 熟练地打算去刷碗 但这活让练气风的三位师姐包了 他们觉得 吃了这么多污道菜 干活少了 良心不安啊 贾明拍着肚皮 一脸崇拜地看着林东方道 林师爹 你这饭菜太猛了 我刚刚把绝刀九世 全都给雾透了 陆三甲擦擦嘴角 一脸认真地说道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反正认定 林师弟是先王转世了 这饭菜太猛了 我感觉随时都能突破到原因五重天 林东方笑道 两位师兄就别感慨了 正式要紧 我们这妙音峰弟子居所要全面改建 材料我都准备好了 说到正式 贾明两人也没含糊 他们祭出九个仪仗多高的铁人 林东方微微一愣 这铁人看起来有点像漫画里的机器人 但能源核心是零石 陆三甲取出两个人头大的玉石球体 对林东方道 零石弟 你想建什么样子的房子 就可以在这个球里 用神石之力构建出来 然后这些铁人 就会根据你的构想来盖房子 只想象出外形也可以 他们会自己丰富内部的细节 但最好还是 连内部也构想出来 可以慢慢来 随时可以继续构建 而且不仅仅是房子 连整个院子 甚至城池都可以构建 随着陆三甲的介绍 林东方不由得点头赞叹 这铁人 其实是一种很了不得的工具 比立体打印都牛啊 在玉球内构思 就是自己画立体设计图 然后由这铁人去修建 草图已经画好 但是细节它们 还是有些不太好操作 这时候 林东方想到了一个人 林耀峰的木青城 他主修的是画道 想来有很强的画设计图的天赋 于是他把木青城请了过来 开始构建 木青城信心满满地对林东方说道 师弟你放心 我绝对把你们的设计 完美构建出来 贾民说道 等牧师姐构建完成 还可以修改的 林东方探道 这东西真的太方便了 简直就是一个 专门为了装修开发的电脑 修炼和科技都一样 可以为生活服务 陆三甲苦笑 但是对于修饰来说 还是很鸡肋啊 也就林师弟 你这么把零食不当一回事 看到那些价值连城的建材之后 陆三甲和贾民 吓得直接坐在了地上 把他们卖上十次 也不值这么多零食 贾民一缩脖子 林师弟 这些材料足够在盖几座圣地大殿 你却拿来盖厨房 真的豪横 陆三甲说道 林师弟的饭菜里可是有阿巴巴 他一愣 随后他发现了 神石里的那一股恐怖禁止 贾民此时也发现了 两人到现在才恍然大悟 怪不得林东方饭菜里 蕴含天地大道的事情 只有少部分人知晓 但他们也理解 而且觉得 只有这样做才正常 不然林东方 很可能会被各大圣地惦记上 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林东方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对两人说道 两位师兄 你们最近是不是很缺钱 二人点头 但他们对视一眼后 对林东方说道 林师弟 这工钱 我们就不要了 你这一顿饭堪比一碗误到茶 我们这辈子都可能 还不上你这一番之恩 林东方摇摇头 这话 我听了八百回了 我不想听这个 就想请你们帮的忙 两人齐声道 林师弟的有事 尽管吩咐 林东方搓搓手 把沈浪和王二虎叫了过来 还拿来了一坨 太岁土 我想让你们替我把这玩意 卖给人家和周长青 到时候分你们一程提成 别拒绝 林东方直接一次性把话说完了 甲明和陆三甲面面相去 最后无奈苦笑 林师弟 我们干了 其实我们买的那张地图 就是人间卖给我们的 俩人对人间 本来就恨得牙跟痒痒 又商讨了一些细节之后 众人发出一阵音效 林东方回屋 开始用太阳蒸火烘烤龙蛋 这活必须要他自己干 但倒也不用太久 每天一刻钟足够了 还好没传出香味 日子就这么波澜不惊地过着 两天后 沐清城构建好了所有细节 让林东方 萧熙月和火灵儿又看了一遍 确认不再更改之后 九个铁人开始施工 动作非常迅速 又过了一天 到了给清传弟子们 发污道菜的时候了 一共要抽出150个幸运 林东方给他们每个人 准备了20斤卤牛肉 两只熏鸡 盐水鸭盐水鹅各半只 加起来有接近四碗污道茶的样子 各封手作齐聚水晶仙宫 看到这150份污道卤味之后 他们狂咽口水 恨上天没让我晚出生3000年啊 他们心里都冒出这个想法 不过他们也不至于 和自己的徒弟抢饭吃 作为一个师傅 他们更想看到自己的弟子变强 姚池圣主面前有个盒子 里面是一块块小玉牌 上面是所有清传弟子的名字 诸位 萧熙月 火灵儿 慕青城等人 自愿退出这抽签 所以我把他们的名牌拿出来 自愿退出的 还有王二虎 沈浪 贾明 陆三甲等人 然后 姚池圣主又取出两个名牌 任剑 周长青 我取消他们的资格 你们可有意义 没有 98位手作 张大锤和秦鼎 以及独孤梦不在 所以只有95位到场 这群人齐声答应了一声 很好 现在我还有事要宣布 那就是 我姚池圣弟 退出这一世的误道查大会 百年大笔也取消 我姚池圣弟 今后百年的发展规划就是 以灵东方为核心 一听到姚池圣主最后这句话 这群手作反而急眼了 圣主 你这也太不敢说了 我觉得 就算是未来几千年 以灵东方为核心也并无不妥 灵东方就是咱们姚池圣弟的宝贝疙瘩 我看直接立他为圣子比较好 姚池圣主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看看 这可是你们自己说的 可不是他独断专行啊 他点头道 那以后就以灵东方为核心好了 立圣子这件事改天我和他说说 问问他同不同意 我当年就是被你们苦苦哀求 当上这个圣主的 我不想让他也这么当上圣子 圣子圣女代表着姚池圣弟 你们看西月 他真的很快乐吗 姚池圣主的话语让一群手作羞愧的低下头 他们已经忘了多少年 没见到这位圣主露出笑容了 肖西月也是 也就最近看起来比较开心的样子 以前他每天都捧着脸 说话做事如履薄冰 生怕给姚池圣弟带来不好的影响 太累了 程大发说道 圣主 这次你放心 我们不会再让你们受委屈了 他话里有话 但是大部分人都听不出来 只有李金言震惊地看了这老程一眼 他俩是穿一条开装裤长大的 用程大发的话说就是 老李一掘屁股 老子就知道 他要拉什么样的巴巴 好了好了 这件事我自己会处理好 现在开始抽签吧 姚池圣主晃了晃面前的大箱子 里面的名牌撞在一起 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 程大发咧嘴一笑 他想起了当年在赌方和李金言 输到裤衩子都没了的场面 不多时 150个信任被挑选出来 姚池圣主没有直接把那些弟子召唤过来 而是和程大发先去了妙音峰 林东方 第一次清传弟子物道宴就要开始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林东方一边在那擦洗刚刚烙过的五花肉皮 一边说道 不去 我还要给大家准备午饭呢 他们要是说啥谢谢我 就告诉他们我需要食材啥的 有空帮我弄点 回来就行 他现在最需要的 不是众人对他说感谢的话语 而是食材 厨师对食材的追求 就像修炼者对天才地宝的追求一样 姚池圣主点点头 然后欲言又止 程大发瞥了一眼圣主 替他问道 东方啊 午饭做啥呀 蒜苗回锅肉 红烧肉 干边豆角 白菜丝半干豆腐 姚池圣主呼吸一顿 连忙带着程大发 回到了水晶仙宫 赶紧把这宴会整完 好回庙英风 偷吃那蒜苗回锅肉 150个幸运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 被召唤到仙宫内 十万伙计 见到那150张小桌子上的菜肴之后 他们都震惊到无以复加 所有人都不敢动 这流光一彩 闪烁着大到神韵的饭菜 他们做梦都梦不到 有人颤巍巍地 挪到自己师父身旁 说道 师父 我是不是明天就要 被送到什么地方 镇守边关啊 他觉得 他和这群同门 吃完这些饭菜之后 一定会上演 一出壮烈的戏码 断头饭 估计都没这么离谱 师父 这难道是散伙饭吗 我宁愿不吃 也要跟在你身边啊 又一个人 抱着各自师父的大腿 苦苦哀求 呸 你们这群小兔崽子 说什么胡话 这是林东方 送给你们的机缘 以后每个青传弟子都有份 这可是林东方 给你们制作的菜肴 为的是让我姚池圣地 越发强大 更上一层楼 你们可不要辜负了 他的一番好心 一群人再次被镇住了 天啊 这就是除仙体的 特殊天赋吗 太可怕了 然后他们又都感知到了 神识中的那道静止 更是骇然 姚池圣主和各封守座 再次开口说了一遍 让他们随便吃之后 才有人颤巍巍地 走向桌前 不过 此时有人忽然起身道 师父 我不配这一份误道宴 您把师弟叫来吃吧 他的师父疑惑问道 为何 收徒大会上 我看到林师弟的仙道 乃是除道之后 我曾幸灾乐祸 甚至生出鄙夷的心理 现在他不计前嫌 做这些饭菜给我吃 我不配吃 此人神态先是纠结 随后坦然起来 他的师父又问道 你不后悔 此人跪在地上说道 徒儿不后悔 且想出去历练一两年 磨练好心性再回来 届时再品尝这悟道宴 也不迟 程大发凑过去说道 但是这一两年后 别人吃了这悟道宴 恐怕一两年 就会冲到化神境的边缘 而你可能还只在 原因五重 这一两年 足以吃上三四次悟道宴 心无旁骛闭关的话 实力想不突飞猛进都难 这一落后 可能就是一辈子 都要追着别人的脚步前进 对于一个天骄来说 是极其难受的事情 此人语气坚定地说道 我不后悔 他师父拍了拍他的肩膀 心未笑道 行 你去吧 旁边还有几人 和这人反应差不多 都羞愧地表示自己 不配吃这悟道宴 收拾行囊下山历练去了 他们当初 都曾以不懈的目光 看过灵东方 自以为对方是个废体 不配与他们并称为 清传弟子 清传弟子万里挑一 心性比资质更加重要 毕竟他们是 圣地未来的中流砥柱 姚池圣主很满意 此时 他身穿凤袍 神态冷峻 在众多弟子 看来就是天上的神明一样 高高在上 他回首道 好了 开始吃吧 然后该闭关闭关 只有少数人 听出他话语中 透着的一丝急切 他现在只想让这群弟子 赶紧吃完 然后好去妙音峰吃午饭 众多清传弟子 洗了手之后 抱起面前的食物 直接啃 我的天 这盐水鹅啊 太好吃了 这牛肉太香了 咱们该怎么报答 灵师弟这份恩情啊 一边 程大发适时开口道 你们以后遇到什么 好品种的牲畜家禽 可以带回来 送到我这玉兽峰培养 现在玉兽峰 就是养殖场 他一脸的得意洋洋 别人还捞不着 给灵东方养生出家禽的机会呢 众人纷纷点头 丝毫不觉得程大发 说出这种话 这有什么违和感 有人忽然说道 我老家有一种鹅 虽然不是灵情 但是肉质极佳 等我过两天回家一趟 去带点鹅苗回来 这么一说 我老家的鸭子似乎也不错 都别说了 等过两天 咱们去趟北域 弄点许玉兽牛回来 一群清传弟子 边吃边聊 不自觉的 就开始把灵东方 当做核心来讨论了 这群人在这吃着 灵东方那边的红烧肉 已经开始炖上了 瑶池圣主 远在水晶仙宫 都似乎闻到了那股香味 灵东方哼着小曲 用十八摩给煮熟的 鸩唇蛋鸽子淡去了壳 放进了红烧肉里 然后揭开了旁边的锅 里面煮着几大块 三分肥七分瘦的五花肉 这玩意和葱姜花椒 一勺黄酒 一起冷水下锅 水开后打干净血墨子 一直煮到筷子 一扎就透即可 灵东方用的是 普通人的力量扎的 此时已经可以扎透了 他把这些五花肉拿出来 放进冷水里头凉 等下这些肉要切片 头凉一是为了切的时候不烫手 二是炒的时候肉皮布 崩人 三是口感会更好一些 太烂了 就不适合做回锅肉了 直接切片蘸蒜酱吃 味道也相当棒 灵东方提到一切 熟五花肉的香味 顿时弥漫开来 他把这些五花肉 切成铜钱厚度的片 放在一边备用 稍微厚一点也行 但别像手指头那么厚 那样就要改刀成肉条 倒也能炒 红烧肉和回锅肉 都是五花肉做的 多少有点油腻 所以 半个酸辣开胃的白菜丝最合适 白菜切丝之后加盐 杀出水分 稍微攥一下 再加入干豆腐和蒜末 酱油 盐 糖 陈醋 辣椒油也加进去 抓拌均匀 白菜丝和干豆腐丝 红润油亮 陈醋的香味 让人的肚子 忍不住咕咕作响 林东方拿起一把香气扑鼻的蒜苗 欣赏了一会说道 这蒜苗长得真带劲 跟红叶绿还圆润 我一定会认真对待你 千万不能把你炒老了 仔细洗干净蒜苗后 对着根部那里拍两刀 这样一是方便成熟 二是出味快 然后刀斜着认认真真的切 这样可以让蒜苗的 创伤面积更大 也更方便出味 蒜苗的根筋和叶片 被规规矩矩地分成了两堆 因为要分开下锅 切配料 泡椒 还没有 只能用干辣椒代替 还是分开切 不然林东方 怕自己小命不饱 生姜切碎 红辣椒去紫后切三角片 这样炒出来的菜 看起来干净 当然 紫也可以留着 因为这蒜苗 已经是绿色了 所以无需绿辣椒 这些料准备好之后 林东方虚晃一枪 开始弄干边豆角 回锅肉是块菜 做好了立刻就要吃 等到凉了就不好吃了 但是豆角不一样 头到土豆 二到豆角 土豆第一次出锅的时候最好吃 特别是炖土豆块 等凉了再加热 土豆里面就会 回升 不好吃了 豆角恰恰相反 皮糙肉后 第二顿加热后 更加充分的入味 反而更好吃了 这也是为什么 饭店做的干边豆角 都是过油之后再炒的原因 家常菜 无所谓正宗与否 林东方这次不打算过油 而是要用刚刚做红烧肉时候 烤出来的猪油 慢慢炒着豆角 配料 葱姜蒜花椒 然后还有一些牛肉末 五花肉末也行 但林东方现在不缺牛肉 自然是豪横一些 看了看旁边的红烧肉 快差不多了 于是开始炒豆角 凉油下入豆角 中大火慢慢翻炒 想让豆角更快变成虎皮状 可以加一点盐 但林东方这时候没加 时间有的是 十来分钟之后 这一大锅豆角彻底炒熟了 表面变黄 还抽抽巴巴的 就是传说中的虎皮状 然后把豆角用漏勺捞出来 把牛肉末倒进去快速划开 等到颜色发白的时候 锅边烹入黄酒 等到酒味彻底消散 把葱姜蒜花椒倒进去翻炒几下 再加入些酱油炒香 这时候 牛肉末就变成了诱人的暗红色 可以直接做炒面 炒面 林东方打算 明天做一些炒面吃吃 但现在吃的是干边豆角 于是把旁边的豆角下入锅里 快速翻炒 再稍微加一点 酱油给豆角上色 然后放入一些盐 一点点糖 还有鸡精 放在一边不用管了 先不用盛出来 另起锅 做回锅肉 起锅烧热 放入菜籽油 压榨的纯菜籽油 真的香 林东方给自己炒菜 喜欢用菜籽油 它喜欢这种香味 但是对于别人来说 可能太浓了 不过这回锅肉 必须要用菜籽油 不然没得灵魂 但是油不用太多 五花肉本身也会出油 免得被油腻被刺 刺了 肉片下锅 随着林东方的翻炒 肉片的肥肉部分迅速打卷 形成一个油亮的小窝 散发着香味 同时 油脂渗透出来 充分被瘦肉吸收进去 下入葱姜蒜干辣椒炒香之后 下入豆瓣酱 豆瓣酱这玩意 在地球那边西汉时代就有了 在北斗星更是流行的不得了 不过刘云成买到的豆瓣酱不够辣 只是上色用 把豆瓣酱的红色 充分炒到肉上后 倒入一点酱油 加深颜色 豆瓣酱和酱油都很咸 加盐的时候小心一些 最好先尝尝 再加入红辣椒 翻炒到它们油光闪闪之后 下入蒜苗根 蒙火快速翻炒 然后放入蒜苗叶子 鸡精 翻炒均匀之后出锅 然后如法炮制出凝丹镜 圆匀镜 化神镜辣度的回锅肉 开饭了 林东方喊了一嗓子 与此同时 水晶仙宫内 摇池圣主威严的声音响起 我临时有所感悟 先离开一回 程大发拱手道 圣主放心 我们会看好这里 恭送圣主 一群手作和吃得满嘴油光的弟子 齐声失礼 摇池圣主微微点头 然后直接洞穿空间 来到林东方背后 他甚至比火灵儿倒得都快 程大发使了个障眼法 除了独孤浩和李静岩之外 谁都没看到林东方的背影 他们不敢说话 圣主憋了这一千年 贪吃些也没什么 林东方做最后一份回锅肉的时候 把豆角锅下的火又点燃了 重新加热了一下豆角 红烧肉和豆角 盛到大盘子里 至于回锅肉和白菜丝 需要这群人 根据自己的境界 自己去成 自助是的 只吃了一口回锅肉 众人就爱上了这种香味 猪油炒熟的蒜苗 香甜中带着微微的蒜味 然后再来上一片猪肉 肥肉香而不腻 边上甚至带着一丝胶脆 瘦肉软嫩不柴 吃一片就唇齿流香 那红烧肉入口即化 再来上一颗油汪汪的鞍唇蛋 或者鸽子蛋 香浓的味道 简直化不开 二次入味的豆角 更是下饭神器 众人不约而同的尝试 用回锅肉里的干辣椒 配合着豆角一起吃 林东方看了看 对面的萧熙月和火铃 他们一个 喜欢吃那蒜香味十足的凉拌菜 一个在专心用白菜 尝试用红烧肉和回锅肉打饭包 吃完饭 林东方照例先给龙蛋烤了一会 师弟 飘渺风刚刚来人 把这峰回九转带来了 你先看着 有弄不懂的地方可以问我 萧熙月走进书房 把一块玉石递给林东方 里面记载的 就是飘渺风的至高传承 他当年不是用这玉石领悟的 而是在飘渺风下顿悟的 摇池圣帝九十多种传承 萧熙月已经感悟了十几种 天资极其恐怖 林东方感悟了一下玉石后 大喜过望 居然可以在小范围内连续闪现 这样以后 我甚至可以同时做几道菜 这样以后做回锅肉 就可以大大提升效率了 进入驻击境界之后 林东方忽然发现 飞仙精不那么难了 这峰回九转也似乎通俗易懂 这其实是他吃自己做的饭菜 吸收了大量的盗蕴导致的 随时随地都在被动感悟大盗 但林东方还是很羡慕 古书上记载的一个种族 传说那种种族睡觉就等于修炼 多好啊 萧熙月说道 师弟 这几天闲来无事 要不要和我还有灵儿出去走走 也算是带你历练一下 火灵儿抱着林东方的胳膊说道 师兄 出去玩玩嘛 老呆在山上都要长毛了 其实他们是觉得 林东方这两天每天都做大锅饭 用铁锹那么大的铲子 炒菜很累的样子 而且 萧熙月还有自己的打算 他知道 林东方接触高端食材的时候 实力就会显著增强 其实林东方也很想出去走走 看看这北斗星的风土人情 这青传弟子悟道宴刚刚举行过 距离飘渺风首座的悟道宴 也有一段时间 还真像是一个休假的好时机 你们等我一会 我把菜刀啥的带上 林东方去拿了两把菜刀 杀猪刀 菜板 然后带了三口锅 还有手勺啥的 都放进了储物界 几位师兄师姐 我要和师姐师妹出去玩几天 这几天 你们中午就将就一下 吃这些卤味吧 王二胡等人 看到那些卤味之后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还叫将就 他们就算吃一辈子 都不会腻挽 等想办法寄出了一些太阳真火 每天可以自动烤龙蛋后 他们驾驭起飞行小船 来到传送阵处 萧细月说道 南域浩瀚 但顶级的城池只有两座 南域中部的天火城 还有赤霞神朝的国都赤霞城 师弟你打算去哪座城吃玩 林东方挠挠头 还是天火城吧 出去玩就是为了放松 他可不想去赤霞神朝的地方 找不痛快 太好了 那我可以带着师兄 去我家看看了 火灵儿欢呼一声 萧细月笑道 师弟你有所不知 灵儿的家族 就是天火城的掌控者 他父亲就是天火城城主 林东方眉头一挑 他万万没想到 火灵儿家里 豪横到这种程度 掌控着一个 堪比国度繁华的巨大城池 而且还是位于南域中部 想来更胜赤霞城一筹 其实 火家的势力 远比林东方想象的强大 掌控有不止一处城池 只是没有立国罢了 出发 一千零十的路费 火灵儿连眼睛都不眨 直接拿出来了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三人出现在 天火城传送镇上 这座传送镇 位于天火城之高点之一 在一个超大的殿宇之内 可以让每个到达这里的人 第一时间看到 天火城的繁华 好一座巨城 助激进的修为 让林东方的视力 变得非常好 但即便如此 也难以一眼望到 这巨城的边缘 火灵儿自豪地说道 我们家 这天火城有千万人口 是天下人口最多的城池之一 那师兄师姐在这城里玩 可要你罩着我们了 林东方笑着捋了 吕火灵儿的呆毛 放心吧师兄 我这就带你们 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火灵儿骄傲地挺直腰板 一手牵着萧熹岳的手 一手搂着林东方的胳膊 带着两人下了 这栋百米高楼 这天火城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火灵儿贼兮兮地 左看看右看看 确定家族里的人 不在周围才小声道 是灵精街 林东方好奇问道 这灵精街 难道是用灵精铺成的街道 火灵儿笑道 才不是 就是那里的消费 都用灵精结算 天火城内消费最高的地方 都在那里 林东方点点头 确实 好玩的地方 一般消费都高 三人租了一个飞天小船 快速来到灵精街 入口 林东方就被远处 两个庞大的建筑群给震住了 两个富丽堂皇 金碧辉煌的电雨 隔街而立 背后是连绵的精致楼宇 都是用极品材料堆砌的 淋浴瓦片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如果不看上面的牌匾 说这是城主府邻 东方都会信 但是左手边的 电雨牌匾上写着的是 陈渝洛雁宫 右手边的是 碧月修花殿 林东方从书中得知 这两家是北斗星 两大风花雪月之地 在各大城池内都有分号 连锁的宫殿级别的会所 很离谱 但现在林东方知道 为什么这两家 能做到连锁了 门口迎宾的妹妹 都是驻基境界的修士 而且还有猫耳的 虎伪的 林东方不为所动 他对会所不感兴趣 他真正感兴趣的是 远处的兽王殿 这是一处斗兽场 每天这里都有顶级蛮兽 互相厮杀 不说残肢断腿这些 甚至还有尸体 林东方看书了解到 斗兽后心里早就痒痒了 要是能获得这些尸体 想必可以做出一些好菜来 师妹 那兽王殿里的蛮兽尸体 能不能花钱买到 火铃儿笑道 能啊 而且今天是一年后的 兽王大赛的海选赛第一天 说不定有些种子选手 会落败死亡 到时候我们就买来吃了 肖兽月在一边微微一笑 兽王殿可能不给他面子 但不可能不给火家面子 这就是他和火铃儿 带领东方来这里的目的 三人走向兽王殿 入口的管事 看到火铃儿之后 急忙把他们请到天字号包间内 没发生什么装逼打脸的剧情 火铃儿在这里 就是至高无上的 谁敢出来跳 真当火家三哥的一刀火葬 是吃素的 斗兽场内 一排排看台 像是玉米粒一样排列整齐 正中央的擂台刻画有空间法阵 足有数百米方圆 足够让凶悍的蛮受厮杀 林东方品尝着兽王殿送来的各种高 一边看着比赛 身心都极大的放松下来 一边 肖兽月和火铃儿 在给他介绍各种蛮受的厉害之处 边听边看边吃 赛过活神仙 过了一会 兽王殿的人送来了一碟荷花酥 果然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这些糕点做得比我好吃 林东方吃了一半荷花酥 淡粉色的荷花瓣 层层起酥 入口咬下 那香脆的声音 即便站在门口都能听到 嫩红色的金银花蕊 是由蜂蜜和草莓果酱调制的 荷花瓣 另一头沾满了这种清甜的气息 更凸显出香酥的气味 师妹 这荷花酥是谁做的 我可否见见那位师父 面点是林东方的弱相 他想趁此机会恶补一下 火铃儿吃了一口荷花酥之后 小脸瞬间垮了下来 糟糕 这是妈妈的味道 我娘做的 火铃儿呆毛弯了弯 他知道这荷花酥是母亲大人给他送来的 回家通知书 他的父母只送来这一叠桃花酥是 经过深思熟虑的 毕竟这次不同以往 萧熙月和林东方都跟着来了 特别是萧熙月 可是姚翅圣女 第一仙子 她极少外出走动 要是大张旗鼓的 去把两人接到城主府 恐怕不妥 他们听说萧熙月性子淡薄 不太喜欢那种锣鼓喧天的场面 还是让火铃儿 把两人带回家比较好 而且这是火铃儿 第一次带男孩子回家 这件事怎么看 怎么觉得不太对劲 此时寿王店内 林东方还在震惊于荷花酥 想不到伯母还有这种手艺 她又吃了一块荷花酥 这种酥脆的感觉 让她想到了 当年坐火车的时候 某个老大娘分享给她的戏伞子 对了 有功夫还要学学 伞子是怎么炸的 一碗羊肉汤 或者牛肉丸子汤里加 一把伞子 那香味 林东方都觉得自己饿了 拿出小本本 系上了伞子 圈了个重点 火铃儿还在一边扭念 她还不想回家 家里没有好玩的 萧熙月尝了一块荷花酥之后 也瞬间爱上了这种美味 她目光动了动 对火铃儿轻声道 师妹 要是林师弟学会了 怎么做这荷花酥 以后她在妙音峰 就可以给你做了 那一缕呆毛 瞬间又兴高采烈地竖了起来 火铃儿对着萧熙月 使劲点头 对啊 我差点忘了这茶 我们这就回家 让我娘教师兄 做这荷花酥 三人起身离开寿王殿 驾驭小船 飞向城主府 路上 萧熙月对林东方轻声道 师弟 圣主先前对我传音说 在灵儿父母面前 可以放松一些 饭菜的秘密可以告诉他们 因为灵儿的母亲 是圣主的表姐 至于火家始祖 乃是瑶池始祖的知己之一 林东方恍然 怪不得火灵儿 虽然出身火家 但还可以学习非仙经 瑶池圣地和火家的关系 还真不一般 等到小船飞过城主府大门 林东方惊住了 这是进入了另一方天地吗 刚刚从外界看 城主府内也就是一些楼宇宫殿 和别处没什么区别 等到进入大门 穿过一层结界 这城主府内就变了样 草木清新的气息迎面来 镜前的大陆两旁 都是挺秀的树木 还栽种了很多不知名的花 树里外有一座 数千丈高的火山 被积雪覆盖的 火山口处有一个天池 火家大殿 就在天池上方悬浮着 虽然不像 瑶池水晶仙宫那样 也是嫌弃 但同样气势恢弘 火山上并无其他建筑 只有一条河流蜿蜒而下 滋养了山下一大片土地 火家人的园林居所 沿河而建 林东方甚至看到不少小孩子 正在河里玩水 怪不得火灵儿 听说有温泉可以泡之后 那么兴奋 原来这火家人 打小就喜欢玩水 让林东方想到了 当年去江南水乡玩耍 在河边的小饭馆吃饭时 看到的景象 然后就想到了那份送扫鱼羹 嘴里似乎又传来了 那华人鲜美的感觉 林东方又掏出本子 寄上送扫鱼羹 没人点菜就这点不好 总想不起来要做什么菜 更远处 一处规模比别的院落稍大的院子 是火灵儿一家人的住处 三人刚一出现 早已恭候多时的火灵儿父母 就走上前来 他们都是杜杰静的强者 此时亲自出来迎接 林东方和肖西月 这是最高规格的待遇了 火灵儿的父亲 名叫火金云 是身材高大的中年帅哥 一头火红色的头发 像是跳动的火焰一样 林东方看着对方这头发 想到了一道名菜 谁煮肉片 记上 虽然火金云脸上 带着和煦的笑容 但那股不怒自威的气势 是怎么收敛 都难以彻底隐藏起来的 作为天火城的城主 南域中部核心地带的无冕之王 他的修为惊天动地 堪与摇池圣主争锋 但两人从未交手过 因为没啥利益冲突 而且两家关系还算不错 火金云有些疑惑地 看着林东方在那写字 一时间有些摸不到头脑 火灵儿母亲的名叫苏锦鱼 相貌看起来三十余岁的样子 温柔端庄 脸上带着淡雅的微笑 苏锦鱼注意到 萧熙月和自己的宝贝女儿 是分别站在林东方左右两边的 而且距离很近 作为一个当娘的过来人 她一眼就能看出 这两个女娃眼中的心思 她深深看了一眼林东方 摇池圣地最近收徒大会 收到五个仙苗 可谓是震惊难遇 她也曾看过林东方的情报 除仙体 看似废体 但短短一个月 能让萧熙月和火灵儿如此神态 恐怕不是泛泛之辈 想来应该是个半猪吃虎的 绝带天骄吧 估计和那荒谷圣体一样 娘 我回来了 这位是我大师姐 熙月仙子 这位是我二师兄 林东方 旁边还有些随从 火灵儿没有多说什么 见过两位前辈 林东方和萧熙月 对火灵儿父母失礼 第一次登门 还不能叫伯父伯母啥的 好好啊 没想到你们二位 能光临我这天火城 火金云府长一笑 直接把两人请到后宅 只有关系好 才能去后宅 不然都是在迎客大殿 对付一下完事 进了屋 几人落座 上茶和点心 先是寒暄了一番 林东方可没客气 各种点心挨个品尝 见他如此从容不破 大大方方的 火灵儿父母暗暗点头 这孩子不错 林东方感叹道 这荷花酥当真美味 我知道怎么做油酥 但是怎么能让这桃花酥 开口如此完美 每一层都挺直如同真的花瓣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啊 荷花酥最难的地方 就是烘烤时候的 开花 每一半花瓣 其实不是一个整体 而是有很多层 组成的立体结构 一旦有一层没做好 导致粘连 就很伤造型和口感 层层酥 层层香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荷花酥 火金云和苏锦鱼 面面相去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林东方的正式开场白 居然是这么一句话 但听到林东方 夸奖自己做的荷花酥 苏锦鱼心里顿时对他 又多了不少好感 不知不觉 他用慈爱的目光 看着林东方 火金云对林东方的 第一印象也很好 他可以看出 林东方体内 藏着一股极强的力量 相比助激进的修为 已经算离谱了 见周围那群奴婢都出去了 火灵儿挪了凳子 坐在苏锦鱼身边 抱着对方的胳膊摇了摇 娘 我师兄今天来 是有事找您 苏锦鱼眉头一挑 他多少日子 没被自己宝贝闺女 抱过胳膊了 今天这是有大事啊 虽说林东方长得不错 看起来也是个忠厚老实人 但这才一个月啊 起码也要一两年过后吧 苏锦鱼收了收笑容 问向林东方 不知林公子找我有什么事 林东方严肃地起身 对苏锦鱼 躬身认真施理道 前辈 我想学着荷花苏的做法 苏锦鱼和火金云脸上的表情 僵住了 他们有点 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学啥 荷花苏的做法 苏锦鱼深吸一口气 用不确定的语气再次问道 林公子 你说 你想学什么 林东方折指旁边那叠荷花苏 晚辈想学着荷花苏的做法 这次听清了 苏锦鱼万万没想到啊 这一表人才的林东方 居然要学这个 你哪怕来学刀法剑法 甚至提亲 也比说学这点心做法靠谱啊 火金云想到林东方的除仙体 心中忽然一动 说道 我家灵儿修为进展如此之快 和林公子有关吧 一个月前 火灵儿败入瑶池圣地的时候 修为不过筑击五重 一个月 窜到了宁丹境 打破了火家的记录 火金云现在遇到兄弟们就说 兄弟啊 你知道我家灵儿 现在是什么境界部 你怎么知道 我家灵儿 现在宁丹境了 我已经有一刻钟没提到过 我家灵儿 是宁丹境这件事了 给他美的 像是刚结婚那两天一样 火家上下都是一阵欢腾 现在火金云两口子都在怀疑 自家宝贝女儿修为进展 如此迅速 与林东方有关 林东方本来也不打算 瞒着这两位强者 因为等会做荷花苏的时候 他们肯定能看出来 现在还藏着掖着 那不是脱裤子方屁 而且圣主也说了 在火家夫妇面前 说出真相没事的 两位前辈 我做的饭菜中 蕴含天地大道 所以 林东方说着 还从保鲜盒里 拿出两大盘切好的盐水鹅 这种大盘子 可以装下一只盐水鹅 方便得很 拜师学艺 总得表示一下 碰 火金云猛地站起来 背后的椅子都被撞飞了 他眼珠子都差点 从眼眶里飞出来 扶下身 眼睛都快贴在那盐水鹅上了 这是林东方 进入住基镜之后 做的盐水鹅 一直顶着上一碗误到茶 苏锦鱼也是目光颤抖 他想破头都没想到 林东方居然是用这种 无价之宝 给火灵儿喂到宁丹进进去的 两人沉默着对视一眼 火金云转身把椅子搬回来 小心翼翼地坐下 他怕自己一个冲动 把这椅子做碎了 又沉默了一会 林东方说道 两位前辈 这盐水鹅 你们先尝尝 菜是用来吃的 光看可尝不出其中滋味 他说完 顺手拿起一块荷花酥 塞进嘴里 苏锦鱼忽然笑了起来 不错 菜就是用来吃的 他取来筷子 加了一片肉 放进嘴里细细品味 软嫩的鹅肉里 带着一些汁水 更加丰富了咸香的口感 他眼前一亮 这盐水鹅做得十分美味 不说里面蕴含的道韵 单说味道就足以让人惊叹 我天火城几大名厨 也做不出如此美味啊 住在城中 自然能时常享用各种美食 火晶云也笑了起来 用赞许的目光看着林东方 然后直接拿了一个鹅腿咬下 香 现在两人已经彻底明白 上次火灵回家 为啥炒着要上好的猪肉了 吃完了盐水鹅 开始说正事 苏锦鱼现在还有什么理由 拒绝林东方的要求呢 他的宝贝闺女 要是天天吃林东方做的荷花酥 估计再过几十年修为 就能追上前面的四个哥哥 爹 娘 我师兄这本事 你们可千万别往外说 万一被坏人知道就不好了 火灵儿小声提醒道 夫妇两人都严肃地点头 灵儿放心 我们这点还是知道的 一是怕林东方有危险 二是怕别的势力 直接祭出什么大招 比如赤霞神朝知道了 估计能把那十多个公主打包 都嫁给林东方 火灵儿和火晶云开始吃盐水了 闺女啊 你在山上天天吃 给微妇留点 哎呀 父亲您都渡劫近了 还跟我抢着物到菜 小苗开始漏风了 苏锦鱼把林东方带到了厨房 萧锡月过来在一边记笔记 开始教着做荷花酥 指甲 不错 剪短了 苏锦鱼检查了一下林东方的手 笑着点点头 指甲长了 在做面点的时候容易把面戳破 特别是在最后几步的时候 指甲一旦戳上去 这荷花酥可就坏了品项 林东方认真点头 苏锦鱼取来一些面粉 水 蛋清 草莓馅 还有一块 黄油 注意到林东方的目光 苏锦鱼说道 这黄油 是我去草原上跟牧民学会制作的 他想到地球那边的黄油 其实也不是现代产物 早在唐朝时期 匈奴人就会制作黄油 但因为不方便储存运输 且制作麻烦 所以没有普及开来 因为他们被打跑 所以制作方法传到了更西边 北斗星发展百万年 牧民捣不出黄油不奇怪 至于名字一样也不奇怪 这玩意是黄色的油 肯定叫黄油 荷花酥需要水油皮 甘油皮 今天你第一次上手 就先用猪油吧 甘油皮 四两面 二两猪油 修炼者的手感应重量 是很准确的 林东方现在不需要填平 更不需要电子秤 这凝固的猪油和面 放在一起后先搓 这一步在案板上进行 苏锦鱼要是自己做 一瞬间就能把面团搞好 现在他用普通人的速度 慢慢给林东方演示 双手捧起一些面 和猪油轻轻搓 搓均匀之后 用手掌跟去推擦这些面 让面慢慢成型 这样可以让猪油充分和面混合 林东方在一边 小心地照葫芦画瓢 他没敢用十八摸 没学会走路 就开始跑是烹饪的大忌 不一会 面团成型 放在一边 苏锦鱼震撼地发现 此时天地大到一缕缕的出现 经过林东方的手进入面中 压下心中的震惊 他继续说道 然后是水油面团 六两面 一两二千的猪油 三两六千的水 先使劲揉成光滑的面团 然后下一步看我的操作 苏锦鱼把林东方揉好的面团拿过来 先搓成条状 然后一手按住这边的尾巴 一手用掌心往前推面团 推到这头尾差不多要断开的时候 收回来 压一下 再往前推 这样推 收 差不多十五次后 面团就会像这样 变成两边略长 所以可以把它调转方向 从横竖变为左右 继续推拉 这样可以推出面的筋性 油和面是酥 起筋是为了脆 苏锦鱼的翘手速度不快 他揉了一会 发现面团中的倒运不仅没变多 还少了一些 人比人 气死人 林东方死死记住了 这揉面手法 这一步是最关键的 面团起筋容易塑形 然后在油炸的时候 才会尽情绽放 这个手法很重要 所谓一法通万法通 不过如此 然后开始一顿操作 几分钟后 差不多了 苏锦鱼拿来一罐红曲米粉 倒 水油皮上加一些红曲米粉调色 不用太多 然后揉面揉到 整体都是淡粉色即可 就记字 水油面一前半 干油面一前 水油面擀开 包住团圆的干油面 林东方这一步做得很完美 苏锦鱼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把它们擀开成小条状 然后这样叠 它捏起面皮的头部 对折到面皮的中线 然后把底部抬上来 盖住 如此再擀开 再叠一次就好 等你以后熟练了 可以三叠 林东方擀皮 还是很稳的 草莓线心一前半 分好之后搓圆 然后把两张面皮放在一起 轻轻擀开 不要太大 能包住这线心就好 把线心放进去包好 这样团成一个小葫芦状 最后把葫芦间揪掉不要 反过来放在案板上 团得圆圆的 苏锦鱼手中的荷花苏胚 非常完美 像是圆溜溜的帘子 林东方这边也还凑合 下一步 就是至关重要的切合炸了 竖着一刀 斜着两刀 均匀地分成六半 不要太深 切进去一半多一点即可 苏锦鱼手中的小刀 三下请客间划好 林东方也不慢 有了裂痕之后 这帘子一样的面团 就像是含苞带放的花菇朵 已经可以隐约看到 里面红色的花蕊 林东方好奇地问道 不过这样的话 这连花瓣就不可以轻易地拿下来了 只能拿起一整个吃 苏锦鱼笑道 那是炸好之后 我用剑气展开的 然后用小型的阵法困住它们 针钥匙彻底切开 等到最后下锅一炸 就成了细细碎碎的花瓣了 林东方恍然点头 油温三成热 先把它们放进漏勺里 稍微升温之后 再把它们彻底放进锅内 小火慢炸 林东方屏息凝神地 看着油锅中那几个荷花孤朵 逐渐地 在 哲哲的声音中 最外层的花瓣被热油悄悄地撬开 花瓣慢慢地舒展开来 随后是下面那一层花瓣 每一层花瓣都在尽情地舒展 释放出自己的美丽和诱人的清香 但在苏锦鱼眼里 却不是这样 这花瓣周围缭绕着点点九彩鲜光 而且聚集得十分迅速 它试了试自己去控制火力 拿着锅 结果那些天地大道 顿时就不继续凝聚了 深吸了一口气 它把锅的控制权还给林东方 现在就可以调大一些火力升高油温了 油温低炸的速度 慢会导致最后花瓣的破碎 等到最里面的花瓣 离开线心就差不多了 油面皮本来就容易成熟 馅料也是熟透的 过了一会 苏锦鱼就把第一个莲花塑捞出来 放在有法针的小盘子内 直接冒出一丝剑气一滑 花瓣们就分离开来 然后在草莓线心上 再点缀一些草莓果酱 完成 林东方照葫芦画瓢挨个倒定 不过切割这个活还是留给了苏锦鱼干 以熙悦的剑道修为 以后切割可以交给他 苏锦鱼看完了萧熙悦记下笔记 笑着点点头 很完美 这一盘荷花酥蕴含的倒运各不相同 因为有的是林东方自己一路全都做完的 有几个中间经过了苏锦鱼的手 苏锦鱼忽然觉得 自己好像浪费了一桩机缘一样 要是全都是林东方做的 恐怕倒运的含量会更多 但只要火灵儿跟在林东方身边 以后少不了吃的 端上桌 盐水鹅已经造光了 众人开始品尝荷花酥 火灵儿吃了一口之后 使劲地点头 和妈妈做的味道差不多 好吃 萧熙悦吃下一半后 也是露出了笑意 真的很美味 众人这边吃着 火晶云的传音时忽然亮了一下 兽王殿今天死了一只 宁丹九重境界的黑鱼鱼 问我要不要买 买 火灵儿猛地站起身 急声道 爹 直接从我的零花钱里拿钱买 速度要快 这鱼对师兄有大用 妙鹰峰翻修计划 他没掏钱 总觉得过意不去 建筑材料 萧熙岳父的定金 超过十万零食 火晶云以为火灵儿是为了吃 他急忙给那边传音 让他们火速把鱼送来 林东方不在乎 为什么会有鱼死了 他现在很想做送扫鱼羹 而且在一看火晶云那一头红发 谁煮鱼也安排 不多时 黑鱼鱼就被送了过来 林东方有点眼韵 这鱼虽然形似贵鱼 但是个头太大了 足有五六米长 重达千斤 脑瓜子那里有个大洞 不知道被什么玩意 给掏空了脑子 火晶云说道 小林 这鱼就交给你了 以后寿王殿再有什么宝贝玩意死了 我都收购来 让人送到摇池圣地去 这些东西做成好吃的 肯定有火灵儿的份 为了让自己的宝贝闺女的修炼之路 平坦顺畅 他花多少钱都愿意 林东方笑道 那就多谢火前辈了 既然都说 这鱼归他了 他也没客气 手贴在鱼身上 开始炼化其中的血肉灵力 他耳边又响起了大道天鹰 峰回九转 快速领悟了一小半 这是天下最强的身法传承之一 要是能瞬间全都参悟透 就太不现实了 这只是一条宁丹静的鱼 灵力虽然多 但也不至于太逆天 即便如此 林东方的速度也提高了数倍 而且修为窜到了助击二重 九连闪 林东方在方圆十几米内的范围里 留下九道残影 不错 以后至少能同时操控五口锅 听到他这得意的声音 众人也不知道说啥好 我要做送扫鱼羹和水煮鱼 还要借用一下厨房 火精云咽了口口水说道 小林 你要在这做鱼 是啊 这鱼就趁着新鲜好吃 林东方一边替鱼鳞一边答话 这鱼鳞有巴掌大 本来比钢铁都硬 但是被炼化掉力量之后 也就那样 这鱼鳞倒是可以熬鱼鳞冻吃 一点都不行 他这一边嘀嘀咕咕 旁边火精云和苏锦鱼 摇头苦笑 在他们看来 林东方并不像是个修炼者 而是一个有着修为的厨子 这次轮到林东方 教苏锦鱼做菜了 鱼羹 火家之前从未吃过 豪横的他们都吃整鱼 林东方先切下来50斤鱼肉 又剁下来两根鱼刺 这鱼刺 都有他手指头粗了 这鱼羹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蒸熟鱼肉之后再做鱼 另外一种是鱼切丝 直接做鱼羹 我也说不好 那种做法最正宗 但先蒸熟的那种好操作 苏锦鱼和肖锦鱼在一边记笔记 火灵儿在那洗鱼鳞 这是林东方教给他的任务 他能把鱼鳞抓碎更好 林东方做的是第一种 因为蒸鱼的时候 可以切鱼片 做水煮鱼的准备工作 食鲸鱼肉 切成手指后 手掌长的大片 规规矩矩地摆在盘子里 然后放上葱段姜片 淋上一些黄酒 上锅蒸制 等到他扭头去切鱼片的时候 不经意地发现 一边的地上有个坛子 随口问道 苏前辈 那坛子里的是什么 酸菜 林东方呼吸微微一顿 这水煮鱼可以升级为 酸辣开胃的酸菜水煮鱼了 北斗星的人 把芥菜腌制的叫小酸菜 白菜腌制的叫大酸菜 因为用的原料 一个小一个大 林东方之前去刘云城采购 还真忘了买酸菜这茶 这坛子里是小酸菜 后面的缸里还有大酸菜 苏锦鱼召唤来一口大缸 里面装了一大堆大酸菜 至于有这些酸菜 纯属是因为苏锦鱼自己爱吃酸菜 林东方笑道 这次用小酸菜就行 大酸菜适合炖猪肉 加点冻豆腐和粉条 那滋味过年的味道 苏锦鱼把小酸菜坛子召唤过来道 我家也经常用小酸菜烧鱼吃 只是没做过谁煮鱼片 林东方取出了足够的酸菜说道 这菜很简单的 一学就会 苏锦鱼哑然 估计也就这种雏仙体 才能觉得一学就会吧 即便是度捷径的大佬 在做菜的时候 都有可能出错 打架和炼丹都是两码事 更何况打架和做菜 跨度就更大了 林东方切了一些 形似二斤条的干辣椒 又抓了一把花椒 锅内加了少许油 冷油就把干辣椒和花椒下锅 小火炒制 耳边滋滋啦啦的声音 是香辣的味道 等到干辣椒微微变色就可以了 倒出来切碎 咔嚓 刀刃每一次落下 炒熟的辣椒和花椒 都会蹦跳出更加热烈的香辣气息 苏锦鱼目光动了动 他就喜欢吃辣椒 还有酸的 看向林东方的目光 越发满意起来 林东方把辣椒切好 放在一边 然后开始切鱼片 斜刀切 大概一个铜钱的薄厚就行 林东方左手按着鱼 右手菜刀一次次划过之后 一张张鱼片 就规规矩矩地躺在了菜板上 先用盐和黄酒 把鱼片抓拌几下 让鱼肉把黄酒吸进去 这黑鱼鱼 倒是没啥意味 就没加多少黄酒 然后要给鱼片上浆 蛋清里加些淀粉 快速搅匀后倒在鱼片上抓拌 等熟练了 可以先把蛋清倒入鱼片 再加入淀粉 林东方说得很仔细 苏锦鱼听得很认真 菜切成自己喜欢的大小 反正别太大就行 姜末 蒜粒 干辣焦碎 哒哒哒哒 不多时 料头都切好了 下面开始炒酸菜 烧鱼汤 这道菜 要用菜籽油来做 才足够香 当然要是 吃不惯菜籽油 也可以用别的油 但是猪油一定要加 两种油大概一样多 油的总量 也要稍微多一些 酸菜这东西 比较稀油 刺辣 酸菜和葱蒜干辣椒 一起下锅 浓郁的酸香味 瞬间炸开 屋里的人都咽了口口水 肚子开始有些抗议了 大火炒到酸菜香味 完全出来 把鱼骨倒进来 继续翻炒到断生 林东方用的鱼刺上 多少还带一些肉 鱼骨中间 还有些骨髓 这是黑鱼鱼的精华之一 很香 一般的鱼 只有脊柱里才有脊髓 林东方闻了一下香味后说道 要是这黑鱼鱼脑 还在就好了 那香味一定更棒 他背后的女人们 暗暗记下了这句话 鱼骨断生 加入豆瓣酱 炒出红油 随着林东方的翻炒 这酸菜和汤汁上 都染上了一层诱人的红色 加水 水不用太多 没过这些料就好 等会划鱼片的时候 会把料先盛出去 再加一些酱油 咸味要比炖鱼更重一些 等下才能让鱼片更好地入味 搅动几下 让酱油的颜色 充分浸染鱼汤之后 林东方把锅里的酸菜 啥的都捞出来 放在一个大碗内 锅内只剩下 红亮诱人的汤汁 火灵儿觉得这鱼汤泡饭 他能造一盆 但看到旁边林东方 脸上认真的表情 他知道最关键的地方来了 到了和这道菜 一决胜负的时候了 林东方认真说道 下鱼片要先关火 让汤停止沸腾 用汤的鱼温 把鱼片烫到定型 这样鱼片才有最佳的口感 等到鱼片定型 再开大火 十个呼吸后 把鱼片捞出来 林东方把鱼片烫好之后捞出 放在碗里的酸菜上 然后把锅里的汤烧到沸腾 然后直接淋在鱼片上 这样才能保证鱼片熟透 汤刚好喝菜齐瓶就行 最后一步 把蒜末和刚才切好的辣椒 放在这鱼片上 淋上热油 不过可以等到鱼羹做好再进行 另一边 蒸鱼已经熟透了 林东方转手做送扫鱼羹 这蒸鱼盘子里的汤要留着 这是最鲜的圆汤 林东方小心翼翼地端出大盘子 然后用勺子一点点地 把鱼肉刮成手指度大小的碎片 要是普通的鲑鱼就更方便了 蒸熟了 直接就是蒜瓣肉 一片一片的 这黑鱼鱼蒜瓣肉有点大 巴掌大 但也很嫩 又切了些笋丝蘑菇丝火腿丝 林东方起锅 开始做鱼羹 少许猪油 爆香葱段之后 冲入清汤 等一下 你这清汤 苏锦鱼怀疑 林东方是把一碗污稻茶 给倒进锅里了 无论颜色 还是里面交织的倒韵 这清汤和污稻茶 都是一模一样 这清汤是我自己熬的 呃 师姐 掉清汤的笔迹带了没 带来了 苏前辈 这是掉清汤的步骤 您先看看 苏锦鱼接过那张纸之后 眉头一条 这都比我炼丹费劲了 不过 烹饪也是一种乐趣 要是一味地 用修为去省时省力 那也就没意思了 苏锦鱼又微微一探 他做荷花酥也是一步一步来 悠久的寿命那么长 犯不着做什么 都急三火四的 林东方点点头 前辈说的很有道理 嗯 前辈帮我把漏勺拿过来 他还不太会隔空取物 怕被拿漏勺打到脑袋 清汤开了 就要把葱段捞出去 然后下入三丝 鱼肉 加点醋 胡椒粉 这鱼羹是微酸微辣的 勾芡 可以比一般的汤稍微浓稠一些 随着手勺轻轻搅动 这一锅汤迅速变得浓稠 本来还在汤里起伏不定的鱼肉 和三丝变得安稳了不少 然后用小勺慢慢加点蛋液进去 能让汤的口感更加顺滑 但是不能太多 多了就成蛋花汤了 点点蛋花出现后 汤羹的层次更加分明起来 色彩内容也更加丰富 好了 出锅 苏锦鱼赶紧把火加最精致的汤碗 挨个摆放出来 这些金鞭玉碗 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乃是火加始祖留下来的 小碗的上方 飘荡着点点西光 与色香味俱全的汤羹相得一张 林东方把蒜末和之前切好的辣椒 倒在水煮鱼片上 再把热油淋了上去 死了 浓郁的香辣气息震腾而上 火爆浓烈的声音 把鱼片再次升温到一个更香的级别 热辣的味道 瞬间占领了厨房 苏锦鱼咽了一口口水 他偷眼一看 发现萧细月居然也在咽口水 这可是第一仙子啊 单说容貌气质 甚至在他这个度结晶大脑之上 更别说火灵了 那样子跟饿了十天一样 眼巴巴地看着水煮鱼片 等到两大盆水煮鱼片 和几碗鱼更端上桌 霞光倒倒 让这间屋子不光灿灿起来 火金云愣住了 甚至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我这辈子自认为什么都见过了 但这种菜肴 我真的是第一次见 在林小友这两道菜面前 所谓的鲜艳都要黯然失色 这一盆水煮鱼片 堪比四五碗污道茶 每一碗鱼羹 也有多半碗污道茶的样子 毕竟那是清汤调制的 火金云和苏锦鱼夫妇 开始品尝他们面前的水煮肉片 他们自觉地降低了修为 在这火加阻地内 没什么需要担心的 苏锦鱼加了一片红亮的鱼片 放入嘴中 麻辣第一时间 让他的舌头微微震颤起来 口水止不住地冒出来 想要消除这股席卷四方的力量 但随后喜爱的酸菜 香味后劲更加绵长 等到他胡人咽下这片鱼肉 吃第二片 鱼肉的鲜美 才不知不觉地冒了出来 但是这红亮的汤汁 却让大部分人 对这第一口望而却步 吃了一些鱼片 苏锦鱼红着嘴唇 看向一边的鱼羹 先用汤勺抿了一口 微酸微辣的感觉 已经感觉不出来 只有极致的鲜美 化开了水煮鱼片的热辣 顺滑的鱼肉入口即化 与旁边稍微带着一丝 弹性口感的鱼片 完全不同 明明都是黑鱼身上 踢下来的肉 但却有着这截然不同的口感 这就是烹饪的魅力所在 旁边 火金鱼面前是一大碗米饭 他机智地用鱼羹泡饭 然后吃水煮鱼片 苏锦鱼嫌弃地看着他 觉得用鱼羹泡饭 有种牛角牡丹的感觉 而且不够过瘾 他直接咬了一大勺水煮鱼汤 倒进米饭中 林东方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位伯母真的是狠人啊 鱼汤的辣度更胜于鱼片 但苏锦鱼越吃越上头 旁边 萧熙月也是如此 欲罢不能的热烈 让他很难抗拒 火铃儿看着他俩这样 又看了看他被辣得 嘶哈嘶哈的老爹 美感压低修为 当成了不辣的酸菜鱼吃 但也十分美味 等到吃到锅干碗尽 众人才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火铃儿乖巧地去刷了碗 还把这些废水废料打了包 苏锦鱼微微一愣 火金云瞳孔也缩了缩 他们才注意到 这些废料上 也有丝丝缕缕的盗运 火金云说道 最近我听说天玄书院 和赤霞神朝的人在筹钱 太岁土的事情 被严格保密了 但筹钱的行为能被看出来 林东方说道 我把这些废料到净土里 谎称太岁土 卖给人家和周长青 我和他们互相看着不顺眼 就从他们身上赚点钱花花 原来如此 那仁静和周长青 确实不咋地 就该坑他们 火金云和苏锦鱼 因为火铃儿的关系 对天下的青年才俊 都有关注 毕竟女大不中流 说不定哪天就情斗初开了 现在看来 还真开了 不过谁都没捅破这层窗户纸 自然发展倒也不错 最重要的是 萧熙悦也在这呢 火金云喝着茶水暗自想了想 似乎以后 可以帮着林东方 坑一坑那两个小子 比如在拍卖会上抬个架之类的 这个他在行 难与谁不知道 他火金云是个好面子的人 吃完饭 林东方在师姐师妹的陪同下 开始了悠闲的游山玩水 这火家祖地内 不止那一座火山 小世界 宽广足有千里方圆 风景宜人 好吼 远处传来一声售吼 气势射人 林东方远远看到 一头身材和狼狗差不大 长着豹子花纹 头顶牛角的怪兽 在那和一群大象一样大的猛虎打架 火铃儿介绍道 这是我家养的灵兽 脚 已经有接近圆英镜的修为了 等过阵子 他就要参加斗兽大赛 一旦胜出 就可以晋级为南域灵兽王 然后就可以去中域参加兽王大赛 最后获得圣兽血液 进行进化 消息越问道 下一场的对手是 火铃儿答道 是赤霞神朝人剑养的鳄尾玄武 那玄武血脉不纯 但也很厉害 斗兽总是有风险的 要是赢了 吞下对手的内丹 自身更上一层楼 家族最后会收获一个强大的底蕴 要是输了 多年的付出就功亏一篑 灵东方问道 那去别的地方获得妖丹可以吗 火铃儿苦笑道 可以是可以 但只有血脉强大的灵兽体内的妖丹 才够资格 但那种灵兽遇到了 都是带回了自己培养了 而且基本上都是一出现 就被各大圣地收服 最后还是弱得一个斗兽的局面 灵东方恍然 然后忽然开始在储物界里翻翻找找 嘿嘿 还好带来了 他取出一大堆骨头棒子 都是以前熬骨头汤剩下的 加在一起 有三四碗污道茶的量 灵儿 这些骨头都给脚拿去啃了 火灵儿一惊 师兄 这 这什么这 既然太岁土都卖给了赤霞神朝 他们八成会用太岁土培养那玄武 灵东方表情严肃 要是这脚最后败亡 咱们卖太岁土岂不是得不偿失 咱们要让敌人心痛 而不是自己心痛 到时候最好一击秒杀那玄武 然后把尸体弄回来炖汤喝 而且 要是那玄武挂了 人家可能会郁闷很久吧 火灵儿想来想去 觉得灵东方说的很有道理 谢谢师兄 以后灵儿天天给你捏肩锤背 他接过骨头棒子 去给脚加餐了 远处 火晶云和苏锦鱼对视一眼 夫人 这灵东方真的很不错啊 还有你说 等过两天 把儿子们叫回来 让他们暗中帮衬帮衬小灵 他们的四个儿子 都是接近度接近的超级强者 火晶云此时微微一皱眉 不过玄武的尸体 可不好弄出来 像是脚和玄武这种级别的灵兽战斗 最后的尸体 一般都是由原主带走的 苏锦鱼忽然笑了起来 你忘了 当初不是有一块饕铁宝骨吗 等脚吃完了那些骨头 再去领悟饕铁秘书 最后直接把玄武吞入腹中带回来 不就成了 妙啊 火晶云扶长一笑 但随后 他们夫妻二人 就看到前方升起一缕吹烟 林东方怕倒运剂量不够 开始给脚做烤羊腿 顿玄武啊 顿玄武 我要顿玄武 滋滋啦啦 烤羊腿上吸出点点油脂 金黄的表皮上出现了一些细小的气泡 肉中的水分在蒸发 随之出来的 还有那混合着孜然的烤肉香气 这四根烤羊腿 是给萧熙月火铃吃的 远处那十多根烤羊腿 是给脚准备的 火铃再给脚头喂骨头 咔嚓咔嚓 火铃在脚的脑袋上拍了一巴掌 二花你不许呲牙 那边是我的师兄和师姐 见到他们要像见到我一样 知道了吗 呜呜 脚扶下身子 摇了摇尾巴 眼睛里露出了委屈的神色 他明明只是对烤肉呲牙罢了 林东方没想到这么一头凶猛的脚 居然被启名叫二花 火铃带着二花溜溜答答走了过来 师兄 这脚可凶了 没等他说完话 二花就窜到林东方身边 开始用身子蹭林东方的腿 火铃儿这个气啊 这二花一开始来火家的时候 可是天天趾高气扬的 对谁都爱搭不理 林东方眉头一挑 这哪是山海经理记载的异兽啊 分明就是一条大狗 不过看起来倒也真像的寒寒 特别是那两根牛脚 他伸手在二花的肚子上抓了抓 二花身子扭了扭 四脚朝天的躺着 跟撸狗没啥区别 洗洗手继续烤羊腿 一斤烤肉蕴含的道运不多 但是百斤网上的话 那就很可观了 火铃儿在一边提醒道 师兄 下次比赛还有一个多月 量太大他也吸收不了 万一沉睡错过了比赛就糟糕了 这样啊 那这一次先少吃点 乖乖二花 可要茁壮成长 我能不能烹饪玄武 就全靠你了 最后由临时搞了个 临时驱动的旋转烤架 林东方负责在羊腿上 改刀和撒盐就好 五碗雾到茶的量 二花感激地看了看林东方 一顿狂躁 他还看不出这烤肉上的玄机 只是本能告诉他 吃完了就会变强 苏锦鱼把滔铁宝骨取了出来 丢给二花 让他一边炼花道运 一边参舞滔铁宝树 然后他又祭出一把 金光闪闪的大剪刀 这剪刀通体金黄 把手上有龙铃一样的纹路 散发着点点龙气 血量的剪刃风锐无比 仿佛可以剪开世间万物 小林 这剪刀 是我当年仿造仙气金胶剪打造的 可以给你防身用 林东方微微一惊 这剪刀品级最低 也在通天镜以上啊 不过他倒也没推辞 他正好需要一把剪刀 那就谢谢前辈了 等到时候玄武弄来了 处理的时候离不了这剪刀 林东方还真疏忽了 剪刀也是厨房必备的用具之一 苏锦鱼脸上笑容一僵 他没想到 林东方居然要拿着 镀结镜的薄剪干这种事 不过这倒也符合林东方的性格 最后他无奈笑道 你以后就别喊前辈了 叫伯母就行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 直接说就行 林东方一听这话 顿时不客气了 伯母 我一个人的经历 时间总是有限的 没办法天南海北的 到处跑去学面点 比如炸伞子 撑拉面 所以想请您帮帮忙 然后我再跟您学 他的话 让众人养了养脖子 好家伙 让一个度捷径的大佬 去学炸伞子 撑拉面 但是他说的很有道理啊 苏锦鱼还真不太想 让林东方到处乱跑 不管从哪一种意义上来说 都是有风险的事情 于是他点头道 小李你说的不错 你这体质 确实不适合到处学艺 这样吧 我以后就把各式面点都学会 然后用流影识记录下来传给你 林东方喜不自胜 这可太好了 免得他自己东奔西跑了 于是开始吃烤羊腿 咔嚓 刀刃划过酥脆的羊皮 光听声音 就让人食指大动 酥脆的表皮下 是香嫩的羊肉 孜然和辣椒点缀其上 像是大漠的风沙 耳边似乎传来了 驼铃的声响 林东方这边吃着烤羊腿 心里惦记起来 吃圣地灵气充沛 普通蔬菜长得非常快 等到那些韭菜开花 做点韭菜花酱 然后弄烤全羊 手把羊肉吃吃 他嘀嘀咕咕的声音 让屋里三位美女一起咽口水 烤全羊 就是烧烤桂冠上 最闪亮的宝石 现在豪横了 林东方自然想每年多吃几次 不过 要是野生的韭菜花就更好了 这句话引起了苏锦鱼的重视 孩儿他爹 你带着老三去趟北域 就三千斤野生韭菜花回来 南域的草原不够大 但北域不一样 一望无际的草原 真正的天苍苍也茫茫 火金云缩了缩手指 等着 我带着老三这就去 他一步迈出 直接走出这火家祖地 再一步踏出 一道赤红色的红桥 出现在他的脚下 直通北域大地 北斗星天穷上 两轮天日黄黄生辉 一个是原本的太阳 第二个就是火金云显化的法身 他今天收获了大量道运 一出祖地 天地交感之下 异象分成 他在天穷上一挥手 大袖翻卷 使出了神通秀李乾坤 直接把他四个老儿子 都拒进到袖子里 再一步踏出 从南域 横跨了中域 穿过数十万里的距离 直达北域上空 这就是杜杰进 巅峰大佬的实力 几乎可以无视空间 把天涯化作咫尺 恐怖的能量波动 让北斗星所有强者 都心中惊骇 天哪 火城主又使出了 这一世横贯天穷 他这是要去镇 杀什么敌人吗 非野 我刚刚并没有感觉到 任何杀意 只是觉得 他走得似乎很匆忙 火城主的气息 在北域消失了 看来是在寻找什么机缘 还是不要窥探了 此时 茫茫草原上 火晶云把四个老儿子 放出来吩咐道 你们四个去摘野生韭菜花 要一万斤 四个人一脸懵圈 摘韭菜花 通天九重的强者摘韭菜花 比用天节烘杀蚊子都离谱 爹 你嘴角的自然是咋回事 是啊 咋还飘着道运 老三眼间 直接发现了问题之所在 火晶云舌头一卷 把自然勾回嘴里 然后直接禁锢了一方空间 和四个老儿子 说了林东方的事情 爹 这话您早说啊 兄弟们 先搞一万斤韭菜花 再把草原上的野菜蘑菇 都采摘一些 送给小玲 小妹 能跟在她身边修炼 真是好运气啊 爹 您为什么不把我晚生一千五百年 好让我和小妹一起 拜入摇吃圣地 臭小子 瞧你那点出现 以后小玲还能亏了 咱们也五个不成 赶紧好酒菜花 我现在去趟天玄书院 弄几只雪羊出来 暗下在草原上 忙碌的像蜜蜂一样的 歌四个不谈 火晶云 这次没有大张旗鼓 而是换了身衣服 敲眯眯地回到南狱 溜到天玄书院外 御龙峰下 嘿嘿嘿 老子大张旗鼓 使出横贯天穷 把他们的目光 都吸引到了北狱 我这招就叫 传说中的声东击西 他溜溜达达 走上了御龙峰 走得很熟练 之前苏锦云 每次生完孩子 他都会来一趟御龙峰 偷雪羊和冰鱼 回去给苏锦云吃 补身子 火晶云背着手 迈着嚣张的步伐 继续上山 满头红发乱甩 碰 走路走一半 他忽然 和另外一个隐身的家伙 撞了个满怀 何方鼠背藏头鹿尾 来偷雪羊 对面的人 恶狠狠地嘀吼了一声 火晶云愣住了 对面这人怎么知道 他是来打猎的 不过 随后他感觉到了 一股熟悉的气息 程大发 是你这个老混蛋 火晶云认出了对面的人 程大发一惊 低声道 我乃御龙峰山神 程大发那小辈 虽然天资卓越 鹦鹉不凡 但也无法与老夫相比 鬼你大爷的 你化成灰老子也记得你 火晶云这个气啊 他叫骂道 你这老混蛋 当年我在苏家城外 等锦鱼来赴约 你个老王八蛋 骑着一头牛路过 那牛巴巴 差点淹死我 啊这 程大发梦了 原来对面是火晶云 倒是还真有这回事 也只有他们彼此才知道 现在他也不好意思 装神弄鬼了 显化出了真身 火晶云也露出真容 程大发尴尬说道 当年那牛吃多了草药 确实有点跑度 不过 我那一次也救了你 不然你小子 早就被苏家人抓回去 剥皮抽筋了 火晶云咬着牙不言语 但程大发说的 还真是事实 火晶云最后无奈 长叹一声 他当年是经历过三十年 河西三十年河东故事的 苦逼青年 他年幼时候 火家衰败到祖地 都被占领了 家中更无一个 原音镜的高手 被苏家人棒打鸳鸯 火晶云脸色复杂地说道 说起来 我还真的谢谢你 得了 那都是过去式了 你看这几只雪羊 居然敢这么大大咧咧地 看着我们 估计已经对我们 动了杀心啊 程大发指了指一边的 五只宁丹镜血羊 火晶云认真说道 你说得在里 这五只雪羊 就被两人震碎了原神 成为了植物羊 爬到半山腰 来到一处冰湖上 火晶云低头说道 哟 这群冰鱼挺狂啊 居然敢对我们吐泡泡 冰层下 一群冰鱼嘴里 咕噜噜冒着泡 程大发说道 看来他们想上岸 咱们帮他们一把 三十条冰鱼 被他们收进法宝中 小心地把控着水温 免得这群鱼现在就死了 行了 不能再抓了 不然影响明年的收成 程大发是行家 自然懂得持续收割的道理 火晶云意犹未尽地收了手 一叹 老程 真羡慕 你在摇池圣地 能时常吃到他做的饭菜 此话一出 老程就知道了 火晶云说的是临东方 程大发怂怂间 我们这群手作都是抽签 半个月一个人 哪比得上你闺女 早中晚三顿饭啊 听到这话 火晶云畅快地笑了起来 两人刚刚到了山脚下 就看到 远处飞来几个人影 周长青 还有黄泉殿的杀手 程大发和火晶云 顿时引入暗中 只见周长青 领着三个杀手 进了一个山洞 还布置了一个阵法 但是对两个杜结晶大佬来说 这法阵就是个笑话 两人失失然 飘到周长青上方 盘腿而坐 周长青对杀手们说道 我要你们杀两个人 临东方和任剑 杀手报价道 临东方的命就值一万零食 但任剑 我们要二十万零食 定金两万零食 上方两个杜结晶大佬 冷笑起来 好家伙 当着他们的面 想谋杀林东方 火晶云就要直接动手 程大发拦住他 传音道 先别着急 留着这小傻子还有用 火晶云皱眉道 有啥用 这种人活着就是浪费米饭 周长青的底细 他清楚得很 表面上书生义气 背地里恶心 是做了可不少 小林还打算通过 他从天玄书院 多弄点天龙水和零食呢 火晶云听到这话一叹 天龙水 这倒也是 留着周长青 确实可以细水长流 程大发晃了晃手中的流影石 继续说道 等会咱们去烫赤霞神巢 把这块流影石扔给人间 让这俩傻小子 自己掐下去 火晶云嘿嘿一笑 将还是老的辣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等下咱们去把黄泉殿灭了吧 倒也行 正好看看 你小子修为 到底到了什么地步 程大发有些感慨 火晶云只有2500多岁 修为却超过了他 但这就显得 1000多岁的摇池圣主 更加可怕了 毕竟火晶云也不敢说 可以吻赢他 两人在身下三个杀手体内 设下诅咒之后 先去了趟赤霞神巢 在皇宫里打猎 获得了几头赤血荒牛 然后把流影石 丢到了人间的屋里 最后找到了黄泉殿的总部 开始攻打 黄泉殿不是圣地级别的传承 没有多少底蕴 更没啥仙气 十分好打 虽说这个组织和某几个圣地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那些人看到 是火晶云和程大发连妹出击 就啥也没说 火晶云那是逆袭了 忠欲荒谷世家苏家的猛人 还手握有超级仙气 谁敢出眉头 程大发背后是摇池圣地 想到那个前阵子 还在发威的摇池圣主 暗中几人摇头一探 这黄泉殿直接就被抛弃了 程大发和火晶云之前 不对黄泉殿动手 就是因为暗中那几个圣地的关系 但现在牵扯到林东方的安危 直接就对黄泉殿下了死手 不多时 黄泉殿成为历史 俩人收获了总价值 能有千万零食的战利品 两人平分了黄泉殿打猎所得 留作以后 给各自女儿的嫁妆钱 暗下程大发 溜溜答答回了御寿风 开始安排弟子杀驴不说 火晶云回到了北域 此时 他的四个儿子 已经采摘到了足够的韭菜花 还弄到了不少草原特有的野菜蘑菇 比如沙葱和口馍之类的 每样都足有上万斤 北域草原浩瀚无垠 这些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然后这野五个就回到了火家 好家伙 沙葱和口馍 林东方震惊地站了起来 沙葱羊肉饺子 还有口馍小炒肉 火家四兄弟哈喇子 顿时躺了出来 你们五个出去 寻访一些面点大师 别在这碍眼 吃饭的时候 自然会叫你们 苏锦鱼挥挥手 又把这野五个撵了出去 他是越看林东方 欲绝地顺眼 会做饭 还不惹他生气 外面五个人连连点头 急忙出去找面点师傅去了 林东方首先炼化了 一只雪羊的血肉灵力 这只羊羞围不过 出入宁丹境界 不足以让林东方破镜 但是 对峰回九专的领悟 又提高一点 包饺子了 沙葱羊肉馅 老奶奶都忍不住狠狠血 我看看 这雪羊这么大 再做一道葱爆羊肉吧 再来一道鸿焖羊排 林东方还是老办法 开始做上了鸿焖羊排 然后开始准备包饺子 鲜活面 面和好了 放在一边备用 割下来一些羊肉 二肥八瘦 这样的吃着才香 叮叮当当 剁成肉馅 往里加盐 胡椒粉 再来点姜末 搅拌均匀 然后往肉里加点葱姜水 充分搅拌 让肉把水吸收进去 然后加一些料油进去 这样可以把水封印在羊肉里面 沙葱洗干净之后 细细地切成末 后往羊肉馅里一放 再打入鸡蛋 充分搅拌均匀 林东方这馅料很多 所以打了十个鸡蛋 然后开始包 这一步 留给苏锦鱼 带着萧熙月和火灵儿完成 萧熙月和火灵儿 现在每天打坐一个时辰 抵得过以前两三天 打坐完 除了帮林东方做饭 似乎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可以干了 至于倒运多少的问题 已经不是问题了 反正天天吃顿顿吃 不在乎少那么一点 林东方在折腾口膜 洗干净了切片 这玩意可鲜了 他很喜欢吃 不过也有人不喜欢口膜里的土腥味 林东方最后还是忍痛给口膜焯了水 这样虽然可以去掉土腥味 但是鲜味也会少一些 不过他拿了几个口膜去掉菇饼 然后菇盖朝下 放在了一边烤雪羊腿边上的铁板上 铁板上有滴落的羊油 极其香 等会这菇盖里 就会渗出汤汁来 极其鲜美 切了一些绿辣椒 胡萝卜 增加一些明亮的颜色 好看 以及重要的猪五花肉 口膜焯水去掉了土腥味 捞出来放在一边备用 又把葱爆羊肉的料准备好 那边饺子包的 可谓是飞快 热锅粮油下入五花肉 这猪油烹香葱姜蒜的味道就上来了 林东方很喜欢闻这种香味 然后下入口膜开始翻炒 鲜香的味道不需要鸡精的修饰 再加一些酱油炒出香味 同时上个色 等到口膜里的水汽开始被炒出来 加入辣椒胡萝卜开始翻炒 口膜因为焯水的原因 里面多少会渗出一些汤汁 林东方喜欢在里面补一些肉汤 最后勾个芡 更加好看一些 而且 这口膜炒肉的红润汤汁拌饭也是一绝 芡汁多炒一会 充分地包裹住食材 然后撒上一些料油 提亮 出锅 一口大锅炒出来好几盘口膜 然后是蒜爆羊肉 此时鸿焖羊排也差不多了 大火收汁 旁边锅里的谁也开了 开始煮饺子 师兄煮饺子 为什么不加水啊 一边火铃发出了疑问 他之前见苏锦鱼煮饺子 都会加凉水 林东方一边用手勺被推动锅里的水 一边笑道 加不加水都行 其实只要饺子都飘上来 而且戳一戳外皮 发现饺子皮和馅分开了 就是熟透了 因为完全熟透的肉馅会收紧成团 自然就和饺子皮分离了 此时 饺子已经差不多熟透了 透过饺子皮 已经可以看到嫩红色的羊肉 和翠绿色的沙葱 火铃儿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然后端着盘子等着饺子出锅 饺子出锅 在外头忙活了半天的火金云 父子五人被召唤回来 这饺子味道真棒啊 羊肉馅比娘拌的还 不对 和娘拌的一样美味 火家老大话说一半 改了口 不然怕被秋后算账 不过他惊讶地发现 苏锦鱼还是满脸笑容 丝毫没有瞪眼睛的迹象 苏锦鱼笑呵呵地说道 我拌的饺子馅 可没小林拌的好吃 我之前都是先打水后放盐 放油 最后 也把羊肉里的水杀出来 不仅没这么嫩 味道也欠缺一些 这沙葱羊肉馅 真的是百吃不腻 林东方用陈醋和辣椒油 调了一些蘸料 微微的酸辣 更加衬托出羊肉沙葱的香味 一口一个 一口一个 林东方吃得十分过瘾 此时 火铃已经炫了一叠子口馍炒肉了 这道菜的鲜香 绝不下于羊肉沙葱饺子 林东方把一边铁板上的烤口馍拿了过来 微微焦黄的口馍盖中 已经装满了鲜美的汤汁 林东方小心地喝下这口鲜汤 舒服地叹息一声 太美了 他眯着眼睛 感觉自己似乎现在躺在了一望无际的草原上 天空中白云飘飘 偶尔还有一只老鹰飞过 乖乖 都说吃我的菜能看到幻想 我今天自己也中招了 林东方甩甩脑袋 在口馍盖上撒了点滋然和辣椒粉 又稍微烤了一下 让辣椒粉的香味激发出来 然后再送入口中 第二波鲜美吸烂 另一边 火铃云和他四个儿子有样学样 都震惊于这烤口馍的鲜美 不过他们主攻的是红焖羊排 因为里面蕴含着最多的道运 然后开始造烤羊腿 吃过饭之后 火铃云把林东方叫到一边 取出了那块流影石 小林 周长青这小子 想对你不利 杀不杀 林东方摇摇头 先不杀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把这流影石 扔到人间屋里 看他俩狗摇狗 不是不杀 而是先不杀 林东方还指望 多从周长青身上 多巴点肉下来 等到最后一丝肉 都剃不下来再杀 好不容易遇到 这么一个反派角色 可要好好珍惜 摇持圣地内那么和谐 他不好意思坑别人 火金云黑黑一笑 我已经扔过去一份了 伯父有操作的呀 林东方用敬佩的目光 看着火金云 这位伯父 看来很对落 可不 还有黄泉殿 已经被我和程大发灭掉了 你就放心地到处玩好了 火金云其实也知道 即便他不灭掉黄泉殿 那个女人也会出手的 林东方就算大大咧咧地 去赤侠神朝门口转圈 也不会有事 作为难遇最强的人之一 他自然能够感应到 从遥远的摇持圣地中 有一道目光 一直在默默注视着这边 吃完饭 林东方开始捣咕酒花酱 有了这玩意之后再吃羊肉 那真的是赛过火神仙 对了 说到酒花酱 就又想到豆腐脑 林东方摇头苦笑 中华美食就是这样 一旦开了头 就会无限制地联想下去 豆腐脑 我们家吃豆腐脑 从来不加酒花酱的呀 火灵儿头顶呆毛 震惊地颤了颤 他无法想象 豆腐脑里加韭菜花 是什么味道 处理韭菜花的小手 都酱硬了 火金云跟着说道 吃豆腐脑 我们都是加糖的 香甜 林东方震撼地看着火金云 这位当当去北域时候 搞出来的场面 跟星球大战一样的大佬 居然喜欢吃甜豆腐脑 他又想到了 独孤号那天点的 西红柿半白糖 看来这些强大的中年帅哥 都喜欢这甜蜜蜜的滋味啊 此时 苏锦鱼忽然用遇到 知音的目光 看着林东方 小脸 这么多年了 我来这南域这么多年 总算遇到一个 提到豆腐脑里加酒花酱的人了 他一直喜欢吃咸豆腐脑 但是千年来被火金云 还有四个宝贝儿子 硬生生带偏了 苏锦鱼扬眉吐气地 对着火金云说道 看到没 现在小林都喜欢吃咸豆腐脑 豆腐脑还是咸得好吃 火金云摇摇头 夫人 此言诧异 还是甜得好吃 咸得好吃 甜得好吃 林东方哑然失笑 没想到这豆腐脑甜咸之争 在这北斗心也有 随后他想到了粽子 普通粽子 肉粽子 甜粽子 咸粽子 甜肉粽子 咸肉粽子 估计会更加热闹 对面 苏锦鱼祭出大招 哼哼 你既然这么信仰你的甜豆腐脑 等下小林做好了 咸豆腐脑的炉子 你吃不吃 啊这 火金云无力地后退一步 脸上露出惊恐之色 这是朱星的选择呀 要是临上林东方做的炉子 那他的甜豆腐信仰 将荡然无存 谁能拒绝 那飘荡着天地大盗的炉子呢 一阵微风吹来 小院里静悄悄的 忽然 火金云整理了一下衣服 昂首挺胸地说道 男子汉大丈夫 我今天还真就要尝尝这闲豆腐 林东方咧咧嘴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位老哥 要去镇压什么大恐怖呢 火金云心里暗磋磋地嘀咕道 大不了之后 吃十碗甜豆腐补回来这份信仰 那豆腐脑是出去买来 还是自己做 林东方拿出了心爱的小墨盘 这玩意 还一次没用过呢 火灵儿摇头道 不用麻烦师兄 三哥他们会点豆腐 做豆腐脑 另一边火家四兄弟 去煮豆浆 点豆腐 苏锦鱼笑道 小林你还不知道 火家的始祖 就是靠这豆腐发的家 因为用的是一种灵动 所以这火家豆腐 持名整个南域中部 林东方恍然点头 心中忽然自语道 火家豆腐 火 豆腐 这几个字串起来之后 嘴里为什么多出来了一些口水 不对劲 再想想 火某某臭豆腐 他终于想到了地球上的一种小吃 不过他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在北斗星史书上 似乎没有写过臭豆腐的起源 这东西似乎还没出现 林东方了解过很多 关于臭豆腐的故事 基本上都和地球古代物质条件 不发达有关 坏了的东西 也要想办法吃一吃 但北斗星因为灵气充沛 物产及其丰富 没有穷得吃不起饭的人 所以食物要是坏了 就扔到浊池制作肥料 制作臭豆腐这个念头 在他脑海里冒了出来 而且此时就在火家 他决定了 要在北斗星搞出一个火焰臭豆腐 林东方取出本子 可别过几天给忘了 萧熙月看到这五个字之后 忽然一愣 忍不住问道 师弟 这臭豆腐也是菜肴 对面 火金云和苏锦鱼愣住了 火灵儿更是惊恐地看着林东方 臭豆腐 臭 厨师做菜不都是香的吗 怎么起了个臭字开头的名 咸豆腐脑他勉强还能接受 但是这臭豆腐他 听着就头皮发麻 林东方笑道 不算是一道菜 严格来说是风味小吃 我当年无意中发现的 几人面面相去 这风味是不是有点过了头 苏锦鱼忍不住道 我走遍天下 尝遍各种美味 唯独没有吃过臭豆腐 小林 你是怎么发现的 林东方想好了说辞 当年我年幼的时候 和小伙伴们玩耍 有个人家里刚好有一块 长毛臭掉了的豆腐要扔 我们忽然打赌 谁敢那块臭豆腐吃了 就能获得其余几人的压碎钱 听到这里 众人都微微向后仰头 死子逆天啊 火灵儿不知为何 就开始用崇拜的目光 看着林东方 不愧是师兄 林东方继续说道 当时我为了买一个小玩意 正好缺钱 就决定试一试 刚好旁边炸油条的一位叔叔要收摊 用了一天的油也要倒掉 我索性把豆腐切开 放入油锅中炸熟 最后 那臭豆腐 虽然还是闻着微微有点臭味 但是入口香脆 有一股让我难以割舍的味道 加上蒜汁和辣椒油之后 更是人间极品 林东方说到这里 还咽了口口水 他是真的馋了 见他如此 苏锦鱼就知道 那臭豆腐炸熟之后 味道一定差不了 吃荷花酥的时候 都没见到林东方咽口水 他不禁问道 小林 只是普通豆腐放臭掉了 林东方认真点头 大概两三天的样子 苏锦鱼说道 我去拿着东西 等到他再回来 手里托着一尊小塔 不过一尺多高 只分三层 通体漆黑 周围缭绕着点点迷蒙气息 林东方没见识 不知道这塔的来历 但背后消息越惊讶道 前辈 这是苏家掀弃岁月塔 苏家位于强者灵力的忠狱 是最强大 底蕴最深厚的荒谷世家之一 最强大的底蕴 就是这岁月塔 在遥远的过去 震杀过无数基于苏家的强悍敌人 赫赫凶名威压忠狱 苏锦鱼点点头 不错 就是内部时间与外部不同样的岁月塔 火晶云吸了一口冷气 眼睛瞪得六圆问道 娘子 你该不会 要用这岁月塔帮小林做臭豆腐 萧锡月都是背后冒起一股凉气 摇池圣主天天藏在妙音峰偷吃偷喝 还不算离谱 但要是用这混沌器 混合万物母气铸造的岁月塔 去制作臭豆腐 那就是离了大谱 苏锦鱼笑道 我想做个试验 顺便也就把这臭豆腐搞出来 夫人 你莫非想看看加速时间的话 小林制作的酒花酱里的道运 会不会快速增加 火晶云猜到了苏锦鱼的目的 不错 苏锦鱼点点头 然后看向林东方说道 小林 我只是想试试看 你能不能先做出 三罐小的酒花酱出来 林东方点点头 其实我也早就想试试了 谁不想掌控时间 这可是禁忌的玩具啊 于是开始制作酒花酱 刚才讨论豆腐脑和臭豆腐的功夫 众人已经把韭菜花清理干净了 又洗了几次 有杜结晶大佬在 一万斤韭菜花也是小儿科 然后火晶云寄出秘数 搞出热风 把韭菜花烘干 还是小林处理的这些韭菜花好看 上面闪着鲜光 苏锦云面前摆着一小碗 林东方处理过的韭菜花 白色的花孤朵上方 散发点点霞光 卖相比得上仙药了 这一碗 他决定留着当盆栽看 林东方用一个大石旧 把韭菜花都捣碎 这玩意捣碎十万斤韭菜花都不费力 这一步之后 韭菜花酱初步成形 已经蕴含了一些盗蕴 然后林东方往里撒盐 好多盐 火灵儿在一边震惊地看着 他还没吃过韭花酱 因为那玩意黑绿绿的不好看 闻起来也很刺激的样子 一斤花一两盐 也不算太多 这些酒花酱 需要过几天才能吃 专门取出三坛子的酒花酱 剩下的 放在了一个大钢法器里 另一边 火家阁取来了豆腐 林东方给这些豆腐切成小块 放在了一个大竹筐里 盖上白布 苏锦鱼先把这些东西 收进岁月塔内 三坛子酒花酱 一层一个 豆腐放在了最顶层 岁月塔每一层的时间流速都不一样 最底层时间加速十倍 第二层加速百倍 第三层加速千倍 苏锦鱼介绍了一下岁月塔 这宝塔还能用于修炼 若是小林里急需时间的话 以后可以进这塔里修炼 火金云都是一阵羡慕 这是苏家嫡系血脉 都不怎么能享受的机缘 因为这岁月塔 催动一次 对持有者的消耗极大 林东方笑着点头 以后要是需要的话 我会说的 这可真是个好宝贝 苏锦鱼和火金云 走出火家祖地 一步迈出 直接走到天外位置处 岁月塔一旦使用 就会吸纳无尽天地灵气 或者星辰之力 不可以轻易在祖地内动用 哦 岁月塔骤然放大 一股凌驾于 所有强者之上的滔天气息爆发 由巴掌大 放大到百丈 千丈 直到万丈 仿佛下到九幽 上到九天 北斗星上 一群之前得罪过火金云 和苏锦鱼的人 顿时惶惶不可终日 他们以为要被清算 天啊 岁月塔居然被祭出来了 今日早些时候 我感觉到火金云修为大静 他这是 要清算之前的仇怨吗 快 取出我当年获得的玲珑仙石 送到天火城 快 我要登门赔礼道歉 有人打算送礼道歉 也有人撒鸭子就跑 躲进宇宙边荒 当然 更多人和火金云无冤无仇 他们只想一睹 这岁月塔的无上纤维 星雨深处 火金云和苏锦鱼 神色肃木 夫妻二人一起结印 施展秘术 激活了岁月塔最恐怖的威能 碎事 随着苏锦鱼的一声轻斥 浩瀚威压席卷向四方 周围数颗小星辰 瞬间被震碎 漫天的星辉都暗淡下去 无尽的星辰之力 像是被牵引来的瀑布 长河一样的能量湍流 被这尊放大到万丈高的 巨塔吸了进去 遥远的死寂星雨 几颗古老 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恒星 直接爆开 无尽的力量被掠夺一空 这一刻 就连摇池圣主 都是目光凝重 一步踏出来到天外 注视这两人 这岁月塔的威压 让他都有些忌惮 空手的话 估计打不过 周围 不少杜洁镜的老不死 都在叹息 心中敬畏 这就是岁月塔的威能啊 可以让塔内的时间加速千百倍 火金鱼那个宝贝女儿 修为进展如此之快 恐怕就和这岁月宝塔有关 哼 投机取巧罢了 我儿有先帝之姿 不用这宝塔 也能登陵仙境 暗中 有人酸溜溜地说了一句 但 这群人做梦都想不到 这尊宝塔内 此时经历时间洗礼的 不是火灵 而是三坛九花酱 和几斤漫漫长毛 变臭的豆腐 火金鱼还有点紧张 毕竟第一次干这么离谱的事 但苏锦鱼脸色淡然 暗中传音道 你怕什么 当初咱俩躲在塔里修炼百多年 都没见你这么紧张 火金鱼脸色一僵 苦笑道 不是怕那豆腐没发好吗 千倍时光流逝 外界一分钟 里面就是将近两个昼夜的时间 夫妻两人计算好塔顶三层内 经过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后 就停下了这宝塔的威能 所有强者心头都是 尝出了一口气 即便这塔没有散发出杀伐之气 光是那股纤维 就让他们心惊胆战 诸位 不好意思 刚刚在温养一炉宝丹 不小心搞出了这么大的阵仗 火金鱼笑得十分灿烂 苏锦鱼心中苦笑 这哪是宝丹啊 这宝塔与他心意相通 他现在只觉得 鼻子前面有股臭味 恭喜火城主宝丹天成 说不定修为哪一天 就能白齿干头更进一步了 周围人上来 说了一些没营养的客套话 火金鱼挨个表示感谢后 回家 他还惦记着里面的酒花酱呢 林东方这边 刚把葱姜算末切好 就看到这俩人回来了 苏锦鱼小心翼翼地 打开宝塔第一 第二层 还好 没有闻到臭味 把两坛子酒花酱拿了出来 打开一看 果然 上面的盗域没有增加 不对 甚至没有外界的这些酒花酱多 虽然只过去了几分钟 但是杜杰进大佬也能看出 这丝毫的盗域差别 林东方恍然道 也就是说 只要我做的东西放进仙器内 盗域就不会有变化了 即便里面的时间加速了 苏锦鱼点点头 岁月塔的时间之力是一个宝藏 但这个宝藏无法催化另一个宝藏 这是当年我祖母跟我说的 现在这句话 用在你饭菜的盗域上 正合适 但是酒花酱本身还是有变化的 第三层内的应该更明显 众人看向宝塔第三层 火灵儿和萧熙月后退两步 仿佛那里藏着绝世大恐怖 臭豆腐啊 这岁月塔里居然有了臭豆腐 火灵儿苦着小脸 呆毛哒哒着说道 以后我不要进这塔里修炼了 这个塔臭了 林东方笑道 就怕等会你吃完了炸臭豆腐 就吵着 天天用这塔 快速让豆腐变臭呢 听到他说了好几次臭豆腐的美味 苏锦鱼终于忍不住了 所有人平住呼吸 第三层宝塔打开了 上头的味道顿时弥漫开来 林东方冲过去 掀开大竹框上的白布 顿时露出重大奖的表情 只见一块块豆腐上 长满了轻盈洁白的毛毛 在微风中轻轻打着颤 仿佛一群小兔子 趴在竹框里 就是这种豆腐 林东方不顾众人看妖怪的目光 直接起锅烧油 同时开始切葱姜蒜末和辣椒 另起锅下入这些料头炒香 然后加入一勺骨头汤 烧开后勾浓厚浅 仿佛黄豆酱一样的粘稠度 再甩上一勺花椒油 提亮 旁边的油锅 油温已经漆成热 死了 毛豆腐进油锅之后 周围顿时冒出大大的油泡 豆腐上的白毛骤然收缩 紧紧贴在逐渐焦脆的豆腐表皮上 随着豆腐的鼓起 一股股臭味也散发出来 火铃儿小脸刷白 哀声道 这味道 怎么和我当初用火烤牛粪一样 林东方脸上憋着笑 不多时 豆腐就炸好了 捞出来 用金胶茧剪开 苏锦鱼脸色也同时发白 虽然说 这金胶茧已经送给林东方了 但是用来剪这种东西 依旧让他难以接受 林东方哼着小曲 把剪开的豆腐放进碗里 淋上刚刚炒好的酱料 再加上一些蒜汁 小葱香菜碎 用牙签插了一块臭豆腐 送进嘴里 一口咬下 被吸进豆腐里的料汁又重新爆开 与之同时出来的 还有那股浓郁的香味 老林臭豆腐 大成功 林东方三下五除二 就吃完了这一碗臭豆腐 香 他把剩下的臭豆腐 都下入锅内开始炸 旁边 苏锦鱼勇敢地走上前来 令人震惊的是 萧熙月也卖不上钱 他们的面容都很挣扎 这豆腐下锅之后一炸 虽然看起来金黄诱人 闻起来还是臭的 但是看林东方吃得一脸享受 他们觉得 味道应该差不了 小林 给我也来一碗 师弟 我想尝尝 林东很麻利地 弄好两份臭豆腐递过去 苏锦鱼接过碗之后 一鼓作气 直接把一块臭豆腐送入嘴里 外表焦脆的臭豆腐 内部绵软细嫩 口感不用多说 只是鼻尖虽然还能闻到臭味 嘴里却爆开一种说不出的香味来 这种香味总结起来就是 吃了第一口 还想第二口 在她的丈夫和四个宝贝儿子 一个宝贝女儿震惊的目光中 苏锦鱼一口接着一口 把这些闻起来臭烘烘的豆腐都给吃了 他们都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但一边萧细月的表现 更让他们脸色发目 萧细月居然吃得比苏锦鱼还快 蒜汁和葱花香菜点缀的臭豆腐 让她吃得十分上头 师爹 我还想吃臭豆腐 萧细月彻底不顾她那第一仙子的身份 直接把臭豆腐三个字说出来了 完了完了 师姐彻底坏掉了 她现在不仅喜欢吃蒜 还喜欢吃臭豆腐了 火灵儿觉得天都要塌了一样 啊哦 火灵儿刚想继续说什么 嘴里就被苏锦鱼塞了一块臭豆腐 呆毛瞬间绷直 然后颤抖起来 呜 她平住呼吸 用求救的目光看着林东方 眼里都出现了泪花 林东方笑道 师妹 嚼一下就好了 不然越是含着越臭 火灵儿听到这话之后 心里一横 紧紧闭上眼睛 小脸紧紧皱着 最后一咬牙 然后 她就觉得 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周围的空气 瞬间安静了 臭豆腐味 仿佛变成了一个信号 那就是嚼 咽 好吃 火灵儿咽下臭豆腐后 欢呼一声 火灵云和她四个老儿子 面面相去 现在苏锦鱼和火灵儿都吃了 他们也想试试 于是这一辟子臭豆腐 不多时就被分食完毕 火灵云还开发出一个新的吃法 就是用她朱雀神火的温度 制烤着臭豆腐 然后在自然辣椒粉里一滚 配上小酒 吃完一口咋咋嘴 香 闻着臭 吃着香 没想到以前当作 废料丢掉的毛豆腐 还有如此鲜香的一面 小林的尝试 应当记载入北斗新史册 我这就传信给中玉的北斗食料馆 火金云取出她的专属传信符 开始写信 北斗历 978562年9月30 瑶池圣地妙音峰清传二弟子 林东方在火家祖地 发明长毛豆腐的食用方法 以热油炸熟 或以炭火制口 服以辣椒 蒜等 滋味妙不可言 小林 这随性寄出 还要有臭豆腐 等我做一份没有道运的 给他们送去 林东方头向后痒了痒 没想到她是随便一倒过 还要被载入史册了 火金云熟练地切了几十斤豆腐 然后拎着岁月塔 又跑到宇宙深处 轰轰轰 岁月塔再次变成万丈高 一群高手又在瑟瑟发抖 谁他娘知道这塔下一秒 会不会砸在他们脑袋顶上 苏锦鱼学着林东方的样子 炒了一份没有道运的料汁 而中玉使料馆的人 收到臭豆腐之后 都是脸色发僵 这玩意真能吃 不闻味道的话 外观确实还可以 算了 咱们转这份俸禄 就必须吃下去 验证一下 是否和火城主说的一样 几个使官硬着头皮 吃下一块臭豆腐 然后脸色都是一变 好吃 美味 确实应当载入史册 于是 林东方第一次被载入史册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完成了 小院里 众人又大吃特吃了一下臭豆腐 然后寄出秘书 净化了院子里的味道 炸完臭豆腐的油 也收了起来 林东方开始捣固豆腐脑的炉子 都吃过臭豆腐了 再纠结豆腐脑的甜咸 已经没必要了 林东方说 啥碗也好吃 那就肯定好吃 豆腐脑炉子的配料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他选用的是他最喜欢的一款 黄花菜 木耳和鸡蛋 百搭的炉子 别说豆腐脑了 面条 或者干脆拿来泡饭 都是一卷 还是葱姜蒜炒香 加入两勺高汤 林东方庆幸自己之前熬了高汤 还放进了厨件 不然今天只能加清水了 下入黄花菜和木耳 加入胡椒粉鸡精盐 再加酱油调色 搅动搅动 等到充分开透 黄花菜和木耳熟了 打入蛋花 勾个欠 让炉子稍微厚一些 但也不至于像是酱那么厚 另一边 刚刚被阵法护住 没有被一丝臭味沾染的豆腐脑 被端过来 依次浇上了炉子 火金云领着四个老儿子 坐在一边细细品尝 没想到咸豆腐脑 居然是这种味道 感觉有点像喝汤 二弟 给我拿一根油条来 火家老大把油条掰碎 放进豆腐脑里 然后尝了尝 眼前一亮 好吃 旁边 林东方开始熬蛋花糖水 水里放冰糖烧开 一个鸡蛋 打全蛋液 加一滴醋去腥 然后像是打蛋花汤一样 倒进糖水里 甜豆腐脑 不是只加糖吗 苏锦鱼凑了过来 林东方怂怂间 我就是吃豆腐脑里一端的一端 甜豆腐脑里 喜欢加蛋花糖水 众人用敬畏的目光看着他 在口味这方面 林东方在北斗星独领风骚 不过蛋花糖水相比于指加糖 一来是颜色更好看 二来也更香 但是 一旦没有去除蛋腥味 就完犊子了 也就林东方敢这么了 苏锦鱼吃完甜豆腐脑之后点点头 好吃 不过 我还是喜欢咸的 火晶云吃完蛋花糖水豆腐脑之后说道 好吃 不过 还是喜欢指加糖 不过等他们说完 却发现林东方成了半碗米饭 把一碗咸豆腐脑倒了进去 然后加了一些辣椒油和酒花酱 吃得十分畅快 又是一个新的吃法 火灵儿揉了揉肚子 又赔了一碗咸豆腐脑拌饭 吃完臭豆腐和豆腐脑 天色已经变暗 这火家小世界里也分白天晚上 天上甚至有月亮星星啥的 第二天一早 林东方起床后 发现修为在睡觉的时候 突破到了蛀鸡三重 乖乖 原来书上说的 睡觉也能变强是真的 林东方美滋滋地洗漱完毕之后 开始做手把羊肉 还有羊蝎子火锅 火家祖地这小世界 进入十月之后 气温降低不少 林东方祝寂静的修为 虽然已经寒暑不清 但看到远处一叶而红的枫树叶 决定再煮一锅羊汤 把昨天吃烤羊腿 剩下的大骨头棒子拿过来 昨天火晶晕 他们都是用刀器剔肉 没直接上嘴啃 这是林东方特意嘱咐的 这骨头棒子洗干净后剁开 熬一锅奶白汤 然后下入羊杂羊血 加点醋和白胡椒粉 不比三句话暖人一整天强 而且还可以免疫力 免得感冒发烧啥的 吸溜 林东方一边剁骨头 一边咽口水 因为这血羊骨头上肉 被剔得太干净 所以林东方丢了几个 普通带肉羊腿骨进去 这些生腿骨超了水 不然有血沫子 加点姜片 枸杞 胡椒粉 甩一勺子黄酒 大火煮就完事了 富裕的浓香 随着蒸腾的热气 弥漫在厨房中 打开了通风阵法 不然这雾气 还真挺烦人 炖煮大骨汤的香气 像是化成一只只无形的小手 把火灵和萧熙月 从被窝里拽了出来 师兄在做什么好吃的 一大早就缠人家 火灵洗漱之后 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 萧熙月紧随其后 看似走得慢 一脸平和 但是连不生辉 用上了缩地成寸 然后是苏锦鱼 多少矜持了一下 等着前面 两人进屋他才进屋 其实他早就到了 这羊蝎子上的肉好多 火灵用筷子扒拉了一下 肉滚滚的羊蝎子 咽了咽口水 这羊蝎子刚刚超过水 外表的血红色已经消失 而且已经散发出香味来 林东方嘿嘿一笑 可不 肉多啃起来才过瘾 去找三哥他们 弄点青菜啥地 今天这全是大肉 不吃点青菜腻的荒 再给我来一根萝卜 得令 火灵撒欢一样跑出厨房 呆毛一蹦一蹦的 旁边萧熙月 在看着林东方炒料 师姐 这羊蝎子火锅 也是按照个人口味来的 有人喜欢香浓 就稍微多来几种料 也可以稍微少点 萧熙月认真点头 然后和苏锦鱼 开始包生煎包 多少先整点 啥垫垫肚子 不然 等会肚子叫了可不好了 林东方炒的料种类不多 花椒辣椒 凉浆白纸香叶滋然力 然后用豆瓣酱和酱油 调了个红又亮的底色 加水烧开 倒入旁边羊蝎子的锅中 开炖 羊骨头汤起码要熬两个多小时 羊蝎子也差不多 等到吃完生煎包 林东方把血羊的下水处理了一下 煮熟 没加太多香料 不然等会下入羊汤的时候抢味道 蒸羊血的时候 林东方想到 以前过年吃的蒸猪血蒸鸡血了 那香味 他沉思的表情被萧熙月捕捉到了 萧熙月问道 师弟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去做 林东方惊叹于师姐的敏感 他点头道 我现在想过镇子杀蜘蛛 然后蒸猪血豆腐 灌血肠吃 大酸菜炖猪肉 里面再加点血肠 是冬天的味道 杀猪 蒸猪血 血肠 萧熙月和苏锦鱼面面相去 林东方一边蒸羊血 一边惦记着蒸猪血 这三心二意的 不过他们喜欢林东方这种三心二意 萧熙月说道 师弟 你还没学什么刀法 我看不如我去杀一头猪腰回来 林东方点点头 等的就是这句话 杀猪时候猪叫声太难听 他不喜欢 萧熙月掏出一个本子 把杀一只原音镜的猪记了下来 画个圈 这是重点 倒过完羊下水 那边火铃搬了一大堆菜来 苏锦鱼带着两个女娃开始洗菜 林东方开始弄手把肉 老话说得好 好肉一把盐 胖 肉质细嫩 略带些肥肉的血羊肋排 被林东方剁成巴掌长的段 林东方做手把羊肉的方法 是当年跟学姐学妹们出去玩时候学的 不盖锅盖 羊排冷水下锅焯水后 小伙主就完事了 至于为啥不盖锅盖 反正学姐说不盖就对了 林东方那时候也不敢多问 怕被喝死 这血羊肉没啥三味 所以用不着葱姜 煮的时候打去血沫 就用这圆汤一直煮 半个多小时后 筷子能轻松扎透羊肉的时候 撒适量的盐进去 平时吃的口味是十分口的话 就加两分就行 也可以干脆不放 等会还要蘸韭菜花 羊肉盐大了后 反进库的荒 林东方又弄了一些茴香盐 花椒盐 蒜泥 酒花酱 辣椒油 香菜末之类的都准备齐全 准备开饭 这四个字赶得上火筋云的家主 令了 众人麻溜帮忙端菜 火筋云喜气洋洋的捧拙 装着羊蝎子的大顶 他上次这么开心 还是得知火灵儿进入宁丹境的时候 他直接祭出猪雀神火 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温度 一锅红汤 羊蝎子还在里面 随着沸腾的汤汁微微颤动 众人眼神都是极好的 可以看到羊脊骨断口处 那颤悠悠 油亮亮的骨髓 这就叫沁人心脾 让人心惊摇曳的香味啊 手把肉端上桌 把锅里剩下的汤 倒进旁边大骨头汤里 继续一起煮 林东方先来了一块羊蝎子 没有先啃肉 而是熟练地 把里面的脊髓吸了出来 这东西 才是真正入口即化的感觉 连刺溜的那一声都没有 直接进度 香啊 然后开始啃香辣的羊肉 最香不过贴骨肉 细嫩的羊肉 轻轻一拽 就能从骨头上扒下来 林东方喜欢吃这种口感的肉 软 对面 再狂啃羊蝎子 萧细月拿了一块羊排 撕下一块肉 放在花椒眼里沾了一下 送入嘴中后 只感觉一股浓郁的羊肉香味 蔓延开来 略有些嚼劲的羊肉 越嚼越香 越嚼口水越多 他又涉事酒花酱 刹那间 另一股霸道的香味席卷开来 像是辣味 又像是蒜味 羊肉香味 混合着一股奇异的香味 相辅相成 原本看起来有些腻口的羊肉 在酒花酱的陪同下 顿时老实起来 本本愤愤地释放出油脂的香气 却并不逆人 对面火晶云 带着四个老儿子啃的羊蝎子 已经不成样子 他们这尖牙利嘴 把骨头给都嚼碎了咽下去 羊蝎子吃完 开始涮菜 各种叶子菜下锅 由于汤汁内有化开的羊油和脊髓 所以颜色反而更加翠绿 还有那吸饱汤汁的冻豆腐 晶莹的宽粉 吃完火锅 消灭掉手 把肉之后 林东方摆出一些大碗 碗里是羊杂羊血块 葱花香菜 花椒粉 再点几滴醋 从微微沸腾的羊汤锅里 咬出奶白色的汤椒在碗里 一种不同于火锅的香味 迸发而出 葱花香菜 裹挟着羊杂的香气扑边来 端上桌 众人喝一口汤 吃一口苏锦鱼方才烙的椒盐饼子 都发出一阵叹息 太得劲了 火灵儿乐极生悲 吃多了又开始顿悟 被苏锦鱼一挥手 给扔回了房间 火锦鱼喝完羊汤 开始用羊骨头下酒 由于压制了修为 他现在喝得有点上头 他搭着舌头说道 小林啊 以后有啥事都跟哥哥我说 火家四个老儿子面面相去 这一顿饭的功夫 小林就要成叔叔了 苏锦鱼在桌子底下 踹了火锦鱼一脚 然后他笑着对林东方说道 小林 西月 你们随我来 扭头看向火锦鱼扔下一句话 你们也五个去刷锅洗碗 火锦鱼嘿嘿一笑 带着四个老儿子开始收拾 随后 苏锦鱼带着林东方和萧西月 进了祖宅密室 小林 西月 你们可愿接受 我苏家时间阵法的传承 苏家为何能从荒谷延续至今 为何能在中域站稳脚跟 就凭这恐怖的时间阵法 这是最恐怖的阵法 即便在黑暗的时期 也无人可攻破 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苏家的 那部先到经文 苏锦鱼静静地看着林东方 等着他的答复 这是他昨晚和火锦鱼 讨论了一夜的决定 本来火锦鱼提议给林东方 朱雀神火 但是发现他已经有太阳真火了 火家和苏家古今 又不能和姚池飞仙金同修 所以最后选出了 这时间阵法传承 可以说 火锦鱼和苏锦鱼 已经把林东方 当成了女婿对待 时间啊 阵法 林东方说不心动是假的 谁不喜欢玩弄时间 特别是两次闹钟之间的时间 要是可以无限拉长的话 就太棒了 伯母 我愿意 林东方目光坚定 有了这阵法 以后做咸鸭蛋啥的 就方便多了 苏锦鱼对这个回答并不吃惊 毕竟岁月塔都拿去制作臭豆腐了 这时间 阵法催化的咸鸭蛋并不离谱 旁边 萧熙月神色纠结 她之前和苏锦鱼 素未谋面 苏锦鱼微笑道 熙月 小林和林儿对阵法 都一窍不通 更何况这时间阵法 那咸鸭蛋的催化时间法阵 最后还需要你来刻画 话说到这份上了 萧熙月失礼道 多谢前辈赐法 熙月发誓 永不将此法传授给任何人 苏锦鱼笑着点点头 接下来 事情就简单多了 苏锦鱼在两人十海内 留下时间阵法传承 林东方只是尝试着翻看一下 就觉得头昏脑胀 这玩意是人学的 还是等遇到高端食材的时候 再参悟吧 至少 也要等玄武弄到手 伯母 我这还要回妙音峰 看看我上次咽的咸鸭蛋 然后还有卤味要照看 想先回去 等十多天之后 我给你们送一道大菜来 林东这次打算 多做点佛跳墙 拿一个酒缸做 而且正好试试他一道菜 最多可以做出多少道运的 想来应该有个上限的吧 苏锦鱼点头道 那我就不多留你了 过几天 我和金云去趟摇池圣地 正好商议一下 关于悟到茶大会的事情 其实他还很想说 不敢继续留啊 从昨天到现在 摇池圣主就一直盯着这火家小事件 收拾了一下肺料桶 林东方又收获了一些毛豆腐水 在地球上只叫毛眉菌培养液 火家四兄弟用通天静的修为 解析了毛豆腐的成因 培养了一些菌丝 还写了笔记 之前可没通天九重的强者 会干这种无聊的事情 但现在不一样 灵机臭豆腐小店 已经准备施工建设了 投入啥的火家负责 到时候 整个南狱都会知道臭豆腐这种美食 而那些食客 也会对林东方感激万分 林东方和萧熙月走出密室 和火家四兄弟道别 等等 刚才有人来跟我道歉 这是他送我的宝贝 小林也带走吧 火精云急匆匆地 从银科大殿那边飞过来 然后取出一段十米来长 半米多粗的树干 这树干通体成银灰色 闪烁着点点光芒 最让林东方惊讶的是 这树干居然没有落在地上 而是离地一米多高 悬空状态 苏锦鱼眉头一挑 这是悬空树的枝干 谁这么大方 把这宝贝都送来了 火精云笑道 地族的一个王八蛋 当年虽然没敢明着对我出手 但也暗中使坏过 苏锦鱼点点头 这悬空墓倒是一件不错的礼物 小林 这木托送你了 这是炼制飞行法器的最佳选择 火山上空的悬着的大殿 几根最重要的支柱 就是用这悬空墓做的 林东方大写 我一直想祭练一个飞行大船来着 然后上面再修一个厨房 到时候 我一边遨游世界 一边烹饪各地食材 岂不美在 他是真看上了这悬空墓 火精云和苏锦鱼 哑然失笑 但他们也有些易懂 若是坐在这飞行大船上 一边欣赏着壮丽山河 一边品尝着雾道燕 那可真是太棒了 火精云提醒道 这飞行大船可不好计练 而且需要各种与空间 飞行有关的材料 都很稀有 我以后会帮你留意的 连火家的宝库里 都没有空间材料 这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 那就麻烦伯父了 林东方收起悬空墓之后 和萧熙悦去了传送镇 然后传送回瑶池圣地 妙音风上 虽然只过去一天半 但小月已经出具规模 起码框架已经有了 九个铁人不眠不休地干活 进展极快 林师弟回来了 呼拉一声 王二胡等人围了过来 不错 没瘦 也没变黑 头发也没瘦 这群人给林东方 做了个全身检查 生怕他在外头磕了碰了 摇石圣主尝出了一口气 他虽然只吃了两天卤味 但是就觉得嘴里没味了 盐水鹅也不香了 盐水鸭也不嫩了 诸位师兄师姐辛苦了 我先去烫炼丹丰 然后给大家准备晚饭 那林师弟先忙 众人一听林东方一回来 就要做晚饭 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林东方切了晚饭 要用的猪肋排和鸡腿 放在水里抛着 又泡了一些干蘑菇 然后去了炼丹丰 他有个重要的事情 要交给秦顶 萧熙月没跟着去炼丹丰 去和沐青城学着刷墙了 师弟的卧室 可要粉刷得一丝不苟 再种上两盆小花 林东方驾驭小船 飞到炼丹丰 秦顶倒是没闭关 他丹火进阶 直接把那些道运消耗一空 虽然境界没变 但是战斗力增加 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 丹火运养本源 让他的寿元 也大大增加了 小林啊 今天怎么得先到我这份来了 秦顶乐不可知的 把林东方请进屋里 林东方直奔主题 取出那一小瓶培养液 和一些臭豆腐 秦顶一闻这臭豆腐味 顿时有点上头 他头向后养了养 小林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这八八一样的玩意 和这一瓶毒药 炼到丹药里 给那俩傻子吃了 而且不是让他们立刻暴毙 而是等到他们离开摇池圣地 回到各自老家之后再死 他本能地把那瓶培养液 当成了毒药 林东方头也向后养了养 这老哥这么狠的吗 都说不能得罪厨师 现在来看 这炼丹师更不能得罪 他急忙道 这可是好东西 可不能浪费在人间和周长青身上 这是我发明的小吃 叫臭豆腐 油炸之后可好吃了 他从储物界里取出一个小灶 一口锅 倒上油 然后寄出太阳 蒸火烧热 炸熟臭豆腐 淋上辣椒油啥的 然后先自己吃了一口 秦鼎看着那臭烘烘 但是蕴含着道运的臭豆腐 忍不住来了一口 随后这个世界上 热爱臭豆腐的人又多了一个 从此以后 练丹风的清传弟子们 每天都要做一个上头的课业 等安排完臭豆腐的事情 秦鼎取出一个小瓶 说道 小林 你上次送来的蟹窍粉 啥的我已经炼出丹药了 秦鼎很得意 他用低廉的材料 完美地把蟹窍粉内的道运 都保留了下来 一开始他自作聪明 想让宝丹里 蕴含更多的道运 但是发现 无论他怎么努力都做不到 除非王李家 添龙水 或者神药啥的 但那就没有意义了 林东方之前说过 成本怎么低 怎么来 秦鼎研究一阵之后 就发现了妙招 圆汤化圆石 炼丹的水 用厨房水桶里的水就行了 最后炼出来的 炖物丹 每一粒都白净净的 有粒枝大小 闪烁着点点光滑 有点像夜空中的萤火虫 十分好看 林东方闻了闻 还有一股山楂味 是的 秦鼎加了山楂和糖 取出了所有杂味 秦鼎说道 这一粒只是样品丹药 等过阵子谢可啥的多了 我再炼这个更好的 然后匿名拿去拍卖 林东方笑着点点头 我这下一步 打算建造一个飞行大船 带厨房的 所以要弄来更多的零食和材料 飞行大船的预算 比新厨房只高不低 秦鼎拍着胸脯说道 你放心吧 有这种误导单在 多少零食和材料都能弄来 林东方没直接回庙英峰 他想起了一件事 又去了御守峰 把黄油之类的奶制品制作方法 交给了程大发 程大发高度重视这些技术 立刻召集清传弟子开整 像是臭豆腐 黄油 这些东西 林东方不可能亲力亲为 每种食材都要自己准备的话 那真要累死了 姚池圣弟堪比一座城市 所以想要什么 就让他们弄就好了 在姚池圣主期待的目光中 他终于回到了庙英峰的厨房 晚饭 很简单的三道菜 黄焖鸡 虾酱炖豆腐 家常烧排骨 也都是下饭菜 随便拎出来一道菜 林东方都能造两碗大米饭 虽说豆腐不适合做大锅菜 但是林东方现在有修为 倒也能折腾起来 先把那些卤味老汤 检查了一遍 没啥问题 又去看了看龙蛋 林东方发现 这蛋如那本手册上说的一样 变大了一些 进厨房 开始折腾排骨 林东方炖排骨 喜欢放一样东西 玉米 北斗心也有玉米 而且长势喜人 生玉米切成段 备用 炒了一些糖色备用 大锅菜 为了避免翻车 还是提前熬汤色比较稳 林东方哼着小曲 先把排骨焯了水 捞出来 起锅热油下 入葱姜大料炒香 下入排骨扒拉几下 然后下入一些糖色炒上色 再加入黄酒 酱油炒一炒 下入玉米 继续攻击几分钟 然后加开水 要没过食材 然后大火烧开 小火孤独 等到冒热气的时候 玉米的清香 和排骨的肉香 就随之飘了出来 屋外干活的众人 肚子都像打了一样叫了起来 不知道的 还以为有一群牛蛙在叫呢 排骨需要炖至少40分钟 虾酱炖豆腐 是林东方很喜欢的一道菜 汤鲜味美 十分下饭 豆腐切好 然后焯水 这是用大锅做 所以林东方才进行了这一步 家庭小锅没必要 又切了一些五花肉末 起锅烧热油 下入葱姜蒜末炒香 然后下入五花肉末炒到发白 加入虾酱 炒开 烹入黄酒去新增香 林东方哼着小曲炒着这些虾酱 鲜香的味道 是大海的感觉 现在好横了 把原本应该加入的清水 换成了猪骨汤 搅匀 别让虾酱或者五花肉 还粘在锅上 就这么冷汤下入豆腐 大火烧开 烧开的过程 要不时地推一推锅底的豆腐 免得有不老实的豆腐 贴在锅底上糊了 开锅转小火咕嘟着 让香味慢慢散发 红褐色的虾酱和肉末 簇拥着雪白如玉的豆腐 随着长时间的炖煮 豆腐越发地软嫩 在微微沸腾的汤汁里颤动着 尽情释放着鲜香 林东方开始对付黄焖鸡 黄焖鸡的配菜有很多种 林东方用的是最大种口味的蘑菇 土豆 青椒 泡出血水的鸡腿洗干净 直接下锅 不用焯水 不用打血墨子 黄焖而且还加土豆 啥血墨子也看不到了 而且还更香 锅里的油 林东方用的是花生油和猪油 香 鸡腿煸炒一会后 加入葱姜大料 姜要多放点 天凉了 吃一口黄焖鸡里的姜奶身子 还提高免疫力 而且去腥 加入黄酒 炒出酒香味 加入黄豆酱 糖色 翻炒均匀上色 汤 就是泡发蘑菇的汤 蘑菇和土豆下进去之后 大火烧开 小火孤独 等到鸡肉差不多了 那边排骨也差不多了 至于豆腐 汤不干 越炖越香 至于营养流失 修炼者不差这点营养 虽然营养流失了 但是到运增加了呀 林东方哼着小曲 先把青红椒丢进黄焖鸡里翻了翻 继续闷一会 切葱花香菜 排骨第一个出锅 豆腐撒上葱花香菜 出锅 最后是黄焖鸡 开饭 众人顿时规规矩矩过来端菜盛饭 上桌开灶 我了个乖乖 这排骨和玉米一起炖我 可是第一次是 王二虎直接把玉米 整个塞进嘴里 排骨 肉和骨头 已经完美分家 肉不需要啃 直接就能从骨头上拽下来 玉米 别说那些饱满的玉米粒了 就连玉米棒子 都吸饱了肉汤 另一边 萧熙月和沐青城 对虾酱烧豆腐 情有独钟 软嫩的豆腐 仿佛吹一坛可破的肌肤 入口即化 再来一口奶白色的豆腐汤 鲜美的滋味 直达四肢百孩 至于陆三甲和甲鸣 则是取出一个大砂锅 把黄焖鸡连汤带菜 倒在米饭上 祭出火焰 一边炙烤一边吃 林东方咧咧嘴 好好的黄焖鸡 被他们吃成了包仔饭 对啊 包仔饭 说到包仔饭 就不得不说腊肠了 北斗星还真有包仔饭 不过被启名叫锅巴饭 做法是一样的 毕竟地球那边 包仔饭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周朝时期 古老的一批 而且不仅如此 还有白切鸡包仔饭 海鲜包仔饭 师兄师姐们 明天吃石井锅巴饭 好爷 林东方福娥 好家伙 全员火灵化了 若夜 林东方要去林耀峰住宿 毕竟他的小院才开始粉刷 后期装修还要个两三天 林东方和萧熙月 走在林耀峰上山小路上 还有萤火虫到处乱飞 他俩身上现在 都带了林耀峰的信物 不会在迷阵里迷路 沐青城先一步 回了桃花林小院 没收了众多师妹们的隔音石 隐身符之类的玩意 还从紫衣师妹的包包里 翻出一个粉色的罐子 然后又把林石支起来的 亮衣架上的各种小衣 收了起来 哪个后生看了这些玩意 能经得起考验 你们啊 就知道乱闹 沐青城决定 今晚守在林东方的屋里 不然他真怕这群师妹 来个葬花仙道把锤仙人风 不多时 林东方就和萧细月 来到了这小院 见到那群师姐 一个个无精打采的 林东方有些摸不着头脑 全当他们都到了 该喝红糖浆茶的时候了 他和萧细月一个小院 两间房 进了卧室 看着粉嫩少女风格的装修风格 林东方脸色一种 小床上挂着的帘子 是粉色的 洁白的床单上 是碎花小被子 林东方深深呼吸 反正没人看着我 我就当体验一下 在女生宿舍睡觉好了 有了太阳蒸火之后 烧洗澡水快得很 洗了个澡 多少从脚上 搓下来点死皮 又剪了一下手指 夹脚指甲 然后浴桶里的水 和刚刚从身上 搞下来的玩意 都倒进了厨余垃圾桶里 以后这个桶子 可不能装师姐 和灵儿他们的洗澡水 可不能便宜了 人间和周长青 林东方一边倒水 一边嘀咕了一声 洗白白 躺被窝 淡淡的心香 让林东方很快 陷入了婴儿般的睡眠 过了一会 沐清澄把化神境的 修为提升到了极致 无声无息间溜了进来 然后坐在桌前 双手拖着下巴看着她 青葱玉 只在飞红的脸颊上 轻轻点着 熄了灯也能看清 咋说 也是化神境的修为了 林耀峰另外六个小丫头 像是做贼的小松鼠 捏手捏脚地 来到林东方房间外 有人掏出了 吹明烟的管子 有人寄出了隔音室 还有一个最离谱 拿着一小捆红铃 都回去睡觉 沐清澄从屋里给他们传音 六位师妹撅起嘴 功亏一篑啊 师姐接手自盗 我们只是想看看 林师弟罢了 哼 白霞我帮沈浪 给她和怒雷峰的妹子 牵线搭桥了 那天沈浪 提出要林东方 来这林耀峰借宿 根本原因是 因为子依师姐找过她 为了追求自己的心上人 沈浪忍痛 把林东方卖了一回 林师弟 别谢我 沈浪刚刚和怒雷峰的妹子 牵了手 半边身子都被垫麻了 她之前见到过林耀峰的师姐们 在万宝峰黑市采购 睡前读物 光是看百摊老板的表情 就让她对这群师姐 有了深深的敬畏 要是林东方当时看到了 一定会感慨 这群师姐经验为零 理论知识堪比字典 花里花哨的想法 堪比邪点 此时 六位师姐都蠢蠢欲动 睡梦中的林东方 身子都颤了颤 无意识地 紧了紧身上的小花呗 但一股无形的能量 护住了林东方的房间 不许看 都回去睡觉 穆清诚寄出大师姐的威严 把这群师妹赶跑了 等到师妹们 不情不愿地一步三回 投回了自己的院落 穆清诚放松下来 但是过了一会 她忽然感觉到 房间外有人 穆清诚一看 发现门外 居然是萧熙月 此时萧熙月双目闭着 穿着一身月 白色纱裙 绝待鲜言不失粉带 完美的容貌 让穆清诚 都是呼吸一颤 这位师妹的美 已经超越了犯规的级别 穆清诚愣神的功夫 萧熙月已经进了屋 熙月师妹这是在梦游 不可能吧 原因竟还梦游 不对 她这是陷入了顿悟状态 对了 她修炼的是太阴仙利 临时帝之前 又获得了太阳真火 但这种本能 理应能被情绪压制的才对 穆清诚震惊地 看着萧熙月 走到林东方的床边 熟练地一挥手 把林东方搞成了深度睡眠 然后踢掉袖鞋 上了床 从背后抱住了林东方 绝美的容颜上 骤然浮现出 幸福甜美的笑容 穆清诚愣住了 这是啥情况 啥操作 但随后看到 没什么后续之后 她放下心来 这熟练程度 可不像梦游状态下 能养成的 看来不是情绪 压不住本能 是本能压不住情绪 穆清诚呼吸一顿 觉得自己 应该躺在床底 而不是坐在这里 过了一个多时辰后 萧熙月有脸色 木然地下了床 穿好鞋子 回到了她自己屋里 穆清诚 尝出了一口气 她忽然也想试试 从背后抱着林东方的感觉 但随后脸色一红 把这个想法赶出了脑海 天色放亮 等到林东方眼皮颤动的时候 穆清诚 直接溜回自己房内 同时挥手 驱散了屋里的气息 林东方伸了个懒腰 神清气爽 特别是后背 十分舒服 跟做了按摩一样得紧 洗手 整早饭 简单得很 生煎包 豆腐脑 还有之前 淹的咸鸭蛋 啪 刚刚煮熟的咸鸭蛋 在桌子上轻轻一敲 扒开大头的那边的壳 用筷子在雪白紧实的蛋白上一戳 金色的油瞬间溢了出来 顺着青白色的蛋壳往下淌 林东方赶紧用豆腐脑接住这油 这油可香了 蛋白虽然咸 但正好给豆腐脑提了味道 绵软的蛋黄金黄 如同蟹膏 入口即化 饭桌上 穆清诚不太敢看林东方和萧熙悦 但面对师妹们咬牙切齿的目光 她是坦然的 吃完早饭 六个妹子被沐清诚赶去除草采蘑菇 她继续和萧熙悦粉刷林东方的房间 林东方给把鲁胃下锅 进入住基金之后 鲁胃的倒运含量提高了一成左右 是极大的进步 还是每天200斤牛肉 20只鸡 鸭鹅个10只 这边刚吃完饭 玉兽峰的程晓云就带来了驴肉 林东方大喜过望 先来一盆五香驴肉解解馋 中午整鱼肉片锅扒饭吃 林东方哼着小曲在折腾驴肉 谁都能看得出来 她心情非常好 切了30斤驴肉 以前哪敢这么好喝 除了过生日的时候 一般时候 林东方真不舍得 急头白脸地吃一顿驴肉 驴肉焯水洗干净 然后炒糖晒 炒好了加葱姜花椒 八角香叶之类的调料 炒香了加水 再把驴肉放进去 大火烧开 闻火慢炖 沈浪凑盯着林东方 看了又看 我说沈师兄 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林东方紧了紧衣服 往后退了两步 沈浪嘿嘿一笑 师弟啊 昨晚有没有发生奇怪的事 他还真怕 昨晚会发生给林东方 留下心里阴影的事情 但是咱现在看来 应该没出啥状况 看着这家伙 又在挤眉弄眼 林东方摇头苦笑道 借宿一晚能有啥事 不过今天要做锅巴饭 沈师兄能不能帮我 弄点砂锅回来 要这么大就行 林东方比划了一下 大概有30多厘米的直径的圆 我这就去给你弄来 沈浪化作一道剑光 直接贴地飞行不见了 一只无辜的飞虫 被劈成两半 林东方泡了一些大米后 开始拿着本本 去问大家 中午吃啥口味的锅巴饭 这帮人都在忙着盖房子 又是打地鸡 又是挖池塘吧 先去问了陆三甲和甲明 辣味的 两人异口同声 辣味锅巴饭 是北斗星最流行的吃法 其次是王二胡点的排骨的 等沈浪回来 点了个鸡肉蘑菇的 然后去问两位美丽的粉刷酱 林东方的院落 一个上午已经粉刷得差不多了 沐青城想了一会说道 师弟 我想吃鱿鱼的 加辣椒 林东方头向后仰了仰 这位师姐有想法的呀 最后是萧熙月 萧熙月想了又想 最后反而问起了林东方 师弟 你自己打算吃哪一种 林东方笑道 那自然是鱼肉片的 鱼肉片 锅巴饭 萧熙月还真没吃过这种锅巴饭 她轻声道 那我也要鱼肉片的 林东方点点头 溜回厨房 开始准备材料 沐青城 偷偷瞧了一眼萧熙月 发现对方脸上微微的红润之后 心里苦笑一下 林东方哼着小曲 把卤到时间的驴肉给关了火 继续泡着 然后 把腊肠和腊肉 直接丢进锅里焯水 加了点黄酒 这一步是为了干净 也多少去掉残留的腥味和异味 然后 上锅蒸十分钟 为的是等下等快的出味 蒸好了 就可以先放在一边 等要下锅之前再浅 水晶仙宫内 摇池圣主面前 是一块金石 上面显示着林东方准备锅巴饭的实时操作 今天中午 他真的没法偷了 只能自己试着跟林东方一起做 现在 这几步都很完美 但等到林东方开始剁排骨的时候 他开始郁闷了 碰 小心翼翼地压着修为 用普通的菜刀一刀剁下去 虽然菜板和菜刀都裂了 但他满意地看到剁下来一块寸许长的小排 锅巴饭用的排骨不能太长 不然不容易成熟 等他欣赏完这块不厚 但是带着不少肉的排骨 林东方那边已经剁完够一锅用的了 最后 他没了耐心 取出之前炼制的工具 调整了一下 对着排骨一压 一块块排骨 请客间切好 这东西 大概就是一根木头 每隔一段 距离镶嵌了一个刀片 摇池圣主 为自己的聪明感到骄傲 嗯 熬酱油 加了水 盐 冰糖 下锅 熬酱油为什么要加盐 也是 加了水 就没那么咸了 但为什么要加水 哗啦啦 锅里的酱油沸腾起来 水晶仙宫内 弥漫着酱油的香味 还有摇池圣主的碎碎面 加了原葱 小葱 香菜 为什么他这么爱香菜 大火烧开 小火煮 摇池圣主 直接化身 成为十万个为什么 等到林东方 开始给油鱼片改花刀 然后开始切黑鸢鱼片的时候 摇池圣主 直接翘起了二郎腿 双手抱在胸前 身子向后 往圣主宝座上依靠 他懒得继续 做其他口味了 只是在那看 等林东方什么开火 黑鸢鱼片切的 不是很薄 太薄了吃起来没口感 毕竟不是下火锅 鸡腿展开 蘑菇切片 林东方给排骨 鸡腿 鱼片做了一个 万能的调配料 青红椒 原葱 酱油 胡椒粉 料油 还有一点红油豆瓣酱 摇池圣主有样学样 大概也猜了出来 料油 是为了让青红椒最后 保持鲜明的色彩 各自放了掉配料抓匀 入味 终于开火了 火把砂锅预热 刷油 倒入泡好的大面 看来要加入 刚刚好能没过大米的水 摇池圣主观察了一下 微观世界内 米和水 确实处于一个平面上之后 他满意地收了竖法 大火煮开 然后开这么大的小火 切菜 算了 这菜撕一撕也能吃 开水 加油 菜丢进去烫一下 还是补气单好炼制 单炉一开 药材往里一扔 用力抓成团就完事了 摇池圣主 唉声叹气地在烫着菜 还要丢到冷水里 好了 林东方快速切好了 腊肠和腊肉 把锅盖打开 此时锅内已经没有了水声 把排骨 鸡肉 腊肉 鱼片 挨个放了进去 盖锅盖 开始淋油 咦 为什么慕青城的那份 还没放鱿鱼 只是放了青红椒和原葱 但摇池圣主 已经顾不上想 那鱿鱼是咋回事了 他急忙跟着画面里的林东方 从锅盖边上淋油 滋滋啦啦 由顺着锅盖缝隙进入锅中 瞬间把锅边的米饭炸出声响 大米的香味 瞬间就冒了出来 锅内的温度也上去了 再让那些食材变熟 此时林东方很开心 之前做煲仔饭 要不时地转动锅 让里面的米饭受热均匀产生锅疤 但是现在有了阵法 直接就可以在锅的外围附上温度 摇池圣主学着他的样子 调整了法阵 等到七八分钟后 林东方先揭开了两锅腊味的 摇池圣主急忙跟上操作 用汤勺淋了一些刚刚熬的酱油料汁进去 撒上葱花 转圈摆了一些烫好的青菜 又盖上盖子 最后 林东方解开了木青城的那一份 把用料油 孜然粉辣椒粉 和盐搅拌好的鱿鱼片 鱿鱼须摆在锅里 已经熟透的青红椒和原葱上 然后他第一次 祭出太阳蒸火来烹饪 跳动的金色火苗 悬浮在鱿鱼上方三寸处 释放出高温 加热了鱿鱼表面的料油 鱿鱼在 滋滋啦啦 声中迅速打卷 洁白背后的花刀 绽开美丽 且整齐的花瓣 鱿鱼中的水分充分渗出 化作鲜汤 浸染了下方的青红椒 然后带着香辣的味道 进入到米饭中 烤鱿鱼鲜香的味道 即便是隔着水晶屏幕 都让瑶池圣主流口水 两分钟后 林东方重新盖盖 在这一份黯然销魂鱿鱼饭上 淋上一勺高度酒 疼 鱿鱼锅扒饭 是林东方第一次用修炼者 厨师身份开发的菜肴 以前他哪能搞出这种操作 虽说他现在有太阳真火护身 已经无惧一般的高温 但还是用把砂锅 放在小木盘上端上桌 比较有仪式感 又端了二十斤切片鲁驴肉上来 远处众人都跑过来落了座 沐青城看着砂锅里那熟透的烤鱿鱼 狠狠咽了一口口水 所有鱿鱼做法中 烤鱿鱼的味道 是光凭三个字 就让人流口水的 那是一种烙印在灵魂深处的味道 与烤羊肉串并练 师弟 我在东海边吃鱿鱼锅扒饭的时候 他们都是先把鱿鱼焯水 然后再做 我真没想到 你会想到 用太阳真火制烤这个法子 沐青城真是万万没想到 别说旁边的王二胡等人 就连远在水晶仙宫的瑶池圣主 也觉得面前的辣味锅扒饭不香了 萧熙月看着那一份 鱿鱼锅扒饭也是一阵出神 他居然没有吃到 师弟独创第一道菜的第一口 但随后 他就压下了心里那一份 说不出的情绪 低头闷闷地吃起 香喷喷的锅扒饭来 鱼片滑嫩 但不失嚼劲 特别是鱼皮部分 让他爱不适口 辣椒和原葱的香味 已经充分进入鱼片中 每一口都很香 沐青城敏锐地捕捉到了 刚刚的那一缕目光 他心里只能无奈苦笑 他真不是故意的 但低头一看 这一份在北斗星 第一次问世的 黯然销魂鱿鱿锅扒饭 他心里忽然觉得很开心 翠人的鱿鱼片 因为在烤制的时候 是涂了料油和辣椒粉 自然粉的 所以有着 和烤鱿鱼一样的风味 加起一根 鱿鱼须放进嘴里 香脆软弹 有谁不喜欢烤鱿鱼须呢 更妙的是 鱿鱼须打卷后 勾动着米饭 带起了饭里 再来一勺 被鱿鱼汤汁浸染到 暗红色的米饭 和用辣椒炒 鱿鱼汤汁拌饭的味道 一模一样 上面是烤鱿鱼的香味 下面是辣椒炒鱿鱼的鲜味 沐青城 直接一手端着砂锅 一手拿着勺子狂吃 旁边几人吃相也是差不多 水晶仙宫内 瑶池圣主扒拉了一下米饭 发现锅边的米饭 都成了金黄色的锅巴之后 心情好了很多 再一看翠绿小菜旁边 通红油润的腊肠和腊肉 饭香混合着肉香 简直就是在犯规啊 香脆的锅巴 把为什么没跟着 做鱿鱼锅巴饭的烦恼 赶出了脑海 下次再说吧 吃了一半 瑶池圣主用法宝小碗 从妙音风的锅里 拒进出三斤驴肉 学林东方的样子 就着锅底的锅巴 吃着驴肉 真的像 吃完了饭 瑶池圣主百无聊赖地 亲手刷碗 因为接下来没事干了 他有一整个下午的时间来刷碗 妙音风上 众人继续干活 林东方开始处理 赤血荒牛的下水啥的 这牛肉可真不赖 虽然修为不及青筋牦牛 但是肉质更胜一筹 我想想要怎么才能把这牛肉 做成奢侈的样子 林东方接下来两天 都在考虑这件事情 没人点菜的纠结 就在这里 这两天 众人都在狂吃鱿鱼锅巴饭 每吨必点 然后这两天晚上 穆青城和瑶池圣主 都能看到萧熙月熟练的梦牛 而且从一开始 只搂着林东方睡一个时辰 进化到两个多时辰 林东方这两天 倒是没觉得 有什么不对劲的样子 第三天 住人的小院终于完工 以后就不用借宿林药峰了 这让穆青城觉得有些可惜 小院不大 正房 东西厢房 然后一个打坐的静室 一个坚固的储藏室 还有最重要的温泉屋 林东方先进了这温泉屋 开了门 并没有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 而是干燥整洁 这间屋子里 刻画了空间法阵 里面很大 林东方估摸了一下 差不多和篮球馆差不多了 等到走过装饰精美 摆着瓷器装饰的走廊 才看到两个大池子 旁边的假山上 温泉水鼓鼓流 温润的水汽蒸腾 抬头一看 是一块透明的玉石屋顶 可以变色 更可以直接挪开 而且 上面刻画了一个天气阵法 必要时候可以下雪 然后就是一些盆栽 林东方对这些盆栽没啥研究 但也能看出 都是精挑细选的 都是适合长在温润地方的花 小院 没有高大的院墙 只有一圈竹篱笆 上面爬着一些 可以散发驱散蚊虫香味的藤蔓 林东方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小院 也是他自己坑来 赚来的钱 为了庆祝阶段性的胜利 做了一道红火的大菜 几大盆水煮肉片 用的是赤血黄牛肉 过程和水煮鱼片大差不差 吃肉片的时候 林耀峰的子依师姐 忽然抱着一个大花盆 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 重大发现 众人看到那花盆里的一株辣椒后 都震惊地放下筷子 咽了口口水 这株辣椒秧长势喜仁 但只接了一个辣椒 不过这个辣椒 发着点点光滑 看起来和林耀没啥两样了 子依师姐说道 这株辣椒秧 是在大师姐之前 捣咕太岁土的地方发现的 我觉得这辣椒 估计能把化神镜的强者腊死 众人倒吸了一口冷气 还真没听说有化神镜的强者 被腊死的 腊死化神镜 那估计有通天镜的威力了吧 不一定 毕竟化神镜和通天镜的差距太大了 但这太岁土 还能被植物吸收啊 是个重大发现 那以后这太岁土 可以培育灵药了 众人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林东方摸了摸下巴 那这样一来 似乎可以培养出 可以腊枯通天镜 以及杜结镜的辣椒 慕卿成答道 这还真不一定 通天镜肯定是能培育出来 但是杜结镜不一定 通天镜和杜结镜的差距 好比天壤之别 林东方点点头 他对后期境界的认知 还真不够 但姚池圣地 总共才撒杜结镜大佬 通天镜的辣椒足够了 他说道 那这样一来 以后卖给那俩富哥的太岁土 就要少一些了 更多的拿去培育辣椒啥的 另外 还需要培育麻椒 我要让杜结镜的大佬 不用降低修为 都能被辣到熬熬叫 麻到舌头跳 众人看着意气风发的林东方 有种他在说 先道路上谁为疯 的错觉 定了定神 林东方从那种 嚣张的状态中退了出来 他摸了摸鼻子说道 那等会去看看 圣主还是张前辈 或者叫他们一起 合计一下太岁土的事 太岁土培育灵药事关重大 他们这群后辈 玩脱了就不好了 穆青成点点头 等会吃完饭 就去找我师父 然后一起求见圣主 先干饭要紧 但就在此时 摇持圣主从远处传音来 随便你们折腾就好了 张手座那边 我会知会他的 众人被这一生吓得愣住了 都忘了下筷子 他趁着众人愣神的功夫 从林东方的盆里 偷走了好几片肉 因为要制作肥料 所以林东方开始把洗菜的水 切剩下来的边角料 单独放在一个桶子里 至于刷锅 洗碗的那些水 还是照旧处理 然后练功 先复习一下 峰回九转 嗖嗖嗖 林东方在院子里左右横跳 留下了无数道残影 有点像某游戏里 玩剑那个角色的 第一个主动技能 过了一会之后 他停下来定了定神 差点把自己脑僵子给摇匀了 萧细月在一边忍不住说道 师弟 即便是和人战斗的时候 也不至于用这种频率来闪躲 他在一边看着都演员 不过这速度真的邪门 一般的宁丹镜修饰 想抓林东方都有点费劲 可以说 林东方要是想当个 背后捅刀子的老六 现在足以因死一个 出入宁丹镜的人 但接下来的场面 让萧细月哑口无言 林东方摆出几个灶开了小火 又拿出几个锅摆在上面 锅里加了花生米 他开始颠烧 颠两下 搜的一下转移位置 开始颠另一个 这回闪现的频率不快 但也能让三口锅 同时保证处于被颠烧的状态 里面的花生米 几乎同时成熟 以后像是红烧肉 红焖羊排啥的 可以同时大火收汁了 但是爆炒菜还是稳一些 一个一个来 林东方把八九成熟的花生米 倒出来 玉兽峰今天送来了黄油 他打算烤点桃酥吃一吃 花生自然放凉 彻底酥脆之后 一边准备别的材料 一糖二油三面 总重量每到半斤 就加一两个蛋黄 陶酥的配方 基本都在这个范围内 大差不差 也不需要啥手法 所以林东方以前经常自己口 油用的是黄油猪油两餐 室温状态的油 不用化开 直接抓进面里 这样陶酥表面 就会有漂亮的花纹 再加入花生碎 抓成面团 揪剂子 萧细月在一边帮忙 他现在已经能悟出 为什么用抓的 如果是揉的画面 就会起筋性 到时候烤熟了就会发印 一个个黄色的小面团 老老实实地摆在 刷好油的烤盘上 林东方大手一挥 使出十八摸 把这群小黄包 按成小黄饼 然后潇洒地撒上黑白芝麻 送进预热好的烤箱 开始烤 黄油这东西 一旦进了烤箱 那香味之浓郁 可以说很惊人 小院内飘满了奶香味 萧细月吸了吸鼻子 他喜欢这种浓香的味道 甜丝丝的 林东方躺在摇摇椅上 晒着太阳开始看书 没啥大事可做了 咸鱼的生活真好啊 师爹 你怎么开始看 灵兽方面的书了 萧细月端来一壶茶 轻声问道 林东方笑道 我在找仙贤们 关于玄武的吃法 结果还没找到 萧细月只见一颤 哪位仙贤会去吃玄武 即便玄武战死 肉身多半也是拿去炼药啊 师姐 为什么咱们摇持圣地 不参加斗收大笔呢 林东方问出了一个 关键的问题 萧细月脸色一红 念如道 当年 当年我下山历练 就是为了找合适的灵兽幼崽 结果没找到 后来大家下山历练 也都没找到 最后天机风 手作推演了一下 说是摇持气运有损 让圣主坐镇水晶仙宫 三年就好了 如今 已经过去四年 林东方挠挠头 原来是这样 圣主 就那么在水晶仙宫里 憋了三年 要是他在那么一个大宫殿里 孤零零地住三年 都得发疯 萧细月点头道 是啊 在里面镇压 圣帝气运三年 寸步不离 也难为圣主了 当圣帝的超级大掌柜 就是麻烦 改天给他包点汤补一补 林东方感慨一番 暗中的摇持圣主 一边啃着熏机 一边流下了 感动的泪水 萧细月目光动了动 点点头 日子 就这么波澜不惊地过着 每一天 林东方都能看到 新厨房的变化 他在不停地变大 开始有了一股威严的气势 他有一种那群人 再盖摇持大殿的错觉 五天后 这妙阴峰 清传弟子居住区 翻修工程 圆满结束 那园在最上面 采光最好 分三个小院 林东方的院落 在正中间 萧细月的在右边 火铃的在左边 然后是亭台宣泄小桥 流水啥的 过了几百米后来 到内外院的分割墙 墙壁上 有张灵刻画的迷阵 把三人居住的内院 围了起来 整个摇持圣地 也就摇持圣主 和仙灵老奶奶 能看穿 这俩存在太强了 即便是刻画仙阵 也挡不住 新厨房在外院 两张的高度 不算多么离谱 但是很宽广 里面分成了 若干小房间 每个房间内 都有互相连通的 传送阵 方便快速传送 按照林东方的要求 传送阵 还能瞬间 把衣服上的油气 啥得弄消失 免得他带着一身油气 进了海鲜区 林东方兴高采烈地 在新厨房里 熟悉环境 他很满意这个 爆发壶装修风格的 新厨房 能多花钱的地方 绝对不少花钱 外面 王二胡也很满意 这个厨房地基 可是他用大锤砸出来的 沈浪在一边咧咧嘴 他看了看 远处山顶上的 妙音峰大殿 又看了看 金钱的厨房 我说虎哥 这厨房气势 都比那大殿强了啊 嗯 这我倒是没注意 王二胡也对比了 以下两个建筑 那大殿 也就比这厨房高了点而已 大小 还不如这厨房呢 气势强势必然的 预算89万零食 有70万 用来买厨房的材料了 不愧是零食店 不过 也只有这种级别的厨房 才能配得上他的厨仙体 众人看着他们盖起来的厨房 心中 有种自豪油然而生 羞啪 林东方取出之前 买的鞭炮和烟花 放了起来 噼里啪啦的十分热闹 赶得上过年了 开饭 众人顾不上 继续感叹着超级厨房 急忙跑进旁边的食堂 这食堂也是盖得十分精美 是按照碧月修花店的风格盖的 至于门口 应该有的迎宾妹妹 给换成了俩大石狮子 这顿饭以一坛子 佛跳墙为主 别的菜做得不多 因为林东方知道 这群人吃饭吃一半 就都得急匆匆赶回去闭关 果不其然 陆三甲和甲明 第一个遭不住 一人打包一碗佛跳墙 回去闭关了 然后是沈浪和王二虎 最后沐青城也顶不住了 跑回林耀峰闭关突破 萧熙月破天荒地 没帮着收拾碗筷 而是回了自己的新屋子打坐 林东方收拾完残局 又包了一些草莓馅汤圆 时间到了晚上 洗了个澡端着汤圆 和小灶进了温泉房 先进温泉泡了一回 这泉水温度刚刚好 林东方泡在里面 舒服得直哼哼 不知不觉 就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等到后半夜 林东方忽然醒了过来 她听到了脚步声 回头一看 只见一身白色纱裙的萧熙月 光着脚走了过来 世界 林东方抓起一边的浴巾围在胸前 老脸发红 这啥情况 但很快她就发现了 有些不对劲 萧熙月的眼睛是闭着的 梦游 不对 师姐这是神游泰虚状态 不可以打扰 误到过程中 意识偶尔会脱离对身体的掌控 这被称为神游泰虚 也是最危险的状态 要是被外力打扰 一般都会受内伤 甚至倒伤 林东方不敢莽撞 萧熙月缓缓步入温泉中 泉水逐渐进湿了衣裙 变得贴身且沉重 有点坠坠的感觉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神色艰难地低声叫了一句 师姐 你不要过来啊 但是师姐还是过来了 萧熙月伸出手 想摸摸林东方的头 这是她的本能 肌肉记忆 但是她现在处于梦游状态 速度不快 且林东方现在是醒着的 还有峰回九转 没摸到 萧熙月只是尝试摸了一次 然后就抓住了林东方的手 这一次快准狠 林东方没能闪开 于是她被拖到了温泉边上 一起坐着 闭着眼睛泡温泉 林东方脑袋上 冒出了大大的问号 现在手牵手 她能明明白白地感受到 萧熙月确实在悟到 耳边有琴音响起 这个状态是不可以打扰的 低头看了看 林东方紧了紧腰间的浴巾 有一点点难办 作为一个还没开封的血型少年 顶不住啊 对了 煮汤圆 林东方像是看救命稻草一样 看着那些汤圆 寄出一条团太阳蒸火 丢入小灶内 烧水煮汤圆 小灶放在水面上一个木板上 经过纪念的木板 就算在波澜壮阔的大海上 也能四平八稳 注意力转移了 李智就占领了高地了 还好是左手被牵住 右手不耽误 过了一会 白嫩圆润的汤圆 就都浮在了微开的水面上 表皮上反射着丝丝亮光 瑰莉 林东方咬出几颗来 开始品尝 这是用水晶糯米 和普通糯米一起磨的糯米粉 所以 下水熟透之后 隐隐可以看到那里的馅料 咬开水润半透明的软糯外皮 那里粉嫩草莓馅的味道 骤然占领了舌尖第一道高地 清甜的味道弥散开来 温润的空气中都甜丝丝的 还得是水磨汤圆啊 好吃 林东方嘀咕了一句 然后他就看到 旁边还闭着眼睛的萧细月凑过来 直接把他手里勺子上的半颗汤圆 给吃了下去 林东方惊呆了 即便顽皮如火灵 都不曾从他勺子里抢东西吃啊 想到初次见面时 萧细月脸上那淡然清朗的样子 林东方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不过想到萧细月此时处于梦游状态 倒也情有可原 又要开一个 凤梨馅的 嘿嘿 他做了三种馅的 草莓 凤梨 还有经典的黑芝麻 看到萧细月又往这边凑 林东方忽然灵机一动 别的不敢说 但只要一说吃饭或者帮厨 萧细月向来都是直接点头 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本能反应 林东方听说 梦游的人会对本能啥的 做出反应来着 所以他想试试 处于梦游状态的萧细月 还能不能对 吃饭 俩自由反应 他把一个装满汤圆的小碗递过去 说道 师姐 你回自己屋里吃汤圆好不好 奇迹发生了 萧细月木然地点点头 然后端着一碗汤圆 从温泉中站了起来 林东方护住了旁边的小锅 没让水花落了进去 萧细月本能地使出一个秘术 让衣裙变得干燥 林东方光速穿了一身衣服 跟上了往外走的萧细月 她怕对方梦游到别的地方 萧细月狱卒第三寸 倒没直接踩在地上 就这么慢慢走回了自己的屋内 然后坐在桌子前 木然地吃着汤圆 这场面多少有点惊悚 一个美女半夜三更 对着人闭着眼睛吃汤圆 不过林东方在意的是 汤圆一口一个 刚刚好 看到萧细月 没有把勺子也吃下去 她放下心来 吃完汤圆 萧细月遵循着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洗漱然后在床上打坐 继续悟道 林东方松了一口气 转身回了温泉屋收拾了一下 师姐这悟道的时候还来找我 林东方心里微微一颤 有了个模糊的想法 如果是无意识地吃货本能 那说明师姐是个小蝉猫 如果师姐是半梦半醒 那会不会是对我 要是师姐是装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林东方对待感情 向来比较自卑 老留守而同了 当年就错过了好几个学姐 等师姐出关了 要是还记得这件事 那我就邀请她泡温泉好了 她这次决定 勇敢一把 林东方夹着被子 呼呼大睡 此时 瑶池圣主端着小灶进了温泉屋 凤袍滑落 曼妙身姿进入池中 她一边煮着汤圆 一边默默喝酒 次日 林东方发现 萧细月还在悟道 于是去厨房折腾海参啥的 再有五天 就是飘渺风煮的悟道宴了 提前预备一下材料 新厨房让林东方有种 当年买了新手机一样的感觉 有指纹了 都要擦擦 然后开始折腾猪大肠 驴板肠 牛下水 即便是饮气劲的猪 吃的都是上好的饲料 但味道还是很冲 猪这玩意 好像就这样 牛和驴的 倒是还凑合 遮遮腾腾 又是两天过去了 师姐在闭关 师妹也还在火家闭关 这厨房有点冷清啊 林东方一边嘀咕着 一边炖高汤 不过随后 耳边响起了熟悉的天节前奏 轰轰轰 仿佛一头横压天地的巨大怪兽 在饿到肚子叫 萧细月终于醒来了 她先是看了一眼林东方 然后急忙去后山肚劫 师姐终于出关了 先给她准备一份好吃的 林东方进了厨房 先蒸了几片黑鸣鱼肉 等会做送扫鱼羹 然后开始做炸虾球 虾人切开背部去杀线 然后再来两刀 林东方当然也是为了秀一下刀工 其实一刀也差不多 处理好的虾人 加盐和料酒胡椒粉 葱姜丝稍微腌制几分钟 腌制好之后 把葱姜丝拿出去 为了口感更脆嫩 林东方稍微把虾人攥了攥 不然里面水分太多 加湿淀粉继续抓抓 抓均匀之后 加点油继续抓 抓到拿起虾人上面的粉浆布 往下掉就行了 四成热的油温 开始下虾人 滋滋拉拉 虾人一下锅 顿时蜷缩起来 成了一个个虾球 且炸虾特有的香味散发出来 林东方没有把虾尾的壳去掉 他觉得这样香味更浓一些 等到虾球们自己从油锅里飘上来 捞出来升高油温到六七成热 下入虾球复炸 等到色泽金黄之后 直接捞出 林东方没忍住 先自己来了一个 酥脆的外皮下 是鲜嫩弹牙的虾肉 炸虾的香味瞬间爆开 再配上胶岩上的微微麻蚁 他忍不住又来了一个 缩了缩手指头 洗洗手开始做鱼羹 等到鱼羹做完 萧熙月肚结完毕 这一次连破两重小境界 直接顶到了原因五重 萧熙月缓缓走向厨房 她的脸颊越来越红 她想起了那晚在温泉屋的事情 师弟她没有做出任何语举的事情 视线也是老老实实的 还把我护送回房间 萧熙月仔细回忆了一下那一夜的情形 心情忽然变得更好起来 她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觉得忽然很开心 不过进屋之后 闻到的香味 让她有些忘记了到嘴边的话 炸虾球实在是太香了 吃下一个虾球 再来上一口 微微带着一丝酸辣的润滑鱼羹 真的是舒坦到了极点 等吃到锅干晚净 洗刷刷之后 萧熙月鼓足勇气对林东方说道 师弟 那一晚 林东方忽然笑了起来 递过去一碗汤圆 师姐 改天再一起泡温泉吧 萧熙月微微一愣 然后笑着点点头 好 心里咽了咽口水 林东方小心肝砰砰直跳 和师姐这么完美的女孩子 一起泡温泉啊 她没想到 师姐这么干脆利落地就答应 心里盘算着 改天好好准备一下 但她不知道的是 萧熙月现在开始认真的准备去了 吃完饭 林东方继续折腾高汤 心里想着 到底哪一天和师姐泡温泉 今天 明天 还是后天 师兄火铃儿 从山下跑了上来 小脸上满是开心的笑容 呆毛随风飘动 像是火焰精灵一样冲了过来 林东方的胳膊 被一把抱住 火铃儿咬着林东方的胳膊 笑嘻嘻地说道 师兄 铃儿回来了 林东方也笑了起来 伸手捋了捋带毛 然后把一边的一盆 炸虾球端了过来 诺 先去熟悉一下新院子吧 我继续弄刀汤 得令 火铃儿抱着一盆虾球 迈着嚣张的步伐 开始欣赏全新的院落 刚刚进来的时候都没注意看 现在在看着厨房 比山顶的大店都气派 当初推荐师兄 选用玄黄砖 真是明智的选择 这就是新的餐厅吗 真漂亮 啪啪啪啪啪 火铃儿收起了虾球 然后取出那根金红色的唢呐 吹奏起来 一首很欢快的曲子 乔迁新居用的 羞啪 火铃儿又放了一些烟花 一试感拉满 然后湿湿然走进自己的小院 开始欣赏 好漂亮的亭子 我的温泉屋 太棒了 扑通 火铃儿直接脱了衣服 跳到温泉池里扎蟒子 萧细月见到火铃儿回来之后 也很高兴 这院子里又活泼了起来 此时 水晶仙宫内 姚池圣主 在会见火铃云和苏锦鱼 这俩人是秘密来的 没有惊动任何人 苏锦鱼和姚池圣主 是远房亲戚 虽然是表姐妹 但关系极好 只是平日里碍于身份 不能经常碰面 别人都不知道 他俩的这层关系 桌子上摆着水晶桃花膏 荷花酥 还有桃酥 边吃边聊 苏锦鱼仔细打量了一下 姚池圣主后惊叹道 妹妹你真是 亘古未有的仙人之体 百年不见 我已经迈过去了 只差最后一个契机 你就是百万年未有的仙 仙 北斗星无数修者 毕生追求的境界 姚池圣主苦笑道 锦鱼姐 你说的没错 确实需要一个契机 但这个契机 估计永远不会出现 虽然林东方 能做出那种误道饭菜来 但我觉得 恐怕对我没多大用 倒是我的战力 最近有所增长 他偷吃林东方的饭菜 纯属为了吃 但他最近觉得 自己越来越能打了 对面的夫妻二人 哑然 姚池圣主吃了一口荷花酥 又喝了一杯酒说道 锦鱼姐 这次悟道茶大会 我们姚池不打算参加了 苏锦鱼眉头一挑 那这样势必引起 别的势力的猜疑 我看还是稍微参加一下的好 也好让林东方 试着用悟道茶叶做菜 火金鱼忍不住说道 比如茶叶蛋 苏锦鱼宁了他一下 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你就不能 想个好点的菜 当年倒是吃过一次红茶蒸鱼 具体啥也我忘了 火金鱼挠挠头 那都是我年少时候的事情了 两千多年了 姚池圣主心里一动 要是林东方做蒸鱼 会是什么味道 苏锦鱼掏出一本古书 递给姚池圣主道 我的意思是 这次悟道茶大会 正好让林东方 去悟道茶树那里看一看 也许会有惊喜发生 姚池圣主接过那本古书 然后悚然一惊 这是先及兽皮制成的书啊 而且上面的力量 已经流失殆尽 这本书到底存在了多少年 苏锦鱼摇摇头 我也不知 乃是苏家始祖 留在岁月塔内的 我也是 昨天才想起 有这么一本书 上面提到过除道 而且看起来像是一篇预言 想来是我苏家始祖 使用无上伟力 看到了岁月长河的下游 并试着记录了下来 姚池圣主这下知道 为什么要用鲜兽皮革 当纸张书写了 一般的纸张 要是记载 预言会直接灰飞烟灭 悟道术 姚池 除 只有这六个字 姚池圣主一经 现在姚池圣地 有了除仙体灵东方 那悟道查数 苏锦鱼无奈道 推测到未来会遭遇一重反噬 记录下又要遭到一重反噬 记载得越清楚 反噬得越严重 姚池圣主点点头 姚池有天机风 推演天机最是可怕 不过 他心里砰砰直跳 这六个字 代表着无限可能啊 姚池圣主一拍桌子说道 好 那就让东方参加悟道查大会 过几天我让西月 教他怎么打架 苏锦鱼注意到了姚池圣主说 东方 二字时候的神态 心中亥然 姚池圣主 虽然有1500岁 但在他这个姐姐面前 单纯地像个孩子 眼里藏不住话的 苏锦鱼在心里恶狠狠地念叨着 林东方这个小冤家 算了 我不管了 我又不是他亲娘 老顽科 他们三个人去了趟庙庸峰 打算和林东方说一下 悟道查大会的事情 林东方还在倒过那一大缸糕汤 一抬头 三个度捷进大牢走了过来 姚池圣主见到这一缸的汤 倒吸了一口冷气 上次一坛子 就顶得上一枚多物道业 这一缸的分量 起码提升了十倍 这小子 想把妙音风炸掉 火金云和苏锦鱼 还是第一次听到佛跳墙这个名字 等到听完解释 两人都不由自主倒退了一步 这小子要上天啊 林东方坦然道 我只是想测试一下 一道蔡蕴涵的道运 是否有上限 而且这次本来 也是想趁机宴请火前辈和苏前辈 三人无语 这小子说话太气人了 还测试一下上限 怎么越听越不得劲 咋了 是嫌这道运不够多 还是嫌太多了 苏锦鱼最后无奈笑道 小林 这是拉面 伞子的制作方法 别的面点记忆等我 继续寻访些老师傅 他拿出两块留饮食放在一边 林东方大喜过望 老汤拉面终于可以提上日程了 对了 两位前辈喜欢吃什么菜 大可以说出来 我过两天一并做出来 火金云脱口出道 蒸鱼 苏锦鱼想了一会说道 我喜欢吃肘子 那我就做网包连鱼 海参扒肘子 苏锦鱼撇了旁边的摇吃圣主一眼 无奈说道 小林 我还喜欢吃鲍鱼 女儿和妹妹 就好比手心手背 都是肉啊 好脸 再来一道排骨烧鲍鱼 林东方挨个技了下来 他最拿手的 就是排骨烧鲍鱼了 光顾着点菜了 差点忘了正式 小林 悟道茶大会你要不要参加一下 对你可能有大机缘 悟道茶树 这个名字 都快让林东方的耳朵起茧子了 这是衡量饭菜 道运含量多少的标杆 熟读过各种书籍后 林东方自然对这珠神术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而且 对于他来说 去看看悟道茶 也相当于传说中的下副本 哪个穿越者不想 在秘境里 搜罗的盆满钵满 而且 在秘境里 也容易获取高端食材 比如圣主大人当年 遭见了的唇血氢乱 想到这里 林东方偷眼看了一下 姚池圣主 发现对方面 无表情后 心里一秃秃 以前圣主 都是面带微笑的 林东方手 在围裙上擦了擦说道 我倒是真想去看看 悟道茶树 不过那秘境 都有啥规矩呢 貌似大部分秘境 都会限制年龄和修为啥的 他这十多年小说 可不是白读的 不出他的所料 姚池圣主说道 那个秘境 被分为四个区域 筑基 名单 原因 画神境的各大圣地弟子 会分开放进去 然后寻找各自的机缘 等到悟道茶叶成熟 一枚枚叶子 就会在秘境内飘荡 能获得 几枚一看实力 二看机缘 林东方恍然点头 这样 那我以后 每天多练习一会风 回酒赚啥的 到时候跑得比别人快就行了 姚池圣主瞥了他一眼 没事 到时候 我会让你高枕无忧的 关于悟道茶秘境 他最有发言权 嘿嘿 到时候弄回来悟道茶叶 先做个茶烹虾人 再来个茶叶蒸鱼 林东方掏出纸笔 开始寄菜单 三位杜洁精大佬 不知道说啥好了 只好先离开 不然 他们怕忍不住 会把那锅高汤给喝了 悟道茶大会 还有几个月才开始 林东方倒是不着急 玄武 青鸾 甚至传说中的大鹏鸟 林东方发现 一个新的食材宝库 正在向他敞开大门 他在这倒顾着高汤 另一边 萧熙月从万宝峰回来了 带回来了一大堆残碱 残碱不过鹅蛋大小 各种颜色的都有 师姐 这残碱不错啊 林东方双眼放光 拿起一个残碱摇了摇 里面发出 哗啦哗啦的声音 残勇这东西 喜欢吃的人吃不够 碍于那一雇佣一雇佣的外形 也有很多人 对这东西望而却步 萧熙月脸色微红道 我要用这玉蚕丝 做一件衣服 衣服 什么衣服 林东方微微一愣 他不知道萧熙月 居然还会做衣服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对了 你对这残涌很感兴趣 萧熙月红着脸 插开了话题 那是自然 这残涌用油一炸 那味道 绝了 或者用青红椒炒着吃 也是一绝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残涌的香味 在他看来 仅次于另一种虫宝宝 清馋 当然了 这两者都不能多吃 小伙子吃完了 容易筐筐撞墙 萧熙月点头道 那等会我把残涌给你送来 等到林东方过滤完高汤 萧熙月把一大筐残涌端了过来 林东方捏出一个还在奋力挣扎的棕黄色小残涌 嘿嘿一笑 这么大的残柬 残涌居然不过拇指尖大 跟普通的小简涌差不多了 她最爱吃的就是小残涌 那拇指长的大残涌说实在的 她也有点打出 萧熙月脸色十分复杂 她知道林东方都咽口水的东西 肯定十分好吃 但一看到那虫宝宝的外形 她实在是难以把这玩意放进嘴里 林东方把这一筐残涌 倒进盐水里开始洗 用盐水洗一来是入味 二来是干净 萧熙月进屋开始仿思去了 我可爱的小残涌 永远都吃不够啊 林东方哼着小曲 把残涌扔锅里煮 这一步的时候 她喜欢丢点香料进去 然后就有股淡淡的五香味 这锅里的水也要加点盐 师兄啊 你在练蛊虫吗 火铃儿从一边冒了出来 呆毛抖了抖 看着那些随着手勺在沸水里排队转圈圈的残涌 她整个人都不好了 虽说有股淡淡的香味冒了出来 但这毕竟是虫子 林东方看着火铃儿震惊的样子 忍不住逗她道 这东西可好吃了 跟小酥肉一样好吃 一般人我都不舍得给她吃呢 火铃儿大吃一惊 师兄 这有这么好吃啊 师兄什么时候骗过你 那我就在这等着 火铃儿皱着小脸 用复杂的目光 看着林东方接下来的操作 这残用想好吃 要先煸炒 等到外面稍微硬了 但是稍微用手勺一敲 里面的汤汁还能被敲出来 这种状态就可以开大火 把葱姜蒜末 干辣椒丢进去了 呼呼呼 林东方快速点勺 锅边窜起一道道火焰 当当 手勺在锅边敲了敲 然后加了点盐 辣椒油和麻油提亮 红绿色的干辣椒和小香葱 点缀在棕黄油亮的小蚕蛹之间 一股浓郁的香味散发出来 没有炸虾那么激烈 但回味悠长 来 用勺子大口吃 林东方拿起汤勺 挖了几个蚕蛹送进嘴里 香辣微麻 更加凸显出 这高蛋白的香味 而且这蚕蛹是越嚼越香 表皮虽然带着一点嚼劲 但经过之前的水煮 一点都不会有腮牙的感觉 火灵儿颤微微接过勺子 她咬咬牙 最后心一横 咬上五个蚕蛹后 闭上眼睛送进嘴里 咔咔开始嚼 嗯 一股咸香微辣的汁液 从蚕蛹中渗出 让火灵儿震惊地睁开眼睛 她凑过去 仔细看着这一叠奇貌不扬 甚至有些可怕的残涌 万万没想到 居然真的和小酥肉一样好吃 我给师姐送去点 火灵儿装了半盘残涌 跑到萧细月的院子里 师姐 你居然在做衣服啊 火灵儿放下盘子 擦擦手 好奇地摸了摸 一边摆着的丝绸 好柔软 有弹性 光滑还透气 呆毛颤抖着想了一会 她终于想到了 这种布料的用处 火灵儿震惊地说道 师姐 这不是男女公寓的时候 穿的那种寓衣的料子吗 一般人可不会做这种寓衣 萧细月脸色飞红 低下目光小声道 过两天我要和林师弟 一起泡温泉 火灵儿小嘴张得大大的 没想到这俩人 都开始一起泡温泉了 师姐 我也想一起泡 萧细月目光闪了闪 她轻轻点头 要是真要她一个人 在林东方泡温泉 估计还真放不开 但火灵儿在场就好说了 于是 他们一起做寓衣 连一边的残涌 都差点忘了吃 师姐 不如我们给师兄 也做一条小哭哭吧 火灵儿忙活半天后 忽然蹦出来这么一句话 萧细月只见一颤 震惊地看着火灵儿 虽然她有时候很勇敢 但是从没有火灵儿这么忙 而且 她还从未给别人做过衣服呢 其实火灵儿也一样 但是男子款式的 没做过呀 萧细月 不会做男士大裤衩呀 这好办 火灵儿熟练地翻过院墙 把林东方 晾在那的大裤衩子 顺过来一条 萧细月脸 骤然变得比火灵儿的呆毛都红 虽然之前悍然出手过 但正面看这玩意 还是第一次 于是 他俩开始设计 林东方在北斗星穿的 第一条泳裤 其实对于林东方的腰围 和腿的粗细 他俩早就了如指掌 只是不知道款式而已 于是开始折腾 师姐 我想在这绣一朵小花 我觉得 绣一个小山比较好 那就小山和花吧 也好 两个妹子穿针影线 忙活了两天 无数次觉得做得不好看 然后重新做 另一边 林东方震惊于 师姐师妹们做衣服的投入 这两天 颇有些茶不思饭不响的意思 但今天不一样 要开悟到宴了 缥缈封手做 雪玲珑点的大肠菜肴 让林东方前几天 着实有点上头 萧细月 一直是平住呼吸记录的 九转大肠选料 是白嫩肥美的大肠头 用碱面搓洗 最后加一些白醋柔 酸碱中和 林东方一通操作之后 这群可怕的大肠头 就变熟了 筷子能扎透 但不是一下子就对穿 九转大肠 要保留一些嚼劲 驴板肠倒是没那么多讲究 玉兽风送来的驴肠子 干净得很 洗干净减掉肥油 直接卤煮 用的是上次焖驴肉的汤底 更香一些 先做最好时间的海 残巴肘子吧 林东方摸出两个猪肘子 祭出太阳真火 把表皮烤了烤 刷干净之后 擦干水分下锅炸 滋滋啦啦 沉浸在热油内的肘子周围 冒出气泡 猪皮开始浸染上一层香香的红色 咕噜 炸猪肘子的香味 让暗中的摇池圣主咽了咽口水 他决定 一会一定要尝尝这肘子 切开 但是没切断 骨头露了出来 加了葱 八角香叶桂皮 加了糖色 下锅炖 萧熙月再记笔记 呼肘子的香味 谁闻谁知道 等到九成熟的肘子开盖 萧熙月目光一颤 狠狠咽了口口水 枣红色猪皮 已经被呼出去了油脂 变得微微打颤 贴骨肉 是能肉眼可见的喷香 其实这时候的肘子再闷一会 完全熟透之后 沾蒜酱或者辣椒油 也是一绝 林东方把肘子取出来 剃掉的骨头没扔 要给二花留着 骨头上多少带了点肉 让一边的火铃 暗暗开始羡慕二花起来 肘子肉皮朝下放 在上面切花刀 旁边的油锅里炸着大葱 棕黄色的大葱 释放出强大的香味 师姐 这里注意了 要切到皮 但是不能切断 这样皮朝下放在碗里 上面放上炸好的大葱段 来上一勺壶肘子汤 碗上盖盖 这样可以防止水汽落进去 影响口感 这肘子大 林东方做了七碗 萧细月认真点头 她有种冲动 改天自己做一份 这海参八肘子 这肘子要蒸半个多钟头 然后做鲍鱼烧排骨 挑出十二个半长大的鲍鱼 先用刷子洗刷刷 然后加点开水烫一会 到时候鲍鱼肉就好扣下来了 烫鲍鱼的时候 林东方开始剁排骨 然后扔锅里焯水 又转过身 开始伺候鲍鱼 把鲍鱼肉扣下来 然后切掉那一坨绿油油 和鲍鱼芽 切花刀 等会好入味 林东方忙碌的样子 让萧细月都有点眼花缭乱 风回酒转身法 真正露出了应有的威力 即便要做好几道硬菜 林东方也是游刃有余 炒糖晒 下入葱姜蒜茶的爆香后 加入排骨颠勺到上色 在 刺刺啦啦的声音中 排骨们就裹上了通红诱人的底色 加点酱油炒香 加入黄酒 最后来点开水 下入鲍鱼 大火烧开 小火孤独 暗中 姚池圣主狂咽口水 他最喜欢的食材 就是鲍鱼 他脸上的笑容 怎么也受不住了 深深吸了一口那鲜香的味道 姚池圣主 都想直接抱着锅开灶了 萧细月看着那诡异弯曲了 一下的水蒸气 眉头挑了挑 赶紧吸了吸鼻子 给姚池圣主打掩护 师姐 你现在也这么馋了 林东方黑黑一笑 然后准备蒸鱼 萧细月脸色微红 忽然想掐林东方一下 但对方再做菜 就没伸手 冰鱼处理好 侧面切出一些巨大的伤口 但别切断脊骨 然后把葱片 姜片 火腿片 冬笋片 依次塞入那伤口内 再用猪网油 包住这条冰鱼 等会才能蒸 这道菜十多分钟就行了 然后开始做九转大肠 用的是大肠头 没必要卷肠子 萧细月在一边露出了 畏惧的目光 火灵直接熬屋一声 逃出了厨房 这东西 即便洗得再干净 光是看着 就会觉得有股意味 萧细月实在想不出 那位比她还腼腆的白发前辈 为什么会吃这玩意 但只有爱吃这东西的人 舌尖就会瞬间回忆起 那浓香的味道 葱姜蒜切得碎碎的 这道菜的要点 是最后有些看不清这些料头 卤菜麻烦就麻烦在这 包括前面那道海参八肘子 萧细月往后退了一步 炒糖晒 不要太红 这道菜要慢慢靠 色会越来越浓的 大肠头和葱姜蒜末一起下锅 然后加醋 这道菜的味道 是一种复合的口味 酸辣香甜咸 当然 还带着心理上的那么一股微臭味 林东方没说 怕萧细月对这道菜产生阴影 萧细月听到这个描述之后 忽然想尝尝这道菜的味道来 这边九转大肠 还在小火慢靠 等到他们缩小一些 里面的油脂都被靠了出来 就差不多了 先出锅 一开始 白胖丑陋的大肠头 此时变得油润红亮 像是一个个早玉斑纸一样 老老实实躺在盘子里 抛开原材料不谈 还是色香味俱全的 林东方把鱼上锅蒸 然后开始收尾海参八肘子 锅盖一掀开 萧细月美目一颤 他这次感知到了 什么叫做香气吸人 浓郁的肉香里 带着一丝葱香 等于 太香了 这里微海参 要用忽肘子的原汤 大火烧开 然后转小火 让汤汁保持微微沸腾就行 然后把海参下进去 火太大的话 海参口感就变硬了 时间不长 两三分钟 见到这一步 萧细月忽然想到了 上次做的葱烧海参 他不禁问道 师弟 都是烧海参 为什么这次海参的处理 却不像上次那么复杂 林东方答道 上次吃的只有海参 所以要使劲入味 这次是两种食材 要更多保留他们的本位 当然了 海参本味寡淡 最后用肘子汤 简单地提个香 海参垫在碗底 上面加一层肘子 淋上肘子 汤上锅蒸 比较简单 林东方把微海参的肘子汤 倒在了一边的碗里 最后给海参勾芡 要用蒸肘子的汤 这样汤里的葱香 也充分融入到菜里去了 简单地给海参勾了后茄 林东方把盘子 扣在肘子碗上 翻转一下 萧细月屏住呼吸 看到一丝丝金红色的亮光 随着林东方 缓缓拿走蒸碗而透发出来 枣红色的肘子皮 因为碗挪动时候的碰撞 而微微颤动着 浓郁的肉香 即便在这各种香味激荡的厨房内 还是清晰可闻 这些肉皮 看似还是一个整体 但里面的肉和一半的皮 已经被切开 蒸这么久 已经十分软烂 筷子一加 就可以让外皮断开 林东方把海参们 转圈摆在肘子旁边 然后又在海参外围 摆了一圈烫熟的青菜 最后把锅里剩下的芡汁 浇在肘子上 七份海参八肘子完事 然后是煮到鲍鱼 都上了一层红润颜色的排骨烧鲍鱼 成了四大盘子 四份蒸鱼出锅 把蒸出来的汤到进锅里烧开 这冰鱼蒸出来的汤没有那一丝腥味 用不着胡椒粉了 勾薄芡 然后撒点料油提个量 然后再倒在蒸鱼上 最后是那道硬菜 尖椒肥肠 直接上之前培育出来的 通天镜大辣椒 有林耀峰师姐们 送来的杂七杂八的玩意糊生 只要林东方不直接吃这个辣椒 那问题不大 青红椒切片 肥肠用的是九转大肠 同款大肠头 斜刀切开 然后三个好朋友 直接抱在一起下油锅 等到辣椒表面上出现泡 就可以捞出来了 哎 辣椒烫起泡 我看看 去而复反的火铃 从一边冒了出来 然后做出了一个错误示范 他直接把头凑到锅边去看 毕竟他不怕热油 就算被热油蹦到眼睛 也就相当于滴个眼药水 林东方转手拿起一个专用的木头手勺 在火铃头上敲了一下 火铃做了个鬼脸 然后跑到一边吃残用去了 林东方开始调碗汁 一小碗清汤 里面加酱油 盐 鸡精 师姐 这尖椒肥肠的碗汁里 淀粉不能加太多 不然成菜之后 看起来非常难看 萧锡月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 都不会做这道菜 但还是系了下来 锅一定要烧到热热的 油不用太多 葱姜蒜末加进去爆香 然后是黄酒和酱油 爆出酱油香味之后 就把这肥肠和尖椒倒进锅里 刺了 是煮辅料落入热锅中的声音 哗啦 随着手勺的辗转腾挪 青红椒裹挟着肥肠 在锅里快速一行换味 充分吸收着热量 迸发出更强烈的香味 锅边醋 林东方加了一点陈醋 等到炒莓醋酸把碗汁淋入 喜欢带着一丝微酸口味的 可以先碗汁后陈醋 快速颠勺 呼呼 锅边腾起一些火焰 出锅 三大盘煎焦肥肠 上菜 水晶仙宫内四张小桌 摇石圣主 雪玲珑 火金云夫妇翘手期盼很久了 萧细月和火灵端来各色菜品 除了海参八肘子 每道菜都是一桌一份 不过 火金云夫妇的那份量比较大 至于多出来的那个小桌是 给林东方和萧细月火灵准备的 每份海参八肘子量都是一样的 给火金云夫妇上了两份 重头谢 佛跳墙来了 林东方用小车推来了一缸佛跳墙 这一缸的重量 比之上次那一弹 重了十倍不止 超级佛跳墙 小铁车里 是丝丝缕缕的太阳真火 威制着这道大菜 摇石圣主等人 都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这一缸佛跳墙蕴含的道运 达到了整整三枚雾道叶 此时那小车周围 有白虎幕后 玄武拓海 朱雀降空 青龙盘绕 更别说那 连林东方自己都能看到的 九彩鲜光和锐彩金莲了 即便是天地出行的车年 也不过如此排场 火晶云探道 我纵横天下这么多年 自认为见多识广 但这场面 我是真没见过呀 摇石圣主等人 也都是哑口无言 这一道大菜 给他们只有一种感觉 梦幻 轰隆隆 此时 天边忽然响起了闷雷声 一朵乌云飘到了水晶仙弓上方 林东方条件反射一样 看向一边的萧熙月 师姐 你又要突破了 萧熙月愕然摇头 摇石圣主咒眉道 你这刚佛跳墙蕴含的道运 已经到了极限 引来了天节 之前他曾随口说过 林东方的菜肴 可能引来天节 不想今天终于来了 林东方一哆嗦 杜杰这俩字离 他很遥远啊 咔咔 黄黄电光 在乌云中时影时现 像是一条条金蛇在狂舞 摇石圣主刚 想唤醒水晶仙弓 轰散这坨节云 却看到林东方 仰头对着天空喊道 老天爷 我这第一次做个尝试 不懂规矩 这顿天节 能不能先免了 轰隆 节云中爆出一声大响 似乎在否决林东方的要求 之前哪有人修过除道啊 你这规矩 没人告诉我 你现在要批我 这不是玩来吗 林东方虽然知道挺过一次 天节会获得很大的好处 但他不想被雷劈 听说老天爷 都是公平公正的 我这古往今来第一个除修 再给后世除 修开辟道路 总应该有那么几次容错概率吧 我可是读过史书的人 我听说第一位话 修在画出神药的时候 你就把那顿天节给人家免了 还降下什么 锐采来着 画修除修同是弯道修士 老天爷 你总不能后此薄笔吧 林东方仰头朝天 阵阵有词的距离力争 已经把上次龙弹奖励抛在脑后 龙弹是龙弹 但是被雷劈 是被雷劈啊 周围人都骂了 第一次看到有人跟天节理论的 乌云翻涌 电光狂闪 天节似乎再犹豫 林东方心里很紧张 也知道自己说的话很离谱 但他真不想渡劫啊 有那时间榨点花生米 吃他不香 片刻后 令众人震撼的一幕发生了 劫云居然一点点消散了 姚池圣主都震惊地直哆嗦 这小子真的是要逆天啊 啊这 我随口一说 林东方不小心蹦出来一句心里话 他急忙捂住嘴 啪 一道细小的电壶穿过空间 直接打在了林东方脑袋上 直接把他头发垫成了鸟窝 至此 天节彻底消散 看着周围人用 见了鬼的目光看着他 林东方揭开佛跳墙刚上的荷叶后 摸了摸鼻子 诸位前辈吃好喝好 我先回去洗一洗 好家伙 把我腿上性感的腿毛都给垫掉了 林东方再次做出决定 这辈子是不可能渡劫的 洗完澡 他又收到了姚池圣主的召唤 林东方顺手抱起一颗大白菜 回到水晶仙宫 等他落了座 喊了声 开饭 三渡劫一通天 四位大佬才动筷子 似乎这已经成为了 水晶仙宫物道宴的规矩 和仪式感 姚池圣主 直接把排骨中间 簇拥的鲍鱼夹了起来 咬了一口 鲜美中带着咸香的排骨味 充满口腔 是和佛跳墙里纯香的鲍鱼 完全不同的感觉 口感上 活鲍鱼和泡发的干鲍鱼 也有着巨大的差别 一边 雪玲珑吃了一块九转大肠之后 就停不下筷子了 他偷偷看了一眼林东方 很难想象 都难以抵挡这股热辣的气息 像是一道烈焰 从舌尖窜到了喉咙深处 赶紧来一块肥肠 看似绵软 但是略有一丝嚼劲的肥肠 释放出强烈的香味 在热辣气息的衬托下 更让人想忍不住 巴拉两口大米饭 另一边 苏锦鱼目光灼灼地 看着眼前的肘子 用海参提鲜 用大葱增香 筷子顺着肉皮上 那一道痕迹一夹 一块带皮肘子肉 就在筷子中颤抖起来 送入嘴中 香到人想迷上眼睛 等到肘子肉咽下去 一丝属于海参的鲜甜 却越发明显起来 再来一口海参 弹牙的感觉和肘子 完全不一样 鲜美中带着一层肉香 苏锦鱼爱上了这道菜 好一道蒸鱼 用猪网油包裹的冰鱼 蒸出来居然是 如此的油嫩鲜香 火精云先尝了一口鱼肉 入口即化的鱼肉 比之前吃过的蒸鱼都要香 但毕竟是猪网油 蒸制的时间也不长 油脂没有过多的渗出来 这香味并不压制于 本身的鲜美 再来一口 吸饱了鱼鲜和油香的 清脆损片 火精云直接把自己 结婚时候酿制的酒取了出来 一口酒一口鱼 赛过活神仙 林东方这一桌 就吃得很豪迈了 火铃和林东方再打饭包 排骨去掉骨头 包进去 再加一块肘子肉 半截海参 熟悉的樱桃小嘴一口吞 他们这桌没尖胶肥肠 但是有酒转大肠 林东方往饭包里 放了一块大肠 其实打饭包 不是为一个吃肥肠的办法 因为包起来时候 就看不到了 萧熙悦没有打饭包 鼓足勇气 对着酒转大肠伸出筷子 好香 但是有一点微酸 微辣 咸香适口 一点都不油腻 他第一次吃肥肠 留下了一个美好的记忆 其实旁边那桌吃的白发 都开始微微舞动的雪玲珑 也是如此 他当年第一次历练在一个小馆子 吃到某个老奶奶做的尖胶肥肠之后 就爱上了这种食材 林东方注意到了 雪玲珑微微舞动的血色长发 好白 好谢 他忽然想到一道菜来 纹丝豆腐 林东方来到北斗星 还没正八斤地展示过刀工呢 师兄 什么是纹丝豆腐啊 火灵儿去给他们这桌 成了一份佛跳墙 给林东方加了一块提金 萧熙悦给林东方加了一根海参 远处苏锦鱼目光动了动 好家伙 都开始给家菜了吗 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 林东方叹道 纹丝豆腐 是个考验刀工的菜 我之前就做过一次 哇 连师兄都只做过一次 火灵儿震惊地呆毛竖了竖 见林东方还有一往下降 众人都竖起了耳朵 林东方先把提金和海参吃了 继续道 就是要把豆腐切成和发丝 差不多的粗细 啥 把豆腐切成头发丝 火灵儿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他想不到 怎么样的刀工 才能把豆腐那种娇嫩的东西 也是一阵震撼 随着修为的提高 砍人逐渐得心应手 但这种精细的刀工越发艰难起来 让没厨艺刀工的修者切豆腐丝 无异于让普通人在自己肚皮上切菜 这玩意就是 树叶有专攻 一般的修炼者切人那都是鸽崩脆 切菜还需要长久练习才行 毕竟切乱刀块和切标准细丝 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萧细月切了一百多斤土豆之后 刀工已经有了明显的长进 而火灵儿切完的土豆 基本都被刀子烫熟了 火家人一拿刀 那刀的温度就蹭蹭蹭往上涨 最后一刀下去连沙带火葬的 把目标切成灰 这么看来 那文丝豆腐要是做好之后 应该有点像雪前辈的发丝吧 火灵儿看了看自己的红头发 又看了看雪玲珑的白发 他忽然开始羡慕起那白发来 雪玲珑听到这话之后 脸又一红 低头狂躁佛跳墙步说话 吃完了一枚雾刀叶之后的雪玲珑 差不多已经到了极限 整个人都时饮时线 他对峰回九转有了更深的领悟 于是匆匆回去闭关 剩下的佛跳墙被火金云夫妇分了 这俩人还没走到渡劫境的极致 悟到夜对他们也有大用 吃完饭 火家夫妇先去了折仙峰的迎宾楼喝茶 萧细月和火灵儿 回到妙音峰收拾厨房 仙公这边开始抽签 一群疯主争先恐后地闯进仙公 老楚啊 你别踩我脚 哪个混蛋趁乱捏老夫屁股 一群人推推嗓嗓 都怕晚了一步 影响弃欲 姚池圣主又拿出箱子晃了晃 嗖 一枚金色的名牌飞了出来 李虎峰手作李金言 哎哟 老李你这运气不错啊 这老家伙领老了 运气还好了起来 这样一来 下次抽中 我的概率又提高了一点 众人吵吵嚷嚷嚷 李金言先是一喜 但最后说道 圣主 若是我吃完物到宴闭关 对我姚池总体威慑里有所影响 毕竟他一闭关 外界都会猜疑他 是不是挂了 闭关可能只是个幌子 李金言修炼火到霸裂无比 战力可以说逆天 连渡劫镜都能干死 但有个致命的缺点 这传承影响寿元 他能活这么久 还是因为之前吃过一枚宝丹 姚池圣主笑着摇摇头 无妨 现在有火城主夫妇 时常来我姚池做客 众人哑然 火金云的一刀火葬 苏锦鱼的岁月宝塔 那都不是闹着玩的 再加上这位强盗 连姚池自己人 都不是明了的圣主 反正保护林东方 就算再来十几个 渡劫镜大牢 也是应该的 李金言搓了搓手 开始点菜 东方啊 我这辈子最爱吃的菜 就是焖面 林东方点点头 李金言点的这个菜 倒是很正常 那到时候 一份坛子大的佛跳墙 一份铁锅排骨焖面 一份酸菜焖面 我再给你煮点茶叶蛋 佛跳墙 可不敢做一缸了 下次天节可不好糊弄了 想做纹丝豆腐 普通的卤水大豆腐可不行 这种豆腐虽然也很好吃 但是那里有孔隙 切不了丝 要用内置豆腐 林东方本打算 去炼丹峰和秦顶说一声 让他们做一些通体 都十分细腻 那里无裂痕的豆腐 炼丹师搞不出来 长生不死丹 但是研究豆腐 他们内行 他刚想下山 就看到秦顶兴高采烈地 走上山来 东方啊 我和我的几个宝贝徒弟 可是研究出了好东西 秦顶得意洋洋地 取出三个罐子 林东方了闻到熟悉的臭味 顿时兴奋起来 秦顶笑道 嘿嘿 上次你给我的 那些苗水 我已经研究透了 是一种微小的东西 让豆腐长毛 然后我就在琢磨 有没有类似的小玩意 林东方把培养液起名叫苗水 符合北斗星这边的习俗 秦顶接着说道 结果还真让我给发现了不少 这两种臭豆腐 一种灰白一种还是白的 只是表面没有毛毛了 本来白色的那个是黑色的 我想办法 保持原本风味的基础上 又给它变成了白的 这样好看点 秦顶打开那两个罐子 林东方发现 里面的臭豆腐 果然如同说的那样 除了颜色 已经和地球那边最流行的臭豆腐 没啥区别了 没多说啥别的 直接起锅烧油 先造了这些臭豆腐再说 还有这种 我不确定 这是不是臭豆腐 口味与普通豆腐和臭豆腐 都决然不同 不过我倒是 很喜欢这个味道 秦顶打开了最后一个罐子 林东方凑过去一看 顿时向后仰了仰头 全是豆腐乳 是那种不加红区的白色腐乳 不是青色的臭腐乳 林东方心中的激动是难以言表的 有了豆腐乳 以后吃火锅的蘸料 就更加丰富了 东方 这第三种豆腐 要不你给它起个名 林东方装作沉思了一会 然后说道 就叫豆腐乳吧 秦顶点头笑道 不错 是个好名字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林东方给秦顶未来的宝贝儿子起名呢 就这样 豆腐乳也被载入史册 发明者秦顶 命名者林东方 由于稍微有点水平的炼丹师 都能轻易复刻出豆腐乳和臭豆腐 所以这玩意的配方 他们也没藏着掖着 直接公开出去 随后普及开来 然后秦顶就拎着一堆好吃的回去做 玉豆腐 鲜艳用的豆腐都是玉豆腐 光滑好看 和那只豆腐大差不差 送走了秦顶 火链从一边蹦了出来 后面跟着萧熹悦 看到臭豆腐之后 先吃再说 来 加点这红油萝卜 更好吃一些 林东方取出一小碗切好的萝卜丁 两个妹子在吃东西上 对林东方可谓是言听计从 吃完一口外酥里嫩的臭豆腐 再来一口软中带脆的萝卜丁 感觉那是极棒的 萝卜切条加盐晒干 然后吃之前加水泡胀 加点喜欢的调味品就完事 林东方就喜欢自己做这些小咸菜 嗯 吃到这萝卜丁 就想起了热 鹅干拌面 这北斗星没热干面这说法 统一名字叫干拌面 然后具体就是红油干拌 肉酱干拌之类的 火灵儿欢呼一声 好爷 我最喜欢吃拌面了 萧锡月也露出期待之色 吃完了臭豆腐 收拾完厨房 火灵儿忽然抱住林东方的胳膊说道 师兄 师姐说 你们要泡温泉 带我一个好不好 林东方果断点头 之前在地球的时候 单独和学姐去游泳 还是很尴尬的 但是和两个学姐一起去就突然不尴尬了 太好了 那等会太阳落山之后 我们就去泡温泉 火灵儿高兴到手舞足蹈 既然泡温泉 那我准备点点心 泡温泉吃点心 都是老祖宗们留下来的享受之法 最早开始享受温泉之乐的 就是那位著名的周幽王 关于周幽王 林东方了解不甚 但他对泡温泉吃什么点心 很有研究 一般来说 各种 高 最适合 因为温泉上水汽飘荡 要是桃酥之类的点心 很快就会因为吸收水汽 而变得不那么酥脆 糕点 做点糯米糕吧 现在手头也有了奶油 放点也更好吃 玉兽峰昨天送来了第一批奶油和黄油 只要手速快 就能捣鼓出淡奶油 有了淡奶油 黄油也就能搞出来了 就是过程有点累人罢了 糯米粉里加淀粉 加糖加牛奶 搅和到能流线的糊糊 然后上锅蒸熟 火灵儿在一边控火 萧熙月在另一边切水果 草莓凤梨盘桃啥的 还有北斗星一些特殊的果子 比如 里面没有子的石榴 对爱吃石榴的林东方来说 这可是个福音 扒出来往嘴里炫就完事了 等糯米粉浆蒸熟放凉已经是傍晚时分 夕阳的余晖给林东方面前这盆奶油 度上了一层金红色 糯米粉团揪个剂子 赶开 先放一勺奶油 再放进去一个草莓 像包包子一样包好 北斗星这边糯米糕有很多很多种 这里包奶油加水果的吃法 在北斗历三万一千年的时候就被发明了 萧熙月都会包 但火灵儿包的就惨不忍睹 他祸害了一个 念皮之后就拎着一些小酥肉 跑去林药峰讨药果汁去了 等到火灵儿拎着两坛子果汁回来 已经包了五十多个糯米糕 泡温泉之前要先洗个澡 火灵儿拉着萧熙月嘀咕一番之后 两人缓缓走向林东方 萧熙月只觉得自己脸颊发烫 嘴唇动了动 却无法发出声音来 火灵儿也是小脸发红 最后一咬牙 拿出一个小布包 师兄 这是我和师姐给你做的大裤衩 等会穿上 给我们看看合适不合适 要说忙 还得是火灵儿 大裤衩仨子 直接蹦了出来 林东方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被妹子送过围巾 送过手套 还被送过一口电饭锅 但唯独 这裤衩子第一次有人送 打开小布包一看 那明黄色的大裤衩上 绣着两朵花 他差点没晕过去 师兄 我知道这个颜色对你来说 可能比较艰难 但是我们做坏了太多的布料 等万宝峰再有人卖玉蚕丝 我们再给你做个黑色的 火灵儿一旦打开了话匣子 说话就顺了多了 此时说得十分干脆 大有以后林东方的裤衩子 都有他们做的架势 林东方急忙摇头 没事 反正也不是给外人看 有这一条就行了 骚黄色的裤衩子 林东方当年也不是没穿过 毕竟穿上了 就能让全宿舍的儿子们 心甘情愿地喊爸爸 为了当爸爸 付出一点代价值得 回屋洗澡 至于这裤衩子 早就被洗完了烘干了 上面还带着一丝熏香的味道 林东方这辈子 没穿过这么奢华的泳裤 玉蚕丝 足以扛得住 筑基进修士的灰刀劈砍 他洗澡的时间 甚至超过了萧熙月和火灵 然后围了条浴巾 带着吃喝 进了温泉屋 扑通 刚进屋 就看到火灵一个猛子 扎进温泉池里 像是一条红色的井里 在水里到处乱窜 林东方冒出来一个 不怎么合适的脸响来 他觉得 正在乘风破浪的小师妹 那竖起的呆毛 有点像鲨鱼的背棋 火灵的御衣是分体式的 上半身一个小背心 下半身平脚小裤 白嫩的胳膊腿 都露在外面 平平无奇 但十分可爱 林东方目光挪了挪 看到萧熙月之后 他呼吸微微一顿 在温泉水中散开的急腰长发 像是云雾一样 轻轻飘荡 绝在鲜岩上染着一层飞色 眼中含羞带怯 萧熙月星 都要跳出嗓子眼了 他刚才就把玉袍解开 放在了一边 不然 他实在是没勇气 当着林东方的面 解开玉袍 同样是一件小背心 但山剑坠幽谷 玉光动人心 在这一刻 林东方怀疑 北斗星是否真的有引力 平脚短裤 经过了几次大胆的裁剪之后 那无暇玉腿的修长 展现得淋漓尽致 萧熙月双腿并拢着 玉族不安地交叠在一起轻轻妈撒 他咬了咬嘴唇 对林东方轻声道 师弟 不要害羞 这不要害羞 其实是他对自己说的 他现在恨不得自己直接晕过去 林东方深吸一口气 然后笑道 师姐和师妹的御医都很好看 萧熙月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 但脸色更红了 这说明 林东方刚刚确实被他吸引了目光 再看到林东方微微弯着的腰 萧熙月更有种不知名的感觉 有点像恶作剧《得逞》那样 不过严格来说 这是他第一次恶作剧 林东方先坐在了池边 解开玉袍之后 刺溜一声下了水 比他网游锅里下 小酥肉都利落 萧熙月透过池水看了看 看到那明黄色的大裤衩之后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就说 这个颜色有些滑稽 不过也很好看 就是 合身 而且合适 火灵儿从一边窜了出来 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杰作 他觉得这个颜色 很符合林东方的气质 林东方老脸通红 摸了摸鼻子说道 还是你们心灵手巧啊 忙了一天 能泡温泉 真是太舒服了 他直接岔开话题 试图转移注意力 火灵儿坐在他身边 搂住了他的胳膊 林东方身子一僵 这感觉可比之前抱胳膊 截然不同啊 火灵儿小声道 师姐师兄啊 要不以后每天 都这样泡泡温泉吧 萧细月直接点头道 我觉得这样很好 林东方心里微微一颤 然后笑道 好 那就每天都泡 谁不想在晚上 一起和师姐师妹泡温泉呢 好耶 火灵儿欢呼一声 然后游到一边 朝着林东方这边泼水 打水仗 对修炼者来说可能幼稚了些 但是对他们三个来说 刚刚好 完了小半天 开始吃冰盒子里的糯米糕 泡温泉的时候不能吃太多 不过修炼者不怕这一点 火灵儿拿了一个盘桃的 一口塞进嘴里咬了下去 一点奶油顺着嘴角冒出来 被他用舌尖勾了回去 奶油的香甜 混着盘桃的酸甜滋味 让他越吃越想吃 萧细月拿了一个草莓的 一口咬开 带着奶香的微甜糯米外皮 香甜的淡奶油 已经被草莓里的汁液 浸上了一丝草莓的香味 修长的美腿轻轻摆了摆 在温热的泉水里 吃着这凉凉的清甜糕点 确实是一种享受 师兄 喝果汁 火灵儿递给林东方一杯果汁 林东方倒也有些渴了 直接一口闷 扑通 喝完之后 林东方直接失去意识 倒在了泉水里 然后浮了上来 啊这 火灵儿呆毛一弯 萧细月也是一脸错愕 两人手忙脚乱的 把林东方抱上岸 啊这 师兄酒量这么差 火灵儿抿了一口 果汁 后扎扎嘴 好不容易品出了一丝酒味 萧细月苦笑道 这是灵果 即便只有一丝酒意 师弟他也遭不住的 火灵儿小脸一白 那要不要急救一下 萧细月笑道 这倒不用 他只是睡过去罢了 那就把师兄送回房间吧 火灵儿微微一探 看来以后 要弄鲜榨唇果汁了 是啊 真没想到 师弟酒量这么差 萧细月笑着抱起林东方 他觉得 这样的林东方很可爱 师姐 我先去和林耀峰的师姐们 说一下果汁的事情 你先把师兄送回屋吧 记得把他的身子擦干 火灵儿回屋换了衣服 带着一些糯米糕 又冲到林耀峰 可不能再让林东方 喝那种果汁了 萧细月把林东方 抱进屋里之后 想到火灵儿说的要擦干 本来寄出一个 竖法就可以的事情 他不知 怎地取出了毛巾 一点点给林东方擦干 第二天一早 林东方神清气爽地起床 昨天 喝的那个果汁净真大 他还是记得 自己是怎么睡死过去的 林东方低头看了看 自己穿的还是泳裤 尝出了一口气 还好 不然估计 要把他们吓得够呛 师姐果然 还是有点喜欢我的吧 老林忽然有点飘飘然 但随后 想到两人的修为差距 努力修炼 经过一杯酒放倒事件之后 林耀峰的师姐们 就开始弄普通的果汁 不过 他们都暗暗记下了 林东方一杯酒 就不省人事这个特点 随后的几天 林东方从万宝峰万事楼 求购的火腿 啥的都陆续到了货 万事楼有点像任务发布中心 想要些什么 自己找不到的东西 每次他来发任务 都有不少青传弟子 眼巴巴的在一边看着 林东方除仙体的秘密 在青传弟子中 差不多都传开了 虽然有禁止 但手作们 隔三差五都能从林东方那 收到一些吃吃喝喝 不少弟子都尝了鲜 他们不是傻子 自然知道该怎么做 兄弟们 铁山掩耳这东西 可不好采债 我需要几个护卫 这位师弟 我祝你一臂之力 我养建三十年 听说掩耳是珍贵食材 这一趟我必须跟着 二十多个青传弟子 浩浩荡荡离开了摇池圣地 赶赴一处名山 采集长在悬崖峭壁的上的银耳 林东方想吃银耳 纯粹是馋了 这东西太贵了 而且供不应求 以前根本吃不起吃不到 现在有钱了林东方 自然要消散一下 这一茶的太岁 土搞回来六十万零食 只弄了三碗雾倒茶的量 剩下的都弄成了肥料 陆三甲和甲明 也是好不容易 等到任劍 从赤霞神朝回来讨债 任劍拿到土之后 笑得跟一朵狗尾八花一样 直接扬眉吐气地说道 有了这宝土 玄武一定能首战告捷 再过几天 就是斗兽大赛了 也叫兽王争霸 他家的玄武 要对阵火家的二话 任劍老弟 这太岁图 是我们在那个 藏宝图遗迹记里寻到的 我们还留下了不少 谢谢你啊 甲明舔着肚子 嗡声嗡气地说了一句 陆三甲也在一边笑道 这也要多谢任劍老弟 把那张藏宝图 用三万零食的低价 卖给我们啊 什么 全是在那个秘境找到的 任劍不敢耽搁 直接冲到了那 仙人秘境 这个秘境 他搜刮了十多次 自以为没有别的任何东西之后 才把藏宝图卖了出去 看到秘境里 无数个深达万丈的坑洞之后 任劍气地直接吐出 一口鲜血 他当初怎么就没学着 这两人一样 绝地万丈 看着坑洞周边 洒落的极小粒太岁图 任劍直接昏了过去 若不是他的护道人 就在暗中看着 不然这太岁图纸 不定会被谁弄了去 于是 赤霞神朝对太岁的真正存在 更加深信不疑 这太岁 已经是从这仙人秘境中走脱 然后溜进了摇池圣地 这宝土存在的时间很久了 那两个小子 卖给我们的土比较新 想来那些顶级老土 被他们珍藏了起来 可恨啊 这本应是我赤霞神朝的机缘 几个强者勘察现场之后 做出了判断 暗中 火金云咧嘴一笑 他用时间阵法 做就太岁土 还是很简单的 为了不闹出很大的动静 他不惜动用自身本源力量 催动阵法 然后 跑到宇宙边荒 敲咪咪恢复了力量 几天后 寿王争霸赛第一场即将开始 南域六大胜地之一 赤霞神朝的厄尾玄武 对阵南域中部 无冕之王火加的脚 对战地点在天火城 比赛有寿王垫 这个全北斗连锁的势力承办 连火金云也不敢搞暗箱操作的 人山人海就不说了 反正临东方之前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 气质违靡好几天的人见 今天又得意起来 不管怎么说 玄武先后服下四碗雾道茶亮的太岁土 实力疯涨了不少 等到玄武登台 不少人发出惊呼 不是说是扼尾玄武吗 现在这尾巴 已经有点像蛇尾了 而且 玄武背上的半生神蛇虚影越发凝炼 估计很快就能有虚凝食了 赤霞神朝的人都很得意 一旦玄武彻底进化完成 若干年后 赤霞神朝将无拘于任何敌人 而反观火家的脚 似乎和之前海选赛 没啥区别的样子 众人都开始不看好这儿花起来 看来火家也没什么底蕴了 火金云怕是把所有资源 都用在了他的宝贝女儿身上 包间内 林东方身边坐着萧熙月和火灵 对面是苏锦鱼和火金云 他们连零食都没准备 这场战斗在他们看来没啥悬念 等到一个白胡子老头 罗里巴缩说完了开场白 一声钟声过后 二花 敖乌 直接把玄武吞入腹中 然后抹杀了其生机 钟声的回音还在飘荡 所有人都如泥塑木雕一样 愣在原地 眨眼之间 玄武不见了 咋回事 但之后 寿王殿的人宣布道 脚 圣 两个字 像是惊雷一样 在赤霞神朝的人耳边炸开 天啊 不是说饕铁宝竹 只有真龙血脉才能修炼吗 赤霞神朝的人 垂胸顿足 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破 想当那百万零食的投入 直接打水漂 人间又狂喷一口鲜血 倒地不起 火金云发表了一番胜利感言之后 急忙带着众人回家 到家之后 二花张嘴 把那玄武吐了出来 然后他妖宠一样 坐在地上昂起头 不错 上面一点口水都没有 不愧是你二花 玄武干干净净 仿佛只是睡着了一半 林东方大喜过望 直接把之前准备的一个鲁犬牛 给二花拿了出来 二花嗷嗷一声 开始啃牛肉 玄武啊 林东方激动到颤抖 这可是连鲜艳上都极难出现的食材 他深吸一口气 探出手去按在玄武的壳子上 哄 天空中再次出现一个灵气漏斗 恐怖的灵气湍流再次出现 目标还是林东方的气海 这是 传说中的气海在开 暗中的摇池圣主 直接显化而出 他手中浮现出几颗星辰 释放出无尽的力量 只手摘星 对他来说比切肉简单多了 林东方的气海 仿佛化作了饕餮 开始疯狂吸收这些力量 此时 他已经失去了对外界的感知能力 只看到气海中 有一只巨大的玄武在折腾 混沌破碎 气海再进一步变大 十倍气海 摇池圣主咬牙切齿地看着林东方 一直以来 他的酒杯伴气海 傲视北斗星 也是无人知晓的秘密 但是今天林东方这哐当一下 就成了十倍气海 让他颇有种被打败的感觉 等到气海开辟完毕 林东方只觉得 浑身上下有用不完的力量 而玄武的血肉之力 也被充分炼化走了 他揪住玄武的一个爪子一拔 直接把那爪子拔了下来 处理这种类似甲鱼的食材 指甲必须要拔掉 轻盾玄武 这玄武还不小 等会再来个蜡炒 碰 林东方一刀把玄武的头剁了下来 然后拎着他的尾巴 让他倒立 放血 然后他就发现 玄武虽然贵为灵兽 但也是有一些欣慰的 这玄武被炼化了血肉力量 导致体型变小不少 不过也还有两米多长 玄武的壳 可以用来推演天机 能不能把壳保留下来 瑶池圣主见林东方 要给玄武开膛破肚了 连忙在一边说了一句 他这次不用暗中小偷小摸了 等会可以直接上桌 可把他高兴坏了 啊 这好说 反正这玄武的壳子很硬 也不能下锅主 林东方小心地把玄武的壳子剖开 打开之后 血淋淋的 他第一次处理甲鱼的时候 很隔硬 但整多了 也就习惯了 甲鱼的话 外壳上还有一层透明的软甲 要用热水烫一下 然后剥离 那玩意很腥很臭 内脏 呃 还有这种黄色的油脂 都要拿出去 这玄武里 居然有和甲鱼一样的黄色油脂 让林东方有点惊讶 倒是没看到 有太碎土的存在 看来都被炼化得一干二净了 把肉都剔了下来 然后把壳子递给了瑶池圣主 四肢拿来煲汤 这些肉等下炒辣椒 林东方哼着小曲 把玄武的身子 安排得明明白白 心里虽然激动 手上却稳得不行 先准备了一个大炖钟 里面放了枸杞 葱姜 还有别的一些材料 加上水 盐和胡椒粉调味就行 然后先把玄武焯水 加黄酒去腥 然后把煲汤的部位 放炖钟里就好 炖钟放蒸笼里蒸 咱们这玄武大 怎么也要半个时辰以上 火灵儿在一边 对萧熙月小声道 师姐 师兄笑得好开心啊 萧熙月点头表示同意 上次看到林东方这么开心 还是新菜板打磨好的时候 师兄啊 这玄武汤好喝吗 火灵儿跑过去 抱住林东方的胳膊 最近经常泡温泉 他的肌肤是越发的白嫩细腻了 林东方点头 那自然是肯定好喝 不过不论是甲鱼还是玄武 都是韩性食材 孕妇不能吃的 嘿嘿 人家还没怀孕 就可以多吃点了 火灵儿的话 让周围人心里都一颤 这话怎么听 怎么别扭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但是玄武的韩性估计更重 所以还是再炖点老姜鸡汤吧 林东方取出另外一个炖钟 再放进炖钟里 一些葱段 师兄 这么多姜 火灵儿呆毛震惊地颤了颤 这些生姜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噩梦 可不 多放姜去心啊 而且还能化开玄武的韩性 林东方又丢进去一些大枣 枸杞 神须之类的 调味也只用胡椒粉和盐就行了 大火猛蒸 蒸汽带出的香味 让二花都不安分地摇着尾巴 二花下一场要对战哪只兽王 林东方此时 颇有些吃着碗里 瞧着锅里的样子 这边玄武还没出锅呢 就开始惦记下一位食材 火精云摇摇头 难说 现在还有七组兽王没有对决 不过也快 一天一组 还有七天就完事了 到时候 这八位兽王再次抽签 这样 那剩下七组里 又没有看起来比较好吃的兽王 呃 这话把火精云都给整不会了 谁嫌着没事 会去研究灵兽王的味道 但火精云最后 还真找到一个合适的 我想了想 那冰封乃是双头猪的样子 应该十分美味 并封 头尾各有一个头 是和二花差不多同级的灵兽王 不过 现在的二花实力 已经不能用常理揣夺了 苏锦鱼补充道 还有一只青语捧鸟呢 捧鸟 林东方来了兴趣 他对捧鸟的兴趣 更在并封之上 毕竟带个棚子 那就是顶级血脉之一啊 并封要是能弄到 就搞个杀猪菜 捧鸟要是拿到手 就来个大盘捧鸟 三杯捧鸟 林东方掏出本子记上 刚好最近通过留影时 学会了怎么扯哭待面 不做个大盘鸡 实在对不起这门手艺 大盘鸡和三杯鸡 他来北斗星 还从未做过 第一次毕竟要讲究一些 鹏鸟刚刚好 二花呀 这几天 我再给你补一补 到时候遇到 那并封或者鹏鸟 也一定要像弄着玄武一样 弄回来 林东方挠了挠二花的下巴 二花骄傲地仰起头 眼睛里充满了自信的光芒 烙完磕 两种汤也差不多了 洗洗手开始做辣椒炒玄武 用来炒玄武的肉 已经切成了平时炒鸡块的大小 太大了熟得慢 劲而影响最后的口感 起锅热油 放入玄武肉 大火炒出肉里的水汽 然后加入 先前切好的姜蒜干辣椒 然后加黄酒 酒味炒出去之后 加酱油翻炒到上色 加的水不要太多 能到甲鱼一半的位置就行 稍微烧制一回 林东方对一边正在观摩学习的 萧熙悦和苏锦鱼 说了一下注意事项 等到水烧开之后 加盐 鸡粉调味 快速翻炒到水快烧干 就把这些青红椒放进去 炒到辣椒八九成熟就行了 林东方这边说完 辣炒玄武也就出锅了 林儿 去把那两个汤也端出来吧 得令 火林儿兴高采烈地 先把玄武汤端了出来 扑鼻的香气让他狂咽口水 然后是鲜香的鸡汤 打开炖中 玄武汤上方飘荡着一些灰光 像是极光一样 瑰丽多彩 这是玄武自带的特效 旁边的鸡汤 虽然平平无奇 但香味和玄武 可谓是相得一张 众人各自盛了一碗汤 细细品尝 林东方喝完 一口玄武汤之后 深吸了一口气 他觉得 有一股力量 直冲他的丹田 玄武可是大伯 不愧是玄武肉 我听说甲鱼肉 又被称为五味肉 煎具猪 牛 羊 鸡 鹿的口味 这玄武肉里 还带有一丝蛇肉的感觉 六味啊 火精云也是个吃货 此时不由地感叹一番 火灵儿和萧细月 喝了第一口汤之后 就有种停不下来的感觉 一顿猛喝 这才是吃灵兽的正确方法呀 瑶池圣主 喝了一口汤 又吃了一块辣炒玄武 心中暗暗一叹 旁边的二花 也在享用玄武汤 毕竟他是拿下玄武的首席功臣 等喝完了汤 太阳吸锤 林东方伸了个懒腰 打算打到回府 他对兽王争霸 确实感兴趣 但他更想一边泡温泉 一边看回放 反正每场比赛 都会被记录下来 回到妙音峰 三人照例开始泡温泉 现在即便是萧细月 也很坦然了 也不像一开始那样扭捏 玉衣的颜色 也从一开始的月白色 变成了水蓝色 火灵儿还是红色的 不过风格 有点像加了布料的小赌兜 师兄啊 今天我们看哪一场 火灵儿摸出一些流影石 这些都是苏锦渝当时录制的 海选赛精彩对局 全池上方 飘着一个巨大的金石屏幕 可以显示流影石中的画面 那自然是看轻语棚了 看看他有多大只 再看看哪里肉多 林东方十分激动地搓搓手 得嘞 火灵儿倒过了一下 然后就开始播放 轻语棚的几场对决 金石上显示出一头 看起来一盏 能有三米多的青色棚鸟 和一头白色猿猴薄纱的画面 这轻语棚的腿 可真结实 而且长 火灵儿在一边赞叹一句 他身负朱雀血脉 对神情更加感兴趣一些 林东方也很满意地说道 对 这种腿肉 适合吵着吃 萧细月苦笑着摇头 这强大的青语棚 在这俩人嘴里 已经成了一只带宰的走地鸡 他说道 你们可别小看了 这青语棚 他已经继承了一些昆蓬宝竹 到时候 二花要是能把它瞬间震杀 说不定能挖出昆蓬宝骨 这样呀 火灵儿心中顿时憧憬起来 传说昆蓬宝竹 可以画天荣地 是一种攻防一体的宝竹 那更有必要期待二花 能对上青语棚了 配上一些果汁和点心 三个人边看边吃边聊 一边泡温泉 一边看精彩的斗兽比赛 林东方觉得 这辈子最放松的时候 就是现在了 直到深夜才各自回屋 林东方最后一个起得深 诚然 看师姐师妹走出全池的美景 让她心旷神怡 最重要的 还是因为吃了玄武 捕得过了头 但等她睡着之后 一道轻盈的身影 推门而入 林东方迷迷糊糊之间 嗯 她想睁眼看是咋回事 却又沉沉睡去 师弟现在变强了很多 萧熙月目光灼灼地 看着林东方 她忽然感觉到 自己有些封不住 对方的身体了 现在林东方是十倍气海 虽然还是蛀击五重的修为 但是正面击杀 宁丹靖初期的强者 不成问题 萧熙月在不伤害林东方的前提下 很难让她彻底 安稳睡眠一整夜 哎 她轻轻一探 在林东方怀里 缩了一个多时辰 然后在她额头上 轻轻轻了一下 然后下床离开 静止走向藏经楼 她打算找找 有没有什么 让林东方多睡一会的秘书 等萧熙月走后 姚池圣主面无表情的显化真身 凤袍滑落 她一脚把林东方踢进床里面 顺带着也把她彻底封住 然后上床 从背后抱着林东方 这臭小子 姚池圣主咬着牙 她忽然想辞去圣主这个职位 那时候和林东方相处 会简单很多 叫你喝玄武汤 憋死你算了 次日 林东方先揉了揉屁股 这屁股怎么忽然好疼 这隔三差五的被鬼压床 有点遭不住啊 是不是被古书上说的 红毛不祥盯上了 她忽然打了个哆嗦 北斗星的红毛不祥 可是很出名的 暗中的姚池圣主气地 攥紧了拳头 恨不得邦邦给她两拳 今晚你等着 看我怎么料理你 姚池圣主冷笑一声 然后回水经仙宫开会去了 林东方又打了个哆嗦 师兄啊 今天太阳这么好 你都做什么 火灵儿翻过院墙跑了过来 手里抓着一根炸鸡腿 她别的烹饪技术不太行 搞油炸很有天赋 不过鸡腿是林东方昨晚腌制的 她只能负责炸一下 唉 就是觉得好像有点鬼压床 林东方贪贪手 火灵儿想了一会后说道 师兄 我觉得你那不是鬼压床 而是神游太虚状态 林东方摇头 神游太虚那我也能感觉到 在神游啊 我当时就感觉自己 被困在身体了一样 嗯 火灵儿呆毛颤了颤 光滑闪了闪 这样吧 今晚我陪师兄睡 我有朱雀血脉 万邪不亲 鬼压床 一定不会发生的 火灵儿挺直腰板 一副很有把握的样子 林东方总觉得 这个提议哪里不对 但是又没发现哪里不对 但为了摆脱鬼压床 他点头道 那行 今晚我们就一个屋睡一下 我睡地上你睡床上 火灵儿兴刀采烈的点点头 终于又在攻略师兄的进展上 迈开了一大步 到时候鬼不压师兄 他自己可以压 咦 师姐呢 林东方这才发现 萧熙月居然没出来吃早饭 师姐一早从藏经楼回来 就在闭关 说是要学一些更厉害的秘书 火灵儿挠挠头 我也不知道为啥 林东方叹道 师姐如此轻奋刻苦 我们也不能落下呀 于是 俩人刻苦了一天 火灵儿在摆弄她的空火树 林东方施展风回九转 到处闪现 等到了晚上 火灵儿贼兮兮地跑回屋又跑出来 身上的衣服已经换成了浴袍 师兄呀 你看些好看的 你可别害怕 林东方挠头 师妹 为什么好看和害怕 能扯上关系 他不理解 火灵儿一本正经地说道 就是可能我觉得好看 你可能觉得害怕 随后他狡黠一笑 师兄等会要是害怕了 可以扑到我怀里哦 林东方不服了 居然被一个小丫头给瞧不起了 你都不害怕 我能害怕 林东方大步走进温泉里 然后就看着火灵儿 在那开始捣鼓 等到金石屏幕亮起 林东方倒吸了一口冷气 不详实录 四个大字首先出现 他头向后痒了痒 他万万没想到 火灵儿居然收藏有这种东西 坎比禁忌级别的恐怖片 不想两个字一出现 林东方觉得这温泉水 都有点开始发凉 周围飘荡的水汽 也变得阴森起来 火灵儿拿过一边的遥控阵法 调暗了屋里的亮度 灵儿啊 这亮度调低做什么 火灵儿笑嘻嘻地说道 当然是为了看清呀 师兄你该不会怕了吧 此时屏幕上是第一人称视角 一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在一个地下迷宫里 水正中间有一条划不开的血线 还冒着丝丝缕缕的黑气 林东方咧咧嘴 这溪水上游 不论出现什么 他都不会觉得奇怪 太诡异了点 然后他就感觉自己的手被握住了 低头一看 火灵儿已经屏住了呼吸 直勾勾地看着屏幕 灵儿 你也是第一次看这个不祥实录 对啊 听说悟到茶秘境 到时候会有不祥啥的 现在我们也好提前了解一下 林东方心里一暖 火灵儿虽然看起来不着调一点 但心思还是很细腻的 还是师妹想得周到 嘻嘻 那当然了 火灵儿往林东方怀里靠了靠 他嘴上说着不怕 有意思 但是看到这些邪门的景象 还是有点畏缩了 呼 忽然 屏幕上的画面一转 然后一只高达一丈 浑身红毛 青眼獠牙的不祥就出现了 哦吼 沙哑的嘶吼声 让人听着就头皮发麻 更别说嘴角流出的那新红色液体 和长毛上粘着的杂七杂八的东西 火灵儿哆嗦一下 小脸刷白的往林东方怀里一钻 这不祥的红毛 给人一种血腥恐怖的感觉 完全不吉利 林东方到现在却不怎么怕了 他一边轻轻抚着火灵儿的后背 一边仔细观察 接下来的出现的那些不祥 看起来 每个人遇到的不祥实力 都和自身相差无几啊 书上说 不祥事先的残碎灵食所化 也有人说是仙剂炼的邪物 也就是这不祥不能吃 不然高低给你来的大火爆炒 小火慢炖 林东方的话 让这诡异的场面 更添加了几分大恐怖来 火灵儿咽了口口水 这家伙到底是多么强悍的内心 才能在看到不祥之后 依旧充满食欲的 他不知道的是 林东方这只是一个厨子的本能罢了 等看完了不祥实录 火灵儿还是腿脚发软的状态 他也不知道自己咋回事 明明胆子很大的 师兄 我们去睡觉吧 你抱我 火灵儿直接赖在林东方怀里不起来 那也要先擦干净身子才行 这还不简单 等一下用火焰烧一下自己就行了 火灵儿眼睛眨了眨 要不师兄你帮我擦 呃 这还是算了 林东方把火灵儿拦腰抱起 走出温泉 然后就看到怀中少女头顶的呆毛颤了颤 一缕金色的火苗一闪而湿之后 两人身上的水珠就都消失了 这一招火灵儿练习了一整天呢 回了屋 把火灵儿放在床上 林东方刚想转身去打地铺 手就被对方拽住了 师兄啊 我现在好怕 你就也睡在床上陪我吧 火灵儿很满意 现在的发展都在按照他的计划来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是真的被吓到 所以就选了那个诡异实录 然后就真的被吓到了 他觉得今晚肯定会做噩梦 林东方眉头挑了挑 怎么感觉事情不对劲了起来 看着这丫头小脸刷白的样子 倒不像是在说假话 于是他在床边躺下了 好了好了 以后可别再看这种恐怖的了 还不如看多瘦大赛呢 林东方捋了捋火灵儿的呆毛 睡觉吧 别乱想 容易做噩梦 哼 火灵儿扁扁嘴 忽然搂住林东方来了一个大翻滚 把他直接给带到了床里面 呼呼 直接秒睡 林东方咧咧嘴 没想到火灵儿还有这种操作 这一夜 两人睡得都极其安稳 既没有鬼压床 也没有做噩梦 四日一早 林东方伸了个懒腰起床 发现火灵儿一边缩着手指 一边说着梦话 小酥肉 干拌面 然后肚子就咕噜咕噜叫了起来 说起来干拌面 还真差点忘了做 林东方起身 洗漱进了厨房 开始准备做热干面 北斗星这边 有种奇异的植物 叫做划手草 磨成浆液蒸发水分之后 就会留下天然的食用碱 所以 这边有卖现成的碱水挂面 这种挂面 在北斗星最流行的吃法 是做成麻辣拌面 通红油亮 一口下去 十分过瘾 林东方起锅烧水 准备煮面 吃热干面啊 那还得来点煎豆腐 他把两块老豆腐切大片 平底锅刷了油 开始煎豆腐 滋滋啦啦 热油爆响了豆腐的香味 一份热干面 一份煎豆腐 这是他当年固定的宵夜搭配 嗯 师兄呢 大床上 火灵儿迷迷糊糊伸手抓了抓 然后鼻子动了动 好像 师兄一大早就在弄煎豆腐 火灵儿瞬间精神百倍地跳下床 先回屋换了身衣服 然后冲到厨房 师兄早呀 昨晚没被鬼压床吧 还真没有 灵儿有没有做噩梦 也没 我梦见师兄做好吃的来着 火灵儿笑嘻嘻地说道 师兄除了煎豆腐 还打算做什么 芝麻酱拌面 你先把这芝麻酱和香油搅拌均匀 搅拌能拉线就行 得令 火灵儿美滋滋地开始搅拌芝麻酱 旁边煎豆腐的香味 加上这芝麻酱的浓香 让他的肚子开始疯狂抗议 火红的呆毛嚣张地摆了摆 搂着师兄睡了一晚上之后 一醒来就有梦见的好东西吃 这日子太幸福了 林东方把旁边的豆腐都给翻了个身 淋上酱油和醋 然后 把面条煮到八九成熟之后捞出来 淋上香油开始担面 火灵儿还是第一次见到拌面 有这种操作的 其实担面这一步 林东方有时候偷懒 会用过冷水代替 反正自己吃 无所谓是不是很正宗 但是为了让火灵儿 吃上这正宗的地球热干面 他决定做到尽善尽美 担面 直到凉透 面条根根分明 火灵儿也把芝麻酱搅拌好了 把面条放大漏勺里 然后回到开水锅里 烫20个树之后 提起来使劲抖一抖 因为这面条的量比较大 然后往面条上加酱油 陈醋 卤肉汤 再美美地来上一些芝麻酱 撒上葱花 火灵儿咽了咽口水 他很想直接抱走这盆面条 开始拌 林儿 酸豆角吃不吃 吃 红油萝卜丁吗 吃 林东方给他加了两勺 然后一挥手 好了 端过去开拌 哦 火灵儿欢呼一声 抱起这一盆热干面 冲进旁边的餐厅开灶 林东方先把豆腐都加出锅 加上麻油辣椒油 和葱花香菜蒜汁 然后端上自己那份热干面 也进了餐厅 师兄 嗯 这面 好吃 越吃越香 劲道 和这酸豆角和萝卜丁绝配啊 火灵儿吃的嘴角 都是芝麻酱的痕迹 眼睛里满是惊喜的光芒 他没想到 这拌面能这么好吃 来 再吃吃这煎豆腐 好 火灵儿加了一块煎豆腐 这外脆里嫩的豆腐 微酸中带着一丝麻辣 更放大了嘴里芝麻酱的香味 好吃 火灵儿筐筐开噪 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 林东方也不甘示弱 筐筐猛噪 吃完了各自的一盆面条 两人摊在椅子上揉了揉肚子 再喝上一口牛骨汤条的紫菜牛肉丸汤 舒服到了骨子里 这才叫休闲养老啊 师兄啊 这面条忽然给我一种上瘾的感觉 我有种明早吃不到 就很难过的预感 火灵儿忽然做起来 一脸严肃的说道 林东方嘿嘿一笑 反正过程你都看到了 明早可以自己试着 做一小碗 等熟练了再多作弦 小碗 指的是普通面碗那么大 大碗 就相当于他们刚刚用的这个和面盆 好 吃完早饭 给那些牛肉鸡鸭鹅各自归位 又开始了悠闲的摸鱼时光 安逸啊 林东方躺在瑶瑶椅上看着书 火灵儿在一边照看菜地 捉虫除草啥的 等到中午 双喜灵门 天火城传来喜讯 清与鹏战胜了对手 晋级下一轮 有可能和二花对战 万事楼也传来喜讯 炎儿搞回来了 等林东方到万事楼一看 好玄没晕过去 居然有一千多鸡 也就是在这北斗星能短期内 搞来这么多 炎儿只生长在悬崖峭壁上 极难采摘 宝贝炎儿哦 林东方倒不打算直接开灶 等到以后炖鸡炖排骨 煲汤的时候 都可以加一些进去 稀罕完这些炎儿 他把火晶云之前 送他的悬空木拿了出来 以后造飞行大船的话 造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林东方铺开一张纸 开始一顿画 要是在地球那边 这就叫设计自己的私人游艇 混合私人飞机啊 火灵儿看完这草图之后哑然 他发现 林东方居然是对着那些 飞行小船画的 不过 上面加了厨房啥的 师兄 你打算要造多大的船 一言惊醒梦中人 林东方还真没考虑过 具体要多大的 像是圣地战船 最大能有三千丈长 一个圣地最多一两只 多了也很难造出来的 火灵儿下意识地认为 林东方要造就要造最大的 圣地战船用的是法阵驱动 不灵活 而且消耗巨量零食 只有在圣地大战的时候 才会出动 林东方摇摇头 他思前想后 考虑再三才做出决定 三十丈就差不多了 三十丈 差不多百米的样子 这样厨房啊 卧室啥的都能安排上 不拥挤 但也不浪费地方 设计了半天 还是有点稀里糊涂 林东方果断放弃了 自己设计的念头 设计这件事 还是交给牧师姐吧 他内行 正好也去林耀峰 看看那些豆角长好了没 到了林耀峰 发现七位师姐都在闭关 上次的佛跳墙吃多了 这些天 林耀峰上下事务 都有手做张灵打理 这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小儿科 林东方看着藤腕上的油豆角 十分满意地点点头 他最喜欢就是这种油豆角 宽大 肉质厚实 但是容易熟 特别是里面的豆粒 宝马 而且很香 东方 你需要悬空木之类的材料的话 我倒是知道一个小秘境 里面有一根虚空兽的脊骨 张灵得知 林东方要造飞行大船之后 思索了一会 在久远的回忆中 寻到了一丝线索 虚空兽 火灵都惊呆了 那可是灭绝的比真龙 都早的古老生物啊 林东方愕然 他在史书上都没看到过 关于虚空兽的记载 那是个静置非常强的小秘境 限定名单三重以下的修士 才能进入 我当年进去之后 寻到了不少早已灭绝的灵药种子 那是一个被时间遗忘的秘境 张灵露出一丝怀念之色 那时候 他和火灵差不多大 但是一晃这数千年就过去了 前辈 那处秘境在哪 我这就去 林东方可不想耽搁 有时候错过一秒 就是错过一辈子 我带你们去 张灵是个急性子 他先暗中给摇池圣主传音 然后带着两人 飞出摇池圣地 他通天八重的修为 速度也是极快的 摇池圣主 一边坐在林东方的摇摇椅上 吃着热干面 一边看着三人的动向 万里外 张灵在一个小河谷内停下 其貌不扬的河谷 两旁甚至被周围的村民 种满了庄稼 不少孩子在小河里摸鱼桌下 河岸边上的炭火里埋着玉米 这幅景象 让林东方想起了 小时候在姥姥家河里摸鱼 他和小伙伴 也会先挖个坑烧一些炭火 然后在里面放上玉米土豆啥的 三人的到来 没有惊扰到村民们 直接来到山谷最深处 走过一个迷阵之后 这山谷内就变了样 本来只有二十多米深河谷 骤然变得深达万丈 光滑的峭壁 很难让人不怀疑 这是某个大佬 一箭展出来的 又往前飞了百多里 三人面前出现一个巨大的光门 高足有两百多米 你们要小心 这里面有不少使钱兽类 虽然境界都被压制在宁丹境初期 但也不是好惹的 若是不敌 直接原路返回退出来即可 张灵小心地叮嘱着 穆青城等人 早些年都被他送到这里来历练过 里面的存在 他们都一清二楚 只是那虚空受谷 似乎是为资质超绝的人准备的 像是穆青城他们 资质比火灵儿 或者萧熙月 都还是差了一点 多谢前辈 那我们进去了 林东方深吸一口气 他原以为要等到误道查大会 不想今天就要完成 第一次下副本的成就了 火灵儿之前探索过几个秘境了 他倒是不紧张 迈步走进那水波一样的光幕 林东方眼前忽然一亮 这是一个方圆 只有百里的小世界 比火家祖地还小 蔚蓝的天空中 虽然没有太阳 但是周围都亮堂堂的 白云飘飘 近处是一处宽广的草原 远处有几座 被茂密森林覆盖的小山 还有河流湖泊 鸟兽欲人不惊 他们都用好奇的目光 打亮着林东方和火灵儿 好可爱的小猫 不远处 一直长着一对 洁白翅膀的黑白条纹小猫 正在扑蝴蝶 这小猫不算尾巴的话一尺来长 四个爪子都是雪白色的 浑身毛茸茸 明亮的大眼睛 可爱无比 火灵儿刚靠出去 那小猫就紧觉得一扇翅膀 一阵狂风就把他给吹得跌坐在地 天哪 这看起来没什么修为的小猫 光是扇了一下翅膀 就差点把我吹飞了 简直就是神猫 大眼睛震惊地竖了竖 林东方把他从地上揪了起来 张前辈和牧师姐他们 都先后来过这秘境 都没抓到过这小猫 咱俩还是先别轻举妄动 哎 这倒也是 张前辈说 那虚空兽的骨头 就在那边山里 咱们先把骨头拿走再说 火灵儿一一不舍地 看了一眼那小猫 长翅膀的小老虎多见 但是长翅膀的普通小猫少见 两人快步走向那几座小山 等走到山脚下的时候 林东方愣住了 本来下一步就可以往山上走了 结果一步迈出 这些山像是使用了缩地成寸一样 刹那间远离了他十里距离 灵儿 我怎么看到这山 跑了 火灵儿揉揉眼睛才说道 师兄 我看到了和你一样 看来不是幻想 追 俩人一路狂奔 再次来到山脚下 不过这次两人没迈出 那关键性的一步 所以 这山还没再次逃跑 要想办法上山才行 张前被说 资质要够 我的除道资质 肯定是够的 林东方左思右想之后 觉得用骨头汤 来诱惑一个骨头 不太靠谱 师兄 要不试试 你的十倍气海 火灵儿在旁边嘀咕一声 一言惊醒梦中人 林东方还真就把十倍气海的事情 给忘得差不多了 然后他直接火力全开 哄 沸腾的气海内 无尽的力量汹涌而出 折腹于此的太阳真火 此时也暴动起来 化作一道烈焰瀑布 逆空而上 以林东方为中心 方圆百米内的土地 像是被狠狠砸了一拳一样 出现一个巨大的凹坑 璀璨的光芒 化作九道神环 在背后浮沉 让林东方看起来像是神君灵士一样威严 火灵儿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现在宁丹二重的修为 居然没把握 打赢助鸡五重的林东方 石被气海对战力的增幅 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地步 咔咔咔 近前的小山感应到 林东方这恐怖的力量之后 居然真的做出了回应 小山表面骤然裂开 同时一道浩大的声音响起 若想的宝骨 须通过试炼 进一步死 退一步生 林东方坚定地踏前一步 这可是他第一次下秘境 一定要有个完满的结果 很好 一往无前 有无道风采 嗡嗡嗡 随着一阵震翅的声音 一群暗红色的小怪物 从山中飞了出来 林东方定睛一看 倒吸了一口冷气 居然是一群巴掌长 长着这条翅膀的小龙虾 居然是小龙虾 林东方一边说 还一边咽了口口水 来北斗星之后 吃了海底的大龙虾 但是小龙虾还没来得及做一次 这不是小龙虾 是鹿魂虫 暗中的声音再次响起 好好好 鹿魂虫 林东方平心静气 这次可真是正八经的战斗了 不能有丝毫马虎 他直接祭出了太阳真火 猛火 哄 无尽的金色神火 直接包围住了那上万鹿魂虫 但料想中小龙虾 被烤熟的场面没有出现 师兄 你仔细看 这些小龙虾身上 还长着红毛 火灵儿很焦急地喊了一声 他们似乎是被不祥污染过的 小丫头眼里很好啊 这些鹿魂虫 确实是一种史前小龙虾 但被不祥污染过后 就变得凶暴无比 而且可以直接攻击人的灵魂 所以我给他们 取名叫鹿魂虫 暗中的声音 让火灵儿心里一沉 不祥 还专门攻击灵魂 这玩意太厉害了吧 啥 不祥版本的小龙虾 这下 我还真要看看 你们能不能吃 林东方昨天刚感叹 红毛不祥不能吃 今天就遇到了红毛小龙虾 实在是幸运啊 你给我下来吧你 林东方知道 太阳真火 对不祥有极强的压制能力 但反过来也是一样 现在就看 是他的气海力量先耗尽 还是这一万只鹿魂虫 先被他处理完毕 他手上像是戴上了猎咽手套 直接抓住一只鹿魂虫 开始处理 咔吧 金胶剪直接剪开虾头 见到金胶剪之后 暗中的存在欲言又止 万万没想到 一个助击镜的小后生用的 居然是镀截镜的工具 不过他也知道 即便没这金胶剪 林东方也能用蛮力捏爆虾头 大差不差 哇 这虾脑金黄金黄的 林东方取出一个盆子 把虾脑扔进去之后 又把小龙虾的腿和翅膀剪掉 揪住龙虾尾中间 那个小尾巴一拧一拽 虾线就被拽了出来 于是这不想小龙虾 鹿魂虫就死透了 处理完一个 下一个 林东方这句话 像是地狱的魔鹰一样 让众多鹿魂虫都颤抖一下 虽然他们没有智力可言 不过有本能 也能感知到恐惧啊 林东方使用十八摩 开始疯狂捕杀这群小龙虾 时间慢慢地流逝 林东方的气海神力 也消耗了一半 毕竟这是鹿魂虫 他在处理一只的时候 早就被啃得一干二净了 九倍气海和十倍气海 虽然看起来差距不大 但神力储量却是天壤之别 收工 等到最后一只鹿魂虫 变成了等待下锅的小龙虾 林东方尝出了一口气 试炼通过 暗中的声音响起 就这一万只了 你还想要多少 远处 那白翅膀小猫扑扔着翅膀飞来 两只前爪抱着一根 三米来长的脊椎骨 呃 你就是暗中的前辈 林东方把那入手 一点重量都没有的骨头 直接丢进储物界 然后仔细打量着面前的小猫 怎么 本尊不像是室外高猫 小猫端坐在他面前 舔了舔前找之后 用十分威严的语气回了一句 呃 太像了 不过这秘境 就你一个人 呃 猫 嗯 就本尊一猫 我要看守这个地方 小猫一看 就是无尽岁月 没和外人说过话了 此时主动找话题 他把林东方和火灵 领到一个小壶前 乖乖 好多小龙虾 这叫天蝉小龙虾 小猫在一边严肃纠正道 没看到那蝉翼吗 啊 不好意思 试镜试镜 好多天蝉小龙虾 清澈的湖水 可以轻易看到底部 足有几十万只小龙虾 在湖底趴着 小猫说道 只有啃食过不祥的 天蝉小龙虾 才能净化成鹿魂虫 这玩意 能啃食不祥 林东方都惊呆了 北斗星迄今为止 还没有一种 办法可以根治不祥呢 一旦被不祥染上 只能靠自己 对 这就是我琢磨出来的办法 小猫傲然仰起头 满意地看着 两人震惊的样子 尾巴抖了抖 这被当成 室外高猫的感觉 真爽啊 火铃小声嘀咕道 我怎么感觉 其实是这天蝉小龙虾 天生能啃食万物呢 大胆 这可是本尊的发明 而且这天蝉小龙虾的 培育方法 只有我知晓 小猫尾巴竖了起来 林东方哑然 看小猫这踩了尾巴一样的反应 看来火铃还真说中啊 前辈 我们先走了呀 以后我们要是沾染了不祥 一定会来你这求助的 他把之前处理好的小龙虾收起来 领着火铃就要走 他还着急回去做麻辣小龙虾呢 等等 小猫扑扔着翅膀 飞到两人面前 前辈有何吩咐 嗯 那个 本尊需要被十倍弃海的人带着 才能走出这秘境 光凭我自己是走不出去的 林东方愕然 还有这回事 我说前辈 你该不会是什么大魔王吧 我呸 你才是王八 本尊乃是气灵 不能和本体分隔太远的 小猫尾巴甩甩了 远处飞过来一个拳头大小的粉色精英 硬 也是一种法宝 杂人效率一流 但林东方第一次见到粉色的大硬 更第一次见到 硬上面雕刻着一只小猫的 仙气 火铃儿惊呼一声 然也 本尊就是这猫仙硬的气灵 小猫莫如那仙硬 散发出阵阵纤维 不过我这本体破损了一点 以后拿我去欺负人行 但是和别的仙气 硬汉修怪本尊六之大吉啊 呃 林东方挠挠头 这位还真实在 你放心 我们可不会拿你去打架 他打定主意 要把这小猫带出去 别的不说 光说这品质极佳的小龙虾 就值得他这么做 前辈 那你先把这些小龙虾收起来 然后我们就出发 好 小猫也顾不上纠正是天产小龙虾了 直接把那个湖泊 拒进到本体内 这秘境里也没啥宝贝了 走吧走吧 小猫又蹦出来 蹲在林东方肩膀上催促着 出了秘境 林东方先对张灵施礼道 前辈 虚空宝骨我已经拿到了 张灵见到那小猫之后 震惊地看了林东方一眼 然后急忙把他们都带回摇池圣地 原来是你这小猫 把当年从我这偷走的鱼交出来 西黄境内 走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狱 直接一把揪住了小猫的后颈肉 西黄境内的气灵老奶奶 被摇池的人尊称为仙灵 平时很少露出真身出来走动 放我下来 小猫四条小短腿 和一对小翅膀可敬地扑腾 但仙灵老奶奶的手跟钳子一样 她怎么努力也是无济于事 好可爱啊 火灵儿在一边眼巴巴地看着 这小猫奶还有刚刚在秘境里 那威风扒面的样子 小猫扭头看向林东方 小子帮我求个情 以后我帮你抓龙虾 林东方头向后痒了痒 这小猫这么快就投降了 不过看到仙灵老奶奶 示意的目光后 她直接进了厨房 林儿 过来帮我烧火 来了 小猫虽然可爱 但是帮师兄生活更重要 林东方刚刚消耗了大量力量 现在懒得自己生活 厨房外 小猫还在挣扎 臭小子 我就知道不能指望你 你当年偷了我三条龙鞋鲤鱼 这回落到我手里 看我不把你的猫毛都耗光 仙灵老奶奶 不知从哪搞来一根藤条 照着那猫屁股就来了一下 别打了别打了 我用天蝉小龙虾陪你就是了 小猫疼得浑身的毛都炸开了 她是真怕仙灵奶奶 把她屁股打成八半 没听过这玩意 就是这种小龙虾 可以啃食不祥 一想到这小龙虾的特异之处 小猫又趾高气扬起来 抖了几下 扔出几个小龙虾 只要你饶了我 我就帮你们培育出足够的小龙虾 到时候解决了不祥的隐患 世人还不得把姚池 当成宝贝疙瘩工程 仙灵老奶奶听到这话 沉默了一回 她转身看向另一边 圣主 你怎么看 小猫一看到姚池圣主 顿时老实了下来 仙灵老奶奶也是气灵 气灵是无法消灭气灵的 但姚池圣主可以 小猫有种感觉 就算是她圆主人在这 恐怕也要对这个 资质离谱的后背 有三分忌惮 这个后背强得可怕 姚池圣主看了看那些小龙虾后 沉思一回 先尝尝味道再说 呃 你说啥 小猫晃了晃脑袋 大眼睛震惊地看着姚池圣主 堂堂圣主 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 但就在此时 旁边的雄伟建筑里传出 呲啦 的一声 是什么东西 落入油锅中的声音 好像 不对 这个大殿居然是厨房 小猫震惊地发现 以她仙气之灵的身份 居然无法看穿 这厨房内部的构造 当然 这也跟她本体有缺 不复巅峰状态有关 仙灵老奶奶忽然道 小猫 这厨房内 是我姚池最大的秘密 你要是不打算 留在我姚池圣地的话 我们等会直接 把你炼化了算了 免得你这大嘴巴 到处乱说 其实 关于小猫这件事如何处理 她真有点难办 小猫的原主人 和姚池始祖亲如姐妹 要不小猫当年 也没机会溜进来偷鱼吃 别借别借 我可是一个老实猫 等会让那小子出来 我直接来个滴血认主 十倍气海 又被姚池如此看重 小猫已经认定 要林东方当她的新主人 不然 她就凭她当年 把姚池最后三条龙协理于祸害了 仙灵 把她回炉重铸 都是轻的 仙灵奶奶和姚池圣主对视一眼 都发现了彼此眼中的笑意 三条龙血鲤鱼的旧杖 换来这么一尊仙气 不亏的 而且还有 这神异的小龙虾 此时 林东方正在炒料 师兄 这姜片和原葱炸完了好香啊 火灵吸了吸鼻子 那可不 这炸完的姜片 还可以留着煲汤 林东方把锅里火 往炒好的葱姜 有里加了蒜粒花椒粒和干辣椒 又下入火锅底料 麻辣味瞬间弥漫开来 等到火锅底料被炒化 再把锅放回火上 加入虾脑炒熟炒香 最后加一勺黄酒 和足够的水大火烧开 然后下入刚刚炸到尾巴打卷的小龙虾 酱油 盐 胡椒粉调个味 开始小火焖 东方啊 这小猫说要认你为主 来滴血认主吧 仙灵老奶奶招呼了一声 林东方都没料到 小猫这么快就白给了 于是走出厨房 开始滴血认主一试 厨房里厨子流血 可不是好事 一滴血落在那粉色精硬上之后 林东方骤然感觉自己 和小猫有了一道玄妙的联系 嗯 居然是母猫 之前那么神秘厉害严肃的样子 林东方震惊地看着小猫 他没想到 这家伙居然是个母的 母猫怎么了 母猫就不能充满威严吗 小猫张牙舞爪地比划了两下爪子 声音也变成了一个少女婴 不负之前的浑厚威严 这乃胸可爱的样子 让火灵儿满眼都是小星星 嗯 气灵猫 不用准备猫杀和猫粮了 还不掉毛 真好啊 林东方把小猫召唤到手里 翻过来掉过去的观察 滴血认主之后 他就可以随意召唤小猫了 这倒是十分方便 小子 你对本尊客气一点 要是你有眼力见 以后本尊说不定教你一部矿石古经 别人从来都没学过的 小猫做出威严状 虽然已经认了林东方为主 但他想拿捏住林东方 但林东方啥都喜欢 唯独仙精对他没啥吸引力 仙精我不要 这虚空兽骨多多易善 或者悬空木之类的 林东方现在就惦记着这种材料 到时候有了飞行大船 再带着小猫 天下之大 都可去的 遇到不服的 直接用仙气砸过去 嗯 你要那种空间材料做什么 那根虚空兽宝骨 嗯 小龙虾 啊不对 陆魂虫熟了没 小猫已经闻到了小龙虾的香味 没呢 要闷一盏茶的时间 一盏茶的时间 也就是十分钟 我要那些材料 是想造一艘飞行大船 大概三十丈长 小猫嘀咕道 三十丈长的船 有虚空兽骨也就差不多了 主要是船上的建筑 我知道一个宫殿法器的下落 那玩意虽然不是仙气 也没有气灵 但是防御力极强 还有这种宝贝 在哪 林东方顿时来了兴趣 他这下的一趟副本 弄到了虚空宝骨和小龙虾 还有这小猫 这下副本果然是报复的不二选择 哼 以你现在的实力 去了也是送死 熟了没 什么熟了没 陆魂虫啊 林东方无奈 这才过去三分之一的时间 莫入胃呢 哦 那刚刚说到哪了 说到我现在的实力 去了也是送死 对 你现在去了也是送死 怎么也要等到原因境界再说 我说 时间差不多了吧 再等等 这都冒出香味这么久了 要入胃 入胃你懂吗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小猫说了十几次 熟了吧 二十多次 可以吃了 等到小龙虾出锅 小猫第一个窜进餐厅 林儿 拿一盆小酥肉 得令 火灵儿抱着一盆小酥肉 欢天喜地地跟在林东方背后 一千只小龙虾 泡在暗红色的麻辣汤汁里 看着 就让人口水横流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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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猫震惊地看着这一大盆小龙虾 看着上面飘荡着的道运 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小子 你还是除道铁 嗯 你居然知道除道铁 林东方一惊 哼 本猫博学多时 可不是一般 气灵能比的 当年本猫 开始流浪之后 曾经误入一个 很古老的小世界 里面有一本翻得开 但是拿不走的古书 上面推测了后世 可能出现的各种体质的特点 天蚕小龙虾 也是那本书上 记载的一首之一 这样啊 林东方悚然 这让他想到了苏家十足 这些恐怖的存在 能遇见未来 真的可怕无比 行了 先不说那么多了 趁热吃要紧 小猫咽了口口水 爪子一挥 一只小龙虾 就飞进了他的嘴里 咔咔地嚼了几下 随后 他看向林东方的目光 不一样了起来 这小子 居然能把小龙虾 做得这么好吃 人才啊 没想到 被不祥浸染过的小龙虾 肉质反而更加紧实 也更香 林东方剥开虾壳 把虾肉在汤汁里 又摆了百菜放入口中 香辣弹牙的龙虾肉 在口感上远超之前 吃过的任何虾肉 而且 这小龙虾是有翅膀的 翅膀跟那里 有一小块肉 非常紧实 口感极佳 好了 好吃 火铃吃的小脸通红 他面前有一滴辣椒油 龙虾肉在上面沾一下 顿时就够辣了 林儿 这小酥肉 在龙虾汤里沾一下 也是非常好吃的 林东方来了 一块麻辣小龙虾味的小酥肉 好吃到眯起了眼睛 真的 火铃儿仿佛打开了新世界 一口小龙虾 一口小酥肉 龙虾肉软嫩弹牙 小酥肉外酥里嫩 好吃到他想哭 旁边摇池圣主 和仙灵老奶奶 也是有样学样 吃得十分过瘾 吃完小龙虾 摇池圣主 和仙灵奶奶 召集手作们开会 讲了一下小龙虾 和小猫的事情 所有手作都猛猛 他们当中不少人当年 都被不祥折腾过 因为那玩意 实在是无孔不入 厉害点的秘境里 都有那么一两只不祥 这不祥小龙虾 真的能吃 真的好吃 经过林东方烹饪过的小龙虾 麻辣鲜香 随着摇池圣主的描述 不少手作都开始咽口水 麻辣的东西 他们都吃过 但麻辣不祥 没吃过呀 这天产小龙虾 需要啃食不祥 才能进化成 更好吃的鹿昏虫 我看 不如在圣地外圈一个地方 专门给天下修饰 治疗不祥上身 收费可以适当低一些 但也不能白干活 我看行 众多手作一番商议之后 一个专制不祥的小山头 就落成在了摇池圣地外 由独孤号坐镇 小猫 这小龙虾 在哪样比较好 林东方本想着 在厨房旁边整个小湖 但又舍不得那块菜地 小猫懒洋洋地 躺在软垫上晒着太阳 这好办 我去教一下 玉兽风的人怎么样 他爬起来 先伸了个懒腰 然后舔了舔爪子 扑扔着翅膀 飞向玉兽风 前辈 气凌大人 玉兽风呼呼啦啦 跪下去一大片 小猫着实威风了一把 然后 说了一下养殖小龙虾的事情 程大发高度重视这件事 亲自动手搞出来一个湖泊 又刻画了一个阵法 把小龙虾们放了进去 说起来 这天产小龙虾的特性 能不能弄到鱼和羊身上 到时候 用不祥的鱼和羊 做个鱼咬羊吃吃 那肯定赛过活神仙啊 程大发蹲在湖边 开始琢磨 日子 就这么悠闲地继续过着 两天后 林东方开始 捣鼓下次悟道艳用的 佛跳墙高汤的时候 消息越出关了 轰隆隆 他又开始杜劫 小猫在餐厅的猫窝里 爬着晒太阳 听到雷声之后 一对翅膀动了动 把耳朵给盖住了 火灵儿就蹲在小猫旁边 见到对方翅膀 还有这种作用 震惊到呆毛颤了颤 林东方开火 做蒜香小龙虾 又煮了一些面 最后淋上 焖小龙虾的汤汁 嗖嗖 小猫和火灵儿 争先恐后地 来到饭桌前 师弟 每次度节过后 能吃上你的饭菜 真是让我都快喜欢上了度节 消息越红着脸 小声说了一句 林东方嘿嘿一笑 然后说了一下 小猫和小龙虾的事情 她本以为消息越 能惊讶一下 但对方只是在 专心吃着小龙虾 其实对消息越来说 这些都不重要了 她只想赶紧到晚上 试试这两天 新学的封印术 一边的小猫 狐疑地看了看林东方 又看了看消息越和火灵儿 耳朵抖了一下 然后她轻轻嗓子 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 小子 我决定搬去玉兽峰去住 为啥 我担心成大发的毛头小子 会把那天残小龙虾 给养坏了 小猫想出了一个 有理有据 令人信服的原因 成前辈的话 应该没问题吧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那本尊就先过去了 以后午饭的时候 我会过来 小猫打包了一些小龙虾 带上猫窝光速跑了 这小猫 林东方觉得 有点懵圈 师兄 我觉得 我又要闭关了 火灵儿吃了几口小龙虾之后 觉得有点遭不住了 林东方又给他包了几个小龙虾 多吃点再去闭关 快点变强 这样就能吃得更多了 嗯 我怕师兄今晚 又被鬼压床呀 火灵儿这句话 引起了萧熙月的警觉 第一仙子 竖起了耳朵 林东方笑道 没事 现在连不祥都吓了毒 想来不会再有鬼压床了 火灵儿将信将疑地点点头 然后看向萧熙月 师姐 师兄睡觉 总容易鬼压床 要不你今晚 给他做个法术啥的 但他忘记了一点 在这妙音风上 连摇池圣主 都经常来的地方 寻常的鬼 怎么能压到林东方的床呢 萧熙月微笑着点点头 温泉池内 萧熙月这次穿的是 一身杏黄色御衣 款式要比之前的 月白色和水蓝色 微微大胆一些 林东方瞥了一眼 就被吸引住了目光 萧熙月轻柔的声音 传到耳中 师弟 被鬼压床的感觉 是不是很不好 林东方挠挠头 倒也不是特别不好 被鬼压床之后 第二天起来 倒是觉得十分舒坦 但就是觉得 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 和感知有点吓人 这样 萧熙月目光动了动 看了看温泉池的另一边 她低声道 确实比较吓人 对身体没了感知能力 发生了什么 也不知道 林东方没听出 这话的弦外之音 但对面摇池圣主 却是一探 她和萧熙月 都是把林东方封住 五感六十 才敢上下其手 说起来对林东方 很不公平 师弟 这两天 你都是和灵儿一起睡的 嗯 是啊 她说两个人一起睡 可以避免鬼压床来着 林东方红着脸点点头 萧熙月咬了咬嘴唇 但一想到暗中的 摇池圣主 可能是什么表情之后 她却忍不住微笑起来 摇池圣主 心里暗暗哼了一声 她这两天晚上 确实没什么办法 火灵儿把林东方 给搂得死死的 萧熙月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取出她当年 下山历练时候 带着的几个流影石 这里面记录的 都是北斗星的 名山大川 风景极佳 两人泡着温泉 看着风景 直到深夜 才各自回屋 林东方伸了个懒腰 刚进被窝没多久 只见一身 水蓝色杀裙的 萧熙月来到门外 师姐 林东方一惊 萧熙月怎么来了 但萧熙月没回话 只是闭着眼睛 进了屋 然后砰的一声 栽倒在床上 不会吧 师姐又梦游 暗中 摇池圣主 咬牙切齿 这圣女真不老实啊 虽然又是出梦游这一招 林东方无奈 推了推萧熙月 发现没任何反应 师姐得罪了 她抱起萧熙月 进了对方的闺房 淡淡的香味 一直缭绕在鼻尖 多少让人 有些心愿意马 但林东方 是一个意志 稍微坚强的眉歇的人 她把萧熙月放回床上 然后快速转身离开 她怕停顿一秒 自己就走不动了 但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萧熙月木然地 从床上起身 就跟在林东方背后三尺远 林东方扭头一看 魂都差点吓飞了 半夜三更 月色下 一个披头散发的白衣美女 闭着眼睛冷着脸 脚离第三寸 一直距离人背后 三尺飘着 师姐 人吓人吓死人啊 林东方拍了拍自己胸口 最后无奈地 看到萧熙月 又一头栽倒在自己床上 算了 还是让师姐 在我这睡吧 她把萧熙月放在床上 盖好被子 现在的老林 处于一种 极度冷静的状态 毕竟刚刚被吓唬那一下 有的状态 也给吓没了 于是 这一夜 睡得极其安稳 即便旁边 是第一美女 等到早上 林东方发现 萧熙月已经不知所踪 哎 好端端的师姐 居然喜欢梦游 以后渴得看住了 她别跑下山去了 林东方嘀嘀咕咕 进了厨房 开始继续折腾高汤 萧熙月在自己屋里 脸红了很久才出来 上次她梦游 林东方邀请她 一起泡温泉 这次会不会直接邀请她 一起睡觉 但让她微微失望的是 林东方没有提昨晚的事情 林东方也没法开口啊 但她提起了另一件事 师姐 今天是十月十五 再有一个月 我们就过生日了 到时候想吃什么 她要提前准备 萧熙月认真的想了想 师弟做过的那些 我都想吃 林东方哑然 师弟有没有什么 特别想要的东西 萧熙月心中紧了紧 她差点把林东方的 生日礼物给忘了 这倒是没有 硬要说想要什么 大概就是一件新围裙了 林东方对现在的围裙 不太满意 总是容易缓 现在她的力气太大了 动不动就能把 这脆弱的围裙整开线 那我去给你做一件 萧熙月直接去万宝峰 搜集材料了 但这围裙也算不上什么 咦 牧师姐怎么鬼鬼祟祟的 去了那边 跳躁市场里面 有个小小的黑市 主要是里面的卖的东西 多少有些登不上大雅之堂 所以叫做黑市 沐青城虽然改头换面 但萧熙月有数种秘书 可以看穿人的本源 萧熙月也使了个秘书 眼去真容 跟上了沐青城 原来是这种 睡前读物 萧熙月瞟了一眼后 本打算直接离开 但无意中 看到那书架上 还有一本小册子 上面写着 抑郁女修特殊衣衫制作方法 鬼使神拆的 她直接把这本册子买了下来 等买完布料 回屋翻开那册子 她脸颊瞬间红到了耳根 啪 她急忙把册子翻扣在桌子上 开始平心静气 她万万没想到 女孩子的贴身衣服 还能这么设计 袜子都能做出那么多种花样了 倒是可以根据里面的款式 设计一些御医 萧熙月深吸一口气 红着脸又把册子翻过来 开始研究 其实这些衣服的设计理念 和萧熙月最近对御医 做出的改良方向有些相似 不过就是超前了许多 什么镂空 系绳的 算了 师弟还等着新围裙呢 萧熙月腾出手来 开始缝制围裙 经过她多次的制作 试验 终于在两天后 做出了第一件围裙 深蓝色的围裙 刀枪不入 水火不清 堪称一件防御性的宝衣 林东方此时已经开始准备焖面了 今天是李静言来吃大餐的日子 师弟 看看这围裙怎么样 萧熙月亲手把围裙给林东方系上 那认真专注的样子 让后者有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林东方在这一刻 只想把萧熙月抱在怀里 师姐 这围裙太完美了 师弟喜欢就好 现在要开始做焖面吗 嗯 先做排骨豆角的 那我在一边学 好 林东方先给排骨焯水 然后开始炒豆角 师姐 这豆角一定要充分炒 炒出豆角香味之后 再下葱姜蒜大料爆香 不然先爆香料头 再炒香豆角的话 葱姜蒜就黑了 然后下入排骨 加酱油炒到上色后 加一些水 能没过排骨就好 大火烧开之后 加盐 胡椒粉调味 焖面不用太多的讲究 这是一道很粗犷的菜 然后开始准备酸菜焖面 猪油化开 加入葱姜蒜干辣椒爆香 再加排骨和酸菜 加酱油调色 面条本来就是白色的 要是不调色的话 最后颜色就都太淡 不好看 加水烧开 加盐调味 小炖一会 林东方自己切的手擀面 不用上锅蒸 师姐 这面条等到汤收一半的时候 加进去就行 太早加进去 水汽太多 面条就不进到了 现在我们来做文丝豆腐 文丝豆腐 及其考验刀工 属于几种无法 家常 得菜肴之一 林东方把秦鼎 亲自做的玉豆腐 取出来开始切片 师姐 以后等你自己切的时候 可以像这样 用另一只手的指节顶着刀 反正只要中间别停顿就行 然后刀抬起来 比豆腐稍微高一点就行 别太高了 影响下一刀的速度和准头 哒哒哒哒 神痕玉铁菜刀快速地起落 带出刀到残影 白嫩的豆腐上 迅速被切成薄薄的薄片 萧熙月苦笑一下 她才不会去做这道菜 看着都累得慌 一块二只来尝的豆腐 林东方足足切了五百多刀 然后开始切豆腐丝 林东方秉息凝神 不再说话 等到第一刀落下 她的气质陡然一变 变得肃穆庄重 萧熙月有一种错觉 那就是 现在林东方切的 不是一块豆腐 而是一株仙药 或者别的什么 她之前还从没见过 林东方这么严肃认真过 居然真的切成了 发丝一样些 萧熙月平 住呼吸在一边观察 生怕吹一口气 就会导致那豆腐丝变了形 又是五百多刀过去了 刷 林东方刀从菜板上划过 被切成细丝的豆腐 就被转移进了 旁边装满水的盆子里 洁白的豆腐丝 在水里轻轻飘荡 一如美人 在池中沐浴时 散开的发丝 不是秘书 不是武技 但是胜过一切刀法 只要林师弟的力量 跟上来 他将是最恐怖的刀客 萧熙月看着那些 长短粗细均匀的豆腐丝 再次感叹 在快准狠方面 林东方已经走到了一个极致 这些刀要是砍在敌人身上 那绝对是最恐怖的画面 师姐 这道菜剩下的步骤 就简单多了 蘑菇 火腿 盐耳 冬笋 青菜 也都切丝 本来应该用木耳丝 但盐耳更高大上一些 看完了豆腐切丝 再看这些食材切丝 萧熙月觉得有点索然无味了 蘑菇 火腿 盐耳 冬笋 焯水 其实这些食材直接烧汤也好喝 要是豆腐丝切不成 用干豆腐丝也一样 锅里加了清汤烧开后转小火 下入蘑菇火腿 盐耳冬笋丝后 只加盐调味 然后开始勾芡 做这种汤 勾芡最好用土豆淀粉 汤白且透明 林东方一点点地加入淀粉水勾芡 可不敢大意了 略微浓稠一些就行 不然等下转不开豆腐丝 林东方把漏勺里待命的豆腐丝下入锅中 然后用手勺背在锅里转圈圈 一定要这样用勺子背来转 直接用勺子搅拌 那豆腐丝就都废了 萧熙月认真点头 眼前这一锅蛋白色的汤羹 在轻轻转动 洁白的豆腐丝 随着汤水的转动 而缓缓弥漫开来 像是从锅底泛起的云雾 十分地漂亮诱人 最后 等到豆腐丝均匀地飘满汤内 翠玉一样的青菜丝被下入 这一锅汤羹的色彩更加明艳起来 等到纹丝豆腐做好 旁边两锅焖面也到了收尾的阶段 掀开锅盖 酸菜炖排骨的味道让人欲罢不能 如果非要给这种香味找个对手 那就是旁边那锅排骨炖豆角了 锅里的汤水已经收得差不多了 铺上切面 只要不让面条碰到锅底 怎么铺都行 又焖上了几分钟 林东方吆喝一声 开饭 李金言仿佛被镇压了几万年一样的盖世大妖 迈着嚣张的步伐走进餐厅 这老李笑得跟当了新姑爷一样 哎 这老家伙吃完这顿物道宴 估计能直接窜进度捷径 之前得罪过他的那群人要倒霉咯 老李别笑了 赶紧吃 吃完了 我们好抽签 就是就是 一群手坐在一边眼巴巴地看着 急得那是抓心挠肝 问面出锅之前 林东方取出几个小砂锅云出来了一些 给自己和萧熙悦的份带上 还有圣主的 小猫光速飞了过来 你怎么也来了 林东方无奈地诱云出来一些闷面 因为你说了开发啊 小猫偏着头 天真无邪地看着了林东方 这回不叫我小子了 林东方捏了捏小猫的耳朵 我那不是为了和你打成一片吗 快给本猫的饭菜端来 小猫急得直跺脚 林东方先把李金言的菜都端过去 然后瞥了一眼小猫 说起来 普通猫是不能吃大蒜的来着 本猫是气灵 吃得了大蒜 快快快 本猫等不及了 你一个气灵 怎么这么馋 林东方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气灵不应该吃什么天才地宝的吗 那是普通气灵 本猫可是仙气之灵 除了某些特质 和真正的猫不一样外 别处都一样 能吃能喝 小猫直接跳到了林东方的肩膀上 小子 我的那份呢 折啥急 慢慢上菜 林东方又把摇池圣主的那份端来 最后才是 他和萧熙悦的 以及小猫的 吃面不吃蒜 香味少一半啊 林东方把面条和砂锅里 所剩不多的汤汁 又拌了拌 他喜欢把焖面做得干一些 这样吃起来更有嚼劲 缺点就是有点干 不过有文思豆腐啊 先来一口排骨豆角焖面 吸满了豆角香味的面条 入口咸香劲道 再来上一口大蒜 豆角配蒜 和面条配蒜的双重打击 让香味成倍地释放出来 太美了 林东方叹息一声 然后来了一口文思豆腐 入口香 随后是冬笋和蘑菇的鲜 最后 豆腐的香味在嘴里回荡 这一口味道层次分明的汤 把焖面得干轻易化开 说起来 吃完焖面配大蒜 再吃文思豆腐 有种牛角牡丹的感觉 一个是极致的粗犷 一个是极致的细致 有种爆发户的美 旁边李金言先来一口焖面 再来一口佛跳墙的汤 舒坦的浑身都在发光 这酸菜焖面太好吃了 不同于加了醋的酸 这种酸中和了肉香 不对 让肉更香了 再来一半蒜 能吃蒜 真的是太好了 一口佛跳墙 作为猫 他更喜欢这种海鲜 萧细月和摇池圣主 倒是没直接咬大蒜吃 不过他们的焖面里加了蒜末 吃得也十分上头 等吃到锅干晚净 众人都是忍不住摸了摸肚子 这种大块朵頤的满足感 是精致小菜无法带来的 圣主 该抽签了 好 抽签 摇池圣主 拿出那个大盒子摇了摇 下一位幸运手作 怒雷锋 王二雷 听到这个名字之后 林东方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之前觉得成大发 张大锤的名字就挺随意了 没想到这怒雷锋手作名字 更离谱了 不过简单好借 他倒是挺喜欢的 不用林东方再多说啥 王二雷美滋滋地说道 小林啊 我想吃一道名菜 炒苍蝇头 呃 林东方头向后痒了痒 这道菜 属实有点简单了 不过却是一道下饭菜 拿来拌面 也是绝佳 前辈 这菜我还知道一种做法 你要不要试试 王二雷一愣 这炒苍蝇头还有别的做法 不过林东方的新做法 一定极其美味 他直接点头道 全听小林你的安排 你就算是炒一盘石头端上来 我也能咔咔都吃下去 林东方笑道 炒石头不至于 不过最后的成品和苍蝇头 真的很像 啊这 那到底是什么食材 众人都起了好奇心 秘密 林东方保留了一下悬念 然后回厨房忙活过去了 萧细月和小猫 都有种没吃饱的感觉 他要再做点闷面 众多手作纷纷下山 下次一定是我 下次付下次 下次何其多 反正有保底 怕啥 我看那小猫的本体有损啊 咱们要不出去找点材料 帮小林把小猫修复一下 以后他出门在外 也有个底牌可用 我看行 按下众多手作回 各自扇头后 开始查阅点击 寻找神才不谈 却说 小猫在吃完第二份 豆角排骨焖面之后 彻底爱上了 大蒜 排骨豆角 酸菜排骨 小龙虾 都可以配大蒜 我再试试我这烤鱼 小猫只会一门手艺 那就是烤鱼 而且烤得十分好吃 连林东方都忍不住点头 烤鱼配蒜也好吃 萧熙月虽然也喜欢大蒜 但远没有小猫这么疯狂 小猫直接把一串大蒜 拴在了脖子上 我的天 林东方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别人家的猫都是 脖子上挂铃铛 这小猫直接挂大蒜 简直可怕 嗯 这一串大蒜 和本猫的气质不太搭呀 小猫蹲在墙头上 脖子上挂着一串大蒜 怎么看都觉得别扭 有了 他不知道从哪里翻出来 一些骨头 炼化成一个骷髅头项链 挂在脖子上 然后把大蒜装了进去 不错 这才符合我的气质 小猫飞到水池上方 欣赏了一下自己的杰作 满意地抖了抖尾巴 这骷髅头项链 简直完美 那么 我就先去睡觉了 小猫跑回了玉兽峰 呼呼大睡 只留下林东方和萧熙月 在风中凌乱 一只可爱的长翅膀小奶猫 脖子上拴着骷髅头项链 然后里面装的还是大蒜 算了 她开心就好 收拾完厨房 萧熙月开始摆弄时间阵法 这几次闭关 她对这门阵法 已经有了粗浅的掌握 师弟 我现在最多只能刻画出 加速五倍时间的阵法 萧熙月颇有些不好意思 觉得自己似乎有些笨了 林东方觉得 这样已经很好了 一天顶五天啊 等到阵法启动 林东方傻眼了 让一个一尺剑方的盒子内 时间加速五倍 一天需要一百多块灵石 这看起来不多 但随着盒子体积的变大 需求的灵石将成倍上升 她探到 怪不得火伯父 他们要在宇宙深处 使用岁月塔 这加速时间需要的灵力太庞大了 萧熙月说道 几乎所有厉害的阵法 都需要无尽的灵器 若是在别处 我们可以用聚灵阵代替灵石 但在摇持圣地内 为了圣地内灵器平衡 所以只能用灵石 林东方恍然大悟 怪不得手作门看起来 这些钱都不是太充裕的样子 萧熙月苦笑着点头 凡间货币 交易之后不会消失 还会继续在市场上流通 但灵石不一样 修炼 镇法 太多的地方需要消耗灵石 用了 就没了 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啊 林东方没注意到 自己说完这句话之后 师姐的脸突然红了一下 自从好奇买了基本 睡前读物 之后 萧熙月对这方面的了解 忽然变多了 但她最后还是 暗暗自我检讨了一番 师弟怎么会有那个意思呢 被用来咽咸鸭蛋或者辣白菜之类的 一两天速成 太省事了 不过经过反复试验 时间阵法可以催化味道 但是道运不会增加 还是那句话 一个宝藏无法催化另一个宝藏 但这并不说明 时间阵法就很鸡肋 要是刻画在法宝上 可以让法宝迅捷无比 无人可挡 傍晚 林东方伸了个懒腰 本打算一如平常的 和师姐一起泡个平平无奇的温泉 但今天进了温泉屋之后 她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她发现萧熙月整个人都缩进了泉池内 而且萧熙月目光极其羞怯 比第一次一起泡温泉还害羞 师姐 你怎么了 林东方甚至怀疑 萧熙月的御衣滑落了 萧熙月目光动了动 你自己过来看吧 这几个字到嘴边 硬生生地说不出来 等林东方走过去一看 脑子里嗡的一声 是谁交给她 穿着白丝泡温泉呢 这简直犯规啊 御衣是米色的 上半身的吊带中间有了几道镂空 比这原来的款式更加夺目 腰间多了几道细绳 把萧熙月本来就 隐隐一握的腰线勾勒得更加完美 林东方总感觉 这设计有点像地球那边的风格 北斗星可是没有丝蛙卖的啊 见到林东方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萧熙月羞怯的目光勇敢地抬了抬 她心里还是十分开心的 师姐 你这一身太美了 林东方忍不住赞叹着 不过这风格 看起来不太像咱们北斗星上的啊 现在她已经完全把自己 当成了北斗星人 萧熙月轻声道 确实是抑郁风格 我前几天在万宝峰一个师姐那里 买来了一本图册 这是那上面的设计 至于穿着白丝泡温泉 是她从一本 睡前读物 上学到的 现在看来 效果真的极佳 不愧是 拿下师弟专用套装 林东方恍然点头 怪不得 不过抑郁两个字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师姐 咱们北斗星关于抑郁的东西多吗 关于域外的东西 以及书籍有很多 毕竟度结尽修士 就可以肉身横度宇宙 几十年前 我们姚池就来过几位抑郁人士 交换了不少天才地宝 我这里正好有一部 关于抑郁的古书 你先看看 萧熙月从储物界里 找出一本厚厚的书籍 喜欢看书的林东方 这次没有兴致重重地翻开这本书 把书放在一边 她盯着萧熙月的眼睛 如水的双眸里满是羞怯 但那丝温柔与喜悦 还有喜欢是藏不住的 林东方想抽自己两个大嘴巴 也不知道 师姐想出这么个方法 是下了多大决心 萧熙月被她看得又害羞起来 师弟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是不是觉得我这身打扮有些不合适 我只是 她此时有些慌乱 这套大胆的装束 会不会吓到林东方 导致弄巧成拙 师姐 我很喜欢 林东方忽然想到一句话 那就是 一个女孩子 在自己面前一次次突破底线的时候 你就该醒悟了 要么趁早拒绝 要么敞开心扉 即便 她对感情不自信 也不敏感 可此时也能理解到 师姐这份打扮意味着什么 师姐 我很喜欢你 林东方脸此时红得跟猴屁股一样 即便知道 师姐有九成九的概率 真的喜欢自己 但她心里还是慌得不行 万一师姐踩着自己的脸 说自己白日做梦咋办 师弟喜欢我 就好 我也喜欢你 声音细小如蚊子哼哼 但在他们这个 修为来说 足够听得一清二楚 萧熙月心里甜丝丝的 比第一次 吃到水晶桃花糕都甜 林东方心里 忽然有一团巨大的喜悦炸开 比当年考特级正过了 都开心 她快速回忆了一下 之前的时光问道 师姐 我之前几次鬼压床 都是你做的吗 萧熙月一愣 她没想到林东方 会问出这个问题来 她苦笑着点点头 是我 师弟对不起 林东方其实早就有所猜测了 但之前总觉得 不太好开口直接问 果然如此啊 师姐发福利 居然都是偷偷摸摸的 不行了 必须要出手还记 那师姐的梦游 也是我装的 萧熙月欲言又止 但脸色的红润 已经说明了一切 水泊轻动 林东方伸出胳膊 把萧熙月拥入怀中 林东方不是木头人 她也有七情六欲 她对萧熙月的感情 早就不是师弟 对师姐那么纯粹了 两人目光相对 一切静在不言中 林东方直接把萧熙月 从水里抱出来 一秒也不想耽搁 直接冲回卧室 被放在床上之后 萧熙月紧张地抓着床单 红着脸不敢看林东方 师姐 我想 几次泡温泉的 反复拉扯 林东方心头的火焰 已经燃烧到了极致 萧熙月颤抖着点点头 紧张地她 连一缕秀发 都被咬在了唇边 让她看起来 更有一种别样的风情 随后 林东方发现了什么叫做 完美无瑕的先机玉体 呼 一缕青白色的火焰燃烧起来 把床上的两人包裹住 隔绝了一切声音和景象 九阴玄火 开始被两人吸收 但这种力量的增长 没有引起两人的注意 这一夜 他们眼中只有彼此 清晨 萧熙月趴在床上 手指都懒得动 眼里 还有没有退进的慵懒和舒缓 面颊上的红韵 也还没有彻底消散 林东方已经起床 去给她准备早餐了 红枣粥 鸡蛋羹 生煎包 萧熙月起床 梳洗了一番 镜子前的她 多了一分成熟的明念 至于走路一缺一拐的 简单地调戏了一会就好 看着那被抓烂 还染上点点红痕的床单 萧熙月 脸色又红了起来 昨晚实在是太疯了 师姐 来吃吧 林东方把早饭端进屋 看到床单之后脸也是一红 她都没料到 萧熙月会那么娇弱 明明都圆英镜了 吃完饭 收拾了屋子 萧熙月对林东方轻声道 师弟 我这一次闭关 可能会比较久 石被气海 太阳真火 和九阴玄火 这一夜 萧熙月感觉自己 都要被各种力量撑爆了 没事 我等你出关 林东方在萧熙月 额头上亲了一口 萧熙月目光动了动 之前都是她 偷偷清睡梦中的林东方来着 她点起脚 在林东方嘴边亲了一口 然后急匆匆 赶回自己的小院闭关 生怕多留一刻 就走不动了 等萧熙月走后 林东方搓了搓脸 直到现在 她还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想到昨夜的一幕幕 她心里 还是一阵狂跳 师兄 林东方还在发呆呢 一边窜出来的火铃 把她吓了一跳 师兄是不是 在想什么坏事啊 火铃歪着头 呆毛颤了颤 她觉得林东方的状态不对劲 这卧室里的味道 似乎也不太对 没有 我能想什么坏事呢 就是在想 晚上吃什么罢了 林东方赶紧插开话题 晚饭还好久哎 师姐刚刚吃的什么早饭呀 火铃儿咬着手指 肚子饿了 师姐刚刚吃的是鸡蛋羹来着 那我要吃蒸蛋 希希 师兄能给人家做吗 林东方胳膊 又被火铃儿抱住 好 师兄这就给你做肉馍蒸蛋 好耶 林东方进厨房 开始剁肉馅 林儿 找个深一些的盘子 给盘底抹上香油 得令 肉馍蒸蛋的做法很多 林东方选了一个简单的做法 剁好肉馅之后 加葱花姜末 盐胡椒粉五香粉酱油 还有水搅拌到能哗啦哗啦哗响 然后把这肉馅均匀地铺在盘子里 再在肉馅上打几个鸡蛋 鸡蛋不用打散 上锅开蒸 药一克中 林东方拍拍手 这肉馍蒸蛋虽然简单 但是好吃下饭 师兄哎 我觉得你的气质有些不一样了 便成熟不少 火铃儿在一边坐着 小手拖着下巴 盯着林东方左看右看 啊这 可能是你闭关太久了 人家这次闭关才四天 火铃儿掰着手指头数了数 偏着头 更加疑惑了 不对劲 很不对劲啊 嗯 只有四天吗 对啊 只有四天 林东方挠挠头 看来是我突然成长了 火铃儿撇撇嘴 他决定继续观察一下 看看师兄到底哪里发生了变化 等到处理完鸡鸭和牛肉 蒸蛋也差不多了 关火打开锅盖 撒上葱花 又焖了半分钟 然后出锅 香喷喷的肉末蒸蛋 肉香和鸡蛋的香味混合在一起 让火铃儿狂咽口水 用勺子一挖 一大块鸡蛋下是一层香嫩的肉饼 一口咬下 香喷喷的味道在嘴里爆发 蒸全蛋比鸡蛋羹更有嚼劲 但是比煎蛋软嫩 咸香适口 火铃儿狂造了三碗大米饭 吃饱喝足之后 火铃儿先去萧熙岳的小院偷偷瞄了一眼 你给他吃什么了 没吃什么 就是一些日常的 林东方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日常的 那铃儿以后也要吃 火铃儿摇了摇林东方的胳膊 好好 以后肯定给你吃 林东方只能先敷衍一下 日后的事情 日后再说 今天 是清传弟子吃鲁味的日子 林东方开始分肉 火铃儿抱着小碗 欢天喜地的帮忙 此时 水晶仙宫内各位首座 都觉得有点不对劲 空气中有一点点压抑 而且 不少人听到了磨牙的声音 但仔细看了一圈 没发现有人在磨牙呀 老程 咋回事 我咋感觉圣主心情不好 有人捅过了一下程大发 敲咪咪的嘀咕 我哪知道咋回事啊 程大发嘴上说着不知道 但心里明镜一样 绝对是林东方那小子 做了什么惹圣主不开心的事情了 这小子搞回来个神经兮兮的小猫也就算了 现在把圣主也搞得神经兮兮的 程大发在心里恶狠狠咆哮了一声 然后无奈地站出来 圣主 手座门都到齐了 可以开始抽选弟子了 哦 姚池圣主虽然在微笑 但目光有些发指 他到现在都还是猛圈状态 他万万没想到萧细月 就趁着火灵而闭关的空荡 一套联机把林东方带走了 程大发等了半天 也不见圣主开始抽签 于是小声又说了一遍 圣主 该抽签了 哦 姚池圣主拿出那个大盒子 抖了抖 150个名牌掉了出来 好了 弟子选出来了 我有些事情先出去处理一下 姚池圣主一步踏出之后 不知所踪了 程大发无奈开始主持大局 开始让各手做招呼弟子 姚池圣主在妙音峰后山漫步 心中十分郁闷 明明是他第一个出的手 结果 萧细月第一个成功得手 古书我呀 郁闷地把那本爱徒 养成指南撕碎烧掉 哎 千算万算 没算到林东方这小子 会突然开窍 事实上 林东方还算是主动的 只是太稳健了 对待感情问题 有点怂 不够自信 要是他是被动刑的话 当初就不会主动邀请 萧细月泡温泉了 以姚池圣主原来的计划 是先等林东方到原音境之后 被确认为圣子 到时候 他再把林东方弄到身边 然后徐徐徒之 把一个懵懂少年 养成为自己的夫婿多好啊 他觉得这样很浪漫 所以他一直都想这么试试 但姚池圣主 万万没想到萧细月 突然用一身特制战袍 直接拿下 计划赶不上变化 不行 要换个战略了 要是这样 发展下去 估计过阵子火灵都要开窍了 姚池圣主心中 忽然有一种紧迫感 但一想到 他这圣主身份 直接泄了气 不如我换个身份 直接用墙 把他囚禁起来 不行 那样的话容易出事 而且也容易被发现 姚池圣主不停地叹气 其实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 他对你还不了解 先林老奶奶 终于看不下去了 要是姚池圣主 再这么瞎折腾下去 估计这辈子 都不会有进展 他叹道 那小子 现在只知道你是圣主 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对你都不了解 你们之间 怎么会产生感情呢 一言惊醒梦中人 姚池圣主 这才悚然惊醒 是啊 我一直都是偷偷摸摸的 林东方 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 先林奶奶继续说道 所以你和他之间的感情 甚至连起步状态 都没达到呢 说白了 烧火棍子一头热 那 我该怎么办 姚池圣主 揪了一朵小花 扯了扯 心中更加烦闷 先林老奶奶摊摊手 他老人家又没谈过恋爱 忽然 姚池圣主 想出一个好办法来 对了 我可以对他进行单独锤炼 正好也把悟到茶秘境中 各种诡异的地方 和他说一说 哼哼哼 你不是喜欢萧熙月那一身装束吗 我就照葫芦画瓢 整一身黑的 锤炼完之后 一起泡个温泉 很合理吧 我就不信 拿不下你 姚池圣主信心满满地 去折腾新衣服了 先林奶奶无奈苦笑 林东方可不知道 姚池圣主正在憋大招 他刚刚收到喜讯 第八祖寿王赛已经结束 双头猪并封晋级八强 而最令他惊喜的是 三天后 二花将会迎战青羽棚 大盘棚鸟和三杯棚鸟 马上就可以吃到了 此时 林药封上 穆青城和六位师妹 震惊地看着菜地里的茄子 他们就是 做个试验而已 没想到一夜之间 这群茄子就长大了 原本这块地上 只种了辣椒 硕大的紫黑色外皮的茄子 在半人高的秧子上挂着 给人一种丰收的气息 穆青城伸出胳膊 比划了一下 这茄子 比他胳膊都粗了 这茄子 怎么吃好吃来着 那自然是林师弟的茄子 最好吃 对 吃茄子 还得是吃林师弟的 走 给他送过去 于是 一群师姐把茄子摘下来 浩浩荡荡地 往庙音风进发 这茄子不炸茄盒 可就可惜了 林东方摸着表皮 光滑明亮的大茄子 颇为爱不释手 轻轻一掐 这茄子皮就破了 很嫩 好耶 有茄盒可以吃了 火灵儿欢呼一声 熟练地去烧油 是油炸的 我要学 林东方笑着点点头 那先去剁点肉馅 得令 火灵儿找出一块五花肉 开始剁馅 头顶带毛美滋滋地乱晃 剁馅这事 他还是做得很专业的 炸茄盒的肉馅不用打水 直接加葱姜末 盐 酱油 花椒粉 和一点湿淀粉就行 林东方开始指导 木青城调制肉馅 他再给茄子去皮 切茄子的时候 第一刀切下去 切成深 第二刀再把这一块切下来 觉得第一刀切不好的话 可以先把茄子切成厚片 然后再从中间片开 随着林东方的指导 木青城成功地 切好了一些茄子片 为了早点吃上炸茄盒 剩下的茄子 都是林东方自己切的 又快又好 调糊 淀粉里加蛋清 盐 水 加一些油 油的重量是水的一半 这样的糊炸出来非常酥脆 听到非常酥脆四个字 火铃就开始狂咽口水 他想到了小酥肉 调糊的标准还是那样 抓起来拉线 就算差不多了 木青城仔细观察了一下 用心记住了这个标准 茄子片中间塞好肉馅之后 先进干淀粉里转一圈 拿出来摆在一边备用 油温的话也很好把握 用筷子沾一点面糊 甩进油锅 喊一声 上来 这面糊就飘上来了 说明油温正好 上来 那几小块面糊 乖乖地飘了上来 于是林东方开始下茄盒 茄盒从面糊里捞出来之后 在面糊碗边上蹭一下 把多余的面糊蹭下来 这样炸出来的茄盒周围 就不会有须子 虽然炸面须也好吃 但等到茄盒里面熟透 外面的面须都糊了 林东方快速下入茄盒 嘖嘖啦啦的声音中 油温瞬间穿透薄薄的面衣 茄子香味顺着热量弥漫开来 火铃在一边咬着手指 眼巴巴地看着 小火慢炸 里面的肉馅开始变熟的时候 会冒出热气 然后就会有噼噼啪啪的爆炸声 林东方用漏勺轻轻搅动着油锅 这时候就可以把茄盒先捞出来 把油温升高到七成热 具体就是下入一个茄盒 周围直接冒大气泡 木青城咽了口口水 这茄盒上的面衣 在肉眼可见的微微鼓起 一看就十分酥脆 哗啦啦 炸到表面微微金黄的时候 捞出茄盒 稍微降一下温 这一步是避免肉馅里的水分 被过多地炸出去 导致口感变差 林东方这是为了追求完美 其实保持刚刚那样 直接炸到金黄也行 油温再到七成热 再下入茄盒 等到金黄色了 捞出 花花 金黄酥脆茄盒 在漏勺里轻轻跳动 甩掉了身上沾着的一些热油 茄盒落入盘中的声音 不像小酥肉那样清脆 因为里面的肉馅 还保留了一些水分 但是经过两次复杂的面衣 一口咬下 咔嚓 酥脆的面衣下 是软嫩的茄子 再然后是香嫩 甚至还带着一些汁水的肉馅 肉香在嘴中爆开 这股香味 远比普通炸丸子来得强烈 他们这边正在吃着炸茄盒 姚池圣主看不下去了 他在院子外清了清嗓子 参见圣主 沐青城等人 急忙咽下嘴里的茄盒 擦擦嘴巴之后 低头站在一边 姚池圣主心中无奈一叹 他越发觉得自己这个圣主身份 是个累赘 他说道 林东方 前阵子我和你说过 要一边锤炼 你的战斗技巧 一边和你讲讲 悟到茶秘境中的一些隐秘 林东方脑袋一晃 不对啊 上次不是只说过 讲解秘境的吗 圣主 我怎么记得 上次没说要锤炼我的战斗技巧 姚池圣主严肃道 此一时比一时 现在我觉得 你应该学习一些战斗技巧 这样才能在未来 更好地保护自己 他这只是随口一说 但林东方脑海里 却敲响了警钟 之前自己怎么浪都行 大不了人死鸟朝天 但昨夜之后 一切就都变得不一样了 他是个不喜欢伤痛文学的人 为了避免那些 无力的倒霉催剧情 还真有必要提升战斗力了 那就麻烦圣主 锤炼我的战斗技巧了 我先回屋换身衣服 姚池圣主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一手端起堆满茄盒的盘子 一手熟练地 拿起一个茄盒 轻轻咬下 好脆 好香 好嫩 等这茄盒吃了一半之后 他才尴尬地发现 他现在可不是隐身状态 嗯 我就是尝尝 你们也吃啊 姚池圣主有些尴尬 把手中的盘子放在桌子上 往前推了推 但他没注意的是 他刚刚吃的那个茄盒 是被林东方咬过一口的 穆青城等人 震惊的就是这个 圣主为什么吃林师弟 咬了一口的茄盒 如此熟练啊 林耀峰的众多美女们 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起来 扭头看了看火灵 发现这位可爱师妹 正在呆毛一晃一晃地 吃着茄盒 喝着牛肉粉丝汤 丝毫没有注意到 刚刚发生的事情 穆青城觉得 继续沉默下去 似乎不太好 于是开始吃茄盒 那 我们也不客气了 对对对 开吃开吃 一群妹子 先把注意力放在了茄盒上 这妙音风 现在可真漂亮啊 姚池圣主 脸色微微一红 装作之前 似乎从没来过的样子 在周围走来走去 穆青城等人微微摇头 欲盖弥彰啊 过了一会 换了一身衣衫的 林东方出来后 众多美女眼前一亮 人靠衣装马靠鞍 林东方平时穿的 虽然干净利落 但都是普通的衣服 再加上一个围裙 多少拉低了颜值 现在换了一身黑色战袍 多了一股锋锐冷峻的气质 姚池圣主也没多说什么 祭出了一个法阵 笼罩了不远处的空地 林东方 我会把修为压制到 与你一样的筑击七虫 等下你可以随意攻击我 我会适当地还手 咚 他拎出一杆方天化己 往地上一戳 周围的地面都微微颤动了一下 这是我当年在铸鸡禁用的兵器 林东方倒吸了一口冷气 姚池圣主身材虽然高挑 但也不过一米七五左右的样子 这一感方天化己 足有一丈多长 和那恶挪挺秀的身子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大吉一挥 姚池圣主仿佛变了一个人 目光陡然变得凌厉 他仿佛 从远古走来的女战神一样 屁腻天下 有天下英雄 不过如此的狂霸气息 林东方 对敌讲究快准狠 虽说和你所说的切菜一样 但只讲究攻击要害 用最快的速度 把最强的力量 打到目标身上即可 姚池圣主手中的方天化己转了一圈 血量丰锐的几头 直指林东方的咽喉 还有最重要的感知周围的杀气 姚池圣主话音一落 林东方就觉得喉咙不为一凉 似乎已经被一把长剑架在了脖子上 随即背后 就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当然 一个好的杀人者 是不会让杀气流露出来的 你要小心 好了 现在你试试带着杀气砍我一刀 林东方有种打游戏 刚刚学了最简单的教程 然后就被安排 去打最难关卡的感觉 姚池圣主脸上带着轻松的笑容 头稍微一歪 然后指了指自己的脖子 用力往这里砍 姚池圣主歪着头的样子 有一些可爱 但手里的方天化己 却散发着冰冷的杀气 林东方攥紧了手中的大砍刀 这是一把铸鸡镜的刀 虽然也足够厚重粗长 但和那方天化己比 就差远了 他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平静下来 砍人和鲨鱼不一样 鲨鱼啥的 那是食材 没有心理负担 砍人 两个字看起来简单 真要让他这个半路出家的修炼者砍人 还真挺难 但常在江湖飘 哪能不挨刀 要想不挨刀 只能先给敌人一刀 林东方闭上眼睛再睁开 狠下心 直接挥一刀砍了过去 直接用了全力 圣主 得罪了 石被气海沸腾 无尽的神力爆发 林东方背后出现九道神环 这一刀仿佛天结一样迅猛 当 姚池圣主眼睛眯了一下 挥一动手中的方天化己 挡住了这一刀 威风拂过 几根断裂的发丝随风飘落 他背后同样浮现九道神环 很好 现在你真正进入了修炼者的世界 姚池圣主很满意 林东方全力出手的态度 他刚刚要是不挡住这一刀 估计脑袋都会飞出去 当然 以他的真实修为 脑袋飞了出去也能再飞回来 林东方愕然 他还以为不论怎么砍 都无法伤到圣主呢 碰 圣主大人一脚把林东方踢飞 然后拎着方天化己就砍了过去 林东方一个高难度的鲤鱼 打挺从地上翻了起来 叮叮当当和姚池圣主开始战斗 伙师妹 林师弟这十倍气海 太吓人了些 就是 我感觉师兄能一个打他们七个 八个 此话一出 穆清城等师姐倒吸了一口冷气 怀疑自己听差了 但看着火灵儿一边哼着小曲 一边往外拿好吃的样子 他们觉得是自己想岔了 于是 穆清城拿出了果汁啥的 众多妹子边吃边喝边看 圣主也很可怕 之前都推测 他是九倍气海 没想到其实是九倍半 怪不得他从未输过 圣主可是号称横推三千星辰无敌手 十足重生 碰 林东方被摇持圣主 反手一挤杂飞 整个人像是打水漂一样 飞出去老远 荡起了阵阵尘土 穆清城目光一动 他觉得 圣主这一下 似乎带着一些情绪 按理说 指点后背 是不用把人打出这么远的 摇持圣主 自然是带着情绪的 当然倒也没下死手 也就不动声色地 狂揣了几下林东方的屁股 再来 林东方觉得自己 进入了一种浑然忘我的境地 他一次次从地上爬起来 挥着刀往前看 摇持圣主很满意 林东方这种态度 他眼中出现一丝狂热 很久没这么热血沸腾的战斗过了 两人打了一下午 穆清城等人 吃饱喝足后走人了 双手撑着下巴打盹 呆毛随着不停点着的脑袋刮乱晃 他还等着和林东方泡温泉呢 等到跃上之头 林东方终于被打得 只能躺在地上直哼哼 他觉得自己浑身上下 就没一块好肉 骨头都要散架了 特别是屁股 疼得厉害 不过他觉得自己收获不少 从一开始的 只能被动挨打 到稍微能闪躲几下 还是很有进步的 摇持圣主 收起了方天化吉走了过来 听说你们新修了温泉 清冷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微不可查的颤抖 他鼓足勇气忙了上去 回圣主 确实如此 林东方有气无力地点点头 我也想泡泡这温泉 啊 林东方和火灵儿 都难以置信地瞪圆了眼睛 过了一会 火灵儿小声道 那 那圣主可以先去我院子里的温泉屋泡泡 摇持圣主一呆 他忘了 一共有三个温泉屋了 但随后 他灵机一动 我看林东方身子消耗挺大的 不少地方还有瘀伤 不如就一起泡泡 我正好看看他这肉身 哪里还比较薄弱 有理有据 令人信服的理由啊 他为自己的机智感到自豪 火灵儿想了想 然后点点头 那圣主您带御衣来了吗 我的你可能穿不上 看了看圣主的身材 火灵儿又看了看自己的脚尖 呆毛粘了 我回去换一下 你们先去泡泡 摇持圣主激动地转过身 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激动地 回去换衣服了 其实他已经把御衣穿在里面了 林东方刚刚进温泉 就看到摇持圣主出现在了门口 他呼吸一顿 摇持圣主的御衣倒不如 说是吊带长裙 窄妖设计的黑色纱裙 把腰线勾了出一个完美的弧度 他没敢穿那种丝袜来 毕竟第一次一起泡温泉 他觉得那样的话 多半会把林东方吓到 这纱裙看起来不透明 但是他下了水之后 林东方光速低下头 让我看看你的身子 别害羞 摇持圣主缓缓走来 双手按住了林东方的肩膀 总之就是很不对劲 对于他来说 摇持圣主就是天边遥不可及的人物 虽然后来发现 这位圣主似乎很好相处 但看过史书后 他又对这位圣主产生了深深的敬畏 这种敬畏最直接的后果 就是让他现在十分冷静 虽然他昨天刚刚开了婚 正处于右郎刚刚尝到血腥味的亢奋阶段 但一想到史书上对摇持圣主的记载 他啥想法都没了 此时 摇持圣主开始绕着林东方到处摸索 他在感应这家伙肉身的薄弱之处 林东方为了缓解尴尬 主动找了一个话题 圣主 您当年真的一年斩杀了五个圣子 三个圣女 这是史书上的记载 圣主现年1517岁 1500年前成为了那时候的摇持圣女 然后就开始了传奇且凶残的传说 火灵儿扑腾了过来 手中举着一本史书 翻开了摇持圣主的传记 圣主 我看了好几遍您的传记 发现您当年真是太威武 太霸气了 摇持圣主一呆 他没想到火灵儿会用威武霸气这个词来形容自己 他居然觉得很开心 于是取出了一壶酒 一边喝一边打开了话匣子 史书记载有些错误 不是一年内斩杀的 是三天之内斩杀的 因为当年正值年末 林东方头向后养了养 原来是这样吗 摇持圣主想到了当年的事 喝了一大口酒后轻轻哼了一声 一群不知死活的家伙 硬说我放出不详 想谋害他们 后来就打起来了 想杀那群废物 真用不着放出不详 八个人我一共砍了十剑 这群人跑得倒是快 我追了三天才陆续全干掉 差点就让他们活到第二年了 这个细节让林东方咧咧嘴 十剑杀八个圣子级的人物 这也太凶残了 火灵儿顿时用崇拜的目光看着圣主 他歪着头问道 圣主 那第二年 你杀了六个唇血生灵 比如青鸾 朱燕什么的 是怎么回事 摇持圣主见火灵儿 如此崇拜地看着自己 忽然有点高兴 那就是在误道查秘境的事了 当时我获得了三枚误道业 他们居然觉得群殴能打过我 摇持圣主脸色红扑扑的 一只脚踩着椅子 狠狠地又喝了一口酒 豪迈道 我当时笑得奶都疼 滴答 温泉屋里忽然安静下来 只有水珠滴落的声音 林东方和火灵儿 震撼地看着摇持圣主 他们万万没想到 对方能说出 笑到奶疼 的这种话来 摇持圣主脸一红 心里一紧 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诗诗然收回大长腿 然后坐在温泉里 双腿并拢 双手放在腿上 做出端庄淑女状 试图挽回形象 他轻轻咳一声 说道 我只是表达一下 我对那群愚蠢家伙的蔑视态度 你们不要多想 他此时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嗨了呀 本想着适度在林东方面前 展露一些个性魅力 结果小酒一喝 直接开始放飞自我了 虽说酒状耸人胆 但这醉仙酿太上头了 这可是给真仙大佬准备的酒 林东方挠挠头 想不出来该怎么借这句话 总不能说柔柔吧 旁边火灵忽然欢呼一声 扑到瑶池圣主旁边 他越想越觉得 瑶池圣主这么说话很帅 而且按照辈分算 对方还是他的小姨 火灵觉得对方这种说话风格 让更像是小姨了 而不是那个古板高冷的圣主 他问道 圣主 那些强大的纯血生灵 杀起来是不是比较麻烦 瑶池圣主见火灵 岔开了话题 心中尝出了一口气 他伸手捋了驴火灵的呆毛笑道 不难 基本上就像这样一丝就完事 他摸出来一条手帕 直接撕开 而且 以后撕下了也就别叫我圣主了 叫我小姨就好 其实瑶池圣主刚刚想拘进来 一只眼水压丝一下的 但用最后的理智克制住了 可不能让他们知道 自己是偷嘴的那个人 不然 人设就崩塌了 但随着他刚刚那句 笑道奶藤出口 他的人设已经没了 至少没了一小半 瑶池圣主扔掉手帕 小口小口地喝光了一碗酒 他试图重新让林东方 看到他淑女的一面 诶 这醉鲜酿真好喝 再来一碗 但他千算万算漏算了一点 淑女是不会用大碗喝酒的 火灵儿喝了一口果酒之后 再次惊叹一声 但随后他小声道 我觉得 我去撕唇血清卵 应该没撕手帕这么简单 瑶池圣主微微点头 毕竟那群家伙 小明也是唇血生灵 不过有林东方天天给你做饭吃 以后你的战力 肯定远超那群家伙 放心吧 嘿嘿 那我就放心了 到时候 我要帮师兄 弄好多好吃的食材回来 火灵儿挺直腰板 呆毛嚣张地抖了抖 接下来 一大一小两个美女 开始讨论起清卵好吃 还是玄武好吃 一边讨论 一边喝酒 讨论了半天食材之后 俩人都饿了 准备的糕点 不顶饿呀 林东方 我想吃宵夜 瑶池圣主最熏熏地 看向林东方 说话都有些不利索了 他之前好几次看到 林东方在泡完温泉后 给萧熙月和火灵儿做宵夜 他也想吃宵夜 不要偷偷摸摸的 而是正大光明地吃 火灵儿敏锐地发觉到了 有一丝不对劲 但是哪里不对劲 他又说不上来 他现在也有点迷糊 师兄 我也想吃宵夜 那我去给你们煮点新酒汤 林东方伸个懒腰走出温泉池 经过刚刚摇吃圣主的一番摸索 他觉得浑身上下状态出奇地好 换身衣服系上围裙 走进厨房 以他现在的修为 已经是寒暑不清 这让他多少有些遗憾 这微冷的秋夜里 来上一份酸菜滚豆腐 那可真是皇帝老子不及无 当然 那句熟悉的台词是 咸菜滚豆腐 葱姜蒜 五花肉末 泡椒 豆腐切片焯水 小酸菜切断 酸菜豆腐想要香 荤油少不了啊 一勺子猪油下锅 炒香葱姜蒜和泡椒 再下入五花肉末巴拉巴拉 再下入酸菜 大火炒出水汽和酸香味 加一些红油豆瓣 炒出红亮的颜色 香辣的酸菜开胃 行酒 当然也下酒 天上清汤下入豆腐 调了咸淡开炖 炖豆腐的时候 林东方又切了一些鱼片 加了淡青胡椒粉盐料酒 简单腌制一下 等到十多分钟后 豆腐充分入了胃 把鱼片下入汤中烫熟 然后把这些菜转移到小砂锅里 周围腾起金色的火焰 保持温度 吃宵夜了 林东方吆喝一声 锅放在凉亭里的石桌上 阵阵热气把香味带了出来 桌子上还有两只盐水鹅 两只熏鸡 林二 那纯血 青鸾我是这么撕的 摇池圣主这回 终于不用偷偷摸摸地 顺走盐水鹅了 他直接把这盐水鹅大卸八块 火链呆毛颤了颤 这也太凶残了 怪不得史书上 没有描写那些战斗 林东方也是咧咧嘴 有些心疼那青鸾 撕成这狗啃的一样 都不好切了 摇池圣主没有理会两人的目光 先来一口最爱的盐水鹅翅膀 再来一口酒 他觉得 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一口 就是现在了 这盐水鹅 比之前还要好吃 再来一块豆腐 软嫩的豆腐 带着酸菜的香味 努力降低修为后 还能感觉到一丝辣味 加了蛋清腌制的鱼片 带着一丝弹牙 带着一丝豆腐的香味 显得更加鲜美 再来一口爽脆的酸菜 酸辣鲜香 摇池圣主越发觉得自己 这一步走对了 一来能让林东方了解自己 二来还能光明正大的吃夜宵 一顿猛躁 吃完宵夜 摇池圣主伸了个懒腰 黑色沙裙紧绷出一个惊人的弧度来 回水惊仙宫的时候 摇池圣主顺手带走了两只盐水鸭 要是突然不顺走点什么 说不定会被猜出是我干的 圣主大人为自己的机制感到自豪 今晚的盐水鸭也格外好吃啊 四日上午 林东方又被圣主大人一顿锤炼 温泉屋内 摇池圣主搬出来一个大桶 里面都是一些灵药啥的 进去泡着 你的肉身虽然已经很强 但还需要进一步淬炼 这可是我昨晚特意调制的脆体液 没有任何副作用 本来这件事应该有独孤梦来做 但想着对方一时半会不能出关 摇池圣主就越祖带袍了 林东方身头一看 倒吸了一口冷气 先不说那五颜六色花里胡哨的药液 单说里面趴着的蝎子蜈蚣 缠出啥的 都是一种 温泉屋的屋顶 林东方头向后痒了痒 这脆体液看起来堵死个化神镜高手 不在话下呀 这就是小说中必备的药育吗 他穿着骚黄色的泳裤 刚想蹦进去 却被摇池圣主拦住了 等一下 拖了再进去 啊 林东方愣住了 啊什么 你穿的裤子使用玉蚕丝做的 玉蚕丝会和这桶里的两种毒物有冲突 到时候 这一桶水就会变成化骨水 连化神镜掉进去都得死 摇池圣主说得十分严肃 至于真假 谁也不知道 林东方觉得应该是真的 毕竟看小说的时候 但凡药玉都得脱光光 于是他打算脱 不过圣主大人在旁边 不太好意思啊 圣主 要不我回屋去泡 不行 我得在一边看着 万一出了什么意外 也好救你 摇池圣主 今天穿的是一身白色 带着金线装饰的衣裙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他最近博览群书 发现一般来说 经过一次药玉啥的 男女之间的关系 就会有所升温 于是 他决定趁热打铁 不过想到自己 还有个大外甥女 他就给火灵儿 也调配了一桶 林东方犹豫了一会 圣主 那您先转个身 当着圣主的面脱裤衩 有点害羞啊 好吧 摇池圣主侧过身 林东方光速 拖了身上这最后一箭 然后直接跳进大桶里 死 林东方咬紧牙关 开始感受 这如同蜿虫叮咬的酸爽感觉 有种当年 被跪于背弃扎了的感觉 见他能一声不吭地咬牙坚持 摇池圣主目光微微移动 旁边 火灵儿小脸通红 他和林东方之间 就隔着一个屏风 看着桶里的那些玩意 他本能都畏惧了一下 小姨 泡完了这桶药 我就能手撕清卵了吗 那是自然 我当年能那么厉害 这药语有一成功劳 摇池圣主拍着胸口保证道 到时候 保准你化身成人形凶兽 那好 为了手撕清卵 我泡 火灵儿脱了衣服 一个猛子扎进大桶里 哎呦 好疼 小脸顿时刷白 冷汗直接就冒出来了 加油 泡上小半天就差不多了 居然要小半天 火灵儿差点晕过去 好难过 这里面怪味好大 我 等会要吃三斤小酥肉 才可以缓解我的疼痛 火灵儿扁着嘴 都疼哭了 林东方在一边安慰他说道 灵儿啊 等会师兄给你炸十斤小酥肉 再来几斤丸子 一听这话 火灵儿顿时兴高采烈起来 他说道 师兄 要不咱俩一起泡吧 你搂着我 这样我就不疼了 旁边摇尸圣主脑袋上 蹦出三个大大的问号 他忽然有种 徒作嫁衣的感觉 自己这大外生女 这么机智的吗 他急忙说道 不行 这药水必须男女分开泡 还好 他现在说的话 还十分有幸福力 俩人都信了 好吧 火灵儿带毛弯了弯 然后缩在药水里 开始数着桶里的蜈蚣 一共有多少条腿 林东方看着周围 还在扑腾的癞蛤蟆 想到了牛蛙 于是 两人就这么泡到了傍晚时分 出国 不对 出来吧 摇尸圣主一挥手 先把林东方揪了出来 放到旁边的清水里洗了洗 林东方被他摇得七荤八素 眼貌惊心 摇尸圣主 趁机观察了一下 然后微微一愣 下次不用给他补了 等林东方出了温泉屋 他又把火灵儿捞出来 此时 火灵儿浑身肌肤都散发着点点灰光 看起来仿佛吹淡可破 但其实已经刀枪不入了 晚饭吃得比较简单 小鸡炖蘑菇 然后摇尸圣主熟练地再次一起泡温泉 不过今晚没喝酒 只是说了一下 悟到茶秘境的事情 林东方和火灵儿都受益肥浅 接下来的两天 都是这么平淡地过着 林东方多少适应了圣主大人 一起来泡温泉这件事 第三天 林东方起床之后 神清气爽 倒不是身体上多么舒服 而是今天是二花迎战清雨棚的日子 师兄 今天就能吃清雨棚了 火灵儿翻墙跑过来 脸上满是激动和期待 为了清雨棚 我决定不吃早饭了 他今天穿的衣裙 甚至不用扎腰带 林东方捋了吕火灵儿的呆毛 看向了一边的圣主大人 这次寿王殿给我发来了请柬 正好我带着你们一起去天火城 摇尺圣主手中出现一封金色的请柬 其实寿王殿给他发了好多请柬了 他手一挥 三人就出现在天火城上空 火灵儿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种手段 比他老爹的横贯天穷还要高明 林东方对圣主的强悍又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越是了解修炼 了解圣主 他越发觉得这位圣主强大 可怕 此时寿王殿内 人山人海 火灵云和苏锦鱼领着四个老儿子等半天了 终于看到林东方来了 小林啊 你要的配料我都准备好了 就等下锅了 三杯清雨棚 配料要一杯米酒 一杯芝麻油 一杯酱油 火灵云这几天走遍北斗星 找来了最好的配料 擂台上 一盏已经超过八米的清雨棚 发出一声川筋烈士的鸣叫 面对之前秒杀玄武的二花 他不敢藏桌 直接爆发了全部实力 不少人笃定地说道 这可是大鹏的后裔啊 绝对能 林东方搓搓手说道 这一大只鹏鸟 绝对能做好多盘 啊 二花张嘴一吸 清雨棚直接被他吸入腹中 然后他摇着尾巴 就往台下跑 二花又赢了 寿王殿众人的反应 自然十分精彩 但林东方懒得去看 一群男人震惊的样子 有啥好看的 赶紧趁热给大鹏鸟脱毛 才是正经事 回到火家祖地 二花把清雨棚吐了出来 一盏八米的棚鸟 有块数百斤重 绫儿烧水 准备给他去毛 得令 火绫儿欢天喜地地 去烧了一大锅水 林东方伸手放在清雨棚的身上 开始炼花 哄 他背后腾起两道火焰 青白色的九阴玄火 和金色的太阳蒸火 焦香灰映 然后快速地融合 我了个老天 混沌火 火精云咽了口口水 这辈子就想着 哪一天能玩玩混沌火 还没到混沌火的地步 混沌火需要九种以上的神火融合 但他这也是 有一些雏形了 混沌火可以焚烧时间 岁月塔就是在混沌火中 祭炼出来的 九阴玄火 苏锦鱼眉头微微一条 他是知道九阴玄火特殊性的 他看了看火灵 自己宝贝闺女 还没做出出格的事情 然后再看一遍的摇池圣主 自己这位堂妹 似乎有些不对劲啊 莫非 苏锦鱼不敢往下想了 再看看还在烧水的火灵 他心中微微摇头 顺其自然吧 不多时 清雨棚体内的血肉力量 被炼化一空 林东方的修为 只差一线就进入宁丹境了 暗下火晶云 和他四个老儿子 在惊叹不谈 林东方先切了一些葱姜末 伯母 弄个瓷盆来 里面加点湿淀粉 苏锦鱼不敢怠慢 赶紧准备妥当 林东方在清雨棚脖子上来了一刀 然后开始放血 给死透的棚鸟 用了一种活血的秘术之后 血哗哗地流出来 直接落入大瓷盆中 苏锦鱼按照他的吩咐 在一边搅拌捧血 让捧血和湿淀粉充分融合 这样捧血不容易结块 等会蒸熟了之后 也不会有小硬块 加盐 葱姜末 淋上香油 上锅蒸 还好这捧血是红色的 不是绿色或者黑色的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他很久没吃蒸鸡血了 不对 捧血 然后开始给清雨棚拔毛 开水一趟 开始好 有十八摸 这一步很快 不多时 白白净净的清雨棚 就被放在大水盆里 内脏也顺手处理好了 半只做大盘 半只做三杯 林东方把清雨棚 安排得明明白白 不过没多用掉 留了一些 等着萧熙月出关 再给他做一份 苏锦鱼等人 没有纠结大盘鸡 和三杯鸡这名字 林东方是除仙体 导固出新式菜肴 并不稀罕 而且这两种做法 和北斗心上的某两种做法 大同小异 炒鸡拌面 五酒鸡 北斗心上有这两道菜 先做大盘棚鸟 把一条腿给展开 洗干净 加了盐 料酒葱姜水 抓匀腌制一下 然后开始炒糖色 这糖色可要好好炒 千万不能遭见了这棚鸟啊 林东方拿出了对待厨师 等级考试的态度 糖色炒好 把棚腿下锅 刺啦啦 白嫩的表皮瞬间收紧 锁住了里面的嫩度 同时染上了 枣红诱人的颜色 不愧是棚鸟 比鸡肉香多了 基本上没有腥味啊 林东方陶醉地闻了一下 等到棚肉被炒出水汽 加入红油豆瓣 提亮增色 再加入花椒大料香叶桂皮 以及重要的干辣椒段 葱姜蒜也一起下锅 继续攻击 林东方与棚鸟的初次交锋 以咸香微辣 色泽红润 占据了上风 等到葱姜蒜的味道充分出来 加水淹没棚肉 大火烧开之后 乘胜追击 加酱油补色 然后加盐胡椒粉调味 转小火持续进攻 由于林东方喜欢更面一些的土豆 所以很早就把土豆块加了进去 喜欢汤汁清亮的 可以晚一些加土豆 然后转身去做三杯大盆 这本是一道干菜 后来传入宝岛 被发扬光大 盆腿肉切小块 比大盘盆用的小一些 用鸡腿做的话 要踢骨 这盆腿很大 所以直接往下切肉就行 加盐 一些米酒抓匀 淋上一些芝麻油再抓匀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用芝麻油腌制芹肉的 苏锦鱼咽了口口水 他最喜欢吃的 就是芝麻油煎鸡蛋 他似乎已经闻到了 芝麻油煎鸡肉的香味 这道菜非常香 和大盘盆鸟口感和香味不一样的 林东方润锅的时候 把姜片蒜里扔进去炸香 然后倒出油 加入凉的芝麻油 下入盆肉开始煎制 这可是大盆 必须润锅 热锅凉油 香味瞬间就爆开 一如盆鸟当时叱咋风云的样子 等到盆肉煎到定型 翻个身继续让它抖微风 香味 等到两边都煎到定型 有些发黄 从锅边淋入酱油和米酒 酒香和酱油香味冒出来 周围的人都开始咽口水 特别是摇池圣主 他觉得这样就能吃了 林东方不慌不忙地 往里加一些清水 最后 汤能到鸡肉三分之二的位置 做三杯棚或者三杯鸡 大火烧开调味 因为刚刚加了那么多的酱油 所以加盐之前要尝一尝 师兄 我想替你尝尝 火铃在一边举起手 林东方往一个小碗里 咬了一点汤递过去 火铃抿了一口汤 扎扎嘴 呆毛竖了起来 好香 咸淡正好 那就加点胡椒粉和冰糖就行 咱们不喜欢吃太甜的 所以 加几粒冰糖就完事 再把刚刚炸香的姜蒜放进来 大火调好了味 然后转中小火 开锅烧半盏茶的时间 也就是五分钟 最后转大火 下入青红椒和小葱段 等到青红椒熟了 汤汁浓稠后 加入茴香草 也就是九层塔 毕竟这玩意有股小茴香味 九层塔 是这三杯鸡的灵魂之一 林儿 烧热小砂锅 得令 几个砂锅被烧热 刺了 一勺勺的三杯盆鸟 被放入砂锅中 香味又被滚热的锅底 瞬间爆香 旁边 苏锦鱼已经扯好了枯袋面 已经煮熟 放在了几个大盘内 再一看大盘盆鸟 也熟透了 加上原葱和青红椒 大火烧到成熟 一勺大盆盆鸟 枣红色的鸡肉 金黄带着一丝 暗红色的土豆块 还有青红椒 以及最重要的暗红色汤汁 淋在了白嫩劲道的裤袋面上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手一挥 赶快开饭 林东方先来了一口蒸盆鸟 由于没有加太多淀粉 所以这盆鸟蒸出来之后 不太成型 轻轻一晃瓷盆 盆鸟就在里面打颤 入口细腻 香嫩爽滑 但很多人吃不来这种直接蒸的鸟 嫌弃这样子不好看 而且吃完了之后一张嘴 那就是血盆大口 但是真的香 第二口是放在米饭上吃的 火灵儿咽了口口水 也来了一勺 随后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一勺接着一勺 好吃 以后要是再遇到棚鸟之类的 可不能把血浪费了 火灵儿在脑海里敲响了警钟 不能浪费 瑶池圣主在品尝三杯棚 入口也是香 芝麻油的香无需多说 煎出来的棚肉更加有嚼劲 带着一丝微辣 咸香中带着一丝回甜 再来一口大盘棚 软嫩的棚肉和三杯棚 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再来一块炖煮到绵软入味的土豆 好吃到 让人想猛猛来上一大口米饭 棚肉炖土豆 比小鸡炖土豆更加好吃 这面条也很好吃 吸收了大盘棚鸟的汤汁 香辣劲道 还有这圆葱 哎呀呀 差点忘了喝酒 火金云取出一些好酒 带着四个老儿子边吃边喝 呼呼 好小子 吃棚鸟居然背着本猫 小猫气鼓鼓地扑扔着翅膀飞了过来 头顶还顶着本体答应 啊这 这不是看你在睡觉 不忍心打扰你吗 林东方咧咧嘴 还真把小猫给忘了 赶紧又添个碗 小猫这才满意地落座 开吃 吃酷带面的时候 他从骷髅项链里 掏出一头大饭 一口面一口饭 把火金云他们看得一愣愣的 不愧是小领养的猫 但林东方现在没功夫搭理小猫 二花多吃点 过阵子再把冰封弄来 到时候 可有大骨棒吃了 他摸了摸二花的脑袋瓜 捧鸟的鱼香还没散尽呢 他就开始惦记冰封了 嗷 二花叫唤一声 自信地摇了摇尾巴 小猫瞥了一眼二花 作为一只气凌猫 它虽然不怎么敌视狗 但也绝对不会太亲近 二花倒是很友好的 对着小猫摇了摇尾巴 小猫尾巴一颤 强忍着给二花一爪子的冲动 继续狂吃 等到吃完鹏鸟 小猫舔了舔爪子说道 我当年四处游历 倒是发现过一种名叫 彭雨姬的情类 味道吗 虽然不比这清雨鹏 但也十分不错 众人一听这话 眼前都是一亮 清雨鹏可遇不可求 但彭雨姬 再珍贵 那也是鸡 应该可以养殖 小猫 这彭雨姬在哪发现呢 林东方来了精神 把小猫抓到手里摇了摇 我看看地图再说 这都多少万年过去了 我就记得 那地方在中域 苏锦鱼赶紧拿来了中域地图 林东方一阵掩孕 这地图可不小 方圆七八米 小猫扑扔着翅膀 落在地图上 转了一圈 叹了口气 失算了 沧海桑田 这已经不是我当年熟悉的地形了 数以十万年的时间过去了 原本的高山 可能已经变成河谷 曾经的平原 也可能化成高山 不光有地貌变迁 还有大佬打架 一不小心 也能让河流争干 山月崩塌 林东方摸了摸下巴 抬头看向小猫 要不你出趟远门 他不抱什么希望的 看着小猫 这猫哪都好 就是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啊 出远门 不行 我有点懒 果然 林东方心中一探 看来不论是普通的猫 还是仙猫 都一样懒 小猫躺在椅子上 尾巴甩了甩 我虽然是仙气 但想在茫茫中域 找到那行动敏捷的彭雨姬 也不是简单的事 仙气和仙 最大的差距 就在神念上 仙神念一扫 啥都能观察得明明白白 但是仙气的神念 就没那么恐怖了 林东方摸了摸下巴 然后起了个炉灶 开始默默地煎小鱼竿 小猫虽然是仙气 但也是猫 小鱼竿拿捏不了别人 但拿捏小猫 那是手到擎啊 这是擎顶 从东海弄回来的一种小鱼 晒干之后油汪汪的 现在再放进油锅里一煎 连骨头都酥了 煎鱼的香味 像是一个钩子 直接把小猫的魂都勾了出来 熟了熟了 小子快丢我来一条 小猫一个鲤鱼 打挺从椅子上翻起来 看着那表面金黄 冒着细小油泡的煎鱼 狂咽口水 眼神都直了 嗨嗨 这鱼可是找彭雨基路上的干粮 我打算去请沈师兄他们走一趟 林东方把小鱼竿收进盒子里 警惕地看了看小猫 你可不能偷吃 师兄 我也可以去中狱找那彭雨基 这小鱼竿丢吧 火鱼跑了过来 眼巴巴地看着小鱼竿 煎鱼竿实在是太香了 那 林东方犹豫了一下 做事要把盒子递给火铃 小猫深吸一口气 直接蹦到了盒子上 咬牙说道 小子 本猫妥协了 这就去中狱找彭雨基 林东方黑黑一笑 又在盒子里加了一些小酥肉啥的 快去快回 等等 你该不会以为本猫要自己去吧 小猫直接跳到了林东方头顶上 猫嘴一歪 居然露出个老奸巨滑的冷笑来 啥 你不打算自己去 林东方一愣 是啊 本猫刚刚说的是 这就去 而不是 我这这就去 小猫尾巴摆了摆 在林东方脑袋上蹦跋两下说道 走走走 一起去 人多热闹 他在那个秘境里憋了那么多万年 让他一个人去找彭雨基 那是不可能的 好耶 可以出去玩了 火铃第一个高举双手欢呼起来 于是收拾了一下 准备去中狱抓鸡 林东方心里也是指痒痒 毕竟中狱人节地灵 乃是五狱中最繁华的地方 如果按照正常情况 怎么也要等到圆英镜之后 才能去别的大狱看看 毕竟从南狱直达中狱的传送阵花费都比较高 自己飞的话 以圆英镜的实力 起码要飞个两三年 虽然看起来比较离谱 但大多数修士都选择自己飞 不过林东方不用走传送阵 也不用自己飞 摇池圣主手一挥 他们直接到了地方 中狱 某处山脉 这座山脉的山峰都很高 所以浩瀚云海 只能在半山腰流动 一座座山峰 仿佛利剑一样刺入苍穹 陡峭的绝壁上 连老鹰都难以立足 此时正值傍晚 夕阳把无边的云海 都染上了红色 美不胜收 林东方掏出流影时 开始摄影留念 刚在山清水秀的火家祖地吃完午饭 转眼的功夫 就到了中狱的群山之间 所谓招游北海木苍吾 也不过如此 日子过得舒服啊 原来这里是一个很大的湖泊 没想到现在成了山脉 小猫爬在林东方肩膀上 嘴里叼着小鱼竿 四处张望着 他之前所熟悉的大湖 已经变成了一个天池 被数作万丈高峰围在中间 周围都是挨挨白雪 这位蓝色的天池 像是一只眼睛 点缀在这山脉中 他们决定 今天就在这天池边上露营 中狱多名山 这里群山甚至没有名字 对于中狱的人来说 这里平平无奇 所以没有发生什么 天池中恰好有个美女 在洗澡的桥段 也没遇到什么不开眼的 顽固圣子啥的 但还是有偶遇的 咕噜噜 不远处 一颗晶莹的头骨滚了过来 这头骨晶莹剔透 仿佛玉石雕刻成的一样 我了个喵喵 老王八蛋你还没死透 我了个仙王列祖列宗 你这倒霉的小猫 还没化作鸡粉 小猫和头骨 互相进行了友好亲切的问候 林东方和火铃都惊呆了 一边的摇池圣竹 眼睛眯了起来 他居然在那个老头骨上 感觉到了一丝威胁 小猫扑冷了两下翅膀 小声道 嗨嗨 我介绍一下 这个老头骨 是百万年前的老古董 你们可以称它为老不死 我呸 老子大名叫鬼主 老头骨不乐意了 飞起来把小猫撞了个空中 翻转九周半 小猫翅膀一扑扑 优雅地落地 然后扑过去 用老头骨磨牙磨爪子 枪枪枪 火花四溅 小猫的尖牙利爪 能抓烂真仙大佬的肉身 但这头骨上 现在一点划痕都没有 鬼主 姚池圣主眉头一条 他没有在任何古籍上 见到过鬼主二子 然也 鬼主看了看姚池圣主 然后倒吸了一口冷气 乖乖 没想到以现在的大道环境 你还能走到这个境界 实在是了不起 然后他又看向灵东方 眼窝中鬼火大盛 先王二大爷的 十倍气海 了不起 真的了不起 想不到无尽岁月之后 又有人气海突破到了极境 鬼主绕着灵东方飞了两圈 不停地点头 小子 相见就是缘 想要啥跟你鬼叔我说 以后你发达了 别忘了我就行 什么功法呀 仙气呀 要啥都行 只要我能给你弄来 都会给你整来 鬼主自然能看出 小猫和灵东方之间的关系 他想投资一次 十倍气海 投资一下稳赚不赔呀 灵东方就喜欢跟这种 敞亮人打交道 说话干事痛快 前辈 实不相瞒 我想要一些彭雨基 彭雨基 你就要这 鬼主似乎难以置信的样子 对啊 我来这就是为了要彭雨基 灵东方搓搓手 前辈 等你以后能吃东西了 我做点辣子鸡 给你下酒 现在鬼主是没那个口服了 骷髅骨状态 没办法吃东西 鬼主绕着灵东方飞了三圈 然后嘿嘿一笑 小子 我怀疑你走的是除道 要么就是吃道 灵东方倒吸了一口冷气 看了看旁边的小猫 小猫对他点点头 灵东方又看向鬼主 问道 前辈 这世上还有吃道 鬼主笑了一声 这么说来 你还真是除道了 灵东方苦笑一声 果然在这种等级的大佬面前 藏不住的 不错 晚辈就是除道 可是那吃道 天下间还有吃道 不想当年推测的万道 都一一出现了 要说吃道 本座走的就是吃道 灵东方等人震惊 火灵儿羡慕的呆毛都在乱晃 吃道啊 以吃入道 这也太幸福了 太美妙了 鬼主得意洋洋地显摆起来 吃道虽然比不上除道 但在战斗力上 可绝对算得上顶尖 当年我一个出入非仙境 被他们五个老牌仙群殴 我直接反杀掉三个 然后我虽然死了这么多年 但最后还是没死头 鬼主的战绩 让瑶池圣主都动容 火灵儿忍不住问道 鬼主前辈 这吃道是怎么觉醒的 天生的 我也没办法让你获得 鬼主的回答 让火灵儿想打人 他转头又看向灵东方 小伙子 既然你是除道 那就帮我证明一个事 我当年和几个老伙计推演万道 我说除道是做出来的菜 蕴含天地大道 他们说除休市菜中 蕴含各种类似丹药的功能药性 那群老王八蛋 最后来了个举手表决 气死我了 看得出来 鬼主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即便只是一个头骨 但众人也能看出来 他似乎有不服气的表情 林东方无奈一笑 取出了一些小鱼竿说道 前辈是菜品蕴含天地大道 果然如此 鬼主瞬间得意起来 这以后再遇到那群老混蛋 就可以讥讽他们了 小子 你这除道走南闯北的多有不便 我当年获得过一篇秘书 应该可以让你做菜的时候 随心所欲一些 简单来说 就是你可以自主决定 让菜肴上是否存在道运 死话一出 林东方直接冲过去 把老头骨给抱了起来 前辈 你这话当真 我一个马上就要死的老骨头 骗你有啥意思 鬼主想翻白眼 但是眼窝里没有眼珠子 这让他十分泄气 嘿嘿 前辈不好意思 我太激动了 旁边的火灵儿也很激动 要是林东方获得了这种秘书 那以后 他吃再多的好吃的 也不怕顿物了 诺 拿去修炼吧 鬼主张嘴吐出一个石碑 你妈妈的全是鬼画符 画天荣地 林东方虽然看不懂鬼画符 但摸了一下石碑后 却直接就能看懂了 很神奇的体验 你们两个女娃 也可以练练这个秘书 别的不说 当年我能硬抗武尊仙的杀法 全靠这画天荣地秘书 防御力极高 林东方等人激动起来 当下开始认真参悟这篇秘书 鬼主又看向小猫 当初你说替我寻找传人 如今他们三人的资质我都很满意 谢谢 我带他们来 主要是为了彭雨姬 没想到你这老货还没死透 嘿 你这小猫怎么说话呢 我现在处于不生不死的状态 还能再坚持个几十万年 鬼主眼中光芒一闪 百鱼只彭雨姬被拘禁过来 这彭雨姬体型 比普通大公鸡大一些 身上都是金色 带着黑斑的昆彭雨毛 看起来就十分威武不凡 这彭雨姬不太好养活 小猫你且记下 怎么养他们 想不到本猫到最后 和你一样 落得一个养鸡的下场 小猫叼着小鱼竿 把彭雨姬都收了起来 然后百无聊赖地 趴在一根木头上 在天池里游荡 尾巴像是鱼钩一样 在水里抖来抖去 不多时 一条大鱼上钩了 砰 一米多长的大鱼 被扔到岸上 等到林东方他们相继醒来后 小猫已经抓了六条大鱼 哇 这鱼好像连鱼啊 这鱼头真大 林东方按住一条大鱼 帮帮两下敲晕 然后去林区塞去内脏 摸出调料腌制一下 开始烤鱼 姚池圣主在一边说道 运转一下 化天荣地秘术试试 林东方点点头 开始运转起 这玄奥的秘术来 然后姚池圣主就震惊地发现 本来清和林东方的天地大道 又飘回了高空 消散了 居然真的可以把道运 退还给天地 这秘术太厉害了 姚池圣主都忍不住惊呼了一声 可不 还能把敌人打过来的力量 也一样退还回去 这秘术当年也被称为第一防御秘术 可惜我没找到那第一沙发之术就死了 鬼主哀声叹气 行了 你能获得化天荣地 已经是走了狗屎运了 小猫甩甩尾巴 趴在一边眼巴巴地看着烤鱼 林东方现在十分开心 以后要是不得不在外人面前做菜 直接运转 一下化天荣地就行了 给自己人做菜 就不用运转了 比如现在的烤鱼 鬼主眼巴巴地看着那些道运 融入到烤鱼中 虽然只剩一个头骨 但他还是做出了吞咽的动作来 咔吧咔吧 骨节摩擦了几下 没有口水 林东方和火灵吃烤鱼的时候没多说话 他们觉得 在一个不能吃饭的老头骨面前 吃烤香喷喷的烤鱼 是一种残忍 小猫尾巴摇了摇 唉 来点辣椒粉 再来点自然 哎呦 差点忘了刷料油了 他的声音 让鬼主咬牙切齿 已吃入到的鬼主 现在恨不得脱身在一条狗身上 来尝尝这烤鱼 吃完了烤鱼 火灵美滋滋地扎了一个帐篷 林东方抬头看着漫天的烦心 忍住张开双臂欢呼了一声 修炼界真美好啊 次日一早 林东方神清气爽地起床 火灵在他身边砸巴着嘴 摇尺圣主 昨晚在外头干瞪眼 他不好意思 和这俩晚辈挤一个帐篷 鬼主在一边扎扎嘴 啊啊一叹 这小子可比我当年风流多了 好了好了 你们也就别在 我这瞎晃悠了 回去多多练习画天荣地秘书 以后遇到啥男士就来找我 我这把老骨头 还能发挥一些余光余热 鬼主吆喝了一声 林东方对着鬼主 认真试了弟子礼 鬼主坦然接受 他已经把林东方 当成了自己的传人 行了 你们走吧 我要继续沉睡了 以后等你们有了真心实力 就可以想办法 让我重塑肉身了 我可是已吃入道 要是吃不上你这除锈的饭菜 我死了也不安上 鬼主原本想着 能重塑肉身就行了 现在他的目标换了 林东方等人 再次和鬼主道别 然后打道回府 姚池圣主先回了水晶仙宫 召集首宗们开会 鬼主这种等级的存在 事关重大 还有化天荣地秘术 也是十分重要的 林东方回屋之后 拿出纸笔 开始写字 百万年无仙 小猫 虚空兽 悟道茶 苏家始祖的预言 鬼主 除道体 他把最近的际遇都写了写 最后在除道体上圈了一下 苏家始祖做出预言 除道体和悟道茶术有关联 鬼主更是推演出 除道体的特性 林东方不认为这群非仙大佬 当年是闲着无聊 推演除道体 这当中肯定有隐情啊 以鬼主那种自来属且化劳的性格 不说那就是不想说 问了也白问 算了 我猜这境界 考虑那些没啥大用 徒增烦恼罢了 林东方伸了个懒腰 把这张纸烧了 然后 把目光转向小猫捕获的那些大鱼 这鱼头不做剁鱿鱼头 可就太可惜了 不过说到鱼头 那个病风有两个猪头 猪头 鱼头 再来个狮子头 过几天做个三头宴吧 所谓三头宴 属于淮阳菜 具体是八猪头 拆毁鲜鱼头 以及清炖蟹粉狮子头 北斗星这边也把个头大 外表粗糙的丸子 叫狮子头 也有叫老虎头的 毕竟这名字 听起来霸气雄壮 林东方此时 正在看北斗星影视发展史 不得不说 忠于北斗史料馆的人 还是尽职尽责的 甚至请了画道修饰 给菜肴都配了图 师兄啊 我只有两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 火铃从一边蹦了出来 小手里攥着传音时 林东方把那屡呆毛给屡直了 笑道 先说好消息 好消息是冰封再次晋级了 下一场和二花打 坏消息是 下一场比赛要等到十天之后 火铃唉声叹气 十天 整整十天 拆毁鱼头 没了骨头的鱼头 肯定能大口吃 八猪头虽然没吃过 但料想也是香嫩软滑的口感 还有那大狮子头 全家蟹黄 火铃儿揉着肚子 越想越饿 看着他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林东方忍不住笑了起来 好饭不怕晚 再坚持坚持 诺 先吃点小龙虾解解馋 麻辣鹿魂虫 小龙虾 火铃儿美滋滋的接过小龙虾 呆毛兴高采烈的抖了抖 得益于摇池圣地 新弄了个专门治疗 不祥上身的山头 现在每天都有很多天残小龙虾 进化成鹿魂虫 各大势力和众多散修 自然是对摇池感恩戴德 师兄啊 这是我做出来的不祥探测帽 这几天 我们可以去抓不祥玩 这就是第二个好消息 火铃儿取出一个红色的小帽子 和普通的小圆帽差不多 耳朵那里做了两个小龙虾钳子 里面塞着棉花 圆鼓鼓地十分可爱 脑门上方 镶嵌着两根天残小龙虾须子 还有一对乌溜溜的小龙虾眼睛 他把这小红帽戴上之后 晃了晃头 两根龙虾须在空气中 欢托地摆动着 师兄 这龙虾须可以探测不祥 隔着百里远就能对不祥做出反应 然后龙虾钳子就会指向过去 火铃儿挺直腰板 小脸上满是骄傲和自豪 他觉得 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这样一来 就能抓到很多不祥 天残小龙虾 就都能变成更好吃的陆魂虫了 林东方一脸的震撼 自己这位小师妹 这么机智的吗 铃儿不愧是我的宝贝师妹 这个探测帽太厉害了 奖励你试金锅包肉 好爷 火铃儿跳起来欢呼一声 不光有锅包肉 还被林东方冠以宝贝师妹的名号 火铃儿觉得 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等吃完了小龙虾 他美滋滋地跑去除魔风了 自己一个人可没把握 抓到很多很多不祥 所以要找人帮忙 除魔风是摇石圣地最心力的山头 专门负责收治被不祥附身的人 首座由独孤浩 程大发等顶级强者轮流担任 今天是程大发做班 火铃儿送来的探测帽 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 铃儿你做得好啊 程大发搓搓手 他现在正愁没有不祥火体标本呢 之前抓来的都折腾死了 二虎 沈浪 有 王二虎和沈浪 由于聪明伶俐 鬼点子多 所以被调度到除魔风来干活 你们把铃儿做的这帽子 纺制一些出来 然后把这帽子 卖给那些来去除不祥的人 只收成本价就行 好 两人接过帽子找人 纺制去了 这小红帽做起来不难 随便找个内门弟子一天 就能做出来千八百个 随后 除魔风上下 都开始推销这种帽子 你想报复不祥吗 你还在被那来 无影剧无踪的不祥困扰吗 快戴上路魂小红帽 只要166零食 让你追着不祥砍 沈浪满意地 看着自己写出来的告示 一个多时辰 就做出来一千个帽子 一经问世 就被抢购一空 程大发笑的都合不拢嘴了 他没指望能卖出多少零食 而是有了这群狂热的买家 不祥将无处藏匿 练气风那边 开始加班加点赶着帽子 小龙虾须子 有的是 这玩意 一旦满足了生存条件 繁殖速度飞快 而且 有些小龙虾还变异了 长得能有胳膊长 一对龙虾须 更显得威武雄壮 用了这种虾须子的 至尊版探测帽 被卖到一千零食一顶 没过几天 这除魔风上下 就有了一群头顶小红帽的家伙 看起来倒也十分喜庆 这群人已经摆脱了 不祥气息的困扰 此时聚拢在一起喝酒聊天 头顶的虾须乱晃 不愧是摇池圣地 仙子神君的摇篮 他们甚至没收取多少诊费 而且为了让更多道友 免受不祥之害 还发明了这种探测帽 真是 呜呜 以后再也不怕不祥了 这位话说 一半还哭了起来 只有被不祥附身 才会体验到那种大恐惧 感觉自己 随时都能变成另外一个 嗜血残暴的人 而到了晚年 不祥有可能直接爆发 到时候还会祸及家人 兄弟们 咱们虽然打不过不祥 但是可以把不祥的线索报 给摇池圣地 对 而且这瞎须可以抵御不祥 咱们一群人去到也不怕 走走走 找不祥去 经过这群人的不懈努力 终于把三只不祥堵在了老窝里 三只造型恐怖的不祥瑟瑟发抖 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这群人 怎么就忽然不怕他们的不祥气息了 不祥最主要的攻击手段 就是那股诡异的气息 这种手段失效之后 他们真正的实力 甚至不如同级别的妖兽 不多时沈浪和王二虎到了这里 沈浪穿着红色白色相间的袍服 背后背着大宝剑 仿佛绝带剑仙 王二虎身穿赤红色甲皱 背后两把大铁锤 加上他恐怖的体型 给人一种极强的压迫感 两位道兄 这里有着三只恐怖的不祥 你们要小心呢 三只不祥仰天怒吼 他们的到底谁恐怖 那帽子上天 残小龙虾漆黑的眼珠里 冒出乌光 来回摆动的须子 在贪婪地捕获着空气中的不祥气息 急得两个钳子疯狂矛动 在红毛不祥看来 这群头顶红帽的人 就是最诡异的大恐怖 沈师兄 我要嫁给你 王师兄 你就从了我们吧 周围一群谜地谜媚 在疯狂呐喊 但是喊着喊着 沈浪近前某人 使劲吸了吸鼻子 咦 沈师兄身上 怎么有一股香辣味 好香 香到我想抱着沈师兄舔一口 前面那位小伙子 你还是把小浪 留给老生我比较好 沈浪心里一秃秃 他们身上 这衣服假皱 是用吃剩的小龙虾壳 打碎之后做的 能防御不祥气息的清洗 王二虎 问声问气地说道 你们都回去吧 我和沈师弟要亲拿不祥了 两位道兄小心啊 众人一一戏别 转身离去 但是头顶帽子上的 两个小钳子 一直指着三只不祥 三个红毛不祥 吓得都快尿了 这太 他们的太诡异了 很快 他们就被沈浪 和王二虎擒获 其实 这三只不祥 还算好的 另一边 火灵儿带着林东方 出门找不祥完了 此时 难遇某个小村庄外 之前由于不祥侵袭 这个小村庄里的居民 都疏散走了 成为了一个空村子 这些年来 一只形似大灰狼的不祥 盘踞在这里 不少人都被他害了性命 只呀 秋风吹起 不少破败的门窗 发出凄凉的声音 砰 一扇窗户 仿佛承受不了 这灰白色的阳光 直接掉在地上 荡起一阵尘土 头顶小红帽的 火灵儿跑到一个枯井前 探头看了看 不祥大灰狼你在家吗 快点开门啊 有小猫坐镇在一边 火灵儿不知道 帕子是怎么写的 小猫此时 也戴了一顶小帽子 但龙虾钳子 换成了一对小翅膀 头顶的须须 只有一根 也没镶嵌龙虾眼珠 林东方自己 倒是没戴探测帽 不需要 切过小龙虾的菜刀 有着强烈 砍几下不祥的冲动 不祥呀 你快出来 火灵儿左摇右晃 到处寻找着 那已经吓破坦的不祥 他一只圆阴镜的不祥 怎么就惹来了 一针仙气 还有那恐怖的小丫头 朱雀神火和太阳真火 缭绕在一起 别看只是宁丹四重的修为 但足以烧死 他这圆阴镜的不祥 不祥轻手轻脚地 在破败的老屋子之间穿行 他化身成阴影 融入净烟尘 使用出各种手段 躲着他们 我躲 我躲 只要没被掀器发现 我就能逃走 但等他回头一看 直接吓得浑身红毛 都竖起了起来 嘻嘻 抓到你了 火灵儿头顶的龙虾钳子 直勾勾地指着不祥 小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有着探测帽在 即便不祥 使出浑身解数 也是没用的 这甜美可爱的笑容 在不祥看来 就是最大的恐惧 他一身的诡异气息 居然对这小丫头 小猫懒洋洋地飞过来 本体直接砸在不祥身上 林东方咧咧嘴 用仙气 镇压一个圆英镜不祥 简直就是 原子弹打蚊子 可恶啊 要是我再小心一些 就不会被你们发现了 不祥声嘶力竭地 喊了一嗓子 小猫冷笑一声 不是你暴露了 而是我们 厌倦了装作 找你这个游戏罢了 哎 和不祥躲猫猫玩一次 也就腻歪了 火灵儿双手脱腮 看向了林东方 师兄啊 这不祥大灰狼 看起来有些好吃的样子 要是不说 这一身红毛 这不祥看起来 还是浑身肌肉骨胀的 看起来很肥事 不祥腿一抽抽 他万万没想到 这三个诡异的存在 抓到他第一件事 是考虑好不好吃 他哀嚎道 我不是大灰狼 我是不祥 我是先天煞气宁 十所化 我的肉应该 啊不对 肯定不好吃 林东方哑然 掏出杀猪刀 给不祥来了一下 好不好吃 你自己说了不算啊 之前 在留影时上看到的不祥 都是人形的 现在看到这狼一样的 肯定要看看 好不好吃 哄 随着不祥大灰狼 蹬腿死去 一股诡异的红色旋风 骤然刮了起来 无边的红毛 叫笼罩林东方 吃吃 太阳真火 和九阴玄火 连昧出击 把这股诡异气息 烧了个干干净净 空气中 缭绕着烧焦羽毛味 哎 这味道好恶心 火铃 皱着鼻子跑到一边 不祥的血液 腥臭无比 小猫一展翅膀 鼓荡起狂风 把血腥味给吹走了 林东方用杀猪刀 扒拉了两下 绝望地摇摇头 这玩意还真不能吃 哎 浪费一只不祥 看来只要是不祥 就不能直接吃 算了 拿回去 给小龙虾当饲料 天产小龙虾吃完不祥后 成长速度飞快 就这样 林东方第一次斩杀 怪物的成就达成了 师兄啊 这蝎子我听说 能吃来着 火铃儿在周围的山林里 翻翻找找 多少找出一些山珍来 比如巴掌大的蝎子 能吃倒是能吃 不过 你确定要吃 林东方看着那一盒子蝎子 露出怀念之色 当年去学卤菜 能让那位师傅 对他刮目相看 全靠他大口吃油炸蝎子 火铃儿咽了口口水 师兄你做的 我就敢吃 经过林东方手上处理过的东西 都是好吃的 这是火铃儿 另一个伟大的发现 于是 两人快速回到摇池圣地 盒子里加盐水 一顿摇晃 等蝎子把肚子里的脏东西 都吐出来了 也就都死翘翘了 小心地减去尾沟 控干水分 下到四成热的花生油中 小火慢炸 好香啊 火铃儿吸了吸鼻子 这边蝎子还没出锅 程大发就兴高采烈地过来了 在他背后 还有一位一身黑袍 脸色苍白的中年人 小林啊 大喜事 大喜事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古虫风手作 谢武毒 可是咱们南狱最厉害的古师 也是用毒的好手 程大发拍手介绍了一下 林东方手一哆嗦 他娘了个二舅老爷的 自己刚刚榨了一锅蝎子 古虫风手作就过来了 玩古虫的人 基本都把蝎子无功 啥地当成宝贝 嗨嗨 见过谢前辈 林东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把火关了 然后去端来一些 卤牛肉啥的 程大发黑黑一笑 我最近一直琢磨 把天产小龙虾的特性 移植到别的动物上 所以就去找老谢了 在生物特性交叉培育方面 古虫大师都是好手 谢武毒一看就是个 不善言语的人 尽管现在很高兴 但脸上看起来 还是冷冰冰的 小林 我和老程这几天 研究了一下天产小龙虾 发现这种灵虫的特点是 他说了一堆专业术语 林东方跟听天书一样 最后 谢武毒激动说道 这天产小龙虾 对不祥的克制特性 我已经成功地 移植到了螃蟹身上 这就是我们 培育出的红毛蟹 一个水晶盒 被谢武毒取出来 里面趴着几只人头 大的红毛螃蟹 硕大的蟹前 鼓鼓胀胀 一看就极其美味 程大发多少 有些遗憾 可惜 没有培养出 红毛鱼和红毛羊 他还惦记着于咬羊呢 林东方刚要 把谢武毒手中的 水晶盒子拿过来 火铃就从一边蹦了出来 师兄呀 蝎子炸好了没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发现谢武毒手上的 青筋起来了 程大发也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万万没想到 旁边那油锅里炸的 居然是蝎子 他用担心的目光 看了谢武毒一眼 果然 谢武毒的胸口 剧烈起伏起来 咔咔 装着红毛蟹的盒子 发出脆响 即将被捏爆 谢武毒眼睛 瞪得溜圆 眼白上满是红血丝 恶狠狠地看着林东方 程大发在一边小声道 老蟹 你别激动 别激动 有话好好说 这蝎子 又不是你养的 话虽如此 但谢武毒的名字 已经说明了一切 当着一个 鼓虫师的面炸蝎子 真的需要勇气 看着谢武毒嘴唇颤抖 目光扭曲的样子 暗中的摇尺圣主 在考虑要不要一棒子 先把他敲晕过去 但随后 让众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谢武毒忽然从油锅里 掏出一个蝎子 咔的一口就咬了上去 终于让我碰到 第二个吃油炸蝎子的人了 自从当上这鼓虫风手作 我就再也没吃过炸蝎子 谢武毒仰天长叹 香酥可口 脆而不坚 咔咔咔 自六 谢武毒吃着炸蝎子 喝着小酒 脸上露出了笑容 真好吃啊 程大发翻了翻白眼 他刚刚还以为 谢武毒那激动的样子 是气的 没想到是遇到知音的激动 于是坐下来 准备吃蝎子 林东方尝出了一口气 把蝎子都捞出来 撒上一些胶盐 开吃 吃炸蝎子 是需要勇气的 一直以来 蝎子都合 中毒 挂钩 是一种恐怖的虫子 但等到这蝎子 被炸得色泽金黄 喷香油亮的时候 就另当别论了 咔嚓 甚至比炸蝎都好吃 油炸大虾 还要去壳 但炸蝎子不用 火铃咽了口口水 抓起一个炸蝎子 眼一臂心一横 咬了下去 好香 喵喵喵 果然好香 小猫也没忍住 开灶 暗中的摇池圣主 已经吃了三只了 程大发最后一个开洞 别看他五大三粗 但之前他被一个 很厉害的蝎子折过 差点丢了性命 等吃完了蝎子 众人都惊叹这种美味 说起来 想吃蝎子的话 我这边还有 解五毒从一个 蛊虫罐子里 倒出几只晶莹白嫩的蝎子 这是我把东海白虾 和蝎子 一起培育出来的品种 肉多 可更薄 还有这蜈蚣也是 东海中 有种叫海蜈蚣的虫子 和陆地上的蜈蚣 一起培育 最后能得出 两种蜈蚣 一种剧毒无比 根本不能吃 另一种就是这种 无毒好吃 林东方看了看 这筷子长的蜈蚣 造型和皮皮虾的尾巴 差不多 解五毒此时 都不用林东方帮忙 熟练地把海蜈蚣 和白蝎子处理好 扔进油锅里炸 现在也没人管 那几只红毛蟹了 现在 有了天产小龙虾 我要试试 再培育一些 飞天红毛蜈蚣 飞天红毛蝎子啥的 解五毒吃完了 炸蝎子之后 思路骤然打开 于是回去 继续培育红毛系列 这几天捕获了 十多 枝不祥 有大量的样本 可以研究 这边 林东方把红毛蟹蒸熟 好多蟹黄 火灵儿惊叹一声 这是他见过的 蟹黄最多的螃蟹 而且可薄肉也多 林东方敲开蟹前 里面肥饰的蟹肉 白嫩嫩地 揪出来后 还在轻轻颤抖 好吃 这是我吃过最鲜美的螃蟹 两人筐筐一顿猛躁 不祥虽然不能吃 但是这些虾蟹吃完了不祥 却变得鲜美一场 神奇的大自然 林东方感叹一番 暗中摇池圣主撇撇嘴 神奇个鬼的大自然 林东方出现之前 摇池圣地 可是难遇最严肃庄重的圣地 现在到后 成了养殖场了 连和养殖一点关系 都没有的缥缈风 最近也开始养起了猪 那些猪天天漫山遍野地跑 除了缥缈风的弟子 别的风还真抓不住那些猪 但啃了一个红毛蟹之后 摇池圣主觉得 现在这样发展也不错 下午 摇池圣主照例来锤炼林东方 林东方又被一顿修炼 感受到了圣主的严肃和认真 这几天都是如此 先是切磋一番 然后吃过晚饭去泡温泉 林东方和火灵儿都习惯了 和圣主大人一起泡温泉 虽然进展不算很迅速 但摇池圣主也很满意了 毕竟现在泡温泉已经成为了习惯 他决定复刻一下萧熙月的路线 先循序渐进 然后一击突破 日子就这么悠闲地过着 苦重风那边捷报拼拼 虽然红毛乌宫和红毛蝎子的培育不算成功 但先后培育出了红毛大龙虾和红毛背 这几天林东方狂吃各种海鲜 舒服得不得了 此时 水晶仙宫内摇池圣主和一群手作 先吃了一顿海鲜大餐 然后开始每个月的例会 最近抓了多少不祥 程大发说道 回圣主 宁丹靖以下的不祥抓了八只 宁丹靖的抓了七只 元英靖的抓了五只 化神靖的抓了三只 这些不祥足以培育出十万只鹿昆虫 这些是秘境外的不祥 大多数不祥都在秘境内 这几天 我们都在组织弟子寻访秘境 收集线索 秦顶在一边补充道 现在天下人无不感恩我们摇池圣地 我摇池的威望 已经远超难遇其他圣地 摇池圣主满意地点点头 培育红毛系列食材 真的是一个明智的举措 一来收获了大量优质食材 而来也让摇池的威望提高 可谓是一举两得 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步提升了 散会之后 摇池圣主回到妙阴峰 越看林东方越喜欢 此时 林东方在做狮子头 明天就是二花对决并风的日子 他要给二花做个战前大餐 火灵儿在一边咬着手指 馋得肚子都在咕咕叫 狮子头的肉和肉丸子的不一样 肉丸子要细细地剁 狮子头呢 要细细地切 随便剁几下就完事 肉要用肋骨五花 林东方当年 是跟着一位老师傅学的狮子头 清炖蟹粉狮子头这道菜 肥瘦比例 在不同季节有不同的讲究 冬季要惊人的七肥三瘦 夏季要六肥四瘦 等到林东方问春秋咋整 老师傅瞪了他一眼说 自己想 林东方最后决定 春秋不做这道菜 气得老师傅拿手少咋他 不过 最后老师傅也说了 又不是在旧时代 给那群达官贵人做 现在自己做怎么舒坦怎么来 但肥肉最低不能少于四成 林东方这次决定五五分 师兄 你这次用了好多肥肉啊 林东方笑道 等会你就知道 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多肥肉啊 肉馅里加葱姜末 虾子 蛋清 盐和淀粉 充分搅拌 摔大上劲 加些水搅拌进去 继续搅拌摔大上劲 啪 啪 每次摔大一下 火链呆毛都颤摇一下 他想到了林东方 被圣主大人锤炼的样子 到这种程度就差不多了 林东方抓起一团肉 过了很久才有一些肉掉下来 已经充分上劲了 然后起锅 把剁成端的排骨和切片的肉皮 下锅加黄酒焯水去腥 肉皮提前烙过洗净了 然后另起一个砂锅 把排骨放在最底下 放排骨是为了让汤更香 也为了防止水太滚 最后导致狮子头破了形象 原来如此 尽管火铃儿学不太会 但笔记记得很认真 这可是除仙体的除道传承 然后再铺一层白菜腥 白菜可以吸收多余的油脂 让汤看起来不那么油腻 然后铺上肉皮 肉皮不要太多 不然汤就太粘稠了 加清汤 黄酒胡椒粉和盐调味 林东方学着当年那位老师傅的语气 苦口婆心 开火烧开汤的过程中 把蟹肉加入肉馅里搅拌摔打 这一步不能太过用力 不然蟹肉就彻底粉碎了 蟹黄狮子头 要看到蟹肉才好 汤到了四开非开 林东方开始下狮子头 这一步没啥好说的 团好一个狮子头后 在上面涂抹一些蟹黄 然后有蟹黄的一面朝上 放入砂锅中 最后在狮子头上再铺一层白菜叶 这一层白菜叶的作用 是让狮子头顶部保持湿润 免得狮子头成熟后 上下口感不一致 哎 这样啊 那这白菜叶到最后都肯定很好吃 火链揉了揉肚子 又饿了 一个时辰 也就是两个小时后 砂锅里火 等放到桌子上后打开盖子 锅内清澈的汤汁还在微微沸腾 揭开上面一层的白菜叶 顶着一抹蟹黄的狮子头 散发出醇厚的肉香 咬出一个狮子头后 林东方笑道 为什么放那么多肥肉原因就在这里 这道清顿狮子头 讲究的是在锅中不散 但用筷子一加就碎 只能用勺子挖着吃 这样才是入口即化 好香啊 火链抢打了一下 林东方摇摇头是香嫩异常 如同豆腐放进嘴里之后 甚至不用咬 火链再次惊叹 然后咬了一小块狮子头放进嘴里 舌头一顶 肉香混合着蟹黄的鲜美 就在嘴里化开 师兄 这是我吃过最香的白菜 火链把砂锅里的白菜捞出来尝了尝 经过两个小时的小火炖煮 白菜心吸饱了肥肉和排骨的香味 但成也两个小时 败也两个小时 白菜炖了这么久 香味不错 口感就不咋样了 林东方笑了笑 这白菜虽然好吃 但是炖这么久已经不成形了 口感不好 这狮子头最后都是把白菜拿出来 换上一些青菜心进去 他转身把青菜心用肉汤烫了烫 替换掉了白菜们 要说吃白菜的话 还有一道很好吃的白菜菜品 火链饰时来了精神 师兄啊 白菜还能怎么做 青汤白菜 林东方决定做开水白菜 青汤 就是师兄之前做海参用的那个青汤吗 火链震惊了 其貌不扬 价格低廉的白菜 居然要用那么复杂的青汤来做 虽然也是青汤 但青汤白菜用的有点细微的差别 林东方摸出一根火腿来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 青汤白菜的汤里面要加火腿 无火腿 汤不美 剩下的步骤都大差不差 林东方说得简单 但掉青汤是最麻烦的 火链儿带毛摇了摇 师兄啊 这白菜是不是也应该讲究点 林东方点点头 最好是那种 还没彻底展开的白菜的菜心 去林耀峰问问牧师姐 能不能种一些大白菜 平时吃的小菜 在自家菜园子里揪就行 像是开水白菜这种大菜 林东方喜欢去林耀峰折腾些好菜来 这是他在北斗星第一次做开水白菜 可要认真对待一下 等召唤来了火晶云 把狮子头护送回火家祖地 林东方带着火链儿 先溜去了林耀峰 林耀峰上依旧是万果飘香 不过最近总有一些特殊的味道 牧青城和他的六位师妹 都喜欢上了臭豆腐这种小吃 每天都要来一份 一见到林东方 牧青城脸上就抑制不住地露出笑容 林师弟 今天想要点什么菜 他知道 林东方来林耀峰 绝对不是和别的师弟一样献殷勤 追求诸位师姐 肯定是要菜 林东方嘿嘿一笑 牧师姐神机妙算啊 我今天来是想请师姐们种一些大白菜 牧青城严肃起来 居然是大白菜 大白菜可是好东西 我和师妹们从小吃到大 火灵呆毛颤了颤 从小吃到大 从小吃到大 火灵这下知道 自己之前为什么那么喜欢用大白菜打饭包了 他决定以后每天多肯几口大白菜 不然每辈子才能长成盛开的牡丹花 我们还真没用过胎岁土种过大白菜 而且我们也没有好好培育过大白菜 不像是茄子 小六他们都培育七八年了 牧青城一探 种子盗用的时候方恨少啊 林东方申表同意的点点头 种子这东西有时候嫌多 有时候嫌少 是个诡异的存在 师弟 这白菜种子事关重大 我这两天先联系一下我的那些好姐妹 看看能不能弄到一些好种子 要是不着急的话 就先等等 牧青城用询问的目光看向林东方 他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自己作为林耀峰清传大弟子 居然没有培育出好的大白菜 丢人了 林东方笑道 这白菜不急着用 就是想到了一道菜 以后再作业无妨 这就好 牧青城放下心来 然后就收拾行囊 请示了张灵后下山去了 梦大白菜种子去 从林耀峰上下来 林东方和火灵去了天火城 此时狮子头刚刚吃完 瑶池圣主也分到了两个 在林东方面前 他不能撒娇要好吃的 但是苏锦鱼是他唐姐 在唐姐面前 还是可以装小孩子的 吃得十分尽兴 说起来 明天二花对战 并封的时候 可要收着点 不然过阵子 就没人敢把自家灵兽 放出来和二花打架了 林东方喝着茶 二花就在他腿边趴着 二花对战玄武 和清雨棚的时候 都是一口玩事 实在是有些过于吓人了 现在天火城内 有不少传言 说并封有退赛的意思 二花 呜呜 两声 摇了摇尾巴 表示知道了 林东方看向火金云 问道 伯父 四强除了二花和并封 另外两位什么来路 火金云吃了一个油炸蝎子后 说道 另外两只都不好吃 一个混血穷奇 另外一个是毒胶 浑身上下都是毒 肉也和腐肉差不多 林东方和二花都 常叹一声 为什么就没有一些好吃 又强大的对手呢 摇尺圣主 在一边趁着林东方不注意 大口吃完了两个荷花酥之后 说道 南玉这边好吃的灵兽手 真要说好吃的灵兽 还得是中玉那边 像是青卵啊 白虎啊 四不像之类的 味道都不错 等到二花赢下最后一局 就能去中玉 这种食材他是最有发言权的 他当年都有烤过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这几种食材之前 只在传说中看过 万万没想到有朝一日 能把他们送进炒锅 他扒拉一下在 一边眯着眼睛 打顿的二花 二花呀 以后咱们能不能吃上 脆皮炸青鸾 红烧白虎排骨 就看你了 你可要争气啊 啊 二花一下来了精神 身子抖了抖 把一边的一块 通天进大腰的腿骨雕 过来开始磨牙 姚池圣主开始纠结了 他要是出去寻找食材 那就不能暗中窥探林东方 但暗中窥探林东方 就不能出去寻找食材 不少珍惜食材 都藏在一些隐秘小世界中 有些难办 算了算了 先盯着这小子要紧 姚池圣主决定还是 留着林东方身边比较好 这小子 现在可是香波波 别说火链了 林耀峰上那几个小丫头 做梦都想把林东方给生吞了 第二天很快就到了 这一次 二花没有上来就用滔天秘术 而是左右周旋 最后 被逼无奈 一口吞下并风 取得胜利 杀桌了 火链还天洗地的 在一边放起了鞭炮 等到炼化完 并风体内庞大的气血之力 林东方的修为 进入了崭新的境界 宁丹镜 宁丹镜和住击镜的感觉 完全不同 体内沸腾的神力 仿佛高压锅里的水一样 开始修炼不到三个月 就进入了宁丹镜 比我当年快了半个月啊 姚池圣主微微一叹 旁边火晶云和苏锦鱼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他们当年也算是一带添骄 但是从接触修炼开始 也用了快三年 才进入宁丹镜 只能说 姚池圣主和林东方 一个比一个妖念 林东方先体验了一下 这全新的力量 然后一挥手 先做血肠 没有血肠的杀猪菜 算不得杀猪菜 但放完了并风的血 切开胸腹之后 林东方尴尬地发现 这双头猪居然没有肠子 只有心肺胃 连腰子都没有 林东方只能感叹 这群灵兽长得有些随意了 于是杀了几头普通的猪 洗净一些猪小肠 开始做血肠 和蒸鸡血差不多 也要加一些淀粉 调味还是盐胡椒粉 葱姜末 血肠做好之后 林东方严肃起来 两个猪头已经被剁了下来 和普通大猪的头差不多大 体型不算太夸张 洗得干干净净 然后开始拆猪头 这八猪头 讲究的是成菜后 猪头仿佛在笑 林东方这话一出 周围的人都咧咧嘴 好家伙 都把人家脑袋上的皮肉剔下来了 最后摆盘 还要人家猪在那笑 林东方老脸一红 我知道这么说 有点不讲究 这道菜挺费功夫的 机智地岔开话题 等到猪头完完整整地拆下来 还要放在水里抛至少两个小时 初步驱出血污啥的 苏锦鱼寄出岁月塔 直接瞬间完事 林东方哑然 开始下一步地制作 焯水 猪头焯水 可费时间 要焯水三次 每次十多分钟 这一步没办法 用岁月塔加速了 林东方不慌不忙地处理着猪头 旁边的锅里是老母鸡 老鸭 大肘子 在大火烧高汤 这猪耳朵 眼窝 鼻子里 都要反复地洗 林东方给猪头 做了三次美容 最后白白净净的 火灵儿有些羡慕起 这个猪头来 能被林东方 这么帮着洗脸 然后 就是关键地烧制了 锅里铺一层竹灭垫 然后放入小葱节 姜片 加酱油 黄酒 林东方哼着小曲 把猪头和猪舌头放进去 加水没过猪头 然后在猪头上扣一个大盘子 让它进入汤内 要炖一个多时辰 林东方洗洗手 转身去处理鱼头 其实三头宴 家常能做的 也就是狮子头了 扒猪头和拆鱼头都很难 特别是拆鱼头 林东方当年都气得嗷直叫 小林 我还是第一次 吃到拆骨头的鱼 火金云凑了过来 林东方这才想起来 在北斗星史书上 没见到拆鱼头这道菜 这鱼头拆了骨头和刺方便吃 不然在里面挑挑拣拣 不好看 而且更方便给小孩和老人吃 淮阳菜也叫文人菜 讲究也多 时刻想吃着安逸文雅 那就要辛苦厨子 但毫无疑问的是 拆毁鱼头 是对一个厨师厨艺水平的考量 也正是这种繁琐 才成就了这么一份经典美味来 在鱼头的吃法上 林东方独爱着拆毁鱼头 听到给小孩吃着方便 苏锦鱼来了精神 他酷爱钻研美食 就是因为当年四个老儿子小时候 嘴巴叼 火铃儿也一样 小时候各种挑食 煮鱼头 放葱姜黄酒就行 小火慢煮 四开飞开的水 才能尽量保持鱼皮的完整 林东方小心地煮着鱼头 随后想到了 另一道要用小火慢煮的鱼 但是那道菜就简单多了 也是家常能做的 他打算过生日那天做一下 拿出小本门记下来 跳水鱼 火铃儿带毛弯了弯 好奇问道 师兄啊 这跳水鱼的名字好有意思 难道吃完这鱼要跳水吗 林东方笑了起来 不是吃完跳水 而是说 鱼下锅之前还很鲜活 仿佛下了锅还能跳一样 也因为这道菜十分的辣 辣的人恨不得跳到水里 很辣 火铃儿咽了口口水 露出敬畏之色 他不是很能吃辣 但旁边摇吃圣主来了精神 他喜欢吃辣的 今天的主角是拆毁鱼头 跳水鱼等过几天我在做 师兄不愧是除道宗师 脑子里全都是菜谱 火铃儿在一边吃着小酥肉 不由地开始感叹 每次不等这道菜入口 人家就开始期待下道菜了 这就叫烹饪的魅力 林东方嘿嘿一笑 然后看向苏锦鱼 伯母来点冰水 苏锦鱼赶紧弄来一大盆冰块加水 这鱼头为了保持形体 出锅后要过凉 鱼肉鲜嫩 过冷反而能提升口感 林东方把鱼头小心地过了冷 然后放在一个大盘内 开始拆骨头 拆鱼头里的骨头 讲究先大后小 千万小心 拆碎了鱼头就不好看了 林东方一顿操作 看得周围人都是一阵抓心挠肝 即便是炼丹最小心谨慎的苏锦鱼 现在也几乎没了耐心 炼酒转丹都比拆鱼头简单 等林东方拆完了三个鱼头 众人才尝出了一口气 他们刚刚都凭着呼吸 生怕炒到林东方 然后就是会 这一步比较难 第一次做拆鱼头 成功率比较高的方法是 鱼头上锅蒸熟再过冷 然后用蒸鱼头蒸出来的汤下锅烧制火腿 冬笋和香菇 加虾子蟹黄提鲜 最后勾芡淋在鱼头上 这样能让新手在最大程度上 保持鱼头的完整 这话他是对苏锦鱼说的 这一圈人里 也就苏锦鱼有可能把这拆鱼头 成功做出来 苏锦鱼认真记下 林东方开始会鱼头 猪油爆香葱姜 然后加入高汤 下入鱼头 然后加超过水的冬笋片 香菇片 火腿片 由于火腿自带咸味 所以要等到稍微烧制一会 火腿的咸味出来了 再加盐 现在加一些虾子和蟹油 用的是红毛蟹的油 红毛虾的籽 浓郁的鲜香 让所有人都在咽口水 绘制七八分钟后 林东方尝了咸淡加了盐 继续绘制 全程要二十分钟左右 转身烫了一些小青菜 三头咽都是以肉为主 小青菜一来是配色 二来是解腻 此时 猪头已经炖够了时间 掀开锅盖一看 暗红油亮的猪头 在沸腾的汤汁里 微微颤抖着 上下嘴唇轻轻碰撞 仿佛真的在笑一样 林东方一直觉得 这个表情有些惊悚 但架不住这八猪头 是真的好吃 先把猪舌头捞出来 切片放在盘底 然后把猪头捞出来 放在猪舌头上 锅内剩下的汤汁 开中火收到浓稠 淋在猪头上一些 然后把小青菜 围在猪头周围 转身再会于头里 加了一些胡椒粉 胡椒粉不能放得太早 不然香味就都挥发了 不喜欢胡椒粉的 可以不放 没事没事 师兄你尽管放 我们都喜欢胡椒粉 火铃急得直咽口水 旁边的小猫上蹿下跳 急得直跺脚 放入胡椒粉两三分钟后 加入烫好的小青菜 拆毁连鱼头出锅装盘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只有拆过鱼头的人才知道 这菜有多麻烦 这要是旁边一边劈着 雷杰一边拆 估计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但反正 最后雷杰劈不到 林东方自己脑袋上 苏锦鱼是比较在行的 这猪头肉质酥烂 甚至有种不堪嚼的感觉 和平时吃的卤猪头 完全不一样 不过入口鲜香 等到咽下去之后 才有一丝回甜 听到苏锦鱼的评价 林东方很高兴 这就是扒猪头的标准 猪头肉肥实 热吃的话 如果不能做到入口即化 多嚼几下 就会觉得腻得慌 冷吃那就另当别论了 猪头肉富含胶质 冷吃十分软弹 配上蒜末酱油 简直就是绝配 又来一口拆毁鱼头 没有鱼骨的烦恼 可以大口地吃 软嫩鲜美 最大的特点是滑 像是豆腐脑一样 苏锦鱼赞叹连连 这也是拆毁鱼头的标准 其实 做菜最大的标准 就是食客的一致赞美 一道极致的美味 可以让大部分人 说出同样的赞美之词来 剩下那一小部分 大概就是方言啥的 比如 林东方当年听到最多的 就是美的狠 火金云现在就成了一个复读机 美的狠啊 美的狠 这辈子 吃过最好吃的鱼头 就是这拆毁鱼头了 写信写信 这道菜必须发扬光大 火金云又给北斗史料馆 写了一封信 北斗历 978562年 10月26 火金云洋洒洒 写了一大堆 然后林东方又运转化天荣地秘书 做了一份完全没有盗运的鱼头 火金云 苏锦鱼 摇池圣主 三位渡劫进大牢 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确定里面一丝盗运都没有之后 这才打算把这道菜 送到北斗史料馆 等一下 不如再让老头骨看看 小猫扑扔着翅膀飞过来 林东方咧咧嘴 小猫啊 鬼主前辈现在的状态 看到这鱼头 估计要疯 给一个已吃入道 现在半死不活的骷髅头 看一道极品美味 这是人干的事 不过 小猫还真不是人 小猫咪能有什么坏心眼呢 妙啊 我这可是对你负责啊 万一有点差错 全天下的修饰 都要把你生吞活泼的 小猫舔了舔爪子 瞥了林东方一眼 林东方深吸一口气 还真是这么个道理 火金云和苏锦鱼不知道鬼主 但经过瑶池圣主的述说 都惊讶万分 他们没想到这北斗心上 真的有残仙 即便瑶池圣主战力惊人 甚至敢和残仙掰手腕 但论见识眼光 还是不如残仙的 所以 小猫说的有道理 于是 瑶池圣主拎着他们 去了那处天池 此时 老头骨正在晒太阳 嗨嗨 鬼主前辈 晚辈用化天荣地秘书 做了一道菜 你看看这里面 还有没有刀运啥的 林东方心一横 直接取出了石盒 老头骨仔细看了看 这道柴鱼头 又看了看林东方 看了看小猫 看了看瑶池圣主 哥蹦 鬼主咬碎了一颗小石头 小猫在一边憋着笑 爪子使劲扒着地 当年老头骨拽得跟什么一样 他现在终于能看到 老头骨吃瘪了 四 林东方倒吸了一口冷气 鬼主的骷髅嘴旁边 居然出现了一滴口水 你们还是人吗 老子这种状态 你们让我看这种美味 这特么不等于 让一个太监进了青楼 你们真损啊 我要是吃了这道菜 杀伐能力 绝对再上一个太监 我都能猜到 我能误出什么招式来 绝对是抽骨断魂之类的招式 哈哈 好了好了别好了 先看看这菜 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刀运啥的 小猫扑过去 把老头骨拖过来 也就他敢这么和鬼主闹腾 冒出两道鬼火 姚池圣主悚然一惊 他以前敢说 自己能和残仙掰掰手腕 但现在看到这鬼火 他觉得自己真够呛 能打过残仙 似乎看出了他的疑虑 鬼主笑道 小丫头你不要不自信 残仙也分三六九等 现在的我再干掉一个 真仙不成问题 当年我是被五个老牌真仙 困在绝阵中围杀的 上次好像跟你们说了 五个被我反杀了撒 哎老了 记性差了 鬼头摇头叹气 姚池圣主面色肃木地点点头 但随后他心里一颤 鬼主上次可是言明了 吃道不如除道 这 林东方以后会多厉害 姚池圣主不敢想了 鬼主使劲检测了一下 这道拆毁鱼头 眼窝中的鬼火颤了颤 小子 你会被后世除修骂死 这道菜已经被烙印在天节中 以后的除修都会度这个节 林东方矛头 反正前面已经收入佛跳墙了 不差这拆毁鱼头 于是 姚池圣主把这鱼头 送到了北斗史料馆 这回他没偷吃 这鱼头里少一块肉品像就不好看了 乖乖 上次送来的臭豆腐 这次送来的五骨鱼头 这林东方真是宝贝疙瘩 能设计出这么好吃的菜肴来 我看不如直接给他立个转吧 他是北斗第一个除修 先去把画馆的人喊来 把这菜仔仔细细地画下来 北斗史料馆的人消息都十分灵通 他们早就打听到了林东方是除仙体 但也仅限于此了 直到现在 也只有姚池圣地内的首作 以及清传弟子 真正了解除仙体的真正奥妙 当然了 周长青和仁健不算清传弟子 倒也应该给他立传 但这小子基本都窝在姚池圣地 不如给他弄的菜谱记录如何 倒也不错 北斗史料馆的人 把鱼头仔细画出图像 又用留影石拍摄之后 带着这份菜去了一个大酒楼 点了一桌子菜 开吃 这一道拆毁鱼头 自然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林东方的大名 从此也不进而走 当然 林东方敢同意把这菜送到史料馆载入史册 就不怕自己出名 当年也是上过电视的人 不慌 现在慌的人是火铃和姚池圣主 林东方还有不到二十天就过生日了 第一次送男孩子啥生日礼物好 娘 当年爹寿臣的时候 您送了他什么礼物呀 刷完晚 火铃摟着苏锦鱼的胳膊摇了摇 小声问着 一边的姚池圣主竖起了耳朵 这可是重要的参考啊 苏锦鱼想了想 笑道 第一次送礼物的话 我当时送给你爹一个锦盒来着 盒子 是用来装宝贝的吗 苏锦鱼摸摸火铃的脑袋刮 笑呵呵地点点头 火铃呆毛颤了颤 他感觉思路打开了 可以送给师兄一个装好吃的用的石盒 就这么定了 于是 他欢天喜地地跑开了 去找木头雕刻盒子 但姚池圣主眉头一挑 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他把苏锦鱼拽到一边 一脸期待地问道 姐 那个盒子里 肯定装着了不得的东西吧 他可是听说了 当年苏锦鱼是 一下子就把火金云给拿下了 苏锦鱼脸色一红 似乎很不好意思 难以启齿的样子 姚池圣主黑黑一笑 然后露出 还得是你 的目光 急声道 那盒子里装的是啥 苏锦鱼犹豫半天 最后决定实话实说 是我们一个仇家的脑袋 我去找金云约会的时候 顺手给拧了下来 然后我们对于喝酒 十分畅管 苏锦鱼说着 手还比划了一个拧头的动作 跟救面妓子差不多 姚池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他千算万算 没想到那盒子里 居然装的是一个人头 这玩意 也能当生日礼物送出去 怪不得火金云这么多年来 一点花边传闻都没有 谁收到这种礼物不震撼 苏锦鱼说到 这也觉得十分不好意思 当年的他的骁勇 更胜姚池圣主 手持一杆绽毛 把不少仇家都捅了得透心凉 姚池圣主 最后长叹一声 东方他也没仇家 也就周长青和人见 可是那俩人 现在是东方的零食供应商 杀了的话 就没零食坑了 现在每个十天半个月 沈浪或者贾明等人 就能找到各种理由 向那俩人卖一些太岁土 比如 沈浪又在碧月修花店 高消费欠了债之类的 都是小道消息 但人见何周长青 对此深信不疑 林东方的小金库 已经有了可观的水平 小林他想要的 不过是优质食材 厨房用品啥的 礼物从这里下手就好 但最主要的 还是看谁送的 以我对他的了解 只要是朋友送的礼物 哪怕不起眼 不珍贵 也能让他开心好一阵子 要说谁最了解林东方 还得是苏锦鱼 所谓是旁观者清 瑶池圣主 脸色茫然地点点头 颇有种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的感觉 心里似乎有了想法 但最后又没抓住 苏锦鱼忍不住说道 别送太夸张的礼物 他是真怕唐妹 这泥石流一样感情公事 吓到林东方 瑶池圣主点点头 又开始琢磨开了 日子就这么悠闲地过着 一天后 看完了穷奇大战独角后 林东方回了妙音风 刚在瑶瑶椅上眯了一会 穆青城就急匆匆赶来 林东方顿时来了精神 穆师姐 可是白菜种子弄到了 穆青城脸色一暗 不太顺利啊 我先从头给你说 我那位闺蜜名叫洛梦梨 资质过人 但性子和你那西月师姐一样 与世无争 而且没有加入任何宗门 乃是散修 林东方严肃地点点头 北斗星散修也很多 看来这位洛师姐遇到了麻烦 穆青城微微一叹 继续说道 梦梨妹妹的菜帝 最近被别人给占领了 她现在很苦恼 林东方一惊 没想到居然横生之劫 她问道 那洛师姐没受伤吧 菜种子虽然珍贵 但人命更加珍贵 弃人求众 人种皆失这个道理 她还是懂的 人才最重要 穆青城心中都是一暖 人没事 只是菜帝都被祸害了 林东方这才放下心来 师姐 那群人什么来路 实在不行我就去万事楼发布悬赏 把菜帝夺回来 现在有钱 说话有底气 穆青城微微一叹 那人你应该知道 是人微微 林东方眉头一皱 原来是这个女人 当初在刘云城曾碰过面 此女对萧熙月敌意很大很大 穆青城一叹 人微微修为不高 也就出入原音镜 但她最近不知道从哪磅上了一个天骄 名叫吴谦 是太眼圣地的圣子 有着化神后期的战礼 我和梦黎都是出入化神镜 还不是那人的对手 林东方点点头 原来是有强者撑腰啊 咱们也去摇人 摇池圣地现在啥都缺 就是不缺强大的天骄 两顿悟道咽下来 已经有三百位清传弟子 修为大尽 不过林东也不想兴师动众 直接去找了王二虎 王二虎是摇池圣地 清传弟子中最强的 他入门最早 岁数最大 最近两个月来不时地吃各种好吃的 已经有化神八重的修为 王二虎今年才四十五岁 还算是小辈 林东方为了以防万一 居欲兽风把小猫拖了起来 带着仙气去讲道理稳妥一些 火灵还在家里 跟着苏锦鱼学雕刻盒子 也就没跟来 不过摇池圣主 暗搓搓地跟了过来 于是 这么一个诡异的组合就诞生了 反正不遇到真仙 林东方应该没事 骆梦离的菜地位于南域东域 也正好在赤霞神朝边上 骆梦离 这位就是我的林东方师弟 这位是王二虎王师兄 见到骆梦离后 林东方微微惊讶一下 这位师姐气质和萧细月很像 但身材却很像穆青城 可以说是禁欲系的面容 让老僧都把持不住的身材 但林东方和王二虎都是非常人 一个在意着大白菜 一个在意着任巍巍旁边的强者 能抗自己挤锤子 骆梦离好奇地看着林东方 他之前品尝过零食臭豆腐 无法想象 这么一道特殊的美食 是由这么一位英俊的师弟发明的 两位师姐 你们现在这等着 我和王师兄 去和任巍巍讲道理 林东方抛了抛手中的刘尹时 决定玩个花活 他在来的路上已经听王二虎说了 无谦追求了人微微三四年 每年送的礼物都是最多的 活脱脱的绑一大哥啊 对于一个励志要厌贯天下的美女来说 最致命的打击不是毁容 而是辛辛苦苦熬的人设被撕碎 有刘尹时这么个好东西 林东方可得充分利用一下 美女和绑一大哥出来玩 必备的保留节目懂得都懂 小猫嫌弃地看了林东方一眼 把本体精英扔在他怀里 然后自己落在了木青城的尖头 他用尾巴想都能想到 林东方想用什么招数 王二虎和林东方施展峰回九转 悄咪咪地往百里外的菜地摸去 姚池圣主犹豫了一下 把一缕神念附着在林东方身上 没跟过去 这一缕神念能让他隔空感知到 林东方是否有危险 但看不到别的辣眼睛的场面 进了菜地边上的洞府后 王二虎惊叹连连 高难度啊临失点 林东方布置了三个留影时 以全景式的拍摄技巧再认真记录 有小猫的本体精英在 就算是他在床榻上那俩人旁边吹嗦呐 那俩人也感知不到任何动静 林东方和王二虎 出去喘口气的功夫再回来 只见任巍巍娇娇笑起来 然后取出来一个紫色的瓶子 这就是我买来的药 等会先用骆梦黎试试 无谦邪恶一笑 还是巍巍你想得周到啊 哼 骆梦黎最近在仙子榜上的排名 已经快超过我了 我今天一定要让他身败名裂 任巍巍娇取出一块留影时 林东方撇撇嘴 对方的留影时远不如他的品质好 他这个留影时 还可以把画面放大一千倍 连百米外的牙签都看得清清楚楚 王二虎忽然眉头一皱 对林东方低声道 林师弟 那要是西域的一群邪人做的囚子药 歹毒无比 乃是百万年前的配方 极其古老 林东方头向后痒了痒 百万年前的配方 不错 西域是大根深 传承悠久 但其中猫腻也很大 王二虎微微一叹 此时 床榻上两人反而自己试了试药性 林东方无语了 随后他注意到了旁边的一个大米缸 把胳膊伸进去掏了一把 发现里面的零米已经被倒掉了 他咬牙切齿地看向人微微 这个女人居然敢糟蹋粮食 王师兄 捂住耳朵 我要吹索娜了 王二虎心中一颤 这小子真谈奶奶的损了 这时候 旁边有索娜的声音乍响 还不得要了老命 林东方脸上带着冷笑 先去洞府外 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然后掏出索娜 在手中转了一圈 爸 林东方凑到那两人身边 撤去精硬的隔音屏障 使权力恶狠狠地吹响了索娜 致命打击 我操 吴谦当时就被吓得三魂六魄 集体出窍 任微微也是吓得脸色苍白 体弱筛康 什么人 吴谦狂吼一声 他发现自己无了 即便药效还在 此时任微微也还在怀里 但就是无了 被索娜这一下唬 吴谦双眼中 暴闪出两道血红色的光芒 扫是十方 但仙气精硬的隐身屏障 岂是他能看穿的 嘿嘿嘿 林东方的声音 仿佛恶鬼在耳边吹着冷风 他冷悠悠地说道 你且听好 撒家的名字叫 吴谦咬牙切齿的竖起耳朵 他发誓 要把暗中隐藏的人揪出来 碎尸万段 吧吧吧吧 林东方鼓起腮帮子 又恶狠狠地吹响了索娜 妈的 简直让人想拿头撞墙 碰 王二虎已经恭候多时了 直接一锤子 把吴谦砸进了地下千百丈深 破 吴谦喷出一口鲜血 劈头散发地冲出地面 见到是王二虎之后 他悚然一惊 同样是化神八重的修为 但他不过七倍气海 王二虎是惊人的八倍气海 哄 王二虎背后腾起一道光柱 浩瀚的汽血之力沟通了天地 仿佛一条真龙狂舞 俺来和你讲讲锤子的道理 没啥多说的 王二虎双锤狂舞 狂欧无千 见到这边打起来了 沐青城抱着小猫和洛梦梨飞了过来 林东方播放了一下流影时中的录音 洛梦梨脸色惨白 要不是林东方和王二虎来帮忙 他今天就栽了 没想到 我最后是因为大白菜而脱离了危机 所以说 谢谢大白菜 说起来 那些大白菜都被任巍巍的宠物给糟蹋了 什么 林东方眼前一黑 大白菜居然被糟蹋了 是可认孰不可认 没有了吴谦的人巍巍 在洛梦梨面前弱小的跟一只耗子差不多 洛梦梨伸手一抓 一只蓝色的兔子被抓了出来 好丑的兔子 连沐青城都忍不住吐槽 这兔子一身蓝色皮毛 漆黑的爪子 血红的眼睛 一看不是什么正常兔子 死死 蓝兔子目露凶光 居然口吐人言 杀 吃 他试图咬洛梦梨一口 洛梦梨气得眼圈发红 前几天 这个兔子跑到我的菜地里偷吃 然后就惹来了人巍巍 最后吴谦也来了 所以我的洞府就被他们霸占了 这可恶的兔子 居然把我的菜地都给祸害了 哼 快把小兰还给我 洛梦梨你这村妇 我的小兰能吃你的菜 是抬举你 人巍巍在一边嗷嗷直叫 凭什么你这村妇 也能被排上仙子榜 这女人没救了 林东方一撇嘴 然后看向了旁边的两位美女 两位师姐 你们之前吃过冷吃兔吗 没有 洛梦梨还真没吃过兔子 兔子 还能吃 他觉得有些迷糊 虽然这蓝皮兔虽然不可爱 但小白兔很可爱啊 沐青城 直接咽了口口水 吃 林东方运转起化天荣地秘书 然后一刀截裹了蓝皮兔子的性命 任巍巍傻了眼 这可是一种兔子 他花了大代价 才弄到手 林东方当着任巍巍的面 给兔子包了皮 开膛破肚 由于有化天荣地秘书 此时的兔子上 没有丝毫道运 任巍巍 用疯狂嗜血的目光 看着林东方 我要杀你 我要杀你 这女人 直接变成复毒鸡 林东方不为所动 继续处理兔子 师姐 这兔子啊 外面的颜色 不影响肉的口感 冷吃兔最好用 这种刚杀的兔子 还好这蓝皮兔肉的颜色正常 而且这家伙最近几天吃的 都是大白菜 身上也没啥意味 一想到这兔子 祸害了大白菜 林东方就咬牙切齿 但一想到开水白菜 和冷吃兔啥的 都是川菜 也就释然了 原 妙不可言 见到沐青城 在认真记笔记 落梦里有些难以置信 他忍不住说道 青城姐 我当初教你培育蔬菜 重点 你都没记得这么仔细啊 噓 注意看 等会这兔子 就肯定会变得非常好吃了 沐青城府下 身看着林东方 他食指竖在阴唇前 柔美成熟的面容上 多了一分可爱 落梦里哑然 然后开始观察林东方 远处地动山摇 无谦被王二虎 当成球一样 到处乱踢 这边 林东方已经把兔子 剁成了小块 加入了黄酒 葱姜 盐 青花椒 开始抓拌腌制 这蓝皮兔 足有一只小猪那么大 分量很足 师姐 这冷吃兔 最好用菜籽油来做 但菜籽油 要提前烧熟 然后冷却 林东方 仔细介绍着技术要点 旁边落梦里 也开始记笔记 他也很喜欢烹饪 而且还有个 十分难以起始的原因 腌制兔肉的功夫 林东方开始准备辅料 干辣椒减成小段 落梦里见到这么多话 神经的辣椒 畏惧了一下 青花椒 这样才够麻 这花椒 也是林耀峰培育的 能让化神经的人吃完 都是额头条 十分够近 兔肉腌制了 能有十来分钟 林东方把里面的葱姜 剪了出来 起锅烧油 兔子体内肥肉少 所以想要兔子足够香 这油要稍微多放一些 最后是半炸半炒 兔子肉吸油 到最后 也看不到多少油 一只正常成年兔子 要用多半斤 乃至一斤油 林东方这一锅 超大蓝皮兔 用的就更多了 哗啦啦 随着兔肉下锅 六成热的菜籽油 瞬间炸香兔肉 香味 直接在身边炸开 一如旁边 被吴谦撞碎的大山 但此时 木青城和落梦里耳边 只有油炸兔肉的香味 至于吴谦的惨叫 和任微微的怒吼 直接被他们过滤了 炒到外表干香 八九成熟之后 把辣椒断和青花椒下进去 林东方豪迈地 加进去一盆辣椒 鲜红的颜色 瞬间让金黄的兔肉 更加热烈起来 化神镜才能享受的香辣气息 呛得任微微脸色紫红 但木青城和落梦里 却只是脸色微红 目光中都充满了 期待和陶醉之色 兔子是可爱 但炸到金黄 染上红油亮色的兔肉 也真的缠染 这香味 任微微闻不出来 林东方为了不让 这恶毒的女人闻到香味 甚至只做了化神镜辣度的 可不能便宜了任微微 等到辣椒被爆香 加入少量的水 目的是为了有些汤汁 而且也可以降低油温 免得辣椒被炸糊了发苦 木青城认真记下了这一步 然后加入五香粉 酱油 盐调味 牧师姐 你来尝尝这趟的咸淡 林东方给木青 盛盛了一小勺汤汁 嗯 香 麻 辣 咸度 我吃这正好 木青城脸色飞红 小嘴微张 使劲喘了口气 舌尖有些发麻 嘴里的辣味还在翻滚 落梦里忽然有些羡慕木青城了 居然尝到了第一口 那等一下就不用再调辣度了 这干辣椒够劲 林东方开小火收汤 最后加入一点点白糖提鲜 一点点香醋提味 没有加辣椒粉和花椒粉 因为木青城和落梦里 都是出入化神境 这些对他们就是极限了 但他单独给王二虎 准备了一份加麻加辣的 化神八重的修为 顶得住 王师兄收尾吧 该吃饭了 得炼 从开始处理兔子到出锅 前后二十来分钟 吴谦也被写虐了二十来分钟 而人巍巍虽然没挨揍 但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宝贝蓝兔子 从开膛破肚倒上桌 这辣味 他根本扛不住 香味是一点都闻不出来 这兔肉 要等到放凉才更入味 更好吃 林东方喝了一口 木青城递过来的果汁 嘿嘿一笑 冷吃兔大功告成 木青城和落梦里没忍住 趁热先后尝了一口 鲜香爽口 软嫩有嚼劲 这兔肉真的好吃 麻辣中带着一丝丝回甜 好吃 两位师姐赞不绝口 等会回了圣地我一边喝酒一边吃 王二虎出门在外 从不喝酒 所以从不翻车 木青城和落梦里也收起了兔肉 打算等会凉了再吃 现在先处理人巍巍和吴迁比较好 瑶池圣主顺走了一小碗兔肉 然后撤去了覆盖千里的屏障 事情该有个结果了 碰 被捶成一滩皮包肉的吴迁 被扔到林东方脚下 林东方哑然 好端端一个人 都快被捶成肉咽了 林东方忽然一拍大腿 他终于想起来 自己之前从不敢尝试的一道菜了 肉咽 这道菜太容易翻车了 但现在他有把握做出来肉咽皮 拿出小本门记上 说起来 夫妻废片还没做过 跳水鱼 肉咽 他在这包菜名 旁边无千出气多 劲气少的 在那哼哼着 画面诡异起来 木青城好奇问道 林师弟 肉咽是什么 就是把肉锤打成肉泥 然后加上一些木薯粉 制作成面皮 然后用来包馄饨 林东方的介绍 让木青城和落梦里傻了眼 他们自然能看出 是因为面前的景象 想到了这道菜 手下留人 远处忽然传来一声大吼 太眼圣主撕开空间降临此地 之前摇持圣主封住了周围的天地 无千疯狂求援了二十多分钟 都没有结果 见到自己的宝贝徒弟 差点被砸成肉酱 太眼圣主心都在滴血 则 果然打了小的 惹出老的 林东方已经做好被扣上 残害同道中人 大帽子的准备了 他抛了抛手中的留影时 准备打脸 这可是小说中的标配剧情 他十分想体验一次 但随后发生的事情 给林东方整不会了 啪啪啪啪 太眼圣主抓着无千头发 左右开弓 抽了这位宝贝圣子 十来个大嘴巴 与此同时 赤霞皇主也降临此地 直接把人微微抓了起来 赤霞皇主对林东方的人说道 我们两家教导无方 让洛姑娘受了委屈 这样 我出五万零食 补偿给洛姑娘如何 太眼圣主点头道 我也出五万零食 这两人如此通情达理 是因为 看到了林东方衣衫上 瑶池圣帝的标志 赤霞神朝 一直仕途和瑶池交好 三皇子仁剑 甚至还是名义上的瑶池弟子 太眼圣帝 虽然和瑶池圣帝肃无来往 但作为难遇最弱的圣帝 他不敢惹瑶池圣帝 无千和人微微 千算万算 没想到洛孟梨 居然和沐青城 有这么一层关系 但他俩还能说什么呢 能保住小命这不错了 最后 这件事 以洛孟梨 收获十万零食的 赔偿款收尾 孟梨 你以后要还是漂泊在外 肯定会被人微微和无千记恨 他们不敢暗中对我们下手 但估计会对你这个散修下手 不如你也拜入瑶池圣帝吧 以后 我们姐妹也好一起种地 沐青城最后一句话 才是重点 不好好种地的话 怎么好意思 在零食地这里胡吃海喝 洛孟梨想了想 然后认真点头 青城姐 我打算搞一个兔子养殖区 专门用白菜养兔子 对对对 大白菜 快回去种大白菜 林东方搓搓手 不知道开水白菜做出来 会不会被天洁收录 两位师兄 复制好了没 快了快了 林师弟 你这流饮手法真的绝啊 给我一种 你深安辞到的感觉 天见风上 王二虎和沈浪 在复制那块流饮石 狡兔三窟 毕竟流饮石比较脆弱 容易磕了碰了 所以 复制二十多份 这是林东方留下的后手 他觉得 以后可能有用 他把这些流饮石 收起来后探到 要是人微微能记住这次的教训 那是最好 要是他还想搞事情 那就别怪我玩花活了 沈浪好奇问道 林师弟 你又有什么奇思妙想 王二虎也搓搓手 期待地看了过来 林东方抿了一口果汁 笑道 人微微快 谈婚论嫁了吧 沈浪和王二虎 都咽了口口水 这小子真损啊 两人用钦佩和自愧不如的目光 看着林东方 林东方嘿嘿一笑 继续道 但我也不是什么魔鬼 报复心也不是特别强 到时候会遮掩掉一些敏感的细节 这也暗和古人坐视刘一线的训诫 到时候还要匿名发过去 免得被人记恨 对面两人对林东方一拱手 林师弟 我俩受教了 再不当人这方面 他俩是真觉得自己 比不过林东方 太损了 林东方哼着小曲 溜达去了林耀峰 大白菜很重要 白菜培育专家洛梦梨 败入林耀峰 成为清传弟子的事情 并没有搞出很大的场面 姚池圣主点了头 张灵就把人领走了 梦梨 现在你的石海内 应该多了两道禁制 种白菜的时候 穆清成和洛梦梨 说了一下禁制的事情 清成姐 禁制什么无所谓的 不过这片菜地用的土 让我有些敬畏啊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万物土 洛梦梨看着那片泥土 飘荡着道运的菜地 感觉仿佛梦幻一般 对于一个喜欢种地的人来说 这里就是天堂啊 这土我们启名叫太岁土 具体成因就是用林师弟 听完穆清成的述说之后 洛梦梨惊讶地张开小嘴 除了震撼就是震惊 最后他无奈苦笑 怪不得林师弟 他一心惦记着这些大白菜 洛师姐叫我 旁边的池塘里 林东方正在撅着屁股摸螺丝 林药峰上的水质 要比玉兽峰好不少 所以螺丝品质更棒 马上就是怒雷峰手作的误道宴了 可要好好准备一下 哼 我们可没再讨论你这个小傻子 穆清成微微一跺脚 所有的沟壑都翻动一下 泥土盖住了宝贵的种子 这么多美女整天绕着他转 结果被他使唤来使唤去 不是种地 就是养猪 这小子 真是没救了 林东方挠挠头 嘿嘿一笑 继续摸这些品质上乘的螺丝 这个池塘上面有个小瀑布 水质清澈没有淤泥 这里的螺丝外可干干净净的 迈向极好 林东方上次来 就惦记上这群螺丝了 螺丝的吃法很多 经典的大排档爆炒螺丝 还有那上头的 让无数猫民以为蝉食官 是不是封了的螺丝粉 林东方不会胭脂酸笋 北斗星这边也没有卖酸笋的 螺丝粉只能暂时搁浅了 这群小可爱 根据个头大小 被林东方分了两堆 放在清水里养了两天 土土泥沙 这两天他也没闲着 把佛跳墙准备了一下 而种在太岁土里的白菜 这两天也长大了 但这还不是最终版本的完美白菜 落梦里要根据这一批白菜的品质 对种子再进行一次改良 不过 为了庆祝这版大白菜丰收 火灵儿挥舞着小镰刀 跟着木青城他们一起收白菜 林东方这边开始用金胶捡给螺丝去尾巴 螺丝这东西要先吐泥沙再捡尾巴 捡了尾巴的螺丝活不了多久 再怎么用清水养也吐不出泥沙来 冷水下锅 姜片料酒 小煮一下 林师弟 自从认识你之后 我们这林耀风终于告别了炖炖火锅的局面 木青城在一边感叹着 这螺丝在池塘里安逸生活了不知多少年 没想到今天也下锅了 师姐 这林耀风上的好吃的多着呢 等过阵子我再学摸学摸 林东方用漏勺在锅里搅动几下 一大锅的螺丝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 不用煮太久 这螺丝上的盖子开始脱落 就可以捞出来了 热锅入菜籽油 然后下入葱姜蒜干辣椒 青红花椒们也下进来 木青城咽了口口水认真记下 他现在是真的受不了这些调料爆锅 太香了 太馋人了 红油豆瓣和辣椒酱下进来 炒出红油 然后下入螺丝 开大火 哗啦哗啦 林东方的颠勺技术自然不用多说 螺丝们在锅里欢快地跳动着 每一个螺丝上都沾满了红油 麻辣鲜香的味道侵入壳内 包裹住那鲜嫩的螺肉 酱油 胡椒粉 一点点糖提个味 然后下入黄酒 呼 酒精燃起了炽热的火苗 把螺丝的温度推到更高 燃烧的酒精带走了最后一丝螺心味 只留下香浓的味道 加点水 焖了五分钟 下入青红朝天 焦圈圈炒到断生 然后出锅 要说这一盘螺丝 有什么缺憾的话 就是梅加紫苏 不过也差不多 开吃 林东方做了两种辣度的 他和火灵吃的 自然没师姐们的那么辣 自六 林东方梭罗技术很棒 使劲一吸 香辣鲜美的汤汁就润满口腔 然后软嫩入味的螺肉 也跟着出来了 吐出螺壳 然后迫不及待地夹起下 一个放入嘴里 周围的妹子们有些傻眼 等到他们梭罗肉 就没这么简单了 他们都是第一次吃螺丝 一个个瞪着眼睛 使劲缩 半天也缩不出来 只是越缩越香 越香越急 最后没招 用上了修为 把螺壳震碎了吃肉 这样吃还是有些遗憾的 毕竟最鲜美的 就是螺壳里的那点汤汁 林东方忍不住感叹了一下 暗中的摇池圣主 严肃起来 开始认真的尝试缩螺肉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在缩第九个的时候 成功了 穆青城他们 在失败几十次之后 也纷纷成功 他们都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不管怎么说 没浪费掉一丝汤汁精华 林东方倒是没注意看 这群美女努力的梭罗 她转身成了一碗大米饭 用炒螺丝的香辣鲜汤拌饭吃 火灵和穆青城等人 现在都明目了一个道理 只要是林东方都忍不住的吃法 那绝对是最美味的吃法 然后一群美女 纷纷开始用炒螺丝的汤汁拌饭吃 洁白晶莹的饭力上 舀上一勺汤汁 米饭顿时变得油亮起来 热腾腾的米饭 也再次加热了汤汁的香味 再放上一些青红椒圈圈 和几个螺肉 连汤带饭一勺送入口中 辣汤泡米饭特有的香味 仿佛化不开一样 吃了一口 就想着第二口 太好吃了 我再去煮一锅饭 这就是汤泡饭的魅力吗 等到吃完螺肉 喝完汤汁 众多妹子都轻轻抚摸了一下 自己的肚子 没鼓起来 也没吃够 他们恋恋不舍地 看着林东方的背影 不知道是谁嘀咕了一句 这次没被林师弟弄大肚子 有些遗憾 就是 落梦里有些不知所措 这些都是什么虎狼之词 好了好了 妹妹们别看了 咱们也不能总指望着林师弟 来喂饱咱们 要自己动手懂吗 沐青城仰了仰手中的笔记 小六 你去鲨鱼 小五你去玉兽峰 弄点兔子回来杀了 小四你去炸小酥肉 一通安排下来 桃花林小院里 又开始了火锅大餐 但是现在配菜就多了 沐青城悟性极高 做出来的冷吃兔之类的 有林东方的八成水平 回了妙音峰 林东方躺在瑶瑶椅上开始看书 火林又去雕刻盒子了 说起来 等我的飞行大船完工之后 要是能随心所欲的变化大小就好了 林东方摸了摸下巴 毕竟那么大一个船 到处乱停也挺惹眼的 超大型法器 要想随心所欲变化大小 需要一种特殊的材料 瑶池圣主 拎着方天话机走了过来 又到了日常的操练时间 林东方从椅子上蹦下来 用热烈极切的目光 看着圣主大人 瑶池圣主 还是第一次被林东方 用这种目光注视 一时间有些不好意思 他坐在一边的椅子上说道 法器和法宝不同 法宝与持有者的心意想通 可以随心所欲变化大小 但法器 特别是战船这种类型 要想变化大小就需要 气之源 气之源 林东方毛刀头 不太了解 就是法器和法宝的力量之源 需要一定数量的法宝 或者法器崩碎后 才有可能融合成功 瑶池圣主介绍完之后 林东方微微一惊 这东西 一听就是超级贵重的宝贝啊 一定数量 有可能 你的飞行大船 用料过于珍贵 所以需要的气之源 起码也要杜结镜以上的 瑶池圣主说到这里 也是有些无奈了 还真不好找 最近百万年 也没有爆发杜结镜大佬 打群架事件 炼制杜结镜法宝 也不像打造无气灵菜刀那么简单 瑶池圣主思索一番后 继续说道 要想找到这种等级的气之源 需要去一些古老的秘境内碰运气 比如藏兵谷 林东方摸摸下巴 这藏兵谷一听 就是超级厉害的地方啊 藏兵谷 我之前为了修复自己 专门去了一趟冬域 藏兵谷没打开 到时发现 入口被一群黄金扇给占据了 小猫摇摇晃晃地飞过来 说出了重要的情报 黄金扇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想到了嘖嘖善鱼包 善丝面 谁煮善丝 嗨嗨 那黄金扇体内有一丝真龙宝雪 十分美味 我当初一时贪嘴 吃了不少 现在估计又烦胜起来了吧 小猫想到黄金扇的味道之后 扎扎嘴 擦了擦嘴角 还没流出来的口水 藏兵谷远在冬域 而且极其危险 这一次 就由我带着林东方亲自去 别人就不带了 摇池圣主面 无表情地说着十分激动的话 最美妙的一件事啊 林东方倒是没注意到 圣主大人目光的细微变化 他找了一块上好的木板 又找来一根超级结实的化神镜钉子 锤子呢 啪 摇池圣主单手一按 钉子就穿过了木板 啊这 多谢圣主大人出手相助 林东方美滋滋地抱起木板 摇池圣主忍不住问道 林东方 你做这么个木板做什么 杀扇鱼啊 到时候把扇鱼头往这钉子上一按 刀一划 就能去骨去内脏了 林东方比划了一下 摇池圣主和小猫同时挠头 他们不懂 但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说起来 明天就是怒雷锋手作误道宴了 过两天再去葬兵谷吧 林东方倒是还没望这一茬 摇池圣主点点头 他也需要准备一番 在摇池圣地内他一般都穿着凤袍 这次出门可要好好打扮一下 他直接跑去中域最繁华的地城选衣服了 次日一早 林东方把那些小螺丝煮熟 然后用银针开始扣螺肉 师兄 要不我来帮你扣 火灵儿在一边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林东方嘿嘿一笑 我是故意这么扣的 故意这么扣 这么扣的螺肉会更好吃吗 火灵儿带毛弯了弯 不理解 你看这螺肉头像什么东西 林东方把盘子推了过去 火灵儿看了半天 鼻子皱了皱 有点像一群苍蝇虫子什么的 挤在一起 对 这就是我说的不一样的苍蝇头 这小螺丝头抠出来之后 和苍蝇头真的很像 嘿嘿的 不过米粒大小 之前还在地球的时候 林东方出去旅游 在一个小饭馆吃过这道 不一样的炒仓蝇头 虽然只有一小碗 也比较贵 但味道极其鲜美 普通的炒螺肉用的是大螺丝 虽然个头大 但味道真的不如这小螺头 这小螺丝 想要扣出一盘的量来 十分的考验耐心 林东方现在有18摩 扣得飞快 时间差不多了之后 林东方开锅 准备炒仓蝇头 北斗星这边炒仓蝇头 用的是肉末 蒜苔 小米焦碎 最经典 最喜庆的红配率 林东方也打算做一份 先做蒜苔肉末版本的 火灵在一边眼巴巴地看着 起锅烧热猪油 下入里脊肉末 炒散炒变色 林东方没用五花肉 里脊肉切出来 更好看一些 然后下入葱姜蒜末 师兄 这道菜用蒜苔了 怎么还下蒜末啊 火灵不太喜欢大蒜 林东方答道 要的是蒜香 大蒜爆香的味道 和蒜苔的味道不一样的 猪油爆香大蒜的味道 那是百闻不厌 这样呀 火灵呆毛抖了抖 决定以后做菜 都加点蒜末 谁不想让菜更香呢 然后加酱油 一点点料酒 炒到肉微微上色之后 加蒜苔丁 加盐 开大火迅速翻炒 炒锅晃动间 肉末和蒜苔 在锅中不停跳动 交织出诱人的颜色和香味 等到蒜苔断生 下入红辣胶圈 和鸡粉炒匀 出锅 通天进的小米辣 足以让这道菜 击穿怒雷锋手作的防御 然后是老林特制炒苍蝇头 灵儿 这道菜必须要快 这小罗头十分嫩 炒大了口感不好 灵东方严肃起来 火灵儿认真点头 直接摸出流影时 开始录像 他觉得自己 未必能记住要点 最好用葵花籽油 味道清淡 不至于盖住 螺肉本身的鲜香 开大火 葱姜蒜末青红小米 腊碎炒香 然后下入螺肉 大火翻炒 用力颠勺 灵东方这次动作十分激烈 螺肉几乎是刚落入锅中 就又被抛起来 出水汽之后 直接关火 夹盐 用锅的余温 再翻炒几下 出锅 火灵儿惊呆了 这是他见过 灵东方炒得最快的一道菜 甚至可以说 眨眼的功夫就出锅了 但看到灵东方 自己都在咽口水 他就知道 这道菜 味道肯定差不了 开咽 这次的悟道宴 看似简单 但到蕴含量真的不差 特别是灵东方 特制版炒苍蝇头 满满一叠子罗头 上面飘荡的道运 远超之前任何一道炒菜 这要是换个人扣 估计都想杀了点菜的人 灵东方当年吃的那份 不过一小碗而已 而且还是加上配料的 哈哈 开饭了开饭了 王二雷欢天喜地地跑过来 别看这怒雷锋手作 名叫王二雷 但是跟王二虎 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这名字过于相似 有时候还真容易闹出误会来 小林 这是我弄来的雷结宴 你可要说好 这东西在杜结的时候可以保命 王二雷掏出一个小瓶子 里面紫光闪烁 酒地雷结液不过花生力大 但是散发着浩瀚的雷霆之力 林东方仔细地收好 这可是保命的东西 他虽然觉得自己 不至于被雷结劈死 但谁会嫌弃保命的东西多呢 王二雷搓搓手 林东方做的这一份 普通炒苍蝇头 虽然简单 但是色香味绝佳 直接用勺子吃 蒜台和肉香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微微带着一丝蜡意 真的太舒服了 王二雷喝着小酒 吃着炒苍蝇头 舒服到眼睛都眯了起来 这肉香搭配酒香 晒过活神仙 咽了口口水 看向那群黑乎乎的林氏 苍蝇头 真的太像了 要是眼神不好的 真的会把这小黑罗头 当做苍蝇头 一勺子下去 二三十个油亮的小罗头中间 点缀着红绿色的小米 辣碎末 这道菜用的不是辣椒圈 而是辣椒碎末 入口 一个个小罗头 释放出鲜美的香味 这罗头的口感软弹 仔细嚼一嚼 还能感觉到 罗肉内渗出一丝鲜美的汤汁 随后 是小米辣的火热 死 不一样的鲜香麻辣 王二雷之前 吃过很多可以用鲜香麻辣 来形容的菜肴 但这一道 苍蝇头的鲜美 让他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他觉得自己 似乎躺在一个清凉的小水潭中 周围的石头上 趴着一群小螺丝 在随后 身下的鹅卵石上 传来一阵灼热的气息 火 水中的火 轰隆隆 闷雷滚滚 王二雷进入了一种玄妙的状态 乖乖 这老王的雷亭上 居然沾染了一丝火焰 这一下他的战力 恐怕要接近李静岩那个怪物了 雷火齐头并进 两大杀伐之术 融合在一起的威力 让不少手作都在扎折 王二雷抱着一坛佛跳墙 端着两份苍蝇头 跑回去闭关了 这次蜕变 对他至关重要 姚池圣主点点头 看来姚池圣帝 又要有一个战力强悍的手作了 这是好事 圣主 抽签 一群手作眼巴巴地看着姚池圣主 都希望自己成为下一个幸运者 姚池圣主摇了摇抽签盒子 天机风手作 叶姑星 哈哈 诸位 我叶某人中了 怪不得 我今天左眼皮狂跳 叶姑星是个白发苍苍 但精神绝朔的高大老头 让林东方震惊的是 这位前辈手里 还拎着一个算命番 上面写着三个大字 叶半仙 再仔细一看 上面还写着 姚池首作 算不准标签 林东方头 向后仰了仰 这位前辈怎么看 怎么像一个江湖骗子 此时叶姑星 喜气洋洋晃动算命番的样子 让周围不少首作 都眼热无比 这老小子 平时又是玩八卦 又是看星象的 今天倒好 左眼皮跳 我可是记得 那本天机经上说 左眼皮跳是最不准的 叶姑星黑黑一笑 诸位 这天机难测呀 随机事件 众人一阵无语 姚池圣主低声道 好了好了 赶紧点猜吧 他已经准备好了衣裙 就等着带着林东方 去过二人事件呢 叶姑星轻轻嗓子说道 小林啊 我喜欢吃红烧鸡翅膀 然后他老脸一红 但还是中气十足地 说出了另外一道菜 还有氛围 林东方倒吸了一口冷气 出现了 终于出现了 爱吃鸡屁股的人出现了 林东方不知道 为什么眼前这位 先锋道骨的首作 为什么喜欢吃鸡屁股 反正不管怎么说都挺离谱的 谁能想到高高在上的通天镜大佬 能推演天机的一封首作 喜欢吃这玩意呢 老燕 你以后别和我说话 太可怕了 这老神棍居然喜欢吃鸡屁股 围观的首作们都一哆嗦 此时觉得叶姑星的大嘴唇子 都不正经了起来 哼哼 你们懂什么 鸡屁股的香是无与伦比的 叶姑星摇了摇手中的算命番 得意一笑 老夫掐指一算 十五天之后肯定能吃个过瘾 别的不说 光说那佛跳墙 抿上一口汤都是 极致享受啊 这还用你算 老夫用屁股都能算出来 我还能算出来 这老家伙 到时候肯定是吃得摇头屁股晃 得意忘形 本作掐指一算 下次抽中 我的概率又提高了 听着这群老家伙 在那叽叽喳喳 摇吃圣主清了清嗓子 好了好了 抽签已经结束 都散了吧 他心里急得直跺脚 现在萧熙悦和独孤梦 随时都有可能出关 这俩人要是出来了 他一个人带着林东方 去葬兵谷玩耍的计划 就要泡汤了 成大发眉头一挑 然后急忙吆喝一声 走了走了 赶紧回去干活 抓不详去 对对对 抓不详抓不详 一想到鹿魂虫的鲜美 众多手作赶紧回自己山头 安排弟子继续搜捕不详 摇吃圣主尝了一口气 然后回去换了身衣服 一身婉约的红色纱裙 柔顺的长发 没有像平时一样 打底的比较庄重华丽 只是简单地梳理了一下 插了根簪子 从一位威严满满的圣主大人 变成了一位 穿着长服的女帝 眼角眉梢 还带着一丝那种 特有的冷峻和威严 但脸上满是轻松的笑意 摇吃圣主对着镜子转了一圈 然后轻声道 听说锦鱼姐和姐夫 当年是共患难之后 感情突飞猛进 都说男女一起经历了危险之后 就会互相产生好感 我也来试试英雄救美 不对 美圣主就圣子的桥段 哎 选遍天下 也就藏兵谷 似乎能对我产生一些威胁吧 要是藏兵谷 也对我没有丝毫威胁 该怎么办 摇吃圣主思前想后 最后灵光一闪 对啊 不是还有哭拜丹吗 哭拜丹这东西 对女子没有任何副作用 摇吃圣主 拿出特制的强效哭拜丹 然后美自知的来到妙音峰 林东方还是第一次 见到圣主大人这 温婉可人 的一面 这一身红色衣裙 真的很漂亮 欣赏了三秒钟 继续捣固手中的白菜 她在腌制辣白菜 也是通红的 林东方 势不宜迟 我们今天就去葬兵谷 早去早回 摇吃圣主的声音里 带着之前没有过的欢快和轻松 她现在很开心 嘴上说着早去早回 实际上她想早去挽回 反正是一刻都不想等了 林东方封好辣白菜 洗了手后果断点头 今天去也好 我现在很想尝尝的黄金扇 也看看 能不能抓一些回来养着 姚池圣主瞪了她一眼 这家伙 没救了 但好歹今天也让她知道了 自己这么有女人味的一面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接下来就是展现操作的时候了 姚池圣主一挥手 两人就到了冬域 十几万里的距离 抬脚就到 林东方已经习惯了这种 近乎瞬间移动的感觉 看着面前这片血色荒原 她觉得头皮一阵发麻 以她这 微弱的修为 都能感应到 这片土地中蕴含的惨烈杀气 姚池圣主严肃介绍到 百万年前仙人大战 这是从宇宙深处 坠落下来的一块大陆残片 染满了仙的血 而那一次可怕的天地冲撞 引发的地洞 让整个北斗星都生灵涂炭 传说那块大陆是藏仙之处 而受到鲜血的召唤 不少残碎的仙气 以及至尊气坠落在此 于是形成了一个 叫做藏兵谷的独特秘境 林东方轻轻点头 这地方还真是个险地 姚池圣主顿了一下 然后认真地开始胡说八道 小心一些 这地方十分诡异 据说有杜结境的修者 在这地方莫名其妙地消失 这只是他为了接下来的操作 找的借口罢了 百万年来 无数人来着探险 没听说发生过 什么特别邪门的事情 啊这 圣主 您也是杜结境吧 但是林东方可不知道 圣主大人的套路啊 他紧张起来 杜结境都消失的话 这就有点吓人了啊 怎么 你觉得 我和别的杜结境一样弱 姚池圣主眉头一挑 那倒不是 嘿嘿 林东方尬笑一下 差点忘了自家这位圣主的能耐了 姚池圣主心中微微一笑 然后鼓足勇气 抓住了林东方的手腕 运转了一些调理气血的秘书 压下了脸上的红润 然后 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道 这只是 为了防止你忽然消失罢了 你要是觉得 被我抓着手腕不舒服 可以试着 抓住我的手 姚池圣主 眼巴巴地看着 很希望 林东方能一把 抓住他的手 林东方 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心里一暖 多谢圣主关怀 这样就挺好 他觉得圣主大人 真的只是在关心他的安全罢了 被圣主抓着手腕 他觉得更有安全感 单纯的老林 哪能想到 这是圣主大人的套路呢 姚池圣主点点头 心中遗憾和甜蜜参半 看看 这二人世界就是好 不管怎么说 首先牵上了 姚池圣主 另一只手一振 空间破碎 一个奇异的秘境就出现了 这是小猫 告诉他的坐标 藏兵谷的入口 就藏在这个小秘境内 这个蓝天白云的秘境中 遍地都是池塘 芦苇荡漾间 不少水鸟正翅翱翔 抛去那暗红色的泥土不弹 仿佛世外桃源一般 这是真龙血染红的土地 怪不得这里会有黄金扇 姚池圣主 把林东方带入秘境中 然后微微咽了 一下口水说道 打开葬兵谷会 闹出很大的动静 估计会把黄金扇都下跑 不如先抓黄金扇吧 他馋了 什么泽泽扇鱼包 什么扇丝面 之前从没吃过呀 抓到扇鱼之后 趁着新鲜吃一条 很合理吧 林东方果断点头 圣主说得在里啊 子六 一条一米来长 通体金黄色的扇鱼 被从洞里揪了出来 好肥实的扇鱼 林东方不由地惊叹起来 这黄金扇很重 力气极大 看起来没有什么修为 但单说肉身强度 已经堪比住激进九重的修饰 这就是那一丝真龙血气的作用 一丝血气 对于一滴血来说 都是微乎其微的 先杀先吃 先做一份扇鱼包 摸出那特质的木板 刚要把扇鱼投往那根钉子上岸的时候 林东方猛然收手 一边的姚池 圣主一愣 他还等着看这家伙怎么杀扇鱼呢 圣主 我忘了一个工具 你能不能帮我打造一个 姚池圣主心中激动 这小子终于开始使唤自己了 这说明林东方开始 把他当作平等身份的人了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林东方哪能想到 圣主此时的疯狂自我攻略 他在地上画了一个草图 是高效杀扇鱼专用的一种勾刀 姚池圣主随便找了一小块豪铁 直接在虚空中召唤来赤裂的火焰 然后把融化的铁捏了捏 脆火后 青葱手指一捏 锋利的刀刃就出现了 整个过程不超过三分钟 林东方叹为观止 这就是进阶刀的好处啊 林东方接过小刀开始干活 先运转起了化天荣地秘术 出门在外 小心围上 一手捋直了扇鱼身子 另一只手拿刀 在其脖子后一划 燕红色的血液流出 林东方不为所动 曾经在市场杀了一年的鱼 他的心早就冷得和鱼老板的冷屁股一样了 刀尖顺着刚刚割开的刀口探进去 贴着骨头向下 划到尾巴处 扇鱼瞬间被剖开 拽出内脏 咔 刀尖割断扇鱼的骨头 往下一压 刀尖移动 让刀刃和鱼的身子平行 再顺着一划 刷 被一声 一根完整的扇鱼骨就被割了下来 三刀 三十秒的时间 林东方以行云流水 妙到豪店的技术 送一条扇鱼早登极了 姚池圣主叹为观止 你这鲨鱼技巧 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 林东方摇摇头 我是我们村杀 扇鱼最慢的 当初隔壁那位大妈 杀扇鱼 只用17秒 姚池圣主 微微一惊 这还算吗 林东方把扇鱼切成段 加盐和白酒抓了抓 开始腌制 这个过程中 扇鱼的血肉之力 也被炼化掉了 多少长了一些修为 他哼着小曲 开始切料 心中充满了丰收的喜悦 之前可找不到这么大 而且体内 没有寄生虫的野生黄扇 姜和原葱切块 打算剥开 就行不用拍 青红胶片 以及香菜 但扭头一看 林东方心中 丰收的喜悦就凝固了 姚池圣主御手一挥 九万多条扇鱼 被拘禁了过来 剩下一万条 留在这继续繁衍生息 不能劫责而鱼 姚池圣主对着 还在震惊的林东方 微微一笑 他目光闪了闪 为什么这小子 不说圣主真棒 或者圣主好厉害 明明对火灵儿 和萧细月都说过呀 多谢圣主出手 林东方震惊了一回 然后憋出这几个字来 他自己抓估计要累死 才能抓这么多 姚池圣主心中 轻轻哼了一声 他出手的次数 可不止这一次了 切好了配料后 又把小灶和砂锅 都取出来准备好 把扇鱼表面的粘液洗干净 本来做泽泽扇鱼 包是不用去骨的 但是这黄金扇的头大 去了骨熟的快 硬要说 这一道菜 成了泽泽扇片 大差不差 一个厨师的 随机应变能力 很重要 林东方现在 甚至没有泽泽酱 不过 这也难不倒他 胡椒粉 米酒 再加上 北斗星这边特产的 几种酱料就成了 柱厚酱 面齿酱 耗油 鸡精 酱油 水 林东方继续哼着小曲 烧热砂锅后下入 比平时炒菜 稍微多一些的油 蒜和姜下入 滋滋啦啦的声音 响起 这就是泽泽包这名字的来历 全城都会有这种 热油烹制食材的 滋滋啦啦声音 很热闹 也很香 林东方见圣主好奇的目光 就不由地介绍了一下 他没说主语 姚池圣主 以为泽泽包 是林东方原创的 等到姜蒜有些变色 就下入原葱 继续小火 泽泽变香 林东方干大排档的时候 每到天冷的时候 这泽泽包 就会卖得很好 泽泽鸡块 泽泽排骨 等到上桌之后 这砂锅里 还响着热闹的声音 掀开盖子 那就是扑鼻而来的香气 直接就把寒冷给赶走了 下入扇鱼之后 开大火 用筷子不停地扒拉 要是胡萝卜锅这品像 就不好看了 林东方不停扒拉了 五分钟左右 然后下入了青红椒和酱汁 红绿配色 顿时让这一锅 扇鱼明艳起来 此时 扇鱼片已经开始翻卷 这是成熟的预兆 等到青红椒断生 加入香菜 带上锅盖 从锅边淋入一些米酒 呼 火焰腾起 迅速升高的温度 让锅中各种香味 热闹地交织在一起 趁热端上桌 瑶池圣主掀开锅盖 热烈的香味扑鼻而来 没有压低修为 让他没感觉到 那一股微辣 但是却更好地 闻到了这鲜香的味道 吃的时候 也要注意搅动 这砂锅底部的温度 还很高 稍不注意 得化这扇鱼就焦了 林东方加了一片 冒着热气的扇片 放在嘴里 黄金扇的口感 让他眼前一亮 比普通的黄扇 多了一些嚼劲 而且肉中的香味更足 对面摇池圣主 已经吃了三片了 林东方微微一愣 忽然发现这位圣主 似乎变得不一样起来 这吃相 只能用俩字形容 豪卖 这让他不由地想到 那一碗圣主大人说的 笑到奶疼 再仔细想想 似乎也只有在妙音峰上 圣主才会 放肆 一些 不端着架子 以他的眼力 不难看出 圣主之前 其实应该是 活泼好动的性格 现在为了圣地庄严的风格 压制成高棱女帝的样子 也真是难为他了 想到这里 林东方不由地 更加敬佩圣主了 越了解 就越敬佩 好一位棋女子 摇池圣主要是能听到 林东方的心声 估计会哭死 老娘要你的敬佩有毛用啊 摇池圣主 这次没有收敛 吃得很放肆 而且颇有些意犹未尽 但干正事要紧 在这里 可不会有什么 危险 好了好了 现在该打开葬兵谷了 摇池圣主 神色严肃起来 接近非仙境的神念 全力催动 这秘境内 任何一个角落都没放过 强悍的神念 即便再收敛威压 也让秘境中 所有生物都匍匐在地 只有被他抓着 手腕的林东方 还能站着 找到了 摇池圣主 脸色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葬兵谷又如何 还不是手道擒烂 轰隆隆 空间再次破碎 一股冰冷刺骨的阴风 从前面一个 黑乎乎的小世界内吹出 对面的小世界内 阴暗无比 只能看到一条 一米多宽的黄土小路蜿蜒 消失在远处 秘境内套着秘境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这葬兵谷 看起来绝非善地 两人走上小路之后 破碎的空间闭合 这葬兵谷内透着诡异 一丝光线都没有 也极其安静 林东方两眼一黑 此时他仿佛被剥夺了 五感六十一样 但仔细一闻 还能闻到身边 圣主身上那 嘖嘖善于包的香味 呼 林东方祭出了太阳真火照亮 与此同时 摇池圣主屈指一弹 一道红色火焰跳出 悬浮在他们身前三尺处 这下林东方看清了 脚下小路两边 是无底深渊 而且这小路 还是悬空的 像是一条彩带飘在虚空中 蜿蜒向下 往远处看了看 周围都是光滑的石壁 既然只留了这么一条小路 看来是不想有人 直接飞下去啊 摇池圣主寄出一件 通天境的法宝 这是他当年的战礼品 一个傀儡替身 傀儡替身化成 一个无面女子 直接往深渊下飞 痴痴 两道剑芒从深渊底部飞起 把那傀儡替身斩碎 两把残碎的仙剑啊 摇池圣主微微一惊 这藏兵谷内的仙气数量 超出了他的预料 他本以为这里 仙气顶多一两把 多半都是些镀洁境的法宝 走吧 摇池圣主 这次不是装得严肃了 而是真的严肃起来 牵着林东方的手往前走 不知不觉间 从抓着手腕 变成了拉着手 林东方说不紧张是假的 也没注意到 现在都快食指向扣了 他小心翼翼地跟着走 一个刚出新手村的菜机 直接下最顶级副本 可谁谁紧张 虽然旁边 有个满级大佬在带 但也存在着风险 看着他紧张的样子 摇池圣主嘴角 露出一丝 俏皮的微笑来 手指动了动 两人第一次 食指向扣的成就达成了 圣主大人内心 欢呼雀跃起来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估计过去了一两天之后 林东方这才不那么紧张了 他才注意到不知何时 他已经和圣主大人 食指向扣了 一丝温暖从掌心流入 再缓缓蔓延到全身 林东方脸一红 他现在终于明白 那些喜欢成熟大姐姐的哥们 是怎么想的了 这种安全感 是无与伦比的 这黑乎乎的周围 仿佛是一个 圆筒状的深渊峭壁啊 林东方四处张望了一下 发觉有些不对劲 这么规矩的圆筒深渊 直径大概在十里左右 这肯定不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再看看脚下 这黄土小鹿 圆筒 彩带 林东方忽然想到了一种零食 弹卷 弹卷 摇池圣主竖起了耳朵 林东方刚刚那微不可闻的字语 没有逃过他敏锐的听觉 林东方尴尬地摸摸鼻子 居然被圣主大人给听到了 弹卷是我之前 偶然吃过一次的小点心 等回圣地之后 我试着做一做 那弹卷 是何种口味的 酥松香脆 有很多种口味的 葱香 奶香 甚至还能放一些果味馅料 摇池圣主 顿时纠结起来 他现在既想着和林东方 躲在藏兵谷那手牵手多溜达几天 又很想尝尝弹卷 要是他用上身法 估计现在早就走到藏兵谷底部了 最后 圣主大人 还是没有忍住弹卷的诱惑 加快了速度 林东方闭上眼睛 感觉像是坐过山车一样 一摇池圣主的身法速度 他们也足足又跑了半个多小时 要是林东方自己来这地方 估计要走上的几十年才能到底 摇池圣主到现在 意识到了一丝严重性 他刚刚虽然没有用极限速度 但也知道自己跑了多远 足足十万里 算上螺旋小路多余的距离 这藏兵谷族有万里深 此时 两人已经走到藏兵谷最深处 周围开阔无比 不愧是埋葬先兵的地方 不错 这里埋葬着先兵 两位小友 你们想获得什么 威延浩大的声音传来 仿佛天雷在滚动 前辈 我想获得一些弃之缘 渡截境或者通天境的都行 林东方此时反而不紧张了 对面既然没直接出手攻击他们 看来有的谈 当然应该也不是直接摆给 先问问再说 弃之缘 暗中的声音似乎很惊讶 无数年来 共有三人来到我这里 讨要走了三把近乎完美的仙气 还真是第一次有人讨要弃之缘 啊这 难道弃之缘比仙气还要珍贵吗 林东方挠挠头 事情有些难吧 渡截境的弃之缘自然没有仙气珍贵 而且仙气级别的弃之缘 就是我 一点微光在前方不远处忽然出现 一开始仿佛像是一点萤火 随后慢慢变亮 变大 最后 一个百米直径的光团 出现在林东方和瑶池圣主面前 有点像汤圆 瑶池圣主 暗暗嘀咕了一声 随后他一惊 自己怎么也向林东方一眼 见到啥都开始往事的山连响了 弃之缘忽然觉得 瑶池圣主的目光不对劲 但没多说啥 这位小友 你要弃之缘做什么 林东方认真答道 我想制作一艘飞行大船 然后想让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变化大小 一艘大船 可是战船 不是 也就三四十丈长 用来到处旅行的 主料是悬空墓和虚空兽谷 虚空兽谷 你有十倍气海 气质圆忽然发出激动的声音 啊这 您知道虚空兽谷秘境 林东方微微一惊 当然 当初那些半死不活的老家伙 就在这里埋葬了他们的兵器 然后各自寻觅自己的埋谷地 气质圆的声音骤然低沉 伤感起来 林东方悚然一惊 一群真仙大佬 埋葬自己的兵器 然后密地作画 这怎么想怎么吓人啊 不过 虽然我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埋谷地 具体在哪里 天下机缘天下人得知 气质圆此话一出 林东方肃然起敬 这是一位公平公正的前辈啊 既然是虚空兽谷为材料 那我就分给你一些仙器级别的 气质圆上飘出一块拳头大的官团 飞到林东方进前 啊这 我不需要通过什么考验吗 气质圆闪动一下 无奈说道 这快百万年了 加上你俩一共 才五个人来到这里 我还考验 我在这里 是因为有别的原因 不然我早就出去 招收门徒了 你们要是通不过 所谓的考验 这些仙器 这些传承又要沉寂在这里 仙器或者气质圆 一人仅限一份 这些传承 你们能学多少学多少 但七天后 你们必须离开 林东方深吸一口气 心中忽然涌起一股悲凉 当年他拜访一位老师傅的时候 对方让他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就是 少说这些没用的 赶紧跟我学 我还能活几年 我也要留下除道传承 林东方心中第一次冒出了这个念头 传承除道还不能操之过急 林东方还只是个 宁丹静小修士 距离通天静 都还有很远的距离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是珍惜这七天的时间 收获一些传承 提升自己的实力 墨实力说 啥都是虚的 气质圆阵战 百余块石碑 从未知处飞来 林东方悚然 这些石碑 虽然不高 只有十几丈罢了 与这藏兵谷 万里深的级别 似乎不太搭调 但其上混沌气息缭绕 沉重的仿佛能压他宇宙 居然有我姚池的 至高仙精 姚池圣主惊叹 他发现了姚池十祖刻画的石碑 上面有完整的飞仙精 难道这些 都是真仙级别的传承 林东方易经 这未免有些可怕了 不错 都是真仙传承 七天时间 足够你们参悟一个完整传承了 别浪费时间了 气质园旁边 浮现出一个巨大的沙漏 开始计时 前辈 我还想修复一件仙器 林东方可没忘了小猫 在研究传承之前 先把这件事处理好再说 那小懒猫 要是修复好了本体 估计就没那么爱睡觉了吧 气质园闪烁一下 嗯 我在你身上感应到了 小猫仙硬的气息 你要修复它 林东方没想到 小猫的本体大名 就叫小猫仙硬 这实在是 有些不太严肃 但似乎除了小猫仙硬 也没什么更贴切的名字 不错 我就是要修复小猫仙硬 不知道前辈可否成全 我可以放弃气质园 飞行大船 虽然是他一直想要的宝贝 但小猫是他的伙伴 他还是分得轻轻重的 修复小猫的材料 我来领取吧 不是每个人 都能领一个仙气吗 瑶池圣主 在旁边开口了 圣主 这 林东方一惊 没想到 圣主会如此说 这就当我送你的生辰礼物 不许拒绝 瑶池圣主说得轻松 心中却是一阵澎湃 总算送出了 一件像样的生日礼物 圣主 林东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份生日礼物太贵重了 圣主大人 可是放弃了一件仙气 来送他礼物啊 而那不许拒绝 四个字 让他心中 有种别样的感觉 不太对见 嘿嘿 其实这些残缺仙气 对我也没什么用 你不用这么感恩戴德地看着我 瑶池圣主装作 小事一件 被样子摆摆手 但心里却想着 感动吧 流泪吧 像我这么好的女人 打着灯笼没处找啊 林东方深吸一口气 认真说道 圣主您放心 我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在他看来 圣主大人 一定希望他好好做菜 让所有瑶池弟子 都变得更加强大 从而让瑶池圣弟 成为北斗第一圣弟 瑶池圣主脸上 直接露出 幸福开心的笑容来 这小子 莫不是已经领悟到了 自己的心意 终于开窍了呀 气质员看着两人 各不相同的表情 就知道这里人心理活动 肯定不在一条线上 好了好了 珍惜时间 这些东西 你们收好 气质员一颤 再次分离出一些光团 然后从暗中 飞来一小团液体 这些足够小猫 恢复到完美状态了 多谢前辈 瑶池圣主 微微失礼 他很敬佩气之源 在这镇守百万年 只为等待 一个个传承者 这份毅力 当真无与伦比 林东方也认真 失礼感谢 随后 两人开始研究传承 不久后 林东方被一门 深法传承 给吸引住了 看了一遍 他就有所领悟 同时能似是而非的施展了 原来是更高深的 风回九转 林东方心中一喜 跑路速度 当然是越快越好 瑶池圣主转了一圈 嗯 这利之急 竟果然 和我自己推演的差不多 这深法也是 他发现 自己补完的那些 残缺传承 和这些石碑上的 无缺版本大差不差 气之源阵战 这就是顶级天才吗 最后选了个 炼体的传承 开始参悟 在感悟中 七天的时间 转眼即过 好了 你们该走了 再停留下去 这些残碎仙气 蕴含的死气 和煞气就会对你们 产生不可逆的影响 气之源 把两人唤醒 没什么多说的 林东方和瑶池圣主 再次对气之源失礼后 踏上黄土小路 往回走 两人的手一直没有分开 包括参悟传承这几天 瑶池圣主 直接施展身法 往回跑 他现在 已经把什么共毒危机 直接抛在脑后了 满脑子都是 松脆酥香的蛋卷 这玩意他真没吃过呀 林东方 再次体验了一把 坐过山车的感觉 告别了黑漆漆的藏兵谷 两人又出现在 冬域的大地上 林东方忍不住 欢呼一声 重见天日的感觉真好啊 但瑶池圣主心中一叹 在藏兵谷秘境内 他可以抓着 林东方的手 但回到了瑶池圣地 就没有借口了呀 恋恋不舍地松了手 他先去了一趟藏金楼 把获得的传承 整理了一下 当圣主就是麻烦 要不直接不当了 等毒孤梦出关 应该会比原来强很多吧 这个念头 忽然从瑶池圣主 脑海中冒出来 好香 林东方刚跨过破碎的空间 回到妙阴峰小院 就闻到一股香浓的气息 烤桃酥的味道 师兄回来了 一记削弱版的火箭头锤 火灵儿 直接钻进林东方怀中 九天 整整九天 火灵儿都不知道 自己这九天 是怎么过来的 他一开始无聊地 给菜园子里的杂草好了号 然后又去烘烤龙蛋 最后决定 复制一下林东方 做过的好吃的 小酥肉 对他已经没有挑战性了 他决定对点新出手 最简单的就是烤桃酥 结果还不赖 师兄快尝尝 这是我做了三天 才成功的桃酥 火灵儿献宝一样 把桃酥递到林东方嘴边 扑闪的眼睛里满事 你快夸夸我 林东方真厉害 林东方捋了 捋火灵儿的呆毛 然后又看看 这厨道 不就开始发阳光大了吗 先学厨 后入道啊 来来来 师兄现在要尝试 做一个好吃的东西 吃完了松软 酥到吊渣的桃酥 林东方把火灵儿从怀里 揪出来放在一边 然后洗洗手取出鸡蛋 糖 黄油 还有面粉 第一次尝试做蛋卷 林东方不打算 搞花里胡哨的 林东方以前 搜罗饼干配方的时候 看过几次蛋卷的配方 就是没做过 他依稀记得是四个鸡蛋 二两黄油 二两面粉 一两糖 做面点 配方最重要 手法其实很容易就记住了 先搅打鸡蛋和糖 手速 可比打蛋机快多了 林儿 把黄油融化一下 得令 火灵儿把装着黄油的碗 放入水盆里 然后弄出火来加热水盆 隔水加热 黄油他还是记得的 黄油融化后 放入蛋液中 继续搅打 让它们完全融合在一起 然后面粉加进去 师兄 是不是应该用来回滑的方式 搅拔呀 火灵儿在做面点这方面 有着从苏锦鱼那里 继承来的天赋 林东方点点头 是啊 这样才不会起精 不多时 面糊调制完成 平底煎锅下微小火 倒入面糊 林东方当初看到的 是把油纸铺在面糊上 然后用一个披萨盘压下去 这样就会获得一个 又圆又薄的薄饼 但是 现在的它 是宁丹静的修炼者 直接用了一招无影手 用灵力把面糊压开 林儿 只要这面糊成形就要翻面 然后保持每一面 十个呼吸长短的时间 来加热 等到这薄饼两面金黄 就这样 把一双筷子一个再上 一个再下地夹住 这薄饼边缘 然后开始卷 把筷子抽出来 就搞定了 林东方满意地 看着盘子里通体金黄 散发着浓郁奶油香气的蛋卷 火灵儿咽了口口水 可怜巴巴地看着林东方 咋还不说开饭呢 林东方每次做完新的好吃的 都会说一句 充满仪式感的开饭 林儿别着急 这蛋卷要等到凉了 才会酥脆好吃 林东方又摊开一个面糊 林儿 你也来试试卷一卷 好 火灵儿抖擞精神 聚精会神地开始卷蛋卷 卷啊 卷啊 这这这 火灵儿身子一颤 赫然发现自己卷出来了个锥子 一头尖 一头开口挺老大 活像的尖叫 师兄 我失败了 火灵儿扁着嘴 泄了气 可林东方此时 却惊喜地一拍脑门 师妹 你做得好啊 你做的这不是蛋卷 是蛋筒 啊 这 蛋筒 火灵儿微微一惊 自己居然还妙手偶得知了 看来自己很有天赋嘛 大一毛兴高采烈地抖了抖 林儿快去弄点奶油来 师兄给你做个好吃的 林东方摩拳擦掌 他来北斗星这么久 还真忘了 做冰点这茶 虽然说修炼者 都寒数不清 但谁能拒绝一口香甜的雪糕呢 北斗星 是有雪糕的 倒也不贵 由于阵法的高度普及 很多商家 会从小门拍购买 一个冰镇制作冰点 从全头大的标准零食上 扣下来指甲盖 那么大的零食颗粒 就能让一个商家 用二十多年 但是 脆皮蛋筒冰激凌的吃法 还没开发出来 火灵儿 火速从玉兽风 拎来了一大桶淡奶油 林东方摸出来 一个豪华版冰镇 冰激凌的做法 比较简单 打发的淡奶油 一边冷冻 一边搅拌就行了 里面加糖 或者酸奶啥的看个人爱好 火灵儿咽了口口水 他也把雪糕 这茶给忘了 等到冰激凌成型 一边的蛋卷和蛋筒 也冷却好了 林东方拿过一个蛋筒 挖了一些冰激凌 放了进去 没有堆得很高 直接和蛋筒边缘齐平 北斗星版的Triple X 火灵儿一呆 他还是第一次 见到这种吃雪糕的方法 林儿尝尝 这可是我当年 偶然发现的吃法 嗯嗯 火灵儿激动地 接过这北斗星 第一只脆皮蛋筒冰激凌 一口咬下 嗯嗯 火灵儿眼睛 瞪了起来 酥脆的蛋筒 一咬就碎 然后就能品尝到 里面冰凉香滑的雪糕 先是淡奶脆皮的香味 然后是奶油的醇香 好吃极了 三口吃完一个冰激凌 火灵儿急声道 师兄 这个太好吃了 那是当然 林东方颇为得意地 拿起一个蛋卷 咬了下去 咔咔咔 嗯 林东方一呆 他还没咬下去啊 耳边怎么就传来了 东西开裂的声音 仔细一听 不是蛋卷碎裂的声音 轰咆咆 天穷摇颤起来 空间在破碎 一道人影 从妙音风主 殿内飞出 直接飞入宇宙深处 咔咔咔 浩瀚雷劫落下 这一刻 南狱的高手都麻木了 最近南狱最顶级的强者 动不动就搞出大动静 吓唬他们 独孤梦终于出关了 前任姚池圣主 闭关三百年 终于出关了 远方有人传来 阵阵惊叹 林东方嘴里的蛋卷 差点掉在地上 啥啥啥 自己的师父 居然是前任圣主 此时 姚池圣主立身于宇宙中 他忽然想到了 萧细月当时 把林东方留在 妙音风的小技巧 嘿嘿嘿 独孤梦 我要让你 尝尝你大徒弟的小三件 林东方赶紧回屋翻开史书 两千年前 当时只有六百余岁的 独孤梦战胜雪玲珑 后称为姚池圣主 千年前 他坦言不敌当时的 姚池圣女 东方帝皇 辞去圣主之位 一句话 让林东方 获得了很多信息 首先 独孤梦逆袭了 他那一代圣女雪玲珑 成了圣主 然后 现在的姚池圣主名叫 东方帝皇 雄凤雌黄的黄 帝皇 帝皇 林东方 没想到圣主起了个 这么霸道的名字 他不禁念叨了一下 宇宙中 姚池圣主眼睛一眯 这个木头 终于知道 我的名字了 东方帝皇嘴 脚浮现出浅浅的笑容 一切都在向着 好的方向发展 一个多时辰后 独孤梦渡劫成功 这一刻 北斗星所有的生灵 都感觉到了一股沉重的压力 又一个可以主宰天下的 顶级强者诞生了 独孤梦 一身白衣圣雪 与一身红衣的东方帝皇 面对面立身于宇宙中 他们身高 以及身材差不多 但气质 却千差万别 东方帝皇 即便极力掩饰 装出沉着的样子 但眼角眉梢 带着的一丝霸气 是怎么也藏不住的 独孤梦不同 他目光淡然 表情也是平淡如水 气质仿佛万年雪山一样冰冷 圣主 请 独孤梦单手一抓 无尽星光 在他手中凝聚出一把宝剑 星河杀剑 你终于成功了 但坚韧不拔 不服输的性格 是他见过最厉害的 就让我领教一下 这第一杀剑 东方帝皇 拎出了方天化剂 随后解除了 腹中哭败丹的封印 他心中微微一笑 独孤梦啊 这圣主 还是你来当比较好 妙音风上 林东方和尚手中的史书 微微一叹 没想到连师姐 都没见过师父 当初萧熙月 拜入圣地的时候 还没有领悟见到 只有妙音风最适合他 林东方心中一颤 抬头看向天空 他虽然看不到宇宙中 那星辰像炸大了的 麻团一样 崩碎的可怕战场 但可以看到 天边那仿佛 极光一样的异象 此时北斗星上 大部分人 都在仰望着神奇的异象 白色和红色的光芒 像是冰淇淋条条一样飘荡 十分漂亮 其实 这是东方帝皇 和独孤梦战斗余波 被北斗星的防御法阵 无限弱化后 产生的异象 两人战斗时间不长 也就三分钟左右 切磋而已 独孤梦后退了三步 东方帝皇后退了五步 而且脸色苍白 你赢了 东方帝皇 甚至不用拿出演技 只是一回想 刚刚火灵儿 吃了那第一只叫做 脆皮蛋桶雪糕的冰点后 他脸上就自然浮现出不甘 惊讶 失落等等情绪 独孤梦皱眉 你的实力应该不止如此 他觉得不对劲 虽然 他把星河杀剑参悟到了极点 而且修为大劲 但这三百年 东方帝皇肯定 也不会原地踏步才对啊 东方帝皇 微微一叹 你已经到了这个境界 你应该能知道 这就是现在 我们能达到的极限 走到这一步 就是极限 他回忆起第一次考青鸾 差点失败的情景 脸上的无奈何 尽力了 得样子别提 多真实了 独孤梦思索了一会 然后点点头 他现在觉得 东方帝皇说的 应该是对的 他确实有种这辈子 都没办法再进一步的感觉 走吧 去水晶仙宫 东方帝皇收起了方天画戟 直接回到圣地内 独孤梦看着 东方帝皇的背影 发现对方似乎有些着急 不过在他印象里 东方帝皇 还真是这种 集三伙四的性子 水晶仙宫内 除了张大锤等 吃了物道宴 还在闭关的人外 其余手作都到场了 独孤号脸上 露出了罕见的微笑 自己妹子 闭关三百年成功 可是一件大好事 但是 成大发敏锐地感觉到 东方帝皇 和独孤梦的情绪不对劲 诸位 我方才与独孤梦切错 输了 决定辞去圣主之位 东方帝皇满脸 严肃地 说着超级开心的话 老娘终于不用当圣主了 美滋滋啊 这独孤梦 要是当了圣主 那妙阴峰手作的位置 不就空出来了 那他只好 勉为其难 地当妙阴峰手作 然后林东方 不就成了他东方帝皇的宝贝徒弟 计划通啊 这 众多手作都愣住了 咋回事 一生无敌的东方帝皇 居然输了 真的输了 等一下 独孤梦忽然开口了 他翻开姚池律例 只有当代圣主 不敌当代圣女的情况下 圣主才可以辞去圣主之位 我现在不是当代圣女 你无需 嘿嘿 那我现在先免掉 萧熹岳的圣女头衔 提名独孤梦当姚池圣女 谁赞成 谁反对 姚池律例 没有对圣女的年龄 做出限制 也没说手作不能当圣女 东方帝皇急了 独孤梦啊 我叫你一声好姐姐行不行 你就把这圣主之位拿回去吧 他在心里疯狂呐喊 众多手作面面相觑 没人赞成 没人反对 不少人都觉得有点不对劲 不少过来人仔细想了想之后 心里都一哆嗦 不敢说话 瑟瑟发抖 萧熹岳 独孤梦还不知道 自己闭关的时候 已经多出来三个宝贝徒弟了 萧熹岳是你闭关时候 拜如妙音峰倾传大弟子 虽然七海没有你我大 但是悟性极高 被推举为圣女 她当时只测出了乐道 所以就安排进了妙音峰 独孤梦点点头 心想这妙音峰 总算有个正八经的乐道休者了 东方帝皇看单手 我现在直接跟你们说好了 我真不想继续当圣主了 太累 我想休闲 啊这 众人都挠头 貌似全圣帝最闲的 就是你啊 天天在妙音峰偷吃偷喝 当大家都不知道 事实上 也就林东方和火灵儿 不知道暗中偷吃偷喝的是 东方帝皇了 独孤梦认真看了看东方帝皇 她能看出 对方是真的不想当圣主了 她最后轻声道 既然你说很累 那这圣主之位 东方帝皇脸上 顿时露出笑容 来了来了 她终于要把千年前 逝去的东西收回去了 独孤梦心里忽然一笑 对着东方帝皇说道 这圣主之位 你我轮流来做 小样 跟姐姐我耍心眼 妹妹你还嫩啊 虽然不知道东方帝皇 为啥要装出不敌的样子 但这不影响独孤梦 猜到对方心中的小心思 轮流当手座 旁边一群手座 独孤号都是一阵无语 但这是自己的亲生妹妹 而且从五岁开始 她就打不过对方了 还能咋说 程大发直接开始仰头看天 神游太虚 她哪敢说话 这俩丫头 当年就各种争 各种比 谁也不服谁 可以说 这圣地内 最了解东方帝皇的人 是独孤梦 他俩带头不说话 剩下的手座也都闭嘴 让这两位圣主自己玩去 行 轮流坐就轮流坐 三千年轮换一次 东方帝皇眼睛一转 然后果断答应 三千年后 萧细月也成长起来了 到时候把这位置 扔到萧细月头上 不就行了 三千年太久了 三百年吧 独孤梦扫视着众人 他觉得不对劲 一定有他不了解的情况 周围人咧咧嘴 好家伙 直接从三千年砍到三百年 这圣主位置 莫非成了的烫手山玉不成 独孤梦继续对东方帝皇说道 你也说了 我们这个境界是极限了 也不用时常闭关 所以不用隔那么久 轮换一次 小样 还拿捏不住你了 东方帝皇哑然 但随后一咬牙 行 三百年就三百年 现在圣主之位归你了 但是妙音风手座的位置 空出来了 这妙音风手座 由我来当 他不信自己三百年 拿不下林东方那个木头 独孤梦心中更加疑惑了 这妙音风上出了什么宝贝 能让东方帝皇如此上心 用圣主宝座 换取妙音风手座的位置 不对劲 他闭关的时候 完全封印了五感六十 妙音风上发生的一切 他都不知道 不过 妙音风手座 让东方帝皇来当 他倒也没有理由反对 独孤梦点头道 那好吧 我们现在 先交接一下圣主的位置 然后再去妙音风 当着那三个徒弟的面 交接一下妙音风手座的位置 借此机会 看看那三个徒弟 有什么奇异之处 独孤梦这个提议 东方凤皇也没办法反对 于是 开始导顾圣主印记 转移 哈哈 终于 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 吃他做的一日三餐了 东方帝皇心里 笑得十分嚣张 直接回屋打包行李 光是看背影 都能看出他的激动 独孤梦没有等 东方帝皇 他直接来到了妙音风 趁着东方帝皇不在 可要好好看看 到底有什么猫腻 看起来鬼鬼祟祟 但他现在是摇尺圣主啊 哪里都能去 这青传弟子居所 居然变得如此华丽 独孤梦眉头一挑 再回头一看 自己住的那个院子 和眼前这三个精致的小院一比 寒酸 简陋 看来来了 三个很有意思的徒弟啊 独孤梦没有走进院子内 从院墙外边 绕了一圈 然后愣住了 玄黄砖堆砌的电雨 不对 这不是主电 独孤梦忍不住使用 他强决的神念探查眼前的 电雨 锅碗瓢盆 这是 厨房 独孤梦呆住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眼前这宏伟的建筑 居然是厨房 再探查一番 他面露震惊之色 忍不住后退了几步 里面怎么有如此多的天地大道 在交织 嗨嗨 圣主大人 您怎么自己跑来了 可别吓到 我那三个宝贝徒弟 东方帝皇拎着行李 来到独孤梦身后 现在周围没别人 他脸上的笑容 再也不用掩饰了 独孤梦瞥了他一眼 这还没正式成为首座呢 就开始 宝贝徒弟 你这逆诗都写在脸上了 他问道 这厨房 和那些天地大道 和他们三人中 哪一位有关 二徒弟林东方 除先体 这个秘密 我在所有弟子 和首座中 都设下了禁制 东方帝皇说到这里 严肃了起来 独孤梦心中一动 如果此时切磋的话 对方肯定是全力出手 毫不容情 但他懒得做那种 无聊的事情 有些玩笑开不得 我知晓了 你放心 我现在是圣主 知道该怎么做 此时 林东方和火灵 正在狂吃雪糕 草莓为天下第一 旁边一口大锅里 还煮着一些肉类 肉香味扑鼻 闻着肉香吃蛋同雪糕 给林东方一种 再逛美食城的感觉 嘿嘿 现在到了宁丹境 吃得再快 也不会头疼 更不会拉肚子 嗯 圣主 他刚把第十二根雪糕吃完 就发现东方帝皇 和独孤梦走了进来 师父 林东方和火灵之前 都看过所有手作的画像 自然能认出独孤梦来 眼前的独孤梦 要比画卷上的更加漂亮 而且可以更直观地感觉到 那股清冷高绝的气质 在林东方印象中 独孤梦似乎是他见过的 唯一一位不扎头发的女修 如铺的长发 就这么自然地披散着 显得有种别样的气质 出尘中带着一丝 洒爽和不羁的感觉 东方帝皇眉头一挑 忍不住说道 东方 以后你是我的徒弟 我现在是妙音风手作 他是现在的圣主 小子 叫师父 叫错人了呀 独孤梦微笑道 都一样 他们是你的徒弟 但也还是我的徒弟 林东方和火灵大吃一惊 咋回事 就吃会雪糕的时间 圣主换人了 师父还多了一位 不过 两人都是非常人 迅速接受了这个事实 独孤梦对两人说道 我虽然成了圣主 但你们和我之间 还有师徒缘分 起码名义 上我也是你们的师父 以后有事的话 尽管来找我就是 多谢师父厚爱 林东方和火灵儿 规规矩矩 对独孤梦失礼 东方帝皇清了清嗓子 那现在 我就是妙音风手作了 以后你们也是我的徒弟 乖徒儿以后 出门在外不要怕 有事直接召唤我就好 后半句话 他是盯着林东方说的 眼中都带光 师父和徒弟 妙不可言啊 但是 林东方眼睛 一直却瞄着旁边的坚锅 没注意到师父那 殷妾的目光 里面有一张 黑芝麻薄柄 颜色在从杏黄色 向金黄色转变 现在 不用端着圣主架子了 东方帝皇泼辣的 本性越发嚣张了 独孤梦又瞥了 东方帝皇一眼 这家伙真是 能不能不要把 洪水猛兽 四个大字写在脸上 这已经脱离情斗 初开的范畴了 东方帝皇神采飞扬地说道 乖徒儿 为师横推三千星辰无敌手 有仇家直接说 我替你灭了 但话说一半 他停住了 只见林东方 忽然把旁边煎锅里的薄柄 翻了个身 筷子一卷 芝麻蛋卷出锅 他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独孤梦有些猛 对着东方帝皇传音 不管怎么说 东方帝皇的话 都是很让人感动的 林东方不应该 施力感谢吗 东方帝皇回应道 这就是你有所不知了 我这乖徒儿走的是除道 那薄柄此时 就在城书的边缘 现在这时候 对他来说 就像你我二人 炼丹的最后一刻那样 独孤梦点点头 原来如此啊 然后 他心里撇撇嘴 张口宝贝徒弟 闭嘴乖托 这林东方 虽然是自古以来 第一位除仙体 但也不至于 让东方帝皇 如此痴迷吧 你一见钟情 见色起义 独孤心里疯狂吐槽 林东方 把蛋卷放在盘子里后 才认真对东方帝皇施理道 多谢师父厚爱 东方帝皇满意一笑 然后 目光看向了那一排 脆皮蛋铜血糕 林东方注意到了他的目光 心中一动 师父 这是我制作出来的 脆皮蛋铜血糕 您可以尝尝 不管怎么说 自从葬兵谷之后 他觉得和东方帝皇的关系 拉近了很多 而且 对方现在也不是圣主了 而是自己的清传师父 关系又近了不少 东方帝皇喜不自圣 看看 这成了师父福利 就是好啊 以前当圣主的时候 都没被邀请过 不过 东方帝皇还想着矜持一下 做端庄淑女状 他现在下意识地以为 林东方喜欢萧夕月 那种闷闷的性格 旁边独孤梦一阵无语 这好姐妹 都把逆师两个字 写在脸上了 还矜持个什么劲啊 直接去吃林东方手里 啃了一半的多好 算了 帮你一下 独孤梦直接伸手 抓向那最后一根草莓味的 速度四块还慢 讲究的 就是一个先发后止 东方帝皇耸然一惊 急忙伸手 独孤梦心里摇头 东方帝皇这逆师 真是不行 估计等林东方孩子 都能打酱油了小嘴 还没亲上呢 独孤梦转手拿了一个上面 洒满瓜子仁的 好特殊的感觉 蛋筒酥脆 雪糕绵软香甜 还有瓜子仁来丰富口感 他还是第一次 吃到这么特殊 这么好吃的雪糕 东方帝皇也急三火四地来了一口 随后也微微一呆 太好吃了 直接就被粉红色的草莓味 给征服了 三下两下吃完一个 然后再伸手 火灵摸了摸肚子 还好自己刚刚狂吃了15个 不然现在 肯定抢不过这两位师傅 吃完了雪糕 两人又把目光 瞄向了旁边的一锅汤 还有那些大白菜 灵东方在葬兵古探险九天 这期间 灵药风尚 已经培育出了很不错的大白菜 可以做开水白菜了 两位师傅 师兄要做开水白菜了 你们要不出去等会 火灵而眼巴巴地看着那所剩 无多的雪糕 他还想再多吃两口 拼速度 是真拼不过两位师傅 开水白菜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 都是一愣 他们从未吃过这种菜肴啊 圣主 这圣地内大小事物 还需要你的操劳 您还是先去主持大局吧 东方帝皇对着独孤梦一拱手 笑呵呵地碾人 无论如何 这开水白菜 他要吃上第一口 独孤梦眉头一挑 东方手作 此言差矣 现在圣地内紧紧有条 无需我时刻盯着 这可都是你的功劳啊 不是姐们 刚刚给你来上一发助攻 你就要碾人 要不是打不过 你高地要打你屁股 嗯 东方帝皇一愣 这独孤梦闭关三百年 这张嘴 还是这么厉害啊 一句话 把他后面的话都给堵死了 他要是继续把独孤梦 往水晶先攻碾 那就等于说 他自己之前 当圣主一直在摸鱼 圣地不稳当啊 火灵儿在一边挠头 他忽然觉得 这两位师父有点不对劲 但此时 不由得他们再多想什么了 随着林东方开始 正式伺候那一锅汤 虚空忽然震战了一下 东方帝皇一惊 这感觉 和当初第一次做佛跳墙很像啊 他抬头看向高空 只见一个大白菜的虚影 出现在高空中 独孤梦也注意到了这一项 东方帝皇凑到 林东方身边问道 徒儿 你这开水白菜 可有什么名头 林东方一边清洗 焯水过的材料 一边说道 这应该是天下第一白菜菜肴 果然 东方帝皇心中苦笑 这天道又来发奖励了 圣主 我们去外面看看吧 好 独孤梦也知道了 事情的严重性 两位绝代佳人 走出厨房后 一步踏入高空 仔细端向着那大白菜 上一次引发异象 和天道奖励时 随着东方帝皇的诉说 独孤梦眼中 逐渐显现出震撼之色 这林东方这么离谱的吗 随后两人立身在高空 情不自禁地 都把目光投向厨房 这趟要两个时辰呢 林东方把火腿 老母鸡 老鸭 肘子焯水后 放入汤锅中 开始小火煮汤 不多时 浓郁的肉香 就在这间屋子里弥漫开来 不过这阶段 他也不能闲着 开始剁肉泥 朱立记 鸭胸肉 鸡胸肉 师兄 我记得 你做葱烧海参用的清汤 只用了鸡肉泥来着 这一锅也是清汤 为什么用了三种肉泥呢 火灵儿有些不解 林东方一边剁肉一边解释道 这一锅汤 其实应该叫茶汤 比清汤更像是茶汤 而且为了让白菜吃起来 味道更美 这汤的味道就要足一些 用鸭肉 猪肉 鸡肉 三次扫汤 驱除杂质的同时 鸭肉猪肉的香 也能融入到汤中 同时 颜色会转变像茶色 鸭肉 猪肉 鸡肉 顺序不能乱 因为鸭肉 颜色最深 猪肉刺肢 鸡肉颜色最淡 林东方表情很认真 这一步马虎不得 那葱椒泥呢 火灵儿还记得这个细节 不得不说 林东方真的被问住了 葱椒泥这个细节 可能就是卤菜清汤 和川菜茶汤 除了火腿之外 最大的差别 葱椒泥 可以让汤中带着一丝 葱香和花椒的香味 是清汤专用的 这一锅茶汤 在煮汤的时候 就加了葱姜去味道 所以用不上葱椒泥 这样呀 火灵儿呆毛颤了颤 然后把最后剩下的 一小碗雪糕端到一边 开始小心翼翼地 把雪糕往蛋卷里塞 嗯 这样真好吃 火灵儿兴高采烈地 把一个夹心蛋卷 喂给林东方 小手还在下面拖着 怕碎末落到菜板上 高空中 见到这一幕的独孤梦 用玩味的目光 看向东方帝皇 姐慢 你是真不行啊 不过出乎独孤梦意料的是 东方帝皇脸上表情 没有多少变化 习惯了习惯了 小场变 说起来 这白菜的品级有些离谱啊 东方帝皇没有继续看厨房内 而是看向了那大白菜虚影 应该有仙药级别 灵药 灵药王 神药 仙药 四大等级 天道奖励直接拉满 不过相比于上次的龙蛋 这仙品大白菜 似乎也没什么夸张的 独孤梦忽然问道 对了 林东方烹饪后的厨余垃 都怎么处理的 此时 林东方正在小心翼翼地 撇出去汤里的油脂 由于有着火腿的缘故 油脂比较多 要随时注意 这些东西的话 东方帝皇又说了一下 太岁土和那俩傻子的事情 这样啊 怪不得那些院落和厨房如此奢华 不光是这厨房 我那宝贝徒弟 还打算建造一艘飞行大船呢 东方帝皇取出了气质员 得意说道 这是我和他在藏兵谷求来的气质员 对了 你也可以去藏兵谷 寻觅一番机缘来着 能走到最深处的人 都可以领一份残缺仙气 不去白不去啊 活像是学姐跟闺蜜显白 今天把学弟攻略到哪一步了 这个节目很好看 我俩去看了 你自己也去看看吧 哈哈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独孤梦摇摇头 暂时先不去 开玩笑 这可是天道都在家讲的菜肴 他岂能错过 而且 东方帝皇肯定是三天两头 就吃这些充满天地大道的菜肴 实力肯定不止先前 切磋时候 展现出来的那么多 这飞行大船 要是祭练的时候 我也可以帮忙 独孤梦的练气手段 与练气风手作张大锤 不相上下 东方帝皇 这倒是没拒绝 他好不容易 才把自己的方天化剂 锤练出来 浪费了不少材料 此时 林东剁好了几种肉泥 开始摸鱼 对了 小猫 他一拍脑门 差点忘了修复小猫的事情 于是 召唤小猫 喵喵喵 你们又背着本猫吃好东西 你们太过分了 小猫昏昏欲睡地 飞到厨房 闻到蛋卷的香味之后 顿时来了精神 举起小爪子 控诉林东方的不讲究 诺 给你留了三根 这是我从脏兵谷弄来的材料 可以修复你的本体 林东方丢给小猫 一个储物件 小猫瞪圆了眼睛 猫嘴都张开了 震惊 喵 这可是好宝贝 本猫没看错你 你是个靠谱的主人 那我就先去闭关了 小猫兴高采烈地 把储物件套 在毛茸茸的耳朵上 然后捧起 装着蛋卷的盘子 飞了出去 一尊近乎无缺的仙气 独孤梦已经不知道 说什么好了 林东方这小子的体质 和机缘 实在是逆天啊 林东方又开始看史书 恶补东方帝皇 和独孤梦的传记 越看越心惊 这两位师父的 成长路线极其相似 两个时辰 匆匆而过 林东方开始 扫汤 也就是用三种肉泥 去除汤中的杂质 过程和之前 掉清汤差不多 都是卸开肉泥后倒进去 小伙慢慢来 不过这次没有用 焯水材料的头盗原汤 有火腿补味之后 汤味已经够了 头盗原汤 没必要留着 压肉泥下去之后 汤更香 颜色也稍微变重了一些 然后是猪肉泥 进一步提香 汤色开始向茶色转变 火铃和东方帝皇 平住了呼吸 最后一步来了 鸡肉泥 林东方也很小心地 搅动着这一锅汤 越到最后 越马虎不得 失败 往往就在最后的一瞬间 其实到这一步汤中 已经没有多少杂质了 随着鸡肉泥颗粒 一点点地浮到汤汁表面 这汤肉眼可见的 变得更加澄澈透明 像是茶汤一样清亮 鲜味 也进一步提升了 咬出一小勺汤 几乎是完全透明的 但是一整碗来看 是茶色 这才是茶汤 林东方 把勺子里的茶汤 倒入碗中 轻裂的汤汁上 没有一丝油花 仿佛清水 好厉害 怪不得叫开水白菜呢 火铃在一边鼓起了掌 师兄真厉害 嘿嘿 接下来我们处理白菜 林东方把林耀峰师姐们 辛苦培育的大白菜 抱了起来 这大白菜 只有寻常白菜大小 但颜色 和寻常白菜的菜心一样 白菜帮雪白 前半截的叶成嫩黄色 连菜帮都极其嫩 指尖一掐就能进去 而且水分很足 掰下一片菜叶洗净 在一边的鸡蛋酱里 沾了一下放入口中 咔嚓 脆爽的白菜 几乎吃不出来菜精 极其脆嫩 先是鸡蛋酱的咸香微辣 然后是白菜的清甜 林东方赞叹道 这白菜太美了 打饭包我能造十个 师兄 我也想打饭包 诺 用卤牛肉吧 再来一只盐水鹅 好业 火灵儿还天喜地地 打着饭包 东方帝黄咽了口口水 但眼前这鲜耀白菜 是林东方的大机缘 他必须守护好 打饭包的事情 稍后再说 此时 已经到了最后的成菜环节 先扒了一个白菜 只取中心的嫩黄菜叶 摆在深盘里淋上茶汤 入锅猛蒸 又扒了两颗大白菜 两个菜心从腰部切断 下半部分 放入一小锅茶汤中煮熟 然后 用金椒捡仔细地修剪 最后 两个 花苞 被它分别摆入 两个盘子中 旁边的炭火小灶上 一大茶壶 茶汤 已经沸腾 鲜美美味的蒸汽 让火灵儿刚刚吃饱的肚子 都又叫唤起来 这汤太香了 灵儿注意看 这菜就要成了 嗯 火灵儿来了精神 聚精会神地凑过去 仔细观察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 也投来了目光 林东方拎起茶壶 一线清亮透明的 开水 落在了 花苞 上 好漂亮 三女同时发出惊叹 白玉盘中 一朵莲花 悄然绽放 林东方倒汤的动作 很轻柔 没有什么杂音 只有香味在弥漫 五层 花瓣 洁白如羊之美玉 在茶汤中绽放 最中间的 花蕊 橙嫩黄色 与茶汤的颜色相得一张 而且 在他们眼中 这 荷花 上还飘荡着九彩仙光 比这真正的仙药 还要瑰丽 碰 一颗大白菜 洞穿天地 直接落在林东方面前 悬浮在半空中 散发着浓郁的生命气息 火灵儿 只是稍微闻了一下 这仙品大白菜的味道 就感觉自己的寿源 增加了四五年 灵儿别闹 这大白菜先拿走 林东方 把这个大白菜 扒拉到一边 他火急火燎地 把旁边蒸锅里的 那盘白菜拿了出来 滤掉盘中的茶汤 再淋入新的热汤 点缀上几颗红润的枸杞 水嫩的菜叶规矩地 躺在茶汤中 虽然其貌不扬 平平淡淡 但这就是白菜 最高规格的做法 最初使得开水白菜 成了 开饭了 火灵儿兴高采烈地 把三盘子开水白菜 都端进餐厅 可把它给馋坏了 So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 直接闪现进来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白菜入口 轻轻一咬 鲜美就在嘴里榨开 软嫩的白菜里 满满的 都是茶汤的肉香 猪肘子和鸭肉的香味 鸡肉的鲜 还有火腿特有的鲜美 都充分地融合在了一起 他不由地赞叹道 吃这开水白菜 真的是一种享受啊 独孤梦品尝之后 也是微微一待 这是他这辈子 吃过最好吃的白菜 清香爽口 不见一丝油花 却如此美味 林东方笑着提示道 师傅们 这菜的美妙一多半 都在汤里多喝汤 旁边的火铃 说不出来啥美妙的词语 喊了一声 好吃 之后就是一顿猛造 然后豪迈地 端着盘子 把汤喝完 林东方尝了 一口这开水白菜 是那味道之后 就开始研究 那颗鲜品大白菜了 泽泽 老天待我不薄啊 这大白菜 要是炒个粉 做个福袋啥的 或者以后 也做成开水白菜 他咽了口口水 但这是鲜品大白菜 肯定还有不为人知的作用 忍住 东方帝皇白了 他一眼说道 这可是鲜品白菜 光是闻闻味道 就能让人增加几年寿源 要是吃了 起码能多活两万年 不过说完之后 他咽了口口水 福袋是啥 这么喜庆的名字 一定很好吃吧 严寿两万年 之前那个名叫万寿的神药 也只能严寿一万五千年啊 火铃呆毛一颤 这也太可怕了 无价之宝啊 东方帝皇叹道 所以仙药和神药的差距就在这里 不过光是闻味道的话 增加几年寿源就是上线了 林东方摸了摸下巴 他离一百岁都还有很远的距离 现在就补充寿源为时尚早 独孤梦想了一会说道 神药以增加寿源为主 仙药的话 自带仙道气息 如果长期参悟的话 也许可能会捕获那一缕仙道气机 这样说来 这不是白菜 而是成仙的气机 林东方严肃起来 不愧是天道大老爷的奖励 我看看 不如栽种在龙蛋旁边吧 他抱着大白菜 去了内院里的一间屋子 或者说是棚子 火灵儿之前博览群书 终于发现了一张 龙巢的插图 然后给这龙蛋 做了个类似喜鹊窝的巢 还搭了个遮风挡雨的棚子 地面上也没铺地砖啥的 全是泥土 切地切 种菜要浇水施肥 林东方把冷却的茶汤端来 一小盆撒在地上 这精致版的太岁土就成了 然后又把之前 从周长青那里弄来的 五滴天龙髓取了出来 天玄书院不像赤霞神朝那么有钱 最近几批太岁土 都用的天龙髓交易 先用异地 太岁土和天龙髓 双管齐下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 一阵无语 就算是一株杂草 用这两种超级宝贝蕴养 也会成为半神药 咦 不太对见 林东方把仙品白菜栽种好之后 惊讶地发现 天龙髓居然在闪光 太岁土中的九彩仙光 在迅速地涌入天龙髓中 在这仙品白菜的影响下 天龙髓在迅速吸收太岁土中的大盗 它在净化 东方帝皇震惊地快步走过来 脸上满是不可思议 这可是一个逆天的发现 独孤梦也是震惊地低声道 这有可能净化成仙龙髓 天玄书院 以仙龙髓这种仙药成为圣地 是天下皆知的事情 而南狱这些圣地中 明面上也只有天玄书院 拥有这么一种仙药 好事成双 林东方搓搓手 两眼放光 这要是有了仙龙髓 和仙品大白菜一起下锅 会是什么感觉 光是想想就很激动 看到他这副模样 东方帝皇就知道 这家伙肯定在想着 怎么把仙品大白菜 和仙龙髓做成好吃的 这一锅茶汤 大概够天龙髓吸收半个月左右 那我多熬点 林东方倒也没有熬至太多 想到上次一缸佛跳墙 差点把天结招来 他决定煮两枚误到夜的亮 等忙活完 时间已经到了傍晚 另一边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 召集了全圣地的人 简单说了一下 圣主位置交接的事情 事情在圣地内 没有引发多大的波澜 顶多成为茶余饭后 讨论的话题罢了 吃完了晚饭 又到了泡温泉的时候 今天的温泉点心是雪糕 不光有草莓味的 还有香芋 凤梨各种口味的 这一下午 林东方和火链可没消停 一直在忙活 现在泡在热乎乎的温泉里 来上一口自己喜欢口味的雪糕 别提多舒坦了 温泉屋外 东方帝皇围着玉袍 今天的他 里面穿的不再是长裙 而是短裙式的 现在成了师傅 正八经的妙音风人 可以大胆一些 旁边的独孤梦 诧异地看着他 帝皇 你该不会要和徒弟们 一起泡温泉吧 对啊 我们都习惯了 要不你也来 我这还有多余的寓衣 东方帝皇 黑黑一笑 伸手去扯独孤梦的衣服 算了算了 独孤梦后退一步 拍开了东方帝皇的闲珠手 别看他俩 相差一千岁 辈分也差了一倍 但其实关系非常好 更是同生死共患难过 独孤梦 今天第一次和林东方见面 一起泡温泉 那是万万不能的 于是 他直接回了水晶仙宫 嘿嘿 跟我斗 你还那样 东方帝皇美滋滋地 走进温泉屋 解开玉袍 红着脸 缓缓步入温泉中 但随后 他就开始咬牙切齿 林东方不知道 在想什么 眼睛直勾勾地 看着那些雪糕 根本没注意 他这身新衣服 吃雪糕啊 吃雪糕 巧克力 可可豆 巧克力蛋糕 林东方在想这个 马上就过生日了 蛋糕可要好好做 有了巧克力之后 雪糕和蛋糕 就变得不一样了 北斗星远比地球大 物产也更加丰富多样 所以肯定有 类似可可豆的东西 他倒是看过 关于可可豆的纪录片 知道这玩意 生长在热带雨林中 林儿 南宇有没有 动不动就下雨 很热的那种森林 他把像是鱼雷一样 在温泉池里 到处乱窜的火铃 召唤过来 很热 天天下雨 火铃游过来 见到东方帝皇的 新玉衣后 他已待 自己这位小姨 居然也是吃白菜 长大的腰 以前真没看出来啊 不光是他之前 没看出来 林东方也一样 师父真是胸襟博大 不过他 也就是看了一眼而已 然后就又开始 回忆可可豆的 发酵方法了 很热 还天天下雨的树林 我想想啊 火铃啃着雪糕 努力响了一会 师兄 我天文地理 啥的没看过多少 不知道哎 林东方哑然 虽然本来就没对火铃 抱太大希望 东方帝皇 微微一笑 关键时刻 还得看他这个师父啊 嘿嘿 魏师道 是知道几处雨林 不知徒儿你 想去什么样的雨林 这些雨林 终有的满是毒虫 有的瘴气飘荡 林东方急忙说道 不要这么危险的 就寻常一些 进去寻找些调料什么的 找可可豆而已 又不是去练蛊虫 这样 东方帝皇 伸手召唤来一张地图 指点了几下 这几处地方 都是很大的雨林 不过周围 没有很大的城池 更没有传送阵 没有传送阵 那就要跑很久 要是不想跑很久 那就只能 来吧来吧 快让位师带你去 东方帝皇 早就打好了小算盘 林东方想了一会 他和萧熙月 就快过生日了 这巧克力的事情 真的是赶早不赶晚 他对东方帝皇说道 那明天师父 如果有空的话 能不能带我 和灵儿过去一趟 要是在之前 东方帝皇 还是圣主的时候 他是要起身 师里询问的 现在成了师徒之后 就不用在意 那么多礼仪了 为师明天 有空 东方帝皇 装作思索了一番的样子 作为摇尺圣地 最闲的两个人之一 哪一天能没空 而且就算是 明天天塌下来 他也要带着林东方 去玉林里探险 泡完了温泉 林东方回屋 美美地睡觉 巧克力 我林某人来了 但东方帝皇 有些睡不着了 去玉林里 很热 要不要穿薄一些的纱裙 不行 太薄了不装重 好歹我也是师父 嗯 又没新衣服了 东方帝皇 翻完了三个超大衣柜之后 颇为苦恼地躺在床上 之前没遇到这家伙的时候 觉得几件凤袍 换着穿也就够了 等从雨林回来 再去地城逛逛 仙一格的那群小丫头 做衣服倒是有一手的 说起来 这住的 是不是和徒儿们 有点远啊 东方帝皇 穿着轻薄的睡裙 走出卧室 这首座小院 在妙音峰最顶上 离这弟子居所 确实有点远 咔 东方帝皇 直接把小院连根拔起 然后轻飘飘地 放在林东方小院后边 这样 就和徒弟们 近了许多 东方帝皇喜不自胜 去林东方卧室里 溜达了一圈 然后才回屋睡觉 别的杜洁进大佬晚上 都是打坐屋道 只有他睡大觉 啊这 师父的院子 什么时候来到这边了 起床之后 林东方吓了一跳 为施主的和你们近一些 也好保护你们的安危 东方帝皇 穿着一身水蓝色衣裙 腰间挂着一些 可爱的小玩意 比如一个鸡蛋大的 玉智小老虎 这是他当年 还是圣女时候的打扮 少女风十足 林东方挠挠头 觉得倒也正常 毕竟他的院子里 又是龙蛋 又是鲜品白菜 无论哪一样 都能让真仙大佬寄予 有这么强的师父 守在边上 他心里也踏实不少 吃完了丰盛的早餐 蛋炒饭之后 东方帝皇 带着林东方和火灵儿 来到一处雨林中 这雨林非常广阔 旁边一座城池 引起了林东方的注意 古城 古城 这城里也没见到什么果 火灵儿疑惑不解 几位大姐 这座城池 为什么叫做古城呢 拦住了几位大娘好奇 问了一下 出门在外打听事情 林东方的嘴 一直都很甜 哎哟 这位小仙师 居然把我们几位老婆子 叫做大姐 折杀我们啊 几位大娘 看到林东方 这样的帅气修仙小伙子 称自己为大姐 心里别提多开心了 这位小仙师 是你有所不知啊 我们这古城叫这名字 不是因为敲鼓 而是因为这个 一位大娘 伸手捡起一块石头 丢向一边的水塘 孤寡 孤寡 十几只人头大的黑色青蛙 蹦了出来 发出极其响亮的叫声 这是我们古城这边 特有的一种青蛙 由于叫声响亮如鼓 所以名叫古蛙 于是我们这小城 也就得名古城 不仅如此 这古蛙味道还很鲜美 几位大娘 说说笑笑介绍了一下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这古蛙不就是 加强版的牛蛙吗 再一想可可豆和牛蛙 在地球那边的原产地 都差不多 林东方就知道 这波稳了 师父 林儿 咱们去林子里抓些古蛙 等会去我给你们做好吃的 谁煮牛蛙 干锅牛蛙 抓青蛙 火林儿和东方帝皇对视眼 他们这辈子 还真没抓过青蛙 但一听到好吃的三个字 俩人就一阵激动 林东方可不会轻易说好吃 搜搜 两人冲进雨林深处 开始学摸古蛙 不用抓太大的 顾挂 莫等林东方喊完这句话 东方帝皇 就从雨林最深处 弄来一只墨盘大的蛊蛙 师父 这只太大了 最好还是人头那么大的 林东方一脸的无奈 杜洁经大佬做事 在他看来 就跟瞬间完成差不多 他还伸手在自己头上 比划了一下 火林儿拎着一只蛊蛙 到林东方头旁边 比划了一下 然后他欢呼一声 好业 正好这么大 东方帝皇疑惑道 这不应该是越大越好吗 这蛊蛙是繁兽 太大的蛊蛙肉质就老了 林东方捏了捏蛊蛙的腿 肉是真的老 蛊蛙用感激的目光 看着林东方 就岔掉眼泪了 这大蛊蛙年龄 能有四五十岁 虽然没有丝毫修为 但智商多少优点 原来如此 东方帝皇颇为无奈地 把蛊蛙扔到地上 火林儿又抓了一只 大小合适的蛊蛙 然后黑黑直笑 看来也不是越大越好呀 于是抓了千多只蛊蛙 这东西好伺候 到时候扔到玉兽风 让老成做出来的小型热带雨林 培育就行了 师兄 你在找什么啊 火林儿本以为林东方 会直接开始做蛊蛙 此时他眼巴巴地 看着林东方在到处摸树 找到了 林东方惊喜地发现 前面出现一些高大的可可树 树干上挂满了造型 奇特的可可果 徒儿 你要这大醒神果做什么 炼丹吗 林东方微微一愣 大醒神果 对啊 这是炼制醒神丹的材料之一 不过你手里拿的是反品 连丹都炼不了 东方帝皇从储物界里 拿出一粒醒神丹递给他 这 好苦 林东方闻了闻那黑乎乎的丹药 苦到脸都皱了起来 根本没有巧克力的香味 天知道这帮炼丹师 对这些可可果 做了什么事情 不苦就不叫醒神丹了 东方帝皇微微一笑 然后又问道 看来徒儿你不打算炼丹 这果子 难道有别的用处 林东方信口胡周道 我之前 在一本古籍上看过 这苦果 能制作出一种 味道独特的食物 我打算试试来着 原来如此 那采摘一些吧 东方帝皇一挥手 数千斤可可果 就被他弄了下来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这也太省事了 于是打道回服 师父 你说 这是大醒神果 难道还有 小醒神果 林东方一边扣可可果的果仁 一边随口问道 诺 这就是小醒神果 东方帝皇 取出一个小盒子 打开一看 里面是一切散发着灵气的 咖啡豆 林东方一阵无语 这回知道 那醒神丹为啥那么苦了 这散发着灵气的咖啡豆 要是直接嚼碎吃下去 能把普通人苦死 当年 把这俩玩意 放在一起 炼丹的那位前辈 也是个狠人啊 有东方帝皇帮忙 五千多斤可可果不多时 就被处理完毕 然后取出百来斤 装进盒子里 又放进恒温的丹炉 再转移到时间法 镇里开始发酵 发酵 原来 是要发酵的吗 东方帝皇 也精通炼丹 炼至醒神丹的时候 直接把大小两种醒神果 扔进丹炉就行了 哪还这么麻烦的发酵 林东方转身 玩厨房走 师傅 发酵大概要五天 你帮我看着点 我要做水竹蛊蛙了 为师肯定帮你照看得 尽善尽美 东方帝皇 严肃地盯着丹炉 之前他炼制九转丹 都没这么严肃 林东方 选出二十几只倒霉蛋 从头后面一刀下去 结果了他们的性命 然后 开始给蛊蛙们包皮 去除内脏 师兄 我小时候吃过烤铃蛙腿 但是没吃过这蛊蛙 火铃在一边咬着手指 这蛊蛙肥实得很 比他之前 吃过的灵蛙 看起来要好吃 蛙类要现吃现杀 不然口感不好 还容易出现异味 林东方一边说着 一边把蛊蛙 剁成合适的大小 洗净后加入盐 胡椒粉 和黄酒 要说这蛊蛙新鲜 那就是 下入这些料之后 肌肉还会因为这种刺激 而微微颤抖 仿佛没死一样 这蛊蛙经过初步腌制后 会出一些血水 要把这些血水倒掉后 再加一些淀粉进去 这样呀 火灵儿认真记下技术要点 这可是除仙体的传承 泡椒 泡姜 蒜 葱切碎 新鲜的青红 朝天椒切成小圈 还有青花椒 有了时间法阵之后 林东方就做了不少 泡椒和泡姜备用 配菜是清脆爽口 解腻的豆芽和莴笋 莴笋切丝之后焯水 水里加了油 所以 莴笋丝显得更加翠绿 豆芽小炒一下 去除豆腥味 然后把它们摆在盆里 起锅了 火灵儿欢呼一声 终于等到林东方开始炒料了 她现在就喜欢闻爆锅时候的香味 热油下入泡椒泡姜和葱蒜 这属于川菜的辣味 直接就迸发出来 下入一半的青花椒 和几勺红油豆瓣 炒出喜人的红亮颜色 火灵儿咽了口口水 她觉得这些料 直接拌面条也十分美味 开始加水 大火烧开之后调味 不外乎盐 胡椒粉 鸡粉林东方没加 这古蛙的鲜美 不用不胃了 为了保留古蛙肉汁的白嫩颜色 也没加酱油 等到最后出锅后 白嫩的蛙肉裹上红亮的汤汁 那才叫一个美 汤汁大火烧开后 下入青红朝天胶圈圈 再下入古蛙小火 炖煮到熟透 出锅了 几分钟后 火灵儿兴奋地看着 林东方把蛙肉捞出来 放在那窝笋丝和豆芽上 又倒入一些圆汤 然后她一边咽口水 一边看着 林东方把刀口辣椒 青花椒 以及干辣椒 铺在最上面 刺辣 随着一勺热油淋入 热闹的温度 瞬间把麻辣的香味 瞬间推向最顶峰 开饭 好麻 好辣 一口蛙肉进嘴 火灵儿小脸 顿时被辣得通红 但那仅是 又不失滑嫩的弹牙口感 让她欲罢不能 火辣辣的红色汤汁 更能衬托出 蛙肉的细嫩鲜美 好吃 没想到蛙肉这么好吃 东方帝皇把修为 压制到了宁丹初期 肆意享受着这股热辣 吃完了热辣的蛙肉 加出一些 沾满了红汤的豆芽和窝笋 放在米饭上 一口米饭 再来一口蛙肉 林东方舒服地叹息一声 水煮系列 永远地下饭神气啊 远处 独孤梦瞥了一眼 吃到面红耳赤的东方帝皇 他现在终于明白 这家伙 为什么宁愿放水 故意输给自己 也要辞去圣主之位了 这水煮蛊蛙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两个字 想吃 反正我也是他的师父 偶尔去吃一顿 也没什么吧 当年师父跟我说 脸皮厚吃个够 脸皮薄吃不着 独孤梦想到了 师父的樊樊教导之后 直接走进餐厅 徒儿 为师见你在发酵那醒神果 不知后续还有什么工序 为师当年 获得过炼丹风的传承 应该能帮上忙 先坐下来找个话题 师父来得正好 也尝尝这水煮蛊蛙 师兄这道菜 真的很下饭 火灵儿 去给独孤梦成了一大碗米饭 那碗比他自己脑袋都大 独孤梦心中微微一笑 这小徒弟真懂事 于是落作干饭 吃了第一口 就想第二口 林东方回忆了一下 然后说道 等会那果子发酵好之后 要先晒干 然后再包壳 只要里面真正的果仁 原来如此 只有火灵儿晃荡着 呆毛点点头 再一看那两位师父 正在狂吃骨啊 啊我 樱桃小嘴开始发威 吃完饭 独孤梦和东方帝皇 开始控制时间 法阵晒发酵好的果子 林东方扎扎嘴 两位圣主啊 就这么在这晒果子 但一想到 他们都是师父 倒也释然了 俗话说得好 有事师父干 林东方美滋滋地 躺在摇摇椅上 开始看书 恶不知识 每次出门游历 他都觉得自己 是个没知识的人 徒弟 这果子晒好了 过了一会 东方帝皇 把林东方召唤了过去 两位圣主 直接召唤来星辰之力 催动时间法阵 效率杠杠的 成功了 林东方看着那些 黑褐色的可可豆 忍不住欢呼一声 炒 小火慢炒 一股奇异的苦香味 逐渐散发出来 火灵儿和东方帝皇他们 还是第一次 闻到这种味道 这种味道好特殊 不过似曾相识 东方帝皇眉头一挑 露出思索之色 对了 我有一次 在炼制醒神丹的时候 火没控好 有一瞬间 闻到过这种香味 想了半天 他终于想起来了 火灵儿在一边 好奇问道 那后来呢 嗯 炸炉了 东方帝皇脸一红 想到自己小一炼制醒神丹 都能炸炉 好了 宝可 过了一会 灵东方把炒好的可可豆 捣了出来 捏起一个豆子 轻轻一搓 外皮就掉了下来 一个颜色更深的 油亮果仁就出现了 灵东方刚刚包了一个 就发现两位师尊 已经把所有的可可豆 都包好了 真有速度啊 火灵儿 捏着一个可可豆 在不知所措 灵东方取来一个普通药碾 把这些果仁慢慢碾碎 见他用的是普通药碾 东方帝皇不禁问道 徒儿 为什么不用更好的药碾 那古书上说 普通药碾在粘果仁的时候 会摩擦出一些热量 这些热量 会让果仁成一种糊状 这样 那为师 给你祭练一个 有些温度的药碾就好了 东方帝皇开始炼气 灵东方扭头 看向火灵儿 灵儿 去准备一些黄油 奶油和鲜奶 还有糖粉 再来点熟瓜子仁和雪糕 得令 火灵儿飞快地拿回来了材料 灵东方又毫不客气地 开始使唤独孤梦 反正一个师傅也是屎花 两个师傅也是屎花 师傅 您精通炼丹 想必控温比较厉害 我想请您把牛奶煮了 把里面的水分 煮出去越多越好 牛奶煮出去大部分水分 就会得到炼乳 应该可以让巧克力口感更顺滑 独孤梦开始煮牛奶 他寄出一个丹炉 把牛奶倒进去后开火 灵东方惊讶地发现 那些牛奶在丹炉内 呈现出一个完美的球体 而且还在流动 随着丹火的小心加热 水蒸气再慢慢散发出来 杜结晶大老煮牛奶 就是不一般啊 不多时 牛奶越发浓稠 失去了水分 成为了炼乳 香浓的奶香味 在小院里弥漫开来 独孤梦满意地 看着这些浓缩牛奶 东方帝皇 看了看之后心里一紧 不知想到了什么 旁边灵东方摩阿摩 终于得到了细腻顺滑的可可浆 尝了一口之后 他皱紧了眉头 是真的苦 但也能品尝到 巧克力的特有香味了 对了 可可汁 他忽然想到了一种材料 师傅 们 两个师傅都在跟前 林东方也不知道 该怎么称呼了 干脆加个们完事 这果仁浆里 还有一种特殊的油脂 我想请你们 帮我提炼出来 林东方分给他们一人 一大碗可可浆 放心吧 为师这就去尝试 林东方把剩余的可可 浆放进恒温的盒子里 取出一小碗 开始调制 纯黑可可浆 苦到没朋友啊 想要取出苦味 就要加很多糖 然后奶油 炼乳 再来一点黄油 提高顺滑度 嗯 虽然不苦了 但是过于甜 再加点原浆 反复尝试过后 不知道尝了多少口 林东方终于点了点头 这个味道不错 他没有直接 把巧克力冷冻成形 而是抓了一小把 熟瓜子仁 扔了进去搅拌均匀 然后 把一根雪糕放了进去 等到这根纯奶油雪糕外 裹满了巧克力酱之后 再一冷冻 就这样 北斗星第一份巧克力 裹人雪糕诞生了 这种食物好奇特 咬的时候 口感脆硬 但很快 就会在嘴里化开 东方帝皇吃了一块巧克力后 眯起眼睛 他喜欢这种香味 这丝滑的口感 让他有种躺在丝绸上的感觉 另一边 独孤梦无师自通地 把巧克力淋在了一大碗雪糕上 萌萌吃 不过 他也不是白吃这些 经过他在时间阵法里 一个多小时的努力 成功把可可汁提炼了出来 作为炼丹好手 他对细节的把控 超越了东方帝皇 相比于可可浆 可可汁苦味更小 随后的两天 妙音风都弥漫着巧克力的香味 外头 虽然只过去两天 时间阵法里 已经过去了半个月 火灵儿在外面干瞪眼 但每隔一阵子 就能获得一块巧克力 他是很重要的试吃员 相比于喜欢苦一些的独孤梦 以及喜欢更甜的东方帝皇 火灵儿的口味更适中 接近于普通人 最后 林东方终于满意地收手了 他在两位师父的帮助下 制作出了口味 绝佳的巧克力 保密配方 作者也不知道 那几家巧克力大厂的保密配方 得益于两味度洁净恩师的天眼 他在微观级别的程度上 一点点完善了口味 上一位 用天眼干这种 离普世的试炼单风手作情顶 研究出了完美的臭豆腐 嗯 那这种食物 要叫做什么名字呢 火灵儿吃了一块巧克力后 提出了关键的问题 这还真把林东方给问住了 巧克力在地球那边是音译词 北斗星这边的话 就要原创一下了 这个名字 和北斗星本土词汇 显然不搭调 它的命名技术 不比火灵儿强多少 比如那一兽脚 就被火灵儿启名为二花 这东西入口丝滑 香醇 还容易化开 吃完了 还会让自己有种开心的感觉 不如叫做 东方帝皇前面说了一堆 到最后也卡住了 脸色有些尴尬 启名废啊 独孤梦干脆不说话 转心吃 火灵儿嘀嘀咕咕 香浓 丝滑 脆硬有点像硬血 不如叫香丝血 几人震惊 这么文雅的词 居然从火灵儿的音 讨小嘴里说出来 不容易啊 那就这么定了 香丝血 灵东方搓搓手 这名字文雅 贴切 想出来真不容易啊 就这样 香丝血诞生了 然后炼丹风 就又接了个大活 制作香丝血 炼丹风几个清传弟子得知 这是灵东方和圣主们 研制出来的食物后 直接请秦顶出手 在他们石海内下了禁止 这玩意只吃了一口 就让人有种欲罢不能的感觉 他们知道 这东西一定要保密 乖乖 我数数你们脑子里 多少道禁止了 非仙精的 炼丹传承的 关于小灵的 雾道宴的 香丝血的 情顶一咧嘴 这要是哪个不开眼的魔修 抓了他的宝贝徒弟 施展搜魂术 估计能直接被反噬成植物人 香丝血首先售卖给了除魔风的 病人们 然后又被这群人推广开来 很快就风靡难遇 于是 灵东方的小金库 又有了一种稳定的收入来源 北斗史料馆的家伙们 收到了几块香丝血之后 无奈地写上 保密配方 四个大字 之前的那些菜品 灵东方都直接把制作过程写上了 史料馆也有通天境界的炼丹师 他们能看出 这香丝血 是由大型神果制作的 但中间发酵 炒制 研磨的过程 他们不知道 别看只有这简单的三个步骤 但缺一不可 无论别人怎么尝试 都难以制作出 这种固体状态来 妙音峰上 灵东方悠闲地喝着果汁 放下手中的书 伸个懒腰 掐指一算 三天后是天机峰手作 叶孤星的悟道宴 八天是他和萧细月的生日宴 看了看萧细月的小院 他能感知到对方的气息 每天都在增强 显然修为大增 想来这几天 就要出关肚竭了 细月喜欢吃蒜 生日宴我看看做点什么 蒜蓉粉丝蒸虾 蒜爆羊肉 蒜 灵东方在这算了半天 生日宴也不打算请太多人来 就他和萧细月 火灵儿 还有两位师父 火灵儿还有师父们 啥都爱吃 灵东方 只好自己选菜 头一道就是很久之前说要做 却一直没做过的夫妻废片 再来跳水鱼 鸡翅包虾滑 整完菜单 灵东方开始 继续小心翼翼地制作一根发簪 他从万宝峰买来了一块长条状的 养魂石 这种石头能温养佩戴着的魂魄 和神石在不知不觉间增强魂力 价格极其昂贵 而且质地如玉 很好雕刻 这发簪是他准备 送给萧细月的生日礼物 至于雕刻掉下来的碎末 可以塞进枕头里 倒也不浪费 此时 折仙风上 独孤梦正在尝试 发酵灵果级别的醒神果 他想试试看 能不能做出灵药级别的相思血 哐当 旁边忽然一声巨响 只见东方 帝皇计恋出来一根 长达数百米的大铁棍 能随着他的心意变化 长短粗细 帝皇 你计恋这铁棍做什么 嫌你那方天化级 砍人太快 独孤梦随口问了一句 这可不是用来战斗的 这是擀面杖 东方帝皇白了他一眼 然后忽然 把铁棍延伸到千米长 试着推了推 几块无辜的大石头 被擀成细面 独孤梦眉头一挑 你这家伙就知道 七思妙想 这么长的擀面杖 你想做什么面试 有点离谱 面条啊 再过七天零七个 时辰一刻中 就是我那宝贝徒弟的生日了 我要给他做长寿面 东方和西悦一起过生日 我这个当师傅的 要多做点面条 东方帝皇手一挥 说得十分自信 仿佛他已经很会 赶面条了一样 他们一起过生日 独孤梦微微一愣 他才知道这件事 看来要给他们 准备点礼物了 独孤梦一开始 想给他们一些 防身的法宝 但他一感应 就发现 林东方身上 已经被东方帝皇 留下了恐怖的 护身印记 这印记一旦触发 相当于东方帝皇 毫无保留 充满杀意的权力一击 独孤梦暗暗演练了一下 即便是他偷袭林东方 八成也会被那烙印 反击到重伤 再说了 还有小猫呢 萧熙月身上 也被东方帝皇 留下了一道 同样的护身烙印 至于火灵儿身上 就更不用说了 一旦他遭遇生死危险 岁月塔都能飞出来砸人 哎 还真有点不好挑选礼物 独孤梦犯了难 另一边 东方帝皇 已经开始活面了 要先试着做一些 由于得到苏锦鱼的真传 他活面倒也有模有样 然后丢进时间法阵里醒面 这是苏锦鱼的省时间小妙招 最后 东方帝皇把自己 也关进时间阵法里 开始擀面 独孤梦在一边看得 都直咧嘴 好好的一团面啊 被糟蹋得不像样子 对了 铁棍独孤梦看着那根 擀面杖 又远远地看了一下 林东方的厨房 忽然发现 林东方没有一根上好的擀面杖 等会去那几个仇家的洞府里 看看有没有好一些的林果树 用果树做擀面杖正好 至于西月和林儿的礼物 我再想想 独孤梦把丹颅捣过了一下 然后去找仇家的洞府了 等到他回来之后 开始和东方帝皇 一起折腾面团 本着林东方不能浪费食物的原则 他们硬生生把那些 面条都煮了吃了 日子就这么飞快地过着 三天后 林东方左手一盆鸡屁股 右手一盆鸡翅中 溜溜达达进厨房 先给鸡翅切了花刀 加少许酱油 开始腌制 师兄 为什么不加葱姜水 胡椒粉啥的呢 火灵儿现在提问题 越来越专业了 呆毛一颤 就是一个问题 林东方笑呵呵答道 红烧鸡翅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先炸制 然后红烧 另一种是焯水 然后红烧 今天我做的是先炸再烧 炸的时候 鸡翅内的水分和油脂都会出来 那一点意味也会随之出来 所以用不上料酒 葱姜水什么的 而且 在不挂湖上浆的情况下 加料酒或者葱姜水 会让鸡翅在炸制的过程中爆油 到时候油花乱飞 不好看 林东方随后给几根鸡翅 调制了一些面糊 等下一起炸 原来如此 火灵儿认真的记下 没想到 红烧鸡翅 还有这么多门道 然后 林东方开始炸鸡翅 先炸到金黄色 把水分和鸡皮里的油脂都炸出来 然后升高油温 复炸 稍微有点枣红色之后捞出 满满一盆的炸鸡翅 散发着喷香诱人的热气 火灵儿眼睛炸了炸 先咽了口口水问道 师兄 鸡翅炸这么久 不会变柴变老吗 林东方加出那几个 特意挂上面糊的鸡翅 放进小碗里 加入一些自然粉 辣椒粉和盐 鸡翅的余温 瞬间把这些调料烫出香味 炸到水分都出来了之后 等会红烧的时候 鸡翅才能吸饱鲜美的汤汁 变得更加好吃 喏 这些先拿去吃 师兄最好了 火灵儿欢天喜地的 结果炸鸡翅 在一边美美地开吃 然后 他就惊恐地看到 林东方把那一盆鸡屁股端了出来 不能看 看了就会知道师兄的手脏了 以后还怎么吃那些 好吃的啊 火灵儿端着他的鸡翅跑了出去 林东方无奈一笑 开始处理 凤尾 玉兽峰之前从没听说过鸡屁股还能吃 这鸡屁股最后还是 林东方亲自操刀 一个个剁下来的 他对鸡屁股谈不上喜欢 但也不怎么讨厌 拿出一块留影时 他开始自拍 今天没人做笔记了 去掉尾之线多次清洗之后 稍微切个花刀 开始腌制 高度酒 胡椒粉 姜片 圆葱 大葱 这一半要做辣炒的 等下要拿掉腌制料 加些淀粉 这些需要烧烤的 一直腌制就行了 林东方一个人 在这碎碎面 处理着食材 等到腌制的差不多了 开始炸鸡屁股 鸡屁股中油脂很多 不炸出油脂 直接炒的话会非常腻口 嘖嘖啦啦 油花喧闹的声音闯入耳中 隔壁屋里的火灵儿 刚啃完炸鸡翅 又开始咽口水 只要是油炸的 都好吃 但那是鸡屁股 他的内心在激烈斗争 最后一咬牙 心一横 又跑了回来 此时 锅里的鸡屁股 已经进入了复炸阶段 变成了诱人的金黄色 里面的油脂 已经被炸出 满屋子都是鸡油的香味 火灵儿揉了揉肚子 居然又饿了 林东方开始准备 腊炒凤尾的辅料 泡椒水酸辣解腻 有条件的都要加上 泡椒 青红朝天交切小段 蒜苗 斜刀切断 葱姜蒜也必不可少 炒氛围很快 所以先把红烧鸡翅做上 起锅烧热油 下入葱姜 八角 花椒立炒香 炒到这葱白微微发黄 下入鸡翅 快速翻炒的同时 从锅边淋入黄酒增香 再来点酱油补色 鸡翅们在锅里欢快地跳动 颜色再迅速向枣红色转变 然后加入清汤 哗辣 锅边腾起一些白雾 清汤的香味瞬间爆出 然后被炸到饥渴的鸡翅们 贪婪地吸收进去 盖盖闷一会 林东方转身去给另一半的 凤尾串串 一串五个 等串好了凤尾 这边红烧鸡翅的汤汁 已经下去了一半 洗洗手开始调咸淡 枣红色的鸡翅们 在沸腾的汤汁里微微颤动 本来有些干瘾的皮肉 此时又鼓胀起来 里面满满的都是清汤的鲜香 加点盐 林东方大手一挥 辣炒凤尾正式开稿 由热下入葱姜蒜 等到葱被炒到微微变色 充分散发出香味后 下入炸好的凤尾 快速颠勺 然后淋入泡椒水 哗啦 一声 酸辣的味道直冲脑门 大火一开 同时下入泡椒和青红朝天椒 炒出热辣的气息 林儿 把砂锅烧热 得令 最后先下蒜苗根部 炒几下 再下蒜苗叶 倒入砂锅中 又是 哗啦 辣炒凤尾成菜 然后转身 把鸡翅挨个用筷子 夹出来摆盘 十八摸 让它可以如同 行云流水般的加鸡翅 请客间就摆满了五个盘子 然后用漏勺 捞出锅内的八角大料和葱姜 给沸腾的汤汁勾个芡汁 淋上料油提亮 深红油亮的芡汁淋在枣红色 因为吸饱汤汁变得胖乎的鸡翅上 别提多美了 红烧鸡翅 成了 辣炒凤尾上桌的时候 还在喧闹地吵嚷着热辣 叶孤星早就等得直哆嗦了 激动啊 之前出门在外 他哪敢点鸡屁股 这要是传出去 他这叶半仙的名头 还往哪个 使劲闻了一下 辣炒凤尾的香气 叶孤星陶醉的叹息一声 旁边是一盘红烧鸡翅 还有一坛子佛跳墙 林东方都有点觉得诡异 辣炒鸡屁股配佛跳墙 比爆发户吃法都诡异 小林 这是我最近寻来的天机石 有这种东西在你身边 就算是残仙 也难以推演你的存在 没有圣主他们 在你身边的时候 一定要带着天机石 遮掩天机 叶孤星掐指一算 圣主他们 估计也不会远离林东方 他送天机石 也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我这几天在古籍上 看到不少关于除仙体的推演 我怕这一世 会有人专门推演你的存在 叶孤星表情十分严肃 一改之前江湖骗子的样子 林东方神色肃然地 结果天机石 这可真是保命的宝贝 谁能保证 每一位残仙都像鬼主那样 滋溜 林东方刚想说些 什么感谢的话语 就见叶孤星 夹起一块凤尾仙 滋溜 一声亲了一口 然后才放入嘴里细细品尝 酸辣开胃 香嫩适口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辣炒凤尾啊 好家伙 林东方向后养了养头 这位老伙计 是多爱吃鸡屁股 旁边摆了个炉子 叶孤星熟练地 开始烤凤尾串 于是林东方放心地离开了 旁边屋子里 火灵儿在和东方帝皇 还有独孤梦吃红烧鸡翅 此时东方帝皇 和独孤梦浑身都是白面 脸上也有不少面粉 鬼知道他俩在时间法治里 赶了多久面条 不过经过两人的不懈努力 倒也能赶出像样的面条了 这鸡翅真好吃 超越了鸡翅原有的香味 火灵儿赞叹连连 狂炫红烧鸡翅 美帝呆毛一抖一抖的 林东方黑黑一笑 这家的清汤红烧的鸡翅肯定香 不过扭头一看两位师傅的样子 他有点惊讶 这俩人这几天干啥了 徒弟 你不是快过生日了吗 我和圣主就练习了一下擀面条 东方帝皇现在不是圣主了 吃鸡翅都敢一手一个拿着吃了 独孤梦倒是拿捏了一下圣主的金池 用筷子夹 寿命啊 辛苦师傅们了 林东方此时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叶孤星想用完凤尾和鸡翅 就回天机峰一边烤凤尾 一边滋溜佛跳墙了 圣主们 来抽签了 不出意外的话 未来万年左右的时间 圣主将会在东方帝皇和独孤梦之间轮换 所以现在手作们都把他们称为圣主们 这一次独孤梦来抽签 哗啦哗啦摇出来一个名牌 画风手作 这居然是老身 哎呀 画风手作是一位老太太 个子不高 但是眼睛明亮 也是一位老资格手作 已经有六千岁高龄 这一次周围人倒是没多说什么 众多手作中 寿元最紧张的 除了李金言 就是这画风手作了 小琳娜 老生我喜欢吃羊蹄子和猪耳朵 林东方尝出一口气 这两样食材还算正常 猪耳朵 无非就是卤制 或者做个八猪头 说到卤猪耳朵 他灵机一动 想到了一样经典美食 四星望月 别的菜他敢在 这北斗星厚着脸皮说是独创 但这道菜不行 以后 直接推给古吉就行了 羊蹄子的话 画风手作虽然是个小老太太 但好歹 也是通天进大佬 不至于吃个羊蹄子还把牙齿拽下来 胡辣羊蹄子 辣肿嘴唇子 林东方最后 选定了胡辣羊蹄这道菜 众多手作散去 吃完鸡翅膀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 在水晶仙宫开始讨论 要做多长的面条 大眼之数五十 其用四十九 我看不如做一根四十九丈长的面条 东方帝皇手一挥 现在会赶面条了 自然要大气一些 独孤梦摇头道 我看咱们那徒弟导向是顿去的 一 四十九还是算了 东方帝皇想了一挥又说道 嗯 那选三十六丈 暗合三十六层天 嗯 这倒不错 独孤梦点点头 于是两人又开始忙活 他们虽然初步会赶面条了 但想赶三十六丈长长的面条 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独孤梦检查了一下 那些灵果级别的醒神果 成功了 他一共封印发酵了五百多盒醒神果 控制了不同的温度和湿度 只有这一盒成功了 于是开始烘干 去掉外皮 然后开始制作灵药级别的 香丝血 用的也都是灵牛产的灵奶做的黄油 奶油啥的 最后 一颗超级醒神丹诞生 说起来 小醒神果是不是也能用发酵的方法 改变口感和味道 独孤梦直接举一反三 开始研究小醒神果 也就是咖啡豆 等到林东方看到那超级醒神丹之后 忽然想到了一种有名的零食 Triple X 之前在地球看的影视剧里 那些 仙丹 都是那种零食 没想到来了北斗星之后 他居然看到了 被做成丹药品质的 真是人生无常啊 而就在此时 耳边忽然传来了闷雷的声音 萧细月出关了 独孤梦敏锐地注意到 旁边的东方帝皇 呼吸一颤 有问题 这天节威力加强了不少 但是师姐的实力增加得更多 林东方目光灼灼 盯着天节中的那道倩影 心中的一丝紧张 被随后的一道剑光斩灭 萧细月以情音欲剑 将雷光一一斩灭 看起来没啥难度 于是林东方放下心来 师姐出关 做点什么菜好呢 她转身进了厨房 轻声道 师姐闭关这段时间 我做的好吃的还真挺多 她都还没吃过 看着肚结的速度 来一份大盘鸡 再来一份蒜香小龙虾 宰了几只棚羽鸡 又蒸了几大碗鸡鞋 然后就忙活开了 萧细月肚结之后 看到东方帝皇和独孤梦后 也是一呆 圣主 师父 不对不对 现在是师父们和圣主 火灵儿见到萧细月出关也很开心 跑过来说了一下 最近关于圣主的人事变动 这样啊 萧细月也熟练地捋了一下 火灵儿的呆毛 笑了起来 东方帝皇笑呵呵地 轻轻摸了一下萧细月的手腕 先是一惊 然后像是松了一口气一样说道 萧细月你体内 现在有了混沌火的雏形 气海也扩展了不少 快接近九杯气海了 独孤梦觉察到了 东方帝皇表情的细微变化 觉得气氛越发诡异了起来 师父们 我先去厨房帮师弟做饭了 萧细月对着两位师父微微失礼 然后微笑着快步走进厨房 一进厨房 他的目光直接落在了 林东方忙碌的背影上 旁边是一锅红艳的小龙虾 还有一锅在汤汁里 微微颤抖的鸡块 大蒸锅的锅盖边缘冒着热气 耳边是颠勺和汤汁沸腾喧闹的声音 这是一股无言的温暖 而这一切温暖的来源 就是他那可爱的师弟 别人渡劫过后 都是自己吃丹药疗伤 但是他渡劫之后 能吃到刚出锅的美食 同时还能和林东方 一起分享修为进阶的喜悦 这就足够了 绝美的女子 含情默默地看着自己的心上人 在那给自己准备菜肴 多么美好的画面 师姐 帮我拿罐原来 老林一开口 直接砸碎了这份美好的画面 有句话咋说得来着 浪漫界的泥头车 好 萧细月微微一笑 也没施展竖法 转身拿了一罐 盐替换掉原来那罐 林东方不太会说什么 暖人一整天的话 萧细月也不是那种 喜欢说些情话的性格 但举手台族间 有古老夫老妻的默契 萧细月熟练地开始记笔记 一如往常 不过 两人都互相挨得更紧 开饭了开饭了 林东方招呼一声 火灵儿搜的一声 跑进来端菜 餐桌上 众人吃得都十分开心 师姐 你的气海是怎么扩大的呀 火灵儿有些羡慕起来 她的气海 要是再扩一扩 就有九倍了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动作都停顿住了 火灵儿趁机狂炫三只小龙虾 萧细月和林东方面容都是一将 东方帝皇表情没啥变化 只是咬碎了一只戴壳小龙虾 独孤梦此时多少猜到了一些什么 目光震惊地 在这几人脸上扫来扫去 她觉得 她应该在窗外 而不是坐在这里 萧细月很快反应过来 微笑着轻声道 机缘巧合 嗯 下次我闭关 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机缘 要是九倍气海的话 应该能一次性多吃点浮跳墙 火灵儿还在对第一次吃浮跳墙的时候 只分到了一小块瑶柱耿耿于怀 众人都是一阵无言 这个小吃货 啥都能往吃上烤 吃完饭 天已经黑了 又到了泡温泉的时候 东方帝皇回到自己的卧室 取出几件御衣来 风格从矜持到大胆 料子也是从左到右一次减少 夕月早不出关晚不出关 哼 不就是分段式御衣吗 我也能穿 东方帝皇把右手边第二件御衣拿了起来 沐浴更衣 然后第一个溜进了温泉屋 泡在水里脸色发红 这是他这辈子做的最大胆的一件事 黑色的细绳在脖子后打了个结 同样如蝴蝶 振翅的绳结在腰间也有 等林东方端着一些脆皮雪糕 和蛋桶雪糕进来之后 直接愣住了 注意到他的目光之后 东方帝皇心里泛起点点涟漪 膝盖抵在了一起 更害羞了 甚至连之前敢说的 徒儿快下来 都不敢说了 旁边的萧熙月也是微微一愣 他今天的款式正面相比于之前保守了一些 但背后的交叉绑带在如铺的绣发间若隐若现 隐秘的火辣 扑通 远处火灵儿一个翻滚跳入水中 开始乘风破浪 水花飞溅的声音也让林东方回过神来 看到东方帝皇那红润的脸颊 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对了 最近没人偷嘴了 林东方毛海里忽然闪过一道亮光 他深深看了一眼东方帝皇 然后进入泉水中 再不下水 就要经受不住考验了 于是 师徒四人第一次一起泡温泉开始了 没人说话 白雾飘荡 不过木盘里的雪糕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毕竟 这是刻画了各种法阵的木盘 东方帝皇和萧细月一左一右 把林东方夹在中间 就这么静静地泡着温泉 咔 萧细月咬开雪糕外那层白色脆皮 香浓的口味 让她瞬间爱上了这种新式雪糕 还有旁边那几块夹心相思雪 也让她爱不适口 林东方拿起一个黑色外皮的雪糕咬了一口 里面是粉嫩的草莓奶油 香醇丝滑 几颗冻的硬硬的草莓肉 丰富了这雪糕的口感 此时已经是深夜 仰头一看 漆黑的夜空中 繁星点点 星灰洒落 萧细月和东方帝皇身上 仿佛披了一层半透明的白沙 这是飞仙精吸引来了星灰 有炼体的功效 看着那些星辰 林东方突发奇想 她的飞行大船 能不能直接飞到宇宙里去 而且也正好打破沉默 她扭头问向东方帝皇 师父 我看有人说 您是横推三千星辰无敌手 宇宙中还有多少生命星辰 她其实对这个很好奇 外星生物应该也是可以吃的吧 三千星辰是虚数 是夸张的说法 真正的生命星辰也就百多颗 而且实力差距极大 有的星辰上通天境 就可以是一星之主 东方帝皇打开了画匣子 他也是在宇宙中游历过的人 抿了一口果酒 开始了滔滔不绝 不过还有很多古老的大陆 神秘的小世界 零零总总加起来 能有千余处郁郁生命的地方 还有 怎么说呢 为师在宇宙中 还没遇到比我能打的 东方帝皇红着脸 十分骄傲地挺直腰板 温泉水 哗啦 一声掀起一阵波浪 他现在脸红 可不是因为害羞 最先酿上头啊 林东方收回目光 发现萧熙月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坐得腰板挺直 两岸山峰相对出 啊呸 林东方摇头 把这句古诗甩出脑海 然后开始问醉症八经的问题 师父 那些星辰上 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东方帝皇泄了气 刚想把自己 怎么用方天化级 秒杀玉外女魔头的战绩 说出来呢 就听到了这个问题 不过倒也符合 林东方的提问性格 倒是没有注意 有多少好吃的 不过也有一些 很奇特的动物 比如生长在虚空中的水母 水母也就是海蛇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凉拌海蛇头 是他很喜欢的一道小菜 那我的飞行大船 要有能在宇宙中 航行的特点才行 以后也可以带着大家 去宇宙里打打猎 限杀限制 林东方很喜欢打猎 不过他成年之后 基本也就抓抓治了猴了 也就是金蝉 这好办 到时候有威师帮你祭练 东方帝皇说到兴起 直接一拍胸口 水花飞溅 林东方已经习惯了 萧细月心中苦笑 原来东方帝皇 是这种性格吗 以前还真没看出来 泡完了温泉 东方帝皇拎着酒葫芦 先走一步 灌了一口醉鲜酿 然后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等火铃儿也打着哈欠回屋 林东方和萧细月的手 牵在了一起 西月 林东方想说些什么 但萧细月的手指按在了她的嘴唇上 萧细月笑着摇摇头 轻声道 师弟 我之前听你说 你不会离开这妙音峰对吗 林东方点点头 这里有我的牵挂 我会一直在这里 萧细月目光轻轻闪动 笑得十分开心 两人静静地一起仰头看着星空 但不久之后 温泉池边上的水花荡漾起阵阵液 次日一早 林东方醒来之后 静静欣赏了一会萧细月的睡颜 她已经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了 家人相伴 无忧无虑 多好啊 而且还有很多优质的食材可以烹饪 妙啊 林东方在萧细月额头上亲了一口 然后起身准备早饭 川味牛肉面 用的是碱水面 她喜欢这种面条的口感 现在有一个专门用来制作早饭的炉灶 是被时间法证为助的 所以早饭就可以做得稍微复杂一些了 大块的牛腩加葱姜和料酒焯水 然后切成鸽子蛋大小的块 这样的牛肉面吃起来才过瘾 起锅热油 下入葱姜 花椒 干辣椒 八角 小茴香 桂皮 山奈和丁香 小火炒香 然后下入牛腩翻炒一小会 然后加入糖色上色 烹入黄酒炒去酒味 也去除最后一丝的意味 然后加入骨汤炖煮 中火炖煮十分钟后捞出葱姜 小火慢炖半小时 有时间法证的加持 可谓是请客间就完事了 林东方感觉自己 就像再看一个加速视频一样 锅里那沸腾的汤汁样子有些滑稽 而且热气和香味 也像是集中爆发一样炸开 很有趣 香味飘荡 唤醒了几位馋猫 火灵 第一个冲进厨房 萧熙月 由于换了一下抓烂的床单 多少晚了一步 东方帝皇伸了的懒腰 把怀里的布偶踢到一边 舒喜打扮后 也来到厨房 那布偶的屁股 都被他踹塌了 林东方快速地挑出牛肉块 然后用细肉勺 打出肉汤中的料炸 吃麻辣的举手 火灵和东方帝皇 举起了胳膊 原味微辣的举手 萧熙月无奈一笑 学着火灵的样子 炒花炒香 然后加入炖牛肉的圆汤冲开 下入小菜烫熟 然后倒入煮好的面条中 微黄色的碱水 面条瞬间被暗红色的汤汁浸透 翠绿的青菜上 也挂着红亮的汤汁 面黄汤红 最后豪迈地加入 一大勺牛肉 撒上葱花香菜 麻辣牛肉面上桌 圆汤的就更简单了 加入小菜烫熟完事 火灵和东方帝皇大口 缩着面条 香辣的牛腩 很有嚼头 越嚼越香 咽下牛肉 再来一口爽脆的青菜 别提多美了 萧熟月吃面的样子 就文静多了 但 咔嚓 红唇微微张开 银白背驰把一粒大蒜 咬掉一小块 清脆的声音 十分悦耳 萧熟月眼前一亮 一口面一口蒜 别提多爽了 独孤梦震惊地看着萧熟月 这位气质比她还要鲜 美貌无双的大徒弟 居然一口面一口蒜 生吃大蒜 啪 旁边东方帝皇 也搓了一半蒜 吃得有滋有味 甚至嘴角都绷上了一点红汤 至于火铃儿就更夸张了 抱着比她脑袋都大的面碗 一顿蒙蒙吃 独孤梦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林东方早就习惯了他们的吃相 一边吃面喝汤 一边回忆小蛋糕的配方 原味微辣的面汤 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直接喝光光 麻辣面滴汤喝的话 过于刺激了 吃完面条 东方帝皇眼巴巴地看着萧熟月 微微一叹 这次咋没闭关呢 火铃儿也看了一回萧熟月 带毛抖了抖 眼中有些疑惑 师姐 我怎么感觉 你比昨天更漂亮啊 整个人都很明媚的样子 作为大白菜试吃员 最近她时常混迹于林耀峰 在那些师姐的影响下 形容词多了不少 萧熟月脸色微微一红 轻声道 昨天吃得好 所以晚上睡得好 你看你现在不也是天天这么有活力吗 火铃儿笑着点点头 也是 我的力气越来越大了 呀嘿 她跑到演舞场 举起一尊 对于宁丹进修士都超级重地大顶扔了扔 开始晨练 日子就这么悠闲地过了几天 还有三天就要过生日了 林东这几天 烤了不少纸杯蛋糕 然后挤上奶油 点缀上水果 成了温泉里必备的点心之一 烤小蛋糕是为了复习配方 免得过生日那天翻车 水晶仙宫里 东方帝皇终于成功做出了36丈长的手感面 但心中却没有非常开心 这几天 她设计了几个方案 都觉得难以实施 哎 就差一点点 她这哀声叹气的样子 自然引起了旁边独孤梦的注意 多大的人了 还跟一个小丫头一样 帝皇 你今年多少岁来着 东方帝皇窝在堂椅上 吃了一口小蛋糕 答道 17岁啊 怎么了 独孤梦无语地看着她 整数呢 1500 你看看 你也是1500岁开外的人了 咱们徒弟虽然优秀 你见过比他更优秀的吗 东方帝黄白了独孤梦一眼 这倒霉 独孤梦还真被问住了 低头沉思了一会 观察了林东方几天 确实无可挑剔 非要鸡蛋里挑骨头 那就是 这小子实在是痴迷除道 东方帝皇生了个懒腰后起身 走了走了 该去地城看寿王 大笔开幕了 林东方他们 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么一场盛会 而且三天后的生日宴上 有些极品食材 应该能在地城买到 现在不差钱 高消费去 终于地城 数千万人口 北斗星的人 不喜欢住高楼大厦 也不喜欢过于拥挤的环境 所以可想而知 地城有多么大 古老的城墙厚重宽阔 仿佛连绵的群山一样 横跟在远处的地平线上 这就是地城啊 真的很繁华 林东方惊叹一声 街上的行人摩肩接踵 北斗星各地的货物 在地城都能找到 走进地城的 中心方式 他不禁哑然 林氏臭豆腐 掌柜是火家三个 林氏雪糕 掌柜是甲鸣 林氏相思雪 掌柜是鹿三甲 这三家装修豪华的小楼 既有面向凡人的分区 也面向修炼者的 人满为患 喧闹无比 这三家店是在地城的总号 在地城别的方式里 还有分号 这几家小店的伙计 都是那些下山恋心的青传弟子 东方帝皇还记得当初 在第一次弟子误道宴上 放弃机缘的几人 独孤梦看着一位 亲自烹炸臭豆腐 即便对凡人时刻 都是笑脸相应的弟子点头道 看来他们恋心成果不错 怪不得分红这么多 这群修士买臭豆腐 都是批发 林东方注意到 一个猛面修士 一下子买了一千斤臭豆腐 扔下一些零食就走了 甚至都不问价格 就是财大气粗 有灵气锅 别说一千斤 一万斤也能一起炸了 他倒是没仔细去考察 这寿王殿总部 就在中心方式旁边 他就是顺路来看一眼 旁边一条繁华的大街上 坐落着北斗星 最著名的几座肖金窟 碧月修花殿 和陈渝洛宴宫就不说了 林东方在这条街转了一圈 目光注意到了一个叫 玉树临风楼的雄伟建筑 好家伙 还有这种店 他呼吸微微一颤 看着不少蒙面女修 在门外徘徊 他用鸭腿想都知道 这是什么店了 看到一个唇红齿白的小哥看过来 林东方撒腿 直接跑向寿王殿 乖乖 太可怕了 背后的肖锡月等女子 都是一阵清晓 好了好了 别到处乱跑了 寿王大比开幕式就要开始了 苏锦鱼走过来招呼众人 苏家大本营就在地城万里外 他在地城的地位仅次于城主 独孤梦和苏锦鱼倒也是就相识 三百年不见 有很多话要说 众人走进苏家包间开始聊天 这包间虽然在寿王殿内 但其实却并不属于这一方空间 一旦有任何变故 可以被召唤回苏家祖地 而且 即便是先也看不透 这刻画了苏家时间法阵的包间 所以 林东方拿出来一堆点心 一些白胡子老头 上台轮流废话完毕 终于到了最重要的环节 参赛选手介绍 以及抽签仪式 一个老头用昏昏欲睡的声音开始播报 林东方激动到直接站了起来 眼珠子都差点飞出去 贴到那小山一样的奎牛身上 奎牛他并不陌生 是《山海经》中记载的一种神牛 力大无穷 呼风唤雨 虽然只有一条腿 但是身子巨大 能有十米多高 巨大的牛头一锅都顿不下 这牛太美了 看看这鸡肉线条 看看这肥瘦的牛奶肉 见他如此激动的样子 东方帝皇第一个开始咽口水 其次是火铃 然后萧熙月和苏锦鱼也都不淡定了 北玉天狼谷兽王 尚富 热大的擂台上 出现一只怪模怪样的鸡 三个头 三个翅膀 六条腿 林东方搓搓手 忍不住轻声道 要是能把这只鸡搞到手 送到玉兽峰培育一下 能不能获得六条腿的彭雨鸡 到时候 两条腿做辣子鸡丁 两条腿做大盘鸡 两条腿油炸 岂不美哉 包间内 众人都开始狂咽口水 看看 这说的是人话 六条腿 安排得明明白白啊 不过谁不喜欢这样的安排呢 剩下的圣兽 就五花八门了 还有什么乱世魔源 太古毒蜘蛛啥的 加上前面出现那俩 还有二花 一共十六只圣兽 林东方不喜欢吃猴脑蜘蛛啥的 没太注意 接下来就是 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抽欠 老天保佑 老天保佑 林东方心中默念 夫妻废片虽说是废片 但其实是 废片 一开始是牛肉的边角鱼料做的 后来发展成了 牛头肉 牛肚 牛腱子 牛腥 牛舌头 也有加牛肺的 但是牛肺的口感 不如前面那几样 至于叫废片 纯属是好听一些 也有加牛蜘蛛的 林东方十分期待 用葵牛 来做这道夫妻废片 如果二花抽到第一千 那么明天就能开打 林东方眼睛一亮 如果二花抽到的是葵牛 林东方眼中 闪出两道璀璨的光芒 啊这 师兄天眼开来 火灵儿在一边震惊地呆毛一抖 旁边几人 也突然发现了 好家伙 看到兽王大赛开幕式 都能开天眼 这是什么怪胎 苏锦鱼多少能看出 林东方在想的什么 他默默地洗了洗手 还暗暗拜了拜苏家十足 老祖保佑 让我抽到葵牛 或者尚富 苏锦鱼走上擂台 同时出现的 还有其余十五位圣地的圣主 十六位圣主及人物 同时登台 也就只有斗兽大赛 才有这种恢红的场面了 无数修者都在呐喊 但林东方此时 反而异常冷静 要是明天搞不到葵牛 那就要寻找替代品 青筋牦牛 和赤血荒牛都吃完了 就在他暗暗思考的时候 擂台上的苏锦鱼 展颜一笑 然后迅速冲回包间 进了包间 苏锦鱼再也按捺不住 脸上的激动和喜悦 小林 我抽到了手战 是葵牛 啥 林东方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 葵牛 对 明天的手战 没错 林东方忽然觉得 心中有一团巨大的喜悦爆开 好 好啊 太好了 林东方高兴地想哭 旁边众人也都是一阵雀跃 火铃抱着苏锦鱼的胳膊 高兴地都说不出话来 葵牛哎 不过几家欢喜几家愁 永恒神朝的人都有点慌了 二花那滔天秘书太猛了 不过一想到二花 不过普通牛犊子大小的隔头 再看看自家葵牛那小山的一样的体型 应该能打个平手吧 对于众多兽王来说 现在能和二花平手就算赢 激动了一会之后 林东方吃了一把伞子压压惊 又吃了几块臭豆腐 师兄啊 这葵牛到手了 做什么菜啊 火铃在一边美滋滋地幻想起来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咱们回去吃炸鸡 林东方笑呵呵地捋了一下火铃的呆毛 卖了个关子 不过火铃没有丝毫不乐意 后面还有吃炸鸡 有谁不爱吃炸鸡呢 于是先回了妙殷峰 昨天杀的彭雨姬只用了鸡腿 别的部分已经被林东方提前腌制上了 有时间法阵调节时间流速 倒也不担心腌过头或者时间不够 方便 炸鸡腿 炸鸡架 和鸡米花 这三样都很快 不多时都出了锅 炸鸡架上 撒满了辣椒粉和孜然力 香味更胜于烤鸡翅膀 鸡米花有林东方自己熬的番茄酱做搭配 金黄色的鸡米花上 沾一些酸甜可口的红润酱汁 别提多美了 再一想到 明天就能获得葵牛 林东方心里这个美啊 甚至超越了吃炸鸡腿带来的满足感 师兄啊 要是不想用油炸的话 鸡骨架还能怎么做呢 火灵儿最近化身十万个为什么 各种问题层出不穷 其实都是替林耀峰的师姐们问的 熬鸡汤的时候放进去 或者做成另一种小吃 林东方又拿出几个普通鸡架 洗干净 剁成大块 焯水开始大火炖鸡骨架汤 师姐 去准备些芝麻酱 大蒜汁 林东方一边切着豆腐皮 一边吩咐萧熙月 在做大蒜汁这方面 萧熙月内行一些 谁让她喜欢吃蒜呢 火灵儿在一边眼巴巴地看着 这小吃非常简单 就是姜片 八角之类的香料 熬鸡骨架汤 然后把切成大块的豆腐皮 放进去煮一会 等干豆腐吸饱了汤之后捞出来 淋上芝麻酱 大蒜汁 酱油 或者加上一些辣椒油 就可以吃了 火灵儿接过一小碗豆腐皮 加了一片放进嘴里之后 顿时瞪大了眼睛 生猛的蒜香 把芝麻酱的浓香 完美地衬托出来 豆腐皮吸饱了鸡汤的鲜美 软嫩柔滑 美味到了极点 她吃的是 没有加香菜的版本 加了葱花香菜的鸡汁豆皮 又是另外一种香味了 一口咬下去 可以吃到清脆的葱花和香菜 和豆腐皮的软嫩相得一张 这鸡骨架上的肉炖煮这么久 也可以撕下来吃了 剩下的鸡汤 也可以做面条的汤底 不浪费 吃完了一大锅鸡汁豆皮 众人都心满意足地摸摸肚子 大蒜真是个好东西啊 独孤梦在心里感叹了一下 林东方开始筛选调料 可不敢怠慢了明天的魁牛 不厌其烦地一粒一粒地选 一个一个地挑 这一盆是做红烧牛肉的 这一盆是牛肚的 牛头肉的 众女在一边狂咽口水 刚刚吃饱的肚子又饿了 调料这东西 林药丰的师姐们也培育过 不过这些调料吸收的灵气越多 里面的药味就越浓 反而不比寻常调料好用 选完了调料 已经是月上之头 泡完了温泉 赶紧回屋睡大觉 萧细月这一夜没睡觉 专心打坐 练花一下 东方帝皇来到林东方床前 熟练地抬起狱卒 就想对着他的屁股来一脚 但最后微微一探收回了脚 用手把林东方往里推了推 要改改用脚踹的习惯了 万一以后 一脚踹太了林东方的屁股就糟了 今天是二花的大日子 也是众人的好日子 更是收获魁牛的日子 火家祖地 林东方要给二花做一份战前餐 二花 早上吃得不能太油腻 来一份海鲜鸡胸肉吧 二花摇摇尾巴 呜呜叫了两声 双眼放光 火灵儿眼巴巴 在一边看着 开始羡慕二花 猛火烧热锅 下入咸子 咸子受热会出水 然后就能自己煮自己 没必要加水 会损失鲜味 超级大的一锅咸子 煮熟之后 众人一边扒咸子肉一边吃 十分滋润 林东方在一边给鸡胸肉切片 不时地 由玉手递过来咸子肉 倒也没饿到他 至于这手是谁的 他尝不出来 鸡胸肉片 加少量料酒 胡椒粉腌制 加水淀粉 挂一层薄薄的姜 然后下入四开非开的热水中煮熟 随后 用这个水把绿菜花也烫熟 然后蒙火炒熟胡萝卜片 再下入鸡片和绿菜花 炒出水汽加盐调味 最后下入咸子肉 由于是二花吃 就没用葱姜蒜爆锅 最后一勺子 料油也没加 林东方发现 二花似乎更喜欢食材的本味 但这样也足够鲜美了 二花吃得十分过瘾 旁边苏锦鱼撑了一大锅面条 用咸子煮出来的汤汁 做了海鲜面 萧细月做了一些蒜蓉蒸大龙虾尾 当配菜 众人吃得也十分过瘾 于是乐呵呵地去了地城 此时的寿王殿 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人山人海 采气招展 山呼海啸一样的喧闹声 都震耳朵 好家伙 这是全天下的修炼者都来了 林东方看到几个 因为争论二花和奎牛 哪个能胜出 而打起来的家伙后咧咧嘴 寿王殿能举办这么大的赛事 少不了那两三个 顶级销金窟的财力支持 凡人压钱 修炼者压法宝 甚至压命 林东方是和赌毒不共戴天的人 远离了这帮家伙 东方帝皇和苏锦鱼他们 先去了寿王殿 参加悟道查胜会 第一次圣主集会议 很多细节 还需要大家达成共识 至于谈的是否愉快与和谐 看天上的极光就知道了 比赛是在正午 所以林东方和易容后的萧熙岳 还有火灵儿在逛吃 周围倒是有不少 都售各种小吃的小贩 他们吃了个遍 师兄呀 这糖葫芦好吃 哎 你也尝尝 火灵儿从一边窜回来 扛着一架子糖葫芦过来 看着那一架子 五十多串糖葫芦 林东方差点栽了的跟头 这家伙买东西 是真买啊 师姐也尝尝 火灵儿往萧熙岳手里 也塞了一串糖葫芦 萧熙岳微微一笑 把刚刚买来的一个小头花 给火灵儿带上 林东方啃着糖葫芦 她倒是也会做这东西 只是之前忘了做 他们边走边吃 不知不觉来到了 中心方式的菜市场区域 林东方挑挑拣拣 忽然发现了一条 造型奇特的带鱼 几倍惊慌不说 还有一条很长很高的背鳍 这背鳍有点像鳍鱼 带鱼绝对不是鳍鱼 整体来看还是带鱼的样子 店家 这鱼叫什么名啊 这是东海中的黄带鱼 比较少见 店家嘿嘿一笑 小哥若是喜欢 我便宜卖你 永远都别信于 陌生老板的便宜卖你 黄带鱼啊 林东方摸了摸下巴 地球那边也有黄带鱼 但是比这个丑多了 秦顶上次从东海带回来的海货里 还真没有这种带鱼 想来是真的比较少见吧 师兄 要不我们以后去东海看看 抓几条 火灵儿凑过来 小声嘀咕了一句 他就惦记着出远门玩呢 林东方点点头 等生日宴过后 咱们去趟东海 抓点带鱼等过年时候吃 他年夜饭菜单上 必须有的一道菜 就是干炸带鱼 眼前这条带鱼已经死了 林东方兴趣不大 还有一个多月就过年了 年夜饭可要好好预备 这是他在北斗星第一次过年 不过主要还是 要给后天的生日宴准备食材 买了不少好货 兜兜转转 又晃悠到了仙衣阁这边 买衣服 火灵儿来了精神 女孩子衣柜里 永远缺一件衣服 那就是新衣服 萧熙月也是有些异动 原本她对新衣服 是不怎么渴望的 但是现在 她也喜欢在林东方面前 穿得更漂亮一些 看到跃跃欲试的两人 林东方大手一挥 走 买衣服 仙衣阁是北斗星 最大的连锁服饰店 不仅有衣服 还有各种饰品 这件衣服真好看 火灵儿一眼就看中了 一件火红色的衣裙 上面绣着金色火焰和猪雀 只有正面看才能看到 侧面看看不到 这是一种高明的绣制手段 你们随便买 今天我付钱 林东方这话一出 最开心的 不是萧熙月和火灵儿 而是旁边的掌柜小姐姐 火灵儿不甘示弱地说道 那师兄师姐也随便买 我付钱 掌柜小姐姐笑得更开心了 瞧瞧 这样的顾客 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萧熙月看着两人摇头一笑 然后走向南庄区域 她认真挑选了一会之后 招呼到师弟过来一下 林东方乖乖过去 以她的眼光 看啥衣服都好看 萧熙月把一件白色衣服 在林东方身前比划了一下 头稍微向后痒了痒 认真地打量 火灵儿也凑了过来 嘀咕道 之前还从没见过师兄 穿白色衣袍呢 这件衣服的花纹不错 萧熙月伸手撩起 这件衣服的袖子 上面袖着 像是捣挫胶织的两棵树 又像别的 反正很有艺术气息 林东方觉得 这股艺术气息 能有五层楼那么高 我觉得这靴子 很符合师兄爆发户的气质 火灵儿把旁边 一双金色皮靴拿了起来 上面还缝着一些金属片片 一抖就哗啦哗啦地响 林东方急忙摇头 她就算光脚 也不打算穿这切尔西 同款战靴 驾驭不住啊 火灵儿耸耸肩 然后相中一双黑色大皮靴 萧熙月给林东方 选了十多件衣服 林东方在女装区犯了难 她可不是想自己穿 而是想给萧熙月和火灵儿 都买点 掌柜小姐姐凑过来说道 这位道兄 最近我们仙一格 在狱外星辰 上学到了一种 女士鞋子的制作工艺 要不看看样品 林东方一听到狱外星辰 心中一动 直接点头 于是 掌柜小姐姐 把她带进了旁边一间小屋 萧熙月和火灵儿 警惕地跟了过来 这间小屋内 都是还没有对外正式公布的款式 林东方进屋之后 深吸一口气 乖乖 居然是高跟鞋 还有长裙短裙 丝袜啥的 对于北斗星来说 这些款式有些超过了 一般女修 真不敢穿这些玩意 这些一裙鞋子 不适合战斗 所以在上市后 很少有人购买 现在放进了这里 掌柜小姐姐 有些遗憾 但那长裙确实不适合 毕竟大家都飞来飞去的 这要是有人抬头一看 总归是不好 但销量也还是有的 而且大多数都是回头客 特别是男女一起来的 所以 她机智地推销一波 火灵小脸通红地 拿起一双白色长筒袜 入手轻弱无物 透过袜子 可以清晰地看到手 但因为这白色的硬衬 显得手更加粉嫩了 之前虽然和萧熙月 一起设计过御衣 但是丝袜的设计 她没看见过 这个 是袜子 掌柜小姐姐笑道 叫做丝袜 很好看的 见到林东方没看这边 她微微提起裙脚露出小腿 她正穿着呢 火灵看了看之后 决定买一双回去穿穿 萧熙月的目光 落在了一双双高跟鞋上 她从未见过这种鞋子 但她瞬间 也冒出来一个想法 师姐 你要不要试试这些鞋子 林东方轻声问了一句 嗯 可以试试 萧熙月脸一红 点了头 林东方放下心来 开始选购 多少带了一些私心的 买了一双红底的 她现在对萧熙月 玉族的尺码了如指掌 直接买了二十双 然后 看火灵儿 对长筒挖感兴趣 各种颜色 也买了二十双 师姐 这裙子应该很适合你 林东方拎起一件 白色连衣裙 在萧熙月身前 比划了一下 白色的修身连衣裙 一旦穿上 就是完全另外一种 风格的萧熙月 从仙气飘飘 到女强人 师妹 这小裙子应该适合你 她又拎起一件 红色小裙子 在火灵儿身前 比划了一下 看起来像是 北斗这边的款式 但窄腰收紧 还露出了小腿 要是配上白色长筒袜 妙不可言啊 还有配套的小靴子 这位道兄 要是穿这种裙子的话 小衣也要穿专门的 掌柜小姐姐 在旁边轻声说了一句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感觉空气温度 顿时升高了起来 那 萧熙月和火灵儿 脸蛋也瞬间红了起来 那选购一些吧 林东方深吸一口 一不做二不休 那 那要凉尺码的 掌柜小姐姐掏出了一卷软尺 然后红着脸轻声道 而且为了数值精确 最好不穿衣服凉 对面三人愣住了 这 那等我们下次来再买吧 林东方不打算 在这仙衣格十一间 给萧熙月凉 出门在外 小心尾上 那凉的时候注意要凉 本着严谨的态度 掌柜小姐姐告诉了 林东方要凉哪里 萧熙月和火灵儿 脸蛋红的跟炭火一样 忽然要凉这么多位置的吗 等他们走出仙衣格后 多少都有点心不在焉 买了新衣服 都想着穿上试试看啊 当 不过此时一声钟鸣 让三人精神一震 寿王大比开幕赛就要开始了 于是快速去了寿王殿 包间内 苏锦鱼第一个觉察到了不对劲 萧熙月和火灵儿样子 很不正常 再一看林东方 注意力破天荒的 也不在奎牛上 苏锦鱼瞥了一眼 还在乐呵呵 跟独孤梦吹牛的东方帝皇 自己这个傻妹妹哟 不多时 揭幕战开始了 二花大战奎牛 打得有来有回 十分精彩 奎牛如履薄冰 处处戒备 二花也是小心翼翼 打打假赛 现在的他 面对真龙也能打一打 奎牛对他来说 只是小意思 但为了避免 别的受亡以后可能弃权 他硬生生地打了个 两败俱伤 最后 拼死 使出滔天秘术 惨胜 等二花被火金云扛回来之后 又生龙活虎起来 尾巴摇得跟电风扇一样 光速回到火家祖地 碰 十米高的奎牛 被二花吐了出来 林东方 此时已经恢复了状态 红烧牛肉 开稿 轰隆隆 林东方开始炼化 奎牛的血肉之力 天边传来的闷雷声 倒不是天节来了 而是奎牛宝竹 在被林东方领悟 奎牛宝竹 也是一种雷电之术 徒儿 扶下一滴雷结液 能让你的感悟 更上一层楼 东方帝皇在一边提醒了一句 林东方急忙取出之前 王二雷给他的雷结液 一滴进度 他只觉得自己是在 撸狗吸猫的时候 起了静电一样 浑身上下 噼噼啪啪作响 不过很快就结束了 林东方掌握了雷电宝树 把竖起了的头发理顺之后 洗洗手开始解牛 各种肉分门别类地放好 然后开始制作硬菜 红烧牛肉 红烧牛肉 不切配菜吗 苏锦鱼好奇地 看着林东方在那给牛肉焯水 这奎牛大 所以吃得豪横一些 不加任何配菜 等会一人一盆 纯牛肉 林东方大手一挥 十分地高兴 十分地激动 奎牛啊 兄弟们 虽然只有一条腿 但是身躯上的肉很多 而且五脏俱在 牛堵牛肠子也在 甚至还有牛欢喜 林东方不打算去研究一条腿的奎牛 是怎么搞对象的 做红烧牛肉 焯水的时间要久一些 一克钟左右 要给牛肉定型 这样等会切块后 再烧 到最后 就不会不成形 林东方开始总结技术要点 周围人开始记笔记 焯水的过程中 林东方开始炒糖闪 这可是奎牛 必须要炒糖闪 不能用酱油糊弄 捞出来之后 焯水的原汤多次过滤去掉血沫 等着一会继续用 肉切成半个鸡蛋大小的块 这样吃起来才过瘾 牛肉在煮制的过程中会变小 所以不担心 到最后一口吃不下 林东方看了一眼萧熙悦 师姐的樱桃小嘴吃鸡蛋大东西 还是比较困难的 红烧牛肉用的香料种类 不用太多 花椒 八角干辣椒就行 至于桂皮 是看个人口味 选择加入的 起锅烧油 下葱姜爆香后 放入红油豆瓣 红油上色再用糖色 这样颜色更漂亮一些 如果担心红油豆瓣里的盐 会让牛肉在炖煮的过程中发柴 可以免掉这一步 然后淋入黄酒 烹出酒味 也去掉这一丝肉腥味 最后往里面加焯肉的原汤 淋入糖色搅拌均匀 把香料包也扔进去 开始炖煮 林东方盖上锅盖 和葵牛肉的战斗告一段落 葵牛到手了 现在就盼望着 尚父能顺利进击啊 林东方搓搓手 尚父在《山海经》里有明确的记载 食之无握 就是吃完了 能兴奋到睡不着觉 是大补之物 这边葵牛还没盛菜 就开始惦记尚父了 众人微微摇头 这家伙 牛肉的香味在弥漫 众人都眼巴巴地看着 林东方没用时间法振加速 这可是葵牛 好饭不怕晚 而且用时间法振的话 里面蕴含的盗蕴会大大变少 在这期间 林东方做了一大锅豆角焖饭 豆角用猪油炒绿炒香 加入酱油炒香之后 剩下的水量和步骤 和正常焖饭一样 一个小时后 林东方揭开红烧牛肉的锅盖 一块块色泽红润的牛肉 在汤汁里微微颤动着 散发着浓郁的牛肉香味 尝了一块牛肉 试了试软烂程度和咸淡 然后开始调味 取出料包后补了一些盐 又加了点糖提鲜 然后中火收汤 林东方喜欢用红烧牛肉的汤汁泡饭 所以没有勾芡 不过勾芡的话会更加好看一些 旁边 众人面前的大饭碗里 都眼巴巴地看着那一大锅红烧牛肉 出锅 林东方把软烂入味的牛肉们盛出来 装满了一个个盘子 没有任何配菜 甚至没有点缀葱花 伴随着这些大块牛肉的 只有暗红色的汤汁 还有驴语热气 一人一盘 开灶 软烂 好吃 入口微辣 然后是牛肉自己的香味 带着一丝丝的回甜 让人越吃越想吃 吃完软嫩的牛肉 再来上一口豆角 太美了 快试试用这汤汁泡饭 真的太棒了 这红烧牛肉打饭包 也是一决 众人一边吃一边赞叹 不是他们没见过世面 林东方这红烧牛肉 做得确实妙的豪颠 完美地把葵牛肉的美味 激发了出来 等到吃饱饭 林东方他们打道回府 一回到自家山头 萧熙月和火灵儿 又开始不对劲了 是自己凉呢 还是让林东方帮个忙 萧熙月红着脸 手里的软齿 在手指上缠绕了一圈又一圈 这是她刚刚自己做的软齿 毕竟是贴身量 用别人给的软齿比较奇怪 火灵儿也是小脸红的 跟山楂一样 也自己捣过出来一根软齿 林东方深吸一口气 开始讲解需要怎么量 不是她不想给萧熙月量 而是火灵儿还在一边 总不能把他俩一起量了吧 这种事 还是太超过了 萧熙月和火灵儿 坐在一边 认真又害羞地听着 手都紧紧抓着软齿 深呼吸 等林东方说完之后 萧熙月和火灵儿 转身回屋 开始操作 不一会 两张纸条落在林东方手里 嗯 都和我估算得差不多呀 他摸摸下巴 取出传音时 给仙一格掌柜发消息 仙一格那边行动迅速 第二天一早就通知他去取货 毕竟这是小一 所以要亲自去拿 林东方不差钱 直接从传送阵去了地城 激动地走向仙一格 刚进去 他就愣住了 东方帝皇也在 虽然东方帝皇演去了真容 但是师徒烙印产生了共鸣 咦 徒儿你也来了 嗯 我来拿一些衣服 林东方说得很自然 拿衣服而已 又不是做贼 东方帝皇也没特别在意 拿衣服而已 徒儿你来得正好 你帮为师选选 这俩哪一件更适合我 他拿起两件衣裙 底色都是黑色 一件绣着金色的花纹 一件绣着红色的花纹 显然 这是出去砍人时候穿的衣服 即便没有穿上 也把他衬托得更加洒爽 林东方摸着下巴思考了一回 嗯 我觉得师父穿哪一件都好看 以东方帝皇的条件 穿的麻袋都好看 那就都买了吧 东方帝皇对这个回答很满意 反正他也不差钱 林东方从掌柜小姐姐手里 接过一个锦盒 里面都是那些定制的小衣 出于礼貌 东方帝皇没有用天眼观察 而且 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徒儿 你随微师来礼间 林东方呼吸一顿 不对劲啊 那礼间的衣服可都是 但师父有召唤 不得不去 旁边掌柜小姐姐 对林东方投以钦佩的目光 昨天是师姐师妹 今天是师父 有操作的呀 不过他也没多话 赚钱要紧 赶紧推销衣服 东方帝皇相中了一款长裙 款式介于北斗星女子衣裙 与礼服之间 简约布施华贵 然后又选出一款漏背银色长裙 徒儿 你觉得为师穿这件会好看吗 东方帝皇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问出这个很紧张的问题 这种衣服 他只会单独在林东方面前穿 师父 我觉得这件衣服很适合 那就买了 东方帝皇微微一笑 看着在自己面前 一脸笑容挑选衣服的东方帝皇 林东方忽然有一丝迷雾 隐约间抓住了什么 师父他莫非 不可能吧 林东方心里矩阵 但回忆起脏兵谷时候发生的那些事情 还有泡温泉 不过没等他继续声响 东方帝皇就把他领到那一排排鞋子前 徒儿 这些鞋子都好难选啊 你帮为师选选 这些鞋子 足有上千款 东方帝皇此时很开心 带着林东方一起买衣服 这可是书上写的重大突破 看着那些精美的鞋子 他双眼放光 林东方摸摸下巴 泡温泉的时候 他不可避免地 注意过几次东方帝皇的狱卒 思索了一番之后 他开始专业性地推荐 掌柜小姐姐嘴都要笑歪了 林东方简直就是 他的财神爷啊 买完衣服 两人回了妙音风 左思右想 东方帝皇还是没有复刻书中说的那些 让徒弟帮自己穿新鞋子的操作 太羞人了 林东方先把锦盒送给萧熙月和火灵儿 然后就去厨房开始忙活了 明天就是生日宴了 要好好准备 魁牛虽然只有一条腿 但也拆出来不少提筋 蟹粉虾子烧魁牛提筋 夫妻废片 蒜蓉粉丝蒸虾 蒜爆羊肉 拆鱼头 拔猪头 狮子头 三杯鸡 鸡翅包虾滑 跳水鱼 十道菜 林东方一直对数量不太讲究 什么九道菜十道菜的 吃得开心就行了 对了 先把蛋糕烤出来 免得明天手忙脚乱 他刚把各种模具拿出来 萧熙月和火灵儿就一起走进了厨房 衣服很合适 火灵儿大大咧咧地说了一下 对他来说 最艰难的就是两尺寸而已 至于穿的话 他觉得比御衣料子还多一些呢 萧熙月红着脸 在一边跟着点头 林东方放下心来 这就好 萧熙月挽起袖子说道 师弟 蛋糕我和灵儿来做吧 火灵儿急忙点头 对对对 我和师姐给师兄做奶油草莓的 奶油樱桃的 林东方前几天做小蛋糕的时候 萧熙月和火灵儿 都是全程看着的 倒也能照葫芦画瓢做出来 特别是打发蛋液的时候 火灵儿的手速一流 不多时 几个大蛋糕 胚子就制作完成 分成三层之后 初步抹了奶油 放进保鲜盒子里备用 林东方打算是 明天再做装饰 他们在这边忙活 水晶仙宫里的东方帝皇 和独孤梦 开始做手擀面 36丈长面条 一根就是一大盆 忙忙糊糊 又是一天过去了 泡完了温泉 众人都麻溜 回屋睡觉 林东方不知道的是 在她睡着之后 萧熙月等人 不约而同地来到厨房 东方帝皇眉头一挑 萧熙月神色淡然 火灵儿呆毛抖了抖 没想到师父们也来了 独孤梦在一边 抓着一个小茶壶喝茶 最后还是独孤梦 打破了僵局 她轻声道 好了好了 再磨蹭一会天 就亮了 该干嘛干嘛 这可是小林第一次 在妙音峰过生日 对对对 给师兄的蛋糕做完 免得她明天忙不过来 火灵儿第一个反应过来 开始切水果 任任真真的 切成薄厚一样的片 萧熙月打发奶油 开始给蛋糕做装饰 东方帝皇开始煮牛骨汤 到时候配面条用 跟着林东方学了这么久 他们都做得四模式样 独孤梦煮的是鸡汤 四位风采各不相同的绝代家人 在厨房里忙前忙后 此时萧熙月不像徒弟 东方帝皇不像师父 火灵儿和独孤梦 在那研究草莓 是横着切还是竖着切 第二天一早 林东方是被诱人的香味叫醒的 好香 牛骨汤 鸡汤 奶油 等他走进厨房之后 不由地愣住了 几大盆面条 这一根面条 居然装满了一盆 林东方瞳孔地震 如果这不是一盆的话 那卖相会非常好 洁白的面条 揉顺地在牛肉汤里 盘成一个圈圈 牛肉块 熟鸡蛋 青菜 还有葱花香菜 旁边那一盆鸡汤面也是如此 不过牛肉块 换成了鸡胸肉丝 但一盆 一盆啊 林东方颇有些哭笑不得 但心里十分开心 这一盆面里 装的是师父们的关爱啊 东方帝皇骄傲地说道 这是为师和圣主 给你准备的长寿面 快吃吧 这面条长三十六丈 暗合三十六层天之术 也包含了师父们 对你的期望 独孤梦把鸡汤面 也往前推了推 林东方哑然 三十六丈 一丈约为三米多 这一根面条 一百多米长 他还能说啥 开吃 他现在已经是宁丹静修士 吃这两盆 倒也是小意思 旁边 萧熙月和火灵面前 也是两盆面条 众人一顿猛躁 大蒜是必不可少的 好吃 没想到师父们的手艺 已经这么好了 林东方心里十分感动 他没想到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 会亲手给他做长寿面 对面 萧熙月和火灵 把昨晚做的超大蛋糕 拿了出来 这是 林东方目光一颤 蛋糕上的奶油装饰 十分精致 一看就是萧熙月做的 但水果贴得歪歪扭扭 一看就是火灵的杰作 上面八张薄薄的白巧克力 最引人注目 白色的巧克力片上 用红色的果酱 写着各不相同的祝福话语 不善表达的萧熙月 写得最多 为了能写得好看又美观 独孤梦连夜开发了一种 用果酱当 墨水 的笔 四张巧克力片上写着的 是对林东方的祝福 剩余三张 是对萧熙月的 那张空白的 自然是等林东方写上去 林东方抓起笔 轻轻写下祝福 明媚的阳光中 林东方心中充满了暖意 虽然没有浩大的场面 也没有什么非常热闹的庆祝 但这个生日 值得让他一辈子都铭记 一般来说 蛋糕都是生日宴之后吃 但眼下 不吃对不起这种气氛 先把巧克力片吃了 香浓的巧克力上 是酸甜的果酱 还有那些让林东方心中 无限温暖的话语 他不会三句话 暖人一整天 但不耽误 他被别人暖一整天 吃完蛋糕 林东方洗洗手 系上了围裙 好了 现在轮到我做菜了 先把冰封的另外一个头拿了出来 上次只做了一个 猪头和狮子头 先后下锅之后 林东方把提筋取了出来 师弟 提筋让我来做好不好 萧熙月用七许的目光看着他 谁能拒绝这种眼神呢 林东方果断点头 而且 上次做蟹粉烧提筋的时候 对方就在旁边看着 想来能复刻出来 萧熙月开心地笑了起来 在一边开始忙活了 林东方开始处理鸡翅中 做鸡翅包瞎滑 第一件事 就是给鸡翅脱骨 火灵儿凑了过来 他早就期待着吃这道菜了 剪掉鸡翅两端 然后把里面这两根骨头 从中间剪开 扭一扭 拽一拽 不行的话 再把剪子捅进去 贴着骨头剪一剪 经过林东方一通神奇的操作 鸡翅里的骨头就出来了 火灵儿呆毛一颤 师兄好厉害 葱姜黄酒稍微腌制一下 等会是要煎的 所以不用担心有酒味留下 林东方取出一些活虾 开始包虾人剁虾泥 剁虾泥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剁得太细 剁开后用刀被砸 这样的虾泥成型之后 吃起来还有颗粒感 口感更好 虾泥巨星 也是少不了那一点葱姜汁 再来点盐加个底味 林东方还是喜欢再来上一点胡椒粉 再加入蛋清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上镜 搅拌一会 摔大两下 这样虾泥成熟之后更加有弹性 在往鸡翅里灌虾泥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捏住另外一头 不然虾泥一下子就跑出去了 林东方把虾泥都倒进一个油纸袋里 一脚剪开一个口子就成了裱花袋 随着虾泥的灌注被抽了骨头 而干扁的鸡翅重新变得骨胀饱满起来 这鸡翅下锅之前 一定要擦干净表面的水分 不然很容易糊锅 到时候就玩犊子了 随着林东方的唠叨 一个个鼓鼓胀胀的鸡翅被放入锅中 嘶嘶啦啦 悦耳的声音瞬间响起 一开始是鸡肉的香味 但随着虾泥的成熟 另外一股鲜美和鸡肉的清香 融合到了一起 等到鸡翅两面金黄 倒入清汤 汤的高度只到鸡翅的一半就好 再来一些糖色调色 一些黄酒 去掉最后的腥味 还有盐 开锅五六分钟后 林东方掀开锅盖 中火收支到浓稠后 出锅装盘 红亮的鸡翅表皮紧崩崩的 仿佛难以包裹住 里面鲜香弹牙的虾泥 有时间法阵在 林东方做菜并不着急 经过他反复试验 用阵法暂停时间 可以让菜肴不损失道运 而且温度什么的 都跟刚出锅一样 师傅 帮我把这鸡翅封一下 直接使唤师傅们 独孤梦看到东方帝皇 和火灵儿跃跃欲试的样子 他把这鸡翅封了个 里三层外三层 你俩忍着点 还有好多菜没做呢 我和师傅 是怕突然有人来偷吃 火灵儿擦了擦嘴角 找了个别角的理由 呆毛急的直抖 东方帝皇微微一探 晚了一步啊 要是他把那几盘鸡翅封印起来 就可以顺走几个了 林东方开始专心致志地 给冰鱼做皮肤护理 先切一字花刀 然后先来葱姜水 再来料酒胡椒粉和盐 用葱段姜片当作刷子 把这些调料不厌其烦地 在冰鱼身上涂来涂去 最后抹上一层粉浆 保持水嫩 做跳水鱼 必须用红薯粉 别的粉都不得行 然后他开始疯狂地切辣椒 干辣椒 泡椒 青红朝天椒 一顿萌萌切 火铃惊恐地看着那一大盆辣椒 这些辣椒吃下去 恐怕要死人啊 师兄 这些辣椒用来干嘛的 做跳水鱼啊 林东方一边说着 一边往旁边的一锅温水里 扔干辣椒 花椒 黄酒 胡椒粉 葱姜是少不了的 一把盐 火铃倒吸了一口香气 跳水鱼居然要这么多辣椒 之前做谁煮鱼片 都没这么多 做这道菜 煮鱼的汤水盐要给足 然后还要加一些猪油 提香 大火煮开汤汁 烧一会 让料香充分融入汤里 然后转微小火 把鱼放进去煮熟 不要盖锅盖 不然鱼的腥味 就会被闷在锅里 林东方此时说话 就是金口预言 火铃儿等人认真的记下 毕竟这道菜 看起来不是很难做的样子 只要保持微小火炖煮就行了 冰鱼要煮十分钟 然后还要关火浸泡五分钟 趁着煮鱼的功夫 林东方把拆鱼头搞定了 有十八摩的手法 没用上五分钟 就拆了三个鱼头 等到拆毁鱼头搞定被封好 冰鱼也可以捞出来了 冰鱼老老实实地 躺在大盘子里 透过刀口 可以看到里面白嫩的鱼肉 但此时的冰鱼虽然鲜美 但还不够火辣 菜籽油和猪油烧热 然后下入泡椒泡浆蒜末 还有红油豆瓣酱 炒出红亮的颜色 滋滋啦啦的声音中 香辣的气味喧闹地生腾起来 东方帝皇开始猛咽口水 他很喜欢吃辣椒 独孤梦也是投来了七许的目光 烹入酱油加深一些颜色 烹入陈醋提升一些香味 当当 手勺再过边轻轻敲了两下 像是学堂里的钟声 让火灵他们更加专注起来 林东方一边操作一边继续讲解 加入适量的水做芡之用 所以水不用太多 大火煮开然后调味 盐 胡椒粉 少许的糖提鲜 也可以加一点鸡粉 我没这么做 但你们要知道 然后再加入青红朝天椒和紫浆 烧到断生 然后勾芡 勾芡之后再加一些花椒油 提亮的同时也增加了麻味 咬出一勺红亮的芡汁 里面红绿朝天椒圈圈 还在尽情地释放着火辣 还有那其貌不扬的泡椒和泡浆 以及爽脆的紫浆 满满地在冰鱼上淌好 用鲜香麻辣的味道 去浸润白嫩滑韧的鱼肉 独孤梦急忙把这道菜封起来 然后还塞进了丹炉里 眼不见才不馋 不然他怕自己都忍不住 偷上两筷子 夫妻废片就简单多了 先前就煮好的葵牛头 牛肚 牛心 舌头等都取出来 开始切片 一边切 林东方还一边感叹 葵牛啊 居然被我切成了片 真香 不过这也只是一部分而已 葵牛的心很大很大 毕竟十多米的身高呢 可以吃好多顿 这些肉类要切得尽量薄 等下再拌的时候 才能快速入味 林东方展示了一下 他精湛的刀工 然后把这些薄如馋翼的片片 规规矩矩地竖着 摆在两个大碗里 一碗肉片中心 放上一些香菜段 另一碗中间放的是芹菜末 他喜欢香菜 但当年老师傅教的是 放芹菜 机智地做两份 然后把碗扣在盘子上 这样肉片们 就像是一个平顶扇一样 矗立在盘子中央 在山顶上铺一层牛肚片 半成品就算成了 啊这 里面有牛舌头 火灵小脸一白 他对吃舌头这件事 很抗拒 但 随着一勺煮牛肉的原汤 淋了上去 本来看起来还很干的肉片 肚片瞬间变得润泽起来 然后是美美的一大勺红牛 让暗红色的牛肉更亮 也让白嫩的牛肚上 镀了一层 像是碗霞一样的艳红 还有白白的芝麻粒 肉片周围的 像是一块红润的翡翠 镶嵌在白玉盘中 十分精致 一股微微的香辣气息 把牛肉的香味 完美地激发出来 不过要让味道真正融合 还需要上桌之后的板 用粗暴的芭拉 让肉片们充分和红油拥抱在一起 汲取香味 封好了夫妻废片之后 林东方看了看菜单 蒜蓉粉丝蒸虾 还有菜啊 火灵儿觉得自己 都快饿晕了 以前火灵儿 总想着让林东方 多做点好吃的 但现在他只想让林东方 就此罢手 赶紧开发药剂 以东方帝皇和独孤梦的定力 现在都有点把吃不住了 一个开始捏手指 一个开始微微抖腿 为什么还不说 赶快开饭 好饭不怕晚 快了 做完这个 还有一道蒜爆羊肉就完事 要想提高速度的话 你们可以帮我多一些大蒜 林东方不慌不忙地 给剪掉了虾枪虾脚的虾开 被取了虾线 旁边东方帝皇和火灵儿 开始剁蒜 独孤梦犹豫了一会 也开始剁 圣主怎么了 有人规定 圣主不能剁蒜吗 独孤梦心里默默念叨着 脸皮厚吃个够 脸皮薄吃不着 剁得十分认真 旁边的萧细月 也做完了蟹粉虾子烧蹄筋 也过来帮忙剁蒜 让妙英峰上四位风格迥异的 绝代佳人 集体剁蒜 也就林东方干得出来这事 不错 辛苦了 他满意地接过这一小盆蒜末 然后开始清洗 洗掉蒜末上的粘液 然后钻干 这样等会炸金蒜的时候 才不会发苦 炸一半就行 要做金银蒜 林东方不慌不忙地 把蒜炸到微微变黄 捞出 炸蒜末 千万不能等到完全金黄才捞出 和炸花生米一样 这东西捞出来之后 温度还很高 要是炸到十成熟捞出 到最后就会过火 变苦 微黄的炸蒜 倒在洁白的生蒜上 这就是传说中的金银蒜 当然了 还需要调味 这道菜的盐口 全靠着金银蒜 所以盐要给足 然后加一些花生油 搅拌均匀 让蒜油量即可 最后还要泼油的 免得最后显得太油腻 先把之前就泡好的粉丝 切成合适的断铺在两个大盘子里 然后林东方 开始往虾背后的伤口里 塞金银蒜 塞的虾们鼓鼓胀胀 看起来再也吃不下样子 再把他们头朝外转圈 摆在粉丝上 再把剩下的金银蒜铺上去 蒸锅上汽后 开蒸 这虾比较大 所以蒸了七分钟 出锅后撒上葱花 淋上热油 滋滋啦啦的热油渗过蒜末 落在鲜嫩的蒸虾上 滚烫的热度 让虾肉骤然收缩一下 提升了口感 增加了香味 然后搞定了蒜爆羊肉 八猪头出锅 收汤勾芡 狮子头下烫好的青菜叶 随着三头燕中 最后两头出锅 生日燕的十道菜都做好了 开饭了 火铃儿欢呼一声 端着鸡翅就往餐厅跑 随后九道菜也一一上桌 四香味俱全 徒儿们 说两句 东方帝皇抓起筷子 用询问的目光 看向灵东方和萧熙月 灵东方一拍脑门 差点忘了礼物 师姐 师妹 这是我做的发簪 灵东方取出两个锦盒 递过去 萧熙月和火铃儿 目光都是一动 这一桌子菜 对他们瞬间就没了吸引力 他们现在满眼都是那 静静躺在锦盒里的发簪 这发簪算不上巧夺天工 但也足够细致 萧熙月直接替换下 自己头上的发簪 火铃儿挠挠头 她和独孤梦一样 头发都是劈散的 最后她灵机一动 呆毛一卷 就把发簪给卷住了 灵东方咽了口口水 头向后痒了痒 这操作她 还是第一次见到 东方帝皇等人 也是一阵无语 师兄 这是我给你做的石盒 里面可以放很多好吃的 或者食材 保鲜一级棒 火铃儿献宝一样 取出她一点点雕刻出来的石盒 金色的木头 闪闪发光 前后左右四面雕刻的 分别是大葱 大蒜 生姜 辣椒 灵东方很喜欢这个风格 灵儿真厉害 这盒子 石熊很喜欢 嘿嘿 火铃儿挺直腰板笑了笑 然后又取出一个盒子 递给萧锡月 师姐 这是我做的首饰盒 首饰盒就没那么 灵是审美 是一个粉色的盒子 上面 刻着各种花朵 萧锡月笑着接过 这盒子真漂亮 灵儿辛苦了 对面 东方帝皇也取出了 给萧锡月的礼物 锡月 你情见双修 这凤七五同墓 是我当年砍 呃 勘查一处秘境所得 用来制作秦室最好的 旁边独孤梦 取出七根半透明的银线 送给萧锡月 这是七条通天九重蛟龙的经脉 以后可以炼制成秦弦 多谢两位师尊 萧锡月起身认真失礼 凤七五同加上龙巾 足以炼制出他 可以用到杜结镜的法宝 东方帝皇又看向火铃儿 他取出一杆红色战歌递过去 这是我当年在一处秘境获得的 里面酝氧着 诶 这战歌的头 有点像镰刀 似乎可以用来打韭菜 火铃儿忽然嘀咕一声 东方帝皇翻了个白眼 这丫头 思想已经完全和林东方同步了 这战歌你看着用吧 打韭菜 还是厨地随你喜欢 谢谢小姨 火铃儿欢天喜地地接过这名叫 坟天的战歌 独孤梦给火铃儿准备的礼物 是一枚玉佩 里面封印着一滴朱雀宝雪 谢谢圣主师尊 火铃儿认真对独孤梦施礼 这朱雀宝雪 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大家都知道 东方帝皇已经给林东方送过了生日礼物 所以 萧细月和火铃儿都很好奇 独孤梦会给林东方准备什么礼物 东方帝皇想到那离谱的礼物之后 直接扭过头去 他有点憋不住笑了 独孤梦红着脸 取出了一根擀面杖 徒儿 这是为师给你做的擀面杖 用的是枣木 可以随心所欲的变化大小和外形 多谢师傅 这下 我就可以做更多的面点了 林东方把擀面杖接过来 心面一动 这擀面杖就变成了一个走锤 法宝变形 这是一个很玄妙的感觉 林东方之前见过走锤 也听人说过 里面是一个轴承一样的玩意 中间粗的部分可以转动 此时擀面杖变成了走锤 和他当初见过的一模一样 走锤是用来干嘛的呢 做烧卖皮的 烧卖 林东方最喜欢的 就是羊肉馅的 北斗星也有和烧卖类似的面点 叫 挑花包 因为顶端捏的形似花蕊而得名 这是制作挑花包的擀面杖 徒儿 最大的人见多识广 吃过的盐针比林东方吃过的米多 是啊 等过几天从东海回来之后 走 林东方还惦记着去东海摸鱼呢 师爹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 萧熙月取出了一个菜板 不是很厚重的一个菜板 但侧面贴了一个标签 写着 熟 字 切熟实的菜板 多谢师姐 林东方抱着菜板大喜过望 他之前都是把厨房里 原来那些干净菜板 当熟实菜板用 一直忘了弄个好点的熟实菜板 师妹 这是给你的礼物 萧熙月又递给火灵儿 一株灵药 哇 这是烈火精炼 谢谢师姐 火灵儿呆毛一颤 这烈火精炼 对淬炼猪雀血脉很有用 至此 礼物送完了 林东方大手一挥 开饭 这一桌子十道菜 五个人吃 三头咽是淮阳菜 狮子头八猪头香而不腻 柴鱼头先美润滑 口感平和 而跳水鱼是川菜中 重麻重辣的代表作 先来一口浓香的狮子头 再来一口麻辣的跳水鱼 两种不一样的风格 在嘴里爆出成倍的美味来 吃完了跳水鱼嘴里太辣 影响下一道菜的品尝怎么办 来一口小麻小辣的夫妻废片 用牛肉的香带走多余的辣意 当然了 来一口狮子头里的肉汤 或者一勺拆毁鱼头也是极好的 香浓润口 夫妻废片上 桌之后用公块拌开 此时各类肉片 已经完全被红油尽透 软糯的牛头皮 爽嫩的牛肚 再来上一块 林东方刚想加一块牛舌头 另外一双筷子 忽然抢在了她的前头 快准狠地加住一片牛舌头 一片牛心 魁牛现在在想 口是心非已经太晚了 林东方抬头一看 是独孤梦 独孤梦是四位女子中 唯一一个吃牛舌头的 而且能看出来 她很喜欢吃 注意到林东方的目光 独孤梦脸色还很正常 两千多岁的人了 在表情管理方面 她比东方帝皇厉害多了 但随后她也注意到 林东方似乎也很喜欢吃牛舌头 就放慢了节奏 这边师徒俩和谐地吃着牛舌头 旁边火铃在狂吃鸡翅 咬开软嫩的鸡翅 里面是鲜香弹牙的虾球 大粒虾肉独有的口感 让这股复合性的鲜美 越吃越香 东方帝皇专攻跳水鱼 修为压下来之后 她嘶哈嘶哈地吃着 额头都冒出了细汗 白嫩的鱼肉上 被红亮嵌枝结合在一起的 青红朝天焦碎 还有那不起眼 时刻准备被刺味蕾的泡胶 喝了一口小酒 这酒似乎还没有跳水于辣 吃了好几口之后 东方帝皇擦了擦眼泪 辣哭了 过瘾啊过瘾 这才够劲 东方帝皇成了一大碗米饭 狂躁 旁边 萧细月吃着蒜蓉粉丝蒸虾 筷子轻轻一点 虾壳就乖乖地剥离下来 虾肉外面挂着一层虾红色 白嫩的肉肉里 夹着蒸透的晶莹蒜 入口蒜香浓郁 但少了那冲人的辛辣 把这虾肉的滋味 也推到了更高的层次 但这道菜最好吃的 还不是虾肉 把蒜末往粉丝上推一推 夹起送入口中 柔润的粉丝吸饱了蒜香 还有鲜虾被蒸制时候流出的汤汁 真正做到了 两种味道的完美融合 十道菜 每一道都做了两 大大大毒作态 等于非常大 粪 吃得锅干晚净 吃饱之后 萧细月和火灵去收拾厨房 林东方揉着肚子喝着茶 在摇摇椅上仰望蓝天 这是她工作之后 过得最美好的一个生日 之前过生日 为什么只做三道菜 忙呗 现在这种咸鱼的日子多好啊 不知不觉 她就晒着太阳睡着了 等她醒来之后 发现火灵儿带着朱雀精血 和烈火精莲去闭关了 还带着二十斤小素肉 所以 她也错过了去东海抓鱼 圣主啊 那我就带着他们去历练了 东方帝皇对着独孤梦 黑黑一笑 然后带着林东方和萧细月 直达冬域最东面 此时的东海之兵 朝阳刚刚升起 碧波荡漾的海水上染上了一层红色 在林东方看来 一如那水煮肉片的汤汁 哗啦啦 海浪拍打着洁白的沙滩 一排排 一丛丛椰子树 在海边狂放不羁地生长着 有的椰子树 甚至高达百米 闪烁着金属光泽的椰子果 直径能有半米 碰 一个椰子落在地上 把沙滩砸出一个大坑 还砸死了几个倒霉的小螃蟹 哇 那边还有个大雪山 林东方跃上一株三百多米高的椰子树 举目四望 他发现 这热带沙滩西北处 有一条白雪覆盖的山脉 热带地区有雪山很正常 因为海拔越高 气温越低 最后山顶就会有雪 但这通体雪白的山脉 就太稀罕了 山脚下都有着积雪 东方帝皇眉头一挑 雪山 我怎么没看到 林东方顿时觉得意冷 这热带地区出现这种 被白雪覆盖的山脉 就够诡异了 要是只有他自己能看到 就更吓人了 我也看到了那雪山 似乎只有 从几个固定的方向 才能看到那雪山 萧西越在一边轻声道 东方帝皇点点头 看来是一座完好的仙镇啊 徒儿们 要不要随着围师去看看 说不定有些特殊的猎物呢 他拎出了方天化戟 但此时这方天化戟 有些不一样 有点像鱼叉 这雪山看起来除了雪啥都没有啊 光秃秃的 此时三人 顺着能看到雪山的方向往前飞 东方帝皇谨慎了一下 没有直接往上去 一般来说 仙人的传承秘境 对高境界的修饰 有很强的压制 这也是当年的秘境之主 对低境界小修饰的一种保护 不然人人都能来的话 那就要看谁拳头大了 三人不紧不慢地飞着 林东方在这茂密的森林里 发现了不少热带水果 什么芒果凤梨之类的 但他注意到了一个问题 没有发现榴莲 乖乖 这么大的林子里居然没有榴莲 而且之前看书的时候 也没有发现关于榴莲的记载 林东方仔细回忆了一下 觉得有些遗憾 虽然榴莲闻起来很刺激 但真的很香甜 特别是做成榴莲酥之后 更是连意味都没了 嘎嘎好吃 心里想着榴莲 顺手揪了一些椰子 他随着萧熙月和东方帝皇 飞到了雪山下 再往前一步 就是那挨挨白雪 而现在脚下 则是热带森林松软的泥土 仿佛一个巨大的玻璃屏障 把这两种环境 规规矩矩的分割开一样 林东方往旁边走了几步 眼角余光 就发现旁边的雪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 郁郁葱葱的森林 林东方往前面扔了一块石头 又抓了一只螃蟹扔了过去 发现空间并没有隔断 螃蟹也没有死 再到处乱爬 转身回到原来的位置再一看 又是挨挨白雪 东方帝皇说道 这雪山秘境 只有几个狭小的投影能被看到 也是入口 怪啊 林东方觉得这个秘境 看起来比脏兵骨都些闷 东方帝皇用神识探查了一番之后 先是一惊 随后忍不住露出笑容 浩强的阴冷气息 这里可能有大量的不祥 不祥 大量 要是别人听到这四个字 估计会撒腿就跑 但林东方和萧细月却有些激动 大量的不祥 意味着大量的美味 现在古虫风已经培育出了 飞天红毛虾 飞天红毛蟹之类的 都是超级美味 来 穿上这些甲咒 东方帝皇取出了 用天蚕小龙虾外壳纪练的战甲 穿上这玩意 就会成为不祥的不祥 才能克制不祥 红毛虾蟹的可 没有这种功能 林东方和萧细月套上 这红艳艳的战甲后 随着东方帝皇迈步踏上雪山 一步踏出后 耳边骤然响起寒风呼啸的声音 狂风卷起漫天的雪花 抬头一看 阴暗的天空中 还有道道雷光闪过 好家伙 在这热带海边 一边打来一边下雪 这是多大的冤屈 林东方心里嘀咕一声 然后拿出杀猪刀 开始四处张望 现在这杀猪刀 不过他也说不好 在这邪门的秘境里 会不会有感应 但转悠半天 别说不祥了 连根红毛都没见到 除了白雪 还是白雪 林东方随手团了一个雪球 一边推着一边往前走 最后越滚越大 直到有两米多的直径之后 再顺着一个山坡推下去 轰隆隆 看着急速变大的雪球 坠入山崖 摔成一个雪柄 林东方满意地拍拍手 别问为啥这样做 男孩子的本能罢了 旁边两位美女一阵无奈 好大的孩子 这经秘境虽然没限制 但我的神念 现在被压制住了 只能观察我 自身周围百丈距离 东方帝皇眉头微微一皱 好久没被这么压制过了 这秘境里 有完好无缺的仙阵 相当于一尊真仙坐镇于此 这秘境的主人 可能不差于 全圣时期的鬼主 这话让林东方和萧熙月 都是微微一惊 大部分圣地的仙阵 在漫长岁月后 都有所破损 只有苏家等少数势力的仙阵 还是完好无缺的 这个雪山秘境 完全可以再开发成一个圣地啊 但无法掌控阵眼的话 想啥都白搭 就在此时 萧熙月伸手指向远方 师弟师父你们看 那边有一个小湖 嗯 林东方和东方帝皇 茫然地看向那边 结果啥都没看到 萧熙月思索了一会说道 看来是和在外面一样 只有在特殊的位置 才能看到这小湖 你们来我这里看 林东方走过去再一看 果然看到一个小湖 也就十米方圆 确切地说 是个小水塘 咦 水里飘着的那个是 他惊讶发现 水塘里还有个冰块 约莫一尺见方 形状不是特别规整 被狂风吹得浮浮沉沉 水里 冰块 林东方咽了一口口水说道 这水里的冰块 不得不让我想到冰煮羊啊 冰煮羊 东方帝皇和萧熙月 都好奇地看向他 他们之前没听说过这吃法 就是先在锅里 铺上一层冰块 然后在冰块上 铺上一层羊鸡骨 或者羊排骨 然后慢慢把羊肉煮熟 最后用着汤水涮肉吃 林东方一边说 一边继续咽口水 这东西是真的好吃 冰煮羊美味的秘密 就是因为鲜嫩的羊羊肉 遇到冰块会先收紧 锁住里面的汁水 然后慢慢加热到成熟 到最后十分软嫩 林东方觉得 这次真没白来 对他来说 想到各种好吃的菜肴 就是莫大的机缘啊 要不很多菜 估计慢慢就给忘了 啊这 听完他的描述之后 东方帝皇和萧熙月 都有些不太想继续探险了 不过都来到这里了 总不能空手回去吧 于是 三人来到水塘 敬前仔细观察 东方帝皇眉头一挑 说道 不对 这不是冰块 而是一种温度很高的金石 这水塘 是因为这块金石才产生的 但不是这秘境先镇的阵眼 林东方哑然 他还以为是冰块呢 不过是不是冰块 已经无所谓了 反正他想起来吃冰煮羊了 哦 就在此时 远处忽然传来一阵 翅膀煽动的声音 林东方手中的杀猪刀 疯狂颤动起来 有不祥过来了 老林很激动 长着翅膀的不祥 难道是和天蚕小龙虾一样的美味 东方帝皇神殿一扫 目光中顿时有些失望 倒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因为飞来的东西 不是什么好吃的 随后 林东方和萧熙月 也看到了 是什么东西飞了过来 一群长着白毛的蜜蜂 好家伙 这蜜蜂可真大 林东方头皮一阵发麻 那蜜蜂足有一尺来长 通体覆盖着洁白的绒毛 翅膀几乎是透明的 看起来倒是十分漂亮 这是变种不祥 东方帝皇思索了一番随后说道 传说有的人或者生物 会因为被不祥浸染 然后真正的死而复生 然后就会变成浑身白毛的状态 不过这种说法还没有被验证过 而且即便复活 也变成了这种白毛怪物 可以说和原来的存在没什么关系了 至于这些存在诞生的后代 也是通体白毛 而真正的红毛不祥 是无法生育的 林东方毛挠头 想不到这不祥 还有这么多种类和特质 萧熙月看了看那些蜜蜂 又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战甲 看来这些变种不祥 没有那种诡异的侵蚀能力 不怕这甲咒 这群蜜蜂足有几万只 依次俯冲向那冰块 他们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这些蜜蜂 好似在进行什么仪式 过了一会之后 他们摆出一个队形 飞向远方 三人急忙跟上 蜜蜂飞得不快 不久之后 三人眼前出现一片 郁郁葱葱的树林 林东方不由地感叹 这群真仙 真是活得太久了 就喜欢整活 在热带丛林里 搞一个雪山秘境 在雪山秘境里 又搞一个热带丛林 套娃 娃中娃 若不是跟着这蜜蜂 我们估计难以发现这丛林啊 东方帝皇不由地一探 这蜜蜂内 似乎没有什么宝物 我觉得 仿佛是在隐藏什么东西 此时那群蜜蜂 已经开始了辛勤的劳动 在各色花朵中忙碌着 零碎的小事 比如炼丹成功了好开心之类的 林东方有些无语 这帮大佬 真的是闲着没事干了 整出来这种秘境就跟麦 逗你玩 一样无聊 三人观察了一会之后 麦步进入森林 一步踏出 背后的阴冷直接消失 迎面来的是 热带雨林的闷热湿润 走出这群郁郁葱葱的灌木 眼前的景色豁然开朗 远处是一个巨大的盆地 而盆地的正中间 有一棵巨大的榴莲树 足有千米高 上面的果实 更是带的跟头牛一样 锋锐的尖刺 闪烁着点点寒光 林东方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得是多少年的榴莲树 旁边还有很多 高矮不一的榴莲树 像是整个北斗星的榴莲树 都被关在这里一样 不过 随后他双眼放光 他发现 很多果实 已经成熟裂开了 真想来一口啊 那些树 被封印住了 东方帝皇眉头一挑 这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果树 为什么要封印 像是回答他的话语一样 远处飞来一个石碑 林东方不禁读了起来 无曾于东海之冰锤吊 收获颇风 风 字上圈了三个圈 相当于打字时候 三个胆叹号 比例囚禁 肆意挥洒 有股今天是个好日子的喜悦在里面 钓鱼老不空拒 稀奇啊 林东方都替这位真仙大佬感到高兴 然后继续读 待到无考鱼时 此树忽然出现 林东方微微吸了一口气 看着那恶狠狠 入杯十分的笔记 他多少感悟到了一些愤怒的意思在里面 烤鱼的时候 突然出现这么一株硕果雷雷的超级榴莲树 那味道 然后继续往下毒 奇味臭不可闻 将老子那香喷喷的烤鱼都给污染了 秋歌了马 读到这里 林东方再也憋不住笑容 这老歌写到后面 显然破防了 都甩出北斗心脏话了 于是 撒家走遍天下 把这种果树都给拘禁在这里 本想一把火烧了 但想到以我一人私愿 灭绝这种果树 与师父传承的自然和谐之道 背道而驰 于是开辟出此秘境 封存这些树 又寻获了一些变异蜜蜂 放养在此处传粉 这树就该被封印 不信你们打开封印试试 臭死你们 石碑上的文字到此戛然而止 林东方已经挠不出一个疯疯癫癫的怪老头 举着火把 对着这些榴莲树犹豫不定的画面 东方帝皇心里一秃秃 他觉得 这些流言应该是真的 毕竟可以看到 即便是那些蜜蜂 也是把触角封住了在干活 他不由地探道 这下我知道 那些蜜蜂为什么会顶着风雪 去那块金石边上了 那金石里有一股奇异的能量 可以封住他们对味道的感知 看来那果子是真的臭 徒儿们 要不咱们还是先去抓鱼吧 萧细月急忙点头道 师父所言极是 他嗅觉敏锐 感觉那石碑上 都有一股淡淡的怪味 林东方挠挠头 对他俩说道 要不你们先去外面等着 我要尝尝 这果子到底是什么味道的 看看能不能做成菜 他还惦记着榴莲酥呢 而且榴莲的果和炖鸡 味道也不错 到最后像是栗子炖鸡一样 祖上有令 能当着我足面 吃下这果子的人 才能将其带出秘境 一直能有一米多长的巨大蜜蜂 颤悠悠从蜜林中飞了出来 这蜜蜂身上的白毛 足有两三米长 在地上拖拉着 好在有点点灵气护毛 不至于搞得 像使用几万年的拖把一样埋态 老蜜蜂直勾勾地盯着 林东方左瞧右看 然后苦口婆心地劝道 这恶魔果树的果子奇臭无比 还是不要尝试为好 这可是那老狗当年说的原话 恶魔果树 老狗 林东方微微一愣 他没想到 这榴莲都被妖魔化了 被启名叫恶魔果 嗯 当年封印着恶魔果树的前辈 乃是一僧狗仙 我是恶魔果镇守者一脉 D triple X为组长 虽然人类不了解蜜蜂的表情 但林东方依然能感觉出来 他脑海里就出现一个狗头人 在海边垂掉的景象 看到鱼上钩之后 狗嘴大张的兴奋样子 旁边的东方帝皇和萧熙月 也是神色怪异 他们也想象到了 那诡异的画面 不过林东方也知道 为什么这榴莲会被封印了 语言相比 狗更难以忍受榴莲的臭味 不过也有的狗尝到榴莲的甜味之后 就爱不识口 不过 宠物不能吃太多榴莲 一次给个拇指搭得快意思 一下就行了 吃多了上火 则 不知道小猫遇到这榴莲 会是什么反应 嘿嘿嘿 他心里暗磋磋地酝酿出一个邪恶的想法 小猫可是气灵 不至于上火 然后他大手一挥 给撒加了一个恶魔果 东方帝皇和萧熙月 都后退了几步 这家伙 还真是游言不尽啊 老蜜蜂摇摇头 林东方毛毛头 他还是第一次 见到蜜蜂 如此大幅度地摇头 之前看动物世界的时候 还真没注意到 蜜蜂能不能摇头来着 老蜜蜂转身回到结界中 带出来一个 能有两个人头大的榴莲 淡黄色的外壳底部已经开裂 独特的香味 瞬间弥漫开来 好臭 东方帝皇和萧熙月 只闻了一丝气味 就觉得头晕目眩 相比于臭豆腐那种霸裂的臭味 这恶魔果的臭味 颇有些棉里藏刀 后劲绵长的感觉 这味道太可怕了 即便避住呼吸 可先前闻到的怪味 还缭绕在鼻子里 但他俩随后就震惊地看到 林东方居然深吸了一口气 可怕 东方帝皇都是一哆嗦 第一次发现了林东方的可怕之处 萧熙月也是有些不解 甚至怀疑林东方被不祥附体了 师弟 你不怕这味道 他忍不住拽了拽林东方的衣角 老蜜蜂目瞪口呆地看着林东方 他无法想象 林东方是怎么做出这种行为的 林东方摸摸鼻子 这才发现自己失态了 不过他是真的激动啊 看着东方帝皇和萧熙月 那难以置信的神色 他黑黑一笑 你们难道忘了臭豆腐了吗 很多食材虽然闻起来味道不好 但是吃起来好吃 豆腐 臭 小子 你是哪里来的怪胎 老蜜蜂声音都在打颤 嗯 前辈你知道豆腐 林东方敏锐地发掘到了一个细节 老蜜蜂叹道 豆腐这玩意 在我们白城还是很受欢迎的 特别是冻豆腐 我老人家一顿能吃一盆 嗯 蜜蜂吃豆腐 林东方愕然 嘿嘿 少见多怪 等出了这结件 我和我的儿孙们就能化形成人 别说豆腐了 肉我们都能吃 老蜜蜂想翻个白眼 但是现在的状态翻不了 林东方哑然 修炼界真奇妙系列 又丰富了一个知识点 小伙子 说了半天 你倒是吃啊 老蜜蜂推了推那硕大的榴莲 这就吃 林东方运转化天荣地秘术后 直接摆开榴莲 瞬间 一股更加浓郁的一箱飘出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这味道还真有点上头 这榴莲被灵气滋养过后 个头更大了 意味也能加厉害了 要不是有修为护身 这一下就能熏晕过去 在两女和老蜜蜂紧张的注视下 林东方扣出一块金黄饱满的果肉 甜美 咬下一口 是绵软肥厚的柔滑口感 还有那甜蜜蜜的滋味 林东方舒服地眯着眼睛 三口就造了一大块果肉 这北斗星的榴莲 甜得像凝固的蜂蜜 但不至于甜到发酷 好甜 再来一块 林东方抱着一个大榴莲 一顿萌萌吃 啊这 这小子真的在吃恶魔果 老蜜蜂激动得浑身白毛 都在颤抖 天哪 我们终于解脱了 不用再给这破树传粉了 老蜜蜂欢呼一声 背后无数白毛蜜蜂冲天起 在天上一起跳舞 他们在这苦苦守候了无数岁月 就等着一位 能把这恶魔果带走的勇士 他们在狂舞 庆祝自己的触角 终于可以解放了 林东方还是第一次看到 蜜蜂集体跳舞 他咽下榴莲 掏出唢呐 开始给这群蜜蜂伴奏 然后蜜蜂们跳得更起劲了 东方帝皇和萧细月 觉得场面越发诡异了 林东方盘坐在地上 面前是个大榴莲 手里拿着唢呐在吹 对面几十万只硕大的白毛蜜蜂 随着唢呐声 扭腰甩头的跳舞 两人忍不住用流影石开始纪念 等蜜蜂们冷静下来 这一个大榴莲也造光了 那现在看来 是时候让这种奇异的果子 重见天日了 林东方搓搓手 好说好说 正好你这位师傅十分强大 想来应该能把这祖根收走 你把你这两位徒弟护住 不然这祖根的味道 能把他们直接熏死 东方帝皇不敢大意 直接把林东方他们护在身后 老蜜蜂撤去结界之后 祖根榴莲那厚重的气息 差点把林东方给熏晕过去 要不是被东方帝皇护着 估计直接就熏死了 好家伙 比得上武器了呀 这要是把榴莲肉里的怪味提炼出来 再和通天境的辣椒粉混合一下炸开 林东方自己都是一哆嗦 东方帝皇寄出一个超大号的空间法器 把这些恶魔果树都收了进去 他打算把这祖根找个地方封印起来 老蜜蜂翅膀一动 荡起一阵狂风 把这味道都吹干净了 好了好了 你们要不要去我们白城坐坐 正好也了解了解外界的情况 白城是我们这些变种不祥在这秘境里修建的城池 老蜜蜂对三人发出邀请 东方帝皇点点头 他对这群变异不祥还真挺好奇的 于是 三人随着这群蜜蜂来到一个巨城外 这是 林东方震撼地看着这座巨城 这座城是悬空的 用冰雪堆砌的城墙一面就有数百里长 气势恢弘无比 在巨城的正下方 有一尊百米高的大狗雕像 黑色的大狗神俊无比 炯炯有神的眼睛活灵活现 仿佛下一秒就要扑出去一样 这巨城是大狗前辈祭练的 专门给我们住 老蜜蜂此时化成一个白发脱地的小老头 背后还有一对蜜蜂翅膀 看起来有点滑稽 他崇敬地对大狗雕像拜了拜 悬空的巨城 传说远古时期 有不朽的传承会祭练这种巨城 而不是创立圣地 这些巨城隐藏在未知的地方 偶尔有弟子外出走动 东方帝皇想到了一些记载 不错 这就是大狗前辈效仿那些传承 给我们这些异类建造的庇护所 老蜜蜂微微一探 虽然我们不是真正的不祥 但却是不祥最理想的目标 一旦我们再被不祥侵蚀 就会变得比普通不祥厉害数倍 所以我们算得上是躲在这里 林东方恍然点头 原来这里还有这么一层隐秘 进了城主府 老蜜蜂叫人端来几个小火锅 准备吃顿豆腐 这白城内很冷 以林东方的修为 都能感受到一丝寒意 老蜜蜂说道 我们这变异不祥一族 天生不惧严寒 只是未成年的族人 遇到高温容易夭折 所以这秘境内才如此严寒 但在饮食上 成年的族人 更喜欢热乎的菜肴 所以火锅很受欢迎 变异不祥 不管原来的本体是蜜蜂 还是别的什么 都认为彼此是自己的族人 而寻常的牛羊养着 就是为了吃的 变异不祥 修为有高有低 低境界的不能避骨 所以就要吃吃喝喝 林东方点头 然后看了看火锅 先前还说整冰煮羊呢 这不就齐全了 前辈 我这有种特殊的火锅吃法 老蜜蜂顿时来了兴趣 笑道 其实我把你们请来 就是想看看 外界又开发出了什么新菜肴 我们这白城与世隔绝 会做菜的族人越来越少了 现在就是大骨棒熬汤 用来煮冻豆腐 涮菜吃 林东方看向萧熙月 师姐 你之前的笔记带了没 萧熙月点点头 带了 我这就给老前辈复制一份 这笔记里写了不少菜谱了 至于那些香料啥的 封印榴莲树的羽林外围有不少 老蜜蜂翻看着菜谱 如获至薄 小伙子 这菜谱对我们白城太重要了 我替那些不能壁骨的族人谢谢你 他起身对林东方拱手失礼 林东方急忙拉住老蜜蜂的手 说道 前辈 我现在不需要谢谢 需要一些羔羊肉 安排 老蜜蜂大手一挥 就有人去宰羊 这秘境里的羊都是最普通的羊 没有丝毫修为 羊小排斩块 羊上脑肉切块 又整了一些冰块均匀地铺在锅里 一人一个锅免得筷子打架 这冰煮羊的冰块 要到锅的三分之二高度处 少了的话 最后化出来的水太少 当然 也可以少加些冰块 然后加凉开水进去 肉铺的要均匀 让每块肉不和冰块亲密接触 切了一些白萝卜 葱段姜片 原葱丝 西红柿片 以及小半碗葡萄酒都加进去 这酒是之前在别处买的 一直没啥用武之地 林东方当初第一次吃的时候 就看到人家加了这些料 至于咸淡 全靠蘸料 开火 在中火的加持下 通透的冰块开始缓缓融化 羊肉被缓缓地加热 肉质纤维在缓缓地舒展 盖盖15分钟 也就是一刻钟 趁这个功夫 林东方开始调配蘸料 香浓的芝麻酱里加一些酒花酱 酒花酱给了芝麻酱咸淡 也因为芝麻的香味 而削弱了那股刺激的味道 让口感更加平和 再加入辣椒油 一起组成了辛辣的味道 然后是蒜末葱花 潜伏在酱料里 释放着它们独有的香味 以及带来口感上的清脆小惊喜 再点缀上一些熟透的白芝麻 这给老蜜蜂看得一愣一愣的 别的修炼者出门带的都是单药啥的 这位可倒好 赶上一个移动厨房了 但老蜜蜂也没说啥 他自己一个蜜蜂 还爱吃涮火锅呢 不多时 羊肉鲜香的味道 就勾起了几人的蝉虫 四人面前还有一个汤碗 里面是一点盐 葱花 等到羊肉成熟 打出去那一点浮沫之后 先咬出一碗汤来 这羊汤油花不多 清淡鲜美 更加刺激了食欲 先来上一小块羊排 高羊肉炖煮这么久 已经软烂脱骨 抽出骨头 把肉块放进蘸料里滚一圈 再塞进嘴里 好软好嫩 这羊肉是我吃过最嫩的 老蜜蜂不由的一阵赞叹 差点把自己舌头都给咬了 而且 这还是排骨肉 带着贴骨肉特有的香味 真的美味啊 再来一块羊上脑肉 纯粹肉块 带来大块朵鱼的爽块 是肉片不能比你的 然后再下入冻豆腐等食材 还有羊肉片 这一顿 吃得十分过瘾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但散了这顿宴席 是为了下一顿宴席 林东方带着足够吃上 几十年的蜂蜜 离开了白城 在老蜜蜂一一不舍的目光中 离开了这秘境 榴莲 蜂蜜 都是甜美的滋味 要想吃到咸鲜 那只有去东海了 目标 年夜饭食材 黄带鱼 浩瀚东海 传说栖息着真龙的后裔 更有鲲的遗迹 哎 鲲 鲲之大 一锅顿不下 哎 鲲你太美 赛百味 林东方吆喝着不着调的吊调 在东海中踏浪而行 心情美得很 现在有修为护身 虽然不能上九天揽月 但是能下五羊摸鱼了 旁边小船上的萧熙月 和东方帝皇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家伙摇头屁股晃的样子 显然是被白毛蜜蜂们 独特 都物资给传染了 在这东海上 东方帝皇的神念 没有受到丝毫压制 稀有的黄带鱼 根本无所遁形 不多时 就搞到了一万多条黄带鱼 东方帝皇眉头一条 这鱼好奇怪 即便有修为 还是长不大 最长不过两米 这条还挺凶 被抓上来了 还咬着猎物 林东方嘿嘿一笑 这带鱼小一些好啊 骨头一闸就酥了 香 他捏了捏这条 黄带鱼细长的尾巴尖 要是不算这尾巴尖 这带鱼大概一米半长 四指宽 通体亮银色 金黄色的脊背上 一条赤红色的背脊 很引人注目 漆黑的眼珠还露着凶光 嘴里咬着一条小鱿鱼 带鱼越凶 说明平时越喜欢捕杀猎物 活动量就越大 肉就越紧实 决定了 等回去先把你下锅 轰隆 此时 海面忽然沸腾起来 几根粗壮的触手 破开海面 直接缠绕向林东方 林东方悚然一惊 他不会魔法 又不是美少女 更不是除魔师 这触手 怎么奔着他来了 则 这鱿鱼是多想下锅 东方帝皇微微摇头 手中鱼叉 方天话己一叉 就叉上来一条百米 来尝的超大鱿鱼 林东方头向后痒了痒 这鱿鱼要是放到地球上去 估计能拍上八九部电影 什么夺命石头沙 大占百米大鱿鱼啥的 师父 这鱿鱼太大了 肉太老 咬不动 这鱿鱼鱼 和之前在热带雨林里遇到的 那磨盘大的青蛙一样 纯属是因为岁数大 才长得这么大 丝毫修为没有 那肉质 肉眼可见的咬不动 萧熙月见到那大鱿鱼之后 顿时想到了 林东方之前 做的鱿鱼锅巴饭 于是开始捕捉鱿鱼 一尺来尝的鱿鱼 最是鲜嫩 他抓了千多斤 林东方扒拉了一下 这群鱿鱼 嘿嘿一笑 还是这种小鱿鱼好吃 但他不打算 把鱿鱼加入年夜饭的餐桌 有一回 他在年夜饭上吃了炒鱿鱼 结果来年就被炒了 从此之后 他就把炒鱿鱼 给移出了年夜饭菜单 林东方想了一会说道 不过要是说最好吃的 还是小八爪鱼 你们不要出手 我来钓一下 小八爪 就是小章鱼 就算钓不到小八爪 也要搞点别的大鱼上来 先前在雪山秘境 听到大狗钓鱼 他心里也挺痒痒的 男人到了一定岁数 就会对钓鱼很感兴趣 哪怕自己不钓 也喜欢看别人 和鱼在那拉扯 好吧 那我们不出手 东方帝皇说到 出手两字的时候 神色有些不自然 林东方在那 撅着屁股捣骨鱼 勾啥的没注意到 但萧细月敏锐地捕捉到了 不对劲 出手为什么说得那么不自然 猛然间 萧细月想到自己 当初也出手过 他难以置信地 看着东方帝皇 不会吧 师傅路子这么眼 但一想到自己之前的操作 萧细月也没法说什么 林东方湿湿然 取出一个保鲜盒 里面装满了海水 又拿出一个网兜 还有椅子啥的 这船挺大 他摆出来不少玩意 至于遮阳 他现在可是宁丹静地修饰 无惧着海面上的阳光 开吊 他很有信心地说道 你们等着 看我给你们吊上来 几瓶好货 典型的自我感觉 运气良好 萧细月微微一笑 轻声道 那我先修炼一会 等会钓到鱼了叫我 他直接到旁边 开始打坐修炼 林东方摸摸鼻子 世界最近越来越疲了呀 不过有种莫名的可爱 东方帝皇微微一叹 他用神念观察了一下 周围百里内 都没什么像样的鱼 这要钓到猴年马月去 于是 他悄悄拘进来不少大鱼 放在周围的海里 还暗暗限制住了 这群鱼的行动路线 让他们排着队 往这边游 赶紧回去吧 做锅巴发 东方帝皇感觉自己又饿了 烤鱼的香味 似乎已经出现在鼻尖 不多时 浮飘猛地沉了下去 随后 一条三米多长的金枪鱼 被林东方欢天喜地地钓了上来 青色传说 金枪鱼 或者说鲑鱼 价值字不用多说 林东方美帝 就差鼻子冒泡了 没想到我第一次传掉 就钓上来这么大的鲑鱼 真是幸运啊 北斗星这边 也把金枪鱼叫做鲑鱼 东方帝皇不动声色地表扬道 徒儿干得漂亮 看来年夜饭的餐桌上 又有一道大菜了 可不 愉快啊 北斗星这边 也很喜欢把金枪鱼 做成鱼生来吃 所谓快制人口 快就是生肉 制就是烤肉 林东方当初也研究过这鱼生 虽然不算什么大家 但也不至于出去闹笑话 早在殷州时期 鱼生就成为了一种美味 记载了先秦时期 各种事情的礼记中 就有关于鱼生的记载 快 春用葱 秋用芥 所以 吃生鱼片用芥末 也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 不是如毛饮血的生吃 而是食不燕精 快不燕细的 仔细切好装盘 配衣辅料 品尝这一口鲜美 唐宋时期 重要宴席上 更少不了这一盘鱼快 不过古人大多吃的 都是淡水鱼 毕竟那时候 远洋捕捞不发达 至于唐朝时期 各种饮食文化外流的事情 懂得都懂了 林东方想到这里 就想到了三国时期 这一口白嫩鲜美的鲁鱼肉了吧 这是他当时和尚书本 心里冒出来的想法 对了 等回去再弄点鲁鱼 海鲁鱼 不如淡水鲁鱼好吃来着 林东方一边摸着 肉质鲜红肥美的鲁鱼 一边想着肉质白嫩的淡水鲁鱼 这份心思 似乎与曹老板 有那么一丝相合 到时候 淡水鲁鱼和金枪鱼一起上桌 岂不美哉 北斗心上的金枪鱼 蓝色还不是最好的 鲜鱼的颜色 但这鱼的肥美 当真让他恨不得 直接淋上芥末就生肯 不过还是要先放血的 说起来 吃鱼生还可以配上糖蒜 说到糖蒜 快过年了 辣八蒜也要安排上 听到他在这嘀咕 萧细月咽了口口水 算 但一看林东方的意思 似乎还不想回圣地 此时 林东方又嘀咕开了 我想想啊 做油闷大虾 清蒸大黄鱼 炒螺片 烧鲍鱼 东方帝皇和萧细月的肚子 开始叫唤了 这几样菜里 他们就吃过烧鲍鱼 还要什么材料 都说出来 为师一次帮你抓个够 东方帝皇急的 都开始跺脚了 瞎个头不要太大 到时候 咱们一盘子摆上十二个 大黄鱼大的小的都要 林东方提了一堆要求 东方帝皇 直接全部搞定 然后急忙回到了摇池圣地 东海之旅匆匆结束 回到圣地之后 林东方第一件事 就是开始和面 做榴莲梭 对了 正好之前在地城还买到了椰蓉 正好把椰蓉酥也做了 师姐 帮我拆个恶魔果 不要 萧细月直接跑出了厨房 东方帝皇 也是如碧蛇蟹一样 远离了厨房 咦 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怎么还躲着厨房 独孤梦溜溜溜打打走过来 手里还拎着一串林果 哎 我们在一个秘境里 发现了一种叫恶魔果的果子 那味道闻起来 算了 你去厨房就知道了 东方帝皇 想到之前闻到的味道 到现在还是心有余悸 萧细月也是脸色发白 独孤梦微微一笑 你们啊 难道忘了那臭豆腐 那是闻着臭吃着香啊 她直接走进厨房 她要在吃恶魔果这一点上 战胜东方帝皇 徒弟 那恶魔果 咦 好奇怪的香味 独孤梦吸了吸鼻子 有些陶醉 林东方此时正在拆榴莲 见到独孤梦来了 急忙招呼道 师父 你来尝尝这果子 可好吃了 独孤梦急忙冲过去 抓起一块金黄色的果肉 就塞进嘴里 她微微眯起了眼睛 赞叹道 好甜 口感有点像奶油 软糯但不是软烂 好特殊的口感 好甜蜜的果子 然后 她注意到了 林东方正在和面 不禁问道 徒儿 你这和面 是要做什么 林东方一边揉面 一边黑黑一笑 要用这果肉 做一种酥皮点心 还有椰蓉酥 酥皮点心 独孤梦一下子就想到了 那入口酥脆的感觉 到最后 咬到这甜蜜的果肉馅料 嗯 那为师试试用这种果子炼丹 上次用大型神果 做出了灵药级别的香丝血 要是把这种甜蜜的果肉 和香丝血结合在一起的话 估计会有奇迹发生 独孤梦说干就干 抱起一个打开的榴莲 一边往外走 一边吃 你你你 居然真的吓得去口 东方帝皇难以置信地 看着独孤梦 在那狂吃榴莲 萧细月也是震惊地张大的小嘴 然后急忙平住呼吸 独孤梦嘿嘿一笑 这可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水果 我现在要把它和香丝血结合一下 东方帝皇和萧细月 直接凌乱了 这是什么可怕的操作 厨房里 林东方把拆好的榴莲果肉碾碎 果盒取出来 留着炖鸡 然后继续和面 六两面 三两水 一两黄油 这果子十分甜蜜 所以 外皮的糖要少一些 有个半两就够了 林东方还是对着留影时操作 毕竟现在满屋子都是榴莲味 萧细月和东方帝皇 不敢越雷池一步 至于酥油 用的是酥鸡面点卖的酥油 酥油使用黄油做的 酥锦鱼做了一堆 给林东方备用 酥油用油纸盖住 然后擀开成一个方形片 先轻轻地用擀面杖一点点的压开 然后擀平 林东方小心翼翼地操作 他之前就做过一次草莓酥 步骤倒也还能挤的 面团醒好了不要揉 直接在表面切一个十字刀口 顺着切口推开 就能得到一个近似方形的面团 然后轻轻擀开就好 然后用面皮裹住酥油片 切去边角没有酥油的不完美的地方 然后折叠 用对酥油那样的方法擀开 折叠三次之后就行了 然后用圆形模具 挨着压出圆圆的面皮 包入果肉 轻轻封好口 大功告成 林东方满意地看着手心里的 这个榴莲酥粗胚 还算可以 然后继续如法炮制 都在表面刷上一点全蛋液 送入烤箱开始烤 叶绒酥的做法 在包的时候 比榴莲酥简单很多 直接把叶绒线搓成掌条 摆在面皮中间 然后面皮 以叶绒线为轴线对折 轻轻压一下封口 然后垂直与叶绒线条的方向 用刀切 两三指宽就行 也刷点蛋液 烤 至于那些面皮的边角料 林东方也没浪费 稍微揉了一下 然后揪剂子 按成小饼干开口 等到他这边的榴莲酥完成 那边独孤梦 也练制好了 第一批恶魔相思血 浓郁的巧克力香味 和榴莲味道混合在一起 然后妙音风上 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林东方拿着一块榴莲酥 追着萧细月到处跑 一边还喊着 师姐 你就尝一口吗 很好吃的 真不臭了 你别凭着呼吸了 你闻一闻 另一边 独孤梦拿着一盒 恶魔果相思血 追着东方帝皇到处跑 东方帝皇 你怕了吗 你居然不敢吃这香思血 我告诉你 这可是圣主令 必须吃 此刻 东方帝皇有那么一丝后悔 辞去圣主职位了 师弟 不要 师姐别躲呀 张嘴 林东方一脸严肃地 抓着一块榴莲酥 喂向萧细月的小嘴 萧细月一脸惊恐地缓缓后退 虽然那通体金黄 最上面一层 因为刷了蛋液还有蜂蜜 而闪闪发亮的 恶魔酥 看起来很美丽 但那里包裹的是恶魔果果肉啊 最后 退到了墙角 退无可退 萧细月嘴上说着不要 心里还是很期待的 毕竟这是林东方 第一次为她吃东西 上次她装梦游 抢林东方的汤圆吃不算数的 师姐乖 嘴巴张大点 很好吃的 林东方一手撑着墙 一手继续往前顶 她脸上 还带着一丝丝的邪笑 活像是一个 强迫仙子的变态老魔王 嗯 最后 萧细月还是张开了嘴巴 别的不说 恶魔酥的颜值 还是很能打的 开口处层层叠叠 肚子里饱满圆润 咔 咬开奶香浓郁的酥松外皮 里面是香甜软糯的果肉 像是半凝固的蜂蜜一样甜美 当然 萧细月也不可避免地闻到了那股 一香 所以吃的还是比较勉强 不过吃完一整个之后 她觉得 再闻这味道 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 她还是更喜欢椰蓉酥 师弟 这椰蓉酥等一下教我好不好 我很喜欢 萧细月几乎是陶醉地 吃完了一个椰蓉酥 外皮不用多说 毕竟是榴莲酥同款 只是那椰蓉馅沙沙的口感 给了她很大的惊喜 不是非常甜 但奶香味比外皮更浓 这点心整体来说 是一种渐变的香浓风味 再配上椰蓉那独特的口感 这椰蓉酥的评价 就是 真的好吃 萧细月在灵冬方面前 放肆 很多 现在都开始一手一个拿着吃了 对面的两位师傅 见到萧细月吃得这么 狂放不羁 顿食咽了口口水 他俩也不管那香丝血了 冲过来一顿萌萌吃 在萧细月的带领下 东方帝皇也勇敢地品尝了一口榴莲酥 随后就不动声色地多吃了几个 帝皇 你这嘴上说着 不要吃这恶魔果 手倒是很诚实吗 独孤梦在一边黑黑一笑 东方帝皇轻轻哼了一声 我只是拿错了而已 又不好再放回去 只好吃了 独孤梦撇撇嘴 这椰蓉酥和恶魔酥长相差距可大着呢 而且最大的差别 已经一转直接开始反击 而且经过咱们宝贝徒弟的处理 这恶魔果的意味已经很淡了 不像你做的那个恶魔香丝血 简直可怕 独孤梦撇撇嘴 冷笑着指了指一边林东方 此时林东方正在吃那恶魔香丝血 他很惊讶 因为这巧克力居然是榴莲夹心的 他原以为独孤梦能做出 把果肉和巧克力直接混合的事情来 现在看来倒是他小看对方了 独孤师傅在甜品方面很有天赋啊 居然是冷冻过的榴莲肉 林东方忍不住又品尝了一颗 像是吃了一口脆皮血糕一样 东方帝皇哑口无言 然后按搓搓摘下几个榴莲 打算也做点什么 让林东方尝尝 林东方正吃着巧克力呢 忽然打了个哆嗦 乖乖 这背后一凉的感觉不妙啊 吃完了点心 东方帝皇把榴莲送到了林耀峰之后 又在折仙峰圈了一块地 先和独孤梦一起刻画好了封印的法阵 然后把榴莲祖根栽种了下去 说起来 这恶魔果树 远属于整个北斗星 现在也该还回去 天下间总会有喜欢这种果子的人啊 嗯 这倒也是 于是独孤梦和东方帝皇 开始比赛扔普通榴莲 他们站在折仙峰上 把这些果子往几个很大的热带雨林里扔 比谁扔得远 以他们的神念和修为 自然不会扔个榴莲 还伤极无辜 嗖嗖嗖 道道采光滑破天际 不少修士都震惊地看着天空 天哪 是杜结镜的法力波动 难道是杜结镜的法宝碎片 追逐机缘 追逐梦想 不少修士 开始拼了命地追逐这些 机缘 但也有人发现 这些光芒 是从瑶池圣地内飞出来的 仅剩了一波 没有跟上 这东西好诡异的形状 有些像狼牙锤啊 大机缘 大机缘 等到他们追到了之后 都傻眼了 哦 这什么果子啊 好难闻 瑶池圣地 难道是在乱扔垃圾吗 道友 你的观点我不敢苟同 这果子明明是一股一香 想来是瑶池圣地培育出的果品 他们以仁善共享之心 把这些果子扔向各地 为的就是让这些果子 生根发芽 有人对瑶池圣地方向拜了拜 瑶池圣地 真不愧是仙子神君的摇篮 为了让这果子 更快地生根发芽 负责世人 我决定贡献我的绵薄之力 在众人敬佩的目光中 他掰开一个果子 扣出果核 埋进了地里 但随后 他抓起一块果肉 就往嘴里塞 好香甜的果子 不愧是瑶池出品 让我想到了那臭豆腐 周围的人都有些无语 这货说得好听 原来其实是馋了 但他们也没话说 这人客观上 却是促进了栽种的进程 不少人仿照这人的样子 开始寻觅榴莲开始 帮忙 也有人依旧对这种果子 吃之以鼻 最后 臭和不臭 分成了两个队伍 开始聚力力争 这种情况 也出现在了瑶池圣地 一群手作 吵得不可开交 林东方可没顾得上管这些 他此时在捣过羊蹄子 胡辣羊蹄子 辣种嘴唇子 鲶鱼炖茄子 称死老爷子 其实这鲶鱼炖茄子 用的不是普通的鲶鱼 正八经的鲶鱼炖茄子 用的是山鲶鱼 这种山鲶鱼 其实是一种血鱼 大名叫江血 因为形似鲶鱼而混淆 当然 一般的鲶鱼 也能做鲶鱼炖茄子 心里想着鲶鱼炖茄子 面前的羊蹄子 在相思果木的火焰上 被烧得劈啪作响 此时 独孤梦又溜溜达达走过来 徒儿 这是为师 之前在一个仇家洞府里 弄来的酒水 味道奇异 而且还有气泡 不过不醉人 林东方愣住了 这个形容 难道是啤酒 烧烤的终极搭档 居然就这么不经意地出现了 事件 拿五十斤羊肉串来 林东方吆喝一声 然后从面前的火堆里 分出来一些炭火 萧细月急忙取来一些 之前穿好的肉串 都放在了石亭法阵里 所以新鲜如初 然后他自觉地开始烤串 哗啦啦 琥珀色的酒水 倒入琉璃杯中 同时产生了大量 洁白绵密的泡沫 细腻的泡沫破碎时 发出的细小的声音 和旁边肉串上的滋滋响声 结合在一起 就是天籁之音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他酒量很不好 也不怎么爱喝酒 但如果是果皮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了 菠萝果皮 和学姐们一起喝醉棒了 眼前这杯 这度洁进大佬酿造的啤酒 度数略高 原脉之浓度也不低 独孤梦笑道 为师知道 你容易不胜酒力 想来这种酒水适合你 而且这是繁俗版本的 你喝了应该没问题 旁边 萧熙月和东方帝皇 都投来了警惕的目光 这位圣主想干啥 林东方接过杯子 稍微抿了一口 这感觉瞬间就想到了 夺命大某某 再一看手里的羊蹄子 他在心里暗暗嘀咕一声 嘖嘖 这胡辣羊蹄子配上啤酒 美得很辣 他不禁问道 师傅 这酒水的配方可弄到了 独孤梦点点头 当然弄到了 为了保证是完整无缺的配方 我直接用了搜魂术 林东方倒吸了一口冷气 出现了 搜魂术 不过没用在他头上就好 喝口小酒压压惊 这用普通麦子酿造的啤酒度数虽然高 但已经无法奈何林东方 这宁丹静的修炼者了 所以 林东方蹲蹲蹲喝了一大杯 然后继续给羊蹄子做足部护理 先用小刀刮去表面的黑灰 然后丢到大盆里 冲入开水 开水可以烫掉羊蹄子表面的油脂 烫洗三次之后 拔掉羊蹄子脚趾头上的脚趾 还有脚趾中间会有一小块肉 上面还有很多毛 需要把这块肉割掉 然后这羊蹄子上部分的皮肉划开 这样焯水的时候 才能去除更多的血污之类的 也方便之后炖煮的入味 林东方在这边记录 这羊蹄子的处理过程 旁边萧细月在用心烤串 炉子里的炭被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部分比较少是小火 一部分比较多是大火 先用小火烤到肉串八九成熟 然后转移到大火上 同时开始撒料 独孤梦出关之后 也听闻了世间众人对萧细月的评价 此时他这位亲力如先 超凡脱俗的大弟子 在很认真的烤肉串 手指上还沾染了一些辣椒粉和孜然面 师弟 吃吧 萧细月微笑着挑出一串烤的 最好的送到林东方嘴边 林东方美滋滋地吃了几块烤肉 再来上一口啤酒 滋润哪 萧细月见他吃得开心 又开始烤鱿鱼 东方帝皇也吃了个爽 但随即他目光一沉 他看到独孤梦取出了一个恶魔果 这家伙 难道要把这果子放在炭火上烧烤 这是什么脑回落 圣主大人 你不要过分 嗯 我就是想试一试 独孤梦颇有些不好意思 他实在是太爱这种果子了 太甜蜜了 而如此喜欢这恶魔果的 还有一个人 灰发剑神独孤浩 此时独孤浩正静静坐在住剑房内 周围没别人 刷 他拔出了一把短剑 这是他最真实的剑 从来没见过血 用这把剑 先切了一些西红柿 然后又把恶魔果果肉切成小块 两种果子放进一个盘子里 然后撒上一些白糖 开灶 一边吃着 这红黄香剑的水果拼盘 他还把一个恶魔果对半分开 放在火炉上烤 这火炉原本是足以融化顶级材料的神火 此时被换成了烧烤用的木炭 等到温度起来之后 又撒上了一些奶酪碎 这是玉兽峰最新研究出来的新品奶酪 加热之后能拉丝 绵密粘稠的奶酪碎逐渐化开之后 独孤浩直接拿出一块果肉 肚结静大老 不怕烫 稍微凉了一下 这位灰发中年冰块连老帅哥 咬下一小块果肉 然后拉丝 独孤浩还把这奶酪撕成的挺老长 然后再慢慢啃过去 果肉香甜 伴随着这浓郁的奶香 真是越吃越不够啊 也幸亏没外人在场 不然独孤浩这人设 就崩到宇宙边荒去了 哎 小妹开发出来的这个吃法 真是神了 最大程度地激发了恶魔果的美味啊 独孤浩平静如水的表情 发出这样的叹息 怎么看怎么滑稽 吃完了恶魔果 她施展了一个秘书 驱散了所有恶魔果的味道 然后转身去了刑发风 最近打架的弟子很多 都是因为争论恶魔果好不好吃来着 倒是没打得太狠 顶多造得灰头土脸的 上次刑发风这么热闹 还是因为臭豆腐 各打五十大板之后 这群人被扔回了各自的山头 独孤浩回了住建房之后 开始尝试用榴莲做蛋糕 谁规定猛男就不可以有少女心呢 等到程大发 收到独孤浩送来的生日贺礼之后 整个人都不好了 起先摇池圣地的这帮手作 基本上都不会刻意去过生日 都是两千岁开外的人了 生日还不如顿悟一下来的兴奋 不过关系好的人 还是会隔几年送个礼 但现在有了蛋糕这个新鲜玩意 他们都开始过手 一个个老头老太太 吃蛋糕吃得飞起 看着那恶魔果蛋糕上摆放的那些精致美观 活灵活现的巧克力小兽 程大发不由地赞叹 那闷葫芦居然还有这手艺 真人不露相啊 只不过 今天收到的蛋糕有点多呀 他宝贝女儿程小云 送来的是草莓蛋糕 然后就是茫茫多的巧克力蛋糕 都是徒弟们送来的 加一起少说也有两三百斤重 整个御寿风大殿里 都是香浓的甜蜜气息 程大发眉头一挑 他看到不少蛋糕 做得都不咋地 歪歪扭扭的 但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宝贝徒弟们的孝心 一顿萌萌吃 然后他出去视察了一圈 开始啰嗦 这血玉牦牛可要控制着温度 可不能让他们热到了 哎 老三你吃蛋糕的时候 别捣乌棚鸡 那玩意不能吃太甜呢 走 这松山野驴的草料里 记得加树莓果 这样他们胃口才好 到时候吃得多长的肥身 这湖里的法阵要时常检查 不然这黄金扇走脱了 就损失大了 御寿风现在已经形成了 规模化产业化的养殖场 林东方可以随意在这里拿取食材 别的风要来拿 那可要经过各种程序的 现在程大发要干一件大事 给黄黛鱼们 在御寿风建造一个舒适的家 轰隆隆 他亲自动手 先是把走一座山峰 然后在这里刨出来一个大坑 哎 这是不是有点大了 程大发干完活之后 看着这十里方圆的大坑挠头 也罢 黛鱼不比善鱼那么好伺候 地方大才够他们游来游去 到时候肉质也好 然后把御寿风之前养的那些蛟龙 都弄了进去 蛟龙们开始呼风唤雨 这几条蛟龙和程大发签订了魂器 所以吃过几次熏机 现在干活格外卖力 所谓水不在身 有龙则灵 有这群蛟龙在 这十里方圆的湖泊 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咸水湖 可以放养那些黄黛鱼了 泽泽 你们这群家伙 可不能偷吃这些带鱼 这可是小林厨房专用的 吼吼 这群蛟龙纷纷点头 上次青筋牦牛被一掌拍死 送到妙音峰的事情 还历历在目呢 他们可不想被端上餐桌 老程美滋滋地啃了一口巧克力蛋糕 然后忽然脸色一变 呸 这是谁做的蛋糕 里面居然藏了恶魔果和臭豆腐 程大发差点吐出来 暗中 东方帝皇摸了摸下巴 看来这恶魔果和臭豆腐放在一起 不太好吃 他本想把这蛋糕送给林东方来着 但恰好想到 今天是程大发的寿臣 就把这恶魔臭豆腐蛋糕混了进去 孟姐为啥在做好吃的上 那么有天赋 东方帝皇长叹一声 他已经试过了烘烤恶魔果 味道真的不赖 算了 再试试恶魔果和辣椒放在一起是什么味道 东方帝皇凭着呼吸 继续研究开了 第二天一早 不知道自己逃过一劫的林东方 开始制作胡辣羊蹄 今天是画风手作的污道宴 昨天就处理好 超过水的羊蹄子放在一边 林东方再准备调料 草果 八角 桂皮和丁香不要多放或者不放 然后还有小茴香 白扣白纸 白胡椒 这些料冲洗一下之后 用料包装起来扔进锅里就完事 辣椒和花椒不用装到料包里 这样煮出来的羊蹄子上会有辣椒和花椒粒 反正我爱看这样的羊蹄子 林东方豪放的往锅里扔干辣椒 然后就是酱油 糖色 盐药一次性给足 萧熙月忍不住问道 师弟 之前见你煮羊肉都是最后才加盐的 林东方点头 羊肉确实要最后加盐 但这羊蹄子吃的主要还是皮和筋 后放盐的话 咸味进不去 这样啊 萧熙月把这句话也记上了 再加一点点的糖提一下鲜味 然后羊蹄子丢进去 小火开煮 两个多小时后 羊蹄子煮得差不多了 林东方开始准备四星望远 四星指的是四种小菜 煮毛豆 猪耳丝 花生米 莴笋丝 其实并不固定 大体就是三素一荤 林东方一边说 一边把花椒八角香叶 桂皮辣椒 和盐扔到水里 大火煮开 小火煮出香料的味道 这是要煮毛豆的汤 萧熙月微微一惊 忍不住道 好简朴的四种小菜 林东方微微一叹 这道菜真的很朴素 煮毛豆和油炸花生米 在大宴上很少上台 但这道菜 是国宴菜单上 几乎必点的一道菜 是一种朴素的传承 要是细说 能开一篇论文 让马远老师拍案叫绝的那种 这中间的月呢 就是米粉上铺满鱼肉片蒸熟 林东方一边说着 一边把一条草鱼踢了骨 然后切片 萧熙月微微点头 这道菜是真的简朴 但不简单 鱼片 加入葱姜末 小米辣碎 湿淀粉 盐 少许糖 还有辣椒酱抓匀腌制 然后开始切出耳朵 斜刀切片 这样和调料的接触面大 更容易入味 调味就是蒜末 辣椒油还有盐 花生米炸到八成熟 捞出来撒上盐就完事 窝笋下开水里 炒到断生 加点盐 小米辣和葱花 再淋上一勺热油也完事 这米粉里加盐 辣椒酱 香油 酱油 姜末 抓拌均匀 蒸笼里白菜叶铺底 然后铺上米粉 大火蒸一小会 蒸米粉的过程中 林东方把毛豆丢进 他们的专属汤水里 大火煮了五分钟 然后捞出来放在一边 这五分钟 也是米粉第一次蒸制的时间 然后把米粉端下来 把鱼片规规矩矩地摆上去 这一次蒸十分钟左右 林东方鱼片切得薄 所以时间短一点 九分钟不到 四种小菜装好盘之后 林东方搓搓手 一脸开心地揭开 胡辣羊蹄的锅盖 这胡辣羊蹄 做了三种辣椒版本的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小火炖煮 羊蹄已经软烂入味 肉皮和筋也收缩了一些 露出来被糖色 浸染成暗红色的骨头 羊蹄的颜色更不用多说 上面趴着的那些 吸饱汤汁的辣椒更是喜人 把羊蹄们规规矩矩地 摆在大刺盘中 落成一个小山 咬出一些圆汤放入小锅 开中火加入辣椒油熬开 然后烹入一些热油炸开着汤汁 最后淋在那些羊蹄子上 这样做是为了好看 然后端出蒸笼里的米粉和鱼片 直接连带着笼屉一起上桌 开宴了 这一声吆喝 是林东方自己喊的 火铃还在闭关呢 画风手作老奶奶 和两位圣主早就在那等着了 上完了这两道菜之后 照例一坛子佛跳墙 这猪耳朵做成的大菜 还是第一次见到 画风手作震惊地看着四星望远 然后取出画笔和纸张 开始画画 林东方挠挠头 这怎么看 怎么像地球那边吃饭之前的朋友圈先吃 他凑过去一看 顿时倒吸了一口香辣鲜香的气息 这菜画得神了 有味道不说 而且真实的 仿佛伸手就能从那画质里端出来一样 然后他忍不住地伸手一端 乖乖 居然真的端出来了 林东方震惊到无以复加 这从画中端出来的油炸花生米 无论是盘子的触感 还是花生米的香味和温度 都和他做的那一盘一模一样 然后再扭头一看 原来画着这花生米的地方 已经是一片空白 好神奇 这就是画道吗 见到他如此震惊的样子 画风手作慈祥一笑 这画道虽然能画出香味来 但碍于我对除道一窍不通 所以这画出来的花生米不能吃 林东方挠挠头 这话说的 难道他在精通画道的话 就能画出能吃的菜肴 画风手作取出一个盒子 里面是一根奇貌不扬的画笔 小林 我没什么好送你的 但这根画笔 是我当年寻来的 即便没有画到天赋的人 也可以使用这根画笔 画出心中所想的任何东西 如果那东西不是很复杂的话 应该可以直接画形 不过你要注意 是有时间限制的 让所思所想的东西 短暂存在于真实世界 就是画到最神奇和可怕之处 这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有了这画笔 自己岂不是就成了神笔马良 说不定真能画出好饭好菜来 果断收下 然后开始吃饭 林东方端出啤酒 然后扎扎嘴 倒是忘了让牧师姐他们 帮我调制果酒了 过阵子去一趟 不管了 先来一口糊辣羊蹄子 三个多小时的小火慢煮 羊蹄子表皮还比较完美 但捏住两头稍微一扭一拽 小腿骨就直接被抽了出来 脱了骨的羊蹄 暗红色的肉皮和蹄筋 还在微微颤抖 咬在嘴里 肉皮软糯火辣 蹄筋和那为数不多的肉 因为被肉皮保护着 所以辣味少了一层 但贴着骨头的它们更香 外辣内香 吃上一口羊蹄 再来上一口啤酒 真的是神仙老子不吉无 当然了 这是比较文雅的吃法 隔壁屋子里 东方帝皇直接把羊蹄抓起来啃 从骨头上把皮肉啃下来 又是一种独特的舒爽和快味 然后一脚踩着椅子 来上一大碗酒 一股豪气甘云的气势 油然而生 旁边独孤梦也不甘示弱 于是 两位圣主开始拼酒 反正林东方没在这屋 东方帝皇尽情释放自我 等把孟姐关罪 我要把她关于恶魔国好吃的做法 都套出来 东方帝皇是这么想的 酒坛里的醉鲜酿 足以让杜洁静的神魂都迷醉 论酒量 独孤梦听不过她 隔壁 林东方啃完了一个羊蹄子 然后开始品尝四星望远 油炸花生米 煮毛豆和窝笋丝 没什么说的 主要是那猪耳朵 微微的蒜香和辣味 激发了卤汁的香味 再配上猪耳朵里 那软嫩带脆的口感 十分下酒 画风手作虽然独爱猪耳朵 但蒸鱼片软嫩的口感 也让她爱不适口 先来一口热辣的羊蹄子 羊肉的香味还没散尽的时候 再来一口微辣鲜嫩的鱼片 别提多美了 然后是那进到弹牙的米粉 只有用竹笼蒸制的米粉 才有这种口感 上面铺着的鱼片 在蒸制的时候 不可避免地流出汤汁 正好被米粉吸收进去 至于那一点点的鱼腥味 早就被米粉中的姜末 给驱赶走了 林东方转身进厨房 盛出来几碗煮羊蹄的圆汤 为了缓解辣味 以及稀释粘稠度 她又加进去了一些清汤 然后把米粉加出来 放进这热辣的汤里拌开 说起来 这样就想起来胡辣汤了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然后开始缩粉 递配版的鱼羊鲜粉 萧细月有样学样 一边缩粉 一边还啃了一口大蒜 那动作极其自然 并没有因为画风手坐在这里 而藏着掖着 但不多时 她的嘴唇 就因为吃了过多的胡辣羊蹄 而微微发红 而且似乎还有些肿 嘶 萧细月小口喘着气 有点受不了 林东方又咽了口口水 说起来 要是我用那画笔画衣服的话 她心里暗粗粗地想了一下 然后脸一红 有些控制不住这个想法了 等吃完了饭 又开始抽签 师傅 呆抽签了 外面的手坐都等着呢 林东方朝礼物吆喝了一声 今天你替为师 抽签 林东方一听这段剧 就知道 东方帝皇绝对是喝高了 于是他取出那个盒子摇了摇 下一位幸运手坐是 后土风手坐 这位手坐个子不高 身材矮壮 名叫贾地龙 是贾明的父亲 他黑黑笑道 俺爱吃萝卜 林东方挠挠头 萝卜 太多的菜里有萝卜了 但萝卜很少会当成主菜 除了地球上的偷国 萝卜呀 那我到时候给前辈您包一笼萝卜包子 配上红油萝卜小菜 再烧一锅萝卜丝虾汤吧 或者萝卜牛肉包之类的 然后再炸点萝卜丝肉丸 到时候 我用红萝卜叼点花 摆在丸子周围 也算是好看一些 萝卜做得好吃 考验厨师的经验 做得好看 只考验雕花啥的基本功 贾地龙喜出望外 双眼放光地看着林东方 炸丸子和包子就行 萝卜丝肉丸 谁吃谁知道 本章内容含有喝酒等行为 在现实生活中 请勿强迫 怂恿他人饮酒 请勿使用酒精等危险品 来搞恶作剧 饮酒后 最好不要泡温泉 本章出现的人物 都是年满20岁以上的成年修炼者 普通人类不可以模仿这些操作 但眼下不是想萝卜丝丸子的时候 隔壁的两位师傅 可是喝嗨了啊 可别干出啥离谱的事情来 比如把他的老汤 拿去下酒之类的 送走了众位手作之后 林东方赶紧去隔壁看了一下 然后他就愣住了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屋里 仿佛灵魂都出窍了 我的天啊 林东方揉了揉眼睛 难以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幕 两只小蜜蜂啊 一道欢快和一道平淡的声音 共同喊出了这几个字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攥着拳头 放在头顶 当作是蜜蜂的触角 前者笑嘻嘻的一脸开心 后者面无表情 但动作一丝不苟 林东方都骂了 这俩人光是举手模仿触角也就算了 腰还扭了几下 不过师父们的腰真的很细啊 啊呸 这可是师父们 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桌子上 盐水鹅 盐水鸭 一堆乳牛肉 破案了 原来真的是师父们偷的 林东方微微一探 真是家贼难防啊 此时 那俩人又喊开了 飞到花丛中啊 这两位杜杰进巅峰女强人的手又放下来 还扑扔了几下 模仿的的是蜜蜂的翅膀 林东方目瞪口呆 这俩人居然还真的飞起来了 不过不高 离地三尺左右 不是说他们不能飞 只是没必要玩个两只小蜜蜂 都这么投入吧 左飞飞 林东方脸色木然地 看着两位师父的身子 朝各自的左边歪了歪 双手都磨到另一边扑腾了几下 这夸张的摆动幅度 是在模仿扑扑鹅子吧 而且这俩人也丝毫没注意到他 又飞飞 林东方一脸羞耻地看着这俩人 又重复了一遍动作 飞 决定胜负的时候到了 东方帝皇出的是石头 独孤梦出的是剪刀 东方帝皇获胜 哼 东方帝皇喜气洋洋地 给独孤梦倒了一碗酒 联姻三把 爽啊 独孤梦大马惊刀地坐在椅子上 端起碗一饮而尽 再来 两只小蜜蜂啊 看着两人又把拳头放到头顶 林东方脑海里蹦出俩子 可爱 事实证明 玉姐女王也能和蒙妹一样可爱 但一想到 这两位都是摇持圣主 林东方有点信仰崩塌的感觉 她转身去把刚刚剩下来的花生 米毛豆沙地端了过来 随后就后悔了 嗖 东方帝皇搂着林东方的脖子 把她拽了过去 徒儿 来喝为师喝 喝一杯 今天 高兴 林东方一哆嗦 虽然半边脸像贴着 天鹅绒枕头一样舒服 但东方帝皇这状态很不正常啊 而且这语气 让她联想到了那些老大哥 独孤梦轻轻敲了一下桌子 严肃说道 帝皇 咱们这宝贝徒弟不能喝酒 你忘了 林东方心里 长出一口气 还是两千多岁的独孤师傅稳重啊 知道她不能喝酒 哼 她现在宁丹静的修为 喝一些反酒还是可以的 东方帝皇恋恋不舍地把林东方松开 然后又取出一坛醉鲜酿 乖徒弟 要不你先喝点白水陪我们吧 独孤梦微笑着 把一杯清水推到林东方进前 林东方摸了摸下巴 她觉得有些不对劲 首先 昨天独孤梦送来了啤酒 这位师傅对酒水的喜爱 恐怕更胜于东方帝皇 再一想到 刚刚独孤梦在哪 两只小蜜蜂 即便这位师傅一身素雅白衣 一脸的严肃认真 高冷黑 长直形象已经深入她的脑海 但现在 喝了这么多酒的话 林东方果断弹出一点太阳真火 落在水杯里 呼 蓝色的火苗顿时就窜了起来 配合着九彩琉璃龙凤杯 倒是挺好看的 师傅 这无色无味的白水 怎么会着火呢 林东方哭笑不得地看着独孤梦 她万万没想到 独孤梦这种平日里 不苟言笑的人 会做出这种事 不过转念一想 当初东方帝皇也是不苟言笑 而这位此时正在对面傻笑呢 哎 徒儿你那可是太阳真火 点燃白水很正常 独孤梦一脸平静地说着谎话 然后忽然哈哈笑了起来 哎 我当年用这招骗我哥 一片一个准啊 林东方有些同情独孤号了 漏风的反假啊 东方帝皇在一边看得清清楚楚 眼睛一转 然后黑黑一笑 学到了学到了 到时候 把这普通白酒换成零米酒 妙啊 然后他一拍桌子大声说道 独孤梦 你太过分了 你这是明知故犯 想害咱们徒弟喝酒 你要自罚三杯 好好 自罚三杯 就自罚三杯 独孤梦蹲蹲蹲干下去三大碗 这醉仙酿可不好找 也就这傻妮子 才会把这酒搬出来这么海海地喝 他心里笑开了花 脸上装着不服输的样子 帝皇 咱们继续喝 于是两人开始继续喝酒 林东方赶紧逃跑 师爹 师父们还在喝 萧熙月抱着琴走了过来 是啊 而且还 林东方小声说了一遍刚刚发生的事情 萧熙月抿嘴一笑 然后目光一动 轻声道 看来师父们很喜欢你啊 林东方挠挠头 那我再给他们加点菜 萧熙月无奈一探 这家伙有时候的脑回路 真的很清洁 他去一边打坐了 林东方倒过 两大锅干锅牛蛙端过去 还有一堆羊蹄子 东方帝皇 挥舞着一根羊蹄子 对独孤梦说道 孟姐 你看看他 多冲 宠我 他喝得有点多 现在的状态 接近于耍酒风 你这不学好的逆诗 东方明明是一片孝心 孝心 独孤梦喝得更多 有点顶不住了 醉先酿酒精上来 他这度洁净的神识 都挡不住 他一只手端着酒碗 一只手还拍着桌子 本来清冷的容颜上 带着醉酒后特有的傻笑 独孤梦继续说道 你那不是一见钟情 是剑色起义 你是 女流氓 你这个师父 当得不像我一样光明伟正 瞧瞧 至少他在师德方面 完胜东方帝皇了 美滋滋啊 再来一口酒 东方帝皇脸色通红 大声道 剑色起义又如何 我就喜欢他 喜欢就去表露心声 你在这哀怨的跟深归怨妇一样 不洒脱 你要 是不敢 姐姐我帮你 独孤梦拎起酒壶 又喝了一口 然后 直接往温泉屋那边走 东方帝皇一惊 这位姐姐来真的 孟姐你别吓到她 你就回屋等着吧 林东方此时正在画画 画的是泡澡用的小黄鸭 一捏枝嘎响的那种 这飘在水面上的小鸭子 过一会就会自动消散 不用收拾 方便 听到脚步声他回头一看 只见圣主大人 摇摇晃晃地走过来 独孤梦见到那些小黄鸭后 眼睛一亮 不过他也没忘了正视 东方 帝皇他说要帮你炼铁 你赶紧洗一洗去他屋里 啊 这 林东方看着醉醺醺的独孤梦 感觉事情有点大调了 他想到之前那一杯 白水顿时提高了警惕 又捏了几次小黄鸭 林东方从水里爬了出来 独孤梦满意地 看着林东方的胸肌 这徒弟虽然痴迷烹饪 但基础修炼一直没落下 等林东方离开之后 独孤梦吞下一山 下水舒舒服服地泡着 还把一个小黄鸭放在头上顶着 抛下 在玩水的独孤梦不谈 林东方忐忑地 来到东方帝皇屋外 这师尊喝多了小酒 就开始折腾涂地了 进屋之后 入眼就是一个大池子 虽然不高 但直径能放进去大象的那种 和上次那些脆体液不同 这次的脆体液和清水 并无太多区别 只是上面多了很多花瓣 快进来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东方帝皇老早之前 就准备好了这一桶百花脆体液 刚刚听到独孤梦说的什么炼铁 索性就用了 师父 这一桶应该不是酒吧 林东方闻了闻 倒是有点酒味 不过比上次抛的那一桶脆体液好闻多了 我又不是梦姐那么损的人 快进去吧 和上次一样 东方帝皇撬脸发红 不知道是酒精还没下去 还是害羞 林东方倒是有些习惯 在东方帝皇面前不怎么穿衣服了 毕竟 每天都有那么一个多小时 是在温泉里抛着 钻进了大桶之后 林东方又体验到了 那熟悉的刺痛感觉 有点像被容嬷嬷用挣扎 但随后他一愣 一只熟悉的狱卒 跨过浴池边缘伸了进来 然后是弧度完美的小腿 以及膝盖以上的浴润 师父 难道 你要来一起泡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现在东方帝皇身上还有一件浴巾 但等下真正进来 是要解开的呀 这种脆体液 讲究的是阴阳调和 必须男女共浴 东方帝皇 机智地给这种脆体液 加了一条使用规则 反正是他开发出来的 怎么用他说了算 然后他背对着林东方 抖手把浴巾扔了出去 急腰的乌发 在水中慢慢散开 东方帝皇的肩头微微颤抖 他很紧张 林东方不知道说什么好 现在已经是名牌了 对面出了四个二代俩王 他觉得自己孝心变质的速度 没有跟得上东方帝皇 成为逆施的进度 这一刻 他已经明白了 东方帝皇 就是传说中的冲突逆施 而从葬兵谷的时候 林东方的孝心 就开始变质了 林东方是一个 不喜欢留有什么遗憾的人 是一个拒绝伤痛文学的人 师父 叫我帝皇 东方帝皇直接转身 目光灼灼地看着他 轻拨灵山影 扶渠硬鹰珠 你叫林东方 我叫东方帝皇 这也是我之前 没有刻意告诉过你姓名的原因 林东方盯着对方的眼睛 目光没有飘忽 他也早就发现了这件事 其实大家都发现了 只是没人拿这件事来开玩笑 太敏感了 帝皇 林东方心里一秃秃 这就是被逆施冲的感觉吗 我知道我这样有点吓人 只是我控制不住 东方帝皇微微低下头 手指圈着一缕头发 在那绕啊绕 他知道自己肯定把宝贝徒弟吓到了 所以 他决定换个话题 缓解一下这种尴尬 所以没等林东方把那句 我胆大 说出来 东方帝皇又说道 说起来 快过年了 你要不要回故乡看看 一句话 仿佛一盆冷水 把这好不容易营造起来的氛围 搞得冰冷 林东方身子一抖 东方帝皇心中暗暗一探 自己这脑子咋想的 咋就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哪怕说 今晚太阳好亮也行啊 林东方深吸一口气 轻声道 帝皇 我其实不是北斗星人 到了现在 在这几位女子身边 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 其实 他也知道自己有时候说话做事 都有些破绽 比如他在日常生活中 偶尔会说一句段子啥的 身为穿越者 在地球养成的习惯 需要大量时间去更改 而穿越者这件事 他已经告诉过了萧熙月 东方帝皇笑了起来 笑得双肩都在抖动 让池水都泛起阵阵漪 他轻声道 我见到你第一面的时候 就知道了 你当时的气息 和北斗星的人 完全不一样 你能和我坦白 我真的很开心 东方帝皇眼中 出现一丝心疼 他当时没有注意到 林东方眼睛深处的惊慌和害怕 但萧熙月注意到了 被萧熙月抢了先 他不在乎 他在林东方眼里 看到了在乎这种 情绪就够了 藏兵谷里那几天 两人手牵着手 虽然没有说什么话语 但那股情绪一直在酝酿着 我前阵子 在宇宙中搜索 关于你的气息 已经找到了你之前生活的星球 要不要为 诗带你回去看看 东方帝皇站起身 点点花瓣点缀在血迹嫩敷上 林东方目光一阵发直 这算不算是跨星春月 毕竟马上就春节了呀 说起来 他在地球上 还有些东西挺舍不得的 比如那口小奶锅 还有最重要的几把菜刀 那可是他赚钱后 请村头二大爷 用炮弹壳钢打造的 虽然已经比不上 现在用的神痕玉铁菜刀 但也是他的念想 而且他自己原来那张床 也蛮大的 于是两人穿上衣服 直奔地球 穿越之后 和师父私奔回地球那点事 林东方当年啊 也想当的作家啥的 但当作家吃不起饭啊 到了地球之后 林东方觉得有些不对劲 灵气 他发现地球上居然有了灵气 你当初是怎么到的北斗星啊 东方帝皇也是微微压抑 上次来还没有灵气呢 现在地球居然开始灵气复苏了 是在 林东方说了一下位置 两人到了之后 东方帝皇眉头一条 居然是阻卖灵根 这里有一个空间虫洞 直通南域 而且 这虫洞里有一丝时间法则的力量 所以 你到了北斗星之后 才会变得年轻一些 林东方恍然点头 不过这空间虫洞已经要消散了 倒是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附属宗门 等我明天带着孟姐再来研究一下 东方帝皇此时恢复了圣主的样子 一言一行都充满威压 让林东方心里有些别样的感觉 随后 两人来到了林东方居住的小公寓 阔别几个月再回来 他成了修炼者不说 还把师父带回来了 施展了一个简单的竖法 清理了灰尘 两人在小小的卧室里 越靠越近 东方帝皇把西皇镜召唤过来 布置了一个阵法 一来隔绝了一切气息 二来压制了他的修为 繁华的都市里 璀璨的灯光在窗帘上照映出剪影 时至蜡月 不时有烟花绽放 这璀璨艳丽的光滑 不如林东方眼前那绝世风采的万分之一 四日一早 林东方被还在坚持工作的闹钟吵醒 看着身边还在熟睡的东方帝皇 他轻轻亲了一口 然后起身在抽屉里 好不容易找出了一些现金 下楼去熟悉的摊位 买了熟悉的红枣糕和大肉包 又买了点八宝粥 他不打算开自己的冰箱 这都几个月了 保鲜层里的东西 估计都 于是封印的死死的 扔进储物界里 等会让东方帝皇 把这冰箱扔到太阳上去 早餐店的大爷大妈 看起来比之前年轻了不少 想来是因为灵气复苏的作用 回屋一看 东方帝皇正在好奇地捅固电脑 他现在只穿着林东方的一件衬衫 旁边地上还散落着昨夜穿的凤袍 给林东方一种如梦似幻的不真实感 不过 看到电脑已经打开了F盘 他心里一翻个 这玩意里面藏着大恐怖啊 他急忙接手 光速上网 找了个动画片给东方帝皇看 他之前预存了两年电费 网也是好几年的 过了一会 林东方搂着东方帝皇 一边吃包子 一边看最近的新闻 一边暗暗庆幸 自己浏览器里的收藏家 是隐藏式的 几位老师傅 都延年一寿了呀 浏览了一些厨师界媒体人 最近发的文章之后 林东方放下心来 几位七八十岁的老师傅 现在看起来也就五十岁出头 精神投机好 他们应该都是除灵体 虽然不及你的除仙体 但做出来的菜肴 也看比普通丹药 所以他们之后会很受欢迎 东方帝皇双手抱着腿弯 整个人都缩在椅子里 一双秀气的狱卒 不安分地摆动着 冬日的暖阳透过他的发丝 让他还微红的肌肤 看起来更加粉嫩 此时的他又恢复了 懒洋洋的少女模样 一点也没有胜主的威严 林东方一边快速点着鼠标 一边点头 快速操作顾不上回话 嗯 徒儿你为什么要删除学习资料 东方帝皇眉头一挑 林东方一直以来给他的印象 都是勤奋好学 喜欢读书的 林东方镇定地说道 现在这些东西 我已经不需要了 啪 云端地删除干净之后 林东方把硬盘扣出来 直接一把火炼化得干干净净 在妙音风的时候 他就时常担心他这个电脑 又把备用手机直接扔进储物间 现在都搞定了 再无应患 要留清白在人间啊 东方帝皇起身换了张床单 然后侧身对着窗帘外的朦胧光线 伸了个懒腰 于是床又白收拾了 下午又收拾了一阵 东方帝皇把独孤梦叫了过来 独孤梦咋咋嘴 对东方帝皇竖起了大拇指 于是两人去那个空间虫 洞处研究了一下 然后来到天外 碰 东方帝皇伸手一拖 掌中世界里爆出一团蘑菇云 这个星球的最强武器 属实有点不够看啊 东方帝皇看着掌心里的那根发丝 微微一探 连他头发都没炸断 不过那个冰箱和手机 倒是灰飞烟灭了 要是林东方见到这一幕 肯定会挠头 那昨晚压到头发还喊疼 独孤梦也测试了几发后 对化神境的修士有一定威胁 最好还是要一位杜杰镜手作来作阵 然后回北斗星 召集所有手作开会 最后镇守摇池圣地地球分布这个重任 交给了独孤号 独孤号修为足够高 而且独孤梦从藏兵谷 折腾回来了一把破损的仙剑 足以撑的其场面 又点了几个弟子 稳健的王二虎和沈浪等人 作为先头部队 林东方把当年那几位老师傅的住址 和容貌告诉了虎哥浪帝 还有一些延年益寿的丹药和书信 让他们暗暗帮衬一下几位老师傅 联想到北斗星那俩傻子后 他用脚后跟想都能猜到那几位老师傅 以后可能遇到什么样的傻子跳脸 装逼打脸这事情 还是交给虎哥他们来比较好 他们专业 而且修为够强 还带了留饮食 于是几位老师傅的店里 就多了一个总来点西红柿半白糖的帅大叔 老板娘的小饭馆旁边 开了一家摇池招生办 这是虎哥入乡随俗搞的 不过倒是没直说 是北斗星的摇池圣地 而是自称影视山门啥的 而浪帝在一边开直播影流 不过 让这个直播火起来的 是林东方的露脸 他之前不翼而非上过一波热搜 现在一露脸 那流量哗哗的 地球疫情过后 林东方心里的那一丝放 不下也解开了 现在的他 完完全全属于妙音风 再也没有离开这里的理由 他美滋滋地回到厨房 把原配的菜刀和几口小锅 重新祭练一番 金刀银刀 不如自己的炮弹钢刀 从万宝峰弄来了一堆材料 他按照炼器 指南开始捣鼓 等到以后修为上来了 把神痕玉铁刀也融进去 林东方美滋滋地欣赏 焕然一新的菜刀 然后开始做晚饭 刚摸出一块羊肉 就看到不远处的小院里 冲出一道火光 火灵出关了 修为境界没有变化 但战力猛增 这得益于他的朱雀血脉 进一步提纯 远远看去 火灵身上多了一股 属于神灵的特有威严 但很快他灵动的双眼 和俏皮的笑容 就让这种威严荡然无存 呜呼 出关了 火灵欢呼一声 嗖的一声跑进厨房 刚一进厨房 他就看到东方帝皇 和萧熙月在一起 赶饺子皮 他有种很奇怪的感觉 感觉这俩人之间 有种从未有过的和谐 忍不住说道 小姨 师姐 我怎么感觉 你们关系 好像又变亲近不少 之前还只是师徒 现在看起来像是姐妹一样 东方帝皇 心中微微一紧 他第一次发现 自己嘴似乎比较笨 不会说话了 萧熙月轻轻一笑 对火灵说道 师父们当年一位是圣主 一位是圣女 后来以姐妹相称 现在师父是圣主 我是圣女 我们情同姐妹很正常啊 东方帝皇只能说 不愧是萧熙月 这丫头的心思 真的灵活 而且有时候 还很腹黑 火灵带毛颤了颤 然后点点头 师姐说的有道理 我也来一起赶饺子皮 得益于猪雀血脉进一步凝炼 他现在可以很完美地 控制体内的火焰之力了 不至于像以前那样 切菜都要小心翼翼的 包饺子包饺子 我一口能吃俩 就在他们包韭菜 瞎人饺子的时候 传音时忽然亮了起来 尚服晋级了 明天要对战二花 咱们的六条腿梦 钟情鸡终于要到手了 火灵狂咽口水 师兄当初怎么说的来着 两条腿做黄焖鸡 还是大盘鸡来着 反正有两条腿 要做炸鸡腿吧 说起来 这次运气真好 直接就抽到了尚服 火灵狂一口吃了俩饺子 显得十分兴奋 林东方也很开心 彭宇姬最大的短板 就是没有轻语彭那么大 也就比大公鸡稍微大一点 所以要是多长 出来一些翅膀和腿 那显然是极好的 说起来 居然每次抽签 都能抽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天公作美啊 林东方都不得不这么感叹 书上说 过于巧合的巧合 就可能是人为的 火灵儿一脸严肃地 看着林东方 师兄 这里面会不会有 至怪书里的那种大阴谋 有可能 所以等会给二花加餐 林东方高度重视这件事 万一尚服很强怎么办 然后几人又开始严肃讨论 明天二花的打法和战术 一直讨论到泡温泉的时候 终于商量出来 一个完美的方案 泡完温泉 林东方有点不知所措 萧熙月和东方帝皇 都诗诗然回屋 火灵儿挠头道 师兄 师父的修为怎么压制到 宁丹静了 是不是等会要锤炼你 林东方捋了驴火灵儿的呆毛 红着脸没说话 东方帝皇现在的状态 就是食髓之味啊 想到前夜的红眉朵朵 他现在 还是一阵心跳加速 东方帝皇 就属于又菜又爱玩那种的 所谓闻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徒弟 有时候能变成师父 师父有时候 也能变成徒弟 第二天一早 吃完了热气腾腾的牛肉面 众人赶赴地城 此时的地城银装素果 挨挨白雪覆盖了每一个屋顶 但神奇的是 道路上干净整洁 没有雪花和融化的血水 街上行人摩肩接种 所有方式都热热闹闹 红灯笼已经挂起 不时地有鞭炮声响起 不论凡人还是修饰 都在置办年货 当然 置办年货的修饰 基本上都是低境界的 修饰到了一定的岁数 就基本都不重视过年了 但有两种修饰 不论境界高低 都喜欢在过年之前这段日子 赚些外快 比如画到修饰 他们画的年画 里面的人或者瑞寿 会在画里走来走去 甚至发出声音 摇池画风弟子 就有不少在这卖画的 而文道修饰 写的对联和符字 会发出瑞彩 高境界文道修饰的符字 甚至可以凝聚一丝气域 富商俱古们 就喜欢这两种修饰 经常一至千金 只为莫宝 等进了寿王殿 又是另一番光景 与大街上热闹喜庆不同 北域天狼谷的人 跟洞房花竹叶 发现新娘子 和别人私奔了一样难受 辛辛苦苦培育的尚父啊 今天八成是保不住了 但天下圣地都在这看着呢 不登台 可丢不起那人啊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天狼谷的人 把始祖狼王的雕像 都请了出来 开始鼎礼膜拜 祈求老祖保佑 保佑他们 在尚父被二花吞掉之前 能及时喊出投降 但这一次 为了让尚父能还有余力 在滔天秘书的吞噬 空间里多支撑一会 更为了避免 天狼谷的人喊投降 二花直接开打 感情深 一口闷 然后 二花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力量 免得尚父暴毙 他化作一道闪电 冲回包厢 怪不得都说狡猾 狡猾 这二花是真狡猾啊 围观的人都看不下去了 这二花有时候会扮猪吃老虎 有时候直接上来就秒人 不按场理出牌啊 天狼谷的人都愣在原地 那个负责喊投降的人 手足无措 谷主 您说 我看到尚父 露出颓饰的时候 才能喊投降 但这 天狼谷谷主也是一阵无语 最后白白手 罢了罢了 幸好这次没有让少主参赛 不然 天狼谷主打了个寒战 少主有什么闪失 那都是不可承受的 他的话 引起了周围不少人的注意 天狼谷少主 可是当年那尊仙狼的亲子 不错 我族少主已经从仙石内解封 这一世当傲视天下 天狼谷的人虽然没了尚父 但还有少主 一样的可以装装逼 但林东方可懒得在意什么狼献亲儿子 狼肉又不好吃 赶紧回去 把尚父弄出来 检查死活才是真的 苏锦鱼和东方帝皇 护送林东方 还有二花他们回了妙阴峰 留下火金云和四个老儿子 在那搞搞表面和谐 二花一落地 就把尚父给吐了出来 他现在只是运用饕贴秘术 要把这种杀生秘术 改良成抓食材秘术 还很漫长 不过也有了一丝方向 还有一口气 快 九转丹 度劫静之下 只要还有一口气 服下九转丹就能救活 陪元丹 一堆丹药灌下去之后 尚父多少有了些精神 但意识已经被磨灭得差不多了 现在的智商和普通大公鸡差不多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这鸡简直就是 长在了他的膝带上 六条剑兽的鸡腿 四根翅膀 三个头也就意味着三个脖子 而且整体看来 能有普通大公鸡 两个半大 好美地鸡 众人不停地夸赞 然后尚父就被程大发领了回去 开始培育 三头六腿 四一捧羽姬 按下程大发和泄五毒 开始研究不谈 妙音峰这边在包大蒜 腊气腊巴 冻掉下巴 林东方老家那边 腊巴不光要做 腊巴蒜还要吃糖瓜 关于吃糖瓜的说法 林东方听过两种传说 第一种说法 是因为造王爷流传的最广 第二种 是因为腊巴这几天太冷了 吃沾牙的糖瓜 可以避免下巴冻掉 听起来有些耸人听闻 但也包含了老人们的特有浪漫 不过 林东方在看到一头 被冻掉尾巴的猪 还有舔了一次门把手后 就对吃糖瓜避免冻掉下巴这件事 深信不移起来 腊巴蒜的制作方法很简单 蒜瓣扔进罐子里 加满白醋 封口保存就好了 至于糖蒜 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是用蒜瓣做 另外一种是用新蒜头来做 林东方左手捏着一粒蒜瓣 右手拿的是 还很有湿度的紫皮新蒜 师兄啊 这蒜头到时候不还要包吗 会不会很麻烦 火灵提出关键问题 林东方笑道 这蒜皮还很嫩 到时候经过醋和糖的腌制 最里面的一层皮甚至可以直接吃掉 到时候 那嫩嫩的蒜皮一咬 就是酸甜的汁水 里面是脆脆的蒜 可好吃了 火灵咽了口口水 师兄啊 为什么这大蒜 也开始让人流口水了呢 林东方黑黑一笑 也不言语 开稿 无论蒜瓣还是蒜头 都需要用盐水浸泡 腌制至少两个时辰 有时间法阵 秒完成 然后晾干 腌料汁林东方偷懒了 搞了个通用版本 一两糖 三两醋 一两盐 一两酱油 就是这料汁的比例 林东方 把蒜头和蒜瓣扔进 各自的坛子里 然后倒入这些汤汁 最后添了一点 高度白酒 封口 就要过年了 做完了蒜之后 萧熙月兴冲冲地 把这些坛子都放好 火灵挠挠头 她觉得 师姐现在 这样子有点像她了 天啊 师姐抱着那么多大蒜 走路带风 这几天 众人都在苦恋面点手艺 北斗星这边过年 也蒸馒头啥的 虽说发面简单 但是给馒头做造型 还不是很容易 火灵只倒过了两天 就放弃了 还是榨小酥肉 简单一些 师兄啊 地城开了一家 很有意思饭馆 火灵蹦蹦跳跳 来到林东方身边 直接抱住她的胳膊 什么饭馆啊 林东方来到北斗星之后 还没探过店呢 不过 她探店不是为了砸场子 一般都是默默吃完 学一学人家的做法之类的 或者学习一下错误的经验 火灵呆毛一晃忧 翠声道 大虾饭馆 他们家做的大虾炒饭 可有意思了 林东方脑袋顶上 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 有意思 做的菜有意思 难道是加了特销 她来了兴趣 把面团扔进市庭法阵 然后出发 萧细月这两天 要和独孤梦学星河杀剑 东方帝皇在一边当陪练 所以两位师傅 一挥手就把他俩丢了过去 节省了大量的路费 大虾海鲜楼 林东方看着那烫金招牌 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 但不管怎么说 先尝尝 地城里的店面 就没有不好画的 但林东方注意到这家店 未免太豪华了 直径一米多的 巨大深海明珠 被一切两半 扣掉中间部分 当成洗手盆 更别说那些 顶级木料制成的座椅板凳 林东方看了看 通向后厨的大门 居然是金屋梧桐做的 虽然没有他的厨房用得多 但也算是地城 酒楼独一份了 师兄 这顿我请 火灵儿学着林东方的样子 一挥小手 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 林东方倒也没客气 那先来两份大虾炒饭 全家福 鲨鱼茄和各一份 海肠海菜蒸饺五剔 林东方看到菜单之后 一拍脑门 上次去东海忘记一件大事 忘记老海菜和抹海肠了 他最爱吃的海产就是海肠 海肠饺子 那可是鲜美到没朋友 而且这东西还不甚 这年夜饭的饺子 海肠县必须安排 以前他可不舍得 急头白脸地吃一顿海肠饺子 这玩意极难养殖 很贵的 不多时 各式菜肴被端了上来 林东方都没顾得上看看呢 很有意思 那大虾炒饭 鲜炫了一剔海肠蒸饺 爽 小二 这海肠蒸饺再来二十铁 火铃才大气粗的一挥手 店小二乐的屁颠屁颠的 这酒楼用的食材 都是饮汽静 乃至住激静的海中精怪 价格极高 尤其是这海肠蒸饺 林东方倒是习惯了火铃 这不差钱的表现 他现在一边吃着蒸饺 一边打量着炒饭 这大虾炒饭里 有真有炒饭 不对 真有虾 还有鲍鱼海参什么的 总之用料 和旁边那盘海鲜全家福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这也没啥有意思的呀 忽然林东方 灵机一动 林儿 大虾炒饭 有意思的地方 我听说过 是不是这饭 是一个叫大虾的人炒的 他想起了一个 古老的冷笑话 师兄 这个笑话太冷了 你找条百万年前的鱼 问问他都会说知道 火灵儿飞飞一笑 然后神神秘密地说道 师兄 这不是名叫大虾的人炒的饭 而是大虾炒的饭 林东方又是一愣 大虾炒的饭 莫非这饭店的厨师 是一只虾 对 火灵儿呆毛一摇 这大虾做的炒饭里还有虾 是不是很有意思 林东方点点头 还真有点意思 但仔细想想 也有那么一丢丢惊悚啊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这个 火灵儿按了按桌子上的 一个小机关 然后对面就出现一道投影 只见一排锅灶前 三只两米多高的大龙虾 正在快速颠勺 它们左钳子掐着锅 右钳子掐着手勺 动作干脆利落 颠勺技巧也很熟练 基本不会有材料 飞出去 呼呼 道道火光腾起 这群大龙虾 完全无惧于火光 它们身上 都有一层好似水波一样的蓝色光幕 林东方咧咧嘴 这还真新鲜啊 一群大龙虾烹饪海鲜 但看到是龙虾在烹饪白虾之后 它心里也就释然了 听说龙虾这玩意 各种海鲜 特别是挑虾线 比林东方都熟练 火灵儿低声道 听说这酒楼的掌柜 是从东海深处逃难来的一只虾王 有人说东海深处打起来了 这帮海族 虽然明面上都服从于龙宫 但老龙王就快老死了 他的那群儿子又不大中用 所以 海族各部最近小动作不断 林东方挠挠头 还有这种事 然后 两人也没有多说话 开始吃饭 不得不说 味道都不错 能有老龄九成的水平 要知道 那个厨师可是一只虾啊 特别是那个霸鱼茄盒 给林东方一个启发 什么鱼香茄盒都是虚的 这茄盒里的肉馅不是猪肉 而是霸鱼馅 白嫩细腻的鱼肉 比猪肉更容易熟透 所以 这茄盒炸得可以更快 也就可以少流失一些水分 这霸鱼馅比猪肉茄 和更加软嫩 所以 显得面衣更加素脆 海肠蒸饺不必多说 脆嫩中 带着一丝微甜的海肠 在口感上 就是一顿暴击 火铃直接爱上了这种食材 吃完饭 两人刚准备结账 只见一只三米多长的大龙虾 慢悠悠飞了过来 这龙虾浑身上下 也有一层蓝色的光芒 外壳乌黑正亮 一看肉质就贼结实 还有那一双大钳子 内侧仿佛扩刀一样血亮 林东方眉头一挑 这绝对是一只通天静后期 甚至肚竭静出气的龙虾 大龙虾坐在椅子上说道 两位小友 我就是东海虾王 夏刘 林东方心里愕然 夏刘 说错了说错了 我是东海虾王 夏断刘 虾王脸色 林东方和火铃 倒是看不出来虾的脸色的 毕竟龙虾的脸都是外壳 总之 虾王脸色有些尴尬 虾须子向着外侧摆了摆 不知夏前辈找我们 有何见叫 林东方不打算纠结对方 到底下不下刘 对方找上门来 肯定有事啊 是这样的 我们海族最近纷争不断 起因一来 是因为老龙王寿源无多 二来是一种重宝问世 夏断刘声音有些严肃 林东方心里一番个 火铃儿也是心中警惕起来 所谓无视线殷勤 非奸即盗啊 他现在已经在猜想 那所谓的重宝 是不是需要林东方这种 石被弃海的顶级天骄 献剑什么的 似乎看出了他俩的警惕 夏断刘苦笑一声 乌黑的瞎眼睛里 闪烁着诚挚的光芒 两位小友 你们都是摇持圣主们的得意高徒 试问天下 谁敢对你们下黑手 我敢说我现在 要是对你们有些不尊重 恐怕过两天我就会被大邪八块 然后放在太阳上 做成烤龙虾了 火铃儿咽了口口水 别的不说 蒜蓉烤龙虾是真的好吃 林东方点点头 他已经感觉到了熟悉的目光 开始盯着这边 夏断刘背后汗毛 林甲倒数 他已经感觉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 别看林东方就坐在他对面 他要是敢对林东方或者火铃儿下手 绝对死得比对面那俩快 所以 我们就开诚不公地谈一谈 夏断刘拿出了足够的诚意 直接把两个钳子给卸了下来 当浪 看着两个大钳子落在桌子上 林东方微微一呆 还有这种操作 我们瞎泻一类 可以断之再生 等会我在街上就是 只要你们不把我这钳子吃下肚就行 夏断刘讲了个冷笑话 林东方无奈摇头 夏前辈 有事直说吧 不过像是帮你夺取龙宫之主 这位置就算了 飞也 请听我细细道来 夏断刘低声道 说起来那机缘的出事 还跟你有关 就抓了点普通海鲜啊 夏断刘无奈地说道 九阴玄火 之前秦鼎那老家伙 去了我们东海深处 弄走了九阴玄火 然后 我族镇守的一处封印 就松动了 我翻遍古籍才发现 我族镇守的 乃是传说中的碎人火 啪 林东方猛地站起身 椅子都被顶飞了 碎人火 他万万没想到 在这北斗星居然听到了 关于碎人士的东西 关于碎人士的传说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有人说他是后三皇之首 但毫无疑问的是 在所有传说中 碎人士的出现代表了火的出现 人族从此告别了 黑夜的漆黑 也告别了如毛银血的生吃 林东方心中 一直把碎人士 当作是烧烤之道的老祖宗 而最原始的烹调的手法 也就是烤 不过 林东方现在 心里还有一个问号 地球那边 关于碎人士的传说 是在数万年前 而北斗星这边 都百万年开外了 有点问题 但随着地球那边 灵气复苏 估计以后 独孤号他们 会有什么发现 林东方现在 很想把碎人火搞到手 碎人火被封印 在一座海底山脉中 无数岁月来海路变迁 其实当年 乃是被封印在陆地上 其实关于碎人士 我们海族的记载 反而更加详细 百万年前天地冲撞 陆地上的各大圣地 基本毁于一旦 我海族的书库 却有的侥幸逃过一截 碎人士是何时诞生的 早已不可考证 但他确实是第一位人族火神 甚至有人说 现在失传的太阳古今 最后才得以在宇宙中 成为第一大种族 随着下断流娓娓道来 林东方再次意识到了 碎人士对人族的重要性 火灵也是心中复杂 对于凡人 他钻目取火 让人类得以控制这种力量 对于修炼之人 他的伟大和重要 更是不言而喻 林东方心中一叹 他感觉自己 正在揭开一些 古老传说的神秘面纱 太多的秘密 被埋葬于历史之中 在这探秘的旅程中 就免不了吃喝啊 先看看有没有机会 搞到碎人火 哪怕只是见证一下 这种火焰的出世 也是极好的 要是用碎人火 还原一下当年人类 第一次烤火 第一次烧烤 那就更妙了 林东方心里盘算着 没出息 的想法 一边摸出传音时 在家靠自己 出门靠师父 嗯 碎人火那里有静止 只有助击镜才能进去 下断流 显然已经和很多人族添交 说起了这件事 他也是无奈之举 再不引入外部力量 去东海搅局 他这龙虾一族 就要彻底凉了 他把签子装回去 然后狠狠地挥了挥 可恶的九头沙 这群畸形的怪物所过之处 把我们龙虾一族 吃得一干二净 九头沙 林东方一愣 他上次想的夺命九头沙 居然还真有原型 此时 东方帝皇已经来到这包间 他先吃了一个海长蒸饺 然后说道 多头沙一直是海中霸主之一 他们幼年的时候 和普通鲨鱼一样 随着修为的增加 就会多出一个头 一般来说 头越多 资质就越好 九头沙是杜劫后期的强者 是龙宫一员猛将 夏段流皆查 悲伤说道 这九头沙现在 恐怕有了 逼宫篡位的心思 我龙虾一族 一直都是老龙王 坚定不移的支持者 这次被多头沙一族围剿 是被杀鸡儆猴啊 夏段流说到这里 一脸的悲愤 林东方 纯粹是通过对方的语气 感知到了情绪 这龙虾的表情 是真难看啊 于是 众人去了东海 这是我们海族的 无偿给你们了 根据二十万年前 达成的海族和人族宝物 归属协议 这一次 你们应该看一下方便之门 我们不管 现在这东西 在东海 就是我们东海的财产 一条八头沙鱼 正在和几位人族老头 激烈的争吵 哄 万丈巨浪滔天而起 东方帝皇降临 没有任何力量外放 只是那股无形的威压 就将浩瀚东海镇的 每一滴海水 都在颤抖 天地宝物 有得者居之 八头沙鱼 快扔进锅里熬汤 东海深处 巨浪真正做到了 滔天 万丈也不是虚指 而是真正高达万丈 仿佛绵延的太古神山 骤然出现在海面之上 林东方看着这壮阔的奇景 心中越发的有安全感 东方圣主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罪过罪过 人族的强者 都对东方帝皇 遥遥一拜 海族的强者 都是心生畏惧 战战兢兢地停在原位 不敢动 当年多头杀一族 本有两条九头杀 其中一条 被这个恐怖的女人三剑 砍成二十块 然后扔进锅里给煮了 听着周围的一润声 林东方敢断言 那肯定不是均匀的二十块 远处 一个中年妇人飞来 她是某个圣地的首座 她对东方帝皇施礼道 东方圣主 这龙虾一族 因为发现 他们镇守的地方 下封印着碎人火 本想知会我人族 但却被多头杀一族 以背叛东海为由 差点赶尽杀绝 多谢道友告知 东方帝皇神色淡然 玉手一翻 背后的万丈巨浪 瞬间被压了下去 化作滚滚波涛 向四周奔涌而去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这女人现在的压迫感太强了 不过一想到 对方刚刚还顺手 造了两个海长争角 她就觉得这场面 忽然没那么可怕起来 火灵二也是咧咧嘴 师兄 师父现在好霸气 我以后也要这么霸气 她小手翻了翻 结果海水没咋动 倒是整出一团火来 林东方捋了捋她的呆毛 放心吧 以后你能把太阳当成球梯 听着两人毫无营养的话 一边的下断流 都是一阵无语 但不管怎么说 这对师兄妹的资质和战力 是她见过的宁丹靖后 背里最强的 她自然能感应到林东方身上 那若有若无的九阴玄火气息 而火灵的火盗仙体 是各大势力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 碎人火他们一定不会错过的 趁着多头沙 被东方帝皇震慑住的功夫 下断流使出手段 把剩余的龙虾族人都救了出来 她直接转身回了南狱 虽然南狱的海大小远不如东海 但好歹不至于 生存在多头沙的阴影之下 林东方心中竖起大拇指 这下断流也是个机智的家伙 放出碎人火的消息 一来交好了人族 二来也介事拯救了龙虾一族 哄 东方帝皇手中 方天化己如祖龙 从星空中俯冲而下 无间不摧的锋刃洞 穿了三重封印 这三重封印 是你们海族后加上去的 不符合规矩 当年我摇尺圣地领域内 发现了海族古堡 第一时间通知了你们 如今你们如此行径 令人心寒 东方帝皇声音冷了冷 比方天化己都冷 八头沙吓得都快尿了 那可是九头沙耗费心血 十多年才弄好的封印 这一下子就给捅碎了 众人也都傻了眼 这东方帝皇实力貌似 又大有增加 只有独孤梦知道咋回事 阴阳调和刚柔病机了呗 诸位 我们去找老龙王和九头沙 要个说法 东方帝皇带着几个首座 去龙宫兴师问罪 年夜饭上的食材 可不嫌多呀 当年他胡乱炖煮的九头沙 味道还不错 让林东方烹饪的话 肯定更加好吃 解除了封印之后 林东方发现 这块海域并不是很深 最深处也就二百来米 施展了一下最近学会的天眼 林东方发现 这片海底是一座海底巨山 从深不见底的东海深处隆起 这地方是巨山的最高处 潜入水下后 林东方瞬间爱上了这种 无气聚深浅的感觉 目光略过那些 五彩斑斓的海魁 无视那些瑰丽的珊瑚 定格在了那些人头大的海胆上 紫海胆 个头大 味道鲜甜 无异味 不过眼下还不是收获 这些海胆的时候 四周有很多年轻修士 都潜入水中 一个个的跟下饺子一样 有的人浑身上下光芒笼罩 海水不能近身 他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大玻璃球中 也有人和林东方一样 选择和海水亲密接触 这是林东方第一次下团本 有些激动啊 人族秘境 众生念力齐句 开 暗中传出一道 浩大威严的声音 林东方的心情 忽然平静下来 虽然只是一道声音 但他在里面 听到了种种意境 公平 慈爱 还有严肃 这声音仿佛能 洗敌人的灵魂一样 轰隆隆 前方忽然出现一座光门 光幕迷蒙 散发着点点混沌气 而光门两旁的石柱 则不是多么精致 甚至有些简陋 完全像是随手搭建的 获取碎人火 不分资质 不论气韵 只论星性 暗中的声音再次响起 众人都激动起来 至少不用打架 就能获得呀 林东方对自己的人品星性 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起码不会偷小朋友的仙辈吃 于是 他静止走向光门 火灵儿也赶快跟上 刷 踏过光门后 两人面前的景象大变样 无尽的海水 被一片蛮荒老林取代 眼前是一小片空地 周围是低矮的石墙 远处是一些古朴道 简陋的木屋 只是用藤蔓作为固定 勉强能遮风挡雨 不对 为什么那些人没出现 林东方疑惑地向后看了看 火灵儿呆毛摇了摇 说道 可能是碎人士 怕我们这群后辈自相残杀 设定成了单人小秘境吧 林东方点点头 假如给你一团火 你会做什么 就在两人到处学木的时候 暗中的声音再次响起 嗯 我看看 诶 我的储物切打不开了 林东方有些惊讶 但随即也恍然 这秘境把修为多压制到了柱基镜 想来不让带一些别的作弊道具 前辈要是丢火 我先出去摸几个海胆回来 做碗海胆疙瘩汤喝 海胆疙瘩汤是林东方喝过最好喝的疙瘩汤 我打算烤鱿鱼 火灵儿举起了小手 他发现自己的猪雀火和太阳真火 在这都无法使用啊 暗中的声音沉默了 但随后 两团橙红色的温润火焰出现在他们面前 随之来的还有几个海胆 两只鱿鱼 前辈 你这只给食材 我这没锅啊 我这家伙是都在储物界里 要不您让我把锅碗瓢盆都拿出来 而且 没面粉我也做不来疙瘩汤啊 林东方是图像上次和天杰那样讨价还价 但暗中的存在 没有搭理他 只留下他在风中凌乱的尴尬 火灵儿在一边笑得呆毛乱晃 然后说道 师兄 你看这海胆和鱿鱼貌似 是被时间禁锢的 林东方仔细观察一番 又抬头看了看四周 他又回忆了一下苏家始祖的时间传承 发现果然如此 恐怕这秘境里过去一年 外头才过去一两天 林二 我觉得这秘境的考验 应该是让我们在这里求生 求生 火灵儿有些不解 对 我们现在是助基金初期 无法避谷 在找不到出口的情况下 迟早 饿死 被淘汰 林东方眼睛放光 他猜到了这秘境主人的用意 他手一挥 想来这周围的树林里有一些可以吃的东西 咱们去找找看 好业 火灵儿欢呼一声 这让他想到了之前 再灵药风采蘑菇 事实证明 前辈还是很照顾这些后生晚辈的 林东方发现了麦子 大米等穀 还发现了土豆菠菜 葱姜蒜啥的 虽然没有种在规规矩矩的菜地里 但也都是一小片一小片的 有了这些发现 他就不着急了 先搞个桃锅再说 他把助基石后 体内搞出来的灵力锅寄出来 但直接被碎人火给烧穿了 这火看着不是很厉害 但可以焚烧灵力 至于用普通树木搞出来的火焰 则无法烧透这灵力锅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林东方和火灵儿 发现他们的修为被压制得越来越低 最后直到出入影气境 所以没招 搞桃锅 林东方当年采购桃锅的时候 听店家说要先洗土啥的 旁边刚好有个小溪 林东方用体内灵力化成一个波及 兜着这些黏土 在水里晃悠 去掉了草根之类的杂质 然后开始沉淀晾晒 最后捏出几个锅碗 开始控制碎人火断烧 碎人火的温度不是很高 也没有恐怖的能量波动 跟普通木柴燃烧差不多 断烧逃过的时候 林东方和火灵儿开始打炼 倒到一只野猪 很普通的野猪意味着异味大 所以要去寻找一些香料 整了一堆柴火开始烧炭 等会回来用 两人又钻进郁郁葱葱的树林 林东方发现 这个秘境虽然不大 但是各种地貌都有 从湿地滩涂到沙漠隔壁 从威俄雪山到滨海沙滩 不过也只有沙滩和一点点的浅海 师兄 这李子很好吃 火灵儿笑嘻嘻地 把一个李子递给林东方 这是我现在能找到的 最好吃的东西 你不要嫌弃哦 林东方接过果子 心中一暖 不愧是贴心可爱的小师妹 很普通的一个李子 但是果肉脆爽 酸甜适度 开胃啊 林东方很久 没有这种 秒饿的感觉了 但因气静出气的修为 起码还能坚持 好几个月不至于饿死 不过 他不喜欢挨饿的感觉 也不能让火灵儿跟着自己挨饿 寻到了八角和花椒 还有桂树 割了一些树皮下来 还好 是饮气静出气的修为 不然连剑气都搞不出来 林东方嘀咕一声 火灵儿苦笑道 师兄你的十倍气还抗噪 我现在 已经一点修为都没了 林东方一惊 这秘境还真严苦 让一群修炼者 短暂没了修为来荒岛求生 所谓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 火灵儿很庆幸 自己跟在林东方旁边 哎呦 他这一走神的功夫 脚下踩空 脚崴了 他从生下来就不知道 崴脚是什么感觉 现在疼的眼泪都在打转 不过他还是强颜欢笑道 师兄啊 我这脚踝肿的 跟炖透了的猪蹄子一样鼓鼓的 林东方白了他一眼 得了 等给你炖猪蹄子吃 火灵儿呆毛一抖 兴奋起来 他把火灵儿背了起来 往回走 好耶 我娘说吃啥不啥 火灵儿搂着林东方的脖子 手里拎着装满收获的藤条小篮子 他觉得 现在的日子也不错 而且 他也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说书人总会说什么 只献鸳鸯不献鲜了 这种与世无争的日子 真的很美好 心里想着 这些有的没的 他趴在林东方背上睡着了 小手 倒是还一直紧紧攥着小篮子 回到营地 林东方把火灵儿 放在甘草垫上 开始忙活 先用所剩无多的灵力 治疗了一下火灵儿的脚踝 然后拢出一些炭火 盖住土豆制烤 又搭建了一个小棚子 鬼知道这秘境里 会不会下雨 他还有一丝修为 所以干起火很快速 桂皮要晾干才能用 但林东方现在等不及了 直接烘干 味道差点就差点吧 火灵儿睡醒之后 啃了三个烤土豆 两条烤鱿鱼 一瘸一拐地帮忙 转眼 天色变暗 两人在小棚子里依偎在一起 轰隆隆 天边传来阵阵雷鸣 不多时 下雨了 林东方悠然一叹 他就算再笨 这群后辈体验一下蛮荒时期的人族 是多么不容易 而且他也暗暗庆幸 还好这秘境里 没有很强大的蛮兽 不然这半夜睡觉 恐怕都会被叼走 等到香料忙活完了 已经过去了大半天 桃锅啥地撤去火焰 开始自然放凉 林东方去了趟海边 用椰子装了些海水 然后放在火上制烤 煮出粗盐 把这些椰子壳和粗盐带回营地 利用升降温的方法反复提纯 就得到了一些粗制经验 盐是百味之王 有了言一切都好说了 林东方以前还真想去体验一下荒岛求生 现在发现 要是没有这一身修为的话还是算了 次日一早 火灵的脚踝 经过林东方用灵力简单的调理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他这脚踝好了 就可以干活了 在一边洗菜 翻动一下烘烤的辣椒之类的 林东方再给猪肉焯水 熬猪油 他自己做的逃锅安全性没把握 他还真怕炸锅 体表覆盖着一些灵力 运转着化天荣地秘数 倒也不慌 师兄 我的修为好像恢复了 火灵儿在一边忽然欢呼一声 林东方愕然 随即他发现 自己的修为也恢复了 而且储物界也能打开了 他不禁无语地看向天空 前辈 你这 暗中的声音答道 你们一天多的功夫 就做出了锅 已经算是提前通关 居然还真是求生测试 林东方挠挠头 先把有纪念意义的桃锅收起来 然后用储物界里的锅灶 开始做饭 旁边的野猪 飞速处理一遍 涂抹上蜜汁酱料 开始腌制 先做海胆疙瘩 那紫海胆 可是秘境守护者弄来的 个头大 分量足 切开之后 满满的黄 先把这些黄 都小心地抠出来 灵儿 这海胆黄里 有的会有这种小小的 黑膜之类的东西 要挑出来 林东方见火灵儿 对这海胆很感兴趣 就随口嘀咕一句 然后用勺子 把海胆黄分割一下 不然太大了不好入口 这海胆黄一个 能有拳头大 属实是极品 不过做疙瘩汤 最重要的 还是面疙瘩的制作 林东方取出面盆 开始做疙瘩 一手甩水 一手搅动 不多时 少拌盆面 就神奇地变成了 花生米大小的面疙瘩 火灵儿 震惊到呆毛乱抖 他看了看自己 盆里那一团面 泄了气 师兄 我做得怎么就这样呢 甩水的时候 不是用手心咬水 而是用手指抓 然后一弹 这样就是好多小水珠 洒进来 林东方又示范了一下 火灵儿眼睛里光滑闪闪 他觉得这有点难 不过你做成这样 还可以补救 还有一种做法 是诗疙瘩 加水和鸡蛋 把面搅和成面糊 火灵儿兴奋地说道 这个我会 是比做小酥肉 更加粘稠一些的面糊 对 然后烧开水 把面糊倒在漏勺上 上下左右不规则地乱晃 这样漏勺的孔洞里 就会有面糊滴落到开水里 烫成面疙瘩 干疙瘩好看一些 而且做好了汤 鸡蛋也不至于很粘稠 但湿疙瘩里有鸡蛋 盛在更香 林东方做疙瘩汤 都是轮着来 两样都喜欢吃 起两口锅 都是少量猪油 爆香葱姜蒜末末 然后添水 下入黄耿耿的海胆 烧到水开 然后干疙瘩一锅 湿疙瘩一锅 调味 煮到疙瘩熟透 煮疙瘩的时候 搅动要轻柔 火也不能太猛 不然海胆就太碎了 林东方美滋滋地转动手勺 他还真有一段时间 没吃这海胆疙瘩汤了 白白嫩嫩的面疙瘩中间 是金黄色的细嫩海胆 粗广中带着一丝细致 看似不相干的两种食材 完美地拥抱在了一起 面疙瘩让汤汁浓郁粘稠 炖煮不至于让海胆被弄碎 而在此过程中 作为回馈 海胆让面疙瘩里 孕育了鲜美的滋味 金银沛 不过如此啊 潇洒地淋上蛋液 蛋花可以让汤更加润口 再补上一些青菜和葱花 出锅 开饭 火铃儿早已从储物界里 拿出来的桌椅板凳 然后还把林东方 昨天搭建的小棚子收了进去 有纪念意义 虽然只是搂在一起 但那风雨里的温暖 更显得弥足珍贵 与动人心弦 于是开吃 无论是面疙瘩还是海胆 大小都十分合适 一汤勺下去 海胆和面疙瘩一起入口 鲜甜的海胆入口即化 给嘴里铺上一层鲜美的底味 然后是软弹劲道的面疙瘩 与面条的口感迥然不同 一口下去 暖人一整天 两人喝完两锅疙瘩汤 又把野猪给烤了 火铃儿美滋滋地 抓起一根烤猪腿 吃什么补什么 昨天可是崴了脚呢 轰隆隆 两人正啃着猪腿呢 天空中忽然出现一个石门 石门缓缓打开 露出一个涌道 两人直接飞了上去 进去之后 他们脸色都微微一变 周围都是壁画 师兄 我怎么感觉 这些壁画上记载的 都是咱们人族始祖求生的样子 林东方神色肃然地点头 周围的壁画 一开始记录的都是人类 是怎么躲避虎豹猛兽 有潮室 暗中的声音念出了这个名字 带着无边的崇敬和怀念 这个人就是有潮室吗 他学习鸟兽潮穴的样子 搭建了第一座房屋 或者说是人类的潮穴 远离了逼着阴暗潮室的山洞 在阳光下 建造简陋的巫室 远离了那些喜欢阴暗的毒虫 火灵儿看完一段壁画之后 心中悸动 他一直以来都把住在房子里 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 原来在房屋发明之前 人族过的是这种日子 碎人士 林东方看到了碎人士 钻木取火的记录 之后 人类就学会了炙烤食物 吃生食 而常常导致疾病 甚至死亡的日子 一去不返了 对啊 如果我要是留下除道 那要修炼的第一种技巧 就是烧烤 林东方脑海中 闪过一道亮光 有所悟 于是他盘坐在地 开始仔细琢磨 除道 离不开控火 太阳真火霸裂刚猛 九阴玄火 寒冷冰柔 其实都不适合烧烤之道 碎人火已钻木而成 所以 天生适合除道 但后世除修 总不能先来这里 获得碎人火在修炼 所以要想办法创造一种 类似的火焰秘术 林东方静静思考的时候 远处一幅壁画亮起 火灵儿走过去一看 是碎人士第一次感悟到 天地灵气开始创法的壁画 那时候的碎人士 只是能粗浅地感知到 天地灵气 用北斗星现在的境界 划分来说 是最最弱小的 隐气境一重修为 此时 一阵低雨从壁画中传出 每逢阴雨 或寒冬时节 火种熄灭 又钻火不成 当如何 林东方现在的心绪 和碎人士 当初创法的时候 有那么一丢丢类似 所以 共鸣就产生了 碎人士的一丝感悟 传入他的心中 虽然只有一丝 但也给了林东方 极大的帮助 凌入炉顶 汇聚星火 处于双目 两道赤裂的光芒 穿过涌道 洞穿了这秘境 从汉海中穿出 直入云霄 大道轰鸣 又好似 有无尽仙神 在颂读经文 仙光垂落 天降一彩 点点火光 化作花鸟鱼虫 又化成流云汉海 汉海上 众多强者 无不惊骇 这是有人在创法吗 而且 还是火道仙法 难道是火晶云内丝 偷偷进了那秘境 海面上 只有东方帝皇 和独孤梦知道 是怎么回事 他们都是一阵恶然 这宝贝徒弟 还不到原音境 就开始创法了 林东方满意地收工而起 他这除道仙法 肯定不能一蹴而就 这篇秘书他命名为 除神火器 是最最基础 最简单的 弄出一团 类似碎人火的火来 林儿 来试试师兄这秘书 应该能让你 很完美地烤一个猪腿 师兄 你获得了太阳骨精之后 就用这来烤猪腿 还能炒菜 但是这涌道理 施展不开 走走走 挖海长去 师兄啊 这还有好多壁画 林东方走过去一看 发现上面记载的是 岁人士之后的几位人皇 比如福西创造八卦 女娲补天 神农长白草 并且利用火焰制造淘气等等 这些都是在地球那边 都存在的传说 不想在北斗星上 也看到了 林东方摸了摸下巴 他总觉得这里面有大秘密 他心里冒出来 很多推测 但现在线索不多 总觉得差些什么 摸出流影时 把这些壁画都记录下来 他们走到涌道的另一头 回去再说 哗啦啦 碧波荡漾 海风袭袭 他们走出了秘境 回到了海面上 在秘境里 度过了两三天 外界只过去了几分钟而已 林东方朝四周看了看 很多人 都是面黄鸡兽的 在狂吃补气单 这帮哥们 一看就是在秘境里 被活活 饿死 也有人面色 还比较黑 想来是被毒死的 这群人 能在那啥都有的秘境里 被饿死也是不容易 而且这群人 要被饿死的话 起码要在秘境里 度过一个多月 林东方心中 微微一惊 碎人士 这操控时间的手段 比苏家始祖 还厉害 但他获得的太阳古经中 并没有关于时间的传承 不愧是第一位 开创出修炼法门的 始祖级人节 想来他老人家 已经无需参悟时间大到 就能直接控制时间了 这是何等的伟例 林东方又悬摸一圈 发现也有人面色 严肃盘坐在海面上 毫不避讳地 祭出碎人火 在参悟 显然 这群人 也看到了那些壁画 心绪大受触动 哄 远处爆出一阵巨响 一条万米长的九头沙 被从海中打到天空中 九个鲨鱼头 都在狂喷鲜血 跟瀑布一样 显然 龙宫里弹崩了 几分钟的谈话 简短有效 东方帝皇一记上勾拳 直接把九头沙 送入了天外宇宙 然后独孤梦 从暗中杀出 一箭斩碎其神面 九头沙光速去世 甚至都没有来得及 说什么 疑言与狠话 唉 万事何为贵 一道苍老的声音 在东海上方飘荡 围观的一群 手作级人物 都是一咧嘴 这老龙王真损啊 等九头沙 死了才出来劝架 但想到 九头沙的所作所为 众人觉得 老龙王这么做 也算正常 林东方刚想去摸点海胆 就被东方帝皇 给抓进了龙宫 火铃儿 也被带了过来 好华丽的宫殿 林东方顿时就愣住了 他忽然觉得 自己的厨房 有些寒酸了 这龙宫的奢华 远超他的想象 这地板 全都是金屋无铜墓 这海族 是真的有钱 而且 这龙宫中 没有海水 干燥整洁 似乎可以整烧烤 龙宫大殿 宝座上盘着一条老龙 老到什么程度呢 连龙脚都松动了 见到林东方之后 他浑浊的老龙眼里 闪出两道光滑 不愧是东方道友的爱徒 龙形虎步 头角真容 一看就不是池中之物 林东方还是第一次 在现实里 听到这几个词 背后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再一看对面那老太龙中 龙铃都快掉光了的老龙王 他就觉得更加怪异了 这位小友活泼可爱 可谓是中天地之灵秀 老龙王又一阵 猛猛夸火铃儿 火铃儿小脸一红 躲在了林东方背后 这夸得他都不好意思了 林东方挠挠头 这老龙王这么高的地位 即便是看在东方帝皇的面子上 按理说 也不应该这么低姿态才对 以龙王的实力 即便不能做到 和东方帝皇四六开 起码也能三七开吧 东方帝皇似乎看出了他的疑惑 笑道 老龙王和我们一位熟人是老相识 这次是有事相求 你身上有鬼主前辈的烙印 可以将他的投影呼唤过来 林东方恍然 然后暗暗召唤了一下鬼主 老头骨眼窝中的鬼火 直接洞穿了空间 从中遇天池看了过来 没想到百万年的时光过去了 你这老家伙 还没有变成粪土 他看到老龙王后大吃一惊 看到林东方等人茫然的样子 他介绍道 这老家伙 和我是同一时期的人物 当年肉身被磨灭之后 不见踪影 不想现在冒了出来 你这老吃货 不也是没死透 林东方觉得 面前的景象 完美复刻了 当初小猫和鬼主的见面 上来就是掐架 老龙王目光一鸣 一股惊天的龙气 澎湃而出 海面上的众人 都像是火烧屁股一样 抓起各自的弟子 窜到了高空中 他们有种错觉 仿佛下一秒 就会被那龙气搅碎一样 哼 老哥哥 我当然不是那么容易死的 鬼主嘴巴张了张 似乎做出了一个嚣张的表情 老龙王冷笑道 半死不活罢了 我看你 还能坚持几年 你这老尼丘 戒尸还魂 比我可好不到哪里去 我就算是彻底灰飞烟面 也不会用戒尸还魂 这种邪门歪道 鬼主也冷笑一声 你这具身体已经死亡 要想还阳 何其艰难 我劝你 还是早点化作鬼体 不然等到死气 浸染了你最后一丝真灵 到时候 可就真要化作黄土了 林东方等人恍然 怪不得老龙王说 自己认识鬼主 原来是同一时期的人物 你以为我不想 但凡我的本源之体 还留下一铃半招 也能像你一样 狗言残喘 鬼主一呲牙 老尼丘 你说谁是狗 哼 我说的可是狗言残喘 你这不学无数没文化的家伙 老龙王神色不变 直接糊弄过去了 鬼主一叹 得了得了 吵架没意思 你这老尼丘 多半是想要那九头沙的尸体吧 吞噬了那家伙的本源 你应该能更好契合你这个身体 老龙王连连点头 不错 我想求的就是这件事 若非东方圣主出手 我自己还真不敢和九头沙动手 他一脸期待地看着林东方 他这么大岁数的人 自然能看出 无论是鬼主还是东方帝皇 都很尊重林东方的意思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但这不重要 林东方愕然 这老龙王虚弱到这种程度了 嗨 这老龙当年肉身都被磨灭了 不敢动手很正常 鬼主堆堆瑟瑟地在半空晃悠两下 九头沙应该掌握着抽魂之类的秘书 天生克制这戒尸还魂的老龙 老龙 你要这九头沙 可要献出诚意啊 这是当然 老龙王尾巴一卷 直接取出一尊残破的青铜方顶 这是大羽始祖留下的九州顶之一 乖乖 要是用大羽始祖的顶当锅 用碎人火来炙烤 然后下火锅会是什么感觉 林东方的话 让众人把对九州顶的震惊话语 给硬生生混合着口水 咽了回去 大羽始祖留下的传说很多 他的法宝也不少 在地球那边最著名的 就是定海神铁 而河图洛书 开山府 避水剑 与王朔则没有那么大的名气 大羽制水成功后 令人铸造九州顶 上面刻画着山海经中的各种异兽 但林东方现在脑海里 又蹦出来一个问号 大羽始祖制水的传说 他仔细观察过后 发现这尊大顶上 笛笛雀雀刻画了不少异兽 最显眼的就是一头魁牛 头顶是无边的黑云和雷电 脚下是漠浪翻涌的海面 显得神异无比 但现在 这种神异表现在味道上 林东方可不是光说不做的假把式 洗刷干净了大顶 直接祭出碎人火开始烧水 然后扔进去调料和底料 又取出一块魁牛肉 开始切片 他在这准备着火锅 旁边的老龙王 咽着口水讲故事 龙族第一代始祖龙陨落后 化作大河在九州大地上流淌 但他体内的龙气没有散尽 所以偶尔就会爆发出水患 于是大禹以河图定位 以神铁镇压 用剑和朔 与吸收龙气 而异化的水怪战斗 九鼎寓意九州 九州大陆乃是先知故乡 也是人族起源的地方 但随后九州崩碎 有的崩入无尽的空间中 有的落在各大星辰上 这些都是上古秘文 整个北斗星也没几个人知晓 林东方这下多少 猜到为什么地球上 也有那些传说了 应该是一群被封印的先民 随着九州大陆 坠落到地球上 所以地球上的一部分 就被称为九州 也就有了碎人士等人祖传说 鬼主对着林东方等人严肃道 这些事情 你们听个热闹就好 不要去深究 免得影响你们现在的修炼和心绪 众人连连点头 此时水开了 可以下肉了 鬼主眼巴巴地看着 他吃不到啊 老龙王见他 这连咽口水都做不到的样子 有些愚心不忍 说道 嗨嗨 老伙计 要不你分出一点真灵试试 我这戒尸还魂秘法 控制九头沙的一个脑袋 你也能尝尝味 鬼主犹豫了一下 那要不我试试 老龙王得意一笑 刚刚是谁说 即便灰飞烟灭 也不戒尸还魂来着 此一时彼一时 能吃到小林做的饭菜 我就算是脱生 在狗身上也值得了 鬼主的一缕 真灵从中遇天吃飞来 直接钻进九头沙的体内 然后凑过来 开始狂吃 吃到了 吃到了 这就是除道体做的菜肴吗 我的天啊 鬼主大呼小叫 九个鲨鱼头同时张嘴 吃到鲨鱼尾巴乱甩 林东方眉头一挑 这位前辈的吃相 有那么一丝丝类丝二花啊 老龙王吃的倒是十分斯文 不过也十分快速 不光有火锅 还有各种海鲜烧烤 火灵儿在一边美滋滋的 烤着鱿鱼 这都是老龙王 亲自捕捞的上家品种 橙黄色的碎人火 不会让食材变黑 而且温度极好控制 滋滋滋 油花作响 水气蒸腾 油花作响的是烤鱼干 鱼香随着油香 到处飘荡 咔 酥脆的鱼尾 轻轻一捏就碎开 吃的时候 要小心 可不能浪费了 这最美味的烤鱼尾 一边的牡蛎 和各种贝类都是 水气蒸腾 发出轻微的 呲呲 响声 最后 还是大块肉串来的过瘾 滋滋啦啦 肥肉受热特有的声音和香味 加上辣椒粉和孜然 让龙宫里 多了一种草原 和大漠的粗犷 林东方还凉拌了一些海芥菜 很简单 海芥菜开水烫熟 过凉后钻干 然后盐糖醋 灵魂蒜末 酱油 辣椒油 吃多了烤肉略显油腻之后 来上一口微酸微辣 蒜香浓郁的海芥菜 直接爽到心里 对付美味的战斗力 大大增加了 而烫熟后的海芥菜 扔到麻辣的火锅里 再稍微煮一会 又是另一种美味 一顿饭下肚 冰煮尽欢 这葵牛下肚 我倒是想起来一件事 老龙王打了个宝格 十分不雅地 用龙爪踢牙 老家伙 难道你知道 葵牛部落在哪 鬼主两眼放光 他决定等会回去 就找个倒霉弹剂炼 成长期的替身 这样一来 能行走世间 二来可以继续品尝美食了 葵牛在哪我不知道 但我听说 随着九州大陆崩碎 原本生活在一起的那些异兽 也流落到宇宙各处 我只知道那文瑶鱼 和罗鱼 染移鱼 在文昌星上 老龙王的话语 让林东方微微一呆 有点远啊 文昌星上 基本都是书画两道的修士 虽然战力不算太强 但那颗星辰 气韵相当好 东方帝皇当年 也是去过文昌星玩耍的人 那等物到茶大会之后 咱们就去文昌星玩玩 到时候尝尝那和罗鱼 是啥味道 林东方兴奋地搓搓手 然后开始和老龙王说正事 来点海肠 来点鲍鱼 过年的饺子 林东方打算 做三种馅料的 经典的韭菜虾仁 然后是海肠猪肉韭菜 以及鲍鱼饺子 老龙王高度重视这件事 直接安排虾兵蟹匠 出去忙活 接下来 他要炼化掉九头鲨的身体 鬼主依依不舍地撤去了真灵 然后他就惊喜地发现 用鲨鱼身体吃进去的那些盗鱼 被他带回了自己的本体 说起来这九头鲨 也是有一丝真龙血脉的 当年有一条九头龙 其血脉造就了九头鲨 这九头鲨中 对我最有用的 还是这几股 林东方来了精神 急声道 这样说来 鱼翅可以留下来咯 确实可以留下来 林东方听到这话之后 大喜过望 太好了 师父你把这鱼翅封起来 以后留着做佛跳墙 东方帝皇赶紧把鱼翅剁了下来 嘿嘿 要是用渡洁净的食材 做一锅佛跳墙 会不会直接成仙 摆弄九州顶 认真观察 上面刻画了多少只异兽 老龙王把九头鲨吞噬之后 气色明显好了不少 黑白将军 聚寻一些鲨鱼和海长来 还有海螺 鲍鱼 随着他的召唤 龙宫外出现一道黑白色的身影 让林东方惊讶的是 这位将军 居然是海中萌兽虎精 完美的流线形 圆胖胖的身子上 黑白分明 硬 是 虎精将军开口 肯定会先硬一下 让林东方无语的是 这位老哥后面的 是 像个操汉子 不可爱了 一般来说 虎精天生克制鲨鱼 但黑白将军出入杜结境 远不是九头鲨的对手 哎 老龙王无奈一探 当年他也是纵横宇宙的顶级大佬 真可谓是龙游浅滩 遭杀戏 不多时 虎精将军应了一声回来了 把一堆质量上乘的霸鱼和海长 交给林东方 看着眼前憨憨的虎精 林东方脑海中灵光一闪 落地上也有种凶猛的黑白猛兽 熊猫 有人说 熊猫是魔神吃油的坐骑 但林东方也曾好奇查过史料 并无明显记载 不过 吃油是训练过百兽 当作战兽的 有机会 还真得找一个远古级别的熊猫 问问当年到底是咋回事 硬 此时 虎精将军又开口了 他扔出来一小块海绵说道 硬 龙王大人 这海绵是我刚刚发现的 虽然没有诞生任何零食 却一直在膨胀 说完 他解开了海绵的封印 呼呼呼 海绵迅速开始膨胀 从肥皂大小的一块 迅速变成一米方圆 随后是十米 倒也是天生的一种 老龙王尾巴拍了拍他的宝座 然后看向鬼主 老昆球 你别出去找倒霉蛋了 我看这海绵就挺适合你 到时候 你可以吃得肚子像球养 鬼主沉默了一会 他看着这块黄黄的海绵 总觉得有些别扭 但相比于其他人或动物 他还真挺喜欢 这无性别的简单生物 也方便他自己改头换面 入主了这块海绵 海绵快迅速膨胀到一米多高 然后开始颤抖 不 然后林东方觉得自己 好像又在看动画片了 颤抖的海绵 忽然伸出一条胳膊来 不多时 四肢都搞出来了 然后海绵鬼主双手 在脖子那里掐了掐 搞出来一个脖子 又给他的头团得圆圆的 捏出来眼睛鼻子嘴 从身上摘下来点海绵 和碾碎的鲨鱼牙齿混合一下 然后镶嵌到嘴里 林东方看到海绵 鬼主把舌头扯出来之后 海草祭绵成头发 不多时 一个橙黄色皮肤的老头出现了 崭新的鬼主 林东方有些遗憾 还以为能看到海绵宝宝呢 哈哈 这些可有口福了 鬼主兴奋地来了原地空翻 而此时 宝座上的老龙王也发生一变 直接多出了八条尾巴 成为了九尾龙 林东方头向后痒了痒 北斗新版的海绵宝宝和章鱼哥 那派大兴在哪里 老龙王 你以后遇到傻宝贝 可要惦记着小林 要是没有他点头 我今天可不会帮你练花这九头杀 鬼主双手插腰 黄黄的脸上 终于做出了得意的表情 行了行了 知道你找到传人了 你放心 小林以后就是 我龙宫的贵宾 想要啥直接说就行 老龙王爪子一挥 十分敞亮 于是 林东方等人辞别了老龙王 回到了妙音峰 鬼主倒也没留在瑶池圣地 而是出去六湾去了 他的本体 还离不开中玉天池 这道化身倒是可以出去放风 顺便尝尝各种美食 不过临走之前 他吃了一下林东方做的三头宴 然后就在玉兽峰创造出一招 抽魂断魄 交给了众人 以后杀鸡宰牛更方便了 然后他又考察了一下 彭宇基养职场 在上妇鸟和彭宇基的交叉配偶上 做出了专业性的指导 俺去也 鬼主拎着一袋零食 穿着风骚的粉色丝绸锦衣 出去溜弯了 也不知道 鬼主前辈会不会来过年了 众人看着鬼主的背影 开始研究九州顶 这顶好奇怪 不管是谁 不管是什么境界 都要耗费自己一半的力气 才能举起来 东方帝皇等人 先后试着举了举这顶 都发出惊叹 而且 这顶似乎没有攻击性 像是防御性法宝 微能不显 可能是因为顶尔破损的原因吧 几元议论的时候 林东方探到 这顶要是再大些就好了 刷 九州顶忽然变大了一些 林东方惊讶万分 难道大与始祖留下的法宝 都带着变化大小的属性 再宽些再浅些 刷 九州顶变得十分宽大 足有三米多宽 而且还变得只有一尺深 这意味着下火锅的时候 更方便了 师兄 这九州顶温度变高了 似乎不用火 也能自己升温 火链带毛斗了斗 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还有这种好事 林东方搓了搓手 这九州顶难道 是大与始祖当年用的锅 那就用这九州顶炸丸子 和果子吧 还有油炸糕 就快过年了 林东方不打算 到腊月二十八九 再做炸果子之类的 现在炸好 先发面 有炸糕有两种做法 有用大黄米面底 也有用糯米面的 林东方从小吃到大的是糯米面底 黄米面底和糯米面的差不多 只是发面时候 水要稍微少一些 两斤糯米粉 加了酵母和少许糖之后 林东方豪迈地倒进去 一斤半的水 火链震惊地呆毛一颤 师兄啊 你这是要做糯米面糊糊吗 这糯米粉油炸糕和面多加水呢 是为了等油炸糕 冷了之后不至于很硬 要是水少了 等油炸糕凉了 就很容易硬地跟石头一样 林东方一边和面一边解释着 火链恍然点头 这样呀 糯米面和好了放在一边 林东方又开始折腾大黄米面 一斤大黄米面 三两多的玉米面 然后七八两的水 糖同样少放 酵母按照发馒头面那个比例放 就差不多 也就一小汤勺 折腾好了这两样 林东方又开始准备炸果子的面 一斤面 二两多的糖 两个鸡蛋 多半两的油 七两的水 同样也要加酵母 有时间法阵加速 林东方决定先炸果子 于是果子面光速发好 取出来排气 分成两个都赶成大面皮 做油炸糕和炸果子 桌子上要刷油 不然一旦粘连 就要从头来过 林东方没敢让火链他们上手 这小手别看溜光水滑的 一不小心就能把这面皮戳个窟窿 但见证了东方帝皇 那一记把万米长大鲨鱼 直接送入宇宙的上钩拳之后 林东方把做打高这个艰巨的任务 交给了他 轰轰轰 东方帝皇双拳齐出 打的那叫一个地动山摇 独孤梦在一边折腾榴莲 他在想办法 把榴莲弄上年夜饭的餐桌 林东方把果子面擀开之后 切成菱形片 大概比拇指稍微长 稍微宽一些 但只有少半个拇指后 两个小片叠在一起之后 轻轻按一下 然后顺着较长的方向中间画一刀 捏着远端的一角 塞进这个开口 转过去稍微一转 半成品就算完成 林东方做的是行云流水 火灵儿倒过了几下之后 倒也做得适模适样 不过 他还是喜欢小酥肉 果子想要炸出来之后 更加蓬松 就可以醒一会 林东方先炸了一半 还是筷子插油锅里 就冒出绵密小气泡的温度 金黄色就完事 然后是油炸糕 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揪剂子 赶开 包入豆沙馅 油炸糕比较重 所以很容易沉底 要勤加翻动 不然容易糊底 火灵儿听到这话之后 在一边耸耸间 还是小酥肉听话 一喊名字 就滋溜一声钻上来 小酥肉啊 小酥肉呀 我一口能吃俩 林儿是真能干呀 师兄把我夸 火灵儿一边炸小酥肉 一边还唱上了 呆毛一颤一颤的 明亮的双眼中 都是小星星 此我感觉非常良好 不过林东方倒也真觉得 火灵儿的小酥肉 已经可以开店了 油炸糕炸好之后 林东方又把剩下的果子也炸了 多来吃一吃 这油炸糕 趁热才好吃 果子也是 林东方一声吆喝 连闭关的萧熙月也都跑出来了 配上八宝粥 开灶 一桌子的碳水炸弹 不过以修炼者的运动量来说 丝毫不慌 而且 独孤梦最近发现 东方帝皇和萧熙月的腰身 是越发的好看了 他觉得自己有点老了的感觉 这糯米的油炸糕掰开之后 外皮可以撑好肠 东方帝皇在那轻轻地拽 属于是打糕做多了的后遗症 这大黄米的更香 火灵儿左手挥舞着一个油炸糕 右手是小酥肉 金黄色的油炸糕 仔细观察的话 上面会有很多半透明的小泡泡 这是表层面皮被榨出水汽时候 留下的泡泡 最酥的就是这些泡泡 一口咬下去 首先就是这些密集的噼噼啪啪声 然后过渡到真正的酥脆外壳 在网里就是软糯的口感 以及香甜的红豆腺 糯米面的虽然外壳稍硬一些 但里面更糯 也更绵一些 林东方瞄了一眼 萧熙月和独孤梦喜欢糯米的 东方帝皇和火灵儿更喜欢大黄米的 然后他想起来忘记包大黄米汤圆了 晚上泡温泉的之前安排一下 咔咔 与外酥里诺的油炸糕不一样 炸果子的特点是脆酥 外面偏硬一点的脆酥口感 显得里面更加甜软 而且越嚼越甜 越嚼越香 吃完一个果子 来上一口八宝粥 简直美到了果子里 为了凸显出油炸面食本身的香甜 林东方没有在炸好之后 趁热刷蜂蜜水 也没有撒白芝麻 吃完了这果子和油炸糕 林东方洗洗手 开始做萝卜丝肉丸 这可是误道业 要认真点 不过再认真看起来 操作也就那样 计练了一个插丝板 把几根绿萝卜去了皮 这萝卜皮倒也不用扔 切成丝之后 加盐杀出水分 然后加点辣椒油一半 当早餐很合适 却说 绿萝卜们受了千刀万剐的酷刑之后 下了滚水锅里 烫了半分钟 捞出来之后 控干水分 稍微切一切意思一下 肉 林东方选的是腿肉 因为它这一款 里面要加猪油渣 再用五花肉的话 就有点肥了 细细地剁成肉泥 方便成熟 这萝卜丝肉丸呢 一开始可以试试 萝卜多肉少 比如 切好的萝卜 丝肉的三倍 甚至四倍 到以后可以试试 萝卜丝肉的两倍 肉不能太多 因为萝卜下油锅 很快就熟了 肉则需要更多的时间 要是肉多了 等到肉熟透 萝卜就沸沸了 所以 为了避免萝卜会被炸过火 才不用岩杀水分 而是烫一下 也没有钻干 里面的水分还比较多 耐炸一些 条线也是熟悉的配方 蛋清 盐 葱姜末 胡椒粉 五香粉 一点酱油 淀粉 快速搅动 摔一大上劲 猪油渣不要太多 有葱姜末那么多 一死一下就行 林东方处理完之后 旁边油锅烧热 开始下丸子 手里攥着一些线 从虎口挤出 勺子一挖就成了 金黄色之后 再短暂复炸一下 滑滑愣 比小酥肉 坚实的声音 更加清淡一些 这是因为萝卜受热之后 溢散出大量的水气 让丸子内部 更加蓬松 所以 外面也就更加酥脆 里面也更加软嫩 嗯 这也是罚油了 索性把黛玉也炸了吧 坚带鱼放进作者说了 吃完了果子和油炸糕 又猛猛吃了些萝卜丝丸子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 又开始针对榴莲畅想 开创性的做法 萧细月在一边 继续炸果子 他喜欢这种小零食 干榨带鱼 林东方现在有黄带鱼养殖基地 自然要用献杀的 于是 带着火灵儿去了烫鱼兽风 选出五条倒霉蛋 相比冻带鱼 新鲜带鱼不用去除表面的银铃 但是 这银铃一旦经过冷冻 再解冻 就贼拉星 而且一碰就掉 这也是检验带鱼 是否新鲜的标准之一 师兄怎么弄了这么多带鱼 火灵儿虽然觉得越多越好 但今天好吃的 吃两条就够了 毕竟这带鱼可食用部分 有一米半那么长 林东方一边满意地捏着鱼尾巴 一边解释道 这带鱼能干炸 软炸 还有省油的煎 啊这 居然这么多做法 火灵儿惊喜万分地雀跃起来 做法多意味着口感和口味的丰富啊 大不了每一样做法 只是一块好了 回了厨房 开始处理鱼 带鱼的血 黑膜 都要彻底清洗干净 不然会腥 还有背棋 也要撕下来 林东方美滋滋地处理着带鱼 他实在是有点缠着肉厚紧实的黄带鱼 干炸带鱼 在腌制的时候 不用切花刀 但腌制时间要长一些 裹面糊炸得合间的要切比较密集的一字花刀 但不要太深 林东方手起刀落 黄带鱼们 直接变成一段段的 腌制料 都是头到葱姜水 胡椒粉 料酒 还有盐 咸味要足 火灵儿对炸带鱼最感兴趣 毕竟看起来和炸小酥肉大差不差 而且还不用调制面糊 干炸的鱼段 腌制了半个来小时 软炸的一刻钟 干炸带鱼也有两种做法 灵儿你要记住 啊 这还分两种 火灵儿呆毛一弯 万万没想到啊 这其貌不扬 不能一口吃俩的带鱼 还有这么多做法 一种是直接下锅炸 你看这些带鱼 我把它们得引领刮了 不然到时候出来不好看 另外一种是稍微拍些干炸粉 咱们先做直接炸的 林东方见到油温降下来了之后 把带鱼上的水分都擦干 这种干炸 需要三成油温 小火炸定型 也是为了让鱼肉内外温度同时升高 方便一会地复炸 因为这是没有裹粉的 一旦一开始油温高 水分就会被快速地炸出去 影响最后的口感 火灵儿咽了口口水 这么讲究的炸带鱼 到最后肯定非常好吃 带鱼入锅 本来平静的热油 顿时冒起了泡 滋滋溜溜 小火慢炸的声音并不热烈 但热油炸鱼的香味十分浓烈 就好比小时候放学路过人家 谁家做了炸鱼 远在十几米外 就能闻到那特殊的香味 然后就会盼着 是自家做的 此时这香味随风飘出去百多米远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 下意识地冒出来一个想法 梦见 要不咱们试试用榴莲和带鱼一起炸 试试就试试 为了避免丢脸 俩人跑到了月亮上开始尝试 结果一言难尽 连在月亮里沉睡的无辜月兔 都被熏醒了 那味道 无需借助空气传播 直接攻击灵魂 然后 这玩意 就被他俩给武器化了 等他俩回来 正好赶上复杂 现在这些带鱼边缘处 已经有了一丝金红色 捞出来 升高油温到六成热 下进去复杂到通体金红色就好 这边的带鱼还在复杂 林东方开始制作另外一种 带粉干炸带鱼 所谓干炸粉 就是把面粉和淀粉 用1比2的比例搅和好 不用加水啥的 把腌制好的带鱼 扔进去滚一滚 均匀地裹上一层粉 然后抖一抖就好 然后注意了 这次是直接六成热的油温放进去 林东方语气加重了一下 那这是为了不脱粉吗 火铃响了一会 对 就是为了不脱粉 而且还可以让带鱼外面 快速产生一层薄薄的硬草 减少鱼肉水分的流失 这种干炸带鱼更嫩 等到金黄色 油温升到七成热 复炸一小会就好 哗啦啦 一块块金黄色的炸带鱼 落在盘子中 旁边一盘是金红色的炸带鱼 两盘带鱼颜色 焦香呼应 香味也是一个 晒着一个的香 不过还不能开饭 还有一种没炸呢 东方地皇 他们都眼巴巴地看着 恨不得直接把林东方 塞进时间法阵里 挂面糊炸就比较简单了 淀粉面粉个半两 加一个鸡蛋 加水搅拌 成笔小酥肉面糊 稍微细一些的面糊 再来一小汤勺 由搅拌均匀 炸带鱼的面糊 不能太粘稠 不然挂的糊太多 就太蓬松 影响吃鱼肉的爽快感 在挂糊之前 可以先在鱼段 里加一些干淀粉抓均匀 这样能容易挂住糊 林东方总结完技术要点之后 开始炸鱼 挂上糊直接下锅 动作飞快 还是起步六成热的油温 金黄色之后捞出 然后复炸一小会 哗啦哗啦 面糊炸带鱼 要比干炸带鱼重一些 因为最大程度的 保留了鱼肉里的水分 满满一漏勺炸带鱼 欢快地上下抖动 把点点油脂甩落回锅中 最后 是煎带鱼 看着周围挤女郎一样的目光 林东方无奈一笑 下次再做煎带鱼吧 开灶 林东方大手一挥 然后紧接着就伸向了干炸带鱼 这带鱼真的好吃 没有普通带鱼的毛毛刺 只有一根主刺 这是不带粉的干炸带鱼 肉里面的水分 被炸出来一多半 可以直接撕下来 一整条肉 在辣椒粉上 蹭一蹭送到嘴里 香辣的干炸带鱼 真的得劲 萧细月拿起一块 挂了糊的炸带鱼 轻轻撕开 薄薄的一层面衣 就把银铃也给扯了下来 露出了白嫩的鱼肉 很紧实的鱼肉 仔细一点的话 也能扯下来一条 入口细嫩鲜香 闭上眼睛 似乎又回到了 那碧波荡漾的东海 东方地皇和火灵他们 更喜欢看起来 更厚实的软炸带鱼 酥脆的外壳下 是软嫩的鱼肉 双重口感 让他们爱不识口 这边吃着 林东方倒是没忘了小猫 这家伙当初 可是叮嘱过了 做鱼的话 一定要想着 给他送一份 林东方带了一些 去了后山 随后 他就愣住了 喵喵喵 火来 喵喵喵水来 小猫后腿 着地站在那里 两只毛绒绒的前爪 捧在身前努力举起 背后的小翅膀 扑扔着保持着平衡 尾巴也在不停地摇摆 胸前散发着 蒜味的骷髅项链 随着他不知名的 舞步 再一颤一颤 没错 小猫 在绕着他的仙硬本体 跳舞 一缕缕仙光 把气质源带进仙硬中 然后仙硬 就会自主吸收 周围散落的那些极品材料 可嗨嗨 别喵了 来吃鱼 林东方吆喝了一声 喵啊 你这家伙 还挺有良心 小猫扑扔着 翅膀呼呼悠悠地 飞了过来 明亮的猫眼里 满是兴奋之色 林东方扶了扶小猫 背后柔顺的毛 笑道 多吃点 然后努力修复好本体 然后咱们过阵子 去闻仓星玩 那里有和鲁鱼啥的 应该好吃 小猫顿时来了精神 怪不得本猫当初 一下子就看中了你 你真是一个狠角色 别的宁丹进修室 还在自己宗门里混呢 你这就想着 去别的星球潇洒了 林东方白了他一眼 什么叫潇洒 我那时去闻去 新考察一下 当地的水产养殖情况 顺便再弄点字画回来 装点一下 我的餐厅 则 本猫信了你的邪 小猫撇撇嘴 然后从骷髅头项链里 拿出一瓶胡椒粉 一瓶孜然粉 一顿风卷残云 转悠回厨房 萧熙月他们 也吃得差不多了 开始忙活装饰屋子 红灯笼啥的挂起来 总之 装点得很喜庆 这几天 妙音峰收到了很多礼物 林东方本以为 都是送给萧熙月和火灵的 没想到都是 送给他自己的 好家伙 这么多的炎耳 能吃到一千年后了 随便拆开一个锦盒 他发现 这居然是一个空间法器 里面装了不下万斤干炎耳 炎耳这东西 林东方每次煮汤 都会扔里一些 倒也消耗得挺快 则则 这大火腿 这么多的鸭蛋 哎呦 这粉条可不错 中午整点 酸辣粉吃吃 林东方美滋滋地 清点着礼物 都是匿名送来的 但他倒也能猜到 是谁送来的 不外乎是各封手作 和那些清传弟子 这些人不知道他的生辰 所以选择在过年的时候 送礼 师兄啊 咱们圣地 又开了一个外万宝峰 要不要去玩玩 火灵儿 一副自己掌握了 第一首独家新闻的样子 得意洋洋 林东方捋了捋他的呆毛 前几天 东方帝皇 枕着他臂弯 告诉过他这件事 新万宝峰 是成大发先前 给黄大鱼 那就去看看吧 过年了 总要买一些喜庆的小玩意 好业 火灵儿兴奋地 抱住他的胳膊 不过他俩倒也没直接飞过去 还是乘坐了飞行小船 林东方喜欢这种交通工具 外万宝峰 倒不如说是一片小高原 远远的就能看到 很多修士在山外飞来飞去 很多都是别的门派 或者圣地的 嘖嘖啦啦 一上外万宝峰 首先听到的不是 一日飞仙 千日仙地的吆喝声 而是炸臭豆腐的油锅声 还有炸鸡腿 炸小酥肉 炸鸡米花 炸鸡排等等 远处还有几个烧烤摊 林二 这真的是咱们摇吃圣地的山头 看起来比地城的方式都热闹 师兄啊 你每天不是在院子里看书 就是伺候你的菜园子 现在咱们摇吃圣地里 谁不知道你的零食臭豆腐 火灵儿白了他一眼 师兄 你可是让咱们圣地 发生蜕变的男人 可要高冷一些 他又挠不出了 奇奇怪怪的剧情 林东方咧嘴一笑 让他装高冷 还不如把他送到冰箱上蹲着 各种油炸食品的味道扑鼻儿来 即便刚刚炫了那么多好吃的 林东方还是饿了 然后买了一堆炸串 一边吃一边转悠 火灵儿揉了揉肚子 他是真的吃不下了 于是林东方给他买了一串糖葫芦 别看他自己就是厨师 但出门逛街的时候 也不少买零食 特别是油炸食品 这是一种安逸的享受 在原点 是香丝雪门店 画风香丝雪 印花精美 可以定制你道理的图案 乃是送给心上人的香丝雪 玉兽风香丝雪 内涵千年风亡浆 大补之物 炼丹风顶级醒神香丝雪 一颗让你百年不困 各大山头都搞了自己的香丝雪小品牌 在万宝风都售 现在摇池圣地 在万宝风搞了个新的传送阵 从刘云城可以直接传送到万宝风上 一人十块零食 这主意是林东方当时随口一说 结果就带动了摇池圣地的经济腾飞 林东方转悠了一圈 发现画风香丝雪卖得最火爆 巴掌大的巧克力块上 用从各种花朵 蔬菜中提炼出来的染料 画着一些山水画 山中的云雾还在飘荡 河流蜿蜒 甚至有零零波光 林东方心中连连惊叹 还是这帮人会整 而且改名向丝雪之后 更是成为了小别圣星婚的不二礼物 凭借着这些产品 摇池圣地的收入直接翻了一倍 林东方惊叹过后 往那边的书画区走去 总要买一些福字什么的 看着那些精美的字画 林东方和火灵儿 再不知不觉走到头了 最角落的一家小店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居然没有窗户 而且有几位 其他山头的师姐师妹 红着脸从里面出来 看到林东方之后 更是小步快跑着离开 师兄 要不咱们进去看看 火灵儿好奇心顿时就起来了 林东方总觉得有些不妙 然后按住火灵儿 灵儿你站在这里 不要走动 师兄去探探虚实 火灵儿乖巧地站在一边 开始怒眩林 东方刚刚买的那一堆好吃的 虽然不是师兄做的 但也是师兄送的 就是比别人送的好吃 林东方站在小店门口 迟疑了一下 因为这家店 看起来有一些简陋 别家店招牌 督整得老大 还有阵法加持特效 这家店招牌 就歪歪扭扭地放在一边 不可说 林东方反复念叨了几遍 这小店的名字 说起来违禁品 是不让卖的 进去看看 他注意到之前走出来的那些妹子 都是演去了真容的 于是 他也有样学样 店家掌柜不可以演去真容 但是买家可以 这也是为了保护一些 弱小的散修 一进屋 一股让人耳边 忍不住响起 某种浪漫乐器旋律的熏香味 扑鼻而来 林东方感觉自己 视野周围仿佛套上了一层紫色 混杂着粉色的光圈 但甩甩头 这股错觉就消失了 一排排书架上 摆着厚厚的书册 光看书籍 都是平平无奇的 很多女性修士都在认真挑选 瞥了一眼价格 都很贵 远高于普通书籍 但低于各种秘书 林东方觉得很不对劲 虽说摇池圣帝女弟子数量 远多于男弟子 但这屋里 貌似真的只有他一个男人 啊这 居然有师弟来这里买书 嘻哈 就是 上次那位师兄 可是买了好多本呢 周围传来几声低语 林东方背后 汗毛一束 他觉得自己可能来错地方了 虽然没吃过猪肉 但是见过猪跑啊 但转身的时候 他眼角余光 扫到一本比较薄的书册 上面两个小字引起了他的注意 沈浪 李智告诉林东方 这本书册 很可能很了不得 还是不要看得微妙 但强烈的好奇心 驱使着他 颤抖着伸出了手 不过 旁边一只小手更快一些 终于抢到了 沈师弟这本画册 我可是等了好久 旁边的是一位 天见风的师姐 她简直是急不可耐地交钱 然后翻开了画册 林东方只是瞥了一眼 就觉得一阵悚然 开篇第一页 居然是浪帝 躺在一块大石头上的画面 至于细节 林东方没看到 也不敢看了 其实倒也不是什么 限制级的画面 穿得比林东方 泡温泉的时候多一点 林东方举目四望 偶然发现 卖的都是男性修饰的画册 甚至还有人剑 和周长青的 不过这俩吉祥物的销量 不咋样 都落灰了 要不是 沈师弟欠了一屁股冤枉债 我们哪能看到 这些画册 任维维这女人 画的画倒是不错 旁边的师姐 一边看一边嘀咕 林东方眉头一挑 他才发现 这些画册不少 都是出自任巍巍的手笔 怪不得那女人 能买那么多太岁土 不过 沈浪为了长久 都受太岁土 做出的牺牲 实在是大了点 他转身刚要走 就听到 旁边有人对着掌柜问道 掌柜 林师弟的画册 怎么还没有 林东方脑海里轰的一声 这个林师弟 该不会指的就是他吧 掌柜娇笑道 你们这群小蹄子 林师弟现在 可是香饱饱 而且我们这不可说 书店里卖的这些画册 是要争得本人同意的 旁边有人不甘地说道 那穿着衣服的也行啊 林师弟每天都窝在妙音峰 想跟他搭讪都不行 旁边师姐们凶悍的发言 让林东方腿肚子 有点哆嗦 这要是被他们 在荒郊野外带住了 估计会被吃干抹尽啊 穿衣服的也不行 以前不还有一家书店吗 就因为随便乱画 直接被朕杀了个干净 姐姐我可还没活够呢 掌柜的摆摆手 你们要是有本事 去劝劝他 就算是让画一些 穿着衣服的也是极好的 林东方这才放下心来 原来是要取得 本人同意才能画 这样就不怕被胡乱二创了 但这样一来 就更显得沈浪 被画上去很可怕了 这小子居然同意了 可怕 但更可怕的还在后面 一位师姐兴奋说道 天哪 居然还有虎哥浪帝何定本 林东方捂着脑袋 不敢再往下听了 生怕这群师姐 说出什么可怕的字眼来 嗨嗨 你们低调点 这还有一位师弟呢 掌柜笑盈盈的 看向林东方 这位师弟 你要是对这些人类图测 不敢兴趣 我们还有兽类的 各种真情异兽都有哦 林东方不知道 该怎么回答 本能告诉他 这话本上的真情异兽 估计都不是啥正经的 说起来真情异兽 我上次买了一本异兽画册 然后前天我就在黑水谷 见到了那条蛇 长大了不少 水蛇 锦蛇 金环蛇 银环蛇 范铲头 五种蛇的上半身 长在一个尾巴上 好神奇 就是 别的多头一瘦的头 都是一样的 你运气真好 听着师姐们的议论声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所谓范铲头 就是眼镜蛇 这五头蛇 刚好可以做五蛇羹啊 暗暗记下了黑水谷这个地方 林东方急忙走出 这家小店 师兄啊 这家店里好玩吗 火灵急忙走过来 小脸上满是期待 就等着林东方说 好玩俩子呢 林东方摆摆手道 这店里 卖的都是一些书画 都是黑白色的 水墨画 火灵呆毛一弯 没了兴趣 他喜欢彩色的 于是 两人晃晃悠悠地打道回府 开始用买回来的 对联福字啥的装贴小院 等到这些贴好 新年的气息更加浓郁了 年前最后一茶屋倒燕 后土风手作假地龙 萝卜丝包子和萝卜丝丸子 丸子已经炸好了 现在整包子 火灵嗷屋一声跑过来 开始观摩 谁不喜欢白白胖胖的大包子呢 鲜活面 和面丽事后 往李家两小勺的猪油 是包子蒸出来之后 又白又亮的关键 还不容易跑汤 林东方在包包子这方面 还是比较厉害的 毕竟外头买的牛肉包子 没有自己包的实惠 这面揉一会之后 先扣在盆里 醒一小会 等一下再继续揉 就很容易变得光滑 其实发面 不用太讲究这些 毕竟后面 发好了还要排气 林东方纯属 是为了完美一些 等到面 差不多发好了 林东方摸出几根大萝卜 擦成丝 萝卜丝下 开水烫一小会 然后过冷 攥干水分 起锅烧热油 加姜末爆香 然后肉馅下锅炒到变色 烹入一点料酒炒掉酒味 加入一些猪油渣 酱油调色提味 再来点虾米 林东方加的是一种 小虾尾肉干 普通虾皮也行 主要是为了提鲜 然后关火把萝卜丝 和泡发的粉条碎 丢进去搅拌均匀 接下来的操作 就没什么了 包包子嘛 熟能生巧 但在包之前 要在馅料里 加上葱花 葱花放早了味道 就会有变化 不是那么好吃了 包子包完了 用龙布盖上 醒发半个钟头 开水上锅 蒸一刻钟 关火后 闷一小会 出锅 餐厅里 早就恭候多时的 假地隆急地走来走去 身前的桌子上 是他给林东方 准备的土道传承 摇池圣地 除了折先锋的 禁术传承 以及天剑锋的传承之外 最强的 就是金木水活土 五大主风的传承 旁边一群手作 刻着瓜子有说有笑 现在他们反倒是 刀烟的最后一小段时间 简直比度日如年都难熬 开饭了 大包子 火铃儿端着一堆龙屉过来 这些龙屉 比他自己都高 灵竹编制的龙屉上方 还冒着热气 面香混合着猪肉 和萝卜的香味浓郁不散 直勾勾地往鼻子里钻 这下那群看戏的 手作笑不出来了 一个个的都在疯狂咽口水 揭开笼盖 是一个个白到发亮的包子 从上到下 都是白白净净 没有肾油的暗色 洁白暄软的包子皮 在掰开的时候 可以感觉到明显的惊性 咬上一口 鲜美的馅料 在嘴里放肆地挑逗着舌头 三口两口吃完半个包子 来上一口佛跳墙的美汤 别提多舒服了 从十停法阵里 取出来的萝卜丝丸子 表面还有着 滋滋的声音 温度还很好 炸萝卜丝丸子和萝卜丝线 完全是两种味道 恨我只有一个头 一张嘴啊 假地龙一顿萌萌吃 旁边一群手作 眼巴巴地看着 然后嗷唠一嗓子 跑到独孤梦 和东方帝皇那边 开始抽签 不过 这次抽签可不是下周的 而是多半年之后的 还有半年 就是物道茶大会了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 要对他进行战斗特训 主要还是要把各种传承 融会贯通一下 毕竟物道茶大会里面 每次都打得热火朝天 多做准备没坏处 而且 现在闭关的手作 已经好几个了 要是都去闭关 影响摇石圣地的正常运作 这群手作倒也不着急 现在兽员 最紧张的手作 也还有一千多年好活呢 不急于一时 贾地龙等手作离开之后 林东方伸了个懒腰 取出地图 先看看黑水谷在啊 徒儿 你看黑水谷做什么 独孤梦溜达过来 手里照例酒葫芦 今天喝得不多 脸都美红 我听说 那里有一条五头蛇 我打算弄回来做蛇灯吃吃 蛇羹 补气血 那里可不只有五头蛇 还有一株 名叫龙云果的果树 乃是半神药 经常有人去那边打成狗脑袋 独孤梦自溜了一口小酒 那黑水谷秘境会把修为 压制到宁丹境 你去倒是能嘎嘎乱杀 林东方的修为 已经不知不觉 来到了宁丹九重的境界 如此恐怖的修炼速度 比东方帝皇当年快了一个月 还是过完年再去吧 万一在黑水谷 见到什么不开眼的吉祥物 影响我过年的好心情 林东方把地图扔到一边 开始盘点今年的收获 龙蛋 现在这龙蛋 能有三丈多高 乖乖 这龙该不会等到在淡里 长到成年才出来吧 林东方都忍不住吐槽一句 居然还不孵化 这鲜品大白菜 倒是越来越亮堂了 还有这天龙水 也在努力进化 这丰收的喜悦 让林东方心里十分满足 不过 今年最大的喜悦 还是来到了摇池圣地 进入了妙音峰 有了可爱的师姐师妹 还有强大的师父们 然后 还有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 林东方回忆了一下 这几个月的生活 再看看怀里 安然沉睡的萧熙月 觉得以后 要更加努力了 做出更多的好吃的 让实力更强 时间 在耳边不时响起的鞭炮声中 快速流逝 一转眼 除夕夜就到了 过年就是这样 年夜饭之前 感觉忙的都要忙不过来了 这也要收拾 那也要准备 然后不知不觉 在过碗瓢盆的响洞 和各种香味 缭绕之间 年就到了 这就是一年又一年吧 忙活呗 不过林东方 倒也不用那么忙了 打扫屋子 一个土到经典 竖法必陈述 直接完事 处理食材 有18摩 相当有效率 年夜饭的菜单 也相当丰盛 猪蹄子 猪肘子 红烧排骨 锅包肉 葱烧海参 蟹粉虾子烧猪蹄 清炖狮子头 拆毁鱼头 软豆扇鱼 红烧鱼 零零总总 一共24道菜 不过这些菜 不也都是林东方自己做的 萧熙月做了烧蹄筋 和葱爆羊肉 火铃做了锅包肉 两位师傅 到最后还是放弃了 榴莲入菜的想法 把红烧鱼捅箍了出来 年夜饭的餐桌上 自然也少不了饺子 等到饭菜齐聚 小酒也到上了 林东方也就在 年夜饭的时候 会多喝一点点 徒儿 要不要说点什么 东方帝皇 微微一笑 嗯 林东方红着脸站起来 鼓足勇气说道 我喜欢妙音风 喜欢这里的一切 干了 一句喜欢 四位女子心里 所想各不相同 萧熙月 和东方帝皇的甜蜜 火铃的开心 独孤梦敏了一口酒 眉头一挑 但最后 把林东方这句话 归结于喝酒上头的 无心之言 别人家年夜饭 可能会剩下一些 但妙音风这二十四道菜 是造得锅干晚净 碰 天空中绽放出一朵朵烟火 硕大的烟花球 足有一丈方圆 在树里高的天空中 炸出五彩斑斓的图案 真龙的虚影 盘绕在群山之间 彩风在天空中 悠然翱翔 翅膀扇动 五彩光滑如春雨 轻轻飘洒 只是这些景色 萧熙月和火灵都没看到 吃太多了 顿悟了 师父们 咱们去抓五头蛇 林东方喝得有点大 今天高地把那小长虫抓来 给你们下酒 瞧我这脑子 生鱼片环给忘了 独孤梦和东方帝皇 都有点哭笑不得 林东方这喝带了的状态 他们也是第一次见 不同于以往 一点净都没有的果皮 今天喝的是 百年诸国果汁调配的果皮 净一下子就上来 林东方虽然脑子还很清醒 但说话舌头有点大了 把之前处理好 塞进石亭法阵的金枪鱼 找了出来 切片 重新计练过的原配菜刀 闪烁过到的寒光 一片片鱼肉 规规矩矩地落在盘子中 林东方一时兴起 还嗅了个刀花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 都看待了 帝皇 咱们这徒弟 稍微喝点酒之后 很可爱啊 那是 你也不看看 他是谁的宝贝徒弟 东方帝皇得意一笑 刚准备倒酒 然后脸色微微一变 糟了 给他装酒的酒壶 原来是装醉鲜酿的 我说他怎么醉得这么快 独孤梦一惊 急忙仔细检查了一遍 林东方的身体 发现没有异常后 尝出了一口气 林东方以为两位师傅围过来 是为了吃鱼肉 倒也没在意 而且这鱼肉卖相确实好 风鱼肥美的金枪鱼 肉色则红润 纹理清晰 肉质紧实 只需要一些芥末和酱油 就可以享受这种美味 吃得十分过瘾 特别是配合上旁边 那几只磨盘大小的蒸蟹 一起吃 螃蟹不管再怎么大 钳子里的肉也是细嫩的 而且越大吃得越过瘾 咔 东方帝皇掰下蟹前 揪出一块拳头大的蟹肉 一顿猛躁 旁边独孤梦抱着一条蟹腿在啃 一碗浆汁 更好地衬托吃蟹肉的鲜甜 林东方在一边对付一只大龙虾 此时他还是微醺状态 也就是酒友们常说的 我没醉 状态 别人吃完了年夜饭 都是去逛庙会或者夜市 林东方飘忽悠悠地 领着两位师傅去了黑水谷 黑水谷距离摇池圣地到不是远 也就几万里 这里也是难遇三大绝地之一 每天都有修士死在里面 不是被异兽吃了 就是被人从背后捅了刀子 这黑水谷产出有一种特殊的灵药 名叫黄泉草 只要吃得够多 而且不被毒死 就可以化作纯粹的阴灵体 可以活很多万年 独孤梦伸手从储物界里 拿出一小把黄泉草 大概就是黑色的韭菜 上面有着海骨一样的白色纹路 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仔细看一会 就觉得耳边传来鬼畜狼嚎的声音 这种韭菜 看来不能包韭菜盒子了 站在黑水谷旁边的一座山峰上 只见眼前一条百里长的峡谷 深不见底 悬崖峭壁上长着一些黑色的槐树 黄蜂吹过纤细的树枝 发出阵阵尖锐的一笑 徒弟 这黑水谷里的槐树 可是炼制阴性法宝 说到槐树 就想到了槐花饼了 听到林东方这句话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都一阵无言 但也是 反正这家伙 都有小冒先硬了 还要个鬼的法宝 等开春之后 这槐花开了就来采摘 东方帝皇十分期待 那槐花饼的味道 没吃过 黑水谷 从上方看是一个巨大的峡谷 其实内部另有乾坤 林东方运转 画天荣地秘术 炼化掉了体内的酒粒 彻底清醒过来 刚刚在妙阴峰 他可以稍微耍个小酒疯 现在就要下秘境了 可不能瞎掌 在外不能浪 要闻 东方帝皇 拎出了方天画戟 独孤梦拽出了星河沙剑 远处隐居的几个强者 瑟瑟发抖 生怕下一秒 他们就会被这俩 绝代女强人给砍死 前几天 九头沙被秒杀的战斗余波 还在宇宙里扩散呢 但他们的焦虑 显然是多余的 三人直接进入黑水谷 怪不得叫黑水谷 林东方微微一惊 眼前的一切都是黑白灰色的 灰色的大地上 漆黑的树木 黑色的河流 惨白的天空中 灰色的太阳 以及灰色的云彩 橘木四望 这是一片逝去了灵魂和光彩的世界 虽然有那么一点点诡异 但林东方不慌 宁丹靖 他应该可以横着走了 他现在能同时打过 同境界的东方帝皇 和萧熙悦了 战斗力非常强 那么多好吃的 可不是白吃的 哦 啊 远处传来几声惨叫 然后是标准的数千字 长篇大论 关键字诸如 怎么可能 无敌 不败 等等 这群家伙大过年的 还在装逼打脸外加砍人 真的是太敬业了 林东方施展了前行术 和两位师傅观看这一场好戏 反正场内没有摇齿弟子 战场内渐气纵横 秘术评出 各种精妙的招式 都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各种攻杀技法 也是妙到豪颠 林东方不禁暗暗点头 这不比斗气化马纳特效强 而且 剧情也一样 他们留下了 一地瓜子壳 这些场面偶尔看看 还挺有意思 兜兜转转 没费多大功夫 找到了 正在追杀一群 倒霉蛋的五头蛇 愚蠢的人类 今天就让你们 滴滴八把 林东方取出唢呐 一曲干长断 咔咔咔 不光万木飘摇 就连七黑色的大地 都在咔咔裂开 十倍七海加持 顶级天鹰传承 杀伤力 是极其离谱的 这还是他收敛了 多半力量的结果 一群得救的人 千恩万谢 放下一些 仇蟹撒腿就跑 思思 人类 你会后悔 啪 林东方直接给了 这家伙一棒子 说话挑重点 说 谁是你的后台 他是什么种族 住在哪里 是什么境界 他注意到 这五头蛇背上 有一条金线 想来有点来路 大胆 我是滕蛇大人 仗下五头大将军 你这小辈 居然敢对我下狠手 滕蛇 林东方眼中 顿时冒出狼一样的光芒 东方帝皇 看了多知极度 藤蛇 乃是四象 之下最强一列的神兽 他已经品尝过了 玄武的美味 也因此拓宽了气海 要是吃了藤蛇 会不会加点别的特效 哼 小子你要是怕了的话 就放了本大眼 不然 师父 这小长虫废话太多了 搜魂术安排下 林东方懒得听这家伙叨叨 独孤梦 驾轻就熟地 震碎了五头蛇的灵魂 然后把记忆抽取出来 融入一块金石中 徒儿 以后用搜魂术 要记得防备一下 有些强者会在被你搜魂的时候 把一点灵魂烙印 偷渡到你的石海中 虽然不足以让它重生 但足以影响你的性格 对方这么做 就是为了毁掉你 所以真到了那一步 极难发现 那随着巨量信息 跃入眼帘的一缕幽光 独孤梦很严肃 搜魂术很多人都会 但真正把搜魂术研究 到登峰造极的 还是独孤梦 东方帝皇的搜魂术 都是和他学的 而且有的搜魂术 其实不是读取记忆 而是融合记忆 到最后融合了太多的记忆 整个人也就废了 根本就不是原来的那个人 所以 很多强者少年时 都是意气风发 到了后来 变得越发偏执弱智 一部分原因 就是融合了太多的博杂记忆 导致迷失自我 谁都不信 但话又说回来 想从一个敌人那里 获得最准确的信息 还是要搜魂 听到这里 灵东方悚然一惊 前辈们的秘书 创造出这种 把对方记忆 注入到这金石内 播放出来的法子 这样 就相当于看流饮食 而不会被这些记忆影响 独孤梦记出秘书 这金石 开始播放五头蛇的记忆 少主会为我报仇的 你们人类 五头蛇还喊出一言 就嘎了 尸体极其完好 东方帝皇 微微一惊 藤蛇亲子还活着 这可是仙蛇之后啊 藤蛇亲子和那天 狼骨少谷主一样 都是百万年前 封印下来的仙兽 纯净血脉老儿子 不过 就连五头蛇 也不知道藤蛇在那里沉睡 看来只能先等等啊 咦 这五头蛇原来 只是黑水谷里放哨的 真正的秘境 最强考核者 另有其人 轰 画面刚看到这里 远处一座大山 忽然崩开了 好吼 一个三米多高的黑毛猿猴 化作一道黑色闪电 一拳 直接轰向 林东方的头颅 碰 林东方翻手 一拳迎了上去 看我的揣 揣 面神拳 这是他在揣面时候 悟出一种拳法 柔中带刚 后劲绵长 效果是隔山打牛的无数倍 但这么一拳下去 黑毛猿猴没有受伤 不过 也跟林东方 没有尽全力有关 这是乱世魔猿 传说和斗战神员 并驾崎岖的太古神族 独孤梦微微一惊 东方帝皇眼中 爆发出强烈的战役 但看到林东方 打得热火朝天 他俩就没帮忙 林东方不可能 一辈子都弱于他俩 更不能等到 林东方到了杜杰境后期 才去真正的 进行生死战斗 现在 这么打一打当当好 东方帝皇 他们自然能看出来 林东方和他们 同境界切磋的时候 没有使出权力 切磋是切磋 实战是实战 哈哈 痛快 林东方眼中 闪烁着自信又冷峻的光芒 神色不同于 平时的懒散 与烹饪时候的专注 有一种舍我骑谁的气势 经过这么长时间 烹饪修炼 获得力量 好似滔滔大合 在体内流转 每一拳打出 都是如怒海狂涛一样的气势 这小子现在这一面 独孤梦心中一领 第一次用另外一种目光 打亮着这个徒弟 林东方现在的狂霸气质 让他有一种 想和他打到精疲力尽的想法 怪不得帝皇这么喜欢他 这小男人 还挺帅挺霸气的 不多时 乱世魔元就节节败退 林东方忽然觉得 肉搏似乎更适合自己一些 他接住乱世魔元轰来的一拳 然后像是翻锅那样 一拽一抖一推 咔 乱世魔元的胳膊顿时发出一声脆响 借力打裂 而且石被弃海 也不是闹着玩的 不多时 在黑水谷称王称霸 无数年的乱世魔元 就被打碎了一条胳膊 咔吼 乱世魔元怒吼一声 施展了一种秘术后 胳膊修复如初 再次杀来 林东方哈哈一笑 直接迎了上去 没有路人惊叹 师父们也都安安静静 林东方沉浸在这一场 真正的生死搏杀中 不断改进自己的战斗技巧 适合他自己的战斗技巧 我要吃藤蛇 我要吃白虎 我要吃各种顶级异兽 我要他们全都做得色香味俱全 林东方虽然在生死搏杀 但没有忘记他真正的无敌 道 道心极大的坚定了 揣面神拳之 碎魂 林东方一拳打在乱世魔元脑门上 后者顿时没了声息 这一场大战 他使出了七成十例 一共打了五六分钟 周围的森林 像是被巨人肆虐过一样 乱糟糟的不成样子 地面上也多出很多个快百米深的大坑 宁丹竟修饰的破坏力极其强大 林东方看了看四周 又看了看自己的双拳 他不知不觉间 已经成为了这么强大的修炼者 除道果然适合自己 然后又开始观看乱世魔元的记忆 结果没啥东西可看 这乱世魔元的记忆 居然被清空了 里面只保留了一丝战斗印记 仿佛傀儡 而就在此时 乱世魔元忽然化作飞灰 消失不见 想来这乱世魔元 傀儡是真正的考核者 但藤蛇来过之后 改变了这里的一切 可恶 东方帝皇眉头一皱 独孤梦也是一探 想来这黑水谷里真正的传承 已经被藤蛇一族弄走了 以后一定要抢回来 最主要的是五蛇羹 要是用藤蛇 明蛇等太古神族 做一份五蛇羹 会是什么感觉 林东方听到这话之后 顿时觉得 眼前的五头蛇没档次了 回到了妙音峰 桌子上的美酒还是温的 不过现在当务之急不是喝酒 而是想想 高配版的五蛇羹 要用哪几种蛇啊 林东方掰着手指头数了数 藤蛇 鸣蛇 肥夷 还有啥来着 还有黄鸟最爱吃的玄蛇 东方帝皇喝了一口酒 来了一口半三丁 美滋滋 半三丁就是圆葱丁 黄瓜丁 油炸花生米 不过不同地区做法 有些许差别 旁边一个小炉子上 烤了点小海鲜 独孤梦喝酒 多少有点心不在焉 他还在回忆 林东方刚刚狂奏乱世魔猿的样子 不过 他还是给出了专业性的建议 传说有一种大蛇名叫巴蛇 或者说巨蟒 如同山岭一样大 这种蛇 肯定够我们好好吃一顿 那就这么定了 林东方美滋滋地 把这张纸条收好 虽然不知道 这五种蛇 啥时候能收集好 但总归有个念想 他进了厨房 开始处理五头蛇 先来个低配 啊不 普通版的五蛇羹 舌头里面有毒囊和毒牙 剁下来扔了 不过毒孤梦想到蛊虫风 似乎很需要这些毒蛇的脑袋 就把谢武毒叫了过来 毒仙在上 这蛇头里的毒囊里 居然也有了一丝盗韵 这有盗韵的毒 毒性提高了无数倍啊 而且拿去培育蛊虫 效果应该也是极好的 谢武毒欢天喜地地收好蛇头 又送了林东方 一大堆白玉蝎子之类的 正好扎了下酒 林东方把包下来的蛇皮 顺手给祭练到了刀把 黑色的蛇皮上 有着一条金光闪闪的细线 显得十分漂亮 去了内脏收拾干净 这五米多长的大蛇 分成几段 扔进开水锅里 煮到九成熟 然后把蛇肉拆丝 这个艰巨的任务 就交给了两位师傅 说难不难 说简单也不简单 我这手还是笨啊 还行 不算比脚都笨 两人捣过好一会 才找到最合适的力度和角度 来拆蛇肉 蛇羹用的肉丝 粗细不是最主要的 重要的是长度 要让人能看出来 这是蛇肉丝 林东方在一边折腾姜丝 想要姜丝没那么辣 还保留温补的效果 就要用盐水煮 然后还要用流动的水冲泡 林东方把姜丝 扔进了时间法阵 直接弄好 省水的办法是 放进盆里多换水 喷喷喷喷 开始剁猪骨 铜骨 肘子 鸡骨架 蛇骨 还有拆下来的部分蛇肉 一起煮出蛇羹的汤底 刚好两位师傅 一开始拆蛇肉的时候 拆废了一些 扔进锅里炖煮三个时辰 这样最后炖出来的蛇羹 就会自然地粘稠 说起来 今年烟火轮到哪个山头放来着 东方帝皇瞥了一眼 那巨大的沙漏 此时还差一刻钟就午夜了 林东方刚来妙音峰的时候 光看这个每隔一个时辰 就变化一次样子的沙漏 就看了多半天 有时是云彩 有时是火焰 不过不管怎么变化 都是半透明的 可以清楚看到 里面不停落下的细沙 独孤梦把一块蛇肉 塞进嘴里说道 我前天看了一下 是怒雷锋 哄 他话音刚落 瑶池圣地上空 就爆出一声震天大响 紫色的怒雷 仿佛撕裂了天穷 炸出一团足以覆盖 整个瑶池圣地的巨大烟花 璀璨光滑 让各风上的积雪 都映衬出五彩斑斓的颜色 哗啦啦 细小的火焰在空中再次爆炸 然后开始组成不同的造型 瑶池弟子们 都仰头看着这绚烂的烟火表演 林东方也不例外 毕竟这不是寻常的烟花 这可是通天九重境界的手作 在用自身法力来表演 平常日子可看不到 一刻钟后 祥和温柔的瑞彩 出现在北斗星各处 这表明新的一年来到了 瑶池圣地上方的烟火 短暂地停歇了一回 让这些瑞彩 安安静静地飘荡 东方帝皇对林东方解释道 这是当年几位真仙 在刻画北斗星防御法阵时候 顺手为之的 这些瑞彩 可以庇护北斗星 每年都风调雨顺 所以百万年来 北斗星上越发繁盛 林东方恍然点头 随着瑞彩的消散 王二雷的表演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哗哗哗 紫色雷霆奔涌 化作一条滔滔大河 没有震耳欲聋的雷声 只有水花翻涌的声音 远远看去 仿佛有一条天河横 在瑶池圣地上空一样 随后 一艘赤红色的宝船 从天边驶来 大如山岳的宝船批波斩浪 给人一种勇往直前的气势 好厉害 这大船居然是由火焰组成 但通体凝实如玉 很难看出是由火焰凝聚成的 众多手作都惊叹连连 哈哈 大家过年好 王二雷满面红光地站在宝船上 对着下方挥手致意 呼 远处 画风手作手中画笔一挥 夜空中顿时出现了漫天繁花 各种仙情瑞兽 翱翔奔跑 整个摇池圣地 仿佛成为了仙界一般 书风手作也腾空而起 手中毛笔 写下一幅符贺岁的对联 一个个几丈方圆的金色大字 比黄金胶筑的还要凝成 贵不可言 林东方都有点好奇 那是不是真的金子了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联手施法 招引摇池圣地上空的各种锐采 加持圣地气韵 对于他俩来说 一年到头最忙的就是今晚 先要召唤锐采 然后就要去水晶仙工作着 等着附属宗门的宗主来拜年送礼 还有各大圣地的使者 他俩去忙活了 林东方尴尬地发现 屋里就剩自己一个人了 妙音风上人太少了 远不如别的山头热闹 其实在未来的修炼岁月中 像是萧熙月和火铃那样 过年还在闭关才是常态 现在最热闹的是宗门广场 摇池圣地内最大的广场 就位于折仙峰前 足有十几里方圆 旁边就是水晶仙宫 林东方抓了一堆瓜子花生 来这边卖单 砰砰砰 呜呼 起飞 一堆还不会飞的那门弟子 推出好多个大炮 然后自己钻进去 旁边的同门帮忙点火 直接大炮飞人 大炮百丈开外到千丈处 都是厚厚的垫子 就算是刚进入影气境的弟子 也能玩玩 主要还是免费的 我靠 这位师兄不愧是老牌飞人 居然306张 这位师妹居然飞出去 366张 未来可期啊 最后一个劈头散发的小师妹 抱着一个超大的布偶 开心地笑了起来 众人也是一阵欢笑 林东方一阵羡慕 射牛真好啊 他是不敢玩那飞行大炮 不过 瞥了一眼旁边 居然有打水漂比赛 正经打水漂啊 过了这个门 就会被暂时封住修为 只凭自己的技巧获胜 打水漂赢了没啥奖品 但一定会收获旁边 那群哥们的夸赞 快了 有时候就是这么的简单无华 林东方刚拿起一块 圆润的鹅卵石 身边就是一阵香风浮动 慕青城带着六个 现在加上骆梦梨 是七个师妹走了过来 旁边程晓云 也暗搓搓地往这边靠 林东方这轻易不下山的人 居然来这宗门广场了 稀奇 不过见他要打水漂 众位师姐都没打扰 林东方目光专注 和之前与乱世魔猿 搏斗一样认真 身体重心先是向后 手臂后摆 然后发裂 重心向前移动的同时也要压低 同时向前摆动手臂 嗖 巴掌大的石片 旋转着飞了出去 哇 林师弟居然打出了239跳 旁边的师姐们一阵惊叹 这可是破纪录的 实性的一幕 摇池圣帝这种记录挺多的 比如推雪球记录 脑门顶妻子记录等等 慕青城等美女也都试了试 成绩都在一百多次以上 他们当中最多的是程小云 236条 差点就赶上了林东方 没有多说什么别的 只是在笑声和欢呼声中 扔完了一大堆石头片 该玩的时候就猛猛娃 等看到旁边那群人 开始凉凉组队 用人打水漂之后 林东方果断抓了一把瓜子 开始围观 这操作太可怕了 只能用惨不忍赌来形容 不过这群人的修为 都在助击镜左右 不至于闹出危险来 一群落汤鸡就此诞生 过了一会 林东方美滋滋地接过奖品 一个会喷火的攻击百剑 实际价格不高 但快乐无价啊 当然 也有那种奖品很不错的活动 也是最简单的一种 套圈 套到了就是缘分啊 二十零十一次 林东方有些好奇 一般来说 套圈摊位 都是吆喝套到什么 就给什么 这怎么还是缘分了 这可是炼气风的金刚圈 画神镜以下 不论谁来都无法驱使 扔出去全靠运气 木青成笑着 对林东方介绍一番 师弟扔的时候 可要小心 万一圈住了人 一般都会在一起哦 旁边一个师姐 一脸坏笑地补充了一句 林师弟直接用最大的圈 往我们这边扔 我们会钻进去的 林东方摸摸鼻子 师姐们还是太凶猛了 不过 他们这还算是含蓄的 旁边有几位怒雷锋 和李火锋的师姐 直接把金刚圈 往旁边的师弟身上扔 老板 这师弟我带走了呀 林东方一脸的震撼 还有这种操作 但他随后恢复了注意力 手中的金刚圈的分量很奇妙 越是使劲抓着 越是感觉不到这玩意的分量 但想要随手一抓 却是十分沉重 往外扔的时候 也有种飘忽不定的感觉 在轻如红毛 和重鱼千斤中不停切换 怪不得猴子 会被这种金刚圈 给克制得死死的 这东西还真是有些厉害 这玩意平日里 都是当法宝用 砸碎大山 只有现在 才会被封印真正的力量 当玩具 林东方瞄准了 一架赤裕马车 能有人头大小 雕刻的美轮美奂 特别是羊蹄飞奔的骏马 甚至还能动 扔 深吸一口气 开始默默祈祷 明明用了很大的力气扔 但此时 这直径能有一米的金刚圈像 是那种很厉害的纸飞机一样 在空中呼呼悠悠地 慢慢飘荡着 根本没有下坠的势头 过了一会 远处走来两个人 独孤梦和东方帝皇忙活完了 也来这边转转 梦姐 你说 东方他这圈能套到啥 东方帝皇 碍于自己的身份 没有凑过去 主动进卷 不管怎么说 这也是大庭广众之下 独孤梦怂怂间 我看够呛 能套到那个小马车 俩人在套圈 摊位外站定 周围的弟子 都嘻嘻哈哈地喊了一声 见过圣主 大过年的 没那么多礼节 此时 金刚圈还在天上飘着 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中 飘忽悠悠往两位圣主那边飞去 众人都咽了口口水 这小子 该不会套中圣主吧 东方帝皇心中发紧 他有心想躲 但一想着 以后各种可能性 还是算了 先给圣地里的这群人 打打预防针 免得以后反应太激烈 他任由金刚圈飞过来 独孤梦也没动弹 根据他的预判 这玩意 应该是会落在东方帝皇头上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此时 摇池圣帝忽然阵战了一下 喵喵喵 本猫终于修复好了本体 开心喵 小猫得意洋洋的声音 从妙音风方向传来 而这么一阵战 骤然快速下落的金刚圈角度 偏移了一点点 刷 金刚圈直接圈住了独孤梦 像是一个没有和身体接触的 呼拉圈一样围在腰间 全场鸦雀无声 哪怕心里早有准备的东方帝皇 都愣住了 不过随后 众人都开始用钦佩的目光 看着林东方 这位师弟牛啊 独孤梦心中微微一跳 但也没说什么 表情也没啥变化 毕竟我也不是恋爱脑了 这种小小套圈 可笑可笑 谁会因为这种小游戏心动呢 独孤梦只是取下金刚圈 随手一扔 他本想套住那个小马车 但没曾想 此时圣敌又振战一下 哈哈哈哈 老夫出关了 张大锤嚣张的声音响彻难遇 然后开始轰轰轰的杜劫 他进入了杜劫境 但此时天穷中绚烂的雷光 也难以引起众人注意了 独孤梦刚刚被天杰奋了神 手一抖 金刚圈直接圈住了林东方 众人再次实话 这是什么节奏 这对师徒 难道是在给众人发狗粮 嗨嗨 师父 这次我请了 林东方掏出四十零食 交给了老板 然后取下金刚圈 赶紧往妙音风跑 独孤梦嘴角泛起一丝微笑 林东方这个处理办法 倒是很有趣 好徒弟 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不过不管怎么说 锅里还炖着蛇羹呢 这一点小插曲 也算是波兰不惊的日子里的小惊喜 等到两位师父回到妙音风 林东方正在给木耳莎的切丝 套圈纯属意外 林东方也没有过多纠结这事 这种事情越纠结就越尴尬 反而不如先造一顿饭 喝得迷凳了之后睡一觉 也就过去了 想到下酒菜 林东方瞄了一眼旁边的蛇尾 五蛇羹用了五头蛇分叉的那五段身子 还有粗状的蛇尾没用呢 炸点蛇肉快吃吃 蛇肉切成鸡米花大小的块 然后入料酒 胡椒粉和盐腌制 面糊用蛋清和面粉调制 这样炸出来的蛇肉才足够香 蛇肉很鲜美 但香味不足 香味是由脂肪提供的 淀粉炸出来不够香 腌制蛇肉的时候 林东方看了看那一锅蛇羹 小火熬制了六个多小时的骨汤鲜香无比 捞出里面的骨头 绿掉杂质 加入姜丝笋丝香菇木耳鲍鱼丝等 当然还有之前拆下来的另一半蛇肉 同时加盐和胡椒粉调味 这次只要在炖煮半壳中左右 林东方闻了一下香味之后 满意地点点头 还不错 啊这 忘记弄点菊花回来了 不管是蛇羹还是蛇汤 放一些白菊花点缀 那是极好的 林东方掏出传音时 联系牧清城 牧师姐 我这还需要一些白菊花 你能不能帮我整来 白菊花味道清香 带一丝丝的甜味 黄菊花则是有点苦味 林师弟放心 我们这就去弄来 众位师姐可不敢怠慢了 回到林耀峰的花园开始忙活 等到他们拎着花瓣来了 关火 出锅 然后撒上一点洗干净的菊花瓣 这玩意可不能炖煮 不然口感就沸沸了 这一碗五蛇羹 汤稠味美 香浓无比 我还是第一次吃蛇肉 这蛇肉比猪肉更加紧实 但却比鸡肉软嫩 足以和蛙肉相比 东方帝皇吃了一口蛇肉之后 赞不绝口 蛇肉细嫩 笋丝和木耳丝的脆 香菇丝爆鱼丝的韧 很好地补偿了口感 当然 还有那精心处理过的姜丝 驱出了辛辣味后 可以放心大胆地吃 让身体暖乎乎的 一大锅蛇羹 吃了一多半 毕竟还有炸蛇肉呢 不过 炸蛇肉的时候 出了点状况 临东方搬出了九州顶来炸 结果蛇肉一下锅 九州顶忽然震战一下 古朴的大顶 直接焕发出惊人的光彩 独孤梦惊讶道 这是共鸣 难道大羽始祖 当年就用这尊顶来吃蛇肉 东方帝皇轻声道 古迹记载 大羽始祖曾经斩杀过一种 叫做香柳的怪物 是一条九头蛇 看来是被这尊顶给煮了 临东方在一边挠挠头 地球那边的传说是香柳 被大羽剁了一个头 看来有些出入 不过大差不差 关键还是想了解一下大羽 他老人家 当年是怎么吃蛇的 刷 一道光幕骤然亮起 九州顶开始猛烈摇颤 不过里面的热油 还是四平八稳 刚刚下进去的一块蛇肉 还在滴溜溜地打转 表面挂上的一层薄薄的面糊 在迅速焦脆 随后 众人看到九州顶周围 出现几道模糊的人影 顶内热汤沸腾 里面飘着一些不知名的食材 然后一段段白嫩的蛇肉 被下入锅中 原来是蛇肉火锅 众人都是一阵咽口水 这不得安排 于是把油转移出来 不用自己刷 大顶一阵 里面残余的油就消失了 注入骨汤 还有临东方熬制的底料 为了保证 蛇肉的鲜嫩和本味 临东方没有用很辣的 也没有用加了牛油的 素油底料 随着蛇肉火锅冒出了热气 光幕产生了变化 模糊的人影 被一些迷蒙的光点 或者光团取代 这光幕难道是地图 东方帝皇 看着光幕上一道 蜿蜒曲折的金线 还有几颗明亮的星辰 或者区域 和他记忆中的一些地方 有所重合 看来是大羽始祖的法宝 和其余八尊大顶的下落 独孤梦有些激动 九州顶上的光幕 被众人仔细记下 过了能有半颗钟 光幕消散 这尊大顶 继续他现在的使命 蛇肉火锅 旁边的锅里烧热了油 炸蛇肉 这边火锅嘟噜咕噜 那边炸蛇肉滋滋拉拉 配上天空中 不时炸开的烟火 又是另外一种 感觉的年夜饭 林东方吃得十分尽兴 一块块蛇肉炸得金黄 外壳酥脆 里面软嫩 配上椒盐之后 比鸡米花更加好吃 蛇肉火锅 配上酥炸蛇肉 每到了极点 当然 蛇肉显然不够吃 又炸了鸡骨架 鸡米花 鸡腿等等 蛇肉火锅吃完了 上牛肉片 而要说下酒 还得是鸡骨架 沾染孜然粉和辣椒粉的鸡肋排 值得仔细地缩 等到东方帝皇和独孤梦喝进行 慕青城等人早就趴 在桌子上睡着了 这群妹子 就算是进了渡捷径 论酒量加一起 都打不过东方帝皇 更别说独孤梦了 至于林东方 已经被送回屋睡觉了 一杯就到 姗姗来迟的小猫 只能自己开始烤鱼 喵啊 我这就完善了 一下本体的细节 这群家伙 就吃得锅干晚净啊 小猫欲哭无泪 不过 好在那些鱼 都是林东方之前 就腌制好的 他自己烤味道也不差 一觉睡到下午 林东方 神清气爽地起床 先打了一通揣面神拳 然后 开始处理 昨天剩下的菊花 晾干了泡茶喝 也是极好的 清洗的时候 看着那些四散的花瓣 林东方脑海中 无端地就冒出菊花豆腐来 要说纹丝豆腐 和菊花豆腐哪个 更考验刀工 林东方偏向于菊花豆腐 毕竟纹丝豆腐是切到底 菊花豆腐 是切下去一半左右 对于老厨师来说 可能没啥区别 但是对于新手来说 难度就大大提高了 不过 新手也有窍门的 在豆腐两边放上筷子 这样就不用担心 下刀的深度了 除非能一刀把筷子 都切断 林东方自然是用不着筷子 大年初一吃豆腐 多服骂 他嘟囔了一声 但就在此时 清晨时候刚把张大锤匹的 外焦里嫩的天道又上班了 一道刀光在天穷中开始凝食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 感知到这股灵力无比的刀气之后 悚然一惊 虽然没有任何杀气 但那灵力的感觉 却让他们都为之心悸 不过此时 小猫蹦大到林东方身边 惊叹道 小子 你这刀功真的厉害 本猫院把这道菜 成为天下第一考验刀工的菜 嗯 要说最难 还有一道菜 比这个更难一点 林东方把切好的豆腐 放进一边装满水的大碗里 小心地盘成圆形 改天给你们做 他这话一出口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 就发现天穷中的刀光 直接消失不见 两人倒吸了一口冷气 还带这种操作 这天道 似乎在把他的标准 当做标准了 东方帝皇摸了摸下巴 独孤梦在一边撇撇嘴 这摸下巴姿势 还带传染的 本来就是这样的 每一种道的开创者 都是标准 想当初我独孤家老祖所创建道 最快和最终这两招到现在 还是天洁的标准 东方帝皇点点头 然后说道 说起来 你貌似很久 没有回独孤家 祖地祭祖了 独孤家也不是北斗星座帝户 始祖源于另外一个生命原地 而独孤梦 在成为摇持圣主之后 才了解到自己原来是独孤家的后裔 这也是他当年 极力要辞去圣主之位的原因之一 但摇持圣地 被圣主之位的人选 从未在出身上 所出过限制 新兴人品通过 资质也合格 就可以当 独孤梦轻轻一探 倒也是 先前闭关三百年 现在该回去祭祖了 他本想直接就去 但被东方帝皇叫住了 等会 我之前研究了一下古星图 九州顶密藏图上的一个光点 应该对应在独孤祖地上 独孤梦顿时会议 那把他也带上 带上呗 带他出去溜达溜达 也是极好的 北斗星这一亩三分地 也没啥好玩呢 偌大的北斗星 在他们眼里也就是 一亩三分地 此时 林东方还在做菊花豆腐 刚刚切好的豆腐 其貌不扬 甚至有些拖拖拉拉的不好看 但转移到 装满水的大碗里之后 一切都变了 轻轻晃动间 洁白的豆腐 变得丝丝分明起来 仿佛一朵黏巴了的菊花 又重新吸饱水分 绽放开来 当然了 是那种囚局 才有这种细密的花瓣 手指轻轻修整了一下 这些豆腐的形状 再放进另一碗水里 晃出断裂的豆腐丝 再转移到 装着茶汤的小碗里后 扣上盖子 大火猛蒸 林东方处理着 刚刚剩下的边角料 对小猫说道 说起豆腐 还有一道大煮千丝呢 说道丝 还有扣三丝 这些都是极其考验刀工的菜 喵啊 你刚刚说 还有更难的刀工 难道就在这几道 丝字杯的菜里 小猫刚刚光顾着 看那句花豆腐了 关键的问题 都忘了问 他召唤过来一个枕头 跳上去踩了踩 然后舒舒服服的一趴 嗯 这么一块盐卤豆干 片出25片以上 才算合格 像是我一般 都片35片以上 然后切丝 林东方取出一块盐卤豆干 不过手指后 但要说最难切的丝 还是熟肉切丝 熟肉切丝 谁切谁知道 而最难的是 扣三丝 要用熟肉切 很细很细的丝 和这种肉丝相比 肉香肉丝 可以称为鱼香肉条 其实鱼香肉丝考试标准 也很细的 肉煮熟之后 肉质纹理会变硬 这样一来 只要切坏了一点 就会很直观地表现出来 林东方摸出一块熟猪肉 你看 这种肉 就是大火煮出来的 可以用来做回锅肉 但想切丝 就要用小火慢煮出来的 八成熟的肉 这时候的肉 会变得紧实 成了形 但里面还很细呢 想要切切丝 先要切薄片 食成熟的肉直接切 很难切好 小猫像是听天书一样 猫嘴微张 猫眼发直 喵啊 说那么多 不如给本猫做一份 也行 林东倒也不是 那么小气的人 不过刚准备做 他忽然想到 一个严重的问题 张嘴 他转身看向小猫 你想干啥 小猫微微一愣 尾巴一摆 扣三丝都是丝啊 你这猫嘴能吃 众所周知 猫的尖牙多 一般来说适合 撕咬食物 嗯 我一口多吃点 就好嚼了 大不了 本猫 幻化出一排人的牙 你要不要看看 小猫嘴一歪 居然坏笑起来 林东方赶紧摆摆手 猫嘴长人牙 看了 要么晚上做噩梦 要么当场笑到头吐 不过 这扣三丝 还是没做成 林东方用切菊花豆腐的 鞭角料 做豆腐羹的时候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 走进了厨房 徒儿 卫师要回家祭祖 刚好我家祖星上 应该会有大雨的法宝 你要不要跟我去看看 林东方听完独孤梦的话后 双眼放光 使劲点点头 这可是跨星域的旅途啊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男人的终极浪漫 就在于星辰大海 不过要先把菊花豆腐端出来 七八分钟 时间刚刚好 端起小碗 清澈见底的汤汁晃动 细密到每一根 都能穿过真眼的豆腐丝 在汤汁中轻轻晃动着 仿佛有了生命一样 中间一点红润的枸杞 让这一碗 艺术品一样的汤品 颜色更加鲜亮起来 汤勺挖下一块豆腐 连汤带水送入口中 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绵软的豆腐 丝滑过味蕾 带来豆腐的清香 与紧随其后那茶汤的鲜美 和复合的肉香 好吃 小猫震惊到嘴边的胡子 都抖了抖 他发现这豆腐丝 也就比他的猫胡子 粗那么一丢丢啊 太可怕了 他现在倒是更加期待 起口三思了 不过 林东方现在 一心想着大雨的法宝 真不知道大雨他老人家 当年都用那酒顶烹煮过什么食材 林东方心里不停地响阿猜的 一边和独孤梦 踏上了星空之旅 只有他和独孤梦 东方帝皇 还是要坐镇摇池圣地的 小猫也不太适合跟着 毕竟是完好仙气 太惹眼了 独孤家位于九剑古州 这片古老的陆地 是因为我独孤家始祖 所传建招而改名 独孤梦说 这话的时候 神色没什么变化 但林东方羡慕起来 这是何等的荣耀啊 大丈夫当如此啊 不过一想到 自己在北斗星上 搞得林氏臭豆腐啥的 倒也算是 迈出了小小的一步 但很快 这豪气甘云的状态 就被无尽的好奇心 给取代了 师父 那颗黑洞 咱们能靠近点看看不 算了 里面有人在闭关 我带你去看另外一个 独孤梦穿越宇宙的速度 不如东方帝皇快 但这也方便了林东方 近距离观察了一下 各种宇宙天体 他俩甚至还去中子星上 溜达了一回 有修为就是好啊 黑洞里都能闭关 中子星都能给炼化成珠子 扔着玩 听着林东方 没营养的惊叹 独孤梦 心里五味杂陈 这家伙的石被弃海 到了渡截境极点 估计能把中子星 炼化成米粒熬粥盒 一个多时辰之后 几乎是 跨越了多半个宇宙 他们终于到了 九剑古州 九剑古州 剑修的摇篮 若论之高剑岛 宇宙内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能比得过这里 这里 几乎所有人都修剑岛 方圆千万里的 苍茫大陆 悬浮在宇宙中 大陆的边界处 是无尽的混沌瀑布 当中有残碎的星辰 时影时现 一颗太阳 在大陆远处绕行 其对面 还有一颗月亮 林东方摸了摸下巴 这是标准的 天原地方构造啊 不过没欣赏多久 这九剑古州的风貌 两人独孤家家主独 孤傲天 给请到了大殿 大殿上 没有任何一个小辈 全是独孤梦的 姑姑伯伯 开场话十分熟悉 小孟 你都三千多岁了 该找个道理了吧 就是啊 旁边刘家和 你同岁的那丫头 今年都当太奶奶了 林东方微微一愣 原来修炼界 也流行催婚 不过独孤梦 这三千多岁 确实不小了 嗨嗨 你们就别乱催了 小孟的寿缘 嗨嗨 少说还有一万五千年左右 这傻姐 嗨嗨 旁边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 林东方寻声望去 发现是个苍老的 没有任何修为的老太太在说话 这么一位和修炼 看起来格格不入的老太太 居然也是独孤梦的长辈 三姑说的是 那我就先带我这徒弟 在家里四处转转 独孤梦桃一样的 领着林东方离开了大殿 他每次回来祭祖 都逃不过这阵仗 独孤家占地方缘千里 不同于摇池圣地的群山缭绕 独孤家位居一片平原上 最高的几座山头 不过千丈高 但地面上有九条极深的大峡谷 这是独孤家始祖 当年给后人留下的终极建议 历经无数岁月 这九条峡谷也没有丝毫改变 而且也是独孤家最大的庇护 祭祖很简单 就是在九条峡谷前一一失礼 然后上香就行了 林东方还在震惊于那位 三姑都往了四处看风景 独孤梦可是三千多岁的人 三姑起码也要四千岁开外 但那没有丝毫修为的老奶奶 能有四千岁 独孤梦看到林东方 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说道 三姑她修炼的 不是我独孤家的心法 而是一种叫做轮回天宫的秘法 这种功法 需要她轮回百世才能大成 最后修为直达杜杰境 而且这轮回百世 每一世都无法修炼 以普通人的状态度过一生 百世轮回 起码需要八九千年啊 林东方一阵悚然 那么一个看起来不高 甚至微微微微有些驼背 牙都快掉光了的老太太 居然修炼着这么一门厉害的功法 独孤梦怂怂间 杜杰境不是那么好达到的 对于资质不是特别好的人来说 轮回天宫是一条出路 哟 讨论我呢 三姑拄着拐棍 晃晃悠悠走过来 旁边两个宁丹静的婢女 小心翼翼地陪着她 几人走进一个小院 这是独孤梦在独孤家的居所 装修得很朴素 沏了一壶茶 独孤梦笑着问道 三姑 您这一世也快完事了 下一世打算去哪个星球 她一摆手 婢女们都识趣地退了出去 三姑瞄了一眼林东方 然后心里微微一笑 听说北斗星冬域的海鲜好吃 那北斗星的东海里 有好多蛟龙 蛟龙多的海啊 馋的海鲜就好吃 三姑坐在椅子上叹了一口气 久见古舟的蛟龙很少 海里的海鲜就少了一份灵性 各大鲜艳酒楼 每年从北斗星进口来的海鲜 都要卖到高价 独孤梦鸣嘴一笑 那等过个十几二十年 我带您去东海里抓海鲜吃 那感情好 不过说了半天 这位小伙子还没给我介绍认识呢 三姑咧嘴一笑 看向了林东方 然后不停地点头 这小伙子长得真鹦鹉 高大 身调也好 林东方心里易紧 之前也被不少老奶奶这么评价过 独孤梦听着 三姑这标准的老奶奶评价 无奈地介绍了一下 这要是任由三姑继续发挥 指不定还能说出点啥 林东方这才了解到 原来独孤梦和独孤号 是由三姑代大的 至于独孤梦的父母 生完孩子不到一年 就云游天下去了 活脱脱的孩子只是意外 于是 三姑当年索性把独孤梦 和独孤号带到了北斗星 过了一辈子 林东方哑然 这兄妹俩 人生剧本倒也能写上一本爽文了 这背景不嘎嘎牛逼 来 小林 这大过年的 三姑奶 我给你包个红包 叫独孤梦去 把她的百宝箱拿了过来 这是我当年在永恒星上 无意发现的一节木棍 这木棍没啥别的用处 但是能分辨植物有没有毒 小林你修炼的是除道 这木棍对你多少有点帮助 三姑把一根一尺来长的红色木棍 递给林东方 然后又长须短探 老太太 我这辈子牙都掉光了 可享受不了你这厨艺了呀 林东方接过木棍之后 脑瓜子里嗡嗡的 这要是没猜错的话 八成是神农室的这边 仔细看看这木棍 上面还有三节木棱 应该是木边的一段 这根棍子 对它太重要了 以后遇到不认识的植物 先试探一下 听到三姑说 牙都掉光了 林东方嘿嘿一笑 三姑奶您别叹气 我这有道菜 梅牙的老太太也能吃 收了这么好的红包 不做点好吃的 说不过去啊 还有这种好吃的 三姑顿时来了精神 急忙把林东方领到厨房 林东方洗洗手 开整 先搞了个清顿狮子头 毕竟这玩意进嘴里 舌头一顶就化开了 梅牙也能吃 然后又做了一份菊花豆腐 和纹丝豆腐 最后是重头戏 三不沾 除了鸡蛋糕和豆腐之外 最适合梅牙老太太吃的 普通的鸡蛋六个 只要蛋黄 但轻留着做别的 六个蛋黄 二两半的白糖 绿豆粉和土豆淀粉加一起 一两半 再来七两水 这三不沾 水最多是淀粉的五倍 再多了 不成型 少了的话偏硬 但新手做呢 可以先来个六两水 然后就是猪油 一两左右 林东方这话 是对旁边那俩侍女说的 这俩妹子 伺候三姑这辈子的晚年生活 化天荣地秘法 自然是开着的 先搅打蛋黄 然后加淀粉和糖 水要分次加 仔细搅拌均匀 然后过细网去掉一些杂质和泡沫 起锅 全程微小火 先把猪油倒进锅里润一下锅 锅里的每一寸地方都要润透 然后猪油倒出来 放在一边备用 这一大碗的蛋液倒进来 并没有那刺拉一声 要是出现那一声 就说明锅的温度太高 手勺一刻不停地搅动着 随着丝丝缕的热气冒出 淀粉和蛋黄 在锅边糊化出一层薄薄的 粉 手勺也跟着动起来 注意要用手勺的边去刮蹭 虽然名字叫三不粘 但那是成品才能三不粘 现在它还是粘锅的 哗啦哗啦 林东方不停地翻动手勺 糊化的部分被刮进蛋液里 然后继续糊化 做三不粘最重要的就是耐心 丝毫的懈怠 就有可能导致 有过硬面块的出现 到时候影响口感 过了一会 但液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 是一些类似江湖的东西 这时候的三不粘还不成形 但更不能松懈了 淋上半两刚刚润锅的猪油 继续搅动 把锅里粘着的那些面糊都刮下来 搅着搅着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锅里出现了一团 近乎完整的面糊 这时候 再加入半两猪油 继续来 啪 林东方一个大翻勺 面糊翻了个身 然后在锅里顺畅地滑溜着 刷刷刷出巨形状的三不粘 在锅里乖巧地转着圈 逐渐变成一个喜人的圆形 蛋黄 糖和猪油 结合在一起的香甜气息 在厨房里飘荡着 好厉害 有点像月亮 被摘了下来放在锅里 旁边两个侍女 忍不住赞叹起来 他们自然能看出 林东方是纯靠手法 完成了这一切 没有用修为去辅助 这是真正的技术 那坑坑洼洼的月亮 可赶不上这三不粘好看 三姑扁嘴一笑 看林东方的目光 是越发地满意起来 厨艺这样好的小伙子 可不多了 出锅 锅在盘子边上 稍微一歪 三不粘旧 刺溜 一声像是做了滑梯一样 落进盘子里 还颤抖了几下 端上桌后 三姑颤微微地 用筷子扒拉一下 发现这三不粘 真的不粘筷子和盘子 但用勺子挖的时候 可以明显感觉到 这三不粘 是有弹性和筋性的 神了 这菜我之前的 七十次轮回中 可没吃过 三姑用仅有的几颗牙 试着嚼了嚼这三不粘 然后咽了下去 入口香甜绵软 柔润不油 不粘牙 不粘牙床 好啊 还有这两样豆腐菜肴 之前也吃过类似的 三姑挨个品尝了点 她这岁数太大 吃不了多少 两个侍女 在一边眼巴巴地看着 光是那狮子头 她俩就觉得 自己一口能吃一个 咽着口水 总算等到三姑离了桌 她俩刚想大快朵衣 就发现门口来了 几个小老头小老太太 见过家主 四爷 吴奶奶 两个侍女急忙失礼 这群人来了就糟了呀 哈哈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今天这是逮着了 这几样菜光 是闻闻味道 就超越九件古舟 所有的厨师啊 独孤家主独 孤傲天双眼放光 这可是厨修 做的菜肴 光说 味道就足以让她心动 于是 几人落了座 开始品尝 不得了不得了 这狮子头做得真完美 少了还有这豆腐 切得也是妙的豪颠 主要还是这汤 总给我一种 喝了还想喝的感觉 前天吃的年夜饭 顿时不香了呀 老哥老姐们 几人长嘘短叹 两个侍女苦着脸 看着小碗里的半个狮子头 没办法 谁让这群长 被能拉得下脸呢 大哥 这以后 要是想吃小林做的饭菜 该咋整啊 独孤家四爷一叹 然后滋溜一声 抿了一口酒 独孤傲天瞪了他一眼 这饭菜啊 偶尔尝尝味道就好 我被鉴修 最重要的 就是鉴心鉴定 大哥 你这话说的就过分了 刚刚可是你说的 小林是除休 想来厨艺高超 独孤老四脑袋一晃 不乐意了 对啊 我是说他厨艺了得 可是没说就要来尝尝啊 是你们 拉着我来尝尝的 独孤傲天瞇着眼睛 微微一笑 活像的老狐狸 独孤老五低声道 我决定了 过阵子就去北斗星 大不了去要饭 五妹 你这也太过分了 嘿 脸皮厚吃的 够我可告诉你们 林东方倒是没听到这些评论 他跟着独孤梦 和三姑在外面溜弯呢 远处吹烟渺渺 一群少年在那搞烧烤 一剑穿心 骨肉相连 老八 把你秘制的调料 给哥哥拿来 林东方好奇地凑过去看了看 发现所谓的一剑 穿心就是用一种 形似细件的灵草 把猪星鸡星啥地穿起来烤 这草长得有些奇特啊 林东方还是第一次 见到这种草 不光形似细件 甚至还有金属光泽 这要是小时候 弄到了这样一株草 绝对能斩进 田间地头的油彩花 这件灵草 可以炼制剑灵丹 辅助体物建议 由于数量实在是很多 外表遇到高温 会越来越硬 所以烧烤的时候 用来当签子正合适 独孤梦的解释 让林东方不由地惊叹连连 收集了一些种子 等到时候 再灵药风肿一些 也当签子用 溜溜达达 来到了独孤家正前方 三艘三千丈长的战船 整齐地停在一边 仿佛三条真龙匍匐 通体铁灰色 甲板整体形状 形似宝剑 很直男的审美 而且也极其有压迫力 仙气之下最强的法器 这船的造型很棒 值得借鉴 林东方的飞行大船 这几天就要开始激烈了 就等着张大锤 稳固境界了 不过 还有正事要干 这边是神农士的遗物 而这次来九剑古舟 找的是大羽的遗物 要用手头的九州 顶共鸣一下 但估计会闹出 很大的动静 独孤梦想了想之后 带着林东方 去见了独孤傲天 要是在宇宙里 搞出什么大动静 也好让家里 做好支援的准备 大羽十足的遗物 我的天 独孤傲天也算是见多识广 但此时也被惊到了 也好 要是在宇宙里 去出九州顶 万一有什么 异动引来那群不开眼的家伙 难免要打一架 独孤家不算独孤梦和独孤号 还有两位渡捷径大佬 但他们 都是渡捷径巅峰之下 最强的一列 其实也用不着 那么费事 真要有人来不开眼的闹事 直接说 小林是帝皇那丫头的徒弟就行了 直接把那群家伙 吓得屁滚妙流 三姑在旁边嘀咕一声 人的名术的影 东方帝皇 在顶级强者这个圈子里 凶名昭著 近千年来 被人杀的六位渡捷径大佬中 有两个半是被他弄死的 半个是 最近死的那条九头沙 取出九州顶之后 莫等林东方 点火烧油下蛇肉 这尊青铜大顶 顿时散发出迷蒙光辉 哄 虚空像是破步一样 被大顶震碎 一条黑续续的空间通道 直接出现 浩瀚的沉重压力 像是高压水管里的水 带着不可阻挡的 气势扑面而来 但九州顶此时 像是自主复苏了一样 迷蒙光辉虽然不刺眼 但对面 那沉重的压力 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独孤梦眉头一挑 空间通道对面 给他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独孤傲天惊讶道 这是 混沌瀑布的气息 没错 这空间通道 直通大陆边缘的 混沌瀑布 而且还是瀑布深处啊 我之前 去过混沌瀑布外围闭关 这空间通道对面 传来的沉重压迫感 是那时候的十多倍 混沌瀑布是 包括我独孤家始祖 在那几位顶级真仙 一起练化出来的特殊区域 用来保护九件古舟 虽然在宇宙中 看起来不是很大 但其实混沌瀑布内的空间 可以装下数个大路 有混沌瀑布在 没有任何强者 可以直接穿越 空间降临九件古舟 只能走那一条 唯一的天嵌进来 独孤家几位老前辈 一顿长须短叹 不愧是大羽始祖的医保 直接打通了 这混沌瀑布 林东方扎扎嘴 看来大羽始祖 当年的实力 要超过那些顶级真仙 而且九州顶 作为疑似 超越了仙气的医保 发出的迷蒙光辉 没有丝毫威压 林东方犹豫了一会 然后跟着九州 顶部入空间通道 哦 像是穿过了水波一样的光幕 他一步走进了 混沌海深处 与预想中那混沌器 缭绕的样子不同 眼前的空间十分空旷 像是没有了星光的宇宙 但奇特的是 还有着昏暗的光芒 林东方手中的杀猪刀 忽然猛烈震战起来 远方 一座巨城 从暗中缓缓浮现而出 这是不祥之城 接引城 背后 独孤傲天眼睛 瞪得溜圆 嘴唇都在哆嗦 看着那爬满城墙的 红色小虫子 他背后的汗毛 都竖了起来 接引城 传说每一个上古 不朽传城 都会祭练一个接引城 是专门留给 外门弟子居住的城池 但眼下着 独孤傲天咧咧嘴 这接引城里 要是没有不祥 估计全九建古州的人 都会为之向往 但现在 他也有点打退唐古了 隔着一片星空 都能感知到那股 让人背后 毛骨悚然的诡异气息 不过 看着林东方面前 那盈盈发光的九州顶 他决定跟上去见见世面 原来 这就是师父当初说的 上古不朽传承 这巨城 和老蜜蜂著的白城 一模一样啊 林东方摸了摸下巴 想到了之前 发现榴莲那次 不过这混沌瀑布里 没有榴莲 让他颇为遗憾 这要是混沌里 长出来一棵榴莲树 估计那味道 林东方一阵畅想 独孤梦 把星河杀剑拎了出来 他盯着那些 小虫子看了又看 然后面色凝重起来 那些虫子 是结缠又铁 结缠 林东方尴尬了 以他的修为 只能看到那山岳一样 高大的巨城 但看不到城墙上 那拇指大小的虫子 传说结缠 是天结中的一种 特殊产物 一只成年结缠体内蕴 含有通天境的 大天雷结的力量 独孤梦眉头皱了皱 但一般来说 一百年能出一只 自然形成的结缠 就不错了 而结缠又体 一般是黑色的 这城墙上的 都是红色的 而且看起来体内 也没什么很大的力量 想来是后天培育的 在修炼之人眼中 红色不是啥好颜色 靠近看看 独孤梦手里 拎着杀剑 背后腾起一道万丈剑芒 独孤家内 一把仙剑蒸蒸作响 一脚城墙 就好像绵延的山岭一般 林东方估算了一下 这座街影城 足够把大半个 瑶池圣地装进去 不多时 在九州顶的庇护下 几人来到城墙下 密密麻麻的 无数只结缠幼虫 趴在城墙上 红红的小眼睛 整齐华一地盯着几人 即便是独孤梦 都觉得有些不自在 林东方凭住呼吸 仔细看了看 这些虫子 然后忽然激动起来 结缠 我终于知道 这玩意为啥叫这名字了 哈哈 他手舞足蹈的样子 让几人都是一愣 结缠 结缠 这不就是变异的金缠吗 哎呦我的老天 不行了 我这口水 油炸金缠是少有的几道 一说名字 就让林东方验口水的菜 他摸出一根胡萝卜 吭吃吭吃啃了几口 全当是压压口水 再仔细观察那金缠 头顶一对萌萌哒的大眼睛 附有金属光泽的背上 一对鼓鼓的 还没有长出来的翅膀 还有那一闸 就酥酥的六条腿 全身有七成的组织 由蛋白质构成 下锅一闸 直接碾压炸虾和炸蝎子 这红红的外壳 到时候过了油便的暗红油亮 一斤铲顶十只虾啊 独孤梦此时也想到了 姚池圣地在培育的那些 红毛小虫虫 心中顿时生起一股期待感 别的不说 红毛蝎子炸一下 是真的下酒 不过林东方兴奋归兴奋 也没有直接贸然去抓 后方 独孤家几位老前辈 一阵咽口水 老四拉拉拉独孤傲天的胳膊 大哥 还好你刚刚把我给拦住了 不然我要是说出 这虫子一看就不好吃这话 现在脸都要被打肿了 独孤傲天拍拍老四的肩膀 一脸欣慰地说道 老四 你总算开窍了 以后可别在老刘家 那两个小寡妇面前 胡言乱语了 好嘞好嘞 旁边独孤老五 已经传音 给独孤家众弟子 去抓金蝉了 林东方和独孤梦 跟着九州顶 继续往前走 前方就是宽广的城门 这是 林东方微微一惊 透过城门能看到的 不是什么建筑 而是一块一望无际的平原 充满诡异感觉的 暗红色平原上 满是一些长着红毛的树木 这些树木最高的 不超过十米 有些像柳树 树干上长着白骨花纹 看起来阴森恐怖 特别是加持了 红毛皮肤之后 更显得瘆人 鸡 鸡 无数长满红毛的结缠 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唤着 所谓缠在叫 人 林东方摇摇头 把刚复活的记忆 又给掐死了 不管怎么说 缠叫意味着生机勃勃 大才啊 前辈之中有真正的天才 背后 独孤傲天 第一个看出了门道 这接引城里面的不祥 已经被斩杀殆尽 但不祥气息 无法彻底炼化 于是有高人 把这种 可以在明土里生长的 化骨树 移栽过来 吸食不祥的诡异气息 这些结缠的始祖 都是在雷结中诞生的 天生克制不祥 结缠吸食化骨树里的枝叶 变相地炼化掉了 不祥气息 经过这么多年的炼化 这接引城里的不祥气息 起码少了九成左右 林东方听完这句话之后 悚然一惊 没想到 这结缠有如此大的作用 他就惦记 怎么吃结缠 格局属实小了点 但要论会说话 还得是独孤傲天 他捋了捋自己 花白的胡须说道 你们看那块石碑 上面写着 后来人若是发现 结缠真的可以帮助 炼化不祥气息 可以带出去培育一些 消灭不祥 依我看来 研究怎么让这结缠更好吃 其实很有利于 让更多人的利用结缠 消灭不祥 这东西好吃 大家就会努力养殖 养殖的越多 消灭的不祥也就越多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看看 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 旁边独孤老五 捅咕了一下独孤老四 四哥 知道我那句脸皮厚吃个 够是跟谁学的不 独孤老四探到 还得是大哥 不愧是纵横 九剑古舟五千年的老油条 说的我现在都以为 吃结缠 就是再为消灭不祥做贡献一样 其实林东方 也就自残行贿了那么一小会 不管怎么说 在摇池圣地 开始培育红猫系列重重之后 北斗星明面上的不祥 已经被追击得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了 嗯 那就带走一些 他也没多抓 就抓了五千只成虫 和五千只幼虫 这接引城内的结缠 少说也有一万只 这一点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强行压下回去烹饪结缠的冲动 林东方跟着九州顶 继续往前走 远方 一座小山上 有一个石台 石台上插着一根长毛一样的兵器 但它比一般的长毛更长 也稍微粗一些 而形似八面间的雪亮毛风足 有半米长 这是一杆朔 传说中的羽王朔 林东方很喜欢重型兵器 比如方天画戟和长毛 眼前这杆羽王朔 他一眼就相中了 但让他遗憾的是 把不祥击杀光的前辈 在石台内留下了一段精神波动 大意就是在 不祥气息完全消失之前 羽王朔不能动 除非找到同等级的神物 镇压在这里 但林东方并不失望 石台旁边还有一张石桌 石桌上一尊长方形的小顶 里面跳动着橙黄色的火焰 顶尸另外一尊九州顶 火是碎人火 以碎人火制烤结缠幼虫 美味更甚鸣鲜 这九州顶可以带走 碎人火能带走的话 也可以带走 一道分不清 男女老少的精神波动散发而出 但林东方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那股洒脱的意境 林东方挠挠头 鸣鲜 没吃过呀 看来也是一种美味 拿出小本子寄上了 然后他也没跟那位前辈高人客气 试着收了一下碎人火 完美地和他之前 获得的那团融合了 九州顶也是轻易地就搬了起来 当浪 一个青铜烤架忽然掉了出来 原配的烤架 林东方愕然 看来这第二尊九州顶 是大羽十祖当年专门用来吃烧烤的 怪不得造型细长一些 那等会烤一些 炸一些 林东方美自知地 把这两样重宝收走之后 对着那十台拱手失了一礼 两尊九州顶开路 一行人溜溜达达走出了街影城 哦 据称姚颤 再次隐藏入无尽的混沌之中 即便不祥气息如何诡异 也难以突破那无尽的混沌器 原来这混沌瀑布 是为了隐藏这座不祥之城 也怪不得九剑古舟 被安排在这宇宙边荒 独孤傲天仰天一探 嗯 现在当务之急是培育这些解禅 然后解解禅 林东方又开始咽口水 先挑出百多个看起来 不是很精神的幼虫 扔进了盐水盒子里 然后就开始忙活了 第一件事 抓不祥 好在林东方随身带了不少小玩意 比如 火灵做的不祥探测帽 一群化神镜的独孤家子弟 戴上这些小红帽 开始狂抓不祥 独孤傲天亲自动手 去一处阴气缭绕的地方 弄回来一些化骨柳 嗯 要用凶兵镇压不祥之土 所谓凶兵 就是杀气 极重的兵刃 独孤家的杀剑 正好合适 一顿倒咕之后 直接完事 鸡 鸡 结禅们又开始嗷嗷叫唤了 这边 油温也起来了 劈啪 是水珠落入油锅中 发出的爆响 用盐水 腌制了两个多时辰的结缠 肚子里灌饱了水 滑滑滑 六成热的油温 瞬间让结缠外壳 脱水变脆 同时内部的水分 迅速升温 化作水蒸汽 把软嫩的蛋白质烫熟 一股炸蛋白质 特有的香味 爆发出来 比煎蛋更香 比炸虾更浓 不需要任何调料 大量爆发的 水蒸汽会把那一丝土腥味 直接冲出来 炸到微微变色之后 开小火慢炸 一只大火炸里面 就不嫩了 要是喜欢吃里面 也比较焦脆的 可以用漏勺捞出来一些 放在另一个锅里 然后用手勺在上面砸一砸 林东方只是示范了几个 他不太喜欢 把这玩意砸得破头烂堵的 不管是精缠 还是结缠 肚子里水分保留一些 才更香 看看 这几只是快退壳的 所以背后的壳 直接裂开了 这样的吃起来 口感更硬一些 这几只就是比较小的 外壳没有裂口 所以体内的水蒸汽 把壳撑了起来 这种吃起来更脆 林东方戴上了口罩 不然他都怕自己的口水 飞进锅里 这红色的结缠幼虫 下锅之后太好看了 惊鸿惊鸿的 喜庆 而且 体表没有红毛 看看这几个最大的家伙 尾巴上的肉和壳分离了 就都熟了 捞出来 开灶 林东方火急火燎的 把这些结缠捞出来 也顾不上趟 直接往嘴里扔了一个 咔嚓 酥脆的外壳 比虾壳蝎子壳都薄 都脆 也更香 但更香的是里面的肉 金蝉不像简咏那样 富含大量的水 所以榨熟之后 肉还是类似虾仁 那种很紧实的 咬下一口不会变得 别 鲜美也不输虾仁 越嚼越香 越吃越想吃 吃这种美味 不需要什么调料 之前 用盐水泡的时候 盐头已经进去了 只有这少许的咸味 衬托着这油炸蛋白质的鲜香 这结缠 是真结缠 林东方是一顿狂躁 旁边独孤梦都有点吃惊 他还没见过 林东方这种 急头白脸的吃香 但品尝过一只结缠之后 他也不动声色地 开始加快下筷子的频率 还喝起了小酒 独孤傲天他们一人 抓了一小把 继续指挥那群晚辈干活 虽然结缠数量不算很多 但普通的金蝉量大广够 一整天 独孤家里 都飘荡着炸金蝉的香味 白活了白活了 之前嗤之以鼻的虫子 居然也如此好吃啊 老八 把你秘制的调料 给老子拿来 独孤家一众子弟 喝得醉醺醺醺的 头顶着 不祥探测小红帽 勾肩搭背地 在外头晃悠 有不祥抓不祥 没不祥摸金蝉 抓蝎子 忙活了一天 吃了那么多结蝉和金蝉 补得有点顶 晚饭做了个小葱拌豆腐 海胆疙瘩汤 主要还是为了照顾三姑的哑口 小林啊 我们独孤家这小门小户 就委屈你和小孟主一起了 撂下饭碗 三姑笑呵呵地看着林东方 林东方看着远处那些院落 一阵无语 三姑这话说的 丝毫不脸红啊 但她也没理由拒绝这个安排 反正小院里好几间屋子呢 等进屋看到那些鸳鸯紧背 林东方一阵无言 三姑这算盘打得是叮当响啊 但有些事情不能操之过急啊 林东方洗白白 钻进被窝呼呼大睡 那边 三姑在和独孤梦熬阴 人老了 睡不着 还容易醒 醒了就睡不着了 独孤梦其实不怎么需要睡觉 毕竟度捷径 小梦啊 你这进度也太慢了 要是割地皇 早就拿下这小子了 三姑抿了一口蜂蜜水 养生 其实她也不太需要养生 对修炼轮回天宫的她来说 是真的早思早脱生 不过 她也不是寻常的那种投胎出生 是以天地灵气凝聚出身子 不过为了凝聚出那一丝先天生气 灵身的根骨滋质 会被消耗一空 独孤梦喝了一口酒 没说话 哎 你这都三千多岁了 你小姑才四千出头啊 三姑在独孤傲天 他们面前装得不在乎 但眼下可是真着急 哎呀 你也说了我还有一万多年好活 这啥急 独孤梦一谈 再说了 与其关心我来 您这轮回七十多事了 唯独在男女之情上 没有什么突破 虽然说轮回天宫不讲究那些 但也算是道运有缺啊 三姑眉头一挑 小梦 你这话倒是提醒了我 独孤梦眉头也一挑 啥意思 啥情况 您这是打算 他有些惊悚 三姑可是出了名的 说得出做得到 我这一把老骨头 能有什么坏心眼 三姑又抿了一口蜂蜜水 下辈子再说 小梦 你也不想你的徒弟 变成你的姑父吧 这话一出 独孤梦脑瓜子 顿时嗡嗡的 别别别 您这六千多岁的高龄 就别护害小年轻了 六千多岁咋了 女大三豹金砖 女大三千 威劣先班啊 大六千 算一算够俩人飞线了 三姑微微一笑 老神在在 小梦你可别拦着我 我觉得小林真不错 先说长相 英俊 身条也好 特别是那 独孤梦一脸的黑线 三姑别说了 叫你少跟老刘家 那俩寡妇来往 你还三天两头去那边 嗨嗨嗨 我这人老了 就容易乱说话 脑子也糊涂 三姑又微微一笑 开始闭目养神 过了一会 她又蹦出一句话来 小梦 我这辈子到头了 最快四十九天 我就能在北斗星重生 说完 三姑直接过完了这辈子 身子直接变成一缕清风 消失不见 独孤梦这个气啊 独孤傲天 他们也就是催婚 这位直接逼婚 但三姑比他亲娘都亲 还能砸整 不行 我不能像帝皇 那么狼子野心 阿呸 洪水猛兽 慢慢来 不能操之过急 独孤梦喝了一口 小酒压压惊 然后 回到自己的小院 见到林东方 搂着他的枕头 在那酣睡 他脸色微微一红 这小子 不过不管怎么说 打架时候 那臭皮威风的镜头 倒是挺讨人喜欢的 再过一阵子吧 反正你是我徒弟 这辈子 都要在我身边 独孤梦摸了摸 林东方的侧脸 然后回了自己屋睡觉 三姑姑计 也就是说说而已 他不信三姑 能真的去搞事情 次日一早 林东方惊讶地发现 三姑不见了 真是说没就没啊 但独孤家这群人 都习以为常了 不少人还敲锣打鼓 庆祝了一番 毕竟再过个两三千年 三姑就会成为 杜杰进强者 让独孤家 更上一层楼 这北斗星的 悟道茶大会 就要开始了 不如我就去 北斗星住上一年 而且也好 照看一下三妹 老四老五你俩看家 独孤奥天 一副任重道远的语气 北斗星的 悟道茶大会 整个宇宙都有名 不少人都会来观礼 也有不少人 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获得一个名额 给自己的宝贝徒弟 不过像是 九剑古舟 也有类似的盛会 比如几年后的 赏剑大会 同样能吸引来 宇宙各地的修饰 大哥 你摸着良心说话 你去北斗星 真是为了老十字的 悟道茶大会 老四脑袋一不愣 提出质疑 嘿嘿 我是什么人 你们不知道吗 拉倒吧 当年你偷看老刘家 小媳妇洗澡 我背锅 你勾搭老孙家妹子 出去优惠 我放哨 老四说的是 一把心酸一把泪 独孤奥天 脸上有点挂不住 急忙道 老四 妩媚还在边上呢 你小点声 独孤老五吃笑道 得了吧 你就算是去了北斗星 也没法吃小林做的饭菜 你也不想想 不光是小孟和帝皇 他身边肯定还有师姐师妹 人家不先照顾他们 难道会先让你这个糟老头子吃饱 独孤奥天手舞胸口 一脸悲痛地坐下 小妹 你这话就扎心了 糟老头子四个字 仿佛一座大山 压弯了大哥沉重的几样 行了行了 你要去就去 不过记得带点海鲜回来 嘿嘿 瞧好吧 独孤奥天美滋滋地打点了行装 跟着独孤梦和林东方来到北斗星 然后一个猛子就扎进了东海 林东方则是一溜烟地去了除魔疯 把结缠和化骨柳的事情 告诉了程大发和谢武毒 这交叉培育的最后一块短板拼上了 我就说 哪里差了一些 原来是需要一些媒介啊 通过培育像是化骨柳这样的植物 想来可以让食用这些植物的动物 发生变异 谢武毒一拍大腿 和程大发又忙活开了 别的不说 炸结缠是真结缠 忙忙活活地过了一天 又到了泡温泉的时刻 独孤梦思前想后 还是决定也加入泡温泉的行列 林东方和东方帝皇正吃汤圆呢 就看到独孤梦拎着酒壶落 溜溜打打走过来 相比东方帝皇第一次泡温泉 他可大方多了 直接解开玉袍 旁若无人地走进水中 林东方微微一愣 独孤梦居然有六块腹肌 东方帝皇和萧熙月都是有人余线的 但是没有腹肌竟显柔美 不过独孤梦这腹肌倒也不是很夸张 像是六块光洁的奶香小馒头 整齐地排列在一起 然后林东方揉了揉肚子 真想吃奶香小馒头了 林东方心里想着奶香小馒头 一边瞄着独孤梦的腹肌 线条并不夸张 刚好有能看出来的轮廓 林东方自己倒也是有腹肌 不过最近成了东方帝皇的滑梯 伸了个懒腰 他开始默默盘算 接下来要去搞什么食材 摇池圣地的清传弟子们 最近又送来不少好货 但也不外乎积压鹅猪牛羊 一直惦记得脆皮炸青鸾看来 只能去悟到茶秘境里捉了 但对面东方帝皇 就没他这么悠闲了 身体紧绷起来 警惕地盯着独孤梦 这位好姐姐要干啥 梦姐 这酒精大不大 所谓酒壮耸人胆 他上次靠的就是酒啊 不大 就喝着玩玩 独孤梦舒舒服服地泡在泉水里 又是一左一右 把林东方夹在中间 他倒是不打算 来酒后土真言这一招 东陵朝狭硬山洪 希望流云拂水游 念叨一句 自从开了婚 泡温泉的时候 心思确实活泼了不少 毕竟男人非少年了 不过相比于 东方帝皇的白色御衣 独孤梦这一身热烈的红色 与他平时那冷淡的素雅风格 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且料子也不多 林东方发现一个问题 在把扶在水面上的小桌板 扯到胸前的时候 独孤梦的小桌板 要比东方帝皇的靠前一点点 东方帝皇用羡慕的目光 看着独孤梦 矮了一分分 体积有可能就少很多 毕竟 球的体积公式 是用半斤立方来的 虽然东方帝皇不知道这个公式 但客观经验就是如此 喝了小酒吃了汤圆 回屋睡觉 不过东方帝皇 自然是小别盛新婚 嫁亲就熟了 第二天一早 林东方神清气爽地起床 唉 起这么早淡麻 再睡会再睡会 东方帝皇懒洋洋的伸腿 把林东方给拦住 起早做馒头啊 奶香小馒头 林东方捏了捏那光洁如玉的小腿 忽然想到了软嫩嫩的煮鸡蛋 唉 奶香大馒头你不吃 非要吃小的 东方帝皇这离谱的话 与林东方已经习惯了 大馒头虽好 但也不能吃过度 不然腿发软 林东方收拾了一下 溜达进厨房 开始和面 奶香小馒头很简单 一斤面 半斤奶 糖和酵母一样重 当初楼下老奶奶教的办法 林东方是一点都没忘 说起来还要加点奶粉 忘了让成前辈他们做了 奶粉也不是啥用很高端的技术 才能制作的东西 就是把牛奶小火熬干 林东方直接祭出碎人火 自制奶粉 为了节约时间 直接进了时间法阵 嗯 以后要是有宝宝了 直接为宝宝这种有刀韵的奶粉 以后修炼成就应该比我好 听着他在时间法阵里嘀嘀咕咕 旁边东方地黄脸一红 这家伙 才几天就想怀上 修炼者 越强就越难以诞下后代 别看火金云和苏锦鱼生了五个 那是因为他们有岁月塔 不过也不着急 等我也到了杜结晶后再生吧 据说境界一样 也更容易怀上 林东方转念一想 他自己现在才马上到圆阴镜 不着急 以修炼者的平均年龄来看 他自己还很青涩呢 这边想着有的没的 奶粉也搞出来了五六斤 往面粉里加了一小勺奶粉 然后开始和面 东方地黄在一边红着脸熬粥 独孤梦也溜达过来 诧异了一下 按理说 林东方在厨房 是绝对不会乱来的 东方地黄 这是咋了 地黄 你脸红什么 啊 我还没怀 东方地黄一哆嗦 差点把一锅粥给震碎了 独孤梦顿时明白了咋回事 肯定是这家伙又在脑补一些什么 此时 林东方还在时间法阵里对付面团 做奶香小馒头 可以用浸锅再发这个方法 但揉面必须要到位 先揉成一个不是那么好看的面团 放在一边醒一会 然后再揉 就比较容易揉出一个光滑漂亮的面团 咦 他怎么把面团给赶开了 不是要做馒头吗 独孤梦微微诧异了一下 以他和东方帝皇来看 林东方现在动作 是快了十几倍速度的 光洁的面团 被林东方赶成一个长方形的厚面片 然后在上面淋了一点点牛奶 涂抹均匀 然后把面片卷起来 滚一滚 就成了一个规则光滑的圆柱体 一刀刀切下 一个个形似方形小枕头的馒头粗胚就出现了 再稍微整理一下造型 净蒸笼发酵 林东方从时间法阵里钻出来 调整了一下时间流速 小馒头嗖嗖的就膨胀起来 发酵的之后也不用再干啥 直接开火就完事了 不多时 散发着浓郁奶香的小馒头就出锅了 光洁的馒头外皮 甚至有着点点光泽 捏在手里 轩软有弹性 撕开之后 里面细密疏松 咦 这边还有一锅普通的大馒头 东方帝皇掀开另外一个蒸笼 好奇地看着那些大馒头 然后脸又一红 之前起床的时候 他可是说了大馒头来着 吃起来也不烂 林东方黑黑一笑 自然是为了这么吃 他切开一个大馒头 切口上来上一些辣椒酱 垫上一层生菜叶 加上三片卤牛肉 再来上一点咸萝卜条 顶配的馒头加肉 就做好了 独孤梦和东方帝皇有样学样 嗯 等会做完了烤馒头 再试着做肉夹馍的饼子 虽然一大早上吃烧烤 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健康 但修炼者吗 不慌 林东方美滋滋地开始切馒头片 同时回忆肉夹馍的做法 当初就记得了一个 钢圈虎被巨花心了 又三心二意 东方帝皇有些无奈 但刚吃完早饭的肚子 听到林东方的嘀咕声 又有点饿得慌 萌萌喝了一碗粥 然后和独孤梦一起 不紧不慢地折腾木炭 你一块 我一块 像是搭鸡木一样 落得老高 都等着对方失手 然后让这个木炭高塌倒塌 幼稚 最后两人同时冷哼一声 林东方在一边咧咧嘴 他觉得倒是挺可爱的 不过眼下还是把馒头片 串起来最重要 一根草上三个馒头片 又摸出一些羊肉串 徒儿 不是说烤馒头片吗 还烤肉啊 东方帝皇咽了口口水 摸出一滩老酒 这是让馒头片更好吃的秘密 林东方先把羊肉串烤上了 然后把馒头片放在羊肉串上 这样馒头片就会吸收 羊肉被烤出来的油脂和香味 也可以避免馒头 在预热的时候被烤焦 林东方得意洋洋 这可是他当年之烧烤摊 想出来的妙招 原来如此 东方帝皇微微点头 他在一边烤着鱿鱼 但独孤梦一直没说话 他目光紧紧盯着馒头片 剑道 只有剑道 这馒头片上 凝聚的天地大道不再是万道 而是单一的剑道 说完之后 他吸了吸鼻子 这烤馒头片的香味 还真挺勾人 烤馒头片的香味 是一种突破次元的香 林东方和东方帝皇随后 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之前林东方菜肴里蕴含的道运 就像是橡皮泥 实用者可以把它炼化成 自己所修的大道 但不用的人 不同的资质 在炼化的时候 多少有些损耗 而眼下林东方 烤的这些馒头片 大道被剑林草所影响 都转化成了剑道 对于修剑道的人来说 这就省去了 自己炼化的损耗 嘿嘿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 林东方其实老早就在尝试 把烹饪出来的大道 进行转化 比如剑道 火道之类的 但效果不佳 我估计 等你到了化神境之后 就可以烹饪出 想要的单一大道 毕竟你的元神还没那么强 小猫在一边烤鱼 一边嘟囔一声 原来如此 林东方黑黑一笑 开始给馒头片刷料 先来一层烧烤料油 等到表面变得焦黄 再来一层辣酱 撒上自然大火烤干酱料 咔 烤馒头的酥脆口感 自然是不言而喻 只要吃过一次烤馒头 下次就绝对会再点 面香混合着肉香 带来了极大的满足感 没想到这面食烤一下 也如此美味 虽然吃了烧口 但是我没吃肉啊 东方帝皇自我感觉良好 虽然他这个境界不用担心长肉 林东方脑海里的肉夹馍 忽然被一样东西给挤了出去 烧到烤面时 还有烤面筋和烤冷面啊 虽然烤冷面不是用炭火烤的 但名字里有烤字啊 林东方直接把这两样给记了下来 不然估计又要像之前的夫妻废片那样 过了好久才想起来做 旁边两位师傅和小猫 都是咽了口口水 烤面筋听说过 但烤冷面是个啥 先期待一下 眼前还有这么多烤馒头片和肉串呢 喵啊 我觉得我要吃这么吃下去 迟早要修炼成剑猫 小猫翅膀挥了挥 打出去几道剑芒 之前虽然也能打出剑芒 但远不如现在掺杂着先天剑意的威力打 独孤梦仔细体悟了一下 虽然对他来说聊胜于无 但要是经常吃 也会让他对星河杀剑的感悟更上一层楼 说起来 师父你走的是什么道来着 林东方看向东方帝皇 萧细月勤剑双修 火灵而单走火道 独孤梦单走剑道 他打算去收购一些相关的灵草 看看能不能入彩 东方帝皇自然知道林东方的心思 他心里一暖 微笑道 我修炼的是兵道 自然不是士兵的兵 而是武器 东方帝皇 是十八班兵器 样样精通 而这 兵道有相关的灵草吗 林东方挠挠头 还真有 但很稀少 东方帝皇微微一叹 少到这么多年来 我都没找到 没事 现在不差钱 发任务让别人找就是了 林东方一挥手 还有乐道和火道的 都要找 我要让你们极尽升华 踏出那一步 林东方的话语 坚定无比 精一道 可成仙 但需要极尽升华 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百万年来 没人走出这一步 林东方极度渴望 能让萧熙月他们 还有自己走出这一步 什么曾经拥有 何必天长地久 在他看来都是狗屁 能天长地久 就一定要争取 他的话语 让东方帝皇和独孤梦 心里都是一颤 他们都是站在宇宙最顶峰的女人 但眼下真的被触动到了 这小子忽然这么霸气了 还有点不适应 独孤梦心里一甜 他瞥了一眼东方帝皇 对方那满脸幸福的样子 已经异于言表 虽然东方帝皇成仙不抱有太大希望 但把林东方给养成了 真的很快乐 吃完了小烧烤 林东方抱着小猫溜溜达达 去了万宝峰 先发了一堆任务 一堆青传弟子 直接忙活开了 现在林东方发的任务 比圣主说话都好使 从万宝峰回来 正好赶上张大锤 彻底稳固了境界 闻昌星的河罗鱼 我可想死你了 乖乖 虚空受骨 浮空木 这可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宝贝材料啊 还有这气之源 我的天哪 张大锤看着这几件材料 兴奋的嘴唇子都在哆嗦 更别说旁边那堆积如山的神采了 有火家送来的 还有圣地内那些青传弟子送来的 旁边还有两堆 一大堆是刚刚东方帝皇 和独孤梦扔下的 一小堆是萧熙月和火灵儿闭关之前 交给林东方的 我打造了一辈子的法宝 还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张大锤有种梦幻一样的感觉 虽然打造出来的大船不属于他 但也是他打造出来的 以后说出去 他脸上也备有面子 要说炼气的最佳地点 还是火域 传说那里是一位火道针线的道场 很多杜杰镜的顶级法宝 都是在那祭炼的 但气之源太扎眼了 难免有人打算铤而走险 最好请一位圣主同去 再请上一件仙器 张大锤搓搓手 用询问的目光看向林东方 他这辈子追求的 就是一个蚊子 林东方用询问的目光看向小猫 看本喵做什么 我还能吃了那群人不成 顶多就是让他们相亲相爱的 融为一体罢了 要去一起去 本猫和这小老头 没啥共同语言 小猫懒洋洋地窝在他的怀里 眼睛半眯着 虽说林东方这胸肌挺搁的慌 但胜在宽广 于是出发 这次还是独孤梦跟着 火域是北斗星一个特殊的地界 在中狱和西狱之间 遍地都是火焰 但温度不高 当年那位火道真仙的道场 保存的还算完整 好强的佛力 等到了地界 林东方最惊讶的 不是那燃烧着的金色沙漠 而是远方上空飘荡着的 无尽佛光 开了天眼一看 那金黄色的佛光 仿佛实质化 仿佛比东海都要沉重 立身于这片奇异的大地上 淡红色的火苗 像是水波一样 轻柔地在身边飘荡 能有一米多高 并不炽热 让人感觉很舒服 再看看地上 并不缺少植物 林东方甚至发现了不少果树 不过随后 他就发现 厨物界里有个东西 开始躁动起来 这边 林东方取出这根红色小木棍 呼 这边上忽然出现了一道火焰 传说 碎人士让人族得以生火 而神农士 不仅长白草 更是发明了火焰的用法 只做了陶器 甚至冶炼金属 所以 神农士被尊称为神农炎帝 碎人士尊为人皇 林东方想到古籍上的记载 顿时明白过来 不过三皇五帝的说法 各种典籍有不同的版本 他觉得 给碎人士安排一个人皇 没毛病 哗啦啦 远方一处小废墟之下 几片瓦砾被顶开 一根小手指长的木头碎片 飞了出来 这是这边的一部分 林东方激动起来 无论是九州顶 还是这边 都是人皇始祖留下的宝贝 纪念意愿 胜于这些东西的力量 这是重于泰山的历史沉淀 也是一份传承的责任 奈何太多的东西都失传了 咔 木头碎片 融入到他手中这段木棍中 多少便长了一点 想来当初那位真仙 通过这碎片 获得了神农式火道的一丝传承 等会去把这边给师姐和灵儿 让他们也误一下 林东方美滋滋地开始盘散起来 张大锤没有耽搁 静止走向火域中 专门练气的地方 这也是当年那位火道真仙的练气所在 哼 天摇地动 张大锤使出渡劫进修为 开始引动无尽天火 熔炼各种神才 林东方还在到处学梦 毕竟这地方有这么多植物 应该会有一些特有的好吃的 兜兜转转 来到了这道场的食堂区域 刚要进厨房参观一下 就听到隔壁的餐厅传来一阵嘀咕声 徒儿们 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头做 吃了吧 这可是为师耗费两年半时间才偷 阿布研制出来的烧鸡 林东方没想到 在北斗心上也能听到这句名言 而且 屋里还真是三个和尚 一个老和尚 带着两个二十来岁的小和尚 老和尚白眉毛白胡子 慈眉善目 一看就像得老好人 但他脖子上挂着一串黄金佛珠 多少有点破坏气质 两个小和尚 穿着灰白色的僧衣 倒是显得平平无奇 三个人都瘦得跟马感一样 肚子里一看就没啥油水 在他们身前的供桌上 是三只少了翅膀的烧鸡 让林东方震惊的是 这三只烧鸡上散发着点点佛光 虽然不是天地大道那么离谱 但对于佛门弟子来说 佛光的重要性仅次于天地大道 毕竟不想成佛的和尚 不是好扫地僧啊 阿弥陀佛 师父 这烧鸡是那个魔头制作的吧 师父 摩海无边回头失岸 两个小和尚大惊失色 连连后退 把椅子都撞翻了 唉 你们两个白跟我修行这么久了 我跟你们说了八百次了 咱们北斗星这边 教义为轻 修为为重 早些年咱们佛门在西域打地盘 没少和人打架 砍死人也不少 现如今倒好 规矩比做的好事都多 你们两个不吃 老子自己吃 咔 老和尚扯下一根鸡腿 塞进嘴里 咔咔一顿啃 吃得十分过瘾 林东方摸摸下巴 这老和尚倒是个很有趣的人 小猫也是头一次见到 这么离谱的和尚 小子 我感觉那老头不是个和尚 倒像是山大王 我也有这种感觉 不过那烧鸡的味道 比我做得好闻一丢丢啊 林东方想尝尝那烧鸡 然后把自己的熏鸡改良改良 于是直接去敲门 屋里两个小和尚大惊失色 师父 别吃了 有人来了 快祭出传送阵 师爹 咱们师父这化神镜的修为 而这火域之内 通天镜才能用传送阵啊 那怎么办 要是被人看到师父在吃鸡 他这一世英明就毁了啊 两个小和尚急得团团转 老子自己都不在乎这虚名 你们纯属是皇上不及太监即 慌什么 开门 老和尚油乎乎的手一挥 餐厅大门直接敞开 一个小和尚急得光头上都是汗珠 跑到灵东方身前急声道 这位道兄 事实不是你看到的这样 我们师父他 事情就是你看到这样 老那在吃肉 老和尚念了一句佛号 嬉皮笑脸的伸手说道 阿弥陀佛 施主可有酒水 灵东方都愣了 这老和尚 还真是要把破戒破到底啊 不过这倒也方便他打开话题 翻手掏出一灵果汁队的果酒 这位大师 我有酒 你这烧鸡 能不能让我尝尝 我还真没闻到过这么香的戒 好说好说 老和尚一挥手 一盘烧鸡 直接落在灵东方面前的桌子上 好酒 这位施主 真是爽快之人 老那还是第一次 喝到这种等级的果酒 一杯酒下肚 老和尚眼前一亮 这烧鸡也真好吃 灵东方和小猫一顿狂躁 嗯 有一种调料 我吃不出来 具体是什么 灵东方仔细品尝之后 眉头一挑 他最近也是 尝遍了各种调料 来丰富他的那些老汤 但这种调料 还是第一次尝到 施主真厉害啊 这烧鸡 乃是我的一位祖师研制 我也是好不容易偷来的 本想让我这两个 不争气的徒儿 增加些修为 奈何他们 这鱼目脑袋 老和尚 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 看着两个徒弟 一个小和尚 哆哆嗦嗦地说道 师父 我们是僧人 我佛有规矩 不沾昏腥 不敬女色 放他娘的屁 那定下这规矩的那人 当年是王子出身 年纪轻轻 就享受到了 所有的荣华富贵 小时候天天喝酒吃肉 女人堆里默爬滚打 到最后 自然能轻飘飘地说出 我不在乎这些 的鬼话 你们祖师 就因为提了一嘴佛祖 其实不用肃金身 就被指责为大不敬 我呸 老子做了一辈子好事 晚年享受享受怎么了 有错吗 老和尚拍着桌子 嗷嗷直叫 你们两个听好了 为师今天喝酒吃肉 等会还要去听取 我听说 终于那边 来了一些奇装异服的外星女秀 今天为师 就带你们 去见见世面 见见外星人 林东方听了这话 都直咧嘴 更别说 那俩小和尚了 师父 你入魔了 入魔了呀 一个小和尚 跪在老和尚身边 抱着他的大腿 嗷嗷哭 另外一个直接取出沐鱼 一顿高强度加功德 林东方挠挠头 看来这位老哥 是铁了心要去听取 但他可不打算去听取 众所周知 大部分冲突 都发生在听取的地方 嗯 这位大师 我对厨艺颇感兴趣 不知可否带我拜访一下 那位祖师 先去请教一下 这佛光烧鸡 怎么做再说 嗯 出家人自然应该 大开方便之门 只是我那祖师 最近性格变化不少 变得抠口嗖嗖的 到时候免不了 一些零食之类的 老和尚低声提醒了一句 好说好说 我最不缺的 就是零食 林东方拍了怕除物袋 就差把爆发户三个字 写在脸上了 于是老和 上带着林东方 离开了火域 然后寄出一个小型传送阵 直达附近的火柳城 这座城池 因为城外 一片赤红色的柳树得名 有数百万人口 挨着火域 自然是兴旺发达 我那祖师 就在这城里的 碧月修花店旁边居住 你自己去就好 我这偷了他的鸡 不太好 挨我的妈 远处忽然探来一只大手 直接把老和尚 给拿捏住了 乖徒孙 先别急着走 把我最近的账亲一下 是是是 老和尚急忙去了旁边的 碧月修花店 掏钱 林东方这回知道 那位祖师为啥 喜欢要钱了 这是欠了账啊 不多时 他们进了 旁边一个超级豪华的院落 正奢华呀 林东方都忍不住批判了一下 看看那用夜明珠扣出来的 巨大水池 看看那用灵精雕刻的假花 正听一尊九品莲台上 端坐着一个中年和尚 一身耀眼的金色僧衣 林东方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可是金线座的僧衣啊 真奢侈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 这中年和尚身边 一尊紫金小塔 能有一米来高 但是散发着点点玄黄气息 度捷径的重宝 就这么随意地 压在一张美女画册上 林东方打眼一看 画的是 碧月修花殿 三十六位花魁 中年和尚双手合十 沉声道 这位施主 俗话说得好 要讲究得失平衡 老那可以给你这烧鸡的配方 但你也要给我一种美食才行 而且 要肉菜 林东方瞥了一眼 这中年和尚身边的那尊小塔 心中 划过一道亮光 那我就用一道宝塔肉 来换大师的烧鸡 老那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菜肴 难道是把肉落成一座塔 不是 是盘出一座塔 林东方用手比划了一下 中年和尚还是不太明白 但这不耽误他 拿出来几块上好的五花肉 对了 老那法号吴佛 敢问施主姓名 林东方眉头一挑 这位老个 这法号牛啊 吴佛 我叫林东方 摇持圣地的 吴佛手一哆嗦 肉都差点掉在地上 这他姥姥的 那两尊活祖宗的心头肉 居然来了 原来是东方圣主 和独孤圣主的高徒 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 啊这 吴佛大师客气了 林东方再一次感受到了 那两位师父的影响力 那我就准备做宝塔肉了 大师先等等 好说好说 吴佛开始帮帮敲沐鱼 小猫眼尖 发现那沐鱼里 有不少麦子 随着沐鱼帮帮一直敲 那些麦子就被震碎 炸成了面粉 旁边几个沐鱼里 是别的糯米之类的 大师啊 你这是在磨面 嗯 老娜最近把这 火柳城的磨面生意接手了 多少赚点零花钱 杜洁进大和尚 磨面粉 效率那叫一个高 吴佛丢下木锤 把面粉打包 扔到一边的马车上说道 不然这么空 坐着敲目于念经 浪费时间 小猫给吴佛竖起了大拇指 看出来了 你这和尚是个人才 多谢夸奖 得 我先去把这些面送出去 顺便看看街上的美女 吴佛倒是看不出小猫的虚实 但本能告诉她 这猫不简单 林东方看了吴佛一眼 这家伙虽然爱吃肉 还听去喝花酒 但总给她一种反扑归真的感觉 刚刚倒过了一下梅干菜 此时她在处理五花肉 是先烙一下 然后扔进锅里焯水 煮熟 煮的时候 加了些红曲米 上了一层颜色 辅料还是老三样 八角桂皮生姜 然后取出来压上重物 放进冰镇里冷藏 又摸出一块豪铁 开始祭练模具 林东方现在的修为 干这活事手到擒擒 不多时 做宝塔肉的专用模具就做好了 小猫爪子一挥 冷藏五花肉的阵法时间开始加速 三个时辰 不多不少 还是你靠谱 林东方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开始切肉 先按照模具的开口 大小修了一下肉的整体轮廓 此时 吴佛也回来了 看着林东方在那切肉后 微微一惊 小施主的刀工 当真了得 我之前还从未见过 有人如此切肉 居然像是削苹果皮一样不断 林东方笑道 这比削苹果简单一些 切这宝塔肉 最难的是切得薄 切得越薄 薄塔的层数就越多 当然也不能太薄 薄了容易断 就不好看了 切的时候 注意肉皮这边对着自己 方便看到有没有切歪了 而且每一次都不能切断 切到底之前 轻轻地转过去 再垂直向下切 薄塔肉 就像是一张直卷起来 然后在中间一顶 就会出现一个圆塔 而要把一块五花肉切成 一整张纸 难度取决于薄厚 厚得自然简单 薄得自然难 吴佛光头正亮地盯着看 施主 老那要是做这道菜 似乎可以用这佛塔当模具 啊这 倒也不是不行 但要保证上锅蒸的时候 热量能通过宝塔 好说 老那重新计练一下 小猫在一边 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俩人一个敢问 一个敢答 不多时 肉切好了 这长长的肉片 好像美人的腰带一样薄 呃 吴佛嘀咕一句 看到周围人那异样的目光 急忙闭嘴 林东方还是第一次 见到这样的和尚 不过眼下做菜要紧 现在还不能上锅蒸 要给这肉片 涂上一层酱料 豆腐乳汁 甜面酱 盐 糖 酱油 得益于临时豆腐乳的热销 现在中育的人们 也喜欢上了这种食物 红汤豆腐乳 更是成为了不少酒楼 用来给肉上色的首选材料 上了色的同时 还增加了豆腐乳的特殊风味 涂抹均匀后 把这肉片 按照原来的样子卷起来 林东方一顿操作 这块五花肉 就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 用模具扣住肉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要是歪了 无佛的目光看穿了模具 发现 那原本方方正正的一块五花肉 已经呈现出一个 倒置宝塔的样子 这宝塔中间 要用东西填充 也是这道菜肥 而不腻的关键所在 林东方起锅烧热油 把之前切下来的五花肉煸饺料 放入锅里炒出油 倒出去 再加入葱姜干辣椒 还有梅干菜炒香 这猪油倒出去 能减少成菜之后的油脂 不然就太腻了 老纳悟了 怪不得之前做红烧肉那么油 无佛认真的 在一边记着笔记 祖师 那是雷音寺的法指啊 是宝贝啊 不知在一边哭哭啼啼 放心 只要祖师我每天破剑 这法指就会像破布一样飞过来 到时候 我把这些法指点当了 给你们买肉吃 刺了 林东方又少了一锅油 炸了一切虎皮鸽子蛋 这鸽子蛋 想要更加入味 可以像我这样 给它们扎一扎 他拿出一根银针 复刻了容膜膜的拿手好戏 挣扎 老纳悟了 怪不得之前做的满门鲁鸡 唯独鸡蛋不够入味 所谓满门鲁鸡 就是鲁鸡腿 鸡翅 鸡脖子 鸡蛋 满门抄斩嘛 林东方没有纠结这独特的启明风格 继续认真捣鼓手头的活 梅干菜和鸽子蛋 填充进宝塔肉中间的空间里 压实 然后上锅蒸 一个半时辰 小猫找子又一挥 时间刚刚好 宝塔肉 出锅 有着里面那些梅干菜 和鸽子蛋的支撑 这些软糯的五花肉并没有塌陷 反而真的像宝塔一样 处立在白玉盘中 好香 晶莹剔透 仿佛糯米粉蒸出来的一样 没错 这就是糯米宝塔 无佛吸了吸鼻子 咽了口口水 旁边的不治 可不会扑过来抱住他的大腿 哀求道 祖师 这是昏肉 不能破戒啊 满口胡言 这哪是肉 这是宝塔 看看这宝塔上 油光闪闪 啊不对 佛光璀璨 刷 此时 一道佛光从天而降 直接罩住着宝塔肉 呆 哪里来的师太 居然敢跟平僧抢肉吃 阿弥陀佛 师弟你犯下大件 回头吧 天空中 一位白衣中年尼姑 左手竖在胸前 右手托着那盘宝塔肉 佛光璀璨中 宝塔肉还冒着热气 香味弥漫十方 沐浴在佛光中的宝塔肉 看起来仿佛仙家真修一样 师弟 只要你迷途知返 还可以回归雷音寺 成就菩萨果位 菩萨 我不稀罕 吴枉师姐 你还是回去吧 无佛一挥手 试图把那盘宝塔肉抢回来 但此地紧邻佛土 吴枉背后 有无尽的佛光加持 先天立于不败之地 就算是无佛实力 在佛门都算得上顶尖 但现在 没有了佛力加持 现在是有心无力 吴枉苦口婆心地劝说道 师弟 你魔心身肿 我不忍看你在苦海里沉沦 停停停 我现在没空 听你在这胡扯 吴佛挥手 打断吴枉的话语 冷笑道 师姐 我问你一句 你这么辛苦地来找我 劝我回去 是为了我好 还是为了佛门的脸面 你 吴枉还真被问住了 他面露思索之色 吴佛见状一喜 他这位师姐 虽然是个执着的人 但却比较好说话 比雷因斯那群家伙讲道理 阿弥陀佛 师姐你扪心自问 到底是为了什么 吴佛此时 背后佛光闪闪 宛若真佛降临 反倒是 吴枉因为心境波动 背后的佛光暗淡了一些 诚然 我是犯了见 可是在破戒之前 我就已经被佛门除名 现在我只是一介散修苦行者 所作所为 都和佛门无关 何必如此纠缠 无佛面色平淡 一副无天无地 无我无他的样子 似乎已经超然无外 他双掌何时说道 这位师太 你把那菜肴还给我吧 退一万步说 这宝塔肉 是小林道友 请我吃的 你我都不可 把这道菜肴随意处置 宝塔肉 无往这才注意到盘中 这道菜的造型 还真的和佛门中 某一座塔差不多 但随后 他目光一沉 背后佛光又璀璨起来 不行 今天我必须要把你带回雷音寺 苦海无牙 一旦沉沦万劫不复啊 万劫不复 百万年来 可有人成佛了 可有人真的脱离死劫了 无佛摇头一探 吃人说梦 就是佛门的现状 师姐 贪嗔吃你三毒全战 我看你即将万劫不复 无往心境修炼 显然很不错 没有因为那万劫不复动怒 只是认真问道 何谈谈琛吃 诚然 你念 急救情来找我回雷音寺 但俗话说得好 事不过三 这十多年来你找了我 无佛翻开一个日记 本然要说道 你找了我八十次 说的好听是执着 说的不好听就是吃 无往眉头微皱 然后微微点头 似乎是有些道理 而且 你这次来 不分青红皂白 就把小林道友赠予 我的宝塔肉夺走 明显是犯了称见 无佛面色严肃 语气仿佛在训斥涂地一样 无往再次点头 这话似乎在理 至于贪 那就更好说了 你每次来找我 都苦言菩萨之位 师姐 难道我们当初 踏上佛门修炼之路 只是为了这菩萨之位吗 无佛双掌和于胸前 面色平淡 他背后的佛光 忽然壮大起来 化作无数精灵 缭绕在他身边 好家伙 这是进入状态顿悟了呀 林东方摸了摸下巴 他这宝塔肉里 没有丝毫道运 不关他的事 谈趁痴 无往眼神迷惘起来 他法号无往 为的就是追求一个真字 但眼下他迷糊了 他毕生追求的菩萨果位 到底是什么 此时 无佛淡然说道 师姐 你不妨吃吃这宝塔肉 你说什么 无往震惊地瞪圆了眼睛 师爹 你这是在毁我佛心吗 飞眼 我这是 在祝你成就真佛心 你口口声声说 在沾染红尘 就是万劫不复 但你看成那些百姓 他们喝酒吃肉的时候 露出的表情 你注意过吗 我还没见过 谁是苦着脸吃肉的 无往又一愣 他转身 走进一家酒楼 看到众人推杯换盏 欢声笑语 如果这是苦海 显然说不过去 无佛来到 他身边叹道 师姐 事实才能让人幸福 我现在喝酒吃肉 但实力心境却远胜从前 如果你没有佛力加持 现在远不是我的对手 无往眉头微皱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所以 为了成就真佛心 或者直白点说 为了修为和实力 你都该尝尝这宝塔肉 无佛从无往手中 轻飘飘端走宝塔肉 回到桌前 自顾地倒满一杯美酒 无往沉默了好久之后 慢慢走到桌前坐下 颤抖的手拿起筷子 夹下一块软糯香滑的五花肉 慢慢送进嘴里 舌头上传来从未有过的感觉 味蕾也体验到了全新的味道 如此的香 咸中带着一丝回甜 浓郁的肉香里 带着一种干菜的味道 还有鸽子蛋的鲜香 虽然我第一次吃肉 但我也能感觉到 这宝塔肉 在荤菜中也是极其美味的 无往放下筷子 把旁边的一碗裹酒 直接一口闷了 这酒对他来说 一点劲都没有 但这是全新的体验 师姐 你可悟到了什么 无佛笑呵呵地看着无往 对我来说 一日三餐换成酒肉 可能对我的修行生活 没有任何影响 对 那平日你的修行生活 是怎么样的呢 无佛无师自通地摸出一个馒头 切开之后 把肉片夹在馒头片里吃 吸饱了肉汤的馒头 瞬间变成了另外一种口感 每日打坐 念经 师姐 我现在也每天打坐念经 但我现在用来买馒头的钱 是我自己赚来的 不是靠别人给的香火钱 佛说众生皆苦 他们已经这么苦了 我们为什么还要收香火钱 让他们把钱留着去买馒头 不是更好 此话一出 无往眼中露出震撼之色 他已经习惯的事情 没想到当中蕴含如此深奥的道理 师弟 没想到你心境如此高远 有真佛性 无佛笑道 师姐 这些都是我喝酒吃肉之后才悟出来的 佛祖当年经历过 才能跳脱出来 我们这些后世修行者不曾经历那些 何谈超脱 如此 无往点点头 又吃了一块肉 然后低声道 师弟 我现在可以不劝你回雷因寺了 但你带走的那些菩提叶呢 雷因寺现在要收回去 收不走了 只能端走 无佛端出一个保鲜盒 里面是几百只佛光烧鸡 不管无往那恶然的表情 无佛对着林东方欠然道 小林道友 这佛光烧鸡的卤汤里 我加了鲜根菩提叶粉末 所以 林东方不知道说啥好 他真是没料到 那份独门香料 全是菩提叶 还是鲜根 做个烧鸡 你是真下血本啊 菩提树可是佛门仙药 烧鸡里没有佛光才不正常 无佛被林东方说得有点不好意思 感觉自己是白吃了这一顿宝塔肉 他嘎笑道 嗯 也是我偶然发现的 当时喝多了 熬鸡汤的时候 不小心掉进去一片叶子 之后就发现 汤里有了佛光 而且滋味十分美妙 虽说仙药级别的菩提叶不好弄 但是灵药或者神药级别的菩提叶 应该也不差 林东方仔细回想了一下点头道 菩提叶泡水后 味道甘甜清香 比这香叶淡了许多 之前还真没想到 所以 现在菩提叶收不走了 只能端走 这烧鸡 你要是觉得 他们能接受 你就带回去 无佛把盒子 放在无网面前 无网一探 这可咋办 这鸡带回去 没法处理啊 要是让住持那群人 撤着烧鸡 显然对佛门有着 毁灭性的影响 但要是送人 佛门 送别人烧鸡 而且 是蕴含佛光的烧鸡 网好了说是佛光 可以调理身体啥的 网坏了说 不得说佛门 用好吃的礼仓佛光 强行让人皈依佛门 强行让人皈依佛门 是大机会 那就这么算了吧 等我回去就说 菩提叶已经遗失了 无网打算撒个谎 无佛震惊到 把佛珠都差点捏碎了 师姐 你居然要说谎话 肉都吃了 打个狂语也不算什么 而且我打算体验一下 凡俗种种 不经历 何谈超脱 也许师弟 你走的路是对的 无网说这些话的时候 表情十分淡然 好像已经放下了 心中之前的 各种坚守和执着 那这样的话 师姐不如好人 做到底 弄点灵药级别的菩提叶回来 无佛贪贪手 对他说道 你也知道 灵药级别以上的菩提树 只有在雷因寺附近才有 所以这些烧鸡 我都不太舍得吃 更别说 发扬光大的 嘴上说着不舍得吃 但也暗暗送给了 灵东方两只 当作是宝塔肉的学费 无网沉默了一会 然后说道 当年佛祖在菩提树下 得到之后 所有的菩提灵树 只能在有佛光的地方生长 外界的菩提树 则无法成为灵根 无佛急忙揭查说道 所以说是佛祖耽误了菩提树 但现在也没什么办法 不如去取点叶子出来 凑合用 无网眉头微微一皱 但没说什么 现在他本能地觉得 无佛搞这些事情 是为了锻炼佛心 于是众人收拾一下 出发去西域搞菩提叶 有无网带路 一路畅通无阻 灵东方自然是渴望得到 先要级别的菩提叶的 毕竟 这也是顶级调味料了 以后要是逮到 渡捷径的棚鸟啥的 总不能用普通调料 怠慢了人家 灵东方倒也不打算去 去 看看能不能买点回来 不多时 他们就到了西域深处 宽广的高原上 绿草如荫 一条大河蜿蜒而过 一座堪比城池的寺院 坐落于此 寺庙正门上方 三个金色大字 福寿寺 佛门共有一株仙菩提 三株神菩提 其中之一 就在这福寿寺 而我就是这座寺庙的方丈 无网介绍了一下 方丈和主持 虽然都是寺庙的领头和尚 但前者是被任命的 后者是众多和尚推选的 灵东方摸了摸下巴 这寺庙起名倒是接地气 让他想到了福寿权 也就是佛跳墙来 但他现在不想做佛跳墙 此时夕阳西下 红彤彤的落日 在大河上映照出 红油一样红亮的颜色 大河中 几条明黄色的蛟龙 在欢拓地游动 佛门的龙和真龙相去甚远 大蛇 大善鱼都能被称之为龙 与真龙差了十万八千里 注意到灵东方的目光之后 无佛介绍到 这是佛门养的 用来喂大鹏的土龙 土龙啊 就是善鱼 不过在人家的地界 灵东方把后半截花咽了回去 再看看那河里 飘荡着的几条大白鱼 大红鱼 还有河底 那绿油油的水草 灵东方一阵出神 小子 你是不是又想到了什么好菜 小猫瞥了灵东方一眼 对方这神游太虚的样子 绝对是在想好菜 嗯 想到了毛血旺 等回去做一份 灵东方咽了口口水 旁边无佛口念佛号 小灵道友 这毛血旺的做法 他自觉没有口福了 总不能跟着灵东方 去摇吃圣地吧 大师莫慌 等过几天 我把毛血旺的做法 用流影石录下来 传送给你 如此甚好 无佛笑地眯起了眼睛 已经开始猜想 那毛血旺 是什么口味的了 方丈居然成功地 把师叔找了回来 这可是太好了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这位小施主面生得很了 一群和尚 七嘴八舌地 看着这三人一猫 走进寺院 诸位都回去 歇气吧 无王本来想让这群弟子 回去念经 但现在想来 念经真没啥用 还不如让这群人多睡觉 于是改为了休息 谨遵方丈伐指 一群小和尚乐呵呵地回去 吃饭睡觉了 后院 林东方看着那千丈高的 菩提树一阵发呆 直径能有一米的 巨大叶子 在晚风中轻轻摇曳 散发着点点金光 他忽然想起来 那猪流连祖根 也是这么高来着 好家伙 这么大的叶子 怪不得三枚就做了几百只鸡 林东方咽了咽口水 再看看旁边莲池里的荷叶 他脑海中又蹦出一道菜来 荷叶鸡 荷叶鸡 就是荷叶包鸡 或是炙烤 或是盐菊 林东方自然是要 整个传统接地气一些的 叫花鸡 但这次有这么大的菩提叶 他决定奢侈一把 先包一层菩提叶 再包一层荷叶 那小味道 肯定熬熬的 嗯 你这家伙肚子里的好东西 还真不少 时不时的就能给本猫 弄出点新花样来 小猫铺冷了一下翅膀 落在一边的蒲团上 开始看林东方秀操作 吴佛和吴网在一边看着 记笔记 以后他们出去走南闯北 少不了自己下厨 荷叶和菩提叶各来六张 叫花鸡用的 一般都是新鲜荷叶 搞不到新鲜的 才会用用温水泡软的干荷叶 三人一猫 加上独孤梦和张大锤的 要做六只鸡 吴网亲自动手 从神药菩提上 揪了百十来张叶子下来 千丈巨数 百张叶子也就是九牛一毛 多余的那些 是给林东方带回去的 这鸡要想好吃 腌制少不了 要想香 就要敲断骨头 但也不能敲得太碎 不然吃的时候不得劲 林东方用刀背 斩断了鸡的腿骨 翅膀 脖子里的骨头 又剁掉了鸡尖 然后腌制 老几样 五香粉 黄酒 盐 一丢丢糖 葱姜 外面先来个美容 来点酱油 到时候百里透红 与众不同 这小鸡也不能饿到它 肚子里也来点五香粉 盐 再用葱姜塞满 吃得饱饱的 才能香香的 听着林东方的碎碎面 小猫猫嘴 都张得老大 眼睛瞪得溜圆 他扭头看了看四周 这鸡死了 还得吃饱了上路 这山上 是一根竹笋都没有啊 林东方直接无视这句话 继续哼着小曲 给鸡做按摩 最后来点香油 细腻红亮有光泽 好看更好吃 他一通操作下来 小鸡们的前妻护理完成了 小猫一挥爪子 小鸡们度过了 三个时辰的快进时间 腌制入味 鸡里面的葱姜都拿出来 然后塞进去熟鸡蛋 呃 你们别这么看着我 主要是好吃 好吃 旁边俩人一猫 实在是没话说了 这要是被鸡类惊怪 看到林东方的做法 肯定要追杀他十万里 太损了 但林东方说好吃 那是真好吃 他在自己那份的鸡肚子里 又加了干辣椒和花椒粒 叫花鸡 没有最正宗的做法 只有最适合自己口味的做法 林东方喜欢稍微有点辣味的 用牙签给着尾巴上的裂口 给串起来 猪网油包住这鸡 然后转移到菩提叶上包好 再用荷叶包好 酒坛泥包上来 要涂抹均匀 可不能有裂缝 喵啊 小猫最后在这个黑乎乎的 西瓜上摸了一下 留下一个梅花形的猫脚印 算上一个标签符号一样 还挺好看的 这是他的那份 扔进炭火里烤就行了 在明亮炭火的炙烤下 酒坛泥迅速干燥 同时一股浓郁的酒香也弥漫开来 小猫一挥爪子 背包的里三层外三层的小鸡 又肚子度过了两个时辰的快进时间 林东方搓搓手 把这颗大黑球扒拉出来 小猫的爪子印在坚硬的尼壳上 熠熠生辉 小猫牌叫花鸡 棒棒 敲碎坚硬的尼壳 首先飘出来的就是浓郁的肉香 鸡肉的清香在猪网油的加持下 浓郁了数倍不止 在这股富裕的浓香背后 是荷叶和菩提叶的清香和甜香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吴佛像是第一次给姑娘脱衣服一样 慢慢解开了荷叶上的绳结 剥开之后 还有一层菩提叶 再剥开 入眼湿湿被染成暗红色网油 油脂已经被高温逼了出来 又被鸡肉给吸收了进去 暗红油亮的鸡皮 因为高温变得紧绷绷的扯下鸡腿 白嫩的鸡肉 拉扯出香喷喷的肉丝 入口 首先尝到的就是咸香 然后是被荷叶和菩提叶相味 簇拥着的鲜味 鸡肉本来就鲜 而断裂的骨头和鸡肚子里的鸡蛋 又让这股鲜美更上一层楼 等吃完了一个鸡腿 甚至把骨头都嚼碎了咽下去 吴佛和吴网才发现 这小鸡散发着的浓烈佛光 林东方其实一直在运转化天荣地秘书 这佛光纯属的菩提叶的自带加成 和它没有任何关系 看来这菩提叶和荷叶放在一起 有互相成全的妙用 以后哪位弟子修炼 要是遇到了瓶颈 直接来一份这叫花鸡 岂不美哉 吴佛美滋滋地拽下 一根鸡翅 一顿狂啃 林东方用干净的手背 蹭了蹭下巴 这要是用佛门的金翅大棚 配合佛门十二品连台的连叶 加上先品菩提的叶子 来一份叫花大棚是什么感觉 估计一份能把佛祖给唤醒吧 先记上 以后再说 有小猫全程干扰着众多强者的神识 没人打扰他们这顿丰盛的晚餐 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林东方还要回去看大传祭练的怎么样了 至于吴佛和吴王怎么 把佛门叫花鸡发扬光大 那就不是林东方该操心的事情了 说起来做毛血旺的话 还要做午餐肉啊 毛血旺里没有鸭血 牛肚 黄猴 午餐肉 是没有灵魂的 午餐肉是啥 只能在午饭时候吃的肉 小猫啃完了一只鸡之后咋咋嘴 又舔了舔爪子 林东方觉得小猫这么说很正常 毕竟他小时候也是这么理解的 但现在的他是专业的 倒也不是说只能在午餐的时候吃 简单来说 午餐肉就是超大号长条状肉丸子 可以切片切条 然后煎着吃 炒着吃 乖乖 这么全能的好吃的 快快安排进我的项链里 小猫拍了拍 自己胸前的骷髅项链 猫眼放光 等等 午餐肉先缓一缓 这大船已经初步机练好了 现在要试着催动一下 独孤梦手里拎着鸡腿 把林东方带到了大船上 张大锤得意洋洋地站在一边 小林 我可是按照你的要求 物尽其用了 一点渣子都没省 全熔练进去了 这艘宝船 可是北斗星最奢侈的一艘了 慢说是天外宇宙 就算是洞穿宇宙边荒 在那无尽的位置里 也可以自由航行 就是这些材料太多了 所以最后常态尺寸 在159丈长 内部空间也宽敞了不少 因为有气之源 而且又不用像打造法宝一样 锤炼出气灵 所以一天就完事 但这不意味着 这艘船的质量就会狠水 反而坚固无比 林东方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这船太完美了 159丈 也就是快500米长 一里地 甲板整体犹如利剑 气势磅礴 通体银灰色 十分直男的审美气息 林东方直接就把午餐肉 给忘到了脑后 在这大船里到处溜达 什么豪车游艇 和这能直接飞进宇宙 做星际旅行的大船 比多弱爆了 嗯 要不要加一门尖心炮 林东方心中忽然一阵激动 北斗星有种灵炮 最强可以射爆月亮 是宗门圣地大战中的大杀气 谁不喜欢一艘 能射爆星球的飞船呢 算了 反正以后带着师傅们到处跑 有他们在 也不需要那玩意 有着气质源的加持 这艘飞船可以缩小到一寸来长 等林东方修围到了通天境以后 甚至当作本命法宝一样 收进体内 至于飞行性能更是没得说 有悬空木等材料的加持 飞行的时候 甚至不需要临时补充能量 直接从外界吸纳的灵气就足够了 再加上虚空受骨 洞窗空间进行长途旅行 也是盛似闲停信步 总之 老林对这艘飞船很满意 接下来的事情 就比较耗费时间了 要进行长距离航行测试 目标 宇宙边花 先飞一圈试试 张大锤倒是没跟着 他进了渡劫镜之后 订单多了很多 找他打造法宝的人数不胜数 于是继续在火域打铁 大船内 林东方在厨房里剁肉线 这飞船真棒啊 这灵精屏幕设计得真好 为了满足他在宇宙中飞行时候 喜欢看风景的爱好 也考虑到 他现在还比较弱小的修为 这灵精会随机抓取一些 宇宙内的风景播放出来 给林东方解闷 不然在黑漆漆的空间通道里 啥都看不着 飞行过程中 大船四平八稳 转上泡的一碗花椒水面 没有丝毫波纹 宇宙边荒远得很 这艘大船 现在是独孤梦在催动 速度已经快到了 连东方帝皇都很难追上的地步 一斤拌肉 拌两淀粉 拌两白面 三两花椒水 俩鸡蛋 小猫在一边下巴 整着流饮时昏昏欲睡 这就导致在后来 观看这个流饮时的时候 总能看到一个 不停打滑的猫下巴 淀粉和面粉里加鸡蛋 和花椒水调 制成面糊 再倒入肉馅里 可以避免粉搅合 完事 午餐肉看起来比较难 但其实 做起来非常简单 林东方一边看着 灵晶屏幕上的宇宙奇观 一边给着肉馅脚打上镜 太美了 把全部家当 都用来打造这艘大船 真是我这辈子 最明智的决定之一 嗯 差不多了 林东方把肉馅 转移到一个水晶盒子里 压磁石之后 用荷叶包起来 放进蒸锅里 小猫顿时来了精神 咦 怎么还剩下这么多肉馅 这些肉馅 要用另外一个做法 林东方取出几张干豆腐 在开水里烫了一下 再把肉馅在上面铺平 慢慢卷起来 这样蒸出来 又是另外一种味道 叫做签子 小猫竖起了大拇指 这样的花样 越多越好 本猫喜欢 林东方嘿嘿一笑 然后开火 上汽之后半个时辰 再关火焖一刻钟 这次没有用时间 法阵加速 就这么慢慢来 莫等午餐肉蒸好 大船已经来到了宇宙边缘 这里没有任何行程 只有无尽的雾矮在飘荡 这就是天地未分之前的状态吗 一团混沌 真不知道 传说中的盘古大神 是怎么分开天地的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在他的印象里 盘古大神就最牛逼的存在 谁来了 也比不上他老人家 大船轻轻震战一下 击穿了宇宙边缘的 一层无形屏障 本来只有仙气 才能做到这一点 但大船上有着虚空受骨 做到这一步 甚至比仙气都要容易 而就在此时 午餐肉出锅了 同时 林东方浑身都在发光 独孤梦心中一紧 糟了 没想到这家伙在这里 突破到了圆阴镜 喵啊 这小子 哄 莫等独孤梦和小猫做出反应 天节直接降临 在那99道混沌雷节中 有一块古朴无华的石头碎片 林东方笑得比枯都难看 好消息 进入圆阴镜了 打破了修炼速度记录 坏消息 混沌雷节 99道雷霆 数量和我独孤家十足一样 但这里的雷霆天然 带有混沌器 威力暴涨了数倍啊 独孤梦声音有一丝颤抖 而且林东方对他俩摇摇头说道 你们别管 我先试试 小子 现在可不是逞强的时候 别真的被雷劈死了 到时候谁把我烤鱼吃 小猫尾巴抖了抖 本来这地方就不适合杜杰 那块石头多半会生出什么变数 他现在最警惕的 就是那块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石头 虽然没有丝毫的能量波动 但就是给他一种心计的感觉 没事 我应该顶得住 林东方深吸一口气 转身主动飞向那璀璨的结光 这么长时间的锻炼下来 他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 而且大不了服下那些雷劫液 或者啃一口鲜耀大白菜 来吧 传说中的杜杰 林东方表情严肃起来 比第一次考出试证都认真 毕竟考试没过还能再战 杜杰失败基本就嘎了 轰隆 他背后也爆出一阵强光 在气海里温养到现在的种种厨具 出现了 燃烧着碎人火的炉灶 明光正亮的大锅 还有手勺之类的 这些都是他住击时候 在气海里凝炼的 现在几乎可以由虚凝食了 他走的是除道 自然要用除湿的手段 对抗雷劫 咔 低批九道雷劫 像是利剑一样 直指林东方的头顶 林东方不敢怠慢了这些雷霆 碎人火爆发出炽烈的温度 灶上的锅被烧得通红 进来吧你 手勺一翻 像是打折七寸一样 把一道雷霆给扣进了锅里 哐荡 原配的小锅盖往上一扣 林东方运转风回酒 转开始到处乱窜 哐哐 锅里的混沌雷劫像是一条扔进由锅里的大泥丘 死命挣扎起来 本来就不怎么归整圆润的锅盖 直接被撞得七扭八歪 甚至出现了倒倒裂缝 远处小猫和独孤梦咧咧嘴 这要是别人的蛀鸡盗气 早就被劈成渣了 也就是林东方每天做菜 数不清的天地大道 洗礼过他的身体之后 才能这么抗脏 姥姥的三孙子的 这玩意真带电啊 林东方的眉毛都被电直了 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 虽然在全力运转化天荣地秘书 但这混沌雷劫 哪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恐怖的力量顺着锅把手 直接传入他的体内 即便已经被炼化掉了一多半 但也够他喝一壶的 开猛火 我就不信报仇不了你 林东方大呼小叫的样子 让独孤梦和小猫都是一阵无语 但他俩也都放下心来 林东方像是刚从黑莓窑里爬出来的样子 虽然难看一些 但好过浑身冒险 轰轰轰 剩余八道雷霆 追着林东方黄轰烂炸 而在这期间 锅里那道雷霆 逐渐老实了下去 最后 无尽的雷光被化开 只剩下一丝 几乎为不可查的混沌器 留在锅里 熔炼进去 对你之后的修炼 有莫大的好处 独孤梦在远方招呼了一声 好 林东方美滋滋地 开始熔炼这混沌器 先给碎人火加点威力 碎人火 是他最大的医障 其重要性 甚至超过九州顶之类的法宝 毕竟这是他烹饪的倒火 明亮的碎人 火爆发出更加赤烈的温度 把大锅都快烤化了 乖乖 赶紧让锅也吸收点混沌器 林东方顾忌重施 又扣进来一道雷霆 但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头发秃了一半 奶奶的七舅老爷的 忘记弄出身帽了 林东方惨叫一声 又开始撒鸭子飞奔 好在十倍气海内力量澎湃 他这么瞎折腾 也没有消耗多少 就这样 第一波九道雷霆 正好把他气海里的九种玩意 熔炼了一遍 这也让他的气海和肉身 都有了一定的提高 剩余九十道雷霆 还是九道一组 但这一次 不像是之前那么分散 九道雷霆 好像凝成了一股绳 直接砸向林东方 好家伙 玩真的呀 林东方一惊 然后把浑身力量 提升到了极限境地 乖乖 这小子现在 一拳能秒杀那俩 原因似重天的傻子 小猫在远处嘀咕一句 像是人间之流 确实没有与他一战的资格 他未来的对手 是那些百万年前 封印下来的真仙亲子 无敌血脉 独孤梦微微一叹 那也应该是 能吃的才行 不能吃的他 才懒得去对付 小猫嘀咕一声 然后转身去把真龙端了下来 这是林东方出去 渡劫之前嘱咐的 此时 林东方大发神威 直接把这九道雷霆 给扣进了锅里 爆炒不行 我就给你来个油炸 林东方 被这些挣扎的雷霆店的直哆嗦 从储物界里 摸出一大桶油 倒进锅里 噼里啪啦 热油翻滚 声音爆脆 嗯 不对劲 这油的温度 林东方微微一惊 现在这油温有点太高了 像是没有上限一样 还在疯涨 这锅容练了混沌器之后 对这些油有了加成 噼噼啪啪 此时的油温已经高到了 让林东方自己 都有点害怕的地步 那道粗壮的雷霆 在热油里浮浮沉沉 一开始 还像是活泥丘一样弯状 现在仿佛炸定型的泥丘 一样老实 乖乖 就像是炸泥丘一样出了水气 这雷霆里的混沌器 居然被炸出来了 不对 这雷光外面 怎么还出现了一层外壳 那我就用油炸冰溜子的手法 对你好了 好家伙 还挺烫手 林东方把油锅里 闪闪发光的金色雷霆 捞出来控了控油 拿在手里看起来 就像是一节灯管 或者光剑一样漂亮 第三重雷结 轰然落下 哎 我左右横跳 乖乖 这天结还会预判 林东方一个哆嗦 躲过了这一劫 好不容易运转激发气血 长出来的新头发 又被干掉一小半 轰轰轰 第三重天结 仿佛一道绸缎一样飘忽不定 看着 似乎像是极光一样 柔软绚烂 但那恐怖的轰鸣 和让空间都在颤抖的阵战 无疑在证明着 那足以秒杀 普通鲜苗的威力 林东方这下 不敢浪漫 开始无规则运动 一边还寄出一个碗 往里打了几个鸡蛋 哗啦哗啦 这家伙一边躲 一边打蛋液 但一不小心 被一道细小的电壶偷袭 手里这一碗鸡蛋 瞬间变成了熟的 可恶啊 我今天必须要把这油炸天 劫吃到嘴里 就是990道雷霆 来了我也要整 林东方把熟鸡蛋捣了出来 继续小心地打蛋液 加点水淀粉 这样摊出来的蛋皮 才好看 小锅烧热 油进去 打个滚栽倒出去 倒入蛋液之后 快速地转锅 用来卷豆沙也是极好的 边上有点泛白了 翻身 蛋皮摊好了 那就成功了一半 接下来还是手速活 打发蛋白 油炸冰溜紫外头戴 一层蛋白霜下锅炸才带劲 乖乖 差点又让皮到了 来点面粉和淀粉 林东方二 听六路眼观八方 还是第一次 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下做菜 但他觉得自己的敏捷性 大幅度提高了 不多时 一大碗插上筷子 能立住的蛋白霜就出现了 说起来 过年忘记 做雪棉豆沙了 林东方还真把这道菜给忘了 虽然也是高甜的点心 但是真的好吃 咔 他手起刀落 这一根快两米长的固体雷霆 被分成了十来份 不得不说 这些雷霆断断的颜值 非常漂亮 闪烁着金黄色的光亮 用蛋皮包住之后 也是微微透光 仿佛法宝一样 就算是天节 也扛不住油锅啊 林东方美滋滋地 用蛋皮 仔细地把它们包好 手口处涂了一些蛋清 再进来滚一圈 在雪白蛋霜里 翻滚过后 那柔和的光芒也被遮盖住了 在周围黄黄电光的照耀下 这细腻的蛋白霜 显得更白 白得耀眼 这颜值没得说 林东方很满意 这东西 足以算得上顶级点心了 不过别人可没口福 先给自家人尝尝再说 哗啦啦 油炸雷霆最后一步 就是下油锅 而且时间极短 这蛋白霜是预热就熟透 炸十个呼吸就完事 林东方小心地数着数 一边左躲右闪 出锅 一根根微微泛黄的油炸雷霆 到此成功 让林东方惊讶的是 即便他一直在运转化天荣地秘书 这油炸天结里 还是蕴含了一种恐怖的雷道气息 本会 忘了炒糖浆 这次玩得大的 林东方摸出两个小瓶子 一个瓶子里装的是雷结液 一个瓶子里装的是地龙水 远处 小猫和独孤梦 震惊地咽了口口水 这家伙还真下血本啊 但似乎也只有这种东西 才配得上这开天辟地 第一份的油炸天结 此时 雷结似乎都震惊了 没想到林东方能搞出这种操作来 趁着雷结停顿的当口 林东方迅速熬了一些糖浆 然后淋在了油炸天结上 雷结液和地龙水熬制的糖浆特效分成 比周围的雷电都要引人注意 这份糖浆的奢侈程度 是前所未有的 不错 拔丝油炸天结 林东方拿起一块来 精英的糖丝拽得长长的 当中还闪烁着各种光彩 像是拿了一条彩虹在手里 我自己先尝尝 看看到底能不能吃 林东方深吸一口气 咬了一口 咔 绵软的蛋白霜 像是棉花糖一样 入口即化 里面是香喷喷的蛋皮 再然后就是有点像棒冰一样的雷霆 这雷霆外壳 脆脆的仿佛一层薄冰 一咬就彻底碎了 然后是一股液体化的雷电之力 有点像酸奶的口感 但味道其实和白开水一样 以后还得想办法给雷结调味 总的来说和油炸冰溜子还真差不多 还蕴含了巨量的雷电道运 这要是给雷修们看到了 绝对会眼红的毒药爆掉 嗯 不对 天结好像对我没有杀伤力了 林东方微微一愣 刚刚又有一道细小的电壶偷袭过来 他发现自己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 原来这东西有这种妙用 以后师姐和灵儿他们渡劫的时候来一口 就没有危险了 林东方心中一喜 当下忍住再来一口冲动 把这盘硬菜封好 开始继续和雷结斗之斗勇 进来吧你 他又把第三重到第十重天结都扣进锅里 先炸成半成品 这雷霆不光可以做油炸冰溜子 还可以做偷梁换柱之类的 所谓的偷梁换柱 就是把排骨煮熟之后 抽去骨头 再换上别的东西 比如笋之类的 这要是搞到什么白虎排骨啥的 配上这雷霆来上一道偷梁换柱 岂不美哉 林东方一阵畅想 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第十一重雷结 也就是最后九道雷霆 似乎有些不对劲 小心 这是终极考验 独公梦在后面喊了一声 这是仅次于斩仙闸刀的终极雷结啊 不对 也不是真正的终极雷结 还是因为那个石块 石块似乎有些简单的意图 他也要考验它 小猫严肃地蹲在一边 紧张地看着那九道 如同山月一样粗的雷霆 没事 我顶得住 林东方深吸一口气 背后碎人火和各种厨具 都爆发出炽烈的光芒 这一次 他要全力硬扛 轰隆隆 混沌翻腾 恐怖的雷霆一道 接着一道落下 林东方的身影 在无尽的雷光中 被打得东飞西撞 即便刚刚吃了油炸天结 也被打得凄惨无比 但不久之后 他又黑黑傻笑起来 这石头 当磨刀石 可是一绝啊 等等 说好的圆阴镜 我的圆阴哪去了 我圆阴呢 林东方傻眼了 在身体里观察了半天 连个圆阴的毛都没见到 圆阴镜最重要的就是这圆阴 有了这玩意 就相当于有了第二条命 只要圆阴没碎 就死不了 这也是林东方 一直以来惦记的事情 谁不想多个保命的手段 别找了 大概是没有了 但是这样更好 独孤梦飞过来 双眼放光地看着林东方 非但没有丝毫紧张 反而十分高兴 激动之情 异于言表 像是恶狼看到了 美味的肉肉一样 不错 真的不错 圆阴溶于肉身 本来就足够强的身体更强了 他忍不住伸手摸了摸 林东方的胸口和背后 圆阴溶入我身体里了 林东方摸摸胸口 一脸的难以置信 书上没有这个知识点啊 嗯 上古之前的修炼体系中 其实没有圆阴镜 大家都是一条命修到底 要么长生 要么化作黄土 你刚刚忙着做菜 没有主动去凝聚圆阴 加上化天荣地秘书 无意间促成了这一成就 小猫飞过来严肃地 打量着林东方 他和独孤梦 都可以轻易看出 林东方此时的肉身强的离谱 单论力量 足以撕碎圆阴镜后期的修饰 能通境界无敌 还需要啥另外一条命 林东方挠挠头 没想到是这样 索性不去想了 一命通关 也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 然后 他低头看了看 自己手里那个石块 这东西 倒也不像是天然的石块 像是某个器物 上掉下来的 是真的重 要是我 没有进入圆阴镜 是绝对拿不起来这东西的 黑乎乎的长条状石块 看起来 还真像是一块磨刀石 不过巴掌长短 但是重量难以估算 这石块 我本能的有一丝忌惮 要是它重组 完整发挥出最大威力 能量甚至要超过我 小猫摸了摸石块之后 说出让林东方和独孤梦 都难以置信的话语来 乖乖 你可别吓唬我 这东西 有那么邪门 林东方背后 一阵发麻 超越仙气的威力 难以想象 估计一下子能把宇宙 都给干中起了 我骗你做什么 宇宙浩瀚亿万载 在那遥远的过去 诞生过怎样的强者 出现过什么样的法宝 都算不得稀奇 不要觉得 仙就是最厉害的 它们要是最厉害的 也就不会在 百万年前都死了 眼光要放长远 修炼是无止境的 小猫在林东方肩膀上 跺跺跺脚 全当是拍它肩膀了 一脸的语重心肠 和苦口婆心 但是 一双猫眼 一直盯着远处的午餐肉 行行行 我晓得了 林东方掂量了 一下这石块 嘿嘿一笑 这下磨刀石 是不缺了 美滋滋地回到大船上 此时 签子还没凉透 这东西 要凉透了之后 切才方便 而且凉着吃也好吃 林东方伸手一挥 九阴玄火的力量散发 直接吸走了 这道美味上的温度 这是进入原音境之后 无师自通的手段 也是他除道修炼中 控温的重要一环 把多余的热量储存起来 变相地增加了体力 林东方摸出一本书 开始写字 虽然这本除道经 只有十来页 但也是开天辟地头一本了 签子切成片 摆在盘里后 他又拍拍脑门 这道菜 要和香肠一起摆盘才好看 等回去弄点熏肠 下酒 枣红色的熏肉肠 和粉白色的签子摆在一起 那真是色香味俱全 下酒神器 说到下酒菜 还有五彩大拉皮啥的 需要芝麻酱 林东方这话说完 独孤梦和小猫吃菜的速度 明显放缓了 独孤梦甚至觉得 嘴里的酒 都有点美味了 徒弟说的下酒菜 那绝对是一绝 但眼下不是做熏肉肠 和五彩大拉皮的时候 这大船试航完毕了 可以正式启航了 启程去闻昌兴 不过大船这次没全速前进 而是慢悠悠地走 师父 这是 林东方惊讶地发现 自己全身上下 都散发着银白色的灰光 我再用心灰洗练你的身体 让你更上一层楼 免得回去之后 帝皇说我对你不伤心 独孤梦脸色平淡 把锅扣在了 东方帝皇头上 嗯 多谢师父 林东方倒也没觉得 有什么难受的地方 于是蹲在那里 继续捣固他的那些宝贝 比如炮弹钢刀 继续往里面 熔炼了一些新的神材 之前一直担心 这把刀镜画下去 会没有磨刀石 现在不慌了 捣固完这些之后 林东方伸了个懒腰 此时文昌星 已经遥遥在望 与北斗星的 浩大沉重的气息不同 文昌星作为一颗 浮星 外面缭绕的 都是一些锐彩 紫金色的气韵 如同通天玉珠一样凝炼 这就是文昌星 果然是文人雅士 最多的地方 这星球真漂亮 林东方发出了 没营养的赞美之言 小猫在一边撇嘴道 没感觉比北斗星 漂亮多少 你说这星球漂亮 是因为这顶上 有和罗鱼吧 嘿嘿 等会用和罗鱼 给你们做溜鱼片 松鼠鱼片吃 大刀给了我 看穿世界本源的眼睛 而我却用这双眼睛 寻找和罗鱼 小猫在林东方怀里 嘀嘀咕咕 四处张望 此时 他们已经降落在了文昌星上 有着小猫做掩护 没有任何强者察觉 地波荡漾的汉海上 大船四平八稳地停着 桌子上的茶水 都没有丝毫抖动 林东方 躺在摇摇椅上钓着鱼 简直不要太得劲 旁边独孤梦和小猫 表情严肃 丝毫没有林东方 这么放松 他俩在搜索和罗鱼的下落 文昌星 虽然不比北斗星 但也覆盖 有极强的真仙级防御法阵 他俩这外来户的神念 受到了极大的压制 不行 这文昌星的海里 就三头通天境的蛟龙 没找到和罗鱼 小猫尾巴抖了抖 看来只能去秘境里找找了 但文昌星上的秘境多不胜数 这要是一个个找 无异于大海捞针 独孤梦微微一笑 这倒不难 先去天机阁问问吧 天机阁 是一个特殊的圣地级势力 门人弟子不多 战力也不强 但他们个个都能掐回算 是推演天机的好手 不少人都会到 一片华丽的建筑群就出现在眼前 漂浮的仙山 悬空的神岛 还有一条天河缭绕 这是一个完全悬空的圣地 美轮美奂 而在天机阁正下方的土地 缭绕着悬崖的仙光 密密麻麻的法阵 让林东方看一眼 就头晕目眩 他甩甩头后 看向远处那悬空的楼宇 然后一待 乖乖 真有钱啊 零食做的砖头 一种零精做的瓦片 一种零精就是有颜色 不透明的零精 价值换算成零食 比普通零精贵半成 林东方不禁感叹 他在爆发户这条大道上 实在是缺少开创性 我怎么就没想到 直接用零食做地板呢 这天机阁最不缺的就是零食 全宇宙的人都在给他们送钱 而且这些零食 零精也是有讲究的 这些丰沛的零器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天道反噬 独孤梦说完后 白了林东方一眼 这家伙赚的零食基本都花了 生活物品奢侈的 已经让他都难以想象 连床单都要神残思的 天机阁在文昌星上 安家落户 倒也聪明 这文昌星的气韵 能大大抵消他们 推演天机带来的反噬 要是戈北斗星 早就被天结一锅端了 小猫在一边看了看 此处的仙镇 神色有些忌惮 此时 远方一座大殿内 闪烁出柔和的仙光 阵阵仙乐响起 悠扬婉转 林东方捏了捏手中的唢呐 强行压下合奏的冲动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远处传来一道 和蔼苍老的声音 独孤圣主大驾光临 真让我天机阁 蓬毙升辉啊 天机阁阁主夜九重 从远处飞来 一身灰不麻衣 不像是杜杰镜的强者 倒像是一个田间老农 我带着徒弟不请自来 实在是讨扰了 别的圣帝来天机阁 都要大张旗鼓 送琴铁啥的 但瑶池圣帝不用 当年我那弟弟 在北斗星 多亏瑶池圣帝收留了 被贪玩坠入一个传送阵 流落到北斗星 差点死翘翘 叶九重对着独孤梦一拱手 多谢瑶池 林东方这下知道 为啥叶孤星这名字 和那群手作的风格不对路了 原来老家是文昌星这边的 独孤梦白手道 叶阁主不必如此 这次来是打听一种异兽的下落 啊这 独孤圣主要不 先来我天机阁坐一会 我这还有几夜 误到茶也没开封 见独孤梦 似乎连口茶水都不喝就要走 叶九重有点着急 远来是客 而且还是 他老弟当年的恩人 怎么能怠慢了 叶九重直接拿出了 鸭箱底的代客宝贝 悟到茶 悟到茶 林东方和独孤梦 心里波澜不惊 这玩意儿 现在不稀罕 所以 叶九重就震撼地 发现独孤梦无动于衷 眼神连一丝波动都没有 不愧是与东方帝皇 齐名的天之娇女 连悟到茶都难以让他心动 看来见心无敌啊 叶九重心里嘀咕一句 而他不知道的是 独孤梦现在满脑子 都是溜鱼片 松鼠鱼片 见叶九重这么盛情邀请 独孤梦倒也没失了礼数 于是点了点头 一行人于是飞到后店 一次落座之后 叶九重亲自沏茶 一般来说一片 悟到茶叶 要泡一大壶茶 分出百碗 但这次只沏了五碗的量 随便放出去一碗 都能让无数修炼者 杀得你死我活 林东方看着面前 这碗缭绕着鲜光的茶水 他发现 这茶和他做的清汤 还是有差别的 他做的清汤 道运虽然也内敛于汤中 但道运只是在碗的上方三寸处 缭绕一彩 但这雾到茶水中 仿佛有极光飘荡 九彩鲜光就在茶水中 茶香甜丝丝的 让人口蛇生惊 多谢叶前辈 林东方没客气 蹲蹲蹲先干了一碗 夜酒重笑着捋了捋胡子 这才对吗 刚才林东方那一脸淡定 看着雾到茶叶的样子 让他误以为这小子 是从小泡着雾到茶水长大的 林东方第二碗 倒是温柔了许多 开始细细品味茶香 旁边 独孤梦喝了一口茶水 然后说道 夜阁主 我这次来 是为了和罗鱼 染衣鱼 还有文妖鱼这三种鱼 想得知这些鱼在什么地方才有 这三种鱼啊 夜姑星摇头一笑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 我这就把他们的位置 当当当 就在此时 前殿的迎客中 忽然响了起来 北斗星 赤霞神朝皇主任国 祖特来天际阁拜会 随行还有犬子人见 林东方 差点被茶水给呛到 这爷俩咋来了 而且啥玩意 人国祖 人国祖这名字 林东方有些无语 不知道这家伙 会不会月牙天冲啥的 但想来杜杰镜大佬 干不出那时来 夜九重掐指一算 人见 敌势摇尺 前途会暗 不过近来倒是得到了 莫名的大机缘 原来是太岁土 奇怪 这太岁土的来历 给我一种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却算不出来的感觉 夜九重有点猛 他这些年 都会算算来客最近的运程 但如此诡异的感觉 还是第一次 独孤梦和林东方面面相去 看来是那天机时起作用了 说起来 摇尺圣得产出了不少太岁土 这消息已经流传开来了 不知独孤圣主打算怎么办 而且卖给人见的话 虽然获得了大量的零食 但人见到也获得了 实打实的好处 夜九重看向独孤 丝毫不理会远处传来的败会声 他疑惑这件事很久了 卖给他倒也不算什么隐患 夜九重听到这话 也是点头笑笑 没有继续深问 俩人这一番对话 已经给人间未来的路 提前写下了句号 前途晦暗 早妖之相 然后夜九重又看向林东方笑道 我那弟弟把天机时给了你 想来是把宝压在了你身上 人间那家伙 向来小肚鸡肠 你可要小心啊 而此时 后殿后方的超距离传音法阵 忽然闪烁了一下 一阵急切的声音 让林东方止住了话头 大哥 大哥 夜姑心的声音忽然响起 夜九重一惊 答道 三弟 你不是闭关吗 怎么忽然联系我来了 大哥 任国祖那老王八糕子 要用太岁土和你换消息 你千万别收太岁土 夜姑心声音很急切 那可是最近加了狠料的太岁土啊 他那老哥要是收下了吃掉 那还得了 夜九重有些不减 三弟 太岁土可是好东西 我打算拿来炼丹 给你补补身体来着 一听到这话 远在北斗星的夜姑心脸都绿了 这玩意居然要给自己吃 但随后他心里也是一暖 还得是亲大哥呀 有啥好的都想着自己 大哥 这其中有大隐情 你就别管了 管他们要临时就行 实在不行 让他们给你当苦力也行 别要 此时 独孤梦在一边说道 夜阁主 这太岁土确实不适合炼药 原来圣主也在 那太好了 那我继续闭关了 大哥 你记住 任国祖 那老王八糕子 和人间那小兔崽子 都不是好饼 使劲坑就行了 最好坑死那俩家伙 夜孤星又吆喝了一声 关闭了法阵 夜九重 伸手捋了捋胡须 认真点了点头 自己老弟都这么说了 那直接违背祖宗的决定 就完事了 可得给那俩人 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但他随后 忽然恍然大悟一样 看向独孤梦 原来如此啊 虽然算不出来 但也猜出了大概 想来那太岁土 是故意用来坑人剑 和周长青的 他活了这么多年 年轻的时候 各种损招也没少用 当下也就根据现有的线索 推算出来一些东西 嗯 我忽然想起来 黑渊之下 有一群和洛鱼来着 本会就让任国祖走一趟 独孤圣主 小林 还有这尊 呃 仙猫前辈 我先去接待一下那俩人 先失陪了 夜九重抄起一边的 夜半仙 算命番子 溜溜达达走向前殿 徒弟 你不打算去看看人间 独孤梦又抿了一口茶水 笑盈盈地看着林东方 无效射交 不去 林东方头摇得 跟鲤尾巴一样 小猫在一边打了个哈欠 缩在林东方怀里 又开始打盹 前殿 任国祖和任剑 可谓是翘首期盼 犹如婴儿之望父母 九汉叛甘铃 这太岁土 实在是买不起了 越卖越贵 越卖越少 赤侠神朝的流动资金 已经有些吃紧了 所以 任国祖才剑走偏锋 打算孤注一掷 来天机阁算一算 夜阁主 都说天机阁无所不知 我想算算北斗星 那先要太岁的下落 任国祖诚挚挚地看着夜九虫 旁边一尊宝顶里 是一堆太岁土 嗯 任皇主 这推算先要的位置 消耗极大 可否容我回到密室 找人帮我一起推算 夜九虫 哪能算得出太岁啊 就算瑶池真有太岁 有全面复苏的西皇境镇压 也啥都推算不出来 就算是借助天机阁的仙气 也难以有所收获 任国祖低声道 那就有劳夜阁主了 我听闻天机阁从不说谎 从不透露客户信息 希望 土于我无大用 希望你能去拿黑渊 帮我捉几条和罗鱼回来炼药 黑渊 是文昌星最恐怖的秘境 死在里面的修士不计其数 甚至有杜杰镜大佬 在里面身负重伤 任国祖一听 能省下太岁土 自然是高兴得很 急忙告退 直奔黑渊 一个猛子就扎了下去 然后就是一阵惨叫 远处几个通天境的高手 不寒而栗 太可怕了 连任国祖都被怨得要死要活 这黑渊里藏着什么鬼东西 回了后殿 独孤圣主 白人想推算摇尺圣地内 到底有没有太岁土 我该如何回答 祖宗有规定 不能透露客户信息 但谁让任国祖 刚刚自己嗷嗷那么大声 那是独孤梦自己猜到的 和我叶九重无关 叶九重在心里这么安慰自己 默默背诵了一下祖宗的规矩 独孤梦想了一会 然后冷笑道 劳烦叶阁主告诉他 那先要太岁 就在御寿峰附近 林东方和小猫咧咧嘴 可不是吗 卓池就在御寿峰 也是太岁土的 添加祭成产作坊 叶九重咧咧嘴 回到了前殿 独孤梦说的话 真假他也不知道 就算是独孤梦说谎了 和我叶九重又有什么关系 看看 这可没违背祖宗的规矩啊 等了能有三个多时辰 半边身子破破烂烂的人国祖回来了 差点就交代在黑渊里 但他成功地抓到了三条和罗鱼 人皇主真是辛苦了 这和罗鱼我就收下了 叶九重把三条原音镜的和罗鱼 收进一尊大鼎内 笑得跟老狐狸一样 至于人国祖那破破烂烂的半边身子 与他无关啊 鬼知道那黑渊下面有什么东西 他每次推演 都有一种要命的感觉 人国祖服下一点太岁土 稳住了伤势 然后又殷切地看着叶九重 叶阁主再过三个多月 就是误到查大会了 不知能否推算一下全子的运势 天机阁虽然只在文昌兴上 但每过百年都会推出一个天骄榜 一般来说 排名靠前的天骄 在未来都能取得极大的成就 方帝皇的那一批天骄 叶九重捋了捋胡子 先严肃说道 这一世天骄备出 竞争激烈程度 甚至比肩东皇帝皇那一世 而且不少真仙亲子 上古至尊血脉都选择在这一世出世 所以压力很大 人国祖和人剑听完这话 脸色都微微一僵 这是实话 虽然难听 但也让他们对叶九重更加信任起来 毕竟没有上来就花大饼了 不过有这太岁宝土在 人皇子算得尚是前途无量 前途无量 好 好啊 此话一出 人国祖和人剑都露出惊喜之色 听听 这叶半仙都这么说了 那前途肯定无量 差不了 这对父子俩又留下一堆礼物 欢天喜地地回去了 叶九重轻轻叹息一声 他这可说的都是实话 以人剑那种资质和性格 说不定每天就被人砍死了 前途哪有光亮可言 而此时又觉得自己 前途无量肯定会更加得瑟 八成不出一年就得被人按死 无量十足 弟子说的都是实话 可没违背祖宗的教训 您老人家可不要怪罪于我 叶九重给始祖灵味上了香 然后拎着和罗鱼回到后殿 多谢叶前辈 林东方接过和罗鱼之后 大喜过望 他一直担心 和罗鱼长得会像是鱿鱼章鱼那样 但眼下这和罗鱼 是九条类似草鱼的身子 而且 每条身子都有一丈多长 肉多得很 头倒是怪模怪样 圆溜溜的 像是娃娃鱼头 怪是 这鱼虽然有圆英镜的修为 但是没有丝毫灵智 智商甚至连门前池子里的井里都不如 林东方感叹了一下 传说黑渊之下有大恐怖 和罗鱼一族 因此不能诞生灵智 但他们的实力都很强 叶九重在旁边看着林东方 单手就制住了一条 圆英五重境界的和罗鱼之后 咧咧嘴 这小子的肉身 恐怖的逆天啊 出入圆英镜 就这么大镜 估计这一手 能把人间的头给抓爆 林东方笑道 对 也不必管他们恐不恐怖了 我给叶前辈做到好菜 先来一道鲁鱼片 哎呀 那我可是有口福了 早就听闻北斗星出现了第一位除道修者 大部分人都觉得除道平平无奇 但我觉得这一道是最值得期待的 而且 就连老祖都留有疑讯 说是遇到除道修炼者 要大力的帮助 叶九重一脸期待的看着林东方 天际阁的始祖 当年要是没推演过除仙体 那肯定是假的 但不知为何 天际阁始祖没有留下过多的信息 林东方心头一跳 肯定是天际阁始祖完全推演出了他这个体制的秘密 不过对方没有留下任何信息 这让他心里溢满 这要是当年天际阁始祖留下的信息 估计全宇宙的人都会疯狂地找他 他现在肯定过不了这么安逸的日子 不过眼下林东方也没有过多纠结这些事情 在后院里寄出大船 进了厨房 一刀拍晕河罗鱼 开始放血去灵去塞去内脏 没多少腥味 不错 炼化掉力量之后的鱼肉 还十分坚实有弹性 林东方思前想后 最后还是决定在外面的时候 全程运转化天荣地秘书 这文昌星人生地不熟 离北斗星还挺远 以后通天境界了 再给夜九虫补一道大餐 也不迟 林东方刚要切鱼 夜九虫就嗖的一声 跑出去弄了一套厨具回来 夜九中路胳膊 晚袖子说道 我那老伴就喜欢吃鱼 我跟你学学 也好回去露一手 林东方笑着点点头 那我就教前辈 两种溜鱼片的做法 一种叫浇溜鱼片 一种叫浇溜鱼片 先调个酒糟汁 多半碗汁 用一块拇指大小的酒糟就行 里面加适量的黄酒或者料酒 能给抓到稀释开就行 剩下的都用清汤或者清水 林东方的储物界里 有专门在外使用的全套材料 比如一盆平平无奇的清汤 夜九虫惊叹鱼 这汤的清澈 然后像是收到无上传承一样 把包含有清汤的做法的菜谱 给收了起来 这酒糟汁调好之后 过一遍细漏勺 然后放在一遍沉淀 当然也可以包在细沙布里吊起来 慢慢地往下滴 这样出来的汤汁更加清澈一些 不过我还是喜欢沉淀的 多少有点酒糟颗粒会更香 林东方把那碗酒糟汁 放进一遍的时间法阵里 夜九虫有样学样 做得倒也不差 然后就是切鱼片 这和洛鱼的肉质像草鱼 所以肉质比较紧适 所以切薄一点没有问题 但要是用很嫩的鱼 就要切得稍微厚一点 不然容易碎 林东方左手按住鱼肉 右手刀横着一滑 一片鱼肉就骗了下来 夜九虫做得倒也不差 刀工属于中等水平 我也时常下厨房的 嘿嘿 夜九虫多少有些得意 认识的一圈度结进老伙伴里 就他厨艺最好 不过他下厨房的时间间隔 是以年为间隔的 嗯 接下来是清洗 先抓一把盐撒上去 抓均匀 这样洗得更干净 而且鱼肉也会变得更加谨慎 洗干净之后就是腌制 两勺葱姜汁 两勺酒糟汁 小半勺盐 要充分抓均匀 把这些汤汤水水 都抓进鱼肉里 才能进行下一步 想要溜鱼片外香里更香 这腌制的时候 就要下功夫 一邻东方此时 像是一个在指点修行的手座长老 一边不停点头的 夜九种到像是一个 刚入门的弟子 独孤梦和小猫在一边看着 他俩做这种仔细菜 纯属白给 等到这些汁水抓进去 再打入一个蛋清 增强鱼片的口感 同样也要把蛋清抓进鱼肉里 最后加成垫好的湿淀粉 量刚好能把所有鱼片 涂上一层就行 不要太多 而这一步也是最麻烦的 要把水淀粉抓到 几乎都渗透到鱼片里去 林东方的操作 自然是得心应手 而夜九重就不那么容易了 不过最后也弄出来了 他先是得意洋洋的 用留饮食记录了一下 然后扭头问道 小林啊 我以前炸鱼片 啥的总爱脱浆 你有啥好办法不 这好办 抓完浆之后 再撒上一些干淀粉 搅拌均匀就行了 对上浆程度了解不深的 不要抓完了就风油 不然后面都没办法补救的 林东方把盆子放进时间法阵 你看 上浩浆的鱼片 静置一会也不会出水 要是静置一会出水 甚至淀粉又重新出现了 那就是没到时候 需要继续抓一抓 也一定要再加一些干淀粉抓匀 所以下锅之前 一定要再观察一下 最后淋下锅之前 再稍微抓一抓 加点油搅拌均匀 原来如此 夜九重恍然大悟 下面的步骤就简单了 鱼片滑油 其实做到林东方这些步骤之后 甚至可以水滑 但口感和味道不如油滑 做糟溜鱼片的这些 不需要复杂 交溜鱼片的需要 一堆鱼片洁白如玉 随着漏勺的晃动 甚至还微微颤抖 散发着鱼肉本身的鲜美气息 另外一堆则是色泽金黄 浓郁的炸鱼香味 让小猫在旁边坐立不安 这还交溜啥啊 直接撒上辣椒粉 自然啥的开造得了 但一看到林东方在拍算 俩人坐在旁边 使劲闻着香味 林东方处理好了两堆鱼片 然后开始准备配菜 糟溜鱼片的配菜 一般是木耳 胡萝卜 冬笋 豌豆 下进去之后再开锅就好 等一下还要稍微的炖煮一下入味的 焦溜鱼片的配菜 就是青红椒啥的 没啥大讲究 葱姜蒜切的细一些 好出味 林东方个人做焦溜鱼片 喜欢携着切葱片 这样到时候还能大口吃葱 但是那样卖相不咋好 然后是焦溜鱼片的碗汁 盐 酱油 黄酒 一些清汤 要是做糖醋鱼片 就要往里面再加醋和糖 夜酒虫连连点头 然后在它的那份里加了些糖和醋 毕竟老伴喜欢吃酸甜口的 先做糟溜鱼片 起锅如猪油化开 爆香葱姜蒜 然后加入清汤 酒糟汁 大火烧开 掉咸淡 一点点糖提鲜 然后下入配菜和鱼片 小火炖煮一会入味 不能盖锅盖 不然配菜的颜色就发暗了 林东方不再理会糟溜鱼片 转身开了另外一口锅 焦溜鱼片全程大火就行 也是猪油 葱姜蒜爆香后 入清红椒炒到断生 加入碗汁烧开 勾芡 最后下入鱼片 快速翻炒到包裹上芡汁 再来上一点葱油 扒拉几下 出锅 金黄色的鱼片 包裹着暗红色的明亮芡汁 周围点缀着青红椒片 浓郁的香味 和这鲜艳的色彩 一样强烈 林东方转身 去照顾遭流鱼片 这么一会的功夫 香味已经进入到了鱼片 和配菜内 而多余的酒味 也经过炖煮出来了 酒糟的香味引领者 各种香味 给众人的鼻子 来了个下马威 稍微点上 一点酱油把颜色调一下 喜欢白亮 也可以不加酱油 勾芡 最后也要淋上一些葱油 出锅 白嫩的鱼片 在稍微有些暗的汤汁下 显得更加晶莹 周围的胡萝卜片 和豌豆之类的 缤纷色彩 让这道菜 显得更加明念动人 香味 虽然不比焦流鱼片浓烈 但回味更加悠长 这是酒糟 赋予的独特味道 糟流鱼片 七分菜三分之 做得太干 或者太稀 都不行 林东方用挑剔的目光 看了看自己做的糟流鱼片 还行 至于味道 自然不用多说 独孤梦和小猫一顿猛躁 对面夜酒虫 先吃了一口自己做的菜 然后才去品尝林 这两道菜 我都不太想继续下厨了 夜酒虫苦笑一声 自信心被打击到了 我当年第一次做的菜 也难以下口 熟能生巧罢了 要是让我去推演天机 恐怕联名天下 不下雨都算不出来 林东方黑黑一笑 直接用酒糟鱼片的汤汁拌饭吃 鱼片滑嫩 咬下后才能感觉到弹牙 冬笋和豌豆爽脆多汁 以及软中带脆的木耳 让这道菜不仅颜色多彩 口感也是异常丰富 而鲜美的滋味 和酒糟的香味更不用说 后味绵长 越吃越香 交流鱼片倒是适合下酒 独孤梦以茶代酒 吃了个尽兴 小猫更是吃得连头都不抬 吃完饭 夜酒虫也没多留几人 把他们送离了天机阁 出发 玉琴台 林东方美滋滋地眺望着 远方壮丽的山河 而此时 北斗星上也有一个人 在眺望着壮丽的山河 这人就是成大法 嘿嘿 圣主刚刚说人国祖很大概率会偷摸 来到我们玉兽峰偷东西 可得请他好好吃一顿啊 旁边的鬼主 翻了翻白眼 你小子一肚子坏水 比林东方那小子都损 说吧 请我老人家来做啥 简单 就想请您刻画个阵法 让人只能通过嘴来吸那东西 修为到了度结境 就连头发都能当做储物借来用 但要是通通都被限制住 只能用嘴的话 看着远处那个灼池 鬼主眼角抽搐一下 你小子是真的损 损到家了呀 不过这种法阵 我老人家还真有 鬼主和程大发在玉兽峰忙活小半天的时间 就整完了 老张 过来试试 你现在战斗力和人国祖差不多 刚好 程大发勾住张大锤的脖子 往这边转 张大锤想逃 但奈何这丝尽大的离谱 看到那隐隐 散发出天地大道的灼池 他脸都绿了 老程 你打算用粪坑淹死人国祖 我是那喜欢害人性命的人吗 就是请他吃顿好饭罢了 随后 程大发忽然抿了一口小酒葫芦 悠悠一叹 老张 上次咱们给别人设陷阱是啥时候的事情来着 啊 能有四千多年了吧 一晃 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 张大锤神情有些恍惚 少年时的意气风发 与各种胡闹的事情 似乎仿佛就在昨天一样 修为达到通天境之后 生活就变得没滋没味了 一字闭关就要几十上百年啊 一晃四千多年过来了呀 要不是因为小林的菜肴 估计我现在 正琢磨给自己打一口上好的棺材呢 程大发 嘿嘿一笑 说道 小林的事情先放一放 我主要的问题 就是上次设计陷阱 坑天玄书院那几个倒霉蛋的时候 是我进去做实验的 这次轮到你了 张大锤脸色顿时 有些发自 靠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我这可有账本呢 程大发扬了杨手中一本册子 得 算你厉害 我去就去 张大锤一副 视死如归的样子 小心翼翼地 走进了那片阵法中 刹那间 他一身傲视北斗星的度节径修为 被压制得一干二净 只剩下一张嘴 还能动用些许的法力 而这法阵妙 就妙在要是再往前走几步 连嘴都无法动用法力 所以只能后退几步个空隙 而且已认国祖的智商 也八成看不出来 这是故意设的局 张大锤后退几步 离开了法阵 用敬畏的目光 看着鬼主 前辈 您这阵法 真的是神鬼莫测 晚辈佩服 这都是小意思 等过阵子 我把之前困杀我的法阵回忆 回忆弄出来 等到时候 给小林防身用 鬼主风骚地 挥了挥袖子 拎着一盒子鲁鸡翅 又下山潇洒去了 最近和那群 小老妹 一起扭秧个 真的很滋润啊 程大发和张大锤羡慕的眼珠子都绿了 鬼主本打算 直接把林东方收作弟子 但无奈年龄差距实在是太大 而且 当初画天荣帝秘书 也传给了东方帝皇 所以这辈份不好安排 最后 也就没正式收徒 但程大发等人知道 鬼主是真的把林东方 当作关门弟子来照顾 这些日子鬼主 把毕生所学都整理了一遍 适合的都交给了林东方 不适合的 就直接扔进姚池藏金楼 所以 这些天众多手作 带着弟子 三天两头往藏金楼跑 得了 万事俱备 就等任国主来了 等等 你们这样整 那任国主 是不会觉得痛苦的 远处 夜孤星搜的一声飞过来 背后还跟着情顶 你们两个 程大发眼皮一跳 再不当人方面 他还是差了夜孤星一筹 果然 对方也没让他失望 老秦 你上次做的通天臭豆 不是失败了吗 正好拿出来用 还有那恶魔国祖根的精华 也拿出来 听闻这两样东西 程大发都是后背一阵发麻 张大锤 直接穿上了一身 密不透风的甲皱 头上戴了三层头盔 他又在身前召唤出三层屏障 才开口说道 老秦 你这几天不见人影 就是在研究这玩意 秦顶老脸一红 这不是想举一反三吗 程大发捏着鼻子说道 屁得推陈出心 你这些玩意 要是扔到外面去 绝对会让数千里的地方臭不可闻 这次正好把这些废料都扔进去 让人国祖收走 等会人国祖吃饱喝足 直接放任他离开 让他慢慢消化掉 叶孤星听到这话之后 先点点头 然后遗憾地说道 本来我想 让人暗中偷袭 一拳打得人国祖口喷粪水的 哦 旁边三人差点没吐出来 这人怎么能损到这种程度 也不管这三人惊恐的目光 叶孤星自顾地去给啄吃加料 嗯 用小林前阵子画出来的太岁土作诱饵 到时候 道运会慢慢消散 可不能让人国祖尝到甜头 叶孤星一想到 当年被人国祖打翻了一盘烤鸡翅 就恨得牙根痒痒 为了让人国祖失去理智 他把林东方给他画的一座土衫 直接扔了进去 就在他给啄吃加料的时候 赤侠神朝秘室里的人国祖 也修复好了身体 此事是关我赤侠神朝未来的气运 若是真能把太岁请回来 我将无拘于火晶云 若是服下完整的太岁 我甚至可以植入非仙境 届时我将雨内无敌 人国祖给自己画着大饼 野心越发地膨胀起来 父皇 要不要我先去探探路 人间这一半是庄的 一半也是真情实感 毕竟要是找到了太岁 他自己先啃一口再带回来 也不是不可以吗 但随后他发现他老子摇了摇头 罢了 现在玉兽风肯定是戒备森严 你贸然回去 只会让程大发那个老狐狸心生戒备 我这次携带几件静器潜入摇池 只有一次机会 我一定要一击必杀 恰好现在独孤梦不在摇池 只有一个东方帝皇 人国祖深吸一口气 脸色十分凝重 一旦被发现 弄不好摇池会直接和赤侠神朝开战 而且一想到东方帝皇 他本能地畏惧一下 他能抗住东方帝皇几招 最乐观的预期是 五十招后还能有个全尸 但人未才死鸟未食亡 修炼者面对仙药 没几个能忍住诱惑 不过有禁气在 料想他也不会发现我 就算发现我 也不会滞消我的身份 太岁对我赤侠神朝太重要了 一定要在摇池真正抓住他之前弄到手 人国祖 近乎是自我催眠一样自语 出发 任国祖道 也不愧是皇主 还是很有行动力的 运转十足留下来的禁气 他融入禁侠光中 彻底消失不见 不多时 在摇摇椅上 打瞌睡的东方帝皇伸了个懒腰 伸手召唤来了西皇镜 前辈 给那家伙 留个直通玉兽风的路吧 你这孩子 也随着他们胡闹 仙灵奶奶变动了一下摇池的护山大阵 不然任国祖这辈子都没法偷渡进来 而此时任国祖 则是得意洋洋 不愧是始祖留下来的禁气 成功潜入了 而他不知道的是 他这一举一动 都在西皇镜上清晰地呈现出来 东方帝皇通知了程大发之后 就继续打瞌睡 他不想去看等会那些不堪入目的画面 不多时 程大发手里的一块金石亮了起来 嘿嘿 来了来了 张大锤笑得跟大尾巴狼一样 兴奋地直搓手 那里面浓重的道运让他十分痴迷 但随后他一皱眉 一股难言的味道传入鼻尖 即便第一时间封闭了嗅觉 但那股味道 似乎可以直接让灵魂感知到 好一堆太岁土 想来摇池也是因为这太岁土的出处 而有些顾虑 但大丈夫成事不拘小节 这土我先收走 而且道运如此恐怖 恐怕太岁此时就藏在这池子里 任国祖看着这承山的太岁土 兴奋地直哆嗦 即便没有得到太岁 要是把这些太岁土完全炼化 他也能获得莫大的好处 而此时 他才发现自己似乎受到了禁止 不能动用法力了 这 好强大的法阵 禁气几乎要失效了 任国祖看着禁气上出现的裂痕 有些着急 而现在 他只有嘴巴能动用法力 看着那璀璨的霞光 他心一横 歇 乖乖 不堪入目啊 程大发 张大锤 秦鼎都看不下去了 只有叶姑星还在仔细观察 叫你坏了我的鸡翅膀 我的烤鸡翅 我终于替你报仇了 他悲叹一声 撸了一串烤鸡屁股 还是上次林东方给他做的半成品 此时大仇的报 他一边喝酒一边吃 旁边三人震惊不已 这家伙报仇 四千年不晚 咱们和他比还是嫩啊 这家伙看着这一幕 还有胃口吃饭 我算是服了 隔儿 远处 任国祖一顿惊喜牛饮之后 打了个宝格 几人咧咧嘴 这家伙 第一次看到 有人吸着玩意打宝格的 做戏做全套 本会追一追那家伙 免得他起疑心 说起来 要不直接给他弄死算了 反正就是打死一个小偷 路人假意指 嗯 按照两位圣主的意思 以后 小林到了通天境九重的时候 需要一些磨刀石 像是任国祖 这种肚结镜草包 正好拿来用用 好吧 那打得他满嘴喷粪 四人黑黑一笑 不过此时 任国祖有点上头 走路有些不稳 通天境的臭豆腐汁 和恶魔果树祖根的精华液 连妹出击 直接给他的神魂干迷糊了 走 此地不宜久留 任国祖全力 运转进气 撒腿就跑 什么人敢潜入我摇尺圣殿 程大发嗷呜一嗓子 差点给任国祖吓尿了 他逃 他追 他插翅南飞 碰 程大发一记老拳 把任国祖打的气血翻涌 肚子里的蚊蚁涌上来 他又给生生咽了下去 暗中的叶孤星 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家伙是真狠啊 随后几人轮番出马 给任国祖一顿胖揍 可怜一代皇祖任国祖 打碎了牙齿 浑着不知名的液体 往肚子里咽 最后燃烧精血 逃进了宇宙边荒 还好没被认出来 等炼化完这些太岁土 我将于肚结境中无敌 任国祖给自己画了一个大饼之后 开始闭关 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 此地还有一个人在闭关 我靠 谁打扰我闭关 扑辞 这人刺出一剑 直接捅穿了任国祖的肚皮 随后 我的妈 这是史克浪成了精修炼道的肚结境 这人捂着鼻子撒腿就跑 史克浪 这地方归你了 我去别处闭关 甚至连插进任国祖肚子里的宝剑都不要了 任国祖咽了口口水 颤抖着捂住了肚子 把那些散发着霞光道运的东西 又吸回嘴里 值得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而此时文昌心上 林东方已经到了西海中的一个特殊的岛屿 也是一处秘境 这个岛屿 让人惊叹的不是大小 而是它的形状非常规整 像是一个亭子一样 四周有几座也不知道多高的大山 仿佛亭子周围的支撑住 只是没有盖子 玉琴台和星池就坐落在这座岛屿上 乖乖 好大一个琴台 这琴台不能说是大的离谱 只能说是离谱的大 林东方举着刘影时嘎嘎一顿录像 杨之玉一样洁白无暇的琴台 在阳光下并不刺眼 只是散发着柔和的灰光 而在这琴台旁边 是方圆千里的星池 相比于琴台要大很多很多 这要是琴台的话 要放多大的琴 想想就可怕 林东方嘀嘀咕咕 今天真是开了眼界了 回去也能和灵儿 他们炫耀一下 嘿嘿 小猫翅膀抖了抖 思索了一会说道 没想到是那家伙的道场 这亭子和琴台 原来也就正常大小 原主人逝去后没人打理 琴台和星池就自主吸收 天地灵气慢慢变大了 不过这玩意虽然不是仙气 但也不是一般人能弄走的 你要是打算弄回去有点难 我和那原主人不熟 强行弄到不好就弄坏了 听到小猫这么说 林东方挠挠头 他其实很想把这琴台弄回去 送给萧熙月的 眼下泄了气 把目光投向了星池 不像是别的湖泊那样清澈见底 透过池水仿佛能看到 一众星空在池底一样 璀璨的星辰闪闪发光 让林东方嘖嘖称奇 这星池是当年那位存在的喜剑池 里面都是一堆堆的星河 但也被被人给捞走了 不然文姚鱼啥的 也无法在里面生存 小猫说着又看向独孤梦 不过想来你能在这领悟一些建议 那人的剑法虽然不适合你 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独孤梦点点头 坐在一边开始参悟 小猫和林东方去摸鱼 但此时一道人影忽然出现 一味度洁净的中年 女人一身轻衣 容貌不算多么出众 但气质温婉 仿佛林家的温柔阿姨 我是这星池的看守 你们要这文姚鱼 轻柔的声音让人如沐春风 晚辈确实打算讨要几条文姚鱼 尝尝滋味 林东方实话实说 文姚鱼形似鲤鱼 但鱼腮后的鳍翅是鸟翅膀 所以给了它可以短暂飞行的能力 而且根据《山海经》的记载 这玩意天生的小酸甜口 用来做糖醋鱼最适合不过 这样说来 不是因为有亲友受了风魂道 伤来求鱼了 始祖一讯 若有人因伤病求鱼 可以不通过考验 直接获得一条 星池守护人笑着 看着林东方 她的一双眼睛闪闪发光 似乎能看穿人的想法 林东方不打算撒谎 摇头道 我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的 我就是馋这种鱼 好一个馋 我看你修炼的 仿佛是关于吃方面的大道 这样吧 我就出一道菜考考你 星池守护人 对林东方的城市很满意 好孩子 请前辈出题 嗯 我听闻厨艺分为煎炒烹炸 食材也分为 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 我打算让你把这些技巧和食材 融入到一道简单一些的菜肴里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菜里要有面粉和大米 最后 我需要这一盘市炒 或者会制出来的菜 那种炖菜 或者食权大补粥可不行 星池守护人用温柔的声线 说出极其刁难的条件来 小猫在一边张张嘴 他之前咋就没想到 这么跟林东方点菜呢 旁边独孤梦也来了好奇心 不知道林东方 会做出一道什么菜菜来 海陆空啊 还要加米和面 还要简单 那就来个海鲜全家福 加锅包肉 加鸡是好了 前辈 我能在这擎台上做菜吗 嗯 倒也可以 得到星池守护人的同意后 林东方哼着小曲进了厨房 把灶台移到了浴擎台上 洁白如玉的擎台 跟巨大的广场一样敞亮 远处是碧波荡漾的汉海 阵阵海风吹来 别提多舒服了 然后开始备料 一顿忙活 这沉寂了无数岁月的擎台上 再度响起的不是擎音 而是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 渺渺仙气 浩浩仙光中沾染了红尘的气息 或许也可以叫做 生气 林东方喜欢溜这个数字 所以光海鲜就顶出来六样 鲍鱼 海兔 海螺 虾 海参 海胆 正经全家福很少加海胆 林东方一来是现在不差钱 毕竟现在在海岛上 缺啥直接派小猫去捞就完事了 二来是要满足一下加米的那个条件 林东方一想到 自己奇思妙想搞出来的菜 就忍不住得意地笑了起来 对面星池守护人 看着林东方脸上的笑容有些诧异 他忍不住说道 说起来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这么开心 接受考核的 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刁难 林东方了 前辈你有所不知啊 我们厨师不怕 被说做菜不好吃 就怕没人点菜 没人点菜 我们怎么展示厨艺呢 林东方一边处理着鲍鱼 一边搭话 说起来 这菜点的看起来刁难 实际上不是很难 要是油爆双翠 或者扣三丝啥的 还比较麻烦一些 油爆双翠 远处独孤梦 心里一动 扣三丝 他之前听说过 但油爆双翠 是什么菜 敬前的星池守护人心里 也有些异动 油爆双翠这道菜 光是听菜名 就让人有些馋 更别说扣三丝了 是哪三种丝 要怎么扣 但此时林东方 完全没注意到 面前这位大姐姐神色的变化 前辈 你说这机算是天上飞的布 不行的话 我让我师父 去抓点能飞得过来 星池守护人 有点没话说 他用询问的目光 看了一眼独孤梦 那意思很明显 你们一直是这样的吗 独孤梦眉头一挑 这位姐姐这丹凤 眼下还有个泪质 能不能别用这种目光看人 这要是来个别的小伙子 估计就被这位姐姐的眼睛 勾走了魂 但林东方此时目光 专注于手里的 十几个鸡翅膀 独孤梦点点头 要是鸡翅不行 我就去捉一两只 混血捧鸟来 星池守护人 无话可说 还真是第一次 见到有这么使唤师父的 没事 这鸡也算是飞禽 鹏鸟文昌心上没几只 还是别抓了 那群小家伙 还整天想着画鹏鸟呢 一听这话 林东方果断把鸡翅 扔进了油锅里 等会把这鸡翅和鲍鱼一起炖 就不切花刀了 炸鸡翅炸鸡翅 小猫扑扔着翅膀飞了过来 林东方看到小猫的翅膀之后 目光一凝 小子 你那是什么目光 小猫刺起了牙 林东方急忙插开话题说道 嗨嗨 别误会 我可不是想吃你的翅膀 就是好奇你这翅膀 是仿照什么生物做出来的 和一般的鹏鸟翅膀不太一样 嗯 貌似是喝的翅膀吧 我也不太清楚 小猫坐在一边眼巴巴地 看着油锅里 噼噼啪啪响的鸡翅 这玩意 配上点它的蜜汁大酸辣酱 简直不要太好吃 炸到金黄色 捞出来 升高油温负炸到枣红色 其实这一步和红烧鸡翅的步骤差不多 等鸡翅炸好了 小猫美滋滋地拿走几个上 一边啃去了 干炸鸡翅的口感 其实不咋样 但以猫的口味来说 特别喜欢 星池守护人眼巴巴地看着 林东方哼着小曲 开始炖猪铜骨和猪肘子 加入糖色调色 然后把鸡翅和鲍鱼扔了进去 还有切成拇指块的肋排 海鲜香味不够 没猪肉辅助香味上不去啊 光是这几样东西 加一起开炖的香气 就让远处的独公梦 都有点坐不住了 林东方开始蒸米饭 加点猪油和肉汤增香 而且等凉透了之后 也好炒开 这道菜的难点 也就在于这米上了 海兔赛米 还是有点的难度啊 海兔 形似迷你版的鱿鱼 但是更嫩更鲜 十分美味 海兔的肚子里 赛上海胆蒸饭 或者炒饭再一蒸 那鲜味简直要上天 当然 这玩意做得最多的 还是直接爆炒 去掉眼睛和牙 抽掉软骨 抠掉墨囊 剪刀顺着头伸进去剪断 把内脏拽出来 一只食指掌的小海兔 就这么被掏心掏肺了 当然 林东方也不会让他们饿到 等会海兔就能抢先一步 吃到美味的海胆炒饭了 接下来 林东方用葱烧海参的技法 处理了一下海参 但只到了九成熟 海螺 清水里加姜片 黄酒 螺口朝上放进去 煮就完事了 这短暂的炖煮时间 林东方开始给虾们开背 虾是用来煎的 到时候在盘子边上摆一圈 好看 当然也好吃 摆盘的东西要是不能吃 那将毫无意义 准备锅包肉又忙活了一会 时间法阵里的排骨鲍鱼鸡翅都好了 取出来开始整花活 林东方不打算糊弄人 而且在这狱禽台上 针线一宝当厨房 他也打算做得有纪念意义一些 看着他在那耐心地给肋排们脱骨 小猫急得抓心挠肝 最后 他实在是忍不住 悄咪咪地靠了过来 嗨嗨 这骨头还用吗 不用了 你该不会 林东方诧异地看了小猫一眼 这家伙属狗的 小猫尾巴甩了一下 喵了一声 本猫就是磨练下牙口罢了 看着他这傲娇的样子 林东方差点没憋住笑 看你这可怜巴巴的 咱又不是吃不起肉 这铜骨和肘子归你了 好小子 本猫真的是没看错你 小猫欢天喜地地 把肘子和带肉的铜骨 全都带走了 坐在他的专属餐桌上 湿湿然地开造 手撕 爪子撕下来的软烂肘子肉 香浓无比 还带着鸡肉和鲍鱼的鲜美 只需要一点点的蒜和酱油 就可以让这种美味 成倍地激发出来 这家伙 还给自己解说了一下 当然 这也是他防止自己吃得太快的方法 星池守护人和独孤梦眼巴巴地看着 这两位度结尽的女人 此时都恨不得对方不在场 独孤梦在外人面前 总还是要端一些摇齿圣主的架子的 不太好 直接过来喝酒开灶 星池守护人就更不用说了 他又不瞎 自然能看出来独孤梦的眼神 哪有正经师傅 用这种水汪汪的目光 看着自己涂地的 于是 俩人就这么耗上了 林东方这边 把排骨都脱好骨之后 开始给熟透入味的鲍鱼切片 斜刀切片 然后几片叠在一起 稍微对折一下 色进排骨肉中间的空洞里 海鲜版的偷梁换柱 海鲜不够香的 终极解决办法 林东方耐着性子 塞了一半的排骨 剩下一半用海参来色 当然鲍鱼和海参 也都没用完 两盘排骨 淋上刚刚旁边锅里的香浓肉汤 上锅大火蒸制 这玩意也是 用来摆盘的 鲍鱼和海参剩下的边角料 也没浪费 切碎了开始做给海兔们 吃的豪华海胆炒饭 此时时间法阵里的米饭 也熟透了 趁热搅和开 林东方手一挥 就把热量都吸走了 饭直接凉凉 省去了自然放凉的过程 然后开始炒饭 老办法 葱花爆香 鸡蛋下锅 海胆下锅 鲍鱼和海参碎碎下锅 最后下米饭 炒到干香 小猫尾巴一颤 这一回的功夫 林东方做了多少 好吃的了 这些食材在处理上 随便一种都能单独成菜 这家伙 全要给融会成一盘菜 星池守护人想在 只想逆转时间 告诉过去的自己 烤一份海鲜十斤炒饭了 多吃饱 你们吃饱了 才能让我吃好 林东方一边嘀嘀咕咕 一边往海兔肚子里炫炒饭 不能吃太饱 不然等下烤的时候 海兔会变小 容易变形 接下来是套海兔 就是把塞满炒饭的海兔口 对着口塞进 另一个稍大的海兔里 稍大的海兔里 先用蛋清润一遍 这样套的时候好套 等到烤的时候 蛋清凝固 两只海兔 结结实实地拥抱在一起 里面的米饭 也不会在最后一锅烹炒的时候 跑出来 林东方之前 做过一两次由于里塞炒饭 发现用这种办法 还不赖 但硬要他选择的话 还是爆炒鱿鱼盖饭 更得劲一些 不过前者的做法 是卖得更贵 海兔进烤箱 烤出来的海兔 风味要比蒸出来 更加强烈一些 而且也是为了保持 里面炒饭的口感 蒸的话 进太多水汽 就太软不好吃了 里面的葱花 也会变味道 由于炒饭是热的 所以不必担心 里面那层海兔不熟 林东方对着流影石 一阵念念叨叨 烤海兔的香味 没有烤鱿鱼那么激烈 不过这反而像是一只 轻轻挠人痒痒的小手 让人更加受不了 对了 海螺 海螺抠出肉来 直接切片就完事了 没太多的花火 煎大虾 煎大虾没那么多花火 葱姜蒜下锅炸出香味 等到微微焦黄捞出 油温凉下去一些之后 下入大虾小火慢慢地煎 油温高 火大 容易导致虾壳颜色重了 里面还没熟透 油亮红润的大虾弯起了腰 背后的开口 露出了白嫩的虾肉 释放出特有的香味 炸锅包肉 噼里啪啦 哗啦哗啦 一片片枣红色的锅包肉 在漏勺里跳动的声音 伴随着炸肉的香味 点点油花落回锅里的画面 实在是百看不厌 用着炸了锅包肉的热油 又给虾仁过了一遍油 炸虾仁是一种香味 煎大虾又是另外一种风味 同样的食材 煎炒烹炸下来味道 是迥然不同的 林东方回忆了 一下当年老师傅说的话 当年学海鲜全家福的时候 就是这样 煎虾转圈摆盘 但菜里也有虾仁 要碗汁 肉汤 酱油 盐 少许糖 水淀粉 盐不能太多 海鲜全家福 最容易失误的地方 就是容易过于咸 哗啦 葱姜蒜下锅爆出香味 下入海参 虾仁 海螺片等快速翻炒 烹入一些黄酒 锅边顿时窜出了明亮的火焰 炽烈的温度 让各种鲜美 充分融合到了一起 下入鸡翅和海拓 下入锅包肉 滋滋啦啦热闹的声音中 是林东方洋洋自得的嘀咕声 好在这锅很大 不然这么多食材 放在一起 真不容易炒均匀 而这一道菜 也不是很简单 就能搞出来的 虽然没有考验刀工 或者火候 但一般的厨子搞完 这一套 也得累得跟狗一样 等到每一片锅包肉上 都裹住了暗红鲜美的芡汁 就是旁边三个家伙 期盼已久地出锅的时刻 四个盘子 最外一圈是大虾 然后是一圈烫熟的油菜心 再然后是一圈蒸好的 偷粮换煮 中间则是堆成 小山的海鲜全家福 白嫩的螺片和鲍鱼片 被油亮的芡汁包裹着 那似乎还在 畅微微的海参肉刺里 满是香浓的汁水 饱满的海兔里 藏着更大的鲜美 吸饱了鲜美汤汁的 鸡翅表皮紧绷 还有那面衣 完美吸收了海鲜 美味的酥脆锅包肉 谁不想来一筷子 反正星池守护人没忍住 甚至连天边 都泛起了一丝金光 啊这 这次一直运转 这话天荣地秘书 也有奖励 林东方看着天边的金光心中 一阵激动 说起来 也好久没有收到奖励了 星池守护人 也注意到了这道金光 他联想到一些传说后 更加珍重地看着眼前 这盘超级全家福 他不由地赞叹道 小有除道 已经得了天地造化 今日能品尝 实在是三生有幸 当年我星鹰圣地十足 为了避免自己情因和天道交感 引来太多人的窥探 特意把这狱禽台 有了隔绝外部窥探的功能 他老人家 当年也收获了不少天道奖励 站在狱禽台上 神念可以自由地 向四周扫视 但外部的神念 无法窥探狱禽台上的景象 就算是林东方 在这光着屁股乱跑 也不会射死 小有大可以放心 在此接受天道嘉奖 我就先回避了 星池守护人 把菜肴封好后 对着林东方微微一笑 直接转身 回到星池内 这人倒是讲究得很 小猫嘀咕一声 林东方对着星池守护人 离去的方向一拱手 然后停止了 华天荣地秘术的运转 哇 金光降临 虚空顿时 如同水波荡漾起来 菜肴上空 一丝虚影消失不见 随后金光轰然爆发 我了个乖乖 这是要给我啥 动静有点大 林东方嘴角一脸 不过正如星池守护人所说 这浩大的动静 一点都没引起别人的注意 比如星池那边 一群感悟见义的家伙 一点反应都没有 碰 一个一米方圆的大顶 落在林东方面前 别说他 连小猫和独孤梦都是一代 他们第一反应 就是天道把九州顶 其中的一尊扔了出来 但随后他们发觉不是 林东方好奇靠近大顶一看 好悬没掉进去 这大顶虽然只有一米方圆 但是内部大到离谱 我了个老天 这玩意里面装了一整个星球 大顶内 一颗水蓝色的星球缓缓转动 这个星球的大小林东方 也拿捏不准 但乍一看 和地球有那么一丢丢相似 这是祖星奖励 居然这么早就发给你了 独孤梦古怪地看了林东方一眼 祖星奖励 林东方一愣 啥玩意 这还真奖励一颗星球给自己 嗯 一般来说 是在成仙之后 才会发这个奖励 大部分创造者 都会把这颗星辰炼化 进自己的法宝内 比如我独孤家的九把杀剑 瑶池的西黄镜 和水晶仙弓 但也有人选择 把这颗星辰炼化成独立的小世界 坚不可摧 比如火加祖地 不过这尊顶没啥大用 你就别指望 耗天盗羊毛了 听完独孤梦的介绍 林东方顿时有种 波云渐日毛色顿开的感觉 嗯 既然如此 那这个星辰 就用来养食材吧 正好感觉 玉兽风地方 有些不够大的样子 而且 还可以把榴莲树扔进去 免得哪天 不小心熏死几个倒霉的同门 正好还可以 把天龙水 和大白菜 也丢进去 然后养一些和罗鱼鸭之类的 岂不美哉 林东方兴奋地搓搓手 抱起这尊 只能他才能挪动的大顶 放到大船上 让他惊喜的是 这尊顶无需 再次练化 就可以完美地 随着大船变化大小 不愧是天道嘉奖 现在我们先吃菜 这锅包肉 在里面时间 久了就不好吃了 外鲜里香 润 酥 嫩三重口感 林东方在一边碎碎念的时候 独孤梦和小猫咧着嘴 看着一串串道纹 被烙印在虚空中 乖乖 以后这文昌星上读节的 除袖倒霉了 原因首节 肯定是这超级全家福啊 小猫嘀咕一声 然后开始啃鸡翅 独孤梦拎出一壶小酒 倒是没说啥 反正他以后 又不会度出休解 鲜干饭 而星池内 星池守护人吃的 更是又开心又痛苦 开心的是 这超级全家福的鲜美滋味 真的是他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但痛苦的是 吃一口少一口啊 哎 我当初 怎么就没去北斗星发展 怎么就没去摇池 混个手作当当 罢了罢了 以后逢年过节 拎几条文瑶鱼过去 他还能不留我吃饭咋的 对了 他的鱼还没给他 星池守护人用馒头片 把盘底的芡汁 都蹭了蹭吃了之后 选出五条不太合群的 文瑶鱼敲晕 多谢前辈 林东方欢天喜地地 接过文瑶鱼 松子鱼的材料 有了 本来松子鱼就是酸甜口的 这文瑶鱼正合适 但眼下 似乎不是做松子鱼骗的时候 远处忽然飞来了 一群大和尚 小猫已经先一步 隐藏了林东方 和独孤梦的气息 所以为首的 一个杜洁镜大和尚 根本没有发现他们几个 北斗星佛门 特来请取两条文瑶鱼 治疗我四两位弟子的风筝 无怒和尚身材高大 满脸的横肉 肚子上像是扣了一个锅盖 大耳锤尖 还带着和身上 袈裟金线的 就不能给了 星池守护人 严格遵守着祖训 这 乌怒和尚 脸色微微一僵 然后目光闪了一下 对着星池守护人传音 摇齿林东方的菜 能导致风筝 一派胡言 星池守护人一挥袖子 眉头皱了起来 本尊刚刚 刚刚见过他 未曾品尝过他的菜肴 不能下定论 星池守护人话 说一半 急忙改口 这 乌怒头皮一阵发麻 无量那个老道士 这刚刚说完林东方的坏话 就得知这小子刚来过 万一那小子和他师父还在周围 那就惨了 要命啊 但话已经说出来了 要是再吸回去 那不就成人国祖了 不知为何 人国祖被人做得大口喷 大口吸的事情 在小范围内传播开了 部分杜杰进大佬 得知了这一消息 但乌怒了解到的版本 是人国祖 偷喝了某个圣地的仙泉灵水 往回西岛也正常 老成最后还是 宅心仁厚了一把 乌怒耿着脖子说道 林东方饭菜仪式已有定论 若非他那一道什么宝塔肉 我那师弟师妹 也不会双双破剑 甚至把我佛门 治保菩提树的叶子交给他 我佛门自古以来 以宽容大量著称 但林东方这种行为 实在是不符合规矩 等下我还要去摇吃圣地讨个说法 说到这里 吴怒也有了三分底气 毕竟林东方带走了菩提叶 那可是 佛门的宝物 就算是闹起来 佛门也占了三分里 你们佛门的事情与我无关 林东方的菜肴 我不曾品尝过 无法得知 你说的是真是假 如果你真的想要闻摇鱼 大可以弄一份林东方做的饭菜来 行持守护人不嫌不淡地说道 而且以佛门的 度人经文来说 没有治不好的风筝吧 这 无怒哑口无言 肉脸像是 被打了一巴掌一样 微微发红 不管怎么说 佛门的狮子吼 和禅畅都是 应对风筝道伤的不二法门 现在来索要闻摇鱼 似乎真的是自己 打自己的脸 但无往和无佛现在的状态 近乎免疫佛法 是佛门度竭境强者 尽数出动 配合仙气 才把这俩人给抓回去 罢了 既然施主如此说 那我也就不继续讨扰了 告辞 无怒心里忽然一阵发毛 直接开溜 佛门大船长达千丈 洞穿空间往北斗星凹跑 师父 我们走得这么匆忙 是不是不太雅观啊 旁边一个通天境的和尚 很没眼力见地说了一句 闭嘴 无怒眉头紧皱 他心里一直像是打鼓一样 背后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浩强的杀气 是独孤梦 还是东方帝皇 无怒咽了口口水 冷汗顺着肥头大耳往下流 仿佛一把血量的屠刀 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小兔瓢 不是说菜肴能导致风筝吗 本猫直接弄封你 小猫刺着牙冷笑 他们的船 就跟在佛门大船的后面 被独孤梦全力催动的小猫精 硬散发出的杀气森冷无比 仿佛连时间都能冻住一样 林东方在一边磕着瓜子 看着水晶瓶 佛门妈 懂得都懂 歪理邪说比谁都多 和他们较真就输了 林东方懒得和他们掰扯 更不想做饭便宜他们 此事全权交给小猫处理 安逸看戏就完事了 啥事都自己东跑西颠 哪还有时间研究好吃的 独孤梦在一边也是吃瓜看戏 也幸亏这无怒 先来了文昌星 要是直接去摇池圣地讨个说法 恐怕现在已经凉透了 东方帝皇的刀和其快也 佛门的大船飞行速度 远没有林东方的大船快 想回北斗星起码需要半天时间 小猫不紧不慢地 释放着本体恐怖的力量 最后形成一个巨大的空间牢笼 不管佛门大船怎么加速 都无法继续靠近北斗星一步了 穿越空间 穿越空间 无怒声音颤抖着 全力催动大船 不停地动穿空间向前加速 现在 只有充满佛力的西域 才能给他一丝安全感 仿佛下一秒就会灰飞烟灭的恐惧感 非但没有减弱 反而越发地强烈起来 甚至脖子上都出现了刀割一样的疼痛感 不行 等不及了 你们乘着这船慢慢走 我先行一步 无怒心里越来越慌 最后做出了一个上头的决定 自己先跑 师父 您 旁边的和尚们傻了眼 他们不傻 自然能看出事情不对劲 要是没有了无怒的坐镇 他们的生还几率 无限接近于 零 住嘴 无怒声音都在颤抖 一步踏出了大船 随后他就愣住了 原本璀璨的星空 此时变成了一片灰蒙蒙的乌云 不对 这不是回去的路 我这是到了哪里 难道大船不小心 进入了未知的小世界 或者秘境 无怒疑惑了 而就在此时 他忽然发现脖子上的紧迫感消失了 但却有了一丝异样的感觉 无怒伸手摸了摸脖子 再看看手上 是烟红中带着一丝金光的血液 好恐怖的存在 若非不小心进入这秘境 恐怕这次凶多吉少 到底是什么恐怖的存在 盯上了我 难道临东方 乃是先王转世 或者东方帝皇 已经踏足先到 无怒惊疑不定地猜了半天 不过 随后他身子微微一僵 他发现 佛门的大船 没有和他一起 进入这片灰色的空间中 罢了 各有各的缘分 无怒休养了一下身体 然后慢慢往前飞 不多时 他眼前出现了一片陆地 阴晕的灵气弥漫 这是一片祥和的乐土 小山坡上白鹿横沃 烟波湖水中井里跳跃 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而此时 一只小猪从一边溜达过来 白白净净的小猪 约满两尺来长 长得眉清目秀 猪尾巴卷了两圈 小猪看到无怒之后 顿时兴高采烈起来 说道 大师兄 你终于来了 你是谁 无怒微微一惊 看着这自来熟的小猪 他有些疑惑 这个小猪 给他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大师兄你 居然不记得上辈子的事情了 我是你的师弟啊 前一世 我们是百万年前的真佛 你是占领逆天的斗战圣佛 但却被五个牛鼻子围攻到死 不过好在你的佛缘舍里没有破碎 你终于重生了 来 这是你上辈子 最喜欢吃的素斋 我都准备好了 小猪把无怒领到一片餐桌前 在无怒看来 这是一些精致的素斋 比如小炒莲藕 葱油豆皮啥的 但其实 都是小猫 刚刚用到火烤的 糊了八计的猪肉 小猫尾巴摆了摆 冷笑道 吃吧 这是你师弟的肉 嘿嘿嘿 你居然知道 我的佛缘舍里 很少有人知道 无怒有一个本命佛缘舍里 是随着他出生就有的 他也因此成为 佛门最强者之一 无怒震惊于这件事 不知不觉间 已经着了道 小猫构造出的幻境空间 夹杂着虚空兽的独门秘法 无形道文 直接鸣刻在空间中 在独孤梦看来 这纯属 是用大炮打蚊子 小猫本体的威力 甚至比西皇镜 还要高一些 只是平日里 这家伙好吃懒做 看不出来有多厉害 西皇镜会的那些东西 小猫都会 比如毒星 师兄 我还知道 你经常做梦 其实你梦到的 都是你我前世的事情 小猪继续喋喋不休 说起了 往事 无怒有些茫然 做梦 我不曾做过 关于前世的梦啊 小猪一脸伤心地说道 不 你有过 比如在须弥山前 你我二人 共同纪连那十二品联台 还有 无怒更加茫然了 他忽然发现 自己脑海里 多出了很多记忆 这些记忆 让他感觉非常熟悉 一种很强烈的 似曾相识的感觉 而更让他震惊的是 他甚至可以 预判出小诸夏 一句话会说出什么 似乎被打开了 尘封的记忆 难道 我真的顿悟了 前生今世 这是 完美无瑕的佛法 无怒忽然在脑海深处 发现了一片佛法 璀璨的金光 照亮了他的尸海 我的前世 居然真的是斗战圣佛 林东方有些惊讶 小猫构建的这个幻境 还真厉害 无怒现在的状态 明显就是得到了 秘书的顿悟状态 小猫得意洋洋地说道 这就是本猫的厉害之处 这幻境不完全是假的 有多半部分 是直接从无怒的 回忆里抽取出来的 而那篇佛法 其实就是他这么多年 对佛门本源心法的领悟 只是尘封 在他的记忆深处 他自己不知道 但是我却可以探查到 这么说来 是在挖掘人的潜意识 如果用到正道上 倒是一种很厉害的秘书 林东方搓搓手 这要是把他多年的厨艺 积累挖掘一下 那可真是妙啊 小猫摇头道 这好事就别想了 我这秘书 对他的神魂 有不可逆转的伤害 这一招 其实是用来拆散记忆和人格的 如果遇到会分身的家伙 你就知道了 我会直接把他们 拆分成独立的个体 然后让他们自相残杀 小猫用柔柔软软的声音 说出可怕的手段来 林东方打了个哆嗦 那这大机缘 还是留给别人享受吧 嘿嘿 今天不把这小图瓢弄疯 我以后跟狗叫 哇 小猫忽然狗叫一声 让林东方和独公梦 都一阵无语 小子 你也别闲着 给我画点太岁土出来 让这家伙尝到点甜头才好 而且也正好继续做实验 林东方点点头 磨出画笔一阵画 足有两间房屋那么多 人国祖吃进去的 那些里的含量 大概也就这么多 不赖 小猫找子一挥 这堆土 就被压缩成三个 立志大的泥丸子 隐隐宝灰 灿灿光滑 这泥丸子 跟仙丹也没啥两样了 此时 小猪对无怒说道 师兄 正好你前世 留有三颗悟到仙丹 可以助你直接顿悟 这本源佛经 他猪尾巴一动 一个金光闪闪的盒子 飞了过来 打开之后 正是那三颗泥丸子仙丹 老话说得好 想要使之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无怒现在兴奋的 简直找不到北拉 但此时 他心里也是十分感动的 也确信了 小猪是他前世的师弟 不然怎么会把 悟到仙丹直接给他 这是多么诚挚的情谊 才能做出来的事情啊 师弟 等我重灯纤维 一定找办法 让你恢复人身 小猪摇头道 师兄 你怎么还执着于色身形象 我是猪也好 是人也罢 永远都是你的师弟啊 师弟教训的有理 是我堕入下城了 无怒深吸一口气 然后一口吞下三个泥丸仙丹 海量的大道神韵 直接在他体内爆开 他的实力在疯涨 眼下的情形 并没有出乎 林东方等人的预料 他们早就实验过 服用化出来的太岁土 确实能获得一些道运 提升一定的实力 但过了一两天 就会消散 当时做实验的是 火加三个 但量不大 也就一碗的量 而且 在道运开始消散的时候 林东方狂给他吃佛跳墙 生怕道运消散 会有什么副作用 好在最后无事发生 但后来鬼主提醒这种实验 不能在朋友身上做 也就中断了 现在这三颗浓缩丸子下去 无怒直接有种 要立地成佛的感觉 前世的我到底是多么强大 居然留下这种仙丹 过了一会 无怒的气势收敛了一些 但整体实力提升了一大截 估计要不了百年 我就能成为真佛 无怒心里这个美啊 师兄 咱们边吃边聊 你给我说说 我们佛门这些年的发展吧 小猪摇摇尾巴 那一桌素斋 又飘了过来 好 于是 一人一猪边吃边聊 在林东方他们眼里 无怒吃的是满嘴流油 甚至还写了呼拉的 毕竟小猫烤肉 有声有糊 但无怒自己 却觉得 是在吃美味的素斋 比如 这一口大猪皮 在他吃起来 就是美味的蒜香豆皮 这是我的另外一个绝活 催眠 完全扰乱他的五感六十 小猫又得意了一会 可有个机会 展现他的能耐了 林东方摸摸下巴 还好这家伙是猫 不是人 不多时 一桌素斋就这么吃完了 无怒用感激的目光 看着小猪 十点 那现在我们就离开吧 我带你回北斗星 回西域佛门 一起重回巅峰 师兄 我 不行了 此时 小猪的身体 忽然虚淡起来 而让无怒最震惊的是 就连小猪的身体 也开始变得残缺不全 浑身鲜血淋漓 惨不忍睹 师殿 你这是怎么了 无怒大惊 急忙运转佛法 试图稳住小猪的伤势 但他刚刚伸出手 就发现自己手上 满是油脂和血水 无怒眼角抽出了一下 脸色变得十分诡异 因为他闻到了血腥味和肉味 而嘴里的味道更加强烈 再一看旁边的桌子上 满是肯剩下的骨头 怎么了 师兄 你刚刚吃的是我啊 你说 你只有吃了我 才能获得巨量的道运 重塑真佛身 你难道忘了吗 小猪凄惨一笑 直接敞开了石海本源 无怒看完小猪的记忆之后 嘴唇都在哆嗦 他看到的景象 和他刚刚经历的 完全不一样 画面里 他残忍地扯下小猪的腿 这是馒头不是肉 师兄 我不行了 你把我吃了 应该就能恢复真佛身 请不要出去涂炭生灵 我服辞呗 小猪说完这句话之后 直接凉凉 啊 啊 啊 无怒狂吼三声 此时他脑海里三股记忆 疯狂交织在一起 谁能告诉我 我刚刚到底经历了什么 无怒疯了 哈哈 我吃了师弟 我吃了师弟啊 无怒又哭又笑 整个人疯疯癫癫的 然后他又开始狂啃 毕竟在他看来 小猪浑身上下 都是道瑜 不 不是我吃了师弟 是师弟得了风症 没错 是他得了风症 用幻境迷惑我 骗我说他的血肉 就是误到仙丹 不 师弟没有骗我 他在用他的血肉 来成就我的真佛心 他心甘情愿 接受转世为主的事实 已经超脱了色身形象 更是以自己的血肉成全我 乃是佛祖割肉未因的壮举 哈哈 喵 我不能辜负师弟的期望 我要成就真佛身 让整个佛门 都重塑真佛心 此话一出 小猫都愣了 林东方和独孤梦 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 你们别这么看着我 我可没他这么会找理由 这是他自己的想法 不信你们自己看 小猫只了只眼前一块金石 这片区域 是我一开始 植入他脑海的内容 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内容 这是我打算植入进去的 像是做一锅炖菜一样 分门别类安排得明明白白 这无怒 天生就是一个做坏人的料啊 林东方只能这么感叹 独孤梦点头道 这人本来就道貌岸然的 不然也不会说你的菜肴 能让人得风筝 小猫想了一会 然后又笑了起来 既然如此 也算是有个意外小惊喜 先把他放回北斗星再说 嘿嘿嘿 到时候看看佛门 怎么处理这家伙 幻境中 无怒通过观看小猪的残魂 得这出去的路 拎着小猪的尸体 直接离去 林东方等人 不紧不慢地跟着无怒 回到了北斗星 此时的无怒 已经彻底疯了 但也不是传统的疯 他只是分不清素菜和荤菜罢了 恭迎师父 一群和尚跪倒在地 和你们一同分享一道绝顶素斋 众和尚大写 有人说道 等吃完了师父做的斋饭 我们也好一起去摇吃圣地要个说法 林东方的菜肴让人疯魔 不可不言查 一堆垃圾话 不绝于耳 无怒走进厨房 取出一张猪皮煮熟 切成细丝之后 和黄瓜丝放在一起 加入醋酱油蒜末等一通凉拌 徒儿们 这是为师给你们做的豆腐丝 快来尝尝 一群和尚手里抓着馒头 亥然看着眼前这盘小菜 师父 这是肉吧 有人颤颤巍巍巍问了一句 肉 哪有肉 我怎么看不出来 无怒眼睛一瞪 旁边一个半路出家的和尚说道 师父 这是猪皮 是猪的皮啊 猪 猪的皮 无怒喃喃自语 随后忽然嚎啕大哭 这是我的师弟 这是我师弟的皮啊 啪叉 旁边几个小和尚 见到这一幕 吓得晚都掉在了地上 凉拌师弟皮啊 师父 您这玩笑开得太大了 这皮明显是猪皮 您的师弟又不是猪 对对对 这是猪皮 旁边众人都纷纷附和 他们倒不是为了安慰无怒 而是为了安慰自己 谁说我的师弟不是猪了 他是全天下最好的猪 最好吃的猪 你们快吃 不然我把你们都剁碎了喂猪 无怒眼中忽然爆发出血光来 杜杰静后期的可怕 威压散发而出 让一群弟子静入寒蝉 那 那徒儿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有几个机灵的弟子 直接颤巍巍地伸出筷子 他们能看出来 自己这位师尊可不是开玩笑 猪皮入口 酸辣爽脆的感觉 全然没感觉出来 吃得十分别扭 但最别捏的不是吃猪皮 而是无怒接下来的问题 徒儿们 你们说 我那师弟 是不是天下间最好吃的猪啊 吃过猪肉 和没吃过猪肉的人都沉默了 这话该怎么回答 但暗中观察的林东方 对独孤梦说道 师父 他这猪皮煮熟之后 一步过冷 二步刮掉多余的油脂 是绝对不会好吃的 等回去我给你做一盘好吃的 独孤梦和小猫已经细以为常了 这家伙就这样 除吃 哦 有人一个忍不住 忽然吐了出来 毕竟煮的时候没加料酒啥的 甚至毛也没捞干净 那位能对咯 无怒脸色一沉 怎么 为师的厨艺 就这么令你作呜吗 不是 啪 无怒一巴掌 把那人打得像陀螺一样 原地转了几十圈 脑僵子都差点摇匀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 我那师弟的味道 令人作呜 不是 不是 那还不都吃光 是是 整个寺庙内 一群和尚都在猛猛吃凉拌猪皮 但吃的实在是无滋无味 而且 无怒总在旁边问 师弟好不好吃 搞得一群和尚心里都十分难受 最后 不知是谁起了头 说了一句 师叔是天下最好吃的猪 于是 众多和尚都开始吆喝起来 哈哈哈哈 所以为师才让你们也品尝啊 说起来 无佛那家伙 吃的是林东方做的宝塔肉 为师也给你们做一下 无怒又进了厨房 开始做宝塔肉 暗中的林东方摸摸下巴 这样下去 整个西域都要被他折腾风魔了 小猫嘿嘿一笑 这还不好 到时候 他们自己打自己 免得我们出手了 还得是你啊 林东方竖起了大拇指 不过宝塔肉只做了一半 变故就出现了 大胆 大胆啊 佛门卸任方丈 法能大师 也是佛门第一强者降临 闻到那满院子的主肉香味 他气得白眉毛和白胡子一起抖动 无怒 你给老娜一个解释 师父 您快尝尝我师弟这五花肉 难怪无佛频频破剑 这五花肉切片沾一沾酱油 就这大蒜吃 真的是人间爵味啊 无怒左手端着一碗 淋着酱油的切片五花肉 右手是一头大蒜 吃得十分过瘾 气煞我也 法能一声怒吼 对着无怒 就是一巴掌 无怒躲开了这一巴掌 冷声道 师父 您过于执着清规戒律 注定与本佛无缘 等到我恢复 斗战圣佛真身的那一天 注定不会度你 法能气的脑袋都在冒烟 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你们都开始吃猪肉了 无怒斜斜一笑说道 因为牛羊肉有三味 疯了 真是疯了 法能气得差点昏过去 这叫什么话 吃猪肉不吃牛羊肉 是因为牛羊肉有三味 重点是这个吗 面对怒不可遏的法能 无怒倒是出奇的平静 他单手竖在胸前 平静问道 阿弥陀佛 师父 什么叫做疯 法能还真被问住了 什么叫做疯 但法能现在不能翻词典 作为西域佛门这一代的主持人 弟子接二连三破戒 他必须要严肃处理 孽障修要花言巧语 破戒就是破戒 今天我就要动用佛门戒律 把你打入地狱 佛门地狱 是北斗星最恐怖的监牢之一 进去之后 生不如死 比如下游锅 游是通天境强者的湿油 连渡截境的大佬 被泡久了 都要受重创 还有勾舌头之类的酷刑 非常人可以忍受的 无怒面色不变 没有丝毫慌乱之色 他思索了一会后 忽然仿佛大车大雾一样 笑了起来 师父 我现在终于明白 无佛师弟所言的真意了 此话一出 法能更是勃然变色 前几天不是你主张 要把他处死以正门规吗 怎么今天也觉得 他说得有理了 荒唐 这位佛门领头 大和尚气的一挥袖子 佛珠都快捏爆了 他之前倒是没有通过 处死无佛的提议 只要还有办法试一试 就没必要清理门户 这玩意是好说不好听 看着桌子上那些猪肉 法能就气不打一出来 不管怎么说 无佛吃的是 林东方做的菜肴 他这几天调查了一下 发现林东方做的菜肴 都是色香味俱全 特别是零食臭豆腐 深受佛门弟子喜爱 而眼下无怒吃的凉拌猪皮 显然是自己做的 所以 林东方做的菜肴 能导致风政这个说法 不攻自破 师父 你想知道 我为什么破坚吗 听完这话 暗中的林东方摸摸下巴 他忍不住嘀咕道 我怎么感觉这家伙 智商提高了一些 嗯 是我之前调整的 不然这家伙又疯又智障 就没啥作用了 我还打算让他以后 时常给咱们送来点菩提叶呢 小猫擦了擦嘴角 他是真的喜欢吃双叶包鸡 无怒虽然已经疯了 但是智商提高了一些 说不上亏了还是赚了 法能此时冷静了一些 他不信 有人能同时弄疯三个度结晶强者 这三个人 要么是全疯了 要么是全都没疯 吃肉 肯定是有别的理由 如果你有苦衷 大可以和为师说 为师可以用狮子猴等绝学 抵挡你的神魂 法能严肃起来 但心里没多少希望 这几天 他不知道对无佛用了多少次狮子猴 就是没办法让对方 迷途知返 无怒端坐在蒲团上 双手合十 开始讲故事 大概就是幻境里那些事 法能的目光 从迷惑再到震惊 再到不可思议与狂喜 佛门讲究的是啥 吃斋念佛 飞也 而是转世 如果转世一直不能实锤的话 佛门那些弯弯绕 就会不攻自破 小猫可谓是对症下药 走一步看三步 这一下 直接把大炸弹 埋进了佛门大本营 以后佛门要是不老实 直接引爆这个大炸弹 再火通鬼主整点事情 真佛不跳出来救场的话 佛门就要玩完 法能兴奋的嘴唇都在哆嗦 眼下无怒的际遇 加上那颗天生的射力 无疑证明了 真佛可以转世重生 无怒一脸悲苦之色说道 我师弟为了我能重塑真佛身 舍弃他的皮囊成就我 此乃大慈悲大智慧 而我若是因为佛门戒律 而辜负了他的一番好意 那才叫疯 师父 你说 我现在吃这些东西 算是风筝吗 不算 这是好事 好事啊 法能拍手大笑 好 好啊 这样一来 你无佛师弟说的那些话 也是极有道理的 不经历 怎能超脱 两人火速前往佛门地狱 把一脸猛圈的 无佛和无网放了出来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难道要送老子去极乐世界 无佛还以为这俩人要干掉他 当下准备拼命 非也非也 徒儿 为师已经误了 你当初说的话有道理 法能笑眯眯地看着无佛 一反之前 恨不得一巴掌拍死的态度 无佛心里一番个 事出反常必有妖 他忍不住说道 你们俩该不会 是去摇池圣地兴师问罪 然后被东方帝皇打坏了脑子吧 嗨嗨 法能脸色顿时尴尬起来 我们还没来得及去摇池呢 我让你无怒师兄 去文昌星求取文摇鱼 想治疗你们的风筝 结果半路上 听完事情整个过程之后 无佛和无往对视一眼 再想到林东方怀里抱着的那只猫 这是绝对和林东方有关 两人心里都是一暖 林东方这番操作 保住了他们的小命啊 师父 既然你也误了 那不如也尝尝小灵做的菜肴 只要我带着菩提叶去摇池请他 肯定能再请出一份宝塔肉来 无佛为了离开佛门 直接开始给法能花大饼 他也想清楚了 这次离开佛门到了摇池圣地 直接掏出全部家当 请摇池的人净化掉他身上的佛门气息 然后找个小地方 隐姓埋名过完剩下的几千年寿源 剑法能似乎有些犹豫 无佛添油加醋说道 师父 您要是想体验佛祖当年那帝王般的享受 就必须尝尝小灵做的菜肴 那滋味 真的是超越了帝王鲜艳的水准啊 要是没有体验过佛祖的帝王享受 怎么能体验到 他当年想要超脱的心境吗 无佛一阵忽悠 直接把法能给忽悠住了 这话真的有道理啊 但 想来林东方不会轻易做菜丢吃吧 法能还是有些犹豫 他这两天左思右想 左算右算 都觉得去摇池 讨说法 是十分不明智的行为 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鹅事情 旁边无怒笑道 这好办 林东方上次不是看中了菩提叶吗 反正菩提叔那么多叶子 再弄下来点送给他不就行了 暗中的小猫搓搓爪子 小子 这茶叶子到手之后 给本猫做两只双叶包鸡 放心 这次给你做盐局的 林东方对小猫是越发敬佩起来 这家伙真是安排得明明白白啊 现在无怒 就是法能眼里的宝贝疙瘩 说话就是好使 法能做出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直接把菩提神树的叶子 拽下来十多枚 反正这树叶长得快长得多 几人回屋收拾了一下 准备去摇池拜会林东方 而林东方则是直接跑回了摇池圣地 路过玉兽峰的时候 正看见程大发在对着刘影时傻笑 旁边叶孤星和秦顶啃着烤鸡屁股 笑得也是十分荡漾 几位前辈 看啥这么开心 林东方好奇地凑了过去 还不是在看老任 这家伙吐的 程大发得意洋洋地卖弄起来 我当时揍他那一拳 给他身体里烙印了一个小玩意 现在他只要不进什么绝地 就能被我捕获到在干什么 林东方咧咧嘴 这几人还真是恶趣味 不过老程也是惦记着正事的 小林 刚好你来了 有件事倒是想和你商量商量 程大发搓搓手 颇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林东方 林东方笑道 前辈有啥就说 都自家人 一听自家人这三字 程大发又笑了起来 他说道 就是我这玉兽风地方实在是有限 但要是刻画空间法阵的话 又比较影响这些家伙的生长 只有真仙级别的空间法阵 才能做出一个能让生物 和在外界一样健康成长的空间 不然经过一段时间的消耗 生物就会有一定的退化 我的意思是 打算去外面圈块地 专门养这些食材 要不你跟两位圣主通通窃 程大发用期待的目光 看着林东方 也只有这家伙 能在两位圣主面前 提这种违背祖训的建议 摇齿祖训 是在自家一亩三分地安分守己 除非要做为了天下苍生的大事 不然不可以外扩 上次弄出魔风 就是因为有利于天下苍生 所以倒也不算违背祖训 林东方一拍脑门 要不是程大发提起来 他还真忘了一件事 他直接把星球保顶拎了出来 程大发几人 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 我来的乖乖 看来咱们的格局还是小了 小了小了 就想着扩建御寿风 开发南狱这一亩三分地 就没想着搞个星球过来 得 这可是天道嘉奖的生命星辰 在里面养鸡鸭鹅啥的 肯定是事半功倍 俺先进去探探路 程大发呲溜一声 跳进了大顶里 然后 琴鼎和叶孤星也跳了进去 这片海圈起来养黄金扇 这里养牛 这里养鸡 三人在那颗星球上 四处乱飞 各种圈地 前辈 这河洛鱼和温瑶鱼 你们安排一下 我先回去了 林东方挑出两对模范夫妻 扔进大顶 然后黑黑一笑 这下不用他自己安排了 这星球随他们折腾 只要随时都有新鲜食材用就行 溜溜答答回了妙音峰 正看到东方帝皇 在捣鼓鸡翅膀 见到他们回来了 他急忙问道 咋样咋样 独孤梦白了他也说道 还能咋样 没咋样 我说的不是那个 是温瑶鱼和河洛鱼咋样 啊这 还没下锅呢 林东方进了厨房 这两天就到处乱跑了 还真没顾得上 安排松子鱼片 快下锅 快下锅 东方帝皇这几天可馋坏了 等到林东方开始处理文摇鱼 他才发现 这家伙都圆英尽了 这家伙 他扭头看向独孤梦 他在哪度地捡 宇宙边荒外 上来就是混沌节 说到渡劫 师父你尝尝我做的油炸天节 可好吃了 林东方摸出一个愈合 你这家伙 渡劫的时候 帝皇眼角抽出了一下 还好这家伙 在床上没想着做菜 看好了看好了 这可是我最喜欢做的松子鱼片 林东方的声音 引起了几人的注意 松子鱼是月菜 脱胎鱼松鼠鱼 酸甜酥脆 十分美味 林东方两种都会做 但他不是很喜欢整条大鱼 特别是做那种弯曲的造型 那种鱼吃的时候费劲 造型再好看 最后也要加碎才方便吃 所以他更喜欢鱼片 一片一片 方便得尽 切片的话 花刀就不能切大松子了 要切小一些 这样好看 不然一个鱼片上就三四个 松子 不太像话 半个指甲盖那么大的松子 是最好的 斜刀切 大概这样一个角度 林东方对着流影时比划了一下 大概是四十五度左右 然后垂直竖着切 这样炸出来之后 鱼肉才会像松子一样饱满分明 林东方手起刀落 鱼片处理完毕 捏起一片鱼在小猫面前抖了抖 切开的鱼肉粒粒分明 比黄豆粒大不了多少 小猫斜了一眼林东方 你这松子长得不够大 也不用太大 不然不好处理 林东方丝毫不怀疑小猫说的话 这家伙似乎从不开玩笑 腌制还是那些东西 葱姜水 盐 胡椒粉啥的 不过文鱼不太需要这些东西 就像蒸馨来了一点 先用蛋黄给鱼片表面来上一层 这样颜色更好更酥脆 然后拍上淀粉 切鱼片的也是为了节省淀粉啊 当然 切鱼片最主要的原因他没说 自然是一条鱼可以做两份 赚更多的钱 糖醋汁还是看个人口味 这文鱯鱼自带酸甜就不需要太多的醋和糖 但是盐要来一点 不然凸显不出来鲜甜的味道 林东方碎碎念的时候 把鱼片挨个下入七成热的热油里开炸 文鱯鱼特有的酸甜香味 瞬间被激发出来 鱼肉松子 而瞬间定型 由于鱼片受热收缩 所有的松子都绽开 没有丝毫的粘连 迈向极好 那啥 糖醋汁就免了吧 我是猫 吃不来酸甜口 小猫蹲在一遍 面前的蘸料碟里 已经放好了自然辣椒粉 还有蒜末 好好 先给你这位大功臣开个小灶 林东方升到油温 给小猫的那些鱼片复炸了一下 但酸甜酥脆的咔嚓声 把这一份疑惑暂时赶出了脑海 文鱯鱼的脆软字不用多说 其本身自带的酸甜味 经过油炸略微变淡 但是多了一股富裕的香味 而且吃着吃着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 都感觉到了一股极其特殊的盗蕴 融入体内 然后点点头 我觉得我能坚持一天半 不过这俩人平时也不怎么生气 这文鱯鱼还真是厉害 林东方倒是没啥感觉 他本来就不喜欢生气 护肝 只要自己不生气 那别人就会继续无能狂怒 这边刚吃上 那边法能带着无怒来了 对于佛门来说 最可怕的不是无怒和法能都疯了 而是正常的法能对疯了的 无怒言听计从啊 小猫感叹一句 对自己的计谋越发得意起来 林东方给他加了五条香煎小鱼 然后进屋开始折腾肉馅 打算整点熏肉肠吃吃 法能和无怒落在瑶池外 打量了一会除魔风 这瑶池圣地外部多了两个山头 倒也不显得突兀 法能不得不感叹一下 要说与世无争 还得是看瑶池圣地 所有圣地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扩展一下地盘 只有瑶池圣地 老老实实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除魔风真的很小 外万宝风 其实就是除魔风旁边的一个小丘陵山包包 这外万宝风倒是热闹 法能看到不少佛门弟子都在外万宝风摆摊 但这除魔风 法能对瑶池有一丝戒备 就是因为这除魔风 近来 佛门受到的香火和信仰之力少了一些 而反观除魔风上 金色的信仰之力 已经积攒出了一个可观的规模 整个瑶池圣地上方 也耗荡着一股强悍的信仰之力 虽然远不如佛门 但未来谁也说不好 可以这么说 谁在北斗星上玩信仰之力 那就是佛门最大的竞争对手 甚至是敌人 毕竟北斗星上能产出的信仰之力 都是固定的 就在法能观察除魔风的时候 程大发几人也在观察它 这帮人手里拿着张大锤 最近祭练的补心网 断魂棍之类的 专门敲黑砖打门棍的装备 上次搞人国祖 这帮家伙尝到了甜头 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弟兄们 要不要敲这老货的闷棍 法能这老货当初可是屁话一堆 惹得弟兄们不开心 程大发一脸遗憾地说道 不行 圣主传音说无怒已经被拿下了 法能先放一放 以后再搞 周围人也是一脸的遗憾 哎 那就缓缓 程大发换了一副装备 把屏蔽自身气息的衣衫 换成了平日里爱穿的锦袍 手里的闷棍扔到一边 诗诗然去 敲响了银客中 钟声悠扬 金光闪闪 锐彩照亮了方圆千里的地界 进了银客殿之后 法能觉得浑身都不自在 法能方丈别来无恙 所过多年 几位风采更胜往昔 一顿寒暄过后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过来了 这俩人都是笑呵呵的 但法能觉得背后更猛了 之前没见面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这七千多岁的老牌强者 不至于敌不过这俩人中的一位 但现在越掂量 越觉得自己不太可能留下个全尸 不过在这银客殿内 他还是安全的 毕竟没有任何势力 会选择在银客殿里动手 影响太恶劣了 两位圣主 老那这次来 有个不情之请 听说 你们的爱徒林东方是除仙体 除以了得 让我那猎徒乌佛都是赞不绝口 甚至于破戒吃肉 所以我想 东方帝皇冷声道 我也听到一则传闻 令徒乌怒 曾言我那徒儿的菜肴 能导致风筝 惨烈的杀气 让银客殿内温度骤降 甚至整个南域上空 都飘落点点雪花 即便是程大发等人 都觉得浑身不自在 感觉身体仿佛已经被长毛 都给钉在了地上 更别说法能了 独孤梦皆查道 这话严重伤害了 姚池和佛门的感情 也是对我那徒儿 极大的侮辱与诽谤啊 星光洒落 道道剑忙缭绕在 银客殿周围 大友一言不合 直接干掉吴怒的架势 法能脸都绿了 他万万没想到 这俩人反应如此激烈 真有一种甘愿 冒天下之大不韦的架势 法能急声道 阿弥陀佛 我那猎徒吴怒 确实曾口出狂言 此番我们来姚池 就是为了赔礼道歉 他看了看旁边的吴怒 惊讶发现对方 虽然处在惊涛骇浪之中 神色却十分淡然 和真佛一样 无喜无忧 不愧是斗战圣佛转世 想来他此时的战礼 能与这两人比肩吧 但随后吴怒就说出了一句 让法能眼睛 差点掉出来的话语 两位圣主 我愿奉上菩提神树叶子 百枚请求原谅 最冷静的语气 说出了最耸的条件 法能手一抖 差点捏爆了手中的佛珠 啥玩意 送出去一百枚叶子 之前不是说好的十枚吗 但他哪里知道 现在的吴怒 就是在配合姚池这帮人在演戏 暗中的小猫 搓搓小爪子 咧嘴一笑 佛门的各种宝贝 拿来吧你 东方帝皇沉默了一会 然后勉为其难地点头道 既然佛门这么有诚意 那么这件事就此结果 下不为例 旁边独孤梦 似乎还是很不情愿的样子 法能心里一哆嗦 敢紧说道 多谢两位圣主 宽宏大量 本想着在银课店里 大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用最小的代价 让这件事翻篇 但一百枚菩提叶就这么没了 无妨 只要吴怒以后 重塑真佛身 一切都好说 法能在心里如此安慰自己 随后银课店内沉默了一会 法能在想 话题怎么请林东方 做点印菜出来 毕竟他这佛门方丈 不能说出给撒家 十斤九三斤肉这种话来 就在他纠结的时候 吴怒开口道 两位圣主 不知请林东方做菜 他只喜欢给自己人做饭吃 关系清静的 随便蹭吃蹭喝 关系不好的吗 要加看他心情 法能心里无奈一谈 这肯定是要狮子大开口了 但为了让吴怒尽快重塑真佛身 他只能放低姿态说道 我佛门甘愿拿出宝物 换取林东方对我们的良好看法 那宝塔肉 说白了 还是为了宝塔肉 东方帝皇想了想说道 上次给吴佛做菜 最后的报酬是九枚菩提叶 而吴怒此时和我那徒弟的关系 远不如吴佛呀 法能脸一哆嗦 但这话 他还真没办法反驳 而且 也不是林东方漫天要价呀 你们佛门一开始 就给了这么高的价格 法能最后一咬牙 十五枚叶子 虽然菩提叶不像是菩提子那么珍贵 但是好多了 也影响菩提子的成长 那好吧 我让他给你们做一份 东方帝皇思考了一会 才点了头 后院 林东方接到了任务 一份宝塔肉 卖了十五枚菩提叶 不亏不亏 小猫在一边趴着说道 按照剧本流程 你要把这宝塔肉 做得很完美 然后附送他们一份 红烧肉和锅包肉 这样才能让法能更加愿意 来进行下一次交易 你这家伙算盘珠子 都要崩我脸上了 林东方嘀咕一声 然后一顿操作猛如虎 三样硬采出锅 没有一丝道运在其中 只有最完美的味道 小猫咽了咽口水 扣下三块红烧肉 和五片锅包肉 法能接过十盒的手 几乎有些打颤 一百多枚菩提叶子 换来这么三道菜 还有摇池圣地的谅解 他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那么就此别过 法能决定 以后再也不来难遇了 没有佛力的加持 没有安全感啊 俩人急忙溜了 一口气溜到了中狱 一处雪山天池旁 俩人寻了个山洞 布置下阵法 法能激动地打开石盒 三道精致的菜肴 还跟刚出锅一样 冒着热气 香味弥漫 那枣红油亮的宝塔肉 堆出了99层 每一层之间的高度 丝毫不差 筷子一夹 肉皮断开 肥瘦分明的肉送入嘴中 法能忽然觉得 这一切都值了 吃了七千年素斋 这一开口 就是风卷残云 而最让法能激动的是 对面无怒 只品尝了一口之后 就开始闭目打坐 佛光浩荡 显然陷入了顿悟状态 心境在提升 果然 不经历何谈超脱 等到土耳尼重塑了真佛身 这北斗星 乃至全宇宙的信仰之力 全都会被聚拢过来 到时候 我佛门会举门飞升 法能眼中十分火热 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攻击 旁边山洞里 无佛 无网 鬼主怀里 抱着自己本体雪白的头骨 粉色的绸缎 在上面轻轻擦拭 前辈 我困惑 无佛盘坐在鬼主面前 面色痛苦 平心而论 法能是他的授业恩师 但他也是 被对方亲自从佛门中除名 现在看着法能和无怒被这么吭 他心里不挣扎是假的 鬼主把自己本体头骨擦的赠量摆在一边 然后背负双手 瞥了一眼旁边烧烤架上的鸡腿 淡然道 你师父和佛门追求的是佛 你和佛祖追求的是善 本就不是一路人 为什么非要走到一起去 你在佛门这么多年 也该明白一个道理 吃斋念佛和行善积德 有必然关系吗 无佛和无网对视一眼 都是心头俱正 多谢前辈指点迷惊 得了 你们也别谢我 佛门这次要是执迷不悟 不死 也要被我们八层披下来 鬼主目光洞穿了空间 看向南欲上空浩荡的信仰之力 轻声道 人无害虎心 忽有伤人意 亘古如此 未来也是如此啊 佛门和摇池冲突的根本 其实不是灵东方 而是这信仰之力 无怒当时也是打算 以灵东方为突破口 也想着是师出有名 但现在说啥都白搭了 佛门已经提前凉凉了 等过几天无怒体内的道运消散 嘿嘿嘿 鬼主笑得跟大尾巴狼一样 无怒选择带招法能来到中狱 一切都是小猫的剧本 鬼主一出手 就只有没有 恐怖的杀阵已经刻下 就等着小猫 把剧本翻到那一页了 不过说起来 以你的修为 不至于被法能逮住啊 鬼主 这人好奇心重 就随口问了一下 无佛一拍脑门说道 呃 不透这茶我都忘了 我那次告别小林之后 带着师妹在北域游荡 听人说一头怪虎为霍一方 去看了一下发现 是佛门走脱的 一头猛兽在肆虐 狂虎 所谓狂 就是走地鹰 狂虎就是四条腿 都是狂腿的老虎 跑得贼快 鬼主点点头 这一下知道 这俩人是怎么造了难的 但也没招 谁让这俩人心善 无佛取出一个法器 把狂虎的尸体丢了出来 威猛的大老虎 身躯足有十丈长 只是四条狂腿 让它看起来 多少有些滑稽 狂虎 这不就是长着 鸡腿的老虎吗 等会等会等会 老虎 鸡腿 鸡爪 虎皮鸡爪咋做来着 赶紧给小林送去 喵啊 那双叶炎狙鸡 咱们先不做了 先把这虎皮鸡爪做了 本猫喜欢吃鸡爪 小猫挂在林东方肩膀上 尾巴甩来甩去 你这猫牙啃鸡爪 跟耙子搂大米没啥区别 做成虎皮狂爪 你能啃下来一半就不错了 这么大的狂爪 还是做蒜香五骨狂爪吧 脱了骨切条 也吃得文雅一些 小猫一听蒜香俩字 顿时把前面林东方 诋毁他牙齿的话语忽略了 师父们喜欢吃辣的 正好也做点酸辣口的 小猫你去捣一些蒜泥来 好嘞 小猫搬出一个九州顶 扔进去一箩筐蒜粒 小翅膀一挥 本体大印就化作合适的大小 落进去开始捣蒜 旁边东方帝皇和独公梦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哪怕你去用自己本体拍核桃呢 林东方看着这头化神经的狂虎 双眼放光 数千斤重的大老虎 四条狂腿都快超过他的身高了 腿完完全全就是鸡腿的样子 身子和老虎没啥区别 之前还真忘了吃老虎 摸着那锦兰虎皮 炼化着血肉之力的时候 林东方想起来一道硬菜 东北老菜第三仙 地球那边百多年前 第三仙的主料是老虎梅花鹿和黑熊 奈何这道菜当年做的人就少 后来直接就失传了 他以前只做过养殖的鹿肉 老话说得好 您吃鹿肉一口 不吃牛肉一筐 是了 之前总是想着自己是地球人 熊掌之类的好货 都让我给下意识地忽略了 地球的法 保护不了北斗星的蛮熊啊 心里想着 手头也没闲着 先把虎皮包了下来 喵啊 这虎皮给我垫窝吧 小猫一心二用 美滋滋地把虎皮 简单系练了一下 林东方还想着第三仙呢 下意识地回了一个字 行 徒儿 是不是又在想别的好吃的 东方帝皇见他脸上 那荡样遐想的样子 就知道 这家伙在想着好菜 我打算弄一道第三仙 还缺梅花鹿和黑熊 等在雾道茶秘境里 打一些好品种的再做 这狂虎怎么说也是一种 不能用普通梅花鹿来代卖人家 林东方手中的菜刀 便做两尺多长 力索地把四条超大狂腿 卸了下来 他不知道第三仙的具体做法 但是兰花熊掌他知道 还有一道砂锅茶鹿牌 到时候 把这两道菜 加上虎肉和雾道茶叶做一做 想来也能沾上第三仙的边 说起来 焖虎肉 最后要用鸡油提香增鲜 这狂虎天生四个大鸡腿 真是缘分啊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对视一眼摇摇头 这狂虎一族 遇到他们这个宝贝徒弟 真是惨 鸡腿肉留着做成鸡腿盖饭什么的 到时候 在雾道茶秘境里吃盒饭 显然是极好的 再有一个月 就是雾道茶大会了 届时秘境一开 全宇宙的年轻修炼者 都会往里跑 到时候 四周都是人打架 多半没有什么烹饪时间 盒饭 东方帝皇咽了咽口水 又想到了 自己当年遭见的青鸾 当年要是有林东方 给自己做盒饭带上 现在起码五个娃了 林东方把虎内极取出来一半 改刀成半尺长 手腕粗的大条条 扔进水里抛着 虎肉土腥味重 要多浸泡多换水才行 这是老师傅当年 做同样土腥味重的野猪肉手说的 可不是林东方自己总结出来的 剩下的内极 等着做第三仙 晚饭做个简堂版本的 鱼香虎肉丝吃吃 咸酸味辣口 是对付虎肉的不二之选 巨大的狂虎腿骨粗壮 能有林东方大腿粗 捏一捏狂爪 皮下多少有点肉 又观察了一下 狂爪上面被展开的切口 原来是两层皮 外面那层黑皮 显然是不能吃的 把狂爪往开水里一扔 过了一回捞出来 开始扒外层黑皮 小猫你去玉兽峰 弄点普通鸡爪 回来做虎皮鸡爪 好嘞 小猫放下九州顶飞 像玉兽峰 狂爪黑色的外皮下 藏着白白的细嫩软弹的那皮 这要是染上红油的颜色之后 美啊 狂爪拔掉指甲之后 又扔进锅里 冷水葱姜和黄酒开煮 旁边另起一口锅烧料汤 也是葱姜 不过还加了八角花椒香叶 桂皮尘皮 开锅能有五分钟 林东方把狂爪门捞出来 开始驱骨 抽骨 一刀从狂爪的中指指尖 划开到最尾端 然后刀背一拍 配合老头骨的秘术 一条完好的骨头就跳了出来 一丝肉都没有被带出来 没有了骨头支撑的狂爪皮肉 也没有塌下去 十分有弹性地晃来晃去 显摆着自己的独特口感 随后是几节植骨 也一一抽出 这秘术真好用 林东方不得不感叹 老头骨的厉害 这秘术对付鸡爪 简直就是无敌的 独孤梦和东方帝皇心里一颤 这秘术 要是用在活的凤凰猪雀之类的圣兽身上 那场面估计能下风一群小家伙 巨大的狂爪皮肉 改刀成手指长宽的条条 扔进旁边滚开的料汤里煮 淋上一勺高度酒 一边煮一边打去浮沫 五分钟后捞出来 先过下冷水 再扔进冰水里浸泡 这是让五股狂爪皮肉软弹的关键 热的鸡爪直接扔进冰水 会导致冰块迅速融化削减效果 小猫从预售风端来了一大盆普通鸡爪 这是第一批上腹捧羽鸡的鸡爪 一只鸡六个爪子 美极了 它们的指甲 我都帮你拔下来了 快下锅 小猫急得上蹿下跳 不急 我先调一碗麦芽糖水 每四斤水一两麦芽糖 搅匀之后 把白嫩的鸡爪扔进去 染上一丝红霞 这样等会炸出来的鸡爪才好看 泡着鸡爪的功夫 林东方开始调制五股狂爪的料汁 酱油 泡椒水 陈醋 苹果醋 红油辣子 盐 糖 鸡粉 泡椒碎 小米辣 泡姜丝 原葱丝 蒜泥 姨母籽片 姨母籽也就是柠檬 根据口味的布铜做了两份料汁 随着林东方一边搅拌料汁一边下料 小猫馋的耳朵一抖一抖的 使劲吸了一口酸甜的味道一滩 这么多料能不好吃吗 林东方刚把狂爪皮肉放进料汁里按摩了一回 浓郁的蒜香就让他更加坐不住了 都按摩这么久了 能吃了吧 你看 又急 这还没入味呢 需要时间 狂爪条条封印好放在时间法阵内入味半个时辰 拿出来再次抓办按摩后封印 这次要入味两个时辰 这时间也不能浪费 林东方起锅热油 这座虎皮鸡爪炸的时候 油温千万不能低于五成 低油温会导致炸破皮 最后不好看了 小猫一跺脚 好不好看无所谓 好吃就行 噼里啪啦 回应他的是鸡爪倒入油锅的声音 林东方迅速盖上锅盖挡住乱飞的油花 破皮脱骨了 就不好泡发了 会导致不好吃的 扔进时间法阵加速 直到鸡爪变成枣红色 老厨扔进冷水里 再加速进行泡发 看 泡成这样一捏出水的样子才好 这深红的颜色也漂亮 锅热倒油炒香 葱姜八角花椒桂皮香叶小茴香等后 倒入豆瓣酱炒出红油 添水烧开煮出香味 再把泡发好的虎皮鸡爪倒进去 大火烧烤小火焖煮 经过时间法阵的加持 片刻后就迎来了 虎皮鸡爪出锅的时刻 左边是冰冰凉凉的酸辣蒜香 五骨狂爪 展示着自己的软弹 右边是骨杖饱满 吸收了五香口味的虎皮鸡爪 显摆着自己软糯的颜色 一时间让小猫左顾右盼 难以做出选择 喵啊 你这是诚心为难 本猫只长了一张嘴 林东方加起一块五骨狂爪送入口中 每嚼一下软弹的皮肉 都会把酸甜的料汁撒 向每一个味蕾 咽下这口后 他本能地抓向桌子上的水杯 抿了一口 可惜是茶水 不是汽水啊 是时候做松针汽水了 松针汽水林东方以前做过 虽然有气 但是那味道一喝一个不支声 大部分教程都是忽悠人的 最后都是把现成的汽水 倒进装满松针的瓶子里摆拍 从地球那边进口 算了 以我现在的修为 要是捣鼓不出好喝的汽水 也太丢人了 松针汽水的难点在于调制口味 如果要是松针自带味道的话 想了一会 他转头看向在一边狂吃蒜香五谷狂爪的小猫 小猫啊 你知不知道 什么有着水果味的松树 松鼠 本猫不吃松鼠 竹鼠倒是有点意思 再说那玩意 哪有水果味的 小猫转了个身背 靠着虎皮猫窝半躺着 怀中抱着装满五谷狂爪的小碗 舒坦到想翘二郎腿 奈何猫腿不够长 松树 不是松鼠 我想要一些水果味的松针 我想想 之前好像在哪见过水晶松 松子是柑橘味道的 小猫糊润吞下一个五谷狂爪 把口水压下去嘟囔倒 那个松子真的很脆 很香很好吃 不过我真的忘了在哪遇到的了 林东方无奈 这家伙是指望不上了 不过暗暗记下 小猫是吃竹鼠的 等遇到了 可得抓几只 他也挺喜欢脆皮烤竹鼠的 至于两位师傅 则是一边缩着虎皮鸡爪 一边摇头 他们对松树没有研究 还是去林耀峰问问吧 林东方打包一些鸡爪狂爪出发了 此时的林耀峰上 林东方把石盒 放在桃花园中间的桌子上后 好奇地左瞧右看 师姐们都在忙着摆放各种花花草草 林师弟来了 今天可是大喜事 又带东西来 你真是怕我们做梦梦不到你啊 木青城擦了擦鹅脚的细汗 伸了个懒腰后 美滋滋地打开石盒 居然是 话说一半 急忙扭过头咽了咽口水 师妹们 来吃林师弟做的虎皮鸡爪了 剩余七位师姐如彩蝶 从四面八方呼啦一声围了过来 一人一杯果汁或者果酒 缩着软糯的虎皮鸡爪 别提多滋润了 不过有一位身材最娇小的师姐 喝的是牛奶 林东方摸摸下巴 不少女孩子都喜欢用奶茶 配着五股鸡爪吃 等改天再研究研究奶茶啥的 师姐 什么大喜事啊 木青城给他也倒了一杯果汁笑道 林师弟 我师父他老人家有喜了 我们在不只能养胎气的花镇 啊 还真是大喜事 林东方吃了一惊 想不到居然是这件喜事 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会传遍整个圣地了 张灵和秦鼎都是七千多岁的人 这么大岁数 还能怀上可是很少见的事情 林东方不仅想到了 秦鼎当时吃的那么多的海参 师弟 这次来要什么食材啊 我们最近培育出了 富有极强生命气息的大葱大蒜啥的 呃 生命力极强的大蒜 老林抿了一口果汁 没有酒味 又来了一大口 木青城苦笑道 错了 是具有丰富的生命气息 疗伤效果极好 光是吃一口 都能让伤势尽快恢复 都是用天龙水和茶汤培育出来的 他把一盒子光辉点点的生姜大蒜 大葱递了过来 这样的话 我先收着看看 有机会再用 林东方暂时想不到这些材料的用处 只能先收起来 然后聊起了正事 师姐 有没有什么松树的松针 是水果味的 我要用来制作一种饮品 嗯 美丽的师姐们都沉思起来 松针 师姐 清明松的松针 我记得有点甜味 熔岩松的松针 好像有骨子焦糖味 听到这里 林东方耳朵像小猫的一样 支冷起来 师姐 你说什么松的松针有焦糖味 熔岩松啊 那松树只长在熔岩池边 黑乎乎的 子依师姐缩了缩手指 嘴角还挂着五股狂爪的辣椒碎 那师姐们 先给我拿点熔岩松的松针 熔岩松要是真有焦糖味的话 估计可以做成黑色快乐水 至于咖啡因什么的 直接从小醒神国里提炼就行 俗称醒神素 木青城面露难色 嗯 这熔岩松咱们摇持圣地没有 只生长在忠欲的霍豆山脉 传说那熔岩松是恶兽霍豆的毛发所化 霍豆是山海经中的异兽 一旦出世 就意味着有火灾和灾厄发生 这样啊 那我和师父们走上一趟 林东方溜溜答答回到自己家山头 一听能出门完 小猫自然举双手双脚赞成 两位师父也是来了兴趣 三人一猫驾驭起大船 瞬间来到霍豆山脉 放眼望去是一片绵延万里的黑色群山 呼吸间满是焦炭的味道 黑乎乎的山脉上植物不多 而且还都是黑色的 林东方跳下大船 走向一株三十多米高的大树 黑漆漆的大树上 只有几片黑色的叶子 不过树干树枝上 闪着点点暗红色的光斑 和炭火燃烧发出的红光一模一样 这树居然是燃烧状态的 取出一根羊肉串贴近大树 不多时就吸出滋拉作响的金黄色油泡 一滴油坠地后 林东方忽然觉得脚下的大的 震颤了一下 传说霍斗是一种恶犬 这黑色山脉是他的残区 想来是被羊肉串勾引到了 东方帝皇拎出方天化己 一把抱住林东方跃上高空 想到传说之后 他推测出地震的原因 林东方舒服地靠在他怀里 低声道 不对啊 我一直在运转着化天荣地秘书 这羊肉串上并没有任何道运啊 笨蛋 香味啊 你也不想想狗鼻子多灵 小猫一把夺过羊肉串 撸掉所有肉肉 把香味封印到了自己肚子里 轰隆隆 远处一座形似狗头的圆滚滚山头 突然猛烈震战 挪动 仿佛一条回头的大狗一样转了过来 咔咔 山头裂开 出现一个形如狗嘴的山洞 呼 一阵犀利从狗嘴那边传来 犀利倒是不强 只卷飞了一些树叶 林东方无语 想不到自己的羊肉串 居然让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祸豆尸体 产生了一丝活性 三人一猫的好奇心 一个比一个重 一边吃着五谷狂爪 一边接近了山洞 白米高的山洞形如大张的狗嘴 从里面吹出灼热的气流 好强的结界 独孤梦眉头微皱 这种结界显然超越了渡结境的范畴 于是把老头骨召唤了过来 这种封印 里面封印的应该是一些太古种族 这里面是一个崩碎的小世界秘境 绝对是神州故土小世界的碎片 老头骨面露激动之色 当年我就是在神州故土秘境里的碎人士遗迹中 吃了一块烤肉 才觉醒地吃到 旁边三人一猫咽了咽口水 能吃到碎人士他老人家做的烤肉 这气韵已经不能用逆天来形容了吧 还得是人祖碎人士啊 留下一块烤肉 就能让老头骨觉醒吃到 这让最近有些飘飘然的林东方严肃起来 自己的厨道还很稚嫩 和碎人士老祖宗比起来差远了 要继续努力烹饪 前辈 碎人士做的烤肉是什么味道 用了什么调料 口感如何 碎人士作为烧烤一道的老祖宗 手艺想来不差 雪 嗯 烤的是一种未知的瘦肉 很软嫩 类似乳猪 没有腥骚味 香味也不错 最外面应该刷了蜂蜜 皮很脆 有点回甜 但是调料用的不多 盐头稍微重一些 外皮真的很脆很脆 一咬就咔嚓咔嚓的 那块肉应该是腿肉 腿要是还原的话 比小猫的前腿差不多 但肯定不是猫腿 老头骨一边回忆那烤肉 一边在地上勾勾画画 把那块肉的形状画了出来 三人一猫咽着口水看了半天 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不知道是什么物种 罢了 先穿过这节节看看 里面的秘境和古族具体啥情况 那些古族有的喜欢人族 有的吗 老头鼓扭了扭脖子 活动了一下筋骨 小子 你的食材又要升级了 林东方深吸了一口气 想到人族最古老的石浦山海经 都是老祖宗严选啊 好多物种在这边只有传说 不见真物 想来都在这种秘境里 这一次东方帝皇和独孤梦没有跟上 而是迅速飞回了摇池圣地 天地间肯定不止一处这样的封印 还是告知一下 别的圣地让他们有所防范 免得有些敌视人族的古族 杀出来偷袭搞得生灵涂炭 老头鼓手托小猫本体 这一颗小猫鲜硬的威能 终于彻底激活 无声无息之间 他就带着林东方穿过了这仙级结界 一条闪烁着混沌光滑的空间隧道 出现在眼前 好博杂 但丰富的大道 林东方顿时感应到了 不一样的天地环境 嗯 据说最开始大家都是修炼 而不是修道的 一万道磨炼自己 发掘自己体内的宝藏 老头鼓回忆了一番 俩人往前走了不到十里 老头鼓就停下了脚步 皱起眉头 好强大的空间顺流 空间顺流 嗯 简单来说就是 秘境那边的一切都在通过这个空间通道 被我们的大世界吸过来 这是一种大事 即便是全盛时期的我也 只能延缓这种顺流 无法阻挡 更别提逆流而上了 老头鼓拉着林东方直接回到外面 想来也就一两个月 这秘境就要彻底和大世界相连解封了 到时候的悟道茶大会 老头鼓琢磨了一下 到时候咱们可有口福了 放心吧前辈 我一定给你还原出碎人事烧口 林东方攥紧拳头 人族捕猎动物的本能在这一刻达到了巅峰 但奈何周围没有什么动物可以捕猎 所以寻了个火山口 捕猎了一些熔岩松的松针 熔岩松树皮上的红光 像是熔岩河流一样 从树根蔓延上去 焦糖风味弥漫 林东方知道这把多半是稳了 黑漆漆的松针能有一尺多长 能轻易刺破助激进修饰的皮肤 嚼一嚼是更明显的焦糖风味 几乎没有松油的味道 就好像没有气的黑色快乐水一样 也不够甜 采摘了一万多斤的松针后 打道回府 切碎 洗净 忙忙活活又是一个下午 切好的松针被他丢进一个巨大的透明罐子里 灌入水后加糖 封好送入时间法阵内开始发酵 但凡松针里面都会有一种发酵物质 会和糖发生奇妙的反应 不多时 林东方就看到松针表面出现了小小的气泡 咕噜噜 气泡越来越多 连罐子内壁上都铺满了小小的气泡 而随着这股发酵的同时 黑松针的颜色也逐渐融入水中 黑红的颜色和焦糖色一模一样 大道神韵在缓缓凝聚 林东方摸摸下巴 居然连做汽水都有大道 看来老天爷是真的认了他这个亲孙子了 从旁边水盆里捞出虎肉 开始切丝 嗯 不知道古族里的老虎长什么样 不知道土腥味重不重 林东方嘟囔一句之后 猛然间想起了沐青城给的他那些能疗伤的大蒜 四 我靠 我还真是个天才 他这一声吆喝给小猫吓一跳 小子 你是不是又想到什么好菜了 不是不是 林东方一边用葱姜黄酒给虎肉丝按摩 一边笑道 今天牧师姐给了我一些 吃了能疗伤的大蒜大葱 等到那些古族出事 黄虎肉丝上撒点玉米淀粉抓匀 风油护浆 他们规规矩矩还好 要是不规矩的话 咱们就揍他们 等到他们快死翘翘的时候 就用这些大蒜大葱头喂他们 给他们疗伤 这样 他们激烈的运动的时候 蒜味葱味 就会和那股生命之力走遍全身 血腥味啥的 自然就没有了呀 我真是个天才 林东方美帝鼻子冒泡 觉得嘴里冰凉的五股狂爪 有点烫嘴 他忍不住对着旁边两人和猫说道 没这么晚啊 东方帝皇摇摇头 前辈 这我们恐怕办不到 我现在恨不得就拿着那些大蒜什么的 找一个杜结镜大腰揍一顿 而且您想想 就他现在这个变态的肉身强度 古族不被他三下敲碎脑壳 都算投铁的 老头鼓一探 这倒也是 还好这小子喜欢在家里做饭 不然古族迟早都得变成保护动物 他们这边感叹连连 那边林东方美滋滋地 调好了减糖版本的鱼香碗汁 原本的鱼香汁糖醋比例是1比1 现在他只放了醋四分之一重量的糖 老师傅的师傅说过 老虎肉甜了 不大好吃 碗之内再入少许胡椒粉 盐 酱油提色 一小勺黄酒 水淀粉 这鱼香虎丝卧油炒 稍微多来点油 把肉丝炒开 六成热的油温 瞬间爆出虎肉的香味 或 不下锅不知道啊 这狂虎肉热油一炒 居然带着一丝鸡肉的香味 这给我敲响了警钟 以后弄到非人形鼓足 了得下锅之后再做定论 肉丝迅速变白后 林东方把多余的油倒出去 多余的油留着煎鸡蛋 把捣好的泡椒泥请入锅中 香辣的味道 变成红润的颜色 包裹住虎肉丝 仿佛一层红色的绽甲 等到虎肉丝变得根根红润 请入姜蒜 把各自的香味 上供给虎大王 然后是笋丝莫尔斯的加盟 丰富了颜色和口感 等到两种配菜断生 翻炒之间淋入碗汁 陈醋的味道瞬间激发 高温让陈醋和黄酒 产生另一种 让人欲罢不能的香味 等每一根虎肉丝 都裹上芡汁之后 洒入葱花 再淋上一点花椒油 让琉璃芡汁更加明亮 反射着诱人的光彩 不同于五谷狂找的酸辣 这于香虎丝的酸辣 带着泡辣椒炒制过后的香 带着陈醋黄酒的香 是一种复合型的咸香口 如果不是虎肉丝的话 还会有那种回甜的感觉 是让人忍不住 多加两勺饭的香味 盛出来一盘 色泽红亮的肉丝周围 是一圈红油 不过韭菜叶宽 围绕在菜的周围 林东方满意地 看着这超大一锅的 鱼香狂虎丝 很标准 后面三个人带着一个猫 一人一盆累尖尖的大米饭 发出狼羊的目光 鱼香虎丝精髓 在于一个盖子 盖饭 芡汁和米饭抱在一起之后 才是这道菜最缠人的时刻 爽脆的木耳和笋丝 和软嫩的肉丝与饭里 爆发出成倍的美味 最后加入的葱花 还是脆脆的 在嘴里释放着葱香助阵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的吃相还好 小猫两个翅膀 控制着两个勺子 像是风车一样 转着圈 把盖饭送进猫嘴里 老头骨直接抱着饭盆狂躁 这狂虎肉是真不错 看起来像牛肉的纹理 但是吃起来像鸡腿肉 香味也像 等会告诉成前辈 也养一些 到时候 也做些盒饭 带进悟道茶秘境 林东方翻开小本门记下 此时时间阵法里的松针汽水 已经发酵得差不多了 摸出一罐揭开风口 吃 是拧开汽水的声音 鼻子凑上去闻闻味道 并没有松油味 是一股独属于松树的 清新爽裂味道 叮铃 琉璃杯内 扔进去几个冰块 和一母子片 随着哗啦啦的小气泡炸裂声 黑色的焦糖汽水 被倒入杯中 蹲蹲蹲 林东方掀干了一杯 爽 黑色快乐水成功了一多半 剩下的 就是在丰富一下口味了 口感几乎一模一样 让老夫尝尝 老头骨也学着他的样子 倒出来一杯一口灌了下去 哇 这口感 这口味 还有这气 老头骨一步来到天外 轻轻一掌打出 一颗死心 炸成无数气泡 嗯 还挺好 把敌人打成气泡 还算比较好看 不影响他以后做菜的心情 气泡掌 老头骨创出一门 适合除休的诡异绝学 即便真要到了 不得已砍人的时候 这颇为浪漫的特效 也会让心理阴影 尽可能地降低 世间一切如梦幻泡影 维持到永恒 失门 老头骨道心坚定 完善了这一秘书 林东方学会这掌法之后 对着一株小草打了一下 小草没有化成绿色糊糊 而是变成了无色的气泡 炸开消失 我说前辈 您这吃到创法 也太离谱了 还不是因为 你做的这个汽水 老夫去也 老头骨打包一份 鱼香虎丝盖饭 和一大罐汽水 回了自己的洞府 开始沉淀自己的大道 这门秘书 还需要进一步发掘 师父们 这汽水 要不要做个产业 现在咱们摇池圣地 周围普通百姓 越来越多 这种汽水 也能丰富他们的餐桌 林东方给东方帝皇 和独孤梦倒上汽水 小猫也分道一杯 但是刚喝了 一口就吐出了猫舌头 喷喷喷啊 这饮品 和本猫的舌头不匹配 我还是喝果汁比较好 小猫摸出一杯草莓 枝美滋滋的来了一口 然后继续吃鱼香虎四袋饭 东方帝皇 和独孤梦 天眼一开 自然能看出汽水的汽 是炼丹炉段烧石灰 产生的一种汽 我看可以 这样一来有利于 咱们摇池圣地 收集更多普通人的信仰之力 虽然我们不用这种力量修炼 但是可以转化成 天地灵气 造福周围百姓 周围的百姓越多 以后就越有机会收到 资质上家的弟子 东方帝皇豪放地 喝了一口汽水之后 扭头看向独孤梦 我说梦姐 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还可以把汽水和酒 结合一下 卖给那些酒萌子 独孤梦 学着林东方的样子 先往九龙琉璃杯里 丢了些一母子片和冰块 先倒进去一些汽水 再慢慢倒进去 一些醉鲜酿 黑色的汽水 和醉鲜酿慢慢相融 黑红的焦糖色 自下而上 慢慢变淡 渐变的色彩 让人觉得 仿佛是在黑色汉海边上 遥望火烧云一样 东方帝皇 看着这一杯美酒后 终于承认 自己对美食的理解 远不如独孤梦了 不光是渐变的颜色 上层的醉鲜酿中 还飘荡着汽水 具有的道运鲜光 淡淡的酒色光滑 配合着酒龙琉璃杯 相得一张 美啊 就连林东方 也忍不住赞叹一句 虽然是简单的调酒 两位美女师傅 碰了一杯之后 一口干了 姨母子和焦糖风味 盖住了一丝酒味 醉鲜酿中的各种香气 反而更加的突出 龙玉强劲的酒 此时变得绵柔甜润 林东方 把后面的赞美之词 咽了回去 生怕这俩人又喝嗨了 祸害他这个徒弟 那就整个大罐子 然后往里放调好味的白开水 然后往里加气就好了 东方帝皇 现场锤炼出一个大铁罐 这种粗犷的活他很擅长 不用 我觉得把那种气压缩成金属状 直接丢进水罐里就行 咱们去月亮上试验一下 哄 北斗星的月亮上 传出一声巨响 被吓醒个无辜月兔 不敢吱声 因为这俩女魔头 这次来月亮上 做实验吃的是冷吃兔 经过一天多的试验 俩人终于研究出了一个 批量制作气泡水的办法 炼丹炉断烧出气的结晶体 然后分次转移入 后面的巨大水罐中 只有炼丹炉需要能量 但是消耗极少 每天自主吸收的太阳精华 就足够了 这一整天 林东方都在和林耀峰的师姐们 在时间阵法里 一起研究各种糖浆 他没有执着于焦糖风味 像是姨母子 化梅 金菊橙子 柚子 菠萝凤梨之类的 都在研究 以个人口味来说 林东方最喜欢菠萝凤梨口味的汽水 嗯 如果是面向普通人出售的话 这一斤装一瓶 三个同伴 洛梦离之前一直是散修 对普通人的生活十分熟悉 拜入姚池圣地之后 他就一直在培育大白菜和竹笋 三个铜板很便宜 随便一个村子的小娃娃的 每天零花钱都有十来个铜板 三个铜板正好 瓶子的话 最好用玻璃瓶 这样以颜色区分口味 也能让大家一目了然 瓶子好说 沐青城以手指为画笔 在虚空中画出一个精美的玻璃瓶 然后拿在手里 又画了一个瓶盖 盖子的话 用不移被腐蚀的铝铁 几位师姐 各自灌了一瓶汽水 鲜柔玉纸一捏 瓶盖和瓶嘴 就规规矩矩的严丝合缝 摇晃几下 瓶内水中出现细密的气泡 盖子也没有被顶飞或者漏气 细细 紫衣师姐给姐妹们 定了一个眼神 所有师姐 把瓶口对准林东方 御手抓着瓶身 拇指顶着瓶盖一旦 砰砰砰 老林顿时被师姐们搞了个失身 呜 师姐们 还真是顽皮 林东方哭笑不得地下了山 糖浆调配好之后 剩下的就不用 他负责了 练气风手作张大锤 得知消息之后 直接祭练出来一个 类似生产线一样的东西 没用时间法阵加速 但是盛在规模庞大 如一座小山 一天罐装5000万瓶汽水 不在话下 用以驱动罐装置的能量 是摇池上空浩瀚的信仰之力 林东方摸了摸下巴 信仰之力用来服务普通人 挺好的 想来不会沾染什么因果 接下来的几天日子比较忙碌 林东方多做了很多鲁味 然后让师父们 召开清传弟子宴会 分发了下去 马上就是误到茶大会了 还有古族要相继出事 他不想摇池弟子们 出什么意外 林东方是一个 力求完美结局的人 他做的这一切 包括他的心意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 都看在眼里 内门外门弟子 都围绕摇池的产业忙活 他们所有历练任务 都暂时取消了 这几天独孤梦 一直有点烦乱 原因不是别的 三姑在北斗星重生的日子 越发的近了 哎 三姑也真是胡闹 我的计划是和他 好好地打一架 打到金皮力竟然后在 独孤梦脸一红 他原计划 是把林东方 养成到渡劫境再说 至于排行弟子 他不怎么在意 反正目前来看 他在妙音峰上年龄排第一 以后都得叫他姐姐 举起杯中的凤梨汽水 对醉鲜酿 目光却偏向了一旁 正在和东方帝皇演武的林东方 独孤梦并不纠结自己 为什么会对自己这个徒弟 产生了超越师徒情义的感情 事实上 东方帝皇和肖西越 也没有纠结 因为和林东方一起生活 十分的安闲 他们从未见过 林东方脸上 有任何不耐烦之类的负面情绪 温柔 但是骨子里带着一种 让他们无法拒绝的强势 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听他的话 仿佛他才是妙音峰的主人 他们喜欢这样的日子 林东方也喜欢 这就足够了 独孤梦饮下杯中美酒 替换下东方帝皇与林东方对战 两位师尊的对战经验和气丰富 林东方虽然在同境界中无敌 但还是偶尔会被揍得鼻青脸肿 轰隆隆 后院 火灵儿出关了 呜呼火灵儿得色的呆毛乱抖 背后一道猪雀虚影冲天气 直接把第一重圆英杰的九道雷霆干碎了 仰着娇俏的小脸 伸手对着节云招了招 批我呀 我也要做油炸天杰吃 轰隆隆 天杰仿佛动了怒 剩余72道雷杰 分出九道 追着他狂轰乱炸 林儿的圆英杰是81道杰 也是最强的圆英杰之一了 东方帝皇眉头一挑 这与他当年一样 火灵儿施展朱雀身法 小手从储物界里摸出一个锄桌 锅碗瓢盆和食材啥都有 娇小的身子带动着锄桌到处乱飞 师兄当时 做的雪衣天杰太难了 我就做个油炸小素天杰好了 火灵儿没有拖大 先是吃了一根 林东方上次做的雪衣雷杰 增强了对雷杰的抗性 熟练地调了个小酥肉的户 师兄当时 是用自身到鸡锅子困住的雷杰 那我用我的本命神火好了 当初林东方 在碎人火一记草创到火的时候 他就在一边看着 此时体内碎人火太阳 真火猪雀火三合一 直接给一道天杰烧的灰飞烟灭 小脸一崩 显然是不太开心了 于是小心翼翼地控制火力 在烧废掉五根雷杰之后 才成功烧出一根老石的 起锅热油 六成热 手指头插热油里感应了一下 然后美滋滋地晃着呆毛 把切成拇指大小段的雷杰 裹上面护开炸 哗啦啦 雷杰中传出阵阵面香 林东方哑然失笑 没想到 师妹居然学会了油炸天结 不错 如此可叫啊 不过雷杰味道 实在是寡淡 林东方也调了一盆糊 徒儿 你也要做小酥肉 见到苏锦鱼和火金云 拎着岁月塔 来给火灵儿护法 东方帝皇把注意力 转移到了林东方身上 不做小酥肉 炸点鱼鳞鸡腿 配上汽水可好吃了 灵儿加油 师兄给你做炸鸡腿吃 林东方对着天上的火灵儿 喊了一声 免得等下 他突然注意自己这边分心 好师兄 我等下给你吃我做的 油炸小酥天结 火灵儿脆生生的声音里 充满了喜悦 刚出关 就有师兄做的炸鸡腿 真是太幸福了 专注了精神头 捞出炸好的小酥天结 准备复炸 林东方取出一堆 上腹棚鱼鸡的小腿 一只鸡六条腿 现在摇持圣地 彻底实现了鸡腿自由 周边的城池 也开始繁育普通的四条腿鸡 把整个南域的鸡腿价格 都打了下来 不少喜欢吃鸡腿的人 都拖家带口来 南域各大城池安家落户 鸡小腿侧面划两刀 以原葱丝 葱姜水 花椒粉 辣椒粉 孜染粉 番茄酱 胡椒粉 少许酱油腌制 一半两淀粉 一两细玉米粉 四两面粉 一个鸡蛋的比例 加水搅匀 调制的糊 要比小酥肉面糊稀一些 手指进去转一圈拿出来 能透过面糊的颜色 看到肤色就行 还要准备一些干面粉 里面也加少许玉米面 时间阵法内 腌制好的鸡腿 取出裹满湿面糊 然后入干面粉中 翻滚抓捏 要抓的表面都是干面粉 然后再入湿面糊中 翻滚一下后 18摩速度极快 处理好了鸡腿 起锅热油 筷子进去起绵密的 小气泡的油温刚刚好 下入鸡腿 转小火慢炸 看着火灵而渡截 还需要一段时间 林东方也没有借助时间阵法 就这么慢慢地炸 随着面衣颜色的逐渐变身 鱼鳞变得越来越清楚 枝冷起来的同时 释放出面香和雷杰中的香味 焦香呼应 雷杰在这一刻 成为了背景板 等到天结快消停了 他热了热油 把鸡腿下锅覆炸 叮铃 冰块落入杯中 再倒入一亩子风味汽水 师兄 铃儿来了 快尝尝我做的油炸小苏天结 火铃儿飞到林东方面前 小脸上带着标志性的 你快夸夸我的笑容 铃儿真棒 林东方捋了捋那乱晃的呆毛 捏起一块小苏雷杰 在胶岩上沾了沾 送入口中 苏苏的外皮里 包裹着酸奶一样的液化雷杰 口感不错 师妹来尝尝这汽水和炸鸡腿 好 火铃儿眼中 绽放出难以抑制的惊喜光彩 抓起一根金黄金黄的炸鸡 后视的肌肉外 是灵状起诉的厚厚面衣 咔嚓 樱桃小嘴 一口咬下将近三分之一的肉肉 咔嚓 咔嚓 每嚼一下 火铃儿眼中的惊喜之色 就增加一分 嘴里这炸鸡的面衣 怎么会一直发出香香脆脆的声音 不像是别的炸物的面衣 嚼几下就不响了 而且还比普通面衣更香 不是加了油那种油香 而是一种特殊的面香 脆脆的鱼鳞面衣里 不光有鸡肉的香味 还有孜然和番茄的味道 每一口都能感觉到更负荷的香味 即便是紧紧闭着嘴巴 旁边的东方地皇等人 都能听到那脆脆的声音 好吃 好吃 火铃儿双眼放光地咽下炸鸡 抓起一边的汽水喝了一口 呆毛瞬间就竖了起来 蹲蹲蹲 咔嚓咔嚓 一口炸鸡 一口汽水 这鱼鳞炸鸡腿太好吃了 呜呜 火铃儿顿时觉得 以前做的小酥肉不香了 小酥肉虽然更香 但是没有这种大口 可能爽快满足感 特别是加了玉米面之后的面糊 带着炸玉米的特殊香味 不是那么强烈 但不容忽视 面一下紧实的鸡腿肉里 满是鲜香的汁水 或是番茄酱 或是辣椒粉自然粉 补充一点滋味 更是让人把鸡骨头都缩得干干净净 再来上一口汽水 冰冰凉凉的气泡 在舌尖炸开 带走那不经意之间留下的油腻 再来一根炸鸡腿 一盆炸鸡腿不多时 就被众人吃了得干干净净 火铃儿辛苦做的油炸小苏天结 也没有剩下 火铃云见众人谦让 直接端起盆 把掉下来的面糊扎扎搂嘴里 这面糊给我的感觉 都快超越炸花生米了 宝贝女儿 做的油炸小苏天结 也是好吃的不得了 火铃云满足的长叹一生 再一看自己的宝贝女儿 我已经有一分钟没说 我女儿这么早就到达 原因镜的事情了 火城主现在美得鼻子冒泡 但他也知道 火铃儿修为进步这么快的原因 是临东方 不过心里还是美 毕竟 这是自己内定的女婿 但小九抿了几口 马上就哥俩好干一杯了 自家的兽王二花 已经干掉了穷奇 成为了北斗星第一兽王 即将参加全宇宙圣兽争霸赛 现在女儿突破到原因镜 实在是双喜临门 火铃云美得 喝了两瓶气泡酒之后 迷迷糊糊地说道 小林 这次圣兽争霸赛可不简单 白虎一族出世了 白虎 四项之一的白虎 灵东方猛地站起来 抓着火铃云的肩膀晃了晃 眼睛里冒出狼一样的绿光 自从上次吃完了玄武之后 他就一直惦记着 同为四项的白虎 毕竟猪雀和青龙 已经无数年 没有出现在世间了 老火把自己修为压了压之后 顿时疼得呲牙咧嘴 这小子的守镜 能有化神镜的级别了 没错 就是白虎一族 他们一直和别的老虎通婚 偶尔会有凡族的 纯血白虎诞生 火金云不动声色地 把修为提了回去 不然得被这小子捏脱就不可 这一次 就会有纯血白虎 参加圣兽大比 届时少不了一场恶战 二花毕竟只是一只狡猾的脚 先天血脉不行 这样的话 给二花加餐 林东方绕着自己的大锅走了几圈 傻笑几声 纯血白虎来做第三仙 显然是极好的 白虎煮沙发 估计吃完了 能狠狠地增加战斗力 当下直接把狂虎拽了出来 开始仔细腌制 烧烤 火金云哈喇子 都快把炭火浇灭了 这狂虎的味道可真不错 要是白虎到时候 味道不太行的话 就交叉培育一下 林东方对狂虎的肉质非常满意 打破了 他对虎肉土星未重的刻板歧视 得再去西域捉点狂虎 回来养着 喵啊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小猫抓着两根炸鸡腿 飞向老头骨的洞府 在路过他们刻画的那片沙阵的时候 他注意到一个小小的人影 好奇地飞过去一看 阵法外是一个八九岁的小孩 穿着一身敞滑的灰色僧衣 脚踏麻布鞋 婴儿肥的小肚男挺路在外面 稚气未脱的脸上 带着沉稳的微笑 最隐猫注目的 就是那对大耳垂 很富叹 小和尚 你从哪里来 小猫自然不会把这个小和尚 当成是傻迷路的小孩 这明显就是个反老还童的老古董 我从来出来 喵啊 巧了我要到去处去 小猫冷笑一声 你这家伙鬼鬼祟祟 在我刻画的阵法外做什么 好奇看看而已 小和尚微微一叹 转身准备离开 此时 老头骨从远处走来沉生道 未来佛 既然来了 何不为了你的弟子出手破阵 过去佛已死 现在佛成绩 我这个未来佛还未来 我非他 小和尚停住脚步 显得神神叨叨的 你不是他 老头骨眼中鬼火再次燃烧 只是小和尚的本源 怎么会这样 现在佛和过去佛同根同源 你这个未来佛 居然不修佛力 谁告诉你我这个 未来佛要修现在佛力的 我即是我 我修本我 唯我独尊 小和尚贪贪肉糊糊的小手 咱们开诚不公地谈一谈 怎么 你要我帮你干掉现在佛 可以啊 老头骨坐在石头上 盯着小和尚 心里也在猜测 对方的真正想法 干掉他没什么用 现在佛力才是关键 如果你想干掉现在佛 不散掉那些佛力的话 整个西域都会生灵涂炭 小和尚垂目一探 那样太惨了 我不愿看到 说得像我想看到生灵涂炭一样 你的佛子佛 孙完信仰之力 走火入魔了 姚池圣地就积累那么一点信仰 他们就看不下去了 老头骨冷笑一声 看看人家姚池十足的祖训 只要是积累了信仰之力 就拿去反补天地 造福黎明百姓 再看看你们 只要佛门还在西域 就先天不败 伤了佛门 就是动摇西域根基 生灵涂炭 老头骨揪大自己的海绵脑袋 学那些肥头大尔和尚的样子 阴阳怪气了两句 小和尚沉默了 老头骨每句话都戳在他的真佛心上 我被现在佛困住了 你要是能帮我一把的话 我可以让西域重新变成原来的样子 我可以散尽金身佛力 凡本还原 我以本原启示 小和尚敞开自己的大道本原 金色的光滑 照亮了整个忠誉 老和尚先是用自己的鬼火之眼 看了看那团本原 又把小猫本体激活使劲看了看 最后请来了 摇持圣地的西皇镜照了照 叹息一声 你何苦修这真三世身 简单来说就是 佛陀三世身前两世 都诞生了独立人格 把真正要成就的未来佛给封印了 不经历 何谈超脱 何以转世 我利用了我的前两世身成就自己 他们封印 我我不怪他们 但现在我不挣脱封印的话 我怕 小和尚是真怕摇持圣地 与佛门的冲突 爆发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先不说老头骨 光是摇持圣地 火家 苏家这三个大势力 就足够让佛门震动 还有东方帝皇背后 那亘古长存的东方家族 独孤梦背后的独孤家 就连萧细月背后的萧家 也不是吃素的 这几家联手覆灭佛门 不是说说而已 嗯 你可愿和我烙印人祖应见 一旦违背誓言 即刻万劫不复 老头骨不相信小和尚的誓言 他相信人祖烙印 但凡是人祖 一旦违背人祖烙印 那就直接彻底灰飞烟灭 一丝挽回的余地都没有 好 我答应你 小和尚目光坦然坚定 他是真想 让世人改变对佛门的看法 想把这起冲突 尽快化解掉 于斯 佛门是我一手创立的 于公 我要给西域的黎明百姓个交代 好 老头骨让小猫回了趟摇尺圣地 把林东方带了过来 还带着神农者鞭 林东方了解完事情经过之后 咧咧嘴 没想到 居然见到了未来佛 这小和尚倒是很富态 怪可爱的 人祖烙印很简单 就是未来佛把自己的本源 烙印在了神农边上 一旦他违背誓言 那神农边 直接就会让他灰飞烟灭 约等于小和尚 把命交在了林东方手上 乖乖 以后这小和尚 就是你的金牌打手了 你让他往东踏 不敢往西 你让他杀牛 他不敢宰计 小猫眼巴巴地盯着林东方 可把他给羡慕坏了 林东方咧咧嘴 有些不真实的感觉 但事实就是如此 那股烙印他已经感受到了 那么 要怎么把他从未来揪过来呢 小猫问出了关键性的问题 老头鼓咽了口口水 我看作一道佛跳墙 可能有用 啊 佛跳墙 这回轮到小和尚蒙圈了 这菜他听都没听说过 而且 感觉有些针对自己啊 可好吃了 保准你吃完了 直接从未来跳过来 小猫得意洋洋地 蹲在林东方肩头 好像他也很会做佛跳墙一样 小和尚眉头一挑 盯着林东方仔细看了看 扭头看向老头鼓 难以置信地说道 他该不会是除仙体吧 对啊 能第一个和除仙体 留下人组烙印 是不是觉得很荣幸 我告诉你 等这小子渡截近之后 那群想从半死不活状态复苏的 残鲜得排着队来烙印 老头鼓 一连我可是 为了你好的样子 小和尚沉默了 最后只蹦出来四个字 连我尝尝 小和尚从未来到来是提前的 不圆满的 真正实力 还差了老头鼓一筹 这次威至佛跳墙 最后风坛用的是仙品菩提叶 前后忙活了五天 漫天的佛光 让小和尚都无语了 他成就真佛身的时候 佛光都没这么纯正 属实是倒反天罡了 对了 佛道创始人 和你不是一个人吗 吃佛跳墙的时候 林东方问出了这个关键问题 佛修创始人是个真正慈悲的人 我们这些后人远不如他 小和尚叹了口气 随着佛跳墙的启风 小和尚本来有些虚弹的身体 在快速凝食 和当初天道发布龙弹奖励的时候 有点像 林东方看着小和尚的光头 想到了自己还在孵化的龙弹 生命气息嘎嘎强 就是不出来 天降锐彩 地永金莲 佛光璀璨之中 小和尚突破了现在佛的封印 真正做到了佛跳墙来 只是这一圣景没人欣赏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之前天道一直在召唤我 要把我从未来强行拎过来 让我提前大圆满 小和尚盯着佛跳墙哭笑不得 林东方当初第一次做佛跳墙的时候 就差点把他召唤过来 天道的意思就是 让他给老林当金牌打兽 天道印记和人组印记 说不上哪个更强 原来是你当时拒绝了 怪不得天道 只好给他一个 要慢慢孵化的龙弹 老头骨在擦拭自己的本体头骨 臭美 小猫在嘎嘎啃螃蟹 只有吴佛和吴王激动地对着小和尚扣手跪拜 小和尚抬手把他们搀扶起来 顺便把勺子塞进他们手里 你俩别磕头 来一起吃一起吃 小和尚给他们分了佛跳墙 等吃饱了 咱们就去西域种树 防风故沙 给百姓多开点富饶的土地比什么都强 遵佛祖法旨 吴佛和吴王迎来了自己的同路人 挺好的 林东方伸了个懒腰 佛门这件事总算是有了个 还算完满的阶段性结局 无怒跟法能的事情 要是不能和平解决 他也就别当佛祖了 对了 别忘了 给我多抓点狂虎 放心吧 小和尚不光要种树 还要把西域肆虐的一些蛮兽都抓走 正好扔到摇池玉兽风 让他们偿还业障 喵啊 这沙阵要不要撤掉 小猫和老头谷来到沙阵前 林东方看着前面那盖世沙阵咧咧嘴 刚才就连未来佛都不敢进去 可见这沙阵可怕的邪乎 撤了干啥 连未来佛都蹦出来了 谷族内蹦出来一个残仙我都不惊讶 老头谷扭扭脖子 我还等着吃他们几口呢 得 这一世谷族碰到你们仕途俩 真是倒了血眉 小猫摆摆翅膀落在林东方头上 此时 整个北斗星忽然震战了一下 一道难言的压抑感一闪而逝 连绵不知道多少万里的山脉虚影 出现在天空中 道道霞光锐彩 让整个北斗星都明亮起来 一股磅礴的威压 辐射向这个宇宙 悟到茶秘境 说不定会真的长存于世 各大圣地的圣主都激动得飞上天空 所有天骄眼中都爆发出了惊人的战役 昆仑仙山的悟到茶秘境 向来是天骄们人前显盛 扬威天下的最佳舞台 林东方望着那昆仑仙山 思绪有些发飘 登昆仑西时玉英 与天地西同寿 菜之美者 昆仑之瓶 瓶 关于昆仑山上的美食记载并不多 玉英就是玉树的花朵 想来有增加寿元的效果 可以做点心 孝敬师父 还有砂糖果 可以给师姐师妹做糖葫芦吃 至于平 林东方还真不知道 这东西具体是什么 有人说是决菜 有人说是某种叶子菜 这些都需要他一一考察 握紧了神冬者边 他恨不得 现在就冲进昆仑山 是时候准备喝饭了 林东方暗下心中 即刻就要前往昆仑山的冲动 回到自己的厨房 师兄呀 现在外头好多人都在说垃圾话 互相拉仇恨 估计一惊悟到茶秘境就要打起来 火灵跑过来 就闷声发大财 好 火灵呆毛晃了晃 火晶云在一边探到 这一世的天骄怪胎真的太多了 光是酒被气海的变态 就有八九个 还有真仙亲子 纯血生灵 林东方自动过滤了前面的那些家伙 纯血生灵让他心中激动 浑身震颤 手中菜刀却稳稳地切着鸡大腿肉 师兄啊 你这是要做什么好菜啊 做点茄汁鸡腿饭 到时候 咱们在悟到茶秘境里 要是没有时间做菜 也能吃点盒饭 悟到茶秘境内 无法刻画出时间阵法 没法节约时间 好嘞 我也做点小酥肉盒饭 给师兄带上 火灵又忙活起来 之前杀的那第一批 上腹捧鸡鸡的鸡爪 做了虎皮鸡爪 小腿做了鱼鳞炸鸡 现在大腿肉正好去皮 去骨切成拇指 第一个指节大小的丁 以葱姜末 胡椒粉 蛋清腌制 少许酱油 略多的番茄酱 少许蜂蜜 少许糖 盐调成碗汁 小林 这碗汁 不用加水淀粉吗 苏锦鱼好奇地凑过来 这道菜汁水 多一点 淋在米饭上才好吃 要是单独装盘的话 可以出锅的时候 单独淋点水淀粉 林东方起锅热油 花椒八角 炸出香味之后捞出 下入腌制好的 鸡腿肉煸炒 茄子鸡腿肉 与公保鸡丁不同 这道菜 不用宽油制作 卧油煸炒就行 不过做好之后 要配宽饭 随着鸡腿肉丁 被煸炒得散开 收缩 开始显摆自身的软弹属性 并散发出浓郁的鸡肉香味之后 把碗汁倒入翻炒上色 酱油的加入 让番茄酱 没有那么的过于红艳 蜂蜜 让这种微微带着暗红的颜色 更加明亮 盖上锅盖 稍微焖煮片刻后 撒一把青椒碎大火 翻炒收汁 番茄的微酸中 带着青椒的香味 让鸡肉的香味更加复合 淋上一勺花椒油 作为两种香味融合的煤件 关火出锅 专属的餐盘里 盛满垒尖尖的米饭 再把诱人口水的鸡腿肉 一勺勺堆上去 旁边的小凹槽里 再放几块刚刚炸好 撒了椒盐的香喷喷小酥肉 这一份悟到茶蜜镜专属盒饭成了 封好 送入灵药盒子 苏锦鱼掐了一边 流口水的火晶云一把 死鬼 你当年要是给我做这么一份 盒饭带蜜镜去 现在咱们起码十个娃了 夜里 林东方搂着东方帝皇贴贴 一条大长腿 照例是横在他身上的 东方帝皇的睡姿 比萧细月狂也多了 经常给他登地上去 这女人真属兔子的 后天就是悟到 茶蜜镜开放的日子了呀 有心事 东方帝皇捏了捏他的鼻子 伸手招来一杯蜂蜜水喝一口 然后搬住老林的脑袋 喂了他一口 林东方嘴被堵住 学了一声猪叫 颇有点像宁死不屈的良家富男 要怎么说 东方帝皇又猜又爱玩呢 经常就是先把自己 交代了老林孩 就这 嗯 我在想要不要带着 夕月和林儿 去屋道茶秘境 这几天 外头不少消息新闻 年轻一辈的小后生们 打起来了 天骄大势 北斗星的殡葬行业 是最开心的 任薇薇那个榜一大哥吴谦 杨好商刚出来溜达一圈 就被一个真仙亲子打死了 这回估计刚过头七 林东方觉得自己 要是去烧大席 估计能赚不少钱 毕竟自己还有所那 要是被点纸钱啥的 就是一条龙了 你啊 就是心思太细想得太多 真仙亲子 我又不是没杀过 夕月和林儿现在的战力足够了 东方帝皇垂谋 就起林东方的手 与他食指相扣 而且 你对有些什么天之娇女下 不去守的 正好让夕月和林儿揍他们 谁说我对天之娇女下 不去守的 你这欺世灭祖的小孽处 这句话 是让你这么理解的 师父乖 舒舒服服地起床 唉 再睡会再睡会 东方帝皇身腿拦住他 轰隆 萧细月出关肚竭 东方帝皇立刻穿好衣服 跃上云端 开始给萧细月护发 旁边独孤梦拎着一个榴莲 小院里 林东方下意识地系上围裙 往厨房走 然后老脸一红 赶在火灵儿冲不来之前 回屋把裤子穿上了 差点就在小师妹面前 表演了个不守难得的光定厨师 师兄啊 师姐出关了 我们是不是就能去昆仑山找好吃的了 火灵儿别看出入猿阴境 现在朱雀身法已经出城 配上风回酒转 就连林东方抓他 都有点费劲 一天到晚 在小院里神出鬼没的 嗯 等会吃完饭就去 林东方利索的切狂虎肉 准备给师姐做一道蒜爆狐狸剂 还拿出了一盆蒜香 五谷狂找 蒜蓉炒菜心 锅他豆腐 小酥肉 鲍鱼烧排骨 榴莲果和炖鸡 都是他们喜欢吃的菜 情音如剑气 九阴玄火和太阳蒸火 把所有雷杰都烧光了 都没烧出能做蒜蓉雷杰的食材 师弟 尝过火灵儿 做的油炸小酥雷杰之后 他有点不好意思 没事的 师姐以后可以试试 单用九阴玄火 冻住雷杰做点心的 一言惊醒梦中人 看来是我执着于用雷杰做热菜了 他的话语 让独孤梦翻了个白眼 雷杰姐妹们谁懂啊 遇到了吃货了 事实上独孤梦也颇为遗憾 自己目前没有雷杰可渡了 不然高低整个榴莲雷杰素吃吃 吃完饭 小院里这群吃货赶赴昆仑山 磅礴昆仑山已经由虚凝石 出现在北斗星旁边 各大圣地都修好了零食的传送阵 一个小行星被削平 成为一个巨大的平台 成为了进入昆仑山的大门 周围密密麻麻的全是人 哄 远处传来一声大响 是古族出事了 有杜杰进大佬 暗中一探 天地宝物 有德者居之 这雾道茶蜜竟无混血七零一族 当有一份名额 我龙雀族血脉不落于人 定然能夺得雾道茶叶 还有我汉天雄族 众多古族像是商量好一样 从各大隐藏秘境内冲出 三十几位古族杜杰大缘满至尊 连媚而来 后面是一群形态各异的古族 新一代强者 一个个跟爆菜鸣一样 熬熬起来 各顶各的纯血 各顶各的肥石 各顶各的俊俏 当然 后面两个个顶个是林东方的视角 所有人都在凝神戒备 只有他狂咽口水 一股本能的冲动 在他体内凝聚 杀猪刀在欢呼雀跃 不过很快 他就回过神来 露出了天真无邪的目光 毕竟这时候不宜出风头 尽了秘境再说 高端的猎人 往往以猎物的姿态出现 麒麟争食般 麒麟脱胎 脆皮烤龙雀 兰花熊掌 心里开始爆菜鸣 希望你们一会 一定要对我说垃圾话 不然我怎么好意思给你们一刀 却说花开两头 谷足唇血生灵横空出世的时候 真仙亲子也降临了 北域天狼谷天狼子 荒谷叶家叶长明 天拳圣地柳狂月 林东方虽然在盯着这帮人看 但是名字一个都没记住 他不是看别的 而是在看 谁家带的战兽好吃 叶长明背后那头羊不错 腿好粗 估计能拆出来不少剑子心肉 想到把剑子心肉卤 一下再一口 林东方又咽了咽口水 诸位 秘境还有一天的时间才开始 我们应该谈谈 谈就谈 杜杰镜大佬们又聚在一起开会了 吵了一天 最后给了谷足每个境界一百个名额 代价是 谷足杜杰镜强者 不可以随便离开他们的秘境 大 终生悠扬 百年一开的悟道查秘境 正式开启 这一次 瑶池圣地只派出了三人 原因三重的林东方 原因五重的萧熙月 原因一重的火灵 三人组引起了一些人和谷足的注意 那个男的怎么吃吃傻傻的 不识的还傻笑 该不会是什么疯子吧 听说萧熙月是萧家人 心性淡薄 怎么也有点激动一样 萧家人呢 心性淡薄 闹呢 还有那个红头发小丫头 不是猪雀血脉吗 怎么像吞天雀一样 盯着那些异兽咽口水 但一看他们三个背后的杜杰镜大佬 众人都闭嘴了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 火金云和苏锦鱼 独孤傲天 萧家一个看起来匪里匪气的黑衣服老头 都她奶奶的是杜杰大圆满的修为 爷爷 萧熙月见到自己爷爷萧姐来了 开心地笑了起来 好孩子 有爷爷在这呢 萧姐摆摆手 然后就和独孤傲天凑到一起 嘀嘀咕咕 火灵儿从父母那里跑了过来 林东方对着两位师傅挥挥手 带着师姐师妹进入雾道茶秘境 刹那间 一股完全不同的大道神韵 缭绕在周围 沙 远处一群年轻修士 在争夺一片紫光闪闪的雾道茶叶 林东方并不着急 三人运转峰回九转 就要先找个安逸的地方观察一下 但就在此时 一道金光袭来 腾蛇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抽出了杀猪刀 我可是从过年就开始想你 不要让我失望啊 想到东方帝皇当年三天 砍死八个圣子圣女 林东方觉得自己的业绩 有点不够了 目标 三天把八只纯血生灵下锅 你杀了我的结拜兄弟 腾蛇目光森然 金光闪闪的身子盘 缩在虚空中 刚刚在外面的时候 他就感应到了林东方身上的血气 这是一种秘法 可以发现周围的仇架 东方帝皇当初注意到了这股契机 想帮林东方炼化掉 但是被他拒绝了 他要以猎物的姿态 出现在腾蛇面前 现在腾蛇果然出现了 攻守之士一行 林东方也是吃蛇老手了 估算一下这腾蛇 有十五米多长 够大家吃了 先做个椒盐蛇片 口味蛇尝尝鲜 这天干物燥的 正好吃点蛇肉温补 剩下的 等着和青鸾之类的 做一个龙凤痘 没错 是我杀的 林东方运转起化天荣地秘书 这个秘书 他在这秘境之内 要不间断地运转 免得烹饪的时候 出现到运被人发现 拿病来 腾蛇没有继续废话 他总觉得 林东方给他一种大恐怖的感觉 仿佛天敌一样 他打定主意 要把林东方干掉 我自出生以来 还没有尝过人族血肉的味道 今日就尝尝你 腾蛇一句话的功夫 尾巴如长毛一样 对着林东方 洞穿了上万次 老林运转风回酒 转气定神闲地 躲过了这些公鸡 你居然没吃过人 那太好了 我就喜欢这么干净的你 林东方唯一担心的就是 腾蛇吃过人 那必然有点隔音 这么干净的古族食材 是真棒 这么敏捷又迅猛的公鸡 肉质一定十分弹牙啊 林东方露出一个 与人无害的微笑 腾蛇浑身的鳞片 都支冷起来 对方的笑容 让他内心悚然 我可是纯血生灵 仅次于纯血麒麟之类的圣兽 怎会在他面前产生惬意 哄 林东方面色一冷 硬着袭来的舌头 轰出一拳 这是他自己摸索出来的 揣面拳 四块还慢 力量先弱后强 这一拳带着他十足的杀意 现在 他进入了烹饪第一个环节 宰杀石材 我要宰杀这条蛇 进行烹饪 远处 观战的龙雀 与麒麟路也是心里发毛 龙七雀 我怎么在那个人族身上 感觉到了一股血脉压制的感觉 麒麟路不安的甩了甩尾巴 他很不安 其实他不安就对了 林东方得知 他是麒麟路之后 就想着把他弄回去 做第三仙呢 我也有同感 那个家伙的眼神太绝情灭性了 仿佛杀过亿万纯血生灵一样冷漠 龙七雀羽毛都竖了起来 刚刚林东方瞥了他一眼 那种冷漠中 带着火辣的别扭目光 让他浑身像是 被神火炙烤一样难受 那如同嗜血魔王一样的压迫感 让他们产生一种本能的畏惧 林东方在菜市场杀了两年鱼 最多的时候 一天杀了一千条黄鳝 进入鲨鱼状态之后 连村里最横的土尾巴狗 都不敢和他呲牙 不管了 先去争抢悟道茶叶和各种机缘 尽快提升实力 这一世的真仙亲子太多了 两个纯血生灵跑了 师姐 师兄现在的样子好疯狂哦 火铃一边戒备四周 一边啪啪地和萧熙月嘀咕 他现在很冷静 他疯狂的样子 呃 以后你就知道了 萧熙月脸色微红 林东方疯狂的样子 是让他最喜欢的 火铃呆毛一弯 不对劲 萧熙月这脸红的样子 十分有十二分的不对劲 但是具体哪里不对劲 他又猜不到 师兄偷偷地在师姐面前 表现过疯狂的一面 莫非是恶狠狠地炒菜 比如辣子鸡丁 不多时 对面的藤蛇 已经有点坚持不住了 一身鳞片脱落了不少 丝丝缕缕的血液 从灵甲中流出 林东方眉头一皱 你灵片下的肉破了 蛇肉破了太多成菜 可就不好看了 怎么 你也好不到哪去 藤蛇顿时绷直了身体 运转疗伤心法 恢复了伤势 林东方看了看自己 被震裂的虎口 厨师的手自然容易受伤 他学厨的时候 甚至给自己手指头 都割出过很深的伤口 被鲑鱼之类的鱼鳍扎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再来 但凡修者都有一个强者之心 林东方虽然自认为 只是一个与人无害的厨师 但男人的战斗本能 雄尽的心态 驱使着他 证明自己的实力 就好像狮群中 只有一头雄狮一样 狩猎 林东方越战越狂 以往和东方帝皇 或者独孤梦切磋 他无法达到这种 宰杀食材凶狠的状态 走 不能打下去了 藤蛇心中萌生了退意 但林东方杀过的黄扇 比藤蛇见过的蛇类多 这种细长条的东西 像躲闪的姿势 他一清二楚 林东方左手拿着一根长钉 右手瞬间抓住藤蛇七寸 这时候 藤蛇才骇然发现 林东方是十倍气海 你居然 话说一半 藤蛇没了生意 长钉顿时洞穿了他的脊椎 往上一滑 舌头变成两半 纯血生灵不修原因 但又能戒尸还魂的真灵 一把抓住要飞走的藤蛇原神 以九阴玄火请客练化 藤蛇死了 死得很完美 在他消耗神力 把身体修复成最完美的状态之后 打了 碰 外界 藤蛇一族的一盏魂灯炸开 什么 少主陨落了 藤蛇族的杜结镜 大员满至尊怒吼一声 树颗小星直接炸开 周围的古族 或是同情 或是幸灾乐祸地看着他 这一世果然残酷 秘境才开放一刻中 就陨落一只纯血生灵啊 堪比真仙亲子的存在 被这么快斩杀 对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对手 外界的人还在感叹 此时林东方已经带着师姐师妹 进了一个隐蔽的大山洞 师弟 你把随身飞船拿出来 这样就算是我们被发现了 也能迅速撤离 而且还不至于慌乱之中 忘记收走食材导致浪费 还是师姐聪明 林东方寄出飞船 这飞船的内部房间 都可以变化大小 此时船内别的地方 都变得小小的 只有厨房 还是原来的大小 好耶 我也可以做东西吃了 火灵儿欢呼一声 开始炸鸡腿 林东方拎着藤蛇 心情激动 师姐师妹 我小时候就梦想着 有一天在荒岛上求生 每天都能捕猎到 新鲜食材来烹饪 没想到 今天把梦想小小的 实现了一部分 这秘境就类似 一个荒岛啊 而且食材很多 师兄啊 你这样下去 会被纯血生灵 当成什么是血魔厨的 火灵儿喜欢联想的小脑瓜 给林东方起了 德拉风的外号 林东方捋了捋 那闪闪发光的小呆毛 说出了一句符合外号的话 这刚开春天干物燥 腾蛇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真是赴汤倒火碎尸万段啊 林东方手舞足蹈的样子 让火灵儿也跟着欢呼起来 像小猫站着伸懒腰一样 双手举高高 师兄好厉害 小小腾蛇拿下拿下 一边的萧细月 微笑着拿出手帕 擦了擦林东方鹅脚的汗水 仿佛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 腾蛇做梦 也没想到 自己嘎了之后 会让这帮人这么幸福 这么虐狗 估计 腾蛇在天有灵 都会发出一声狗叫 灵儿烧水 先让腾蛇赴汤 等会再导火 腾蛇往里一丢烫一会 捞出来去皮 由于腾蛇血肉灵力 已经被它炼化 所以 外皮没什么炼气价值了 一把火烧掉 然后开膛破肚 蛇胆被炼化之后 也没啥价值了 扔了 火灵儿咬着手指 大眼睛眨了眨 小脑瓜自动挠不出了 未来某一天 林东方一把杀猪刀 面对万千唇血生灵 来吧 让你们为了我的修炼 赴汤倒火 碎尸万段 再一看师兄 正在威风凛凛的 给腾蛇千刀万剐 真美啊 这腾蛇 白白的肉上 带着丝丝惊线 脉相实在是太好了 这是林东方 见过最好看的蛇肉 而且怪不得 这腾蛇身发敏捷 这脊骨跟鱼骨一样 分出了大量的 主刺 还都是十分柔韧的软骨 好 好啊 平均每一指宽蛇肉 就有一根纤细 如三四根发丝一样的软骨 鱼刺 开天眼透视一看 这些骨头 像是弹簧一样 你不是大补 谁是大补 林东方美滋滋的 把腾蛇的一截 斩成三指宽的断 师姐 这可是重要的食材资料 帮我记好 放心吧 萧锡月抬手 写下今天的题目 论腾蛇 为什么这么好吃 这腾蛇 没有普通蛇那么行 所以焯水的时候 不用加太多的葱姜 有点黄酒就行 林东方起了两口锅 师兄啊 为什么起 两口锅来焯水呢 火铃双手 背在背后走过来 探头一看 呆毛斗成一个问号 做椒盐舌段的锅里 要加盐 给舌肉底味 还要简单炖煮 让舌肉成熟一些 口味舌就是简单焯水 去去味道就好了 顺便定型 把椒盐舌段的锅盖盖上 口味舌段捞出来 开始切辣椒 泡辣椒 泡山椒 泡黄灯笼椒 香辣 酸辣 后进绵长的超辣 师弟 这道菜 不用把泡椒剁碎 来上色 萧锡月 给他包了一些大蒜 嗯 这道菜颜色 讲究一个黄亮 黄灯笼椒酱为主 泡椒主要用它的香味 这藤蛇肉这么白 黄亮色也好看的 黄灯笼椒酱的颜色 和本身就带点金色的 藤蛇肉相辅相成 锅内宽油 七八成热 舌段扔进去榨制 快速脱水 不要炸太久了 咱们这是直接炸 久了会损失口感的 林东方 仔细认真的制作着藤蛇 这可是 他烹饪的第一只纯血生灵 可不能怠慢了人家 也就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捞出控油 做口味蛇第一步 炒姜片 一整块生姜切片 扔进猪油和菜籽油里 小火翻炒 等到生姜八九成干 香味充分炒出来 下入花椒香叶白纸 去紫草果 继续炒出香味 小小火炒 可不敢炒糊了 火铃咧咧嘴 师兄啊 我向来胆子大 这菜恐怕 萧细月注意到了 林东方似乎很喜欢吃蛇 当下仔细认真的记住了 可不敢忘了 然后辣椒们请进来 用的都是原音镜的辣椒 热辣的味道 让火铃儿直呼受不了 师兄 这也太辣了 火铃儿眼巴巴地看着 黄灯龙焦预热之后 辣椒会减退一些 放心吧 林东方说话之间 把蛇肉倒入锅里 热量让辣椒减退了一些 但随后淋上的一勺泡椒水 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点 还带来了点后劲绵长的香 翻炒均匀 淋一点酱油略微上色 两勺黄酒再加上水 大火烧开 小火焖煮 这秘境之内 时间法阵无法生效 就这么慢慢炖 不过这时间也不至于闲着 林东方把旁边的锅盖打开 先前用来做椒盐舌段的蛇肉 已经初步炖煮成熟 捞出来吸走多余的热量 开始腌制 蛋清 椒盐 胡椒粉 麦芽糖水 搅匀之后 下入煮熟的舌段按摩 再加点面粉和玉米淀粉 这样炸出来更酥香 缺点是容易回软 师兄 还不等它回软一丝丝 我就会把它们吃光光 放心吧 火灵昂首挺凶 背后的猪雀虚影闪了闪 对于不让酥脆食物回软这件事 它有着自己最完美的解决办法 好好好 趁热吃才是最好吃的 林东方把刚刚短暂炸了 口味蛇的油降了降温度 三成温度慢慢炸 炸酥炸透炸 到骨头都酥酥的 林东方轻轻转动手勺 腾蛇的香味 在这一刻充分地展露出来 油泡爆响 面粉过油的香味 也压不住腾蛇肉香 随着麦芽糖 在蛇肉表面形成一层碗霞一样的红烟 这股香味更是让人心驰神往 而腾蛇的软刺也从乳白色变得焦黄 里面的水分蒸干 只剩下那肉眼可见的脆 这是腾蛇饱血的味道啊 这种天生异香已经完全浸入了肉质 林东方咽了咽口水 腾蛇都这么香了 那青鸾还能了得 估计能把自己香的跟头 想不到这腾蛇看起来全是瘦肉 贴骨的地方还是有点脂肪的 下次做噬噬蛇段的时候 可要少放点油 不然容易腻 萧熙月在一边认真地记笔记 三分钟过后 林东方把油温升高 下入胶岩蛇段复杂 出锅 捞出身金红色的蛇段 倒入大盘中 叮铃铃 光是听声音就知道 这些蛇肉有多么酥脆 一块块蛇段互相碰撞着 薄薄的一层面衣 碰撞出点点胶褐色的渣渣 偶尔有一根蛇骨断开 摇晃着飞出 然后撞到盘边上 酥酥脆脆 健康美味 太好吃了 火铃还是第一次 吃到这么香的肉 这种全方位酥脆的感觉 有点像小酥肉的面衣 但又比面衣多了嚼劲 胶岩的味道 充盈在嘴里 等到嚼碎一根酥的掉渣的蛇骨 火铃更是呆住了 别看这蛇骨 只有三四根发丝粗细 但那有一丝丝的藤蛇饱水 经过油炸之后 爆出的香味 远超之前吃过的任何炸物 师弟 这藤蛇太美味了 就连一向说话比较委婉的萧熙月 此时也是不自禁地赞叹出来 嗯 林东方有点后悔了 后悔自己冲动 直接把藤蛇给杀了 早知道就剁掉一截尾巴下来好了 抓他回去 给他找点大蟒蛇媳妇 多多下蛋 岂不是子子孙孙无穷敬也 劫子而鱼了呀 不可持续 不知道藤蛇一族是否凡胜啊 林东方忽然有种顿武 除到不光光是烹饪 还要杀生以及养殖 生死之间要有平衡 一时间 林东方身体霞光点点 面前仙气缭绕 生机盎然 背后是各种动物的血沙之气 萧细月和火灵儿放下吃喝 拎出各自的法宝 开始给他护法 生与死轮回不止 我们吃 他们死 所以 我的除菁第一篇 应该是引火和杀生才对 鲜活的小型食材 送入厨房第一时间就要杀生 而且 除休在外历练 总有剑烈欣喜的时候 大型动物的杀生 也是避免不了的 除到的杀奖就一个人性化 快准狠 杀了之后立刻放血 以索娜的音波 激活对方 已经失去活性的气血运动 还可以辽表哀思 一举两得 火灵儿听到他这话之后嘀咕道 古人说 杀生放火金腰带 改天给师兄 做一个金腰带好了 林东方没注意到 火灵儿的嘀嘀咕咕 他抽出杀猪刀摆了摆姿势 小型家庭用舵 猪羊之类的 或是割脖子 或是捅心脏 这些大家都是知道的 但是大型牲畜 比如麒麟鹿仔杀粒子还不多 需要我去寻找 火灵儿学了一下 别搅得像只螃蟹 萧熙月倒是学得很像 白衣仙子面色平静 把自己的宝剑 荡成杀猪刀 弓部压身 恶狠狠地捅出一刀 火灵儿呆毛一颤 这画面太诡异了 而且还要学习一些基础养殖知识 重要的不是养出多少 而是要有意识 面对新的食材之后 要想办法把它们抓住培育起来 还有锅 后世除休 还需要自己断打本命铁锅 林东方顿悟完成之后 粪笔即书 除道经的框架 在他笔下慢慢成形 等到他写完这些消息月 递过来一杯清茶 然后取出长情 以秦英缓解他刚刚的紧张与疲劳 火灵儿递给他一盘小酥肉 边上是红烟烟的番茄酱 耳边是师姐的秦英 嘴里嚼着师妹味的小酥肉 林东方心里感叹 这真是帝王之味都不患的享受 琴棋书画诗酒花 柴米油盐酱醋茶 提笔在《雏金的飞页》上 写下这一行字 美好的生活 想到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的东方帝皇 他又微笑着 在开篇的杀生卷后面提了一行字 刀枪剑挤 辅月勾叉 师兄啊 秦氏师姐 我会下棋 算的是棋 那书画诗酒花 是不是还对五个女孩子 火灵儿呆毛甩了甩 掰着手指头数了数 没看出来这丫头还会下棋 林东方心中感慨一句 咱们的独孤师父用的是剑 小姨师父用的是几 我数数 不算柴米油盐酱醋茶 是十五个字 那么还差 停停停 我写这两行字不是这个意思 林东方赶紧掏出一份 茄子鸡腿肉盒饭 递给火灵儿堵住她的嘴 这小丫头的脑补也太吓人了 这两句话 就想着给她安排十五个女孩子 萧细月在一边鸣嘴一笑 收起情 取出了她之前做的蒜蓉粉丝下 架起一个小炉子开口 协助林东方 把火灵儿的注意力转移了 师兄啊 这鸡腿肉软嫩紧实 番茄味道好浓郁 这个盒饭配酥酥的炸蛇肉 太好吃了 配你做的小酥肉也好吃啊 茄茄 师兄这么夸我 我可要多吃两口饭了 先别急着吃 口味蛇要出锅了 来上两勺黑胡椒粉 口味蛇大火收汁之后出锅 热辣的气息 让火灵儿畏惧了一下 猛猛地往嘴里扒拉一口 带着汤汁的鸡腿肉盖饭 萧细月勇敢地加了一块蛇肉 嗖 深深呼吸 这股热邋遢 难以抵挡 盈润的脸颊都红了 眼眸中也泛起了水雾 真的好了 似乎不敢闭合嘴唇 沾染着油光的红唇 都有点肿了 碰 林东方起开一瓶汽水递过去 第一仙子 左手握着汽水瓶 仰头咕咕咕地喝 右手筷子 还夹着咬了一半的蛇肉 林东方还是第一次 见他这样狂野地吃喝 以往他都是 把汽水倒进杯子喝 口味蛇 这是一道让人上头的菜 越吃越上头 累尖尖的一盆饭 就这么被萧熙月吃光光了 林东方也不示弱 嘎嘎一顿猛躁 博啊 锅干碗尽 林东方伸了个懒腰 三人把碗筷放进一个洗碗阵法里 瞬间清洁 走 我们出去寻找机缘 雾道茶秘境开放一个月 所以不能过于沉迷于烹饪 食材收集好了 回去做也是一样的 林东方的悬色一袍腰间 缝了一个小兜 里面都是瓜子 此时他左手一瓶汽水 右手从兜里掏出瓜子来磕 萧熙月和火灵儿 在到处翻翻捡捡 收获了不少灵药 萧熙月甚至被一株灵药王级别的 核手屋办了一下 人比人气死人啊 林东方瞪眼 找不到什么灵药 转身一看 远处有一只龙雀快速飞过 他一阵出神 龙雀啊 这要是考一下 正在心里盘算着 怎么去捉龙雀呢 旁边一个人的话语 打断了他的思绪 林东方道兄 你脚下一尺身的泥土里 有一块通灵赤霞神铁 林东方扭头一看 只见说话的是一位 一个背着金丝九环刀的 俊秀少年 这少年最让人注目的是 他的眉毛 居然是灰色的 啊这 多谢道兄指点 林东方还真不知道 自己脚下有一块神铁 挪了一步 往地上拍了一巴掌 一块一米剑方的赤霞铁 飞了出来 砰 通灵神铁 仿佛闹情绪 顺势直接砸在 俊秀少年脸上 林东方只感觉 天空中有一行乌鸦飞过 这位兄台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没事 俊秀少年擦了擦鼻血 林东方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本来这哥们 是可以等他走了之后 独占神铁的 现在好心好意提醒他 还被神铁闹情绪 扇了一个大嘴巴 兄台 这铁还是送你吧 我怕他半夜跳起来 砸烂我的鼻子 林东方听说过 有人就是天生气韵之子 蹲地上放的屁 都能蹦出来 什么神铁的 这块铁怎么看怎么邪性 他不敢要 既然林兄如此说 那我就确实不公了 算我欠你的 青年掏出本子 记笔记 某年某月某日 摇池圣地林东方道游 把一块三百斤重的 通灵赤霞神铁签让给我 林东方眼角抽搐一下 这哥们谁啊 这么客气 把自己都弄不会了 不知兄台 先问问是哪家的乖孩子 徐家 徐少良 林东方咧咧嘴 这就不奇怪了 原来是指认死里的徐家人 在史书中读到过徐家 这是东玉的荒谷世家 十足以侠刀成仙 徐少良认真对林东方说道 我刚刚看兄台 你浑身上下 有着一股绝情绝性的 可怕刀意 咦 怎么没了 林东方心里一个噔 他刚刚想追着龙雀给一刀 没想到徐少良 居然发现了 他内心中隐藏的杀意 刀意 看来我的除今杀生片 还有明显的不足 万一实财们 也能感受刀意 岂不是要鸡飞蛋打 是我大意了 徐家以侠刀立足 想来有隐藏刀意的办法 认真检讨了 一下自己之后 他把主意打到了眼前的徐少良身上 东方帝皇修的是兵器之魂 没有刀意什么的 讲究的 就是一个大力出奇迹 而且 不论东方帝皇 还是独孤梦 都在秘境外 原水解不了尽可 我刚刚只是想着 今晚做菜要切什么 估计那时候无形之中 显露刀意了吧 原来如此 不过林兄的心刀刀意 实在是太过于可怕 让我都有种无力感 徐少良一叹 心刀 林东方一愣 简单的来说 刀意分为人之刀 天之刀 仙之刀 心之刀 其中除了心之刀 都分上中下的 徐少良盘坐在赤霞铁上 金丝九环刀横在膝上 人之刀 天之刀比较好练成 我承蒙自家仙法 也成功凝聚出上等的仙刀刀意 也只有领悟上等仙刀的人 才能有资格 感应到别人释放出的 心刀刀意 林东方恍然 怪不得萧细月和火灵儿 都毫无反应 我徐家始祖说 当刀意无法更进一步后 可以忘掉自己是徐家仙 随便找一位大厨讨交刀法 近日来盛传林兄 是一位除休 所以斗胆来向你讨交刀法 林东方心里 黑黑一笑 原来是有求于我 那就好办了 少良兄弟 我觉得你家始祖说的可能是 刀攻刀术 而不是刀法 徐少良思索一番 林兄 你难道不会刀法 林东方拿出杀猪刀 随便耍了一下 瑶尺砍人专用的 穿花蝴蝶刀法 徐兄你看我这刀法如何 徐少良微微摇头 林兄这套刀法 虽然挥洒自如 但不过上等天刀刀意 如此的话 你再看这一刀 我把这根树枝当作鸡脖子 林东方单手一刀斩出 这 徐少良死死地盯着林东方的动作 这一刀凌厉 凶狠 绝情灭性 光是他在一边看着 都感觉自己脖子 仿佛被那刀意割开一样疼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的花哨动作 只是为了杀而杀的刀 再看林东方自己本人却是云淡风轻 丝毫没有杀意外露 仿佛只是一种本能轻松随意 如果不是精通刀意 徐少良自认为 不会对这一刀有任何感知与防备 这就是心之刀 最可怕的一刀 随心所欲 但让人无法抵抗的一刀啊 树枝能荡成鸡脖子砍 那人脖子更能荡成鸡脖子砍了 徐少良眼中闪出泪光 一边抹眼泪 一边写日记 年月日 林东方前辈 为我展示心之刀意 我在这秘境里还没收获什么东西 等会去找典物道茶叶送你报恩 林东方无话可说 这孩子到底是怎么长大的 而且这一下自己怎么成前辈了 好了好了 你要是想学刀工我可以展示 不过你要教我如何隐藏刀意 茶叶你看着点就行 林东方大大方方地说出自己的交易条件 能成最好 成不了等回圣地再想办法 或者问问老头骨 如此徐少良擦擦泪滴 林兄 我徐家心法不能传你 但是我这里 有一本残经里面收录了一种秘书说 是可以隐藏自己一切的气息 徐少良把一本古旧古旧的书册 拿了出来 林东方一眼就看出来 这册子和那本龙族欲成指南一模一样 字也一样 想来是一个人写的 这种秘书 以我徐家心法无法运转 若是林兄能使用 就尽管收下 徐少良把册子递给林东方 老林刚拿过册子 体内一种心法就自动运转起来 我妙音风的天音 传承居然和此 发共鸣了 林东方摸出唢呐 一边吹奏 孤星独银一边翻看 对面徐少良 听着孤星独银不多时 失声痛哭起来 弟子无才 愧对先祖传承 虽有九倍气海 却无法领悟心之刀意 五 我十六岁了 还只是原因六重修为 愧对父母养育之恩 典型的内耗人格 旁边萧熙月和火灵儿 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他们的资质都很不错 还有林东方 这个逆天除仙体的道运饭菜头位 修为都没徐少良高 不过 战力差不了多少 只能说 有些什么气韵之子变强 是不讲道理的 打个喷嚏都能突破 不多时 徐少良觉得 耳边的曲子声音 越来越淡 扭头一看林东方 虽然人还在那里 但是气息却越来越微弱 最后完全感应不到 他的存在了 眼睛能看到 但是脑子的反应 是那里没有人 邪门的感觉 寻花斋夜 林东方心中 默念着秘书的名字 靠 这不是采花贼的秘书吗 龙族樊胜大哥 还真是个欺人 能以天鹰 传承为基础 导过出这种秘书来 再一看樊胜大哥写的 还原 俩字 林东方立刻在心中 改了口 我妙音风祖师 还真是风流啊 这秘书可以隐藏 自身一切契机 但不属于 峰回九转那种身法 不能加速 能隐藏刀意杀意 甚至能在别人的天节里来 去自如 说起来杜劫 等以后 可以去别人天节里 偷点天节来做菜啊 林东方很满意这个秘书 只要自己不去 干坏事就行了 运转起画天荣地秘书 拎出菜刀 徐兄弟 这秘书我学会了 现在给你展示 我的极限刀工 我估计等 你能完美做出 这道扣三丝 你的刀意 也就能进化了 徐少良 一点兴奋之色 林前辈 从今往后 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尽管开口 前辈不敢当 这个秘书帮了我大忙 我自然要助你进化刀意 师兄 终于要做扣三丝了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 什么豆芽丝 麻线丝 绣针丝和牛毛丝来着 火铃蹦蹦跳跳地跑过来 萧熙月也露出期待之色 他们期待 这道菜很久了 林东方捋了 捋火铃的呆毛 笑了起来 这丫头 居然还记着这些丝 这扣三丝要求 是把猪肉切成 介于牛毛丝 和绣针丝之间 我今天打算试试 能不能切成牛毛丝 徐少良 顿时就被震住了 牛毛丝啊 肉的纹理本身 能有多粗 这么精细的刀工 要是切在人身上 可比滚刀山可怕多了 要是扣三丝 不足以让徐兄弟 进化刀意 那就再来一道缩衣豆腐 道道金光想要垂下 林东方全力 运转化天荣地秘书 这天道嘉奖的特效 都被他化掉了 根据上次在文昌星的情况看 只要化天荣地秘书 一直运转 天道嘉奖 就会一直延迟发放 而且就算发了 也没什么 天道嘉奖无人敢抢 沾染了这种因果灭酒族 都是轻的 历史上 只出现过一次 天道嘉奖抢夺事件 随后出手的 那尊真仙连同其家族 宗门都被天杰劈成了灰 自此无人再敢 对天道奖励有念头 四指宽高 一掌长的猪厚丘肉 肉上要带一层半指宽的肥肉 冷水下锅最小火煮 要加葱姜片和黄酒 区区异味 煮一会就要拿出来 过粮让肉质收紧 肉块的肥肉 刚刚熟就差不多说明 瘦肉有个六七成熟 这样最好 肥肉要是煮烂了瘦肉 就别想着切丝了 全熟的猪肉 煮出了纹理 是极难切牛毛细丝的 不少店家都会用动力挤来切 但是这样一来 就没有煮的时候 去腥的一步 而且 里脊肉没有后丘肉香 味道差了 再好看也是白费功夫 鸡胸肉也是同一个方法 不能全熟 煮到切开里面 不见明显的生即可 这种程度最好 火家培育的黑风猪 和蓬雨鸡的肉质 要比普通猪鸡的更细致一些 所以林东方 自然要挑战 更极限的牛毛丝 煮肉的过程中 林东方也没闲着 把冬笋 火腿和蘑菇修了形状 先切猪肉 这个最难 想切丝 先切片 单以切片难度来说 菊花豆腐 和温半腰丝 和这道菜不相上下 还有极限疯狂 不当人版本的千层凤尾刀 整个腰子对半 切开去掉腰骚 再横切不到一毫厚的片 一切一个不支声 林东方当初 学做温半腰丝的时候 差点把自己 腰子抠出来都切了 徐少良不敢说话 他现在已经被林东方的心刀 刀意震住了 可林东方 明明在和他谈笑生风 切片如点浆 切丝如跑马 顺丝推拉刀 毛如蝉翼 不是夸张 随着林东方 缓缓下刀 一片薄厚均匀 比之厚不了多少的肉片 从整块猪肉上分离 火链呆毛都不敢抖了 生怕弄出一阵风 就把这肉片吹变形了 推拉的幅度不能太大 这样刀刃会被猪油润一下 不会粘连肉片 林东方一边切 一边给徐少良讲解要点 不多时 肉片们就规规矩矩地 躺在了菜板上 八瘦二肥 肥肉和瘦肉没有断开 麦香极好 白肉片也要记住 每一片盖住前一片的一半处 然后在上面稍微淋一些清水 可以避免粘连 林东方右手轻轻地放在肉片上 左手起刀轻轻地 在肉片前三寸处 虚切了几下 师兄啊 你这是在安抚菜板情绪吗 火灵儿忍不住了 不说话憋得慌 这是在吓唬菜板 万一他不老是这肉丝切的 就不好看了 林东方黑黑一笑 然后刀声连成一片 哒哒哒哒 如同马蹄落在地上的声音 果真如跑马 一般迅捷利落 细密 但是不杂乱 提刀落刀快地 产生了残硬 微微横移之间 一根根牛毛粗细的肉丝 老老实实地躺在菜板上 火灵儿咬着手指 转脸看像一样 屏住呼吸的消息月说道 师姐 你说师兄切的这肉丝 能不能穿过针眼啊 试试就知道了 消息月取出一根绣花针 把针眼贴上去 肉丝轻松地穿过针眼 这 以后遇到那些不开眼的古族 一句 让我师兄 把他们切成丝 估计能吓哭他们 带毛摆了摆 火灵儿顿时得意起来 这可是我的好师兄 林东方的刀起落得很快 可每次切到菜板的时候 如同没有发力 每一丝力气 都用来切丝 没有浪费 徐兄弟 你学会了吗 林东方切好肉丝后 抬起头 看着对面呆若目击的徐少良 林前辈 我懂了 这才是寂静呼道啊 我徐家这些年来 越发追求心之刀 却忘了刀的 根本是用来切东西 砍东西的 怪不得老祖 要说忘记自己是徐家人 去找厨师讨教 我徐家人修不了除道 先修侠一刀法 增长修为 再学基础刀工 徐少良恍然大悟了 顿悟了 修为嘎的一下 长到了猿鹰八重 林东方翻了个白眼 这就是天骄大士的怪胎吗 等到徐少良稀里哗啦 杜劫回来 林东方继续给他掩饰 切鸡胸肉 冬笋 还有火腿 众所周知 扣三丝有四种丝很正常 冬笋和火腿 就简单多了 丝们切好了 在清水里摆一摆 再拿出来一压 就老老实实地 互相贴紧紧躺好了 林东方现在的修为 自己在虚空中 炼化出一个简易的扣中 不是问题 一指高 三指宽的扣中 底部有个小洞 这干黑金箍泡发之后 把黑盖片下来 涂点鸡油底朝下 按在扣中底部 扣中的里面 都稍微抹一点点鸡油 一来是等会方便挪开扣中 二来是增香提鲜 这道菜的缺点 就是香味不够 少许的鸡油正好 四种丝一字摆好 肉丝稍长 在扣中边上 延伸出来一部分 扣中中间的空缺 以笋丝和肉丝填满 再以周围延伸出来的部分 向内翻折 保护好里面的兄弟姐妹 猪肉丝注意要 肥肉那一头在扣中底部 压食后加点盐 黄酒 积粉补味 扣中整体浸入大碗内 清汤少量多次地浇在肉丝上 充分地浸润 直到自然溢出 自此 林东方松了一口气 后面就没啥技术要点了 送入蒸锅内 望火开蒸 躺在摇摇椅上 接过师姐递过来的茶水 旁边火铃 再给她包刮子人 徐少良耿住了 这位年轻的前辈 不做菜的时候 做派怎么跟昏君一样 但是父亲大人说过 面对前辈 嘴巴要甜 林前辈 您喜欢嗑瓜子 嗯 不光自己嗑着吃 用来榨油 也是极好的 嗯 我之前遇到过一种魔葵花 魔葵花 林东方来了兴趣 嗯 他们在御英树 谋划着什么 御英树啊 不行 吃完后 三思我要去看看 御英树的花朵 可是他惦记的食材 别让魔葵花给糟蹋了 瞥了一眼旁边的蒸锅 一刻钟的时间刚刚好 关火把四个大碗取出 把多余的汤汁滤到锅内 再把扣中翻个身倒扣 在大碗内 旁边调好味滚开的清汤 一勺勺加入大碗内 直到没过扣中一半的高度 一手抓着扣中 一手拿筷子 顺着底部小洞伸进去一顶 四种肉丝 规规矩矩地 拱为着头顶上的黑金箍片 丝丝分明 周围的清汤 清淡却不寡淡 碰 金光闪烁 一个造型古朴的实质炸刀 落在灵东方面前 啊这 灵前辈你这道菜 被天道认可 获得了嘉奖啊 徐少良猛地站起身 这炸刀上虽然没有刀意 但是让他的本命配刀 都在碍名 这好像是传说中 斩仙天洁的炸刀 连仙都能给炸断 灵东方嘿嘿一笑 正好用这个炸刀 去炸魔葵花 灵儿 炸刀收起来放进厨房 得令 师兄呀 这炸刀用来窃排骨 或者鸡腿 显然也是极好的 不会一刀剁下去乱飞 火灵儿抱起闸刀 美滋滋地放在一个转上 收好了奖励 众人开始品尝扣三丝 艺术品啊 徐少良感叹一声 看着自己面前这份扣三丝 他不舍得动筷子 汤的香味 揪着他的鼻子 让他忍不住先喝了一口 清鲜爽口 和唇香润 光是这汤就堪称享受 再来一口吸饱了 鲜汤香味的肉丝 徐少良顿时觉得 这辈子忘不掉这道菜了 对面 林东方已经带着师姐师妹 胡伦吃完了 吃完饭 准备去御英树那里 徐少良还要带着徐家人寻找机缘 自然不能同行 林前辈 二十日后 我会带着徐家人 在昆仑东城休整 好 到时候我去找你 林东方先找了个地方 把寻花摘叶交给了师姐师妹 三人静静参悟了一天后 能初步运转这秘书后 才起身出发 这秘境非常大 足有方圆几万里 但是 对于原因境界的天骄来说 还是不够大 他们不多时就飞出去千里 师弟 千层凤尾刀是什么刀工 萧熙月本能地觉得 这个刀工切出来的菜 一定很好看 等过阵子给师姐示范一下 就好了 本来很多蔬菜 都能用这个刀工切成 吃不起的样子 火灵呆毛一颤 能多赚钱吗 好厉害的样子 当然厉害了 快到了 我们先安静 悄悄地摸过去 三人秉息凝神 运转起寻花摘叶秘书 飞完了最后五十里的路程 御英树所在的位置 是一个不算多么热门的地方 位于岁玉岭的宁华宫旁边 宁华宫据说是一位 真仙留下的书房 早就被翻了一个底朝天 无论是独宫梦 还是东方帝皇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都来过 一无所获 宫外御英树 高三十六长 相比别的 名树矮小很多 而且树冠也不是很大 有点像桂花树的树冠 通体温润如羊枝玉一样漂亮 叶子是嫩绿色 鹅黄色的花朵 犹如南瓜花 大小也差不多 新香点点四坛花 这猪玉樱树终于成年了 十几株黑色的魔葵花 为猪玉樱树 它们都有十丈高 身上长着几十个末盘大的葵花盘 里面是密密麻麻 如黑玉一样的葵花子 里面藏着惊人的能量波动 头顶一个巨大的葵花盘 更是能有一丈方圆 里面的葵花子 大得跟巴掌一样 我们植物真是很奇怪 如果没有灵质 只要环境允许 就会一直生长 几十万年都能存活 可一旦像我族一样 诞生完整的灵质 那就会有寿源耗尽的一天 为首的魔葵花 传出一声 听不出男女老幼的声音 它慢慢地靠近玉樱树 身上的叶子 激动得哗啦哗啦响 少主 一旦你吸收完 这玉樱树的精华 你将无敌于这密境内 到时候我们 不分种族 全部在它们体内 植我的种子 吸干它们的血肉精华 助我成就大盗 魔葵花声音很辣 好狠啊 火灵儿嘀咕一声 师兄 搞这个魔葵吗 搞他 那师兄师姐 你们在这里 不要走动 灵儿去给你们 揪点瓜子回来 去吧 灵东方和萧熙月 对她的身法 现在都十分自信 朱雀身法 峰回九转 还有时间大到的加速 速度快的吓人 火灵儿悄悯密地凑过去 我就 咔 一株魔葵 被她揪下来 一个瓜子盘子 哎呀 嗯 魔葵花刚刚发出惨叫 就没了动静 她最顶上的葵花盘 相当于脑袋 被揪下来之后 就不能发出声音了 但是植物的要害 在于根部 她还没死 结阵护住我 魔葵少主一生 令下后果断地 把自己的根须 插入育婴树内 开始汲取其中的育浆 育婴树要成长 十万年后体内 才会产生育浆 对植物古族来说 是难得的大补 会显著提升 其修炼速度和寿源 此时此刻育婴树 微微一颤 到了成熟的时候 十六株魔葵结出阵法 这是他们 这一族的根连根阵法 防御力极强 彼此间能交换生命力 一损俱损 一容俱容 哼哼 我跑拉火铃 可不是那种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小公主 抱着瓜子盘 直接跳出包围圈 消失不见 哈哈 你们三人中 出了一个小叛徒 魔葵少主开启嘲讽技能 试图蛊惑林东方和萧熙月 可回答的她的是 一股无香无形的剑气 正 萧熙月长情遇剑 剑气如同音波一样扩散 看似 没有任何风锐 却沉重如山 她把独孤梦交给她的天下最重之剑 融入自己的剑意内 攻击力强得不像话 硬生生在阵法内 砸出一个破绽 暴力仙女的名头 自此诞生 林东方施展峰回九转 顺着破绽 冲进阵法内 找死 魔葵少主怒吼一声 没想到萧熙月 看起来这么柔弱的女子 能轻易砸开 她们的防御大阵 周身上下 三十六个葵花盘 九万九千颗葵花子 绽放出无尽的黑光暴 射向林东方 我族的葵花子射出后 欲物就炸 我这些葵花子 足以炸死化 神经的强者 好自动托子 林东方又惊又喜 直接祭出自己的倒锅 把这些葵花子 拘了进去 天结都能拘走 更何况 这天生专业对口的葵花子 碎人火点燃 林东方直接开始小火慢炒 一边炒 一边化开葵花子内的暴虐气息 你 你他 魔葵少主万万没想到 林东方那口大黑锅 居然能阻止葵花子的爆炸 发萝莉老六 呀嘿 火灵儿把坟天栈 割化作两尺来尝 形如镰刀 对着魔葵少主的根部 就是一下子 他现在的速度 比林东方都快 哦 魔葵少主发出一声惨叫 退 退 退 他怒吼三声 连倒下的主干都不要了 根须扭结成十八条腿 就要跑路 但是林东方 怎会给他机会 唢呐祭出 一曲十二月哭灵 这是老灵 当年在地球烧三个月 大西时候学的 撕心裂肺之惨烈 让萧熙月都眼圈发红 火灵儿更是拎着 小莲刀蛙的一声 哭了出来 妙音风的天鹰肝肠 断对植物有特攻效果 林东方一直牢记在心里 魔葵少主的灵质 直接被震碎 初闻不识取重意 悟透已逝 取忠 葵 周围十六株魔葵也是 灵质崩开 至此 十六株普通魔葵 和魔葵少主都失去了灵质 约等于死了 但是他们的本体还活着 变成了传说中的黑金葵花 成了一种灵药 此时 火灵儿趴萧熙月怀里 哇哇哭 师姐 我好喜欢师兄 你让他别离开我好不好 我们三个一直在妙音风好不好 老林这一曲 直接给火灵儿吹破房了 以为下一秒 就要生离死别了 好 灵儿放 放心 我和你师兄 一直在山上陪着你 萧熙月也拍着火灵儿后背 默默捶泪 十二月 库灵的高潮部分 太惨了 俩人即便是休息了天音传承 也挡不住 这股撕心裂肺的哀伤 灵儿乖 师兄在这呢 林东方见状急忙从储物界里 磨出之前做的乳酪夹心 相思血塞进火灵儿嘴里 师兄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直在妙音峰上 师兄答应你 师兄一直在妙音峰上陪着你 还有师姐 师父们 天天吃好吃的 好 林东方又轻吹了一曲抬花叫 不是他只会这一曲 而是想吹这一曲 喜庆的氛围顿时起来了 呜呜 不 给儿 火灵儿又哭又笑 直接打嗝了 又哭又笑 小狗撒尿 哼 师兄你才是小狗 火灵儿掐了林东方一下 又给他揉了揉 面前这虐狗的样子 估计魔魁少主在天有灵 也要汪一声 林东方暗自庆幸自己 没有吹奏白氏 第一曲大出并 那曲子一开始听着不咋的 后面越来越上头越来越稠 后劲绵长 这排行第二的十二月 哭铃虽然撕心裂肺 但却好比三板斧 扛过去就完事了 嗯 白玉宫殿门口白玉树 正好适合开席 开席迎客第一盘 黑金葵花瓜子林东方 笑着从储物界里 弄出一个大圆桌 铺上简易桌布 咱老林当年也是烧过大席的 师兄 你这有点不地道啊 用魔魁子当魔魁白 是大席的头菜 火灵儿彻底憋不住笑了起来 萧熙月在一边一阵无语 林东方又取出一些糖果 炸鸡柳炸里脊之类的 都是之前炸好 当路上灵嘴的 那么 咱们先看看这御英树 这花朵做酿肉 应该不错的 林东方走向御英树 随即发现 御英树被魔魁少主扎出来的洞 正在向外流淌 极绵密的御浆 雪白雪白的 白的耀眼 绽放着点点光辉 林东方用神农者鞭 捅箍了一下 挺好 没有毒 接了一小勺 稍微尝了尝 嗯 有骨淡淡的豆浆味 又有点绿豆味 能不能点豆腐 林东方正想着 只见小御勺里的御浆 在迅速凝固 最后变成了 颤微微类似闷子的样子 咬一小口 和绿豆闷子的唯一区别 就是 这玉浆闷子更白 啊这 林东方忽然扶置心灵 取出一个小铁腕 去接玉浆 玉浆迅速化开 点燃碎人火煮沸 一股浓郁的豆浆味散发出来 玉铁极化 碰玉则凝 好东西啊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这玉英树 务必要拿下 师爹 这玉英树你 可以用天龙水宝土试试 这种树木 萧熙月对着林东方和火灵儿 敲咪咪的传音 没想到这玉英树 给了他们这么大的惊喜 呜呼火灵儿 此时已经恢复了活力 呆毛一抖 记上心来 师兄啊 我们要怎么利用这玉英树呢 哗啦啦 玉英树叶子抖了抖 似乎有点啪啪 肯定不能像魔葵那样粗暴了 要好好的把这世间 独一无二的玉英树保护起来 栽进最好的田地里 偶尔就快要开败的花朵下来就好 这玉浆 不知道是不是无限产出 要是能无限产出 就每天接一些 林东方故意大声说话 也是自己是个专业耕田的 师兄啊 那要是把他放在这里 会不会等一下 就被别的植物 鼓足给残害了 那肯定的 我听说 还有甘蔗成金的鼓足呢 师弟 我听说甘蔗最吸水了 估计一下子 就能把所有玉浆吸光 哗啦啦 玉英树的根须 开始如动 想跑 三个人一唱一和 可把玉英树 不太智能的灵光吓傻了 玉树乖乖 看看我这宝土空间 林东方有个特殊的储物界 可以种植物 这是老头骨给他炼制的 万一遇到类似榴莲祖根那样 也好收起来 里面是一滴天龙水 和几百斤茶汤 浸润过的五色宝土 玉英树直接就钻了进去 这空间连仙药看到了 都得迷糊 嗯 我丢进去个两个盆子 你每天能产出多少玉浆 和多少花朵 哗啦啦 玉英树摇颤了几下 撒下二十几朵花 又流淌出能有一大缸玉浆 产量好高啊 林东方没成想 这玉浆这么多 这玉浆可以 做成焖子或者大拉皮 夜花玉浆 估计可以点豆腐 师兄 焖子是什么啊 火灵咽了咽口水 正好吃习必备 五彩大拉皮和蒜蓉焖子 我给你们做 林东方系上围裙 再一看几株魔葵花 忍不住笑了起来 真是缘分啊 师姐 你把这些炒香的魔葵子拨开 混合芝麻磨成酱 这五彩大拉皮和蒜子 都离不开芝麻酱 众所周知 芝麻酱里 加瓜子人可以增香 林东方美的鼻子冒泡 还是秘境里好啊 古族家本地土著 就是双份的美味 林东方 祭练了几十根 能有筷子长 两指宽的玉制轨道 玉浆倒进去之后 迅速凝固 差不多和大拉皮一个形态之后 赶紧拿出 不然 可就老了 旁边一个大防玉盘里 是一盘玉浆 变成了十分有弹性的蒜子 火灵儿看着自己 灵药空间戒指里的 那些魔魁花咧咧嘴 魔魁啊 你们遇到我师兄 也是你们的福浅 不然你们都不知道 自己有这么大的用处 灵儿 你来捣算 得令 林东方把随身飞船 停在宫殿旁边 开启逆踪功能之后 进了厨房 开始备菜 白玉一样的玉浆 拉皮过开水汆烫后 变得透明如玻璃 也更加滑嫩了 但不失劲道 美啊 欣赏完了这些 林东方起 锅摊了几张鸡蛋皮 五彩拉皮 有用鸡蛋皮 也有用豆腐皮的 他习惯用鸡蛋皮一些 胡萝卜 红心萝卜 黄瓜 煮熟的木耳切丝备用 离挤肉切丝 师兄啊 这里挤肉 不用腌制一下吗 不用 直接滑油 然后葱姜丝 爆锅炒一下就行 说话间 肉丝已经过了油滑散 另起锅开炒了 旁边刚刚用来 给肉丝过油的油锅里 此时下入了切好的焖子 再慢慢炸制 林东方以前都是平底锅煎一煎 现在手头正好这么一锅油 也就用了 不过焖子比较沉 为了防止它们贴锅底糊了 是放在大漏勺里炸的 下锅之前用油润一遍焖子 可以防止粘连 烹入一勺酱油 炒出酱香味 以及给肉丝上色 同时把肉香逼入剩余的酱油内 肉丝熟透 盛出来备用 吃了 碗底放两勺蒜泥 上面撒上干辣椒碎 淋上八成热的热油 香辣的味道 混合蒜香吃的一声就上来了 这凉拌拉皮的辣椒 油炸出一点干辣椒的焦香味才好 很香的 但别炸黑了就苦了 好 火灵儿眼巴巴地看着 林东方每加入一种 调料它呆毛就抖一下 酱油 盐 糖 一大勺醋 一大勺芝麻酱 充分搅匀之后 把几种丝 拉皮 还有肉丝 倒进大盆子里 淋入这些调料之开拌 师兄 这根拉皮 正好掉进了我嘴里 吸溜 火灵儿趁着林东方搅拌的时候 抓起一根拉皮炫进嘴里 酸辣的口味 冰凉软滑的口感 顿时让他想来第二口 此时旁边的油锅里的焖子 已经差不多了 捞出来用手勺轻轻砸一砸 给他们身上多余的油砸下去 放入盘中 豪放的一勺老林调制的淡酱油 淋上萧熙月刚刚抹好的芝麻酱 还有火灵儿捣好的蒜蓉 上桌开洗 外面脆脆的 里面软软的口感 是以前没有吃过 火灵儿对焖子很感兴趣 阿呜 樱桃小嘴 一下子炫了两个进了嘴里 焖子上被油炸出来的 嘎巴 非常脆 比之前的小酥肉和炸鸡腿都脆 焖子本身的香味并不出众 但配上芝麻酱 就另当别说了 黑金葵花子芝麻酱的 远比纯芝麻酱 或者二八酱来的香浓油润 捣碎的蒜蓉 尽情地释放着自己的刺激香味 与芝麻酱和焖子 发生了奇妙的风味反应 林东方连吃三块之后 多少吃出了 这玉浆焖子带着一丝回甜 萧细月在努力对付一根拉皮 柔软顺滑 直接滑进嘴里 各色调料的味道 相辅相成 黄瓜丝等配菜 让软嫩中多了清脆的口感 还有那香香的肉丝 冰凉润滑 让她情不自禁地开了一瓶汽水 单手开汽水 十分的熟练 配上鱼香虎丝盒饭 三人吃了个尽兴 不得不说 这个黑金魔葵的 是真好吃 磨磨蹭蹭 和师姐师妹收拾完厨房 林东方抓了一大把 之前炒好的魔葵少主的子 开始磕 巴掌大的磕着不习惯 等着回去炸油 小的有小手指两节那么大 瓜子人有两个花生米那么长 酥松香脆 吃一个就满嘴流香 不过没有原因进的修为 是磕不开这瓜子的 林东方为了磨牙 就没有炼化掉他们的灵力 是啊 想不到它这么好吃 还好师兄留了他们的性命 种下之后 我们就时常有这种瓜子磕了 火铃也抓了一把 自此之后 每当茶余饭后 嘴里空落落的时候 这对师兄妹 就会想起魔葵一族的好 萧锡月倒是不怎么喜欢吃瓜子 拆了一块乳酪加薪的香丝血 丢到嘴里 师兄 咱们去宁华宫看看吧 来都来了 好歹参观一下 好 但是不能耽误太久 我可是想着 三天下锅八个唇血生灵 现在满打满算才两个 好 三人溜溜达达走向宁华宫 这白玉宫殿内能有百米方圆 分了四个大屋子 除了连接在地板上的书架书桌等 其余的东西都被别人搜刮走了 林东方蹲在地上 仔细摸着这白玉地板 不对劲啊 这滑溜的手感 让他忽然想到了 刚刚做的玉浆闷子 如果把闷子的硬度提高 那么 不论是色泽还是触感 都一模一样 嗯 师姐 林儿 你们用九阴玄火 和朱雀火制烤一下这地板试试 好 两女寄出一道蓝色一道红色的火焰 落在地板上 无事发生 怪不得之前有人来都是一无所获 这玉浆 只对碎人火有反应啊 林东方摆摆手 让他俩收回火焰 然后自己祭出一道碎人火 最大火 呲啦啦 吃吃 白玉地板 像是碰到烙贴的猪皮一样 迅速发出一股焦糊味 冒泡 变黑 不多时 这宫殿内的地板 就完全消失 这 萧熙月和火灵一惊 呼 一道微微带着石灰的枪位 从一边的宫殿中心传来 这味道好难闻 火灵 呆毛都抽抽起来 萧熙月平住 呼吸后退了一步 这味道属实 有点上头 走过去一看 是一个小小的地下室 嗯 这味道 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地下室里 只有一个灰扑扑的炼丹炉 这丹炉居然是仙铁 可惜残缺的太厉害了 萧熙月叹息一声 他虽然不是炼丹圣手 但总比旁边俩人强多了 林东方小心翼翼地凑过去 顺着丹炉的缺口 往里面窥探 不对 里面装的不是丹药 居然是 都说服务双至祸不单行 可是今天 这都三阳开态了 林东方两眼放光 破烂炼丹炉里的 不是别的 正是十多颗 霞光点点的松花蛋 青白色的鸭蛋壳上 没有丝毫瑕疵 而且上面 还有着九彩仙光 那些是仙道神韵 比林东方做的菜肴道韵 还要更进一步 旁边还有一张羊皮 上面写着很多字 为什么这世间 只有我一仙 喜欢吃这松花蛋 一行字 透发着无尽的无奈 留待有缘人 林东方读到这一句话之后 下意识地摸出唢呐 想了想又放了回去 前辈啊 等我回去做一道皮蛋豆腐 进贡给您 林东方对着丹炉拱拱手 剩下的字就是松花蛋的 极尽制作方法和步骤 堪称即到松花蛋 再仔细端向了 一下丹炉里那些 霞光点点的松花蛋之后 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误到茶粉 这松花蛋的材料里 有误到茶叶磨成的粉 我了个乖乖 怪不得有仙道神韵啊 这位前辈制作松花蛋 还真下血本呀 林东方用九州 顶收纳了残破丹炉 把这二十四枚松花蛋保护好了 师姐师妹 这位前辈说蛋最好用鱼咬 咬 的蛋 鱼咬 火灵儿嘴巴张了张 瞪着眼睛咬了两口空气 活像是一条红色的井里 要用鱼咬过的蛋吗 她滑稽的样子 让萧细月不禁笑了起来 师妹 咬是一种很神奇的 类似野鸭的灵情 她的肉可以 可以什么呀 火灵儿呆毛一弯 师姐最近总是 支支吾吾的 能保佑人多子多福的 萧细月脸色一红 她和东方帝皇 现在都还不打算生孩子 日后再说 嗯 我有四个哥哥了 火灵儿脑袋一歪 她放弃了 把鱼咬做成烤鸭的想法 师兄啊 这松花蛋好吃吗 可好吃了 林东方黑黑一笑 打算回去自己再做一些 以前她不太会做这东西 现在有了配方就好办了 那为什么这位前辈说 只有她自己喜欢吃呢 火灵儿有些怀疑 那是因为 这是一种类似臭豆腐的食物 有的人很喜欢 有的人不喜欢呀 原来如此 三人离开这宁华宫 飞向秘境尽头的昆仑天池 昆仑天池 有阵法笼罩 分成四份 对应四个境界 昆仑仙山的风景 自然不必多说 一路上三人采野果寻灵药 走走停停 又花了多半天的时间 乒乒乓乓 轰轰隆 远处的天池边上 一百多个人影兽影在打架 龙血鲤鱼 天下宝物 我无敌 伴随着一些垃圾话 林东方知道这帮人为啥打架了 原来是天池里出现了龙血鲤鱼 师兄 足有三条龙血鲤鱼爱 火灵儿咽了咽口水 呆毛湾成了一个鱼钩状 一条红烧 一条酱闷 一条糖醋 林东方露出一个与人无害的笑容 骤然间 周围所有能吃的古族 都觉得背后一寒 所有古族都扫是石方 寻找刚刚让他们背后一凉的家伙 或者一个强者路过此地 师兄 你笑起来好帅 每次你这么笑我都知道 我要有好吃的了 火灵儿美滋滋地抱着他的胳膊 好了好了 你们在这等我 我去捉鱼 林东方戴上天眼都看不穿的面具 把各种秘术发挥到极限 悄无声息地穿过对战的人群 三条块两米长的金色鲤鱼就在那里 他们就在那里孤零零地游泳 他们被这群强者吓得瑟瑟发抖 他们需要由郭包容的热爱 和盖上锅盖的安全感啊 哄 但旁边一道身影 几乎和林东方同时抵达三条玉境前 两人几乎是同时拍出一掌 啊 对方传出一声惨叫 手直接被扎出一个大窟窿 林东方藏起手中沙黄扇的钉子 打眼瞧过去一看 只见是一个猛面轻衣女子 个子很高 平平无奇 此时这女人浑身都在颤抖 先先玉手上一个前后透亮的大洞 正在缓缓愈合 公子好狠的心 欲解家子音传来 林东方懒得和他废话 收起三条龙鞋鲤鱼撒腿就跑 他和老头骨玩近身搏杀的时候 练成的指缝夹钉子这一招 然后被老头骨夸了三天我被楷模 我柳如烟自苏醒以来 还是第一次有人对我如此不屑一顾呢 那女人追了上来 靠 居然是传说中的如烟大帝 林东方一哆嗦 跑得更快了 他虽然是爱美之人 但仅限于师父师姐师妹 至于什么 柳如烟鱼又微的野花茶茶 还是算了 兜兜转转一圈甩开柳如烟 林东方摘下面具换了身衣服 又溜了回来跟师姐师妹会合 周围的家伙还在打架 三人开始捡漏 他们手里都拿着一块血沙石 吃 一刀见光斩出 一头三脚蛮牛族的一扇肋骨 被灵台圣子一剑斩了下来 林东方美滋滋地捡起这扇新鲜的牛肋条 师兄你运气真好 在湖边散步都能捡到别人不要的新鲜牛肉 火灵儿用血沙石感应了一下 这头牛体内没有人足血沙 说明没有吃过人 是干净的 老天爷真是把我当亲孙子了 这么好的牛肋条可得做成好菜 师姐师妹 晚上吃扒牛肉条好不好 好爷 哄 远处又是两个强者对轰一拳 蛟龙族一个强者的尾巴 被生生震断正好落在萧熙月身前 血沙石感应了一下 没有异常 师弟 这龙尾是清蒸还是红烧 红烧吧 要是口味不错 以后再弄一根来清蒸 三人挑挑拣捡 又弄到了一根赤金羊后腿 不打了 不打了 此地有隐匿身形的强者 在收集我们的血肉 该死的炼丹师 迟早要把所有炼丹大盗碾碎 确实 只有他们专门收集 我们的血肉炼丹 两个古族强者怒吼后逃之夭夭 有人带头 剩下的也就跟着都跑了 人族强者打扫了一下战场 也相继离开 师兄 貌似炼丹的人给我们背锅来 火链呆毛一抖 林东方笑了笑 链儿放心 过阵子他们就要求着炼丹师 给他们炼丹了 最近秦鼎有了新的丹药 用他处理肉类的厨余垃圾 可以炼制对古族最有用的沥血丹 他身上现在带着三粒 嘎嘎嘎 哗啦啦啦 这湖边鱼咬数量很多 三人抓了八十多之后停手 这么多也足够下蛋了 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 就在林东方打算离开的时候 远处传来一声 嘹亮的琴内鸣叫 声音尖锐又悠长 让整个天池表面都翻起了波纹 这是 大鹏鸟 纯血金翅大鹏居然也出现了 萧细月眉头一皱 金翅大鹏是仅次于昆鹏 与朱雀玄武并列的超级胜兽 实力可不是闹着玩的 但一看旁边的师弟师妹 他一阵无奈 林东方口若悬河就不说了 火灵也咽了口口水 他身负朱雀血脉 鹏鸟宝血对他来说也有大用 哼 金翅大鹏一展能有三丈 从远处瞬间抵达湖边 可恶 没想到我来晚一步 这龙血鲤鱼落入他人之手 金翅大鹏声音低沉 但没有多少动物 老林断定这鹏丹的质量一定很好 绝对很好吃 可主人收获了三枚物道叶 龙血鲤鱼在这摇池秘境内 无法练制成丹药 只要我们守住出口 那龙血鲤鱼迟早还是我们的 旁边一只混血玄武像 是传说中的龟成像一样 后腿站着在安慰金翅大鹏 这一世人族天骄很多 腾蛇一族损失了一员大将 魔魁族近来的强者全军覆没 不光要小心人族天骄 也要小心别的古族 你们可要小心 多谢主人提点 我等记住了 金翅大鹏带着一群小弟飞走了 师兄 这只金翅大鹏留给我以后来宰好不好 火铃儿拉了拉林东方的袖子 我现在还打不过他 过一两个月估计就可以了 好 到时候师兄等着铃儿 给我送棚肉来做工爆棚丁 林东方笑着捋了捋那坚定的呆毛 金翅大鹏 毕竟小名叫圣兽 而且是古族在其秘境里 举全族之力培养的 他现在战力比火铃儿强很正常 火铃儿要不是遇到了林东方的话 现在估计还在宁丹靖吗 但气韵这种东西 是不讲道理的 萧锡月当年下山历练一无所获 东方帝皇一只猫在圣主大殿里 镇压摇齿气韵 遇到林东方就是他们的气韵 林东方遇到他们以来 一路顺风顺水也是他的气韵 不对啊 这悟道茶树一百年一百片叶子 按理秘境四个分区 每个区域也就二十来片 这大鹏鸟这么快就弄到了三片 林东方反应过来 这可不是好兆头 这一世怪太太多了 万一这帮家伙 把悟道茶叶都嚎走了咋办 师弟 悟道茶在历史上 会出现产量爆发的现象 最多的一次 一共产出了上千枚叶子 啊这 没准这一世也是产量爆发吧 不过 还是先去秘境中心看看比较好 也好 那我们过去 按照地图来看 只要飞到秘境的正东方 就可以看到一根通天石柱 刚一到地方 林东方就听到一声叹息 叔叔我啊 仿佛陷入了一个轮回 每次睁眼都能看到一个变态的小伙子 带着两个小美女来我面前秀恩爱 叔叔 林东方愕然 这悟道茶树有完整的灵芝 刷 一道仙光 把林东方三人拽了过去 移出未知的空间内 一座平平无奇的小山包上 一株黑布拉几的大树 正在轻轻摇颤 树不是很高 但很粗 直径能有五六米 四十九根枝丫上 足足有上千枚叶子 这是一次丰收 不时的有一片叶子落下 洞窗空间直接消失不见 这就是天地间第一林根雾道茶树 亘古长存 无人知道 其来历与具体年岁 流光一彩 大到天鹰轰鸣 光是站在这里 不动都能让修为缓缓增长 树干上树皮 形成一张苍老的老脸 没想到除道 还真的出现了 前辈好 林东方摸出三把椅子 带着师姐师妹坐下 往四周看看 小山包下方 看不到土地 是一片虚无 再仔细看 无尽远处 有一条小小的虚影 是昆仑山脉的影子 悟到茶树愣住了 他无尽岁月 来见过很多男女老少 第一次见到搬出椅子 在他面前坐在椅子上的 前辈 不知道 您请我过来 有何指教 指教谈不上 就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你叔叔我呀 就快死了 悟到茶树的老脸 尚满是哀伤 林东方一愣 不是 叔叔 不是 前辈 您咋还能死了 悟到茶树 不是号称不死树吗 不光林东方大为震撼 萧夕月和火灵儿 也是震惊不已 人一旦有了会根 就有烦恼 树一旦有了会根 就会死去 悟到茶树一探 一副让林东方 恨不得掏出所那 来一曲大出病的样子 而且 对于我来说 离开这里就会死 一辈子困在这里 有会根 还不如当一个真正的植物 悟到茶树两根树枝垂下来 抹了抹眼泪 林东方收起所那 摸出一个小碗 把那蕴含着 大量天地大道的眼泪 收集起来 这两滴九彩眼泪 能有荔枝大小 和天龙水一样互不相容 顶得上三枚悟到叶 你小子 还真是咽过拔毛 我就想痛痛快快地 哭一下掉两滴眼泪也不行 悟到茶树 瞪了他一眼 额 林东方取出一些水胶 在悟到茶树身上 您留这个 这水多 悟到茶树 都被他整不会了 不是 你这么自来书 你家里人知道吗 我就是觉得 树叔您看着清静 有亲和力 林东方拍了拍马屁 得了 我也不跟你废话了 上一次求人 帮我斩断惠根 是一个姓苏的臭小子 他带着两个古族美女 他是时间大道的创始人 直接给树叔 我来了个大还原 林东方摸摸下巴 姓苏的玩时间的 肯定就是苏家始祖了 怪不得苏家始祖 在岁月塔里 留下了预言 把我和悟到茶树 联系到一起 想来是推测出了 树叔惠根 长出来的时候啊 前辈 我也会一点时间大道 但不多 您知道的 我是除道 我只能把你的惠根 拿来入菜 或者一把火烧了 林东方拎出菜刀 又祭出碎人火 悟到茶树一哆嗦 他几次斩断惠根 都没用过实体刀啊 更别说火烧了 这得多疼啊 嗯 咱先别着急切惠根 你先悟到 把你的大道完善一下 然后给树叔安排个无痛的 悟到茶树 急忙把几片叶子 甩到林东方怀里 上次那幸苏的小子 就是在这悟透一招反本还原 给老夫无痛去了惠根 这样啊 林东方认真点头 前辈 这小空间 别人能进来吗 除了老夫自己召唤 别人都进不来更看不到 天杰想进来 也得跟我商量一下 悟到茶树 十分嘚瑟地显摆了 一下自己的超然 那得嘞 林东方果断停止了 化天荣地秘术的运转 师姐师妹 咱们先把蛟龙尾巴 做了尝尝先 林东方直接把那条 两米多长的蛟龙尾巴 拿了出来 真正的龙皮啊 他想到了以前吃过的一道菜 昆仑暴斧 是用龙盾皮制作的 一道极其鲜美的菜肴 很贵很好吃 龙盾皮模仿的 就是龙皮 龙盾是一种石斑鱼 林东方之前 去东海还真忘了抓 眼下真的蛟龙皮在手 又是在昆仑仙山上 这一道昆仑暴斧 肯定要做得尽善尽美 前辈 你这地方 可以激活石斑法阵吗 可以啊 不然那姓苏的小子 怎么能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玩满他的时间大道 悟到茶树丢出几个石块 是苏家十祖留下的一角阵法 林东方果断包下龙皮 用盐在两面涂抹均匀之后 扔进石斑法阵内腌制 龙盾皮要腌制一天 一夜才能晾晒 这胶龙皮炼化了血肉之力后 怎么也要两天 林东方倒也不着急 开始切胶龙肉片 这龙肉和鱼肉好像啊 直接打边裸好了 昆仑豹腑的皮 取自石斑鱼 石斑鱼最好吃的吃法 就是打边炉 或者鱼粥 橘鱼片 先取下三棱状的龙骨 拳头粗的龙骨中间 可以清楚看到 颤微微如果冻一样的骨髓 剁下来几块扔到锅里 开始煮汤 只加盐和姜片 还有三片雾道叶 萧熙月火灵儿 还有雾道树都惊呆了 这也太奢侈了 大道轰鸣 三片雾道叶是 能引来天结菜肴的标准 但此时此刻 天结只能在小空间外干瞪眼 龙水缓缓变得白嫩银润 点点油花从里面吸出 飘到汤面上 形成一个小小的圈圈 随着废水转来转去 林东方切了三大盘龙肉 然后开始调制蘸料 葱蒜 沙姜切得碎碎的 淋上热油 沙姜的味道偏腥也更爽脆 生姜偏辣 纤维更粗 林东方打边炉 喜欢沙姜 趁热加入酱油后 补一些小香葱花 这是最基础的蘸料 萧熙月在自己的蘸料里 加了一些黄灯龙辣椒酱和金蒜 火灵加了一点点香醋 林东方转身把腌制好的龙皮 挂在时间阵法里的一个架子上 以太阳真火 模拟正午的阳光 开始晾晒龙皮 要晒一百天以上呢 时间阵法内龙皮静静晾晒 这边桌子上锅子里龙骨汤沸腾 这是一股四猪骨香 鸡骨鲜的淡淡香味 开灶 林东方颤抖着 夹起一片龙肉下入锅内 尽管不是真龙肉 但这玩意也是蛟龙带个龙子啊 这么高端的食材 他选择了这种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完全以龙自己来突出自己的香 鲜 十几秒后 薄薄的龙肉片已经烫熟 可以清楚地看到 上面银白色的肉丝线条 很软 略微使劲一加就断开了 没有蘸料 直接送入口中 汤底有盐 所以并不是那么淡 可以清楚地尝到龙肉之香 是的 很香 原以为会像鱼肉一样 以鲜为主的龙肉 给了林东方肉类里最香的感觉 龙水的香味 完全浸润到了肉里 按理说 骨髓的味道 不会这么快就融入肉里 想来应该是龙水自身的特点吧 林东方打开自己的笔记 龙水的香味 极易融入龙肉之中 当和龙水一起烹饪的时候 龙肉是所有肉类里最香的肉 都说龙肝凤髓 不知道龙肝的香味 会不会比骨髓还香 他这边写着字 对面萧熙月和火灵儿 已经开灶了 师姐 这肉质真的嫩 比之前吃过的所有鱼肉都好吃 是啊 嫩得像蟹肉 稍微切厚一点 又有点软弹像虾尾肉 萧熙月忍不住取出烤炉 把几片稍大的胶龙肉片 放上去小火制烤 铺上一些粉丝 撒上蒜蓉 黄灯龙胶的腊味 经过热油的闯入消散了一些 留下了类似泡胶的复合香味 再加上蒜香 更凸显龙肉的香 胶龙肉的特点 香最重 鲜刺汁 无回甜 林东方收起自己写的 古族食材概论 开始继续吃 可惜没有龙多 石斑鱼打鞭炉 没有鱼堵 是令人遗憾的 他还在这感慨呢 对面萧熙月和火灵儿 已经有点顶不住了 三枚雾道夜浮浮沉沉 让汤笛有了一丝清茶香 本来雾道茶经过水煮 就会产生道运 再加上林东方的除道加成 此时仙光渺渺 天鹰隆隆 萧熙月和火灵儿的 修为在疯狂上涨 不论是摇池飞仙金 萧家上古心法 火家心法 还是苏家时间传承 本来让他俩一头雾水的 至高传承 现在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都说修为疯狂上涨 会导致根基不稳 那是因为 用的天才地宝太垃圾了 完美的天才地宝 只会让人突破得更快 根基更夯实 林东方也是一样 各种秘书在这一刻 像是这巴勒皮的蛟龙肉一样 在那里毫无保留地 展示自己的美 见师姐师妹 一副就要顿物的样子之后 他赶紧把物到茶叶 夹出来放到一边 他还打算 让他俩等会吃点昆仑暴斧呢 呼 师弟 这道菜的道运太可怕了 我刚刚有种 要一直突破到化神境的错觉 师兄师姐 我感觉我好像到了原因二重了 呆毛一抖 他大前天刚刚进入原因境啊 原来这就是那种 什么转世真仙复苏大帝 疯狂秃秃的快感吗 火灵儿都惊呆了 但是他没有沉迷 这种修炼的快乐中 碗里的龙肉更让他沉迷 香 米醋的香味 让肉香稍微淡了一点 不过更可口了 开胃啊 呼 旁边刮起一阵风 悟到茶树两个大笔孔 在疯狂吸气 我说叔叔您也想尝尝 林东方烫了几片龙肉 端了过去 小子 你看我嘴里有牙齿和舌头吗 悟到茶树想咬牙切齿都做不到 没有舌头 尝不到味道啊 呃 那埋进树根底下 林东方取出一个铲子 嘿嘿 挖悟到茶树 万一挖起来了 岂不是可以直接收走 见他这一脸期待的样子 悟到茶赶紧摆摆树枝 不行 我扎根的地方有阵法保护 只能浇水啥的 那我给您浇点汤 林东方把肉片塞进自己嘴里 又咬出一勺龙汤 想到悟到茶树好歹也是植物 他把温度降了下去 用开水浇树不太讲究 呃 悟到茶树有点猛 这小子执行能力这么强 但看着那香喷喷的龙肉汤 他鬼使神拆得点点头 哗啦啦 随着一勺肉汤的浇下 悟到茶顿时浑身颤抖起来 哦 悟到茶树发出一声长嚎 吓得火铃呆毛都黏了 萧细月的烤龙肉片都差点糊了 这是什么感觉 我要燃了 哦 林东方一哆嗦 他才注意到自己这勺子 刚刚挖了一勺辣椒酱 不是 前辈您好歹也是先要 居然怕辣 老林是真怕给他 辣出一个好歹来 赶紧起了几瓶汽水 咕嘟咕嘟 各种口味汽水倒下去 这不是林耀峰批量制作的汽水 是他自己用松针做的 汽更足 更爽炼 还能去除蜡意 果然 水倒蜡除 悟到茶树不好了 格儿 等到这些汽水完全消失在泥土中 老树忽然打了个格 小子 你这水什么来头 居然让树树我有点上眼 悟到茶树抢过一瓶刚刚开封的汽水 树枝叉里头细细品尝 这水的味道我居然能尝出来 而且这种冒泡的感觉真不烂 不多时 一根树枝上就出现一个汽水瓶一样的叶子 不是 树树您这片叶子里能蕴含什么大道 林东方拨弄了一下那片叶子 强忍着给它薅下来 扔瓶子里二次发酵的冲动 圆满宝瓶印啊 能吞噬万物呢 悟到茶树无师自通地 从土里拔出两条树根 整体向后歪了歪靠在土堆上 两条跟像是敲二郎腿一样晒太阳 还用树枝吸着汽水 旁边三人无话可说 小友啊 树树我喜欢你这汽水 能不能多给我点 悟到茶树脸都不带红的 直接要 前辈 您要是跟着我去摇池圣地 我保证每天给您一千斤汽水 林东方搓搓手 这要是把悟到茶树弄回去 可就发达了 嗯 树树我啊 肩负着让天下修士 有能成仙的责任 不可以离开这里 悟到茶树说的十分严肃 给儿 响亮的声音破坏了这严肃的氛围 老树枝鸭上一些红色叶子 闪闪发光 仿佛脸红 林东方摸摸下巴 他有点想用悟到茶树的 灰根去泡汽水 然后等以后老树灰根又长出来了 用这瓶特殊的 有纪念意义的汽水来庆祝 但这想法太低欲了 他不能说 哎 想当年树树我呀 也是 老树想臭屁地自恋一下 但很快指出了话头 咦 这老树是不是能离开 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火灵呆毛一摇 记上心来 前辈 就没有办法和我们一起 回摇汽圣地喝汽水看风景吗 他跑过去 又给老树浇了一瓶果汁 他这是特制的果汁 反正林东方一口就能睡着的那种 酒香点点 老树迅速上头 情绪都写在脸上 明显异动 但理智还是有那么一丝的 不行啊 叔叔我呀 萧熙月取出了玉树的花朵 没有多说话 老树的目光顿时就直了 玉英树的花朵 不论对人还是对树来说 都是十分漂亮的 火灵迅速补刀 前辈 我们刚刚收获了玉英树 玉英树可好看了 什么 悟到 茶树不淡定了 一根树枝挠了挠树屁股 两根树枝横在胸前搅在一起 做沉思状 刚刚可是立了那么光明伪证的 树舍 但玉英树好看啊 人看脸树看花 这花长在悟到茶树的审美上 要是你们能把惠根和本体的联系彻底斩断 我这意识 可以附在惠根上 跟你去摇持圣地 前辈 此话当真 那必然的 这样一来 我的本体还在这继续生长 但是没有灵质 惠根是我的分身 但是有灵质 就算我这屡意识 最后烟消云散 也不耽误本体 在这开枝散叶 我可不是为了出去看风景 或者和别的树交流感情 这一世 必然有非仙之人 树叔 我有必要出去 做个见证 悟到茶树声音 威严浩大 三人差点就信了他的邪 火灵儿和灵东方 实际想办法 怎么斩断老树惠根 与本体的联系 这样的话 有什么办法吗 都变了调 他仰头看天 默默比划树枝语言 我说大妹子啊 这好东西都给他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天道没有动静 天道行事 何须向人解释 要是有这个神物 那树叔我呀 妙啊 他刚刚也就是随口一说 但没想到灵东方 还真有让他出去的办法 悟到茶树说到这里 兴奋的所有叶子都在抖 无数岁月了 自从他第一次诞生意识 长出惠根开始 他就在这个地方 虽然有时候 可以沾沾天道的光 看看室外风景 但还是太孤独了 树叔我呀 终于可以去洗劫帘里了 终于可以去跟漂亮的 灵树妹妹们 展示我的玉树灵风了 我一定要走遍 千山万水 悟到茶树激动的仰天大喊 活像一个时世楚男 灵东方咧咧嘴 就这黑了八戒的树干 还玉树灵风 传说中的墨玉是吧 但灵东方 有时候嘴很甜的 前辈啊 我摇持圣地 最近培育了很多 花朵好看的灵树 特别是盘桃树 嗨嗨 那我必须要先帮你们 检查一下 盘桃树的发育情况了 摇持圣地 我可是向往很久了 老树急忙收敛神态 心里却一直发飘 那么多的盘桃树妹妹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树的爱美之心 肯定是对树的 萧熙月和火灵儿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不过 心里都十分激动 悟到茶树啊 即便只是 会跟着一同出来 那也不是一般的机缘了 要是能让摇持盘桃 稍微沾上 一点悟到茶的特性 那真是负责万事了 没想到 我们把悟到茶沟搭到手了 以后遇到神药先药 我们都用汽水浇一浇好了 火灵儿 蹲蹲蹲灌下去一瓶 黑色快乐水 呆毛一弯 眯着眼睛 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前辈 那事不宜迟 咱们动手 林东方拎出一米多长的闸刀 刀身并不花里胡哨 通体黑色 甚至没有什么压迫感 只有刀刃是血量的 这刀快得很 保证无痛 嗨嗨嗨 先不着急 叔叔我一旦脱离本体 就无法操作这里的小阵法了 到时候 我们就会被一起传送走 你先在这里 把那个什么昆仑暴符做了 悟到茶树还惦记着龙皮做的菜呢 单以名字来看 这道菜就不简单啊 让我吸一吸汤汁 估计能诞生个什么真龙叶子出来 林东方一听这话 突然想到了自家的龙蛋 小声纠正道 前辈啊 是昆仑暴符 好好 这道菜不放辣椒吧 一点都不辣 这就好这就好 悟到茶树六根树枝 同时喝着六种口味的汽水 舒服地观看林东方接下来的烹饪 林东方没有先去对付晒好的龙皮 先开始处理干报 昆仑暴符用的龙皮和干报 价格有高有低 品质有好有次 所以 这是一道预算没有上限的菜品 但下限还是有的 贼贵 林东方用的干报是 之前从东海边上买的 品质不错 和二头报差不多 北斗星这边都是以重量来算 干报先报分开计算 他这是六两的干报 已经是当时方式里 现成货里最好的了 以后 要是弄到更好的龙皮 那我得自己做点干报来匹配啊 等出了秘境 再去趟东海弄点鲍鱼王之类的 干报的作用 是增加这道菜的香味 蛟龙本身已经足够香了 昆仑暴符这道菜 需要给龙皮补香 补鲜 干报能补大量的香 少量的鲜 大量的鲜药高汤和老鸡来补 也有用河豚之类的 超级鲜的鱼汤来补的 林东方手头 有河螺鱼和温瑶鱼的骨头 自然是要用这些好货来弄 先泡发干报 师姐师妹的 师父们的还有我的 五只鲍鱼 师弟 这泡发干报和做佛跳墙 是一个步骤吗 肖西月还记得 当时泡发鲍鱼的过程 挺费劲的 有区别 毕竟鲍鱼干和干报 是两回事 鲍鱼干就是直接晒干的鲍鱼 干报是有各种严格操作之后 弄干的 烹饪方法得当 就能吃到溏心鲍鱼了 冷水泡发六个时辰 林东方想了想之后 还是送入了时间法阵 毕竟这一顿 吃不完整张龙皮 以后回圣地了 再多做点好的 到时候 就不用时间法阵了 估计里面的道运浓度 不会亚于佛跳墙 也好给手作们 换换口味 大势争锋 他要把自己的大腿们 养得白白胖胖的 才能继续自己现在 这样悠闲的小日子 古族 可是一下子蹦出来 36个度捷径大佬 从小就有火力 不足恐惧症的林东方 觉得起码也要让自家圣地 有63个度捷径大佬才行 干包初步泡发 之后清洗 换水 小火煮到水里 泛起气泡的程度关火 再泡三个时辰 确实比之前 做佛跳墙的鲍鱼 干来的复杂啊 火灵儿咬着手指 师兄啊 这次我该又不会 只能分到一些小小的瑶柱吧 他还对当初 第一次吃佛跳墙的事情 耿耿于怀 这次瑶柱是辅料 多后不要的 咱们这干包大 要三次或者四次的 温水泡发才行 到时候切开鲍鱼里面 是微微分层的 最中间有点溏心的感觉 口感软糯还比较甜 干包的这些处理 就是让它的鲜转化成甜 少掉的 先要用别的东西补回来 以你现在的修为 等我做成最完美的 应该能吃完半个鲍鱼 林儿帮师兄把这些肋排 猪蹄和火腿块烤一下 油脂都烤出去 表皮烤干 得令 火林儿咽着口水烧烤这些材料 没有腌制或者刷油 可这些材料品质本来就好 香味还是嗷嗷地往鼻子里钻 林东方说话间 利用时间法阵 把干包经过了三次的温水泡发 你看 这样捏下去 软乎乎的就算好了 几乎有林东方 整个巴掌大的鲍鱼 在手里安静地躺着 圆鼓鼓的身子通体细滑 基本没有瑕疵 噼里啪啦 鸡爪鸡腿下锅油炸掉 多余的油脂 包括让火林儿烤的那些 都是成就鲍鱼汁的辅料 几个造型奇形怪状的叶子发芽了 要是它们凑上去 闻一闻 那味道绝对让人流口水 这几样料下入黄酒坛子里之后 再下入带疲老姜片 从打边炉锅里捞出来的龙骨 有龙骨就用不着猪童骨了 最后入鲍鱼 还有提鲜用的干贝 以及佛跳墙同款花菇 之前熬好的高汤 缓缓倒入 开包 这道菜的调味 要在最后调色的时候同时进行 不然干包就不会出现糖心了 师兄啊 这包多久呀 看包更大 先来十三个时辰看看 萧细月和火灵说不出话来 这道菜看似复杂程度不如佛跳墙 但细节上似乎要更难把控一些 林东方倒是没继续关注 之前做了那么多佛跳墙 现在对这种超长时间煲汤 已经得心应手 外界秘境内 徐少良兴高采烈地抓到第三片悟道茶叶 少主 这片悟道茶叶上怎么这么香 像烤肉味啊 嗯 这片给林前辈留着 这可能对他的除道有所帮助 就在小徐四处寻觅争夺悟道茶叶的时候 林东方已经把龙皮送进阵法开蒸了 龙皮迅速地吸收水蒸汽 膨胀 卷起 每一片龙磷都炸开了 三颗钟后 林东方把龙皮取出来 龙盾皮蒸两颗钟就好 这龙皮要多蒸一回 把蒸好的龙皮扔进冰水里 十八摸瞬间去掉所有龙磷 等以后试试 能不能熬出龙磷洞 蛤 蛤蛤龙一族 遇到可是倒了血霉了 龙磷都要吃掉 误到茶树喝光了三瓶快乐水 此时正在喝一锅茶汤 满树的叶子都在哗啦啦作响 染上了一层油光 润 做龙磷洞这也是物尽其用吗 不然他们怎么知道自己这么好吃 旁边一锅大火煮的奶白鱼汤 爆发着浓郁的鲜味 里面是和罗鱼和文瑶鱼 林东方把他们敲得粉身碎骨 压榨出最后一滴鲜美后过滤 把处理好的龙皮放进去 泡了三个时辰 又小火煮了半个时辰 龙皮不够鲜美的缺点被斩于马下 一边阵法里微致的干豹坛子取出 揭开盖子的刹那间 一股香浓到极点的味道爆发出来 经过油炸的鸡爪 火烤的猪体等材料 经过这么久的炖煮 把所有的香味都熬了出来 龙水的香味是最佳的桥梁 让这些香味浑然添成融为一体 这些材料还提供了最重要的胶质 让干豹的口感产生了净化 一坛子的汤此时只剩下半坛子 刚刚好显露出那些银润饱满的干豹 这道菜的调色不能用酱油 不然成菜会发黑 这么贵的菜肴 要是在色上差了就太不值当了 抓出一把红曲米 以熬煮鲍鱼的汤汁淋入浸泡一刻钟 染色 然后随着冰糖和海盐 以及一点炒糖色 一起加入坛内搅匀 红润的颜色散开 让本来白嫩的鲍鱼 变得更加有食欲起来 盖上盖子 再微制半个时辰关火 林东方小心地取出鲍鱼 滤出这一坛子 浇滞满满的鲍鱼汁香汤 这鲍鱼汁能做的菜可不少 什么鲍鱼汁豆腐 鲍鱼汁龙虾之类的 林东方随口报了两个菜名 萧熙月和火铃赶紧记住 这鲍鱼和龙皮 一起下入鲍鱼汁内 小火煮最后半个时辰 咕噜咕噜 红亮的鲍鱼汁越来越粘稠 每一滴里都饱含着 无尽的香与鲜 即便是萧熙月 也是一个劲的咽口水 怪不得小姨喜欢吃鲍鱼 火灵而使劲吸了西香味 决定把再干爆牌 在小酥肉后面 三个白鱼盘子 里面摆着刚刚 从打边炉锅里 捞出来的雾道茶叶 加出红润的鲍鱼 与改刀成筷子 长三指宽黑亮的蛟龙皮 一起摆盘 最后淋上浓稠的鲍鱼汁 一道无法标定价值的 昆仑暴斧成了 无尽的盗运鲜光在缭绕 但是他们都知道 这远不是这道菜 应该表现出的极限 因为这道菜 大部分步骤 都用了时间阵法加速 可以说少了九成的盗运 但旁边的雾道茶叶 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点 开饭 随着林东方一声招呼 萧熙月迅速过来端盘 屁股刚挨到椅子 就抓起筷子 幻化成刀叉 从中间切开鲍鱼 可以清楚地看到中间 部分那一层层的纹理 糖心处的暗色十分明显 把鲍鱼分成小块 从外面的部分吃起 软糯的口感 与以往吃的鲜鲍鱼 决然不同 香浓的味道 让他错以为是在吃肘子 但是肘子的口感 和干鲍是不一样的 随着开始 吃靠近鲍鱼中心的位置 香浓的味道 在逐渐变淡 随口感变得 更加软糯而来的是一股鲜甜 比任何海鲜都要甜 有虾肉的甜 鱼肉的甜 可又不是糖的那种甜 萧熙月一边吃 一边觉得自己 在把天下最重之剑 融入情因中的秘书 又更进了一步 旁边火铃 把本来平铺 在盘子里的龙皮 当作煎饼皮 把握到叶色进去一卷 樱桃小嘴 直接一口一半 嗯 好软 还有点脆 好鲜美 他觉得自己好像是 吃进嘴里 一整朵泡发好的婴儿 龙皮上本 应该嵌着鳞片的 部位现在 变成了一个个 吸饱鲍鱼汁的凹槽 脆刃的口感 每次咬下 都让鲍鱼汁 在嘴里 尽情挥洒着鲜香的味道 随后 是雾到叶嚼碎了的 淡淡茶香 火铃的血脉 开始进化 肉身强度 在飞快提高 火家人 是猪雀的后裔 虽然无法变成 纯血猪雀 但却可以蜕变成 半神体质 脆 林东方以前做过这道菜 龙盹皮版本 可没有脆的感觉 尝了一口 这龙皮版本的 经过这么久的晾晒之后 还有点类似银耳的脆 要是新鲜的 直接焯水做菜 估计能跟贡菜有的一拼了 贡菜也叫响菜 口感十分脆 是林东方很喜欢的一种凉菜 也可以下火锅 以后务必要多养一些 肉食用的蛟龙了 这批真好吃啊 这要是和贡菜 一起半点凉菜啥的 妙极了 对面 萧熙月吃完了这道菜之后 也开始打坐误导 林东方把装满鲍鱼汁的锅地 给误导茶树 前辈也尝尝 他之所以 没有在最后炖煮的时候 把茶叶也扔里 就是为了给对方也喝点汤 好好啊 悟到 茶树把树枝插进去 吸了一口 顿时浑身发出耀眼的金光 一枚山月形状 和龙形的叶子 迅速长了出来 而且极快地成熟 林东方直接把俩叶子 薅了下来 这龙形叶子 估计有大用 悟到茶树 并没有制止林东方薅叶子 比起之前给他切会根的家伙 林东方显得非常克制 或者说 对茶叶兴致不高 之前那几人至少 拿走了上百枚叶子 我说前辈 苏家始祖当时带的两位古族 是什么种族啊 别以后 我给人家误吃了 到时候心里头不得进 此时 火灵儿和萧熙月都神有太虚 他暗绰绰地问出这个问题 他对美女不是很感兴趣 只是想着以后 别误伤了人家吃了 不然心里肯定可以 看来 你对古族的了解 仅限于吃啊 那两个女子 是人形古族 这种古族 大概有三十多种 他们一个是鱼人族 一个是鱼人族 鱼人族是白头红眼睛 长着一对大翅膀的种族 与人族和人族更接近 只是在大腿上 有淡蓝色的龙纹 背后有一道缝隙 类似海豚鲸鱼的气孔 单以平均容貌而言 这两个种族 是天地间最好看的 杏苏那小子 最后二百多个道理呢 不过剩下的都是人族 你放心的吃古族好了 不带有误吃的 这样啊 怪不得他老人家 玩时间大到 老时间管理大师了 林东方不再继续在意这些问题 他开始完善自己的除道经 他要把狩猎杀生树 屠宰树等和寻花 摘叶融合在一起 要让食材在安详 没有丝毫焦虑的情况下 为了美味 做出崇高的牺牲 几天的时间飞速而过 外界的人 还在为了雾道叶 你争我抢 徐少良发现 最近收获的两枚叶子 上游汪汪的 带着浓郁的海鲜香味 这咸香的味道里 有一丝林前辈 做的扣三丝的类似味道 不管了 今天咱们 大家吃物到茶叶 汤底的刀切面 徐家一共四个人 跟着徐少良 这几天 天天吃少主做的饭菜 已经让他们 养成了道点 就拿出饭碗 等着的习惯 等到再遇到林前辈 一定要给他做一道扣三丝 16岁的少年脸上 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少主 我们这几天 疯狂练习做扣三丝 都进化了刀意 回去要不要让老祖 把扣三丝的方法 写进我徐家先经理 此事还需要让林前辈 同意才行 我们这几天 多收集点食材 到时候 也好连同悟道茶叶 一起送给他 可惜错过了 那龙血鲤鱼啊 刀是什么刀 金丝九环刀 面是什么面 大刀手擀面 汤是什么刀 三丝悟道汤 道是什么道 侠义缩面道 徐家五人 吆喝着不着调的曲子 忙忙活活地煮汤切面 徐少良秉惜宁神 他自己的心刀刀意 还没有成形 但收获这枚悟道叶之后 他觉得自己可以 似是而非地模拟出一份 林东方的除道刀意 但也仅限于此了 刀光闪过 一片巴掌大的悟道叶 被切成牛毛细丝 快看 悟道茶上的一部分道运 果然转化成刀意了 而且没有丝毫损耗 徐少良放下刀 和四个兄弟姐妹蹲下来 把脑袋凑进菜板 仔细观察那些刀意 虽然只让一成道运 发生了转化 可对于徐家人来说 意义也极为重大 真是托了林前辈的福 林前辈与我徐家有大恩啊 等过阵子 把这几天收集到的食材 都送给他 五人感叹连连 随后开始猛咽口水 这悟道茶叶切开之后 一股更浓郁的香味爆发出来 不是 这悟道茶叶也太香了 有炖鸡和胡肘子的香味 嘴浓的是鲍鱼的味道 几人一边闻 一边使劲对比 记忆深处的味道 下锅下锅 旁边是超大一锅滚开的生鸡汤 徐少良这两天 除了悟道业收获最多的 就是各种人生 一个16岁小伙子 天天啃人生 也是苦了他 悟道业下锅 那些香味 也彻底地融入汤中 随后 是冬笋丝 香菇丝和肉丝的加入 让汤里多了几种颜色 这帮人 也没讲究顺序 下面 超大的一口锅 200多斤汤 下了50斤面条 开灶 五人一人 一个大盆装满面条 撒上葱花香菜 从一边的油锅 汤锅里捞出炸鸡蛋 卤鸡腿 放在面上 一时间 这个秘密山洞里 只剩下缩面的声音 正缩着 隔壁的邻居回来了 这山洞一提两窟 徐少良他们刚来的时候 就把自己的洞窟入口 布置了迷阵 又敲咪咪 在隔壁洞窟 搞了个预警阵法 然后 不明所以的柳如烟 就住进了他们隔壁 徐少良 虽然是个血性小伙子 但他对柳如烟 这种不感兴趣 不过 这次柳如烟 带回来了的男人 徐少良认识 这个绿头发的男人 是仁健 任哥哥 不要再努力了 我就算是 无法恢复修为 也不要紧的 我不要看到 你受伤 柳如烟扑到人间怀里 阴阴啜泣 茶味弥漫 徐少良摸了摸 自己胳膊上的鸡皮疙瘩 为了如烟 多少苦我都能吃 你等着 等出了秘境我 就去摇池圣地 继续寻找太岁 祝你重登仙境 人间搂着柳如烟 感慨万千 多么善解人意的女人啊 这一定是老天 给她的礼物 不要 我要先及修为有何用 还不如我们 一起白头偕老 我不要和任哥哥分开 人间更感动了 柳如烟 已经从任剑嘴里得知 摇池圣地 可能存在太岁 这一神物 她现在唯一的目标 就是和唯一 进入此秘境的 摇池男弟子林东方 搭上关系 其次就是通过人间 这个傻子 进入摇池圣地 出门在外人社 都是自己给的 我有的都快瘸了 那到时候我求关系 让你也进入摇池圣地 到时候 我们一起寻找太岁 共同飞仙 柳如烟等的 就是人间这句话 任哥哥 我笨手笨脚的 进入摇池圣地 不会拖你后腿吧 怎么可能 如烟你这么聪明伶俐 等我当了皇帝 一定让你当皇后 任哥哥真好 正说着话 人间的传音符亮了起来 如烟妹妹 咒院族的少主 要在半个时辰后见我 你看 隔壁 徐少良眉头一皱 咒院族见他做什么 少主 咒院族是什么种族 之前没听说过 这是一个 最最敌视人族的种族 他们会收集强者 或者天骄的尸骸 用不祥至尊 转化成他们的同族 至于不祥至尊 具体是什么 谁也不知道 这样啊 徐家几人心头都是意见 这一世天骄其初 恐怕是咒院族 最希望看到的 隔壁 柳如烟掉铠子 也是下血本的 开始和人间半推半救 不过不会到最后一步就是了 徐少良施展出 自己的极限身法 祭出静气 隐身溜了过去 趁着人间一哆嗦的时候 在他体内打入一道烙印 16岁的小伙 天天啃人身 还能镇定成这样 让背后那些徐家人 看着都是满心震撼 少主逆天啊 不过徐少良 虽然被尊为少主 但对他们这些 旁戏十分客气 从不会直呼名讳 徐少良回到自己这边的洞窟 目光严肃 摇持圣地有太岁这件事 我们要告诉林前辈 此事非同小可 我希望哥哥姐姐们 不要为了太岁 葬送了咱们徐家后世的负责 放心吧少主 我们知道轻重 另外 就在徐少良打算 安排工作的时候 隔壁人间又嘀咕上了 如烟妹妹 见到了林东方 一定要宰了她 放心吧任哥哥 我一定会让他 乖乖躺在地上的 柳如烟摸了摸人间的 绿色头发 这两人针对林前辈 已有取死之道 徐少良目光异冷 人间穿好衣服 离开山洞 飞向咒院族约定的地方 三姐四姐 你们继续监视柳如烟 大哥五哥 你们随我来一起斩杀人间 是 却说 人间离开山洞之后 静直飞向了一处山谷 徐家老大老五留在原地 徐少良寄出静气跟了上去 山谷深处 一个黑乎乎的石台上 端坐着一只红毛怪物 形似大猩猩 但头颅像是一团海草 看不到五官 只有青色的眼睛 亮着幽光 这就是咒院族 当代新师里最强的 鬼师三 咒院族是可以修炼的 有着在人间体内的烙印 徐少良可以清楚地隔着阵法 听到两人的谈话 鬼师三大人 这是我最近收集到的尸骸 人间打开储物界 把一堆尸骸丢了过去 有人族 也有鼓族的 你做得不错 这梅雾道业送你了 把这些红毛 还有这个石块 丢到瑶池那个 除魔封上后 我会再给你五枚雾道业 你做不做 五枚雾道业呀 这个诱惑 直接砸穿了人间的智商 我做 人间把红毛和石块收好 转身离开 徐少良看向人间背影 默默思索 是了 瑶池圣帝最新弄了的除魔封 专门对付不祥 想来是被咒院族盯上了 他们要是被咒院族的不祥 至尊盯上了 恐怕不妙 人间离开了山谷之后 飞了 能有一千多里停住了 因为徐少良拦住了他 两人面对面 此时此刻无需多言 人间做好了战斗准备 哗啦啦 大刀上九枚圆环发出的声音 像是名府勾魂的锁链 徐家人只正面搏杀 不屑于偷袭 但迎面指一刀 人间的大好头颅就飞了出去 翻手再斩 原因也震得稀碎 人间到死也不知道 为啥看起来和他无冤无仇的徐家少主 为啥一刀罢他秒了 徐少良取下人间的储物借后 隐在一边 不久后 收到了人间求救信号的柳如烟 跑到了这里 令徐少良惊讶的是 柳如烟此时的修为 居然增加不少 所以没有直接动手 打算看看有什么猫腻 而且 这女人没有什么哀伤之色 但等天边又出现一个人影后 他忽然哭了出来 傻瓜二人组织二的周长青来了 长青 呜呜 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 人间尸骨未寒 柳如烟就投入了周长青的怀抱 任凶物虑 乳妻无养之 周长青俯着柳如烟的后背 嘴角一歪 冷冷一笑 徐少良都看妈了 低头又看了看储物件 咦 这里怎么还有这么多散发到运的宝土 到时候 也送给林前辈一点 或者炼制成十全大补丹 给他吃吃 悟道术旁边的林东方 忽然一哆嗦 徐少良等人分成两对 一边继续寻找机缘 一边四处寻找林东方 毕竟咒院族这个事情太大了 要赶紧告诉他 此时 林东方还在悟道查树下 完善自己的除道经 他的修为没有增加多少 只是在静静创法 十八摸 揣面神拳 峰会九转等 全面复盘了之后 他又开始揣摩自己初创的剁刀式 剁 刀根剁 威力更是成倍释放 刷刷刷 林东方周围出现一道道刀光 剁鸡头 剁骨头 剁鸡爪 剁辣椒 剁肉馅 有喷喷声 也有哒哒哒的声音 剁 林东方手持杀猪刀 一刀剁下 一个化神镜的护心镜 被他一刀剁成两半 嗯 终究是剁死物 以后要找一些陪练了 林东方觉得自己是个很拧巴的人 大部分时候想当个咸鱼 只想着每天做好吃的 小部分时候 他想着战神狂龙什么的装装逼 一棍在手 仙尊游菜花 见我也低头 林东方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 扭头一看 师姐师妹还没有醒过来的样子 他静静地看着火灵 前些天火灵 他在萧细月怀里哭声说的话 他还记在心里 火灵 是他在摇池圣地 第一个注意到的女孩子 毕竟小呆毛太可爱了 林二 师兄不会离开你的 你放心 师兄喜欢你 还有师姐 师父 林东方不自觉就说出了声 咱也水灵灵 当一个花心大罗北拉 反正现在发达了 能养活他们 一边悟到 茶树垂死病中金座起 瞪圆了眼珠子 好小子 连自己师父都不放过呀 不过老树知道 林东方此时不需要他发出声音 那小子还握着杀猪刀呢 林东方放下刀 搬了个椅子 来到悟到茶树进钱 前前后后 已经过了十天了 和老树也混熟了 我说前辈 这一世 你要产多少叶子 已经产了一千多枚了 我看这次起码也要快三千枚 你要干啥 悟到茶树斜了他一眼 又有五枚叶子 成熟洞穿虚空 消失不见 以林东方的速度都没抓到 我可告诉 可不能绝树枝啊 老夫我怕疼 您瞧您这话说的 我能干那事吗 林东方拿出一个捕鱼的网兜 每当有叶子落下 他就试着 去捞来锻炼自己的反应 和长兵器基础使用能力 又是十天过去了 林东方时而写写自己的除道经 时而捞捞叶子 或是和老叔一起喝汽水 萧细月和火灵儿 几乎同时悠然醒来 原因八重 原因四重 这还是他俩拼命压制修为 夯实根基的结果 不然萧细月 都得突突突到化神进去 经过林东方 简易烹饪的误道液里面的道运 已经发生了质变 他俩的根骨 气海都更进一步 堪与真仙亲子并论了 师兄 我总梦梦到你了 火灵儿跳起来 抱着林东方的脖子 小呆毛在他脸上蹭来蹭去 他不好意思 只说梦到林东方 在他耳边说 喜欢他了 坏师兄 居然连师姐和师父都不放过 嗯 要是只不放过一个师父 那我是小三子 要是两个师父都不放过 我岂不是成了小四子 在家我排行小五 在师兄身边排行小四 也算是进了一步 火灵儿的小脑瓜 开始疯狂脑补 最后他心里咯噔一下 林药风上还有八个师姐啊 萧细月也用一种 别样的目光盯着林东方看 他知道 之前不是做梦 这家伙居然还会表白 嘻哈 林东方深吸一口气 居然被他俩听到了 林药梦到师兄什么了 林药梦到 咱们在妙音峰上 一直快乐 直到天荒地老呢 火灵儿呆毛抖了抖 说出了自己最大的心愿 这样 那师兄就努力 让你们在妙音峰上 开开心心到天荒地老 好耶 火灵儿欢呼一声 萧细月悄咪咪掐了林东方一下 可嗨嗨 好了 既然都醒了 那就给叔叔我断回根吧 吃饱了狗粮的悟到 茶树早就等不及了 四六 一条一米多长的蓝色根筋 从泥土里钻了出来 我靠 前辈您这就是传说中的板蓝根 该不会还包治百病吧 林东方顿时联想了起来 臭小子你才是板蓝根 我这是会根 会根你懂吗 悟到茶树白了他一眼 前辈 从这黑蓝交接的地方切 嗯 可以适当带点黑色 蓝色部位 少了会影响老夫智商 而且有可能导致 这本体长出第二条会根 但是 黑色的地方切的时候 瞧好吧 林东方把板蓝根搭在闸刀上 带了能有一寸多的 黑色根筋部分 开闸 啪 板蓝根坠地 悟到茶树本体上的大脸 顿时消失了 嘶哈 板蓝根疼得直抽抽 这是树树 我最疼的一次 不过 好在树树我 总算可以出去玉树临风了 板蓝根幻化成一株 一米多高的黑色小树 只干苍镜 和悟到茶树本体 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不长叶子 快 先让我和云树妹妹待在一起 先交流交流感情 好嘞 守好了老树 林东方和师姐师妹手拉着手 被自动传送 出入倒数小世界 回到秘境内 轰隆隆 雷杰垂落 他瞪了他们三个很久了 三人开始杜劫 这可是多个小境界节 十分的恐怖 但不多时林东方和火灵儿 就开始起锅热游 炸雷杰 一边的萧锡月仰头看天 露出了一丝微笑 之前师弟说 可以事事动主 而且雷杰味道还寡淡 那么 他取出一些罐子 这些都是他委托林耀风师姐们 制作的果味粉末 肥料用了一点点雷杰液 所以这些果子 具有极强的抗雷属性 第一重雷杰落下 萧锡月取出一百多斤的 菠萝风味粉末 撒向那九道雷霆 粉末被雷霆炸成点点光芒 浓郁的菠萝气味 在方元树里内弥漫 九阴玄火 幽兰色的火焰逆空而上 恐怖的雷杰 被瞬间冻住 一根淡黄色的 棒冰 被萧锡月抓到手中 足有他大腿粗 三米多长 萧锡月以火为刀 把棒冰切成合适的小块 放进嘴里尝了尝 眼眸中顿时出现惊喜之色 果然变成了菠萝口味 这样的话 萧锡月又取出一桶奶油 把奶油倒入模具之后 再放入雷杰棒冰 不多时 一根雷杰夹心雪糕 就初步制作完毕 在旁边还有一桶 香丝血浆液 里面洒满了黑金葵花子 夹心雪糕放进去再拿出来 一层瓜子人香 丝血脆皮出现了 一口咬下 香丝血脆皮下 是香浓软滑的奶油 再往里咬碎 烧硬的菠萝味冰冻雷杰 丰富的口感 和层层递进的口味 萧锡月对自己做的雪糕 非常满意 师殿 师妹 你们尝尝这个 她把两根雪糕丢了过去 这雪糕里包着雷杰 所以没有被雷杰攻击 随后 她收到了火灵的油炸小苏 雷杰和林东方 做的拔丝雷杰 远处 在附近 听到雷声过来查看情况的 徐家五人 或是掐自己大腿 或是抽了自己两个大嘴巴 疼 他们不是在做梦 少主 那三个人 真的是在 肚结 这就是林前辈的除道吗 果然可怕 师姐真是太有才了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林东方随即现场 制作了一些肉松 但羊出去之后 瞬间被雷杰打得灰飞烟灭 可恶 看来需要一些雷道 属性动物的肉啊 没有继续浪费时间 继续做半成品雷杰 林东方横跨两层小境界 来到园阴五重 九十九道雷霆来了两次 收获了快两百根半成品 萧细月和火灵还不太熟练 三次小境界节 一共弄到了不到三百根 但也称得上是丰收了 林前辈 见他们渡劫成功 徐少良赶紧跑了过来 徐兄弟这么着急 出事了吗 还真有事 徐少良把三人 带回了自己的秘密据点 开始诉说之前的事情 啊 你把人家杀了 林东方大惊 少了一棵摇钱树啊 啊 前辈 人间不能杀吗 徐少良慌了神 脸一红 像是做错了事 等待被批评的学生一样 立正站好 见他这样 林东方摇头苦笑 最后 只能心里感叹 徐少爷的刀 何其快也 能杀 我还想着以后自己动手呢 但这事儿人家做的 确实没毛病 值得表扬 还有两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剧院剑说 摇池圣地 可能出现了一株太岁仙药 不知林前辈 有没有注意到 啊这 确实有所注意 林东方无奈点头 太岁土这事的真相 他还不能和徐少良直说 还有这个 徐少良取出了人间的储物件 里面的东西 包括太岁土他都没动 这东西 咒院族 不祥至尊 林东方 深吸了一口气 强忍着 仰天大笑的冲动 旁边萧熙月和火灵儿也是 默念尽心诀 默默地咽口水 最近红毛螃蟹啥的产量 不高就是因为 不祥数量显著减少啊 这要是把不祥至尊给弄了 不知道 能培育多少红毛小龙虾之类的 徐兄弟 你做得好 做得好啊 林东方双手 抓着徐少良的肩膀一阵乱晃 然后搓搓手 搓搓脸 兴奋的样子 是怎么也隐藏不住的 他有种不真实感 虽然还有不祥至尊这种好货 嗯 林前辈言重了 我只是碰巧而已 徐少良有点猛圈 剩下四个徐家人 也是一片茫然 为什么林前辈 得知不祥至尊之后 这么兴奋 难道不祥至尊很好吃 徐少良想破头 也想不出真正原因 只好取出一个盒子 这是我最近收集到的三枚物道叶 还请前辈收下 他双手把盒子 递到林东方面前 三枚油润的鲍鱼之风味 物道叶躺在里面 说起来 只有一批不到百枚的物道 也有鲍鱼之风味 剩下的都是果味的 因为老树 一直在萌萌喝果味汽水 林东方一呆 这家伙 还真是石上 一下子拿出来三枚 徐兄弟 你告诉我的这两则情报 对我的价值 远超三枚物道叶 刀意的事情 已经扯平了 于情于理这叶子 他都不能收 不祥之尊的情报 太重要了 是红毛系列 食材的关键点 前辈 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就是把扣三四的制作方法 记录到我徐家古今内 我发现 我们徐家人做这道菜 会缓缓进化刀意 这 那就写进去吧 免得这道菜以后失传了 但是你们也要记得 让更多人知道 这道菜 制作的时候 猪肉不要用冷冻的生肉 切丝糊弄人 那样不好吃 知道吗 林东方最后严肃的样子 吓了徐少良一跳 小徐还是第一次 在啥事都无所谓的 林东方脸上 见到这种表情 前辈的教诲 我一定牢记于心 成 那这是就先这样 人间储物界里 其他东西你都拿走 红毛和那个石头别动 我怕咒院族那猴子有感应 还有那个土 我们做过实验 最好是当灵药的肥料 人服用效果不好 卖给人间的土 都是加了料的 多谢林前辈提点 对了前辈 还有周长青和柳如燕 他们还说了一些 针对前辈三人的垃圾话 我就不转述了 听完徐少良的讲述 林东方摸摸下巴 已知 周长青会定期购买太岁土 所以柳如燕 一定会从周长青那里 得知太岁土 然后想办法购买 柳如燕这种性格 断然不会让别的田狗 知道太岁土的存在 只会变本加厉地捞钱 林东方就可以变本加厉地赚钱 柳如燕的资质不错 用太岁土培养培养 也正好当萧熙月和火灵的 陪炼沙包 没事 他俩先看情况 周长青先留着 过阵子我自己动手 徐少良见林东方这么说 也就收起了 去干掉周长青和柳如燕的念头 林前辈 还有七天秘境就要关闭了 咱们去昆仑东城看看 也好和别人换换材料灵药什么的 走 去看看 林东方早就想瞻仰一下昆仑城了 昆仑城是秘境内四个区域 都能看到的一座城 它漂浮在天上 在每一个区域都投下一片阴影 不过无数岁月来没有人见过他们 他们似乎无法离开那里 徐少良眼中爆发出战役 他想和上面的人对看 昆仑东城 就是他们这片区域 能看到昆仑城的地方 这里没有城墙 只有一片平地 不少人在这摆摊 徐少良取出一些灵药之类的 也开始摆摊 对了林前辈 这是我们之前收集的一些食材 用血煞石检测过了 绝对的干净 乖乖 原来是这件好货 林东方忍不住一拍大腿 真是缘分啊 那只被他剪了尾巴的蛟龙 此时就躺在徐少良的保鲜盒里 完好无损 被一刀斩杀了原神 成了植物蛟龙 好 以后再有好货 我都给林前辈送去 好 林东方美的鼻子冒泡 这蛟龙皮啊 做个小酸甜口的凉拌菜 一定相当好吃 加点花生米 香菜 原葱丝之类的 林东方嘀咕了一会 惹得周围几人开始咽口水 小徐 之前说你喜欢吃臭豆腐是吧 徐少良面露喜色 前辈 我吃第一口 就爱上了这种食物 而且还喜欢多加醋 那我给你炸点 啊这 麻烦林前辈了 徐少良很激动 没想到 居然能吃到 最最最最正宗的 林氏臭豆腐 林东方支起锅 开始炸制臭豆腐 与人无害的老林 倒了个风阵 免得臭到别的摆摊的人 臭豆腐刚下锅 炸出硬翘的时候 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家伙出现了 人族 就是你杀了我黑胶兄弟 一只怪模怪样的大鸟 飞了过来 恶狠狠地盯着徐少良 他壮如大蟒蛇 四只翅膀 三只脚 脑袋上有六个眼睛 居然是酸鱼 林东方给臭豆腐 凌晨醋的手 都是微微一抖 根据炼丹书记上的记载 酸鱼的脊髓 具有十分独特的香浓酸味 是不可多得的 调和灵药意味的佳品 这蛟龙皮的小酸 甜口的酸不就来了吗 而且他还想到了 玉婴树的姜叶 要是利用酸鱼的脊髓 来点玉浆豆腐 再用香喷喷的龙肉 来配合豆腐一起炖煮 又该是什么味道 还是那句话 原 妙不可言啊 徐少良拽出金丝九环刀 看向林东方 前辈 我去去就来 他的话语 一旦激起千层浪 很多人通过臭豆腐等食品 知道林东方是除休 但极少有人 和他有过接触 毕竟这家伙深居简出 那可是荒谷徐家的少主 居然叫林东方为前辈 如此说来 林东方绝非一个 横空出世的除休 那样简单 出门在外身份 都是自己给的 所谓的除休 可能只是一个伪装罢了 周围的人议论纷纷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林东方绝对是一个什么 复苏的先王老祖之类的 不然 萧熙月和火灵儿 怎么会一直绕着他转 面对周围的议论声 林东方只是默默地 继续给臭豆腐调味 对他们的发言 既不否认 也不承认 出门在外 自己立的人设 远不如别人自己 脑补出来的可靠 在众人和古族的 疯狂脑补之下 他现在的复苏先王的人设 可比柳如烟自立的牢靠多了 等到给臭豆腐 加完葱花香菜 小米辣淋上 最后的蒜蓉汁的时候 十丈多长的酸语 已经被徐少良宰杀完毕 小徐来趁热吃 好嘞 徐少良陶醉地 闻了一下这股臭豆腐中 混杂的蒜蓉和陈醋的香味 焦脆的臭豆腐外皮 内里绵软 一股热辣潜伏在喷香之中 还有那陈醋和蒜汁 好吃 林东方吃完臭豆腐后 开始抽取酸语的脊髓 鬼主前辈创造的抽骨断魂 来抽骨髓真是一绝啊 他心里嘀咕一声 酸语这骨髓还挺特别 脊髓是洁白洁白的 味道像白醋 翅膀和腿里的骨髓 有点像米醋的颜色 味道也像 质地都类似清水 想来加热之后 不会像别的骨髓那样凝固 在食谱概论上 单独开了一篇酸语篇 以后一定要研究 每一种非人形骨族的脊髓之类的 说不定都能当调味品啊 旁边的人和骨族 一边继续脑补林东方的人设 一边逐渐离开 人族把猎物包皮抽骨拿去 炼丹不算新鲜事 骨族和骨族之间 也经常做这种事情 他们还要趁着 最后几天收集自己的机缘呢 自然不会一只为官 不过 他们没走出 多远就又折返回来了 一只光是背后的盖子 就能有一张方圆的大蟹 飞了过来 青黑色的甲铐寒光闪闪 两对大钳子 比原音镜的法宝都要厉害 大蟹发出一声怒吼 林东方 我要宰了你 还默等林东方做出反应 周围就有人皱眉到 不是 徐少良刚像杀鸡一样 宰了一只原音五虫的酸鱼 这同为五虫的大蟹 怎么赶出来的 这位兄台 如果我说 你笨得像螃蟹 你打不打我 啪 所以这大蟹 之所以赶出来 就是因为 他没脑子 笨啊 啪 兄台 为啥多打我一下 我怀疑你还在骂我笨 林东方看着面前的大蟹 咽了口口水 好肥实啊 大蟹是山海经中 记载的一个古族 不过因为过于稀少 所以山海经中 只有寥寥数笔的记载 面前的大蟹 外形四大闸蟹 不过蟹前上的不是毛 而是一根根尖锐的稻刺 蟹盖上 也有半米多长的稻刺 显得十分猙獰 这么大的螃蟹 得拆出来多少蟹黄蟹糕啊 不论是包蟹粉汤包 还是做蟹粉豆腐 都是极好的 是不是你杀了我 藤蛇族的兄弟 没错 是我杀的 林东方大大方方地承认 还是那句话 高端的猎人 会以猎物的姿态出现 自从杀了藤蛇这食材 就源源不断地出现 不用到处找了 多好啊 火灵儿呆毛一碗小声问道 师兄啊 这蛇蟹 呆毛随后悠然道 山外青山楼外楼 小蛇小蟹没有肉 何愁能四蟹无黄 恰如胶肉毒盛香 一手不着调的诗 给众人整不会了 您还吃出心得了是吧 火灵儿呆毛一跳 敲咪咪的和萧细月说道 师姐 师兄居然还会做诗爱 没想到他这么有文采 萧细月想道 上次和东方帝皇 一起叫他上早课 小声道 你师兄他文笔丰富着呢 大蟹不太灵光的脑子 现在也反映过来 林东方是在像 点瓶寻常螃蟹一样 挑肥减兽 好好 我今天就用你来 寄我的贡公神水 给我腾蛇兄弟报仇血恨 大蟹怒吼一声 背后冒出一个 人头大的水团 然后爆发出滔天巨浪 一个方圆树里的湖泊 出现在空中 全是贡公神水 这东西 可是不分敌我的 无差别攻击啊 退退退 一旦被这东西淹没 除了水族都无法呼吸 就算是通天境的大佬 被困住也能淹死 神水无色无味 看似和普通的水 没什么区别 但却让虚空都在颤抖 仿佛比整个东海 都要沉重 一群人呼啦一下跑了 小徐 你护着臭豆腐锅 放心吧前辈 锅仔人在 徐少良抱起锅灶 一边跑路一边吃 姓林的 我要吃了你 大蟹又一声怒吼 一道瀑布砸向林东方 林东方掏出血沙时 感应了一下 确认过颜色 是好货 呼呼 太阳蒸火和碎人火 连被出击 一道道火龙逆空而上 将供供神水击碎 这水能淹死 通天进大佬的前提是 人家不反抗 吃吃吃 两种神火 开始炼化供供神水 爆发出与众不同的水蒸气 这种蒸气的温度 能轻易熔炼钢铁 没想到我的两种火焰 加上这供供神水 能爆发出这样厉害的水蒸气 烹饪原因境界的食材正合适 林东方心里一喜 螃蟹活蒸才好 这大蟹自带好水 可真懂事 供供神水无穷无尽 你如何能烧得干 大蟹还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只是死命地催动供供神水 却没注意到 周围的水蒸气越来越多了 林东方取出唢呐 想了想后 吹了一曲《哪吒闹海》 自从天鹰传承越发熟练 小时候听过的很多唢呐曲子 都能很好地还原出来了 二胡还有点费劲 老版本的哪吒闹海并不热闹 高炕嘹亮之间 有种庄严肃目的感觉 眼下着波涛滚滚 大蟹翻腾 倒也累死哪吒闹海了 无形音波把供供神水 震出有形的波纹 大蟹的一根腿 不慎进入水中后 被瞬间震断 这供供神水 现在被林东方驯化后 成了困住他的武器 气死我眼 大蟹又怒吼一声 吐出自己的本命泡泡 想突出重围 奈何这泡泡被碎人火 一烧就蒸发了 随后 大蟹感觉自己的生命力 在飞快流逝 本来就不多的智商 被所那的灵魂攻击 搞得更是所剩无几 最后 变成了一个 只剩下本能的大螃蟹 迷迷糊糊间 他只感觉自己嘴边 有一股磅礴的生命力 浑身是伤得他 想都没想 就把这用老黄酒 泡过的超级生命力生姜 吃了下去 在他肉身复原的刹那 林东方加大了火力 蒸气更多了 同时一取十二月酷灵 将其灵魂彻底送走 不多时 远处观战的众人 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现场怎么出现 一股蒸蟹的鲜香味 还有一股子酒香 再一看 大蟹此时一动不动 浑身通红的样子 不是吧 大蟹被蒸熟了 围观的众人 只觉得背后发凉 他们之前 打架打得再惨烈 到最后大家还是生的 大家还能坐下来 修复一下身体 对标一回垃圾化的 但眼下 大蟹是被活活蒸死的 所有人都用惊骇的目光 看着那一脸平静 正在努力 收走贡功神水之源的林东方 但老林并不在意周围的目光 收走贡功神水后 他解开腹中弱滑版本 酷败丹的封印 脸色一阵发白 装模作样 摇晃了几下身体之后 收起熟透的大蟹 溜之大吉 一路狂飙回徐少良的秘密山洞后 林东方迫不及待地揭开了蟹壳 咔 青色传说 精卫分明的金黄色和橘红色 照亮了林东方的双眼 这是他第一次 没有炼化血肉之力 就烹饪的纯血食材 所以 蒸熟的大蟹自带柔光特效 蟹膏和蟹黄的香味 差点冲破洞门口的封印 再看到那一层油亮的乳白色蟹膏 林东方震惊了 宫蟹母蟹都有蟹黄 但母蟹的黄有一部分 是橘黄偏红色的蟹卵 这是宫蟹没有的 但宫蟹有蟹膏 光是看着这厚实的一层 林东方都已经感觉到了 那沾牙香润的口感 这三种颜色 也分别被称为黄膏 红膏 白膏 这大蟹一族雌雄同体 三色高聚在 真是造化 造化 大蟹 可不觉得这是造化 但大蟹 已经和他的藤蛇兄弟 相聚地府了 这句话 是徐少良咽着口水 在心里帮大蟹说的 林东方 把三种颜色的美味 分门别类地转移到盆子里 又分出来几碗 看着那大盆 满满当当的蟹黄蟹膏 他嘴都要笑歪了 来来来 都尝尝先 记得点一些 这个姜醋汁来吃 师兄我来了 火铃儿熬的一声 冲过来响应命令 拿起一小碗 橘红色的蟹黄 开始品尝 好吃 呆毛瞬间崩直 蟹黄软糯化渣 舌头碰上去 比咸蛋黄更有质感 但只稍微一顶 就散开了 一粒粒鲜香 和味蕾亲密接触 咽下去咋咋嘴 这股香浓 还在嘴里缭绕 师兄师姐 这是我这辈子 吃过的 最香最鲜的一口蟹黄 萧细月尝了一口后 惊讶地点头 确实 比蟹前辈 培育的蟹都要鲜香 蟹前辈自然指的是 培育红毛蟹的蟹五毒 这要是让蟹前辈 把大蟹培育出 红毛版本 三人脑海中 不由地产生这个念头 这大蟹的蟹黄蟹膏的香 与淡水的大闸蟹类似 蟹肉又能和海蟹争线 我愿称之为天下第一蟹 林东方取下巨大的蟹腿 蟹钱砸开 白嫩如玉的蟹肉上 撒一点蟹黄蟹膏 然后淋上姜汁 走 徐少良吃了一口蟹肉后 不由探到 林前辈 你让大蟹临死前 吃了一口那黄酒淋姜 真是神来之彼 这蟹肉 瞬间恢复的同时 变得更加紧实 同时将和黄酒的味道 也融进了 他的四肢百骸 二次蒸熟之后 酒和生姜的味道 一散只留下香味 确实 林前辈的操作 真的是绝了 背后徐家四兄妹 煮了一锅刀切面 盛出来之后 撒点蟹肉蟹黄蟹膏 众人吃了个爽 林东方只吃了一碗面 就不吃了 他要开始点豆腐 玉英术的玉浆 玉到铁 就会变成类似豆浆一样的 酸鱼的骨髓 又类似白醋 两种极品材料的香玉 势必会做出 前无古人的超级豆腐 萧熙月在一边认真记录 周围几人咽着口水 作为见证 玉英术的玉浆传说 是轩缘皇帝都喜欢的家品啊 想到自家古籍上的记载 萧熙月一阵出神 他已经吃过了 玉浆做的闷子和拉皮 没想到 今天林东方又要整出点新花样 徐少良取出一本 徐家典籍翻了翻 我家书上说 世上还有一种丹霞树 会产生类似的玉浆 只是这树不知道藏在哪 慢慢来 这些东西 足够我做好多大菜了 贪多脚不烂啊 林东方话 是这么说 心思早就飞了 不过还在稳稳地熬煮玉英术 豆浆 沸腾后关火 略微降低温度 银润的酸雨脊髓 被凉开水冲开 慢慢淋入豆浆内 搅拌 林东方认真记下各项数据 重点就是酸雨脊髓的浓度 这样算算 要是做内部有孔洞的老豆腐 十斤豆浆 要半两的酸雨脊髓 做玉豆腐的话 是十五斤豆浆半两脊髓 豆腐脑的话 是二十二斤豆浆半两脊 半两淀粉 所有的酸雨脊髓 都用半斤水搅匀 反复尝试了三天 最后大功告成 之前试制出来 或老或嫩的豆腐 也都没浪费 都集中到了一起 和五花肉馅一起搅拌后 炸成了蟹黄馅豆腐丸子 面前这一锅 做老豆腐的玉浆 已经淋入酸雨脊髓 等到豆浆转化成 清水和豆花后 滤出多余的水 倒入铺了纱布的 大方盘里静止 可惜小猫不在 不然让它本体 趴在上面压着正好 它熏机时候给它的 一方它现在 已经开始烹饪大蟹 酸雨之类的异兽了 白切大鹏 脆皮烤青鸾 你们等着我 就在这边的豆腐 静静凝结的时候 古族们聚集在一起 开启了大会 先后讨论了 在秘境即将关闭的时候 如何阻击人族添交 如何分配利益 最后提出了最尖锐的问题 魔除灵东方 没错 现在的灵东方 还只是魔除 嗜血的前缀还没有加上 诸位 这灵东方活活争熟大蟹 此事可大可小 王晓了说 这是一次意外 是太阳真火与共攻神水 碰撞导致的 王晓了说 这是他对我等古族的藐视 我建议即刻围剿林东方 免得未来成为我们古族的心腹大患 就在众人七嘴八舌的时候 一道金光降临在会场中央 正是那只金翅大鹏 诸位 一个小小的林东方而已 日后只要我稍微一张嘴 就能把它吞入腹中 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 是继续围猎人族添交 以你们的资质 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修炼 不是变成那些人族添交的坐骑战兽 就是被他们捉去炼药 林东方只有一个 但那些有天赋的添交 可不下数十人 一言惊醒梦中人 以古族的情报来看 林东方这几天 只杀了一条藤蛇 一只大蟹 比那些大发神威的真仙亲子来说 差远了 魔葵花一族 十几位强者的消失 被他们挠不到了一位真仙亲子的头上 金翅大鹏的格局和梦想 可比这群乌合之众强多了 他要统一古族 建立上古传说中 才存在古族皇朝 不过 这一天被后来的古族称为 黑暗日的开端 也导致了金鹏一族 再后来被逐出了古族圈子 此时 林东方一边掀开豆腐上包着的纱布 一边感叹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做个太古师兄大权 不得不说古族的习性非常好 他们不屑于化成人形 真是太好了 林东方做豆腐的这几天 已经全面了解了古族 亲近人族和人形的古族他不打算吃 剩下的那些 比如金翅大棚 玄黄血胶 龙雀 混血麒麟族等等 都在他的必吃名单上 林前辈 还有三天秘境出口就要打开了 咱们不再出去转转 徐少良这几天又收获了五枚物道叶 好说歹说 让林东方收下了两枚 也行 那就出去转转 正好找个有血的地方 做点蟹黄豆腐包吃吃 这山洞里 还是太别闷了 他更喜欢开阔的地方 蟹黄炖豆腐这道菜最适合冬天吃 特别是窗外大雪纷飞的时候 砂锅里的豆腐还在随着热汤震战 那冒着屡屡热气的感觉 简直不要太舒服 嗯 我之前还真发现一座神秘的大雪山 不过那座雪山很邪性 徐少良像是心有余悸一样 缩缩脖子 邪性 嗯 就是总感觉里面有不祥还是什么 别的东西倒是没有什么 不祥 那可太好了 林东方拽出杀猪刀 徐兄弟 带路 徐少良知道这家伙对不想有特殊的偏爱 也没多说什么 直接带路 飞了快上万里才到地方 这座雪山确实奇异 百年前秘境开启的时候还没有 来到这座不过千丈高的雪山脚下 萧细月翻看完地图轻叹了一声 师弟 我觉得这座雪山的气息有点熟悉 林东方点点头 确实有点熟悉的感觉 我想想 和萧细月对视一眼之后 他恍然道 对了 和白城秘境的气息有点像 白城秘境 就是之前收获榴莲的那个秘境 不过这一次杀猪刀没有颤动 徐少良指了指天空 前辈你看 在这座山峰上 也能看到那昆仑城 巍峨昆仑上 霞光万丈 仿佛仙家 城池一样瑰丽 林东方和萧细月 心中一戈登 莫非那昆仑城 也居住着一群变异白话不详 怪不得这么多年 从来没人见过那里的昆仑遗族 林东方为了稳妥起见 没有上山顶 而是在山脚下的小湖边上 摆起了炉灶 自拉拉 准备开始熬蟹油 林前辈 我家有一位元祖 当年吃过一次鲜宴里有大蟹 他后来在自传里写道 当时吃的时候 蟹粉颜色没有想象中的好看 徐少良凑了过来 嗯 还是有个小细节的 一开始要熬蟹油 就是拆卸的下来的蟹壳 加姜片慢慢小火炸 此时 油锅里是大蟹壳的碎片 用的油 最好是玉米油和猪油两餐的 不要用花生油豆油之类的 林东方没放魔葵子油 那个油太香了 你看 这油现在就变得金灿灿的了吧 这样的油 再去熬蟹黄颜色才更漂亮 一锅油金光闪闪 随着金光飘荡的 还有炸蟹壳独有的香味 原来如此 徐少良恍然 大蟹的红糕 虽然与普通大炸蟹的比起来更软糯 但还是要提前压碎在下锅 这样才能更容易熬出红色 蟹黄蟹膏蟹肉碾碎 与姜末同时下锅就行 慢慢地熬 林东方还能说话 周围几个人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自己记住了 就连远处湖里的鱼都探出头来闻这股香味 待 我看你们这群是想一起下锅了 林东方鲨鱼气息爆发 一群鱼顿时缩回了水里 淋入米醋一样的酸鱼骨髓和黄酒 少许的盐和糖继续小火慢熬 等到这水分全都熬出去 这油自然就从金色变成了金红色 林东方咬出一勺油再倒入锅中 金红油亮的颜色让火铃 恨不得张开嘴在下面接着 两种易受的精华部分香玉 以酒香为媒介释放出超越了彼此原有的香味 开始掰豆腐 林东方把蟹粉放在一边慢慢冷却 拿出了玉浆老豆腐 掰豆腐不切吗 只切条 然后把豆腐掰成块就行 这样掰出来的豆腐断口处不平整 有很多凹凸不平 这些部分会挂上更多的味道 方便豆腐入味 这是林东方做豆腐的小妙招之一 不好看 但是好吃 学会了 徐家几人认真记下 配菜看个人喜好 我喜欢木耳和青红椒丁 你们以后自己做 可以加青豆粒原葱胡萝卜丝虾仁什么的 切好料头 蛟龙肉片 豆腐冷水下锅煮一下 这样会更嫩 咱们这蟹粉和蛟龙肉都十分的香 所以就不用掺猪油了 玉米油即可 先下入葱姜末炒香 然后入蟹粉炒出香味 八个人吃 所以林东方这一锅炒了不少 葱姜爆锅的加持让这股鲜香更加诱人 周围几人秉息凝神 周围只有氟儿在喧嚣 不时的有雪花飘过来 飞蛾扑火一样 想去爆出香味 然后都化了 一盆清汤倒入锅中 冲开炒香的蟹粉 烧开后调味 这道菜不能加酱油 不然颜色就毁了 金黄色的香汤 一旦有了酱油的加入 就没有最后成菜时候的暖色温润了 林东方取出八个砂锅 把汤一次倒入锅中 再次烧开后 下入豆腐和木耳小火炖煮 咕嘟咕嘟 小砂锅的炖煮 让豆腐的香味充分释放出来 也让它们充分染上蟹粉的颜色 冲出蟹粉鲜香的重重围困 这道菜要是不想等 太久 也可以在大锅烧开汤之后 直接把豆腐虾进去烧一小会 然后勾芡 也十分好吃 但是肯定没有这么慢炖出来的好吃 没人说话 周围只有使劲吸香气的声音 萧细月还好点 再包蒜转移注意力 但此时没人注意 这位白衣仙子 干着这么违和的事情 约某能有十分钟 在湖边掉淡水虾的林东方 洗洗手转了回来 利索地包出虾肉 去掉虾馅 以葱姜水 稍微腌制一下后焯水 然后随同蛟龙肉片 青红椒丁等一起下锅 青红椒的清香 让这道菜的鲜香 更富有了层次感 撒上葱花 关火上桌 砂锅保温效果很好 要是再继续炖煮的话 蛟龙肉片就老了 一人一锅三兄弟豆腐包 一人一盆大米饭 三兄弟是谁 自然是蛟龙 大蟹还有酸鱼 火灵狄咕道 修炼路上不努力 磨出锅里做兄弟 这句话后来也成了古族 用来鞭策自己修炼的景色横年 眼前的湖泊里水草丰美 景里藤月 水面上倒映着旁边雪山 别致的景色 让林东方胃口大开 金黄漂亮的蟹粉 汤里白嫩郁润的豆腐 和蛟龙肉片还在颤抖 周围还簇拥着 几个微红色的虾仁 青红椒经典的红绿 配色喜庆又热闹 黑色的木耳看似突兀 可偏偏让这道菜的颜色 显得更加和谐 林东方刚挖起一勺豆腐 耳边就响起一道虚弱的声音 少年郎 能不能让我吃你的豆腐 前辈 你要吃我的豆腐 林东方的声音 把萧熙悦他们吓了一跳 师兄 谁这么坏要吃你豆腐 火灵儿跳过来 取出一个毯子 围住他的身子 可恶 居然查我师兄的身子 不要脸的妖虐出来 我打乱你的鼻子 火灵儿对着远处的空气 仰了仰小拳头 另一只手敲咪咪的 把镰刀摸了出来 暗中的人耿住了 活这么大岁数 还是第一次被人骂不要脸 但他自知 刚刚情急之下说的话 似乎有点奇异 不是吃他豆腐 是吃沙锅里的豆腐 这一次 所有人都能听到 这道空洞的声音了 有点像大半夜阿飘 对着自己脖子后面吹冷风 嗯 既然前辈喜欢 我可以给你盛出来一碗放在这 林东方摸了摸杀猪刀 这刀没反应 说明对方 是人不是不想什么的 这人这么客气 有可能是什么戒指老奶奶之类的机缘啊 少年郎 这 我现在动不了 这 众人一惊 这前辈还是个女皇 但俗话说得好 死掉的大佬算不得大佬 动不了的女皇 也不是女皇 能劳烦你能送过来给我尝尝吗 雪山上一个隐秘的山洞中 一口冰棺内 一位穿着雍容华贵黄袍的白发女子 躺在一口棺材内 她的头发很长 快到大腿处了 腰艳的红色瞳孔 直勾勾地看着棺材盖 心里已经羞愤欲绝了 她作为一代女皇 被香味蝉醒了不说 还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来 但这香味里含有一丝太阳真丽 估计可以化开我身上的太阴仙丽 她身上的封印很恶毒 只能通过阴阳交太来解除 但她此时感应到的这丝太阳真丽 似乎可以绕过这个方法 少年 我被太阴仙丽封住了 需要你豆腐里的太阳 真丽为影子化开 前辈 您是哪家皇朝的皇帝 林东方倒也没上头 先仔细一下 我是太阻皇朝的开国皇帝 太阻皇朝 萧细月微微一惊 思索一番之后问道 您是不是姓萧 不错 我明萧青县 暗中女子刚刚显然没有注意到萧细月 感应到血脉相连的感觉后反问道 你也萧家人 嗯 前辈 还请单独对我传音 读一下 我萧家心法第三篇第十八行的内容 以您当年非先的 修为十海内的禁止 已经失效了吧 一定是可以读的 萧细月很谨慎 你这孩子萧青仙心中一喜 没想到 还有个萧家嫡系在旁边 于是 以萧家密法传音 读了一段 要是萧细月不是 萧家嫡系是无法理解这段精神波动的 两个美女都很谨慎 林东方和火灵儿等人大惊 这萧家居然还有一尊仙在这里 嗯 师姐 这莫非是你家前辈 不错 我萧家百万年前 曾有一个祖先 开创了太宿皇朝 与东玉几大圣地分庭抗礼 后来这位前辈不知所踪 没想到 居然在这里 林东方头皮一阵发麻 原来师姐的萧家 居然存在至少百万年了 一个分家 居然也创造出一个 圣地级别的皇朝 自己身边的这些大长腿 真是一个比一个强而有力啊 听完萧细月的话语 萧青仙黯然一叹 我也想不到师妹 居然为了一个男人 把我封印百万年 周围几人心中八卦之火 熊熊燃烧 有瓜 但一想到这是师姐的老祖宗 林东方也就没多问 转身又做了一份蟹黄豆腐 前辈 您被封印在哪了 我们去找您 你们叫我姐姐就好 一口一个前辈 都把我叫老了 萧青仙声音恢复了不少神采 毕竟知道了萧家 还有后人 也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而且 时间都过去百万年了 当年的恩怨 在这种时间跨度下 又算得了什么 她的师姐 恐怕早已成归尘土归土了 徐少良心里合计了一下 这是萧家的家务事 于是带着徐家人都离开了 这孩子懂事得让人心疼 林东方三人 端着砂锅飞上山 山洞足以塞下一个宁华宫 山洞内没有别的东西 只有一根 一口长长的金色棺材 火铃拉拉拉林东方的袖子 敲咪咪地说道 师兄呀 这棺材的造型 没错 有点像油条啊 表面还坑坑洼洼的 本打算说点什么的萧青仙 耿住说不出话来 棺材上的坑坑洼洼 是她用神石之力撞的 至于这么长一根 是两头刻画了大量的阵法 青仙姐 这棺材该如何打开 萧熙月此时已经感受到了 棺材里的人 与自己一样 流着萧家的血 棺材上的封印之力 基本都消失了 直接推开就行 哐当 棺材该被小心地挪开 萧青仙静静地躺在棺材里 青仙姐姐好漂亮 火铃儿凑过去一看 顿时一惊 这是她见过的 容貌仅次于萧熙月的美女 而且 两人的脸太像了 林东方也是呼吸一顿 萧青仙和萧熙月长得 有五分相似 仿佛孪生姐妹 不过 她的白发和红色瞳孔 以及眉心的淡精 色纤纹很好区分 可以称为萧熙月 白发魔女版 虽然容貌略逊于萧熙月一丝 但这一身气质 是她目前见过的所有女人里 最特别的 不似东方帝皇的霸气 也不像独孤梦的淡漠 而是一种 不属于这方天地一样的超然 即便是白发红眸带来的妖艳感 也被这股气质压制住了 毕竟曾是一尊飞仙大佬啊 林东方把自己的随身飞船寄了出来 师姐 把清仙姐抱进来吧 好 萧清仙靠在萧熙月怀里 好奇地打量着这艘飞船 虚空兽 虚空术 这材料太豪华了吧 这少年什么来头 萧熙月也在打量自己这位祖先 怎么说呢 她觉得这位祖先眼睛里 透发着那种清澈的愚蠢 就是看似比较不容易上当 但被身边的人一坑一个准那种 和火灵儿那种 只在林东方身边 才显得天真无邪不一样 和林东方看到食材 才吃呆也不同 萧熙月把她放在床上 然后亲手为她吃豆腐 萧清仙身上的封印 主要针对她的仙道本源 和身体四肢 嘴巴倒是还能动 好香 软润嫩滑的豆腐一进嘴里 一股热量就在嘴里化开 百万年没有接触过食物的舌尖 在这一刻下 是被烫到了一样颤抖 感受到了这股鲜香 以及蟹黄独有的沙沙的触感 烫 萧清仙微微一哆嗦 她体内浓郁的太阴仙粒 在遇到这一丝太阳真粒之后 畏缩了一下 但随后 这丝热量就消失了 果然是太阳真粒 可惜不够浓郁 封印的根基无法松动啊 她练化完这丝太阳真粒后 微微叹息 这恶毒的阵法 以我生命本源为根基刻画的 以我这种太阴仙体的本源太阴力量 冻住了我自己 解开的办法只有 萧清仙声音逐渐小了下去 萧熙月心里一紧 同为太阴仙体 她稍微感应了一下知道 这阵法该怎么破解 让萧清仙和萧熙月心里都一紧 师弟不是这么主动的人 肯定不会的 萧熙月只一瞬就把心放回了肚子里 她相信林东方 但萧清仙的傻白甜大脑 不理解林东方那神奇的厨师脑啊 按照她看过的所有的故事走向 接下来就是传说中的阴阳交态 让太阳真粒和太阴仙粒 水乳焦融化解封印的情节 自己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答应了的话 这可是小了自己百万年的小辈啊 而且看关系 还和萧熙月十分的好 自己这算是被动老牛吃嫩草吗 但除了阴阳交态 没有别的办法了 她师妹刻画的这个恶毒阵法 唯一的解法就是这个 要是换个 别人来还不如便宜这个年轻厚生呢 想到这里 萧清仙暗中做了个决定 事成之后 就去摇池圣地提亲 办得风风光光的 到时候重建太宿皇朝 让林东方当皇帝 嗯 自己当的贤后就行了 但林东方只是美滋滋地 取出了一个烧烤架 师兄 你要把清仙姐放上去烤了吗 天真无邪的声音 让萧清仙一哆嗦 火灵儿一句话 差点造成一个阵法学奇迹 萧细月看着萧清仙 此时震惊的样子 垂眸一笑 师弟师妹这对火宝 果然从不让自己失望啊 嗯 那倒不是 清仙姐说 需要大量阳气 我之前给沈师兄 烤过一次腰子 效果十分的好 林东方当时运转了 华天荣地秘书烤的 但那腰子里 还是蕴含了大量的阳气 沈浪吃完了之后 和她的雷神风师姐 消失了三天三夜 眼下 她把徐少良宰杀的 那条黑蛟龙拿了出来 这条母蛟龙的妖子 想必是阴中带极阳 想必也是更咎 百米长的蛟龙 妖子足有林东方身体大小 粗能有半米 这可是极品好货 林东方这两天 就一直惦记来着 奈何没有光明正大的理由 逃出来狠狠造一顿 烤妖子 萧清仙目光一顿 又去看萧细月 再看自己这位后辈 神态那叫一个 理当如此 的样子 这种食材配她这个身份 好吧 现在她也没啥身份了 半死的人 还讲究啥啊 然后 她心里忽然一咯噔 西月 她该不会是 传说中的除休吧 嗯 的确是除休 姐姐 你对这种大道 有什么了解吗 萧清仙下意识答道 当年我在一个前辈的洞府里 翻到一本自传 里面有一句 关于除休的话 什么话 如果真遇到除休就嫁了吧 萧清仙眼中 能看得出明显的扭捏 很显然 这句话 对她影响极深 啊 这 这话给萧细月整不会了 那位前辈是女的 是个男的 和我一样 是个奇修 萧细月更无语了 不过 那个前辈倒是很好玩 她打小 就被人瞧不起 那些有钱的世家子弟 仗着法宝好欺负她 她说成仙之后 一定要弄一个所有人 都不能戴法 保光着屁股 才能进的秘境 萧细月不知道说什么好 百万年前的前辈们 路子就是野 搞出了那么多 稀奇古怪的秘境 他们这些小后生们 就遭老罪了 就在她俩聊天时候 旁边林东方已经把龙妖子 切成了半个巴掌大的块 又取出之前 捡到的那根源阴静的羊腿 把羊肥肉 切成半纸厚的长片 把龙妖子包 进去精精裹住 以九阴玄火速冻 破坏肥肉和妖子之间 原本的质地 让它们紧密结合在一起 然后再对半切开 只留一线连接在一起 用玉铁签子串好 师兄啊 为什么不直接烤呢 火灵儿一边在捣鼓林东方 交给她的五花肉 一边好奇地问 妖子直接烤就太老了 这样包油之后 烤出来又香又嫩 林东方也是老妖魔了 虽然不敢号称 枪炮之神战争之王 但也对这些军火了如指掌 呼 九阳蒸火中 只掺杂了一丝碎人火 爆发出的阳气 让山洞里有了一丝暖意 滋滋滋 羊油吸出大量油脂 在龙妖子表面滑过的 同时提高了温度 也留下了浓郁的油润香气 火灵儿这次 不敢凑过来乱摸了 这羊油和龙妖子 都没有炼滑掉血肉之力 被太阳蒸火炙烤之后 温度高得吓人 足以给他的小手烫红 这要是个凝干净的古族食材进来 足以被烤死 嗯 之前师姐 在雷杰里扔水果粉 来给雷杰入味 以后打架的时候 也可以扔胡椒粉之类的 给食材入味吧 林东方一边烤着龙妖子 一边在思考 如何在打架之后 就吃上热乎的 争大谢一战 扩宽了他的思路 召唤出共工神水 这水虽然听他的召唤了 但依旧是敌我不分的状态 不过不慌 还没听说过 那个厨子在厨房淹死的 有了这个神物 他就可以随时随地 召唤出巨量的神水 还有蒸汽 随着他修为的提高 滚开的神水 可以直接蒸煮化神镜 乃至通天镜的食材 心里想着 一边取出一些龙虾 开背 烤一些师姐最爱的蒜蓉粉丝虾 另一边的油锅里 正在炸小酥肉 旁边火莲 在美滋滋地烤着鸡腿 和五花肉以及馒头片 萧青仙正正地 看着林东方的背影 他怎么准备了这么多 有我喜欢吃的 也有灵儿喜欢吃的 听到萧熙月 充满幸福地回答 在看着火链快乐的样子 萧青仙明白 那位前辈 为什么要说 遇到除休就嫁了吧 只要喜欢的人在身边 不管给谁做饭 都要做一份他们喜欢吃的 这么贴心 还会做饭的男人 跟谁谁迷惑 唉 这么好的男人 可惜我来晚一步 萧青仙头疼啊 该死的柳如烟 不知不觉之间 他就把自己仇人的名字 念了出来 啊 是柳如烟害了青仙姐 萧熙月一愣 嗯 你知道他 他成仙了 萧青仙咬牙切齿 要是柳如烟还活着 他一定要干死 那对狗男女 那倒没有 是这个柳如烟吗 他自称 是从百万年前复苏的半部真仙 萧熙月给他看了柳影时 就是他 话成辉我都记得他 就因为 叶家那个叶灵妃 要和我争夺一个宝物 他就从背后暗害我 叶灵妃 根据族中点击记载 叶灵妃最后的道理 是地族的一个女人啊 萧熙月把点击翻开给他看 果然那个叶灵妃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活该 萧青仙冷笑一声 心里痛快不少 但对柳如烟的杀意 可没消失 萧熙月思索了一会 一个被窝里 睡不出两样人 想必那个 屎乱中气的叶灵妃也有 可能苟活下来 而柳如烟大概率会 因爱生恨针对叶家 这样的话 清仙姐 你先留柳如烟一命如何 我师弟 还要留着他转零食呢 啊 怎么转啊 萧青仙又开始挠不上了 我们自有办法 等到最后 柳如烟没什么价值了 我们再把他丢给你 放心吧 那就听你的吧 萧青仙总觉得 萧熙月身上有一种 他当年当皇帝都没有的气质 清仙姐 这妖子你尝尝 林东方端着一托盘 二十多串龙妖子走了过来 丰佩的太阳真力 让萧青仙眼睛瞬间就直了 油亮的烤腰子上 洒满了孜然 辣椒 还有一些不知名的粉末香料 油炮还在炸响 细密轻微的滋滋声 就像大雪添雪花 寡蹭在窗户上的声音一样 在人耳畔和心底 轻轻地勾动着食欲 随后 林东方呆住了 萧青仙是半躺在萧熙月怀里的 萧熙月左手指尖 轻轻拖起萧青仙的下巴 让她投胎了起来 前者气质淡雅 轻力 仿佛不识人间烟火 后者气质超然之间 带着一丝妖艳 两人容貌相近 仿佛孪生姐妹 红毛白发的姐姐 被黑发黑毛的妹妹 半推半就着 抬起了下巴 这股反差感 足以让任何男人驻足观看 欣赏 为之折服 不过 萧熙月右手还拿着一串 油汪汪的烤腰子 缓缓地递到萧青仙的嘴边 姐姐 张嘴 百万年前的萧家大小姐 太速皇主 青仙仙子 被命令吃妖子 萧青仙不知道 自己心里是什么滋味 萧熙月这种淡然的性格 是肯定不会调戏我的 她这么抬着我的下巴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林东方看到这一幕之后 愣了三秒 然后老脸微红扭过头去 和东方帝皇 一起上早课的时候 萧熙月也会这么 抬着东方帝皇的下巴 嗯 她总会欺失灭祖地 让东方帝皇叫她姐姐 师兄 你脸怎么红了 火灵还在欣赏床上 那对美女 此时热烈的一幕 毕竟腰子上 撒了超级辣的辣椒 萧熙月也尝了一口 辣得脸通红 没怎么 就是刚刚啃了 一口半话神经的辣椒 被辣到了 林东方撒了个谎 嘻嘻 师兄给灵儿 再炸点闷子好不好呀 好 林东方转身去炸闷子了 火灵儿 呜的一声 跳到床上 开始美滋滋地吃小酥肉 不时地 还未给萧熙月 一个蒜蓉粉丝虾味 萧青仙还从未有过 这种在床上吃喝的体验 不过怎么说呢 作为萧家大小姐 从小到大 再到最后成了一代女皇 她都是规规矩矩 老老实实 除了半夜 偷偷看小书 这种经济的感觉好棒啊 谁不喜欢躺在床上 被可爱的妹妹 喂浇盐小酥肉吃呢 然后 还有一个清冷的妹妹 为自己喝汽水 萧青仙现在 都有点感谢柳如烟了 要不是自己 被对方封印 八成会死在后面的 针鲜大乱斗里 更别说 活到百万年后的现在 遇到这三位后辈了 她甚至觉得 自己就这么摊在床上也不错 呼呼 黄暴的太阳 真立入体 萧青仙的指尖 忽然颤动一下 封印松动了 她舔了舔上 唇上的一粒滋然 西月 再给我吃一些 好 青仙姐张嘴 萧西月 又把这位祖先的下巴 勾了起来 林东方 把头埋得更低了 我的好师姐 你在干嘛啊 为什么用和师父 一起上早课时候 才有的声线和语调 咱们是在吃饭 帮青仙姐解除封印啊 不是让你封印解除啊 而童在床上的火灵儿 只能吭哧吭哧地吃小酥肉 偷眼瞄着旁边的姐妹花 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 没心没肺的萧青仙 大口大口 吃着香嫩的烤龙妖子 不时地喝一口汽水 或者吃一口老醋蒜末 拍黄瓜解腻 三十串妖子下肚之后 一股阳气 冲破了第一层封印 萧青仙的 上半身能动了 不过 她还赖在萧西月的怀里不出来 萧西月一愣 她能感应到 烤妖子提供的阳气 已经无法对封印 产生任何作用了 这就是这个封印阵法的歹毒之处 下一层封印 就需要另外一种 阳气来解封了 这一种已经无用了 还下半身 仙力 稻基 生命本源四重封印 而且这封印 不彻底解开 我就无法离开 这棺材太远 萧青仙的话语 让萧西月眉头紧皱 对于一个女人 来说这种封印 实在是太歹毒了 也就是说正常的话 萧青仙需要 至少五个不同的人 来阴阳交代 而且量 还是逐层翻倍的 青仙姐不要担心 我们还有办法 萧西月 这不是谎话安慰 林东方这次的烤妖子 是运转了 化天容地秘书的 如果这股阳气 混杂了天地大道变异之后 突破剩下的封印 不成问题 不慌 过阵子往 给青仙姐 做个九层妖塔 林东方还不太理解 这阵法的细节 不过不耽误 她领会到不同阳气的含义 龙 虎 鹿 牛 羊 驴的妖子 都是滋补圣品 物种都不一样了 阳气的细节 肯定也不一样 后面的几种 都比较好找 而且 现在古族出世 不担心 没有优质食材 对了青仙姐 既然是柳如烟害了你 那么她极有可能 会来这里看一看 我们还是先走吧 萧西月 是真怕等会柳如烟来了 萧青仙不顾一切地 祭出禁术 把对方弄死 到时候 师弟还怎么坑钱 找乐子 放心吧 既然你们有信心 能使劲搞她 那我就不会冲动 直接杀了她 萧青仙此时的心态 变化了不少 之前是仇恨支撑她 坚持到了现在 不过现在 她觉得刚刚那样 吃吃喝喝的感觉 也不错 一边吃吃喝喝 一边慢慢抱负柳 如烟挺好的 不过几人 还是收拾收拾准备走 毕竟这鬼地方风景 又不好看 师兄啊 这山洞里 还都是烧烤味 怎么办呀 火灵儿皱皱鼻子 得知一切之后 她甚至不想让柳如烟 闻到这山洞里的香味 放心吧 包不让她闻到的 林东方开始刻画阵法 老头鼓教会她 不少阴人的阵法 照葫芦画瓢就是了 即便柳如烟 是半步真仙复苏 又如何 巅峰战力 连东方帝皇都过不了 更别说 看穿鬼主捣过的阵法了 在他们离开半天之后 柳如烟果然来了 她来了 她迈着嚣张 得意扭曲的步伐来了 但莫等她 对着空空如也的山洞 做出任何反应 碰 十几个零石炸弹爆开 通天镜密制浓缩液 骤然炸开 臭 太臭了 啊 柳如烟发出一声 穿惊烈尽的尖叫 这股臭味臭得她直迷糊 要不是她有半仙道鸡 这一下能把她熏死 毕竟是通天镜的 榴莲浓缩液 为基础制作的 还加了咸鱼烂肉之类的精华 嗡嗡嗡 千里外 三只万眼族 迅速飞了过来 哇 好香的女人 所谓万眼族 就是墨盘大的超级苍蝇 她们的大眼睛 分成了一万个格子 可以同时追踪一万个目标 而且 她们的嗅觉 甚至超越了灵犬一族 千里外 都能闻到她们喜欢的味道 暗中的老林 黑黑一笑 还有意外之喜啊 香喷喷的女人 我们承邀你当我足圣女 哦 灵魂上感受着 那挥之不去的味道 近处三只墨盘大的丑陋苍蝇 柳如烟直接吐了出来 她这种自视甚高的女人 自然不会和苍蝇打架 说了赢了都不好听 而且现在迷迷糊糊的她感觉自己 要是真打起来 绝对会输 她现在只想摆脱身上这股臭味 但这可是老林专门以猪肉检疫 合格印尼的原理 委托老头骨和成大发 他们开发的 这东西只能随着时间淡化 想强行摆脱 除非撕裂自己的一部分神魂丢掉 柳如烟只能完命地逃 圣女 请留步 就在柳如烟正在拼命逃跑的时候 林东方悠然回到了她的据点 宁华宫 大船开了逆宗模式之后 就停在这边上 大后天 秘境就要打开出口了 估计会有一场恶战啊 林东方正在清点战利品 悟道茶树的板栏根 以及二百多枚悟道叶 松花蛋 藤蛇 魔葵花 玉樱树 大蟹 酸羽 黑蛟龙 一丈方圆的半扇牛肋排 一根两米多长的羊后腿 咒院族的那个石头 还有一堆杂七杂八的灵药药王啥的 大丰烧啊 此时此景 也正好做个大丰烧 师兄啊 大丰烧是什么好吃的 火灵儿心急火燎地跑过来 嗯 就是把排骨 豆角土豆 玉米之类的一起炖 原来是炖菜 那我多闷一些米饭 火灵儿折腾出来一个 能把它自己横着放进去的大饭锅 开始焖饭 林东方摇头一笑 开始切菜 这道菜不是多么好看 但喜庆 以及下饭 等会再把八牛肉做了 不过这道菜需要点时间 这秘境里啥都好 就是不能用时间法阵 林东方先把那扇牛肋条 切下来一部分 扔到之前熬的牛股汤里煮 只加姜片花椒黄酒去腥 这次炼化了血肉之力 不炼化的话 需要用更长时间炖煮 等不及了 然后 把大量的豆角土豆玉米 切成核桃大小的块 还有猪类排切串段 咦 你很喜欢吃玉米吗 萧青先注意到 林东方家的玉米不算少 确实比较喜欢 说话间 大锅里的猪油已经完全化开 下入大量葱姜蒜花椒 少量八角 炒香 浓郁的葱蒜香飘起 我记得前缘剑内有一株玉米树 是一位精通培育灵药的前辈培育的 不知道现在如何了 玉米树 林东方一愣 嗯 那位前辈十分喜欢吃玉米 所以把一株神药和玉米交叉培育了 那棵树从那以后只长玉米 很多很多玉米 青先姐 前缘剑在哪 我要去把玉米树弄回来 林东方把切好洗净的猪类排 倒进锅内翻炒 前缘剑 之前我不是说 有个前辈要弄一个光屁股 才能进去的秘境吗 他最后说 要改造的就是前缘剑 不过他在秘境各处 藏了储物戒什么的 几人无语 这么好的秘境 改成了这种模式 这前辈也太狠了 没事 光屁股就光屁股 林东方一咬牙 大不了进去之后 先弄个草围裙 师兄 你也用不着这么牺牲 大不了 咱们委托林耀峰培育一下 火灵儿咬了咬嘴唇 他不想师兄的腹肌被别人看到 话是这么说 但老树玉米的口味 一定比新树的要好啊 林东方已经想象到了 那玉米煮熟之后的香甜 还有那玉米粒的口感 肯定比普通的要更好 而且要是用来磨成玉米粉 或者做玉米淀粉 也是极好的 而且这数别人肯定不稀罕 但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除道经上 也必须记载这种老树玉米 一时间没人说话 都被林东方这种 为了食材勇于牺牲的精神震住了 林儿注意看 一定要把肉炒到颜色发白 再把黄豆降到进去 放早了的花肉 还在吸出水分 导致上色不佳 这道菜后面不能用酱油找色 不然玉米什么的颜色不好看了 最后还是林东方打破了寂静 此时的排骨已经初步散发了肉香 淋入一些黄酒 炒走最后一丝肉腥味 再把酒味充分炒到消失 入黄豆酱炒香 炒到排骨上色 稀里哗啦 焯大一盆豆角土豆 玉米倒了进来 一定要炒一下 这样最后成菜会更香 好 片刻后开始倒入清水 师兄呀 为什么没有用清汤呢 这道菜要吃玉米之类的本味 就不用太多的别的味道 把十几个去了壳的主鸽子蛋 扔进锅里后 林东方扣上锅盖 开始琢磨着到时候 是围着玉京去前缘界 还是到地方直接拖 反正他气质突出人格宏伟 不怕和别的男的对比 我说师兄 你要不还是别去了 万一那前辈只是把公平当借口 实际上缠你的身子怎么办 万一他有龙羊之好咋办 我看他就是想选飞 火灵向来敢说话 这次直接要喊 啊这 有可能 林东方一哆嗦 那到时候 岂不是造化弄人 那位前辈应该是陨落了的 萧青仙小声嘀咕了一句 火灵带毛弯成了一个弹簧 青仙姐 你有把握吗 事关师兄的安危 他谁都敢对 嗯 我不小心把他的坟头给刨了 他死的还是很彻底的 他的骨灰不小心被我扔进黑洞了 旁边三人咧嘴 好家伙 您还真是够不小心的 太惨了 火灵这才六位放心 不过他还是长了个心眼 大不了让三哥也光定跟着进去 又和萧青仙聊了聊别的秘境之后 林东方开始煸炒茄子 炒好后倒入大丰收锅里 同时搅拌一下 让上下层的材料换个位置 充分炖透味道 同时调味 补个盐口 师兄 怎么现在才放茄子啊 牧师姐他们培育的茄子 十分容易软烂 所以要在炖菜的中途放 放早了 他们就魂飞魄散融入汤里了 林东方笑呵呵地盖上锅盖 但这样的茄子是最好吃的 稍微一点猪油 就可以把茄子充分炒透 加入豆瓣酱炒香 再淋点水焖几分钟 茄子就足够软烂 最后来上一把青红胶碎和蒜片 拌饭就吃吧 筷子都给你咬舌了 不多时 一锅大丰收就差不多了 林东方没有大火收汁 而是把它们转移到了四口小锅内 下面燃着碎人火 保持温度 有了茄子的加入 汤汁很容易变得粘稠 再收汁就不能灵魂拌饭了 豪迈地撒上蒜末 开灶 一人一盆累尖尖的米饭 裹满暗色汤汁的软棉土豆 稍微一加就断开了 软糯糯地展示内里的色彩 豆香浓郁 皮又酥烂的油豆角 是萧熙悦的最爱 还有那被汤汁煮熟 入味的玉米 吃完了使劲一缩 玉米心里的甜润和肉香 一起缩出来 林东方就喜欢缩这种玉米心 香浓的玉米味配合着肉香 直接占领了味蕾的高地 最后把茄子摆在米饭上 淋上一勺汤在稍微对几下 肉汤茄子拌饭 萧烟修炼了离合精 你这个药水 也正好让他无法使用 改天换地秘书变化容貌来骗人了 萧青仙学着火灵儿打饭包的样子 把米饭放在白菜叶上 又加了点茄子和蒜片 以及一个鸽子蛋 一口闷下去之后 想起了一些细节 火灵儿震惊了 他原以为自己的樱桃小嘴 就很厉害了 没想到青仙姐姐更厉害 但是 看起来萧熙悦和萧青仙的嘴巴 都是那种樱桃小口啊 为什么师姐就只能小口吃 离合精 林东方觉得有点滑稽 有离合的话 有没有刹车油门 你别小看了离合精 这功法极其诡异 不论男女修炼了之后 在道理死后 都能获得对方一部分修为 嘶 林东方这次真的震惊了 这功法简直就是变态啊 给渣男渣女良身打造的 萧熙悦和火灵儿 也是心中震撼 太可怕嘞 柳如烟现在一定后悔死了 我和她当年的师门 已经灭亡了 柳家也没了 她可谓是无依无靠 萧青仙冷然一笑 这样的话 要怎么收拾柳如烟呢 林东方摸了摸下巴 现在鼓足出世 他们有大量的 度结尽大圆满的至尊和残仙 力血丹之类的交易 有点风险了 有了 林东方忽然灵机一动 有什么比让柳如烟当代理人 更能规避风险的呢 萧熙悦思索了一会 猜到了林东方的想法 师弟 你是打算把力血丹 丢到柳如烟头上 啊 为什么要给柳如烟 萧青仙和火灵都是一代 放慢了打饭包的节奏 柳如烟获得了力血丹之后 一定会投靠谷足 即便她清楚地知道自己 不会炼制这种丹药 其或可居 她自然会用这力血丹 从谷足那里 获得足够的好处 只要撑过一个月 身上的味道消失 她大可以改头换面 玩个人间蒸发 她这种半仙的底蕴 从谷足手里逃掉 还是不成问题的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打闷棍 把她洗剑一遍 不过 她要是取得了 谷足的信任的话 我们就可以坐等 她改头换面 来购买太岁土了 我们和谷足之间 多了一个柳如烟 作为缓冲 也有了一定的安全保障 林东方取出了 那三枚粒血丹 就算计策失败 我也只是损失 三枚粒血丹而已 师弟 根据我和清仙姐的推测 她应该是真心喜欢叶灵飞 所以可以在这方面做文章 论新言字 还得是看起来 人畜无害的尸姐 一边听着萧熙月说的细节 众人一边狂躁大丰收 阶段性吃饱之后 林东方看了一眼 那锅主牛泪牌后 和萧熙月出发 此时 三只大苍蝇 嗡嗡嗡地追着柳如烟 天生就会飞的鼓足速度 都是相当惊人的 即便柳如烟掌握 有各种真线秘法 也逃不掉 更何况 她现在被自己身上的味道 搞得都要疯了 无论是什么秘书 都无法摆脱这种臭味 就算是变化了容貌 也不行 对于万眼族来说 这种味道 就好像世间至美 让他们心生向往 林东方按照和师姐 商量好的计划 在一边不紧不慢地跟着他们 柳如烟急得没办法 咬牙从储物界里 掏出一张保命用的空间符转 直接洞穿空间消失了 不愧是半仙 这空间符能在这种秘境里 远蹲万里 林东方身上 也有好几张空间符 不过只能跑出去 几千里的样子 都是师姐师妹师父们给的 她取出装着 两枚粒血丹的瓶子 在瓶子上 滴了两滴浓缩液后 扔到地上 柳如烟 希望你能接住我 送你的这场破天富贵啊 思思 圣女的味道 实在是太香了 咦 这边也有圣女的味道 一只万眼族 顺着味道冲了过来 小心翼翼地捡起瓶子 这瓶子里似乎是丹药 瓶子上有天香姐姐的味道 一定是她刚刚掉落的 短短时间内 柳如烟变成了 苍蝇们的天香姐姐 三只万眼族倒过了一阵 最后把一枚利血丹 分成三份服下 随后就感觉到了 一股神奇的力量 在帮他们洗练血脉 天哪 这是能提纯 我们血脉的宝丹 一定要上报给金鹏大人 林东方一愣 没想到计划如此顺利 这万眼族 对金翅大鹏 真是忠心耿耿啊 这种好东西 直接就献上去了 这样一来 杰杰杰 真希望金翅大鹏 蜕变成唇血昆鹏啊 到时候也是石兄之一了 看来还要在我的厨道 金里加一条 如果类似石兄的食材消失了 就要自己培育出唇血的 这怎么不算生于死的轮回呢 萧锡悦运转寻花斋叶秘书 来到柳如烟藏身的洞窟 先一见 震碎了周长青的神石 以后治好了 都流口水那种 他取出一个瓶子 里面是那最后一枚利血丹 然后翻开一本萧家古籍 里面有一页 是叶灵飞写的炼丹感悟 仿着叶灵飞的字迹 他快速写下一篇 关于利血丹的文章 没有做就 他要给柳如烟希望啊 他要让柳如烟知道 这世上可能还有一个人 在默默关心他 这个人没准有一天 就在他最危急的时刻出现了 不过按照他写的 去练单包没有效果的 没有林东方处理肉类 剩下的厨余垃圾 肯定练不出来的 但是纸张上的辅料 都是林东方看上的好东西 想了想 他没有多写别的话 只是丙系宁神 在落款处写下了一个 叶字 都说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但柳如烟你 为什么要和我师弟抢龙鞋鲤呢 虽然林东方收获了那三条鲤鱼 但不等于就可以原谅柳如烟啊 用立血丹的瓶子 压住这张纸 他迅速离开 等到身心俱疲的臭臭柳 如烟回到山洞 看到那张纸和立血丹之后 顿时浑身发抖 他把这张纸贴在心口 留下了真诚的泪水 他果然还爱我 他也没死 遵守了我们的约定 再一看旁边流口水的周长青 他目光低沉 林飞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修炼离合经 没有办法 事实上 按照肖青仙的推测 叶灵飞是真的没死 不然有离合经的柳如烟 早就进入真仙境了 他果然还爱我 隔壁 徐少良一哆嗦 在听了三千遍这句话之后 他嘴一突如也念叨了一句 他急忙切断了监听阵法 走 咱们出去绕一圈 再回来叫阵 按照肖师姐的计划 开始追杀柳如烟 少主 等我缩完这口面 给我也再来一碗 宁华宫外大船内 林东方和肖西岳回来了 此时 牛肉刚刚煮的差不多 筷子插进去能轻松拔出 这个程度正好 抽掉骨头 再以重物压住牛肉 再放入冰镇内 不多时就成功塑形 而且压实了 再拿出来的牛肉 已经是个长方条状了 瘦肉紧密 还带着一层筋和薄薄的肥肉 边上还有颤微微的汤冻 这可是好吃的 这道菜的肉质紧实 但是入口 还好嚼得秘诀 就在这个压实塑行了 切片稍微厚一点 两分厚 一片片牛肉 规规矩矩地躺在菜板上 师兄啊 我觉得 直接来点辣椒油 和蒜酱就不错 火灵等不及了 这道菜做好了打饭包 或者拌饭都好吃 嗯 那我再等等 这菜有人做出来不够香 味道也不够融合的关键点 是要用花椒油 来爆香葱姜蒜 再下肉汤烧开 再把肉放进去扒至 林东方热了点油 把淋过水的花椒 和八角丢进去炸香 直接把汤烧热就扒 或者普通的油 去爆葱姜蒜会 导致味道差一点 旁边萧细月 认真记下 这都是细节 捞出花椒八角 再下入葱姜蒜 然后倒入几勺煮肉的圆汤 加盐调味 酱油补色 手中的大圆锅 变形成平底锅 再把牛肉片们 规规矩矩地请进来 大火烧开小火入味 这平底锅 足够把林东方 横着放进去打滚 毕竟切了一根两米长 八掌宽的超级牛肋条 牛肉切片的时候 是瘦肉在下面 入锅也是瘦肉 林东方轻轻 晃着这大瓶底锅 又幻化了一下锅的形状 让所有肉片 都被汤汁浸润 盖上锅盖小火闷一会 咕嘟咕嘟 透过锅盖 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肉片 在汤汁里 轻轻颤动着 二次入味的他们肉丝 稍微舒展了一些 特别是那曾经 重新变得透明起来 美好的场面 让时间都仿佛停止了 只有牛肉和肉汤的香味 从锅盖边缘使劲 钻了出来 闯进几人鼻子里 萧青仙有骨 不争实感 林东方这家伙 刚刚出去给柳如烟搞了个 能害死人的阳谋阴谋二合一 又跑回来继续做菜 这就是除休吗 再一看 旁边一脸欺许的萧熙月 这位妹妹怎么看 怎么一脸的人畜无海 但也是属汤圆的 外面白心里黑 给柳如烟流信这一招 让她都几倍发寒 不多时 肉片已经充分入味 林东方大转圈 晃动锅收汁 八菜不勾芡 汤汁自然沾 这句话是建立在 肉汤是大火炖煮的古汤为基础上的 那古汤熬煮的时候 还要加入富含胶质的猪肘子之类的 就像老林现在做的这种 不然只能老老实实勾芡 等到汤汁收得足够紧 再淋上点料油 林东方摸出一个快两米长的长盘 大锅从左到右 肉片们规规矩矩地从锅里落进盘子 最后在萧熙月面前的那段上 撒一把蒜片 芡汁明亮 肉香浓郁 这一份八牛肉大成功 吃完饭 干活 两天 柳如烟被追杀了整整两天 林东方和徐少良戴着面具 接力追杀他 周长青被徐家人丢给了天玄书院的几个家伙 死活就不再管了 就在柳如烟被逼入绝境的时候 金翅大鹏神兵天将 林东方满意地看着金翅大鹏 这越发庞大的身躯 这金翅大鹏不屑于赤无名之辈 现在还是干净的 有寻华斋业秘书 况且戴了面具 金翅大鹏和柳如烟都无法得知他的身份 三十招过后 老林一刀斩下来一块能有100斤的鹏腿肉后 撤退了一步 好 金翅大鹏怒吼一声 腿上的剧痛让他愤怒了 但他硬生生地控制住了死战的冲动 他来是为了柳如烟 不是为了和这个戴面具的高手一决生死 如此高手追杀柳如烟 看来运转秘书疗伤完毕后金翅大鹏心中又火热一分 看来柳如烟这个半仙真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人人都想来啃一口 但在一闻对方身上那股臭味 他把啃字给收回了 这实在是下不去嘴啊 柳仙子 我看你现在走投无路 不如与我们古族结盟 他一边戒备林东方一边目光灼灼地盯着柳如烟 昨天他收到了万眼族的力血丹 此时恨不得把对方扒光了找找 还有没有这种丹药 只要200枚力血丹 他就能蜕变成纯血昆蓬 真正无敌于天上天下 即便是真龙出世也无法与他争锋 柳仙子 只要你点头 我立刻帮你击退他们 京吃大鹏已经彻底调查过了 这女人现在毫无背景 非常需要一个强硬的后台 不然以他半仙的身份 除了秘境 就要被一群度洁净大圆满的家伙 拎着仙气追 柳如烟沉默了 他知道叶玲飞环 活着 但对方只留下一张纸和一枚丹药 显然是有苦衷 无法直接帮助自己 而且那力血丹 显然也是暗示他加入古族阵营 他习惯性地问了一句 不知小鹏 王为何丹丹看中了 我这个弱女子 名鹏不说暗话 首先柳仙子并不若值得拉拢 再其次是因为这种宝丹 京吃大鹏 把还剩一小半的力血丹 拿了出来 柳如烟眼圈一红 他果然为我安排好了一切 这丹 就是 他为了我能被古族 庇护研究出来的吗 他果然还爱着我 保护着我 想到这里 柳如烟点头道 此丹确实是我偶然炼制而成 如果你们还想要的话 一来要给我提供材料 二来要承担我炼丹失败的风险 他已经很习惯了 这套画大饼的方法 柳如烟有底气 在离开秘境之后 不被古族的残仙控制 好说 届时我们公平交易 京吃大鹏 一声畅快大笑 四面八方 飞来三十多个古族小弟 林东方直接撤退 多谢 柳如烟和京吃大鹏 开始没营养的聊天 次日一早 大船内林东方 舒服地伸了个懒腰起床 一个月没泡温泉了 恨不得现在就冲回 妙英峰泡温泉 吃汤圆 早餐非常简单 炸油条配御英树豆腐脑 但火灵儿呆毛一颤 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师兄啊 怎么油条还没变成金黄金黄的 就捞出来了 现在的油条 虽然已经鼓起来了 但还是刚刚泛黄的状态 有点白 看起来不脆 因为要往里面灌鸡蛋啊 林东方打了一些鸡蛋 洒入葱花和盐 胡椒粉 开始搅打 油条里灌鸡蛋 火灵儿惊呆了 居然还有这种吃法吗 灌鸡蛋 只要初步定型和蓬松就可以了 林东方切开油条的一头 小心地用筷子 把油条里的大泡泡捅穿 然后把蛋液灌入 小火继续炸 香喷喷炸油条味里 夹杂着鸡蛋和葱花的香味 把萧熙月从被窝里揪了出来 等回去了 师兄再炸麻团给你们吃 好耶 旁边的一锅木耳香菇 黄花菜鸡蛋炉子 飘着浓郁的香味 一大碗豆腐脑 来上这么三大勺炉子淋上去 再撒上葱花香菜 旁边的辣椒油和酒花酱 看个人口味 萧青仙从自己棺材里撑起身体 下巴枕着棺材边咽口水 他是盖着棺材板睡的 这一下子 馋得棺材板都歪了 这家伙每天早餐都不重样啊 熙月和林儿也太幸福了 正想着呢 萧熙月把他抱到了饭桌前 开饭 金黄酥脆的油条里 是软嫩的鸡蛋 被油条包住炸熟的鸡蛋 比蒸蛋更有口感 但比煎蛋嫩 葱香味不光丰富了蛋香 也浸润了油条里的每一寸 就一段这油条下来 放进豆腐脑里 吸收了一些炉子的油条 又是另一番脆中带软的口感 呼 吃饱喝足 三人直奔秘境出口 萧青仙连带着那口棺材 被封在了大船内 被林东方缩小捏在手中 这藏了人之后 就不能把船收入汽海内了 预想中的大乱斗没有出现 因为所有人都捂着鼻子 往秘境外跑 柳如烟身上太胃了 熏得众人根本没心思打架 其余三个区域的出口处众人 还在打伤打死呢 园阴区里的人 已经全都跑出来了 守在秘境外的人都惊呆了 怎么回事 难道秘境内爆发了什么危机 这种不要命的往外跑的场面 还是万年来头一遭 不是 哦 不少人先狂吐了一阵 才结结巴巴的说明情况 古族什么时候 出了个天香公主 难道是那臭臭大王花一族的 人族强者惊疑不定 林东方心里感叹 这柳如烟也是个人才 把味道化作了最好的伪装 出了秘境 一片剑拔弩张 不少杜杰镜大佬都在打口水仗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 护住了林东方等人 爷爷 萧细月对着萧杰 以萧家秘法传音 得知一切之后 萧杰脸色一变 快 快请回家族 老萧头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好孙女 从秘境里 给家族带回来一尊残献 这是何等的机缘 拜见老祖宗 等棺材落地 偌大的萧家 从家主到长老 再到太上长老 八位杜杰镜大佬 领着一百多位通天镜的强者 呼呼啦啦地跪了下去 还请老祖训话 被一群小老头小老太太这么盯着 萧青仙觉得 浑身上下都不自在 那个 能不能脱关系 把我送到瑶池圣帝妙音峰上 此时 林东方直接被东方帝皇 扔进了温泉 衣服 林东方掐了个避水的功法 跳起来把衣服脱了 光定泡温泉 是对温泉的尊重 好好好 把他又丢进了温泉里 刚换好的红色凤袍下 是这匿图当时选的红边黑丝 一个月 整整一个月 你知道我这个月是怎么过来的吗 东方帝皇双手插腰 居高临下地盯着林东方 这一个月 是他这辈子度过的最难熬的一个月 虽然每天能吃到之前给他准备的盒饭 各种好吃的 可越吃越想 这个匿图 不是想吃的 就是单纯地想这个闷骚的家伙 越吃越想 越想越吃 三天就吃光了 不是 才三天你就都吃光了 在一回忆独孤梦之前 那震撼的目光 东方帝皇越想越委屈 这也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呀 双手抱在胸前 眼角出现点点泪花 帝皇 我也想你 林东方水灵灵地站起来 想抱住自己这位在外面 威严满满的师尊大人 东方帝皇抬脚 想给他踩回去 但一想自己还穿着鞋 顿住了 老林熟练地给他脱了鞋 你这你脱 东方帝皇脸一红 眼波流转 无论多少次了 他眼底 还是带着化不开的羞涩 又换了条腿伸了过去 林东方操作完后 稍微一用力 师尊大人就跌坐下来 坏家伙 东方帝皇红着脸 轻轻打了一下他 师父 这次悟到茶秘境 收获可多了 林东方搂着许久未见的 漂亮师尊大人 把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讲得一清二楚 东方帝皇听得十分认真 两人看似十分认真 彼此之间的阻碍 却越来越少 哼哼 吃龙妖子是吧 忘了你是九阳体了 开口求你 那 师父能帮帮我吗 哼 东方帝皇站起来 一脚踩住他的胸口 哎 帝皇师父 就是又踩又爱玩 与此同时 萧家祖宅内一片安静 萧杰还在发猛 啥 这位活祖宗 要去摇池圣地妙英峰 当弟子 他瞥了一眼 旁边的好孙女萧熙悦 嗯 事情有趣起来了 老祖宗 要当自己孙女的师妹 那以后见面 该怎么称呼 这有趣个鬼啊 萧杰心里发出一声哀嚎 大会得知萧青仙身上的封印之后 他无奈了 还真得把这位老祖宗 送到妙英峰上 吃林东方的妖子 不对 不对 萧杰心里忽然一个灯 他偷偷瞄了一眼 旁边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宝贝孙女 萧熙悦 一个月前在秘境外碰面的时候 萧熙悦秘密传音 说林东方是他的孙女婿 于是他在秘境外 拉着老伙计 独孤傲天喝了一个月的酒 终于把这个事实消化掉了 天下第一位 除休是自己的孙女婿 嗯 也还行 以后可以拉下老脸 去要点下韭菜 眼下 他又想到了 这个妙英峰上唯一的男人 在一看面前萧青仙的眼神 得 清澈中透着恋爱时候 才有的痴呆 典型的恋爱脑要去白给啊 不会吧 那小子属妹魔的 萧杰心里哀嚎一声 老祖宗嫁过去不可怕 可怕的是 未来某一天 真要见了面他该怎么称呼林东方 孙女婿 还是自己这五千多岁的老灯 跪在地上 叫林东方老祖宫 这种事情不要啊 萧细月看着自己爷爷 这手足无措的样子 浅浅一笑 那我就先回妙英峰了 明天安排好了一切 再把清仙姐接过去 你这孩子 嗯 那我先召集家族老人们开个会 事到如今 萧姐也没办法 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开会 萧细月快速回到妙英峰 她现在和还很容易害羞的 东方帝皇不一样 不论什么时候来 都显得刚刚好 进了屋 萧细月熟练地挑起 东方帝皇的下巴 东方帝皇目光里有些躲闪 红着脸说不出话来 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 萧细月微笑着 帮对方擦了擦嘴角 黄妹妹又偷吃 该打二十 东方帝皇条件反射地转身 师弟来执行家法 谭笑间欺师灭祖 萧细月正攻威严恐怖如斯 林东方突然想到了 某次在师姐屋里看到的 那本什么万语 先攻我为帝后的书来着 不过看到 师姐双眸中 毫不掩饰的炽热情感 她知道 现在不是乱想的时候 于是林东方知道了 为什么那么多人 喜欢当昏君了 双阴鸣先锋的景象 让她差点忘了自己姓傻 第二天上午 昏君林东方扶着妖子起床 东方帝皇和萧细月 在准备早餐 气色一个比一个好 脸上都带着笑容 举手台族间净显默契 虾仁蒸蛋和鲜肉小笼包 火灵昨天出了秘境 先回了火家 所以没见到小呆毛 再搞破坏 今天事情可不少 第一件事 不是误到茶树的新家 而是那颗咒院族给人建的血色石头 这东西关乎着咒院族 被摇持圣地的阴谋 马虎不得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 把林东方护送到老头谷处 不祥至尊 老头谷抓起这块巴掌大的红色石头 观察了一会后 眉头一皱 这石头被一尊 半步先帝的血尽润过 还是一种异兽的 恐怕属于太古师兄 先帝 不错 现在你也接触到了这些 也正好跟你说一下 杜结九重后 有一个隐藏的第十重 你这两位师父就是这个境界 我们那个时代 也称这个境界为人之极境 至尊境 这个境界又分前中后期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点头 这些和姚池的记载倒是一样 不过先帝这个境界 他们倒是第一次听说 更进一步的话 就是真先境 随后是先帝境界 我的恩师当年就止步于半步先帝 老头谷一叹 神色中是无尽的缅怀 岁人士等人组 是不是先帝呢 林东方很好奇 岁人士等人组的力量 不 岁人士的修为境界 只有一个字 地 那种实力绝对是超过先帝的 如果你吃过岁人士做的烤肉 你就会知道 那种不讲道理的规则灌注 那是一种凌驾于 一切规则之上的伪力 老头谷指尖敲了敲这块红红的石头 真的极其夸张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这老灯 又用岁人士做的烤肉缠他 这些你稍微了解就好 你现在就想着 先到至尊境再说 现在天地间没有仙气 几乎无法成仙 也无法让残仙恢复 前辈 那这个石头 有什么作用呢 这石头 能强行让大量不祥 融合成一个超级怪物 也能让被不祥上身的人们 融合在一起 要是真被丢到除魔风上 还真比较棘手 等等 前辈您说 这东西 能融合不祥 林东方忽然想仰天长笑 开心 见他如此 老头谷也反应过来了 嗷嗷嗷 一大一小两个男人狼好起来 一个是极致的吃货 一个是极致的厨子 不过林东方很快冷静下来 前辈 这东西能不能感应出来 我怕周院族以后 还会找人 把这东西弄进除魔风 半步先地血气 我需要一些血什么的做什么菜 我吃完了估计 能误出来些什么 得 林东方直接摆出厨房 那先来个鸭血粉丝汤 再来一盆蒸鸡血 还有毛血旺 用血做的菜 还有很多 比如辣炒血压 只是那道菜更血腥一些 蒸鸡血没什么好说的 温水化开盐 胡椒粉 鸡粉 花椒粉后 把鸡血倒进去 再放进去一勺猪油 封好上锅蒸 就完事了 鸭血粉丝汤的汤底 有用盐水鸭老汤的 也有用老鸭 和铜骨熬的高汤 盐水鸭老汤 以高汤冲开 大火烧开之后的 鲜香弥漫到 大船厨房的每一个角落 林东方有盐水鸭老汤 自然可以偷懒 而且单以味道来说 也比新熬的高汤 更富有鸭香 好好啊 旁边的老头骨 高兴的狂咽口水 老头骨像是想起了什么 对了 我之前感应道过 一股天道刀切 是不是天道 又给你好玩意了 林东方一边用盐 和淀粉清洗压长压干压针 一边打刀 给了我一个天道闸刀来着 啥 老头骨声音都变了调 像是小猫被踩了尾巴一样 孩子 你以后不用炼制法宝了 只要你修为够 这刀随便砸任何枪底 老头骨在心中模拟了一下 砸了它那是轻轻松松的 眼下 这天道闸刀 可以把这石头上的血迹刮下来一点 到时候放进菜里 我吃的体物更深一些 这石头上 可是太古师兄的血 可是好东西 那前辈多磨下来点 林东方取出了闸刀 老头骨抓着石头 小心地在刀刃上磨 嘎吱嘎吱 掉下来点红色的石粉 半步先帝的血又如何 这可是天道闸刀 咦 这不是石头 原来是坤的骨头 坤的骨头 林东方再次震惊 这不祥至尊 还真是下血本了 这种东西 都舍得拿来搞摇吃圣地 看来 除魔风的存在 是真的威胁到了不祥的生存 不错 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一种玉石 后来才想到 坤的骨头和玉石差不多 这种纹理是坤骨独有的 当年我用坤骨熬过汤 不会认错 多亏了这天道闸刀 不然还真摸不动 前辈居然用坤骨熬过汤 好喝吗 嗯 我那时候秀味不够 什么味道都没熬出来 后来拿去换了一个 龙肝烤了吃了 老头骨脸色一咸 啊这 林东方没话说 只能开始把鸭干鸭针冷水下 国家葱姜和黄酒焯水 鸭血鸭肠比较嫩 所以要单独焯水 和前面那俩一起来就废废了 而且也不用太久 鸭肠焯水后 扔到冰水里 会让后面的口感更脆 看到东方帝皇 要从保鲜盒子里 摸出一个盐水鸭 他急忙拦住 把之前做的那剩余的两份昆仑 报复拿了出来 这 老头骨此刻 只想喊天道不恭 这菜上飘荡着的大道神韵里 居然有一丝微不可查的鲜光 我说小子 你这真是仙体啊 老头骨打个哆嗦 没准等林东方 进入渡结境之后 菜肴上的道运 就要彻底转化成鲜光了 啊 当时忘记 做前辈的那份了 到时候 我再给你做一份 这盐水鸭您先吃着 虽然被区别对待了 但老头骨毫不吃醋 林东方 可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而且 他也能看出来 这菜大部分过程 是用时间 阵法加速过的 如果没有加速的话 鲜光能再多一丝 不过这种程度的鲜光 对他恢复身体来说 基本没用 所以 他不着急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 对视一眼后 都无奈苦笑 什么养成逆徒啊 明明是被徒弟养成逆尸 到时候成了仙 就能一直在一起了吧 林东方继续忙活 两锅汤 一锅是汤底 一锅用来卤鸭肠等 卤汤里 下了一个卤料包 里面装的是八角桂皮 山奈草果 陈皮香沙 大火煮开煮出香料的味道之后 把鸭干 鸭针先后入 锅乳到八成熟 最后下入鸭肠鸭血 和切开的炸豆腐泡 关火焖到鸭肠熟透 把这一锅 先送入石亭法镇 林东方转手 开始做毛血旺 这也是之前总说 但是没有做的一道菜 毛血旺四大剑 鸭血 毛肚 黄猴 黄扇 还有五餐肉片 众所周知 四大剑有五个很正常 旁边的人都不说话 厨房里 林东方看着那五餐肉 稍微回忆了一下 当时度的原因解 这还是他上次 在宇宙边荒做的 此时 又在这把北斗星大地 上二次加工这五餐肉 让他不得不感叹 修炼的力量太伟大了 这菜鸭血 五餐肉和黄扇焯水就行 都是开水下锅 黄扇焯水的时候 要加盐和黄酒去腥 然后高汤和麻辣料 4比1的比例 下锅煮开 煮出香味 林东方之前 熬了大量的麻辣料 留给两位师傅 没试下火锅 这是剩下的最后几斤 奶白高汤 迅速被麻辣料染成亮红色 辣椒碎在汤上 转着圈圈 显示着自己的威风 用的是原英镜的辣椒 此时大船厨房 就在老头骨的盖石沙镇内 可以放心大胆地吃 为了安心吃饭 刻画了一个 能干掉七八个 大圆满针鲜的沙镇 也是独一份了 先入午餐肉 鸭血和黄扇炖煮入味 这菜的黄猴 和毛毒洗净就行 不能焯水 更不能先放 不然口感就没了 至于炒料 然后加水 还是高汤冲料 有高汤自然用高汤 香味更足 这三样入味的功夫 林东方给豆芽焯水 然后和蒜苗 一起入锅翻炒制断生 放入四个大盆内铺后 他没忘在老头骨的那份 里加了一些昆骨粉 之前的鸡血也是 没想到这么快 就用上师兄来烹饪了 不过这也不算正八斤的 等黄扇三样 也充分入了位 下入黄猴 和毛毒半分钟后关火 盛入盆内 豪放地撒上刀口 辣椒和蒜末 淋上热油 刺辣 热辣被瞬间激发 这股味道 乘着热浪 迅速涌向每一块 露在外面的食材 更是在汤的表面 封了一层热油 让这道菜的温度 持久地保持在 刚出锅的水平 最后 以几个嫩芹菜叶点缀 上桌 一边的鸭血 粉丝老汤里 开至沸腾 烫熟粉丝后 放入碗中 放入切好的鸭肝 鸭针鸭肠 油豆泡后 撒一把葱花香菜 再淋入沸腾的老汤 激发这股香味 鲜香味美的鸭血粉丝汤 就成了 还有四盆蒸鸡血 也上桌 一大桌全血液 看得老头骨 眼睛都绿了 老头骨的菜里 都加了昆骨粉 飘着一股 与众不同的道运 这 石胸的血力 居然被激发出来一丝 是血黄的 老头骨敏锐地 捕捉到了那一缕虚影 可怕 老夫还是先吃饱再说 话不多说 开躁 这毛血忘灵游灵的好啊 毛肚之类的 没有被汤完全浸泡 和热油短暂的接触之后 蒸发了不少水分 使得口感 比火锅烫熟得更加软脆 也更香 啊 四 老头骨压低修为 贝拉的直撕哈 热辣过后来 一口吸饱了 鲜美咸香老汤的粉丝 顿时让火热平静了一些 再滋溜一口 稍微带着葱花香菜味道的老汤 真是美到了骨子里 老头骨此时有点不好意思 他自然能感觉 出来有创法作用的 只有那盆蒸鸡血 只是架不住毛血旺 和鸭血粉丝汤太好吃了 一个麻辣香烫 一个鲜香润美 一正一反的感觉 让他颇有感触 差点顿悟个阴阳 诀别秘书出来 等到吃鸡血的时候 他无师自通地 挖了一勺鸡血 放入毛血旺里 稍微烫了一下 这蒸鸡血入口即化 香浓的感觉 不属于骨髓香刀 配合着毛血旺的热辣 只一口就让他喜欢上了 又来了一勺 放入鸭血粉丝中 口味是别人不同的鲜美 一边吃 老头骨一边开始创法 同时开始解构 那丝血黄粒粒的稻则碎片 这就是顶级真仙 摸到了先帝边缘的 吃到老祖老头骨 放个别的残仙 只能干瞪眼 不过 也离不开临东方 出道的二次加工 才让这份特殊食材里的稻则 出现了被解毒的可能 东方帝皇和独孤梦 也是吃得十分上头 林东方想了想 在自己的那份里 加了点昆古粉 四 好鲜 加了昆古粉的鸭血粉丝的仙族 以用爆炸来形容 不是那种 鲜过头 觉得口渴的鲜 这一锅水 加一筷子头的昆粉 鲜美就不输高汤了 林东方赶紧又来了一大口 压了压口水 这可比鸡粉厉害多了 但昆蓬何其少见 我之前要把金翅大鹏 裴育成昆蓬的决定 实在是太有仙剑之名了 这骨粉实在是太鲜美了 此时 宇宙深处 苍天大鹏内 金翅大鹏打了个冷战 他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 忽然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最近怎么总是一神一鬼的 可能是因为利血丹的事情吧 苍天大鹏 是几个古族秘境 融合成的一片大陆 茫茫无际 这里栖息了大部分古族 小鹏王 这次 我们一共收获了1100枚物道眼 即便是古族的至尊 和他说话也是客客气气的 这些叶子前辈们分配就好 眼下我们的重点 就是 全力配合柳如烟 炼制出利血丹 一旦炼制出足够的利血丹 进化出足够多的至纯生灵 我们就可以夺回的主导权 把人族彻底踩在脚下 苍天大鹏上的古族 都是敌视人族的 他们要以这个大鹏为基础 占领全宇宙 曾几何时 我们对人族来说 犹如神明 但人族掌握修炼方法之后 我们败了 最后不得不猎土封建 躲在小世界内 恢复元气 百万年前 人族真仙内乱 导致世间不允许成仙 现在人族的实力 已经跌落到最低点 是时候重拳出击了 拿出五百枚悟道叶芬给各部 让年轻一代迅速成长 增加实力 然后去扼杀人族天骄 让他们下一代的至尊更少 是 对了 柳如烟说 要去一趟北斗星 找什么机缘 由他去 现在肖家满世界地追杀他 他不敢舍弃天香公主这个身份 不多时 古族们就分到了悟道茶 有的喝的是果味的 有的喝的是高汤味的 这一世的悟道茶味道好香啊 还有水果味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些味道随着道 则被他们的肉身吸收 给他们入了个底位 多半天后 老头骨悠然醒来 我已经解析了这骨头上的气息 以后不管是什么半步先帝的血液 或者什么别的骨头 只要有这种功能的 都会被我的阵法检测出来 至于谢皇的道则 应该是血皇的天赋神通 黄结在生树 我没有凤凰或者血黄的血脉 无法深入感悟出来 老头骨难 黄结在生树 号称第一疗伤秘书 号称只剩下一丝残灵都能复原啊 一边的独孤梦 看向了东方帝皇 嗯 传说我东方家 确实有一丝凤凰血脉 所以父母给我起了这个名字 血黄是凤凰的远亲 是堕落的凤凰 东方帝皇说道 这偷眼看了一下林东方 生怕这徒弟晚上 给他生吃了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怪不得自己很喜欢师父的腿 那你把这血粉当辣椒粉 撒在雾刀叶上吃一口试试 说不定能误出来 老头骨认真的 说出一个离谱的建议 这能行吗 肯定能行 这也是我师父当年推测的办法 不过他的想法 是用血黄的血液 去煮雾刀茶叶 这办法也太狂野了 林东方无奈地 看着同样无奈的老头骨 得 我回去用这粉和雾刀茶叶 炖一锅汤算了 回到了妙音峰后 东方帝皇开始摩昆骨 是了 血黄的疯狂原力类似不祥 所以被天产小龙虾吸走了 林东方用摇池仙泉水 煮了一小锅物倒茶 里面是一枚形似凤凰的叶子 此时的天地大道 已经完全化成凤凰的虚影 等加入骨粉之后 九彩凤凰迅速化成血色 不过好在没有感受到 血黄的疯狂暴虐气息 只有一股纯粹的血肉灵力 我先尝尝 林东方没敢让东方帝皇直接喝 自己先来了一口 咋咋嘴 先 随后他感觉自己的气血 似乎又增强了一些 不过那些 倒则他这修为是感觉不到的 又来了一口 没啥效果了 喝吧 东方帝皇咬着嘴唇 明明他才是师父 徒弟 我闭关这段时间 不许坑我哦 他温柔地捧着林东方的脸 看了一会 然后恶狠狠地亲了他一口 他知道自己这次 可能要闭关很久 然后蹲蹲蹲 一口闷 呼 东方帝皇背后 飞出一道凤凰虚影 同时进入了顿悟状态 以渡劫境感悟石兄宝树 需要大量的时间 不过好在他之前 吃了那么多好吃的 体内大道轰鸣 把这原药三百年以上的闭关 可能用不了几年 林东方正正出神 他现在满打满算不到三十岁 几年的时间 足以在他过往的生命里 占据很大一部分 但对于一千五百多岁的 东方帝皇来说 不过弹指一挥间 时间 这次还没办法 用时间阵法 毕竟苏家始祖的 时间大道 只达到了真仙级别 想去催化石兄级别的 道则感悟是不可能的 等师父出关 给他补上一次 盛大的生日宴会 林东方搓搓手 这不是生离死别 逼个官而已 到时候 用一个超级极品的干报 给帝皇庆祝 这样一来 我不得不再次下海了 嗯 说起来 我刚刚做了那么绝品的 一锅污道茶 天道居然没有发给我 一个凤凰蛋 轰隆 天边乍响一声惊雷 似乎在训斥 林东方的贪得无厌 但独孤脸色一僵 天空一声乍响 三姑闪亮登场 小猫 你也不想 你徒弟变成你姑父吧 隐约间 独孤梦在雷声里 听到了这句话 东海之兵 夕阳在海拨上 撒下点点碎金 独孤傲天对着一个 正在写书的小萝莉 仰天狂笑 哈哈 终于有理由 去瑶池圣地 拜山门了 把三妹带去做客 还愁吃 不上林东方做的饭 如同变态老魔王一样的笑声 吓得大群大群的海鸥乱飞 我说 大人你小心点笑 免得一会有海鸥 哒哒哒哒哒 扑街 莫等三姑话说完 就有一只海鸥 就慌不择路 从独孤傲天头顶飞过 众所周知 鸟类喜欢随机轰炸 每一个抬头看天的倒霉蛋 一坨海鸥便便 砸在了独孤傲天的 护体光幕上 要不是有光幕挡着 恐怕就要一步到位了 三姑嘀咕一声 我也没修炼言出法随啊 独孤傲天不细细 气得它想动手抓海鸥 上苍有好生之德 我也不是什么小肚鸡肠的人 独孤傲天背负 双手做高手撞 放了海鸥 他对面一棵椰子树下 三姑 也就是独孤婉 正坐在桌子前 写一本厚厚的书 他现在看起来 能有五岁的样子 穿着一身 鹅黄色的衣裙 圆圆的娃娃脸上 大眼睛乌溜溜 正是雌娃娃一样的 可爱年纪 不时地咬一咬手中的笔杆子 皱着小眉头鸣丝苦想 哎 没有剧情可写来啊 帝后敲打了完第十五飞黄女 该敲打谁呢 厚厚的书名 叫万玉仙宫 我为帝后 是萧熙月最近都在看的 全宇宙爆款 我说三妹 你七十二世 不曾儿女情尝过 这大几百万字的书 你是怎么编出来的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啊 抓把瓜子 和刘家寡妇唠嗑 啥都知道了 独孤婉白了他一眼 三妹 你说 要当小妹姑父 你来真的 哎呀 我有那么饥渴吗 就是给小孟点压力罢了 独孤挽挥挥手 表示自己当初是闹着玩的 但他随后念叨的内容 让独孤傲天直咧嘴 你忽悠谁呢 嗯 我给男主加个厨艺超群的看点 再安排几个小吃货 让地后敲打 这男主经常下厨 嗯 光定穿围裙 可以写一写 看起来五岁大的小丫头 用老气横丘的语气 说着很违禁的内容 突出地描写一下 刘寡妇说的公狗腰 就像小林的那样 虽然七十二世都没开过婚 但是隔壁刘家寡妇说 这种腰身就是顶好的 不知不觉 他写的男主 已经向林东方的形象靠拢 一个横扫朱天的威武帝 尊成了一个闷骚的咸鱼厨子 然后做的三不沾和柿子头都好吃 先缠出来一个没死透的仙女 给地后敲打 想到之前 吃的那两样美味 她咽了咽口水 什么公狗腰母猫定的 就你现在这模样 人家能搭理你 独孤傲天黑着脸 这书怎么朝着晋书的方向滑坡了 这独孤家未来的杜杰晋大佬 写晋书的事情 要是走漏了 那独孤老祖都得被弃活了 我这模样咋了 虽然不说彼得过萧锡月 怎么也和小梦打得有来有回 不是说你长得好不好看 你现在这才五岁的样子 林东方那小子 是个禽种不假 但不是个畜生 养成 养成你懂吗 再说了 我当时就是随口一说 我这轮回七十二世 早就是不动心了 独孤碗瞪了老大哥一眼 行 希望你记得 你现在说的话 独孤傲天背起一个大竹筐 装上独孤碗前往摇池圣地 独孤梦心里这个郁闷 好不容易 东方帝皇那个大毡膏去闭关了 小毡岛火灵 在火家还没回来 至于郑姑娘娘 萧锡月 去接萧青仙了 她这正想和林东方碗点传说中的师徒擦边呢 比如喝多了耍酒疯一巴掌 把林东方衣服 打碎过过眼影之类的 三姑居然真从东海边上蹦了出来 妙音峰食堂内 独孤梦和独孤碗大眼瞪小眼 独孤傲天坐在一边沉浸式的客瓜子看热闹 一大一小两个美女先熬了一会音 小梦你放心 我不会跟你抢男人的 我就是来你们摇池圣地踩踩风 把我的书好好写写 独孤碗声音还带着奶气 好在不是那个 我不及倒压的阶段 独孤梦沉默了一会 祭出杀招 三姑 林东方不喜欢说谎的小孩 呃 我再顺便吃几顿饭 深入一下友谊 独孤碗笑笑嘻嘻 我就知道 独孤梦揉了揉眉心 他是真不知道 三姑试来真的还是就逗他玩 头烫 此时林东方也溜达了过来 他刚刚把那不祥血食 交给了程大发等人 去捣咕不祥了 难道这位就是 看到独孤碗这个小丫头的样子 他有点震撼 这轮回天公牛啊 我就是小梦的三姑啊 独孤碗 小林你不记得我了 独孤碗 和蔼可亲 地笑了起来 林东方花了好一段时间 才把这可爱的小脸 和之前见到那满是皱纹的脸 联系起来 三姑课 这备份咋排来着 他翻开一本备份指南 开始找适合独孤碗的称呼 哎呀 你也叫我三姑就行 五岁的可爱小萝莉 坐在软榻上 身子向右歪歪着 手肘撑在桌子上 像是亲爱的七舅姥姥一样的语气和神态 这老 老爷爷你叫他大伯就行 也算是让他年轻点 那行 三姑 大伯 咱们这晚上吃点啥 林东方忙活了一天 自己现在也饿了 我这 独孤碗神色一炯 他修炼轮回的过程中 无法修炼 所以现在 和普通的五岁小孩没区别 吃不了多少 小林啊 我都行 你做啥我吃啥 独孤傲天狂咽哈喇子 师父呢 我也吃个肘子吧 那行 我做东坡肘子 林东方系上围裙进了厨房 三姑现在这情况 也吃不了太多啊 先闷了一大锅饭 要说啥下饭 还得是肘子 喜欢吃皮和肥肉的 那软糯入口即化的肘子皮 就吃吧 喜欢吃瘦肉的 那就更有福了 肘子上的瘦肉内贴骨 外有肥肉包裹 怎么做都是香香软软的 不可能发柴 取出一些肘子 烧了烧之后 温水洗干净 焯水后 前肘划一刀 后肘划两刀 分别入锅夹开始炖煮 材料种类不多 只有葱姜香叶八角 林东方想了想 一对前后肘 没有直接焯水 下游锅炸到表皮起泡 然后入冷水 寄出表皮的皱纹 这一对直接下入一个砂锅 加姜片 和一粒八角几粒花椒 以大量黄酒 少许糖 料糟和水及糖 闪小火微致 独孤师傅更喜欢酒香口 敬喜当 少着水 柴头眼奄奄不起 待他自熟莫催他 火候足食他自美 这是苏东坡对 东坡 这种烹饪手法的原话 东坡肉和东坡肘子的精髓 就是小火慢微 调味最后 还是看自己的喜好来弄 喜欢甜口的加点冰糖 喜欢咸口的来点酱油 喜欢辣的加点辣椒 都可以 一言以蔽之 肉 酥 烂自然香 林东坡在自己的厨道经上写着字 一边盯着时间法阵 这送入时间法阵的锅 和高压锅是两码事 炖肘子的香味逐渐弥漫开来 随风飘落到妙音风下 萧熙月此时 带着扛着棺材的萧结上山 哐荡 闻着这顿肘子的香味 萧青仙一个没忍住 直接撑起身子坐起来 头直接把棺材板顶飞了 棺材板落地的声音 吓了食堂内几人一跳 啊这 看到萧青仙之后 独孤晚是真的怀疑 自己是不是觉醒出 炎出法随 大御炎树这些神通了 这顿肘子 怎么还真把一个仙女蝉的 顶开棺材盖了 萧青仙和独孤晚 大眼瞪小眼 林东坡收到萧熙月的传音后 没出来 继续在厨房忙活 萧结和独孤傲天 如坐针毡 最后抓一把炒魔葵花子 先去月亮上喝酒等着 食堂内 独孤梦揉了揉眉心 她现在恨不得自己去闭关 让东方帝皇出来当师父 这叫什么事啊 不多时 萧青仙和独孤梦 对上了目光 半步剑仙在残仙脸上 看到了白给两个字 残仙在半步剑仙头顶发现了 逆施 这个称号 独孤晚在观察萧熙月 气质清冷 类似独孤梦 但眼底的坚定果决的神色 与别的女孩不同 熙月 要不咱们出去转转 独孤晚主动发出了邀请 她要完善自己书的剧情 打算先采采风 看起来 萧熙月和东方帝皇 已经拿下了林东方 她觉得 可以用萧熙月 来丰富她那个地后的人物塑造 好啊 那我就带着三姑 熟悉一下妙音风 师父您陪着清仙姐聊聊吧 好 独孤梦如释重负 和萧青仙聊天就简单了 喝大酒就完事了 独孤晚敏锐地注意到了 此时萧熙月 这如妙音风女主人一样的语气 不愧是熙月仙子 小梦斗不过她 要是我是小梦 绝对来一场 酣畅淋漓的宫斗大戏 她在心里暗戳戳地想着 俩人去了后院 那本我为地后 是三姑您写的吧 没错 萧熙月注意到 独孤晚就是因为这本书 很多人都说书的作者 会把自己写成主角 所以这个独孤晚 是想当地后吧 但一个后宫里 只能有一个地后 独孤晚取出纸笔 正巴金地进行采风 闻着越发浓郁的肘子香味 她率先开口 我想问问 你为什么喜欢上了小林 为什么爱上了师弟 萧熙月垂下眸子 双手捧着一杯清茶 嘴角浮现出幸福的笑容 她耳朵动了动 听到了林东方 正在叮叮当当剁算 笑得更幸福了 这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呀 她能把一道菜 变得符合我喜欢的口味 独孤晚一愣 这个答案属世出乎她的意料 就这么简单 对啊 就这么简单 当然 这个喜欢的起因 是因为她做的菜实在是好吃 我承认我当时被她馋到了 萧熙月深深地看了一眼独孤晚 这位三姑不就是被馋过来的吗 还有萧青仙 算了那家伙 已经把白给两个字写在脸上了 不管了 独孤晚不说话 不承认自己馋了 那 她记得你们每一个人的口味 对 我喜欢吃蒜香的 帝皇师傅 喜欢辣的 孟师傅喜欢酒香 或者咸香口 林儿喜欢油炸的和甜的 还有打饭包 即便是同一道菜 同一个食材 在最后上桌的时候 都会尽可能呈现出 我们各自喜欢的味道 如果做不到 就是食材的原因 不是她没有尝试过 她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林东方之前 就是这么做的 萧熙月没有进厨房 也没有开天眼 去窥探 她知道林东方 肯定会这么做 而林东方与她说的一样 此时正在炒料 东坡肘子分两种大方向的口味 一个是吃本味 一个是麻辣口 剁椒豆瓣 酱干辣椒碎等入锅炒香 烹入忽肘子的原汤 用酱油找色后勾芡 再淋上花椒油 两个老头和自己的肘子 上淋上这种芡汁 又炒了一些蒜香的芡汁 淋在师姐的那份上 独孤梦的那份没有炒芡 而是先捞出肘子 大火把剩余的汤收紧淋上即可 萧熙月给独孤碗 开了一瓶汽水 悠然道 我怕您最后是真想 让我师弟当梦师父的辜负 不可能 独孤碗喝了 一口这口味口感 都是第一次遇到的菠萝味 汽水摇摇头 熙月你放心 我就是爱吃几顿饭而已 是吃狮子头和三不沾吗 威风吹起萧熙月的发丝 她取出了帝后这本书 最后一节 光是写这两道菜 就写了两千多字呢 萧熙月知道对方 绝对不是单单惦记这两道菜 现在只是嘴硬罢了 七十二世的不动心 鬼才信 轮回天宫会因为执念 导致轮回的地点发生变化 一般来说 不会在一个生命原地重生两次 这是她在家族秘典里看到的 你放心 我轮回了七十二世 不会轻易地陷入感情的 独孤碗神色看起来十分坚定 我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她透过厨房窗户 看到林东方把独孤梦的那份 酒香肘子做好了 问道 是不是该开饭了 是真的有点饿了 不 她还没做适合小孩子吃的 萧熙月深深地看了独孤碗一眼 小孩子吃的 我 想到自己现在这五岁的状态 独孤碗说不出话来 就不用了吧 我吃肘子就好了呀 她的回答一定会是 三姑现在吃不了多少肘子 对于小孩子的身体来说 太腻了 你这么了解她 独孤碗觉得难以置信 我觉得我还算了解她 所以我不想让你把地后写成公斗 她会很难办 会难受的 萧熙月起身 走吧 我们去厨房 看看她会给孩子做什么吃的 我现在学学以后也有用 独孤碗觉得自己七十二十白轮回了 被一个小丫头 给压制得死死的 萧熙月是不是把独孤家的重剑 无风学去了 这家伙 该不会还学了她心通吧 同时她也觉得自己心里乱糟糟的 想开口再次强调自己不会动心 又觉得有点张不开嘴了 似乎自己一开始就不应该开玩笑 要林东方当小梦的姑父 要不等会吃完饭赶紧跑路吧 嗯 跑路回独孤家当三小姐 厨房内 林东方正在剁鸡肉绒 师弟 这是要做什么啊 怎么用刀背来剁鸡肉 做点鸡豆花 适合小孩子和老人吃的 刀背剁的话 才把鸡肉剁出 僵的感觉 林东方刀背一鸣 鸡肉在菜板上薄薄的铺开一层 十八摸区调里面 夹杂在肉绒里的精 老林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有啊 不过现在 把这些宝宝腐蚀操练一下 也是好的 豆花不见豆 吃鸡不见鸡 这菜的汤底 用开水白菜的同款 嗯 萧西月想从背后抱着林东方 但是厨房重地不宜做这些 而且 独孤啊还在一边看着呢 先加点盐和葱姜水 搅拌到看不见水 一斤肉三四个蛋清 进去搅匀 最后两勺水淀粉 以林东方刚刚剁的程度 和去精的精细度来说 自然是不用再过滤了 这道菜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最后冲开的时候 大火烧开鸡汤 漩涡要大 这样倒入鸡肉绒的时候 才会聚在一起 全倒进去之后 立刻调成最小火 然后 慢慢煮到 鸡豆花漂浮起来就行 时间法阵内 快速过了将近两克钟的时间 鸡豆花完美地聚集成一朵云彩一样 浮在鸡汤里 看着林东方在一边锅里 咬出一碗茶汤 再把鸡豆花小心地咬出来一部分 放在碗里 以枸杞和烫熟的青菜 点缀那认真专注的样子 独顾完觉得 自己不该来妙音峰 开饭 哦 看到船音符亮起来 独顾傲天一声狼嚎 从月亮上俯冲而下 像是流星一样 划过天空 绽放出炽烈的光芒 萧杰眉头一皱 这或至于吗 但一想到自己那孙女婿 可是除休 她也加快速度 五分大肘子 五个大人一人一份 林东方自己的 还有萧杰和独顾傲天的是 麻辣香的芡汁 各色辣椒点缀在肘子上 萧杰的是蒜香的 用的糖色和酱油调配之后 肘子的颜色呈现出枣红色 精英蒜点缀在其上 浓郁的蒜香自然不必多说 独顾梦的肘子 颜色最为厚重 炸过的肘子皮呈现酱红色 而且也比其他的 更加软糯骨胀 萧杰仙和独顾碗的肘子 也是炸出来的 是经典的咸香口 稍微带一些回甜 诱人的酱红色肘子皮上 点缀着葱花 然后是一碗碗鸡豆花 人人有份 独顾碗盯着自己面前的 一小份肘子 是竖着劈开的一半前肘 对于他这个普通 五岁小孩的身体来说 也是稍微有点多的 但肘子 不大点 做这就显得太小气了 一碗鸡豆花倒是刚好 先尝了一口 这颜色透亮的汤 鲜美至极 他之前七十二世 从未品尝过 这种美味的汤 然后是鸡豆花 入口即化 和真正的豆花 差别不是很大 甚至比粗粗打出来的豆花 更细嫩一些 也多了鸡肉的鲜美 独骨碗心里面头 十分杂乱 如果我没有修炼轮回天宫的话 早一点遇到小林 估计现在已经办完喜宴了 另一边 萧青先吃得十分没心没肺 就是一个劲的灶 按理说 他这位残仙的心思 应该是最深沉的 因为他的肉身年龄最大 左右百万年 可事实恰恰相反 对面肉身 只有五岁的独骨碗 就没有静下心来过 隔壁房间俩老头 大马金刀的面对面坐着 旁边是两大缸千年沉酿 萧杰喝完一口酒 一不小心 把骨头都给嚼碎了 这是老夫六千年来 吃过最好吃的肘子 不接受任何反驳 上中下各属五千年 您就找不出来 这么地道的肘子 独骨傲天咬出一大碗酒 和萧杰碰了一杯 这肘子 你看看这皮 筷子这么一划就开了 这油亮亮的瘦肉 自然的离骨 能不香 吃肘子就得先吃皮 你看这肥肉和皮之间的酥烂程度 就说明 这皮和肥肉里的油 基本都炖出去了 入口就俩字 润得很 我说独骨老头 你的饭能不能分我点 不行 我也要拿着肉汤泡饭呢 这泡椒炒香之后 加肉汤的薄切拌饭 真是太美了 两个老头你一言我一语 吃得十分尽兴 还有这鸡豆花 喝过这汤 再去喝别的汤 那就没味了 那个什么鲜艳的 百味回魂汤 和这个比差远了 比不了 一点都比不了 这鸡豆花太美了 吃了一半 独孤傲天忽然长叹一声 萧姐往嘴里 塞了一把油炸花生米 含糊不清地说道 我说你怎么跟明天 要学辟邪剑法 要自攻一样 愁眉苦脸的 扑 独孤傲天一口酒 喷出一道彩虹 你压才自攻 我这是愁以后 找个什么油头 来蹭吃蹭喝啊 嗯 此话一出 萧姐也觉得 嘴里的花生米不香了 独孤傲天趁机偷摸顺 来一块肘子肉 然后又摇头晃脑道 长言到脸皮厚吃个够 但我也没有油头拉下脸啊 脸皮厚吃个够 萧姐重复了一遍 后心中一喜 这萧青 先要是真和林东方成了 那以后 自己就是晚辈了 到时候 自己往地上一跪 喊一嗓子老祖宫 我要吃肘子 林东方 还能不给自己做 到时候 想吃多少肘子 就吃多少肘子 想到这里 萧姐得意地笑了起来 我说老萧 你是不是想到好办法了 快跟兄弟分享分享 不行 这招你学不来啊 萧姐摇摇头 独孤家可没萧青线啊 不过说起来 你今天怎么愁眉苦脸的 还不是我那三妹 独孤傲天也没藏着 大方说了出来 萧姐手一哆嗦 乖乖 还好自己刚刚没有嘴快 不然一不小心 独孤傲天也要超级加倍了 我看啊 不如你没事 就来摇吃圣地当个要饭的 小灵心扇 没准能给你点啥 独孤傲天 额头的青筋跳了跳 这老货 真不是东西啊 堂堂独孤家家主 来摇吃圣地当个乞丐 等等 别说 你还真别说 俩人心里各自盘算着 以后怎么经常来蹭吃蹭喝 埋头猛吃大肘子 林东方这边 萧熙月吃饭的时候 就没再注意过独孤婉 反而是独孤婉 一直在打量萧熙月 这丫头的性格 好像我写的那个地厚啊 吃完了鸡豆花 又吃了两口肘子肉 五岁的小身板就饱了 独孤梦当人不让的 添了一大碗饭 把三姑的那份肘子吃完了 吃完饭 独孤婉想说回独孤家 可是嘴巴感觉 被肘子汤粘住一样 张不开嘴 独孤傲天从隔壁转过来 小梦 照顾好你三姑 有事直接喊我就行 萧熙月在后面说道 熙月 清仙老祖 我就先回去了 俩老头下山去琢磨 怎么弄个乞丐装了 收拾完厨房 林东方看着屋里 四个大小美女 有点猛 萧熙月笑盈盈地 坐在一边喝茶 独孤梦在喝酒 萧青仙下巴枕 在棺材边上 就露出个脑袋 眼睛来回乱瞟 独孤婉在奋笔疾书 好好 两个姓萧的 两个姓独孤的 林东方敏锐地发现 相同的姓氏 坐在对角线上 但他们总归不是 在搞什么特殊的阵法 最后独孤梦 打破了寂静 三姑 要不我把你送到林耀峰上吧 张灵手作 最近有喜了 正好拿你练练怎么带孩子 独孤婉 翻了个白眼 让他这个心里 年龄五六千岁的老人家 当孩子模型 也是够稀罕的 不过也没别的办法 他现在 不想离开姚池圣地 又不习惯 和萧细月待在一个山头上 行 那我就去林耀峰吧 那我呢 萧青仙天真无邪的声音传来 本会也带我泡温泉好不好 对面独孤婉心里一颤 不是吧这位大仙 您白给的心一刻 都等不及了吗 不是 泡温泉 回过未来的独孤婉 感觉自己 好像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他狐疑地看向独孤梦 都一起泡温泉了 没直接拿下 那青仙姐也一起泡吧 这温泉里 有一丝纯阳力 对你解除封印 应该有好处 独孤梦直接点头答应 有这个傻白田在场 他觉得 自己也不至于 在林东方和萧细月旁边 像个大夜明珠一样显眼 青仙姐你带御医了吗 我这储物界里有的是 这可是仙谷之前的款式 都没穿过 要不送你们几件 萧青仙大咧咧地 把自己的白色御衣 拎了出来 他之前还没穿过呢 看似很保守的连体式 不过从锁骨处 直到胯骨轴 印着一只霉红色的凤凰 两根细长的凤凰围羽 在胸上下横过 凤头在下腹上 稍微抬起 巴掌大的凤凰身子 在肋下 剩余七根围羽 绕到了背后 这个凤凰是很细密的镂空 只有沾了水之后 才能看出来 林东方深吸了 一口气挪开眼睛 仙谷之前的女修 审美这么高 有必要给师姐 也弄一件类似的了 那要怎么换呢 大家都知道 萧青仙现在 只有上半身能动 就算是萧熙月 也有点不好意思 直接去帮她 换这件衣服 我自有办法 哐当 萧青仙的 上半身解除封印之后 肉身已经初步 恢复到了原因镜的水平 她双手在椅子上一撑 整个人就飞起来 正好落进棺材里 把棺材板一扣 在里面利索地 开始换御衣 林东方等人 说不出话来 还是第一次 见到有人 在棺材里换御衣的 三姑 我送您去林耀峰吗 独孤梦思考了片刻 直接把独孤碗 一把抱起来 飞向林耀峰 独孤碗不说话 她也相中了那款御衣 只是在一看 自己的小胳膊小腿 想穿怎么也要再等 一年发育到十八岁啊 轮回天宫众生之后 一个月相当于一年的发育 小梦啊 要不我也去泡泡温泉 算了 那温泉水晶大 您这小身板受不了 独孤梦实话实说 没有隐气静的 修为静那个温泉 容易被烫伤 哎 独孤碗有点惆怅 要是当初 不修炼轮回天宫就好了 硬吃丹药 顶着也能活到现在 等看到林耀峰上 那八位风格迥异的美女之后 她彻底没脾气了 我说 是不是妙音峰上 没位置的女孩子 都得在这排队等着呀 哎呀 这位小妹妹 还真是天生的慧眼 子依师姐搜的一下 冲过来抱起三姑 小妹妹 你以后 可得多去妙音峰 给姐姐我美颜几句 到时候 我要是能顺利挤进 林师弟的怀里 我就给你灵狗糖葫芦吃 是啊小妹妹 不过你放心 等大师姐嫁过去了 我们就躲在 架上箱子里一起 跟过去 独孤碗听到小妹妹 这个称呼之后 感觉天都塌了 然后 直接被这群家伙的话语 刷心三观 原来萧青仙 还不是最白给的 这林耀峰上一搭 七打包白给 才是最狠的 秦城 你们把她当师妹 看叫她玩就行 正好也拿她 来练练怎么带孩子 独孤梦心中暗笑 一肚子心眼的三姑 还真需要 这群小丫头来对付 放心吧圣主 我们一定把我养的 白白胖胖的 穆青城一边 双手搓着独孤碗的小脸 用力点头 独孤梦 我迟早有一天 抽你屁股 三姑心里咬牙切齿 打算给独孤梦 写在书里 安排个 被男主做屁股的剧情 此时 林东方正在看着面临着 自从开始泡温泉以来 最考验的一幕 黑色寓衣的萧细月 抱着身穿仙 古经典款式的萧青仙 缓缓步入温泉 公主抱 横风欲蝶岭 宁华杖欲枝 不得不说 这对姐妹花的腰枝 一个比一个细 林东方原以为 师姐的腰就足够细了 没想到 萧青仙的腰 似乎更胜一筹 而且 哎 在棺材里 躺了百万年 大腿怎么还粗了一点 萧青仙苦恼地掐了掐 还毫无知觉的大腿 白色的长发 散落在泉水里 朦胧水汽中 林东方看不起他们的脸 只能通过发色 和腿的轮廓来区别 师姐比青仙姐稍微矮一点 是筷子腿 而青仙姐的大腿 稍微再往上瞄了一眼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离形身材 在某些女孩子 看来是很恐怖的事情 但对于萧青仙 这种身高很高的女孩 女仙来说 却是加分项 修长的身形 让这个线条极为顺滑 这双腿太长了 都不好配袜子 要做家常款 配上白发和红铜 妥妥的绝师魅魔配置 可是傻白甜脸爱恼 林东方坐在他们对面 之间是一张矮桌 突然她身体一僵 有一只小脚丫伸了过来 开始踩住了她 嗯 萧青仙现在下半身不能动 还无法动用仙力 开不了超级感知能力 所以 答案就是那个呼之欲出的家伙 萧细月现在玩这些脸 都不带红的 她和幼菜 又爱玩的东方帝皇不一样 越玩越厉害 林东方从盘子里 抓起一个糯米团 塞进嘴里 转移注意力 还好嘴够大 没有把奶油露出来 等看到独孤梦拎着酒壶进来 她顿时满眼都是 对恩师的感激之情 萧细月微微一笑 施施然收回了腿 独孤梦觉得有点不对劲 林东方脸怎么这么红 可一看对面的萧家 姐妹她倒也释然了 哪个干不能顶得住这样的考验 她抓起一个椰蓉苏开灶 萧青仙还是第一次 和别人一起泡温泉 她觉得十分兴起 特别是林东方那躲闪的目光 让她觉得十分好玩 但目前来说 也仅限于此了 萧青仙决定等 自己下半身也能动了再说 最后磨磨蹭蹭 好不容易才从水里出来 萧细月使了个小竖法 帮她把水珠弄干净 钻进棺材里睡觉 独孤梦想了想 又去了林耀峰看三姑 林东方像是老恶魔一样 笑着蓝腰抱起萧细月 师姐 当她玩得很开心是吧 人如梦 飞色从脸颊扩散到耳根 师姐如铺的秀发攥在手里 柔顺的手感让人爱不释手 可怜的枕头 被萧细月咬坏了 四日一早 北斗星发生一件大事 本来雾道茶密尽关闭三天之后 就应该消失的昆仑山 居然彻底长寸于世了 昆仑山身处 沈浪和王二虎 正在撅着屁股挖芥菜 挖完了这一百多颗 一人多高的芥菜 沈浪美滋滋地直起腰 我说虎哥 看着这些芥菜 我就想淋湿地了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唉 也不知道人间和周长青咋样了 就在此时 旁边路过一个人说道 这位大兄弟别想了 人间死了 赤霞神朝着正开席呢 分子前要三百零食 喜欢吃赤血荒牛的话 可以去蹭个席面 啊这 谢谢兄台 我俩这就去吃鞋 沈浪和王二虎 先谢过路人 然后面面相去 咱俩不是在地球的昆仑山吗 兴许是被空间海眼 细回北斗了吧 俩人传音讨论了一下 然后摸出远程传音符 让程大发来接他们 嗯 还真给你们吸过来了 原来地球上的昆仑山 不仅仅是和咱们北斗的 昆仑虫名这么简单啊 程大发研究了一会 又把老头骨叫过来一起 研究了一下 现在这个十万里昆仑山 有地球的昆仑山作为锚点 能彻底长存于世了 也算是好事 得 也正好给你们放个假 我换俩人去地球接你们的班 师叔 这些芥菜 您带回圣地 然后给俺俩扔赤匣 神朝去吃席呗 程大发眉头一挑 你去干啥 王二虎憨厚一笑 怎么说我也是人间的师兄啊 而且 俺得去看看 他是真死还是假死 万一假死 岂不是骗了大家的分子钱 沈浪也点头道 确实 三百零食呢 程大发无语地看着这家伙 有心告诉这俩小混蛋 那人间真的死了 可花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自己年轻的时候 要是有王二虎一半的 机智 也不至于能让人国祖活到现在 去吧去吧 老程手一挥 把俩人扔到了赤匣神 朝皇城外 我说虎哥 你打算怎么确定 人间是真死还是假死 沈浪对着虎哥敲咪咪的传音 我打算把他棺材砸了厌尸 不是 你不怕老人家的人跟你拼命啊 沈浪一个 猎蟹差点栽进旁边一个 来自子府生地的依依怀里 拼啥命啊 他们还得安慰我呢 人间的流水席 在皇城外 摆了一千多桌 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但没多少人哭 一千多桌席面 整个皇城外都散发着一股异样的味道 自然是偷摸回到皇城闭关的人国祖 散发出的味道 这味道 无论皇城里的强者怎么驱散 都还是有残留 王二虎提鼻子一闻 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说浪帝 看来城市书那个计划成功了 沈浪嘀咕道 人皇主也是狠人啊 王二虎捋了捋自己 赠量光头上并不存在的头发 一脸悲痛地说道 浪帝 于兄今天告诉你 什么叫比狠人多一点 虎哥 为啥我看着人剑的棺材 就想笑啊 我说浪帝 你现在的演技咋 还退化了 你就想想 林师弟的菜 被人剑打翻了 表情悲痛争鸣点 得恋 沈浪直接进入状态 一脸苦大仇深 就差怒法冲关了 人剑的二姐 人巍巍和大哥 人雕见到这俩人来 随理之后 眼前一亮 太岁土啊 他们有一个多月 没有享用过太岁土了 就在他们要上前搭话的时候 王二虎熬的一声哭了出来 人剑 人剑二暗的好师弟 你怎么就没了啊 王二虎模仿着 二人转的唱腔哭了出来 眼泪瞬间就飙了出来 根本不像眼的 这家伙没有修炼天鹰传承 可胜在嗓门大 化神九重天的 修为不是闹着玩的 再进一步就是通天境的修为 能在一般的宗门 混个长老当了 感染力像泥石流一样 把所有人都包裹住了 化神境以下 都开始抹眼泪 赤霞神朝请来的专业团队 更是开始吹吹打打 嗷嗷地跟着哭了起来 娘的这人谁啊 兄弟们都哭完一气了 你这一来我们还得跟着哭 后面那些专业哭的人没办法 既然收了钱 来了人哭他们 就要陪着哭 砰砰砰 王二虎脸贴着棺材 蒲扇一样的大手 拍着人剑的万年松木棺材 把里面的任剑阵的 像炸湿了一样弹跳着 他手还不停着 把眼泪鼻涕 都抹在上了上面 把棺材缝都给胡死了 沈浪几倍发寒 这狠人的多出来的那一点 可真不止是一点半点啊 俺的师弟啊 鱼兄来晚了 你出来看看 俺王二虎如狂虎气血 嘶吼了半天 且慢走 且慢走 别忘记 你的头呜呜呜 周围的人跟着哭出了回音 王二虎歪打正着 他倒是不知道 人间是被剁了脑袋死的 不过没关系 很快就亲眼看到了 哐哐哐 师弟你回来啊 王二虎 晃着大脑袋 哐哐撞着棺材 虎哥这一招 是跟诸葛亮哭粥鱼学的 他在地球上 最爱看的就是三国 想到那句客户 就是衣食父母 他撞得更起劲了 周围的人 对他这么悲伤的情绪 感到震惊 这情绪比哭轻叠都到位啊 碰 二虎现在 可是化神九中的修为 励之极尽一道的肉身 何其离谱 用上铁头弓之后 直接把人间这通天津大老 草草祭炼的棺材 撞散了花 到底是皇朝圣地 人间的头和身子 用一种特殊的玉果注了 此时场面 倒也不是那么难看 可也是分作两半了 王二虎稍微感应一下 错不了 是人间 真死了 哇哦 别人看来是猛虎落泪 但只有沈浪知道虎哥 只有在大笑的时候 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也是虎哥多年 不当人练就的绝活了 哭向笑 笑还向笑 师弟啊 你死得好惨 是不是有冤屈 要告诉俺啊 王二虎坐在地上 抱着人间的无头尸体 一阵猛猛摇 哭记之高傲义 坐地上蹬腿哭 一不小心 把人间的头灯 飞了砸烂了一项 沈浪无语地看着周围 还在跟着 哇哇哭的专业演员们 还得是虎哥啊 把人家棺材 砸了人家 还得安慰他 果不其然 几个皇族高层 凑了过来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 陪着一起哭 任见死了事极小 万一无法从王二虎 沈浪手里购买 太岁土是极大 和这件事相比 人间的棺材 坏了也不是什么大事 支持一个死了的皇子呢 远处 徐少良一叹 他杀人间 都没花这么多情绪和时间 见这群客户 主动来套起了近乎 王二虎也不哭了 他和沈浪 倒是不知道 林东方有没有 后续的出售计划 所以他们张口人间失地 闭口死得好惨 俩人一边吃习 一边打起了太极 对太岁土的事情 开始装傻充了 妙音风上 林东方带着美女们 吃完了早餐的桂花酥酪后 刚准备一再误到茶老树呢 成大发就美自知地来了 小林啊 你看这些芥菜咋样 一百多颗一人高的林药芥菜 一簇一簇比高亮碎 都饱满的黄灯灯的芥菜籽 在牙包里随风摇曳 黄芥末酱用的 就是芥菜的子做的 林东方看了看这芥菜的根筋 是一个一米多的大球 想来也可以腌咸菜 靠近根部的芥菜叶子 类似大叶芥菜 掐了一下 也是嫩得很 靠近中心部分的 是类似雪里红的长条状叶子 纤维并不是很粗 这林药芥菜 可谓激起了芥菜 这个大品种的各种优点 瞧我这脑子 之前一直说吃鱼快的都给忘了 这芥菜子 正好做点黄芥末酱 再弄点蜂蜜芥末酱 配炸棚米花吃 等会把虎哥浪弟也叫回来一块吃 正好讨论下 怎么收拾柳如烟 要让他尝到爱的酸楚 可不能尝到甜头 虎哥 浪哥 淋湿店 我 闷 可想死你 闷 辣 三个大男人又抱在了一起 程大发坐在一边磕着瓜子 当年老夫的兄弟们 要是也这么给力 我也不至于让仁国祖活到现在 但话又说回来 要不是仁国祖活到现在 他也尝不到那么多的甜头 林药芬的师姐们 已经处理好了芥菜 大部分的子 都给林东芳送了过来 剩余的都要种在地里 说起来 老树还没有弄出来呢 林东芳差点忘了 林药戒指里的悟道茶树 靠 小子你 还能想起来我 不容易啊 悟道茶树此时一米多高 太岁土的大纲正适合他 他对林东芳这过了两天 才把自己放出来 和盘桃树门见面十分不满 嘿嘿 我这不是忙得忘了吗 林东芳陪笑给他浇了一桶汽水 葛儿老树的气 随着这一声也就消了 程大发和虎哥浪帝 跟雷劈了一样站在一边 这他姥姥的 连悟道茶树 都被这小子给馋了出来 虽然老树现在这个状态 没办法长夜 但是他们绝对不会认错 而且这老树居然还喝汽水 程大发熟练地给虎哥浪帝 加了一道禁止 然后仙灵老奶奶 熟练地给他加了一道 说起来 这些芥菜树叔 倒是有办法 让他们一年一收割来着 悟道茶树 看了看那些芥末种子 树叔 厨房种地不好骗人啊 树叔还能忽悠你 不过需要先天灵火山 和先天冰灵山 搞个小小的阵法 我看你们这南域地界是没有 悟道茶树把树枝往地上一插 瞬间就知道了 整个北斗南域的地质状况 都发给你了 那祖星奖励也有了吧 是啊 送五老人家进去 还有御英树妹妹盘桃妹妹们 也请进来 好嘞 您里面请 老树和御英树盘桃树 进了星辰宝顶洗劫帘里去了 这边 林东方把芥末子烘干墨粉 加糖和果醋后 以热水冲泡保温 送进时间阵法 这边 林东方把之前切下的大棚上腿肉 迅速改刀成小块 腌制还是和炸鸡腿一样的过程 不是 这可是金吃大棚啊 就这么被你卸下了一百多斤肉 沈浪看着地上那些棚羽绒 咽了口口水 这要是做个棚羽胆子抽人 绝对酸爽 林东方把超过水的大白菇 捏干水分开始腌制 嗯 等养成纯血昆蓬 再彻底宰杀 或者捐起来下蛋 现在没事 就去切点肉下来就行 葱姜水和盐 胡椒粉 老眼圆了 旁边成大发一拍大腿 然后长叹一声 老夫的格局 还是小了呀 以前我就想着 某一天能逮一只混血大棚养着 到时候带出去也拉风 再看看这位 金吃大棚 也就是做个小零食 散养在外面 纯血昆蓬 才有资格进笼子里养着呀 虎哥浪帝频频点头 表示自己之前的格局 确实有点小了 他们在看林东方 这位居然在煮蛋 真蛋点 他这是要做炸鸡的蘸酱 师姐的蒜香蛋黄酱 生蒜粉的制作 其实很简单 大蒜切片晒干磨成粉即可 经过晾晒之后 大蒜的辣味会少一些 显得蒜香更为浓郁 有时间 法阵自然用不到 会损失香味的烘干 萧熙月此时 在林耀峰帮忙种芥菜 独孤晚在一边写着书 哎 仙宫的冷宫 就叫桃花风好了 看着周围的盘桃树 他忽然灵感大发 妙阴风 林东方开始打蛋黄酱 林师弟 这蛋黄酱 看起来真漂亮啊 我得学会了以后 方便桃老婆 虎哥凑了过来 一屁股拔浪地绝飞了 这一个煮的半熟的全蛋 加二两玉米油 喜欢香一点的 再加点熟葵花子油 盐少许 醋一点点 还有半个一亩子 挤出汁水加进去 我这是酸鱼的脊髓 比醋好用多了 等我抽空 用酸鱼的脊髓和醋 做做实验 然后搅碎鸡蛋开始打发 虎哥嘀咕道 手动打发有点费事 要是直接一锤子 炸开的话 他的话让林东方灵光一闪 直接以威力很小的气泡掌 快速攻击盆子里的鸡蛋和油 没想到鬼主前辈的气泡掌 还有如此妙用 好啊 林东方急忙记载自己的厨道经理 分出一些蛋黄酱 加入蒜粉 盐 少许蜂蜜搅拌均匀 一份蒜香酱就做好了 微微透着蛋黄颜色的 浓奶油状蘸酱 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口味清爽 蒜香浓郁 略带回甜 鼠食是各种炸物的最佳搭档 而且 熟蛋做的蛋黄酱 素性更强 也更细腻 勺子稍微拨弄出一个小山峰 可以保持很久很久 另一边的一口小锅内 小火熬化了一些红糖 冲入温好的果酒 加盐煮沸 再用一碗常温果酒 加入淀粉搅匀 倒入热果酒内 勾芡 让果酒变得粘稠厚重 放凉之后 就是紫红色的酒香蘸酱 像是大樱桃 打成了果酱一样好看 蜂蜜芥末酱就更好做了 时间阵法内 热水保温的芥末 已经充分与糖 和果醋糊化融合 搅匀后 加入一些蛋黄酱和蜂蜜 再搅匀 就大功告成 至于番茄酱和甜辣酱 这俩以前就做了一堆 直接摆出来完事 五种蘸酱五种风味 尤其以蒜香酱和番茄酱味道 最为让众人流口水 虎哥认真记下 每一种蘸酱的做法 他也到了他们家族 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这些仔细活可不是他们家族里 这群粗人擅长的 调好了蘸酱 林东方又调制了 上次榆林炸鸡的同款炸鸡粉 把腌制好的蓬肉丁丢进去 开始搅和 捞出来 公公神水召唤出水雾 把肉丁们打湿 再放进面里按压 让上面都挂上榆林面 这蓬肉比鸡肉更有口感 所以挂两次面糊 就可以下锅 鸡肉最好还是三次 见榆林粉还有剩 又取出一堆蓬与鸡腿 处理一下也等着下锅炸 噼里啪啦 五成热的油温 蓬肉边上气泡噼啪作响 肉丁外的榆林面 一像是大蓬振翅一样 直冷起来 从锅里席卷而出 灵冬方手没闲着 开始调制炸蘑菇的面糊 一两面二两淀粉 一个蛋的比例 加点椒盐 给个底口同时增香 加水搅匀成稠酸奶状 吉拉丝还能堆出一个 快速消散的小堆 哗啦哗啦 大揉勺先把蓬米花捞出来 油温升到七成热 快速复炸 让外表的玉米粉等更加焦脆 同时排出多余的油脂 封好给火灵预留的那份 剩下的装盘 然后下入裹上面糊的蘑菇 炸完肉的油再炸蘑菇 也更香一些 炸蘑菇鲜香的味道 顿时随着水蒸气奔涌出来 超过水后 再腌制的蘑菇 没有一丝土腥味 等到它们变成金黄色捞出 再次复炸后 哗啦啦地落在几个盘子内 软炸的蘑菇 和脆炸的蓬米花摆在一起 都是金黄金黄的 都是香喷喷的 要多诱人 有多诱人 等到鸡腿炸好 林东方吆喝了一声 吃炸鸡咯 还有汽水和果酒 呼啦 一群倩饮出现 独孤梦抱着独孤碗 萧细月和沐青城 领着林耀峰的一群师姐 一次落座 桌子上是几大盘的蓬米花 炸蘑菇 炸鸡腿 各色酱料旁边 是冰镇的汽水或者果酒 不等美人们夸奖林东方 真能干哪 他们就发现 那老少四个男人 勾肩搭背地 去了隔壁屋子 等了解完柳如烟的前因后果 虎哥先看了看一本画册 又把沈浪拎起来看了看 我说浪帝 你长得和那叶灵飞有点像啊 叶灵飞 男 130万年前 生于荒谷叶家 3000岁时 成功踏入真仙境界 同修丹 剑大道 为人温润秀雅 是公认的风度翩翩的美男子 在真仙大乱斗后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咔嚓咔嚓 萧青仙说完叶灵飞的简历之后 把炸鸡腿 往蜂蜜芥末酱一戳 往樱桃小嘴旁边一送 这一整个鸡上腿 就消失在他嘴里 这应见了火灵的樱桃小嘴 还能试着逃一逃 遇到萧青仙的樱桃小嘴 可就逃不掉了 一个鸡腿就剩骨头被吐了出来 就连关节上的软骨 都被他的小舌头一翘 就缩了下来 芥末的微辣被蜂蜜的甜 蛋黄酱的香 很好地隐藏起来 入口的香甜中 还有一丝苹果醋的清香 每一口都能嚼出 玉米脆炸粉的香脆 就像是嘴里塞了一大把锅巴一样 不过和锅巴的干香不同 面衣下还有着 汁水丰富的香嫩鸡腿肉呢 咔嚓 咔嚓 到底是正八斤的女仙 吃东西 还知道掩着小嘴 等到咽下去之后 芥末的辣和强劲 微微浮现出来 不过不慌 来一口冰镇的橘子味汽水 叶灵飞这人 就是典型的富家大少爷 一辈子顺风顺水 不过小时候去叶家玩的时候 我亲眼见过这小子 偷过他三姨奶的衣服 嗯 可惜我面子薄 不敢跟上去 用留影识记录啥的 嘶 林东方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 叶灵飞还真是个变态啊 而且 这人还两面三刀 后来我肖家和叶家 等几个家族的人一起下秘境 明明已经分好了各自的区域 叶灵飞还是偷偷跑过来 跟我抢一个女仙的坟头啊 真是岂有此理 后来他跟柳如烟 叽叽喳喳喳这件事 就导致我被柳如烟给害了 萧青仙又恶狠狠地一口 炫掉一个炸鸡腿 这家伙还真不要脸啊 如此一来 叶灵飞的气质 我应该就能拿捏出来了 沈浪咽下嘴里的彭米花 摸出一把折扇 打开晃悠几下 先是一本正经地 拿起一根鸡腿 然后心里想着 淋了一勺卤牛肉老汤的 土豆炖牛肉 炸鸡虽好 但没有土豆炖牛肉的唇香啊 说完 看似虚情假意的常畅 实则恶狠狠地咬了一口 气质一下子就起来了 这就叫专业 对对对 就是这种飘忽 又三心二意的假正经气质 萧青仙一拍手 表示沈浪 现在就是叶灵飞的翻版 那我伪装成叶灵飞 有什么用呢 沈浪捣鼓出一个 指头大的小单炉 挂在腰上 然后按照叶灵飞的画像 开始给自己整容 摇持圣地 没有改天换地秘书 不过有些别的 隐藏真容的秘书 用来小小地整容一下正好 我在给柳如烟的信里 写了一则信息 要想成功炼制立血丹 必须要定时去 南域冬域交界处的 熔火湖里 吸收一定量的天火气息 那个胡婉知道 之前去那打过铁 那种温中带阳的气息 来断打软甲 是最棒的 王二虎发出了专业的声音 嗯 而且那种气息 真的能炼丹 传说一种 能洗精发水的宝丹 就必须在那里温养 想来柳如烟会对立血丹 这件事深信不疑了 沐青城说完话 佩服地看了看萧熙月 圣女大人就是圣女大人 走一步看三步 把柳如烟算计得死死的 沈师兄只要熔火湖 等着柳如烟就行 即便他改头换面 身上的味道也不会消失的 沈浪点点头 那见了面之后 该怎么和他说话呢 说得越多 就越容易露信啊 一时间众人沉默 开始飞快地构思 可能出现的场面 嗯 我倒有个想法 就是柳如烟说什么 你都不要说话 等到他忍不住 问你到底是不是 叶灵飞的时候 你就回答五个字 你不要猜了 旁边 用奶酪蛋黄酱 吃了点蓬米花 又吃了半个 炸鸡腿的毒蛊碗开口了 蹲蹲蹲 罗里三姑话说 一半干了一杯汽水后继续倒 这样就很符合 既不肯定 又不否定的扎男人设 而且还容易 让柳如烟脑 补出你是有苦衷的 接下来 我们可以安排 叶灵飞先缘破碎后 不得不和老妖婆 双修恢复的桥的卖惨 或者安排她人格分裂啊 或者被什么大魔头 追杀之类的 反正就是突出 叶灵飞现在配不上柳如烟 或者怕伤害牵连 柳如烟不敢 和她过多接触 不过不能直说 就你逃她追 就完事了 萧锡月眼前一亮 差点忘了三姑 可是能硬生生编出 大几百万字书的文毫了 当下凑过去 开始研究 慕青城也不时地掺和几句 最后 他们写出几部剧本 坏人是举着一只 烤全羊的林东方来当的 虎哥 你来演柳如烟 王二虎一愣 林爹 我觉得我心里可以演 但是你看这外形 三米多高的虎哥 拦腰砍一半 都比柳如烟高 外形不重要 心意到了就行 那种嗣恨 还爱的感觉 那成 俺可以 啊 别借啊 沈浪直接一哆嗦 伸向烤全羊的手 直接缩了回来 他觉得 要是看到身高 一丈多的王二虎 扭捏着朝他走来 然后夹着屁股叫上一声 叶哥哥 他会做一辈子噩梦的 嘿嘿 让俺言柳如烟 也不是不行 可是俺们得找个山洞啊 里面挖个坑整点水 到时候浪地在里面泡澡 我扭扭答答走过去 也是一种浪漫的邂逅 让柳如烟心里 更激动啊 林东方一咧嘴 还得是虎哥啊 在整人方面下 得了血本 王二虎 从储物界里 折腾出来一些青纱 打算一会 给自己围上 虎哥 你还真的 沈浪往椅子里缩了缩 双手护在胸前 俺这不是帮你练心吗 万一你被柳如烟那个妖女 给蛊惑了咋办 人家可是半仙 手段肯定厉害 哥哥 我给你锻炼一下定裂 而且柳如烟这种祸害 肯定会祸害 其他小青年 但时候 我可以帮大家 忘掉柳如烟 为了后生们的一辈子幸福 俺豁出去了 说到这里 王二虎自豪地挺起了 比铁针 还厚实了胸肌 众人无不钦佩 他的大无畏精神 虎哥拎起浪帝家 在胳膊下 拿着剧本下山了 俩人先在玉兽峰 一个废弃的山洞里 打出一个水坑 当做熔火壶 扑通 浪帝被虎哥丢了进去 我说虎哥 您真来真的 浪帝颤抖着想爬出来 俺想考验一下俺的眼界 沈浪深吸一口气 背对山洞外 闭着眼睛 坐在水里打坐 假装 不 他现在就是叶灵飞 王二虎把大锤扔到一边 卖着猫布 扭着比犀牛 都结实的大定 走进山洞 虎哥晃了晃 赠亮的光头 先清了清嗓子 又夹着嗓子 你四叶锅锅吗 哦 沈浪只把眼睛 打开一条缝看了一眼 就觉得天旋地转 妖怪 你不要过来啊 日子就在浪帝的惨叫声中 悠然地过着 这几天 林东方就缩在妙音峰上 研究一些 关于酿造醋的书籍 期间没有忘了 做了一份皮蛋半豆腐 供在从宁华宫中 得来的破损丹炉内 经过多方配比 她开始用酸语脊髓 二次发酵醋类 萧细月 独孤婉 穆青城等妹子 天天涮火锅 研究折腾柳如烟的剧本 好好好 妙妙妙 五天后的早上 林东方在一个琉璃桶前 手舞足蹈 喵啊 我还以为你变成猫了 小猫前几天一直在睡觉 此时也是迷迷糊糊的 她使劲一闻 浓郁的醋香 直接给她整得一机灵 看着醋坛子底部 一片白色薄薄的 类似肥肉的东西 她尾巴摆了摆 你这醋酿坏了 还是把肥肉丢进去了 没有没有 意外之喜啊 没想到酸语的脊髓 还有这种功能 那不是肥肉 是醋薄 醋薄 猫嘴张了张 大眼睛瞪得溜圆 她不是很理解 鼻子嗅了嗅 找到了林东方之前 做的大蒜粉 和腌制好的鸡翅拌了拌 扔到烤箱里烤熟 蒜香烤翅成了 林东方也没空搭理小猫 把这一罐子醋 送进时间法阵 加速发酵 观察 白色的一层醋饱 再慢慢变得厚实 酸语的脊髓 能加速醋饱的形成 真是好东西 林东方放下笔记 把醋饱捞了出来 入手滑润 沉重 稍微用力按按 能按出水来 林东方小时候 见过老人用醋培育过这东西 切条后 用小米辣等加点糖和盐一半 就是夏天极其开胃的酸辣小菜 好吃吗 小猫的关注点 只有这个 那必须好吃 改天给你们做 不过现在 我还研究另外一个东西 有了醋饱 自然就想着做叶果 平时吃的叶果罐头里 其实并不是椰子的果肉 而是类似醋饱 一个园里出来的东西 刚要弄点叶果出来 传音符亮了起来 小林 苍天大陆这帮谷族 要去北斗搞事情了 你追着点 苍天大陆内 老头骨啃着考谷族 发送情报 好嘞 那柳如烟 多半也要跟着一起行动了 浪哥出击 小猫啊 你在家看着这些错 此时 沈浪已经完成了蜕变 叶家也是以剑道著称 而且叶灵飞的 曾经在独孤家学过三年剑道 其剑法套路 被独孤家记了下来 沈浪学了个九分项 除了对炼丹 还是不怎么熟练外 已经彻底和叶灵飞 没啥太大区别了 师姐 叔叔说要什么先添火灵脉 正好咱们一起去 熔火湖附近看看 能弄到一条灵脉回来最好 好 北斗分东南西北中五玉 明面上的总体实力 中玉最强 东玉次之 东玉内圣地不多 但有八大荒谷世家 叶家就是他们的领头羊 熔火湖 位于叶家南方三万里外的 一座深山中 这地下四通八达的 还挺像个大迷宫 方圆百里的地下世界内 满是隧道和溶洞 巨大的熔火湖 被分割成无数个独立小区域 相传熔火湖内 有一位强者的熔炉 所以这里的水里 蕴含着大量的火力 甚至可以锻造渡洁境的法宝 好地方啊 众人感叹一圈之后 在暗中埋伏下来 半天后 熟悉的味道传来 古族的天香公主 也就是柳如烟来了 背后是一群精壮的雄性古族 不过都不是什么 可以实用的品种 不出一刻钟 古族和人族就打起来了 柳如烟这个气啊 城市部族 败事有余的蠢货们 柳如烟没办法 只好飞身逃往别处 就在此时 临时改名为肖二虎的虎哥怒吼一声 柳如烟 你还我家仙祖命来 哄 虎哥一锤子砸下去 柳如烟顿时如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飞了出去 可嗨嗨 柳如烟现在修为 才恢复到原因七重 自然不是虎哥的对手 就在那足以汗天动地的第二锤落下的时候 正要寄出传送服的柳如烟 忽然发现面前 出现一道熟悉的背影 一身白衣的神浪出现了 王二虎按照剧本的安排 收了锤子 开始说垃圾话 叶哥哥 是你吗 柳如烟眼含热泪 沈浪不说话 只是和他并肩站立 抬手 新剑画形 是叶哥哥常用的单手宁剑 呼 王二虎的大锤画做百米大小 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 叶哥哥小心 柳如烟惊呼一声 忽然身体一个亮呛 推了沈浪一下 顺势又要寄出传送服 沈浪眼角抽出了一下 这女人绝对是故意推她的 即便眼前 这人疑似是他最爱的叶哥哥 也可以推出去挡锤子 这就是柳如烟 可不要因为他喊你一声 哥哥就昏了头 不过 莫等柳如烟成功传送 萧熙月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背后 催了毒的短剑被刺 柳如烟直接昏了过去 该死的 你们对如烟做了什么 沈浪一声怒吼 按照剧本继续往下演 就在此时 金翅大鹏闪亮登场 放下天香公主 好好好 来得好 林东方这两天颇为后悔之前 把金翅大鹏的腿肉全都给炸了 他原本还想做点弓爆棚丁的 现在大鹏送上门来 不切一片肉下来 岂不是辜负了人家的美意 他妈的我来了 一道阴影迅速飞来 林东方抬头一看 发现来的是一头红色的大野猪 红色的棕毛红色的蹄子 连猪尾巴都是红色的 足足有十丈长的身躯 见朔无比 肚子下得五花肉起码也有十层以上 这是一头一寿 山高 是火属性猪猪里最强的一种 周身上下释放着一股灼热的气息 周围的植物都被炙烤得迅速枯萎 甚至燃烧起来 这种猪有一个特点 说话必须带脏话 短短片刻间三字经出现了二十次 小猪崽子 老子砸死你 把你的舌头割了卤个五香口 拿去下酒 王二虎怒吼一声 以化神三重的战力 去试验对方的战力 哼哼 就凭你 子拉拉 一道白光直直打向王二虎 呼 子拉拉 王二虎一锤子砸飞大部分白光之后 却发出一声闷哼 身上爆发出一阵怪异的声响 他一把扯下衣服 只见胳膊上出现了一层水泡 这是 烫伤 林东方一惊 王二虎身上现在的样子 跟热油烫到了一样 要知道 王二虎现在的肉身 可是化神九重的程度 这要是一个原因禁的人 被烫到 足以活活烫死 姥姥的没见识砸碎 这就是我族秘书 可以炼化油脂打出去烫人 这就是山高一族的天赋神术 灼热猪油攻击 好好 喜欢出油是吧 正好拿你 做脆皮烤五花 林东方深吸一口气 真的难以想象 这山高红色的猪皮烤完了 能有多好看 你找死 山高气得 连脏话都忘了吗 奔着林东方 就是一个猪秃猛进 当 硕大的平底锅 直接拍在他的头上 原因九重的山高 上好的猪脑花 差点碎成江湖 林东方抽出杀猪刀 对像托死狗一样 托着柳如烟的萧熙月喊道 师姐 你带走柳如烟 扒皮抽筋 为老祖报仇 好 萧熙月撒腿就跑 好好一个厨子 不看菜谱看上剧本了 林东方过了一把演员的影 留下如烟 神浪追了下去 金翅大鹏想追 但此时 王二虎解除了自身封印 拦住了他 化神九重的修为 让金翅大鹏脖子上的绒毛 都炸了起来 王二虎现在47岁 还属于50岁以下的 年轻一代 好好 就说人族 有50岁以下 半不同天的天才 不想今天遇到了 金翅大鹏怒吼一声 远方冲来一位 化神六重的古族强者 与他双战王二虎 另一边 山高一击不成 后退拉开距离 使出着热猪油攻击 好东西啊 林东方用大锅 接住这些油 顺手打了个 蛋白霜开始 做雪棉豆沙 雪棉面糊 要想雪白雪白的 必须要用猪油炸 可恶 可恶 山高又是一阵 鸟语花香出口成脏 他们这一种族的天赋神通 让他们 在古族里横着走 足以让他们 和藤蛇一类的 强势种族分庭抗礼 毕竟这拙热猪油攻击 对平日都是 赤身裸体的古族 和异兽式特工 每七个蛋清 要下一两面粉 一两土豆淀粉 林东方备好面糊之后 取出之前做好的豆沙馅 草莓馅等团成小球 拍上薄薄的一层淀粉后 用筷子夹住 放入面糊内一转 一个雪白雪白的团子 就出现了 此时猪油 刚好三成热 下进去小火慢炸 三十多个雪球 在猪油里轻轻飘动 仿佛天上的云朵 被扯了下来 放入锅内 林东方以气欲锅 随着自己飞来飞去 右手手勺 摇起热油铃 在雪绵团团上 左手拿着另一口锅 接住山高 频频打来的热油 等等 你是魔除林东方 山高厚之厚觉 想到大谢的 争熟传说之后 诸心一寒 变得更加脆嫩了 正是本尊 林东方收起 炸好的雪绵豆沙 多 他只是一声轻斥 但山高听来 却如同天雷乍响 而且觉得身子 如现泥沼 是 哦 就在杀猪刀 即将完成 第一次杀猪成就的时候 山高猛地挣脱了拘束 疯狂后退 这时林东方有意为之 打算放他回去好好养伤 再养一块五花肉出来 等下次继续切 这一下切下来 能有一千多斤猪五花 一米厚 两米方圆 林东方一喜 这猪皮和普通猪皮 差不多厚 真是造化 第一层肥肉之后 不论肥瘦每一层 都是均匀的一纸厚 极品五花肉啊 想必这种肥肉构造 也是山高 能发动灼热猪油攻击的原因 脆皮五花肉 要用带皮的肉 剩下的煮熟 做蒜泥白肉 或者炖酸菜 切片烤着吃也不错 山高见周围的人和古族 被林东方说的 都是口水直冒后 又开始骂人 但林东方充耳不闻 他把带皮的两层 肥一层瘦切下来 改成几个巴掌大的块 仔细地去掉猪毛 然后再肉这一侧切花刀 横竖切 距离表皮一指厚的时候 停手 肉皮上的肉肉 被割成了排列整齐的肉块 但由于没有切断肉皮 所以 它们根部还是连接着的 然后和葱姜片 黄酒下锅炖煮 直到酒成熟 捞出来入冷水里过冷 也让肉皮更加有口感 冷却好的猪肉 擦干水分之后 往菜板上一放 一块块肉肉 就兴奋地摇颤起来 古族们继续攻击林东方 不时地有不知死活的古族 把手伸向菜板 想抓走一块猪肉 然后被林东方以杀猪刀剁下来 扔给了山高 妈的 山高觉得自己有点猪脑过在 他一边咬牙切齿地 看着林东方烹饪自己的肉 一边又对想吃那些五花肉的古族 咬牙切齿 看到林东方阻止那群家伙 他居然觉得自己应该谢谢对方 此时 林东方已经调制好了烤肉酱 孜然粉 辣椒粉 白糖等 用酱油冲开 均匀地在这九成熟的猪肉上 涂抹一层 取出一个隔热的盒子 肉皮朝天放进去 再把肉皮上沾染的烤肉酱 用刀刮去露出原本红亮的猪皮 一个盒子一块肉 盒子幻化成合适的大小 和肉几乎亲密无间 山高看着林东方用一个古怪的叉子 在肉皮上戳出细小的洞洞后 感觉浑身上下每一块肉皮都疼 他现在有点庆幸 那块肉现在不在自己身上 刷上一层白醋 起泡泡更脆啊 林东方耐心地刷醋 送入烤箱 他现在用的烤箱已经加持了时间阵法 一刻钟的时间很快过去 烤五花肉的香气直接在战场中炸开 好香啊 有古族不争气地 擦了擦从嘴角流出的汗水 这魔厨居然真会做法 没想到山高兄弟这么香 想吃一群古族窃窃私语 我踏马让你吃吃吃吃 山高怒吼一声 对着一个不开眼的古族开咬 还没完呢 林东方也不在意那群古族 把这些肉端出来 此时的盒子内 已经充满了烤出来的猪油 本来红亮的猪皮 现在呈现出极为诱人的枣红色 本来平整光滑的肉皮上鼓起一层白里 泛着金黄色的泡泡 这极薄的一层泡泡 稍微一碰就炸成碎片 释放出里面的香味 而且这肉皮上还滋滋滋地冒着油泡 这烤五花肉啊 这一刻中的时间是排油 这样烤出来的肉才不拟口 林东方观察了一下颜色 又放入烤箱大火制烤 最后这一痛苦的时间可得看住了 肉皮上泡泡一旦完全变成金黄色 就说明好了 也不管古族们平时吃不吃五花肉 林东方慷慨大方地告诉了他们 做脆皮五花肉的诀窍 这次再把五花肉拿出来 紫紫的声音更响亮了 林东方用菜刀刀背 再布满了金色泡泡的肉皮上一挂 枪枪 像是磨刀一样的声音 显示出这肉皮的焦脆与完美 咔嚓 一刀切下 这肉皮断裂的声音 让山高的嘴角都流下一滴口水 山刀兄弟 你的香听得我好饿啊 林东方一刀一刀地切着肉片 每一刀落下 那咔嚓声都炸出一股浓郁的肉香 这群古族的目力都十分强悍 能看到肉皮切开时 崩碎出的细小碎片 金色中带着一丝微微枣红色的肉皮碎片 不规则地摇摆着飞出去 晃动间闪润着香喷喷的油光 像是一片片仙宝碎屑一样 让古族心神激荡 咕噜咕噜 再长也不知道是谁的肚子叫了起来 不少犬科和猫科的古族 下意识地蹲坐在地上 哈拉子留了一地 他妈的山灰你摇个雕的尾巴 山高看到旁边一条山灰坐在地上 对着林东方摇尾巴的样子 差点直接气死 这帮畜生就这么想吃他的肉 山灰能有一头成年水牛那么大 体态特征和狗差不多 但长着一张类似人的脸 我说山高兄弟 这是本能啊 我也扛不住啊 扛不住 老子直接给你压住 山高一个泰山压顶 把那山灰差点压死 就在古族后边乱作一团的时候 林东方取出一些辣椒粉等 金赤大鹏看到后心中亥然 这辣椒粉滋燃粉等 要是趁着烤肉还热的时候 时候撒上去的话 退 退 退 都冲出去 散开寻找柳如烟 金赤大鹏祭出天赋秘书 一道金光打出后 居然震开了王二虎 再不跑他怕等下 自己也留哈喇子 到时候他这个小鹏王的面子 往哪个 嗖嗖嗖 不少自知自己能下锅的古族 直接撤退 只有些不能下锅的古族 一步三回头 敌视人族和山高兄弟 好像又不冲突 嗷嗷 金赤大鹏忽然惨叫一声 不知何时绕回来的萧细月 拿着一把漂亮的暖玉色尖刀 利索地从金赤大鹏两条腿上 各切下一百斤肉来 好好 我金赤大鹏记住你们了 周围的古族 看到金赤大鹏腿上的伤之后 都是一哆嗦 这位白衣仙子下 手真狠啊 直接切到了骨头 还刮下来一层骨粉 老祖说 女人都是刮骨钢刀 成不起我 萧细月想得很简单 师弟说 骨骨粉是极鲜的调味粉 大鹏骨粉想来 也是有点调味作用的吧 惨叫的金赤大鹏 运转天赋宝树 修复了身体 双翅一盏 直接远钝数千里 兄弟们撤 古族撤了之后 林东方他们也走了 狼藉的战场上 还飘着烤肉的香味 不多时 一道身影狗狗碎碎地转了回来 开始在地上找来找去 找到了 这林东方切肉 还真是不小心 居然掉了三块肉 鲜来一块 那口感爆炸的烤猪皮 只在嘴里留下一声香脆 就下了肚 太香了 我的山高兄弟 山灰眼睛里冒出绿光 真是觉得自己之前的二十年白活了 天下间居然还有如此美味的食物 而且 山高的血脉之力 被这魔厨完全激发出来了 我多吃一些的话 有大量好处啊 就在山灰要品尝第二块肉的时候 他鼻子一动 含住两块肉就藏了起来 林东方的身影 忽然出现在远处 他一边走一边探道 哎 可惜了龙雀没来 不然高低做了脆皮烤龙雀和烤五花肉 比比口感 四 山灰倒吸了一口口水 脆皮烤龙雀 这龙雀等生物不化作人形就是好 烹饪起来毫无心理压力 也不隔音 听到这句话之后 山灰心里大定 以后遇到魔厨林东方 只要变化成人形就好了 虽然不一定能活下来 起码不会被活活下锅啊 山灰含着肉跑掉了 林东方看着山灰的背影 黑黑一笑 这馋狗 估计以后能给自己不少惊喜啊 却说 而是迅速找到了还在疗伤的金翅大鹏 殿下 我有重大发现 哦 金翅大鹏抬眼看了一下山灰 他不是很喜欢长着人脸的山灰 但是这家伙 鼻子太灵活了 总是能找到不少好的灵药 殿下 您看这块烤肉 山灰张嘴一吐 最后一块烤五花肉落在盘子里 看着他沾满口水的肉 金翅大鹏嫌弃地动了动爪子 殿下 摸出林东方的厨道能完全激发山高的血脉之力 我刚刚吃了一块 我的实力增强了一丝 林东方在烹饪山高的时候 没有炼化其血肉之力 是直接烹饪的 所以 里面没有任何道运 只有庞大的血脉灵力 如此说来 金翅大鹏眼中爆发出两道金光 他自然能听出山 灰化外的意思 那就是和林东方合作 可是 我们已经和林东方敌对了 他断然不会给我们烹饪食材的 金翅大鹏摇摇头 而且林东方修炼除道 八成是越烹饪鼓足 他的实力就越强 我怕是肉包子打 呃 我怕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看了看山灰这狗身子 他最后临时换了一句话 不得不说 金翅大鹏是个很合格的领军人物 这年头 知道适当照顾下属情绪的领导可不多 山灰心中感动 急忙献出计策 殿下 人族有一种计策名为 驱虎吞狼 龙鹊与混血麒麟族等 向来对您不服气 我看不如 让他们围杀林东方 我们坐收于利即可 山灰有点头脑 但是不多 金翅大鹏沉默了一会 以殿下的大鹏身法 抢下林东方烹饪过后的龙鹊等 想来不成问题 只要我们把他引到那些 只能原音镜进入的秘境 我们就算是死 也要帮殿下抢下战利品 山灰心里惦记着 那脆皮烤龙鹊 继续劝说金翅大鹏 而且在他看来 自己这是正八经 为了金翅大鹏好 林东方确实厉害 但好虎架不住群狼 更何况金翅大鹏的战利摆在这里 原音八重的修为 能和华神九重的王二虎抗衡 金翅大鹏考虑一番后 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 此事还需要从长计议 林东方显然不是人见周长青那种傻子 说不定今天是他故意卖的破绽 你们都去找柳如烟吧 我先静静 是 众多古族离开山洞 又开始去找柳如烟 金翅大鹏盯着盘子里 那块沾满山灰口水的烤肉 最后一咬牙心一横 一口叼嘴里 咔嚓 金翅大鹏心里冒出一个念头 以后去找林东方麻烦的时候 一定要带上山膏 来啊 给山膏兄弟送去点疗伤盛药 此时 林东方和萧熙月等人 来到万里外一个山洞内 沈浪和昏迷的柳如烟在这里 浪哥出来吃烤肉 来了 沈浪美滋滋地走出山洞 结果林东方递给他的一袋烤五花肉 入口的香脆 让他顿时把土豆炖牛肉 望到了九霄云外 林师弟 这脆皮让我想到了锅巴 但可比锅巴香多了 王二虎抓起一把沾满自然粉的五花肉 塞进嘴里 吃得十分过瘾 锅巴 改天做个平地一声雷 给大家尝尝 平地一声雷 嗯 也叫三鲜锅巴 敢巧的是 这菜也需要热油 林东方拿出本本 把这道菜记下来 记下这道菜 他又取出冰镇的汽水 分给虎哥浪地 一边吃着烤五花肉 一边喝着汽水 别提多滋润了 山洞内 萧熙月取出一双薄薄的 蟒蛇皮手套戴上 手指活动了几下 冷着脸 在柳如烟身上一顿搜 然后拎着一个大筐走出山洞 里面装着的 都是柳如烟这段时间 从雄性古族手里 弄来的各种宝贝 乖乖 居然还有三金龙纹黑金 还有一枚天神果 一大堆宝贝 价值足有五六百万零食 柳如烟不敢完全相信古族 就算是这次被洗劫得干干净净 他下次再出来的时候 还是要随身带着一些宝贝的 萧熙月和独孤丸等人 已经把柳如烟的性格 解构得清清楚楚 嗯 比如说 物道液他就没戴在身上 嗯 这柳如烟身上 还有一张地图 萧熙月神色不是很自然的 用木棍挑起一个小堆 摊开之后 能在上面看到一些 类似地图的纹路 这是柳如烟贴身穿着的 想来不一般 不是 林东方有些震撼 师姐居然这么仔细 是三姑和清仙姐嘱咐我的 里外都要搜 好吧 姜是老的辣 还真让那两位给猜到了 不过看了半天 也没看出个一二三四五来 一头雾水 还是回去问问清仙姐 或者老头谷吧 他们把地图踏硬了几分 那咱们先回圣地和圣主说 一下这件事 现在这昆仑山上没有静置 什么境界都能进去 咱们贸然前往 似乎不大合适 嗯 那柳如烟这件衣服 该怎么给他穿回去 沈浪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王二虎第一个跑了 林东方牵起师姐的手也是 撒腿就跑 只剩下浪帝 在风中凌乱 不过这难不倒塌 最后找来了一只大马猴 简单地交流了一下之后 让猴子代劳 沈浪又在柳如烟身上 抱锤了几拳 免得他发现 大马猴毛手毛脚的 弄得哪里不对劲 等到浑身剧痛的柳如烟 醒来的时候 发现身边摆着一个瓶子 里面是五枚利血丹 下面垫了一张纸 我受伤了 可惜没能保护住你 身上的储物件 你也好好养伤 有利血丹在 古族会替我好好保护你的 叶 叶哥哥 你这么爱我 为什么还要和地族的女人私奔 柳如烟抱着纸又哭出来 全然忘记他之前把 叶哥哥往前推了一下的操作 在不涉及他自身利益的前提下 他还是很喜欢叶灵飞的 叶哥哥言之力血丹 果然是为了让古族讨好我 保护我 可为什么 你没有让我成为叶家少奶奶 可恶 被刺我的 一定是萧家人 看着自己带着的 两个储物件都不见了 柳如烟气得火帽三丈 还好我没有把宝贝都带在身上 他们也没有检查我的 掀开衣服看了看 柳如烟放下心来 现在回苍天大陆的话 看了看旁边的沥雪丹瓶子 他眼睛一转 五天后 柳如烟找到了京市大棚 一起回到了苍天大陆 唉呀 要不是天香公主回来 我都恨不得直接去北斗找你了 古族的白羽至尊 亲自迎接柳如烟 他行似鸽子 战力虽然很强 但总是缺席重要的大战 白羽至尊如此惦念如烟 真是让我惩惶惩恐 柳如烟垂泪 楚楚可怜的样子 让白羽至尊都感觉 自己要动侧影之心了 这次我被肖家人掳走 若不是有一位故人救助 恐怕我是在劫难逃了 放心 下次我会多派遣几位 通天境的大天才 保护你的安全 像是金翅大棚 龙雀等最小的 不过十几岁 他们的实力 在二三十岁的人族中 可谓无敌 但四十多岁的人族里 有不少王二虎这样的怪物 自然是敌不过的 那如此就多谢前辈了 柳如烟取出单瓶 里面装着三枚利血单 前辈 这是我偷偷前回 熔火狐炼制的利血单 如烟没用 可惜只成功三枚 好好好 不愧是我苍天大陆的 天香公主 有你在我们何仇不兴 白羽收下三枚利血单 急忙和一群至尊商量 把这三枚宝丹分给谁 金翅大棚激动地 看着柳如烟 彭兄 这一枚给你 我还会继续努力炼的 多谢天香公主 金翅大棚心中激动啊 距离净化成 纯血昆蓬 又进了一步 柳如烟的藏宝图 很快就被老头骨 破解了出来 原来是九龙烟的具体位置 我说小林 你这可有福了 这九龙烟暗和九阳体 能极大增强你的战力 老头骨抿了一口小酒 再吃一块脆皮五花肉 美滋滋地恭喜他 具体位置 在天荒名誉内 天荒名誉 嗯 如果以紫微星 北斗星分别为难 北的话 就是一直往北飞到宇宙尽头就是了 那地方能把通天境的修饰都冻死 你可要保护好他 老头骨把地图递给独孤梦 天荒名誉内 有一件古堡名为天地墨盘 是一个老疯婆子的天道嘉奖 你们要是能勾引出来的话 也算是一桩造化 我带他去 独孤梦一愣 对啊 东方帝皇闭关了 这里就属你修为高能护住他 鬼主贪贪手 萧青仙那丫头 现在这样也指望不上 你放心 有我在足以护住摇持圣地 再不济 还能把未来佛小和尚 揪过来当打手 独孤梦心里暗笑 但脸上还是很淡定的点点头 终于也唠叨 和林东方单独出门的机会了 这下可要脸皮够吃都够了 天地墨盘 林东方对这东西很感兴趣 墨盘可是个好东西 墨豆浆 墨糯米 做水墨汤圆 可谓是厨房必备之佳品用具 他自己的那个小手膜 毕竟档次不太够了 换成天地墨盘也好 嗯 威力极大 虽然不及你的天道闸刀 但也足以磨灭真弦 老头谷回忆了一下往事 有些出神 最后一探 声音罕见地低沉下来 要是你们能见到他的坟头之类的 记得帮我上炷香 林东方还是第一次听到 玩世不恭的老头谷 以这种语气说话 好 我记住了 呃 那要是那位前辈还在试呢 老头谷都这么坚挺地活了下来 那天荒茗玉里的前辈 估计也十分扛呼啊 老头谷沉默了 那随便你帮我 说点什么哄他开心吧 而且 天荒茗玉本来不属于他 你们也要小心点 林东方头顶出现一个大问号 是我咋哄人家开心啊 老头谷这狗耸的样子 绝对合天荒茗玉里的 他 有猫腻 收拾了一下东西 又嘱咐了一下世界好吃的 都在哪里后 他寄出大船 师父 我们出发吧 好 独孤梦催动林东方的飞行大船 急速驶往天荒茗玉 路上 林东方在考虑 怎么勾引天地磨盘 那玩意又不能吃东西啊 天荒茗玉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周围没有任何星辰 只有一片浩瀚无边的灰色雾矮 远看仿佛一个大大张开的嘴巴 灰色雾矮中有一个很明显的光门 这无边无际的明寒气息 就是从里面吹出来的 明寒气息弥漫 甚至凝结出了实体 一个巨大的不规则形状的白色池子 绕着光门转圈圈 里面是一个个不同颜色的空心冰块 师父 这冰块颜色咋不一样 灵东方看着那乳白色的池水 顿时想到了奶茶 至于冰块 有点像茶洞 对了 灵东方灵光一闪 等回去用悟道茶做点茶洞 或者抹茶之类的 一锅悟道茶水稀释之后 能做好多好多 这些是明寒精华 等你到了通天境 可以来练体 至于冰块的颜色 是因为里面冻死的倒霉蛋不一样 听到独孤梦的回答 灵东方一咧嘴 随后大船开启了隐秘模式 绕过几个用明寒气息修炼的 渡截境强者进入了光门 按照地图的路线小心前进 越走 周围的物矮就越浓郁 周围的物矮已经完全隔绝了 至尊的神魂感知 东方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还是把船收起来吧 然后抓着为师的手 独孤梦脸上看不出来什么 但心里不是很平静 终于有个机会 牵着乖徒弟的手了 好 灵东方收起大船 坦然地抓住独孤梦的手 他已经决定不留遗憾了 自然要主动冲尸 独孤梦心里害羞 脸色却依然不变 以渡截至尊地 修为小心地护住他 周围的明寒气息 已经足够冻死通天九重的强者了 但灵东方没有感觉到丝毫不适 这物矮 是数位真仙崩溃的神魂炼制而成 鬼主前辈这位老朋友 手段也是够狠辣 恐怕也只有天地末盘 才能把真仙的灵石彻底碾碎 然而却能完好的保存下魂力 独孤梦大受震撼 感觉到了 自己和那种级别存在的差距 碾碎零食 灵东方心里一动 把能吃且好吃的古族神魂 丢进去碾一碾的话 嗯 只要他们没了脑子想来 就可以很方便地 培育出优良的品种了 独孤梦不知道这家伙 心里想的是啥 只是在小心地往前飞 如果没有这路线图 断然会迷失在这乌矮迷宫中 被困到寿员枯及而死 这地方确实可怕 灵东方心中一领 低头看了看 和独孤梦食指相扣的手 葬兵谷内 他也和东方帝皇 这样食指相扣过 但灵东方 不会去比较两位师傅 哪一个更好 也不会把这两次精力做比较 东方帝皇 是喜欢偷吃的馋猫师傅 独孤梦 是能厚着脸皮 要下韭菜的酒间师傅 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 都是他最喜欢的师傅 在迷宫一样的通道内 飞了快一天的时间 面前终于豁然开朗 一块十里方圆的巨大石头上 一个黑漆漆的大门 散发着让独孤梦 都不得不认真对待的 森然契机 刷 光芒一闪 两个人直接被吸到了大石头上 同时 一身的修为 被打落到了隐气镜 这 独孤梦有点慌 他可是全程保持 最高的戒备状态的 没想到 就这么被吸了过来 费力地取出自己的杀剑 发现这把神兵 也被压制到了隐气镜的状态 他不由地探到 这恐怕是大圆满真仙 甚至半步先帝的手段 林东方也好不容易 才把九州顶取了出来 这是他现阶段最强仪仗了 回头看 雾矮中甚至看不到 来时的通道了 现在只能进入大门 事已至此 咱们只能进去看看了 独孤梦进入过很多秘境 此时不是那么紧张 他刚想推开大门 就被林东方扯住了 师父 我来开门吧 独孤梦正正地看着 林东方脸上那坚定的样子 这门推开之后 是凶事急还未可知 想说什么 但花到嘴边又耿住了 林东方定了定神 调整好状态 推开着黑乎乎的大铁门 入眼是一条长长的走廊 混沌光滑闪耀 这是物矮与混沌器 一同炼制出来的通道 可以抗住岁月的无情碾压 迎面吹来一股森然的奇迹 林东方本能地踏前一步 把自己在意的人护在身后 臭小子 独孤梦目光一宁 现在林东方牵着他的手 领先他半个身位 一旦有什么东西 从走廊尽头冲过来 林东方就会首当其冲 多少能给他争取一点时间 这一个小小的细节 成了压垮京池的最后一根稻草 徒弟 你知道 为什么我们会不知不觉 喜欢上你吗 独孤梦忽然摊牌了 不装了 今天就要当这个冲突逆施 等林东方进入渡捷径 他恨不得 现在就让这个宝贝徒弟 进渡捷径 感受一番那爱如潮水 林东方被这个问题 搞得突然一愣 不过 雅人对视的目光 有点变味了 不是表白 圣似千言万语啊 师父 为啥呀 他又心里忽然一紧 独孤梦说的这个 我们 到底包括多少人啊 因为你笨 独孤梦白了他一眼 林东方脸色异窘 独孤梦想到了之前 在普通人城池里 哥哥牵着妹妹过大路的样子 哥哥先会护在妹妹的左边 等过了大路中间 又会护在妹妹右边 这是一种下意识的保护 比当年就知道 啃番茄的清歌强 摇池圣地内 独孤号忽然打了个喷嚏 冰块脸上 难得出现了一丝狐疑 然后又淡默地 看着炉子上烤着的一个面饼 把玉兽峰制作的 超级极瓶奶酪碎和番茄 酱撒了上去 炭火的炙烤下 富裕的奶香 伴随着番茄的酸甜 顿时塞满了整个猪剑室 又湿湿然地 切下一些烤牛肉 摆在上面 这位灰发剑神的目光 顿时深情起来 这边 林东方牵着独孤梦 在走廊里走了 也不知道有多久后 终于看到了一个岔路口 左右各出现一个通道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端坐在岔路口中间的蒲团上 老太太个子不高 但气质十分出众 眉宇间的贵气 是林东方和独孤梦 前所未见的 看骨相也知道 年轻时候 定然是轻视美女 你是她的传人吧 老太太睁开眼睛 上下打量林东方 回前辈 晚辈确实和鬼主前辈 有师徒之意 林东方自然能猜到 老太太说的 她 就是老头骨 鬼主 她倒是会收徒弟 收了你这么个 注定能成大事的徒弟 老太太先是赞许地看了看林东方 然后冷哼一声 似乎对鬼主很不满 那个人有没有嘱咐你什么 林东方想到了鬼主那句 说点什么哄她开心 灵机一动 鬼主前辈说 她很后悔没有娶您 你说什么 老太太猛地站起身 哭瘦的手 直接把林东方抓了起来 等双脚离地了 林东方才发现 这位老奶奶下半身 居然是蛇尾 她真是这么说的 老太太声音激动 双眼中闪着点点泪光 对啊 鬼主前辈现在每天都很自责的样子 脸色都蜡黄蜡黄的 老头骨现在附身在一个海绵里 脸色自然是蜡黄色 可不敢说 这老货之前 还跟一群小老太太扭殃个 哼 还算那个吃货有良心 不枉我脱离族人与她在一起 老奶奶自觉冲动 急忙把林东方放下来 刚刚她的衣袍 遮住了蛇尾 让林东方和独孤梦误以为 她是坐在这里 前辈 您这 林东方还在惦记着那蛇尾 不过不是惦记吃的 嗯 我名叫姬彩霞 属于昆仑一族中的宣源部 当年她误打误撞进了昆仑仙城 山海经内 记载有一宣源国 这一族都是人参蛇尾 他们的特点就是长寿 不修炼都能活一千多年 更何况 姬彩霞这真仙修为 虽然也是残仙 但寿源还很充沛 姬彩霞简单地介绍了 一下当年和老头骨的恩怨情仇 简单来说 就是三千河西 三千年河东 默契少年穷的故事 当时组长骗我说 只要我答应 和地族的婚约 就放过贵主 但等她真踏入 真仙领域的那一天 昆仑城内五位老牌真仙 对她合理为杀 而且还是打着我的名号 布下了我颜值的沙阵 她会不会怪我 姬彩霞目光暗淡 林东方挠挠头 她嘴笨不太会安慰人啊 最后她才想到 一个关键点 前辈 贵主她说 如果您活着的话 让我哄您开心 您能不能笑一笑 让我回去好交差啊 她真的如此说 姬彩霞猛然抬头 双眼中 是抑制不住的惊喜 真的 不幸的话 您跟我出去 和她当面对峙 可惜 我现在还出不去 姬彩霞悠悠一叹 当年我一怒之下 反出昆仑城 大阵血杀百万强者 天道以此嘉奖 给我一个天地莫盘 啊这 林东方还不清楚 血杀百万是个 什么概念 独孤梦思索了一回 前辈 所以外面那些 凝寒气息 都是你身上的杀意 和杀气所化 不错 这天荒茗玉核心 可以收集天地间的 本源杀气杀气等 镇压九龙燕 所以我来这里化 去我心头的杀意 不过炼化掉杀意的时间 太久了 我已经和天荒茗玉 逐渐融合 那怎么才能离开呢 除非 除非有人炼化了 那九龙燕 然后天荒茗玉的大阵 就会自动失效 我也能离开这里了 姬彩霞说到这里 微微摇头 九龙燕 可是九条真龙的 本命火焰 融合出来的纯阳之火 一来是有着 混沌火下最强火的称号 二来是里面 还有融合之后的 本源龙杏 当年那位前辈 培育出九龙燕之后 也是怕这东西 会成就一个盖世淫魔 所以把这火给封印了 想着 用这无边的明寒气息 炼化掉里面的本源龙杏 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本源龙杏 还剩多少位不好说 林东方一咧嘴 龙杏附体之后 连各以勇志都没用 还能给你再长出来一个 独孤梦心思电转 既不可视时不再来 他忽然想看看 林东方龙杏大发的样子 若论心里的邪点想法 他是一点不比 林耀峰上面那群妹子少 他忍不住问道 前辈 封印九龙燕的地方 还会压制修为吗 不会啊 你该不会是想 姬彩霞震惊地看着独孤梦 不是 现在外面的小青年 都玩这么演 没错 本源龙杏虽然可怕 但我是杜杰至尊的修为 他不过圆英镜 应该没有大问题 如果是同境界 哪怕是化神境的女修 都会让林东方 解锁秦帝的称号 但杜杰境 不慌 师父这是要 林东方轻轻搂住 独孤梦的腹肌小腰 我本想着 等我进入通天境在 独孤梦微微偏过头 脸上带着一层修意 和别的女孩子脸红不同 他是脸上没什么反应 脖子以下 染上了一层粉霞 师父 独孤梦微微一笑 食指按着他的嘴唇 择日不如壮日 即日不如今日 雷厉风行 一直是独孤梦的本色 他比东方帝皇更加果断 仅次于 不善言辞的萧熙月 旁边的姬彩霞 觉得自己头有点大 这就好比半喜事 吃完大喜 大家都知道 新郎新娘子 送入洞房之后 要干啥一样 不过好在 自己不用随份子 九龙宴就被封印在 左手边这个九龙殿里 那里面时间流速 与外界不同 外面一天 里面会过去两个月 林东方与独孤梦 四目相对 一个励志要当逆施的家伙 和一个充分开窍的逆途 眼神都快拉丝了 最后 两人一起打开九龙殿的大门 百丈方圆的大殿中心 一粒火苗 在静静地燃烧 对比这么大的空间 他毫不起眼 但那九彩的光滑 让人挪不开眼睛 没有浩瀚的龙威 也没有什么狂霸的气势 所有威能全部内敛 九龙殿的大门闭合 独孤梦的修为 恢复到了至尊境 他取出酒葫芦喝了一口 然后取出一个软床 半躺在上面 欣赏林东方在那脱衣服的样子 原因竟 一个碧尘树 就能解决身体上的一切问题 但林东方还是召唤出 贡公神水 仔细洗了个澡 也不知道贡公他老人家 想不想把这小子 按在水里淹死 这一个月来 这家伙的肌肉更有形态 独孤梦半躺在床上喝着小酒 第一次感受到了 刘寡夫说的 欣赏精壮小伙子洗澡 是一种享受的真意了 林东方刚洗一半 忽然觉得 背后传来陌生的柔软 师父怕你自己洗不干净 衣裙坠地 独孤梦脸色稍微红了一点 但不多 脸皮厚 玩个够 这手艺 还是灌醉东方帝皇学来的 惊艳之谈 等会林东方龙心大发了 他就得被动了 林东方咬着嘴唇 给独孤梦洗干净 扔到床上去 然后转身 走向九龙燕 九阳体的气息 引起了九龙燕的注意 小小的火苗 骤然放大成一个 树杖大的火球 九道龙影以火焰组成 冲向林东方 呼 热浪袭来 林东方的皮肤瞬间干裂 血液还没有流出来 就被热浪烤得结架 他顶着痛楚往前走 很疼 比当年学鲨鱼的时候 被鱼鳍扎破手中毒都疼 不过他没有放慢脚步 甚至没有发出一丝哼声之类的 火球下 他抬起头 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条烤鱼 原来这就是被火烤吗 嗯 这样烤的话 水分蒸发太快了 外面浇了 里面都没熟透呢 作为一个合格的除休 他瞬间就找到了九龙燕的缺点 一拳杂飞那火龙虚影后 寄出出火 开始融合九龙燕 床上 独孤梦看着林东方那坚定的身影 又喝了一大口酒 当初第一次带着林东方进秘境的时候 他就被这个徒弟 与乱世魔猿对战的霸气样子吸引了 那是林东方的霸道本性 不知过了多久 林东方终于收服了九龙燕 此时 他清楚地感觉到了 那所剩无几的龙性在作祟 这不是一股意识或者残魂什么的 是一种能增负本能的力量 相当于绝世大不要 他就这么光溜溜地走向独孤梦 又寄出贡公神水 把自己洗了洗 他的理智还在 不过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久 这鼓火不灭的话 足以烧坏脑子 床榻上 独孤梦身上没有任何遮拦 如铺的长发 像是妖野的花朵 散开在床上 他第一次见到林东方脸上这种表情 那是一种挣扎 有不忍心 克制 还有占有欲等等情绪 视线在他的脸上停留 往下 到他的腹肌 再到足肩 他已经下定决心 要当逆施了 此时此刻不出手 更待何时 林东方刚要扑过去 就看到自己这位冷漠脸的师傅坐起身 伸出手捧住自己的脸 红唇印象自己的唇 一块香丝血被独孤梦 用舌头对进他的嘴里 这是他特制的酒 不至于让林东方醉晕过去 香甜中带着一丝酒味 林东方细细地品尝 这一块酒心香丝血 是他吃过最甜美的一块 顶破香丝血 甜香的酒心 释放着果香与花香 随后是让人迷醉的酒味 乖徒弟 现在把为师当作夕月 或者帝皇就好 独孤梦声音中带着颤抖 似乎被林东方那火热的目光灼伤一样 你是独孤梦 是我的师傅 你不是任何人的替代 林东方低头 脑门和独孤梦的顶着蹭了蹭 我现在就想要帮师傅帮我 独孤梦瞪大了眼睛 再一次感受到了 这个逆徒的霸道本性 还有那细致入微的温柔 哼 我这个逆师居然被你这个逆徒看扁了 独孤梦翻身 把林东方镇压住 转过身 往后挪了挪 俯身出手 时间荏苒 一日三秋 外面一天 九龙殿内两个月 林东方用了两年的时间 才把龙性完全炼化掉 自此以后 再也不会被龙性上头了 你这逆徒 独孤梦一手捂着咽喉咽了咽 一手把头发散了开来 他还是喜欢披散的头发 杂着不舒服 林东方端给他一杯蜂蜜水润润喉 师父 我们 这不挺好骂 独孤梦缩在他的怀里 喝了一口蜂蜜水之后 舒服多了 他现在修为压制在化神镜 之前龙性刚开始炼化的时候 他把修为压下来 直接被逆徒镇压了三个月 反正独孤梦是至尊本源 怎么都行 最近半年 林东方温柔多了 不过 林东方这逆徒龙性大发的时候 抓着他脖子的样子 让他有点上头 这一次 他几乎把所有的理论知识都给实践了 前前后后 找到一大堆招数 炼化龙性 在某些方面 已经超过了萧熙岳和东方帝皇 赢 师父 咱们出去吧 折什么节 师父在锻炼你半个月 你们居然真的把九龙残余的本源龙性给炼化掉了 不可思议 姬彩霞看到这俩人出来之后 不知道说什么好 不过 他自然能看出 俩人现在这状态是正常的 以后也不会有什么隐患 突然间 他们三人被传送出了混沌走廊 好了 这九龙残解封 我也可以离开这里了 而这永恒长廊 也将继续镇压另一种东西 姬彩霞看着周围的混沌雾碍 脸上 难掩激动之意 咕咕咕 没等林东方和独孤梦温那另一种东西是什么 两人肚子都叫了起来 这一年高强度运动都没吃饭 此时被传送出来 修为被压制到隐气境之后 顿时饿了 炼化了九龙残之后 林东方的气海又扩展了一些 对这种压制修为的环境 有了更强的抗性 当下取出大船进了厨房 这 怪不得他把你当船人看待 原来是修除道 姬彩霞进了大船后 看了看厨房 真的奢华 真先的厨房也不过如此 啪叉 滋滋 一年半没吃正八斤食物 自然不能做大鱼大肉 先蒸老红糖蜜枣发糕 大火煮了一锅白粥 稍微加了点姜丝 和一节蛟龙骨 蛟龙最好的脊背 蛋煮面 姬彩霞看到彭宇鸡蛋后 微微一愣 小林 这是彭宇鸡的蛋 对啊 是鬼主前辈专门私育的 现在我们在摇池圣殿 养了很多很多 林东方注意到姬彩霞的目光 觉得老头骨当年八成 是为了姬彩霞 才培育的彭宇鸡 唉 想不到他还记着 姬彩霞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我们薛园国的人 最喜欢吃鸡蛋了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薛园国里 没有一个鸟蛋能成功孵化 都被这群家伙给吃了 徒弟 这是要做什么 独孤梦凑过来 从背后抱着林东方 阳春面呀 这阳春面分红汤白汤 师父和鸡前辈 吃什么汤的 我要红汤 老生我也来红汤吧 好嘞 徒弟啊 能不能再给为师 做一份黄酒炖肘子 独孤梦现在只觉得 自己身躯轻盈 活了三千年 还是第一次觉得这么舒坦 我这腹肌太明显了不好看 多吃点肉肉补一下 想到林东方之前 舔他腹肌上的相思血的场面 独孤梦嘴角 露出一个得意的微笑 他早就注意过 宝贝徒弟 看自己腹肌的目光不对劲了 林东方把尖弹们翻了个身 然后摸出几个前肘 嗯 下次看看 把山高的肘子剁下来 还能不能长出来 好 鸡前辈吃肘子吗 那老生我也来一个吧 可以做个甜口的吗 没问题 又是两砂锅东坡肘子 送入时间阵法 林东方自己对肘子 不是特别热衷 只是给自己来了盘火爆腰花 步步真不行 也就是独孤梦渐心坚定 九龙店内的两年 要是敞开了炸能给他吸干了 杜洁静的爱源音静顶不住 炒锅内下魔葵子油和山高猪油 葱姜蒜末爆香后入圆葱 充分煸炒出葱香味 不管红汤白汤 葱油是最关键的 虾子有点点的腥味 也下进来稍微煸炒一下 再烹入酱油 酱油的香味混合着葱香 这香味让独孤梦有点顶不住 饿得腹肌都在抗饮 再用清鸡汤冲开这些酱油 次了 鸡汤的鲜香和虾子的鲜美融合在一起 再配上此时这项红色的汤色 更是成倍的美 稍微开了一会 林东方另起锅 开始过滤 手勺咬出汤再淋入漏勺里 轻轻敲 淋 把虾子都漏进汤里 避免浪费 星星点点的虾子 坠入下方微微沸腾的汤里 继续释放着自己的鲜美 再把煎蛋们请进来 稍微炖煮一会 会让鸡蛋的香味融入汤内 同时让煎蛋吸满汤汁 丰富口感 再一言 胡椒粉调味 这样的汤直接煮面 会导致汤变得浑浊 口感不够爽润 所以要先把面条煮到七八成熟 再请进来彻底煮熟 这样面条吸了味 且不会被过多染成深色 汤也不会浑浊 这是林东方自己煮所有汤面的窍门 要是煮熟了面 再放入汤底 面底味道和汤的味道是割裂的 葱花 蒜苗碎 按照各自喜好撒在碗底 先冲入面汤激发出香味 再把柔顺的面条请进来 最后把煎蛋放进来 一碗加淡的红汤阳春面就成了 银白的面条周围 是点点金色的油花 还有不少葱花 被它们簇拥着 呼 独孤梦和姬彩霞 都先深深闻了一下这面香 香 鲜 猪油浸润过的面条香而润 入口很滑 面条中间夹带上来的虾子 在唇齿间丰富着口感 偶尔还能咬到脆脆的葱花 爆出浓郁的香葱味 喝上一口汤 鲜香中带着一丝胡椒粉的微微辣椅 叔父啊 吃了几口面 再咬一口煎蛋 煎蛋的边边还是脆的 但中间蓬松起来的部分里 全是香浓的面汤 咬一下就在嘴里肆意挥洒 不过也不能光吃面 还有肘子呢 加了冰糖的肘子皮亮晶晶的 像是红玉一样漂亮 筷子一划肘子皮就开了 露出里面细腻嫩白的肉肉 再一扒了 肉的软烂脱骨 足以让食人都咽口水 鸡彩侠加起一块肘子肉 放入面汤 面条上顿时染上更浓厚的香味 以他的定力 自然不会做出 用蛇尾巴砰砰敲地板 这种轩辕足失态的行为 旁边 独孤梦用白水煮熟一大碗面条 把糊肘子的肉汤淋上去 又撒一把葱花 这面条又是一番滋味 林东方看了一眼旁边滚开的粥 加盐调味后关火后 把蛇龙肉片倒进去 轻轻搅动几下 粥的高温就把肉片 恰到好处的烫熟 撒上葱花 这一锅生滚蛇片粥就好了 吃饱喝足 三人都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特别是鸡彩侠 少说也有百万年 没有吃东西了 小林啊 老生有一件东西要送你 他伸手一招 物碍中飞来一个拳头大的墨盘 造型十分不起眼 甚至有些简陋 但其散发的威压 却让周围的物碍都在湮灭 这就是天道奖励我一次 血杀百万强者的墨盘 可以碾碎任何东西 这东西对我没用 我还是喜欢用顶杂人 那老吃货 也没什么像样的宝贝 给你当礼物 这就给你吧 啊 林东方没想到 自己这么简单的 就获得了天地墨盘 简直就是白给啊 前辈 这有点太贵重了 也不是白给你 等以后我宰了帝姑 你要把他给我做成一道好菜 鸡彩侠把天地墨盘 塞进林东方手里 帝姑 没错 他虽然姓帝 但却是古族师兄之一 一只纯绪孤族 孤族 这可是个了不得种族 林东方惦记很久了 这玩意虽然号称 左手断时间 右手断空间 但本体 是辣姑 类似小龙虾 小龙虾对水质要求不高 但辣姑 只要水质稍微有点污染 就死光光 放心吧前辈 到时候 我用这天地墨盘 给你做孤族豆腐吃 鸡彩侠在心里咽了咽口水 还得是除休啊 给帝姑选了粉身碎骨的吃法 对于帝姑来说 她的下场 可要比直接被斩杀凄惨多了 要活活丢进天地墨盘里 磨得稀碎 帝姑可是真仙 甚至半步先帝 纯血实胸 配菜我可得用神药以上的韭菜 林东方摸了摸下巴 看来前缘界势在必行了 那位不着调的前辈 把普通植物和神药融合的技术 太重要了 到时候 以她的太岁土催化 一定能培育出神药级别的韭菜 帝姑啊帝姑 你知道 我为了你要付出多么大的牺牲吗 三人收拾了一番 踏上了回城的路 姬彩霞心情激动 又有点忐忑 百万年的分离 让她甚至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鬼主 终于飞出了雾矮 鬼主的目光 从瑶池圣地方向看来 独孤梦拉着林东方躲在一边 掏出魔魁子看热闹 彩霞 鬼主的声音都在哆嗦 对不起 我当时去晚了 姬彩霞了眼婆娑 下一秒 俩人就抱在了一起 一切千言万语 都在这紧紧的拥抱中 随着两人互相诉说当时的情况 一切误会都解开了 一切的根源 就在当时想抢取姬彩霞的帝姑身上 等她出事之后 把她做成那姑豆腐就好了 妙音风上 萧熙月正在翻看 北斗圣寿大笔的宣传册子 这册子是请画到高手画的 每一页上的图画都能动 一头头圣寿 威风凛凛地展示他们血杀对手的画面 旁边的桌子上 是一杯清茶和一碟椰蓉酥 看完之后一声轻叹 这次的圣寿大笔 被圣寿山接手了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斗兽看似斗兽 实则还是斗人 我当年在斗兽场外 一巴掌拍死三个圣主 不论是搜寻灵兽的时候 还是斗兽后 人族都会死不少高手 是他们变相削弱人族实力的手段之一 至于圣寿山 多半是想用什么顶级血脉 复苏他们的老祖 竹容 萧青仙的郁姐音从一边传来 性格傻白甜 但不是真的傻乎乎 妖娆的飞红眼瞳 与萧熙月相似的面容 在雪白长发的衬托下 让她有了几分清冷的感觉 配上这几句霸气的话 让她的形象直逼东方帝皇 但此时此刻 在她脸上看不到这些气质 因为她在傻笑 为什么傻笑呢 萧青仙怀里正抱着林东方的围裙 脸还在上面蹭了蹭 她觉得自己这几天 心里好像空了一块 明明和林东方都没什么互动 但她就是觉得自己是 妙音风上这堆女人里 最爱林东方的那一个 不过好在她也不是什么病骄 只是想白给而已 旁边独孤碗都看妈了 见过痴女 没见过这么变态的 还好她现在下半身还不能动 圣兽山 萧熙月翻看了一圈 心里开始默默盘算 圣兽山是宇宙中的一座大山 统一全宇宙的妖族 和古族还是两码事 像是寻常成竞的老虎什么的 想去古族里认清 会被打出来 但他们可以去圣兽山当一家人 明天就是第一场比赛了 穷奇对阵树荡 凶恶的穷奇是公认的难吃 但那双头羊模样的树荡 萧熙月看了一眼天上 老头骨刚刚忽然离开了 那想必 师弟就要回来了 好想吃师弟做的排骨焖豆角啊 清冷仙子用淡默的声线 说出了与气质 极其不符合的话来 把师弟的围裙 从痴女老祖的怀里揪出来 围在身上 走进了菜园子 摘油豆角 旁边独孤碗 恨铁不成钢的哀声叹气 他这几天 观察萧熙月的日常生活 成功把帝后写成了宅女种田 熙月 你为什么这么与世无争呢 独孤碗坐回书桌前 咬了一回笔杆子 实在想不到办法 怎么把宅女帝后歪掉的剧情 给圆回去 想问问人物原形 一些尖锐的问题 找找灵感 萧熙月揪下一个脑袋上 还有着小黄花的黄瓜洗了洗 在用鸡蛋炒过的蒜蓉辣酱里 戳一下 送到嘴边来一口 咔甭脆 嚼嚼嚼 师弟跟我说 生活要珍惜现在的 食材要放眼未来的 嚼嚼嚼 明天的烦恼 也要今天吃饱饭 才有力气解决 独孤碗说不出话来 最后小腿一蹬 把笔一扔 抄起一杯橘子果肉汽水 一饮而尽 然后蹦出五个字来 吃货恋爱脑 但他随后悲哀地发现 这五个字 扣在他自己脑袋上 恐怕也同样合适 至于一边下巴 整着棺材 边边等着萧熙月 投喂黄瓜的萧青仙 独孤碗觉得这女人 就是一个黏人的大白虎 猫可没这家伙 能一巴掌 扇死三个圣主的战斗力 那个最近狂睡觉的 小猫先硬除外 就在此时 林东方等人回来了 萧熙月展颜一笑 把自己身上的围裙 解下来 熟练地围在林东方腰上 嗯 师弟的身体更结实了 抓着师姐 捧在自己脸上的手 林东方在众目睽睽之下 亲了一下萧熙月额头 吓得独孤碗 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 这还是那个闷葫芦 也对 既然地后人设崩了 可以让帝君加点宠妻的戏份 我真该死啊 现在还想着地后的剧情 她想把那本地后撕了断羹 反正没人敢把刀片 寄到瑶池圣地来 萧青仙扁扁嘴 想说我也要轻轻 但是不太敢 熙月妹妹的正宫气场 有点强啊 师姐想吃什么 排骨焖豆角 好嘞 林东方走进厨房 开始捣酷这道菜 肋排斩成小段 炒到发白后 加糖色上色 再加水炖煮 炖排骨的时候 她开始收拾那条蛟龙 腰子已经都做成了包油腰子 龙肚还没处理 不错 形似石斑鱼的鱼肚 好货 而且很大很厚实 单面就足有巴掌后 大更是能轻易地林东方 都整个塞进去 这蛟龙平日里 吃的都是各种灵药 龙肚十分干净 只有淡淡的腥味 清洗干净之后 改刀成一尺剑方的大块 用黄酒和盐 以及淀粉再次搓洗到 没有丝毫意味和粘液 然后 斜刀片成一毫厚的长条片 上次吃火锅的时候 我才刚刚进入影器境 现在已经是原音乐的修为 可以飞天遁地了 林东方笑得十分开心与幸福 和她笑得一样灿烂的 还有老头骨 俗话说小别盛新婚 但她和姬彩侠百万年分别 此时只有说不完的话 不多时 时间阵法内的排骨 已经八九成熟 林东方另起锅爆香 葱姜炒豆角 炒豆角要加点盐 才能更好入味 等到炒的表面 有点抽抽巴巴地 把排骨连着汤一起倒进来 酱油找个色 盖上盖继续炖 萧熙月在一边微笑着抖蒜 林东方又切了不少牛肉 蛟龙肉等 鸳鸯锅一边是麻辣口 一边是只有姜片和盐 以及蛟龙骨的清汤 两个火锅 林东方和萧熙月他们一锅 老头骨和鸡彩侠一锅 黄猴 鸭血 冻豆腐 炸豆腐 腐竹 木耳 银耳 宽粉 爆纸牛丸等摆满了一桌子 还有各类青菜 各类蘑菇 排骨关火 撒上出锅蒜 上桌配着火锅开灶 这焦龙度这么好吃 老头骨只吃了 一口就被征服了 清汤内涮烫不过十几个 呼吸时间长短的肚皮脆韧 肚内绵软香滑 这龙度的口感更胜于猪肚百倍 而且这盏碟里的姜末 是沙姜 入口新热 而不是生姜的辣 沙姜的口感也更脆 和这龙度相得一张啊 这个蘸碟用来配水煮蛋 也是极好啊 鸡彩侠作为轩原族 对蓬雨鸡蛋的喜爱 远胜于别的食材 焦龙谷青汤内 煮着几个蓬雨鸡蛋 有轩原族独门秘书 让鸡蛋老老实实地 在汤里慢慢成熟 源于焦龙谷内积水的油脂 让形状饱满的水煮荷包蛋 外多了一层光泽 等到蛋黄酒成熟后 捞出来 在这蘸碟内滚一下 染上酱油的颜色 再沾上一些葱花沙酱碎 咬上一口后 蛋香四溢 鲜润适口 八九成熟的蛋黄外围 微微起沙 那里微微湿润 带着一丝弹性 再淋上一些酱油后 味道更是让鸡彩侠这吃蛋老饕 都眯上眼睛 这焦龙谷 汤煮荷包蛋针 是太好吃了 林东方忽然一拍大腿 前辈 这是我们在悟道茶秘境里 收获的昆仑鱼鸭蛋 约咬现在 被命名为昆仑鸭 被散养在瑶池圣地 大小湖泊边上 长是喜人 没想到百万年后 也是吃上家乡味道了 鸡彩侠接过鸭蛋 这个鸭蛋 腌制成咸鸭蛋之后 蛋黄比蟹膏都香 小李你可以试着腌制一些 好 林东方还真忘了这茶 在众人吃完之后 萧青先直接大显神威 造了个锅干碗镜 独孤梦都没他能吃 吃完饭 萧细月给林东方 汽了一壶茶 师弟 明天就是胜受大比 第一场了 穷奇对树荡 要不去看看 吕氏春秋记录 关于上古美食的本位篇里写道 肉之美者 树荡之妾 万 林东方找遍三山四海 也没找到树荡这种东西 但眼下 沟陈兴 长阳山 树荡 原来是外星羊 长阳山啊 相比于外星羊树荡 长阳山更让林东方感兴趣 传说行天就压在长阳山下 不过 那种存在距离林东方现在的境界 实在是太远 还是继续看树荡吧 树荡通体金黄 羊毛柔顺油亮 肩高两丈 体长约磨六七丈 单看身体 平平无奇 但是这家伙有两个羊头 每个头上各有一只独角 一根形似斧头 另一根 快形似盾牌 行天五干七 猛至故常在 干就是盾 七是斧头 这树荡一族原本的独角 类似牛角 现在进化成这样 也不愧是半生兽了 得到了行天杀伐大道的一灵半爪 也足以堪比白虎了 老头骨微微一叹 小林娜 这树荡你打算怎么弄 古书有言 肉之美者 树荡之万 想来这羊的腿肉 十分好吃 烤羊腿 鸿焖羊腿 羊肉抓饭 孜然羊肉 不过羊腿肉的精华 就是羊腱子肉中间的 那一小块腱子心肉 这块肉 用五香口卤熟了之后 上萌火烤到外面有点焦 再撒点辣椒和孜然粉 那味道 林东方把自己都说得直言口水 腱子心横着切开的话 能看到上面 有像是复杂河流水系一样纵横的精 本来极为软嫩的肉 因为这些精 所以口感更有嚼头 但不会出现嚼不动 嚼不烂的情况 这剑子心 因为美头羊上 就那么点 所以也是十分贵的 很多黑心老板 挂剑子心卖腿肉 十分的黑心 与之类似的是 很多卖牛肉的 都会强调我这块肉里 还带剑子心 这么便宜 卖你我亏了啥的 老头骨 咽了口口水 强忍着 去抓一只树档 现在就把剑子心 扣出来做了的念头 领着鸡彩侠仙走了 毕竟百万年不见 有说不完的话 留下林东方 一边惦记着树档 一边捣鼓椰果 明天看比赛的时候 给师姐师傅他们 准备点奶茶 总是好的 怎么样 怎么样 隔壁屋里 萧熙月独孤梦 萧青仙独孤碗 又是对角仙座位 摆起了修罗场阵法 独孤碗笑嘻嘻地 抓着独孤梦的胳膊 坦白从宽 老实交代 是不是成了 作为长辈 她还是想看到 独孤梦和林东方在一起的 独孤梦的冰块脸上 有了一丝波动 偷眼看了一下萧熙月 深呼吸 九龙殿内的时间流速 和外界不一样 应该有两年 一个月吧 啊 两年 连与世无争的萧熙月 都是手一颤 她不可思议地 看向独孤梦 不是没看出来 林东方和独孤梦 这几天互冲了 但万万没想到 这师徒俩 在九龙殿里 一下子就是两年 怪不得觉得 师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不过 她不怪独孤梦 因为对方说的话很柔 如果要是柳如烟那种人 肯定是会说 哎呀 一直没注意 过了两年呢 认清人的性格特点后 萧熙月就觉得 这些是非常好办 大不了改天和师弟 进时间阵法 把时间补回来 陡然间 她明误到 苏家始祖 为什么把时间大到 开发到极致了 对于时间阵法的领悟 居然有了一些突破 仲女发现 她小小的顿悟了一下之后 只能感叹正宫娘娘 恐怖如斯 萧熙月心里很平静 但独孤晚不一样了 这位萝莉三姑心里 烦起惊涛骇浪 又怕小梦吃不好 又怕小梦吃太饱 毕竟她嘴上一直否认 但心里还没忘记 那一口香甜的三不沾 对了 这不正好可以安排帝君 和一个前辈师傅 在阵法里不可描述了二十年 帝后肯定要不平衡的剧情吗 呸 我真该死啊 这时候还想着写剧情 独孤晚使劲甩了 甩小脑袋瓜 到现在这个接骨眼 她还想着写那本破书 然后更后悔自己修炼轮回天宫了 没人注意的棺材里 萧青仙脸一红 只有她注意到了 林东方原音战至尊两年后 气势仿佛还变强了 这嫩草真是全方位的全能啊 自己必须白给了 嘿嘿嘿 时间阵法外 林东方看着这回这一层 完美的椰果点点头 乳白色的椰果 不论是口感还是味道 都让她十分满意 于是开始煮茶 误到茶 她要做一份误到椰果奶茶 别人来泡误到叶 最多能让一百碗茶水里有道运 而林东方面前 一个大桶内少说有五百斤水 一枚叶子丢进去之后 漫天的大道神韵降下锐彩 丢进去的是一枚形如长情的叶子 是老树身上为数不多 没有被汽水或者鲍鱼汁给染上味的叶子 随着淡雅的茶香渐浓 耳边逐渐响起了情音 随后各色音律浑如天成 让林东方听得如醉如痴 旁边屋子里 萧熙月微微一笑 师弟嘴上不说 但一直会很好地照顾到每一个人的情绪 众女都进了厨房 师弟 你这是要做什么啊 椰果珍珠奶茶 超级好喝的 萧熙月等人面面相去 他们都知道奶茶 毕竟北域草原牧民都会做 不过大多都是咸口的 看着旁边那些散发着椰香的乳白色 半透明椰果 他们都开始期待 这椰果奶茶的口味来 师姐师傅 你们帮我把那些椰果 修成小球球的样子 跟这根吸管稍微小一些就好 林东方丢过去一根玉制粗吸管 好 萧熙月和独孤梦忙活开了 师傅 这椰果的口感比椰肉奇妙多了 虽然椰香稍微淡一些 确实 等下我试试 把这东西放进酒里 林东方美滋滋地开始折腾牛奶 茶叶决定了一杯奶茶的上限 林东方这一手除道主的超级误道茶 全宇宙也找不出第二份 牛奶决定了奶茶的下限 奶越不好 下限也就越低 好在御寿峰的雪蓉 牦牛奶质量非常高 焦糖用的是熔岩松提取出来的 这种焦糖口味 清甜颜色浓厚 还带着一丝松树独有的香味 想到那树干上 闪着火光的熔岩松 林东方觉得 自己这杯奶茶 似乎可以加点特效 摸出一枚 不算多么名贵的三百年份火云果 这是诸果的亚种 里面的汁水 仿佛岩浆一样能发光 等着奶茶上 加一层雪顶 然后倒上找火云果之估计 会更好看一些 师父 能不能和我试着做一下后辱 师弟 我们之前不还 萧熙岩话说一半 急忙红着脸捂住嘴巴 独孤梦震惊地瞪圆了眼睛 这丫头 现在心里都是些什么 恐怕只有之前 被萧熙岩不小心咬坏的枕头知道了 萧熙岩现在只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刚刚一直在注意 雾道茶里飘出来的情音 漏听了一个字 意思天差地别啊 独孤玩傻了 这还是自己那个地后女主的 高冷仙子原型吗 藏得挺深啊 萧青先黑黑一笑 看了看棺材边边后 捏住下巴思考了一下 这个高度还挺合适 随时随地都可以摆给 而且棺材盖一扣 保密效果一流 师姐 咱们之前做的是炼乳 不是厚乳 炼乳是把牛奶水分熬出去 但是蒸发的时候 不免损失牛奶的味道 林东方一开口 就只有没有 如果这家伙有什么雷区的话 那就是厨房种地 不许胡思乱想 独孤梦在九龙殿里压下修为 被林东方镇压的时候 灵机一动说了一句 徒弟要不要和为师去厨房完 直接把林东方 从龙性大发的状态里 给弄清醒了片刻 然后独孤梦得以恢复修为 有了喘息之际 这样 那我再给师弟拿一桶鲜奶 萧细月急忙贫富 一下气血压下脸上的红润 拎了一大桶牛奶过来 后乳事先把牛奶里的各种成分解析 再倒入常温状态下 就炼出水分的牛奶中 这样的话 独孤梦天眼一开 牛奶里各种成分无所遁形 什么乳糖乳汁 乳清结构都看得一清二楚 林东方现在的天眼 还做不到这种程度 徒弟 用你的共工神水 似乎可以把牛奶里的水分 强行剥离出来 至于别的成分 我去和张灵首作 他们研究一下 独孤梦去了林耀峰 找到张灵和秦顶 一通倒过之后 做出了能强行剥离牛奶里 各种成分的单炉 而林东方仔细研究一番之后 也成功用共工神水 把牛奶里的水分提炼了出来 不多时 一桶牛奶变成了大半桶浓牛奶 独孤梦回来之后 林东方又小心地开始 混合浓牛奶和乳糖乳汁之类的 此时 北斗星上其他当代天骄 要么叮光打架 要么哭作修炼 要么苦哈哈的炼丹 只有林东方在厨房里 进行着美味的试验 调制牛奶 做物道奶茶 忙活了半天 林东方做好了三款厚乳 超厚 中厚 小厚 最浓的超厚 已经类似酸奶的质感了 但是 林东方发现 这款厚乳用气泡涨打发之后 质地比奶油都要轻盈 而且极难 消泡 也不易喝水糊溶 奶茶可以因此做得更漂亮了 天边再次绽放出金光 独孤梦眼角 抽了一下 这小子倒过个奶茶 居然把天道招来了 林东方取出一个 一尺高的水晶杯子 这杯子能装四碗物道茶 两碗半物道茶加浇 糖条好色倒进去 一碗 小厚厚乳加进去搅匀 再加两勺椰果珍珠 按理来说 这奶茶就算成了 不过还可以再漂亮点 像是响应林东方的话语 天边的金光更亮了 师弟 是要把这火云果的果汁 加进去吗 萧熙月还是第一次闻到 这么香又清新的奶香味 奶酪的香味 闻久了会有点腻 但是这个后乳不会 师姐 你说雷结液要是加在这奶茶上 会是什么效果 啊 不光是萧熙月愣住了 独孤梦等人 也跟被雷劈了一样呆住了 这家伙说的啥 加雷结液 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林东方已经进行了这个操作 他先在旁边的超大保鲜盒里 翻翻找找 摸出几个百年开花百年结果的 金钻灵果榨汁 又摸出一滴雷结液 想也不想的 就震碎融入果汁内 再加点冰糖 慢慢地熬 熬出晶莹通透的橙黄色雷结液 果汁糖浆 咬出一勺橙色糖浆 周围缭绕着酒道雷光 而锅里的糖浆周围 缭绕着酒道更粗壮耀眼的雷光 分成小份 不影响特效 妙啊 萧熙月他们脸色发僵 就连萧青仙 也是难得露出了正经的正经表情 这不对啊 他明明是个真线 百万年前 萧家一门三仙的绝顶时期 都没这么奢侈过 林东方拿出的是 他自己渡劫之后 夺到的酒闻雷结液 这种雷结液 不论分成多少分 或者怎么稀释 就算是炼成丹 周围始终都会有酒道雷光闪烁 一般的天骄 能获得六闻雷结液 就算相当厉害了 萧熙月他们 现在也不过是八闻雷结液 这酒闻雷结液 能让杜结镜的雷道修者 折腰求林东方卖他一滴 欣赏了一会特效 林东方又美滋滋地拿出天龙水 如此 就可以做雷火两重天了 他把火云果果汁倒入锅内 加了冰糖 和一滴天龙水熬煮成糖浆 灿灿红色火光中 一条火龙虚影上下翻飞 与酒闻雷结液相似 天龙水分成小杯之后 也个个都有龙影 不过会虚淡一些 打发后的后乳 浇在雾道奶茶上 一座轻盈的雪山出现了 这杯奶茶的颜值 瞬间拉高了一个小层次 再一小勺一小勺地 把雷结液糖浆浇在雪峰的一侧 橙黄色的糖浆 丝丝缕缕缕 做成雷电胶织的造型 轰隆隆 插那间 这杯奶茶上出现了酒道雷光 与雪顶下方的雾道 茶酒采道运 焦香呼应 而且 雾道茶的情音 也骤然变成雷鸣 这雪顶仿佛变成一朵结云 周围雷光闪闪 神异无比 但还没完 天龙随糖浆 像是一道熔岩河流 在雪峰的另一侧 蜿蜒而下 红亮的色彩像是火光 一条金龙虚影出现 绕着雪峰上下飞腾 与九道雷光共舞 好吼 听到一声 龙银在雷鸣中响起 让林东方满意地点头 现在这雷光和龙银 都十分凝炼 很漂亮 萧青仙说不出话来 他当年炼制真正的仙丹时候 也没有这种凝实的龙影 和具象化的龙影啊 除道增幅的悟道茶为底 久闻雷结叶和天龙髓为辅 这一杯悟道奶茶 价值几何 没人敢说 天道有感 阵阵金光落下 但此时这天地异象 丝毫没有让萧锡月等人的目光 从这杯奶茶上挪开 林东方刚刚说 这奶茶是为了给他们 看胜兽大笔时候准备的 独孤完想到了一句名言 你小子泡妞 还真下血本啊 他承认 林东方的连招足以把他泡走 这一杯奶茶 哪个女秀不迷糊 就在此时 天边的金光突然大胜 刷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杯雷火奶茶 不再是被召唤走虚影 而是整杯都被金光卷跑了 啊这 林东方急了 他还没喝第一口呢 再一抬头 只见一片云彩飘来 猫猫 几十只小母牛 突然乘着七彩祥云 落在妙音峰上 咦 这不是传说中的天地 为了奶孩子培育的 急到奶牛吗 是一种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牛牛 看起来和普通奶牛差别不大 光看牛脸 就知道这牛十分憨厚 萧青仙盯着这群奶牛 咽了口口水 当年我也只喝过一瓶急到牛奶 但是那味道 我现在还记得 真的是超级无敌的好喝 这奶大人小孩老人都能喝 对身体有极大的好处 强身健骨 甚至能温养神势 泡澡的时候加一碗 也能让肌肤更漂亮 对真仙级别的肉身 都有滋养效果 听完萧青仙最后一句的介绍 众女看向这些奶牛的目光 都热切起来 天道嘉奖 果然都是好东西啊 林东方的心里也平衡下来 第一杯奶茶被天道弄走了 就弄走吧 再做一杯就是了 先把急到奶牛送到了御寿峰 程大发当场把自己的手作大殿 改造成了牛圈 我滴个乖乖 我小时候要是能喝上几瓶急到牛奶 那走路都得带风 林东方回来 刚想继续做物道奶茶 萧细月拉住了她 师弟 我的那份不用做 这物道 奶茶倒运太多了 我怕喝完了直接顿无闭关了 呃 林东方倒是忘了这茶 于是给独孤梦做了一杯甜酒焦糖 厚入雷火雪顶 萧细仙是一杯雷雪顶误到奶茶 至于萧细月和独孤碗 用的是普通的灵茶做的经典珍珠雪顶 太好看也太好喝了 有清爽的橘子香橙味的金钻果糖浆 或者樱桃味的火云果糖浆 厚入雪顶的奶香味也不至于腻的荒 更何况 还有下面的奶茶 茶味口感甜润 奶香十足 还有那随着吸管上来的椰果珍珠 口感更是让它们非常上瘾 晚上泡温泉的时候 单独弄了个几个浴桶 倒入即到牛奶 萧细月独孤梦萧青仙都泡了泡 至于独孤碗 则是和沐青城他们 在灵药风上的温泉里 泡了泡牛奶浴 入夜 林东方吃到了西越师姐的奶香白丝 感谢天道嘉奖的小母牛 第二天一早 林东方又收到一个好消息 昨晚沐青城他们喝完了低配板 不至于顿悟闭关的悟道奶茶之后 改进了吸管 用一种速生竹子做的 用完扔到地上 遇到泥土就会溶解 非常的好用 准备了一下 林东方带着师姐和师傅去看比赛 胜兽大笔在昆仑山外的会场举行 一个三十几里方圆的小行星 被修成一个巨大的半球形平台 这个赛场没有外围看台 只有一个个非洲做的包厢 整个平台都被改造成一个巨大的比武场 内有山丘河流 甚至草木 模拟着灵兽在野外厮杀的环境 这炎武场内刻画有阵法 无论打成什么样 最后都会复原 而且还能向宇宙各地进行转播 三十二只准圣兽抖擞精神 都想着夺得第一 获取那麒麟那单 火加作为脚的主人 有一个独立的包厢 林东方他们也沾光 不用去高价买入场券了 伯伯 这是我昨天做的奶茶 您也尝尝 见到苏锦鱼之后 林东方递过去一杯芒果雪顶 这 苏锦鱼尝了一口之后 心里只有俩字 好喝 比起汽水那样比较激烈的气泡 她更喜欢这种奶茶 润呢 每次见面 这乖女婿都能给自己 整出点新花样 好啊 伯母 林儿还在闭关 是啊 也亏了 有你之前的照顾 现在她在觉醒火加的祖卖 一般火加弟子 都要一年左右 我看她再有几天就差不多了 苏锦鱼笑着 取出一些荷花酥 桂花酥等点心 这样啊 林东方盘算着 给火灵做什么口味的才好 夫人啊 给我也尝尝呗 火金云凑了过来 一头红色的头发 跟火云果一样耀眼 可是有段时间 没有尝到林东方的手艺了 馋得慌 苏锦鱼随手 把喝了一半的递过去 转手又从林东方手里 接过一杯紫钻果葡萄味的 伯父 这里还有 林东方取出二十多杯奶茶 雪顶上有各色糖浆或者果肉 这是早上运转花天蓉地秘书做的 专门用来看比赛喝的 这还都是简单的奶茶 他还打算过阵子用悟道茶 配合绿茶 做成抹茶粉 或者别的颜色 做个彩虹分层什么的 还有烧仙草 茶冻 奶冻啥的 这些都要在以后慢慢研究 昨天倒不出后乳 已经有点累了 现在专心看比赛消遣消遣 舒服地坐在椅子上喝着汽水 师姐充当讲解员 旁边苏锦鱼在试着制作后乳 调配奶茶 独孤梦再调酒 这昏君的日子 竟该死得舒服 此时的会场中央 一头高达百丈的巨虎 正在说着过场话 巨虎棕黄色的油亮虎皮下 是结实的肌肉 像是一块块巨石一样鼓起 十分具有力量感 九条尾巴 和一张英俊的中年老帅割脸 揭露了他的种族 这是一头至尊陆无 随后 穷骑和树荡的战斗开始了 气氛高下 也决胜死 战斗十分激烈 一座座山丘 像是土豆一样 被轻易碾碎 他们的肉身 都足以比镜化神境的修饰 强横的离谱 林东方赞叹 这只羊的美好 忽然 穷骑一把撕裂了树荡的一张脸 这让林东方一阵紧张 这羊脸肉 要是坏了 就太可惜了 好在这种准圣兽 都有极强的疗伤秘法 很快修复了伤势 羊脸完好如初 不过 眼看树荡已经落入下风 败王是迟早的事情了 现在的问题是 怎么把这只树荡弄到手 老头骨已经从 勾成兴长阳山回来了 这树荡一族 都躲进了一个秘境里 现在外人根本进不去 所以 目标只能放在眼前这只身上 一般来说 败者的肉身归胜者所有 此时 门外又来了一个传话侍女 火家主 叶家家主 请您过去叙事 哦 火金云眉头一挑 递过去一块零金 当做小费 你且回去 我随后就到 谢火家主 火金云嘴角一歪地 看向远处那条巨大的龙舟 这穷奇是叶家的 叶青云当年就跟我不对付 估计是也突破到了至尊中期 想装逼啊 不过就在此时 他忽然心生一计 夫人 把这些雾稻茶 和这几道牛奶 还有紫薯玉泥混合一下 这树荡就要送上门了 苏锦云想了想之后点点头 他知道这家伙 冒出什么鬼点子了 于是迅速做出一份 能有一桶 火金云用秀李乾坤 藏好这一桶紫薯玉泥 几道后入雾稻茶飞了出去 一边硕大的龙舟内 叶家家主叶青云美得很 北斗星叶家 和文昌星的天机阁叶家 没有血缘关系 所以和摇池圣帝 也没什么来往 此时龙舟里的 超大豪华电雨里 北斗星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 下方的战场内 他家的穷奇 正在对树荡 进行最后的绞杀 所有圣主家主之类的 都用羡慕的目光 看着叶青云 这穷奇即将取胜 我看这麒麟内丹 已经是囊中之物了 一别千年 不想叶家主 步入了至尊中期的境界 问鼎北斗 最强指在朝夕间 北斗明面上的中期至尊 只有东方帝皇 萧杰 现在加上叶青云 叶青云很满意 这群人的反应 自从叶家始祖的亲儿子 叶长明出世以后 叶家的发展 就顺风顺水 此情此景 他不得不装装逼了 也想着好好羞辱一下 曾经的死对头 火金云 火金云现在 不过是初期至尊啊 就在老火晃悠着 一头红发进屋的时候 叶青云朗声道 诸位 我还有一件 好事要告诉大家 那就是我族最近 发现了叶灵飞先尊 还活着的证据 滑 满场哗然 一群老灯疯狂拍马屁 让叶青云 十分的得瑟 也就是萧杰不在场 不然都得忍不住 笑出声来 叶灵飞的踪迹 是萧杰亲自和审浪布置的 火金云心里 也是冷笑 叶灵飞的 古迹 还是他做旧的 诸位 我叶家 在悟到茶秘境 猎活不少好东西 请大家尝尝 叶青云得意的手一挥 开始上菜 一盘盘用古足 做的菜肴精致无比 蕴含着大量的血肉灵力 与之而来的 还有一碗碗悟到茶 十七个大人物面前 一人两碗 可见叶家 在悟到茶秘境内 收获之丰盛 但唯独 火金云面前 是一盘普通的豆腐 一杯白开水 这区别对待 就是明显的 在羞辱火金云 这最后一丝的体面 都不给 但叶青云有足够的自信 这么做 自己修为突破了 叶家蒸蒸日上 老祖的亲儿子大杀四方 还有一尊 叶家残仙厨师 足以冲昏任何家主的头脑 火金云心中 大笑了一会 然后装作气急败坏的样子怒道 叶青云 你不就是显摆 你有悟到茶吗 当我活某人没有 火金云一甩袖子 装着紫鼠玉泥悟到 奶茶的水晶桶 就出现在桌子上 被紫鼠染成 至于风淡紫色的牛奶中 霞光万道 锐彩千条 一大桶 符合火金云 最近这些年来 好面子的人设 虽然不是灵东方经手的 但悟到茶和鸡道牛奶 都是最顶级的材料 本身带的异象 就足以让众人惊骇 这 众人的表情僵住了 这一桶少说 也有五十万悟到茶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里面除了悟到茶 还有和其同样稀有的鸡道牛奶 芋泥和牛奶的香味 在这富丽堂皇的大殿内炸开 奶香不光是让身体闻到了 就连他们的神石 也闻到了这股富裕的香气 这说明一件事 那就是悟到茶 跟鸡道牛奶相辅相成 这一桶奶茶的效果 恐怕顶得上两枚悟到眼 虽然这一世 悟到茶叶丰收了 但这东西 谁能嫌多 而且 火金云到底有多少鸡道牛奶 才敢这么做奶茶 呼 一时间 众人呼吸都粗重了起来 看向火金云的目光 仿佛是看没穿衣服的美女一样 火辣辣起来 火金云见众人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 装作得意实则 也很得意地说道 叶青云 别以为你们叶家有什么了不起 须知三千年河东三千年河西 末期终年穷 要不了十年 我也能成为中期至尊 叶青云冷哼一声 火金云 你也要知道这句话后面 也可能跟着死者为大 火腰为哪儿的一下就窜上来了 周围的人都默默摇头 心中默默念叨着 火金云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居然连财不可露白都忘了 就算是他和苏锦鱼一起掌握岁月塔 但叶家的混沌中也不是吃素的 这下恐怕要被敲闷棍了 打起来 打起来 不少人都准备看一场龙争虎斗 十年后再见 扔下了狠话 火金云不慌不忙地收起这一大桶奶茶 迈着骄傲的步伐走出大殿 哼 火金云 叶青云冷笑一声 此时下方的战斗已经结束 他得意地收走了数当的身体 准备拿去炼丹 至于穷奇 则是被叶长明带走了 叶青云注意到火金云敲咪咪地飞向了宇宙深处 直奔天荒明玉 这家伙一定是想在天荒明玉内突破到至尊中气 不行 我不能放任他成长起来 叶青云目入杀意 敲咪咪地跟了上去 天荒明玉内 肖杰 独孤傲天 老头骨 小和尚 姬彩霞 已经恭候多时了 这阵容 就算叶家始祖复活来了 都得跪下来 磕三个好听的才能留个全尸 不过 为了避免周围人起疑心 他们把天地磨盘寄了出来 搞了个很大的动静 第二天一大早 叶家举行大典 叶长明容声家主之位 吹吹打打地开席 对外宣称的是叶青云顿物去了 也不知道叶青云的棺材板能不能压得住 但这边妙音风上 萧青县的棺材板压不住了 林东方一大早就在熬羊油 羊油切好之后 加黄酒焯水初步去山 再用菜籽油冷油下锅加 葱姜整根香菜 小火慢熬 浓郁的香味 把所有妹子都从被窝里揪了出来 萧青仙直接顶飞了棺材带 这羊肉合了面 羊油辣子必不可少啊 等羊油熬好 降下温度 再把花椒草果白纸香叶小茴香丢进去 进一步去除山味 同时也丰富了这羊油的香味 师姐 你做个一个大桶 底部凿出比筷子小头稍微细一点的网眼 好 萧细月直接拿出一根筷子 以剑气灌注后 无间不摧 在一个超级坚固的大桶底部 叮叮当当地戳出王眼 然后再把王眼出的稻刺之类的打磨干净 活干得很漂亮 刺辣 辣椒碎和辣椒粉混合之后 用白酒淋湿 分三次淋上过滤好的羊油 加盖送入时间阵法闷凉 旁边一口方圆石杖的大锅内 树荡的骨头大火熬出了一锅奶白香汤 大块大块的肉 也已经煮到软烂脱骨的程度 里面还有不少的普通羊肉一起炖煮 还有一锅里是羊血羊杂等食材 是玉兽峰处理好的 林东方简单卤制了一下 妙音峰上到处都是羊肉的香味 山底下一群手座端着碗排队 为了感谢叶青云光速去世 没有耽误树荡下锅 林东方决定搞个面条流水席 给这位叶家家主送行 毕竟迎客饺子滚单面嘛 嘎吱 大桶内丢进一团揉好的面团 加上一个圆盘 然后压下去 洁白柔顺的面条 顺着王眼 露入下面的开水锅中 众多手座喜气洋洋地排着队走过来 用公块夹起一些面条 放入碗内继续往前走 前面是一大盆拆好的羊肉 还有一大盆羊血羊杂等 洁白尽到的和乐面上 摆满了羊肉和羊杂 再撒上一把葱花香菜 挖一勺羊油辣子 舀上几大勺滚开的羊骨汤浇上去 油亮红润的辣子 随着骨汤涌向每一根面条 香味顿时 随着对叶青云的赞美声弥漫开来 叶青云好人啊 没想到老话说的有些人 死了的价值比活着还大是真的 老友们 咱们敬他一杯悟道奶茶 嗨 今天这奶茶里的悟道液 还是从叶青云身上搜来的 感觉更香了 加一筷子面条 里面还夹杂着 切成细丝的卤羊肚 面条的柔软劲道 和羊肚的脆嫩 一口同时满足 同时面香和羊肚的肉香 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加上有香辣的羊油辣子 作为媒介结合 真的是一口下去之后 就完全停不下来的节奏 吃完一口面 加起一块羊肉 送入嘴中 想让羊肉酥烂软嫩丝毫 不柴的秘诀 就是煮羊肉的汤 需要用羊骨和羊肥肉 一起大火煮 把羊油完全煮到汤里 这样再瘦的羊肉煮熟 也不会柴 一群老头老太太吃得红光满面 这面条可真劲道啊 比之前吃的手擀面 都有咬头 爱上了 毕竟这面是 在那个桶里 硬生生挤出来的 面被挤压的时候 密度变大了 口感自然偏硬一点 不过是真好吃 啪叉 林东方敲破一枚 昆仑咸鸭蛋 筷子在蛋清上一戳 金色的油 就刺了出来 落在面条上 他没有吃羊骨汤面 而是给自己弄了一份 清汤羊春和了面 金黄金黄的柔油蛋黄 落在银白柔顺的和了面上 别有一番的美妙 沙软的咸淡 黄和蟹膏一样 入口即化 趁着这股香味 来上一口面条 完美地衬托出 和了面的劲道 香 这要是和 虾子蟹黄面 结合一下 或者用这鸭蛋 做竹生面的话 林东方感叹一下 自己的美食之旅 还很漫长啊 这是昆仑鸭蛋 是真的美味 是啊 不愧是宣元族 都推崇的咸鸭蛋 萧熙月他们有样学样 吃了一口后 也瞪大了眼睛 根本听不下来 说起来 今天弄的是 面条流水席 等明天 还可以做羊肉 呛锅面吃 呛锅面 萧熙月递过来 几粒包好的蒜 是啊 就是先炒料 炒羊肉 加入酸菜一起炒 然后加点汤煮面 还可以做原葱羊肉炒面 自然羊肉炒面 辣椒小炒肉拌面 这和了面 是可以汤面炒面拌面的 全能型选手 咕噜 周围一群人 感觉嘴里的面香 顿时淡了不少 口水差点喷出来 这个和了面 都能翻出这么多花样来 但有一个老油条 没有想那么多 仔细品尝完这一大碗面 成大发又不慌不忙地起身 来到几口大锅前 加面 加肉 加汤 一气呵成 众人脸上的笑容 顿时僵住了 这老货这么精明的吗 怪不得刚刚一声不吭 就是埋头猛吃 刚刚可是要排队的 现在就是先吃完再加一碗 后吃完 后悔一碗啊 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 风回九转 有人美滋滋地 使出这门秘书去抢面 但若论这种秘书 谁能有飘渺风雪玲珑快 四个分身出现 一个加面 一个加肉 一个加汤 还有一个在卤羊杂盆里 挑出来一堆羊肠 众人无语 果然只要是在摇池圣地 当过圣女的 都不是一般人物 众多手作 你争我抢的 把剩下的面条分完 连汤都喝了得干干净净 就在他们自明得意 以为自己没有亏的时候 程大发又默默地 把锅里剩下的羊骨头打包了 我说老程 这骨头你收走干啥 脸大 现在外头那群后生 都打成狗脑袋了 小林的厨余垃圾 做成保命疗伤丹效果 那是绝对的一流 现在他们是快死了就吃一粒 又快死了就再吃一粒 没有了就找我买 用酒转丹的炼丹方 就可以把所有道运 都转化成生命本源之力 根本看不出来原材料是啥 程大发洋洋得意地 卖弄着自己的发财之道 最近他已经给林东方 分了不少红了 靠 还得是你这老货会算计啊 得 咱们摇池除了老秦和两位圣主 也就你炼酒赚丹成功率高 这钱也活该你赚 什么叫赚钱啊 现在外面都管我叫大善人呢 程大发美滋滋地取出一个名帖 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 仙谷纪元老药方传承人程凤山 程凤山 这倒是个好名字啊 比程大发文雅 好听多了 众多老伙计的轮流夸奖 让程大发有些飘飘然 不过此时 天机风手作叶孤星 敲咪咪地伸出手来 一把掐下一截羊骨头 老叶 你又不练的 弄着羊骨头干啥 这羊骨头磨碎了 可是一绝啊 众人无语 这家伙还真会吃 热热闹到了一上午 林东方开始收拾树荡的一条前腿 用共攻神水的力量为引 把一盆淡盐水 充分补到这腿肉里 入味的同时 也让肉最后汁水丰富 更加软嫩 这树荡的肉扇味 不重也不腥 好肉一把盐就完事了 这神水能夺取 也能赋予 真的是一宗重宝 而且最重要的是 用这个神水入味 就不用切花刀 破坏羊腿的皮了 带皮烤羊腿和不带皮纳 就是两个档次 后腿的剑子芯已经拆了下来 正在锅里小火卤着 此时 摇池迎客店来了一位熟人 徐少良 林东方洗洗手解下围裙后 把他请到食堂 林前辈 这两天有天下会的人联系我 说要我转达给你一条情报 天下会的情报 林东方来了兴趣 顺手递给徐少良 一杯雪顶草莓芋泥热奶 他觉得 16岁的大男孩和这种刚刚好 毕竟他那个年纪的时候 就喜欢这个位 天下会是北斗星的圣地之一 不过以网罗 天下情报著称 也充当各大交易的中间人 其天下第一楼 也是北斗最有名 信誉最好的拍卖行 嗯 他们说 龙雀和他的小弟们 近期会去你们 摇池圣地附属宗门 林渊阁附近的一个秘境里 寻找机缘 明后天应该就会到 啊 他们就告诉你这条情报 不收钱 林东方微微一愣 嗯 我也觉得奇怪 徐少良很严肃 热乎乎的牛奶里 红彤彤的草莓果肉 释放着甜美的气息 让他忍不住来了一口 入口还有这香浴的浓厚香味 直接让这位徐家少主 找到了恋爱的感觉 独孤梦说道 林渊阁附近 最近确实出现一个新的秘境 刚好在我们摇池势力外围 按理说不属于我们 天下人都可取得 那秘境的禁止 是不得超过 圆英九重的修为 看来龙雀对自己的修为 很有信心 萧熙月递给林东方 一叠包好的魔魁子 那我去蜜镜里蹲守一下 圆英九重之内 一切好说 林东方心里一笑 以后山灰就不是普通的长狗了 是有功的狗子 正如林东方所料 山灰与金池大鹏 一起给龙雀做了一个局 用了少半粒粒血丹 成功把龙雀那一伙家伙忽悠了 人族天骄互相拼杀 古族的也一样 都为了当领头羊嘛 林渊阁位于南域 靠东南边的位置 紧邻南滨海 这是南域的内海 方圆万里 周围有几十座普通人的城池 所以 海内有不少的渔船 一片热闹的景象 此时 独身一人的林东方 来到了林渊阁实际统治的南风城内 左手是一杯菠萝玉泥热奶 和刚刚花了五个铜板 买的一袋烤鱼丸 右手拿出一串热乎乎的鱼丸 送入嘴中 鲜香软弹的 鱼丸里加了由于处须切成的小丁 口感更是拔刀了一个层次 还真忘了做墨鱼丸 怪不得之前吃火锅 总觉得少了点啥 自小在海边长大的林东方 对于大海有着强烈的热爱 曾梦想吃茶当海王 不料过碗瓢盆厨房忙如今 我在姚池安家 养着我心爱的姑娘 哼着不着调的魔改歌曲 她登上了南明楼 在333丈高的南明楼顶层 平而立 这一片南明海的风景一览无余 天眼一开 可以看到汉海深处几座 神光闪闪的岛屿 闲闲的海风吹起林东方的衣角 初春时节 海风还很凉 不过阳光已经很暖和了 海边的冰也都尽数消融 只有背阴的地方 还有一些残血 一只只海阴乘风翱翔 发出响亮的鸣叫 更远处的海水里 有聚精喷出的气柱 畏惟壮观 这还是她第一次 正八经地见到金鱼 乌乎林东方张开双臂 非常射牛地呼喊了一声 呼喊完了之后抓起 放在栏杆上的热乎奶茶 来上一口 美滋滋 再来一口刚刚买的烤鱿鱼 南明海水温比东海略高 所以海鲜的味道差了点 海水温度越低 水生物的肉质就越紧实 这样可以有效抵御低温 从而造就了更好的口感 鲜味也更足 不过南海也有水温略高的好处 生蚝个顶格的肥实硕大 不啊 此时寒冬刚刚过去 南明海里的生蚝们 正是最鲜美的时候 林东方飞出高楼 来到荒芜人烟的海边 开始赶海 或者奶茶踏浪而行 他感慨一声 这才是休闲生活 正确地打开方式啊 远处 两只骨族打得两败俱伤 引去真容的成大发一身白衣 乍一看 还有点像叶青云还魂的样子 他又以成凤山的名义 做出了一个违背人族祖宗的决定 卖给那俩骨族各一枚保命单 然后一句 万事何为贵 之后 俩又打起来了 得益于那俩家伙 战斗鱼波掀起的巨浪 不少海参海胆被冲上岸 林东方拖了鞋袜卷起裤腿 长袍掀起来掖进腰带里 拎着水桶挑肥减瘦的赶海 以仙谷最强原鹰肉身 提二十的快乐赶海生活 不错 刚落地就遇到了好货 林东方从礁石撬下来 一只巴掌大的南鸣黑冰蚝 顾名思义 这生蚝的外壳 仿佛黑色的冰块一样 是半透明的 可以隐约看到 里面与外壳截然相反的白嫩蚝肉 这种生蚝 无法人工养殖 只能在南鸣海海边找到 都说这蚝壳上 类似灵芝的纹路 代表着这生蚝的年龄 我数数 圆溜溜的壳上 一共二十五圈 这黑冰蚝的极限寿命是三十年 不错不错 林东方满意地点头 撬开蚝盖 里面白嫩的蚝肉 被冷风一吹 在收缩颤抖 此时的黑冰蚝 为了一个月后的繁殖剂 已经储存了很多的能量 圆鼓鼓的像是一颗 被对半切开的水煮鹅蛋 经过一冬天的冰冷生活 它的肉质也来到了一年内 最紧实的时候 看起来就让人非常有食欲 体验生蚝最美的风味的吃法 就是生吃 与蚝肉一起躺在壳里的是 清澈的汁水 是完全可以直接喝的 这也是生蚝的精华之一 倒掉了就不免浪费 西六 林东方先来了一小口 汁水尝尝味 这种刚刚扣下来 而且是初春时节的生蚝 是一点海腥味都没有的 味道不错 不是那么咸 小刀一刮 这郁润的蚝肉就进了嘴巴 蚝肉的口感 让林东方惊喜 嚼起来有种脆脆的 嘎吱嘎吱的声响 先是蚝汁的微咸 然后是海鲜独有的鲜甜 冰冰凉凉的感觉 更是放大了味蕾 对这种味道的感知 等到温度稍微上来 肥美蚝度内的汁香 就散发出来了 对于任何一个 喜欢吃生蚝的人来说 这一口 绝对堪比帝王一样的享受 再来一只淋上姨母子 柠檬 汁水的 更显得鲜甜无比 林东方之前 听说过有的生蚝 会有真果 或者花生酱 类似的茴香 眼下着黑冰蚝的茴香 类似一个很熟悉的古族 魔葵花的瓜子 黑金魔葵花 黑冰蚝 难道是命运的巧合 林东方微微一笑 寻寻觅觅 又找到十几个 平均年龄二十年的 黑冰蚝架起小炉子 开始慢烤 黑冰蚝的外壳 遇到炙烤之后 会变成纯黑色 越发显得被自身汁水 煮熟蚝肉的白嫩 就在林东方品尝着 美味黑冰蚝的时候 苍天大陆上龙雀出关了 龙雀已经完全炼化掉了 一枚焦糖味的悟道液 还有一枚利血丹 头顶的龙脚 已经完全长了出来 说明他的龙血 已经进一步替唇了 那陵渊阁外的秘境内 有利血丹 我必须要去抢来 龙雀此时 心里有着极强的自信 大有天下英雄 不过如此的霸气 就连金翅大鹏 他也不放在眼里了 等我收集到足够的利血丹 足以硬汉石兄亲子 龙雀带领一群小弟 冲向传送阵 降临北斗星 另一边 金翅大鹏再次会见柳如烟 鹏兄 这里血丹很难炼制 我还要再去一趟北斗星 吸收熔火湖里的天火气息 这次我一人前往即可 以免你们遭遇魔术林东方发生意外 柳如烟温柔的声音 让金翅大鹏心中一暖 不过金翅大鹏 只喜欢各种鸟类 对人族不感兴趣 恰好我也要去北斗星 寻觅一些机缘 我们一起出发吧 金翅大鹏 最近把身法专门修炼了一下 有自信从林东方手头 抢下一块肉 呼 一盏足有十五丈的龙蛆 横空飞过 林东方手里 端着洒满蒜蓉的烤生蚝 不慌不忙的敲咪咪跟了上去 人类小时候 都有狩猎的本能 不论男女 小时候总喜欢抓虫子 抓青蛙 然后往嘴里塞 这是本能 但随着长大 知道有些东西狩猎起来有风险 或者有限制 狩猎的本能就被埋藏了起来 现在林东方觉得自己的狩猎本能 又冒了出来 他来到了自己的猎场外 不大的小岛上满是黑色的礁石 只有一些海鸟 会在繁殖季节 在这里筑巢 并没有树木 不过最近出现秘境光门之后 天生有着趋利避害本能的海鸟们 都离开了 方圆百丈的巨大光门 闪烁着紫色光滑 门口一块大石头上 写出了这秘境的来历 紫阳单尊之墓 留下墓葬秘境 是不少至尊或者更强的真仙 喜欢显摆自己生前有多么厉害 多么光辉的方法之一 这些秘境刻画了自毁阵法 不按照他们的规矩来直接爆炸 已经有不少修士进去探险了 龙却带着十几个小弟 直接冲了进去 于是在暗中恭候多时的林东方也进去了 华 漫山遍野的红叶随风飞舞 这不是风树到了秋天变红的叶子 而是先天灵火山脉才有的 离火阳树 秘境不算很大 只有方圆千里的样子 都是绵绵群山 不过秘境内套着秘境 不少人都在迷宫一样的山洞里 发现了新的小秘境入口 更有人找到了天龙水 这样的好东西 林东方府长一笑 便寻不惑的灵火山居然在这秘境里 不过 他这次没有带他的星球保顶 无法把这山脉收起来 不过他还有别的猎物 龙雀 龙雀一族 龙头而雀身 身体呈现出圆润的弧形 更像鸡 而非额压的修长 是你 磨出林东方 也是东方帝皇的图点 龙雀硕大的龙头上 两只紫红色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林东方 他最近了解到了一件事 当年青鸾一族 有一位天骄俊杰 提早出事 想抢占先机 但是 在悟到茶蜜境内 被林东方的师父东方帝皇斩杀 还烤熟了吃了 我要为我的青鸾 兄弟报仇 想着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被人吃掉了 龙雀气得直接爆发了 修炼接生器 是需要实力支撑的 不然只能像昨天开席的 叶家一样 一气之下气了一下 龙雀求天刀 轰隆隆 龙雀上来就是杀招 翅膀像是天刀一样 搁向林东方 层层刀器 组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囚龙 把他关了进去 隔着几里外的一片 参天古树 都被这无形刀器 拦腰斩断 林东方暗暗点头 古人都喜欢断打什么龙雀刀 这龙雀一族的天赋刀术 果然了得 这求天刀改造一下 拿来切豆腐块 想来是极好的 林东方健烈欣喜 打算把龙雀的天赋宝谷 抠出来 抽出杀猪刀 硬汗了一会 震碎了求天刀 龙雀目光一宁 他原因八重的修为 居然和林东方 这原因五重的家伙 打了个平手 面子上有点挂不住 再一看林东方身上 散发出的森燃杀击 龙雀不免回想到之前 见到腾蛇一族 某个倒霉蛋 惨死在林东方手里的景象 兄弟们上 围杀他 像什么单队单捉 对厮杀那是双方 都认为自己 有把握必胜的前提下 一旦觉得自己 落入下风 还单对单起不是傻子 什么无敌之心 舍我其谁 活着才有未来 刷 林东方杀猪刀一个树劈 把一只毒蜘蛛对半劈开 黑乎乎的毒血 在地面上 留下大量的气泡 反手一挥 一只魔鬼猴的半哭搂脑 飞了出去 林东方状态绝佳 大杀四方 雪亮的杀猪刀上 没有丝毫血迹 林东方淡漠地 如此冷静 是了 当日我亲眼看到 徐家家主徐少良称 其为林前辈 这林东方断然是复苏的真线 不然不可能 有这么冷淡的气质 林东方对这番言论 还是保持沉默 他这不是故意装酷 谁杀鱼杀鸡 还能杀得哈哈大笑的 刀罩着鱼头一敲 对着鸡脖子一划 就完事了 林东方现在想得很简单 他只想打猎一只 龙鹊做脆皮烤龙鹊 刀光又是一闪 对面的龙鹊 龙鹊用翅膀掩住脖子 刚刚就差一点 他的头就落地了 龙鹊 龙鹊一声怒吼 身边骤然又出现一道身影 林东方 这是我族的龙鹊分身术 你完了 林东方不禁反省 古族啊 总是能给他整出来点新花样 龙鹊 我姐问你 你这分身是那种有时效的吗 哼 我龙鹊一族的分身术 是分出两道真身 不论哪一身都相当于 本我 好 好啊 林东方喜不自胜 这样一来龙鹊 岂不是成了韭菜 嘎了一个分身以后 恢复了元气 还能再改一个 很快 龙鹊就悲哀地发现 他又落入了下风 虽然林东方看起来 有些在捉襟见肘地与他对抗 但他自己知道 情况不妙 刚想跑 对面飞来一只红色的大猪 我踏马又来了 山高最近炼化了几碗 误到茶叶 实力大涨 而且猪油不知道 为何更加滚烫了 甚至还能爆炸 轰轰轰 一道道�灼热猪油攻击 在地上炸开 林东方微微一愣 这猪油里 怎么有骨子菠萝味 难道这家伙喝的 是菠萝味的误到茶叶 也难怪这家伙的猪油会爆炸了 猪油加果糖 在高温威力翻倍啊 这菠萝味 再接他一块肉 回去做菠萝 古老肉好了 林东方杀猪刀一挥 山高惨叫一声 又快速减重四五百斤 脖子后面的一块肉 被割走了 顺手把猪肉切成手掌后的大片 老子踏马地记住你了 姓名的你等着 总有一天老子弄死你 山高来得快去得也快 同时心中 把山挥骂了一万遍 说好的林东方落入下风 此时正是落井下石的好机会呢 龙雀也想逃 但秘境出入口 被林东方守着 他能跑到哪里去 此时金吃大鹏在思考自己 是不是在养魔处为患 但一看到林东方 再给猪肉一面切花刀 再从另一面 把猪肉切成半个拇指大的块 他居然下意识地想看看 对方这次要做什么好菜来 而且以现在林东方的战力来说 师兄亲子 不出师根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林道友 我也对烹饪小有研究 你做的这道菜 为何不用葱姜水 给肉增味 一个蒙面人凑过来 问了一句 宽大的黑袍 花里花哨的面具 看不出来男女老少 这菜名叫菠萝古老肉 葱姜味道多了的话 影响后面的果香 只用盐给个底口 胡椒粉即可 再来点酱油给个底色 到时候咬开之后 颜色也漂亮 古老肉 那我就盐能吃吗 那必须能吃 这株后颈肉也称为霉肉 十分软嫩 可香味比不上五花肉 菠萝古老肉 有用梅肉做的 也有用五花肉做的 后者更繁琐一点 林东方打算 回庙英峰 再做五花肉版本的 眼下这份普通版本的 是等下留着 给金翅大鹏和山灰来抢的 钓鱼的舍得打窝啊 又往肉里 加了两个蛋黄 抓匀之后 把肉肉们挨个捞出来 又按浸干淀粉里 挂了一层 面霜 攥紧肉肉 让淀粉压实 这样炸出来的更脆 道理和步骤 和脆皮炸鸡腿很像 葱姜蒜末切好 青红椒和菠萝切成 合适的大小 此时 这密境出入口处气氛 诡异的吓人 别的天骄 都是搞出各种异象 架势 导不出所谓的无敌之势 但眼下林东方 只是安安静静地在那炸肉 只有噼噼啪啪的声音 随着香味传来 可周围的人 愣是不敢吱声 也不敢动手 刚刚动手的龙雀 此时双身在不知所措 想逃 又不敢背对林东方 生怕对方一刀斩杀他 他已经被一股 恐怖的契机锁定了 林东方没有运转 寻花斋叶秘书 那恐怖的刀意 让龙雀骨头缝里 都在冒凉风 而刚刚说垃圾话的山高 此时已经下锅了一部分 众人的沉默 更显得炸肉的动静 震耳欲聋 不多时 他们的表情 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嘶 好像啊 不少人脸上 看不出来傻 不过呼吸 多悠长了不少 特别是金翅大鹏 上次吃完那块脆皮 烤五花之后 他就惦记上 什么时候再来一口 但想到自己之前 被卸下去的肉 也可能被煎炒烹炸了 他的鸟脸 都有点乏虑 但话又说回来 我山高兄弟的肉 是真香啊 此时 一记行事的山 灰大喊了一声 天哪 雾到茶叶 嗖嗖嗖 人影晃动 雾到茶叶 有一种莫大的魔力 就算是不论消息真假 人们都会跑过去 看看是不是真的 现场只剩下几个人 人族看热闹 鼓族都去抢无道业了 呼呼 林东方大火 把油温升高 肉块下进去覆炸 蛋黄糊炸出来的肉肉 更加金黄 颜色更加的好看 不过在漏勺里 翻腾抖掉油脂的声音 不如溜肉断的干脆 另一边的开水锅里 加点点油 然后把青红椒和菠萝块 丢进去焯水 另起锅 少许油烹开番茄酱 加糖炒到冒大泡 番茄酱的颜色 也充分晾糖起来之后 加入白醋和盐把味道定好 最后淋水淀粉 把这糖醋汁充分收到粘稠 像是极粘稠的米粥一样 才算完美 旁边漏勺里的主料们倒进来 关火利用锅的余温 快速翻炒 让肉肉和菠萝 以及青红椒们充分地包裹 上糖醋汁 各色材料之间 拉起类似拔丝地瓜的丝线 把各自的香味 充分融合到一起 成倍地释放出甜美 出国装盘 林东方一声吆喝 金翅大鹏的 目光顿时锐利起来 轰隆隆 鹏翅一展 狂猛的钢峰 把巨石卷上高空 把树木刮成了漫天碎线 魔厨 我要替山高兄弟报仇 金翅大鹏怒吼一声 双爪探向林东方的天灵盖 远处山高一边感动 一边注意到了 金翅大鹏挑选的出击时机 想来出锅成菜的时候 就是那魔厨 最容易被偷袭的时候 没用且白给的知识点增加了 碰 林东方已揣面神圈出击 直接把鹏找打得出现骨裂 金翅大鹏吃痛 但鹏翅如乌云笼罩而下 与此同时 山灰狗狗碎碎的施展天赋 秘术从阴影中潜伏过来 收起那盘孤老肉 撒腿就跑 嘿嘿 魔厨刚刚做好的菜啊 山灰尾巴不自觉地甩了甩 既然来了 也留下一块肉吧 林东方阴瑟瑟的声音 在金翅大鹏耳边响起 既然打了窝 那就不可以空眷 感受到腿上传来熟悉的痛感 金翅大鹏脸又绿了 快速减重一百斤 林东方 我与你不共戴天 金翅大鹏 撂下狠话跑了 等到羽山灰碰头 金翅大鹏忽然觉得 这点痛也算不得什么了 这一盘菜太诱人了 明黄色的菠萝 和金黄色的酥炸肉块 都挂满了红亮亮的糖醋汁 先来一块菠萝 入口温热热的酸甜 咬碎之后 是爆发出来的菠萝味道 开胃啊 再来上一块山高兄弟 外脆里嫩的后颈肉 与这肉香菠萝香 一起品尝到的 还有那澎湃的血肉灵力 金翅大鹏沉默了 经过除道简易加持之后 这一盘肉虽然没有盗蕴 但里面的血肉力量 不亚于一瓶补气蛋 多少对金翅大鹏的 修炼有一点点作用 自己被噶一百斤肉 似乎不亏 陡然间 他打了个寒颤 自己为什么会生出 这种可怕的想法 自己又不是养鸡场的街 难道魔术在菜里 下了能扰乱到新的药 检查过后 他只能长叹一声 大意了 那天不该吃那一口的 为何要让这魔厨 有如此厨艺 太过于美味了 都说大道有缺 无暇避讳 但这菜怎么看 怎么都是完美的 金翅大鹏感叹连连 山回吃完一块肉 才嘀咕道 说不定他这菜 做得有缺陷呢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菜就是最完美的 毕竟让我都十分馋 欣赏 金翅大鹏摇头 这菜连他都狂流哈喇子 这要不是最完美的做法 他岂不是很没面子 但殊不知 这菜确实还有种 口感更好的做法 殿下 林东方似乎要对龙雀动手了 山回来了精神 提醒金翅大鹏 看向远处的战场 开放式厨房 林东方封吼 另外一盘菠萝古老肉 笑呵呵地看着龙雀 杀 龙雀知道 今日难以善终 抢先发动进攻 林东方没有秒了他 而是先测试了 一下自己的杀石材大树 越看 金翅大鹏越沉默 与别的古族耿着脖子 不承认别人很强不一样 他总是能学习到 别人比自己强的地方 眼下他悲哀地发现 目前出世的古族天骄 根本不是林东方的对手 这种杀伐大道 就是针对他们这些 非情走兽的 金翅大鹏的 无敌之心动摇了 他曾经说过的那句 弱者因缺乏 安全感向强者臣服 于是王所以诞生 这句话 便成了一个回旋镖 打在了他的脑门上 自己连这一盘肉 都无法抵御 何谈坚定道心 咕咕咕 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一阵鸽子的叫声 久之能有天鹅大的鸽子 飞了过来 龙雀兄弟莫慌 我冠冠一族九兄弟来了 好好啊 龙雀和林东方 同时振奋起来 林东方看着这群大鸽子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老话说得好 一鸽胜九鸡 鸽子的营养价值 和鲜美都远胜鸡 更何况 这群来自苍天大陆的 冠冠 冠冠是古族飞行中 数量最多的一种 他们形如鸽子 声誉能力很强 名字好听 长得也好看 白白的 胖胖的 九只猿鹰八重的冠冠 把林东方团团围住 林东方收起厨房 开始大战 冠冠一族 单体战力 不像龙雀那么强大 可组团摆起了阵法之后 还挺厉害 林东方一边战斗 一边感悟 打了能有小半天 所有人都知道他会赢 但是他就是不赢 他把对方这群家伙 当成了陪练 不过也付出了一些代价 衣服被打烂了 露出了强健的肌肉 适度健身吸引异性 过度健身吸引同性 林东方一直在控制着 自己的肌肉 刚好给师父师姐当滑梯 但不至于引起 肌肉老的注意 化地为牢 在第一百次看到 龙雀使出球天刀之后 他忽然有一丝明雾 抽出一根擀面杖 模拟出这门秘书 漫天棍影化作一个 巨大的牢笼 照向一只罐罐 碰 凹过 一声闷响和惨叫过后 一只罐罐被打得羽毛乱飞 从半空中坠入山谷中 直接嵌在了山里 他的兄弟们 好不容易才把他抠出来 再来 林东方美滋滋地 看了看擀面杖 等回去做一根打狗棍 以后遇到行动敏捷的食材 用这个秘书 想来不错 等打够了之后 林东方卖了个破绽 哎 还是得让他们 反眼生息啊 这罐罐的鸽子蛋 不知道什么味道 能不能和昆仑鸭蛋比一比 龙雀的真身 和六只罐罐成功逃脱 余下的分身 和三只罐罐 则被一曲 十二月枯灵 震碎了神石 林东方收起战利品 开始思考 怎么才能让古族 多繁衍一些出来 就在此时 金翅大鹏忽然突破了 漫天的雷劫降下 啊这 金翅大鹏 要进入原因久中的境界了 不少人大惊失色 现在金翅大鹏 不过二十九岁 如此算来 岂不是要三十岁 就进入化神境 看来这一世 注定有人打破五十岁之下 无通天的记录 轰隆隆 金色与黑色交织的结云 降下九十岛雷霆 这雷劫好强 不对 此时的金翅大鹏 似乎有点走神 他的道心不稳 不少古族大惊失色 渡劫的时候 道心不稳 是极其容易陨落的 此时金翅大鹏心里 还在怀疑自己 自己为什么这么不争气 怎么就对山高兄弟的 每位这么上瘾 自己究竟是对山高兄弟上瘾 还是被林东方的锄道俘虏了 他满心都是疑惑 一道雷霆直直打在他的身上 剧痛也没有让他醒来 是心魔 金翅大鹏产生了心魔 由古族苦涩地说出了真相 是了 雷劫不仅考验肉身 同时也会放大心魔 只是一般来说 大家都会在道心 最坚定的时候渡劫 心魔根本无法作祟 但眼下 可现在大鹏道心不稳 喂 林东方站在一边听得直皱眉 就好比看到 辛辛苦苦养的鸡 忽然病奄奄地 似乎得了鸡温一样 这金翅大鹏咋 还要自己把自己玩死了 他可是自己目前 能吃到昆蓬的唯一机会啊 像是龙雀山高 他还不怎么心疼 苍天大鹏上 还有一些纯血的 可金翅大鹏是毒苗啊 罢了 谁叫我心善呢 以前养鸡的时候 看到鸡打架都得给分开 没想到 现在原因近了 还得干着类似的活 林东方运转起 寻花摘叶秘术 化作一缕 青烟飘入那节云中 吃 菜刀一挥 一道雷霆 变成了无根状态 以九阴玄火冻住 炼化掉狂暴的毁灭之力后 变成冰棍 等着以后深加工 对了 这雷霆金色的 倒是可以 加到菠萝孤老肉里 林东方一边美滋滋的 帮着金翅大鹏斩断雷霆 一边想着怎么 把这道菜做得更好吃 下方 金翅大鹏疑惑地抬头 这雷姐怎么有点不对劲 不疼啊 就在此时 他似乎看到了一个 让他心计的背影 那是 魔除林东方 怎么可能 金翅大鹏 只是恍惚间 看到了一个影子而已 然后 继续傻乎乎地 看着那一道道消失的雷霆 只可惜他是工的 林东方就他一事 为了以后 尝尝昆蓬是什么味道 二来他最近调制了 太多的雷结液糖浆 材料库有点见底 他自己的酒闻 雷结液还剩九滴 萧熙月他们的雷结液 倒还有二十多滴 多户灾 不多眼 林东方斩断 五十多道雷霆之后 为了保险起见 先接近了雷结中心 他也不是 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毕竟他现在 裁员因四重的修为 多少被垫了几下 头发乱糟糟的 一刀剁开雷结本源 十八滴黑色 八纹雷结液 出现在眼前 这雷结液很难 全部收获 林东方抓住九滴之后 剩余的都消散在天地间 林东方满意地 收下战利品 把剩余的雷结 也都一一斩断 冻住 金翅大鹏 稀里糊涂的杜结 成功了 在场除了山灰 没人能猜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使劲闻了闻 雷结中有一丝丝的香味 这也是林东方 故意卖的一点破绽 好在山灰的鼻子 足够蒸气 闻到了他的良苦用心 这魔除林东方 到底在想什么 为什么会为小鹏王 抵御雷结 山灰在努力思索 他看上我家小鹏王了 哦呸 他们都是公的 不对 他就是看上了小鹏王 山灰忽然一哆嗦 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 是了 他是厨师 是在饲养失财 不论是故意放走的罐罐 龙雀 还是几次遭遇 都被他割肉的山高 还有鹏王殿下 都是他放养 在苍天大陆的食材啊 山灰觉得 自己骨头缝里 都在冒凉风 但他不敢说出这个结论 因为林东方 不知何时又冒了出来 正在那磨着一把杀猪刀 枪枪 火花四剑 一点点的落下 磨得山灰心里发慌 屈利避害的本能告诉他 要按照林东方的立场思考问题 不然狗头不保 到了现在他 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 要么配合林东方 在苍天大陆 好好地当一只牧羊犬 要么今天就死在这 魔朱刀下估计 不会养咸狗啊 山灰心里一通脑补之后 成功把自己说服了 当魔朱的牧羊犬 让小鹏王卓撞成掌 被林东方定期割肉 他刚刚不是没想过 跟至尊说 林东方这个计谋 但 叶青云头七 还没过呢 林东被后光 是中期至尊 就有两个 初期至尊 起码十多个 就算他一辈子 躲在苍天大陆不出来 但等到日后 必然爆发大战的时候 林东方必然会找上门来 想到这里 山灰不再动摇自己的信念 山灰尊严固然重要 但是还是那句话 山刀兄弟太香了 而且 要是龟顺魔厨的话 能不能尝尝彭王殿下的滋味 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 应有尽有 恭喜殿下杜劫成功 在无敌大陆上更进一步 山灰一声大吼 狗声道路顿时宽阔了起来 连雷劫都自主消散 可见我彭王少主 是天地处儿 这一世当无敌 山灰用上了天赋秘术里的 笑天 算得上是一种道贺 我彭王少主 有非仙之姿 对对对 连雷劫都在彭王殿下面前自残行贿 可见彭王天资至高绝 众多古族也不管三七二十八 和山灰一起用极其肉麻的话语 来试图唤醒金翅大鹏 可是效果甚微 最后 山灰咬着牙对金翅大鹏秘密传音 殿下 您要是再这么发呆下去 那菠萝菇老肉可就口感回软 不好吃了啊 是 金翅大鹏心中闪过一道光滑 自己的一切疑惑 独愿于林东方做的菜 那只要自己一直吃到林东方的菜 一直学习林东方完美的烹饪技巧 是不是就也能走出完美大道变得无敌 这套逻辑看似漏洞百出 其实也真的不是很严谨 但眼下成了金翅大鹏的救命稻草 他又恢复了自信 毕竟自己刚刚从林东方手里 抢到了一盘肉 自己也很厉害 于是和山灰回到秘密据点 四六分了那盘菠萝古老肉 山灰心中坠坠不安 他自始至终没有和林东方正面交流过 但既然已经给自己挠不出了牧羊犬的 狗舍 那就要尽职尽责呀 吃了几块菠萝 山灰打开了话匣子 少主 关于林东方故意放走龙雀 您怎么看 金翅大鹏深吸一口气 别说话 趁着这肉的面衣还脆 吃完了再说 于是他俩不再言语 把这盘肉吃了得干净 吃完肉又搬出一些汽水 开喝 我看到林东方是要把龙雀 当成食材来养 金翅大鹏不缺少智慧 能看出林东方的计划 但作为志强古族之一 他的骄傲和尊严不愿意承认 自己也是那个被圈养的食材 山灰急忙道 所以依我看 龙雀很幸运 何尝不是一种造化 造化 金翅大鹏耿住 他大腿现在还疼着呢 是啊 未来必然有连天大战 林东方作为人族至尊天骄 断然不会让别人染指他的食材 而且还会想办法 护住龙雀的性命 甚至为了吃到更纯粹的龙雀 以神要喂养他 说到这里 山灰突然灵光一闪 魔厨大人 是不是想把自家这位 少主培育成昆鹏 他趁热打铁地说道 林东方也极有可能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金翅大鹏心中 也划过一道亮光 是啊 我一直以净化成昆鹏为目标 等我净化成昆鹏 就把自己的屈辱 加倍报复给林东方 我要吃了他 金翅大鹏斗志 顿时燃烧起来 山灰也很激动 不过眼下 他们还没有把力血丹 和林东方联系起来 毕竟这东西太可怕了 他们都不认为 林东方有本事 弄出那种东西 要是我变成了昆鹏 我还得谢谢林东方呢 金翅大鹏冷笑了一下 现在他知道 自己是安全的了 毕竟他这一族 就剩他一个毒苗 在山灰看来 这少主颇有种 恃宠而骄的感觉 远处 忽然有一群人 发出惊呼 前缘界的入口 天啊 发达了 这可是仙谷之前 就存在的超级秘境 所有人都飞了过去 只有林东方 不紧不慢地走在后面 现在的前缘界 可不是那么好进去的 得光屁股啊 谁能大庭广众之下 光定进去 本来急不可耐的 众人见到门口的石碑后 都震惊地向后仰了仰头 前缘界 已经被本尊改造 古族善入者死 人族不论男女 都得一丝不挂 不可携带任何法宝 武器进入 本尊在里面 准备了一些储物法器和衣服 足够你们带出收获 携带流影石者死 男的当面拖 女的在一边的 不透明空间通道里拖 男女入口 会直达前缘界 最南端和最北端 本尊可是给了 你们足够的时间 避免尴尬 都给老子光定进去 嘎嘎嘎 我让你们这群 有权有势有钱的家伙 再仗着自己有好东西 就欺负人 入口阵法激活之后 你们有一天的时间 做心理准备和学习 做树叶衣服 读完这些流言 林东方咧咧嘴 这位前辈 还真是恨惨了那群 带着静气之类 下秘境的人 不过这秘境 倒也可以称之为 最公平的秘境了 独光定进去 那就真的各凭本事 寻货宝贝了 林东方先回了一趟妙英风 把星球谷顶 带来收走了灵火山脉 干得不错呀 等你再弄来 先天寒冰山脉 树输我就能让 玉英树妹妹 进一步发生进化了 误到茶树美的树枝乱颤 喜结莲礼 就在眼前啊 林东方取出 异地雷结叶地在土里 那就辛苦树输了 然后开始美滋滋地 收拾龙雀和三只罐罐 师姐 师父 我明天就要去前缘界了 你们在家等我回来 啊 前缘界的入口 在那个小秘境里 萧熙月和独孤梦 面面相去 都看出了 彼此眼中的不舍得 不舍得这家伙 光着定在别人面前乱跑 可 林东方还惦记着 那株玉米树呢 他们只能无奈一探 由他去吧 分配任务 独孤梦开始炼制烤炉 萧熙月在一边烧探 萧青仙像是带娃的母亲一样 抱着雌娃娃一样的独孤碗 在写书 龙雀的一盏组有十五张 林东方没有运转化天荣地秘书 经过拔毛 活血化瘀放血 和清洗内脏过后 这只大鸟的身上 已经有了可观的道运 是了 以后要是金翅大鹏不给力 我就把他关起来 每天不运转化天荣地秘书 就给他来一刀 把他砍出昆蓬血脉 是兄弟 就砍你 砍砍助力 周围的妹子们 一阵无语 但这不失为一种办法呀 龙雀的龙头被剁了下来 脖子断口处 被林东方做的欲估扎住了 腐乳酱 花生魔葵酱 米酒 还有各色香料打成的粉末 搅拌出几大桶 在龙雀体内仔细涂抹均匀 然后用腾蛇的软骨 小心翼翼地缝合 龙雀肚子上的伤口 虽然龙雀和腾蛇不是兄弟 但眼下胜死兄弟 在萧熙月和独孤梦震惊的目光中 林东方从龙雀脖子处灌入空气 让龙雀的肚子鼓了起来 这样烤出来的卖相才好啊 这可是龙雀 不能怠慢了 林东方满意地轻轻 拍了一下龙雀圆滚的肚皮 以后给你开发个 喝西北风的秘书 瞧啊 魔厨是多么疼爱龙雀 等龙雀烤熟了 油脂和肉汁 把这些酱料烫熟 在肚子里汇聚 就成了最好的蘸料之一 那味道 真的是香惨了 开水里加烧粉 小苏打 淋在龙雀的身上 这样一来可以让表皮紧绷定型 二来可以化去表皮上的油脂 然后用冰水过冷 也洗掉烧粉的味道 风干晾凉之后 刷上麦芽糖和红醋调制的脆皮水 再次风干 这些步骤 就是让龙雀这种 鸟类皮脆肉香的关键 这一套工序 适用于脆皮烤鸭 烤鸡 烤鸡 烤乳猪 那三只罐罐也是如法炮制 等到脆皮水也风干 最后薄薄地刷一遍脆皮浆 看着林东方一丝不苟地 在刷那糯米粉面粉 蛋清调制的脆皮浆 独孤梦觉得还好 东方帝皇在闭关 不然肯定还会想到 那只被他烤得糊了八鸡的青鸾 烤鸭的油脂开始变得炙热 在释放香味的同时融化 不时的有油脂 滴落到闷炉最下方的炭火里 窜出一道道明亮的火光 像是黑夜中绽放出的烟花 惊鸿一瞥之间 照亮了龙雀和罐罐身上 逐渐诱人的亮红色 刷刷刷 林东方拿出刷子 给龙雀的龙头 做了个深层洁面 这龙舌头挺长 应该好吃 然后用之前卤牛头的方法 把这龙头也给卤了 萧熙悦他们 他们肯定是不会吃这玩意的 这头正好给虎哥浪帝加餐 厨房外 巨大的闷炉和大锅 飘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香味 食堂内 虎哥浪帝正在研究 明天进入前缘界之后的战术打法 反正咱们进了秘境之后就兴夜 谁挑选咱们 咱们就先喊一句 残仙不可辱再揍他们 还是虎哥拧损啊 毕竟叶青云说了 他们家真有残仙啊 俩人一边唠嗑 一边用天地磨盘磨骨粉 这些都是做保命单用的 虎哥推磨 浪帝王里扔骨头 举手台足间 净显默契 另一边 林东方左手边 是一锅酸梅汤 煮这东西 讲究冷水 就把料包丢进去 等颜色起来 再大火烧开小火慢熬 旁边穆青城认真记下 后面七个妹子 人手一杯奶茶 颜色各不相同 林东方又丢进去一滴雷结液 这特效馆的一下就上来了 穆青城眼白一番 这操作学不来 上拿整这么多雷结液去 这洛神花的品质是真好 等以后开发出一款 深紫色的奶茶来 洛神花赋予的紫红色和紫薯 或者葡萄都不一样 林师弟还喜欢清透的深紫色 萧青仙带头 一群妹子敲咪咪的记笔记 老林在一看 右手边锅里的水 已经把冰糖熬化 把林耀风师姐们 赞助的酸梅酱加进去煮开 龙雀现在享受的脆皮烤法 最佳搭档 除了肚子里的圆汤 就是这酸梅酱或者酸梅汤了 巨大的龙雀 以林东方的除火 焖烤了足足一个下午 才彻底熟透 开炉的刹那间 一道龙雀虚影冲香而起 随之爆发出来的 还有浓郁如霧的烤肉香味 三只罐罐和一只巨大的龙雀 浑身上下 都是红彤彤的油亮颜色 每一寸肌肤 都是缠人的光泽 这是鸡鸦鹅类皮下油脂 被彻底烤化才有的光亮 肉香中 还带着一丝腐乳和花生酱的香味 让这股香味厚筋更加绵长 在每个人的鼻尖萦绕着 啊吼 一声龙吟 响彻妙音风 怪是 这次怎么没有天道嘉奖呢 林东方看看天 并没有金光出现 这是龙雀血脉之力 被你除到孕养之后 产生的天地异象 如果龙雀本体 把这烤熟的分身吃了 恐怕血脉之力 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独孤梦拎着酒葫芦走过来 盯着这烤龙雀 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嗯 以后试试看 估计肉质会发生净化吧 林东方嘴上说着手也没闲着 抬手一挥 让这烤好的龙雀 浮在半空中 再其腹部一划 啪叉 菜刀化作三丈来尝 割开红亮肉皮的时候 能清楚听到 香酥外皮破开的声音 脆脆的声音 像是割开了干脆的荷叶一样 哗啦啦 龙雀体内的腐乳酱等 早已和油脂肉汁充分混合 变成了肉香极致浓郁的酱汁 像是从锅里倒出来的热汤一样流出 这些酱汁的珍贵程度 不亚于这烤龙雀本身 啪叉 啪叉 之前也吃过不少烤鸭烤鹅 但是皮能烤成这样 有琉璃质感 而且鼓起的有棱有角 像是隔热吸纸质感的 还是第一次见 王二胡也是吃烤鹅的老饕了 作为练气大道的修士 他刚入门的时候 用过隔热吸纸 他觉得 此时这龙雀皮鼓起来的地方 有点像那种有棱角的感觉 似乎那些鼓起的地方 用手一戳 就会碎掉一样 融化和瘦肉分离 所以才酥脆 就算是胸脯肉 也会多少有点皮肉分离的感觉 所以寻常大小额 都是斩块吃 咱们这龙雀太大 切片吧 斜刀一切 薄薄的酥脆外皮下 所剩不多的油脂 顺着刀口流出来 热气腾腾地显示 自己的香美 听听这声音 刀身和龙雀皮 切口出一蹭 发出了 哗啦哗啦的声音 有点类似脆皮 烤五花的感觉 但龙雀皮更薄 声音没猪皮那么厚重 用来卷饼吃的烤鸭 是没有这样的动静的 那个讲究的 切完了皮红肉白 油脂还在肉里 这能听到动静的香味 让周围人都快馋风了 都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 一个劲的咽口水 不得不说 这些骨族 就是长在我的心上 这么大的体型 皮和普通的鹅叉 不多薄厚 好啊 要是皮太厚了 不免过于油腻 随着更深入的切割 林东方眼前一亮 原来如此 这禽类骨族的肉里 都带着丝丝缕缕的肥肉 怪不得皮下脂肪 不是很多 割开龙鹊的胸脯肉 可以清楚看到 每隔一尺宽 就有半尺厚的间隙 本来这些间隙里 都是肥肉 但此时 油脂已经充分烤出来 这些间隙 把胸脯肉天然地分成 一尺多宽的瘦肉纹理 油脂也都充分浸润到肉里 这肉不香就怪了 而且而贴着胸骨的地方 更是有大量的软骨 以后可以做骨肉相连了 龙鹊的软骨 筋斥大棚的腿肉 想来可以称之为 超级骨肉相连了 之前 为了烤龙鹊的完整 没有充分解剖 记录食材特性 等龙鹊的分身 养好了再去收割一只 仔细研究研究 到时候做个例子 炖龙鹊吃吃 林东方戴着口罩 倒也不担心 自己口水喷到这些肉上 不多时 切好了十多盘 一人一大盘 这是他们的极限 不然吃多了必然炖物 长时间闭关 现在这样吃一盘晚上 打坐就好了 这龙鹊体内的血脉之力 和外加的道运丰沛的吓人 薄厚均匀的肉片边缘 是两指宽的酥脆外皮 夹起一片 在圆汤酱汁内蘸一下 更显得油润多汁 入口 龙鹊皮脆而不浇 肉质香软 比大鹅肉都香 这龙鹊要是和大鹅什么的配下 以后就可以定期 做好吃的烤娃了 林东方喜欢这圆汤酱 独孤梦取出了 他自己做的酒香服 乳放入酱汁中 碾碎搅匀 咸香中带着酒香的俘乳味道 让龙鹊的最后一丝油腻 都被无情地化开 萧熙岳他们 倒是很喜欢酸梅酱 或者酸梅汤 酸甜开胃 配上这恰到好处 不油腻的烤龙鹊桃小口 都一口一片肉 一个个吃得跟小花猫一样 嘴角甚至脸蛋上 都染上了点点油花 旁边一桌 王二虎取出一张方圆 能有两米的煎饼 铺在桌子上 他面前的烤肉 是不带皮的 是他特意要求的 一片片把肉在煎饼上 马放成掌条 豪放地加入黄瓜条 葱段之类的 再淋上甜面酱 卷好 大嘴张开咬下一口 汁水差点刺了浪帝一脸 香啊 吃饱饭 虎哥浪帝化身送餐员 把剩余的龙鹊肉 分给了其余山头的手座 和青传弟子 这龙鹊一展十五丈 体型足够庞大 所有手座和青传 都分到了一盘肉 吃的那是满嘴流油 连盘底剩下的油汁 都用馒头蹭蹭给吃了 师兄弟姐妹们 临时底送来了烤龙卷 咱们也不能闲着 出去抓咒院族 给蛊虫风 送去培育红毛系列食材 摇池除魔风上 一群青传弟子 整装待发 冲冲冲 咒院族是古族中 排行前列的古族 他们的少主鬼师三 也是战力堪比 金翅大鹏等天骄的存在 但最近被摇池青传们 兜着屁股追杀 为的就是把那个 不祥至尊勾出来 小家伙们 可要带好我给你们的佛珠 放心吧 小胖前辈 未来佛小和尚 此时抱着一个大西瓜 咔咔啃 旁边是两盘龙却肉 和一小碗酸梅酱 现在他常驻摇池除魔风 防止咒院族的人来搞事 这些日子来小和尚 已经整合了佛门 西域大地上的沙漠在消失 一个个绿洲 在扩大互相融合 别的圣地门派 也允许进入西域发展 所以 佛门再和北斗星 各大势力交好 也算是在向深渊俯冲的路上 悬崖勒马 回头是岸了 小和尚吃完西瓜 才对着烤龙却肉冻筷子 好吃啊 以后去把太极先尊的阴阳图 借来给小林当桌不用 这么好吃的烤龙却肉 先落时代都不见 再把八卦先尊的黄铜八卦 借来当烤肉盘 周围的清传弟子 头顶冒出硕大的问号 咱们格局还是小了 还是小胖前辈有操作 小和尚单手术在胸前 念了一声佛号后笑道 就怕那老货闻到香味之后 自己把太极图献出来 当桌布啊 除魔风尚热热闹闹 林东方这边也收拾完了 只剩下巨大的龙却骨架 在大锅里炖汤 三只罐罐也吃了 味道确实很鲜美 但香味比不过龙却 以后罐罐抓活的 回来下蛋 林东方在温泉里写着笔记 旁边萧熙月 已经完善了和萧青仙同款的 凤凰漏空御衣 两女御衣一黑一白 头发一白一黑 气质也截然相反 让独孤梦都觉得有些赏心悦目 更别说林东方了 不过萧青仙看她的目光更加火辣 一边看一边想以后的孩子 叫啥名好 徒儿你靠过来 明天去前渊界为师 还有点东西交给你 独孤梦注意到 对面那尊仙道痴女的目光后 抿了一口酒 对着林东方招手 林东方老老实实靠过去 子六 独孤梦在她脖子上 啃出三个草莓 蕴含了至尊的大道家户之力 这草莓足以硬抗度 竭尽强者全力一击 而且一个月不会消散 林东方脸色一肿 果然除了师姐 独孤梦的套路就是最多的 萧细月只是在默默喝酒 但萧青仙还在那看着呢 但萧青仙不以为然 非红色眼瞳里满是笑意 表示自己学会了 到时候 先到家户之力少说 也能持续一年啊 而且才三个 不知道还以为自己没力气 亲三十个呢 到时候亲三十个才行 入夜 准备夜袭林东方的独孤梦 刚要得手 萧细月睁开了双眼 孟姐姐不乖啊 啪 独孤梦第一次因为 林东方之外的人而红 这对师姐弟 怎么都爱打钉 次日一早 林东方和师姐师傅上完早课 做了顿丰盛的早餐后 启程前往前缘界 前缘界外 人山人海 这可是百万年 没有开放过的秘境 里面光是灵药的年份 就足以让至尊都动心 但化神近九重以下 才能进入秘境 滋滋滋 角落里 林东方面前摆着一个小炉子 上面是十几个黑冰蚝 白嫩的蚝肉 被自己的汁水煮的收缩 冒出鲜美的热气 撒上一点韭菜末后 就可以享用了 不 不不是真不行 昨晚一宿 萧细月就把独孤梦 在九龙殿里两年来 积累的经验都学会了 吃完生蚝 林东方伸了个懒腰 悠然地走到入口处 现在前缘界入口 已经把外层的 紫阳单尊之墓给同化了 化神近的人也能进来 不少人还在犹豫 要不要进前缘界 毕竟男性这边 所有人都能监督到 到底是不是光定进去的 林东方施施然 揭开玉袍丢给沈浪 旁边 王二虎也揭开玉袍 丢到浪地头上 摇池胜的就来了他们三个人 毕竟摇池已矜持著称 可来的三个是全天下最不矜持的 王二虎微笑着 向着四面八方挥手之意 大光头赠亮 沈浪叠好玉袍 竟显贵公子的优雅 林东方扇子面身材 肌肉不是很夸张 金剑云衬 属于有点织包机的感觉 旁边一丈多高的王二虎不一样 每一块肌肉 都犹如黄铜胶筑而成 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感 沈浪则是十分瘦弱俊美 力量感不强 仨人就这么光溜溜地 暴露在众人眼前 然后不慌不忙地往前走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要去潜水摸鱼 我靠 你卖真的 好帅 哇 不少蒙面戴着面具的女修捂着脸 从手指缝偷看两人 虎哥虽好 但是林东方更帅啊 还有浪帝破碎感的柔美 让不少女修母爱泛滥 唉 可惜姐姐财力有限 无法把他们都收来当亲王啊 他们可都是姚池清传 可恶 姚池那群姐妹吃这么好 现在还有门路败入姚池圣地吗 让我去给他们当侍女吧 我可以给虎哥名分 身子给魔厨 心给浪帝 靠 姐妹你该不会叫孔茨吧 都说女人骁起来 都没男人什么事了 此话真的不假 一群女修积极喳喳 让不少男修心里十分羡慕 这三个不要脸的家伙 林东方 他们进入前缘界之后 被传送到了 这秘境的最北端 刚风卷起漫天雪花 仨人搜的一声 坠入十几丈深的雪层里 乖乖 不愧是百万年没开放的秘境 这血可真厚 三人运转力量 把血果在身上 也算是一层衣服了 飞上高空一看 仨人一惊 这前缘界仿佛北斗星大地一样 一眼望不到边 巨大无比 背后是这秘境的出口 随时都可以离开的样子 看得出来 那位前辈 是想把这里当作 散修的逆袭之地啊 仨人没闲着 开始搜寻宝贝 不错 我找到了一个 装着储物镯子的盒子 林东方把手镯戴上 这些遇到宝贝 就不怕没地方装了 靠 十二瓶雪莲台 王二虎的声音都在打战 一个山洞内 柔和的锐彩 绽放出九彩光滑 点点心香 即便是在猛烈的刚风中 也清晰可闻 莲台 可炼药 也可以炼化成法宝 是极其稀罕的宝贝 不曾想在这前缘阶入口处 就有如此重宝 放下宝握 速速离去 就在此时 新任叶家家主叶长明光着 定飞了过来 说起了垃圾话 林东方心中一喜 当时在悟到茶蜜境外 第一次见到叶长明的时候 对方背后那只 通体都是黑色的羊 有给他很深的印象 那只黑羊 不同两个头的树荡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啊 不过那羊 无法被叶长明 带入这前缘界 得出去想办法了 而一只运转寻花摘叶秘书 潜伏在暗中的沈浪 一个没忍住 以气宁剑筒 向叶长明背后 娇嫩的花朵 姐姐姐 我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十二品巨花台 众所周知 留下宝物 速速离开这八个字 就是催命的真言 此话一出 局部必有流泻事件 有十二个洞洞的连台 叫做十二品连台 是仙宝 此时 叶长明成功获得了一个 三品巨花台领宝 局部流血 并非虚言 方才沈浪瞬息之间 连筒一千三百件 把独孤号交给他的 天下最快之箭 发挥到了极致 熬叶长明发出的狼嚎 久久不散 被沈浪这后天 剑体打出的洞 居然久久不能愈合 轰隆隆 雪崩随着叶长明的愤怒 一起爆发了 作为真仙亲子 他从未吃过如此大的亏 边上 林东方先用储物戒 收起了十二品血连台 连地上方圆石杖的土都收走了 只留下一个大坑 也就在此时 这古老秘境深处 两个老家伙睁开了眼睛 终于有小家伙来了 那个臭骑篓子下的烂骑 出去非得把他骨灰 倒进粪坑不可 妈的 说好的 帮咱们考验传人再放进来 我等了一百一十万年了 起床 先去找那个收走了 十二品血连台的小家伙看看 能收走这个见面里 估计在新一代小家伙里 也算是前列人物了 两个残魂 先是气愤不已 然后打起精神 准备收徒 这边 叶长明又狼嚎了一会 接下来 就是经典垃圾化环节 可惜林东方 现在手头没有瓜子 王二虎对叶长明的垃圾化 只有一句话回应 叶家主尖都动得缩回去了 舌头倒是甩得挺长啊 虎哥想来一段甩甩舞 对这位新任叶家家主 进行更深层次的人格羞辱 但一看身上的血衣 还是放下了这个念头 要是没穿衣服 他高低给叶长明甩一段 叶长明被气得浑身直哆嗦 他现在还来不及穿衣服 背后沈浪还在瞄准 他的三品菊花台 作为身体的本能 自然是把要害缩回去护住的 他之前都是和别的真仙亲子争霸 何时把沈浪王二虎之流 放在过眼里 真仙亲子不可辱 叶长明嗷嗷一声 背后炸出漫天的剑影 护住了三品菊花台 打算和王二虎决意生死 枪枪 王二虎咧嘴一笑 双拳在胸前一碰 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 炸出一团火星 虎哥不在藏桌 要检验一下自己的极限战力 现在 我趁着岁数大典 还能暴揍一下这小子 等过几年 以他的战力肯定要超过 到时候 只能让林师弟先揍他一顿 我再补两脚了 王二虎这辈子 讲究的就是一个念头通达 以后不敌了 就背后下黑手好了 你 是夸父一族杖人国的后裔 叶长明注意到 王二虎拳头后 瞳孔一缩 化神镜除了荒谷圣体 就只有夸父一族 有这种变态的肉身了 俺啥也不知道啊 王二虎单拳如锤 砸向叶长明 明有王二虎的狂霸攻击 按有审浪的冷剑 叶长明出世以来 第一次陷入了苦战 另一边 林东方一边心里 念叨着夸父一族 杖人国一边东张西望 学摸好东西 是了 杖人国在山海经记载中 是一群身高一丈的家伙 组建的国家 之前虎哥一直说 他们村他们村 我就没想到过杖人国 而且叶长明还说 夸父一族的杖人国 看来夸父一族 还有别的分支 不过 他只找到了一些要望 也对 这只是秘境入口罢了 这十二瓶雪莲 想来是给我们这些 勇敢第一人的奖励 战斗的动静 导致周围的人越举越多 不少人都对着 这叶家家主的四品菊花台 和躲起来的小鸟 指指点点 叶长明脸色发绿 此仇不报 我是不为人 在菊花台变成四品之后 叶长明发出一声怒吼 跑了 林东方没想到 自己第一次 和真仙亲子结仇的桥段 是这么的老套而经典 但进秘境的人 多半都是因为 这种事情结仇 这十二品联台 回去做什么好吃的好呢 薄薄的横切一层下来 在洞洞里 塞上石兄的肉上锅蒸 他在这想着怎么做菜 旁边王二虎 和沈浪勾肩搭背 嘿嘿 小鸟家主可算走了 咱们继续抹好东西去 虎哥美帝鼻子冒泡 刚刚他跟叶长明五五开 也算是傲人的战绩 毕竟那家伙小明是真仙亲子 单以血脉来说 更甚于金翅大鹏等 周围家伙们 不时地爆发一阵阵争斗 主要是为了抢夺储物界之类的 他们没有在这出入口处多逗留 开始深入前缘界 玉米喜欢温暖的地方 最好是山脚下 林东方的首要目标 就是玉米树 飞出去半天 他的目光被一片紫色的 海洋给吸引了 这么多的紫缩 林东方一个俯冲落地 地界都是茫茫的紫苏 因为灵气丰沛 它们都长得十分健壮 足有一丈高 有些到了时候的花岁内 紫苏籽黑黑亮亮的 显示着其充足的油脂含量 紫苏籽也叫苏籽 是一种很全能的种子 好好好 这下烤羊腿蘸料更丰富了 林东方开始狂揪叶子 撸种子 林师弟 这玩意还能入菜 王二虎揪下一片叶子 塞进嘴里嚼了嚼 嗯 还真有点香味啊 那可不 烤肉的干蘸料里加点炒香的酥子 会有意想不到的香味 酥子也可以作为馅料 包入糖饼 或者粘豆包里 做驴打滚也是十分的好吃 紫苏叶的用处就更大了 比如一块烤五花肉 用紫苏叶包起来 林东方说到这也开始咽口水 紫苏这茶之前都被他给忘了 去年在林耀峰给师姐们炒螺丝的时候 我就想着 什么时候弄点紫苏来着 林东方想起来之前的遗憾 有些愧对那些螺丝啊 采点叶子 等回去再炒一份给你们下酒 好烈 三人开始采摘苏子 这些苏子 有半灵药的等级 在外界很难寻到 十几里茫茫紫苏海 三人像是为了过冬储存粮食的松鼠一样忙活着 林师弟 这紫苏都是十几万年的老根 不如把根刨出来带回去 沈浪蹲在地上扒拉了一下 惊讶地发现这些紫苏的根须 足有十几丈深 复杂的根系 在地下交织出一张大网 浪帝说的有道理 这地方长了这么多紫苏 当下敏锐地注意到了异常 打个洞进地下看看 三个家火挖的那叫一个尽兴 复杂的紫苏根系 凝结成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 一枚紫光闪闪的珠子 悬浮在这空间正中心 我滴个怪 居然是紫腐珠 沈浪见到这珠子喜不自胜 这可是滋养神魂的好宝贝 就在他伸手去拿的时候 王二虎忽然拦住了他 浪帝 这珠子可摸不得 谁摸谁怀孕 啊 谁摸谁怀孕 沈浪一愣 这珠子滋养神魂的契机没错呀 光是站在这 他就觉得自己身心都放松了下来 魂里受到了滋润 紫腐珠 没有这功能吧 这不是紫腐珠 这是女人村的好运珠 女人国 沈浪不解 但是临东方倒是想起来 山海经内有一个女人国 这个国家繁衍后代的方式 自然是令人好奇的 嗯 我们村是丈人国最后的支脉 叫丈人村 我们村隔壁有一个女人村 是女人国的后裔 女人国就是全都是女人的国家 浪帝你要是去当驸马 我可以给你写引荐信 他们村里的女人 在成年之后 会选一个好日子 摸一下他们村的好运珠 然后就会怀宝宝 王二虎一边介绍 一边仔细端向着珠子 散发的气息 和隔壁村的一模一样 那好运珠不分男女 谁摸谁怀孕 就算是我们村的调皮孩子 去摸了也怀 不过七日内 去喝一口落胎拳就好了 七日内只是胎气 算不得一个真正的生灵 但是七日之后就不好说了 到时候要打胎 放在调皮孩子都能摸到的地方 沈浪悚然地想收回手 这要是带着肚子出去 以后外人得怎么看他 还有虎哥 嗯 毕竟这珠子能滋养神魂啊 他们就放在他们村里 正中间的地方 旁边就是落胎拳 王二虎忽然抓着沈浪的手 就要按在那珠子上 浪帝脸都要绿了 我靠 虎哥你来真的 这俩活宝在好运珠前一顿拉着 林东方绕着这珠子转了一圈 都说紫苏有安胎的功效 恐怕这好运珠 是紫苏的神药变种 按理说 这地方这么多的紫苏 肯定有神药级别的 林帝说的有道理 王二虎放开沈浪认真点头 如此 要不要收走 去收拾人 或者卖给女人村也行 他们的珠子越发小了 这几年也在仇王族灭种的事情 他们那一族 只能通过好运珠怀孕 听到这话 林东方灵光一闪 这东西 对我也有大用啊 既然是谁摸谁怀孕 给金吃大鹏摸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怀 他忽然想畅快地笑出声 自己的养殖场计划 岂不是要提上日程了 金吃大鹏一族独苗的情况 可能出现转机了 虎哥浪帝也是眼前一亮 好好啊 听女人村的村长说 这珠子要用木头盒子装 我先去弄个木头盒子 很快 好运珠就被他们 用木盒子封好 塞进了储物件 林东方捧着盒子看了又看 笑道 金吃大鹏这家伙 遇到我真是运气 好到爆炸 此时 浪帝提出了一个专业问题 那金吃大鹏是公的 能下蛋吗 我听隔壁村村长说 男人怀孕的话 会在丹田里孕育一个肉球 修为在圆阴镜以上 在十一个月后 小宝宝会自己被圆阴丢出来 要是没有圆阴镜的 修为就要剖妇产了 王二虎并指在沈浪小夫那里 比划一下 就这样竖着嘎一刀 浪帝换痛了一下 夹着屁股往后缩了缩 不是 还真有难的通过这玩意怀孕过 林东方和沈浪都震惊不已 那必须的 总有人喜欢 小孩子又不想有另一半的 这好运猪以前 可是女人村的摇钱树 这样的话 三人又忙活起来 这些紫苏都要收走 等一栽出去 能不能再孕育一个好运猪来 当浪 在小心挖掘 最中心的几十株 能有五丈高的巨大紫苏时 一个铁板 忽然从泥土中掉了出来 嗯 有点像九节金铁的 王二虎捡起铁板 仔细端向了一下 然后难得的有些尴尬 上面 还有不少鬼画符 怪事 这材料我都不认的 作为炼气风清传大弟子 这认不出材料 有点丢人啊 没准是仙谷之前的东西 沈浪嘀咕一声 又在旁边那堆土里 搜索一番 找出一些瓶瓶罐罐 林爹 这些好像是调料罐 林东方接过来一瞧再一闻 遗憾道 这八成是真仙大佬的调料罐 里面的调料 已经和泥土 彻底混合在一起了 无从辨认 不过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那位大佬当初 是带来的生子酥子 然后炒熟做的调料 生子酥子落地之后 经过漫长岁月的成长 才形成了这好运株 这位前辈 也是个会吃的人 我看八成是用这黄铜板子 做的尖肉 林东方把这一米建方的铁板 拿在手中 心面一动 就能变大缩小 寄出出道火一口 一股若有若无的肉香 忽然飘了出来 当年那位前辈 恐怕用这个铁板 做了不少好吃的 这么悠久的岁月过后 一口还能出香味 此时 两个藏魂敲咪咪的 来到了他们旁边 开始暗中考察 他们的资质和性格 林东方把铁板擦了擦 笑道 等回去我用这个铁板 做个铁板鱿鱼 煎豆腐 煎焖子啥的 咕噜噜 鼻尖似乎闻到了 铁板鱿鱼的香味 耳边也想起了 按压鱿鱼时候 那吃吃吃的水蒸气 爆鸣的声音 让三个家伙的肚子 都叫唤起来 而让三人 有些疑惑的是 这肚子叫的动静 居然产生了回音 暗中的俩人 捂住肚子 没想到真鲜的心境 居然被这几个 简单的菜鸣给扰动了 此子逆天啊 咱们先抓点野猪 来做煎肉吧 先找个盐矿 或者咸水壶弄点盐 路上看到野生 八角花椒什么的 也揪一点 好 王二虎双拳一阵 绝地牵持 找到了一个盐矿 大块大块 如半透明水晶的盐矿内 云雾飘渺 里面都是灵气 还真让虎哥找到了 这盐矿 酷酷冒灵气啊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灵石呢 这前缘界 百万年没有和外界接触 一草一目蕴含的灵气 都远超外界 三个人化身蝗虫 所过之处 不论盐矿 还是野生的辣椒 统统收走 他们三个不知道的是 两个残魂 一直跟在他们屁股后面 我说老头子 这三个小家伙 是不是有点太没见过世面了 这怎么连辣椒之类的 都收走了 蝗虫过境啊 难得外界 苍老的女生 他们还不知道 那个臭骑篓子 是让这群小家伙 光定进来的 旁边的老头子反驳道 夫人 咱们这前缘界内 灵气丰富 即便是普普通通的野草 都带着点点灵气 他们这样也算正常 没准辣椒真的灭绝了吧 毕竟咱们那个时代 除到没有显现 估计现在外面的人 就知道吃屁股蛋 那个臭骑篓子 说进来的小家伙们 肯定都是无依无靠的散修 肯定是要把所有好东西 都带出啊 说得倒也没错 他们太可怜了 我们去主动找他们吧 特别是那个 追着野猪跑的小伙子 貌似石被气海啊 外面的人眼瞎了吗 这么好的苗子 不抢回去当徒弟 几个时辰后 林东方他们寻了个山洞 放下所有收获 看着这些收获 他有点震撼 乖乖 大丰收啊 此话一出 俩残魂更觉得 外界可能真的 连调料都灭绝了 林东方开始烘干各色调料 比如小茴香和辣椒 杀猪切肉 就在林东方准备好一切 准备干饭的时候 山洞来了两道身影 一男一女 两尊残仙 三位小家伙 想不想修炼真仙传承啊 得到我们的传承 你们以后 就不用穷的连野山椒 都要好走了 我叫李无极 修的是阴阳大道 身材轻瘦 稍微有点驼背的 老头手脸虚然 一身黑白素色道袍 头顶青色方巾 看起来和外界那些 云游四方的老道 没什么太大区别 只是周身缭绕的仙气 老子这王八之气 外露的样子 还怕这三个小娃娃不败师 但和林东方面对面后 李无极发现这小子 貌似不是散修啊 身上有几股很熟悉的气节 不对劲 而且这小子 面对真仙这么淡定的样子 太不对劲了 即便是真仙的儿子 面对两位真仙 连妹而来也要动容吧 老身名叫江兰一 修五行大道 老太太身板还很直 一身金色衣袍 脸上的皱纹不多 但头发很枯白 不是那种天然的白发 见过两位前辈 林东方他们 三个见到前辈的时候 嘴都非常甜 不过残仙 他们已经见过很多了 最离谱的是沈浪 他最近隔三差五地 扮演叶灵飞 已经入戏了 我浪帝也是残仙 随后两位残仙沉默了 他们发现这三个小家伙 只是在捣鼓调料什么的 似乎没太把他们残仙的 身份放在心上 夫人 那切肉的小家伙 刀工不错呀 大圆满的心刀刀意 确实 而且你发现没有 咱们前缘 剑内万道想亲近他的时候 却被他无情推开了 这是华天荣的秘书吧 华天荣帝秘书 只有鬼主会 莫非 两人按措措传音之后 发现了彼此眼中的 震惊之色 鬼主那逆天的家伙 居然收徒了 回过头再一看 林东方正在催动除火 开始预热铁板 可惜 没有找到玉米树 不然用玉米油润铁板 是极好的 现在用猪油吧 玉米树 小伙子 你经这秘境 是为了玉米树 江兰依忽然激动起来 是啊 玉米树 对我太重要了 林东方严肃地点头 仿佛外界已经一根玉米 都找不到了一样 哈哈 我就说 玉米这么好吃的东西 大家肯定都爱吃 江兰依一挥手 一棵高达百丈的大树 从远处飞来 树干比植入阳树 树枝像是梧桐树一样壮实 树干能有二百丈方圆 在地上头下 巨大的一片阴凉 一碎碎 玉米倒挂 在每一根树枝上 有的还很稚嫩 是刚刚长出来的 有的正是好时候 玉米棒子顶上 长着嫩色的须须 这样的玉米 烤着吃是最棒的 还有玉米外皮 几乎干透的 这些都是成熟 有一段时间了的 这玉米树 简直就是杰作 林东方飞起来 小心地拨开几个玉米 惊讶地发现 这树上 长了不止一个品种的玉米 黄玉米 白玉米 紫玉米 还有三种随机混色的 黄玉米香甜 白玉米软糯 适合做淀粉 紫玉米香 而微甜适合加到甜品里 林东方的嘀咕声 更让江兰一觉地 遇到了知音 老头子 我怀疑这小子 是除道 我看相 俩人在一边大声密谋 一边给玉米榨油 真仙大佬 要是榨不出玉米油 那就重开吧 太丢人了 既然是除道 也难怪鬼主那个家伙 收他为徒啊 小伙子 我们是鬼主 那老货的就相识 他现在在外界如何了 和姬彩侠成亲妹 李无极把榨好的玉米油 放在林东方旁边 呃 算是成了吧 林东方也不知道 这几天鬼主和姬彩侠 都干嘛去了 现在也知道 李无极夫妇肯定是真心实意 想来收徒 而不是搞事的 抓起玉米油鳞 在铁板上润开 然后开始下肉片 滋滋滋 一片片五花肉在 灼热的铁板上收缩 煎出油脂和香味 与在炭火上炙烤不同 这样煎肉的油脂 不会因为滴在炭火上 而燃烧消失 而是会一直在铁板上 浸润着瘦肉 这样的瘦肉口感 要更嫩一些 并且随着油脂的聚集 也越来越香 本想和林东方 聊聊鬼主糗事的李无极 吸了吸鼻子 目光盯住了 这些煎肉片 咕噜 他已经忘了上次和鬼主 一起吃煎肉 是什么时候了 噼噼啪啪 旁边 王二虎临时打造的小锅里 戏烟中的苏子们 正在爆响 散发出独有的香味 再加上孜然 和干辣椒一起炒香 倒出来捣碎 就成了煎肉的最佳搭档 沈浪端 来了一枚枚洗净的紫苏叶 放在一边 林东方先演示了一下吃法 把两片五花肉 在料碟里蘸一下 再放在紫苏叶上 金黄色的肥肉上 还在炸响着小油泡 高温在碰到紫苏叶之后 迅速变低 同时也给紫苏叶 带来一层别样的味道 送入口中 清爽的紫苏香味下 是浓浓肉香 后面才是蘸料的清香和微辣 哎妈呀 真香 可惜没把汽水带进来 是啊 三人一顿猛躁 铁板煎肉的好处 就是不用林东方看着火候 自己夹肉就完事了 前辈送了我这么好的玉米油 快快请坐 林东方见那两位前辈 还在那站着 连忙邀请了一下 等一下还得问他们 要玉米树的培育方法呢 李无极笑呵呵地坐了下来 夹起一片五花肉在料碟里 一戳就送入口中 嚼嚼嚼 再来一片 嚼嚼嚼 开始之后 李无极就觉得自己停不下来了 林东方简单调配的蘸料 把肉箱推向了一个极致 乖乖 比鬼主那家伙 当年弄的蘸料 好吃多了 江兰衣也坐下来 拿起一片紫苏叶 一边包肉 一边说道 既然鬼主和彩霞妹妹成了亲 等以后 我们也得随李啊 李无极捏捏胡子 看向江兰衣 夫人 到时候 随多少份子钱 怎么也得送一百斤养魂泉水吧 哎 咱俩当初成亲的时候 他才随了一百斤的神痕玉铁 咱们亏了呀 那随五十斤好了 我看行 林东方三人风中凌乱 这就是真仙大佬的家常里短吗 感觉和普通人没啥大区别 似乎看出了林东方的诧异 李无极手指一抬 这山洞顿时化为积粉 众人出现在了阳光下 大山变成粉末 在林东方等人 背后化作几个巨大的 仙 这是仙字的不同写法 你们看这仙字 不论如何演化 都有一个人 作为偏旁不守 所以 仙也是人 有好人也有混蛋 有人聪明也有人笨蛋 仙的生活和人都是一样的 不过有的仙自持身份 不食人间烟火 像我们和鬼主 那就是吃货 李无极黑黑一笑 不过还是那家伙让人羡慕 算得上是碎人士的徒子徒孙 还觉醒了吃到 然后 他又深深看了一眼 正在把野生毒头 蒜包入紫苏叶的林东方 这小子身上 时时刻刻运转的化天荣地秘书 就是碎人士所创 论辈分 这小子是碎人士一门的第五代传人 野生的毒头蒜 辣味十分上头 但和尖熟的五花肉在一起之后 那香味就另当别论了 嗯 要不把这俩妖子也炒了 方才林东方找到不少野生韭菜 配上辣椒炒妖花 可太合适了 小林啊 你还会炒妖子 李无极露出期待之色 您这话说的 我连油爆双翠都会啊 林东方黑黑一笑 把野猪的猪毒子掏了出来 可惜这肚子不大 做油爆双翠不好看 对了 那焦龙龙肚的肚头 我还没欠 正好回去用焦龙肚和龙鹊的针子 做油爆双翠 这神术结的玉米做淀粉 榨油 也倒是和焦龙龙鹊的身份匹配 油爆双翠 李无极觉得自己这针鲜白当了 居然想象不出来这菜该是啥样的 对 这菜考验刀工 火候 吊汁等等技法 一个小厨子 想变成大厨子老师傅 必须要做好这道菜 林东方一边说着 一边给猪妖子片开 去了妖扫子 开始改刀 这样叫麦碎花刀 这火爆妖花可以算得上是油爆双翠的低配版本 油爆双翠的猪肚要切予往花刀 要难一些 斜刀切下去五分之四 给妖子头尾转个身 再来一次 林东方轻松地给妖子改好了刀 用野葱啥地挤出汁水 稍微给腌制了一下 捞出来 前辈们再给我炼制点玉米淀粉 哦 好 王二虎和沈浪面面相去 貌似不论是谁 只要在林东方做菜的时候 都会对他言听计从啊 真仙大佬给原音镜的厨师炼制淀粉 这估计是开天辟地头一早 林东方先在旁边的铁板上 撒了一些野生韭菜辣椒蒜片 这三种料配猪身上 任何一个部位都好吃 给妖子最后淋上点湿淀粉 撒点盐 然后下入旁边的一口油锅内 子拉拉 瘦热的妖子迅速卷曲起来 花刀切出的纹路迅速凸起 裂开了更大的缝隙 真的是形如麦碎 有一粒粒麦粒啊 李无极惊讶不已 在他那个时代 普通人厨师还没研究出这么多好看的吃法 他和鬼主还是以烤肉为主 不过 这是要经过厨师一次次的切菜锻炼 才能做出这么好看的样子 花油到七八成熟的腰花们捞出来 倒在铁板的配菜上 最后撒上一些盐调味 盛着那三种刺激的配菜的蒸汽 和腰花本身的余温 来让这道菜彻底熟透 乖乖 没想到 腰子这么做完了这么软脆好吃 比烤着吃香啊 前辈此言诧异 烤得包油腰子才是最香的 包油腰子 李无极顿时觉得 自己嘴里的腰花和韭菜不香了 眼前已经浮现出一个 包着银白肥油的大腰子 前辈 要是能出秘境的话 我给你们做 林东方 嘿嘿一笑 蚕蝎越多 摇池圣地就越安全 这蚕蝎接二连三地往外蹦 万一哪天 他的除道秘密暴露了 摇池不光要有九十九位 渡捷径大佬坐镇 最好再来十几位针仙 安全感 出去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啊 不过我们 还想着在这收图呢 李无极面露 悠然神网之色 油抱双翠啊 蛟龙的肚 龙雀的胃 笔切腰花 都复杂的刀工 究竟会表现出 何等的美味 还有这些小家伙 刚刚说的汽水又是啥 前辈 我们北斗星南狱 还是很大的 比如南明海 就还没有任何圣地作证 林东方捡起一根树枝 画起了南狱的地图 那我们就出去 成立一个阴阳 五星综好了 江兰一啃完一根 烤玉米之后 一锤定音 正好没事 就去你们摇池圣地串门 这可太好了 吃完了所有五花肉 又把腰花都吃完 几人才心满意足地站起身 前辈 这前缘界里 还有什么好吃的特产吗 林东方对于收获机缘 并不感兴趣 因为他在这方面的 运气约等于零 上次在误到查 秘境脚踩神铁 不知就是最好的证据 不过 他可以念头通达地 去打劫柳如烟 和叶长明 这俩人 绝对少不了 食材的话 江兰一细细 思索了一下 千星池内的一种水藻 你可能感兴趣 水藻 林东方微微一愣 搜 江兰一挥手 几人就来到一个大湖境前 湖底仿佛星空一样幽暗 却又闪烁着点点星光 这就是真仙大佬们普遍 都会炼制的星池 用来洗剑之类的 这星池内堆积着一些星河 以化神经的修为来说 基本是收不走的 只能在这魔力神魂 江兰一介绍了一下 然后指了指壶中央的一些水藻 细长的水藻根部附着在岩石上 上面生长着一个个 花生米大小的小灯球 这水藻上的小球外面 是一层薄薄的膜状 放到嘴里舌尖 稍微一顶就破了 里面的汁水是甜的 这 林东方飞过去 捞出一把水藻 顿时双眼 放光大喜过望 喜上加喜喜不自胜 这玩意不就是野生的奶茶 爆爆猪吗 大自然果然神奇 这应该是被灵气 滋养变异长大的一种球藻 真是造化 要说林东方最喜欢的 奶茶配料是什么 那一定是这种爆爆猪 或上一口奶茶 咬碎爆爆猪 那混合的口味 和爽快感觉是 无与伦比的 等回去 把这些球藻 在果汁里抛一抛 看看能不能染上果味 就在林东方 把所有球藻连根都收起来之后 忽然察觉到远处 有熟悉的气息接近 林东方一摆手 虎阁浪帝顿时运转起 寻花摘叶秘数 来人不是别人 是柳如烟和叶长明 这俩人没有发现 周围有啥一场 原来是柳如烟这个妖女 还有姓叶的 那个混蛋的宝贝儿子 李无极哼了一声 显然对柳如烟和叶长明 都没有好感 长明 你真的不介意 我是你的小婶子吗 一个大瓜 在林东方耳边炸开 李无极敲咪咪 对着林东方他们解释道 叶灵飞是叶长明的小叔 叶家始祖 当年把叶灵飞给封印了 到了我们那一世 才解封出来 人五人六的 原来如此 林东方熟练地掏 啊这 没有带柳饮食 嗨嗨 旁边的李无极清了清嗓子 袖子一抖 一块极品 柳饮食掉了出来 这野生的柳饮食 就是好啊 居然能放大这么多被观看 林东方捡起 柳饮食颇为爱不释手 实乃搞事情的力气啊 李无极 对林东方投去感激的目光 这野生俩字 加得太好了 江兰一想掐李无极耳朵的手遁住了 他觉得难以置信 这么一个痴迷玉米的小厨神 居然也会睁着眼睛说瞎话 胡编 柳如烟和叶长明 开始嘀嘀咕咕 由李无极 这个家伙做翻译 两人的秘密传音 和大声密谋差不多 柳如烟焦嘀嘀地说道 任薇薇说 我长得丑 长明你 该不会也嫌弃我吧 论差异 柳如烟甩刃 薇薇十条街 我的小沈最漂亮了 任薇薇那女人太狂妄了 有取死之道 那任薇薇知道 如何购买太岁土 还有天狼子护着她 那如此 说来还要 留她一命 让她帮我们买太岁土啊 天狼子又如何 我必杀之 你小叔要是也有你 这么对我上心就好了 放心吧婶婶 等我寻到了那道之源 我就助你完善根基 堪破仙境 长明你真好随后 狼情惬意的 就半退半就了 仿佛家族大起来之后 就喜欢这种调调 什么爬灰啊 凶嫂地成啊 不是 叶长明这脑袋瓜 不怎么灵光啊 这柳如烟 明显就是让他当炮灰啊 不过 叶家和天狼谷掐起来 倒也不错 王二虎一晃脑袋 觉得叶长明的状态不对劲 林东方一边做全景记录 一边笑道 柳如烟修炼的是离合金 这门邪术 可以影响道理的智商 江兰依惊讶到 离合金 怪不得柳如烟到处勾搭 原来是修炼了 有苏狐族的禁术啊 狐族分青秋狐 屠山狐 有苏狐 纯狐 后两种狐族 在上古年间 我们那时候说的上古 他们修炼离合金 然后被天下共讨灭绝了 嗯 等以后 叶灵飞出世了 就把这留影石寄给他 我做好事 从来不留名 林东方小心地收好 留影石 等回去 再复制几十份 以后 也可以不小心丢给任薇薇一块 风浪越大越越贵 到时候保命单的销路 就更广阔了 结结结 后面几人都是咧咧嘴 还好这家伙 平时就窝在家里做饭 这要是放他出去搞事情 不出一年北斗星 就得血流成河啊 对了 那道之源又是什么玩意 林东方和虎阁浪帝之前 都没听说过这玩意 嗯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李无极先在地上 画了一条直线作为时间轴 从我们说话的现在开始 往前一百万年 到一百一十万年前 被称为仙洛时代 一百一十万年前 到二百三十万年前 被称为万道仙古时代 像是独孤家 苏家的始祖 都是二百三十万年前 那个节点后 以各自大道成的仙 我这阴阳大道 也是跟我师父学的 而二百三十万年前呢 被称为明古 明古时候的修炼者 没有万道概念 他们啥都能修炼成仙 道之源就是明古时代 留下的好东西 可以提高潜力 提高潜力 嗯 道之源不会立竿见影的 影响修为 但本来这个人 这辈子无法进入仙境 但是吸上一坨 道之源就行了 同时也会提高一些战斗力 听完李无极的介绍 林东方他们顿时激动起来 这可是好宝贝啊 看来这掌民还真是宝贝儿子 得好好呵护他 以后不嘲笑他小鸟嗦嗦了 现在想来 信叶的那个王八蛋 给这个宝贝儿子 起名叫叶长明 也是有含义的 不多时 叶长明就成了这几个家伙 共同的宝贝儿子 李无极捏了捏胡子 然后微微一探 可惜这小子脑子里 静置太多 还有他爹留下的后手 我强行搜的话 这小子脑子就炸了 没事 柳如烟肯定都把道之源搞到手 到时候我们打劫他就行 林东方黑黑一笑 要是咱们天天跟着叶长明 到处跑可就累死了 前辈们 还有哪里有好的食材 咱们再去转转 然后就回摇吃圣地 我想想 李无极使劲想了想 抬手竖起食指说道 有了 还有一种紫红水晶菜苔 苔 非常好吃 菜苔 林东方心里一激动 都忘了 配合这位老前辈说一句 我不吃牛肉了 他想到 之前看到过的一种 嘎嘎贵的菜苔 虽说都知道 是一家产品 但尝过之后 真的很惊艳 那确实是最好吃的菜苔 想来拿去配昆仑暴斧等 高端菜 也是不错的选择 出发 李无极一挥手 他们就到了地方 乖乖不得了 这前缘界里紫色的植物 都长得这么茂盛吗 前有紫苏 现在有这一片 两三里方圆的 连绵紫红菜苔 按理说 菜苔的金感 是紫红色外皮 拨开之后 里面呈现绿色 或者白色 可眼前这些菜苔 由外而内 都是紫红葡萄色 有点半透明的感觉 紫色好啊 成熟有韵味 林东方落地 这菜苔 比它稍微高一点 翠绿的叶子 像是一个个大伞一样 在风中摇曳 菜苔最好吃的部分 就是最中间那一根 顶着小黄花的金感 咔 掰一段最嫩的心牙 断口处 有点点汁水一出 声音 甚至比掰开黄瓜都脆 就是这个青甜味 这刚掰下来的菜苔 就是比菜市场买得好吃 这要是经过 几晚上的双打 甜味就更足了 又掰了一整根 能有一米半长的 一根菜心下来 最粗的地方 能有林东方胳膊粗 往上慢慢变细 完美的菜苔 简直长在了 林东方的心窝上 咔嚓 真棒啊 连根部的外皮 都没有什么纤维感 啃了一口最粗的地方后 林东方美的鼻子 都要冒泡了 这可真是菜苔中的豪杰 前辈们 等回去之后 我多做点好菜 给你们和鬼主前辈 他们需救下酒 这两位前辈 在前缘界搞出 这么好的食材 送给自己 可得表示表示 好啊 那就有劳小友了 尝过那煎肉的蘸料 和妙道豪滇的 爽脆腰花之后 李无极夫妇 对林东方的饭菜 更加期待了 当下也没耽误 收走了这些菜苔 就要离开前缘界 对了 将前辈等下 闭着眼睛 这秘境出入口 怎么还让他闭着眼睛 我去看看 李无极搜的一声 跑向最北面的雪山 随后跟被雷劈了一样 愣在原地 靠 这群小家伙 还真是无依无靠啊 看着一群小伙子 像是进了澡堂子一样 脱衣服光定 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辣眼睛 于是把秘境入口的限制 改了改 又丢下一大堆麻袋 小家伙们 你们可以穿着麻袋进去 光着屁股 实在是有伤风化 不雅观 一个家伙套上麻袋后 嘀咕道 前辈 这麻袋里面 能不能打磨一下 小鸟刺挠啊 见着一群 穿着麻袋的家伙 进入秘境 林东方等人觉得 李无极比那臭妻搂子 多点节操 一点点 摇池圣地内 鬼主和姬彩霞 瞪圆了眼睛 看向南明海方向 李无极和鬼主的目光对上了 仙之殿 哦 时间 两人对了一下当年的暗号 哈哈哈哈 阔别百万年的损友抱在一起 互相摸对方身上的好东西 鬼主从李无极身上 摸出来一大块昆骨 后者从他身上 摸出来石金地最鲜尿 哎 没想到你们俩最后流落到前缘剑 不过也刚好错过了那些落实弹 来来 进餐店说话 妙音风的餐厅 已经彻底升级成了餐店 林东方他们居住的院落 又被阵法大师机采霞加了三层阵法 现在就连瑶池十祖复活 都无法擅自进去 鬼主拎出一桶林东方 亲手做的焦糖松针汽水 和地醉仙酿魂在一起 给李无极倒了一杯 等会 我说 老朱你这鲜水哪来的 李无极微微一愣 这一桶冒着泡泡的水散发的道运 有点吓人啊 只有李无极知道鬼主的真名 叫张贵珠 要么怎么叫鬼主呢 小林做的 鬼主把除道体的秘密 跟李无极夫妇交了个底 握了个天 都说 你们虽然是一脉 每一个都不是简单角色 到了林东方 这第五代 居然比你这第四代还逆天 李无极艰难地咽了口口水 怪不得他时时刻刻 都运转着化天荣地秘书 林东方把紫苏和菜台 送到林耀峰之后 又转回来开始洗菜 鬼主走到他跟前商量道 小林啊 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办个宴会 就当是给我和彩霞办个婚宴 行啊 那太好了 本来就打算给你们几位老前辈 多做点下韭菜来着 林东方一拍手 喜宴他在行 他当年想当厨师 就是因为吃了一次大喜 李无极也凑过来 那正好我和蓝衣的婚宴也补上 乖乖 那这喜宴可谓是万古第一宴 绝对的吃西巅峰局啊 旁边来帮忙种地的程大发等人一哆嗦 四位真仙大佬一起办婚宴 至尊都不配上桌吧 而且两对真仙夫妇的 婚宴一般的厨子哪敢接 随后 他们就更傻眼了 鬼主拎起天道闸刀 开始磨那块昆蓬宝谷当调味粉 李前辈 那可是记录昆蓬天赋秘书的宝谷啊 不要紧吗 没事 心许磨一磨 薄了之后更好参悟了 李无极在一边撅着屁股白菜台 姬彩霞和江兰衣在跟独孤梦学调酒 厨房内 林东方和肖西越正在写菜单 嗯 迎宾前菜的话 先来的五彩大拉皮 盐水鹅腿 半三翠 皮蛋半豆腐 金丝虾球 五谷狂找 正餐我看看 葱烧海参 清炒菜台 交流胶片 昆仑报府 佛跳墙 九味东坡肘子 红韵当头 八猪头 清炖狮子头 葱八羊肉 红烧龙血鲤鱼 油爆双翠 蒜蓉粉丝蒸笼虾 正餐十二道菜 前菜六道 一共十八道菜 菜品汇聚南北 荤素搭配 其实油爆双翠 和清炒菜台都不太适合婚宴大席 因为这种菜随着时间 温度的流逝口味口感 都会大幅度下滑 但现在 林东坊的所有盘子上 都有简易的石 停震法 还有立体保温效果 这种火候菜 能很久地保持住 刚出锅的口味和口感 写完菜单 所有人都在咽口水 那就开整 我先备料 几位前辈 先把那老树 玉米榨出足够的油 再炼制出足够的淀粉 得脸 现在真先打下手 让城大发等度捷径帮厨们 有点不知所措 他们这群小辈 总不能坐在一边喝茶吧 林东坊 可以把鬼主等仙 当帮厨使唤 但他们不行啊 于是 他们给鬼主等人打下手 我下手的下手 还是我的下手 厨房内 林东坊先用时间 阵法捣过好了 昆仑报复和佛跳墙 葱烧海餐等菜品 都做过几次了 不多赘述 林东坊 把上次没吃多少的 胶龙肚取出来 把硕大的肚头窃下 从中间破开 把龙肚最外的一层 皮合筋去掉 还有内部多余的筋膜 也去掉 只要一片脆软白嫩的肚忍 要使用普通猪肚 一盘菜 起码要两个肚的肚忍 这龙肚的皮 正好和龙皮 还有醋饱做拌三脆 肚皮和胶龙皮 用黄酒和盐抓洗掉 意味在洗净 在用开水烫熟后 扔冰水里过凉 师傅 这菜十分下酒 做的时候 醋饱要先切长条片 然后泡水 去掉一些醋味 林东坊一边操作 一边给独公梦说 这道下酒小菜的技术要点 然后调料就是盐 糖 酱油 香油 油泼辣子 葱花香菜 蒜末小米辣 看个人口味加芝麻酱 咱们今天 这是婚宴做的清爽好看点 就不加芝麻酱了 再补一点陈醋 把醋饱的酸味化 开溶进蛟龙皮和肚皮子里 超大一盆凉菜 龙肚皮不够 林东坊又切了一些猪肚丝 猪耳朵和提筋进去 于是 变成了半六脆 都是脆口 醋饱的富裕老醋香味 让这些肉食吃不出来 丝毫的油腻味 独孤梦咽着口水 这盆菜他一个人喝酒 就能全吃光 棒棒 龙血鲤鱼 最近已经产卵 所以公鱼没啥用了 揪出来干掉 龙血鲤鱼相比别的鲤鱼 不是很大 但也大概快两米长 去灵去塞 内脏只留着鱼镖 别的丢 我的小祖宗啊 这些可别扔啊 炼丹封手做晴顶一个滑扑 老脸贴着地身子 在地上滑行而来 双手托住那 即将落入垃圾桶的 龙血鲤鱼内脏 这可是炼药的好东西啊 龙血鲤鱼的心肝可以 擒顶哆哆嗦嗦地 封住这些宝贝 林东方用活血术 把龙血鲤鱼的宝血 也抽出来 给了擒顶 嗯 这龙血鲤鱼一点 土腥味没有 做杀生鱼也不错 但是婚宴 不适合上这道菜 没有腥味 也就用不着 改花刀破坏鱼的品相了 但是为了入味 他取出一些 针在鱼身上 扎了很多 几乎未不可见的针盐 然后抹上盐和酱油烟 新鲜鱼肉 用盐腌制越久 口感就越有 嚼劲 扭头去被油爆双脆的料 龙血的 鸡针 很大 足有一米方圆的大球 林东方给它切成 鸩纯淡大小的小球 然后切菊花刀 就是做菊花豆腐的刀法 切好的针球表面 是火柴棍粗细的 菊花瓣 放在一边用葱 将花椒水腌制 这龙肚和龙雀针子 因为都很小 所以腌制不用太久 这道菜 加热到成熟的过程 非常快 这葱姜花浇水 现在就有一个入味的作用 现在 我给浇龙肚切鱼网刀 咱们这浇龙肚的渡人 和六七百斤大猪的渡人 差不多厚实 所以切进去三分之二 随后 林东方心中一阵感慨 这油爆双脆 为啥越来越难做 和猪猪快速出篮有关 小猪的猪肚不大 渡人也薄 难切得要命 林东方把白嫩的蛟龙肚人 铺在菜板上 手起刀落在正面 切一字花刀 这花刀 比以往任何一次 做油爆双脆 都切得更明 然后翻个身 切十字花刀 及横竖都来一遍 最后拎起来在水盆一荡 白白的肚人中间 出现了细密的孔洞 果然像是鱼网一样 可以透过网眼看到盆底 乖乖 之前总说寂静呼道 今天见识到了 李无极等人感叹连连 作为真仙大佬 他们不是不能复刻出来 这种操作 那是因为他们是仙 有的是力量和手段 但要是普通小老头 或者修为不够 那多半只能坐在一边摆烂了 而且更切不出那些道运来 这改好花刀的渡人 像是天王 捕获了大道神韵 聚拢出无边的锐彩 看得李无极 差点把天道不公给喊了出来 切好了渡人和龙雀真子 分别放入两个盘子内 加胡椒粉 盐 生姜汁入味 林东方转手起锅热油 准备继续对付龙血鲤鱼 这可是龙血鲤鱼 宽油炸吧 林东方把大锅 换化成一个足够大的身筒状 四周以除火缭绕保持油温 用钩子勾住鱼尾巴 放进去整体炸制 嘿嘿 这样就不用翻身了 而且还受热更均匀 林东方为自己的机制感到骄傲 不多时 龙血鲤鱼表面微焦起了泡 颜色也从微红色变成了枣红色 鱼肉的香味也被炸了出来 拎出鲤鱼 鱼放在一边控油备用 锅里下入山高 友情赞助的五花肉 边炒出猪油后 入葱姜蒜甘辣椒花椒粒爆香 再请入炸好的龙血鲤鱼 淋上一些黄酒 酱油 等这两样的香味出来了 再加水炖煮 热气蒸腾 厨房里被鱼香占领了 这段时间 林东方进入时间阵法 把之前做过的那些菜都做了出来 只剩下清炒菜苔和油爆双翠没做 然后开始清洗菜苔 改刀成半指后的长条 神水灵啊 改好刀的菜苔轻轻一掐就能渗出汁水来 这菜可考验火候 火候不到位 炒久了就出水 水料扒汤的不好看 而且这通体紫色 火候过了转瞬间就黑了八肌啊 以后厨师考验火候 就可以烤这个清炒菜苔和油爆双翠一起口 嘿嘿 呜 林东方这话一出 天边顿时泛起了金光 不过 他在切细细的葱姜蒜末 没有注意 李无极嘴角抽搐 这让他想起了 当年他师父也是如此 随口一句 在天火里凝出阴气就是阴阳大道炼成的标准之一 最后 他渡劫的时候 渡了各天火劫 差点烧死 锅要充分烧热 每一个角落都要烧热 林东方猛火烧锅 锅冒烟 下入提前化开的猪油 整块下的化等猪油化开之后 锅的温度也热过头了 对了 炎要提前和昆谷粉混合好 哗啦 默然说话 金光之下 只有林东方在忙活 周围的人都在认真见证 这要被天节收入的两道火候菜 葱姜蒜下锅之后 迅速抖入少许盐 这一次的爆锅 比之前任何一次香味来的都要猛烈 下入菜苔 以最大火颠勺 呼呼呼 灼热的橘黄色火苗 腾起的比林东方都要高 火焰几乎包裹住了整口锅 再撒入一点盐和昆谷粉 快速翻炒 热浪下的油脂爆出极高的温度 在油脂即将燃烧殆尽 失去锁水的功效时 菜苔刚好内外成熟 关火出锅 前后不过十几个呼吸时间长短 白玉盘内 本来就好看的紫红色菜苔片 被油润得更加明亮 就连紫水金与之相比 都少了几分灿灿光泽 更别提那丝丝缕缕的热气 蒸腾出来的清甜和清鲜 接下来是油爆双脆 先备好碗汁 一小勺泡过葱姜的黄酒 一大勺清汤 水淀粉 这菜讲究一个白嫩 不能加颜色太重的调料 林东方又备好料头 起锅热油 最后在龙肚和龙雀针子上 撒了点玉米淀粉 抓匀 极薄的一层 掀下针子 老式的四成油温 这菜多一瞬咸老 少一瞬咸生 等到这针子上的血丝消失 度人下入 林东方说话间 把龙肚也下入进去 度人熟得极快 这两样料 对时间的把握比较高 说话间 漏勺轻轻摆荡几下 把这两种 极易成熟的材料捞出 锅里的油 倒入一边的盆内 锅内只留少许油 再把盘子内的葱姜蒜 倒入锅内爆香 刺了 一声 淋入一勺黄酒 趁着酒香 散发的时候 再把刚刚滑油的两味 请入进来 然后跟手就淋入之前 调好的碗制开大火颠勺 这菜可不能拖泥带水的 两种料滑完油 要趁着温度再次下锅成熟 等温度下去了再入锅 可就不好吃了 说话间 林东方开始装盘 这么快 周围人都深深吸了一口香味 那可不 这菜出锅也要快 这锅还有很高的温度 出锅速度慢了 也会损失口感 而且装盘 还要堆得越尖越好 这样鱼温聚集 上面冒起一缕 直直的锅气才好 众人再仔细一看 上面果然如林东方所说 冒着一缕扶摇而上的热气 好了 我给龙鞋鲤鱼出锅 准备上菜 因为盘子内都有食停法阵 所以可以一起上桌 龙鞋鲤鱼 已经炖得差不多了 转入一个大盘子内 锅内鱼汤里的料扎捞一捞 另起锅 咦 小鲤你怎么又另起锅了 最后 鱼汤应该是直接勾芡吧 江兰依以前也做过红烧鱼 比较了解 当下好奇地问了一下 嗯 那样也行 但这可是龙鞋鲤鱼 我就做得完美一点 这锅里烧热花椒油 葱姜蒜末爆香 然后把鱼汤 倒进来冲开捞出料渣 再勾芡 最后再淋入一点点的花椒油 烹开 这样一来 每一滴芡汁的味道 都是复合的 蘸鱼或者泡米饭吃 也更美味 龙鞋鲤鱼上 均匀的淋上芡汁 上桌 婚宴 就没给这鱼扣 小绿帽子 除了龙鞋鲤鱼 别的菜都做了很多份 摆了十来桌 各封手作都来了 主桌上 鬼主端着大鲤鱼刚要放下 却被李无极拦住了 别别别 先别着急 我扑个桌布 在众人震撼的目光中 李无极把自己性命娇羞的法宝 阴阳太极图 抖落出来 化作合适的大小 扑在了桌子上 来 上菜 旁边小和尚 未来佛抱着一坛子佛跳墙 看了看天边的金光 微微一探 他好后悔 当初没顺应天道 提前出事 成为佛跳墙的天道嘉奖 他敌不道 我就说吧 这阴阳仙尊大人 肯定会把他的太极图 拿出来当桌布 嘿嘿 还是佛爷宁 有先见之名 旁边一桌 是程大发 张大锤 叶姑星 秦鼎等手作 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 桌子旁边 王二虎端着一堆菜 刚把一叠五彩大拉皮放下 手还没撤回来呢 盘内的菜就消失了 吃席巅峰赛 正式开始 王二虎在定睛一看 桌上八位手作里 成大发碗里的菜最多 这碗内有乾坤 装下一只烤全羊 不成问题 炼丹风手作情顶的最少 就几根黄瓜丝和莫尔丝 怎一个凄惨了得 还在那徒劳的 想把碟子里 最后一粒蒜末加起来 唉 这御阴树浆做的拉皮 就是好吃 成大发吃 一口自己碗里的 然后擦擦嘴角 又抿了一口小酒 香醇的地醉美酒 浓郁强劲 老成你不地道啊 你刚刚加了三筷子回去 这堆建的超大一盘 硬生生被你弄走三分之一 王大锤一拍大腿 怒斥成大发 他就抢到一筷子 要怎么说 吃席的快准狠呢 成大发得意洋洋 又端起了酒杯 这一桌 他岁数最大 吃席次数也最多 他对吃席有着 自己独到的理解 就在此时 他目光凝住了 旁边王大锤 伸手从他碗里 抢走一筷子 嘿嘿 吃席还得思想灵活 别人碗的菜也是菜啊 老王直接把这一筷子菜 塞进嘴里 吃了个爽 叶孤星装着一脸心痛地说道 你们吃得也太不文雅了 集三伙似的 跟抢媳妇一样 哪还有摇持圣地手作的样子 同桌几人一看 这位平时最没节操的货 这副痛心疾首的正经表情 都觉得有点反胃 食欲顿时下去了 叶孤星心里微微一笑 心态会影响状态 他们没胃口了 自己不就胃口大开了 宫星未尚啊 但成大发毕竟是成大发 老叶 我当年可是亲耳听到你说的什么 自家的不如别家的 别家的不如偷来的 偷来的不如抢来的 成大发转手 把琴柄旁边的一壶 酒顺过来给自己满上 继续说道 这吃其吃的就是一个抢 一来说明厨师手艺好 二来说明咱们关系好 他这一席话让众人只觉得波云贱恶 毛色顿开 坚定了吃习的道心 师门 王二虎在一边听着 也误了 还是前辈们够不要脸啊 地罪佳酿 一人只有一壶 秦顶这个气啊 刚想把酒壶拎回来 却发现成大发这老货不当人 在壶嘴处舔了一口 秦顶颓然道 我常常因为太过于要脸 而跟你们无法交流啊 一边的叶孤星 也在自己的酒壶嘴处舔了一口 继续说道 不如这样 咱们把修为都压下来 或者在桌子上 布置阵法放慢速度 这样一来也斯文一些 秦顶第一个点头 我看行 保险起见 还是布置阵法吧 免得有些人偷奸耍花 指望这群家伙 能乖乖地压制 修为公平竞争 那可就太天真了 于是请来鬼主拍下一个 能把杜杰大佬速度 压制成普通小老头的阵法 王二虎继续上菜 拌六翠 皮蛋豆腐 五股狂爪 成大发第一个站起来 公快对着蛟龙 皮夹了过去 其余七人也不甘示弱 纷纷下筷子 秦顶拿起茶碗和勺子 凑到皮蛋豆腐边上 就是一个翻江倒海 给茶碗堆了的尖尖 这皮蛋现在 成了他的心头好 每天都得吃一个 吃其吃的 不仅是手术 还有一室 成大发 一边嚼着比木耳银儿等 都爽脆的酸辣蛟龙皮 攥着公快的右手 接过王二虎 递过来的一盘肘子 左手 把桌子上的 那盘五谷狂爪 往边缘推了推 看似是在给肘子 腾出桌子中间的好地方 实则直接把肘子 放在了他自己面前 而其余几人 刚刚正在追逐 那盘五谷狂爪 见状在回首反击肘子 已然是是来不及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成大发 把几乎一整张肘子皮 收入碗中 要不是张大锤 从一边偷袭 成大发 能把整个肘子皮都叨走 这肘子皮是成大发 吃过最好看的 肉皮酒红色亮晶晶 皮下的油花银白软糯 太美了 酒香浓郁 口感软糯绵柔 咸香中带着回甜 和刚刚那脆口的酸辣椒绒皮 形成极强的对比 再次溜来一口小酒 依旧浓郁强劲 老成有操作呀 老成以前没少吃喜 亦是果然剩我们半子 那又如何 看我的 众所周知虾的出现 意味着什么 众人的目光锐利起来 这张大锤 居然这么早就要 把金丝虾球端上来吗 张大锤转身 把金丝虾球端上桌 有谁不喜欢 炸虾的口感跟味道 更何况 还有一层细细的 炸到酥脆的土豆丝 作为金丝包裹 搜搜搜 七个老头筷子齐出 加完一个 再加两个 即便有阵法压制 这帮老头 也带出了稻稻残影 张大锤反手 把盐水鹅腿端了过来 这鹅腿是展开的 筷子一身 肉最厚实的两块 被他夹走 旁边的七人齐声 暗叫大意了 虽然盐水鹅吃了很多次 但这两块 是我吃过最香的 以前那是林东方发的 现在这两块 可是使出阴谋诡计 从一群损油眼皮子底下抢来的 好吃 好好好 声东击西是吧 随后几个老头发挥 各自不要脸的特长 开始你坑我我坑你 就为了多加两筷子菜 好在没有直接上手 只有独孤好莫不作声 独享这一份林东方 给他做的西红柿半白糖 和一份小炒牛柳 你说这位借过 大家都信 旁边主桌上 就斯文多了 萧青仙一共六位真仙 虽然都不是满状态 但也足以横扫 天下任何大势力了 林东方萧细月 独孤孟独孤晚 也落座后正式开动 仙长长油爆霜脆 这可是收录到 天地考验里的菜品啊 鬼主夹起一块龙肚 受热卷取后的龙肚上 白白嫩嫩 只沾着一两颗 嫩黄色的葱花 入口的第一感觉 是带着一丝酒香 和葱香花椒香 一脚 耳边响起那脆痰的声音 让人再难忘掉 嗯 鬼主眼睛瞪大了 他还从没吃过 如此口感的肚 比猪耳朵里的软骨 更多一分咬头 更重要的是脆 再来一块龙雀针子 这针子咬下的感觉 更有切割感 也非常奇妙 可谈当年 我只吃了龙肝 没有吃龙肚 李无极也尝了尝 这菜 真是游走在时间刀刃上的一道菜 偏了一喉 都不完美 短了就生 过了就老 林东方笑道 那是 天下间没有任何一位厨师 敢说自己能做出口感一模一样的 两份油爆双翠来 这龙血鲤鱼是真香 他对这一桌菜里最上心的 其实是龙血鲤鱼 小时候吃的最多的 就是鲤鱼 这龙血鲤鱼的肉 呈现淡淡的金黄色 肉质紧实 但不像海里的鲤鱼 那么过于紧实 细嫩的蒜瓣肉 在鱼汤里蘸一蘸 微微的花椒油味道 把肉香和鲜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三姑 这鱼肉刺少 你多来点 对小孩子也有营养 他叫自己小孩子 独孤丸脸上 刚样起来的笑容僵住了 此时的独孤丸 已经有大概七岁的样子 脸上的婴儿肥还比较明显 轮回天宫的特性 让他在十八岁之前 一个月就能长大一岁 算了 小孩子就小孩子吧 过阵子给他们一个惊喜 独孤丸咬了一勺鱼汤泡 在米饭上 就着鱼肉小口小口地吃 三姑我呀 吃了这么刀月 貌似可以修炼了你 这菜苔可真水灵 萧细月和鸡彩霞 都十分喜欢水晶菜苔 口感清甜爽脆 不像胡萝卜那么硬 也不像黄瓜那么水 而且这道菜 还是唯一一道 用鲲骨粉调味的 鲜美真的不输 任何一锅鲜汤的精华 这鲲骨粉提鲜 还有个好处 嘴里不发干 哎 我说忘了点啥 之前在南明海光 固着吃生蚝了 忘了抓海肠 做海肠粉了 海肠粉的鲜美 不输于任何味精 而且吃完了嘴里 也不发干 对 就是那种 超好吃 包饺子 或者炒韭菜 都十分完美 林东方光是想到 海肠的口感和味道口水 就有点压不住了 江兰一惊讶到 我的故乡在一片 古老大陆的北海位置 小时候倒是注意过那种东西 可是我们都海肠用来钓鱼 从来没吃过 海肠的样子 有点像小男孩小的时候 他们那的人都嫌弃着 东西的长相 所以不吃 海肠钓鱼 真奢侈啊 林东方咽了口口水 我要是在游泳 看到有人用海肠甩鱼竿 绝对会咬钩 他以前 可不敢急头白脸地 吃一顿海肠 那鬼东西太贵了 而且不出量 去掉那脏下锅之后 不胜啥了 听他这位极品老涛 都这么说 之后桌子上的众人心思 瞬间有点发飘 明明这一大桌子好菜 色香味俱全 从食材到烹饪手法 都高端大气上档次 可似乎有点 比不上林东方 新的白月光 海肠了 看林东方现在的样子 他们毫不怀疑 这家伙会为了一盘海肠饺子 舍弃这一桌子菜 众人吃了个锅干碗尽之后 萧熙月进入了 顿悟状态 龙蟹鲤鱼 是极为滋补肉身的圣物 经过林东方的烹饪之后 直接变成了 堪比半仙药的存在 不过林东方 自己倒是没啥 只不过 李无极觉得 这家伙现在 掐死同级别的混沌体 不成问题 他们这边吃着席 苍天大路上也挺热闹 在庆祝龙雀一族的龙小雀 突破到了化神境 龙小雀 就是被林东方 考树了分身那个 龙雀族少主 让我们把时间 拨回林东方 做考龙雀分身的那一天 龙雀回到自己族内之后 只觉得浑身剧痛 此时 林东方在处理他的分身 上手之后 因为大道垂落的原因 硬生生把他和分身的 疼痛感知联系恢复了 不过 苍天大路上没人发现 这超脱于大道之上的联系 毕竟古族残仙 还在沉睡 鬼主当时发现了 但是没说 毕竟龙雀变强之后 就能更快地凝聚出 可以下锅的分身了 疼死我也 龙小雀只觉得 仿佛置身于炼狱中一样 灼热的感觉 布满了浑身上下 每一个位置 随后又觉得 浑身上下一凉 每一根羽毛根部 都在剧痛 这是 血脉反族现象 龙雀一族的杜结经大佬 龙三却震惊地看着 自己这位宝贝孙子身上 发生的变化 肯定是乖孙你 用尽全力与那魔术战斗 激活了你的血脉潜力 爷爷 此话当真 龙小雀震惊 暂时忍住了身上的剧痛 没错 血脉反族 对我们飞情来说 极为痛苦 先是表皮剧痛 随后五脏六腑 都会像绞碎了一样疼 就在此时 龙小雀惨叫起来 他果然感觉到了剧痛 五脏六腑 仿佛被硬生生 从体内扯出一样疼 龙三却兴奋地 在一边鼓励道 孩子 这是你的福源 坚持住 坚持住啊 好 我一定要坚持住 完成反族 我要让林东方付出代价 龙小雀坚定信念 等会就会觉得 有短暂的舒服一点 那是血脉涌出的感觉 但随后 会有一段更难受的时间 撑过去就好了 龙三却翻出足中秘点 他惊喜地发现 宝贝孙子和秘点上 记载的情况一样 很快 龙小雀就觉得浑身上下 清凉滋润了不少 过了一会 他又觉得 自己周身上下 越来越热 爷爷 我要热死了 好孩子忍住 这是龙穴奔勇的征兆 你看周围 有丝丝缕缕的大道垂落 果然是上苍垂帘啊 龙三却高兴地 翅膀乱扑腾 只要你熬过去 人族天骄 还是谷族血脉 都任你血煞 你的第一口 人族血时 起码也要是人亡体 或者神亡体 等到荒谷圣体出现 你可要分给爷爷一条腿 放心吧爷爷 龙小却抖走精神 打算先吃一个人亡体 再把林东方给吃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身上发生的一切变化 都是因为林东方 在烹饪他的分身 等分身彻底熟透 龙小却也不疼了 修为也增加了 也就在妙阴峰 吃婚宴这时 他成功突破到了化神境界 压住了金翅大鹏等一头 而这边 刚刚出关的火铃 直奔妙阴峰 师兄啊 有没有响铃啊 一记火箭头锤 撞进林东方怀里 呆毛都顶弯了 觉醒了火家祖卖的火铃 林东方一头红发 像是火焰一样跳动 小呆毛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 显得更加灵动 当然想灵啊 这是师兄之前做的脆皮 烤龙雀的小腿 快吃吧 林东方先熟练地捋了一下小呆毛 又把那根风在时间阵法内 还热乎的龙雀小腿递给他 这是特意给火铃留着的 哇 好大的大鸡腿 火铃咽了口口水 没想到刚刚出关 就获得了一根比自己还高的脆皮 烤鸡大腿 好丰富的血肉之力和道运 火铃摸出一些盘子 给林东方和周围几人都切了一盘 师父 这盘给你 铃儿真乖 鬼主前辈 这盘给你 好孩子 哇 清仙节也开始看书了 让我也康康 火铃儿给萧清仙也端过去一盘 萧清仙赶忙把从林耀峰寄来的睡前毒物收起来 生怕浇坏了这小丫头 至于睡前毒物 为什么不是睡前看 她现在 想睡觉了直接把棺材板一扣 随时随地睡 多谢灵儿妹妹 清仙姐可是迷人的老祖 太客气了 萧清仙被火铃儿的小田嘴迷的满眼 都是小猩猩 决定以后 和林东方一定要生个这样的 至于呆毛 她有羽人国血统 应该能给女儿弄出来的白色呆毛 就叫灵灵儿好了 她瞬间想好了他们孩子的名字 虽然没有成为正宫娘娘 但是自己是第一个给孩子起名的人 赢 火铃儿扭头又看到了毒孤碗 这个小妹妹不过六七岁的样子 绝对不是什么老祖先 小妹妹 这盘肉给你吃 小心烫哦 听着火铃儿 这个小孩子才独有的温柔声线 毒孤碗的谢谢等在了嘴边 灵儿 这位是三姑 林东方又介绍了一番 嗯 看起来明明是小妹妹 火铃儿呆毛一弯 她就想要个妹妹 奈何老爹老妈不争气啊 火铃儿这副期待 又有点可怜的样子 谁看了不心软 反正毒孤碗是心软了 妹妹就妹妹吧 我修炼轮回天宫 每一世都应当是一个新的开始来着 她接过盘子 那就谢谢铃儿姐姐了 好耶 我终于当姐姐了 火铃儿抱起毒孤碗欢呼一声 然后开始狂躁大鸡腿 林东方在一边开始研究爆爆猪水藻 泡在草莓果汁里 长大的话应该可以带上味道吧 实在不行就用共攻神水强行置换 时间阵法内 水藻迅速生长出了淡红色的小球球 嗯 这球球长得可真快 要是不放入时间 阵法也只需要一天左右 取出水藻揪下一粒小球球 扔进嘴里 舌尖一顶 这爆爆猪就破了 随后是浓郁的草莓味 真是造化啊 惊喜不已的林东方 迅速给火铃儿调了一杯菠萝芒果血顶 里面加的是草莓爆爆猪 血顶上点缀的是用天龙水 混合猪果汁熬制的糖浆 闪烁着赤红的烈焰特效 下面亮黄色的奶茶里 是淡红色的爆爆猪 这一杯奶茶的颜值莫地说 师兄 这奶茶太好 轰隆隆 火铃儿呆毛一抖 林东方开始肚截了 昨晚这一顿喜宴 她的修为突破到了猿鹰五重 照例收割雷霆 又从三十六滴雷结叶里 耗到二十滴 都是酒闻雷结叶 火铃儿吸着奶茶吃着烤龙雀腿 觉得自己是天底下 最幸福的小师妹 苍天大路上 龙小雀也在叮光肚截 化神节十分漫长 不过不耽误周围的古族嘎嘎庆祝 但很快金翅大鹏第一个发现 不对劲了 不对啊 按理说化神境 没有天火雷霆吧 而且这雷结的威力 是不是有点太强了 山辉在一边嘀咕道 殿下 我足有一则传说 那就是 大量古族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局部大道法则 就会变得凝炼 导致我们渡劫越发困难 哦 金翅大鹏一愣 仔细想想 也觉得很有道理 之前我在北斗星 度过一次雷结 确实比在苍天大路上 容易很多 为了我们古族 能更好的发展 应该把这件事告诉大家 山辉点头道 对 这样一来 大家也都会感激殿下 为你以后建立无上圣庭 打下基础 这俩家伙 这次是真的为了古族的发展 而不是为了给林东方弄食材 然后他们也捞一些好处 于是 他俩找到了 冠冠一族的白羽至尊 这位老至尊 最近因为陨落三个孙子而难过 不过听到俩人 关于雷结的讨论后 还是振作了精神 于是阐述了一下 刚刚那些话 最后说道 你们这些小辈杜结 尽量选择北斗星一类的人族古星 那里的雷结对人族很厉害 但是对我们就比较容易 多谢至尊指点 于是 众多古族 不论大的小的老的少的 都扎堆往北斗星跑 开完大会 白羽至尊把金翅大鹏 叫到密室中 这位老鸽子 是越看金翅大鹏越欣赏 百折不挠地坚韧精神 被上仓锤帘到雷结 自主消失的逆天运势 更难能可贵的 是把古族的集体利益 挂在心上 多好的接班人啊 必须培养他了 小鹏王 你我同为纯血飞禽神族 终究与那有龙族血脉的龙雀 不是一路的 我这有一篇秘法 可以让你不借助力血丹 也可以缓缓凝练血脉 只是这秘法极端残忍 我冠冠一族 不少铜族在修炼后都疯了 金翅大鹏符在地上 垂头道 我不怕吃苦 请前辈赐法 白羽至尊 似乎有些不忍的沉声说道 小鹏王 你可知道 螳螂会吃自己的丈夫 螃蟹会吃掉自己 退下来的壳 金翅大鹏心中一领 缓缓点头 白羽至尊 召唤出一枚骨头 送到金翅大鹏面前 小鹏王 这秘法需要你自残 甚至吞噬自己身上 剥落下来的血肉 这 金翅大鹏愣住了 虽然心里 有了一丝预感 但还是有点怂然 自己吃自己 何其残忍啊 但修炼一路 就是如此残忍 他莫得选 谢前辈赐法 他日我若成为昆鹏 会守护冠冠一族 直到我生死盗销 好好啊 白羽至尊满意地点头 金翅大鹏 回到了自己的巢穴 开始参悟 这名叫石退的秘书 罢了 我自己 把自己的血肉吃了 也好过 被林东方切肉下来吃 金翅大鹏 不是没想过 借助古族的力量 灭杀林东方 但还是那句话 人家身上有各种 各样奇怪的守护烙印 老一被人赶出手 直接死翘翘 但只修炼了一小会 金翅大鹏 就惨叫到神魂 都在颤抖 太痛了 没想到 居然连自己的灵魂 都要生生地撕开 为了变强 这痛苦值得吗 和这种疼痛相比 那萧熙月的刮骨尖刀 都算是温柔一刀啊 上次在熔火湖附近 被萧熙月一刀刮下去 十斤骨粉 是她这辈子最疼的一次 但现在灵魂上的剧痛 超过那次千百倍 她的惨叫声 把山灰引了过来 询问一番之后 山灰觉得自己骨头缝里 都在冒凉风 这也太变态了 殿下 您这种秘术太残忍了 说完这句话 山灰忽然灵机一动 自己品尝小鹏王味道的机会 是不是要来了 所以 殿下 您还记不记得 之前吃的菠萝菇老肉 记得啊 金翅大鹏点头之后 心里也是划过一道亮光 要是林东方把她的肉 做成更加富含血肉灵力的菜肴 她吃的时候 再运转着石退秘术 岂不是双倍的快乐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但 我们如何能保证 一定能吃到她的饭菜呢 我是断然不会投靠林东方的 金翅大鹏一脸的严肃 山灰思考了一会之后 低声道 殿下 您不能叛逃 但是我可以啊 我可以带着您的血肉 过去当投名状 等林东方赏赐给我什么好菜之后 我再给您带回来 金翅大鹏思索了 一番之后 缓缓点头 背负叛逃之名 真是辛苦你了 为了殿下的修炼和蜕变 我不怕吃苦 有句话说的好 只要肯吃苦 那就有吃不完的苦 但魔厨能让山灰吃到酸甜苦辣咸 天还没亮 林耀风大师 解木青城就醒了 按理说话神静 是不用睡觉的 但现在 吃了林东方的饭菜 晚上睡觉 成了比打坐 更合适的修炼方法 不过 她现在有些烦恼 今年33岁了 作为女人村 国的下一任国王 她最近收到了 她母亲的传信 该回去准备 准备摸一下好孕珠怀孕了 啊 怀孕什么的 还是太早了吧 而且 怀孕了之后 就无法继续在林耀风上生活了 也再没多少机会 吃林师弟做的好吃的了 木青城抱着一个大抱枕 头发乱糟糟的 平时一直戴着淡雅微笑的脸上 现在满是苦恼 慵懒得起身 赤着脚走到桌前 随手把快要绷断的睡裙袋子 往上扯了扯 热了一杯急到牛奶 又取出林东方 昨天做的桃花奶洞 这是委托他们 栽种玉米树 和十二瓶雪莲台的 贿赂 洁白细腻的奶洞内 是粉嫩娇艳的桃花花瓣 这一份 奶洞让林耀风上的妹子们 尖叫了一刻钟 我现在化神四重的修为 距离通天境 还起码有二十年 现在隔三差五的 吃林湿地的好吃的 估计用不了三年 就通天境了吧 进入通天境之后 即便摸好孕珠 也无法怀孕了 木青诚苦笑着 挖了一勺奶洞放进嘴里 比鲜奶的奶味更浓更甜 但陡然间 他觉得身子下 有骨潮乎乎的感觉 惊得他赶紧起身观察 浅蓝色的小圆凳上 映着白白的小兔子 但此时兔耳朵上 却染上了红色 我居然来月试了 女人国的女人 是不来月试的 所以她们只能 借由好孕珠怀孕 她先是心里 有些慌乱 但随后不知为何 有些开心 可以不用摸好孕珠 就可以生宝宝俩 甚至可以在林药峰上 住到通天境 度洁境之后 再考虑生宝宝 哈哈 羞死人了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的 木青成脸 忽然红得跟猪果一样 捂着脸甩了甩头 长发像是 情窦初开的少女裙摆样 飞扬起来 其实她昨天 在妙音峰上 吃袭回来之后 就觉得体内 好像有了什么变化 但没想到 是这种惊喜 透过捂着脸的指缝 那一份桃花奶动 也在红艳的朝阳 照耀下 染上了一层烟红 女修来月试 是三天 也是需要特殊装备的 她手头没有啊 于是只能红着脸 去找罗孟离 这个嘴最严的闺蜜 孟离 能不能借我 罗孟离就是之前 被认巍巍的兔子 祸害了菜地的美女 现在是林耀峰 首席大白菜 培育专员 牧师姐 你居然来月试了 罗孟离一眼看出了 对方为何这么扭捏 震惊到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但随即掏出一个 粉色的小袋子 递了过去 慕青城红着脸回了屋 换了身衣服 那么问题来了 到底是哪道菜补了 牧师姐 你身上的天缺 女人国的后代 又被称为天缺之体 培育大白菜 零米七八年 骆梦离养成了 认真好学 求知若可的特点 如果说散着头发的 慕青城 是那种温柔的 林家大姐姐 那平时喜欢 扎着高马尾的 骆梦离 就像是一个 一丝不苟的 搞学问的教师 不过他们的身材 高度相似 都属于那种 让老僧 都无法入定的 魅魔曲线 骆梦青城夹着腿 小心翼翼地 坐在软垫上 抱着一杯红糖水 红着脸开始回忆 昨天吃的菜里 开始对照 嗯 有治疗不孕的偏方 要吃鞍唇 那罐罐一族 和鞍唇是近亲 昆仑暴斧 用的是干报 蛟龙皮 正在两女研究的时候 林东方正带着火灵儿 在南明海边上赶海 哇 这黑冰蚝真好吃 火灵儿嘴里 塞了一只黑冰蚝 塞帮子 都鼓起来了 等吃到那淡淡的 葵花籽油脂香味之后 更是震惊的呆毛豆一颤 今天是火家准圣兽脚 也就是二花 对阵紫微星酒离 圣地圣寿 或豆 的日子 林东方在给二花 准备战前餐的食材 二花喜欢吃原味的海鲜 口味也清淡 所以 早餐吃十斤海鲜粥 最合适不过了 黑冰蚝 赤纹豹 铁甲蟹 翡翠虾 当然少不了那些 看起来比较围近的海肠 收获满满之后刚转身 远处一道熟悉的狗狗 碎碎的身影溜了过来 魔厨大人 山灰寺找着地飞边来 狗尾巴甩得跟风扇一样 可惜他长了一张人脸 没有甩出狗舌头 所以少了一分欢快 多了一分惊悚 他原以为林东方还在前缘界 没想到在海边自己遛自己的时候 遇到了林东方 这可把他高兴坏了 赶紧跑过来叛变 待 哪里来的小狗子啊 火灵掏出小镰刀 朱雀神艳照亮了方圆树里的海面 比刚刚冒出半边脸的朝阳 都要明亮 别杀我 别杀我 彭王托我给您带个话 啊不对 我是爱叛变的 不对 是弃暗投明的 本犬飘零半生 只恨未奉民主 公若不弃 我愿在魔厨大人帐下校 全马之楼 这山灰熟读人族各种诗书 说话一套一套的 林东方笑了起来 这肠狗总算来了 哦 来投诚 好啊 那就随我回摇尸圣地吧 啊 您这就答应了 不怕我是诈祥 林东方这么干脆 把山灰都弄不会了 正常的节奏 不应该是恩威病师的试探吗 比如故意让自己离开 然后大喊一声 大胆山灰 之类的 但很快山灰就知道 为什么林东方不试探自己了 节节节 小狗杂 正好本尊的山头 需要一只守山灵犬 李无极一眼 就相中了山灰 他和他夫人江兰伊 在摇池圣地 新开了个阴阳五行风 当起了安逸的手座 老李 这狗我也想要 这么的吧 咱们笔一笔等一下 谁先把一百颗星辰 凝炼成星沙 赢了的把狗子带回去 旁边鬼主摸了摸山灰 背后柔顺的黑毛 也想养狗了 阿弥陀佛 小僧我打小就喜欢大黑狗 你们俩能不能让着我这个小孩 我呸 你要是小孩 老子就是婴儿 李无极作为一个老道 天生不太喜欢小和尚未来佛 看着这三位残仙 为了自己争吵 山灰不知道 自己是该哭还是该笑 娘爱 我们苍天大陆传说 一共才六位残仙 这魔朱厨房外就有三个 这还怎么和他斗 打不赢 根本打不赢 山灰彻底放弃了 当墙头草的想法 老老实实地趴在火铃 给他坐在狗窝里 起码这里的人 没有对他说什么嘲讽的话语 哎 山灰你这张脸 我看着实在是不得见 这样吧 你把这面具戴上 围着围裙的火铃 丢给山灰一张鹿嘴巴的狐狸面具 多谢小主 碰 山灰还默等说 玩小主人撒字 就被摇着尾巴 跑过来的二花一屁股撞飞了 看着二花蹲在椅子上 以滔天秘术 把实井海鲜粥 吸入嘴里 细细品尝 山灰颓然地趴在地上 狗和狗 也是有差距的 但随后 他目光一凝 因为林东方 把一碗海鲜粥 放在他身旁的桌子上 给你的 看着半透明米粥里 那红红的虾肉 白嫩的蛟龙肉片 郁润的黑冰豪 山灰哭了 眼泪和口水 一起流了出来 由于二花 喜欢吃 几乎不加盐的餐食 所以他和山灰的那份 海鲜粥 就是大米加姜丝 和水煮开到浓稠 然后只加入鲍鱼片 虾尾 蟹肉 黑冰豪 以及最重要的蛟龙肉片 甚至连葱花都没加 二花 是最忠于食材原味的 山灰也挑到椅子上 和二花排排坐 以玉器术控制勺子 吃着粥 海鲜的鲜甜 和米香浑然天成 下肚之后 顿时感到一股蛟龙力 混入体内 体力在飞涨 战前吃这么一顿饭 起码能全力战斗 一整天 在苍天大陆 尚哪能吃到这样的早餐啊 古族需要大量的血食 平时都是生吞活泼 有些动物 虽然很补体力 但吃的时候 甚至要把自己的味觉 给封印了 不然 真的吃不下去 山灰吃着吃着眼泪 就噼里啪啦地往下掉 作为弱小的山灰一族 最后一个毒苗 他小时候喝不到上好的兽奶 导致先天不足 后来 学会了自己捕猎野兔 可算是没饿死 在古族里 他就是姥姥不亲 直到遇到了金池大鹏 他才受到了一些重用 但现在 他和二花一样 是有捉吃饭的狗子 厨房里的林东方 不知道山灰的心理活动 他正在准备 给火灵的海鲜粥 手掌大的活鲍鱼 只取中心的好肉 切薄片打上花刀 由于也切麦碎花刀 冰镇过的活虾去壳 左手拇指 从虾头后 掐下去按住虾线 右手捏着虾尾一拽 虾线就扯出来了 再松开左手拇指 拽着虾线 把虾头里的虾囊揪出来 林东方再给苏锦鱼 和江兰伊等人做演示 这方法真好 苏锦鱼跟着林东方 处理好了虾肉 刺啦啦 锅里下了一些玉米油 把虾头和姜丝倒进去 炒香炒出虾油 虾碰到热油炸出独特的香味 顿时让鬼主他们停止了争吵 规矩地在外面拍拍坐 吃 手勺敲打着锅里的虾头 敲得破破烂烂的 这样敲一敲 虾头里的精华 就全都敲出来了 锅里的油逐渐变成了诱人的虾红色 浓郁的虾香随着春风 在妙音风上摇曳 一群迁徙的候鸟 闻到香味都落了下来 随后鬼主挑了一只 看起来很好吃的给烤了 加水煮开一会 让虾头里的鲜味和虾油 充分融入水中 把虾头汤绿到砂锅里大火烧开 然后加入泡好的大米 全程大火就行 不过要记得补开水 米香浓郁的下人 这是北域特产的灵米 和苗要在稻田里扎根十年 在第十一年的时候 才会长出米粒 随着手头的零食越来越多 林东方的基础食材 也在更新换代 配什么喝粥呢 林东方摸着下巴在思考 啊 对了 我还带来了小鹏 小鹏那似的胸脯肉 山辉急忙从石亭灵药盒子里 掏出那块二百斤蓬胸肉 嗯 那做点炸鸡 蓬排好了 林东方眼前一亮 抓过这新鲜的蓬胸肉 开始切手长大的片 这片有半只后就行 然后用刀背在上面轻轻地剁 一来是剁开肉的纤维和筋 让口感更软嫩 二来是剁剁之后 肉片也更大一点 腌制就是胡椒粉 葱姜 少许黄酒和酱油 再来点昆古粉提鲜吧 这蓬肉 也适合黑椒一个毛病 香味够 就是鲜味差点意思 旁边山辉差点 被海鲜粥给枪死 啥玩意 昆古粉 这肉排 必须要给小鹏王兄弟 留一份了 只是他现在 似乎没有机会 离开窑池圣地 准备点干面粉 全蛋糊 做点馒头碎 师兄呀 要是没有馒头碎怎么办呢 比如我把馒头 都吃完了火铃儿 笑嘻嘻地跳过来 妙音风上 已经没有馒头了 带毛甩了甩 有点不好意思了 那把在一些干面粉里 撒点玉米面粉 再稍微淋点水 搅匀 再把面抓起来用手搓 搓出碎碎的小面片 也可以的 林东方笑着给他演示了一下 苏锦鱼在一边 暗暗点头 火铃儿有时候 都可以 林东方对火铃儿的宠溺 谁都都看得出来 师兄 这样的面片 还可以做疙瘩汤吧 火铃儿摸出了几个海胆 他还记得 海胆疙瘩汤的美味 对啊 海胆疙瘩汤 配炸盆肉排 也很好吃的 林东方把时间阵法内 腌制好的盆肉排拿出来 先在干面粉里打个滚 盆肉或者鸡肉 在炸制的过程中会出水 不这样 先裹干面粉的化卉 导致脱糊的 好 火铃儿一边熬着开水 一边点头 然后 放入全蛋糊里挂糊 再放进面片盆里 用面片碎碎盖住它 轻轻按一下 油温六成热下锅 二花对炸物不太感兴趣 但山灰 还是第一次闻到 这么激烈的香味 尾巴顿时摇了起来 林东方瞥了一眼这家伙 要不是长着一张人脸 这大黑狗 还是挺好看的 苏伯母 在粥里一勺花生膜 葵子酱搅匀之后 就可以下海鲜食材关火了 好 苏锦鱼一言而行 一勺花生酱下去 之后粥的口感 更加纯和厚重 各色海鲜下去之后 改了麦穗花刀的鱿鱼片 迅速卷去成长条 表面也出现了长长的 麦里 开了背的虾肉 也迅速变红成熟 还有薄薄的蛟龙肉片 和鲍鱼片 撒上一把香葱花搅匀 出锅 擦擦擦 旁边 林东方捞出炸好的棚肉排 金黄的面衣 在切开的时候 炸出的响声 就像踩碎了深秋 干枯落叶 乃般清脆 点点面碎飞起 又落下 又如缓缓落下的金色桂花 真的好像桂花啊 火灵儿咬着手指 呆毛摇了摇 林东方把这切好的 炸棚肉排 装盘递给她 嗯 那改天给灵儿 做点桂花点心好不好 好耶 火灵儿欢呼一声 双手把盘子捧高高 开饭了 碰 听到开饭的喊声 萧青仙直接把棺材盖顶飞了 山灰下的差点抽过去 这旁边的棺材里 居然还关着一个残仙 这妙音峰上到底几个残仙啊 快看快看 她把肉藏起来了 鬼主和李无吉 暗磋磋的看着山灰 把两块炸棚肉排 藏进了林药盒内 就像两个小孩 在偷看院子里 买骨头的狗子一样 二百斤的棚胸肉 都做成了炸肉排 多余的等着一回 看比赛的时候打牙计 山灰获得了五块 一共能有三斤多的样子 她珍重地收好了两块 特制的林药盒 能让这些肉排放进去什么样 拿出来也什么样 在场那么多残仙 她这点小动作 瞒不过任何人 只不过 大家都没拆穿她 毕竟还需要她当信使 来培育金翅大鹏呢 或者 让这家伙 直接策反金翅大鹏也行 人族和古族 制定了只需小辈之间 互相打闹的游戏规则 鬼主他们 也就由得林东方玩 等到哪天 林东方玩得不开心了 他们再把规则改得适合他玩 随后这俩老灯发现 山灰又珍重地收起 怎么还两块两块分出来了 李无极觉得有点奇怪 连他都把分到的肉排都吃光了 这产狗 居然能忍住只吃一块 鬼主注意到了山 灰看向二花的目光 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 吃完饭 众人赶赴胜受大笔的场地 路上 山灰用狗子语言 对二花说道 我这还有两块肉排 等会给你吃好不好 没错 山灰对二花 一见钟情了 本来他打算 给金翅大鹏三块肉排 给自己两块 但鬼使神差的临时决定 给金翅大鹏两块 自己吃一块 剩下的给二花 严格来说 雌性的二花 也是古族中的一脉 古族除了与人族 与人族之类的 天生人形的种族外 剩下的比如山灰 和二花这种 是无法化形成人的 这一点也是古族 和妖兽的区别 正巴金的普通狗子 修炼得到之后 反而能变成人形 二花却实掌 在山灰的审美上 狗头上 那硕大锋锐的牛角 匀称的身体线条 还有那如金钱豹 一样的毛皮斑纹 属实是狗中辣妹 二花摇摇头 我不喜欢油炸的 烤的或者煮的还行 还有你 为什么长着人脸 太丑了 山灰的人脸 遭到了二花的嫌弃 他呜咽了两声 我也不想这样 实在是造花弄人 我以后会想办法 换个狗头的 好吧 二花尾巴摇了摇 抬起前肘 拍了拍山灰的脖子 山灰顿时激动起来 狗子之间 互相搂脖子 是有意地表示啊 彭王殿下 不是兄弟不是人 奈何二花 实在是太漂亮了 山灰鼓足勇气 取出一枚妖丹 他要为爱冲锋 二花 这是我之前 在一个秘境里 获得的杜杰 进天马内丹 可以短暂地让你发挥 出街静通天境的 实力数次 万一那货都太强了 可以激活 这内丹反杀他 天马不是马 而是一种犬科鼓足 白色身子黑色的头 还长着老鹰翅膀 属于是狗中帅狗 万狗迷那种 在场的都是实货的人 这内丹 足以让山灰 发生重大蜕变 没想到 就这么拿出来 送给二花了 乖乖 这家伙求偶 还真下血本啊 众人都看待了 看着山灰 那一脸的期待 二花 难得得有点不好意思 这内丹可以让你自己 变得好看一点吧 我好不好看无所谓 那货都很强的 我怕你受伤 瞧你这傻样 我哪那么容易受伤 想到山灰这家伙 能把变好看的机会放弃 二花十分地感动 这家伙虽然长得丑 但是心里还是很温柔的嘛 于是 二花娇羞地收下着内丹 狗子们触对象的过程 就是简单粗暴 比人痛快多了 山灰兴奋的原地转了几圈 还是投奔魔术好啊 刚吃到了小鹏王殿下 做的炸肉牌 现在又抱得美眷归 那我去揍斗了 小心啊 山灰还是第一次 这么患得患失 从前的他 可是忽悠山高兄弟 都不带脸红的 但现在他的脸红的 跟猴屁股一样 两狗相望 眼神都能拉丝了 林东方等人 或者奶茶吃着 这正八斤的狗粮 虽然听不太懂 但大致意思 还是能猜到的 山灰看着二花飞入战场 神色明显 紧张起来 巧了的是 久离圣地的 霍豆也是一种犬科异兽 浑身上下缭绕着神火 威武不凡 山灰一看霍豆 顿时就有些自卑 别的不说 霍豆那行四郎的狗头 就十分帅气 如果我也这么好看的话 就和二花更般配了吧 从前的山灰 场内 二花威风凛凛地站在场中央 她现在肉身 足以撕碎化 神经的强者 更有饕贴秘术护身 和天马内丹 根本不把对面 那浑身冒火的霍豆 放在眼里 今天小主人 似乎也觉得 山灰那家伙很丑 对面这个霍豆 长得还凑合 可惜这霍豆 让我感觉不爽 杀了吧 霍豆傲然地 看着二花 只要你成为我的配偶 就留你一命 我呸 二花怒吼一声 一爪子 把霍豆的公狗腰拍断了 霍豆惨叫一声 急忙打起精神 修复伤体 开始薄杀 包厢内 林东方一些骨肉相连 开始烧烤 龙雀软骨和捧腿肉 滋滋滋 由于软骨 本来就是烤龙雀身上的 是熟的 所以这些串串上 多刷了点油 不然软骨容易焦了 只是这香气 没有引起 一边山灰的注意 这家伙全部注意力 都在二花身上 林东方一边烤串 一边打量着山灰 这馋狗 炸肉牌可以多给他几块 二花和霍豆 打了能有一颗钟 山灰看的那是一个心惊肉跳 以后可不能跟别的狗妹妹 眉来眼去了 场内 二花看着奄奄一息的霍豆 仔细想了想 虽然山灰那家伙 是自己的配偶 但长得丑 就是长得丑 他要想办法 让对方漂亮点 于是 二花把霍豆 收进了胃里的滔铁空间 传说滔铁的胃 可以容纳天地 他现在 只修炼到了 能容纳一座小山的程度 那也十分够用了 回到妙音峰食堂之后 二花把霍豆的尸体 丢到山灰面前 这货豆给你了 山灰又哭了 火灵儿坐在旁边 小手捧着下巴嘀咕道 多么多愁善感的狗子呀 才来半天 哭了三回了 他的嘀咕声 让山灰有点尴尬 不过在一看地上 躺着的霍豆 他又兴奋起来 当下也没推却 开始炼化霍豆 最后山灰成功地 进化出了一张狗脸 如同隔壁村头的 大黄狗一样憨厚 不错不错 好看多了 二花很满意地 拍了拍山灰的脖子 叮嘱道 你可要好好的 把苍天大陆的那群家伙 勾搭回来 给林大人吃 放心吧 我绝对把最好吃的家伙们 都勾搭来 白宇至尊 听取了我的建议 让苍天大陆的家伙们 来北斗星度节 以后肯定少不了 新鲜的食材 他们都来北斗星度节好啊 这样就可以批量 收割雷节和雷节夜了 而且 还可以试试好运珠 林东方给了这俩狗子 两只烤全羊 又把好运珠取出来 摆在桌子上 这没天地其真 已经被放进了一个 更奢华 有格调的木盒 闪闪光滑 给桌面染了一层紫色 师兄啊 这珠子 真的谁摸谁怀孕 火灵儿坐在桌前 盯着好运珠 下巴 隔在交叉的食指上 呆毛严肃的一颤一颤 是啊 你可不能偷偷摸这珠子 林东方认真地叮嘱他 万一这丫头摸完了怀孕 那乐子就大了 哎呀 我才没那么不懂事 就是想着 用这珠子 让我爹娘再给我添几个弟弟妹妹罢了 懂事 众人心里都是一哆嗦 也就是苏锦鱼不在这 不然非得抄起 那用彭语做的鸡毛胆子不可 可火灵儿一脸的期待 他顺手 把独孤碗抱在怀里 开始给对方梳头 好可爱啊 棺材里的萧青 仙渣 拔着眼睛 看着这一幕 可爱的灵儿 给可爱的小碗梳头 她的心都要化了 决定了 到时候和灵东方生俩女儿 第二个就叫灵婉儿好了 不过 这位白给女仙 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 灵儿 要是让你娘摸珠子怀孕 那你爹 岂不是没有参与感了 火灵儿呆毛一颤 他确实忽略了这个问题 那 那让我爹我娘一起摸珠子好了 噗 他怀里的毒蛊碗 一个没忍住 嘴里的奶茶 差点喷了对面 灵东方一脸 还好老灵 是圆英镜的大修士 以光木屏障挡住了 不过 要是师姐师傅喷的他 肯定不挡 一边独孤梦 看不下去了 他使了个竖法 清理了狼藉的桌子 然后放下一本古籍说道 这珠子 过了通天静魔就没用了 啊 那真可惜了 火灵儿小脸扁了扁 下唇突出 来向头顶吹气 吹得呆毛乱晃 不过 通天静以下的话 那正好培育那些 来北斗星渡劫的古族 林东方并没有气馁 反而更兴奋了 通天静以下的古族 比较年轻 肉质细嫩啊 别的不说 那藤蛇就是好东西 不光肉好吃 那一圈圈的软骨 还可以当烤鹅的腹部 缝合线来用 烤熟了也不用拆线 直接就和肉融为一体了 嗯 师兄啊 那咱们 可以把这好运猪做成武器 看中哪个古族了 就戳他一下 戳谁谁下载 火灵儿又来了精神 抓着独孤碗的小手 对着林东方一顿戳 戳谁谁怀孕 一边的萧青仙 忽然脸一红 独孤孟白了他一眼 这家伙都还没白给呢 倒还挺能联想 有些法宝 只有主动摸才生效 被戳恐怕不太行 说起来 林耀峰的穆青城 是女人国的公主来着 独孤孟突然想起了这件事 啊 穆师姐 还有这么一层身份 林东方没想到那位 温柔的师姐来头 也不小 嗯 虽然女人国 已经变成了女人村 但他这组长女儿的身份 可是正巴金的 独孤孟喝了一口酒 要不你去问问他这东西 主动戳人身上 能不能导致怀孕 好嘞 我这就去 顺便再去弄点桂花回来 给师父做桂花酒酿吃 独孤孟目光顿时泛起涟漪 这小子 今晚必须夜洗他 而且萧细月和东方帝皇 都闭关了 姐姐姐 脸皮厚吃个够 林儿 咱们去林耀峰 好夜 又可以和牧师姐他们吃菌子了 火林儿 把独孤 碗放在萧青仙怀里 抓起一盒小酥肉 跟着林东方跑了出去 俩人溜溜打 达上了林耀峰 路上见到河里的罗斯们 在嚣张地吃着水澡 林东方为了保护水澡 开始收拾他们 紫苏炒罗斯 岂不美哉 火林儿搜的一声 跑进桃花小院的餐厅 牧师姐 我把我师兄带来了 那个虎文姑还有吗 上次说好的 把我师兄带来 就请我吃香煎虎文姑的 虎文姑是一种 能有一尺半长 小臂粗的大蘑菇 蘑菇头不大 配色和老虎的皮毛一样 用和北玉的牧民学的烹饪方式 以酥油来煎 十分好吃 那自然说话算话 沐青城放下水杯 很不自然地站起身 见到林东方过来之后 他的脸更红了 又烫又红 牧师姐不舒服吗 林东方一愣 沐青城此时脸红的样子 让他想到了当初 第一次和自己泡温泉的萧西月 沐青城平时 都是优雅从容的 脸上一直都带着温柔的笑容 现在的状态 还是第一次见 旁边的落梦里 看林东方的眼神 也不是很自然 比较躲闪 不过 他一直以来都这样 林东方也习惯了 没有 就是身体有点变化 不妨是的 沐青城深吸了一口气瓶 负了心情 转身取来一筐虎文菇 递给火灵 若 这可是春头第一茶的虎文菇 最好吃了 谢谢牧师姐 火灵美滋滋地 接过蘑菇 洗了洗漱着切片 掏出一个小灶 和平底锅 锅里润了一些 苏油开始煎蘑菇 苏油的甘甜奶香 和虎文菇的鲜美 混合在一起 只需要少许的盐调味 就是一顿完美的郡子盛宴 一边吃着煎虎文菇 火灵又倒过出全蛋糊 开始炸平菇吃 加点椒盐的炸蘑菇 比炸肉都香 等木青城再转身看过来 发现面前桌子上多了几杯 像是桃花奶冻一样的甜品 师姐 这是红糖浆状奶 再来月食的时候 吃很暖身子 就是先在碗里加两勺生姜汁 再把牛奶加热到八成热倒进去 林东方注意到 木青城喝的是红糖水 就顺手做了 而且林儿 这几天也快了 这丫头每次来月食 都哀悠哀悠地叫唤 仿佛受了什么苦难一样 实际上一点都不带疼的 叫唤就是为了让林东方 给她炖鸡汤喝 林儿 过来吃姜壮奶 来了谢谢林师弟 木青承端起小碗 一勺姜壮奶入口 奶香醇和 姜汁的辛辣 被热牛奶和红糖联手击溃 几乎尝不到姜的味道 之前林东方的小院翻修的时候 曾在她的闺房里借宿过 那时候 她并没有什么多余的想法 因为那时候她觉得 自己和普通女人是有区别的 似乎没有那种欲望 但现在 她不想回去 当那娇滴滴的女王 只想继续当有的是戾气 和手段的事件 不过 她的思绪 又被林东方的话语打断了 木师姐 我想跟你打听 一下好运珠的事情 林东方取出了好运珠 这 这么大的好运珠 木青城震惊地站起来 林东方顿时垂下目光 大木师姐又耍赖皮 你这样 突然站起来不怕 林师弟也跟着站起来吗 紫衣师姐溜溜答答进来 手里拎着一大筐油条 她刚好见到木师姐 在对林师弟 发动浪涛攻击 赵紫渊 木青城咬牙切齿地 喊出了紫衣师姐的名字 大木师姐这个外号 平时一起洗澡的时候 喊喊就算了 现在林师弟还在呢 林东方耳朵动了动 这紫衣师姐的名字好特别 没错 赵紫渊在林耀峰姐妹里的 外号名叫找资源 也是最流氓的那个 想看什么禁书 啥的找她 啥都有 只要和她在一起 超过一刻钟 脸上至少三道车咕噜印 师弟啊 这姜壮奶 要是总不成功怎么办呢 赵紫渊无视木青城 对她的怒目威慑 施施然坐下来 还递给林东方一根大油条 嗯 很多新手确实容易做得不成形 先用常温牛奶 冲开一些奶粉就好了 玉兽风 炼丹风 炼气风 联合开发了一款丹炉 可以高效地熬制奶粉 于是推出了一款名叫 三山的奶粉 在摇池圣地周边的城池内 十分畅销 赵紫渊盯着木青城胸前 好饮了一杯热牛奶之后说道 嗯 那用牛奶冲开奶粉 算不算的 尚是我和大木师姐贴贴 买壮奶 又一道车轮 无情地从林东方脸上撵了过去 赵紫渊 不如你去把后山的三十里松树林 才出一个奶字吧 木青城忍无可忍 抱起赵紫渊 用力丢了出去 师姐 你怎么不把我丢到你床上 唉 人终究会被不可得之物 困其一生 赵紫渊在空中翻了个身 双手在身前拖了拖 如果说木青城是圆蜜瓜 那他就是个大苹果 他转身去财树林 大木师姐的命令他哪敢不听啊 火灵儿一边吃着酥油煎虎文姑 一边眼神滴溜溜地乱飘 得想办法问问木师姐 是怎么那么大的 不理他 咱们继续说正事 木青城红着脸又小心坐下 紧张地思考了一会后 他深吸一口气 很不好意地开口道 林师弟 这好运珠对我们女人 果有巨大的作用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向你求购 哇 师姐居然说任何代价 林师弟快扑上去 剩余的那些小巫婆 发出一阵尖叫 木青城软着腿 站起身面无表情地把门关上 施加了十八道封印 有些女孩子 只有再来越试的时候 才如狼似虎 懂得都懂 但又不能狼吞虎咽 所以就很难受 再加上旁边的有端联想 木青城只觉得腿软得不行 好在有化神经的修为 没人看出他的不正常 林东方知道 木青城肯定会想要 换这枚士官女人国国运的珠子 于是他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咱们都是自己人 就不说客气话了 以后我的那些灵要菜品 还需要牧师姐你们的帮忙 而且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把女人国 现在那颗小的换过来 我有用 这没大的好运珠拿出去浪 万一被打坏了 还是丢了都比较心疼啊 这样交换的话 林师弟还是太亏了 这样吧 等一下我让我娘把宝库打开 里面的东西任你挑选 木青城作为下一任国王 这点权限还是有的 对了牧师姐 这好运珠 是我在一片紫苏下发现的 紫苏 木青城一愣 我族一直都传说 这好运珠是某种植物 孕育出来的 没想到是紫苏 这些年 我在林耀峰上各种研究 也没研究出结果 怪不得牧师姐 是化道却来了林耀峰 林二 要不要去女人国做客呀 好呀 师兄去哪我去哪 火铃抱住了林东方的胳膊 于是 加上木青城 三人前往北域的女人国 林东方催动飞行大船 一路上穿云过海 加上走走停停看风景 用了多半天时间 才来到北域 初春时节的北域风景 严格来说不算漂亮 甚至有些萧索与荒凉 冰雪刚笑容才几天 放眼望去 都是枯黄的草根 只有被风而且向阳的地方 才有那么一眼惊艳的嫩绿色 充满了新生的嫩绿 在这一望无际的荒原上 显得微不足道 但弥足珍贵 林东方放慢了飞行大船的速度 这些嫩绿里 藏着好吃的东西 祭菜 一年四季 大自然时时刻刻 都在给予每一位吃货无私的馈赠 向阳坡下 林东方背对阳光 寻找着这初春的第一口鲜 此时刚是日上三竿的时候 暖暖的春光照耀在他的背上 热乎乎的 这时候的祭菜是最好吃的 秋末发芽 冬季扎根 春天搜的一声就钻出来了 剁掉根须上的浮土扔进小筐内 祭菜这东西虽然好吃 但挖起来太遭罪了 蹲地上一蹲就是半天 不过等到祭菜饺子上桌之后 这所有的辛劳都得到了慰藉 木青城取出一个翠绿色的小竹筐 这是一种能高效采摘各种草药或者蔬菜的筐 比如放进去一颗祭菜 再拍三下筐筐 方圆百米内的祭菜 就都会被拒进到这筐里 但扭头一看 林东方似乎很喜欢这样动手挖祭菜 他又把小筐收起来 和火灵一起动手挖 微凉的春风扶起木青城的长发 别的女孩子可以抱着膝盖 把身体蜷缩起来 然后下巴搁在膝盖上做甜美状 但是他不行 那样会凶闷的 师兄啊 这边还有点雪 有漂亮花花长了出来 要不要九点回去炸着吃 背着小箩筐 拿着小镰刀的火灵 现在对食材的朴素理解 就是先炸一下 这是顶冰花啊 好漂亮 这还是林东方第一次见到顶冰花 这种花很矮 但紫色的花苞 盛开的时候 一片片长条花瓣形成一个小漏洞 下子上白 中间是橘黄色的花蕊 这花不能吃 等回头修一个四季小院 到时候就在冬院里 栽一些顶冰花 林东方这几天 又冒出了装修院子的想法 赚了零食 他就想着花一花 反正修炼又不用存养老金 那么多零食堆 在那里又不能下载 而且顶冰花 冰林花之类的小花 真的很漂亮 百看不厌 到时候 春院里种好吃的野菜 夏院里种各种蔬菜 秋冬院里 种上冰林花 顶冰花之类的 林师弟不喜欢那些 雪中梅花吗 牧青城好奇地问了一句 他发现 林东方对长在树上的花朵 似乎并不很感兴趣 嗯 梅花确实好看 但是咱们 在观察顶冰花 冰林花的时候 可以发现半生 他们周围的野菜啊 牧青城和火灵儿无奈 这家伙喜欢这种 长在地上的小花花 果然还是离不开吃的 再过一段时间 就到了马兰头 野葱 野韭菜 蒲公英之类的收获季节了 还有最重要的刺老牙 等这些好东西吃过了 就可以去摘槐花包饺子了 林东方还惦记着槐花饺子呢 不过眼下重要的是 先包一顿 祭菜海肠饺子解解馋 因为火灵儿的哈喇子 都蹭他袖子上了 女人国不大 只有十多万人 和远处那数余人口 夸国比起来 真的和村镇差不多 夸国就是夸父国的后裔 国民身高都非常高 没有低于两米的 但是只有他们的皇族 才会身高超过三米 也就是过丈 也就是王二虎他们村 也有十来万人 紧挨着女人国旁边 不过两村从来没有什么矛盾 或者绯闻 因为女人国的女人们 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 而丈人村的家伙们 择偶第一标准是身高 越高越壮 在他们眼里越好看 所以王二虎惦记的妹妹们 都是绑大腰圆 身高过丈的 一拳能打穿一座大山的那种 清晨公主回来了 得知沐清晨回来 女人国内摆开架是家道欢迎 相风浮动 一百多位美女 笑盈盈地看着林东方 他们一行三人 北方有家人 一顾亲人城 再顾亲人国 林东方不得不感叹这句诗 真的太应景了 全都是美女啊 一般来形容走逃花运 或者艳福都已进了女人国来形容 为首的是 沐清城的母亲沐有荣 虽然很不礼貌 但林东方还是觉得 有荣乃大这个定律 是真的邪门 一身十分矜持 古板的普通灰色衣袍 被沐有荣的身材 硬生生地给穿出了风尘气来 这就是身材 过于傲人的烦恼 怎么打扮都容易有骨子风尘气 沐有荣和沐清成长得很像 但她的眼角还有一颗泪质 让充满少妇风情的欲言 染上一丝愁绪 多了一种深闺女王情义 连连无处觅的哀怨之意 沐有荣身上并没有什么上位者气息 看起来就像隔壁小孩的妈妈 那么温柔 原来是你 沐有荣认出了林东方 她就是文昌星的星池看守 之前林东方去求取文妖鱼的时候 她出题让对方 做了一道海陆空全家福 自从吃过那次全家福 她就觉得吃别的饭菜 都是味同嚼辣了 甚至做梦 都梦见吃林东方做的小鱿鱼 那一口鲜美烤鱿鱼子肚子里 包着的十斤炒饭 让她这辈子都忘不掉 她试着自己做了几次 但都做不出那完美的味道来 星池看守有三人 每二十年换一次班 往后四十年 她都可以在家过咸鱼百烂的日子 前辈您认识我 林东方只觉得 那类质有点熟悉 但就是不知道在哪见过 牧友荣显化了一下那次的面容 女人国的女人们 在生完宝宝之后 修为会有一个爆发增长的阶段 如果天赋足够的话 会知道度捷径后 才会放慢速度和别人一样 生完牧青城后三十三年 现在九十来岁的牧友荣 已经是度劫一众的修为 天赋比当年一百五十岁 直接冲到度劫 九重的东方帝皇 还是差了一些 啊 原来您是文昌星那位 星池看守 林东方这下认出来了 原来是熟人 那就好办了 于是和面 包饺子要紧 而且包饺子最适合唠嗑了 这个决定没人有意义 零食臭豆腐什么的 在这女人国里也有分号 现在这位 零食祖师 来了 不少女人都用好奇的目光 打量这位俊后生 季菜海肠饺子 季菜我吃过 可是海肠 慕友荣咽了咽口水 他小时候最喜欢的 是把季菜切碎 打进鸡蛋叶里 用香油煎熟了超级香 嗯 海肠季菜饺子 是海边人喜欢的一种吃法 山珍配海味 前辈当初考验我的时候 不也是这么想的吗 林东方笑着处理海肠 切掉两头 挤出内脏 洗干净血液就算完成 又扭头叮嘱道 咱们这季菜是初春头一茬 主根也很嫩所以不用掐掉 把那些须根拽掉就行 慕友荣微笑着点头 开始和火灵一起理季菜 他偷眼看看 认真处理海肠的林东方 做菜好吃 人也帅气 身调也好 修为也强 至于家产 女人国国库里全是宝贝 这要是放在眉生牧清城之前 遇到林东方 还能轮得到别的女人 但再一看一边的火灵 慕友荣最后还是决定 年轻人的事情 年轻人自己处理吧 一直注意着 林东方的慕友荣 没有注意到 自己女儿身上的异样 慕清城正在剁肉馅 再次感谢山高兄弟的五花肉 三肥七瘦肉馅 多余的肥肉剔下来熬猪油 火灵倒是没怎么注意 旁边那母女俩的异样 他呆毛一颤一颤的 美滋滋的在那里记彩 因为师兄说了 这一样菜要做三样馅的 一顿吃三种馅的饺子 那可太幸福了 师兄啊 这鸡菜里完了 要焯水吗 火灵抱着一筐洗净的鸡菜 像是主动请营的将军一样神气 最嫩的那些不用焯水 剩下的焯水过凉就行 林东方把海肠切好 又炒了一些鸡蛋 开始调第一种鸡菜鸡蛋馅 没有焯水的嫩鸡菜 直接切碎 稍微攥出去一些水分 再把切好的鸡蛋 碎加进去搅匀 这第一种嫩鸡菜鸡蛋馅 吃是鸡菜的本味 葱姜少放 只加盐调味 不可以加酱油 最后 加一些猪油和煎鸡蛋的油进去 这样香 而且鸡菜颜色翠绿翠绿的非常好看 也能保持鸡菜本身的脆 第二种是鸡菜猪肉馅 肉馅里打葱姜水 再把超过水剁碎的鸡菜加进去 也是加盐调味即可 咱们这肉和鸡菜一样多 还是三肥七瘦的 所以油不用太多 第三种就是海肠鸡菜 和鸡菜鸡蛋一样 葱姜少放 盐也少放 海肠万一盐多了就毁了 猪油多来点 才香才润 鸡菜焯水剁碎之后 水分不要钻太干 不然也发柴 那鸡菜不焯水 直接和海肠办怎么样呢 火铃儿呆毛一歪 成了个 形似问号的鱼钩 鸡菜和海肠 在成熟的过程中 都会出水 都用鲜的容易水多跑汤 海肠不能焯水 所以只能委屈鸡菜了 林东方黑黑一笑 炒起了擀面杖 开包 好业 火铃儿也兴奋地 举起了擀面杖 包饺子也是有讲究的 鸡菜鸡蛋和鸡菜海肠的皮 要薄一些 因为这两样馅皮 熟了馅就熟了 猪肉鸡菜的皮 正常就行 林东方在浇火铃儿 擀饺子皮 对面那母女俩 在包饺子 三锅开水 第一锅是鸡菜鸡蛋 这种线下锅 水开了立刻淋水 不然很容易就正了 正了就是破了 寓意发大财 这种线好容易 让饺子鼓起来 火铃儿在一边 端着盘子 等着接饺子 是啊 所以要擒灵水 皮半透明 能看到里面的鸡菜 和鸡蛋透亮的颜色 就说明熟了 或者薄底三开三菱 也绝对熟透了 鸡菜海肠也是一样 皮熟就行了 只有猪肉鸡菜 需要稍微久一点 灵水也不用那么谨慎 不多时 十几盘饺子端上了桌 吃鸡菜 海肠这种本身 风味显著的饺子 头几个 不要蘸酱油 或者醋之类的 这样才能尝到 最完美的感觉 林东方 第一个对着海肠季菜 饺子伸了筷子 这两样食材 都是他最喜欢的 海肠的鲜甜脆爽 和季菜的清香 完美的融味一体 每一口季菜里 都有海肠脆弹的口感 山珍与海味的 完美交融 就在这一口当中 俗话说饺子 要吃烫烫的 刚出锅的饺子咬开 里面的鲜美汁水 带着点点油花滴落的样子 实在是让人难以抗拒的诱惑 这季菜不焯水 就和鸡蛋一起包 有着焯水季菜 所没有的一丝脆嫩 季菜的风味 也完美地保留了下来 慕友荣眼前一亮 他最爱的季菜煎鸡蛋 要换成季菜鸡蛋饺子了 嘿嘿 还是猪肉的香 火灵狂躁 猪肉季菜饺子 樱桃小嘴一口俩 反正他不怕烫 多汁的饺子 整个的在嘴里咬开 没有一丝香味可以逃走 吃上几个原味的 再来两个蘸了酱油的 咸咸地更突出饺子里的肉味 和季菜的清香鲜美 吃完了饺子 人手一杯热乎的北玉 特产马蹄花茶 灵指马蹄花的花朵 只有两瓣花瓣 淡粉色 每一瓣都形似马蹄底部 故而得名 晒干了泡水 和口感清甜 有安神的作用 于是开始闹正事 林东方把好运珠 拿出来讲了 一下他的打算 慕友荣震惊的手一抖 茶水落在灰色衣袍上 让浑渊的大腿轮廓 彻底显现出来 都不自知 火铃儿瞥了一眼 呆毛一粘 他的大腿 只有这么粗 他把两只小手圈 在一起比划一下 自己走路 就算故意扭 都扭不出 牧师姐的橘毛感觉 大白菜 还是吃得少了 于是 火铃儿爆出一颗 灵药级的大白菜 拿出一碗鸡蛋辣椒酱 咔咔咔 吃了起来 化悲愤为食欲 林东方全 当这丫头没吃饱 顺手递过去 一些大葱和干豆腐 慕友荣盯着那紫色的珠子 丰满的下唇 都在颤抖 好运珠这东西 事关女人国的国运 先古年间 女人国也有 近亿人口 共有十大城池 每个城池内 都有一枚 人头大的好运珠 好运珠让人怀孕之后 多少会有丝丝损耗 现在女人村的好运珠 只有鸡蛋大小 现在女人村 都是抽签决定 谁才能摸 以此减少好运珠的消耗 不少人都在化神镜 憋了数百年不破镜 就是期待着 有朝一日 能轮到自己摸一摸好 有一个孩子 林东方取出来的好运珠 足有人头那么大 保底也能让女人村 延续百万年 慕友荣定了定神 抬手蒸干了衣袍上的水 然后急忙把女人国 现有的好运珠 拿了过来 这东西理论上 是身体任何部位接触 都能怀孕 而且不分主动和被动 做成武器的话 确实可以 质地也足够坚硬 堪比那些 炼制度结镜法宝的 顶级材料 你要把它炼制成法宝的话 我足宝库内 所有材料任你挑选 如此也好 偿还小林道友的一丝恩情 往后林道友的事情 就是我们女人国的事情 但有吩咐 我们都会全力相助 慕友荣越说越激动 甚至一把抓住了 林东方的手 啊这 伯母太客气了 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 以后帮我重重菜就行 林东方已经习惯了被抓手 也没什么反应 他宽慰人的话不多 除了一家人 就是自己人 这一套对长辈来说 极为好使 感受到掌心传来的温度 慕友荣这才自觉失态 不好意思猛然缩回手 身子也往后依靠 地动山摇 林东方低头喝茶 不愧是大木师姐的娘亲 天赋技能都一样啊 他又拿出了 装着那些老年份紫苏的盒子 紫苏年年都产业和苏子 种在那里都一样 更何况 林耀峰上人手不够用啊 女人国这里地广人稀 而且有山有水 灵气阴晕 比林耀峰的自然条件 也不遑多让 没想到好运珠这种圣物 居然是平凡紫苏育育出的 种菜的话 我们自然是尽心竭力 帮小林道友做好 慕友荣俯身接过这些紫苏 他现在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打谢林东方了 不仅解决了人口 越来越少的燃眉之急 还把运养好运珠的方法 也告诉了他们 这份恩情 就算林东方要求女人国 所有女人都嫁给她 都不算无理取闹 种点菜又算得了什么 以后家家种菜 随时等候林东方过来检查 小林道友 林儿姑娘 还请随我去宝库看看 有没有什么瞧得上演的 好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林东方可不打算装甲 这时候 客气就太见外了 慕友荣心里尝出了一口气 叫上 在一边一直沉默的宝贝女儿 一行四人前往宝库 宝库大门后面 自成一方世界 一栋栋楼宇精致华丽 闪烁着道道锐彩 女人国从古至今积累的宝贝 全都收纳在这些小楼里 这一栋楼里 是北斗星南狱的宝贝 这一栋楼里 是闻昌星的宝贝 这一栋楼里 是沟沉星的宝物 慕友荣一栋栋楼宇的介绍 后面还跟这些女人国的长老 没人有任何意义 反而觉得理当如此 外面的族人 正在排着队 摸星的好运珠 慕友荣刚刚下令 近一百年 随便摸好运珠 来恢复女人国的人口数量 几乎所有人都打定主意 等孩子出生之后 一起抱到瑶池圣地 去任林东方当干爹 到时候 也是一种盛况 此时 他们已经转悠到了第九个小楼 里面装的都是海里的宝贝 这鲍鱼壳好漂亮 林东方盯上了一个脸盆大的鲍鱼壳 外壳上五彩像是飘带一样 层次分明 而且 可是半透明的 里外都十分光滑 这是沟沉星的西海五彩鲍 只有千年以上的鲍鱼 才有这么大的体型 有极强的蛀眼美容效果 这鲍鱼壳 还可以治疗 先到层次伤害造成的毁容 慕友荣微笑着介绍 这可是好东西啊 林东方拿出小本门记上五彩鲍 慕友荣又把他领到一堆 星河紫金沙前 这种足以练仙器的稀有材料 光是放在那里 就有点点心灰 像是一挂紫色为底色的银河 这星河紫金沙小友收下吧 我听说紫砂砂锅是最好的 慕友荣温婉一笑 把星河紫金沙收起来 递给林东方 那太好了 等锅子做好了 先做点砂锅弹肉吃吃 师兄呀 砂锅弹肉 用什么肉做啊 我好去准备 火灵儿来了精神 他刚刚有种挫败感 他自己的小金库里 可没有这么多的宝贝 没办法让师兄逛这么久 要努力当一个小富婆了 不然以后都没办法保养师兄了 还用山高兄弟的五花肉做 这砂锅弹肉 是腐乳和酱油的酱香口 等上桌之前 再加点腐竹和油豆腐进去 那是相当的好吃 林东方捋了捋小呆毛 这砂锅弹肉 在早春时节吃 还是比较应景的 不过最好还是在大雪纷飞的时候 那咱们再往北走走 去北明海边上 就有大雪了 正好林儿去北明海里抓点 生蚝给师兄吃 谁能拒绝一个 抱着自己胳膊摇啊摇 还眨巴着眼睛的 可爱带毛师妹呢 好 那再用砂锅 炖一些酸菜猪肉粉条啥的 正好加点生蚝 进去也好吃 生蚝 慕有容眼前一亮 北明海的水晶蚝 与东海的珍珠蚝 以及文昌星的新辉蚝 并称三大蚝王 味道各有千秋 等下可以寻一些水晶蚝来 吃生蚝 他可是行家 那好 那就多弄点水晶蚝尝尝 心里惦记着 砂锅弹肉和水晶蚝 几人又在宝库里转了一圈 最后 选了一节盘木的根筋 来和好运珠一起炼制 盘木是仙谷之前的一株仙树 树冠方圆千里 林东方无法想象 那是怎么样的一棵巨树 他手里这一节树根 足有百米长 比一棵大树都粗 这好运珠和砂锅林东方 打算亲自炼制成本并法宝 不然星河紫金杀的 杀过他就烧不透了 前前后后用了五天才 炼制出好运杖和五个砂锅 这期间 金翅大鹏和众多古族青年才俊 来到了北斗星 叶长明和柳如烟 被敲了一次闷棍 林东方忙活完后 第一时间通过传音符 了解了一下叶长明的近期动向 一旦这家伙故意去哪个秘境 那多半就是要对到志愿下手了 必须得敲闷棍 师兄啊 这就是好运杖 是啊 火灵接过这根两米多长的大棍子 发现顶部裂开 成五条黑龙状 拱卫着紫色的好运株 一百多米长的根须 被浓缩成这么长 手感不赖 他耍了一通棍花 虎虎生风 紫光中带着火光 像是风火轮一样 我戳 小手往前一送 对到了一棵松树上 肉眼可见的这松树 长出了不少松果 哇 对植物都有效 火灵呆住了 好 意外止喜啊 林东方把好运杖拿回来 这要是回去戳一戳雾到茶树的话 嘿嘿 不知道能不能促进树树发育啊 不过眼下 还是去趟北明海吧 吃沙锅谈肉 也正好弄点鲍鱼回来 试着自己做干鲍 师姐和伯母一起去吗 林东方搓搓手 今天天气有些阴沉 道春寒 还飘了点点细血 正是吃顿菜的好时候 人多吃饭香 自家人聚 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只要气氛正常 那绝对能多吃半碗饭 好 一起去吧 沐青城 好不容易熬到月室过去了 脸上也恢复了从容 不然 这三天梦见了林东方五次 每一次都是抵死缠绵 他仔细想了想之后 没有和母亲说 关于月室的事情 打算找到 是哪一道菜的原因之后再说 慕友荣也是连连点头 于是 寄出飞行大船出发 前往北明海 越往北 气温越低 大地也逐渐被耀眼的白色血缘覆盖 北明海和南明海不同 这里风浪很大 飞行大船落在海面上 十几米的巨浪 砸在船头炸出漫天的白雾 但大船毕竟是法宝 微然不动 这巨浪砸船的视觉冲击力 倒是十分不错 一只巨大的雪鹰 叼着一条两米多长的大鱼 落在船上开始大快躲移 只有最难严寒的几种海鸟 在这里栖息 远处的海面上 众多海鸟忽然发出一阵尖叫 扑扔着翅膀飞上高空 那里有一片很大的红色 那是无数只鳞虾 聚集在一起形成的水中 红云 一条长达百丈的巨鲸 翻腾出海 几口就吃下了 这数以千计种的鳞虾群 呼啦 海浪翻涌 巨鲸吃饱喝足 一甩尾巴潜入深海 看着远处那些小虾 林东方忽然一拍脑门 果然 还是要出门溜达 不来这北明海 就肯定想不起来北极田虾 田虾和鳞虾不一样 它们在更深层的海水中 个体比鳞虾也大一些 鳞儿起最大的锅烧水 加浆片和盐就行 得令 火灵儿架起一口方圆 二十多米的大锅 朱雀火呼呼地窜出烧水 牧师姐和伯母 随我去捞下 好 女人国的国王 和下一任国王 就这么华丽地变成了渔女 海面上巨浪滔天 海面下暗流汹涌 一根根巨大的海带 像是魔女的头发一样 随着暗流疯狂摇摆 林东方天眼一开 昏暗的海底 顿时亮如白昼 那两个女人 在捕捞北极田虾 她在搜索别的海产 人头大的赤海胆像 是不要钱一样 在海底随波逐流 这海里太冷了 来磨出锅里坐坐吧 收获了几百只赤海胆之后 林东方在一片珊瑚 石下 发现了一些水晶蚝 南明海的黑冰蚝 只能生长三十年 但是水晶蚝能 生长五十年 在这极冷的北明海内 它们发育的速度很慢 为的是让肉 更紧实来预寒 半透明 如水晶的外壳上 一圈圈的 年轮 林东方超起一只 四十年的老蚝 也不过手掌大小 单以肉质细嫩 紧致程度来说 比黑冰蚝明显好一筹 林东方翻翻找找 又弄到了数百个水晶蚝 鲍鱼也弄了一大堆 再一看周围 珊瑚内各色的鱼儿 就那么毫无防备地 绕着自己转悠 它已经来到了 数百米深的深海中 陡然间 一道醒目的红色 划过海底 大眼红鱼袖走 林东方张张嘴 冒出一阵气泡 像是鱼雷一样 嗖的一声追了过去 几条一米多长的 红色大鱼 被它抓住了 这鱼最大的特点 就是硕大的黑色眼睛 几乎有鱼塞的 三分之一大 转翻了 这可是深海红鱼啊 和大黄鱼一样 好吃又稀罕的玩意 吃 林东方直接在海水里 杀鱼 去淋去塞选内脏 鱼堵鱼镖 可得留着 大红鱼啊 你可要谢谢我 我直接带你 上岸你会因为压力差 而长度破开惨死 我现在 就给你个痛快 居然还有鱼花 鱼花就是 连接在鱼堵后面 一个类似菊花的丝状结构 口感很不错 最典型的 就是鲑鱼的鱼花 用深海海水洗净的海鲜 有独特的咸鲜味 甚至有不少人 专门深海捕捞袋上的 海水煮海鲜吃 现在有了条件 林东方当然要对得起 自己吃货的头衔 远处几条白米锯齿沙 闻到了血腥气 凑了过来 被林东方 几个大逼兜打的 露出了温顺的目光 乘着锯齿 杀跃出水面 林东方回到了大船上 海面下霞光点点 那对母女花 还在捞虾 师兄啊 这鱼的颜色好漂亮 火灵儿最喜欢红色了 这大红鱼的颜色 和它的发色 也差不多了 这鱼可好吃了 咱们今天 就弄点鱼快吃吃 之前钓的那条鲑鱼 金枪鱼 被小猫给祸害了之后 就没做愉快 好业 火灵儿 顶着寒风喝着奶茶 美滋滋地 在一边观摩刀工 腮后尾前下刀 这还微微抽搐的 大红鱼的鱼肉 就被剃了下来 虽然不遇到 但是好吃啊 菜刀打斜 轻轻窃下 一片片半透明的鱼肉 连带着亮红色的鱼皮像 是叠意一样展开 旁边的碗里 扣着用热水温润的 黄剑墨酱 师兄 这鱼肉好透亮 比之前吃的文鸟鱼 都精英矮 火灵儿咽了咽口水 那可不 海水越冷鱼的品质越好 哗啦啦 木青城和木有荣 跃出水面 他们捞了 能有一万斤的甜虾 甜虾倒入 那巨大的开水锅里 不多时就飘出香味 同时释放出鲜美的味道 这虾熟透之后 立刻速冻 才会有那极致的口感和味道 用不着酒磷玄火 只需把熟透的虾 捞出来 放在没有阵法保护的桌子上 这北明海的凛冽寒风 瞬间就把熟虾 吹成了冻虾 几乎透明的虾壳 和红润的虾肉被动得分离 不少虾头中 还鼓着粒粒分明的虾子 哇 这是我吃过最方便包壳的虾 火灵儿捏着虾头和虾尾一揪 白嫩嫩的虾尾肉 就和虾壳分离了 连虾尾里那四平日里 最容易忽视的肉肉 也完整地显露出来 他还从没这么完整地包出过虾肉 送入口中 翠刃坛牙远超之前 吃过的各种龙虾 更还有着深海虾 独有的清香和鲜甜 更旧 来尝尝这大红鱼 等回了南狱之后 再去找找大黄鱼 大黄鱼和虾子面是绝配啊 林东方夹起一片鱼肉 这鱼肉的颜值 与东兴斑不相上下 很少有鱼皮 是这种明艳的红色 不过东兴斑的鱼皮 是彻彻底底的红 带一些黑色斑点 这深海红鱼的皮是百里透红 两者的肉质和风味 也是各有千秋 木有蓉也动了筷子 没有蘸酱油 毕竟是在深海里 直接洗净的 自带了咸味 入口冰爽鲜嫩 风味以咸鲜为主 略微带点回甜 后期能吃到一点油脂香味 嗯 鱼皮也比较有口感 因为比较饱 所以脆感不强烈 比较柔软 它在文昌兴的海中 孤岛看守文瑶鱼那么多年 吃鱼也算是行家了 林东方更在意的是口感 这大眼红鱼的肉质 比石斑鱼更加紧实一些 毕竟是深海冷水鱼 慕友荣品尝几口之后 就开始和火铃儿他们 一起疯狂扒下 一壶茶 一盘虾 一口五只吃光光 火铃儿坐在船边上 晃悠着小腿 哼着小曲 旁边是一大堆的虾壳 林东方哑然失笑 以口感和鲜甜来说 任何鱼在冰虾面前 都是搬门弄服 看了看那两个巴掌大的 红鱼鱼堵 这玩意不打鞭卢臼 等等 我是来北明海 做砂锅谈肉的 怎么会在红鱼身上 如此堕落 大眼红鱼你 不要这么无辜地 瞪着眼睛看着我 要不是你 以鲜嫩的肉质诱惑我 现在山高兄弟 已经下锅了 林东方深刻地 检讨了一下自己 顺手一戳红鱼的脑袋 这祸嘴巴 居然还动了一下 到底是引气静的鱼啊 生命力怪顽强的 顺手把鱼头 丢给远处那几只锯齿� 起身开始切肉 大眼红鱼的眼睛太大了 看着不舒服 这鱼头不吃也罢 这鱼头不吃也罢 师兄吃虾 看到肉切得差不多了 火灵抓着几个虾人 塞进林东方嘴里 师兄啊 今天的肉块好大 比红烧肉都大了 呆毛一颤 震惊了 这肉肉也就他的樱桃 小嘴能一口吃两块 让夕月师姐 来多半还得一小口 一小口咬着吃 嗯 这砂锅弹肉 就是要比红烧肉 稍微大一些才好 红烧肉要是这么大的话 会很甜腻 但是这道菜 是酱香口不怕的 起锅熬糖色 入葱浆后 把焯过水的肉 下锅开始翻炒 在这汉海之上 迎着海风做这道 地上跑 的菜 让林东方心里 别有一番的爽快 等到五花肉里的油脂 被边炒出来 也就是肥肉部分 有点收缩之后 林东方往里加盐和酱油 以及俘乳汤汁 师兄啊 你以前做红烧肉的时候 不是说在出锅的时候 加盐吗 这样提前加 会不会让肉发柴啊 火灵儿缩了缩手指 这俘乳汁下锅之后 炸出的香味 不怕提前加盐 炖好了之后 还要放上半天才好吃 瘦肉丝丝分明 肥肉入口即化 和红烧肉相比 我更喜欢吃这道菜 林东方开始往锅里添水 烧开之后 倒入旁边的五口紫金砂锅内 香叶桂皮八角小茴香花椒 放入香料包 丢进去再淋一勺黄酒 大火煮开 小火慢炖 这这北明海上 第一次飘起了猪肉的香味 就在林东方在海上悠然地钓鱼 等着肉成熟的时候 被全村 全庙英丰食堂寄予厚望的山灰 找到了金翅大棚 还带着炸棚肉排 棚肉版本的鸡米花 甚至还有蜂蜜芥末酱 和番茄酱啥的 金翅大棚耿住了 他虽然不是人 但也参观过一些人类的酒楼 秦内能做成的菜品也不少 卖的贵的就更多了 他没想到 那个可恶的魔厨 居然把自己的肉 做成了这么 廉价的油炸食物 但提鼻子一闻 香是真的香 而且还有一种不属于 他自己的鲜美 说起来 你这张脸 倒是好看了不少 金翅大棚 注意到了山灰的变化 笑道 你可不要因为林东方 帮你变好看 就乐不思苍天大陆了 山灰正色道 殿下这话说的就见外了 我这些天 对苍天大陆 可是日日思夜夜想 这话可是真的 自从二花跟他说了之前 吃过的那些好菜之后 他就一直惦记着 苍天大陆上的那群家伙 恨不得把他们都抓起来 送到厨房 如此我就放心了 这些酱 金翅大棚 心里很不适滋味 吃自己的时候 还蘸酱吃 这么讲究 这是鸡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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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蘸了蜂蜜芥末酱的鸡米花 金翅大棚眼含热泪地 给自己催眠 虎毒不四子 这盘菜 可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鸡米花入口 这酥脆的口感和香味 甚至让金翅大棚忘记了 运转石退秘书 蜂蜜的甜化 开了芥末的刺激 让炸鸡的香味 成倍地释放出来 金翅大棚眼角坠 落一滴泪珠 这泪珠上 还倒映着点点碎金 那是从他会编炸裂的酥脆面衣 殿下 可不要忘了石退秘书 山辉急忙提醒一句 啊对 金翅大棚 强行忽视自己 鸡米花的美味 运转石退秘书之后 这大棚本源之力 被疯狂地提取出来 这一盘鸡米花 顶得上他 吃自己一百斤血肉 魔除的除道家成 恐怖如斯 不过别人吃他这一叠 就没这么大的效果了 石退秘书和除道家成 混杂在一起 才有这种效果 而且石退秘书之后 在吃自己的时候 才有效果 咦 这里面怎么还有昆的血浅 金翅大棚 震撼到无以复加 这一丝气息 是他做梦都想得到的 殿下 那魔除收藏 有一枚昆骨 在烹饪 金里花的时候 加了一些 据他说昆粉可以提鲜 山辉咽下口水 解释了一下 林东方和鬼主等人 都不怕这秘密暴露 就等着下一个 叶青云上钩呢 金翅大棚愣住 难难道 那魔除手里 居然有昆骨 这昆骨的加入 无疑让他 在蜕变的道路上 又开启了新的道路 他倒是不打算 直接去抢昆骨 因为那 绝对是取死之道 姚至尊去抢 更是送死了 据白宇至尊 说叶青云死得太惨了 连灰都不剩 山辉一听这话 就知道对方 肯定后悔 没有亲自叛逃了 嗯 埋下了一颗种子啊 但根据鬼主 和李无极的教导 那魔除现在在哪 北明海上 林东方正欣赏着 一些巨大的海带头 这是海带的根部 肉质肥厚 冷水下锅煮熟 清洗掉表面粘液切细丝 怎么做都好吃 葱蒜小米辣 还有芥末酱 酱油陈醋香油香菜 稍微一拌 就是一道极为鲜美 开胃解腻的小菜 喜欢的话 还可以加点原葱丝进去 林东方爱死这打野的感觉了 感觉自己正在朝食物链的顶端爬去 时间阵法那坛肉 已经冷静了十个时辰 揭开锅盖 上面是一层白白的猪油 五花肉呈现出一种暗红的酱色 和红烧肉的红量完全不同 想让肉汤最后不那么油腻 可以趁此机会 把上面的白油刮下去一些 等到煮面条的时候放进去 是极好的 咕噜噜 小火再次烧开这五口锅 香味再次一出 汤色和肉也因为油脂化开 而明亮起来 香味比刚当关火的时候 更加富裕了 慕清成咽了咽口水 他很喜欢五花肉 那是 现在喜欢什么 自己往锅里丢就行了 林东方手一挥 桌子上有各种各样的食材 鲜豆腐 豆腐皮 虎皮鞍唇蛋 油豆泡 腐竹 木耳 豆芽 小白菜 大白菜 粉条 宽粉 被北明海风吹好的冻豆腐 以及刚刚捞上来 处理好的海带片 四人各自加了喜欢的食材 肉汤慢慢把这些食材的香味 融合在一起 远处 金翅大棚和山辉狗狗碎碎地 咽着口水 少主 不如您去挑衅挑衅 山辉用尾巴 拍了金翅大棚一下 按照之前和林东方 商量好的计划 这次的主要任务 不是打肉 而是让金翅大棚抱上蛋 我怕那林东方 顺手把我宰了 和山高兄弟的肉 一起下锅 金翅大棚知道自己 现在绝非林东方 那个怪胎的对手 放心吧 林东方现在有美人相伴 心情肯定很好 不会太残忍的 那好 金翅大棚目光一宁 反正他还有保命的逃跑方法 被林东方切一刀 总比蛻变秘书来的爽快 也不得不拼了 那龙 痴 痴 觉醒了至尊谷 战力已经逼近我与龙雀 这一世不仅是人族的盛事 我古族也是各种传说中的血脉体质 层出不穷 金翅大棚叹息一声 旁边山灰一愣 然后咬牙切齿 龙池一族可没少欺负过他 这不得让他们也下锅当兄弟 看金翅大棚冲了上去 他急忙以密法 把龙池的情报通知给林东方 龙池 林东方眉头一挑 古族中凡是带龙字的都比较强 龙池形似大猪 头有龙脚 比山高兄弟还强一些 金翅大棚冲到林东方面前之后 神色复杂 这叫什么事啊 自己送上门让他砍一刀 然后再敲咪咪地 吃对方用自己做的菜 不过三招 林东方向征信地 从金翅大棚胸口 弄下来50来斤好肉 这次才50斤 已经足够克制了 等大棚运转秘术恢复伤势 开始逃跑 他追上去 用好运杖捅了一下 金翅大棚骇然发现 自己体内多了一股莫名的契机 你这是什么法宝 金翅大棚有点慌 会极其痛苦 甚至半废掉 这是好运杖 戳谁谁怀孕 不分种族和性别 林东方美滋滋地 把好运杖收好 为了你们古族的未来 这可是 我花极大代价炼制的 你 金翅大棚呆如木鸡 他万万没想到 林东方能倒过出这种法宝 不过没等他深入思考对策 远处就传来一阵张狂的笑声 哈哈哈哈 没想到小棚王 居然也有插翅难飞的一天 让我来帮帮你 远处一只三丈多长的大猪飞了过来 通体漆黑 身材健壮 而肥山高那么肥硕 毕竟 他不用灼热猪油攻击 轰隆隆 龙池背后爆发出漫天的金光 一条条金龙撕碎了漫天的风雪 像是蔑视的天法一样 散发着骇人的奇迹 只一条金龙落在地上 就让血缘上出现了一道树里长的裂缝 他的至尊骨孕育的宝树 是崩裂天光 是一种威力极强的天赋神术 金翅大鹏目光森然 这龙池 首先进攻的目标 居然是他 化神之下我无敌 化神之上一换一 龙池在虚空中迈步 虽然长得形似野猪 但一缕至尊气击散 发出的威严 加上他背后那些狂舞的金龙 把他衬托得 仿佛四十凶一样吓人 而且 这崩裂天光属于远程秘书 他只静静地站在天空中 就压制了金翅大鹏 金翅大鹏无奈一探 他知道 今天自己恐怕难以善终了 龙池也不知道 获得了什么机缘 现在战力居然超过了他 就在金翅大鹏 被龙池压制住的时候 林东方可不打算 让金翅大鹏就此陨落 起码也要下了蛋再说 杀猪刀 出鞘 龙池只觉得 一股冷气从背后传来 威力全开的至尊骨 也难以抵挡那股森然杀鸡 他扭头一看 正对上林东方那兴奋的目光 哼 魔虫 我不怕你 你最好别怕我 林东方嘿嘿一笑 至尊骨啊 不知道至尊骨熬成汤 是什么效果 他以前只知道 人族身上偶尔会骨质增生 不对 常至尊骨 或者有个重铜啥的 没想到骨族 也会有至尊骨 实在是开了眼界了 而让他惊喜的是 龙池占力强于金翅大鹏 让他有了陪练 龙池背后金光 砸向林东方 他傲然道 我龙池一生不弱于人 更觉醒了至尊骨 即便再压制金翅大鹏 我也没理由输给你 打了一刻钟左右 林东方玩够了 准备收割食材 先掰下来一块 至尊骨看看 能不能如传说那般不破不利 还能恢复 掌鸣兄救我 龙池被一刀划开腹部之后 再也难以保持 那高高在上的样子 魔朱的真正战力 让他感到几倍发寒 那杀猪刀太吓猪了 嘖嘖 这么多肠子 林东方用刀背拨开伤口之后 顿时大喜 山高兄弟的肉香 这龙池的肠子多 同等体型的话 起码比别的猪猪 多出两倍的长度 而且还比较细 身躯三丈长的龙池肠子 和普通猪猪 差不多粗细 林东方大手一拽 龙池瞬间感觉 身体被掏空 一套猪下水被拽走了 还有一对大妖子 也没幸免于难 嘎嘣 又伸手掰断意 截至尊骨 嘖嘖嘖 至尊骨荡汤底 山高兄弟的五花白肉 龙池的血肠 再来点酸菜 杀猪菜 这不就有了 嗷嗷嗷 至尊骨被硬生生掰断 龙池疼得直接叫破了喉咙 想用撕心裂肺来形容 也不是很妥当 毕竟他的心肺 已经被林东方 好好地割下来了 林东方 你不觉得你有点残忍吗 远处 叶长鸣冒出来 开始说垃圾话 林东方懒得搭理他 专心用贡攻神水 抽取龙池的血液 笑死 杀个猪做菜 还跟残忍扯上关系了 谁让龙池生命力这么顽强 普通猪猪隔开脖子 天灵盖都在冒凉风 他们发现 林东方此时居然带着满足的笑容 收起那一大团猪血 活像是那些喜欢吸食精血 来增加修为的邪修 对此 林东方只能摇头 这帮家伙是没吃过血肠 不知道那东西和酸菜 一起炖一会之后有多好吃 叶长鸣也没多废话 先丢给龙池一枚保命单 然后单手一按 天空中出现九把百丈巨剑 对着林东方就砍了下去 但林东方也并非孤军奋战 化地为牢 穆青城以虚空为画质 笔一挥 九把巨剑就被这张虚空画卷收了进去 画卷一转身 九把杀剑威力不减地 斩向叶长鸣 有我在 谁也别想碰我失地一根头发 穆青城说出了美女就失地的经典台词 可本来能让人热血沸腾的战斗宣言 却没有让人觉得热血沸腾 因为需要救助的是 龙池不是林东方 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嘀咕道 理说应该是林东方在悟道或者破镜 然后穆青城为他护法 才说这句话吧 旁边的人点头 然后穆青城血战八方强者 在快要香消玉允的时候 林东方成功突破 冲冠一怒 为红颜泄杀四方 最后 林东方抱着浑身是血的穆青城 哭诉真心 然后就是送入洞房了吧 其实穆青城也是这么想的 奈何实力不允许啊 天缺之体补完之后 战力大涨 他还高夜长鸣两个小境界 故此战力差不多 战场中只有龙池浑身是血 他惊恐地看着对面 拎着杀猪刀的林东方 是 不然你绝对会死 为了保命 龙池只能服下保命单 肉眼可见的 长出了新的妖子 这保命单 还是叶长鸣高价从 城凤山 那里买来的 嗯 按理说 刚刚长出来的妖子最是鲜嫩 不过太嫩了 不适合做温半妖丝 至尊骨没长出来 气血恢复了一些 继续放血试试 林东方为了后世除休 可谓是尽心尽力地做起了实验 你放心 我会把你的形象 映在我的除道经理 让后世除休都知道 我会用最大的努力 把这些食材做得尽善尽美 林东方声音很认真 他没有开玩笑 他想到了好多实验室之前 都会放一个小白鼠雕像 这种事情 做一次采集到资料就行了 以后杀猪还是一刀完事 听到动静前来观战的一众鼓足 只觉得脊背发寒 这些话实在是有点恐怖了 魔除 魔除 嗜血魔除 看着林东方再一次把龙池血液抽离出来 终于有鼓足发出了尖叫声 即便是鼓足内斗 也很少有这么惨烈的现场 六腑和血液啥的一共被收割了两次 嗯 到底是新长出来的肠子 没有任何意味 但是油脂不够厚 香味不足 只适合灌血肠 不适合拿来卤着吃 第二次抽取的血液里水分比较多 相当于一斤鞋里加了三两水的样子 新生的心肝猪肚腰子等也比较小 肉质过于嫩 适合火锅或者简单的炙口 林东方认真地记下实验结果 龙池黑色的猪脸都快变成惨白色了 他不是没听说过林东方的名头 但没想到这家伙这么下诛 远处 山高在冒冷汗 每次登场都说脏话的他 难得的沉默如鸡 看着龙池被掏心掏肺 他都患痛了 他更庆幸自己没有至尊骨 也庆幸前几次自己跑得快 不然除道经上 硬着的恐怕就是他了 那个 龙池啊 我知道 你记恨我 这样吧 我也不做跟踪观测了 你觉得 你服下保命单之后 多久能把内脏恢复到正常水平 这关乎到我以后是否做复查 你可要说仔细了 林东方的话语 再次让古族们腿肚子转睛 这还是人 他真的来自摇池那个仙气飘飘地正到圣地 就算是冥谷之前 惨败给人族的时候 也没有过这么残忍的战斗 龙池深吸一口气 这口风从嘴里灌进去 从嗓子眼又钻了出来 他的心肺也被摘走了 大概 七天左右吧 现在的龙池 已经没有了刚才那披腻天下的气势 生怕林东方一刀斩碎他的原神 嗯 那我写下来 捉到重伤后的古族 尽量喂养七天后再进行烹饪 除道经 龙池内脏的收割篇结束 等一下就要写烹饪篇了 嗯 回去好好养伤 听说至尊骨都是破后力的 我看好你 林东方盯着 那被自己掰了 一小半下来的银润至尊骨 不知道 这玩意彻底恢复之后 能不能更好吃了 那赤果果火辣辣的目光 让木青城一阵嫉妒 梦里的师弟 就是这么打量自己的 大胆魔除 今日就让你知道 我古族不可辱 远处飞来一群古族 长得都怪模怪样 一看就不好吃 这群家伙围住林东方之后 露出冷笑 然后开始破镜 召唤雷洁 北斗星上雷洁 对我们来说十分安全 但是对你这个人族来说 凶险异常 扶出吧 林东方乐得 差点抽过去 这么多古族一起渡劫 这得多少雷洁夜 轰隆隆 雷洁落下 林东方一个闪身跳出圈外 把好运杖丢给火铃之后 又敲咪咪地转悠回来 杀猪刀对着一个个雷洁尺斩落 一共收获了 二百多低雷洁夜 大丰收啊 但是 他没有声张 闷声发大财嘛 众多古族渡劫之后 连连庆祝 要是在苍天大陆 我等如此渡劫 恐怕都会被劈死 没想到 北斗星的雷洁居然 真的很简单 兄弟们 这魔畜林东方忌惮 我等的天结 一直隐在暗中不敢现身 以后我们只要一起渡劫 就不会被他暗算 远处的山灰 好心地提醒着这群 和龙池一伙的古族 一只丑陋的蝉处说道 这傻狗山灰说得不错 以后只要我们同进退 定能护住龙池 以后 万万不可单独行动 先回苍天大陆疗伤 恢复至尊古 众多古族 掩护着龙池撤退 远处 叶长明见龙池 已经脱困 当下就要离开 慕青城 可不会让他想走就走 于是 使出摇池飞仙 经理的禁术 战力顿时暴涨 叶长明目光一鸣 全力击溃 这一轮攻击之后 背后忽然发寒 随后他猛然往前一弯腰 一把小镰刀 贴着他的头皮 斩了过去 但凡晚上一点 就会被火灵儿 直接开瓢 但这一镰刀 只是虚招 隐身了许久的红头发 小老六后手 就把好运杖 对到了他背上 也就是火灵儿 天性善良纯真 幻虎割浪递来的话 肯定让叶长明 聚开二度 哼 叶家主有了 叶家主有了 火灵儿呆毛乱晃 美滋滋的隐身 绕着战场 兜着圈子跑 一边扔喜堂一边唱 叶家主有之小羊 他的好运难以想象 这调调 还是林东方之前哼的 他一学就会 可恶 叶长明仰天怒吼 现在还打什么架 赶紧回家打胎 才是最重要的 且不说 被女人国拒之门外的 叶长明如何打胎 林东方打扫完战场之后 回到大船上 五锅弹肉滋味正好 还好有前辈看着 不然这粉条就过火了 林东方笑呵呵的 把自己那份痰肉端上桌 他的锅里 加了冻豆腐和油豆腐 已经吸饱了肉汤 土豆粉也被浸润的 晶莹柔顺 砂锅的保温效果强 现在肉汤还在微微沸腾 让这些配菜不停地颤着 杜洁进的强者给他看火 这家伙面子这么大 远处还有些围观的人和古族 他们十分好奇 那痰肉的滋味 西溜 林东方先来了 一块子土豆粉条 入口柔顺香滑 满满的肉香和腐乳酱香 刚刚打完架 干完活来上这一口 实在是太爽了 对面火铃晃有着呆毛 加开一枚虎皮鞍唇蛋 细密的蛋黄 在肉汤内迅速化开 肉香里更添了一份蛋香 夹起一块肉肉送入嘴中 他幸福地眯起了眼睛 瘦肉丝丝分明 舌头碰上去之后 甚至有牛肉的感觉 但咬下的时候 还是很酥烂的 更别说 那几乎入口急化的肥肉 所有的油脂 都被炖入了汤内 一点都不逆人 更何况 锅里还有好多大白菜 帮助吸收油脂 鞍唇蛋一分为二的蛋清 像是勺子一样 带了一些肉汤 放进嘴里嚼嚼 是蛋的鲜和肉汤的香 完美结合 鹅黄色的白菜心此时 软糯糯地趴在汤里 火铃一口肉一口菜吃得 十分爽快 对面那对母女花 基本是什么配菜都放了 左手一个大馒头 右手拿着筷子 吃得嘎嘎爽 木耳和豆芽的爽脆 别有一番滋味 当然最香的还是肉 寒风裹挟的肉香 让周围的古族 都在用异样的目光 看着山高 现在大家都知道 他的五花肉是最香的 山高兄弟 滚啊 山高气得响咬人 但在一看林东方 扭头砍过来 他头也不回得撒腿就跑 远处 只有山辉和金翅大鹏还没走 今天要不是林东方出手 他俩就交代在龙池手里了 山辉眼睛一转 对着金翅大鹏传音 殿下 事已至此 龙池他们肯定会针对您 您又有运在身 恐怕会被针对 不如跟林东方服个软 先把胎气打掉再说 听到有运 再伸四个字金翅大鹏脸色一苦 这叫什么事啊 但很快他就有了一个猜想 山辉这家伙 该不会真的叛变了吧 金翅大鹏有点心累 他一心想着建立圣巢 让苍天大鹿与人族匹敌 甚至超越人族 奈何拖后腿的有点多 山辉叛变与否是小事 龙池等家伙 惦记他的大鹏宝雪 不是一天两天了 而且 苍天大鹿上的金翅大鹏一族 就剩他这么一个独苗 眼下肚子里这个蛋 生还是不生 生了吧 他做一只公大鹏 以后一世英明 可就毁了 山辉怎么看他 龙池又该怎么嘲讽他 隔壁的碧方妹妹又该怎么看他 不生吧 金翅大鹏一族断了香火 和碧方在一起 生的宝宝 注定是混血 罢了 生吧 金翅大鹏最后心一横 为了金翅大鹏一族的延续 没人知道他 承受了怎么样的压力 山辉泪目了 罢了 以后我不打算回苍天大陆了 你跟着林东方 以后也算安全 金翅大鹏疲惫地挥动双翼 向着远方漫无目的地飞去 背影要多萧索 有多萧索 殿下 山辉目送他离去 心里有点点难受 毕竟金翅大鹏对他还算可以 罢了 鹏王殿下此番遭遇 也不全是坏事 毕竟龙池重伤 短时间内对他再无威胁了 等过阵子再去找找鹏王殿下 让他也加入姚池圣地 这样一来也算安全 山辉眼睛转了转 然后悄咪咪地回了苍天大陆 先把汉天雄和麒麟鹿 这俩王八蛋坑来 苍天大陆上 没欺负过山辉的种族 一直手手地过来 挨个寝入林大人的锅中做兄弟 结结 叶长明回到叶家之后 气得砸烂了时间屋子 他刚才先去了一趟女人国 直接被告知 落胎权已经干枯了 权就只有天道闸刀可以斩断 翻阅了族中典籍之后 叶长明差点凸鞋 天道闸刀那种 天罚自从鸣鼓以来 只有三人度过 我莫说度此劫 就连引动这劫的资格都没有 天劫和雷劫 虽然都是天道考验 但天劫杀伐之力更强 是对修炼者的终极考验 至于林东方那天道奖励的天道闸刀 除了自己人没人知道 就算知道了又能咋样 叶长明也不敢去抢 到时候 就真的引来天道闸刀大劫了 家主 你有喜了 叶家的几位长老匆匆走来 一个个脸色复杂无比 叶长明脸四寒霜 沉默不语 家主 好运珠可以补女人国的天缺之体 让他们怀孕 而我们普通人本就是无缺之体 用好运珠孕育的生命天赋 更能超越母 阿附体 所以 你们想让我把这个孽种生下来 叶长明气的直哆嗦 说到孽种俩字 他都有点破音 世界上要是有后悔药 他一定狂吃一瓶子 那天 在前院见 他就不该招惹 林东方这个王八蛋 今天更不应该管龙池的死活 他本想着 和龙池交后 等到合适的时候 被刺对方扣 走至尊谷拿去练气 他和柳如烟搞在一起 也是因为 对方现在 在苍天大陆发展 可以为他 提供各种情报 没想到 偷珠不成反怀孕 家主 女人国那好运珠近十万年来 只让丈人国的人碰碰 所以您这个神胎 未必不是一个大纪元 到时候您登陵仙道 也算是有个伴 说一千到一万 这群家伙 就是想让叶长明 把娃生下来 毕竟这娃有望 超越叶长明的天赋 甚至超越叶价十足 对于任何一个家族来说 这都是无与伦比的诱惑 冷静下来后的叶长明 也想到了这一点 好 林东方 我就让你作茧自负 等我这孩子降生 就把你的孩子都杀了 叶长明咬住牙 这疯狂的样子 活像是被林东方 使乱中气一样 阿帖 北明海上 将壮奶补补身子 可别感冒了 火灵调了一杯 将壮奶给他 都原因老怪了 不会感冒的 多半是叶长明 在诅咒我 林东方 嘿嘿一笑 走 回去用这尊骨炖汤 补补身子 好业 大船缓缓升空返航 林东方坐在船头 端向着今天的战利品 这尊骨很银润 像是杨之玉一样 细腻洁白 这大腿粗 一尺多长的骨头中间 只有筷子粗的小孔 里面是实质化的 大道符纹 而非骨髓 没办法 回去先清水煮吧 林东方收好至尊骨 开始检查 刚刚的笔记看看 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木清成 在厨房里忙活着 他在做锅包肉 不过在烹制的时候 先在里面放了一些 冰虾虾仁 然后才把榨好的肉片 放进去炒匀 一份海鲜锅包肉做好了 牧师姐好厉害 火灵儿瞪大了眼睛 我怎么就没想到 把冰虾和锅包肉 结合起来呢 糖醋汁里 加了虾仁之后更鲜了 这冰虾热乎了之后也好吃 虾仁软弹耿揪 锅包肉脆脆的 呆毛一甩 樱桃小嘴开始发威 林儿师妹之前 不是做过小龙虾 为炒小酥肉吗 我也是从那时候 获得的灵感 木清成坐在一边 也开始吃 刚刚打了一架 要补充体力啊 旁边木有容的目光 在自己女儿 和火灵儿身上 来回扫过 女人国的女人 只是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 不代表 他们没有欺情 历史上 也有不少族人外嫁的 当娘的 自然能看出 自己女儿的想法 只是女人国的 恋爱经验太少了 头疼啊 罢了 孩子们大了 就不管那么多了 不过清成的战力 怎么提高了这么多 木有容敏锐地发现 木清成身上 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为了尊重女儿的隐私 他没有仔细探查 等对方以后主动说吧 现在吃锅包肉要捡 自从上次吃过 林东方做的锅包肉 他就喜欢上了 这种外酥里嫩的菜品 对了 师父的桂花还没摘 咱们找个地方摘桂花吧 林东方一拍脑门 想起来一件大事 答应给师父做的桂花酒酿 差点忘了 木有容咽下 两块锅包肉后说道 桂花 我记得中玉的一处 沙漠里有一片桂花树来着 生长在沙漠里的桂花树 想来不是一般的品种啊 值得去看看 林东方来了精神 一般来说 桂花树喜欢温暖湿润的地方 这沙漠里的 肯定是一种中的一种 好 我来驾船 So 大船拐了个弯 洞穿空间来到中玉西南角的一片 方圆树外里的沙漠外 不是 这也叫沙漠 林东方看着眼前 这一片一望无际的黑色 有点傻眼 不错 这沙漠名叫黑玉沙漠 里面的沙漠都是黑色的 而且光亮如玉 传说是一尊龙纹黑玉丹炉 被打爆在这里形成的 木有容笑盈盈地介绍着 这片沙漠 仅邻大前皇朝 所以一般都叫它 大前黑玉沙漠 这样 那咱们下去看看 林东方跃出大船 落在地上 抓起一把沙漠查看 这沙漠 都快有瓜子大了呀 抬起头放眼望去 热浪蒸腾 让空气扭曲 仿佛一口巨大的锅 在炒着瓜子一样 老林忽然开始咽口水 他想到一种好吃的 嘿嘿 这沙子好啊 师兄啊 这沙子哪里好了 也不能练气 火灵 抓起一把沙子扬了出去 这沙子用来做糖炒栗子 肯定不错 炒栗子 火灵呆毛一颤 他之前不是很喜欢吃炒栗子 总是包不干净 所以留下了心理阴影 哼哼 现在我是原因小怪了 有的是力气和手段包可 师兄啊 要多少沙子炒栗子啊 伯母 这沙子能带走吗 林东方扭头看向木有荣 没事的 好多人都挖走一些沙子留作纪念 这沙子仿佛取之不尽 那就好 师姐师妹 咱们先来一万斤 得令 好 火灵和木青城炉胳膊挽袖袖子 坑刺坑刺挖了一万多斤 师姐师妹真能干 那是木有荣说不出话来 也就这个家伙能干出让一大一小两个美女挖沙子的事情来 咦 那边好像还有 林东方觉得几十里外那一片灰红色 有点眼熟 好像是红柳 轰隆隆 激动之下 林东方直接使出全力赶路 离谱的肉身划过长空 留下一阵仿佛雷霆的低沉轰鸣声 吓得远处在仓物单道的大前皇子 还有几个后生一哆嗦 还以为遇到了嫡媳呢 等看到林东方是在那倒过 红柳他们才放下心 随后更是认出了这位生名在外的魔厨 殿下 这是摇池圣子林东方 咱们大前皇朝里的林氏臭豆腐 就是他的产业 没想到 今天遇到林大师 缘分啊 大前皇子应天使搓搓手 俊秀如玉的面容上露出期待之色 也不知道该怎么和林大师搭话 直接上去求人家给我点臭豆腐 是不是太唐突了 殿下 不如咱们在一边先看着 林大师来咱们 这人生地不熟 要是有什么需要 咱们可以帮帮他 也算做个人情 对对 阴天使蹲在远处和一群手下嘀嘀咕咕 这边林东方摸着红柳汁 泪水从嘴角冒了出来 一丛丛一簇簇几丈高的红柳 在风中摇曳 此时他们还没有发芽 表面还带着一层淡淡的白霜 好 好敌狠啊 不行 我还得回去研究怎么做至尊骨 还要灌血肠做杀猪菜 可是真的很久没吃红柳烤肉了 一边是香喷喷的酸菜猪肉血肠 一边是另一种香喷喷的红柳烤肉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两难抉择 林东方抬头 想要问天问地寻求答案 大漠孤烟值 长河落日圆 西边的残阳 洒下如咸鸭蛋黄一样 红亮的光芒 又如同烧红的炭火 此清此景 林东方只能对杀猪菜说一声抱歉 红柳炒肉 实在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呀 他扭头吆喝一声 师姐师妹伯母快来 有好吃的了 来了 火灵儿化作一道火光横灌百里路程 木青城也不甘示弱 施展缩地成寸 木友荣直接洞穿空间 林儿生火 把这些干枯的胡羊树干给烧成炭 得令 火灵儿现在最拿手的 就是烧炭了 林东方斩断一些手指粗细的红柳汁 取出一些羊肉 开始串大串 说起来红柳烤肉就想到烤囊啊 到时候用囊包住大串 再把红柳汁撸掉 嘖嘖嘖 再来点皮牙子和大蒜 他的口水差点把炭火都给浇灭了 殿下 那囊又是什么美味 远处的五个家伙中 一个侍卫擦了擦口水 又拽了拽殷天使的袖子 那些红柳大串每一根都足有块一米长 瘦肉之间夹着的雪白肥肉 在这傍晚的红侠下 显得如此诱人 殷天使反手就把自己的哈喇子 擦在对方身上 小声道 你当本皇子是万事通啊 臭豆腐只是林大师所做美食的冰山一角 天不生林大师 豆腐万古如长叶 林大师就是美食大道上的引路明灯 去皇城买点臭豆腐回来 再买点奶茶 本皇子要猕猴桃雪顶热酸奶 乘着本皇子这艘日月舟去 快去快回 殿下稍等 对面 林东方想了想之后 开始炸原葱油 囊的配方他还记着 皮牙子囊 也就是原葱囊 最好用原葱油和面 原葱的味道才是里外都有的 原葱油 牛奶 鸡蛋 白糖 盐 酵母 一斤面 一两油 四两奶 二两蛋差不多就是这个比例 用来卷肉的囊水分要多点 软乎一些 再来点水吧 林东方糊了两盆面 一盆是原葱囊 另外一盆把原葱油换成了黄油 还加了一些葡萄汁进去 两种口味 哎 这囊最好还是用泥炉口 堆个出来 有点麻烦 回头要在院子里堆个泥炉 以后做囊坑肉和烤全羊也方便 远处的阴天石 耳朵动了动 泥炉 他的丹炉 就是用玄黄土炼成的 土就是泥 丹炉就是炉 所以他的五行玄黄丹炉 怎么不算泥炉呢 啊 今天天气真好 不想遇到了林大师野炊 恰好这我这丹炉是玄黄土做的 阴天石站起身走过来 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那两盆醒发好的面团 原来 囊是一种面食 这一下不得不厚着脸皮来蹭饭了 吃货总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拍即合 眼下是烤囊的关键时刻 由于一秒都是对干饭的不尊重 林东方一招手 阴天石就麻溜寄出丹炉 把一堆胡杨树枝塞进化作半人多高的大丹炉里点燃 在胡杨汁燃烧成炭的时候也给丹炉进行预热 林大师 为何不用到火来直接加热呢 到火不含香气啊 这胡杨树自带一种香味 要是有葡萄藤或者果木的话 丢进去一些也是极好的 原来如此 以后我试试用木炭温养丹炉来炼丹 阴天石是个炼丹狂魔 没事就爱研制丹药 很多时候都会把自己毒个半死 师姐 你帮我做一个囊针 就是 林东方画了个囊针的草图 木青城刚想动手 就看到她的母亲大人已经把囊针做好了 杜结晶大佬的手段 就是快啊 时间阵法内醒发好的面团 分成小份 团圆之后二次醒发 再用拳头从中间缓缓按下去 按出一个周边微微鼓起的圆饼 拎起来慢慢转圈 让囊变大变薄 林儿 把这些圆葱剁碎 然后用我之前熬好的胡麻油拌均 拌均 如拌虎 火灵儿美滋滋的开始哒哒哒的剁圆葱 师兄啊 之前说用这胡麻油做烧卖吃 一直忘了 下次一定 林儿剁好圆葱就可以烤肉了 好爷 师姐把那碗熟芝麻里加两勺葡萄汁搅匀 林东方急忙岔开话题 不然这一边做囊一边想着烧买 实在是太穷凶极饿了 这采归花的路上太危险了 一不小心就被红柳这个小妖精给迷住了 做好的圆葱囊胚 用囊针扎好漂亮的花纹孔洞 再均匀地涂一层圆葱碎 另外 一些囊上点缀些用葡萄汁拌匀的芝麻 丹炉内壁上撒上水 然后把那挨个贴上去 英雄 可以封炉了 好嘞 阴天石陶醉的施法 封住丹炉 这是他性命娇羞的法宝 此时他的鼻尖弥漫着富裕的原葱香味 还有小麦面粉的清香 可没过多久 这份陶醉就被一股从未闻过的肉香 强势地抢去了风头 独属于洪柳的香味 由那儿外地散发出来 这股香味充分浸润了羊肉 然后混合着肉香在空气中飘荡 就像是一只调皮的小手 揪住了所有人的鼻子 林东方咽了咽口水 这还是他第一次用刚刚从树上 折下来的红柳汁烤肉 香味果然不一样 胡羊化作的炭火热量并不猛烈 再加上新鲜红柳汁受热吸出水分 补入羊肉中 所以肉串无需刷油 也不会烤得发柴 不刷油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可以让肉表面形成一层干脆的外壳 刷了油就是胶硬了 口感有差别 死了 肥肉化作油脂 滴入炭火中冒出一股青烟 强烈的香气 让所有人都一阵恍惚 林东方一边看着少女摧残他的鸡 一边回想着他这惨淡的穿越开局 刚就旁边的炭火上还有鸡腿 鸡翅 鸡脖子等等 还有山高兄弟的五花肉 以及龙池的包油妖子核心 大前皇朝的几个人有些恍惚 从古至今 所有人来这黑玉沙漠都是感悟单道 寻找龙纹黑玉丹炉的碎片 这一缕肉香 可谓是破天荒的头一遭 终于 林东方开始撒调料 好肉一把盐 想品尝红柳和羊肉鳞与肉的交融 只需要一些盐即可 随着夕阳最后一丝红光 恋恋不舍地从羊肉串上挪走 林东方把这几十串烤肉 从炭火上撤下放入盘中 来 都尝尝 这可是我惦记好久的烤肉 嘿嘿 那我就不客气了 火灵第一个抓起一根大肉串 张嘴咬住一块肉肉扯下 开始嚼嚼嚼 这 怎么这么香 居然比相思树木串都像 没有刷一滴油 居然还这么难 呆毛震惊地竖起来 然后就像是小仓鼠一样 从头啃到尾 风味确实与众不同 想不到这沙漠里无人问津的红柳 居然有如此妙用 瘦肉外面的形成的干硬外壳 封住了里面的汁水 这肉咬上一口 甚至有爆开的感觉 红柳里的汁水蒸汽 和肉香结合得太妙了 就在众人惊叹连连的时候 林东方已经打开了泥炉 丹炉 把一张张烤得略微鼓起的囊取了出来 刚出炉的囊还很柔软 包住一串油汪汪的肉串 抓着红柳汁往外一抽 肉肉们就老老实实地留在了囊上 抓过一些原葱丝 撒在肉上 把囊卷起来送入口中 香软的囊卷着香嫩的羊肉 羊油被咬开后 油脂瞬间就被囊吸收 再加上生原葱的爽脆 这极致的香浓 就像大漠里的风沙一样 让人无法拒绝地来上第二口